一觉醒来 我们全家都躺在了大红棺材里 并且棺盖上还写着每个人的名字 爷爷说这都是奶奶当年坐下的孽 并让我赶紧离开村子永远不要回来 说罢就和奶奶躺回棺材里继续等死 而这一切的起因则是十年前奶奶去河边洗菜 意外发现了我娘 在得知我娘失忆且精神不正常后 奶奶当时就起了歪心思 强行把我娘给拽了回来锁在了屋里 让我爹赶紧洞房好生娃传宗接代 恰巧那晚我爷爷给人气焚回来 看到我娘脖子上的玉佩后当即就不同意 说我们李家没这样的福分 让奶奶赶快把人送走 不然的话全家人都会被害死 可我奶奶死活不干还骂爷爷没本事 一个迫气焚将 穷得连自己的儿子都讨不着媳妇 文言爷爷叹了两声没再说话 但悄悄把我爹喊到了外面严厉的警告他 想活命就不能碰我娘 更不可思议的是 打那以后爷爷也不出去给人气焚了 就天天守着我娘不让我爹进房间去 自己倒是一个人经常进去 一进去就好半天才出来 每次出来都很疲惫 但脸上又是笑眯眯的 奶奶那会儿忙着张罗去了 挑好了日子就请村里的人来吃酒 那晚爷爷也没辙 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爹入洞房 可他自己却是在婚房门口整整站了一宿 而没过多久我娘怀孕了 我出生的时候是九月初九 爷爷就给我取了李初九这个名 原本以为爷爷之前的警告是瞎说的 可谁也没有想到 在我十岁这年终于还是出事了 因为随着我慢慢长大后 村里人就开始传我们家的流言蜚语了 说我长得一点也不像我爹 还说我其实是我爹的亲兄弟 背地里更是对我们家指着点点 我爹被骂得抬不起头喝醉酒后终于爆发 带着他的狐朋狗友说要当面教训我娘 活生生打了我娘一个小时 直到我娘已经哭不出声了 我躲在被窝怕我爹坐不敢去看我娘 哭累了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 就听到了爷爷的叫骂声 等我吓得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我爷爷站在我娘的房间 门口气得浑身发动 而我娘的尸体就直立立地掉在了门梁下方 等到晚上爷爷将我娘的尸体装进了棺材里 点燃了一盏油灯放在下面 最后自己拿着三炷箱跪在了我娘的棺材面前 磕了三个头后念叨初九他娘 是我李家对不起你 我知道你的过去 但我没有办法帮你 我尽力了 还请你看在初九的份上 放了李老二和我老伴一马吧 放弃怨念早日投胎轮回 话一说完爷爷就把三炷箱插在了棺材的缝隙中 跟着才让我帮他的忙 我奶奶因为村里的流言飞语气地回了娘家 我爹也一直没有回来 爷爷去鸡窝里抓了一只大黑公鸡 让我拿着他的墨斗 用刀在大公鸡脖子上抹了一刀后 把鸡血就全部滴进了墨斗里 直到墨斗里有血液浸了出来 爷爷又让我站在棺材边上拉着墨斗线头 他站在另一边夹着墨线开始在棺材上弹了起来 差不多十来分钟的时间 棺材上就留下了密密麻麻的血血 我看得有些害怕就问爷爷 是不是我娘出啥事了 初九 爷爷这样做是保护你娘 你娘活着的时候我没有保护好她 死了我不能再让她受伤害了 爷爷说话的时候我竟看到她眼里含着灼泪 我理解不了爷爷的话只是恩了一声 紧接着爷爷又打电话通知了我奶奶让她赶紧回来 打完电话让我跪在我娘的棺材面前不能请 交代完了后就出去找人帮忙抬棺了 但爷爷说的是我娘因为精神问题上吊自杀的 还让他们不要张扬出去 连法师都不做了连夜上山下葬 这几个书败都很尊重我爷爷 爷爷让他们帮忙守着棺材碗上等他电话 电话一响就抬着我娘的棺材上后山 随后爷爷才拿着锄头和铲子带着我先上了后山 到了坟地后爷爷就开始在坟地的四个方位插了三柱箱 又在边上烧了一些纸钱 新坟齐土孝子挖三橱 等挖完三橱后爷爷爷就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了一个碗 碗里装满了生肉还有白米饭 只见爷爷把碗放到了我挖的圆坑里 不一会儿那四个方位的三柱箱竟然变成了两短一场 而且我挖开的地方里面更是爬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蚁 看到这一幕爷爷的脸色变得很苍白 鬼烧香剂两短一场 倒头饭剂重已不识 管他娘你这是要让我们李家断后啊 自作孽不可活顾不上这么多 爷爷咬了咬牙直接拿着锄头开始挖了 等坟挖好之后爷爷爷跳进了坟坑 用猪砂泡的红米开始在坟底摆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等弄完这一切 到了晚上八点钟爷爷才给大伯打了电话 让他们抬棺材上山下葬 可刚挂断电话没几分钟 那边又打了回来 就听到了大伯恐慌的说三爷 这棺材抬不起来呀 都已经十个人了 棺材还是抬不起来 是不是老二这媳妇他不想走啊 爷爷听到某个意境 大牛你先稳住 我马上赶回来 爷爷匆匆挂了电话就拉着我就往山下走 我心里也好奇憋不住问了出来 爷爷我娘到底咋了 我一问爷爷又开始叹气 初九 你娘是被你那个爹害死的 平日里你奶奶对你娘也不好常常打骂他 而吊死的人怨气最重 咱里家对不起你娘 我担心他回来索命 才用这样的方式来送他上门 可爷爷确实没有想到你娘的怨气会这么深 竟然不愿意离开 被爷爷这么一说 我心里也开始害怕 不一会我们就到了家 爷爷静止朝棺材走了过去 拿着三炷箱对着棺材拜了拜 初九他娘 你就看在孩子的面上入土为安吧 他还想你非得让他跟你一起走吗 我牢里头尊重你 如果你非要横着来 那我也不是吃素的 爷爷说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看他 一个个的脸上都写着害怕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说走 爷爷好言说完后 又把手中的三炷箱 插进了棺材头的缝隙中 下一秒那三炷箱 竟然猛地往里面缩了半截 这诡异的一幕 吓得所有人脸都变轻了 可我爷爷却是如腹试重地笑了起来 挥手喊道没事了起关吧 果然这次棺材轻轻松松地抬了起来 而爷爷则是自顾地在前面待了 还不忘提醒到记住 棺材一起千万不能落地 不然的话 抬棺的人这辈子都会晦气 可我还没走到门边 大门就砰的一声被人踹开 是我爹还有他的狐朋狗友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 突然就听到咔嚓一声 那抬着棺材的五条麻绳突然崩开 接着我娘的棺材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棺材落地全家丧命 爷爷的脸刷一下摆了 继而瞪着我爹冲过去甩手 就是两个大狂 你这是要害死我们了 初九他娘本来就恨你 你现在还敢回来 他看到你更不走了 接着爷爷的巴掌又轮到了半空中 但最后还是没有落下去 而是一把推开了我爹 吼到滚去你娘的后驾 头七之前不要回来 你做的孽老子来帮你还 滚 我爹还是怕我爷爷的 被这么一吼爬起来 就和他的朋友灰溜溜地走 而这些帮忙的书白都被吓坏了 当即一窝蜂地跑了出去 就剩下大伯还有一个四叔妹子 初九他娘一定要入土 他怨气太深 现在连棺材都落了地 要是不入土为安 他一定会害人 他实在不想走 那我这个老头子 只有亲自背着他去下葬 爷爷话一说完 就用双手去推棺材盖 可他这一推 那棺材盖竟然纹丝不动 就好像那棺材盖被吸住了一样 大伯见状和四叔 赶紧去帮忙抬棺材盖 三个人同时使劲 脸都变红了 那棺材盖就是打不开 失气吸关大凶之兆 爷爷的脸都变铁青了 往后亮枪了紧 突然跑到了堂屋 端着那长明灯 还有香炉放在了棺材面前 看着我叮嘱到初九 你守着你娘的棺材 看着那长明灯 千万不要让他戏了 不要怕你是男子汉 说完也没有等我回答 就拉着大伯和四叔连夜 去镇上找闸指甲 他们一走 我就找了一根小凳子 守着我娘的棺材 堂屋里开着灯 我不敢看我娘的棺材 就背对着棺材走 等着爷爷爷他们回来 可等了好半天 爷爷爷他们还没有回来 我困得不行 抱着膝盖就睡着了 也不晓得睡了好久 院子的大门突然就被封给吹开了 我揉了揉眼睛 这才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 正是我四叔 他好像站不稳身体左右 摇摆着头埋得很低 我还听到了一阵滴答滴答的水滴声 他手里提着一把砍柴的斧头 我猛然一惊 等我回过头的时候我娘不见了 而棺材面前的长明灯 早就已经熄了 在看清门口的人 是四叔使我连忙跑去 四叔回来了 那说明爷爷也回来了 可门口没有看到 我爷爷还有大伯的声音 此时的四叔一直在小幅度的往上跳 想要跳过大门的门槛进来 农村的老房子都有门槛 说是懒鬼怪的不算高 连我也能轻松跳过去 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就小心翼翼的靠了过去 初九扶我进来 谁知四叔突然抬起了头一把 抓住了我的手腕 这让我感到四叔不太对劲 他的手像冰块一样动得我直哆嗦 你去村口等你爷爷 他应该快到了 你先扶我进来 我稀里糊涂的就伸手去扶他 进来之后四叔就直勾勾的 看着我娘的棺材 脸上似笑非笑的走了过去 还被对着我说初九快去帮你爷爷 我也没想其他的跳下门槛 就朝村口跑 可门槛下好像有一滩水 我以为是屋檐漏水了也没在意 而等我刚跑到村口时 就看到那石桥上面站了好几个人 他们好像在看啥东西 我还没凑过去 拿着锄头干活的一个婶就看到了我 连忙拦着我说娃 你来凑啥热闹 下面摔死人了快回去 婶的话刚说完 我就看到几个人抬着一具尸体上来 还听到他们惋惜的说 这李老四是个好人啊 咋就在村口翻拖拉机给摔死球了 尸体上的穴都还没干呢 李老四不救我四叔吗 那我爷爷还有大伯他们呢 难道也翻车摔死吗 一想到这儿我就慌了 连忙朝他们跑了过去 旁边人看我要跳下去找爷爷 一把拉住了我苦笑着安慰我 初九 你是不是梦游了呀 你爷爷没在这儿啊 下面就李老四的尸体 听到这个答案我心里才好受了一点 等等 我眼前这具尸体是四叔的 那刚才我附近我家的又是谁 狠批我娘的棺材 我看到这一幕顾不上他是不是人了 大声吼了起来 可我四叔根本不理 我就这样不停地批着棺材 而就在这时我爹突然闯了进来 李老四 你竟然敢砸我媳妇的棺材 而四叔听到我爹的骂声也是停了下来 回头看到我爹一眼嗖的一下 就朝后院跑了过去 等我爹后脚追上去的时候 早就没看到人影了 要不是你跑得快我非弄的 老二算了 先把嫂子下葬了再说 让嫂子疯疯光光地走 回头我给你收拾他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王小龙走了进来 这王小龙是我爹的狐朋狗友 经常一起喝酒 平日里啥事也不做是个混子 我爹打我娘那晚 他就是吼得最激动的那个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这才注意到外面竟然还站着几个人 他们肩膀上抬着一口大红棺材 嫂子走了我没啥表示的 就给他挑了这口红棺材 也顺道给你冲冲洗 我爹感动地拍了拍 王小龙的肩膀以示感谢 跟着就把我娘的尸体 从四处披坏的棺材里抱了起来 放到了大红棺材里 弄好之后就让我带路 我爹负责在前面撒纸钱 王小龙的兄弟就帮忙 抬着棺材去后山下葬 说来也怪我娘装进这口 大红棺材后也不闹腾 棺材轻松地抬了起来 更是平平安安地 到了后山挖好的坟地 直到填好了土 也是一点邪门的事情也没发生 唯一邪门的地方 就是下山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脖子出奇的冰冷 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我脖子上抚摸了一下 这把我吓得急忙往家里跑去 回到家后我爷爷还没有回来 我爹也没问 就开始杀鸡烧腊肉 请王小龙他们吃酒 我一晚上没睡困的不行 就自己回房间去睡觉 然而当我快要睡去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我娘竟然凭空出现在床上 初九 快跟娘走 他们要害你 接着慢慢抬起了她的手臂 想要来抱我 我被吓得不敢直视 直到门被我爹踹开 我才睁开了眼睛 而我爹看到这一幕 也是酒都给吓醒了 双腿抖个不停嘴里直喊着 我不是故意要打死你的 是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我是男人 我忍不下这口气 我爹说着说着 突然看到那开着的窗户 还有窗户上面的泥巴 顿时就变了张力 当即破口大骂起来 是哪个星星 谁把我媳妇的尸体 都给刨了出来 吓死了 我还以为这婆娘诈尸了 我爹看到我 还在哭立马吼了起来 你哭个求啊 瞧你那怂样 真不知道是谁的 快起来给我照亮 一边把我娘的尸体重新买了 回到家后 我爹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可我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面全是今天出现的怪事 我娘已经出现两次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从坟里爬出来 这两次她都是想带我走 可就算我娘要回来 索命也不应该找我了 还有我四叔 我看到的她肯定不是活人了 我越想越害怕 又不敢跟我爹说 只想着爷爷快点回来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跑去村口等爷爷 而村里的人都在忙四叔的丧事 就在我失魂落魄 走到村口的时候 隔壁邻居的一个大婶 突然喊住了我 悄悄把我拉到了边上 四下望了一眼 没人后这才小声地给我说 初九 大婶告诉你一个事儿 但是你莫要怕 昨晚上婶闹肚子起来上茅厕 正好看到你朝后山跑 而且跑得贼快 婶喊了你好几声你都没答应 初九 你娃怕不是中邪了吧 她的话让我云里雾里 但我看她的样子 又不像开玩笑 难不成是我梦有了 我还在诧异大婶 又继续说了起来 婶第二次上茅厕的时候 就模模糊糊看到你 窗户边上站着一个人 东倒西歪的好像吃醉了酒一样 我看了好一阵 就觉得那背影 有点像死了的李老四 李老四刚才已经上山满了 你可得小心点 别让他找伤了你 要是欠他啥的最好 让你爹去烧给他 婶这番话彻底把我给吓住了 但我脑瓜子 还是清醒的就觉得想不通 如果站在我窗户的影子 真是我四叔 那这是就邪门了 为啥我四叔一出现在 我身边我娘也会出现 还两次都是 随后我还发现 自己指甲盖里 竟然有好多黄泥巴 可这黄泥巴 只有后山才有啊 难不成我昨晚真的去了后山 我疑惑地告辞了婶 就一个人跑到村口 去等爷爷回来 可等到太阳落山 还是不见爷爷和大伯 我心里担心 他们想让我爹 给爷爷打个电话 一回到家 我爹就坐在堂屋等我 跟我去祭拜你娘 让他不要来缠你了 我爹阴沉着一张脸 表情很古怪 我怕他发怒 嗨了一声 就跟我爹一起出门了 等我们到后山脚下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下来 正巧遇到了一个 干活的老爷爷下山回家 在看到我爹之后 就笑着开了一句玩笑 李老二 你小子脚后根被扎了呀 走路还垫着脚走 我当时也好奇 就悄悄回头看了我爹一眼 只见他诡异地垫着脚尖 像一个机器木偶一样地在走路 我赶紧往前蹿了几步 和他保持开了距离 爹你没事吧 我能有啥事 用不着你管 快走 去祭拜了你娘 这样我们一家人好平安 随后我一路心惊胆战地 来到了我娘的坟地 娘 初九来看你了 你安心地走吧 爷爷和我爹会好好照顾我的 可我的话还没说完 周围突然起了一阵阴风 我赶紧把头埋了下去 这一埋正好就看到 我边上的地上有三道影子 我心里猛地揪了一下 这儿只有我和我爹两个人 哪里来的三道影子 还没反应过来 地上重合的两道影子 突然把手举了起来 手中还有一把明晃晃的斧头 直直朝我脑袋劈了下来 我连喊救命都喊不出来 完全是凭着身体的 本能反应赌开 连滚带爬的就开逃 我爹一斧头 劈空了恶狠狠地瞪着我 接着又提着斧头 朝我砍了过来 危机关头突然有只手 猛地把我拽开 当我睁开眼睛 使脸上见了一脸的番茄脚 原来是我爷爷 及时赶到用一只手护住我 大伯爷冲上来的 死死地抱着我爹 拖着他往后转 你老二你疯了吗 初九是你儿子 老家伙 李初九不是我儿子 他是你的野孩子 我小时候掏鸟窝子摔下来 戳破了但不能生育 是你给我戴了帽子 我爹像疯了一样 眼睛都赤红了 他被鬼垫脚了 把心中的怨恨给激发了出来 大牛你坚持一会儿 我爷爷放开了我 一口咬破了食指 在掌心画了一个太极图 嘴里更是神圣叨叨地 念着一些乾坤阴阳 我还没听清楚 爷爷就冲了上去一巴掌 拍在了我爹的脑门上 说来也邪门这一下 我爹那原本疯狂 挣扎的身体 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我爹的背后 就慢慢出现了一道影子 正是我四叔的鬼魂 老四 我知道你的死我脱不了干系 但你不去选择投胎 转世反倒是来害我孙子 害我儿子 要是我迟来一步 他们就被你害死了 我给你一次机会马上出来 否则我让你连鬼都做不成 然而李老四不仅没妥协 反而威胁他 投胎 谁说我要去投胎 我可想要戒尸还魂呢 随即我爹脸上的表情 很痛苦 额头上全是汗水 很快把爷爷留下的 那道红圈给冲淡 戒尸还魂这是邪术 老四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不懂道法 更不会邪术 说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一个爱你又恨你的人 很快你们一家 就会在樱桃地府团聚了 四叔诡异地笑着 就在这时我爹 额头上的太极圈 彻底冲灵 只看到我爹的身体 剧烈地抽出了一下 栽倒在地上 大波一把抱住了我爹 而四叔也消失了 爷爷说不用追 他还会再来的 先把我爹弄回去再说 临走之时 爷爷又祭拜了我娘的粉 可就在他往地上插箱的时候 好像在土里发现了啥东西 扑通一身跪在了地上 疯狂地用手去刨我娘的粉 我和大波都呆住了 完全没想到我爷爷 会在这个时候来这一出 三爷你到底咋了 大波冲了上来 想要去拉我爷爷 却是被我爷爷回头 呵斥了一声 我没事 初九他娘的粉 被人动了手脚 你们快帮忙一起挖 随着我们刨伸了之后 邪门的事情发生了 那刨出来的洞里 竟然庆出了鲜红的血液 爷爷皱着眉头用手探进去 直接提了一个红绸布包裹 爷爷愣了一下才解开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婴儿的脑袋 爷爷皱着眉头没说话 只是坟边的四个位置 让我大波继续挖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波就把其余四个位置的东西挖出来了 解开那红绸布里面 正好是两条断腿和一只断手 这些东西拼接起来 刚好就是一具婴儿的尸体 爷爷咬着牙转过来问我 初九 我们走了之后 你娘是怎么入土下葬的 仔细说出来一点也不能漏地 我紧张地说了起来 在听到王小龙送我爹红棺材的时候 爷爷立马就开口骂了起来 说送红棺材给你爹冲喜 是想要害死我们 我和大波一脸糊涂想不通 我们家和王小龙一直没有仇恨 他为啥要害我们 一般人都是用黑色的棺材下葬 用大红棺材也是朱砂的红 而不是血红的大红棺材 你娘死后本来就有怨气 血红棺材乃是大凶 能够聚集死人的怨气 怨气太重 无法投胎转世 就会形成恶物 而婴儿的怨气更重 特别是这种惨死的婴儿 用婴儿的怨气来镇住你娘的阴魂 让你娘慢慢吸收婴儿的怨气 等他破关之日 就是我们全村人命丧之时 这王小龙好生歹毒 爷爷说得很严重 而这时大波好像想到了啥 三爷 老四的鬼魂要害你们一家人 刚好这王小龙又搞了这些邪门东西 是不是控制老四鬼魂的人 就是王小龙 爷爷摇了摇头叹气的说 之前我一直误会初九他娘了 听初九这么一说 他并不是怨气重来找我们家索密 相反他这样做是想保护初九啊 要是我猜的没错 那晚刨坟的人就是初九做的 你娘被葬在了红棺材里头 知道自己出不来 又怕老四害初九 这才让初九把他刨了出来 保护了初九一晚上 看来我们早就被这王小龙给算解 听到这我心里的疑惑也算是几台 怪不得那天邻居的婶说 看到我晚上去了后山 原来真的是我刨开了我娘的粉 她一直想要保护我 如果那晚不是我娘躺在我床上 恐怕站在窗户外面的四叔已经把我害死 大伯问三爷那现在咋整 初九他娘的粉咋办 爷爷思考了一会儿有了主意 说这些东西您不懂 这是一个强大的邪术阵法 婴儿头颅再埋下去的时候 阵法就已经起作用了 就算把初九他娘现在放出来也会害人 而且我也不敢贸然打开棺材 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不知道找到王小龙 商量好了之后 大伯就把婴儿的肢体恢复原味 回到家 爷爷担心夜长梦多就要连夜去找王小龙 随后又用朱砂混合鸡血的墨水 画了两张符 让我大伯拿在手里 可保他们一碗太平 接着爷爷带着我直接出门去找王小龙 路上我问爷爷 你和大伯这些天去那了 还有四叔他咋又单独回来 爷爷一边走一边给我解释 说那晚你娘不肯去下葬 我想着他对你奶奶 还有你爹有怨气不肯走 就想去找扎纸匠 每天晚上都回来找他们 一直在他们两口子床边哭到天亮才走 我当时内看女人黑气剧底 怕是要死人就出手帮了他们 这一帮就耽搁了时辰 我担心你就叫四叔先回来 没想到间接害死了他 后来还是你大伯娘打电话 说老四叔车祸死了 我和你大伯这才匆匆赶回来的 说着说着我们就看到了王小龙的房子 大门却是扮演着的 开一半关一半 这王小龙的房子咋有点像死人屋啊 爷爷走到门口停了下来 我问爷爷啥是死人屋 就是给死人住的 一到了晚上门就是扮演着的 都是白天关晚上开 而且还没有门槛 一进入王小龙的老房子 我们就看到堂屋正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 桌子上面摆了两副碗筷 还有一些吃过的下酒菜还在冒热气 看样子是两个人在喝酒 而且还刚开始喝 初九把门给关了 这王小龙肯定还在屋里 可爷爷一阵翻找 却是连个鬼影儿都没找 这时我在厨房拿着手电筒一照 正好就看到门背后有一口大水缸 上面还盖着木盖 我黑黑一笑一步跨了过去 顺手推开了木盖子 直接吓得亚马呆住 王小龙那张泡的发白的脸 就慢慢从水里浮了起来 爷爷先回过神来 一把把王小龙给提了起来 试探了一下脉搏和鼻息 确定他已经死了 只见爷爷咬着牙说王小龙死了 那他就不是害我们家的人 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 那桌上有两副碗筷 另一个一定是害死他的人 就在爷爷分析的时候 外面的堂屋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等我们跑到堂屋 正好就看到有一道黑影冲了出去 爷爷骂脸了一声直接追了过去 可爷爷跑得太快了 很快就把我甩开了 只看到他朝村口的方向跑 我累得不行 也只得咬着牙朝村口的方向追 随后在村口的大绒树下 看见一个像奶奶的声音 奶奶 是你回来了吗 我是初九啊 我不敢靠近试着小声地喊了一声 可奶奶听后并没有转过身来 而是说到初九是你啊 快过来给奶奶揉揉脖子 奶奶脖子疼好像要断了 我一听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就跑过去趴在了她的背上 可就在我触摸到奶奶的脖子时 奶奶脖子上传来的冰凉冻得我身体一机灵 随即就听到了骨头咔咔断裂的声响 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奶奶的脑袋就直接从脖子上滚到了地上 初九快把奶奶的脑袋捡起来 我吓得哭点喊娘站起来就开始跑 而我奶奶就一直在后面喊 我的魂都快吓没了只顾着往前跑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围绕着大绒树转圈 然而奶奶的身体没有脑袋 那双手在半空中抓来抓去的想要拉我 就在我快跑不动的时候 爷爷突然出现抓住了我的手 一把把我给拉了出来 等我回头一看大绒树下已经没有了奶奶的身影 爷爷 刚刚是奶奶 她的脑袋掉了 我话都已经说不清楚了 可爷爷却是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死死地咬着牙点头说出酒 爷爷知道了 你奶奶已经走了 庆幸的是你没有捡她的头 不然她就真的把你带走了 这时爷爷的电话响了 他随即眉头立马接通了电话 当即就听到了大伯在那边喊 三爷 你快回来 家里出事了 爷爷连电话都没有挂 看了一眼 家的方向拉着我就跑了回去 他很心急一脚踢开了大门 就看到家的院子里 整整齐齐地摆了四口大红棺材 而上面也用鲜血 写了我们家四个人的名字 我看得心里发慌 心中更是莫名的恐惧 而我爷爷一直痴痴地看着 写着他名字的那口棺材 我顺着看了过去 这才注意到那棺材上面 竟然还有两行小字 借命该还善恶有报 你借了我的命该还给我了 等爷爷回过神来 直接推开了 写着我奶奶名字的那口棺材 正好就看到我奶奶躺在棺材里 爷爷抹了一把眼泪 把棺材盖重新给盖好 看着在堂屋呆住了的大伯 咬了咬牙好像做了啥决定 快速地走了过去 大牛 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这是我的存折本 上面有两万块钱 我原本打算留给初九讨媳妇用的 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但你得帮三爷最后一件事 拿着这个东西 去西南方向的苗王林找一间道馆 那里有个老道士 你把这个东西给他 他自然会知晓的 此区有四五百公里 你带着你媳妇马上走 走后山 一点也不能耽搁 初九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了 你出去后就再也不要回来 爷爷交代得很着急 同时拿出了他那崭新的存折本 还有一件用黑布缠着的东西 差不多有五十公分长 三爷咱一起走吧 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一定找不到了 爷爷苦笑着摇了摇头 大牛我走不了了 我的报应终于还是来了 我早就受够了这种煎熬 是该结束了 不然我做鬼都不会好过 而大伯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没有再劝我爷爷 三爷要是这样的话 我悄悄带初九走吧 我会抚养他成人的 可不能让你家断了香火呀 我老李家早就已经断了 这是我们和死人 打交道吃死人饭的下场 爷爷无奈的摇了摇头 我也想你们带初九走 可我不能 你带上初九你们救得死 快回去收拾吧 记住再也不要回来了 听闻此话 大伯含泪告了别 等大伯一离开 爷爷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 随后静止走到了 奶奶的棺材面前 温柔地抚摸着棺材 轻声地呢喃着 小美老头子我对不起你 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其实在遇到你之前 我不是一个普通人 只可惜我们这一行命贱也不 你放心我会让初九活下去 爷爷说完后 又进屋叫醒了我爹 说老二 我的仇家找上门来了 这次恐怕我们凶多吉少 真的是初九他娘的缘故 初九他娘的事情 她是个好女人 我不怕告诉你 要是初九他娘背后的人来了 别说我们一家 就连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活不了 是我的仇人来了 我不是对手 以我的能力只能让一个人走 所以你留下来帮我 我们送初九走 交代完也没管我爹答应不答应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我喊爷爷却是被我爹一把笔拉住 初九把我给扶起来 等我爹穿好衣服 把他扶到院子 再看到那院子里的棺材时 我爹的身体也是吓得脸都白了 我看他情绪不对劲也不敢说话 而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我爹捡起了一根棍子撑在了地上 快速地走到了门口 打开门就往外面跑 爹你回来 爷爷说外面很危险 我看我爹跑了立马追了上去 我才不想留下来为你这一孩子死 没工夫陪你们 说完我爹头也不回 拄着木棍一缺一管地朝村口跑 我急得快哭了 正要上去追爷爷就喊了起来 初九别管了 他走不出麻沟村 棺材已经送上门 他一出村口必死 我牢里头一声孤胆 却不想生了个这么的东西 在我爷爷说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注意到不对劲的地步 我爹跑得很快 可他的身后一直在刮阴风 那些不知道从哪刮来的纸钱 就跟在他背后洒落了一地 竟然活生生地铺成了一条小路 爷爷 我得把我爹拉回来 我不想看着我爹出事 初九别去 他不是你亲爹 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就呆住了 爷爷 他真的不是我爹 那是不是像村里人传言的那样 您才是我的亲爹 我问出这句话时 爷爷立马正在了原地 下一秒更是哈哈地笑了起来 但却是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看到爷爷的表情 我心里终于明白 原来我真是他们口中的野孩子 那就让我来替他死吧 与此同时我爹来到了村口 发现村口的石桥竟然断了 而我爹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想回头又想跳下去游到对岸 爹你回来 我和爷爷留下来送你走 我爹不知道我追上来了 回头看到我直接嘲笑了起来 想骗我回去送死门都没有 奇怪的是我现在居然不怕他了 慢悠悠地朝石桥上走了过去 小船过河止渡有缘人 可就在这时 那断桥下突然传来了烧工的吆喝声 我爹大喜过望跟着就上了渔船 等我追上去却发现 船夫竟然是死去的四叔 我急忙朝我爹大喊 我爹听到了后却是不以为意 但下一秒 他就突然冲到了烧工的面前 猛地掀开了四叔脑袋上带着的斗笠 当即吓得压得一声惊叫了起来 紧跟着就听到我爹那吓破嗓子的求救声 随着鱼灯变红 那小渔船竟然变成了白纸做的 这一幕发生的太快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我爹和那白色的纸船一起沉入了河中 看到我爹沉了下去 我双脚一软直接跪下伤心地哭了起来 谁知我一哭那石桥下面也是传来了哭声 只见石桥下方的河面上 竟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纸船 而这些纸船上都站着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 有小孩有大人还有老人 第一眼看到这场景的时候我就吓懵了 但回过神来才发现这些都是村里横死的 我吓得大叫起来爬起来就想跑 可突然一只冰冷的手拽住了我的手腕 猛的一下我整个人直接朝河里栽了下去 落入了冰冷的河水中 接着这些人就全数朝我围了过来 无数双冰冷的手掐住我脖子不让我冒出水面 就在我快窒息的时候 我胸口的地方忽然变得灼热了起来 接着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原本掐着我脖子的人 竟然全都像触电了一样的缩回了手 害怕的避开了我 我立马窜出了水面 刚呼吸一口爷爷就一把将我拉了起来 过河的石桥被弄断了 麻沟村横死的阴魂也全部出来了 看样子你娘坟边的阵法已经开始起了作用 这些孤魂野鬼被他的怨气给吸引过来 他是想把我困在麻沟村慢慢的折磨死我呀 你奶奶走了 你爹也走了 爷爷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我 我知道他说的下一个要死的人就是我 既然是这样那干脆咱也不跑了 就在屋里等他自己来找我们 爷爷已经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只能背水一盏 而我这时候却想起了刚才在水下 是胸口的东西救了我一命 然而当我掏出此物后 却发现正是娘的玉佩 只是我娘的玉佩啥时候挂到我脖子上来了 一想我就想起来了 就是那晚王小龙用红棺材来下葬我娘 在我下山的时候我就感觉脖子凉悠悠 看样子我娘就是那时候把玉佩挂到我脖子上了 这时爷爷突然笑了起来 初九 这玉佩说不定能救你一命 我们现在就去找你娘 如果她还有最后的意识 我就可以把你安全的托付给她 一踏上后山的小路全是浓郁的白雾 爷爷突然停了下来皱眉道 没想到短短几日这后山的阴气就这么重 看来你娘要出关了 我听爷爷这么一说心里就更加害怕 爷爷要不我们回去吧 初九 爷爷没有回头路了 这是最后的办法 只希望你娘还有最后一丝意识 我知道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爷爷 那个想要害我们的人到底是谁啊 是我对不起她 我这条命是借她的事该还给她的 爷爷说完后从布袋子里拿出了三炷香 接着用黄斧点燃就让我拿在手里 初九 一会儿你拿着三炷香在前面走 爷爷在后面断后 这后山全是小鬼 是被你娘的怨气吸引来的 坟香借道 可以避免被这些小鬼给缠上 我嗡了一声拿着三炷香往前走 而爷爷一边吆喝一边朝空中撒纸钱 我听得好奇就悄悄别过头去看 就见爷爷身后的地上出现了一串串的影子 那些影子在抢地上的纸钱而且越来越多 一路跋涉来到我娘的坟前 就看到一盏盏红灯立在坟边围成了一圈 爷爷注意到当即大叫不好 这是鬼灯也是影魂灯 专程给鬼魂照亮的 看来是他来了 几乎是同时 我就听到边上的林子传来了一阵熙熙锁锁的声音 爷爷赶紧把我拉到了身后 而身后那些剪纸钱的影子早就吓得到处逃窜 我正要开口就见无数的蝙蝠飞到了鬼灯上 爷爷一脸震惊地说到蝙蝠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如今却全部出现在你娘的坟地 他急忙从布袋里拿出了一把铜钱短剑红在胸前 而下一秒那些乱叫的蝙蝠竟纷纷纷对着月亮进行朝拜 好强的阴气 你娘已经成恶鬼恐怕不能保护你了 既然要死那我就只有和你拼上一刀 爷爷已经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看着周围大声喊了起来 师弟 我知道是你 出来吧 是时候了结我们之间的恩怨了 这时在那鬼灯的周围 我模模糊糊看到了一道人影 师兄 谢谢你把他儿子带来了 只有他死了 我养的恶鬼才能破关而出 爷爷一直拉着我把我护在了身后 师弟 我死 你让初九活下去 让村里人活下去 谁知那人却冷冷地打断了我爷爷 李初九不死 我养的鬼就没用 师兄 我真是没想到你儿媳妇的意识这么强 就算我让他成了鬼 他还能想着保护李初九 恐怕他生前也不是普通人吧 连我的诸魂咒都不能完全吞噬他的意识 所以我要他儿子死在他坟前激发出他最强的怨气 李初九对我如此重要 你觉得我会放大 至于麻都村的人死不死 那得看我的心情 听闻此话爷爷瞬间上头 拿着他的铜钱短剑咬牙冲了过去 可迷雾太大我看不清楚 只能听到一阵哐当的醒声 几分钟后那打斗声突然停止了 初九 拿着我的铜钱剑走 一直往前走千万不能回头 爷爷只能帮你到这儿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爷爷就一身是血的扑了过来 猛地推了我一把 直接把我推得滚下了山 上面的白雾太浓了 我根本看不到爷爷爷 我不停地喊我爷爷的名字 而就在这时 那半山腰的地方突然冲下了一道黑影 那人手中拿了一把明晃晃的斧头 是四叔 他要来害我 一想到这儿我掉头就往山下跑 手里死死地握着铜钱短剑 我很想回头看爷爷一眼 可我记着爷爷的警告千万不能回头 果然在我跑了几步后 我就感觉到我的背后好像有阴风 初九 我是你奶奶 我的乖孙子 你等等奶奶 小野孩 等等你爹爹我 我已经快被逼疯了一边乱喊 一边往山下跑 可谁晓得脚下一步小心绊到了一块石头 重心往前一冲 我整个人就摔了出去 手中的铜钱短剑也是脱手而出 几乎是同时在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四叔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阴森森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没地跑了 心里想着拼了就咬着牙想去撞四叔 可还没撞就听到了后面传来的一道浑厚的声音 娃子 别用活人的身体冲撞鬼 不然老来摆病缠身 连四叔这个鬼也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看到一个老爷爷冲了上来 手中同时朝四叔扔出了一把米 奇怪的是这些白米竟然把四叔打得浑身冒黑烟 跟着老爷爷身后窜出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他手里夹着一张灵符快准地贴在了四叔的脑门上 跟着往后一退手中的黑伞顺势打开 直接把四叔的鬼魂给吸入了黑伞中 娃子 你是不是叫李初九 谢谢你们刚才救我 我就是李初九 不知道你们是 苗王岭逍遥子 苗王岭赵子龙 听到是苗王岭的时候我先是一愣 下一秒就激动地哭了出来 爷爷让大伯连夜去找的人终于来了 老爷爷 求你们去救救我爷爷 他还在后山 初九你先起来 我马上去救你爷爷 逍遥子老爷爷把我给扶了起来 却没有带我们上山的意思 而是看向了赵子龙 子龙 这人有些手段怕不好对付 而且这村子里很邪门 你保护好初九 我找到牢里头就马上下来找你们 说完之后逍遥子便转身离去 随后我带着子龙往村子里走 我和他年纪相差不大自然能说上话 你为啥叫赵子龙 我记得有个将军也叫赵子龙 赵子龙微微一笑说父母取的名字 从我出生到我死都会叫赵子龙 而且赵子龙可以是将军 自然也可以是修道之人 我感觉他的话很有水平 就假装很懂得点了点头 对了 刚才你师父那白米咋这么厉害 早知道白米可以对付鬼魂 我就睡在你帮里 赵子龙被我逗乐了摇了摇头 这白米是祭台上插箱的诺文 是祭拜祖师爷用的 自然能够对付脏东西 我带着他回到了我的老房子 再看到我家院子里的四口大红棺材室 赵子龙也是皱起了眉头也不进屋子去 就让我和他坐在家门口等逍遥子回来 天慢慢地开始亮了 而我这时也注意到麻沟村的所有村民 竟然全都来到了我家门口 正对着我院子里的大红棺材指着点点 初九 你爷爷呢 村长看到我走了过来 咱们村出怪事石桥断了 后山全是大雾根本走不出去 我担心咱们村惹上了啥不干净的东西 这才想着让你爷爷去看看 文言我不晓得如何回村长 赵子龙就在我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 这是鬼风路 昨夜我和师父赶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白鬼为村 不光是后山 还有河里也全是孤魂野鬼 这是想把你们村的人困住 我不晓得咋说就随口敷衍了一句 村长我爷爷去外面了 晚上应该会回来 那我们就等你爷爷晚上回来再说 村长说话的时候 一个劲往屋子里进 初九啊 你家咋有几口大红棺材 说着村长强行把握给挤开眼 瞅着就要进屋 赵子龙突然拦住了村长 小声地在村长耳边说了一句 村长听后瞬间脸色煞白 立马招呼村民散了 等他们一走 我就连忙问你刚刚跟村长说了啥 赵子龙淡淡一笑 我告诉你们村长 那棺材里没人但有脏东西 谁打开棺材就是给谁准备的 还好你骗住了村长 要是让他看到我奶奶的尸体 恐怕村子就会乱了 我松了一口气地说道 我没有骗他 我是修道之人能闻到尸气 这棺材里没有尸气 就说明里面没有尸体 我不信 拉着他就走到了奶奶棺材边上 然而当我打开后 棺材里却是啥也没有 见状赵子龙推算道 昨晚我和师父来的时候 发现你们村子冬面的一所老房子里 湿气冲天 最少有五具尸体 你奶奶的尸体也在那老房子里 文言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村子冬面只有一户人家 那就是王小龙的老房子 难道是周八字把尸体搬过去的吗 可赵子龙听后却表示 不是人把你奶奶的尸体弄过去的 那老房子有东西在吸引他 是他自己走过去的 听闻此话我大吃一惊 奶奶头都掉了 怎么可能自己走过去呢 我不相信 我要去找我奶奶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憋得我心里很难受 就想去王小龙家看看 心想着大白天 我也不怕 可赵子龙却是拉住了我 说 初九 这个村子的事情 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等 等我师父回来了再说 我相信 师父一定会带回来真相的 赵子龙的话 让我冷静了下来 我也相信赵子龙不会骗我 就和他坐着等萧妖子回来 我也希望他能把我爷爷平安地带回来 一直快等到了太阳落山 萧妖子还是没有回来 而就在我快忍不住的时候 村长突然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一看到 我就大喊了起来 初九 你爷爷回来没 河边出大事了 其他村民都过去了 不好 走 我还没反应过来 赵子龙却是叫了一声不好 率先朝村口跑了过去 我和村长刚追到村口大榕树 远远地 就听到了河边传来了一阵阵凄惨忧的哭声 那哭声 和我之前在石桥上听到的哭声 一模一样 正是鬼哭的声音 村长听到这哭声 当即腿就软了 用手撑着大榕树 这才没摊坐下去 但脸都下白了 自言自语地说 刚才你家那小兄弟 真的说对了 我们村有鬼 这哭声 肯定是鬼在叫啊 我没想到 村长会吓成这样 反而我现在 比他沉稳了不少 不过我心里也清楚 要不是之前听到过这鬼哭声 我恐怕比他吓得更严重 我扶着村长 说 村长 没事的 村里人都在 鬼也怕人的 我是瞎说的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安慰村长 村长听了我的话 竟然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 自古以来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我们村里这么多老少爷们 我还怕个球啊 村长自我鼓励了一番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这才继续往河边走 我们走出村口的时候 就看到河边站满了人 而赵子龙 就独自站在最前面的地方 他的背很直 眼神正正地望着起雾的河面 一点也不害怕 河面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 全是浓郁的雾气 只能听到哗啦啦的水流声 还有那时不时从白雾里 传来的阵阵哭声 这哭声多听一会儿 就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好像是猫爪一样 说不出来的隔音和圣人 村长 是村长来了 有人发现了村长 当即喊了一声 其他村民全都转过身来了 但看到村长身边的我 又连忙朝我喊 初九 你爷爷回来没 快叫他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灵 一下子 村里人就把我包围了起来 一个个都在问我 我爷爷去哪了 我儿子还在镇上读书 我要去接他回来啊 要是我儿子回来看到这个样子 我该咋整 这时 一个大叔突然叫了起来 说 不行 我得去找我儿子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回来 不能去 谁去谁死 你们村 现在是有进无出 这河面上 全是之前淹死的那些人 这些人怨气太重 无法投胎转世 谁进入河面 就会成为他们的替死鬼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赵子龙再次站了出来 他一开口 把村民都吓了一跳 也没人敢提要过河的事 只是全都在看着他 打量这个外面来的陌生人 既然你不让我们过河 那你告诉我们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些淹死的人 为啥不让我们出去 我们又没有做坏事 咋就来找上我们村的人了 所有人都不说话的时候 一个婶突然开口了 对啊 你说 这到底咋回事 其他人也跟着逼问道 赵子龙咬了咬牙 平静地说 是出币有因 但我不能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想出事 就老是在家待着 离开村子的范围 必死无疑 话已至此 各位自便 赵子龙一说完 静止走到我眼前 拉着我就要往回走 我心里明白 他在帮我隐瞒 之前发生的事情 归根结底 这件事 的确是我们家引起的 赵子龙没有说出来 不光是想保护我 也是想保护这些村民 我也不敢继续待下去 就要跟赵子龙回去 谁知 我们刚走几步 有一个村民 突然喊住了我们 李初九 你给老子站住 一定是你们家惹的祸 那晚 我去抬你娘的棺材 就出了邪门的事情 跟着 是李老四翻车死了 连李大牛一家也跑了 一定是你们 害死了你那疯娘 他死后找上我们村子了 对 我之前就听说 李初九他疯娘 是被他奶奶给绑回来 传宗接代的 你们还记得不 李初九他爷爷 给李老二戴了绿帽子 一定是李老二 害死那疯女人的 现在他变成了鬼 回来找我们村里人索命了 这两个说话的人 都是我们家的亲戚 也是那碗台棺材的人 如今他们一开口 村民彻底炸了 都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 全都围住了我 不让我走 村长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村生活了 不知道多少代人 一点邪门事都没出过 李初九他疯娘一死 邪门事就开始了 干脆 咱们把李初九 他们一家人给绑了 弄到那疯女人的坟前杀了 化解了他的怨气 让他绕了我们村子里的人 说话的是一个老人 平日里很有威信 他一开口 所有人立马同意 而我却是吓懵了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所有人都在等着村长开口 在麻沟村 村长就是土皇帝 初九 跑 我还没反应过来 赵子龙突然喊了我一声 跟着 就看到他推开了围着我的人 我怕他们真的把我杀了 直接从那缺口冲了出去 顾不上回头看 我一直往东边跑 赵子龙毕竟只有一个人 怎么拦得住他们 我这一跑 他们更是全都追了上来 那嚷嚷的声音 听得我心里发慌 比听到河面那些鬼哭声 还要吓人 我不敢往村子里跑 就朝边上的林子窜 毫无目标地乱跑了一阵 我就看到 前面有一所老房子 正是王小龙的房子 赵子龙说过 里面最少有五具尸体 而且里面还有啥东西 能够吸引尸体 一想到这儿 我心里就害怕 不敢进去躲 可一听到那些村民的嚷嚷声 我就顾不上其他的了 落在他们手里 我肯定不会有好果子 没办法了 先躲起来再说 我心一横 硬着头皮 就推开门冲了进去 王小龙的大门还是很重 我费了好大的劲 才推开了门 我一躲进屋子 连忙把门给关上了 我背靠着门坐在了地上 等到那些追我的人都跑过了 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可不知道为啥 我感觉我用背靠着的这道大门 很凉 一点木头的温度都没有 我背后冷得不舒服 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想要从窗户看看他们 到底走了没有 可谁晓得 我脑袋还没凑到窗户 两刀手电光 突然就从窗户外面射了进来 你说 这初九会不会躲在王小龙的家里啊 那手电光一射进来 我就猛地缩了回来 后背死死地贴在了大门上 捂着嘴巴 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生怕被他们发现 可就在我用背贴着大门的时候 那照射进来的手电光 正好让我看到了屋子里 无比恐怖的一幕 只见这屋子的正中间 摆满了一口口的大水缸 而那大水缸里 浸泡着好几具尸体 这些尸体的脑袋是冒出来的 脖子以下的部分 全都泡在了血水里 这些尸体 我都认得 我奶奶的 我爹的 还有王小龙的 更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连我大伯 还有他媳妇的尸体 都被泡在了大水缸里 原来大伯他们 他们的眼睛都是睁着的 好像死不明目一样 这一幕 彻底把我吓住了 我连身体 都已经不能动了 只有双腿抖得像筛糠子一样 半天我都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听到了外面离开的声音 走吧 李初九应该不在这屋里 王小龙这混子不好惹 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找找 那手电光慢慢消失了 我才猛个回过魂来 而就在我回过魂来的时候 我正好看到 我大伯的嘴巴张开了 趁着最后消失的一点手电光亮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 我大伯的嘴巴里有东西 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凑到窗户边一看 还能看到那些手电光 在到处晃动着 我现在不敢出门 全村的人都在找我 我只要一出这屋子 他们肯定会抓到我的 麻沟村的人不但穷 而且极度迷信 特别是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开口了 他们是一定会把我抓到 我娘的坟面前请罪的 我虽然害怕王小龙这屋里 浸泡着的尸体 但更害怕外面的人 在这里没有法律 只有神灵旨意 咦 等等 在想到王小龙的时候 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村里人都害怕王小龙 他们也不知道 王小龙早就死了 如果我把灯打开了 他们一定会觉得 是王小龙在家 绝对不敢来找麻烦的 说干就干 想到这儿 我也只有堵了 找到了门边的拉线开关 一拉电灯就亮了 电灯一亮 我再次看到了 屋子里的这几口大水缸 还有大水缸里 抛着的几具尸体 盯着看了一会儿 我就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了 而且 这里除了王小龙的尸体外 其他几具尸体 都是我的亲人 他们的尸体 全都被血水泡中了 发白 那皮肤 好像一包就会撕下来了一样 眼睛全都是睁开的 死不瞑目 而这一切 都是我爷爷的那个尸体造成的 周八字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奶奶 爹 大伯 大伯娘 你们保佑我活下去 我一定不会放过周八字 我看他心里很难受 就跪在大水缸面前 重重地朝他们磕了三个头 我自己也能感受到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好像长大了不少 磕完头 我才走到了大伯的尸体面前 他的身体是坐在大水缸里面的 只有脑袋是冒出水面的 我伸出手去抬着他的下巴 冰得刺骨 我咬着牙轻轻往上拍了几下 大伯的嘴巴就张开了 嘴巴一张开 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块丝肺的布条 我怕大伯咬着我的手 就用两根手指去抠了出来 布条还是湿润的 还浸了不少的血水进去 也不知道大伯含在了嘴里多久 我拿出来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难闻刺鼻的湿臭味 我捏着布条一抖 布条就散开了 我以为上面写着啥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布条一个字都没有 只画了一对眼睛 大伯没念过书 不会写字 他画这对眼睛想干啥 这眼睛画得很模糊 看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眼睛 还是用血画的 我仔细一看 就看到眼睛后面还有画过的痕迹 只是被血水给泡弹了 看不清楚是啥 我看得出来 大伯当时应该很仓促 还没来得及画完就出事了 拼命含在嘴里的 按道理来说 人死后嘴巴是不会张开的 可我刚刚在看到大伯的尸体后 他的嘴巴就张开了 我曾经听爷爷说过 人死的时候 嘴里都会咽着一口气 大伯留着这口气 难道就是为了要提醒我 我越想越不对劲 不用怀疑 大伯肯定是周八字害死的 爷爷让他带着大伯娘跑 去苗王岭找老道士来帮忙 可他还是没有逃出麻沟村 苗王岭 不对啊 苗王岭离我们麻沟村 有四五百公里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可救我的人 正是苗王岭的逍遥子和赵子龙 更让我想不通的是 赵子龙还知道 王小龙的老房子里 最少有五具尸体 难道 大伯是想要提醒我 注意赵子龙 我一想到这儿 再一看大伯画在布条上的眼睛 咋越看越像赵子龙那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 嘎吱 我正诧异之时 我背后的门 竟然猛地被人推开了 这突然想起的动静 让我迅速转过身去 这一转过身 正好就看到赵子龙站在了门口 冲着我微微一笑 说 初九 我就知道 你会躲在这儿 还好我反应得快 在看到是他的时候 我就把布条握在了手里 悄悄放进了裤兜里 装作啥事也不知道 问他 子龙 他们呢 还在找我吗 放心吧 他们不会找你了 赵子龙笑道 呃 这个结局倒是让我有些诧异 我笑了笑 说 我知道我们村里的人 向来崇尚神灵 那老人的话 他们肯定会当成救命稻草 一定会把我抓到我娘的坟边 杀了我来祭奠我娘 初九 赵子龙以为我不相信他 正色道 你们村的人 思想的确很落后 可我告诉他们 你是他的亲儿子 自古虎毒不食子 要是杀了你 他更会找你们所有人所命 唯一的办法 只有请高人来超度 不然的话 还会死人 所以 村长给他镇上的儿子打了电话 明天就会有高人来帮忙 我一想 觉得他这番话有意思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会害我了 走吧 我带你出去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伤害你 我挣住的时候 赵子龙就喊我 我恩了一声 就走到了他面前 没有和他出去 而是问他 子龙 你咋知道 这里有五具尸体 而且 你说这里有啥东西 在吸引他们 到底是啥 我说过 我是修道之人 能闻到尸气和诡气 至于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 坦白说 我不知道 我的道行还不够 更不敢乱动 只有等师父 不过 这大门不对劲 有一股味道 赵子龙给我解释的时候 还用力地拍了一下王小龙老房子的大门 示意我自己去看 一提到王小龙这老房子的大门 我心里也觉得古怪 第一次我和爷爷来找王小龙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门很沉 而且很冷 根本不像是木头座的大门 不管是谁 都不会把自己家的大门弄得这么沉 很不方便 如今赵子龙这么一说 我就更加觉得古怪了 就用手去摸大门 还是很冷 像冰块一样 我又把鼻子凑上去一闻 一股刺鼻的臭味直冲我的脑门 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赶紧后退了两步 不敢再闻了 赵子龙见状笑了起来 细心给我说 初九 这门是用埋过死人的棺材打的 埋过死人的棺材 尸气都很重 尸气可以吸引刚死之人的尸体 这是典型的死人屋 专程给死人住的 但绝对还有其他的东西 把这些尸体给吸引了过来 赵子龙一说到死人屋 我也想到爷爷之前也说过 还让我以后在晚上遇到这样的老房子 到时候这死人屋就会自动关上一半大门的 实气缠身 不死则病 赵子龙见我没说话 就提醒我让我走 我回过神来 感觉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 就随口问了一句 去哪 谁知 赵子龙却是叹了一口气 说 去找你爷爷 还有我师父 我担心 他们出事了 赵子龙说 担心爷爷和他师父出事的时候 我心中还是猛地咯噔了一下 整整一天了 我爷爷和逍遥子 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难不成 他们真的出事了 我心里担心爷爷 也顾不上现在是不是晚上了 就问 我们现在就去吗 对 现在就去 赵子龙没有任何的犹豫 看得出来 他也在担心逍遥子 有人愿意陪我上后山 我自然也不能怂 我就想看爷爷最后一眼 就算是被周八字害死了 我也要亲眼见到他的尸体 决定好了 我们也没有耽搁 先是回去找了两根手电筒 跟着就直接上后山了 后山还是大物弥漫 根本看不到山上的情况 连打着手电筒 能见度也只有一两米的距离 赵子龙拿了一条红绳出来 说这是用黑狗血泡过的 一般孤魂野鬼 不敢上我的身 他抓着另一头在前面开路 让我抓着另一头走在后面 千万不能松开 我们俩走得很快 赵子龙担心 我在后面会害怕 就一路上跟我说 他在倒观学道的事情 别说 他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之前他不说话的时候 我就总感觉背后凉悠悠的 好像有啥东西在跟着我 特别是大晚上的 又是这阴森森的后山 难免会乱想 一路说着 时间就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就到了我娘的坟地 坟地周围的那些鬼灯 已经熄灭了 全部被人给敲破了 但那些蝙蝠尸体 到处都是 蝙蝠血都沁入了土里 一股阴风吹来 那浓郁的血腥未知 让人想吐 特别是那坟前的墓碑 还有坟边的石头 都有被武器划过的痕迹 不用想都知道 昨晚这里肯定经历了一场大战 赵子龙拿着手电筒 观察了一会儿鬼灯 又抓起地上的泥土闻了闻 一脸震惊地说 初九 你娘要是出了关 恐怕全村人都活不了 这些蝙蝠祭拜了月亮 吸取了月亮的阴气 蝙蝠属阴 蝙蝠血 更是致阴智慧之物 而你娘吸收了他们的血 恐怕早就已经变成了厉鬼 赵子龙这番话 惊得我哑口无言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娘的坟边 必定埋着婴儿的尸体 我曾在道观的古籍上 看到过记载 这好像叫养鬼煞阵 是属于黑巫术的一种 有人想把你娘养成恶鬼 这才会杀了他身边最亲的人 激发出他最强的怨气 这人的手段 好生残忍 听到赵子龙这么一说 我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周八字要利用四叔的鬼魂 让他上我爹的身 把我引到我娘的坟前 就是想当着我娘的坟 杀死他最亲近的人 如果那晚 我爹用斧头劈死我 之后再劈死我爷爷 那就是 父杀子 子杀父的人间惨剧 相比杀了我爷爷复仇的快感 恐怕这种残忍的手段 会让他更加痛快 而这样的惨剧 我娘的鬼魂自然会感受得到 他的男人杀死了他的亲儿子 还有他的公公 别说是鬼的怨恨 就算是活人 心中也会怨恨极深 不死则疯 而周八字要的 就是要激发出我娘最深的怨气 从而把他养成恐怖的厉鬼 如此一来 周八字不但找爷爷付了仇 更是养出了我娘这个强大的厉鬼 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 然而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算中不如天算 周八字完全不会想到 爷爷在插箱祭拜我娘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阵法 将计就计找出了王小龙 这才阻止了这样的惨剧 也迫使他主动现身杀我们 我回想到这儿的时候 额头上的汗水就冒了出来 把我脑门上的头发粘在了一起 心里更是后怕得不行 连身体都不自觉颤抖了起来 这周八字太可怕了 简直比鬼还可怕 初九 别怕 有我在 就在这时 赵子龙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爽朗地笑道 看到他那个爽朗的笑容 我心里的恐惧 才减轻了不少 喘着粗气嗚了一声 没有说话 等我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赵子龙就开始认真的 观察周围的情况了 观察了一会儿 他好像发现了啥 突然蹲下去刨坟头的黄泥土 说 初九 你看 这坟头插了一把金钱剑 这是我师父的法器 金钱剑阵坟 师父是想要阻止那人的养鬼煞阵 不让你娘吸收那些孤魂野鬼的怨气 师父很显然是做了法的 可他到底去哪了 还有你爷爷 难道他们 赵子龙刨开坟头表面的黄泥土时 我也看到了 那插进坟头的金钱剑 要不是他眼间 一般人肯定发现不了 这坟头还插了一把法器 可一听他后面的话 我的心也是凉了半截 难道 我爷爷和逍遥子 真的遭了周八字的毒手 连尸体都带走了 逍遥子 如果真是苗王岭的老道士 那他就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 可如果连他都被害死了 那我又该咋办 我心里开始绝望了 子龙 你准备咋整 等 我相信师父 就算他死了 他也一定会托门给我 赵子龙没有任何的犹豫 坚定地回答道 那如果我爷爷和你师父 他们真的 我的后半句没有说出来 我害怕真的会变成现实 如果真是那样 那我们就杀 杀了那个恶人 血迹我师父 还有你爷爷 你我还小 就算此事杀不了 也还有一辈子时间 等着我们去杀他 赵子龙说话的语气很重 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我好像看到了亮光 我被他激发的热血沸腾 也是吼了起来 杀 赵子龙看到我也表态了 笑着点了点头 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 一只手搭在了胸口 承诺道 初九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嗯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是我们的誓言 而此时的赵子龙 就像是我的亲哥哥一样 之后 我们就下了后山 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等 等着爷爷他们回来 或者等着周八字的再次出现 回到了我的老家 赵子龙随便弄了点东西给我吃 我们都很累 就一起挤在了我的小床上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 一觉睡到了中午 就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锣鼓的声音 听到这敲锣鼓的声音 我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们村没有装无限喇叭 一般村里有啥大事 都是敲锣鼓通知大家的 我醒来的时候 赵子龙已经醒了 正站在窗户边上看 看到我醒了 就说 我们去看看 是不是村长请的高人到了 嗯 我点点头 赶紧从床上翻了下来 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就和赵子龙出门了 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看到所有村民 都朝村公所的方向走 我起初看到村民 还有些害怕 怕他们抓我 可看到他们 对我没有敌意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等我们赶到村公所的时候 就看到村公所里挤满了人 那宫堂上 更是做了两个中年男子 他们都穿着黑色的中山装 外表看起来很严肃 不苟言笑 而村长就在边上 给他们抓瓜子上烟酒 很是热情 我和赵子龙刚刚挤进去 村长就开始介绍了起来 各位村民 这是我儿子 从镇上请回来的 炸纸酱师父 他们可都是得到高人 听说了我们村里的事后 自愿帮助我们 还分文不收 但是 村长说到这儿的时候 语气突然转了掉 也没继续往下说 所有人都没想到 村长会停顿 眼见他们正要起哄 谁知 我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两个人 直接架住了我的胳膊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我完全没反应过来 我回头一看 架住我胳膊的人 正是村里的人 你们把我干啥 我挣脱了几下 但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们的力气很大 死死地摁着我 放开他 赵子龙听到我的声音 立马回头瞪了他们一眼 一只手直接抓住了 其中一个的手腕 我只能看到 他手臂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 而摁着我的这个人 似乎有些吃痛 另一只手 当即朝赵子龙的面门 打了过去 赵子龙脑袋一片 轻松地躲过了这一拳 手上加大了劲 怒道 我说 放了他 这抓我的人 都是村里的劳力好手啊 从小干农活 力气自然不用说 可却是被十几岁的 赵子龙抓得很疼 反观赵子龙 脸部红心不跳的 很是轻松 小兄弟 你别着急 替我把话说完 就在要干架的时候 村长突然喊了一声 说 刚才我已经把村子里的事情 说给了这两位高人听 他们说了 想要解决初九他娘的鬼魂 就必须有人把他引出来 你也说了 初九是他亲儿子 虎毒不食子 我们私底下已经商量好了 就用李初九 去把他娘引出来 你放心 这两位大师 会保护李初九的 不行 赵子龙不答应 说 初九他娘已经是鬼魂了 不是活人 要是他们对付不了 那岂不是害了初九 混账 谁知 赵子龙的话刚一说完 老村长就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呵斥道 你一个外人 难道还想插手 我们麻沟村的事情不成 麻沟村 我说了算 还轮不到你这黄毛小子来安排 老村长是上一任的村长 也是这村子最得高望重的人 就连现在的村长 都很尊重他 呵呵 赵子龙没有丝毫的畏惧 冷冷一笑 道 你们村是死是活 跟我没多大关系 但李初九 你们不能动 你敢 老村长被赵子龙气地站了起来 指着赵子龙气地发抖 而村里那些壮汉 也全都把赵子龙给围了起来 就等老村长的命令动手了 说实话 我很佩服赵子龙 就算这么多人围着他 他也没有丝毫地退让 反而是眼神灼灼地 和老村长对视着 老爷子 别生气 你们误会我哥俩的意思了 就在这剑板弩张之时 其中一个扎指将师傅 终于开口了 笑道 这位小兄弟 你误会了 我们并不是真的要让李初九 去引他娘现身 只是想照着他的样子 来扎一个指人而已 指人有魂 可以骗鬼 是啊 小兄弟 你误会了 这时 村长也出来打圆场了 而且 村民都指定要李初九去 名义难为 小兄弟你 虽然年少气盛 可也不会和我们整个村的村民 对着干嘛 村长这番话 说得很圆滑 既给了赵子龙台阶下 又缓和了 这紧张的局面 我心里也悬 如果真干起来了 我和赵子龙肯定被揍死的 赵子龙看了我一眼 最终只得妥协 笑着说 初九 没事的 我在 嗯 我点了点头 这两个摁着我的人 才得松开了 我活动了一下 发麻的胳膊 也没打算跑 但他们 还是在我背后看着我 生怕我逃跑 紧接着 那扎指将师傅 又开口了 此时之后 我们会把李初九的指人 给扎出来 扎指人不是 简单的手一活 不能有人打扰 你们得给我守着大门 绝对不能让人闯进来 还有 我需要两个童子守门 这样做 是为了守住李初九的活 一听到 要两个童子 村民们 就不开枪了 毕竟扎指将师傅 说得这么邪乎 谁也不敢 让自己的孩子去 一个个都紧紧搂着 自己的孩子 生怕被抢走了 村长看到没人答应 就从兜里 掏出了一千块钱 拍在了桌子上 道 谁愿意做好事的 每人奖励五百块 等咱村的事情解决了 再送一只猪仔 那会儿的五百块 可以买一头牛犊子了 村长 这是为麻沟村做好事 我让我加资去 果然 马上就有村妇站出来了 把自己的孩子 推到了村长边上 还默等村长拿钱 自己就抢先 把五百块钱 拿在了手里 数了好几次才放心 跟着又有好几个村妇 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 但扎指将师傅 只选了两个 都是四五岁的 刚好一男一女 一切准备妥当了 村长就让所有人 离开了村公所 只留下我和那对同男同女 其他人就在外面守着 临走之时 赵子龙突然在我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初九 你千万记住了 只认如果扎好了 你一定不能让他们话 我还在认真听 可谁晓得 赵子龙的话 还没有说完 就被人给拽了出去 等我回头的时候 村公所的大门 已经被村长给关上了 子龙刚才 到底想要提醒我啥 我还在回想 赵子龙刚才 交代我的话 那其中一个扎指将师傅 就从兜里 抓出了一把糖果 那糖果 是用牛皮纸包的 黑漆漆的一大颗 但却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 师父把糖 递给了那俩小孩吃 接着让我坐在了椅子上 同时打开了 他们带来的黑皮箱子 从里面拿出了竹条 白纸 还有浆糊 等所有步骤 都准备完了 他们又拿出了 一顶小香炉 摆在了我前面 两人分别点燃了一根黑箱 开始跪拜 祖师爷在上 我左翼 我右翼 今日跪请祖师爷 赐我神威 助我扎指人 一拜祭天 二拜祭地 三拜祭祖师爷 喜欢说话的叫左翼 他的手很粗糙 而且有很多刀割的伤口 另一个沉默不说话的 叫右翼 他的手反倒是很好看 像女生的手一样白细 祭拜了祖师爷 他们就把手中的 黑箱插到了 我面前的香炉中 跟着 左翼就开始动手扎竹条了 他的手法很娴熟 一炷箱不到的时间 就扎出了一个 和我一般大小的竹条框架 他们是分工形式的 在左翼贴上白纸后 右翼就开始动手画了 一直忙活到了晚上 右翼才把这个 纸人给画好了 这纸人 完全是按照我的身材 比例来画的 连衣服的颜色 都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是栩栩如生 但奇怪的是 他画了鼻子 嘴巴 耳朵 眉毛 还有脸颊两边的晒红 却唯独没有画眼睛 灯光照射在这纸人上 我心里看得发慌 和我太像了 只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像死人一样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看着一个 没有眼睛的自己 越看 心里越是渗得慌 我正看得害怕 右翼却趁我不注意 猛地扯下了我几根头发 我疼得呲牙咧嘴 忍着没啃事 想看他到底要干啥 只见他拿着我的头发 放到了桌上 又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后 把我的名字 还有生辰八字 全部写到了一张黄纸上 写好了这些 我又看到他从他的皮箱里 拿出了几根花白的头发 那头发 一看就是老人的头发 让我更想不通的是 他居然把我的头发 还有那花白的头发 搓在了一起 用那写着 生辰八字的黄纸包在了一起 最后又用针刺破了我的指尖 让我把血液 滴到了这包着头发的黄纸上 等做完这一切 右翼突然跪在了小香炉面前 磕头念叨 青竹白纸扎小人 画皮画骨男画魂 精血白发爪三魂 魂膝和处藏人间 提笔一画阴阳眼 是指是魂意识人 右翼的声音 杂杂呼呼的 我听的也是一惊一乍 还没回过神来 左翼突然把毛笔递给了我 重重地喊道 自己的眼睛 自己画 去 把指人的眼睛画上 左翼这一声是吼出来的 不光是吓了我一跳 更是把那俩小孩给吓哭了 我心里抵触 回头瞪了他一眼 没有去接他手中的毛笔 想救你村子里的人 想超度你娘 你最好听我们的 左翼倒是没有生气 好言劝我 一想到 我娘会变成厉鬼 我心里就软了 接过了他手中的毛笔 就开始给指人画眼睛 我不太会画 但邪门的是 我那眼睛一画上去之后 竟然没有半点为何感 好像是浑然天成 点睛之作一样 我咋有这么好的绘画天赋 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可我再一看 这画了眼睛的指人 我就觉得 各家邪门了 因为眼前这个指人 除了没有任何表情 看起来很呆板惨白之外 完全和我如出一辙 实在是太像了 我还在诧异中 只见那右扬 已经拿起了 包着头发的黄指 手腕一抖 念了一道咒语后 那黄指 竟然自己燃烧了起来 黄指一燃烧 右扬就连忙放到了 指人的鼻子下方 那黄指燃烧 释放出来的黑烟 很臭 不但有指燃烧的味道 还有那头发 烧焦的味道 而右扬就这样 拿着燃烧的黄指 闭着眼睛 不停地念咒语 那咒语像是碎碎念 念得很急 听得人心烦意乱 更邪门的是 那些冒出来的黑烟 竟然全都钻进了指人的鼻孔中 指人是死的 不是活的 更不会有呼吸 可这种邪门的感觉 就好像是这指人 会呼吸一样 把这些黑烟 都吸入了鼻孔里 我看得毛骨悚然 而就在这时 右扬的咒语声 也突然停了 我猛地回过魂来 正好就看到我眼前的指人 竟然朝我眨了眨眼 还诡异地笑了笑 啊 我当即吓得大叫了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停地往后退 指着这指人恐慌地说 指 指人 眨 眨眼了 我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因为我看得太真实了 这指人 绝对眨眼了 还冲我鬼笑 谁知 左鹰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把我给提了起来 说 李初九 指人是死的 不会动 你仔细看看 他是不是会动 我定了定神 深呼吸了一口 咬着牙 再次看向了那指人 可这一看 这指人 就是呆板的 没有任何的表情 更是纹丝不动 除了那张惨白的脸 看起来无比甚人外 倒也没有其他的变化 难不成 我真的看眼花了 我不相信地又看了几次 确定这指人 不会动之后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而这时 左鹰则是又拿出了一把糖果 递给了那两个小孩 轻轻地在他们后脑勺 拍了一下 喊道 回家去吧 那两个小孩也没哭 结果唐笑嘻嘻地 就朝村公所走了出去 是村长开的门 他们一直守在外面 可我却没有看到赵子龙 村长 好了 你让所有人回去吧 等我通知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厉鬼 争取帮你们解决了他 左鹰交代村长 村长立马点了点头 说 那就有劳两位高人了 我准备好庆功宴等你们 村长说完 就招呼那些村民回去了 等他们全部离开之后 我就看到又阳 急了一个奇怪的手艺 大喊了一声走 我以为他是喊我走 谁知 我还没站起来 那指人就迈开步子往前走了 我不会看错 是指人在走路 那指人走起来很木讷 像机器一样 但却是走得很稳健 但他一迈开步子 就会听到一阵咔咔的声响 这声响 是那逐条摩擦发出来的声响 李初九 别怕 这是扎纸匠的手艺 他会把你娘引出来 你们村就安全了 跟着他走吧 不能离他太远 左鹰见我吓着了 就给我解释了起来 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看到他们跟着指人走 我也赶紧跟着他们走 可等我一走出村公所 我就感觉浑身冷得要命 那种阴冷 就好像是赤身裸体 呆在冰窖里一样 这可是大夏天啊 冷得太不正常了 我抱着脖子 不停地揉搓着 可还是冷得要命 而且 在跟着指人走了一段路后 我就发现自己的身上很软 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好像 是得了重感冒一样 头重脚轻 连走路都走不稳了 随时要晕过去 左阴右阳他们两兄弟没有管我 一直在跟着指人走 不知道为啥 我有种错觉 他们好像不是在引我娘出来 反倒是在找啥东西 我在后面跟着月费劲 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也没有打手电 黑灯瞎火的 啥也看不到 只听到那指人 走路发出的咔咔声响 特别是我的意识 也是越来越模糊 我担心自己会昏过去 就一直掐自己的大腿 起初还有痛处 也让我保持着清醒 可时间一长 不管我使多大的劲儿掐大腿 也感受不到疼痛 连大腿都掐肿倾斜了 还是没有多大的作用 没过多久 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 好像随时都要飘浮起来一样 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那指人突然在一家房屋门口停了下来 那房屋的大门是关着的 指人就一直用身体去撞大门 撞击的声音很轻 可在这寂静的夜里 显得特别刺耳 我完全是昏昏沉沉的状态 看不清楚 摇了摇头 这才看清楚了 这房子 是我家的 这指人 为啥要去我家 两弟兄就推开了我家的房门 指人跟着就要往里跳 可也是跳不过那门槛 四叔的事情后 我爷爷就给我说过 说我家房子的门槛下 埋着震邪的东西 一般的鬼怪山精 是跳不过去的 难不成 那指人真的成精了 就在我回想的时候 左音抱着指人过了门槛 两弟兄也跟着进入了我家老房子 他们不对劲 一定想干啥 我要阻止他们 那是我最后的家 意识到这一点 我捡起地上的小石头 猛地敲破了自己的脑门 热乎乎的血液流了我一脸 伤口的疼痛 顿时让我恢复了不少的意识 我憋着一口气 趁着还清醒地 快速地跑了过去 等我一跑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再也坚持不住了 直接瘫躲在地上 站不起来 浑身都被汗水给打湿了 嘴唇干得裂开了 一句话也喊不出来 而那指人 就站在那几口血红棺材边上 不停地用身体撞那血红棺材 哈哈 突然的 那左音更是失声大笑了起来 显得很激动 何时拿出了一把棺材钉 直接朝血红棺材打了进去 我数得很清楚 每一口血红棺材 他都打了七根筷子 粗细的棺材钉进去 把血红棺材死死地封住了 等棺材钉打进了棺材 我就听到左音给村长打了电话 村长 我已经找到了你们村的祸患 正是李出九家的四口血红棺材 我们现在已经镇住了这棺材 你马上带人来 一把火给烧了 越快越好 千万不能耽搁 否则迟则生变 电话一挂 左阴右阳就抬着指人 快速地从我家走了出来 看到瘫倒在地上的我 左阴诡异地笑了起来 说 李出九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说完之后 直接朝村子东面的方向跑了 而他们没走不久 村长就带了很多劳力汉来了 大声喊着 就是这几口破棺材 险些害了我们村的人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抬出去一把火给烧了 村长叫来的这些劳力汉 个个都在打着哈欠 应该是被村长给叫起来的 夜已经深了 农村人都睡得早 所以来的人不多 毕竟晚上有些害怕 村长带人走过来 看到在地上快要昏迷的我 笑着说 初九 你放心 烧了你家的血红棺材就没事了 村里人也不会再为难你了 我现在的状态 就感觉快要死了一样 浑身卷缩在地上 瑟瑟发抖 我抱着身体 可还是阻止不了那种阴亡 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虚弱地只想闭上眼睛 没有一个人管我 身上脏兮兮的 脸上全是血 就好像我是在大冬天 快要被冻死的乞丐 个个都绕着我走 有的还不忘挖苦我几句 哼 自作孽不可活 你们李家人不要脸 这就是报应 要不是那两个高人的出现 我们都差点 被你家的邪门棺材给害死了 这小野种别管他 他一家人都不见了 恐怕死囚了 死了也好 免得给咱村子带来灾难 我的身体很冷 但他们这些话 更冰冷无情 想着爷爷之前求周八字 让他放过村里人 可现在呢 村里人却巴不得 我们李家的人死绝 而那两个杂纸匠 根本没有去后山 我娘还在坟里 周八字肯定不会放过我 想着我会让我娘变成恶鬼 我心里就说不出来的委屈 鼻子一酸就哭了起来 不能哭 我是李初九 我是男子汉 我不是小孩子 爷爷他们都被周八字害死了 我要活下来 我要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 哭了几声 我就连忙用手背擦干了眼泪 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身上没有力气 就咬着牙想省点力气 一会儿等他们烧棺材 我就爬到棺材边上 只要有火 我就不会冷 我咬着牙 看着他们把我家那四口血红棺材 给抬了出来 每一口棺材都打了棺材钉 我还能看到 上面写着我家人的名字 他们把棺材抬到了村口的地方 我就跟着他们在地上爬 没有人来牵我一把 也没有人问我咋了 在我跟着他们爬的时候 有几个劳力汉就吵我吐口水 过我身边时 还不忘踢我击脚 我疼得快哭了出来 但我没有哭 忍着疼痛继续潮烧棺材的地方爬 我冷 但心里更冷 那四口大红棺材 被抬到村口后 他们就已经搭了一个柴火堆 还泼了铜油 村长拿着火把 大声道 我们村世代平安 因为牢里头一家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险些害了我们村 那两位高人说了 只要烧了这几口邪门的血红棺材 那些围着我们村的孤魂野鬼 就会离开 我们村也会重见天日 明早 我们村就会恢复往日的宁静了 村长说得很激动 那些村民也是兴奋地吼了起来 村长一说完 就把火把扔向了木柴堆 轰的一声 那火把点燃了柴火 火光顿时冲天起 迅速地蔓延着 很快就把村口给照亮了 我看到那火光 心里无比地渴望 就像在沙漠渴了几天的人 突然遇到了水源一样 我实在是太冷了 顾不上他们会打我 辱骂我 拼命地往火堆的方向爬 我这一爬 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看到我的身体冻得瑟瑟发抖 就有人围过来 开始侮辱我了 这小野种 肯定是被脏东西缠身了 你看这大热天的 我们都热得不穿衣服 他却冻得像条死狗一样 快爬过来 小野种 这儿有火 太热了 爬呀 小野种 爬过来可就不冷了 他们大笑着侮辱我 自自刺心 王八蛋 你们这群人不得好死 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了赵子龙那愤怒的声音 我一回头 就看到赵子龙朝我跑了过来 直接把我给扶了起来 连忙脱掉他身上的衣服 套在了我身上 猪九 来 任由着赵子龙把我给背了起来 赵子龙刚往前走了两步 突然停了下来 回过头冷冷地看着他们 道 我告诉你们 那两个高人就是骗子 你们以为这件事 就这样结束了吗 你们错了 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你们还会遇到更可怕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 你们村穷是因为偏僻 但我错了 你们穷是因为你们没有人情味 赵子龙愤愤地说完 背着我就朝我家里跑 头也不回 我靠在他的背上 疲倦和虚弱再次袭来 颠了几下 我昏昏沉沉地就睡了过去 初九 醒醒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感觉有人在拍我的脸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就看到我眼前生了一堆大火 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 见我睁开了眼 赵子龙又给我喝了一点水 我才感觉好了一些 但还是很冷 很累 等能开口说话了 我才问 子龙 我咋会这么冷 而且 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一样 很疲惫 身体也轻飘飘地 像是要飘起来了 我一问 赵子龙就瞪了我一眼 说 要是我来迟一点 你就真的死了 你为什么这么冷 因为你连魂魄都没有了 啥 我没有魂魄 听到他的话 我还是吃惊地叫了起来 一脸都不相信 赵子龙摇了摇头 给我解释说 人有三魂七魄 少一魂一魄都不行 三魂乃是天魂 地魂 命魂 你是不是经常听到那些傻子 或者疯癫的人说 他们能见到不干净的东西 没错 就是因为他们 少了天魂或者地魂 命魂还在 他们就能活着 但没有了天魂和地魂 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所以能轻易见着 不干净的东西 可你丢了命魂 就是半人半鬼 你身上的阳气很弱 这里又是白鬼围村 阴气何其重 自然会侵入你的体内 你才会这么冷 也才会如此虚弱 而且 如果时间长了 还找不回命魂 你就会死 我听到这儿的时候 吓得够呛 可心里很疑惑 就问 子龙 我好端端地 咋会丢了魂 初九 你不是丢了魂 你是被别人请了魂 赵子龙拧着眉头 道 那两个眨纸匠 给你扎纸人的时候 是不是让你画眼睛了 嗯 我点点头 现在还能回想起来 左阴右阳 他们那邪门的 扎纸人手艺 在我离开村公所的时候 我就提醒过你 千万不能画纸人的眼睛 这两个眨纸匠 有些倒横 能够把你的魂 请到纸人中 还好天不亡你 让我发现了 他们是坏人 这才及时赶了回来 不然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赵子龙说得很严肃 我却是听得心惊胆战 更没想到他要提醒我 千万不能画纸人的眼睛 他肯定以为我没当回事 我现在 也不好再解释啥 就问他 子龙 你咋发现 那两个眨纸匠是坏人呢 赵子龙苦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而是从兜里 拿出了一张 被血沁泡过的布条 随着他手一抖 这布条就散开了 我当即就看到了 这布条上面画着一双眼睛 这布条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正是大伯临死前 藏在嘴里的 这被血泡过的布条 是我从大伯的嘴里扣出来的 也是他临死前藏在嘴里的 我记得我一直放在裤兜里的 砸跑到他的手里 看到这布条 我还下意识地 去摸自己的裤兜 这一摸 裤都是空的 哪里还有那布条 别摸了 这是我在你家门口捡到的 那晚你逃到了 那藏着尸体的老房子 我看到 你背着我藏在裤兜里的 刚好 我从村公所回来后 就捡到了这布条 这布条上面有湿气 应该是你从死人身上得到的 赵子龙说 这番话的时候 看到我一眼 好像在责怪我 瞒着他布条的事情 我没敢开枪 赵子龙又继续往下说 之前我没明白 布条上的眼睛是什么意思 村长又不让我进村公所 我就干脆在村里 找我师父 还有你爷爷的线索 可找到晚上 也没有任何线索 正要去村公所找你 就看到那选中的同男同女 从村公所里走了出来 他们一出来 我就觉得他们不对劲 一直往东边的老房子走 我跟上去一看 就看到有一个鬼鹰 在引着他们朝东边的老房子走 我怕那鬼鹰害那俩小孩 就出手想对付他 谁知道 他逃到了河边就不见了 正好我看到了河面上的纸船 还有一些没有眼睛的纸人 赫然才明白了 那布条的意思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以为我已经猜到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在跟着他的思路想 可我脑子现在迷迷糊糊的 根本想不透 赵子龙看到我迷住的状态 苦笑了一声 直接给我点穿了说 你大伯还有你大伯娘 就是被那俩砸纸将害死的 你大伯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想给你留下线索提醒你 可能当时情况很紧急 他们来不及 写他们的名字 就用眼睛来代替 农村老一辈人的都知道 炸纸将是不会画眼睛的 所以 你大伯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 让你小心他们 我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才赶回来救你的 幸好 我来得还不算迟 赵子龙这么一解释 我才彻底想通透了 大伯那晚带着大伯娘 想逃出麻沟村 但可能在后山 就遇到了左阴右阳他们 大伯是个老实人 加上爷爷之前 带他去镇上找过炸纸将 估计就把这件事 说给了他们听 结果被他们杀死了 所以 他们的尸体 才会被泡在大水缸里 而大伯不会写字 他也知道些炸纸将的禁忌 就画了眼睛来提醒我 让我小心 左阴右阳两兄弟 可惜我看不懂 大伯留下来的布条 这才被左阴右阳给算计了 请走了我的命魂 要不是赵子龙发现的及时 我恐怕已经死了 只是 我想不明白的是 他们为啥要请走我的命魂 附身在纸人身上 还有那混着我头发燃烧的白头发 他们到底想干嘛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 左阴右阳 肯定和周八子有关系 我想不通 就想到了刚才赵子龙说的鬼阴 连忙问他 子龙 你刚才说 我们村子出现了鬼阴 还缠上了那选中的两个小孩 这又是咋回事 我不知道 赵子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 他跑得太快 我没追上他 不然就能问出些东西来 那鬼阴的身形 只有几个月大 还不成气候 只是 我也想不明白 他为何会缠上那俩小孩 我看到他在揉着太阳穴 估计也是想得头疼 还是没想明白 也就没有问他了 过了片刻后 赵子龙才说 你好好休息吧 最近都是大汗天 明天你多晒晒太阳 有助于恢复阳气 我不敢为你招魂 我道恒不够 怕害了你 要是师父和你爷爷真的出了事 我就给你招魂 招回来了 我就带你 离开这个邪门的地方 师父 你到底去哪了 是生是死 徒儿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 看得出来 赵子龙此时很无助 但我又没有办法帮他 只有不打扰他 让他静静 可就在我们都准备休息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惊雷声 这惊雷声震得 我身体一哆嗦 原本闭着眼睛的赵子龙 突然睁开了眼睛 疑惑得自言自语 这是大汗天 绝对不会有雷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子龙还在说话 房顶上的瓦片 就被雨滴打得霹雳啪啦响 这雨声很大 好像是突如其来的暴雨 赵子龙打开了房门 我就看到了外面的倾盆大雨 一道闪电在上空划过 更是把整个村子都照亮了 远远的 我就看到了村口的地方 浓烟四起 好像是那烧棺材的大火 被灵犀了 伴随着那雷声 我和赵子龙都听到了 村口传来的骂雷声 应该是这场暴雨的缘故 这雨下的不对劲啊 那远处好像还没有下雨 就是你们村子在下暴雨 赵子龙看了一会儿 就关上了门 喃喃自语地说 这村子越来越邪门了 他一边说话 一边回到了火边 也没有和我说话 加了几根干柴 把火烧得很大 有火我就不觉得冷 赵子龙则是抱着膝盖 眼神正正地看着火焰 不知道在想啥 他也很疲惫 只是一直没说出来 没过多久 他就比我先睡着了 我支撑了一会儿 直到雨声和雷声开始小了 实在是熬不住了 也沉沉地睡了过去 初九 跟我来 初九 跟我来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的 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 好像是机器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任何的感情 初九 跟我来 昏昏沉沉地听了好几遍 我才确定 这声音是在喊我 身体猛地一击灵 跟着就醒了过来 那声音是从门外转进来的 听着很渗人 但却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吸引力 吸引着我站了起来 慢慢地朝大门的方向走了过去 我的意识很模糊 像是梦游的状态 只知道此时的天还没亮 暴雨已经停了 院子里湿漉漉的 我一脚一脚地走过去 鞋子上全是泥把 等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这声音又响起来了 初九 跟我来 这声音好像是喊活儿一样 喊到了我的心里 我嗷了一声 点着脚取下了门栓 慢慢地打开了大门 大门一打开 我就看到门口处 站着一个脸色惨白的人 此时还是深夜 很黑 但我看清楚了 他那张惨白的脸 一点血色都没有 脸颊两边还涂抹着晒红 看到我的时候 就诡异地笑了起来 伸出了手 朝我勾了勾手 初九 跟我走 他的动作很僵硬 抬手的时候 我还听到了那咔咔的声音 嗯 我没有任何的迟疑 就好像是心里发出声音 要让我跟他一起走 我从门槛上跨了出去 这人就开始在前面带路了 他走路很奇怪 如同木偶 但速度很快 脚下像踩着风一样 我身体虚得很 跟不上他的脚步 他在前面走一会儿 就会停下来等我 转过身朝我阴森森地笑着 初九 跟我来 我走得不算快 走了一会儿 我就发现 这人和我的长相一模一样 好像就是那只人 但奇怪的是 在我心里 我却是把他当成了活生生的人 莫名地相信他 他带我去的是后山 后山还是白雾弥漫 一进入后山的范围 我就冷得不行 一边走一边哆嗦 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这只人 就在我娘的坟前停了下来 我娘坟前的那些蝙蝠尸体 开始腐烂了 那种恶臭味 只让人想吐 我记得之前村子里下过暴雨 可奇怪的是 这后山根本没有下过雨的痕迹 坟上的泥土很干 我正正地看着我娘的坟地 坟头上完全是寸草不生 这么多天了 连根冒牙的小草都没有看到 更邪门的是 坟边一米的范围内 也是寸草不生 之前坟边的荒草 都全部枯萎了 娘 你们都走了 把我一个人抛弃在这世上 娘 我来陪你吧 就在这时 那只人忽然跪在了地上 伤心地喊了起来 也不晓得为啥 他一跪我也跟着跪了下去 好像他说的话 都是我平日里不敢说出来的 而且 更邪乎的是 他根本没有张开嘴巴说话 但这伤心的声音 就凭空在我心里响了起来 爷爷告诉过我 我是男子汉 所以我把这些脆弱 一直压在心里面 如今这只人说出来后 我心里就莫名地伤心绝望 我的家人全都被害死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在逃命 那种疲惫和害怕 终于让我承受不住了 放声哭了起来 娘 出脚好嘞 出脚来陪你吧 那只人又说了起来 话语没有任何的表情 可我却伤心地不得了 是绝望 是想死的绝望 我看向只人的时候 只人也在看我 他诡异地笑着 那眼睛突然眨了一下 我就看到 血泪从他的眼睛里滚了出来 如同幻觉一般 那血泪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时 我的脸颊 也是有热乎乎的液体流淌了下来 我用手一摸 湿漉漉的 我再哭 娘 出酒这就来陪你 我挣住的时候 那只人突然在地上捡起了石头 我也跟着他的动作 在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在我举起石头的时候 那只人就开始用石头 敲自己的脑瓜子 我也学着他的动作 拿着石头 敲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啊 这一瞧 我当即疼地叫了起来 身体更是哆嗦了一下 猛然清醒过来 一看到手中拿着石头正在自杀 立马就想甩掉手中的石头 可邪门的是 我的手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 依旧是举起了石头 还要砸自己的脑袋 不要 不要 你想害我 我慌了 意识是清醒的 可就是身体不受自己的控制 你们都抛弃了我 我不想一个人活着 我要下去陪你们 哈哈 谁知这只能突然大笑了起来 手中的石头 猛地砸向了自己的脑门 这一下的力道很大 直接把脑袋砸出了一个坑 没有血肉横飞 只是看到撞破的白纸 和里面撞断的竹条 我的身体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紧紧地拽着石头 慢慢地朝自己的脑门砸了下来 可我此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瞳孔猛地一缩 握着石头的手 再猛烈地颤抖 不要 我不要死 快停下来 我没有办法了 不停地大喊着 想要让自己的手停下来 可根本没有用 那石头还是猛地砸了下来 就在我下的闭上眼睛之时 我的手腕就猛地被抓住了 我一睁开眼 就看到赵子龙出现了 正拿着一条红绳 缠在我的手腕上 他的动作很快 用红绳缠住我手腕的同时 已经把指人踩在了地上 绑好了我的手 又迅速地用红绳的另一头 缠住了指人的手腕 那指人原本还在挣扎 可一绑上红绳后 就趴在地上不动了 我还没完全回过神来 赵子龙已经盘坐在了我们的中间 点燃了黄符 迅速地把香点燃了 就插在他的面前 跟着 手里再次拿出了一张黄符 一点燃就开始念咒语 荡荡游魂 何处留存 三魂早将 七魄来临 河边野处 庙宇村庄 宫廷牢狱 坟墓山林 虚惊怪异 失落真魂 惊请山神 五道游路将军 天门开 地门开 千里童子送魂来 失魂者礼出酒 魂席来 乘请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待 赵子龙那一声呆 犹如惊雷 震得我身体都抖了一下 而他这番招魂咒念出来之后 我就看到他的额头上全是稀罕 脸色也是苍白的不行 他的道行还不够 是在强行为我招魂 我还愣着 他就猛地睁开了眼睛 朝我喊道 初九 喊你的魂 一定要在日出之前 把你的命魂喊回来 不然的话 你的命魂就永远回不来了 我看他的样子 坚持不了多久 天门已经有了亮光 我不敢大意 张嘴就开始喊 我的命魂 快回来 回来 我不知道该咋样喊 一着急就乱喊一通 但赵子龙没有阻止我 那就说明 我的乱喊 还是有作用的 我起初喊了两遍 没有觉得有啥异常 等我喊第三遍的时候 我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 身体也是一直哆嗦个不停 越喊越累 声音都喊哑了 只感觉喉咙像要冒烟了一样 而天已经开始雨堵白了 再过几分钟 日出就会从山头翻出来 可我的命魂 还不愿意离开指人的身体 那指人 之前还是不动的状态 在我开始喊魂的时候 他就开始挣扎了 想要正断那红绳 赵子龙看了一眼 即将要出来的日出 当即脸色一变 但马上就镇定了下来 直接咬破了手指头 按着指人的脑袋 就在他的眼睛上 横着抹了一下 他的手一抹 那指人的眼睛 就留下了一道血痕 几乎是同时 在那指人的眼睛 被赵子龙的精血封住时 我就看到那指人的身体里 钻出了一道白色的气息 顺着绑住我们手腕的红绳 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只是差了几秒钟的功夫 那日出就从山头爬了上来 照得人暖洋洋的 而这白色的气息 一回到我的体内 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被啥冲撞了一样 无比痛苦 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赵子龙也是虚弱的不行 累得倒在了我身边 一脸苍白 差不多过了三四分钟的样子 我那种痛苦才消失了 初九 坦白说 我是第一次使用招魂术 紧张地忘记 用金血封住纸人的眼睛 纸人的眼睛 就是藏魂的地方 好在祖师爷显灵 成功把你命魂招回来了 赵子龙别着头 笑得很灿烂 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谢谢你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激他 只能说谢谢 而赵子龙摇了摇头 强撑着站了起来 说 走吧 你娘的坟地越来越恐怖了 坟边寸草不生 想必是要破关而出了 你的命魂 已经回到了你的身体 必须马上找到我师父和你爷爷 如果找不到 我带着你 离开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的安宁日子 不多了 赵子龙说完 就要去烧纸人 可还没点火 好像突然发现了啥 盯着那纸人背上的东西 看了一会儿 猛地转过身来 问我 初九 你爷爷本名叫什么 赵子龙突然这么问我 倒是把我给问得愣住了 我迟疑了一下 才问到 子龙 你问我爷爷的名字干啥 你先别问这么多 告诉我 你爷爷的本名到底叫什么 赵子龙很认真 一脸的凝重 我看他的情况不对劲 连忙说 不过村里人都喊他牢里头 对上了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 我刚把爷爷的名字说出来 赵子龙就变得有些急躁起来 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啥 但又没想出来 显得有些痛苦 我被他的举动给弄蒙圈了 就走到了指人边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了古怪的一幕 只见那指人的背后 竟然写着我爷爷的名字 李承志 这名字是用写来写的 写得很隐蔽 要是当才赵子龙没有发现 我肯定不会发现 这指人背后 还写了我爷爷的名字 这名字 肯定是左阴右阳那两弟兄写上去的 只是 他们为啥要这样做 我正疑惑 赵子龙突然看着我 说 初九 把那天杂指人的事情说给我听 越仔细越好 嗯 我恩了一声 就开始把那天杂指人的细节 说给了李初九听 李初九听完之后 猛地拍了一下脑门 突然大笑了起来 说 初九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爷爷在哪了 我看到他的变化 更加糊涂了 就连忙问 子龙 我爷爷到底在哪 赵子龙神秘稀喜爱地笑了笑 没有告诉我 迈着关子道 初九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你爷爷 他和我师父都没有出事 他们是躲起来了 赵子龙说完就不理我了 直接把那指人一把火给烧了 更是高兴地自言自语道 就是这该死的指人 不但差点害死了你 还差点害死了师父他们 不过 也正是因为这指人 让我找到了我师父的下落 该死 谁知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好像回想到了啥 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整个人更是愣在了原地 我看他不对劲 正要问他 赵子龙猛然清醒过来 朝我喊了一句 快下山后 就迅速地往山下跑 我以为是有傻邪门的事情 要发生了 顿时心里一紧 也没再问他 跟着他就往山下跑 赵子龙跑得很快 好像很着急 也没有停下来等我 我的命魂刚回来 身体还没恢复 我在后面追得很费劲 落下了一段很远的距离 一跑进村子 我就没看到他人眼了 等我找到村口的时候 才看到他跪在一堆灰烬面前 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但一直没有哭出声来 他的面前 是一大堆木头 燃烧剩下的灰烬 还有一些没有烧完的木头 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这是昨晚 村长带人 烧那几口血红棺材的地方 之后被暴雨冲刷过 那灰烬流得到处都是 有一些灰烬 甚至被冲刷到了 湍急的大河中 我看得出来 此时的赵子龙很伤心 我更是第一次 看到他流泪 他在我的印象里 一直都是坚强 正义地 像一个沉稳的男子汉一样 可现在的他 竟然对着烧棺材的地方 伤心流泪 他 到底咋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赵子龙 对着这些灰烬 磕了三个响头 咬牙切齿地说 师父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亲手手扔了那个混蛋 初九 过来给你爷爷磕头告别吧 我被他的举动 完全给弄蒙圈了 就问 子龙 到底咋回事 赵子龙咬着牙 忍着眼泪没有掉下来 说 我师父还有你爷爷 他们并没有出事 而是躲在了你家的 那几口血红棺材里 现在 都被他们烧成了一把灰烬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一拳砸在了地上 身体更是愤怒地颤抖 而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更是犹如晴天霹雳 瞬间呆住了 完全不相信这是事实 不会的 子龙 是不是你猜错了 爷爷他们咋会躲在棺材里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 如果那晚爷爷和小瑶子 真的没有出事 那他们一定会找我们 绝对不会躲在棺材里 赵子龙摇了摇头 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我重重地说道 初九 他们死了 被你们村里的人一把火烧死了 那指人并不是要把你娘引出来 真正的目的 是要把你爷爷给找出来 你说的那白发 正是你爷爷的白发 身体发肤 受之于魂 而且 那指人的背后 还用写写了你爷爷的名字 指人能藏魂 也能密魂 那两个杂指将 就是想要通过指人 来找到你爷爷的下落 我师父和你爷爷 那晚一定遇到了什么 才迫使他们 躲进了血红棺材里 但他们这样做 一定有什么目的 都怪我 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才让我师父 还有你爷爷 活活被烧死在了棺材里 赵子龙这么一解释 我瞬间恍然大悟 怪不得 我跟着那指人走的时候 就有一种错觉 好像他不是去引我娘 而是想要找啥东西 还有那奇怪的白头发 我早就该想到的 为啥我现在才想明白 都怪我太蠢 太傻了 想到这儿 我心里很是自责 扑通一声 跪在了灰烬面前 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 爷爷 逍遥子老爷爷 都是我害了你们 要是我聪明一点 你们就不用 被烧死了 是我拖累了你们 我 我越哭越伤心 赵子龙一把把我给拉了起来 吼道 别哭了 不是我们傻 是那人太阴险狡诈了 我们玩不过他 走吧 收拾东西 我马上就带你走 我师父和你爷爷死了 他们就没有鸡蛋了 可以随时来杀你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有强闯白鬼为村 看看能不能逃出去 赵子龙拉我的时候 我就抓了一把湿漉漉的灰烬 放在了衣兜里 心里暗暗发誓 爷爷 逍遥子老爷爷 如果我能活着出去 我一定会找他们报仇 就算天涯海角 我也不死不休 我没有啥可以收拾的东西 就几件破衣服 但我想 回去看最后一眼 毕竟 这一走 不知道还有没有命活着回来 再回老房子的路上 我们遇到一群打完的小朋友 其中一个小妹妹 看到我和赵子龙的眼睛都是红的 就拉着我们的手 从兜里拿出了两颗糖果 哥哥 你们不要哭了 吃颗糖就好了 谢谢你 赵子龙接过那糖果 揉了揉小妹妹的额头 笑着说了一句谢谢 而我看到那牛皮纸包的糖果时 猛然一惊 小声提醒道 子龙 这糖果就是之前 炸纸酱给那同男同女吃的 赵子龙听到我的提醒 立马用鼻子闻了闻 当即眉头一拧 道 是石油和人肉做的 啥 人肉 我惊得脱口而出 担心被其他人听到 立马压低了声音 说 是左阴右阳那两个 扎纸匠搞的鬼 他们想干啥 子龙 这些小孩是无辜的 能不能带他们走 不能 赵子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息道 坦白说 初九 我的道行远远不够 就不了他们 而且 那左阴右阳他们 也是修道之人 他们知道报应的厉害 想必也不会杀光村里的人 徒增罪孽 况且 我能不能带你 活着出去 也是个未知数 赵子龙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爷爷和他师父 都被烧死了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 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 我把所有的房屋都转了一遍 啥也没有带 锁好了门 就和赵子龙赶紧往河边走 可等我们跑到河边的时候 眼前看到的那一幕 确实让我和赵子龙 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和赵子龙到河边的时候 一个人影也没有 但湍急的河面上 全是浓郁的白雾 之前那白雾 是弥漫在河道中间的位置 并没有延伸到河岸边来 可现在 那白雾已经从河道中间 蔓延到岸边了 差不多还有一两米的距离 要是彻底和岸边接上了 那些白雾肯定会朝村里蔓延的 现在是白天 但定睛一看 就能看到那些白雾里 全是白纸船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而这些白纸船上 全都站着孤魂野鬼 他们随着白纸船来回飘荡 好像河水的流向 根本影响不了他们 反而 全都挤在最边上 好像要等着上岸一样 赵子龙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脸的严肃 看着我说 这些横死之人 大多数都是淹死之人 他们死在了水里 怨气不散 无法上岸 这白纸船 应该是扎纸降折的鬼船 就是想让他们上岸 这些白雾是鬼雾 可以让他们不惧怕阳光 阴气越浓 这鬼雾就聚集得越多 蔓延得更快 才短短几日 没想到这条大河 聚集了这么多冤魂 最多过了今晚 这些白雾就要蔓延到村口 他们就能顺着白雾上岸 到时候 只要他们看到一个人活人 就会上他们的身 把他们拉到河里 成为他们的替死鬼 这样他们就可以去投胎转世了 等等 初九 今天是农历多少 赵子龙说到这儿 突然问我 今天是啥日子 我根本记不住农历日子 但我看赵子龙的神情很紧张 也帮忙使劲想 你娘已经过了头七 头七回魂 她被养鬼煞阵封印在了血红棺材里 魂不离尸 头七不回 二七必回 今天好像是农历正月十五 也是月圆之夜 是月份当中 阴气最重的一天 我怎么没有想到 养鬼煞阵的时辰 已经到了 不管你娘友们有被养成恶鬼 她都会破了封印出来 而今晚 就是最好的机会 怪不得 这些横死之人的冤魂 会聚集得这么快 原来 他们就是等今晚上岸 也就是说 周八字必定会在今晚动手 不管能不能杀死你 他都一定会让你娘出来 赵子龙一边分析 一边慌乱地说着 我没有开口打扰他 但听到他这些话 心里也想通了一点 那就是 为啥周八字要先烧死我爷爷和逍遥子 因为只要他们死了 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而羊鬼杀阵的时辰已经到了 就算他不放我娘出来 我娘也会借着今天的日子 破关而出 周八字之前说过 我娘的意识很强 只有杀了我 才可以彻底地让我娘失去理智 从而控制他 也就是说 天黑之前 周八字必须要杀掉我 我一想到这儿 就连忙看向了赵子龙 赵子龙此时已经回过神来了 看到我惊恐的眼神 当即下了决定 我们现在走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 嗯 我摁了一声 就开始在岸边找小船 村里的人平时都喜欢捕鱼 岸边的小木船很多 我们找了一艘结实的木船 赵子龙就让我先上船 而他则是用小刀 在手掌心画了一条口子 鲜血顺着刀锋就流了下来 赵子龙凭握着手掌心 尽量不让血液流到地上 自己用手指和中指沾血 快速地在船头画血符 他画符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在船头画了一道血符 跟着又跑到了船尾 同样地开始画血符 一边画一边给我解释 这两道祖师爷灵符 只要画上了 加上我的童子血 想必河面上那些孤魂野鬼 不敢来冲撞我们 这是闯白鬼最有效的法子 而且 子龙 赵子龙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大喊了一声 打断了他 我这一喊 赵子龙也停了下来 顺着我的眼神看过去 正好看到村子冲出来了好多人 手里拿着锄头和鱼叉 大声地叫喊着 不能让李初九这小夜中跑了 他给你们麻沟村带来了灾难 一定要拿他的命来祭奠冤魂 不然 你们都会死 抓住小野种 快啊 那带头的人是村长 挑拨他们的 正是左阴右阳两弟兄 我完全没有想到 都到了这个街骨眼上了 村子里的人 居然还相信左阴右阳他们 而此时村里的那些人 眼睛都红了 一个劲地朝我们冲了过来 不让我们走 该死 赵子龙当即大叫不好 也顾不上继续画完 最后一道血符了 用小刀割断了绳子 猛地把船往前一推 自己也跟着跳了上来 只是差了十来秒钟的功夫 村子里的人 就已经冲到了岸边 可他们忌惮着白雾 不敢冲进来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和赵子龙进入白雾 嘴里的辱骂 久久还能听到 而我和赵子龙 进入了白雾后 就看不清楚岸边的情况了 只能听到骂声 初九 使劲往对岸划 不管看到什么 也不要害怕 只管划船 血符没有画完 我担心撑不到岸边 一进入白雾里 赵子龙就连忙交代我 而他自己 则是拿出了两炷箱 点燃后 就分别插在了船头和船尾 跟着 就盘膝坐在了船头上 手上截了一道天狮印 闭着眼睛 不停地念咒语 这江面的白雾太浓郁了 完全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况 能见度不足十米 只有咬着牙 拼命往对岸划 起初没有看到有啥异常 更奇怪的是 连那些白纸船都不见了 就在我心想 是赵子龙的血浮起了作用时 谁知 那船头船尾的两炷箱 咔嚓一声就断了 直接落入了河中 焚香借道 我乃修道之人 若不借道 定让你们魂飞魄散 赵子龙没有睁开眼 但他感受到 香已经断了 当即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 吼多我身体都颤了起来 还没定下神来 瞳孔当即吓得一缩 下意识地 就要掉转船头 因为那前面的浓雾中 突然冲出了两艘白纸船 速度快的惊人 直接朝我划的小木船 冲撞了过来 初九 不要慌 继续往对岸滑 而就在我想要 掉转船头的时候 赵子龙再次大喊了一声 几乎是同时 在他喊出口的时候 那白纸船就已经撞了过来 我以为他们会把 我的小木船撞翻 可谁晓得 他们刚一撞到 那船头的血浮 那白纸船 立马就变成了一张白纸 直接沉入了河中 那白纸船上的鬼魂 也是跟着纸船沉了下去 好险 我当即松了一口气 然而还没回过神来 我的周围又出现了 更多的白纸船 沉入了河里 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猛烈地冲撞了一会儿后 那船头上的血浮 竟然消失了 紧接着 船就开始被撞得摇晃了起来 我站在船尾 根本站不稳 只得抱着那挂鱼灯的木柱子 而那些白纸船上的鬼魂 已经把我们团团 给围了起来 那双手不停地抓向我 想要把我拉下船 我正要喊救命 赵子龙就猛地睁开了眼睛 从兜里抓出了七枚五地前 快速地用那红绳穿了起来 可船摇晃得太剧烈了 赵子龙穿了好几次 也没有成功 我心急如焚 再这样被他们冲撞下去 小牧船肯定会翻的 初九 朝河里撒尿 童子尿可以抵挡一下 快啊 赵子龙的脸都白了 我也是没辙了 脱下裤子 就开始撒尿 可人越急 就越是尿不出来 一滴都尿不出来 我急得快哭了 急得用手去弹 然而还是尿不出来 赵子龙还在穿五地前 他不是江边的人 也不属水性 牧船摇晃得很剧烈 他根本穿不进去 就在我要让他 给我穿的时候 小牧船突然往下一沉 我赶紧低头一看 顿时就看到那河里 有不少的鬼魂 正拽着船往下沉 这些鬼魂在水里 拖着小牧船往下沉 我们都知道 牧船的福利很大 就算承受个上千斤 也不会沉入水里 可这些鬼魂的劲儿 实在是太吓人了 竟然活生生 拽着牧船往下沉 很快 大半截牧船 都已经沉到了水里 而赵子龙还是没有穿好 我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有些运船 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直接朝他扑了过去 牧船摇晃得不行 我一把抱住了他 说道 子龙 让我来穿 快 牧船马上就要沉下去了 我和他心里都明白 要是小牧船沉下去了 我们俩就完蛋了 赵子龙恩了一声 直接把五地前和红绳给了我 好半天了 他才穿了两个进去 我站不稳 干脆趴在了船舱里 赵子龙则是在边上 对付那些冲撞牧船的白纸船 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们的小牧船 正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牧船没有漏水 是活生生被拖下去的 我从小在小船上玩 稳定性比他好 所以比他穿得快 但牧船摇晃得太剧烈了 我穿起来也很慢 初九 快啊 水要慢进来了 坚持了一会儿 赵子龙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我扭头一看 正好就看到 水已经高过了船身 慢了进来 我没有慌 我告诉自己 不能心慌 秉着一口呼吸 把最后一枚武帝钳穿了进去 快速地打了一个结 赵子龙就让我把武帝钳扔到河中 把红绳系在船上 我的衣服 已经被漫进来的水给打湿了 连站起来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把武帝钳扔进了河中 把红绳拽在了手里 我刚把那武帝钳扔进河里 牧船就猛地扶了起来 我抬起头一看 就看到河里那些孤魂野鬼 疯狂地逃离了牧船 牧船再次扶了起来 我才喘了一口大气 赶紧把红绳系在了船边 迅速地跑到了船尾的位置上 拿着船桨就开始滑 还好我是河边长大的 就算在这浓雾中 还能辨别出方向 咬着一股劲儿 再次拼命地往对岸滑 而那些白纸船 就围在我们的周围 也不敢来冲撞我们 但就是寸步不离地跟着 纸船上的那些孤魂野鬼 更是无比忧怨地瞪着我们 多和他们对视极眼 浑身就直起鸡皮疙瘩 赵紫龙也是累得够呛 靠在船上 劫后余生地笑道 这七美五帝前 是一个盗墓贼送给我师父的 说是从一所古代的大墓里挖出来的 师父是留给我保命用的 没想到在这儿救了我们两人一命 哄 可谁晓得 赵紫龙话音刚落 小木船底部突然被啥撞了一样 撞得整个船都摇晃了起来 我正要埋头下去看 小船猛的就开始往反方向加速了 好像有啥东西在拖着船跑 我站稳了才低头去看 这一看 正好看到河里再次出现了水鬼 他们拽着一个大铁钩 拖着小船快速地往岸边走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小木船向上了马达一样 速度快得惊人 我的木江根本起不了多大的阻力 赵紫龙看着水里的水鬼 大喊道 糟糕 他们是要把我们拖回岸边 不让我们离开麻沟村 不能回岸边 回去我们都得死 这是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 宁愿留在河里 也不能被拖回去 想到这儿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上游隐约出现了一处桥墩 正是那石桥断掉的地方 子龙 去上游的桥墩 我喊的时候 赵紫龙也看到那桥墩了 当即点了点头 拿着另外一个船桨 拼命地往上游滑 水鬼的力气太大了 我们的博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反而离桥墩越来越远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才喊道 子龙 跳 朝桥墩游 我一喊 就拽着他的衣领一起跳了下去 赵紫龙真的不属水性 我只有拉着他 往桥墩游 可我们一落水 那些水底的水鬼 就疯狂地朝我们游了过来 那双手浮浮沉沉地 朝我们的脚踝抓了过来 想要把我们拖到水下 赵紫龙呛了几口水 意识还是清醒地 赶紧用小刀在手上割了一刀 那血浸入水里 那些水鬼伸起来的手 立马触电般地缩了下去 我拼命地往桥墩的方向游 可距离有些远 赵紫龙也是慌了 朝我大喊道 初九 你放开我 你自己逃 我会把你拖累死的 不行 要走一起走 要死一起死 我其实身上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而我离那桥墩 还有四五米的距离 我肯定坚持不下去的 但不到最后 绝对不能放弃 在我拼命地游了两三米后 我的手已经滑拉不动了 脚都已经抽筋了 赵紫龙看到我没有力气了 猛地从后面推了我一把 自己也跟着扑了过来 我们刚扑过去 就立马回过头来看那些水里的水鬼 可让我和赵紫龙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些水鬼和纸船 竟然不敢靠近了 好像有啥让他们害怕的东西 使得他们不敢上来锁命 只是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桥墩下面是垮掉的石头 是石桥坍塌下来填起来的 水不深 赵紫龙见他们没有来拉我们 就赶紧把我拖到了桥墩上 我累得说不上话 心脏砰砰的狂跳个不停 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些体力后 才从桥墩上站了起来 我站起来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赵紫龙 从水里捞出了一样东西 是一块长长方方的东西 像尺子一样 还用不包裹着 我爹也没有反应过来 可下一秒我就反应了过来 这东西是爷爷给大伯的 让他带着这个东西 去苗王林找逍遥子的 难道说 那晚大伯没有走后山 而是走得石桥 这才会被害死了 不然的话 爷爷给他的东西 不会落在这里 我把这个给赵紫龙一说 赵紫龙就把上面包着的 布给解开了 布一解开 我们就看到了一块黑色的尺子 通体漆黑 差不多有三四十公分长 上面还刻满了 密密麻麻的道家符纹 冰凉冰凉的 这是镇魂齿啊 是玄珍一门的掌门信武 是上等法器 怪不得 这些孤魂野鬼 不敢靠近这个地方 是因为镇魂齿的缘故 哈哈 这世上的因果循环 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大伯原本带着他 来找我师父求救的 没想到落在了这个地方 没成想救了我们一命 赵紫龙自己也笑了起来 我对道教完全不懂 现在也没有心思追问这些 因为那些孤魂野鬼 还在围着我们 赵紫龙用不重新包好 让我一定要收藏好 跟着 我们才打算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已经没有船可以过河了 更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 不然迟早会被村里人发现 想了半天 我们都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 等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已经急得不行了 既然出不去了 那我们就折回村里 他们可能以为 我们水鬼给害死了 绝对想不到 我们赶回村子里 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时 赵紫龙忽然拿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有这样做 趁着天还没完全黑 我们就从桥墩上爬了上去 谁晓得 我们刚爬起来 就看到村子里 竟然是灯火通明的一片 好像是燃了好几堆篝火 这样热闹的场面 除非是村里 有人办喜事 才会这样弄 我和赵紫龙看得疑惑 就悄悄地躲到了树林里去观察 这一看 就看到左阴右阳两兄的 正带着村里的那些劳力汉 手里拿着锄头 好像要去挖啥东西 我还没反应过来 赵紫龙突然惊呼了一声 惊到 他们 难道是要去挖你娘的坟 要挖我娘的坟 难道真的被赵紫龙说对了 周八字等的 就是今晚月圆之夜 我和赵紫龙隔得很远 怕被他们发现 虽然能看清楚他们 但也听不到他们在说啥 只看到左阴在说话 村长在边上打圆场 我们现在是在暗处的 反而是安全的 只要我们不露面 他们就发现不了我 看了几分钟后 那左阴就挥了挥手 率先在前面带路 而村里的那些劳力汉 每个人肩上都扛着锄头 手里拿着铜油火把 十来个人浩浩荡荡地 就朝村围走 跟上去看看 我知道 你想看你娘最后一眼 我陪你完成这个心愿 见他们走了 赵紫龙才小声地跟我说 没错 我想见我娘最后一眼 哪怕她被周八字养成了恶鬼 我恩了一声 就和赵紫龙尾随在他们身后 我们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一直尾随到上后山的小路 我就已经能确定了 他们真的是 要去把我娘挖出来 可莫名的 我心里很忐忑 又想见我娘最后一眼 又害怕 赵紫龙见我有心事 就指了指天上的月亮 初九 今晚的月圆很邪乎 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 怕是大兄之赵啊 赵紫龙想要分散我的注意力 让我不要想我娘的事情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也抬头去看天上的月亮 今晚的月亮很不同 很圆 但不亮 好像是月亮周围有寒光 挡住了月亮的光芒 感觉这月光很清冷 像是毛月亮一样 日为阳 月为阴 天地无极 无极生移 前指星辰 昆指白昼 此时阴为前 但时为昆 乾坤颠倒 你娘到底变成了 何等恐怖的存在 今夜 必定鬼哭狼嚎 人畜不安了 哎 赵紫龙在前面 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叹气 我一直没有说话 就跟在他后面 地上全是他们人的纸钱 也是走夜路的买命钱 跟了一会儿 村里的人就全部进入了白雾中 只能看到那白雾中 隐约出现了一条火龙 那是火把形成的 若隐若现 越接近我娘的坟地 我心里就五味杂陈 等村里人全部都站在了 我娘的坟前 我和赵紫龙 就躲在了边上的竹林里 我们的距离 刚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也让他们发现不了我们 刚看过去 就听到了左鹰的声音 之前李初九的指人 并没有把他娘引出来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他挖出来超度他 但我先言明在先 这份狠邪门 一会儿 不管你们挖到了啥 看到了啥 都不要跑 有我们在 不会出事的 你们如果害怕 也可以回去 但你们村的人 恐怕都会出事 左鹰这番话 完全打断了 他们要回去的念头 村长的胆不大 但这时候 也是壮着胆子喊道 乡亲们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村子 为了我们的家人 这一切 都是拜李初九 他们一家所赐 只是 他们现在一家人都死了 人死如灯面 我们也不要拖骂李家了 我们要做的 就是听两位高人的安排 把这件事彻底解决了 今晚我请大家喝酒 想喝多少 就喝多少 村长话一说完 他身后的人 就抬出了一个酒桶 最起码能装 好几十斤高粱酒 村长勾了一碗 就把碗递给了其他的人 酒能壮胆 其他人都纷纷喝了一碗后 那左鹰才下了命令 哇 这一喊 十来个人就站到了 我娘的坟边 锄头齐刷刷地养了起来 重重地落了下去 我们看不到 他们挖到了啥 就在他们第一厨 挖下去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喊了起来 村长 不对劲啊 这土里咋有鲜血沁了出来 是啊 村长 我这儿也有鲜血沁了出来 村里人好像有些害怕了 村长也不晓得咋回事 只是看向了 左鹰又养两兄弟 不碍事 你们尽管挖 只要棺材不打开 就不会出事 继续挖 只见左鹰摆了摆手 让他们继续往下挖 这些人其实都害怕 心里犯嘀咕 可这个结果哑上了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挖 挖坟的人多 不一会儿就把坟给挖平了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我和赵子龙 都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赵子龙担心我害怕 就给我解射起来 说 初九 这就是养鬼煞阵的作用 你娘的尸体 应该已经化成了血水 棺材里关着的 只是她的鬼魂而已 以尸养鬼 尸骨无存 只留阴魂 不过 你或许宁愿见到 你娘的阴魂 而不是她的尸体 嗯 我点了点头 没说话 眼睛一直看着 他们挖坟的地方 只是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我就看到他们 把棺材给挖了出来 村长让人在坟坑上 搭了一个木头三脚架 把那绳子 捆在了棺材的两头 拉棺材的绳子 穿过了三脚架上的滑轮 两个人很轻松地 就把棺材拖到了边上 在那棺材被吊起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 棺材底部还在滴血 那像寒光的月亮 照射在了血红棺材上 此时的血红棺材 就好像被人 泼了鲜血一样 鲜红的圣人 特别是那棺材的缝隙中 更是浸出了丝丝寒气 别说是那些挖棺材的人 就是我隔着这么远 看到这邪乎的棺材 心里也是害怕得见 赵子龙也是一直 在盯着棺材看 想必他也是 第一次看到 羊鬼用的棺材吧 而我娘这口血红棺材 被拖出来后 又阳就立马让人 把他绑在了棺材盖上 随着棺材一起抬下山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愣住了 但赵子龙却是小声地 给我解释了起来 这是童子压棺 能够暂时镇压你娘的阴气 想不到这又阳 竟然还保持着童子之身 怪不得他的杂质树这么厉害 赵子龙在给我解释时 他们就已经把又阳 绑在了棺材上 跟着就出来了八个人 抬着我娘的血红棺材下山了 甚人的是 那又阳就这样平躺着 被绑在棺材盖上 这场景 要是被过路的人看到 肯定会被吓死的 村里的人都害怕 所以走得很快 而棺材又不能落地 个个都是憋着一股劲 往山下走 等他们往山下走了 我和赵子龙 才从竹林里钻了出来 我心里纳闷 就问 子龙 你说 我娘今晚会破关而出 可现在都把她的棺材挖出来了 咋还没看到 有啥动静 我也想不明白 赵子龙摇了摇头 说 今晚是阴气最重的 你娘的鬼魂又过了头气 二气之前 她必定会出来 除非 她在棺材里 还没有醒过来 也有可能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突然看向了我 脸上出现了激动之色 到 初九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你娘还有意识 还没有彻底丧尸 不想出来害人 要是真的是这样 那你娘生前就太可怕了 她 一定不是个普通人 听到赵子龙说的这种可能 我心里也是激动了起来 爷爷小时候给我说过 人死后 只要没有变成恶鬼 就能投胎转世 而恶鬼的话 阴曹地府是不收的 最终会魂飞魄散 永远地消散 如果真的像赵子龙说的这样 我娘还有意识 那就可以找人超度她 让她再是为人 我越想心里越高兴 可还在激动中 赵子龙突然喊了我一声 初九 快跑 我被她喊得吓了一跳 还没有反应过来 赵子龙就拉着我 迅速地往山下跑 我完全没反应过来 就这么被赵子龙拉着 往山下跑 还没有来得及问 就感受到背后冷得不行 而前面的温度 又是正常的 初九 你最好别回头看 赵子龙已经喊迟了 在她喊的时候 我就已经回过头去了 这一看 寒毛都炸了 吓得差点叫了起来 因为我背后的浓雾 竟然慢慢凝聚在了一起 逐渐收拢来 和后山的小路一样款 远远看过去 更像是一条白雾形成的小道一样 但这收拢的白雾中 我能够清楚地看到 里面是成群结队的白色身影 这些白色身影是透明 又像是虚幻的 我在糊涂也能看出来 这都是后山的孤魂野鬼啊 你娘的阴气开始释放出来了 她的阴气太强大 她一走 这些孤魂野鬼 就会跟着她走 孤魂野鬼是没有意识的 他们只知道 朝阴气浓郁的地方聚集 一两个还不成气候 可这后山的太多了 要是被他们的轨道冲撞了 那我们就成死人了 赵子龙拉着我跑得飞快 我也不敢停 撒腿就开跑 我们又不敢跑得太快 因为前面抬棺材的人 虽然走得很快 但还是没有我们跑得快 在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时候 赵子龙就放慢了速度 我回头一看 那些孤魂野鬼聚集而成的轨道 依旧是不快不慢地跟着我们走 不对 应该说是跟着我娘的棺材走 而且 他们不是在走 是离地漂浮而行的 就在我担心被他们追上时 那在前面开路的左鹰 也发现了身后追上来的鬼魂 当即加快了速度 这些抬棺材的人吓得不轻 抬着棺材也是跑了起来 他们一开始跑 不能让他们发现 这种感觉很难受 前面有左鹰他们 后面有追上来的鬼魂 我们家在中间 只能硬着头皮前行 人在害怕恐惧的时候 会爆发出强大的潜力 这话一点不假 村里的那些劳力汉 也看到了背后恐怖的一幕 速度再次加快 抬着棺材像飞一样 等他们一口气回到了村子 那些抬棺材的人 直接累地瘫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气 而我和赵子龙一跑进村子后 就找了一个大枣树爬了上去 怕身后的那些阴魂 闯进了村子里 咦 不对啊 我和赵子龙刚爬上树 赵子龙就看着那些 堵在村尾的鬼魂 嘀咕了起来 他嘀咕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了 那些鬼魂 竟然没有进村子来 全都堵在了出口的地方 我看得有些震住了 就问 子龙 这是咋回事 他们咋不进来 我也纳闷啊 赵子龙摇了摇头 说 你们这村子我看过 没有什么镇法护村 更没有修建寺庙 或者供奉菩萨 按道理说 今晚阴气重 他们应该闯进村子来的 这到底咋回事 莫非你们村还有高人 赵子龙这话 倒是让我愣住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 才说 我爷爷在村里 专程帮人弃坟 也会跟着村里的先生去做事 先生能够接到丧尸的活 爷爷也跟着他们混口饭吃 会不会是村里的那些先生 不是 赵子龙笃定地说道 那些做丧尸的先生 我知道他们有几斤几两 就是混口饭吃 可能连鬼都没见过 不会是他们 我在想 你们村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赵子龙解不开 我更想不通 用他的话说 先等等看 反正现在也出不去 唯一的办法 就是躲起来 熬过今晚就能活下去 确定到鬼魂不能进村 我心里的大石头才放了下来 差不多又等了几分钟的样子 左翼又让村里的人 抬着棺材走 他们一走 我们就在后面跟着 跟了一会儿 我才注意到 他们去的方向 是村子的东面 可村子的东面 只有王小龙的老房子啊 我正想到这儿 果然就看到他们 抬着棺材 朝王小龙的老房子去了 而此时的赵子龙 却显得异常的激动 说 初九 所有的疑惑 都会在今晚解开了 这放着尸体的老房子 就是周八字最终的秘密 嗯 我点了点头 心里也在等这一刻 这周八字弄的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啥 等村里的人 把棺材抬进院子后 我就和王小龙窜了上去 躲在了边上的林子里 我这一看王小龙的老房子 就觉得有些异常了 王小龙院子的门梁上 竟然挂了一对红灯笼 特别是他老房子的屋檐下 挂了更多的红灯笼 就连那用棺材做的大门两边 也是贴了白色的对联 贴白对联 只有丧事才会用的 可为啥又会挂大红灯笼 有一对红灯笼 就挂在那对联的上方 我清晰地看到了 对联上写的字 黄泉鸳洗浮露 阴间龙凤一城墙 我在心里小声地念叨着 这对联上的字 在黄眼一看那些 挂着的红灯笼 心里竟然有一种错觉 这好像是要办喜事的布置 就在我盯着看的时候 左鹰突然喊道 之前抬棺材的八个人 把棺材抬进去 村长 你让其他的人先回去 这些人早就吓得不行了 现在听到说可以回去了 当即掉头就要回家 村长打小 也是说了几句 转身就走 可刚走了几步 左鹰又喊住了他 道 村长 看在你尽心尽力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吧 想活命的话 你让所有人躲在屋里 不管今晚看到了啥 听到了啥 都不能出来 村长都吓懵了 点点头后 带着其余的人 直接跑回了家 而等这些人走了之后 剩下的人 就把棺材抬进了 王小龙的老房子里 我此时心里也开始打鼓了 心想着 要是这些人 进去看到那里面 泡着的尸体 会吓成啥呀 我眼睛都不敢眨 死死地盯着 王小龙的老房子 里面的灯光是红悠悠的 应该也是用的红灯笼 可等那棺材做的大门 关上了 我也没有听到 里面有啥动静 更是没听到 有人吓得大叫了起来 或者说 有人吓得跑出来 反而 他们进去之后 里面更加寂静了 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咔 我正疑惑 就听到了咔嚓的声响 那老房子的大门 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我以为是有人跑出来了 可谁晓得 竟然是左鹰 他手里提着两个指人 那两个指人 扎的是同男同女 唯妙唯笑 身上的衣服是大红色的 手里还提着一个 纸折的花篮 花篮里还用白纸 捡了一些白色的花瓣 但这两个指人 没有画眼睛 那红灯笼的光 打在他们惨白的脸上 越看心里就越甚地慌 左鹰把这两个指人 放到了大门边上 再次把大门给关上 而同时 赵子龙叹息了一声 道 那些抬棺材进去的人 出事了 初九 想不想去看看周八字 到底想干嘛 赵子龙问我 他的脸上 有激动也有好奇 我现在和他一样 但没有激动 只有好奇和害怕 我心里清楚 这王小龙的老房子里 就是周八字最终的目的 这件事发生了这么久 我还是蒙在鼓里的状态 我不甘心 想看看这周八字 到底想干啥 好奇战胜了恐惧 我点了点头 道 好 这一切是因周八字而起 那我们就看看 他要如何结束这一切 商量好了之后 我和王小龙 就准备偷偷摸摸地绕过去 谁知 我们刚从林子里钻出来 就听到村子里 传出来的动静 我回头一看 村里那些原本关灯的房子 在这个时候 竟然大多数都亮了起来 而下一秒 我就听到了有女人的哭喊声 我儿子不见了 我要去找我儿子 我女儿也不见了 我要去找他 滚开 你这个没用的臭男人 平日里只知道 在老娘肚子上折腾 现在怕成这个怂样 死开 别拦着老娘 这突然出现的女人争吵声 当即让我和赵子龙吓了一跳 连忙往边上一躲 转头看向了那争吵的地方 麻沟村本来就不大 一眼就能望到头 我和赵子龙躲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有更多的人开门出来了 我家娃也不见了 真是撞了鬼了 他们到底去哪里了 另一个女人 也带着哭腔喊了起来 一定是那个杂质匠 她给了我家娃很多糖果 我娃仔吃了糖果后 就变得神神叨叨的 开门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都好像是丢了孩子 我知道那黑色的糖果 赵子龙说过 是用人肉和湿油做的 一想到这儿 我就小声地问 子龙 那人肉和湿油 会害了那些小孩子吗 一般不会 只要把吃下去的糖排出来 就不会有事 只是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停了一下 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说 那左鹰给他们吃糖 一定是有阴谋的 恐怕只有看到了 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我最担心的是 那是用谁的人肉做的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听着就有些甚人和反胃 我正要问 村子里的人再次吵了起来 你去找个锤子 想死了是不是 你快给老子滚进屋来 今晚要他娘的出事啊 你还年轻 老子还行 以后照样还能生娃 踏个球 一说完 就把他媳妇 强行给拉了回去 门一关 灯也跟着关了 只要是那些 去后山挖过我娘坟的男人 都把他媳妇 全部拉了回去 用他们的话说 他们不能死 娃死了 以后他们还能生 我心寒 赵子龙更是摇了摇头 叹息道 你们村一直都与世隔绝 穷 但真的没有人情味 比外面的人还有自私 就像我师父说的那样 越穷的地方 越没有人性 其实仔细一想 我的身世 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也是个锅 是师父在垃圾坑里捡回来的 可能 我父母也像你村里的人一样 没有人性吧 赵子龙说到自己的身世时 眼神里有些哀伤 笑得也很勉强 我正要安慰他 谁知 村里还是有好几个女人 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娃 嚷嚷着 就朝河边的方向 去找他们的娃 看到这一幕 我也笑了起来 说 子龙 我觉得 再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也会有人性的光芒 我这话一说出来 赵子龙就冷了一下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笑道 可以啊 初九 你居然还能说出这样有水平的话 觉悟不错 适合修道 鬼啊 快跑啊 几乎是同时 赵子龙话音刚落 我们就猛然听到 村口的方向 传来了害怕的惊叫声 我俩回头看过去 赫然就看到那些去村口找娃的人 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 我们躲在林子里 被村口的大榕树挡住了视线 看不到村口的情况 但看到这些落荒而逃的人 赵子龙当即脱口而出 是大河上的那些怨鬼 那白雾肯定已经蔓延到了岸边 他们上岸了 他们没有进村子 可能和后山的孤魂野鬼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们村 好生古怪 赵子龙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看些逃回来的村民 全都躲进了自己的房子里 喷一声关上了大门 灯也全部熄灭了 刹那间 整个村子再次变成了黑灯瞎火的状态 唯独我眼前王小龙的老房子 依旧是亮着红灯了 我心里也害怕 这么多鬼围着村子 要是他们全部进了村子 村子里的人恐怕全部死绝 只是 他们为啥不敢进来 到底啥原因 我想不通 就问 子龙 那些孩子去哪了 赵子龙没有立即回答我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王小龙的老房子 眯着眼睛说 就在这老房子里 走 我们去看看 憋在心里很难受 嗯 我心里也憋得难受 这么多秘密 就在王小龙的老房子里 不管咋样 就算是死 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决定了 我们就悄悄绕到了 王小龙的老房子背后 他房屋背后有道土墙 有一米多高 我和赵子龙翻上去后 就亲手亲脚地爬到了房顶上 麻沟村都是瓦房 房顶上全部盖的是瓦片 赵子龙走得很小心翼翼 生怕弄出半点声响来 好在这房顶上的瓦片翻新过 不然的话 肯定会踩破弄出声音的 等到了房顶最高的位置时 赵子龙才轻轻趴在了瓦片上 屏着呼吸 慢慢揭开了一张瓦片 瓦片一揭开 我们就看到了这房子里的情况 然而 在看到房屋里面的情况时 我和赵子龙就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娘的血红棺材 就摆在香火台的下方 那几口浸泡着尸体的大水缸 就围在棺材边上 而棺材两边 更是跪着村里的那些小孩 差不多有十来个 他们的眼神呆至木讷 全都空洞地看着我娘的棺材 在这些小孩子的身后 站着的就是那几个台棺材进来的人 他们好像全都是丢了活一样 呆呆地站在两边 一言不发 而最中间的一张椅子上 就坐着一个 他戴着小墨镜裤腿空荡荡地 手里还撑着一根铁拐杖 这人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 他就是害我们一家的周八字 在他的身后 就站着左阴右阳两兄弟 更诡异的是 那香火台上 竟然摆了一对红色的龙凤竹 还有一些黄纸写的文书 这完全像是要办喜事的布置 可奇怪的是 周八字和左阴右阳两兄弟 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 好像在等啥东西 或者说等啥人 我知道了 这些小孩为什么会被控制 是因为那些糖 是用婴儿的肉做成的 初九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爷爷去镇上找杂质将帮忙 正好遇到棺材铺隔壁的婴儿闹鬼事件 那婴儿就是他们杀的 目的就是为了要拖住你爷爷 从而把你娘装进血红棺材里养鬼 那天我从村宫锁出来 看到那两个童男童女 被鬼鹰给缠住了 一定就是那被他们弄死的婴儿 还把婴儿的尸体 加上石油做成了糖 就是为了控制村子里的孩子 赵子龙在我耳边小声给我说的实话 我也注意到了一点 就是那棺材边上 还跪着一个鬼鹰 这鬼鹰身体看起来是虚幻的 和那些活人小孩比起来 很不真实 果不其然 村里的小孩就是吃了他的肉 才会被控制 而我现在也想通了一点 就是爷爷为啥去镇上会被拖住 正是因为周八字的缘故 拖住了我爷爷 他们就有时间让王小龙 把我娘装到血红棺材里 四叔也肯定不是翻车死的 一定是被他们杀死的 就是为了要控制他的鬼魂 来劈坏我娘的棺材 之前我娘的棺材是打不开的 也落了地台不走 棺材被四叔劈坏了 就可以把它装进 有阵法的血红棺材里 其实我娘死的时候 就清醒了过来 已经不是那个疯女人了 也知道他们要害我们一家人 才会几次出来保护我 没有让我四叔害了我 我越想越觉得后怕 恐怕这周八字 早就知道了我爷爷的身法 早就开始算计这一切了 只是 周八字是怎么发现 我爷爷的身份的 这一点 我想不通 可能知道真相的 只有周八字一人了 村子外面的阴魂迟迟不进来 这麻沟村 一定有啥东西在庇护他们 但绝对不会是我师兄 还有那个老道士 他们被村子的人烧成灰 不等了 夜长梦多 我计算这么多 就是为了等今晚 开始吧 过了今晚 我就可以像活人一样生活了 而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那周八字 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听到周八字说 他可以像活人一样生活的时候 当即以为他不是活人 就下意识地去看他的影子 可奇怪的是 地上有他的影子 那就不是鬼啊 我正疑惑 赵子龙就小声给我解释了起来 说 初九 他不是完整的活人 我在他身上 没有发现活人的阳气 是个活死人 他早应该死了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他变成了活死人 我要是猜得没错 一定和水缸里的尸体有关联 赵子龙给我解释的时候 我就看到 左阴和右阳两人 开始忙活了起来 而周八字 则是拄着铁拐杖 走到了我娘的棺材边上 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棺材盖 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那个师兄啊 还真不是一般的胆大 恐怕他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 不把你送走 还胆大包天地 把你藏在了家里 坦白说 我很佩服他 竟然给自己的亲儿子 戴了绿帽子 让你生下了李出酒 也是报应不爽 这李老二和王小龙 来我棺材铺子喝酒 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还把师兄的名字说了出来 你不知道 是我师兄让我变成了 现在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 不成想 他就躲在这村子里 说来还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永远不能找他报仇 你放心 以后你跟着我 我会让你越来越强大的 哈哈 听完这番话的时候 我当即犹如雷击 半场没有回过神来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件事是因为 我爹引起的 如果他没有和王小龙 去棺材铺子喝酒 就不会把这些事说出来 更不会造成 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局面 我心里恨 但恨不起来 这可能就是命吧 赵子龙看我情况不对劲 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没有事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 我的承受能力比一般人强 而这时 我看到 那左鹰点了一把黑色的香 他把那黑香 放到了那些 台棺材人的鼻孔下方 让他们吸那黑香 他们一吸了黑香 我就看到这些台棺材的人 越来越神志不清了 完全像是丢了活儿一样 一点表情都没有 而等着八个台棺材的人 吸了黑香后 右洋则是拿出了 一个黑色的骷髅头 在骷髅头顶上 也是插了一根黑香 跟着就用一根腿骨 去敲打着骷髅头 这骷髅头发出来的声音很沉闷 随着右洋开始念一些 我听不懂的咒语 几秒钟过后 邪门的事情就发生了 直接那些吸了黑香的人 竟然木讷地 走到了那五口 泡着尸体的大水缸边上 每个人的手里 更是拿着一把竹灭刀 他们把头伸了出去 刚好悬在了大水缸上 手中的竹灭刀 慢慢抬了上去 纷纷对着自己的脖子 就划了一刀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 差点惊地喊了起来 要不是 但是我克制住了 恐怕早就被周八字给发现了 不光是我 就连赵子龙 也是一脸的震惊 这种自杀的场景 实在是触目惊心 心里更是深深地害怕 比看到鬼还要害怕 那是射魂箱 用来控制人的思想 这周八字的手段 应该是苗疆的黑巫术 这手段 太贪娘地残忍了 真是畜生不如 赵子龙很愤怒 已经骂粗口了 而我一直在盯着这些 被控制自尽的人 他们的血 疯狂地从喉咙里 喷进了大水缸中 完全是血流如喷 他们的身体 也跟着剧烈地抽出了起来 我看不到他们的脸 但看得出来 他们很痛苦 可身体就这么被右扬 用黑巫术控制着 一点也不能动 一只手死死地撑在大水缸上 尽可能让他们的血 全都流到大水缸中 直到最后一刻才清醒过来 身体猛地绷直 死死地用手 捂着自己的脖子 但那血还是从指缝里渗透了出来 我不 不想 只是挣扎了几秒钟 他们的身体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眼睛瞪得大大的 身体剧烈地抽出了几下 手脚一伸 彻底地死了过去 我完全呆滞了 这手段太残忍了 心里除了恐慌之外 更多的是愤怒 这三个畜生 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他们 而就在他们倒下后 我就注意到 那大水缸里出现了异常 原本是平静的水面 竟然开始慢慢地荡漾了起来 里面好像有啥东西在动了 可这几口大水缸里 就浸泡着他们的尸体啊 我奶奶的 我爹的 大伯的 大伯娘的 还有王小龙的 他们的尸体 被血水泡了这么多天后 早就泡肿地看不出人样了 好像是冲了气一样肿胀 他们的血滴到了大水缸里 那大水缸的血水 变得更加鲜红 就在我看的疑惑之时 他们的尸体 突然发生了变化 那泡肿苍埋的皮肤面上 竟然慢慢出现了 无数的口子 好像有啥东西 撕破了他们的皮肤 正要从他们的尸体里 钻出来一样 而只是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我就活生生地看到 有很多毒虫蟹 还有蜈蚣 这些都是剧毒之物 全都从他们的尸体里钻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而这些毒物 一从尸体里钻出来后 就开始互相撕咬了起来 他们在大水缸里 厮杀得很激烈 连大水缸里的血水 都溅到了地上 苗谷五毒 这周八字 果然是学了苗疆的黑巫术 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 这些尸体 为何会被泡在血水里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周八字是用他们的尸体来练蛊 练的还不是普通的蛊物 那时尸到了 周八字才用这些人的血液 来唤醒他们 赵子龙看到这一幕 也是无比惊恐 我不知道这些玩意儿 只是小时候听爷爷说过 苗疆蛊物物 是用最毒的动物来练化的 只要是中了蛊的人 下场都很凄惨 要么死 要么全身流浓 我那会儿 还以为是爷爷给我说故事来吓唬我 是假的 可我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真的 一想到爷爷那些话 我就浑身发了 而差不多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 那大水缸里的毒物 才厮杀完了 每样毒物都只剩下一只还活着 那五只活下来的毒物 眼睛全都是血红的 特别是他们身上的皮肤 更是透着一种通透的血红 说不出来的圣人 多看几眼 就让人头皮发麻 周八字的蛊物已经炼成了 要是活人被这些蛊物给咬了 必死无疑 死状还十分的凄惨 看到那五只活下来的蛊物 赵子龙一脸忌惮地说道 我不知道中了蛊的人 死状有多凄惨 但只要看着那五只眼睛血红的蛊物 我心里就莫名地害怕 甚至害怕到产生就算自杀 也不能被他们咬的想法 他要干什么 就在我害怕之时 赵子龙突然喊了一声 他的声音是压着的 但却是很惊恐 眼神更是死死地盯着周八字 赵子龙这压低的声音 吓得我浑身一颤 我看他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盯着周八字 我赶紧顺着看下去 这一看 我的头皮也骂了 只见周八字走到了那五口大水缸面前 直接抓着那条皮肤通红的小蛇 嘴巴大大地张开着 刚一把小蛇放到嘴里 那小蛇就钻进了他的嘴巴 此时的周八字是养着头的 那蛇顺着他的喉咙钻到了肚子里 在蛇钻进去的时候 他显得有些难受 好像是想要呕吐 但他一直在强撑着 嘴里更是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连眼泪都出来了 在吞掉那小蛇后 他又把剩下的小蝉蜘 蜘蛛 蜈蜈蜘子 全都吞进了他的肚子里 差不多只是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就看到他突然倒在地上 抱着肚子疼得直打滚 他滚了几下 墨镜就掉了 这时我才看到了他的眼睛 竟然是灰蒙蒙的一片 如同是死尸的眼睛 怪不得 他随时都戴着一个墨镜 原来是想遮住自己的眼睛 只是 他那痛苦的样子 我看着都觉得难受 那毒物都是剧毒之物 全都被他吞到了肚子里 那种痛苦 可想而知 我看得正揪心 他突然就从地上坐了起来 双手截了一道天狮印 口中快速地念着咒语 他脸上很挣扎 看得出来 他的痛苦还没有消失 在他开始念咒语后 我就看到他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还有耳朵 就出血了 脑袋上的头发 更是冒出了丝丝的黑气 而这黑气一排出来 我就看到他脸上的痛苦 好像减轻了不少 慢慢地 那张原本痛苦猙獰的脸 竟然变得有些享受了起来 而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身上的皮肤 好像出现了血色 活人才有的血色 我是第二次看到他 第一次是和爷爷在我娘的坟前看到他 但那是晚上 光线不好 后山又全是浓郁的白雾 完全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直到刚才我和赵子龙爬上房顶偷看时 赵子龙说他不是活人 我才观察他的脸 果然和死人脸一样惨白 但现在 居然出现了血色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尸骨 把骨物种在尸体里 炼成尸骨 最后又活吞尸骨 把尸骨重新炼成三尸骨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我记得师父曾跟我说过 尸骨能害人 亦能救人 这周八字 本身就不是活人了 当年肯定用了什么巫术 让自己变成活死人 不惧怕阳光 更能够增加一甲子兽缘 只是 在我看的震惊之时 赵子龙就给我解释了起来 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周八字就猛地睁开了眼睛 双手向上举着 嘴巴张开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嘴里吐出了一口黑气 特别是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 居然变得和活人一模一样了 有眼珠子 也有白眼人 不再是之前那灰蒙蒙的一片 看到自己的师父成功了 左阴和右阳当即跪在了地上 激动地喊道 恭喜师父 炼成三尸骨 从此以后 师父再也不用 靠和童子写虚命了 哈哈 周八字也是激动地大笑了起来 站起来道 黑屋树 果然很强大 现在 开始办最后一件事情吧 好的 师父 左阴点了点头 就去把香火台上的龙凤竹给点燃了 还用红绳 把龙凤竹给绑了起来 但并不是打得死结 而是把红绳的一头 拴在了周八字的无名纸上 另一头 则是绑在了三柱箱上 强行插进了我娘棺材的缝隙中 那绑着红绳的三柱箱一插进去 我就看到 我娘的棺材里 渗出了沁人的寒气 我还没看明白 赵子龙突然拽着我 一脸惊慌地看着我 道 初九 这周八字 是想和你娘结明婚啊 啥 听到他这句话 我当即就惊喊了起来 好在赵子龙眼疾手快 赶紧捂住了我的嘴巴 这才没有被他们发现 赵子龙摇了摇头 示意我不要出声 我恩了一声 正要问他啥明婚 可谁知 他却突然喊了起来 不对 初九 那跪着的鬼鹰去哪了 他这么一说 我也注意到了 那跪在我娘棺材边上的鬼鹰 真的不见了 哥哥 哥哥 就在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背后突然想起了一道 阴森森的笑声 听到这阴森森的笑声时 我的后背骤然一冷 猛然回过头去 当即就看到那鬼鹰 就站在我们的身后 正冲着我们阴森森的笑 该死 我给吓懵了 只听到赵子龙叫了一声不好 跟着又听到了周八字的声音 既然都来了 那就下来看看吧 他的声音一出现 那鬼鹰猛的一跳 我们身下的瓦片 瞬间被他给踩踏了 重心一失 我和赵子龙当即摔落了下去 要不是我们抓住了下面的横梁 卸掉了一大部分重力 我和赵子龙肯定摔得够强 可就算这样 我们还是重重地摔在了那八仙桌上 我们两个人的重量 直接把这八仙桌给压碎了 摔在地上的我 骤然间只感觉五脏六腑 都剧烈地翻涌了起来 几下就要站起来 可还没站起来 就被左鹰踩在了地上 迅速地用麻绳给捆在了柱子上 我是被右羊给拎起来绑柱子上的 我一挣扎 浑身就疼得要命 周八字看到我们 先是一惊 随即就笑了起来 哦 李初九 没想到 你的命这么硬 我这么多手段 还是让你活了下来 不过 我现在不用杀你来激发你娘的怨气了 你是他儿子 那我让你多活一会儿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 你娘做我的鬼妻 他可不是普通人 连你爷爷也动了他 哈哈 我呸 我一口唾沫 朝他吐了过去 恶狠狠地看着他 怒道 周八字 你这个老不死的 有本事你弄死我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 我还没骂完 右羊便狠狠一拳打在了 我的肚子上 那剧烈的痛楚 当即让我痛呼了起来 身体也是疼得抽出了起来 我疼得说不了话 死死地咬着牙 怨恨地看着他们 心里的那种愤怒 几乎让我疯狂 右羊见我怨恨地瞪着他 右羊不着急 他是肯定会死的 等我和他娘结了冥婚 再杀他也不迟 左鹰 开始吧 周八字一下命令 左鹰就点了点头 等周八字咬破了他的无名指 血液顺着红绳流进棺材缝的时候 左鹰才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宏观洗绳凤竹 人鬼鸳鸯结连礼 文书八字记天地 阴阳两格结阴轻 左鹰一边喊 一边烧黄纸文书 等那文书一烧完 周八字又接着喊道 杀了这些孩童 用他们的血洒在棺材上 镇住他的怨气 等冥婚一成 不用羊鬼煞阵 他也会乖乖听我的了 周八字 你住手 就在左鹰右羊 要动手杀这些 跪在棺材两边的小孩时 赵子龙当即大喊了一声 吼道 周八字 你乃修道之人 人鬼殊途 必遭天谴 你杀了这些孩子 罪孽深重 你就不怕报应吗 报应 周八字冷笑了一声 道 我非人非鬼 哪里来的报应 给我杀 咚咚 而就在周八字话音刚落之时 我们身后那道 用棺材做的大门 竟然咚咚 被人敲响了 这突然响起来的敲门声 让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大门的方向 可大门是关着的 这是心里的自然反应 可谁都清楚 这个时候 有人在敲门 肯定不对劲 那敲门声一直没停 原本要动手杀那些孩子的左鹰 也是停了下来 皱着眉头嘀咕道 半夜人敲门 两重一清 半夜鬼敲门 只清不中 只要不是夜里的行脚人 那就是鬼 听到说鬼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吓了一跳 都这个结果眼上了 咋会有鬼来敲门 难道说 那些围着村子的白鬼闯进来了 我看赵子龙的时候 他也在看我 也是没想明白 这时候 到底谁会来敲门 我正疑惑 周八字就咬牙道 左鹰 去看看 不管是人是鬼 杀 嗯 左鹰点点头 手腕一转 手中的竹灭刀 就藏在了袖子里 静止走到了大门边上 拿下门栓就把门给拉开了 门一拉开 一股阴风猛地灌了进来 这阴风夹杂着树叶和白雾 让人完全看不清楚 门口站着的是谁 那门梁上挂着的红灯笼 也是被吹得嘎吱嘎吱响 透过那红悠悠的光 我也看清楚了 那门口的白雾中 真的站着一个人 不对 不是人 是鬼 左鹰被这股阴风吹得后退了好几步 更是用手臂去蒙着眼睛 怕那些灰尘吹到了眼睛里 而就是这个时候 那门口站着的鬼 竟然慢慢地漂浮了进来 随着他一进到屋子 我最先看到的 就是他手中的 那把明晃晃的斧子 等他周围的白雾散开了 我才彻底看清楚了 竟然是四叔 是之前 被赵子龙用黑伞收了的四叔 他一冲进来 就举着斧子 朝周八子劈了过去 周八子也没有想到是四叔 他的手指还缠着红绳 此时也顾不上了 猛地往后退了几步 那连接着棺材的红绳 直接被他崩断了 而四叔一斧头劈空了 也没有去追周八子 而是凶猛地冲到了棺材边上 举着那斧子 就朝我娘的棺材盖劈了下去 我不知道 他这一下的力道有多大 那斧子劈下去的时候 我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震得 我耳朵嗡嗡直响 我甩了甩脑袋 再次看向我娘棺材的时候 就看到棺材盖上 被劈出了一条很大的口子 无数的寒气从那口子渗了出来 短短几秒钟的功夫 整个屋子的温度 就好像下降到了零度一样 冷得人牙齿打颤 李老四 你好大的胆子 敢来坏我的好事 没有我 你连鬼都做不了 不识好胆 那我就让你魂飞魄散 看到我娘的棺材 被劈开了一条口子 周八子气得暴跳如雷 怒吼了一声 直接朝我四叔的鬼魂冲了上去 手中变了一个奇怪的手印 猛地拍在我四叔的后脑勺上 抓着他就提了过来 而我四叔被这么一拍之后 身体就不能动了 那阴沉沉的脸看起来很痛苦 但他再笑 周八子你半人半鬼 何德何能 怎敢娶他做鬼妻 你一生作恶多端 伤天害理 死后地府不收 人间不留 那我今夜便替天行道 让你行神俱灭 四叔这番话喊得很大声 特别是那种气势 就像是一个有威严的得到高人一样 可我心里清楚 四叔没有这样的气势 哪怕他还是活人的时候 也不曾有这样的气势 一定是有人在控制他 周八子倒是没有被四叔的话给唬住 而是把他钉在了柱子上 当即让他魂飞魄散 跟着才看着大门的方向 喊道 出来吧 我早就知道这村子有古怪 那些白鬼不敢闯进来 一定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阻止白鬼进村 既然出手了 那就现身吧 周八子一喊 我和赵子龙 同时朝大门的方向看了过去 这一看过去 就看到那淡泊的白雾中 有两个人缓缓而来 我最先看清楚的是一身白衣服 他的手里 还提着那个 发现我们的鬼影 而他的边上 还有一个人 等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 激动地哭喊道 爷爷 逍遥子老爷爷 赵子龙也没有了之前的稳重 喜极而泣 师父 我就知道 您老人家一定不会死的 爷爷看着我 慈祥地笑着 初九 爷爷回来了 嗯 我嗡了一声 强忍着不哭出来 只是觉得 我爷爷苍老了很多 特别是那张脸 更是苍白无比 一点血色都没有 好像不是活人一样 怎么可能 你们那晚被我暗算受了伤 之后躲在了 我的血红棺材里 我用指人找到了你 你们不是被村民烧成了灰烬吗 周八字看到我爷爷他们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诧异 仿佛不相信 眼前的一幕是真实的 周八字 你的确很聪明 能够用指人把牢里头找出来 可你太自负 也太大意了 那晚你们烧棺材的时候 你难道就没有发现 那场暴雨下的 很突然吗 逍遥子看着周八字 周八字冷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道 是你 是你用了呼风唤雨的倒数 没错 逍遥子点点头 说 如果我不强行使用呼风唤雨的倒数 我和牢里头 早就被他们烧成了一把灰烬 那暴雨浇灭了大火 我们的棺材被烧着 村子里的人 怕不好给你们交代 就悄悄把棺材扔到了河里 也是上天要让我们来惩罚你 那棺材 冲到下游极滩的时候 那些乱石撞破了棺材 我和牢里头 才捡回了一条命 逍遥子说话的时候 我还从他脸上 看到了劫后余生的后怕 而我现在也彻底明白了过来 那晚赵子龙就说 这暴雨下的太突然 而且只有我们村子在下雨 原来是逍遥子老爷爷使用的倒数 这才让他和爷爷活了下来 我和赵子龙 当时看到那堆灰烬的时候 就以为他们被烧成了灰烬 谁曾想到 他们还活着 还活着 我一想到这些 心里就像过山车一样 激动 更是开心 我之前一直以为 你们村里还有高人 阻止了我的计划 原来 是你们 好 上次你们命大死不了 而这一次 我看你们怎么活下去 左阴 关门 周八字咬着牙 凶狠地说道 左阴点点头 把门关上了后 就和右阳一起动手了 他们对付的是我爷爷 而逍遥子 则是朝周八字走了过来 笑道 周八字 你学了一身的黑巫术 不知道残忍地害了多少人 今日 我定 不能让你活着离开 逍遥子话音一落 猛地拍散了手中的鬼鹰 直接出手了 手中的黑伞 猛地 朝周八字刺了过去 出手如风 完全不像是一个几十岁的老头子 但周八字也不是一个善茬 直接用他的铁拐杖 挡住了逍遥子的散尖 两个人就这么在狭窄的空间里 打斗了起来 我心里担心爷爷 总觉得他不对劲 而且 又是左阴右阳两兄弟 联手对付他 这两兄弟下手狠 杀人如麻 我怕他们会杀了爷爷 可我和赵子龙都被绑着 根本挣脱不了 那些孩子是丢了魂的 也不能喊醒他们 看得出来 赵子龙比我还担心他师父 毕竟 这黑巫术的手段 我和他都亲眼见识过的 残忍 恐怖 我们心里都着急 正要想办法挣脱 我爷爷就被打败了 那右阳一脚 把他踢倒在地上 手中的竹灭刀 同时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冷声道 老不死的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一看到右阳要杀我爷爷 我就慌了 不知道求谁帮忙 只得看向了逍遥子 大喊道 逍遥子老爷爷 救救我爷爷 可逍遥子和周八字 打得难舍难分 根本脱不了身 就凭你 还杀不了我 连你师父 当年也不是我的对手 何况是你 谁知 爷爷突然怒吼了一声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他不知何时 抓住了右阳的手腕 另一只手 更是掐住了右阳的脖子 那右阳奋力挣扎 握着竹灭刀猛地往前一挺 直接刺进了我爷爷的胸膛里 啊 爷爷痛呼了一声 额头上的青筋 全都爆出来了 那掐着右阳脖子的手猛的一发力 只听到咔的一声 当即扭断了右阳的脖子 头一锤 就死了过去 而几乎是同时 就在我爷爷解决了右阳的时候 逍遥子也是一掌 震退了周八字 周八字还在退 逍遥子的那把金钱剑 就步步紧逼地朝周八字的胸膛 刺了过去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我们都以为 周八字会被杀死的时候 他却是突然停了下来 愣是把他的胸膛往前一挺 逍遥子的金钱剑 就刚好刺进了他的胸膛 那金钱剑一刺进他的胸膛 周八字就猛地抓住了剑身 让逍遥子的金钱剑 无法拔出来 你都知道我非人非鬼 是活死人 你觉得 杀死我的肉身有用吗 就在他们两人僵持的时候 周八字突然放声 笑了起来 老道士 你想看看我的黑巫术 那我就让你试试 师父 小心 周八字话音一落 赵子龙就担心地大喊了起来 可还是迟了 逍遥子也意识到了危险 但还是没有避开 只见周八字猛地张开了嘴巴 猴姐往下一滑 一只怪异的小虫子 就从他嘴巴里飞了出来 那小虫子速度快得惊人 直接朝逍遥子的面门 飞了过去 逍遥子看到这虫子的时候 脸色当即变了 根本没地方躲 只得用手臂去挡 那怪异的小虫子 一飞到他的手臂上 立马就化成了一滩血水 直接渗进了他的皮肤里 只是隔了四五秒钟的样子 我就看到 逍遥子的右手 出现了无数的血纹 跟着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迅速地枯萎 那枯萎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就到了手腕的地方 再一看逍遥子的右手 已经完全干枯了 没有任何的血色 皮肤又黑又皱 和那干湿的手一模一样 再这样下去 要不了两分钟 逍遥子就会整个人都枯萎的 彻底地枯萎成干湿 逍遥子意识到了 这三尸骨的厉害 赶紧捡起了四叔魂飞魄散前 落在地上的斧头 把他的右手臂放在了棺材上 一咬牙 就朝自己的手臂砍了下去 师父 周八字 我赵子龙对天发誓 此生不杀你 我就自吻而死 啊 师父 赵子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撕心裂肺地咆哮了起来 可他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斩断手臂 我不敢看 只得闭上了眼睛 只听到蛙的一声惨叫声 这惨叫声太凄惨了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想象不了 一个人要把自己的手臂砍断 那该得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 直到逍遥子的惨叫声 小了 我才睁开眼睛 眼睛一睁开 我就看到他倒在地上 痛苦地哀叫着 身体也是不停地抽搐 而他斩断的手臂就落在边上 那三尸骨的毒性太猛烈了 就算手臂砍下来了 还是全都枯萎了 不过 庆幸的是 逍遥子斩断得很及时 这才捡了一条命 可现在的他 又怎么能够对付周八子 这原本是我续命的三尸骨 要不是为了对付你 我还真舍不得用 看来 只有找其他的村子 再练三尸骨了 此时的周八子 得意地笑了起来 看了一眼逍遥子 又看了一眼我爷爷 嘲讽道 师兄 当年你害我的时候 我的下场可比你凄惨百倍 好在天不亡我 让我命剑如狗地活了下来 不过 说来也要感谢你 也是你让我机缘巧合地 学到了黑巫术 这玩意儿 虽然不能救人 可要是想害人 那就真的不是到处所能比的 师父 他杀了右羊 让我杀了他 而边上的左鹰 早就想杀我爷爷了 只是一直在等周八子的命令 现在不行 先办正事 正事办完了 你要怎么折磨他 那是你的事情 左鹰心里不平衡 也想杀我爷爷 给他兄弟报仇 可还是不敢为你周八子 我还真没想到 今夜会这么热闹 苗王岭的老道士来了 我的师兄也在 我今夜要和李初九 他娘结明婚 让他永远只听我的话 到时候 财富名利 我唾手可得 我现在不杀你们 你们就给我当一个见证人吧 周八子阴阳怪气地笑着 说完之后 就朝左鹰喊道 左鹰 我说了 一会儿随便你处置他们 现在 没人能够阻止我们了 继续成因婚 嗯 左鹰点点头 就走到了那些 跪着的小孩子背后 点燃了射魂箱 咒语一念 我就看到那些小孩子 竟然全都站了起来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完全丢了魂 只听到左鹰突然喊了一声死 最前面的两个小孩 就猛地往前一冲 用他们的脑袋 狠狠地撞在棺材上 他们的头骨很嫩 一撞就断了 鲜血当即撒在了血红棺材上 身体剧烈地抽出了几下 彻底地死了过去 周八字 你会不得好死的 你杀死这么多无辜的孩子 用他们的血和煞气 来挣棺材的女鬼 就算你强行和这女鬼结了阴婚 你最后也会遭到反噬 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所有人都傻眼了 心痛之余 却是一点就他们的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去撞死 血染棺材 此时的逍遥子也是失血过多 靠在墙壁上 愤愤地指责周八字 周八字根本不理会他 继续把红绳缠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又把另一头放进了我娘的棺材中 我们都会死 一旦周八字和我娘成了冥婚 就一定会杀死我们的 我心里不甘心 逃了这么久 连爷爷和霄瑶子也回来了 可最终 我们还是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 可就在我放弃求生的时候 爷爷不知何时爬到了我身后 悄悄用插进他胸膛的竹灭刀 割断了绑着我的绳子 快速地交代我 初九 快去把你娘提前喊醒 绝对不能让周八字和他成阴魂 不然的话 周八字心术不正 一定会利用你娘 去做伤天害理之事的 你随了我的性 就不要怕死 要死得其所 懂吗 我想都没有想 恩了一声 趁着他们没注意 猛地朝棺材跑了过去 更是用身体狠狠地去撞我娘的棺材盖 棺材盖 已经被四叔批出了一大口子 我这么一撞 直接把棺材盖给撞翻了 我也不好受 手臂都感觉撞断了 动一下就疼得要命 而周八字完全没想到我会来这一出 等反应过来后 气得身体直哆嗦 指着我怒道 你这个小野种 你敢坏我的事 我要让你全身腐烂而死 周八字愤怒地说完 我就看到他张开了嘴巴 猴杰往下一滑 我就看到一只普通的蛊虫 从他喉咙里飞了出来 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我的腿立马就吓软了 可就在我完全吓懵的时候 我娘的棺材里 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一把把我给拖了进去 我完全被周八字的鼓给吓住了 直到被拖进棺材的那一刻 我才猛然清醒了过来 我一反应过来 就发现自己 悬浮在棺材里面 好像有一股阴冷的力量 在举着我 没让我落下去 而我娘的尸体 就笔直地 躺在棺材下方 在看到她的那一刹那 我完全呆住了 我娘已经不是之前那个 被我奶奶锁在房间里的疯女人 也不是那个 整天垢头捧面 穿得破破烂烂的疯女人 此时的她 美的让人震惊 那一刻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娘 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她的脸很白 白的 没有一丝瑕疵 只是没有任何的血色 薄薄的嘴唇 涂抹着血一样的红色 一双漂亮的丹凤眼 微微闭着 长长的睫毛 还沾附着寒气 额头上的地方 更是有一块红色的印记 这印记的图案 和那玉佩上的图案 一模一样 原本之前那枯黄分叉的乱发 也都变成了 柔顺如泼墨一般 她原本那破破烂烂的 粗麻布衣上 也变成了血红的长袍 上面刺绣着精致的鸳鸯图案 就连脚上的灯云鞋 但她的身上 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她现在这番打扮 更是给人一种邪气的感觉 赵子龙说过 我娘的尸体已经没有了 那说明现在的她 就是鬼魂 我娘是死的时候 变成了鬼才 恢复神志的 也就是说她 现在的样子 正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我看得入神时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 就冻得我瑟瑟发抖 意识也是跟着清醒了过来 下意识回头一看 就看到周八字 也站到了我娘的棺材边上 但没有对我动手 好像是被我娘生前的容貌惊住了 痴痴地说道 传说中 她们一族的女子 各个貌落天仙 看来 一点不假 你这清澄的容颜 怪不得连我师兄也对你了动了心 她让你生下了李初九 该死 只有我 才有资格驾驭你 我要让你做我的鬼妻 跟着我享受到门的荣华富贵 哈哈 我看周八字失笑了起来 就想着跑 怕她回过神来 就要杀我 可我的身体完全动不了 就这样悬浮在棺材里面 和我娘面对着面 她那身上释放出来的阴气 动得我全身鸡皮咯噔 都出来了 初九 快喊你娘 让她醒过来 就在我努力想动的时候 我爷爷突然在后面 朝我大喊了一声 听到爷爷的声音 我连头也没回 直接开口喊 娘 你醒醒啊 我是初九 我这一喊 我就看到我娘那长长的睫毛 微微动了一下 虽然很不容易察觉 但我还是看得一清二楚 我怕也会喊醒周八字 就回头看了她一样 谁知 她却是冲我诡异地笑着 也没有阻止我 好像就是要让我喊醒我娘 我没有办法了 只有继续往下喊 娘 你醒醒 你快醒 砰 然而 我的话还没有喊完 就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 装着我娘的这口血红棺材 瞬间四分五裂地散架了 那厚厚的棺材 木板散开后 直接把边上那些撞死的孩子 压在了下面 我吓得闭上了眼睛 等我再次睁开的时候 就看到我不知何时 已经娘睁开了眼睛 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她的眼珠子是红色的 血红血红的 好像蕴藏着无尽的忧怨一般 看得我心里发寒 我娘她 醒了 我看她害怕 就一个劲地喊 娘 我是书九 可谁晓得 我娘好像根本不认得我 我一开口喊她 她那双手 突然就掐住了我的脖子 那手上传来的冰凉 刺骨 娘 娘 我是 她的力气很大 掐得我一点话都说不出来 跟着就呼吸不上来 脸都变红了 可我的身体就是不能动 只能看着我娘不停地摇头 让她不要掐索 心里也是莫名地委屈 眼泪夺眶而出 直接滴在了我娘的脸上 奇怪的是 我的眼泪一滴到了我娘的脸上 我就看到她的鬼魂 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还没明白咋回事 我娘就猛地把我扔了出来 她的劲儿太大了 我被扔得很远 直接朝那大门撞了过去 要不是爷爷窜起来抱住了我 我肯定会被撞昏的 我的力量全部撞在了爷爷身上 我看到她的脸疼得抽搐了几下 却一声都没吭 死死地护着我 不停地喘着粗气 她胸膛的地方湿漉漉的 伤口还在出血 脸上苍白的布行 看起来很虚弱 我看得心里难受 就问 爷爷 你咋样了 初九 爷爷没事 不要管我 一定要让你娘救你 我爷爷说话的时候 一直看着我娘 等我看回去的时候 就看到我娘 那原本平躺着的身体 竟然慢慢地直立了起来 她的双脚没有着地 就这样离地漂浮着 那双无比忧怨的眼神 扫了我们所有人一眼 扫得所有人后背发凉 呵呵阴阳 六道轮回 鬼道离音 唯我换养 以无之血 人鬼相合 养鬼之道 听好好令 就在我盯着我娘看的时候 周八子突然咬破了手指 不停地将手指上冒出来的精血 弹向了我娘 口中更是快速地念着养鬼咒语 那些精血珠子 一弹到我娘身上 我就看到我娘的鬼魂颤抖了起来 她的脸上也显得很痛苦 张着嘴巴 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但我看得出来 她此时很难受 周八子 这女鬼的怨气无比强大 没有法器和阵法 你休想 把她养成你自己的鬼 你这样做 简直是找死 而就在这时 虚弱的逍遥子 突然大声地呵斥到 她此时的情况也很糟糕 自己砍掉了自己的右手 流了太多的血 连战都站不起来 可周八子却是冷笑了一声 道 老道士 你太小看我了 我有的是方法 让他听我的话 你以为我的邪术是白学的 左音 动手 周八子一喊出来 左音就直接跑到了香火台上 取下了那对用红绳绑着的龙凤竹 跟着就地一滚 直接滚到了我娘的面前 猛地把那龙凤竹 插在了她脚下的地面上 我娘是离地漂浮着的 那对龙凤竹 刚好就在她的绣花鞋下面 邪门的是 那龙凤竹一放到她脚下 火苗子就变成了绿油油的 而左音还没有停 牵着龙凤竹上的红绳 慢慢地退了回来 等退到了周八子面前 周八子便一手抓住了那两根红绳 朝着左音点了点头后 另一只手又截了一道天使印 咒语再次念了起来 红冠洗绳龙凤竹 人鬼鸳鸯节连礼 文书八字寄天地 阴阳两格节阴轻 阴绳一搭 阴婚便成 从此以后 你便只能听我一人召唤 死是我的鬼 散是我的魂 待 周八字咒语一念完 口中一口鲜血喷在了红绳上 顿时 我娘的鬼魂 就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特别是那红绳上的血珠子 更是被震得抖落了下来 还有一些没有震落下来的 直接流到了我娘脚下的龙凤竹上 顷刻之间 那红竹的火苗瞬间窜了起来 那绿悠悠的火苗 瞬间把我娘的鬼魂给吞噬了 不好 周八字要强行和你娘结阴婚 阳鬼咒加上阴婚仪式 你娘不能冲破 必须灭掉那龙凤竹 不然龙凤竹一烧完 我们一个人都活不了 我爷爷说话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了 我娘脚下的龙凤竹 燃烧得太快了 眨眼就烧了一大半 再这样下去 顶多两分钟 那龙凤竹就会彻底的烧完 而周八字 也能成功地和我娘结冥婚 到时候 就真的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 爷爷和逍遥子都受了重伤 虚弱得很 根本无法阻止周八字 只有我和赵子龙可以动 但赵子龙还被绑着 不行 必须阻止周八字 能火一个是一个 想到这儿 我心一横 拿过了我爷爷手中的竹灭刀 直接窜到了柱子背后 用那竹灭刀去割捆着 赵子龙的麻绳 找死 我一动 就被左翼给发现了 一步跳了过来 对着我后背 就是重重一脚 这一脚的力道很大 我的整个胸膛 都结结实实地 撞在了木柱子上 胸口一阵沉闷的剧痛 让我出不了气 舌头一甜 鲜血就从嘴角渗了出来 啊 我咬着牙 强忍着剧痛 疯狂地割着麻绳 左翼脸上的狠劲也是出来了 咬着牙 狠狠一拳 朝我脑袋打了过来 我没想过躲 只想着割断麻绳 就是那电光火石之间 我就割断了麻绳 赵子龙一把 把我拉到了身后 挥着拳头 迎了上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 我就听到他们拳头对撞 发出来的沉闷声响 还有那骨节错位的声响 左翼被震退了好几步 那手 也是震得抖动了起来 而赵子龙 则是退翻在地上 脸都白了 我要过去扶他 谁知 他顺势往前一扑 当即扑到了我娘的身下 用另一只手 把那对块燃烧完的龙凤竹 给拔了起来 啊 那龙凤竹仪 被赵子龙拔起来 我就看到 我娘发出了一声 无比尖锐的叫声 刺的人耳膜很难受 我一看过去 就看到我娘的鬼魂猛的一阵 那如泼沫般的长发 瞬间散开 嘴角的地方 更是长出了两半尖牙 那呲牙咧嘴的凶狠 还有那双让人不寒而栗的眼睛 如同是一个 无比怨恨的恶鬼 那周八字的仪式 被赵子龙打断了 当即口吐鲜血 捂着胸口就要跌倒在地上 要不是左鹰扶住了他 他肯定倒在了地上 我要杀你们所有人 我娘完全变成了厉鬼 赵子龙此时离他最近 只见他手一伸 骤然变成了数米 一把掐住了赵子龙的脖子 那手指上的指甲 很长也很锋利 一掐住赵子龙的脖子 就轻松地把它提了起来 而他的那锋利的指甲 更是刺破了赵子龙脖子上的皮肤 赵子龙的双脚在空中 不停地乱踢着 但他没有彻底失去理智 在这种情况下 还知道从怀里拿出了一张黄符 直接朝我娘贴了过去 可那黄符的法力根本不够 还没到我娘面前 就化成了灰烬 只是几秒钟 我就看到赵子龙被掐得直翻白眼 鲜血顺着他的脖子 鼓鼓地流到了地上 娘 不要 我看到赵子龙要被我娘掐死了 也顾不上身上的疼痛了 直接朝他扑了过去 可我还没有扑到我娘身边 他的另一只手朝我一伸 也是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直接把我提了起来 那锋利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 钻心地疼 但更难受的是 我被他掐得快窒息了 放了他们 而这时 逍遥子也冲了过来 手中的金钱剑 直接刺向了我娘的鬼魂 刚一次进去 我娘顿时就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身体猛地一震 一道阴冷的阴气瞬间爆发了出来 当即把逍遥子震得倒飞了出去 逍遥子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挣扎了几下都没有站起来 而我此时已经快窒息了 不停地在空中挣扎着 我身体这么一乱动 我绑在后背上的震魂齿 就哐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原本要准备逃跑的周八字 在看到那吊在地上的震魂齿之后 也是停下了脚步 一脸惊讶地说道 原来 咱们教的信物一直在师兄这里 往我杀了师父 杀了大师兄 也没有找到震魂齿 原来师父悄悄给了你 既然今日不能得到这厉鬼 那我也要得到这震魂齿 左英 快去抢过来 抢过来 我们就走 左英点了点头 连忙朝跑了过来 就在要蹲下去 捡震魂齿的时候 爷爷突然爆发了出来 冲过来直接把左英给撞飞了 顺手捡起了地上的震魂齿 当即朝我娘扔了过去 那震魂齿 直接从我娘的身体穿过 但却是在她的身上 留了一道很大的口子 那口子边上 不停地冒黑烟 仿佛在灼烧她的伤口 我娘疼地尖叫了起来 手一松 我和赵子龙就落到了地上 没有了那窒息感 我才猛地呼吸了一口 可呼吸得太猛 就被呛了一口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赵子龙拖着我不停地往后退 在我抬头看我娘时 我就看到她的鬼魂 因为愤怒 已经开始颤抖了 而且身上还冒出了黑气 看起来无比的圣人 但她好像忌惮震魂齿 只是怨恨地瞪着我爷爷 缩在角落里 不敢上前 那左英还要过去抢震魂齿 却是被逍遥子给拿到了 只见逍遥子咬着牙站了起来 苦笑道 初九啊 你早把这法器拿出来 我们就不会如此狼狈了 我看得出来 此时的逍遥子 也是在强撑 连站都站不稳 只见她说完之后 就一口咬破了舌尖 直接把精血吐到了震魂齿上 那震魂齿 一沾了她的精血 竟然发出了淡淡的光 我看得好奇 逍遥子就朝我爷爷 还有赵子龙喊道 老里头 子龙 以我三人之力对付他 撑 我们活 拜 我们全部死 好 赵子龙和我爷爷同时喊了一声吼 当即盘膝坐了起来 三个人结的倒映都是一模一样的 连咒语也是一模一样 太上老君叫我杀鬼 与我神放 上呼玉女 收射不详 左扶六甲 右卫六丁 前有皇神 后有阅章 神师杀伐 先杀恶鬼 后斩夜光 何神不服 何鬼敢当 急急如律令 杀 那一声杀喊得太有气势了 震得我心神一颤 而跟着 我就看到那震魂齿 受到了道法的驱使 直接朝我娘急射而去 当即刺穿了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黑气 猛地戳中了她的心窝子 啊 刹那间 我便发出了无比凄惨的惨叫声 那惨叫声听得人头皮发麻 但却是让我很难受 我娘的鬼魂不停地惨叫着 那身形也是开始透明了起来 好像随时要魂飞魄散一样 师兄 你果真是歹多 这女鬼可是你的女人啊 还给你生了孩子 你还真是舍得用杀鬼咒来对付她 杀鬼咒加上震魂齿的法力 就算她再厉害 恐怕也会魂飞魄散 永远地消散了 就在我看得无比难受之时 周八字突然嘲讽地说了起来 而我一听到 我娘会永远地消散 当即就害怕了起来 看向我娘的时候 我娘竟然也在看我 那苍白绝美的脸上 竟然出现了一丝母爱的笑容 嘴巴张了张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我能从她张嘴的口型中读出来 她是在喊我的名字 出 就 娘 瞬间 我就忍不住了 喊了出来 想着我娘一直以来受的苦 生前被我奶奶打骂 死后还要被她们折磨 我却心酸地哭了出来 而我娘似乎听到我在喊她 再次笑了起来 那笑容 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温暖 最慈祥的笑容 因为 那是母亲的笑容 爷爷 放了我娘 她清醒过来了 我跑过去 就要拉我爷爷 可逍遥子却是重重地喝尺的 出酒 不要胡闹 你娘是厉鬼 如果不让她魂飞魄散 我们都会死的 不 我娘不是厉鬼 她有意识 她在看着我笑 她是我亲生母亲 一生凄苦 我要保护她 再也不让人欺负她 我一边哭一边笑 也不管逍遥子何耻 直接去抱住我爷爷 猛地往后一拖 那杀鬼咒瞬间失笑了 那此中我娘心窝子的震魂齿 也是哐当一声 落到了地上 我爷爷没有吼我 而是抱着我 怕我娘来害我 我一直在看着我娘 她此时的身形 已经快消散了 但看着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凶狠和陌生 唉 逍遥子叹息了一声 正要说话 突然看到了啥 当即脸色一变 大叫不好 该死 那些白鬼冲进来了 逍遥子喊这一声 让所有人把目光离开了我娘 齐刷刷地看向了 大门两边的窗户 怎么会这样 那些白鬼 怎么会闯进来 我借自己的寿员 在村子里面摆了驱鬼咒 他们怎么还能闯进来 我一直看着我娘 其他的我已经不关心了 可在听到爷爷的震惊声后 我还是猛地回过头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那窗户边上 全是密密麻麻的影子 特别是那窗户上面的玻璃 根本无法想象 此时的老房子外面 到底为了多少孤魂野鬼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老房子 骤然间就好像变成了冰窖一样 那种阴冷 冻得所有人都哆嗦了起来 特别是那用棺材做的大门 正被吹得咔咔响 好像随时都要吹开一样 鬼吹门 坚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全部涌进来了 左阴 带上两个活着的孩子 我们这就走 就在所有人都镇住的时候 周八字率先回过神来 那左阴顺手就抱起了 两个被射魂的小孩 让他们的鲜血滴在了地上 用血开路 带着周八字就往大门的方向冲 这狗日的畜生 为了自己活下去 不惜杀死了两个小孩 用童子血开路 周八字 老子用兽缘来诅咒你 你此生必定不得好死 爷爷看到他们杀了小孩来逃生 当即气得大骂了起来 那周八字不以为意 回头朝我爷爷笑道 师兄 这就是你和我不同的区别 可结果呢 我能活着闯出去 而你们会被白鬼害死 不要说我六亲不认 下辈子学聪明点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哈哈 周八字说完的时候 再开门的左鹰也回过头 一脸音笑地看着我 说 李初九 看你可怜 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你娘不是被你爹打死的 是我杀死他 掉在门梁上的 还有你奶奶 你四叔 也都是我杀死的 下辈子 不要再遇见我了 再见 左鹰一说完 就把门栓给拿了下来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那用棺材做的大门 当即被吹开了 那大门一吹开 我们就看到 院子还有更远的地方 围满了密密麻麻的恶鬼 看到这么多的孤魂野鬼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他们在看到我们后 同时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一窝蜂地就要冲进来 左鹰就在门口 把那小孩子的血洒了出来 那些要冲进来的孤魂野鬼脚上 一踩到童子血 立马就触电般地缩了回去 师父 走 左鹰在前面开路 回头喊了周八字一声 就要跨出去 可还没跨出去 一道怪风突然吹了进来 竟然把左鹰吹得退了回来 走 今天谁也别想走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还有整个村子里的人 为他陪葬 就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白鬼的后方 突然传来了一道 愤怒威严的声音 这声音无比浑厚 好像天生就带着一种 威严和霸气 听得出来 这声音极度的愤怒 那愤怒的语气 竟然听的人有些害怕 老子就不信了 有本事出来见见面 被吹回来的 左鹰也是怒了 朝着门口的方向骂道 但他不是个鲁莽之人 就算很生气 也不停地 把那童子鞋撒到了门边 带着他师父 一个劲地往外面冲 等他冲出去 闯进了白鬼的队伍之后 我就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你还不够自个儿见到我 能看到我的人 只能是死人 你们要试试 我现在就成全你 等看不到左鹰和周八字了 我才回头看了我娘 这一看 就看到他的鬼魂不对劲 竟然吓得发抖了 脸上更是无比害怕地 看着大门远处的方向 好像认得这个人 但却是更加害怕这个人 逍遥子 子龙小辈 我牢里头对不起你们 是初九他娘背后的人来了 我们都活不了 欠你们一条命 我只有下辈子还给你们了 突然的 我爷爷就跪在了牢里头 还有赵子龙的面前 赵子龙赶紧把我爷爷给扶了起来 笑道 爷爷 我们都是修道之人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能和你们一起死 我赵子龙死而无害 子龙好样的 逍遥子欣慰地笑着 接而看向了我爷爷 说 牢里头 这就是命 也是我们修道之人的命 不怪谁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看着我娘 她还在害怕中 但看到我在看她 立马转头看向了我 那感觉快消散的脸 很是担心我 眼中更是流出了两行 伤心的血泪 娘 不要怕 等初九 死了变成鬼 就可以保护你了 等到了黄泉路上 初九就可以一直陪着你 我看着我娘伤心的样子 就笑着安慰她 听到我的话 我娘就笑了起来 跟着 就看到她冲到了 散掉的棺材边上 两只手一抓 那散掉的棺材 竟然重新合在了一起 但这样 好像耗损了她更多的阴气 鬼魂虚弱的 仿佛风一吹 就能散掉 我看到糊涂 她就用手指了纸棺材 好像示意 我们躲进去 哎 爷爷看懂了我娘的意思 说 初九她娘是想让我们 躲进棺材里 想不到 她为了初九 意识能够再次清醒过来 她的阴气耗损太多了 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爷爷 他们要冲进来了 我爷爷话音刚落 赵子龙也是喊了起来 八字和左鹰的鬼魂 突然朝大门的方向 冲了过来 而我娘更是心急地看着我们 不停地用手指棺材 示意我们躲进去 先躲进去再说 爷爷咬了咬牙 率先把逍遥子给抬了进去 跟着是赵子龙 最后才是我 我们三个在棺材里 几乎是人叠人的 我压在赵子龙上面 就去喊我爷爷和我娘 爷爷 娘 你们快进来 可谁知 我娘却是摇了摇头 猛地站到了大门口的位置 身上的阴气再次爆发了出来 没有人赶上来 但我娘被震魂齿伤得太严重了 强行把阴气爆发了出来 没坚持几秒钟 那阴气就开始迅速地消散 她的阴气消散得很快 那外面的白鬼就蠢蠢欲动了起来 仿佛要对我娘动手了 在我担心我娘的时候 我娘突然回头看着我 脸上慈祥地笑着 张了张嘴巴 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 初九 娘 哎 说完之后就把头转过去了 她怕看到我哭 也怕我看到她哭 可在她转过去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 但这个时候 不是伤心的时候 娘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我们活下来 我抹了抹眼泪 去拉棺材边上的爷爷 爷爷 快躲进来 娘坚持不住了 可谁晓得 我爷爷竟然和我娘一样 摇了摇头 抹着我的头发笑道 初九 爷爷不能进去 爷爷都帮你们盖上棺材盖 爷爷早就活不了了 我给祖师爷 借了剩下的寿员 来保护麻沟村的人 我现在要出去 坐镇那阵法眼 让白鬼不能害他们 能和你有一段爷孙缘 爷爷已经很知足了 爷爷告诉你 最后一个秘密 你不是我李家的后人 你奶奶把你娘绑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有了身孕 爷爷那会儿 经常进你娘的房间 只是想治好你娘 可惜 爷爷没那个本事 李初九 你记住了 要是能够活着出去 一定要记得行善 行善之恩必有福报 爷爷话音一落 两行竹类就流了下来 我还没来得及喊出口 他就把那棺材盖给抬了起来 把我们全部盖在了棺材里 爷爷把棺材盖扣死的时候 我才明白了他的心意 他根本没有想过 要活着离开 早就准备好了死的决心 我虽然不懂道法 但从他之前的话里 我也能够听出来了 那些白鬼之前 之所以不能闯进麻沟村 是因为他用他的寿源 来结了阵法 就是要保护麻沟村的人 现在阵法 被那个突然出现的人破了 他是想回去 重新做阵阵法眼 拼死也要保护麻沟村的村民 我曾经一度认为 我爷爷就是我的生父 可直到现在 我才知道 我和爷爷 没有半点的血缘关系 也不是李家的后人 我不知道 我的亲生父亲 到底是谁 也不关心他到底姓啥 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我叫李初九 姓李 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而老里头 也是我唯一的爷爷 他是个 英雄 我在心里宽慰自己 不让自己哭 告诉自己要坚强 逍遥子也在下面安慰我 初九 你爷爷是个了不起的人 你娘也是 如果能活下来 我会带着你 离开这个地方 嗯 我恩了一声 没有说话 也没有要吵着爬出棺材 只是在心里不停地 告诫自己 李初九 这个仇你 一定得抱 而就在这时 那道声音又愤怒威严地 响了起来 这些愚蠢的人害死了你 还企图把你养成厉鬼 我会让他们所有人 给你陪葬 让他们承受 每一夜被白鬼缠身的滋味 我要让他们 变成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我要让这个村子 有境无处 让他们在饥饿和绝望的折磨中 相互残杀 饥饿会让他们吃的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这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 而你 之前为了外人 背叛我族 要不是你的魂灯亮网 我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你在何处 你知道我族的惩罚 你将会被关在试魂池里 永远遭受恶灵的撕咬 那种滋味 痛不欲生 比十八层地狱的惩罚 还要残酷 走 跟我回去受罚吧 这声音犹如惊雷 震得我心里发颤 犹如死神宣判 但一想到他们要惩罚我娘 而且还是如此残酷的刑罚 我心里的愤怒 就快爆炸了 我的指甲狠狠地抓在棺材壁上 连指甲都划出血了 还是不能泄掉 内心那块爆发出来的愤怒 我死死地咬着自己手 强忍着不喊出声音来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现在出去 只有死亡 我要活下来 活下来报仇 活下来把我娘救出来 他们如何折磨我娘 我就百倍还给他们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声音再次出现了 但已经很远了 白鬼听令 十年之内 你们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给我围着这个村子 让这个村子 只能进不能出 十年之后 我会回来 如果还有一个活人 我将你们魂飞魄散 如果没有一个活人 我便超度你们 让你们投胎转世 这人的话音一落 我们就听到了 外面白鬼嚎叫的声音 那声音犹如哭声一样 就算我们躲在棺材里 也是听得头皮发麻 师父 这人好生厉害 到底是何方神圣 既然能够号令白鬼 怕是已经得到渡神了吧 等那人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赵子龙才震惊地问道 别问这么多 这人我们招惹不起 也最好不要再遇到他 庆幸的是 他不知道女鬼生下了初九 不然的话 我们躲在这棺材里面 也会死 逍遥子说到这儿也是 松了一口气 我听得出来 逍遥子很忌惮这个人的身份 但我却记住了他的声音 魂后中带着霸气 虽然我没看到他啥样子 但这个声音 已经烙印在了我心里 就算死也不会忘记 而且 他说过 他十年之后还会回来 我还年轻 有足够的十年等他 逍遥子被我们压在了棺材下面 显得很难受 但一直在坚持着 等这屋子的温度不再寒冷了 他才把震魂池给了我 让我把棺材撬开 我把震魂池 卡在了棺材缝上 和赵子龙同时用力一撬 就把棺材给撬翻了 逍遥子提醒了我一句 让我小心一点 我才悄悄 把头伸出去一看 这一看 发现这老房子里 一个鬼魂都没有了 除了地上那些尸体之外 还有几个没醒过来的孩子 我又看了一眼大门外面 确定外面也没有了鬼魂后 这才赶紧从棺材里翻了出来 赵子龙紧随其后地翻出来 我们两人合理把逍遥子给扶了出来 逍遥子看了一眼周围 又看着我手中的震魂池 说 走吧 借着震魂池的法力 天亮之前 我们必须走出去 嗯 我点点头 看着那些还没有醒过来的孩子 还有村里那些躲在屋里的人 心里不忍心 就求逍遥子 逍遥子爷爷 求你把他们一起带出去吧 虽然他们没有人情味 但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折磨死 初九 不是我不帮你 是我没有办法帮你 逍遥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气道 这些村民都被白鬼给盯上了 他们一走 白鬼自然会发现 到时候连我们也走不了 你想不想救他们 逍遥子说到这儿 忽然问我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恩了一声 说我想救他们 那就好 逍遥子点点头 看着我重重地说 初九 你想救他们 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自己有能力驱散这些白鬼 明白吗 嗯 逍遥子的话点醒了我 如果我真的想要救他们 那就必须自己有本事 驱散了这些白鬼 方能救他们 逍遥子的伤很重 失血太多 必须马上离开村子 赵子龙让我拿着震魂尺在前面开路 他则是背着逍遥子跟在后面 等我们走出了王小龙的老房子 村里还是黑灯瞎火的 他们都躲在房子里 不敢出来 幸运的是 一直走到了村口的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任何的鬼魂 但在我走到村口大榕树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 那大榕树的树干上 竟然写着两行血字 棺材在 你们活 棺材落 你们死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爷爷 当即顺着那树干上的血印看上去 赫然就看到那大榕树中间 竟然架着一口普通的石木棺材 但那棺材上 全是密密麻麻的道家符文 我正要问 逍遥子就先开口了 初九 这是你爷爷借了剩下的寿远柏的阵法 他当时想阻止白鬼入村 现在这些白鬼已经进入了村子 他和这阵法眼融为了一体 只要阵法不破 你爷爷就还有机会 嗯 听到爷爷还有机会 我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当即跪在了地上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说爷爷 等着初九 等着初九回来救你 跪拜了之后 我才带着他们继续往河边走 刚出村口 就发现已经看不到那条湍急的大河了 河面上的白雾 已经彻底和村口连接了起来 我握着镇魂齿 慢慢地走到了河边 找到了一艘小木船头 就开始往对岸滑 偶尔还能看到 白雾中有白纸船 但数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赵子龙拿着镇魂齿在前面做法 我们也没有遇到白鬼冲撞 轻易地划到了对岸 这是去镇上的路 等我们走上了河岸 我才回头来看 这一看 哪里还看得清楚麻沟村 全是浓郁的白雾 遮天蔽日地把麻沟村包裹了起来 现在的麻沟村 只能进不能出了 离开之前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看着那浓雾 在心里重重地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让麻沟村重建光明 会让那些践踏我们生命的人 付出百倍的代价 出了麻沟村 我就随着逍遥子 来到了苗王岭的苗王冠 苗王冠身居苗王山 地势陡峭险要 与势隔绝 一般人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 等逍遥子伤势已稳定了 他就说了我做挂名弟子 没有说我为入室弟子 用他的话说 我和他不是一脉的人 他们道教分为三大门派 一是炼丹派 二是他所师承的一派 叫俘虏派 主修道术和灵符 至于最后一派 则叫做玄真派 主修炼真器 我爷爷之前 便是师承这一门 我身上又有了正魂尺 只能归入玄真一门 所以才说我为挂名弟子 我拜师那会儿 只想快速学成 道术回麻沟村 驱散那些白鬼 然后再去找我娘 可逍遥子却是不教我道术 反而是天天让我在院子里扫落叶 这一扫 整整扫了一年 等我彻底把自己的心扫平静后 他才教我入门的基本功 等我基本功学扎实了 他才教我玄真一门的炼气方法 可练真器 比修炼道术艰难百倍 得先打通腹部的下丹田 才能够存储体内修炼出来的真器 之后才是胸膛的中丹田 以及最后脑门处的上丹田 还说 只有等我把三处丹田打通了 用真器连贯在一起 才能够去找我娘 不然的话 我去只能是送死 我很刻苦 几乎是不要命的修炼 更是道术和炼气同修 可修炼了整整三年 我下丹田的地方 也只是聚集了一股 像小鱼苗一样的真器 还极度不好控制 我爷爷当年那招用大拇指和食指 扭断右扬的脖子 就是因为真器的力量 但他修炼了一辈子 还是连中丹田也没有打通 在苗王关的日子里 每一天都是逍遥子监督我修炼 而赵子龙 平日里则是要下山去帮人捉鬼驱邪 赚钱养活我们两个 没有钱 我们寸步难行 每次看到他回来 都是一身伤 而且很是疲惫 我心里就很难受 就想着下山去帮他 可逍遥子却不让我下山 说我刚入道门 就得拜师三年 学艺四年 学成之后 方能下山 而赵子龙 更是坚决不同意我下山 每次回来 都会给我带好吃的 还总是鼓励我 初九 你不能下山 你得好好修炼 麻沟村还有你娘等着你 你放心 凡是有我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 我不知道该说啥 心里很感动 但他不让我说谢谢 说我们是兄弟 一辈子的生死兄弟 千万不能说谢谢了 说了谢谢就生分了 就有了距离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 我和赵子龙都慢慢长大了 在这艰苦的环境下成长 我们比同龄人更加成熟坚强 可逍遥子的身体 却是越来越差了 当年周八字的三尸骨毒 让他斩断手臂 保住了一条命 但那毒性 还是窜到了他的尸体里 日积月累 他就被折磨得 只剩下皮包骨了 在我学满了七年后 他才把我喊到了他的禅房里 我跪在他的面前 他才说 初九 我的大仙快到了 也没有啥能够再教你的了 我昨夜帮你和子龙算了一挂 你们两会有生死结 但命有贵人相助 子龙命中属龙 而你命中属虎 注定龙虎相争 唯有那贵人 才能化解你们的冲向 三人行 方能成事 记住了 多行善积德 切莫做伤天害理之事 我看着瘦骨如柴的萧瑶子 心里很难受 重重地磕头道 师父 你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 去除你体内的残毒 萧瑶子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让我可以下山去了 我摁了一声 就从萧瑶子的禅房走了出来 一出来 就看到赵子龙回来了 激动地拉着我 说 初九 跟我下山一趟 我找到了救治师父的法子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 听到赵子龙找到了方法 我心里无比激动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这一次下山 就遇到了逍遥子挂中的生死节 而更让我未曾想到的是 我竟然还遇到了 从麻沟村走出来的活人 在下山去县城的路上 我就问赵子龙 子龙 到底是啥法子 你咋找到的 赵子龙笑了一下 说 初九 一直以来 我都在帮一个神秘人做事 他给的报酬 比其他人都高 我让他帮我找 驱除三世古毒的法子 他就说他可以驱除 但条件 是要我帮他做一件事情 要我们帮他做啥事 我看赵子龙没说出来 就追问他 赵子龙摇了摇头 没有告诉我的意思 说 初九 等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赵子龙的性格 如果他不想说的事 不管我怎么问 他也不会说的 但想着 只要能够救师父 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 我们也会去 我们到苗王县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苗王县是处在贵州 和湖南湘西的交界处 这里最多的是苗族 汉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 相对就很少 赵子龙打了一个电话 不一会儿 就有人开车来接我们了 开车的是一个大汉 一脸的落腮胡子 看起来有几分凶神恶杀 赵子龙喊他叫大彪 好像和他很熟悉 接了我们之后 大彪就把车子 往郊区农村的方向开 一直开到了郊区的 一座坟山山脚下 这才把车子停了下来 递给了我们两个瓷器 做的小瓶子后 就催促我们快去快回 他就在这儿等我们 我和赵子龙下了车 赵子龙就带着我往坟山上走 连手电也没打 我从上车心里就有疑惑 赵子龙和这大彪神神秘秘的 不晓得到底要干啥 但一路上我忍着没问出来 因为我相信赵子龙 不曾有半点的怀疑 就一直跟着他走 坟山的阴气都比较重 容易闹鬼 一到了晚上后 就看不到一个人影了 等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前面有房子 房子里面还亮着灯 应该是那些请的守灵人 专程来守护这些坟的 怕被人给到了 可赵子龙一看到那守灵人的房子 立马就朝边上窜了过去 还招手让我快点跟上 他这么做 是怕被守灵人给发现了 我看到偷偷摸摸的他 心里更加疑惑了 总觉得他要做啥不好的事 但我还是忍着没有问出来 跟着他在坟山里窜了一会儿 赵子龙突然在一所插着 招魂帆的新坟面前停了下来 还说了一句 终于找到了 我打量了一眼这新坟 应该是刚刚埋的 边上的纸钱都是新的 但这一看 我也注意到了一点 这新坟的墓碑被人拔了 只看到那坟头的地面上 有一道墓碑插过流下的坑 这坟山的坟本来就不少 而且 这坟又埋得很偏僻 要不是这插在坟边的招魂帆 恐怕根本不好找 我还在打量的时候 赵子龙就开始从包里 拿出了一把小铲子 一看到那把小铲子 我心里当即冒出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连忙问他 子龙 你到底想干啥 听到我问他 赵子龙好像显得一点也不惊讶 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跟着才认真地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回答我 挖坟 取石油 啥 挖坟取石油 我听到他口里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 当即就惊呼了一声 打死我也不会想到 赵子龙会带我来干这种损应得的事 初九 你没听错 就是挖坟取石油 赵子龙看到一脸惊慌的我 好像早就猜到了 我会有如此震惊的反应 依旧是很镇定地看着我 眼神没有半点的躲避 看到那镇定的眼神 我也才镇静了下来 不解地问他 子龙 我们是修道之人 挖死人坟 是会被人在背后戳几两骨的 你咋会做这种事啊 要是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了 该会有多伤心 我真的想不通 完全想不通 赵子龙在我的印象里 一直都是顶天立地 行善积德之人 咋会帮人做这种事 初九 我的话好像让赵子龙有些羞愧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眼神已经看向了别处 平静地说 初九 一直以来 我都不是帮人捉鬼驱邪 而是帮这个神秘人做事 帮他套那些贪官的钱 帮他盗墓 我知道我做这些事 丢了修道之人的脸 可我要是不这样做 我没办法养活你们 师父受到三师古毒的折磨 需要的药材很昂贵 我下山做事那会儿年纪还小 那些有钱的人 担心我是骗子 不会请我 是这个神秘人找到了我 给了我很高的报酬 才可以有钱买药材 让师父续命 让你们生活得更好 但我可以给你保证 我绝对没有做伤人害命之事 我赚到的钱 只留下买药材 和我们生活的钱 其他的 我都捐给了那些穷人 今天我带你来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到底在做什么 初九 你的手是干净的 我不会让你弄脏了 为了救师父 我什么事也可以做 哪怕是挖坟取石油 要是有一天 师父知道了 我就自稳在苗王冠 只希望我死后 你能把真相告诉给师父 好吗 听完赵子龙这番话 我就彻底地待在了原地 心里五味杂陈 很难受 堵得慌 我没想到 平日里我和萧瑶子吃的 用的 都是子龙 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换回来的 他每次回来受的那些伤 也是希望我们过得更好 可那会儿 他只有十四五岁 却承受着一个家庭顶梁柱 才会承受的压力和重担 他成长的这些年 远远比我艰难百倍 初九 不要恨我给你丢人 我只是希望你 保持着盗门的初心 干净如初 嘿嘿 赵子龙温暖地朝我笑着 说完就跪在地上 开始用铲子刨坟了 在看到他那个 一如既往干净的笑容时 我的眼泪就无声地流了出来 我怕被他看见 当即抹掉了眼泪 扑通一声跪在了坟边 笑道 子龙 我帮你 说完就开始用我的手去刨坟 赵子龙看到我的动作 先是一愣 想要阻止我 却是被我提前打断了 子龙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们手脏 但心里干净 赵子龙听到我的话 抓了抓后脑勺 跟着就笑了起来 继续刨坟 我们两人刨坟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棺材给刨了出来 一看到这棺材 赵子龙就变得严肃起来 提醒我 小心一点 我也发现了 这棺材的不对劲 棺材只是一口内棺 没有外面包裹的棺果 而且还是用普通的木板做的内棺 还没有上漆 但棺材盖上 却是用黑狗写化了一道很大的正轨符 我数了一下 那打在棺材盖上的棺材钉 刚好是八根棺材钉 棺材钉是用枣木做的 能防止脏东西冲撞棺材抢坟 但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棺材钉的数量不对 不管是弃坟酱 还是卖棺材的人 他们都只会准备七根棺材钉 绝对不会打八根棺材钉 七钉入关 寓意着魂归尘土的意思 赵子龙也看出了不对劲 看了我一眼 疑惑地说道 初九 这棺材盖上有正轨符 按道理说 应该是个行家的手笔 但却是打了八根棺材钉 我怕这棺材里 不是葬着一个人 怕是一棺双葬啊 我也很是不检 摇了摇头 说 不管了 既然那个人要让我们取石油 那我们照做就是 就算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就超度他去阴曹地府 顺道减轻我们自己的罪面 嗯 赵子龙点点头 递给了我一把匕首 我拿着匕首就趴在了坟边 把匕首插进了棺材盖 和棺身的缝隙中 赵子龙则是趴在了另一边 彼此点点头后 同时一发力往上撬 顿时 只听见啪的一声响 棺材盖直接被我们给撬了起来 那打入棺身中的八根棺材钉 也是脱落了出来 子龙 小心点 我提醒了一声 跟着两人再次用力 直接把棺材盖撬开了 那棺材盖一被我们撬开 里面就浸出了一股股的冷气 我和赵子龙赶忙往后一滚 避开了这阴气轻体 这阴气不是好东西 要是普通人被冲撞了 恐怕一辈子都怕冷 而且很容易生病 我点燃了三炷香 插在坟头之后 赵子龙就把棺材盖给掀翻了 棺材盖一掀开 我们当即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着棺材里 躺着一具年轻的女尸 恐怕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白色的素裙 不知道埋下去了多久 竟然一点腐烂的味道都没有 但更邪乎的是 她的肚子是鼓起来的 应该是有了几个月的身孕 胎死腹中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暗教不好 胎死腹中 母子大怨 要是闹出点啥动静 就不好对付了 我们现在是离闲之间 没有退路了 赵子龙让我给她压阵 她自己则是把几根红绳 并成了一个圈挂在脖子上 又在嘴里叼了三炷香 慢慢地像蜘蛛一样 趴在了棺材上 她的双手和双脚 都支撑在棺材上的 只有嘴可以动 她动了动嘴调适了方向 那嘴里叼着的三根香 就刚好够到了 这女士的鼻子下方 这香刚一钻进女士的鼻子里 突然间 女士的头就猛地抬了起来 就是那一刹那 赵子龙脖子上的红绳圈 就套在了她的头上 随着赵子龙一抬头 那红绳圈 就直接从女士后脑勺上滑了下去 刚好套在了她的脖子上 在套住了女士的脖子后 赵子龙就开始慢慢抬脖子 她一抬脖子 那套着他们俩脖子的红绳圈 就绷紧了 女士的脖子 也是慢慢被红绳圈抬了起来 直到那女士上半身坐立后 赵子龙连忙把嘴里叼着的三柱香 放到女士的下巴熏 在那三柱香的烟熏之下 这女士缓缓张开了嘴巴 只看到一缕黏乎乎的淡黄色液体 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 正是湿油 赵子龙赶紧用准备好的瓷器瓶子去接 等那三柱香快熏完的时候 这女士的嘴巴才闭上了 而女士那张原本有些发肿的脸 在被取了湿油后 竟然变得干枯了起来 脸上更是出现了无数的黑纹 看起来异常的猙獰恐怖 赵子龙取了湿油 就用匕首割断了红绳圈 那女士当即倒了下去 可就在赵子龙撑着棺材爬起来的时候 周围就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把那地上的纸钱刮得到处都是 而那坟头的三柱香 也是咔嚓一声就断了 我当即回头一看 正好就看到那女士 鼓着的肚子动了一下 我看得千针万雀 在坟头的三柱香断掉之时 我刚好回头就撞见了 那女士的肚子 的确往下滑动了一下 我担心会有啥变故 立马冲过去 把赵子龙给拉了过来 那瓷器瓶子没上盖 石油荡了不少出来 赵子龙连忙散上了瓶盖 一回想刚才那种怪风 突然叫不好 该死 今天不会是这女士的头七吧 她这么一说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还没说话 周围突然变得阴冷了起来 来了 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声 赵子龙就和我背靠着背 我们手里同时夹着一张灵符 开始环顾四周 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凌厉的阴风 直接朝我们撞了过来 我和赵子龙 赶紧又被撞了一下对方 两人当即分开 就在分开的瞬间 那阴风直接从我们的缝隙中穿过去 我手腕一抖 腹部下丹田那股像小鱼苗一样的真气 瞬间流窜到了我肩膀处的天宗学 天宗学正是负责活人肩膀上的两处阳火 那阳火直接被真气催到了手指上 阳火点灵符 滋拉一声 我食指和无名指甲的灵符就燃烧了起来 我看着那逃窜的阴气 猛地扔了过去 直接把那团阴气给点燃了 那阴气一被灵符点燃 当即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惨叫了几声 那阴气就凝聚出了鬼魂 赵子龙见状连忙扑了上去 用红绳套住了他的脚 猛地把他拉到了地上 这女鬼被灵符点燃了 身上不停地冒黑气 惨叫声也是不绝于耳 听得人头皮直发麻 而赵子龙把这女鬼拉下来后 就赶紧用灵符镇住了他 这女鬼是个新鬼 怨气也不重 应该是疾病而亡的 不是死于疤烂 还成不了气候 冒犯了你的尸体 实属无奈之举 但我会超度你 和你胎死腹中的婴儿 让你们来世再做母子 也希望你在阴曹地府 帮我在阎罗王面前 每言上几句 我们都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只想作为补偿 把他超度了 不然的话 他只会变成一个孤魂野鬼 真的 这女鬼似乎不相信我 怯声声地问道 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 她还是很忌惮我们 嗯 赵子龙点点头 承诺说 要是我做不到 你尽管诅咒我 我觉 阴阴 阴阴 而赵子龙话还没说完 我们背后突然传来了一阵 婴儿的阴阴哭声 这声音奶声奶气的 但听起来阴森森 我赶紧一回头 这一看 眉头就皱了起来 只见一个又黑又皱巴巴的小婴儿 正慢慢地从女尸 下体裙白口的地方爬了出来 她爬出来的时候 那裙白口的地方 更是浸出了一滩黑血 这婴儿应该是刚成型 脸上没有一点血肉 就好像一张又皱又黑的皮贴在了 她身上一样 她那双眼睛 更是灰蒙蒙的一片 连眼珠子都看不到 但嘴里 却是长满了像锯齿一样的尖牙 抓着那连着她的旗带猛的一咬 直接把咬断的旗带吞了下去 我看得有些出冷汗 一尸两命 那下葬的先生 本来把他们封印得好好的 现在我们破坏了他的封印 反倒是把他们给惊醒了 我正茫然 谁晓得这婴儿突然看向了我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初九 小心尸毒 赵子龙见状立马大喊了一声 我知道尸毒的厉害 手上没有法器 不敢空手去对付他 就赶紧往边上跨了几步 可我这一躲 这婴儿就朝我们来的路跳了出来 他是想要逃 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不然成了气候 不知道会害多少人 在我意识到这点后 刚一动 那大镖不知何时冲上来了 手中拿着乾坤袋 直接把那婴儿给装了进去 快解决了这女鬼 填好坟 我在下面等你们 说完就啥事 也没有得走了 女鬼看到自己的孩子被人带走 就淒厉地叫了起来 不停地用身体来撞灵符 想去找他孩子 可他的道行太低了 破不了灵符 反倒是把身上撞得直冒黑烟 我答应你 帮你找回你的孩子 也一定会超度他 但你不能心生怨气 不然你只能变成恶鬼 赵子龙看得于心不忍 有了意识自然心疼度中的失音 但他没有办法 只得答应了赵子龙 赵子龙见他同意了 就把他收进了杂狱里 填好了坟 就带着他一起下了坟山 在下去的路上 我就问 子龙 这神秘人到底是谁 我总觉得 他不是个好人 我也没见过他的样子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大镖和我联系的 从我第一次下山去做事开始 他就让大镖找到了我 看样子 赵子龙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但这人让我们做这些事 一定不是善来 很明显 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只取石油 而是要刚才那个胎死腹中的失音 他在利用我们 但为了救师父 我们只得硬着头皮上 下了坟山 大镖就把车子开了过来 一上车就问 赵子龙 那女鬼解决了没有 嗯 已经让他魂飞魄散了 赵子龙点点头 把装作石油的瓶子瓷瓶递给了他 说 彪哥 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他啥时候帮我去除我师父的三尸古毒 大镖接过了瓷瓶 满意地笑了笑 说 赵子龙 不要着急 主人还要你们做一件事情 事成之后 主人自当会帮你师父 治好他体内的三尸古毒 你 我们被耍了 赵子龙当即要发作 但想到了师父的三尸古毒 还是压住了火气 咬牙问 说吧 还有什么事 但你知道我的原则 伤人害命之事 我绝对不做 大镖呵呵一笑 放心吧 主人知道 你性格的 不会让你 去做伤天害理之事 他要你做的 就是去降水村 找一口有铁链子的井 找到了 你们的任务就完了 刚得到了偷胎死父中的死鹰 现在又要让我们去找一口 带铁链子的井 这神秘人 到底想干啥 也不知道为啥 我心里总觉得悬空空的 不踏实 而赵子龙怕他们 还会没完没了 就冷冷地丢下了一句话 好 我帮你们找 但要是再出幺蛾子 我们两兄弟 也不是吃素的 你尽管放心 以后我们 可还要合作呢 大镖皮笑若不笑地说了一句 跟着才开车 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镇 名叫降水镇 还没到镇上 大镖就让我们自己徒步进去 说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还嘱咐我们 一找到那口井 立马给他打电话 交代完了 就开着车把那诗鹰带走了 我和赵子龙 不敢担个时间 连夜进了降水镇打探情况 这降水镇很冷清 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 当 就在我和赵子龙 要找亮灯的房屋打探消息时 突然就听到了前面转角的地方 传来了一道敲锣的声音 这声音响起得很刺耳 我们连忙朝那转角看过去 还没看到人 就先听到了打羹的吆喝声 一羹入夜 众声歇息 二羹夜醒 众声回避 三羹轮回 子丑交替 听到这奇怪的打羹吆喝声 我和赵子龙都愣住了 这个年代 早就没有打羹人了 可咋会在这冷清的小镇狱上 正疑惑 就看到一个挑着白灯笼 提着铜锣的老伯走了出来 他看起来岁数不小了 脸上全是皱纹 背也脱了 身体好像很差 一吆喝完就咳嗽了起来 我先打量了他一番 确定他不是鬼魂后 赵子龙才上去问路 老伯 请问响水村往哪儿走 奇了怪了 谁知 赵子龙一问 打羹的老伯就嘀咕了起来 今天是啥日子 咋这么多人打听响水村 嗨嗨 打羹老伯咳嗽了两声 我正要问咋回事 谁晓得他就猛地抬起头 突然变得很严肃可怕 道 小伙子 回去吧 响水村 不是活人该去的地方 那是一个坟村 而且啊 晚上还会闹鬼 如果我们是普通人 肯定被这打羹老伯给吓住了 正因为这样 我和赵子龙才觉得 这事儿 有古怪 特别是这打羹老伯说 还有其他人来打听响水村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 他们肯定也是去找东西的 极有可能 也是找那口带铁链子的井 而这打羹老伯 把这响水村说得如此邪乎 那就更加说明了 这地方没我们想得这么简单 特别是子龙背后的那个神秘人 一定有啥目的 不然也不会平白无故算计 我们去惊醒 那胎死腹中的失音 我和赵子龙似乎想到一块去了 两人彼此会心地点了点头 赵子龙才拉着打羹老伯 老伯 实不相瞒啊 我们是刚下山的道士 是来锻炼修行的 师父目的 就想让我们多看看那些邪乎的东西 从而增加自己的修为 出生牛犊骂 你就成全我们吧 你们想去我也拦不住 之前那些人比你们还固执 嗨嗨 打羹老伯一说 又开始咳嗽了起来 感觉好像肺都快咳出来了一样 我一听到这儿 也是好奇了起来 就问 老伯 那些人 他们是干啥的呀 我也不知道呢 打羹老伯摇了摇头 但我看他们大包小包的背着 人数还不少 怕是想去降水村到坟吧 那地方穷疙瘩一个 这些人鬼迷了心窍 怕会出事哦 打羹老伯说的模棱两可的 我感觉 他好像很熟悉这个地方 我看他要继续去打羹 就连忙问他 老伯 那去降水村咋走 往西三十里就到了 但老伯还是劝你们啊 回去吧 嗨嗨 打羹老伯一边咳嗽 一边摇头叹息 继续去打羹了 等他走了 赵子龙才说 初九 我咋觉得这地方有些不对劲啊 我以为就咱去 没想到还有其他人去了 嗯 我恩了一声 既然来是为了救师父 我倒是不担心邪乎的事 我就想不通 你背后那神秘人到底要干啥 还有打羹老伯说的那些人 他们又是咋知道的 赵子龙也是疑惑了起来 沉思了一会儿 才说 我在想 打羹老伯说的那些人 会不会是现成白家的人 现在道观衰落 是因为那些道门家族的崛起 有点道横的人 都成立了自己的家族 普通人遇到了邪士 都会花钱请他们帮忙 这现成的白家 就是最大的道门家族 几乎垄断了现成的白市 以及风水行业 但他们被地理 也是无保不道 我担心 这些人就是白家的人 道门家族的事情 我之前也听师父说过 这些都是道家的弟子 后来学成了之后 就下山去打着幌子赚钱了 也使得现在的道观开始没落 但这也说明了 那神秘人要找的那口井 还有带走的诗音 一定和这响水村有啥关系 我们也没耽搁 就往西边的方向走 赵子龙拿出了罗盘 找准了位置后 我们就连夜去找响水村了 三十里地 要走些时辰 我们出了小镇 路就开始不好找了 几乎都是荒路 那野草都长到了腰的位置 好像很多年没有人来过了 走了一会儿 就看到一条被踩塌出来的小道 从留下的脚印来看 这群人大概有头十个人的样子 我们跟着这脚印走了一段路 在一片树林前就断了 我们之前从远处看过了 穿过眼前这片树林 就会有一座小山 按照打根老伯说的路程来看 应该翻过那座小山就到了 我和赵子龙也没想啥 直接进了林子 这林子里的松树很密集 抬头连月亮都看不到 走一会儿就觉得很压抑 而越往里面走 我们就发现 里面起了白雾 不是鬼雾 就是天然形成的雾气 只是很浓郁 可我刚呼吸了几口 就觉得有些呛鼻 而且还有一点血运感 赵子龙也发现了 赶紧朝我喊道 初九 这是瘴气 有毒 一听到是瘴气 我就不敢呼吸了 连忙捂住了口鼻 而赵子龙则是从衣服上 撕下了两块布条 用水打湿后 就让我用来捂住口鼻 我一直待在苗王关 根本不知道 啥叫瘴气 赵子龙才给我解释说 有一次他帮神秘人盗墓 就遇到了瘴气 差点昏死在了墓室 后来 是用尿打湿了衣服 才捡回了一条命 他一边给我说 一边在前面带路 最后干脆用跑的了 很是难受 眼泪都被熏出来了 我正要让赵子龙加快速度 谁知 他却突然停了下来 初九 你有没有发现 这林子并不大 我们走了这么久 应该早就出去了 可我们 好像还在林子深处啊 他这么一说 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按照我们的矫程 应该早就出去了 可放眼一看 前面还是一片 黑漆漆的松树林 根本没有走出去 难道是鬼打墙 我当时一个反应 就是鬼打墙 赶紧拿出了三炷香 点燃之后 就在前面焚香借到了 也没有注意脚下 一个劲的就往前跑 可谁知 刚跑了十来米 我脚下就踩到了 湿漉漉的土地 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脚下踩着的地面 突然往下一沉 我整个人就跟着陷了进去 这一陷下去 我就连忙用手撑在地上 想爬起来 可这地面也是软的 我一用力 也是陷了下去 根本使不上劲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往下沉 子龙 是沼泽 别过来 赵子龙在后面断后 光线不好 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情况 一个劲地就跑了过来 在我大喊了一声后 他才猛地回过神来 一只脚已经陷了进来 但他的反应很快 另一只脚还能使劲 猛地扑过去 抱住了松树 该死 初九 你逗我 我马上来救你 赵子龙骂脸了一声 就去找东西了 而我下沉的速度越来越快 转眼间就已经沉到了脖子的地方 再这样下去 我肯定会被沼泽吞下去的 来 抓着树干 就在那腥臭的沼泽 到我嘴巴的位置时 赵子龙的树干就伸到了我的面前 我一把抓紧了树干 他就把我给拖了起来 一拖起来 赵子龙就累得倒在地上直喘气 太不小心了 这事儿我都给忘记了 有瘴气的地方 十有八九会有沼泽 还好咱俩没同时落下去 不然 今天就在这儿了 我心里也是后怕 这沼泽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是我没先发现 我们的小命 肯定就栽到这儿了 一冷静下来 我心里就证实了一个事儿 我拍了一下赵子龙的肩膀 说 赵子龙 这不是鬼打枪 而且 那些人的脚印 在树林前就消失了 竟然也没碰到他们 他们应该是走出去了 我们得想办法走出去 不然会被困死在这里面 嗯 赵子龙从地上坐了起来 不知道在想啥 想了一会儿 突然想到了啥 眯着眼睛看向了我 初九 是不是那打更的老伯 他故意让我们走这条道 就是想让我们进这林子 然后困死在这里面 要真的是他 那就说明他不想让我们 找到降水村 有喝 还不算太笨吗 不然的话 连死了也是两个糊涂鬼 可就在子龙话音刚落之时 我们的背后 突然想起了一道嬉笑的声音 听到这嬉笑的声音 我和赵子龙 几乎是同时回头去看的 手里也拿出了匕首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危险 而我们一回头 就看到一个 年纪和我们差不多的年轻人 体型有些胖 脸上是笑眯眯的 看到我们手中的刀子 连忙挥了挥手 两位小哥 别紧张 何气生财吗 你是谁 我警惕地看着他 大半夜来这树林的人 肯定不是简单人 我第一个念头 那就是 这人也是为了降水村而来的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王磊事业 这王磊黑黑一笑 边介绍边朝我们走了过来 既然都是走夜路的人 不如结个半吧 不知两位小哥如何称呼 王磊说话脸上都是笑眯眯的 给人一种自来熟的亲切 一看就是个老游子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还是自我介绍了起来 苗王岭 李初九 这是我师兄 苗王岭 赵子龙 苗王岭 王磊仰头思索了一下 继而认真地说 不知道 不过 看样子 你们应该也是要去降水村吧 而且 也是那个镇上的打羹老伯 给你们指的路吧 王磊一问 赵子龙就拉了我一下 示意我提防着王磊 我恩了一声 把匕首给了收了起来 毕竟咱是两个人 没理由怕他一个 没错 我们是去降水村 你说的对 是那打羹老伯给我们指的路 这才闯进了这有瘴气的林子 赵子龙敷衍了一句 王磊就摇了摇头 说 看来 这次来降水村的人 还真不少啊 那打羹老头 都给我们指了错的路 很显然是想让我们死 那打羹老头 不简单哪 我笑了笑 反问他 不知兄弟 你来降水村干啥 我问他的时候 王磊就眯起了眼睛 脸上依旧是笑嘻嘻的 我这人喜欢凑热闹 来凑凑热闹罢了 不过啊 这儿没有我 你们还真走不出去 王磊很聪明 几句话就盖过了重点 把自己来的目的 巧妙转移了 但他后面这句话 还是让我来了兴致 实不相瞒 我们的确被困在了这里 以为是鬼打墙 结果又不是 我们怕乱闯 还会遇到其他的东西 没错 这不是鬼打墙 而是八卦阵当中的八阵图 共有八门 一门为生路 其余皆是死路 我一说 王磊就顺着我的话往下说 赵子龙起疑了 就问 王磊 你到底是谁 其实啊 我是个风水师 可能我外表看起来 有点五大三粗的 你们估摸着 我应该是个粗人 嘿嘿 王磊说到这儿 又嘿嘿一笑 不过呀 我还真是个灵活的风水师 你们跟着我 兄弟带你们出去啊 王磊说 要带我们出去 我就赶紧给他让了条道 只见他手里拿出了一个 看风水用的黄铜锣盘 看一会儿锣盘 又看了一会儿周围的情况 手一招 走 初九 小心这人 这人不像外表那么简单 赵子龙担心我 就让我走后面 他跟在王磊的后面 我们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免有啥不测 王磊拿着锣盘在前面带路 嘴里也是吆喝了起来 先天八卦 前三连 坤六段 离中虚 后天八卦 一鼠砍来二鼠坤 三阵四驯 是中分 五鼠中攻六前市 七队八根九离门 九九归一是生路 砍位乃是逃生路 王磊一边找位置 一边拐来拐去的换方向 别说 跟着他这么转了一会儿后 我们还真的从树林里转了出来 这响水村 居然有人用天然的地形 设置了八卦阵来保护 看来 有高人 王磊眯着眼睛一笑 那样子 真让人捉摸不透 我和赵子龙虽然会倒数 伸手也不算太差 但却是对风水和卦阵 完全不了解 我担心到了响水村 还会遇到这样的卦阵 心里就想着把它拉拢 可我还没开口 王磊就先开口了 李初九 赵子龙 这响水村 可能不太平哦 要不 咱三儿结个萌 要是遇上了啥事 还能有个照应 我看两位天庭饱满 中气十足 是好人之相 我这人不怕教好人 就怕教坏人 王磊说话 完全是滴水不漏 又抬又压 堪比那些算八字的江湖骗子 而且 他这人总是笑眯眯的 让你感觉又放心 又不放心的 我看了一眼赵子龙 赵子龙嗡了一声 说 好 那咱们三个就一起吧 决定了之后 我们也没有耽搁 直接朝响水村出发 差不多二十来分钟的样子 我们才爬上了眼前的山头 一爬上山头 我们就看到 不远处的山坳下 出现了一个村子 这村子四面环山 高耸入云 完全把这村子 和外面的世界隔断了 而且 这村子周围 更是有两条江流环抱交汇 远远看去 这村子就好像是 从江里冒出来的一样 特别是那月亮 就挂在我们正对面的 那个山头上 那山头的山脉 好像有一个缺口 而月亮就搁在了那缺口上 那月光 正好四十五度地 照射进了降水村 不得不说 此时的降水村很美 双龙捧月 水龙环绕 前有看 后有照 看来错不了啊 他娘的 看得我心痒痒啊 王磊看到这风水 羡慕得爆粗口了 赵子龙一直怀疑他 见他这么一说 就走到他边上 王磊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神秘兮兮的 王磊呵呵一笑 打着雅弥说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留个念想 你们好记着我呀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是问不出啥来了 就继续往山下走 下了山 过了桥 我们就进入了降水村 我一直在注意周围的情况 但并不像是 打跟老伯说的那样是坟村 到现在 我是一座坟 都没有看到 这村子 是以原型来建造的 家家户户的老房子 都是分开的 没有挨在一起 但又对得很整齐 我数了一下 不多不少 正好是36户人家 我们一进这村子 就感觉很冷清 没啥人气 好像平日里住的人并不多 才会造成人气少的原因 人气也是活人的生气 我们的目的 是来找那口带铁链子的井 所以从一进来开始 我就一直在观察这村子的情况 可进村了大半天 我却是一口井 也没有发现 而就在这时 赵子龙好像发现了啥 你们看 前面的房子有光 赵子龙一说 我和王磊 就同时看了上去 果然 在后面的一堆老房子中 有一间房屋 是亮着灯的 去看看 顺道打听一下情况 我们凑过去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有两个人 在守门 一看到我们 立马不耐烦地赶我们走 滚吧 这地方 我们白家站了 听到这语气 王磊第一个不乐意了 这地方你们白家的 你咋不说地球 都是你们白家的 你累得我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用得着你们两个 看门狗朝我交换 找死 这两个看门的 难受得了这份气 吼了一句 就要上来招呼王来 吵什么吵 让你们别惹麻烦 就在这两个 看门的药冲上来时 那屋里突然传来了 一道呵斥的声音 跟着就听到一声 开门响声 从里面走出来的两个人 而在看到其中一个人时 我和赵子龙便同时一颤 完全呆住了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因为我们打死也不会想到 从里面走出来的人 其中一个 竟然是左因 打死我也不会认错 那个杀了我娘 我奶奶 我四叔的罪魁祸首左因 就算她化成了灰 我也认得她 我原本以为她已经被 那个带我娘走的人 给杀死了 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竟然会在这个地方遇到她 这可能就是命 她欠我的 必须还给我 经过这七八年 她也应该有三十多了 看起来比当年 在麻沟村的时候 老了不少 但那眼神里 却是透露着一股子 岁月沉淀的凶狠 我一看到她 就愤怒地浑身发抖 拳头也是 握得咔咔直响 赵子龙见我情况不对 立马按住了我的肩膀 初九 现在不是时候 她和白家的人在一起 时隔这么多年 我们的样子也改变了 她应该认不出来 一定要稳住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不能功亏一篑 赵子龙这么一提醒我 我才平静了下来 嗚了一声 也没有说话 但心里却已经动了杀意 她必须死 和她一起出来的 是一个年轻人 大概有二十几岁 长得有几分英俊 看起来很斯文 赵子龙说 她是白家的少主白城志 外表看起来很随和 但实际上 是个心狠手辣之人 白城志看到我们三人后 客套地笑道 几位 不好意思 我们先来 你们可能得另寻歇息的地方了 这才向人说的话 你客气 我们也客气 不然 别说你们几个 还多来点 你累爷我也不放在心上 王磊冷笑着说了一句 转身就招呼我们走 我们刚走 谁知那左鹰就喊住了我们 等等 他这一喊 我和赵子龙就看了彼此一眼 暗中握紧了匕首 心里已经打算好了 如果他把我们认出来了 那就先杀他 啥事 王磊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左鹰笑了笑 说 我是提醒各位 这村子很邪门 这屋子也很邪门 世道不太平 没事别出门 他没有认出我们来 我和赵子龙才松了一口气 而王磊则是呵呵一笑 说 磊爷不是下大的 啥也不喜欢 就喜欢邪 说完 就拍着我俩的肩膀走了 一离开这个范围 王磊就说找地方先休息 找了一家老房子 敲了敲门 里面没人回应 王磊才试着推了推门 谁晓得 这一推就给推开了 王磊拿手电筒往里面一照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他吓得叫了一声 跳出来就搂住了赵子龙 害怕地说道 我去 吓死老子了 我也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接过手电筒 就往里一照 这一照 我才发现 这屋里竟然有一所坟 而且 这偌大的堂屋里 除了一所坟 就只有一张八仙桌 那八仙桌上 还有几根白竹 白竹燃了一半 并没有燃完 确定了没有其他的东西后 我才放下心来 这里面就一所坟 没有脏东西 磊爷 你刚才不是说 你啥也不喜欢 就喜欢邪吗 赵子龙打笑王磊 王磊为了挽回刚才的失态 便解道 我是说 我不怕邪 但我没说不怕坟啊 这他娘的邪门了 想我活了二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把坟埋在自家房子里的 王磊说的没错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 把坟埋在房子里的 冷不丁地闯进来 肯定会被吓一跳 我拿着手电筒 又去其他的房子看了一下 竟然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房子里都没有人住 只埋了一所老坟 这响水村到底咋回事 竟然全都在房子里埋坟 而且 更是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 那打跟老伯说 这里是坟村 之前我还怀疑 可现在就真实地摆在了我的眼前 我们不敢留在外面 就找了一所老房子住了进去 点燃了白蜡烛后 三个人就这样坐在地上 我心里一直想不明白 赵子龙背后的神秘人 到底为啥会让我们来这个村子找一口井 而且 左鹰也没有死 还和白家的人混在了一起 这响水村 一定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看了一眼在抽烟的王磊 直接开门见山地给他说 王磊 说实话 我们来这个地方 是为了找一口井 我们既然结盟了 你就应该告诉我们 你来的目点 我之所以告诉他 是想从他口中打探这个地方 那白家人来的目的 肯定也是一致的 要是打探出来了 我也能知道 那个神秘人的目的 王磊眯着眼睛笑了笑 说 他们来是找东西的 这个地方比想象中的还要邪门 但我不知道他们来找啥 至于我吗 是受人之托 来找一个人的 和你们要找的东西 没有任何关系 王磊越是这样 我就越看不透他 问不出来 我也没有问了 就让他们休息 我去守夜 我没有睡意 一看到左鹰 就想到麻沟村的一切 这个人 必须死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半夜 我就困得不行了 靠在门上就睡了过去 也不晓得睡了多久 突然听到了 有人喊出事了 我当即惊醒了过来 连忙跑了出去 一跑出去 就看到有几人 打着手电筒 朝村子里面跑 赵子龙和王磊 也被惊醒了 出来看到后 我们三就追了上去 一直追到村子 最深处的地方 才看到他们 在一处庙宇面前 停了下来 我们之前都还没有注意到 这村子里还修了庙 往前一看 才看到那庙子上面 挂了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城隍庙三个大字 城隍庙是供奉阴司的地方 专程负责这一代的阴魂 好比古代的县衙 这个地方 只要有人正常死亡 他们的阴魂 就会被阴司带到阴曹地府 这城隍庙看起来很破旧 应该有不少年的历史了 而城隍庙的门口 还中了两棵大柳树阵门 那紧锁的大门门梁上 还挂着一对白灯笼 这白灯 是给鬼引路的 而这些拿着手电筒的人 正是白家的人 有六七个 为首的是白城志和左阴 只看到他们的手电筒 往上一照 我们就看到那柳树上 竟然挂着两具尸体 起初看还不觉得害怕 仔细一看 我的头皮就发麻了 因为这两具尸体的脸没有了 那张脸 好像是被人完整地割下来了 只能看到血肉模糊的一片 他们应该刚死不久 那鲜血症 顺着他们的尸体 滴到了地上 还没有凝固 少主 是晚上守门的两个弟子 我认得他们的体型 这时 白家的一个弟子 忽然开口道 一听到死的是 守门的那两个人 赵子龙就看着王磊 王磊 是不是你动的手 王磊直摇头 说 我可不喜欢杀人 更不喜欢血 要杀 我也会用风水术来杀他们 王磊笑嘻嘻地解释着 我没有说话 心里在想 如果不是王磊杀的 那就意味着 这村子里 还有其他人 就在我想到这的时候 城隍庙边上的一所房子 突然出现了光亮 是有人在里面点了白烛 特别是那窗户 印出来的影子 正好是两个人的影子 好像还在穿衣服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都警惕地 盯着这老房子 特别是白家的人 都在掏家伙事了 只等着那屋里的人出来 我也在死死地 盯着那老房子里的动静 等了差不多十来秒钟的样子 那房门才打开了 只见一个老爷爷 端着一根白蜡烛 看到我们这儿 有手电筒的亮光 就扯着嗓子朝我们喊 求你们别来我们村偷东西了 都偷光了 啥也没了 只剩下我们这两个老不死 还有屋里的那些坟了 放我们一马吧 这左鹰很精明 在老爷爷说话的时候 他就故意用手电筒 照了一下他的影子 看到那地上有影子 这才走过去打招呼道 老爷爷 我们不是来偷东西的 是来帮你们的 我也没想到 整个村子的屋子都没有人 唯独这城隍庙边上 还住着两个活人 不是偷东西的 那你们进来坐吧 外面冷 这老爷爷 听到不是偷东西的 就招呼我们这些人进去坐 我心里疑惑重重 也想进去看个究竟 就跟着白家的人一起进去了 一进去 才发现这屋子里没有埋坟 有桌子板凳 还有火炉 就是很普通的农村家庭 而这屋里住的两个老爷爷 岁数都不小了 应该有七十岁上了 他们穿的是老式的中山装 衣服上还打了好几道补丁 我们围着八仙桌坐下来后 这戴着帽子的老爷爷 就热情地招呼我们 老陈啊 给他们倒碗水 好的 老之说 在他们的短暂交谈中 我才明确了他们的身份 戴帽子的这个 是他们村之前的老之书 倒水的这个老爷爷 留着很长的白发 但是乱糟糟的 有点像是金毛狮王 老之说 你说 你们享水村经常被人偷 这是怎么回事 左鹰喝了一口水 就开始问了起来 唉 老之书一听到这个问题 就叹息了一声 点燃了一卷山烟 巴达巴达吸了两口后 这才说 是啊 前些年生 经常有人来我们村偷东西 只要值钱的 都给拿走了 现在啊 就剩下我们这两个老不死的了 老之书说到这儿的时候 一脸都无奈 额头上的褶子都叠起来了 话说到这儿的时候 白成志就接过了话 老之书 你说这享水村 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其他人去哪了 我倒是看你们村子很奇怪 家家户户屋里 都埋了一所坟 您是老一辈的人 您应该知道 这种是不吉利 也是丧葬禁忌 不得不说 这些家族的人 还有跑过江湖的左鹰 都是无比的圆滑 一直在套老之书的话 唉 只听老之书常常叹息了一声 说 我们村子之前有36户人家 也算人丁兴旺 可后来村里发生了瘟疫 都死了 只差死绝了 老之书说到这儿 眼睛就湿润了 白成志连忙安慰了一句 老之书摇了摇头 笑道 没事 都过去了 我和老陈氏捡了一条命 我们去外面找医生 等我们把医生找回来 就死绝了 我们两个老头子 没力气给他们上山挖棺材 就只好把他们埋在了自己的家里 一所坟里啊 都埋着一家人 后来 那些偷东西的就来了 老之书回忆到这件往事的时候 也是终于忍不住了 捂着脸痛哭了起来 我看得心里很难受 仿佛就像几年前的麻沟村一样 那种没有人帮助的绝望 让人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现实 我原本想上去安慰这老之书的 但左阴在他边上 我不敢乱来 怕打草惊蛇 没事的 老之书 我白家虽然没有几个钱 但可以让你和陈老伯以后衣食无忧 白成志握着老之书粗糙的手 承诺道 小伙子 谢谢你的好业 我和老陈就想在这守着他们 落叶归根 老之书抹了抹眼泪 婉拒了白成志的好意 而这时 左阴又顺势接上了话 老之书 我听人说 你们这儿有一口井 可我来找了一阵 也没看到你们村子有井 一听到他们也是来找井的 我和赵子龙 就默契地看了彼此一眼 果然不出意料 他们也是来找那口井 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 那口井到底是啥东西 左阴问老之书的时候 我也在盯着老之书看 只见老之书正一下 说 井 我们村没有井啊 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在村子边的江里取水 从来不挖井的 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 或者被人骗了呀 入村之前 我其实也一直在留意 这村里的情况 确实没有看到有井 而且 这村子边上就是两条江 水源充足 完全不用挖井取水 那是多此一举 但为啥 那个神秘人会让我们来找井 还有这白家的人 也是冲着那口井来的 这一点 我想不明白 这样啊 左阴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没有显得半点失落 依旧是客套地说 老之书 那你不介意 我们在你们村子待上几天吧 等我们休息几天 便离开 没有关系 你们尽管住 反正平日里 就是我们两个老不死的 多几个人也热闹 只是我们这啥也没有了 怕怠慢了你们 老之书委婉地说道 老之书严重了 你不用管我们的 那我就不打扰 你们二老了 你们好生休息 白诚志起身告辞 老之书让陈老伯送我们出来 我见状 就率先和赵子龙他们走了出来 刚走到城隍庙门口 就被白诚志里喊住了 三位 我两个弟子的尸体还挂在这儿 你们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听到这话 我就知道坏事了 他们肯定以为人是我们杀的 刚好王磊之前 又和他们发声过口角 我正要解释 王磊就先开口了 民怨不说暗话 磊爷我想要杀人 不会偷偷摸摸 只会当着你们的面动手 杀两条看门狗而已 磊爷用不着躲躲藏藏的手段 王磊这番话 说得底气十足 完全没有半点 虚他们的意思 我看到白诚志眯起了眼睛 仿佛被激怒了 就连忙打圆场 我知道 你们白家的厉害 不会傻到杀你们的人 这个村子这么大 你就这么确定 没有其他人吗 我现在不想惹事 只想找到那口井 先完成神秘人交代的事情 救了师父 再找左英报仇 我明摆着是软 但话里也告诉他们 我们也不是软柿子 不是谁都可以揉捏我们 左英哪里听不出来 我话里的意思 拉了一下白诚志 让他先不要动怒 跟着才看向我 好 最好人不是你杀的 不然的话 事情就不好处了 别东西还没找到 就掉了脑袋 不过 我感觉 我好像是不是认识你 左英前面的威胁 我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唯独他后面这句话 倒是让我内心猛地 咯噔了一下 一定要稳住 绝对不能让他看出破绽 不然我们此番来 就功亏一篑了 我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 让自己不要慌乱 哪怕手心 都紧张得出汗了 但我还是稳住了 笑了笑 说 我生来普通 长相更普通 标准的大众脸 你可能是认错了吧 左英看着我 皮笑若不笑 道 你说的也是 提醒你们一句 暴风雨要来了 要是没地方躲 白家倒是欢迎你们 多谢好意 告辞 我一抱拳 转身就和赵子龙他们走了 回到那我们歇息的老房子里 王磊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一个时辰才天亮 就让我和赵子龙好好睡会儿 他来守夜 天亮了白家的人 肯定会有大动作 想着的养好精神 我和赵子龙也没客气 两人靠在一起 就睡着了 可刚睡到天亮 王磊就突然跑进来 把我们喊醒了 李初九 赵子龙 快醒醒 白家的人又死了 尸体就挂在 城隍庙的柳树上 人脸也被割下来了 而且 村子里来了更多的人 我和赵子龙睡得很死 被王磊这么一喊 立马醒了过来 一听到他说 又有人死了 我们就赶紧冲出了屋子 还没跑到城隍庙门口 就看到这厢水村 竟然来了很多陌生人 各路货色都有 全都是走阴人 而他们都在盯着 城隍庙门口的 那两棵柳树看 我顺着看上去 正好就看到 又有两具尸体 被挂在了柳树上 这两具尸体 穿的是白家的衣服 死法都是一样的 整张脸上的人皮 都被割下来了 血肉模糊的一片 那鲜血 还没有凝固 一看就是刚死没多久 还有不少苍蝇 在那张血肉模糊的脸上 飞来飞去 谁晓得 我们还没站过去 那白城志 就朝我们冲了过来 怒道 杀我的人 以为我白家这么好欺负吗 这白城志说话的时候 顺势抓住了他的手腕 猛地往后一拽 直接把他给拉过来了 我原本想踢他一脚的 但理智告诉我 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 只得猛地一用力 一掌打在他胸膛上 把他给震回去了 他还想要冲上来 我冷冷地看着他 怒道 我说了我没有杀人 我也是当知道的 如果你再出手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白城志 是白家的少主 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在县城 是要疯得疯的人物 如今 被我当着这么多人羞辱 当即就怒了 你一个穷酸小子 白城志 够了 别丢人现眼 你不是这小兄弟的对手 他还要和我打 左鹰冷冷地呵斥了一句 我没想到 这白城志 竟然害怕左鹰 只是愤恨地瞪了我一眼 但也没有招呼他的人出手 这可是降水村啊 不是你们白家的底盘 而且 这降水村的东西 也不是你们白家的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谁找到了就是谁的 你小小一个白家 算得了啥 等那些大一点的家族 和高手来了 看你们还能嚣张不 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拿着算命棋的老头 开口了 这老头看起来很寒酸 身上也是瘦骨灵巡的 但他身上那种精神器 一看就不是那种 病痒痒的老头子 相反 他给人一种 很精干的感觉 这里还有其他的走音人 有算命的 有混杂们的 随着算命老头这话一说出来 这些人也跟着起哄了起来 我他娘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们这些道门家族的人 自己没几个本事 就开山招弟子 不好好学道 只知道骗钱 欺压真正的道家弟子 你有钱有事又咋样 真动起手来 鹿死水手还不知道 我没想到 这些人都这么痛恨到门家族的人 左鹰一直在盯着我看 我没有退缩 和他的眼神对视着 没有半点闪避 他的眼睛里有寒光 那是杀气 赵子龙就站在我的边上 但王磊却是不见了 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 有些剑拔弩张的火药味 修道之人 都是有些正气的 很显然都站在了我这一边 代表穷酸道士的立场 哎哟 可就在这时 老之书和陈老伯 突然冲了出来 看到那杨柳树上挂着的尸体时 脸刷一下就下白了 直接跪在城隍庙门口 磕头请罪 城隍爷 您别发怒 这些人都不是坏人 您切勿降罪他们 要带 就把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带走吧 老之书的出现 打破了僵局 等他叩拜完了 又朝我们喊道 城隍爷发怒了 派鬼插来勾魂了 你们快走吧 不然要死人的 一会儿晚上那些东西出来了 你们就走不了了 听我老头一句劝 快走吧 保命要紧 老之书苦口婆心地说完 也没等我们说话 就和陈老伯一起躲到了屋子里 把门关得死死的 老之书一走 白城志就挥了挥手 道 白家的弟子听令 去找 就算把这降水村翻个底朝天 也要给我找出来 白城志一下了命令 那些白家弟子 就开始去翻找了 而来的这些人 也不甘落后 各自开始搜寻了起来 我心里清楚 他们找的就是那口带铁链子的井 等他们走了 赵子龙才说 初九 有人想让我们和白家的人 自相残杀 赵子龙说到这儿 就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俩的默契 自然不用多说 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我咬了咬嘴唇 说 子龙 我们想的一样 王磊 第一次守夜的时候我睡着了 不一会儿 白家的弟子就死了 第二次是他守夜 我们都睡着了 杀人手法都是一样的 把这四个人的脸皮给割了下来 这应该是邪术 嗯 赵子龙点点头 王磊是个笑面虎 他这样做 就能够让我们和白家厮杀 到最后 他就可以坐收鱼翁之力 朱九 你现在是咋打算的 我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不管咋样 我们得先找到那口井 完成了神秘人的任务 我就要去找左鹰报仇 好 我陪着你 我们现在去找吧 这个村子就这么大 一会儿找着了 肯定又是一场厮杀 商量好了 我们也不准备等王磊了 就想去找那口神秘的井 可刚走 那算命的老头就走了过来 看着赵子龙笑了笑 说 娃子 你是苗王岭逍遥子的徒弟吧 这算命老头刚才帮我解过尾 我很敬重他 但听到他认出了赵子龙的身份 我还是有些诧异 赵子龙比我更诧异 就问 老伯 你怎么知道 我是苗王岭的 算命老头哈哈一笑 十年前 我曾和你师父一起做过事 那会儿你还小 但我对你印象很深刻 还帮你摸过骨 你是人中龙凤 所以一看到 你的面相 我就猜到了 原来是这样 多谢前辈 刚才帮我们解尾 赵子龙尊敬地说道 不用客套 咱们修道之人 讲究的是仁义 正切 不要拘于理数 算命老头摆了摆手 问我们 对了 你们两娃子 也是为了那口井来的 嗯 我恩了一声 正要问他那口井 到底是啥 算命老头就立马劝我们 你们两小子 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内井里的东西 我们这没有人 能够对付的了 这些人啊 都是来当炮灰的 后面那些虎视眈眈的人 才是真正的狠人 我相信这算命老头 他是看在我们师父的面上 才对我们说真话的 我也知道 这件事肯定没有想得这么简单 但我和赵子龙不能走 必须找到那口井 我沉思了一下 才问出了口 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您怎么也会来 难道也是为了那口井 不是 算命老头摇了摇头 眯着眼睛说 我来不是为了那口井 以我的道行 动那口井 只是找死 我是来找我师兄的 当年他无意中 知道了这的秘密 就和几个道友来查探 结果这一来 就再也没有回去 我后来也来调查过 但就是 找不到这个村子 是有人用正法 把这个鬼村给隐藏了起来 一直以来 很多人都在惦记 这个鬼村的东西 但也是找不到入口 可也奇怪 前些日子 这鬼村的阵法 好像失去了效果 进村的入口也暴露了出来 这才会吸引这么多人来 听到算命老头这番话 我和赵子龙 也是更加好奇了 这小小的降水村 到底有啥东西 我挣了一下 继续往下问 前辈 这口井到底是啥 为啥会把道门的人 都吸引过来了 我一问 算命老头才眼神灼灼地 看着我们 一字一句地道 锁 龙 井 锁龙井 我对这个东西不熟悉 但赵子龙却好像 晓得这个东西 一脸震惊道 难道说 是那锁着真龙的锁龙井 没错 算命老头重重地点点头 道 这里很邪门 特别是这城隍庙 一般情况下 挨着江河的地方 绝对不会修建城隍庙 山有山神 庙有庙神 河有河神 绝对不会同时供奉两座神府 这样就会大水冲了城隍庙 不但起不到庇护的作用 反而还会起反冲的作用 你看这降水村 小小一个穷疙瘩鬼村 竟然还修建这么恢弘的城隍庙 我看到算命老头说偏了 不是我想要听到的答案 就连忙打断了他 前辈 这锁龙井里到底有什么 算命老头很严肃 也很凝重 说锁龙井连接大海 深不见底 锁着蛟龙 有龙的地方 就一定有宝贝 这些宝贝能够提升修为 才会使这些修道之人疯狂而来 我师兄的道行 在逍遥子之上 而且还是好几个高手 但也没有能够出去 其实我昨夜就到了 一直在暗中观察你们 也在暗中寻找锁龙井 但一直没有找到 我在想 这锁龙井 会不会在村子边上的江河中 老家伙 你错了 忘你休息了一辈子风水算命术 竟然连这鬼村的门道 都没有看出来 真是丢了你师兄的脸 谁知 算命老头的话刚刚说完 王磊就突然出现了 还出言不敬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算命老头看到王磊的时候 竟然是一脸的诧异和震惊 指着他 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你 竟然是你 算人算鬼 亏天亏地 我告诉你 这锁龙井 就在这城隍庙中 算命老头的话还没有说出来 就被王磊给打断了 这村子的房屋 是按照三十六天纲的阵法来修建的 锁龙井只是入口 下面压着的东西 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老家伙 你走吧 趁着天还没黑 不然天一黑 你就走不了了 你的身子骨 承受不起锁龙井的负责 坦白说 我和赵子龙看得有些生气 这前辈和我们师父是道友 理应尊重他们 可这王磊 语气里没有半点尽重的意思 好 我这就走 可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算命老头既然听了王磊的话 提着算命旗子 就朝村口跑 过我身边的时候 还转了我一下 但一句话 也没有说就走了 等他走了 赵子龙才开口道 王磊 这是我师父的道友 你不能不尊重他 我的龙哥 你别误会我 这老家伙 没你想得这么高尚 我敢保证 来的这些人当中 除了你们 都是为了那锁龙井里面的东西来的 算命老头一走 王磊又变成了那嬉皮笑脸的样子 我看到赵子龙还要为难他 就悄悄拉了他一下 因为我手里有东西 是刚才那算命老头撞我时 悄悄塞进我手心里的 我看着王磊笑了一下 半开玩笑地说道 磊爷 那我们俩兄弟的命 就交在你手上了 放心 有磊爷在 确保你们平安无事 王磊拍着胸口保证道 不过呀 你们得跟我躲起来 先让这些人去当炮灰 这些人中会风水树的人 不过 他们这样翻找村子 晚上就会找到城隍庙 锁龙锦一打开 死亡就降临了 一想到那画面 磊爷我就心痒痒啊 王磊依旧是笑嘻嘻地说 他的脸上看不到半点慌张 完全是完事不恭的样子 我朝赵子龙示意了一个眼神 让他先别动 我们先跟着王磊 情况不对 我们才出手 赵子龙眨了一下眼 我们才去找地方 先躲起来 我故意走得很慢 落在了他们的身后 趁着王磊没发现 我就悄悄打开了 算命老头给我的纸条 一打开纸条 我就看到上面写着 小心此人 这上面的字 是用写来写的 应该是刚才算命老头 用指甲划破了指尖 用指尖写来写的 他不敢提醒我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我把纸条 藏在了衣服里面 假装啥事也没有 心里却开始在打算了 我现在最警惕的人 就是王磊 如果白家的人 真是他杀的 那就说 从他带我们 走出松树林 就开始算计我们了 加上刚才算命老头 给我的提醒 我就更加不相信他了 但他这人 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偶尔认真 大部分都是不正经的 根本看不透他 更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我和赵子龙 不关心锁龙井里 到底锁着啥 只要看到了城隍庙 真有锁龙井 我们就立马通知 那个神秘人 然后离开这个鬼村 如果王磊不动我们 那我们自然也不会 和他骄傲 不管咋样 都要先保住 我和赵子龙的性命 想到这儿 我就看了一眼村子周围 那些人 还在到处翻找 是想要彻底把这个 降水村翻的底朝天 按照他们这样的速度 要不了多久 就能找到城隍庙 我们不敢去那些 没找过的地方藏起来 只得找了一间 他们翻过的老房子藏起来 等我们进入老房子的时候 才注意到 这些人找得太过分了 就连屋子里的坟 都挖开了 里面倒是没有棺材 只有一具草稀裹着的尸骸 血肉已经没有了 但尸体身上的皮还在 还没有化成白骨 我和赵子龙 正要坐下来吃点东西 王磊就朝门口走了出去 九哥 龙哥 你们哥俩好生待着 磊爷我去办点事 办好了 磊爷可以带着你们 安全离开这个鬼地方 要是失败了 我就找几根钓鱼竿回来 咱三儿就留在这鬼村 没事钓鱼过后半生 别想出去了 其实换个角度想啊 这生活也挺悠哉的 哈哈 磊爷我走了 我和赵子龙都没有拦他 只是礼貌上 让他小心点 快去快回 等他一走 赵子龙就立马窜出去看 见他走远了 这才说 初九这独子没安好心 要不咱先躲起来 别到时候栽在了他手里 我想了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子龙 我们现在没地方可去 也不能走 一会儿 要是他们 真在城隍庙里找到了锁龙井 这些人肯定会厮杀的 躲起来反倒是能够避开 我们小心点就是 见机行事 实在不行 我们就 我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姿势 赵子龙立马会议了过来 嗯了一声 说 要是王磊这独子赶起杀心 我们就先宰了他 随后 我和赵子龙就躲在屋子里 吃了点东西后 一直等到了傍晚的时候 王磊也没有回来 倒是这段时间 又有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了这厢水村 我们俩藏在屋里 也开始急了起来 赵子龙在窗户看了一会儿 才提议说 初九 我出去打探一下 天马上就黑了 如果情况不对 我就立马联系神秘人 也行 那你小心点 有啥事 你就赶紧回来 我留下来等王磊 嗯 赵子龙嗡了一声 就悄悄出门去打探情况了 赵子龙一走 我就在窗户边上 观察村子的情况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样子 城隍庙那边 突然传来了动静 跟着就隐约看到了有火光 难不成 是他们找到了锁龙井 一看到那隐约的火光 我在心里 就嘀咕了一声 随即就跑出去看 我一跑出去 就看到那些找锁龙井的人 已经在城隍庙边上 搭了几个火堆 把城隍庙照的通亮 而火堆边上 站着的人 零零落落 有十来个 可奇怪的是 唯独不见赵子龙 那左阴忽然大声开口道 我们把整个降水村都找了 还是没有找到锁龙井 看样子 这锁龙井一定在城隍庙里 但我先言明在先 一会儿进去之后 如果真的找到了锁龙井 那就是你们说的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了 好 所有人都是奔着锁龙井来的 一听到左阴开口了 就蜂拥着 冲到了城隍庙的大门 可刚冲到城隍庙的大门口 那城隍庙里 忽然响起了一道 震慑人心的威严声 大胆活人 胆敢上我闯城隍庙 我城隍庙定让你们魂飞魄散 行神俱灭 这突然从城隍庙里 传出来的声音 犹如红中 震的人心里一颤 特别是那些 冲到庙门口的人 更是吓得退了回来 远远地躲着 再也不敢上前 我也被这一声震的心神晃荡 尤其是听到这声音的主人 自称是城隍庙医师时 我心里也是害怕了起来 这城隍庙医师 毫无疑问就是城隍眼 那可是 专程勾人魂魄的 活人怎敢与他作对 所有人都在警惕地 看着城隍庙 面面相去 都是走阴人 自然知道城隍夜的厉害 但过了一两分钟后 那声音就再也没有响起了 只有一阵阴风 刮到了柳树上 把那柳叶吹得随风摇叶 静 太静了 静得能够听到 周围人呼吸声 就在所有人都被吓住的时候 左阴再次站了出来 大声呵斥道 我就不相信你是城隍眼 一定是有人作祟 白家的人听令 这所龙井 就在城隍庙中 我们第一个冲上去 所龙井便是我们的 抢夺者 杀无赦 左阴的胆量我可是知道的 想当年在麻沟村 他遇到了那个 带我娘走的人 也是没有丝毫畏惧 带着周八字 强行冲了出去 而他这番话 当即起了效果 只听到那白家的几个弟子 吼了一声吼 边上那些走阴人 就按耐不住了 走 不能让白家的人 抢了所龙井 这些走阴人 都被左阴挑拨地 失去了理智 嚷嚷就再次冲向了龙王面 反观左阴和白家的人 他们却是纹丝不动地 站在原地 一脸阴笑地 看着这些走阴人 冲了上去 这些人完全疯了 都想第一个得到锁龙井 冲在最前面的 直接一大脚 踢在了城隍庙的大门上 伴随着一阵阵踢门的巨响 整个城隍庙 都被踢得晃动了起来 那房顶上的灰尘 和柳叶刷刷地 被震落了下来 那城隍庙的大门 本来就有些年头了 被他们这么一顿猛踢后 也是承受不住了 只听见砰的一声响 那城隍庙的大门 被踢开了 就在大门 被踢开的这一瞬间 所有人的眼光 都在齐刷刷地 盯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只是 里面太黑了 根本看不清楚 连手电筒都没照进去 那些疯狂的走阴人 就一窝蜂地冲了进去 边冲边打 完全像疯了一样 甚至开始动家伙了 我就站在白家 还有左阴的后面 我一直在盯着左阴 他脸上阴沉沉地笑着 好像在欣赏 这场他挑拨起来的热闹 而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 他也注意到我了 回头看了我一眼 脸上阴阳怪气地笑着 手腕一抖 那把熟悉的竹灭刀 就出现在了手上 我以为他要过来杀我 也握紧了匕首 可谁知 他根本就没有 要和我动手的意思 嘴角扬起了一道 诡异的笑意后 再次看向了那城荒庙 可我此时 心脏却是砰砰地 跳动了起来 脑海里只有一个反应 那就是左阴肯定 把我给认出来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知道坏事了 他的手段 我是知道的 况且现在 赵子龙又不知道去哪了 我身边没有帮手 没有十足的信心 能够杀他 而就在我猜疑之时 那黑漆漆的城荒庙里 突然有了动静 左阴他们比我先看到 手电筒当即照射了进去 这一照 就看到那些 冲进去的左阴人 竟然一个个地走了出来 走得很是整齐 我看不到他们的脸 每个人都是垂着头的 一言不发 我看到这一幕 也知道情况不对劲了 这些人恐怕出事了 果然 就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看到这些走音人 竟然分成了两队 分别走向了 城隍庙大门口两边的大柳树 我们几个没进去的人 完全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这些人 把大柳树围了起来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那脑袋 更是一下比一下重的刻在地上 大柳树的地面上 都是鹅卵石 他们这么重重一颗头 脑门当即就刻破了 鲜血流了一脸 手电筒一照 就看清了他们的脸 眼珠子发着红悠悠的光 嘴唇动了动 就齐刷刷地张开了嘴巴 城隍眼 我有罪 我该死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头皮就骂了 这么多走音人 连一般的鬼魂都忌惮的队伍 就这么好像被鬼上伸了一样 一个劲地磕头认错 特别是他们那张脸 全是鲜血 显得异常地猙獰恐怖 这又是在夜里 这邪门的一幕 看得我毛骨悚然 这里面到底有啥东西 竟然能够 让这些人失去意识 小兄弟 那上面有东西 可就在这时 左鹰竟然不知何时 来到了我身边 指着那柳树说 你看 那上面有东西 还没来得及提防左鹰 我就下意识地抬头 去看那柳树 我顺着网上看的时候 左鹰就把手电光往上一照 这一照 我就看清楚了 冷汗刷的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那茂密的柳树叶子里 竟然吊着密密麻麻的尸体 不对 不是尸体 全是吊死鬼 吊死鬼的怨气很重 我也很敏感 当年我娘就是 被左鹰害死吊在门梁上的 所以我一看到 那上面吊着的尸体 心里就渗得慌 我连忙深呼吸了一口 这才稳住了心神 但看着那上面吊着的尸体 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吊死在柳树上面的吊死鬼 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全都是 穿着白色的衣服 不光有大人 还有老人和小孩 一阵阴风吹来 那些吊在柳树上的鬼魂 就像是白衣服一样 被吹得摇来摇去 那套着他们脖子的绳子 更是和柳树之摩擦 发出了嘎吱 嘎吱的声音 在这近的能听到呼吸的深夜里 显得异常的刺耳 小兄弟 这群人当中 就你的实力厉害点 也比这些家伙沉稳 你我联手进去吧 多一分胜算 如何 我没想到的是 左鹰会在这个时候 提出这句话 我当即就震了一下 但很快就笑了起来 说 道兄 你可是白家的人啊 你和我提出联手 你觉得合适吗 白家 呵呵 左鹰冷笑了一声 说 实话告诉你 白家的人 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你真的以为 我会靠着这几个废物 就能找到锁龙井的东西 他们只是人多而已 但全是废物 不过 废物也是有利用的价值 我的意思 你明白吧 左鹰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脑海里 快速地思考对策 正如我之前猜想的那样 以左鹰的手段和算计 怎么可能投奔小小的白家 要投 也是投那些大的盗门家族 但庆幸的是 他没有认出我来 刚才他的动作 让我误以为他 把我认出来了 我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装作啥事 也没有得笑道 道兄 你能利用白家 还有挑拨这些走鹰人 给你当炮灰 我又怎么敢确定 你不会这样对我 我说话的时候 一直和左鹰的眼神对视着 想看他眼里的小动作 因为我相信 人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 哈哈 左鹰眯着眼睛大笑了起来 说 小兄弟 我就喜欢和聪明人合作 你大可放心 如果我们联手找到了 里面的东西 一人一半 如何 相信你 那我宁愿选择相信鬼 我在心里冷冷一笑 表面上假装相信他的话 切弱地说道 好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 但你可千万不要食言 如果找到了 就分我一半 好 没问题 我一诺千金 左鹰以为我真的相信他了 拍着我的肩膀承诺道 而就在 我要问他怎么动手时 那两棵大柳树 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 把那些掉在柳树上的吊丝鬼 吹得东倒西歪 我当即往上一看 这些吊丝鬼 突然抬起了头 齐刷刷地看向了 我们这几个人 阴森森地笑道 阴丝睁眼 人鬼难逃 三更一响 人鬼死绝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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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吊丝鬼 发出来的阴森森笑声 听得我冷汗都出来了 特别是他们那张脸 惨白的吓人 他们的舌头全都伸出来了 很明显是吊死的时候 勒出来的 可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伸出来的舌头 也是一台一台地动了起来 就好像是黑白无常的长舌头一样 咬着长舌头说话 所有吊死鬼 都在看着我们几个人 脸上那阴森森的笑容 一直没有停过 只是停歇了一会儿 他们再次张开了嘴巴 先是哥哥地笑着 随即才一字一句地喊道 陈皇爷 怒了 你们 都要死 就在他们话音一落 那些失魂跪着的走音人 突然惊叫了一声 跟着就砰砰地直磕头认错 陈皇爷 我错了 我该死 他们磕头的频率太快了 而且磕得越来越重 那地上的鹅卵石 已经浸出了好大一滩鲜血 可他们就好像感受不到 疼痛和死亡一样 就这么一个劲地磕着 那手电筒射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 有两个走音人的脑袋 磕出了一个血洞 没坚持多久 就倒在了地上 身体剧烈地抽搐了起来 没挣扎几下 就断气了 这两个人刚断气 又有更多的人磕破了脑袋 死了过去 我心里甚得慌 也害怕真的是陈皇爷干的 要是真是陈皇爷 别说找索龙井了 逃命都来不及 那白承治和白家的人 也是看得心生害怕 赶紧退到了左鹰的身边 白承治更是害怕地说 左大哥 我们走吧 陈皇爷要杀人了 我可不想死 我白家赚了这么多钱 我还没好好享受 闭嘴 白承治的话刚一说完 左鹰就吼了他一句 更是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和道 你堂堂白家的少主 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丢你们白家的脸 你爹让我保护你 我就不会让你出事 走 进去找索龙井 这左鹰把白承治给吼蒙了 呆呆地看了左鹰一眼 有他在我们不会出事的 一定要把索龙井的东西 给我爹带回去 看到这一出的时候 我心里就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这白承治是个傻子 没想到他爹比他更傻 竟然相信 左鹰真的会把东西带回去给他 左鹰就是一头凶猛的老虎 谁靠近他都很危险 走吧 小兄弟 左鹰瞪了白承治一眼 跟着才朝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我现在根本没有退路 只有跟着他们进入这城隍庙 白家的几个弟子 在前面带路 我们走在后面 一走上城隍庙门口的石梯子 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是那些走音人脑袋里流出来的血液 走到这儿 我才看清楚了他们的死状 几乎都死了 严重的 甚至脑浆都流出来了 看得人直反胃 但邪门的是 在我们走上城隍庙门口的石梯时 那些吊在柳树上的吊死鬼 竟然一个都不见了 好像他们根本不是真的鬼魂 只是一个幻觉而已 这几个带头的白家弟子 害怕的脸都白了 可他们不敢走 只有硬着头皮往里面走 那手电筒往里一照 我们就看到这城隍庙里的城隍爷雕像 起码有七八丈高 一手拿阴阳笔 一手拿生死步 那张巨大的脸是红的 留着长长的胡须 特别是 那双怒怒圆瞪的大眼 更是给人一种凶神恶杀的恐惧 好像从我们近来开始 就一直在盯着我们 盯得人心里直发毛 而城隍爷雕像的两边 还有一排排阴兵鬼差的雕像 他们的体态 就和正常人差不多大小 但个个都是一张黑脸 张牙舞爪的 手拿居魂链 也是给人一种 极度凶神恶杀的感觉 我之前听逍遥子师傅说过 阴曹地府上到阎罗王 下到鬼差阴兵 各个长相都是争獰凶恶的 说只有这样 才能吓住恶鬼 左大哥 这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邪门 就是一个普通的城隍庙而已 哪有锁龙井 见没有危险 白城志就开始硬气了 估计是想挽回刚才的面子 左阴也在到处观察 也是没有看到 这城隍庙里有景 没有搭理白城志 而是皱着眉头沉思了起来 我看到这儿 就主动开口 这城隍庙供奉的是阴司 锁龙井是河神 不可能会大水冲了城隍庙啊 这是风水禁忌 绝不会有人这样干 会不会 这锁龙井 没有在这城隍庙里 我这番话 是源于那算命老头的话 左阴一听 也是疑惑地说道 不对啊 这降水村有锁龙井 很多年前就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了 那些厉害的风水先生 更是看出了锁龙井压着东西 肯定错不了 这村子就这么大 一定就在这城隍庙里 对了 左阴说到这儿 忽然想到了啥 直接往前跨了两步 指着城隍爷的雕像怒道 你身为地府英司 绝对不敢害人性命 你不是城隍爷 一定是有人在装鬼 滚出来 左阴这话一吼出来 这城隍爷的雕像 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倒是有一个胆大的白家弟子 好像在阴兵鬼差的雕像上 发现了啥东西 激动地朝我们喊道 少主 左大哥 你们看这雕像 破了一个大口子 里面好像有啥东西 听到这人的发现 我也想凑过去看 但左阴却先开口了 不要怕 你拿出来看看 我看左阴没动 我自然也不敢上前去 这人阴险得很 但躲在他身后 肯定没事 这白家弟子恩了一声 就把手伸进那 阴兵雕像的缺口中 往里面一抓 就抓出了一条 像驱虫一样的肥虫子 通体发白 看起来肉乎乎的 差不多有大拇指大小 而我一看到 这条像驱一样的肥虫子 立马就想到了 当年周八字 在麻沟村恋的三尸骨 那玩意儿 至今想起来 我还是后怕的 我一看到这一幕 当即就朝那白家弟子喊道 快扔掉 这玩意儿不对劲 有点像骨 我这么一喊 那几个正在研究 肥虫子的弟子 就冷了一下 随即就嘲笑了起来 骨 你他妈是被吓傻了吧 真是农村出来的井底蛤马 这分明是桑残 你看 他要是骨 我咋一点事没有 这白家弟子嘲讽我的时候 还用手去捏那肥虫子 我见他一点事也没有 心里也是怀疑了起来 难道真是自己太敏感了 可等我看左鹰的时候 就发现他不知何时退了好几步 好像是要远离那肥虫子 这左鹰是个精明人 我一点也不怀疑 他都后退了 那就说明 这肥虫子一定有问题 虽然这白家弟子百般嘲笑我 但我不能看着他就这么死 毕竟是条命 就再次朝他喊道 我劝你 最好把那虫子扔掉 哼 这白家弟子冷笑了一声 正要说话 突然脸色就变了 更是呆在了原地 而下一秒 我就看到那肥虫子 竟然睁开了眼睛 那眼睛差不多只有一颗豆子大小 但睁开的时候 就发出了红悠悠的光 红得渗人 可跟着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这肥虫子睁开了眼睛后 那背上肉乎乎的地方 竟然长出了一对红悠悠的翅膀 那诡异的翅膀扑腾了两下 猛地就飞了起来 直接钻进了那白家弟子的嘴巴里 我只看到这白家弟子 喉咙往下一吞 眼睛一闭一睁后 那眼珠子 竟然发出了红悠悠的光 和之前那些被控制磕头撞死的 走音人一模一样 就在我意识到 要出事的时候 这些阴兵鬼叉的雕像里 竟然亮起了无数红悠悠的红点 一闪一灭的 好像是里面的虫子 要睁开眼睛了 该死 快跑 一看到这邪门的场景 我当即大喊了一声 就开始往城隍庙外面跑 可我刚一转身还没跑 就听到嘎吱的一声响 我赶紧往前一看 这城隍庙的大门 就砰的一声关死了 这一幕出现得太突然了 就是那电光火石之间 城隍庙的大门 就被人关死了 其他呆住的人 听到关门的声音 也是当即清醒了过来 手电筒连忙往大门的方向一照 就看到那个眼睛 发着红光的白家弟子 正堵在大门口的地方 那门栓已经被他卡死了 想短时间内把大门弄开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这白家弟子 则是用那双发着红光的眼睛 盯着我们 阴森森地笑道 城隍也发怒了 你们都要死 只见他的话音一落 就拿着一把匕首 朝离他最近的人捅了过去 好在那个弟子反应快 赶紧往后一退 躲开了那致命的一刀 白城志知道自己的人被控制了 就同时上去制服了这弟子 一刀掌把他打晕后 这弟子就倒在了地上 昏了过去 但他肚子上的地方 好像变成了透明的一样 竟然亮着一闪一闪的红光 很显然 那怪异的虫子 就在他肚子里 快 把门撞开 白城志也是给下清醒了 招呼剩下的几个弟子 就去撞门 可门栓被卡得太死了 根本拿不下来 只有拼命地往外撞门 这种撞门方法不讨巧 因为门是朝里面打开的 朝外面撞门历势相反的 只能强撞 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希望把门给撞破逃生 在他们撞门的时候 我就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阴兵鬼叉的雕像 就是这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里 那些藏在雕像里的虫子 就全部醒了 只听到一阵翅膀煽动的嗡嗡声 无数的肥虫子 直接从雕像的头顶飞了出来 我知道这虫子的厉害 赶紧把衣服给脱了下来 猛地往大门的方向跑 可还没跑到大门口的地方 这些眼睛发着红光的虫子 就飞到了大门的地方 密密麻麻地贴在了大门上 白诚之他们反应得快 看到虫子飞过去堵门的时候 立马就朝我们跑了过来 一边跑 一边恐慌地说 左大哥 外面那些磕头撞死的人 就是遭到了这虫子的控制 可这些虫子到底是啥 竟然还有意识 反倒是控制了我的人 堵住了大门 左大哥 我们到底该咋办 我不想死啊 这白诚之还真是个孬种 平日里欺负人习惯了 一遇到这种事 就下得跟个孙子一样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虫子 从雕像里飞了出来 一部分堵住了大门 不然我们撞门出去 一部分则是朝我们追了过来 我让他们脱下衣服 来扇那些虫子 千万不能让这虫子 进入到体内 我则是把自己的衣服点燃了 去扇那些朝我飞过来的虫子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法 要不了多久 这些虫子就会钻进我们体内的 左鹰一直没说话 就在前面绕着屋跑圈子 白诚之连续喊了他好几声 他才回过来看我 问道 小兄弟 你怎么知道古的 他一问我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心想不好 怕是他在怀疑我了 他之前就觉得我面熟 如今又看到我说出了古 我怕他知道 我就是李初九 我肯定不会承认 就说 是师父告诉我的 我虽然没有见过 但看到那虫子的样子 我就想到了是古 是吗 左鹰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淡淡一笑 似乎不相信我 但也没有说出来 而是说 这虫子不是古 是藤树 滇南三大邪术之一 和古术 降头并列为三大邪法 藤树比古术和降头厉害 但又和三世古的炼制方法 差不多 都是把虫卵种 在活人的体内 等他们吃光了人的五脏六腑 就能够用藤树杀人于无形 而之所以说 藤树比降头古术厉害 是因为藤树的最高境界 是用人的阴魂 来作为媒介养虫 这样的虫会有人的意识 更有阴魂的本事 所以刚才那些走阴人 才会被控制 左鹰在提到 炼制三尸骨的时候 眼睛一直在看我 他表面上在给我解释 实则上是想试探我 因为炼制三尸骨毒 就在麻沟村 亲自上演了一场 而且还是用我家人的尸体 来养的 所以 我怎能不清楚他的用意 正是因为我知道 他的阴险手段 才会特别的细心 在听出他要试探我的意思后 我就装傻 一边用衣服 去扇飞那些藤虫 一边反问他 道兄 啥是三尸骨 怎么会这么残忍 我说话的时候 左鹰就一直在看我 看到我说出这句话 很明显是证了一下 但很快就又开口了 这藤树早就已经失传了 现在的左鹰人 没有人会藤树 也没有人用藤树养虫 可偏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而且还是在城隍庙里 那就说明了 锁龙井一定就在城隍庙里 那镇上的打羹人 绝对是最后的藤树传人 不得不承认 左鹰的确聪明 就算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 他还能够沉着冷静地 理清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可怕了 在我心里打小算盘的时候 左鹰忽然踢到了 一座阴兵的雕像 那雕像当即被踢到在地上 摔成了无数的碎片 而那碎片中 全是活人的白骨 那白骨上 竟然还有不少的虫卵 左鹰看到这一幕 就笑了起来 说 果然是用活人来养藤虫 用人的阴魂来做媒介的 这些人 就是降水村的人 我看到他不慌不乱 自己却是有些着急了 因为此时又有两个白家弟子 被这些藤虫控制了 而我的衣服已经烧光了 那白城志 更是吓得 把我拉到了后面 躲在了白城志的身后 我现在和一个白家弟子 就落在最后 而那些藤虫 就在我们身后 紧追不舍 就在我准备想办法自己逃的时候 左鹰突然喊道 这地方有人搞怪 烧了这城隍庙 我就不相信 这锁龙井还不现身 他一下令 我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就开始放火了 可这火还没燃起来 那大门的地方 突然传来了一阵烹烹的声响 听到这声音 我连忙回头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有人在批城隍庙的大门 而且 已经被批出了一条口子 还没看清楚外面的人 那裂口的地方 就有浓烟冒了进来 这浓烟很是呛鼻 很快就充斥了整个城隍庙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那些藤虫 竟然全都飞到了城隍爷的雕像上 密密麻麻的趴在雕像上 几乎已经看不到城隍爷的面容啊 全是发着红光的藤虫 那密密麻麻的红点 一闪一闪的 斜得很 看得人头皮发麻 少主 我们得救了 有人救了我们 这白家弟子 看到藤虫飞到了那雕像上 激动的哭了出来 他的年纪应该比我小一点 看样子是没经历过 啥邪门和生死之事 而我和左鹰 都在看着那大门口的地方 裂口的地方 还有浓烟钻进来 肯定是有人 在外面救我们 难道是子龙 就在我想到是子龙的时候 那外面的人 又开始劈门了 连着劈了数十下 才彻底把那门给劈开了 跟着 就听到砰的一声 那破了的大门 就直接被踢开了 透着那厚厚的浓烟 我们看不清楚 门口站着的人 只能模糊地看到两道身影 看不清到底是谁 这城隍庙里的浓烟 越来越重了 我们在里面呼吸得很难受 眼泪水都给呛出来了 但没有立即冲出去 因为那大门的地方 正站着劈门的两个人 左鹰走在前面 白城之害怕地跟在他后面 我则是在后面断后 朝门口走出去的时候 我还是不放心地 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藤虫 好在的是 它们全都沾附在那 城隍庙爷的雕像上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看到它们没有动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快出来 别被那虫子给钻到身体里 它们是瘟疫 还没走到大门口 就听到了老之书的声音 一个劲地朝我们招手 让我们快点出来 是老之书 听到老之书的声音 白城之立马放心了 冲在最前面就跑了出去 左鹰瞪了他一眼 很看不上他 但还是笑着 给老之书打招呼 老之书 刚才你救了我们一命啊 哎哟 不是让你们都走了吗 这城隍庙危险得很 就是那些虫子 害死了我们整个村的人 赤脚医生说 那是传播瘟疫的虫子 幸亏我和老成 刚才看到了外面的死人 不然你们年纪轻轻地就丢了命 我吼老成的罪孽就深重了 老之书一脸后怕地说道 老之书 没事 可能我还能帮你们解决掉 这些传播瘟疫的虫子 左鹰笑了笑 众人都没明白他的意思 就看到他从陈老伯手里 拿过了那大斧子 还有冒着浓烟的甘草 回头看了一眼 那沾附着藤虫的 城隍爷雕像后 猛地跑了过去 在快要接近城隍爷雕像时 双脚重重地蹭在地上 一步跳上了城隍爷的祭台 一边用手中冒烟的甘草 去驱赶那些藤虫 一边往城隍爷雕像上跳 他的伸手很是矫健 握着大斧子 凶猛地朝城隍爷雕像的 脑袋上劈了下去 哄 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那城隍爷雕像的脑袋 就被他砍出了一条口子 等那口子一裂开 左鹰就迅速地跳了下来 连着在地上滚了几圈 才退到了安全的距离 而等我们再次看上去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藤虫突然飞了起来 一窝蜂地从城隍爷 头顶上的口子飞了进去 那藤虫一飞进去 城隍爷雕像 立马就传来了一声咔咔的声响 跟着就看到那脑袋的地方 慢慢裂开了 要出事了 要出大事了 你们毁了城隍爷的雕像 他老人家是要生气的 到时候 你们就出不去了 老之书看到城隍爷的雕像要裂开了 立马吓得跪在了地上 不停地磕头请罪 城隍爷 您别动怒 我会找人修复好您的雕像 请您不要降罪他们 我们现在没时间理会老之书和陈老伯 全都在盯着那 慢慢裂开的城隍爷雕像 差不多不到半分钟的样子 伴随着一声轰隍的巨响 那城隍爷的雕像 彻底裂开 成了两半 重重地朝两边倒了下去 瞬间摔成了无数的碎片 是石膏座的雕像 并不是石头雕刻的 和那些阴兵鬼叉的雕像 全都是用石膏座的 我就知道有人搞鬼 要不是我踢翻了那阴兵的雕像 还发现不了这个秘密 左阴死死地盯着那倒塌的雕像 等那些灰尘散尽后 我们才看清楚了 那地面上 正有一口冒着寒气的大水井 这大水井的直径 差不多有三米 而那井口边沿 还有四个张着嘴巴的青铜龙头 每一个龙头嘴里 都含着一根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那四根巨大的铁链子 全都伸进了井里 锁龙井 真的是锁龙井 白城志看到这口井的时候 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我爹要找的 就是这口锁龙井 没想到 竟然在城隍爷的雕像面前 要不是 我爹把左大哥请来了 恐怕我们一辈子 都找不到这口锁龙井 不光是白城志激动 找到锁龙井 就在这城隍爷的掉下下面 要不是左英发现了 鹰兵是石膏做的 我还真的发现不了这锁龙井 最起码 我肯定不会批城隍爷的雕像 左英不一样 他心中无神无人 只有他自己 而老知书和陈老伯看到这口井 也是一脸的疑惑 这城隍庙里 啥时候钻出了一口井 左大哥 我们现在马上下去吧 白城志看着左英说 左英摇了摇头 呵斥道 慌什么 你想死就先下去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们先去老知书家里 吃饱喝足了再来 左英说完 就去把老知书搀扶了起来 直接朝他的屋里走 我看了一眼 那冒着寒气的锁龙井 也没有上前去 而是跟着他们 去了老知书的家里 一到了老知书的家 左英就让白家 那个弟子去弄吃的 自己则开始悠闲地饮酒了 完全是不慌不忙的状态 可我心里很着急 赵子龙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我怕他出啥事了 这城隍庙 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如果他还在村子里 就一定会来找我 还有那王磊 他们俩都不见了 我担心他们出事了 就想出去找 我看着在窃一瓶酒的左英 道 道兄 我要去找我朋友 我担心他们出事情了 你们不用等我 好 左英点了点头 笑嘻嘻地提醒了我一句 锁龙井出现了 今晚肯定不太平 友情提醒 小心点 嗯 我笑着瞪了一声 就跑出去找赵子龙了 城隍庙的门口 躺着不少的尸体 整个村子静得吓人 那夜风一吹来 随处都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我拿着手电筒 先回到了我们之前歇息的那所老房子 老房子里面 除了被挖起来的坟 里面连个鬼影都没有 我蹲在坟边 心里很急躁 如果子龙真的出了点啥事 那我怎么给师父交代 怎么给自己交代 越想我心里就越心烦意乱 一走神 手电筒就滚到了坟坑里 该死 我骂脸了一声 就跳下去捡手电筒 手电筒滚到了裹着尸体的草席里 我把草席一掀开 就看到了那只海骨 我起初没注意 可灯 我要跳起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海骨的衣服还没有腐烂 我看清楚了衣服上面的一个图案 好像是太急 我怕看谎眼了 又认真地看了一遍 的确没有看错 这衣服正是道袍 不是一般人穿的衣服 我又把海骨翻起来看了一下 那胸骨的地方 竟然是断了的 不难看出来 这应该是被高手给震断的 可老之书说过 这屋里埋着的 都是村里那些被藤虫 也就是被他口中 被瘟疫害死的村民 细思极恐 往下一想 我脑海里当即就冒出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老之书和陈老伯 他们有问题 这埋着坟里的人 并不是降水村的村民 而是那些闯进村子的人 一想到这儿 我就怕子龙遭了他的毒手 正要冲出去找老之书 白家的弟子就跑了过来 着急地朝我喊道 你朋友回来了 就在老之书家 快回去吧 一听到子龙回来了 我当即就松了一口气 心里的大石头 也总算是落了下来 说了一声感谢后 就朝老之书家跑 可跑了一会儿 我就想起了不对劲的地方 我身后的这个白家弟子 好像很面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的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那个和王磊发生口角的白家弟子 可他 已经死了呀 连脸上的人皮都被割下来了 一想到我后面的这个白家弟子 是死人时 我后背就直冒冷汗 但我装作啥也不知道 悄悄往地上一看 有影子 那就说明 是人 不是鬼 我故意放慢了脚步 主动开口说话道 这位兄弟 你说人死了会起死回生吗 不会 人死了 就变成了鬼魂 不会复活的 这人回答我了 这样啊 我笑了笑 继续说 那要是人被割了人皮 会易容成另外一个人吗 我是故意试探他 我话一说完 就看到他的影子 朝我扑了过来 我连忙往前窜了一步 同时转过身来看着他 冷声道 装神弄鬼 现出原形 想看我 那就留下命来 这人在冷笑 但他脸上的笑容是僵硬的 一点也不正常 完全是贴着别人的人皮 而在他说话之时 就已经朝我动手了 一掌猛地朝我胸膛寄来 他出手太快了 我根本没有躲避的机会 感受到他这一掌 带着的强悍掌风 我不敢大意 丹田那那股像小鱼苗一样的真气 瞬间流窜到了我的手掌上 砰的一声 我们两掌相对 刹那间 我只感觉 我的手掌 已经抹得没有知觉了 整条右臂都被震得快脱臼了 而我的身体 更是被震得退了好几步 反观眼前这个人 却是一点事也没有 就这么直立立地站在我面前 那双眼睛冷冷地看着我 小小年纪能修炼出真气 不简单 看样子是玄珍一门的后人 我的手臂还没有恢复过来 不敢着急出手 这人的力气太可怕了 要是我没有那真气 肯定会被他一掌打成重伤 我咬了咬牙 暗暗呼吸了几口气 这才使得体内的气息稳定了一些 同时也拖延时间地说道 要是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就是老之书吧 这村子里的人 根本没有被埋在这些老房子里 而是被你用来养藤虫了 这老房子里埋着的人 全都是那些 想闯进来找锁龙井的 你们杀了这么多人 就不怕罪孽深重吗 哈哈 我这么一说 这人就哈哈笑道 村子里的人都是自杀的 自愿用自己的生命 来保护这个地方 而至于那些人 都是想来抢锁龙井的东西 该杀 听到这些村民 是自杀来养藤虫之时 我心里还是震惊了 但我知道 一定和锁龙井里的东西有关系 这锁龙井里 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能让你们用生命来保护 更会引发这么多 道门家族的人来争抢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死人可以保守秘密 这锁龙井里埋着的 是我们夜狼一族的气数 也是你们 想要抢夺的宝贝 这人的语气 越来越重 说到最后一句 眼睛骤然一冷 直接朝我出手了 我知道他的力气 不敢硬拼 只能边打边退 想把他引到左阴在的地方 可这人 好像看出了我的企图 在我退的时候 他就加快了速度 一掌逼退了我 闪身拦在了我的前面 我被他挡着了 也没打算躲了 开始主动反击 我手中握着匕首 疯狂地攻击他 但这人的身法 和出手都很快 我伤不了他 在连续交手了 二十来个回合之后 这人突然冷笑道 结束了 玄珍一门的后人 也不过如此 怪不得会被人灭了 随着他话音一落 他就冲了上来 我也是握着匕首 赢了上去 可就在我的匕首 要刺到他的手掌心时 只见他的右手 突然结成了一道金刚印 口中更是念起了五雷诀 就是这电光火石的功夫 他的五雷诀就念完了 右手的金刚 硬猛地往我一推 还没有触及到我的匕首 我就听到了 一阵沉闷的惊雷声 脑瓜子嗡嗡直响 这惊雷声还没有散 同时在我心里响起 震得我心神晃荡 就是这短暂失神的几秒钟 他左手画掌 一掌重重打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的身体 顿时被打得倒飞了出去 一摔倒地上 口中便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清醒的是 有真气护着肩膀 肩膀才没有震端 可一动 浑身就疼得快散架了 更是连战也站不起来 呵呵 死在我手里 也不算你冤枉 这人冷笑了一声 慢慢地朝我走了过来 眼神里全是冰冷的杀意 欺负一个小辈 算得了什么高手 而就在这人 准备击杀我的时候 他的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道女人的声音 我顺着这声音一看过去 当即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 约莫有二十三四的年纪 个子很是高挑 穿着一身休闲的运动服 把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完全展现了出来 脸上的皮肤白皙的 没有一点瑕疵 是标准的瓜子脸 弯弯的柳叶眉下 是一双灵动清澈的大眼睛 仿佛会说话一样 鼻弱琼瑶 薄薄的嘴唇轻轻易抿 更是增添了几分 妩媚动人的气息 在我看他时候 他也朝我看了过来 玩耳一笑 我竟然脸红地撇开了头 他很漂亮 和我娘一样漂亮 我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这个念头 而就在这时 说话的是一个老头 应该有六十来岁的年纪了 头发全都白了 脸上也全是老人般 但他看起来 却是给人一种 很和善慈祥的感觉 不管你们是盗门家族 还是盗教三大门派的人 给我响水村 就别想活着出去 这人冷哼了一声 直接朝那老头发动了进攻 转眼的功夫 他们就打在了一起 你没事吧 而那个女生则是走了过来 笑着问我时 脸上露出了一对浅浅的酒窝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摇了摇头 说 没事 谢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可一动 肩膀就疼得要命 这女生看到我逞强 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跟着就扶着我站了起来 笑道 我不叫姑娘 叫叶唐 你呢 她身上有一股很淡雅的香味 让人很是舒服 但一接触到她的身体 我就浑身别扭 羞涩地往边上 挪了几分 我叫李初九 谢谢你救了我 我欠你一条命 若能活着离开 日后必定报答 那就好好活着 离开这个地方哦 叶唐黑黑一笑 接着又从身上 拿出了一个瓷瓶 打开后 是一颗药丸 让我扶下去 说 这是我们叶唐炼制的创伤药 对于内伤效果很好 我也没客气 肩膀和手臂都不能动啊 说了一声谢谢 就扶了下去 就在我刚刚扶下这药丸后 叶唐带来的老头 竟然打败了那个 戴着人皮面具的人 这老头 不简单 想必这叶唐和这老头 肯定也是冲着 这口锁龙井而来的 我正沉思之时 叶家老头就去撕下了 那人的人皮面具 人皮面具一撕开 我就看到了面具下的真面目 竟然是陈老伯 我一看到他 心里就已经确定了 那些闯进来被害死的人 就是被他和老知书害的 我看着他 冷冷地问道 说 我朋友哪儿去了 我一问 陈老伯就放声大笑了起来 道 没错 你的朋友是我下的手 他已经死了 哈哈 我告诉你们 三更马上敲响了 你们所有来降水村的外来者 都会永远地留下来陪葬 陈老伯愤愤地说完后 便卯足了力量 一掌打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眼睛鼻子同时震出了血 连痛呼声都没有发出来 就死了过去 而我在听到赵子龙 被他死了的时候 整个人就呆滞了 脑袋瞬间空白了 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就彻底地崩溃了 我永远没有想过 赵子龙会离开我 我像疯了一样 扑上去抓住陈老伯的尸体 拼命地摇晃着 你给我活过来 我要亲手杀了 你为子龙报仇 你这个老不死的混蛋 你给我活过来 啊 子龙不会死的 我们过得这么凄苦 被人看不起 被人羞辱 我们还要出人头地 我们还要 让师父过上好生活 啊 我的情绪已经完全崩溃了 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 但却是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说过 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一定要去那些伤害麻沟村 和羞辱我们的人报仇 一想到我们之前的誓言 我心里就难受得像针扎一样 疼得我快窒息了 李初九 你是男人 眼泪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你得好好活着 完成你们共同的誓言 这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叶堂蹲在我的身边 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安慰道 我抬头看他的时候 他就温柔地看着我 轻轻地点了点头 而这一刹那 看到他那温柔的笑脸 我突然就平静了下来 用袖子擦干了眼泪 咬着牙道 没错 眼泪没有任何作用 我要活下来 完成我们的承诺 我还要找到他的尸体 把他带回苗王岭 那才是我们的家 唯一的家 我相信你 叶堂看着我 那轻车的大眼睛 很是坚定 我N了一声 看着他们道 叶堂 你们应该是来找锁龙井的吧 我这么一问出口 叶堂身后的叶博 就眯起了眼睛 神情显得有些复杂 不过 叶堂倒是直接承认了 嗯 我们的确是来找锁龙井的 我父亲受了伤 需要锁龙井里面的东西 才能医治 这降水村 我们一直都在留意 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办法进来 好 我点了点头 说 你们救了我 作为报答 我带你们去找锁龙井 但能不能得到锁龙井里面的东西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哦 叶博没有想到 我会说出这番话 这么一下 才说 小伙子 你真的能够找到锁龙井 嗯 我点点头 叶博当即就笑了起来 拍着我肩膀重重地说道 如果你带我们找到了里面的东西 治好了我们家主 你就是我们叶家的恩人 我笑着摇了摇头 想报答恩情的同时 那就是找到老之书 他和陈老婆是一伙的 害死了子龙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决定了之后 我就直接带着他们 走向了城隍庙的方向 看到城隍庙门口的尸体 叶唐却感慨地叹息了一声 道门一直以来的腥风血雨 恐怕只有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才能真正地杜绝吧 是啊 小姐 叶博也是感慨到 只有统一了道门 才能避免厮杀 可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有出现 能够统一道门的人物 唉 如今的道门 已经是一盘散沙了 在他们感慨的时候 我就把手电筒 照向了里面的锁龙井 一看到锁龙井 叶博就震惊到 小姐 真的是锁龙井 家主有救了 嗯 叶唐也是激动地点了点头 同时朝锁龙井走了过去 锁龙井还在不停地往外面冒寒气 根本看不清楚 而且 这寒气很冷 但又不是鬼魂的那种阴冷 我心里也好奇 这锁龙井到底埋着啥东西 竟然还能够救人 我在盯着里面看的时候 叶博就拿出了一枚五地钱 外园内方 棱角很锋利 只见他咬破了食指 把血液滴到了五地钱上后 就把五地钱给扔进了锁龙井里 只听到冬的一声水花声 这锁龙井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传言锁龙井连接大海 锁着蛟龙 掌控着大海的起伏 这才使得大海和陆地 维持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如果这锁龙井里 真的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那这个传言就是假的 叶博看着锁龙井 自言自语道 而我一直在注意身后的情况 左阴到现在还迟迟不动手 他越不动 我就越是觉得不对劲 叶博 有反应了 而就在这时 叶唐忽然笑了起来 我一听到他的声音 立马回过头来看这锁龙井 这一看 就看到锁龙井上面飘着的寒气 竟然慢慢消失了 只是一两分钟的功夫 那上面的寒气就彻底不见了 紧接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口清澈见底的井拳 我正看得出其 叶博就用小刀割破了手指 那鲜血滴答滴答地滴入了泉水中 那滴进去的鲜血 很快就荡漾开了 而就在这鲜血散开的时候 这水泡一翻出水面 还带出了寒气 好像是有啥东西要钻出来了 没过多久 我就看到两条鱼 慢慢地游了上来 等它们游上来后 我才彻底看清楚了 是一对大鲤鱼 颜色还很奇怪 一红一黑 差不多有四五斤的样子 这对鲤游起来后 就把脑袋冒了出来 一边吐着鱼泡泡 一边绕着锁龙井游 等它们来回游了三圈后 邪门的事情就发生了 只见这对鲤鱼 突然跳出了水面 身体在半空中的时候 那鱼尾巴就不停地摇摆 但它们的脑袋 却好像在朝我们点头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看黄眼了 连忙揉了揉眼睛 可真的是在朝我们点头 于会点头 难道成精了 我还愣着没反应过来 这对大鲤鱼就落到了水里 溅起来的水 打在了我的脸上 有些冰凉 也是让我当即回过神来了 而等我看向叶唐和叶博的时候 他们就会心地笑了起来 叶博看着我们说 小姐 你和初九下去抓着铁链子 叶唐点了点头 直接跳了下去 用双手抓住了 那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朝我笑了笑 初九 下来 带你去看看锁龙井埋着的东西 这个疑惑 一直压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也想看看 这锁龙井下面 到底是啥东西 也是纵身跳了下去 刚一抓紧铁链子 叶唐就把手伸了过来 说 初九 抓紧我的手 嗯 我轮了一下 但看到 他那个笑容 我还是抓住了他的手 很柔 像水一样 等我们抓紧了之后 站在锁龙井边上的叶博 突然往下一蹲 同时抓住了两条巨大的铁链子 双手猛的一发力 只听到一阵咔咔的声响 这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竟然活生生 被他给拉了一小截上去 几乎只是隔了不到一分钟的样子 井底突然传来了一声轰的巨响 我还没反应过来 叶唐就拉着我拽了一下 我的手就立马脱离了铁链子 重心一湿 我们就随着下沉的井水 猛的地落了下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重心失去的那一刻 我就下意识地揽住了叶唐的腰肢 这锁龙井 好像是下面开闸了一样 我们就随着井水凶猛地沉了下去 差不多沉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我们才猛地坠入了一条冰冷的河中 等我从水里冒起来的时候 当即就被眼前所看到的场景给震惊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不光是我和叶唐 就连叶博也是惊呆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锁龙井下 竟然是一座巨大的地宫 地宫是以圆形来修建的 整个平整的地面上 又出现了一条蜿蜒的河道 好像有一条水龙在游动一样 完全是九区十八弯的构造 而每个弯道的转角处 就会出现两根巨大的石柱子 把整座地宫给支撑了起来 刚好是三十六根石柱子 每根石柱子上 都雕刻着一些神秘的图腾 好像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字 又像是某种阵法的奇怪图文 这些都不让人震惊 震惊的是 在河道边上的石道上 竟然整整齐齐地跪着一支军队 没错 就是军队 他们身上都穿着盔甲 手里拿着长矛和盾牌 最起码有好几千人 而地宫尽头 则是出现了一排石梯 顺着石梯看上去 上面赫然摆放着一口巨大的石棺 这石棺的雕刻很是精湛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我们也能看到 上面雕刻了好几条栩栩如生的龙 特别是这条九区十八弯的蜿蜒河道 正好就流向了那上面的巨大石棺 但地面和那摆放着石棺的石台上 刚好有一个地势落差 而且很不低 起码有二十三十米 那河道刚好到石台的地方 连接着石棺的关尾 只是在河道和关尾的地方 卡了一道石门 那石门和河道一样宽 差不多有两米宽 但高却是有三四米 石门顶端的两侧 更是雕刻着两条石龙 体积不大 但却是无比逼真 不管是龙的爪子还是胡须 特别是 那双带着威严和霸气的龙眼 就好像是两条鲜湖的小龙 匍匐在石门的两侧 无比恢弘 我看得有些疑惑 那河道里的水 根本流不到棺材 就算河道的水冲进去了 也会被那石门挡着 河水根本冲刷不了石棺 这构造方式 倒是有些此地无垠三百两了 在我还愣着的时候 叶博就已经跳上了小道 就我和叶唐还在水里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叶唐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李初九 你可以放开我了吗 他这么一说 我立马反应了过来 我的手还揽着他的腰肢 此时的他 全身衣服都被水给打湿了 更是把他那凹凸有致的身姿 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他这吻吻一笑 更是增添了几分 知性妩媚的味道 回过神来的我 立马触电斑地缩回了手 都不敢看他 结巴地说 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 意思 扑 叶唐看到我的窘迫 扑斥一声轻笑了出来 走吧 先上去吧 嗯 我嗡了一声 赶紧翻上了石道 又把他给拉了起来 叶唐一站在石道上 叶博就一掌打在了他的肩膀上 很轻的力道 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左右的样子 我就看到叶唐的头发上 冒出了寒气 那衣服里的谁也是给逼了出来 一看到这叶博的手段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这叶博也是玄真一门的人 体内的真气一看就不弱 怪不得 连那陈老博也不是他的对手 玄真一门的人早就散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遇见 特别是像他这样的高手 如果还有命活着出去 我得给他打听一下我爷爷的事情 在我心里暗响的时候 叶博就看向了我 好像要帮我把寒气逼出来 我摇了摇头 笑道 叶博 我没事 这天这么热 不冷 嗯 叶博点了点头 把身上的寒气逼了出来后 就开口道 这应该就是叶狼国最后的君王了 当年叶狼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恐怕是躲进了这个地宫里 听到叶博说 这是叶狼国的地宫时 我立马就联想到了 之前陈老博临死前的话 说他们是叶狼一族 如此说来的话 就联起来了 也就是说 这些人要找的锁龙井 其实是为了找寻叶狼国的宝藏 可我看了一眼周围 除了那些石道上的士兵外 根本就没有金银珠宝 可能值钱的东西 就是那石台上的石棺了 我还在沉思 叶博就看向了我 小伙子 当年的叶狼国很强大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叶博这么一问 我就有些尴尬了 自己连书都没有读过 之前是爷爷教我认字 后来是逍遥子师傅 教我画幅学习古字 根本不晓得我国的古代历史 只知道伟大的中国 嗯 我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 笑着说自己不知道 叶博哈哈一笑 给我解释说 叶狼国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历史久远 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曾经也是一个强国 而叶狼国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少数民族会邪术 也就是我们说的黑巫术 但后来 西汉出了一个强大的术士 破了他们的邪术 才让叶狼国 在历史长河里消失了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后裔 竟然还活了下来 而且 一直在保护着这个地宫 我见识过黑巫术的厉害 周八字的三尸骨 还有夜狼一族留下来的藤虫术 这些都是极为可怕的邪术 叶博一说到这儿 我就感同身受 更是莫名的后怕 当年的周八字 只是学习的炼古术 要是遇到那些真正的炼古人 还不知道有多危险恐怖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 就问 叶博 这降水村来找锁龙井的人可不少 可我现在下来了 也没发现啥宝贝的 你们到底找的是什么东西 叶博并没有完全信任我 反过来问我 那小伙子 你来找的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叶博话里的意思 没有隐瞒 就把实话给说了出来 叶博 我不是来找锁龙井里面的东西 是有人要我来找 降水村的锁龙井 找到了 他就答应着我师父 所以 我并不知道 你们到底 要找的是啥 这样啊 叶博淡淡一笑 看向了叶唐 好像在看他的意思 叶唐点了点头 看着我说 李初九 我们要来找的东西 是龙器 龙器是日月精华凝聚的气息 这气息 可以救我的父亲 早些年就有人察觉到了 这降水村有龙器 就被镇压在锁龙井中 所以我和叶博 这才会来到这个地方 叶唐一解释 我才彻底明白了 锁龙井 并不是真正的锁着蛟龙 而是锁的是龙器 那白家 还有左鹰 还有我们背后的神秘人 甚至是生死未卜的王磊 他们肯定也是冲着龙器来的 但这龙器 到底是啥啊 我看了一眼周围 这里面几乎是横定的 除了上面的井口 有空气通进来之外 哪里还有其他的气息 我修炼的是真气 对气息特别敏感 可这叶狼地宫很普通 根本没有感受到其他的灵气 我对这龙器不了解 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就主动提议到 叶唐 叶博 既然你们找到了叶狼地宫 那你们就赶快动手 拿到龙器 我们就离开 不然 等那些人来了 就不好走了 道友 你我可是结盟的 你如此帮助别人 未免有点伤我们之间的和气了 要找龙器 也要大家一起找啊 可谁晓得 就在我话音刚落之时 那左音的声音 就在锁龙井里响了起来 这声音一出现 所有人都抬头 看向了上面的井口 还没看清楚人 就听到一阵 叮叮框框的声音 正是那锁龙井的铁链子 发出来的声音 看到有人要跳下来了 我拉着叶唐 就往边上一躲 几乎是同时 我就看到 上面三个人跳了下来 扑通一声 跳进了河道里 等他们钻出来的时候 正是左音 还有白城志 和最后那个白家弟子 叶博好像认得白城志 道 你是白家的少主吧 你也要来抢夺 这锁龙井的龙器 原来是省城叶家的叶博 没想到你们叶家也来了 看来 这好东西 连你们叶家也心动了 白城志阴阳怪气地说着 白城志的言语 有几分嚣张 应该是仗着左音装老虎 他有多胆小 我可是清楚得很 叶博丝毫没有在意 也没有动怒 笑道 这锁龙井的东西 并不是我的 我们只分一杯羹而已 绝不多拿 这短时间的接触来看 我还是看得出来 叶博不是那种虚伪的人 倒是颇有几分得到的道骨 所以我还是相信 他说的这番话 这样就好 我还担心 你们叶家会运来呢 你们叶家家大叶大 高手又多 要是强来的话 我们小小的白家 还真的没有办法 这白城志的话 越说越难听 叶唐嗤之以鼻道 都说 你们白家道行不怎么样 没想到 这说难听话的本事 可不小啊 叶唐这话一说出口 我就看到白城志的脸 刷一下就红了 还想要说啥 却是被叶博瞪了一眼 那眼神已经动了杀意 白城志下的不敢再说话了 倒是左鹰终于开口了 你们说的没错 这地方不是一个人的 既然都来了 那就各奔一杯羹 这地宫 不会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好对付 最好还是联手 左鹰这人的聪明手段 我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这样做 是忌惮叶博的实力 才会提出联手 他喜欢的是利用别人 最后玩鹰的 我知道他的底细 但不敢开口提醒叶唐 怕他看出我是李出九 我看了一眼叶博 就看到他眯着眼睛笑了起来 道 你说的对 大家一起联手吧 商量好了之后 左鹰才看着这石道上跪着的军队 说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些是雕像 不是真的 用的是石膏做的 所以 我们过去的时候 千万不能碰碰这些雕像 里面的东西 可是藤虫 要是放出来了 我们别说得到龙气了 恐怕会留在这个地方陪葬了 你说的没错 叶博点点头 赞同道 这些东西都很邪门 我们都得小心点 千万不能乱动 那龙气想必就藏在石棺中 凡是小心为上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也在观察 这支跪着的军队 他们穿着厚厚的盔甲 脸上也是挡起来的 根本看不清楚 但如果里面真的是那种可怕的藤虫 我们估计就栽在这儿了 等叶博和左鹰达成了协议后 两人就负责在前面开路 我和叶唐就在中间 白城之和他的人 就在后面断后 想要到地宫对面的石棺 就必须穿过这36根巨大的石柱子 还要从这些石道上的军队穿过 所以叶博和左鹰走得很慢 生怕弄出一点动静来 这叶狼地宫不算太黑 因为有河流反光的原因 走了一会儿之后 我就故意提醒了一下叶唐 让他小心左鹰 他恩了一声 也提醒我 小心点 说来也奇怪 在我们穿了十来分钟后 就到了石梯子下面 可却是没有任何的诡异事情发生 我之前还担心那些飞下来的藤虫 可现在好像全都不见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也发现这些跪着的士兵没有任何的异常 唯一感觉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这叶狼地宫太近了 近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但就是这种诡异的安静 才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 不光是我 就连左鹰和叶博也是一言不发 一脸的凝重 我和这位兄弟走前面 你们隔远一点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也有时间退 叶博回头盯住我们 又看向了左鹰 等左鹰点点后 两人就开始踏上石梯子了 这石梯子很高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梯 是那种完整的大石头砌成的 不是拼接的 可以想象 当时修建这个叶狼地宫的时候 花费了多少的人力 叶博他们走得很是小心翼翼 每走一步 都会先用他的金钱剑去试探一下 确定一下没事 才会继续往前走 那白城志之前 还想着最先冲到那石台上的石棺 一看到叶博他们的谨慎 立马就推到了最后 走在了最后一个 他们一边走 我就一边在心里数这里的石梯 等我上到石台的时候 才数清楚了石梯的梯数 正好是36梯 和这地宫里石柱子的数量 完全是重合的 但让我们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是 这石台上面 也没有摆放任何的金银珠宝 更是连任何值钱的东西 都看不到 除了中间 这口巨大的石棺 叶博和左鹰 一直在观察 这口巨大的石棺 最少有上千斤重 我凑上去一看 就看到这石棺上面 全是精致的雕像 有龙有仙鹤 雕刻的栩栩如生 不管是雕像本身 还是神太子韵 都感觉像是活物一般 整个石棺缝合得很严实 左鹰尝试推动了一把石棺的棺材带 额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 还是纹丝不动 只见他苦恼地摇了摇头 说 这石棺的重量 不是我们能够打开的 一定有机关 或者其他的打开方法 说完就让白城志他们 围着石棺肘 而叶博却是停留在了棺材边上 只看到 他手腕一抖 食指和中指 并成了一道道指 直接压在了那圆孔的上方 他一发力 我就感受到了 他释放出来的真切 这是玄真一门才独有的真切 我也是修炼的真切 对他爆发出来的力量很敏感 我能感受到 他腹部的夏丹田彻底打通了 那真切已经灌满了夏丹田 但不知道啥原因 却好像是 没有打通胸膛的中丹田 更是没将这两个地方的真切 结合起来 以叶博的修为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遇到了瓶颈 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 他就朝我笑了笑 说 这里面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气息 更别说是龙气了 只是 这龙气到底在哪儿 我相信叶博的话 感受不到棺材里的任何气息 那就说明石棺里没有龙气 可这龙气到底去哪儿了 我也在疑惑 却完全看不懂 等我看向叶唐的时候 才发现 他一直在棺材尾部的地方 就是那和河道连接起来的地方 不知道在看啥 我走过去的时候 他就在盯着那卡在棺材尾部 和河道中间的石门看 上面的雕刻比较单一 全是龙的雕像 你看 这石门卡在河道和石棺尾部连接的地方 很显然是不想让下面的河水冲上来 毁了石棺 可这石台和地宫的高度相差这么多 要是没有强大的冲力 河道里的水根本冲不上来 我一走过去 叶唐就皱着眉头跟我说了起来 他那皱眉沉思的样子看起来很认真 有几分楚楚动人 我正要说话 就听到了砰的一声响 当即惊了一下 连忙回头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白城志和他的人在开始撬棺材了 他们撬棺材的手法很熟练 一人用铁锹伸进那棺材缝中 另一个就配合用尖的钢钉 强行卡进去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很有效果 而且更加省力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看到他们把棺材盖的另一头给垫起来了 赫然出现了一条拇指粗细的缝隙 左阴没有阻止 很显然是他让他们这样做的 而白家这种手段 就更加证明了 他们白家是盗墓起家的 我和叶唐要站过去 叶博拦住了我们 就让我们站在边上 情况不对 就往下面跑 那石棺的棺材盖慢慢地被垫了起来 我也是看得很谨慎 就在他们要把另一边垫起来的时候 我当即就看到那石棺里似乎有红光渗出来 一看到那闪烁的红光 我就喊了一声跑 拉着叶唐就往石梯子下面跑 还没跑到石梯子 就听到了一阵 煽动翅膀发出来的嗡嗡声 我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头皮都骂了 回头看了一眼 就看到无数的藤虫 从那圆孔还有缝隙中飞了出来 跑 啊 白城之下的惊叫了一声 扔掉了手中的钢钉 就往石梯子下面跑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下面跑 我也忌惮这些藤虫 也是拉着叶唐拼命地往石梯子跑 叶博跑在最后 我回头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藤虫 全数飞到了石棺的上方 黑压压的一片 特别是他们眼睛一睁一闭发出来的红光 更是让人心里渗得慌 而这些藤虫聚集起来后 就刷的一下 朝我们冲了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跑下石梯 看到这藤虫俯冲下来之后 皆是全部扑到在地上 叶唐在我身后 我没办法往前冲 只有转过身来 直接把它压了下去 就从我脑袋上俯冲了下去 那种嗡嗡的声响 就在脑袋上方响起 听得人头皮发麻 等着嗡嗡的声响彻底不见了 我才抬起头来看 这一看 发现身上没有停留任何一只藤虫 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好险 差一点就被这些藤虫上身了 你还不起来吗 我正侥幸松气时 叶唐才睁着那大眼睛 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这一看 才注意到自己还压在他身上 他的身后是石梯子 好像把他割疼了 又加上我百多斤的重量 虽然他在冲着我笑 但却是紧紧地抿着嘴唇 不好意思啊 回过神来的我 立马用手撑了起来 羞涩地不敢去看他 谁知 叶唐却是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说 你把我压疼了 你不扶我起来 可不是绅士哦 哦 听到他的话 我心里就更加紧张了 哦了一声 就去把他扶了起来 一扶起来 他就揉了揉后背 应该是被石梯子割疼了 我正要解释 当时情况太危急 可还没开口 叶唐就指着我身后的方向 大眼睛瞪得更远了 我看他的表情不对劲 赶紧回过头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那些俯冲下去的虫子 竟然全都钻进了 那些跪着的士兵身体里 随着他们眼睛的红点 彻底消失后 我就看到那些 跪着的士兵 好像动了一下 这些藤虫 好像不是要对付我们 而是要 唤醒这些士兵雕像里的藤虫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左鹰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可下一秒 就一个人迅速地 朝十梯子下方跑 速度快得惊人 叶博看到后 也是急忙朝我们喊道 快 躲到下面的河道里 他们这么一跑 我和叶唐就落在了最后面 此时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必须得躲到河道里 这是唯一的机会 不然会被那些藤虫给害死的 这么多的人勇雕像 可想而知 里面的藤虫有多恐怖 左鹰跑在最前面 已经一步跳进了河道里 跟在他后面的是白城之他们 叶博本来也有机会跳进河里的 可看到我们落在了最后 又停下来等我们 可就是这短短的功夫 那石道上跪着的军队 突然传来了一阵咔咔的声响 这声音 好像是他们动了 听到这不正常的声音 我们三人就愣住了 连忙看了下去 这一看 就傻眼了 只看到那些跪着的士兵 竟然慢慢站了起来 他们跪了有好几百年了 肢体早就已经僵硬了 那咔咔的声音 就是他们站起来发出来的 等前面那些人站起来后 我就看清楚了他们的面部 虽然戴着面具 但他们的眼睛是露出来 正发着红悠悠的金光 该死 叶伯看到这一幕 当即大叫不好 说 这些不是人勇雕像 而是真实的尸体 已经变成了僵尸 这些藤虫 是用活人的阴魂来养的 有阴魂的意识 阴魂入体 这才让他们起尸了 这么多的人魂尸体 不好对付啊 起初我们都猜错了 以为这些人勇雕像 和那城隍庙的 阴兵鬼叉一样 都是石膏做的 里面都是养的藤虫 谁也没想到 这就是活生生的尸体 而就在我们正住的时候 这些散发着红光的尸体 就全都看向了我们 那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看得人心里直发毛 没办法了 这些尸体是自怨死的 肯定是活人的时候 把水银灌进了身体里 尸体才没有腐烂 他们都是留下来 保护石棺主人的 这一切的设计 都是环环相扣的 一动石棺 这些藤虫 就会让这些尸体活过来 我们必须闯出去 跳到水里 才有唯一的机会 叶伯一边说 一边咬破了食指 我身上背着震魂尺 是一件很厉害的法器 但我现在不敢拿出来 只好咬破了食指 迅速地 在手掌心上 画了一道震尸符 我是跟着逍遥子学的俘虏派 自然知道 对付尸体 要用震尸符 画好了震尸符 叶堂就抓住了我的手掌 把他的手掌和我对上了 轻轻压了一下 手上也是出现了 一道带血的震尸符 嗯 我震了一下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叶堂黑黑笑了一下 说 借来一用 到时候还你 还血 我苦笑了一下 叶堂就已经冲下去了 我们刚跑下尸体 那最前面尸体 就已经冲了过来 他们手中的长毛 堵住了我们的去路 更是密密麻麻地 朝我们刺了过来 叶博猛地往前冲了一下 剑步一扎 手中的铜钱剑 猛地往前划了一剑 只看到他那金钱剑 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那释放出来的法力 竟然把他们震得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 叶博才高高地跳了起来 一剑劈了下去 直接把那些长毛给劈断了 这些长毛 有不少年的历史了 经不起折腾 我见状 也是连忙冲上去 挡住了另一边 抓住其中一具尸体的长毛 手掌心 直接打在了他的脑门上 郑师傅一打在他的脑门上 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叶博的攻势很厉害 完全是凭着一身硬气的功夫 往前冲 我的郑师傅 加上我的童子血 对付这些尸体 很有效果 可他们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只要前面的尸体倒下了 后面的就立马扑上来了 他们没有啥意识 只知道 杀有洋气的人 我们抵挡了一会儿 就抵挡不住了 左阴他们一直躲在水里 正在看热闹 根本没有上来帮忙的意思 叶博一边退 一边问我 小伙子 我看你画的镇尸符如此厉害 你是不是俘虏派的人 嗯 我摁了一声 叶博就说了一声吼 跟着说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就算你我耗尽了修为 还是镇不住这些尸体 反而还会被他们害死 你看到那石道中间没有 那个手拿长剑的尸王 他才是控制这些尸群的 我给你拖住这些尸体 你敢不敢去杀了他 我们此时已经是边打边退了 很快就被逼到了石梯子的下方 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躲了 只有重新上尸台 可要是让这些尸体都上了尸台 那我们就真的没地方逃了 我看着那石道上的尸王 他手里还举着一把长剑 体型也比其他的尸体高大了不少 叶博让我去杀他之后 我就一直在观察那尸王 他就在最中间的地方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把他给保护了起来 但想要阻止这些尸体的疯狂攻击 唯一的办法 可能就是杀了那尸王 叶博看我还在犹豫 就问 小伙子 敢不敢去 我咬了咬牙 心一横 道 去 你给我开出一条道来 好样的 叶博大笑了一声 手里抓出了一把五地钱 猛地朝冲在最前面的尸体 扔了过去 这些五地钱一打在他们的身上 就打得这些尸体 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一退 就把后面的压倒了 正好也出现了一个空挡 就是这个机会 看准了之后 我才猛地冲了上去 直接踩在那些 倒在地上的尸体上 双脚一发力 丹田处的小鱼苗真气 瞬间窜到了脚底 身体骤然腾空而起 在我刚刚跳起来之时 那无数长矛 就朝我刺了过来 我一个空帆躲过了 这些致命的长矛 顺势踩在这些尸体的肩膀上 一个劲地 往尸群中间的方向跑 好在这些尸体的头部 能够承受我的重量 在他们脑袋上跑的时候 我心里悬得不行 生怕一脚踩踏了 可就落入了群世中 到时候 还真是叫天天不灵 叫地的不应了 叶脖和叶唐不停地 帮我吸引其他的尸体 左鹰他们一直躲在水里 水里能够把他们的阳气遮住 只要他们不出来 就是安全的 我太清楚左鹰的手段 他肯定不会帮忙的 巴不得我们死 他们好 独自得到叶狼地宫里面的东西 我的速度不慢 转眼间就已经到了尸王的位置 可他的周围 都有一群尸体保护着 我根本没办法近身 而且我又没办法停下来 在快要接近他的时候 我只得猛地扑向了边上的石柱子 我刚一抱住石柱子 这些尸体的长矛 就框框刺到了石柱子上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 沉闷声响 他们手里的长矛 就全部戳断了 我手中的阵尸符 还没有失去效果 两只脚蹭在石柱子上 借着这股反弹力 就扑向了尸王 可这尸王有意识 在我扑过去的时候 那长剑突然 朝我劈了下来 我根本没法躲 只得一手抓住了他的长剑 往后一拽 手瞬间被割破了 顾不上手心里 火辣辣的疼 另一只画着郑师傅的手 猛地拍向了尸王的脑门 可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尸王的意识这么强 我的手掌还没拍过去 他另一只手臂 就猛地朝我扫了过来 直接打在了我的胸膛上 顿时就感觉好像一铁棒 打在了我胸口上一样 闷得连气都呼吸不上来 身体更是被扫飞了 直接落入了河道中 落下去 我的意识是昏沉的 被冰冷的河水一击 瞬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一点意识也没有 好 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这尸王竟然冲着我咆哮了一声 这一声吼出来 感觉整个夜狼地宫 都开始地动山摇了 而下一秒 保护着他的那些尸体 居然全都跳下水来了 直接朝我冲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傻眼了 没想到这尸体不怕水 小伙子 快跑过来 夜伯在尸体子下方 想要冲过来救我 可却是被密密麻麻的尸体包围着 根本没法过来救我 我的气顺不上来 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拿着长毛刺了过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只感觉我手心的伤口痒酥酥的 好像有啥东西在填我的伤口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之前那对大鲤鱼 突然从水里跃了起来 那鱼尾巴的水 甩到了尸体 发着红光的眼睛上 让我诧异的是 这些尸体的眼睛 立马就暗淡了下来 跟着就倒在了河道里 看到这个场景 我完全呆住了 而这对落入河道里的大鲤鱼 又钻到了我手心下面 好像在吸我的鲜血 哈哈 蕾爷终于明白了 就在这时 王蕾的声音突然出现了 我还没看到他人 就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 在场的各位 蕾爷可以帮你们得到龙气 但有一点要求 必须是我先拿 如何 这小子 竟然没死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下 连忙顺着他的声音寻了过去 正好就看到他在锁龙井的下方 抓着那铁链子掉在了空中 他出现的时候 叶博和叶堂 已经退到了石梯子上 左鹰也是从河道里冒了出来 道 好 你只要能找到龙气 我让你先拿 我叶家也没有意见 只要你能找到 你先请 叶堂也同意了 看清楚了 蕾爷叫你们 啥是阴阳风水术 说完后 就抓着铁链子荡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最边上的石柱子 跟着又跳过去 抱住另一根石柱子 那动作看起来很滑稽 有点像蛤蟆跳一样 一边跳 嘴里一边喊着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煞 天为刚 地为煞 这响水村有三十六户人家 每一户人家都埋着死人 对应天刚位 地宫三十六根石柱 加上三十六步石梯 正好是七十二煞位 天刚压地煞 容器跃入关 死人复活 叶家那老头子 往石梯上走 每走六步 用精血压一下 还有谁里那几个王八 对 别看雷爷 说的就是你们三个 跑到铁链子下方 把铁链子拉下来 快 听到王磊说 左阴他们三个是王八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看到左阴脸都绿了 但还是按照王磊的要求 迅速地朝锁龙井下方的位置 窜了过去 等他们都动手后 王磊就已经窜到了 狮王周围的四根石柱子 这四根石柱子上 都有一个龙头的雕像 只见他猛地压了一下龙头 只听见咔的一声响 那龙头竟然被压得陷进去了 等他连续把四个龙头压得陷进去后 骤然间就听到轰隆的一声巨响 这支撑着夜狼地宫的三十六根石柱子 竟然同时往下一沉 这动静太大了 好像是地震了一样 感觉整个夜狼地宫都往下沉了一劫 我此时已经从水里站了起来 准备好逃命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 这些尸体竟然再次气刷刷地跪了下去 那散发着红光的眼睛 竟然全部熄灭了 王磊直接从石柱子上跳了下来 踩在了狮王的背上 朝我眨了眨眼 李狗蛋 磊也我帅不帅 听到他叫我李狗蛋的时候 我就想骂人了 可没骂出口 王磊就要下巴指了指左鹰的方向 他这一指 我立马明白了过来 这小子好生聪明 怕喊我李出酒 左鹰会知道我的身份 可我心里疑惑 这小子咋知道我和左鹰的恩怨 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磊就朝我笑了起来 李狗蛋 一会儿河水涨起来后 你就带着你身边的那对大鲤鱼 往石棺的方向游 一定不能上岸 而且要快 记住了没 王磊说完之后 就踩着那些尸体的后背 迅速地往石棺的方向跑了 我看了一眼 围着我边上转的这对大鲤鱼 他们好像把我当成了同伴眼 很是亲热 一个劲儿地在我身上戳 等我往回一看的时候 就看到左鹰他们 真的在拉铁链子了 我正想 这王磊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石 河道里的水 突然升高了起来 那原本平静的河面 竟然变得湍急了起来 汹涌地朝我冲刷而来 我愣住了 王磊就踩在石棺上 挥着手朝我大喊 李狗蛋 你他娘的傻了呀 快朝磊爷我这游过来 这河道里的水 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湍急 是因为支撑地宫的 三十六根石柱子 沉了下去 而这原本平静的河道 瞬间变得湍急凶猛 如同汹涌地涨潮一般 眨眼的功夫 就朝我的位置冲了过来 王磊一喊 我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虽然这些尸体老实了 但王磊不让我上岸走石道 我只得从河道 往石棺的方向游 这九区十八弯河道的 河流方向 正是朝石棺方向的 好在我从小 在麻沟村长大 从小水性就好 就一个劲地往石棺方向游 我一游 我身边的那一红一黑的大鲤鱼 就跟在我身边游 还时不时地跳出水面 显得很是欢快 水流越来越急 我能感受到推动的作用 所以 我游的速度很快 但我一回头的时候 就看到我身后的河水 已经凶猛地卷起了浪花 几乎快淹没到岸边了 就好像长大洪水一样 速度太快了 就在我回头看的瞬间 我就被河水给卷进了水里 疯狂地 把我往石棺的方向冲刷 我被河水的力量 搅得不停旋转 一冒出水面 下一秒就被卷进了水里 而我身边的这对大鲤鱼 更是欢快地不停跳远 嘴里还不停地吐鱼泡泡 我被搅得七昏八速地 差不多折磨了好几分钟 这河水才冲刷到了石棺的下方 但这里有一个很高的地势落差 好在这河水的冲力够强 一波比一波凶猛 直接把我冲了上去 差不多二十来米的高度 我和那对鲤鱼 瞬间就被冲了上去 在快要接近那卡在石棺 和河道的石门时 我就借势往前一扑 直接抓住了石门 可还没有抓稳 那河水一冲 我整个身体 就朝石棺道飞了过去 好在叶博手快 一把抓住了我 我才没有撞到石棺 而我刚站稳 跳啊 我以为他是喊我跳 我就冷了一下 等我回过头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了 是那对大鲤鱼在跳 这冲刷上来的河水 被石门给挡住了 而那对大鲤鱼 就在石门面前不停地跳 想要跳过那卡着河道的石门 鲤鱼跃龙门 跃过之后化为龙 只有龙才有龙气 好厉害的小子 叶博看到这的时候 瞬间明白了过来 一脸震惊地看着王磊 激动地说道 这叶狼地宫 没想到有如此 巧夺天宫的风水设计 实在是叹为观止 我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水术 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 哈哈 你这小子的风水术 不得了 恐怕只有 老头 别崇拜磊爷 磊爷只是个传说 叶博的话还没有说完 王磊当即打断了他 眼神一直盯着那 还在跳的鲤鱼 激动地手舞足蹈 嘴里也不停地喊着 鲤鱼大爷 你们跳啊 快跳过那石门 你们就能化成龙了 是不是平日里 腾虫和尸体吃多了 长胖了跳不起来啊 你给磊爷蒸气点 跳过石门 磊爷请你们吃鱼饲料 你们要是再跳不过来 磊爷就把你们抓回去一锅盾了 我看到王磊的动作 真是哭笑不得 但我也担心了起来 那河水的充饰开始变弱了 再这样下去 这灌上来的河水 肯定会消下去的 到时候 这对鲤鱼 就再也跳不过这龙门了 这对一红一黑的大鲤鱼 也在疯狂地跳 但跳得越来越低了 根本跳不过那龙门 我在意识到这点的时候 叶唐就看向了我 微微一笑 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我直接走到了龙门的面前 用匕首割破了手心 手掌朝上一举 鲜血当即滴落了下来 河水不停地溅在我的身上 我顶着水浪往前走 那对大鲤鱼 看到我的鲜血后 突然落入了河水里 只是过了几秒钟的样子 这对大鲤鱼 就猛地跃出了水面 高高地跳了起来 直接飞过了龙门 也从我脑袋上方飞了过去 而在这对鲤鱼 跳过龙门的时候 那凶猛的河水 瞬间就消了下去 卧槽 鲤狗蛋 你呀太帅了 比磊也我还帅 王磊惊讶地脱口而出 所有人都在盯着 那跳到空中的大鲤鱼 只见他们在空中 窜了一下后 竟然猛地张开了嘴巴 口中当即吐出了 两口浑浊的灵气 那灵气从他们嘴里 吐出来的瞬间 我就感觉丹田出的气息 也变得躁动不安了 在我身体里 一个劲儿地乱撞 好强大的灵气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气吗 我看傻眼了 而叶博和王磊同时出手了 想要去抓住那两道龙气 可这两道龙气无比灵活 更好像是有意识一样 灵巧一窜 让叶博和王磊抓了一个空 顺着那石棺棺材盖上的圆孔 就钻了进去 哎呦 只听到王磊哀悠了一声 懊恼地直锤石棺的棺材盖 雷爷我差一点就抓住了 他娘的 你复活个毛啊 死都死上千年了 还想复活 老子真想捶死你 王磊在骂石棺里葬着的人 叶博无奈一笑 道 这一切的设计 都是这牧主人 想借龙气复活重生 你我尽力了 这是命数 哎 连叶博都叹息了一声 而叶唐则是蹲在地上 看着那对筋疲力尽的大鲤 温柔地说道 你们的使命完成了 好好留在这里吧 说完后 就把大鲤鱼抱到了河道中 手一松 这对大鲤鱼 就顺着河道滑了下去 接着就听到扑通一声 落入了水里 在大鲤鱼落入下面的河道后 就再次跳了起来 跳起来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 他们在朝我点头 初九 他们是在感谢你 他们在这地宫生活了这么多年 靠着腾虫续命 长了这么大 终于跳过了龙门 现在 他们都可以顺着河水游到外面去了 他们自由了 我看得心里有些五味杂陈时 叶唐就笑着安慰我 笑得像一个做了好事开心的小姑娘 嗯 我恩了一声 看着善良的叶唐笑了笑 我看着龙气已经进入棺材了 就看向了王磊 说 磊爷 现在咋办 还能咋办 王磊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 只有等着石棺里的王八蛋醒了 龙气进入了他的身体 他肯定会活过来的 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倒不如强行打开棺材 王磊话音一落 叶博就接过了话 王磊沉思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也没办法了 只有强行打开了 给垫起来的 凭着我们的力量 应该可以推开 这种事儿 怎么能少得了我 谁知 原本在对岸的左鹰和白城之他们 竟然翘无声息地走过来了 王磊看到他们 当即眉头一皱 想要说话 却是被左鹰先开口打断了 这位小哥风水术很厉害 心机也是厉害啊 怕是想独吞这龙气 这才让我们去抓那没有用的铁链子吧 哪里的话 王磊嘻嘻一笑 道 我让你们抓那铁链子 是想保护你们 毕竟 这玩意儿危险 我也看出来了 刚才王磊让他们去抓锁龙井 下面的铁链子 其实是想把他们支开而已 这王磊看起来笑嘻嘻的 心里也确实贼啊 不过 既然龙气钻进了棺材里 那我们就联手打开棺材盖 这棺材盖很沉 加上我们三人 胜算才大一些呢 你们说是吗 以左鹰的聪明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王磊的小计谋 但却是一点也没生气 他这样说 反倒是让王磊不知道如何拒绝他了 王磊正要点头同意 谁知 我们眼前的这口石棺突然震动了一下 把棺材上面的灰尘都震了下来 叶博看到这一幕 当即惊呼道 该死 他醒了 该死 他醒了 随着叶博大喊了一声后 所有人全都是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远远地看着这口正在震动的石棺 这口石棺少说也有上千斤 可就这么震动了起来 还能够清晰地看到 上面的灰尘被震得洒落了下来 而这种震动带着一定的节奏性 不是持续性的震动 就好像这石棺里有东西再动一样 我看得有些呆住了 不知道这吸收了龙气的石棺 会蹦出啥样的东西出来 就在所有人都愣住的时候 王磊突然急得大喊了一声 你们看着干啥 做点啥事情出来啊 里面的东西要出来了 都他娘的想死啊 他这一喊 叶博立马回过神来 赶紧拿出了一把武帝钱 想要过去摆阵困住石棺 砰 可谁晓得 叶博还没有走到石棺边上 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这石棺的棺材盖当即朝他飞了过来 叶博 小心 我看到这一幕 当即冲他提醒道 可还是迟了 叶博和石棺的距离太近了 根本没办法躲避 只看到他抱喝了一声 身上一股强劲的气息瞬间爆发出来 愣是用他的双手去顶朝他飞过来的棺材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 而下一秒 叶博的身体就被棺材盖撞得倒飞了出去 好在王磊反应快 一把抓住了他 否则叶博就被撞得摔下了几十米的河道中 而那石棺的棺材盖 受到了叶博的阻力 也没往前飞 就这么落在了我们的面前 那落在石台上发出来的沉闷声响 震得所有人耳朵嗡嗡响 老头 你这把老骨头扛得住吧 王磊搀扶着叶博担心地问 叶博一只手压着自己的胸口 脸上苍白地吓人 正要开口 一口鲜血就咳了出来 身体一软 就要栽倒在地上 叶博 你没事吧 叶唐健壮立马上前去扶住了叶博 叶博摇了摇头 稳定了一会儿气息后 才说 我没事 嗨嗨 拿东西 叶博在说话的时候 左鹰和白城志就已经围到了石棺边上 我一直在盯着他们的小动作 看他们走到了石棺边上 也连忙凑了上去 这一凑上去 却是傻眼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里面会是一具女人的尸体 我一直都以为 是叶朗谷国最后一个君王的尸体 不光是我 恐怕在场的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过 这女尸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 上面刺绣着不少藤虫的图案 衣服包裹得很好 看不到一点皮肤裸露出来 脖子上还带着一串骷髅项链 正压在她的胸膛上 她的脸上蒙着黑纱 只能看到那对眼睛和睫毛 一点没有腐烂的气息 特别是她的头上 更是带着奇怪的装束 好像是某种动物的羽毛 她的双手交叉 放在了腹部上 手里还握着一根玉骨 我在打量她的时候 不敢看她的眼睛 总觉得她眼睛很邪门 好像随时会睁开一样 我去 这好像是夜郎谷国的巫师吧 传言当年夜郎国能够如此强大 就是因为他们有巫师的缘故 这巫师会黑巫术 才没有被其他的国家吞并 想不到 这竟然是真的 那也就是说 这是夜郎谷国最后的力量 当时灭国的时候 是巫师带着这些人逃到了这儿来的 我还在打量观察的时候 王磊不知啥时候 扶着夜博凑上来了 夜博的脸色很苍白 看起来很虚弱 刚才被棺材盖撞了一下 肯定让她受了重伤 只见她盯着棺材中的巫师尸体 看了一会儿后 这才开口道 我曾经听一个道友说过 夜郎谷国的巫师 之所以会如此强大 是因为他有一样东西 能够召唤阴兵 我担心的是 这石棺里躺着的巫师 就是那个能够召唤阴兵的巫师啊 夜博的话说完 王磊就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 能够利用锁龙井 摆设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大镇的 一定是高人中的高人 这响水村的风水得天独厚 比帝王墓的风水还要好 村子外面两条河流环绕 肯定流进了这地宫里 盘活了地宫的风水 而响水村对面的山脉 又是双龙系珠的风水格局 每到晚上 那月亮就落在了山脉断口的地方 这地宫的那对鲤鱼 吸收了日月精华 等时机一到 就会经过九曲十八弯 越过龙门 口吐龙气 让这女巫复活过来 这大镇的时辰还没到 是我们的出现 让鲤鱼提前越过了龙门 要不是离狗蛋的血 喂食过那对鲤鱼 根本跳不过来 这女巫 是想让复苏夜郎谷国呀 王墓的风水术 连夜博都惊叹的人 听到她这番话后 个个都是面面相去 就连左鹰 也安分地没有出手 现在这龙气 已经被女巫吸收了 要不了多久 她肯定会苏醒过来的 见所有人都没有开口 王墓又继续往下说 我奉劝各位一句 想要活命 最好退出去 这龙气虽然很重要 但性命更重要 不行 我一定要拿到龙气 我要救我的父亲 可夜堂却不甘心 就这么离开 他要救他的父亲 夜博摇了摇头 劝他说 小姐 我们先回去吧 我现在受了重伤 没办法保护你 等回去休整一番 我们再来取这龙气 可夜博 我父亲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要是没有这龙气 我担心 他坚持不了多久 夜堂为难地说道 小姐 家主的命重要 但你的命更重要 这女巫上千年了没有腐化 如果真的醒了变成厉鬼 我们就很难出去了 夜博不想让夜堂出事 一直在劝说他 我看夜堂还要坚持 也劝说了起来 夜堂 夜博受了伤 这女巫又很邪门 我们得先把夜博带出去 你也担心夜博出事吧 如果你还要来 我答应你 我会陪着你一起来 我劝夜堂 他就眼神正正地看着我 你真的会陪我来 嗯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点头道 我的命是你救的 不管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会陪你来 听到我承诺 夜堂恩了一声 这才同意离开 跟着 王磊才看向了左英 问 你呢 要和我们走 还是留 左英也知道 这女巫的邪门 如果真的变成了千年厉鬼 她也没办法对付 只好点了点头 说 好 我们离开 其实谁也不甘心离开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石棺里的是 夜狼谷国的女巫 上千年了 尸体还没有腐化 如今还吸收了龙气 要是醒来 谁也不知道 会有多恐怖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原路退回去了 打算先封印了这锁龙井 把这个秘密给埋了 等有了对策 再来取女巫身体里的龙气 可谁也没有想到 在我们刚走下尸体的时候 我们的背后 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锣的声音 同时还响起了一道 打羹的吆喝声 一羹入夜 众生歇息 二羹夜醒 众生回避 三羹轮回 子瞅交替 鬼罗敲响 阴兵拦路 听到这突然响起来的吆喝声 我们这几个人 几乎是同时转过身去看的 这一看 就看到那个白家弟子 站在石棺边上 一只手提着铜锣 另一只手拿着玉骨 正有节奏敲锣打羹 而在我们所有人 都转头看向他的时候 他却是阴森森地鬼笑了起来 夜狼地宫 只有死人才可以保守秘密 绝对不会有活人之道 你们既然来了 那就全部留下来陪葬吧 伟大的法神 终将会带着我们夜狼国的后裔复国 你们 都等着陪葬吧 这白家弟子阴森森地喊着 那声音喊得很大声 整个地宫里 都回荡着他的回忆 你特么有病啊 你是不是想把老子害死 快给老子滚下来 回去看 老子不打死你 白城志没看明白这一幕 冲着这个白家 气急败坏的大吼道 夜狼后裔 现在都啥年代了 以为就凭你们这几把破长矛 就能复国 真是可悲 也可笑啊 这白家弟子 一路出了身份 我立马就认了出来 人皮一容术 我看着他摇头苦笑道 老之书 你们都过去了 只是历史的回忆而已 你们既然能够繁衍息下来 为何不好好生活 要你的族人陪葬 用这种残忍的方式 来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老之书冷冷一笑 慢慢撕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露出了老之书那张满是褶子的脸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知道我们的长矛没有用 但等我们伟大的法师复活了 你就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个实力复国了 你叫李狗蛋吧 说来还得感谢你 我们的天罡地煞大阵 还不到时辰 是你们的出现 提前让伟大的法师苏醒了 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能见识到 我们伟大的法师复活 还有我手上的东西 足够让我踏平你们 树老朽眼镯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老之书手里的东西 应该是传说中的阎望鬼罗吧 叶博接过老之书的话 道 阎望鬼罗能够控制阴兵鬼差 你敲响阎望鬼罗 是想召唤阴兵鬼差拦住我们 把我们困死在响水村吧 没错 你居然还知道阎望鬼罗 既然你知道阎望鬼罗的厉害 那就能想到 你们出不了这个村子吧 哈哈 看到叶博把他手上的东西给说了出来 我心里也是有些骇然 那敲响鬼罗的玉谷 就是女巫手里握着的宝贝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玩意儿 竟然能够召唤阴兵鬼差 阴兵过境 无人无魂 这句话正是体现了阴兵的恐怖 不管道术多么强大的人 都不想遇到阴兵鬼差 因为他们可是勾魂的 既然出不了这个村子 那老朽倒是想留下来看看 你们的女巫 到底有多么厉害 叶博咬牙道 好 见叶博开口 那晚辈不才 也想看看到底是我们的道术厉害 还是你们的黑巫术更胜一筹 白城志 动手 我没想到的是 我话音刚落 左英竟然抢先动手了 以他的性格 绝对不会做出头鸟 只喜欢在后面阴人 我还在猜疑他是不是又要玩什么 刺激挑拨我们厮杀的游戏 没想到他真的冲上去了 两人联手对付老之书 这两个王八 根本不是想来拿龙器的 而是想来拿阎王鬼罗 野心还不小啊 王磊盯着打斗的他们 自言自语道 他这话 我听在了心里 叶博也是震惊地说道 千万不能让阎王鬼罗罗到这些 心术不正的人手中 不然的话 到门就有劫难了 我其实刚才 在听到说出不去想水村的时候 我就已经打定了注意 趁着这个机会 诛杀左英 我看着和老之书打斗的左英 眼神灼灼地说道 叶唐 你带着他们找出路 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哈哈 谁知 听到我的话 王磊就笑了起来 道 看样子 咱九哥要出手了 去吧 杀了你的仇人 我看着王磊笑眯眯的 就主动问他 蕾爷 你老实说 你咋知道 我和左英的仇恨 老夫掐指一算 麻沟村 百鬼为村 以失恋谷等等 所有邪门的招数 你都经历了 王磊神秘兮兮地笑着 看到我一脸震惊后 还莫等我脱口出 他就抢先往下说 九哥 老实告诉你啊 蕾爷我对这些东西 没啥兴趣 不管是龙器 还是阎王鬼罗 蕾爷是受人之拖来帮你的 我知道你想问我 但蕾爷我偏不告诉你 想知道 等你活着出来 我就告诉你 王磊这得意的笑脸 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想一巴掌 把他这得意的笑脸擅强领 让他抠三天都抠不出来 但我又不能拿他怎样 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嗯 王磊点点头 跟着叶唐才看着我 提醒道 李初九 你小心点 实在阻止不了他们 我们就想办法出去 没事 我笑了笑 看向了还在打斗的左硬 他跟我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他必须死 说完之后 我就慢慢地 朝石台上走了上去 这老之书年龄不小了 但却是一身的硬功夫 我见识过 陈老伯的力量 老之书自然不在他之下 虽然是左硬和白城志联手 但两人也没有站上风 老之书很聪明 知道先对付左硬 所以一个劲地猛攻左硬 左硬连续抵挡了几个回合后 就被老之书抓住了破绽 一掌打在了他的肩膀上 当即把左硬手里的竹灭刀 去死吧 老之书爆喝了一声 一掌猛地打向了左硬的胸膛 那强劲的掌风 竟然把左硬的头发都吹动了起来 只看到左硬脸色瞬间苍白 一把抓住了边上的白城志 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只听见沉闷的一声响声 还有那骨骼断裂的声音 白城志的身体就剧烈地抽出了起来 想开口说话 一口血就猛地呛了出来 你 我 爹不 不会放 过 白城志强撑着说出了这句话 身体一抖 当即倒在了地上 眼睛也没有闭上 就死了 没想到你比我还要歹多 老之书冷冷一笑 再次对左硬动手了 左硬想逃 我见状立马冲了上去 重重一脚踢在了他的后背上 直接把他踢得撞在了石棺上 只看到他咬着牙 猛地回头看向了我 怒道 你敢过河柴桥 哼哼 我冷笑了一声 道 左硬 这是你教我的 我只是跟着你学的 你不是喜欢完英的吗 这就是完英的下场 老之书没有想到 我会出手对付左硬 左硬愤怒地看着我 道 你以为 就凭你们就想杀死我 休想 左硬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他张开了嘴巴 喉咙一翻 我就看到那恐怖的三尸骨 从他嘴里射了出来 顾不上其他的了 看到那朝我袭来的三尸骨 我当即身体一震 取出了震魂尺 猛地拍向了三尸骨 这一拍 当即把三尸骨拍成了肉酱 那身上飞溅出来的液体 把石棺都腐蚀了无数的小洞 幸亏我退得及时 才没有被伤到 而等我站稳的时候 左硬已经跑下了石梯 怀里抓出了一把指人 抛向了空中 一口鲜血喷在了指人上面 那指人当即像充气了一样 落到地上后 就像活人一样 保护在左硬的身边 在跑下石梯之后 左硬才回过头 冷冷地看着我 李初九 没想到当年 你还能活着走出麻沟村 告诉你 有人知道 你还活着的话 他会很生气 不用我出手杀你 他也会出手 杀了你这个小野种 说完之后 就跳进了河道里 而那些指人 就在石道上保护着他跑 想追他已经来不及了 左硬一身的邪术 想追他是不可能的了 强行追他 反倒是容易被他的阴招暗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和他的指人消失在河道里 我心里不甘心 放过了这次绝佳的机会 下次想找他报仇 就难如登天了 只是让我想不通的是 他当年 是怎样逃出麻沟村的 而且 他说有人想要杀我 除了他和周八字 就是那个带我娘走的人了 我正疑惑之时 老之书突然看向了我 那带着杀气的眼神 让我浑身一冷 瞬间清醒了过来 贪婪的你们 果然喜欢自相残杀 老之书看着我细血地笑道 我现在追不上左硬了 但还有一个仇人 就是眼前的老之书 你和陈老伯杀了我朋友 这个仇我得找你算算 你记住了 你杀的人 叫赵子龙 去了阴曹地府 跪着给他道歉吧 我愤愤地说完 就直接动手了 往前跨了一步 手里的震魂齿猛地 朝他砍了下去 老之书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庄长猛地合拢直接并住了我的震魂齿 那通过震魂齿传出来的力道 犹如一把铁钳一样 死死地压住了我的震魂齿 让我无法把震魂齿抽出来 他的力道太厉害了 就算那些能够手劈砖头的人在他面前 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咬了咬牙 丹田那像小鱼苗一样的真气 瞬间窜到了我的手上 力量顿时爆发了出来 我猛地往后一拽 强行把震魂齿给拽了出来 不退反镜 手中的震魂齿重重地朝老之书的腰劈了过去 老之书的身手很敏捷 一只手撑在棺材上 手上一发力 直接翻过了石棺 还没落地 我就先一步窜了过去 震魂齿直接朝他脑袋上抡了过去 老之书猛地往后一退 一掌打在了我的震魂齿上 震得我虎口发麻 更是往后退了一步 还没有站稳 老之书就冲了上来 对着我连续劈出了数掌 直接封住了我所有进攻的方向 我指得用震魂齿去挡 好几次震魂齿差点脱手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会被他打下石台的 我身后还有不到一两米的距离 就是石台下方了 二三十米的高度 摔下去不死也会残废 在我们夜郎国鼎盛的时候 你们骇人的倒数 就不是我们少数民族黑巫术的对手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代的传承 倒数越来越不堪 你虽然修炼的是玄真真气 但你爆发出来的力量太弱了 犹如蝼蚁 是吗 看到老之书得意的神情 我冷冷一笑 道 不好意思 你倒是提醒我了 只顾着和你拼气劲 我都忘记自己是倒气双修了 在我说话时 我就从拿出了两张天罡符 直接扔向了空中 咒语一念 天罡符自拉一声就燃烧了起来 我顺势往后退了一步 已经退到石台的悬崖边上了 左手立马截了一道天罡印 那燃烧的天罡符 瞬间化作了两道虚拟的太极图案 当即在老之书的身上爆炸开来 这天罡印的威力很强大 直接在老之书的肩膀两边 炸出了两个血洞 鲜血直流 他的身体也是往后裂起了几步 我是尸城俘虏一派 灵符的威力自然不用说的 当时陈老伯用五雷诀对付我 只是法力很弱的五雷诀 连天雷都召唤不出来 也是我没有打斗的经验 一直在山上修炼 从来没有和人真正交手过 这才吃了他的亏 险些丧了命 可老之书的身体太硬了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反而是激怒了他 面目猙獰地看着我 疯狂地笑道 开始了 我以为他要攻击我 没想到他却是跳到了石棺的另一边 趴在了石棺边上 把那肩膀上的鲜血 滴到了石棺中 大声喊道 伟大的法神 今日您的仆人 用他的鲜血来唤醒您 求您睁开眼 把这些人都带到地狱去吧 老之书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那棺材 竟然再次震动了起来 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不光是石棺 就连整个地宫 都好像震动起来了 特别是那河道里的水 也是被震动地荡漾了起来 好像是地震前的前奏一样 九哥 走了 快走 那女巫一苏醒过来 这个地宫都会塌陷的 快呀 王磊和叶唐他们 一直在对岸的井口下 看到地宫出现了异常后 立马朝我大声地喊了起来 初九 快过来 跟我们一起离开 叶唐也担心地喊了起来 小伙子 你的天赋很厉害 唯独欠缺的是 战斗和斗法经验 稍加磨练 你必定是风云人物 跟我们走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我们等你 带我们再次回来 嗨嗨 叶博也是朝我大喊了起来 一边喊一边咳嗽 我不傻 只是不甘心 想要杀了这老之书 为子龙报仇 可我也怕那石棺里的女巫醒了 千年女鬼的道行 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 我看着还在召唤女巫的老之书 不甘心地叹息了一声 转身就要朝石梯下跑 可刚一跑 老之书就冲过来拦住了我 冷笑道 想跑 没门 今日就算拼了我的命 我也要让你 留在叶狼地宫 能够死在盗器同修的手上 我死了也有颜面 面对我们叶狼一族的祖宗 在老之书拦着我的时候 地宫就开始摇晃得 越来越剧烈了 地宫上面的顶端 都有石块 被震落下来了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逃了 老之书的实力不弱 我只有拖着老之书 让他们走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才朝他们大喊道 伟爷 你既然知道我的事情 兄弟我求你帮一个忙 如果我不能出来 去苗王岭救我师父 拜托了 还有夜堂 我欠你的 下辈子还了 你们走 地宫要开始坍塌了 快 唉 说完 我就转过身来面对老之书了 只听到王岭的一声叹息 跟着就听到铁链子 嘻嘻锁锁的声音 我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他们 顺着铁链子爬上去后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走 小伙子 你放心 他们一个都走不了 会永远地留在响水村 哈哈 我还没反应过来 老之书 突然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手中再次敲响了 那阎望鬼罗大声道 三更已至 阴兵睁眼 所到之处 活人无魂 大声地喊完之后 老之书便一口鲜血 喷在了阎望鬼罗上 刹那间 我就看到那阎望鬼罗上 冒出了一股古绿音音的鬼气 这些鬼气一钻出来 搜得一下就飘到了井口的地方 顺着井口就钻了出去 该死 三更已经到了 现在正是子手交替 阴兵要被他召唤出来了 看到这一幕 我当即暗叫不好 如果阴兵鬼差被召唤出来了 他们就很难离开降水村了 如果被阴兵抓到 那三魂七魄 就会被勾走 我正意识到坏事了 老之书再次喊了起来 道 伟大的法神 您的仆人 再次请求您苏醒过来 子丑交替 阴兵出现 他们就可以听从您的召唤 带走这些闯入 我们夜狼地宫的恶人 也能帮您复活 我们伟大的夜狼神果 碰 碰 老之书一喊 我就看到棺材开始 碰 碰 地震动了起来 很有节奏 而这石棺一震动 整个地宫 也会跟着有节奏的震动 只怕是 这棺材里的女巫一醒 整个地宫就会坍塌 是这石棺的震动 带到了地宫的晃动 看了一番后 我就已经能够确定了 而那石棺 不是持续的震动 是有节奏的震动 一下一下的 我看到夜狼他们已经出去了 我心里也没有所顾忌的了 既然走不了 那我也要杀了老之书 给子龙报仇 我看向老之书的时候 他却一下跪在了石梯上 不停地磕头 大笑着 哈 伟大的法师就要苏醒过来了 我们夜狼复国 指日可待 不知道为啥 我看到此时的老之书 竟然有一种同情感 觉得他很可怜 他带着夜狼的后裔 繁衍生息到现在 没有让这些后裔 好好地融入社会里 反倒是让他们永远 活在复国这件不可能的任务上 害人害己 难道 好好活着不好吗 我想不通 我在心里问自己的时候 那原本还在震动的石棺 突然停了下来 石棺一停下来 就连地宫的晃动 老之书看到这一幕 似乎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 震了一下 又开始磕头 伟大的法师 您怎么了 龙气已经进入了您的体内 您应该复活了呀 老之说 你们的巫师活不了 要是我猜得没错的话 他永远都不会醒过来的 虽然李渔越过了龙门 但天罡地煞阵的阵法 还没有彻底起效果 如今已经被王伟破坏了 这个大阵已经没有效果了 他活不了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老之书听了我的话 身体就颤抖了一下 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人也是瘫软了 摇头尼南道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我一直谨遵祖宗的遗训 为了让法师复活 眼睁睁看着我们夜郎 最后的三十六户人家 自尽养藤虫 为了等这一天 我付出了我的所有 可还是无法完成 祖宗传下来的任务 为什么 难道天要亡我们一族 不对 是你们 都怪你们 老之书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上变得无比愤怒 指着我怒道 都怪你们这群贪婪的人 破坏了我们的阵法 是你们灭绝了 我们最后的期望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杀了你 老之书一说完 完全失去理智了 猛地从石梯上跳了过来 还没靠近我 就连续对我轰出了几掌 那一双铁掌轰得密不透风 远远的我就感受到了 强劲的掌风 我立马往后退了一步 和他对了一掌 整个人就被震得 倒退了好几步 手里同时拿出了两张灵符 可老之书 没有给我念咒结印的机会 疯狂地朝我攻击而来 完全是要和我拼命的状态 就算我的震魂齿打中了他 他也不会闪避 直接和我硬拼 啪的一声 我的震魂齿 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腰腹上 我看到他疼的脸都抽出了 可他没有撤手 还是强行一掌 打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凶猛的力道 直接把我震得倒飞了出去 我的身体滚下了石梯 正要滚下去 却是被一双温柔的手给抓住了 初九 你答应过 我要好好活着的 听到这声音 我就抬头去看 这一看 就傻眼了 叶堂竟然折回来了 叶博和王伟没有回来 就他一个人回来了 叶堂 你这个傻姑娘 我让你走啊 你回来干嘛 我心里很感动 但一想到有危险 还是呵斥了起来 哼 你敢凶我 叶堂瞪了我一眼 直接把我拉了起来 好像生我的气 没搭理我 而是看向了老之书 道 老之书 你放弃吧 哼哼 老之书冷冷一笑 道 你走吧 我不杀女娃子 叶堂柳眉微醋 道 老之书 我可不是来让你杀的 我是来打败你 带出酒走的 找死 老之书瞬间变脸了 猛地朝叶堂冲了过来 我赶紧拉了一把叶堂 可叶堂却是松开了我的手 主动迎上去 和老之书打了起来 叶堂 你回来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担心地喊他 想找到机会 就进去分开他们 可我看了一会儿后 我就傻眼了 叶堂竟然占据了上方 老之书的攻势很猛 但叶堂就是随身贴着他 很灵活 而且 不管老之书的攻势有多猛 叶堂都能够轻松地化解了 看了十来个回合 我才恍然明白了过来 叶堂使用的是 道家太极拳 是柔 而老之书是硬功夫 刚好以柔克刚 叶堂 好聪明 只要是入门的道家弟子 都会先学太极拳法 这是为了尽心之用 就好像是逍遥子师父 让我扫了一年的叶子一样 都是同一个道理 我咋就没想到 真是丢人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甘大地抓了抓后脑勺 而老之书的硬功夫没用之后 越打越急 连步伐都已经乱了 他这一乱 就被叶堂抓住了破绽 轻轻一勾 老之书就不稳地往后 踉枪了几步 就是这个时候 我见机会来了 也是冲了过去 高高地跳起来 猛地一脚踢在了 老之书的胸膛上 我这一脚的力道很大 直接把老之书 踢得撞在了石棺上 只见他一口鲜血喷出来 身体当即一软 倒在了地上 而我也是反正地落到了地上 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后 叶堂就看着老之书笑道 老之书 你输了 想我一身硬气功夫 竟然败在了一个 丫头骗子身上 真是可笑啊 老之书说得不服气 呢喃了一声 看着叶堂问 丫头 敢问你学的是 何种拳法 叶堂嘻嘻一笑 道 正宗到家 太极拳法 太极拳法 老之书呢喃了一声 还没想明白 我就已经走到了他身边 怒道 你杀了子龙 我要杀了你 哼 就算死 我也不会死在 你这个无名小辈上 谁知 老之书突然发狠了 憋着一口气猛地 撞向了石棺 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老之书就倒在了地上 临死前眼睛大大的睁着 好像死不甘心 也死不瞑目 我试探了一下他的鼻息 确定他断气了之后 这才重重地说道 子龙 你要是在天有灵 看到这一幕 就好好安息吧 我在说话的时候 叶堂就把老之书身上 掉下来的阎王鬼罗捡了起来 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后 看着我道 走吧 叶博在等你 鹰兵已经出现了 他有办法闯出去 嗯 我点了点头 也没有啥可留恋的了 就和叶堂走下了十梯子 可刚下了几步 我就看到那河道里的水 好像被啥东西给照亮了 好像有什么光 从水底照射了出来 而这些照射出来的光 就投影到了地宫的底端 五彩斑斓的 我正疑惑 叶堂就说了起来 这好像是反射进来的月光 现在的月亮肯定已经到了 村子对面的山脉上 刚好搁在了那个缺口上 那月光才会照射 进村子外面的河流 反射进来的 怪不得 那左鹰能够从河道里逃出去 叶堂说话的时候 我就抬头看向了地宫的顶端 那些投影上来的淡淡光芒 正慢慢地重合在了一起 竟然照亮出了一个藤虫的巨大图案 看到这一幕 我连忙拉了一下 还在观察河道的叶堂 用手一指 他也顺着看了上去 而就在他要发出惊呼之时 那地宫顶端的光亮 竟然反射到了我们身后的石棺中 哥哥哥哥 我和叶堂还没有回过神去 当即就听到了一阵 哥哥的轻笑声 很轻 但无比的阴森 听得我头皮都骂了 哥哥哥哥 这声音是女人的轻笑声 很轻 但在这寂静的地宫里 却显得无比的刺耳和恐怖 而且 这轻笑声里 更是带着阴森森的气息 我和叶堂听到这背后的轻笑声时 叶堂就猛地抓住了我的手 我能感受到 她此时的身体 有些微微发抖 别说是她 就算是我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也是吓得后背直冒冷汗 但在叶堂面前 我不能表现出来 爷爷说我是男子汉 男子汉 就得保护女人 我轻轻地捏了 捏叶堂柔嫩的手 示意她不要怕有我在 叶堂轻恩了一声 脸上的表情轻松了很多 跟着 我才慢慢地转过头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那原本 躺在石棺里的女巫 竟然直立立地 漂浮在了石棺之上 她身上那身黑色的长袍 就这样垂在了空中 那黑色的长发 更是散落了下来 周围没有任何的风和气流 可她的黑色裙摆 还有那黑色的长发 就这样无风自己摆动了起来 她的双手交叉 放在了腹部上 脸上戴着黑色的面纱 那双裸露出来的眼睛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那双眼睛像寒冰一样 多看一眼 浑身就直发了 而最可怕的 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阴气 强大地让人无法呼吸 内心深处 更是有一股莫名的压抑感 当年我娘出关的时候 就已经够可怕了 但和眼前这个千年女鬼比起来 完全是天壤之别 她醒了 这才是天罡地煞大阵的作用 先是吸收容器 然后才是吸收日月精华复活过来 叶唐也回过头来了 看到这活过来的女巫石 死死地抓住我的手 指甲督嵌到我皮肤里了 叶唐 别怕 你是盗门家族的人 不要怕鬼 我小声地安慰了一句 我原本以为天罡地煞阵被破坏了 她就不会醒过来了 可我没有想到 天罡地煞大阵早就起作用了 这女巫的等的是月光的日月精华 我一边回想 一边在心里开始在快速地盘算 要怎样对付这千年女鬼 巫之一族 竟巫一活人 甚是悲哉 而等贼寇 乳巫一族 该杀 我还在思考对付的方法 这女巫突然冷冷地开口了 那声音一开口 就感觉整个地宫都变得无比阴冷了起来 而且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更是冷悠悠的 动得人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 跑 感受到她的危险 我立马拉起 夜唐叫跑 可刚一跑 这女巫一个瞬移 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两只手 顿时朝我们袭来 瞬间暴涨了机密 速度更是快地惊人 都没看清楚 就掐住了我和夜唐的脖子 轻轻地把我们提了起来 我呼吸不上来 意识是清醒的 连忙用阵魂齿披向了她的手腕 这一批 女巫的手腕当即被我切断了 好像切豆腐一样 只听到一声尖锐的惨叫 她的断手 就触电般地缩了回去 可夜唐却是被她重重一甩 直接扔向了石台上的石棺 该死 我当即暗交不好 猛地扑了过去 在夜唐落下来的时候 我就一抱抱住了她 可那力量还没有泄掉 我的后背 结结实实地撞在石棺上 只感觉骨头都要撞断了 喉咙一甜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朱九 你没事吧 夜唐看到我的情况 担心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 把她拉到了身后 用嘴里的精血 喷到了震魂齿上 震魂齿当即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我看着漂浮在空中的千年女鬼 咬牙呵斥的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不管你的道横多高 我都要让你魂飞魄散 说话的时候 我的手里就夹着两张杀鬼符 一只手立着震魂齿 大念杀鬼咒 太上老君教我杀鬼 与我神放 上呼玉女 收射不详 登山实裂 佩戴印章 头戴滑盖 足涅奎刚 左扶六甲 右卫六钉 前有皇神 后有乐章 神师杀伐 不必豪强 先杀恶鬼 后展夜光 何神不服 何鬼敢当 急急如律令 杀 嗨嗨 我念咒的声音很大 刚才后背结结实实撞了一下 我念得很急 念到最后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嘴里更是不停地枪出血来 而随着我最后一个 杀字爆喊出来后 我手中的杀鬼符 就已经扔向了千年女鬼 震魂齿一指向 那洒落下来的杀鬼符 只听见滋拉一声 那两张杀鬼符立马 就在空中燃烧了起来 我是借用震魂齿施法的道法 威力自然强大不少 那燃烧着落下来的杀鬼符 突然就受到了道法的召唤 瞬间化作两把虚拟的金钱剑 猛地刺向了 漂浮在空中的千年女鬼 震魂冷笑了一声 那原本被我用震魂齿斩断的手 瞬间就尝了出来 那两把杀鬼符化作的金钱剑 还没有刺到她 就被她的双手给抓住了 她的双手一抓住金钱剑 金钱剑上的法力 就开始灼烧她的双手 滋滋地不停冒黑烟 但却丝毫没有伤害到她 她身上冒出来的那阴气 正在画解杀鬼符的法力 只是坚持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那两把虚拟的金钱剑 就这样化作了一团灰烬 洋洋洒洒地落了下来 好厉害的恶鬼 灵符的威力不够 根本伤不了她 看到这一幕 我就意识到坏事了 而这女巫更是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那种犹如寒冰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雕虫小记 而等鼠辈 于无面前 犹如蝼蚁 无今日 便用乳之血 祭祀无足亡魂 让儿等永世忏悔 永世跪拜 这千年女鬼的声音 越来越冷 冷得让人心底发寒 她已惊动了杀心 我不敢大意 强行用震魂齿泪破了手心 鲜血庆出来的同时 我就把五帝钱 抓在了手里 死死地握着 让鲜血庆尸五帝钱 几乎是同时 就在手心里的五帝钱 被染红之后 这千年女鬼 立马发出了一声 刺耳的尖叫声 太尖锐了 刺得人耳膜 嗡嗡之响 而下一秒 她就出现在了 我的面前 双手猛地朝我刺了过来 我连忙拉着夜堂 往后一退 手中燃血的五帝钱 全数朝她打了过去 这些燃血的五帝钱 打在她身上 只打得她 鬼魂冒黑烟 虽然逼退了她 可根本没有伤到她 反倒是激怒了她 只听她愤怒地 抱喝了一声 那头上的长发 瞬间散开 密密麻麻 朝我射来 速度快得惊人 我连躲都没有机会 只得一把推开了夜堂 我刚一推开夜堂 那些头发 就缠住了我的双手双脚 缠得很死 我根本没法挣扎 随着她脚尖一点 身体就离得 漂浮了起来 而我也被缠着 飘离了地面 在空中 被定格成了一个大字形 夜堂 拿着我的振魂吃炮 快 我已经被控制了 只想让夜堂活着出去 这女巫 本来有千年的道行 加上吸收了龙气 我的符咒 对她根本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可以拼了命拖住她 让夜堂安全离开 我一说完 手中的震魂齿 就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夜堂不愿意离开 正正地看着我 只摇头 不 初九 我要和你一起走 你不走 我也不走 别胡闹 我重重地呵斥了一声 吼道 走 我这么一吼 夜堂才咬了腰嘴唇 跑到我下方捡起了震魂齿 还是不想离我而去 我看得心急 正要喊她走 谁知 这千年女鬼的头上 突然射出了一道头发 直接勒住了我的脖子 让我连话也说不出来 二等鼠辈 受死吧 这千年女鬼冷笑了一声 那双手骤然朝我胸口袭来 那指甲 瞬间变得又长又锋利 直接抓破了我胸口的衣服 指甲更是深深地刺进了我的肉里 那撕裂般的疼痛 只差让我昏迷了过去 可就在我以为会被这千年 女鬼开膛破肚之时 我那胸口的地方 突然变得灼烧了起来 直接把这千年女鬼震的倒飞了出去 我低头一看 当即惊呼了起来 是玉佩 是我娘留给我的那枚玉佩 我的胸膛 已经被这千年女鬼的指甲 戳出了十个血肉模糊的小洞 鲜血直流 要不是我脖子上挂着的玉佩 我肯定被她开膛破肚了 我脖子上的玉佩 是我娘死后变成鬼留给我的 这玉佩已经救我两次了 上次在麻沟村外面的河里 我差点被白鬼扑入了河里 而这一次 竟然震退了这千年女鬼 这女鬼的怨气虽然不深 但她的倒横在这儿 就连我没有上好的法器 也是拿她没辙 可就是这块玉佩 却是震退了她 而此时的她 被震退之后 竟然是忌惮地看着我 根本不敢伤前 好像很害怕我脖子上的玉佩 爷爷曾经告诉我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我有这块玉佩 不然会有杀身之祸 所以我一直戴在衣服里面 从来没有拿出来给别人看过 而这块玉佩 代表了我娘的身份 我不敢想象 她的身份到底有多恐怖 初九 用玉佩做法来对付她 就在我挣住的时候 叶唐突然朝我大喊了一声 我明白叶唐话里的意思 这肯定是一件很厉害的法器 可我没有用过 更不知道会发生啥 但现在没有办法了 必须解决了这女鬼 我们才可以活着离开 想到这儿 我就把玉佩给取了下来 拿在手里后 我还没开始施法 这块玉佩就变得灼烧了起来 而且还发出了淡淡的红光 这红光一出现 女鬼就害怕地往后退了 身体也是漂浮了起来 狠狠地看着我们 两只手一抬 我就看到石棺的棺材盖飞了起来 走 看到这一幕 我当即朝叶唐喊了一声 连咒语都来不及念了 拉着它就往下面跑 我回头一看 就看到那石棺的棺材盖猛地 朝我们撞了过来 顾不上其他的了 我只得抱着叶唐往下一滚 我们的身体在石梯子上搁得很疼 可不敢停 那石棺的棺材盖重重地摔在了石梯上 虽然没有砸到我们 但也是顺着石梯滚了下来 石棺的棺材盖比我们两人加起来还要重 滚下来的速度也要比我们快 越来越近 伴随着那轰隆隆的响声 就好像是催命的声音一样 我看这样滚下去不是办法 找准了机会 一把抓住了石梯边上的护栏 一把拉住了叶唐 跟着就站了起来 身体紧紧地贴在护栏边上 几乎是电光火时间 在我们贴着护栏的时候 这滚落的棺材盖 就猛地从我们身边滚落了下去 好险 叶唐拍着惊魂未定的胸口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她身上没有受伤 我一直抱着她的 倒是我 如今一放松下来 浑身疼得要命 感觉快要散架了一样 但我不敢松气 看着那漂浮在空中的女鬼 她也忌惮我手中的玉佩 只得恶狠狠地盯着我们 想找机会下手 小伙子 你休息吧 让我来对付她 而就在我盯着女鬼看的时候 一道似曾听过的声音 突然在对面的井口下响了起来 我赶紧朝对面看过去 这一看过去 就看到那算命老头来了 她的背上还背着两个包袱 手里拿着算命棋 急匆匆地朝我的方向跑了过来 怎么会是她 王磊不是已经让她离开了吗 她怎么又到回来了 我看到她朝我跑过来 心里就疑惑了起来 她当时提醒过我 也和我师父逍遥子 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我正疑惑地看着她 就看到她已经冲到了女鬼的下方 当即蹲在了地上 把背上的两个包袱解下来后 我就看清楚了 里面竟然是两个诗鹰 有一个正是我和子龙 去取师友取出来的 可才短短几天不见 我就发现 这诗鹰好像长大了不少 当时那神秘人让我们取师友 实际上就是想要得到诗鹰 如今看到这包袱里的两个诗鹰 我骤然才明白过来了 她是想用诗鹰来对付这千年女鬼 以怨正怨 诗鹰胎死腹中 怨气极端恐怖 而这女鬼躺了上千年 怨气自然不言而喻 不光可以用强大的倒数来以正正怨 同样还可以用怨念强大的诗鹰来以怨正怨 一想到这儿 我才猛然地想到了一点 这算命老头也是那个神秘人的人 怪不得 那天王磊对他出言不逊 要赶他离开降水村 恐怕是王磊早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王我当时还怀疑王磊 真是处处茅庐 经验太少了 不光是战斗 就连看人也看不准啊 我还在回想发愣的时候 那算命老头就咬破了自己的两个指头 分别伸到了诗鹰的嘴巴里 他们原本是闭着眼睛的 但一闻到那血腥味后 立马睁开了眼睛 开始疯狂地吸食算命老头的指尖血 那双灰蒙蒙的眼睛 看不到眼珠子 也看不到白眼人 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看起来格外的瘆人 吸食了一会儿之后 我看到算命老头的脸色都变白了 诗鹰才吸饱了 只听见算命老头说了一声杀 这两个诗鹰就突然窜了上去 围着那女鬼就开始撕咬了起来 这女鬼完全拿他们没辙 那头发缠着诗鹰 也是被诗鹰吃得干干净净 完全是见啥吃啥 只要是有阴气的东西 但这是邪术 这诗鹰是我和子龙放出来的 我们这样做本来就已经错了 而且我还答应了诗鹰的母亲 一定要把诗鹰给她带回去 好超度他们投胎转世 所以不管咋样 一定要送这诗鹰走 如果让他们继续成长 那日后必定会害死不少无辜的人 在我回想的时候 那半空中就传来了 一阵阵尖锐的惨叫声 我抬头看上去 就看到这女鬼 竟然被这两个活生生的诗鹰给吃了 这两个诗鹰竟然能吃鬼 世间万物 果真如道家所言 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 在他们吃了一会儿后 我就看到女鬼的面纱落了下来 那只是一张很普通的老太太脸 但因为没有血色 看起来就显得有些瘆人 这夜郎国的女巫遇到了克星 没过多久 身体就完全被这两个诗鹰给吃了 而在她的鬼魂消失后 她的身体里就窜出了两道灵气 正是李渔越过龙门吐出的龙气 那两道灵气一出现后 在空中转了几圈 立马就融合在了一起 又过了几秒钟 这两道融合的龙气 竟然凝聚出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白珠子 这白珠子的周围 灵气萦绕 无比的强大 是藏风珠 气为风 龙气合在一起才会形成的 只要是得到这颗藏风珠 我父亲就有救了 夜堂看到这颗龙气 凝聚而成的藏风珠 当即惊讶地喊了起来 我恩了一声 就要去抢夺这颗藏风珠 正朝着藏风珠落下来的位置跑过去 算命老头却是抢先我一步 跳起来就抓住了藏风珠 还朝我扔过来了一个瓷瓶子 这是救你师父的灵药 他的三师 古毒快侵入心脏了 只有这颗药丸 才能救他 你们完成了任务 这是主人答应给你们的 但能不能够活着出去 就要看你们的了 算命老头 一脸音效地说完之后 带着那俩诗音 就朝对面的锁龙锦跑了过去 速度快地惊人 直接抓着那铁链子 蹭蹭地就爬了上去 不能让他走 我一定要得到藏风珠 我一定要救我父亲 看到这算命老头跑 叶唐野是迅速地追了过去 我怕他被暗算 也追了上去 可还没有追到 井口下方的位置 整个叶狼地宫 就开始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只是刹那间 地宫的石柱 就开始倒塌了 好像是这个叶狼地宫 要坍塌了 而我们要是出不去 就会被永远埋在这里面 我们根本没办法 冲到对面去 这些石柱子 开始倒塌了 那顶端掉下来的落石 轰隆隆地砸在了河道里 把河水溅得四处飞溅 而且 那锁龙井掉下来的四根铁链子 也是框框当当地掉了下来 很显然 是被算命老头给斩断了 他根本没有想过 给我们逃生的机会 叶唐 走河道 刚才左鹰逃出去了 我们也能逃出去的 我拉着叶唐 一边躲那些掉下来的落石 一边疯狂地 往河道的方向跑 哄 哄 可还没有跑到河道边上 那河岸的河水 突然就疯狂地冒了起来 如同井喷一样 只是眨眼的功夫 那河道里的水 就漫过了十道 初九 不好 村子外面的河水 漫进来了 肯定是想淹没着地宫 叶唐看到这一幕后 顿时就大叫不吼 我也看出来了 这叶狼地宫摇晃得 越来越剧烈了 我已经站不稳了 那些跪着的尸体 也被河水冲到了水里 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这些河水 就已经淹没到十梯的方向了 锁龙井的方向 已经出不去了 唯一可以出去的地方 那就是河道了 叶唐 你相信我吗 我看着叶唐问他 好 我笑了笑 跟着就拉着他 跳进了河道里 河水是从河道底部 灌出来的 我一个劲地 往水底扎下去 可底部的冲力太强了 我根本潜不下去 连着尝射好几次 我们都被冲上来了 此时的水位 已经越来越高了 几乎淹没了 地宫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很显然是地宫的机关 修建的时候 就没有打算让外人 把叶狼谷国的秘密带走 叶唐的水性不好 被呛了几口水后 显得很难受 小脸苍白地让人心疼 我怕他沉到水里去 就抱着他 这次没有紧张和害羞了 叶唐 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傻瓜 我们都是修道之人 生死早就想到了 你是个好人 我相信你 哪怕到了黄泉 我们也可以结个罢啊 叶唐玩耳笑道 我看到他这样 心里就越是自责 水位长得越来越高了 我只能潜在水里 把他举出水面 让他呼吸 我不敢松手 我一松手 他便会沉下来 我的水性很好 可时间一长 也承受不住了 那种强压的窒息感 快让我的胸膛爆炸了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刚冒出脑袋去呼吸 叶唐就猛地往下沉 而这次 他却是主动抱住了我 温柔地笑道 傻瓜 你憋死了 我也会死 我听说 人死之前如果拉着手 到了地府 就能够找到彼此 不会走散 我们试试吧 叶唐说的是实话 我举不了他多久 等着河水 彻底淹没了地宫 他也会死的 我笑了笑 就死死地拉着他的手 正要说话 就感觉胸膛的地方 痒酥酥的 好像有啥东西 在舔我的胸膛 我赶紧低头一看 就看到那对 一红一黑的鲤鱼出现了 他们在舔我胸膛上的鲜血 等发现 我在看他们的时候 突然就往反方 向潜了下去 快要潜到水底的时候 忽然停了下来 朝我们点了点头 初九 他们是来救我们的 叶唐看懂了他们的意思 激动地说道 我也是疑惑了一下 但也没有多想 拉着叶唐 就往反方向的地方 潜了下去 这一潜 我才发现 那冲力已经消失了 我赶紧跟着这对鲤游 游了不一会儿 就看到河道的底部 出现了一个缺口 还有光渗透进来 这才是逃生的路 一看到这河底 渗透出来的光 我就像抓住了 救命稻草一样 激动之情无法言喻 只是看着夜堂笑了笑 猛地游了出去 等我们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 我们已经出现在 降水村外面的河流了 我一游到岸边 就累得倒在地上 大口的喘气 而那山脉上 隔着的月亮 刚好把月光照射了过来 把整个区域都照亮了 特别是 这流动的河面 更是波光灵灵 很是漂亮 谢谢你们 你们自由了 去吧 夜堂好像一点是没有 正蹲在河边 和那对有灵气的鲤告别 那对鲤跳起来后 就一头扎入了河里 微微地游走了 我看着此时的夜堂 浑身都打湿了 头发也是湿漉漉的 纯白的月光照 在他身上 就好像他身上 有一层淡淡的月光一样 美轮美奂 回头看我的时候 那撩发一笑 瞬间多了一分 风情万种的妩媚 看得我有些呆了 傻瓜 看够了吧 夜堂称骂了一句 我才回过神来 慌乱地不敢看他的眼睛 看着河面便解道 我是想看看 那就我们出来的鲤鱼 游走了没有 我其实 解释到后面 我心虚地没有底气了 连自己都骗不了 而夜堂则 是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说 走吧 我们去找夜博他们 那个算命地 抢走了藏风珠 不知道夜博他们遇到没有 嗯 夜堂一说到正事上来 我也没有打算 继续休息了 站起来 就往降水村的村口走 这里的月光太亮了 就算到了晚上 也看得很清楚 可等我们 一到村口的地方时 就立马吓得躲了起来 只见那村口的地方 被一群阴兵鬼 拆给拦了起来 他们个个看起来 都无比的凶恶 手拿鞠魂链 整齐地在村口来回游荡 完全把出路 给堵住了 该死 那老之说 还真的把阴兵给召唤了出来 我之前还不太相信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内心还是很震惊 初九 不要担心 夜博他们有办法出来的 夜堂笑了笑 我就看到 他掐了一个奇怪的手绝 嘴里更是念起了 我听不懂的咒语 我正看得好奇 就看到村口的地方 有两个人走了出来 正是夜博和王磊 而他们一出来 那阴兵立马就冲了过去 就在我以为 他们会被拘魂的时候 夜博竟然拿出了厚厚一碟纸钱 沾了血液 就开始烧了起来 嘴里还大声地喊 地府鬼爷 小人乃是到家 修到弟子 无意闯入这个村子 还请鬼 行个方便借小人一条路 每年清明 必定烧纸钱供奉 夜博和王磊 好像没有看到那些 围着他们的阴兵 一边虔诚地喊 一边撒那些 烧起来的纸钱 我看到王磊脸 都下白了 但就是憋着装 做啥也没看到 拉着夜博的衣角 慢慢从村口走了出来 他们走得很慢 像老人走路一样 每一步都在揪着我的心 生怕那些阴兵 突然带他们走 而就在这时 他们的周围 突然吹起了一阵阴风 把那些纸钱 烧成的灰烬 吹了起来 正好吹到了 那些阴兵的手上 只见他们手一抓 那些灰烬 立马就变成了 真实的冥币 看到这儿的时候 夜唐才猛地松了一口气 放松地笑道 阴兵收了纸钱 就不会拘 他们的魂了 果然 夜唐刚刚话一说完 那些阴兵 竟然真的让出了一条道 王磊当即 拉着夜博 就走了出来 一出来 看到我们 连忙跑了过来 叫苦地喊道 妈的 魂都差点给我下飞了 这么多的阴兵 够我们几十次魂都够了 还好有钱能使鬼推磨 看来累爷我以后 也要多挣点钱了 不然 下次遇到了地府的大爷们 没东西招待他们啊 我无奈地笑了笑 说 夜博 王磊 你们看到那算命的老头没有 那龙气凝聚的藏风猪 被他抢走了 坏了 王磊听到我问他 立马叫了一声不好 摇头道 他肯定走了 是从后门走的 这老独自我第一眼看到他 就觉得他身上有邪气 不是个好鸟 没想到 还真的把藏风猪给抢走了 不过 他跑到了河上 还跑不了这秒 哈哈 算了 先活下来再说吧 赶快走 一会儿这些阴兵翻脸不认人了 那我们就没法走了 夜博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堵在村口的阴兵 严肃地说道 嗯 我点点头 就赶紧带头往外面的路走 可谁知 我们还没走多远 就有阴兵 在我们背后喊了起来 李初九 马沟村人士 已死之人 立即带气魂回地府 李初九 马沟村人士 已死之人 立即带气魂回地府 听到这阴兵喊我的声音时 我整个人 就好像被电击了一样 完全愣在了原地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开始浑身发冷了 我身体一哆嗦 就清醒了过来 回头一看 那些阴兵瞬间就追了上来 王磊看到这一幕 就朝着夜博说了一句 老头 你烧的纸钱是假的吧 咋买不通这些阴兵 你用假钱骗人可以 可千万不能骗鬼啊 夜博被王磊弄得哭笑不得 无奈地说道 小兄弟 烧给死人的纸钱 哪还有真假 一定是哪出了问题 先别急 看看再说 我看到这群气势凶猛的阴兵 也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实在是要带我走 那我就只有和他们拼了 就是这眨眼的功夫 所有人都没想明白 这群阴兵就把我们给包围了起来 他们一包围我们 顿时我们就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阴气 从心底散发出来的气息 活人在地府阴兵面前 不管有多强大的倒数 也不敢和他们斗 因为他们是勾魂的 专管活人的生死 李初九 跟我们走 那为首的阴兵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那手中的居魂链直接指着我 鬼爷 李初九和我们是一起的 您会不会弄错了 叶博很客气地问道 这为首的阴兵收了叶博的买命钱 也没有发作 力声问道 你是不是叫李初九 嗯 我点点头 是不是麻沟村人士 他在问我 我再次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 你们麻沟村的人 所有人的名字都在生死部上 是鸿鸣 也就是将死之人 他们现在还没有死 是因为被白鬼包围着 我们无法居魂 但还有三年 他们就会全部死亡 既然你出了麻沟村 那就得和我们一起 回地府 为首的阴兵 依旧是凶神恶煞地说道 但听到他这番话 我脑海里 却冒出了无数的念头 这为首的阴兵说 麻沟村的人都还没有死 那就证明他们 还活在村子里 只是还是被白鬼包围着 而他们还有三年的时间死亡 难道是那个 带我娘走的人 还有三年 就是他的十年之约 他曾说过 十年之后 他还会再次回到麻沟村 到时候 绝不容许还有一个活人 而这些村民 还能够活着 是因为我爷爷 用他自己的寿源 来做阵法眼的缘故 也就是说 麻沟村的人 还有机会活下来 那是不是 爷爷还有机会 哈哈 真好 他们都还活着 还活着 一想到这儿 我就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激动喜悦的泪水 就从眼角滑落了下来 完全没有察觉到 眼前的危险 更是忘记了 这些阴兵 要带我回地府 我这突然出现的举动 完全让他们糊涂了 特别是王磊 赶紧拉了我一把 小声地呵斥道 九哥 你看娘都疯了啊 快正经点 求求这些鬼大爷 让他放你一马 那为首的阴兵 看到我的反常 显得很愤怒 吼了一声 李初九 快丢我们走 不然 有你的皮肉苦受 你最好老实点 要是你敢反抗 我必定让你在地府受尽苦头 他们理解不了 我此时的心情有多激动 我以为村里的人都死了 可突然听到他们都还活着 我只差激动地大喊大叫了起来 带他走 这为首的阴兵看着我还在大笑 彻底地怒了 招呼他的阴兵就出手了 那居魂链 直接朝我套了过来 想要勾我的魂 看到那居魂链 朝我脑袋上套了下来 我当即冷笑了一声 用震魂池挡住了居魂链 大声道 我不会让你们居我的魂 更不会 让你们居麻沟村那些人的魂 你们永远都别想 他们不光还能活三年 会世世代代反衍生息下去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我竟然敢和阴兵动手 不光是叶博他们 就是连为首的阴兵也没有想到 当即 我就看到他愤怒了 咆哮了一声 带他走 我要让他长受十八层地狱的酷刑 让他每天经历万般的痛苦折磨 鬼爷 您别生气 您消消气 滚 我放你们一马 要是你们要参与 那就别怪我把我们一起带走了 这为首的阴兵 彻底地被我激怒了 瞪了叶博 他们一眼 我虽然心里很激动 但还是不希望他们出事 就喊道 叶唐 磊爷 叶博 你们走 不要管我 这是我和麻沟村的事情 今日 我就代表麻沟村 那个偏僻贫穷的村子 被利用 被侮辱 现在我就要为麻沟村证明 不是每一个从村子出来的穷人 都该被利用 都该被主宰玩弄命运 不管是活人还是鬼差 谁也没有这个资格 一回想到左英和周八字 他们主宰了我们麻沟村的命运 我心里就莫名的愤怒 压了七八年的愤怒 终于在此刻爆发了出来 而我的愤怒一发泄出来 这些英兵就全数朝我冲了过来 等等 磊爷我受够了 不要觉得你们英兵就了不起 惹怒了磊爷我 磊爷就大闹地府给你们看看 就在这时 王磊突然朝那为首的英兵走了过去 手中拿着一块令牌 给为首的英兵看了看 那为首的英兵竟然愣住了 我还没看清楚那令牌 就被他收了起来 而就在气氛瞬间僵持下来的时候 叶唐也站了起来 宝 我代表我们叶家 如果你们敢强行带走李初九 就算我亲近我叶家所有的财力物理 也要和你们地府斗上一斗 你们敢威胁我 这为首的英兵凶神恶煞地看着我们 但语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硬了 鬼爷 您先别着急 您刚才说了 麻沟村的人还有三年的寿员 也就是说 李初九还能活三年 可你们现在对他出手 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 这时 叶博站出来打圆场了 叶博这么一说 那为首的英兵就拿出了一个指人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还有我的籍冠 还有我的生辰八字 而看到这写着我信息的指人时 我当即就明白过来了 是左英那孙子 他从河里逃出来之后 把我的生辰八字烧给了英兵 想让英兵来拘我的魂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当即问了出来 是不是有人烧给你们的 想借你们的手来杀我 我一问 这为首的英兵就沦了一下 跟着才点头道 没错 是有人烧给我们的 烧指人给英兵 还有你的生辰八字 刚好你又是麻沟村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拘你的魂 够了 谁知 王伟突然发作了 怒道 蕾爷我懒得听你给自己找借口 李初九 还有三年的寿缘 你就算把他抓到了地府 蕾爷我也要找阎王爷 讨一个说法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鬼差 就算黑白无常来了 也会给蕾爷我一份面子 王伟这气势 竟然把为首的英兵给震住了 更是让他们下不了台 而叶伯看出了机会 圆滑地说道 鬼爷 这事是个误会 是有人想害李初九 你们就放过他一马吧 毕竟生死不上 也没说他今日就得死 您老高台贵手 回去我好好孝敬你们 好 那我就放你们一马 走 鬼都是人变的 自然有人的狡诈和虚荣 有了台阶下 为首的英兵立马 招呼其他的英兵走了 再次拦在了降水村的村口 而这些英兵一走 叶伯就立马看向了王磊 客气地问道 小兄弟 你不会试 老头 别把我的身份说出来 这样对李初九没有好处 叶伯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王磊给打断了 转而笑眯眯地看着我 道 九哥 走吧 蕾爷我马上送你一个大惊喜 王磊这人我越来越看不透了 你一正经地问他 他总是能够笑眯眯地 给你岔开话题 特别是他的身份 我也是越来越好奇了 他的风水术 我是见识过的 但他的身手和道数又很差 几乎只是入门水平 他很聪明 很狡诈 但经历了这件事后 我唯一能确定的是 他不会害我 在离开降水村的时候 我就问他 蕾爷 你说给我留的大惊喜是啥 九哥 别着急 现在说了 就没意思了 你这人啊 一点情趣都不懂 王磊卖了一个关子 说 不过呀 九哥 刚才你震慑英兵那番话 连磊爷都开始佩服你了 不是一个帅气能够形容的 简直是帅气 加霸气啊 王磊一说到这儿 我就想到了 叶唐的鼎力相助 立马看向了他 道 叶唐 谢谢你 叶唐玩耳一笑 说 没关系 我是看不惯这些英兵 我看得出来 叶唐的心情不好 毕竟那藏风珠 被人抢走了 他和叶伯来 就是为了得到藏风珠救他的父亲 可最后 啥也没有得到 还险些丢了命 一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有些愧疚 但不知道该说啥 只好说 叶唐 如果还有啥法子 能够救你父亲 只要用得上我礼出酒的 我一定不会推辞 嗯 叶唐嗚了一声 笑了笑 就没说话了 就在我们刚要 翻过眼前的山头时 我隐约就看到那山头上 站着一个人 我没看清楚 王磊就神秘兮兮地笑了起来 说 九哥 大惊喜来了 你可别感动得痛哭流涕啊 王磊这么一说 我就加快了脚步 走近一看 我当即愣在了原地 是赵子龙 他就站在山坳上 身体挺拔得如苍松一样 在看到我的时候 就冲我笑了起来 初九 等你好半天了 子龙 我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真是听到他的声音后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朝他跑了过去 用力地抱住了他 子龙 你吓死我了 你要是真的走了 我怎么和师父交代 你不能出事了 一定不能出事了 初九 那天我出去后 就被陈老伯偷袭了 他把我打晕埋在了坟里 用我来镇压 三十六天刚的主位 要不是 王磊发现了我 我真的见不到你了 我也想来找你 可王磊 让我等在这里 说我才是最后的关键 赵子龙拍着我的后背 激动地说道 不过 看到你没出事 我就放心了 嗯 我重重地点点头 王磊才问他 龙哥 看样子 被那算命老头跑了 唉 赵子龙叹息了一声 说 本来我可以把他留下的 但后来大镖出现了 把他给救走了 只留下了这两个诗音 我也算到了 他敢独自来降水村 就说明 他背后有人 末事 下次遇到了他 非得戳瞎他的眼睛 让他变成一个瞎子 这样才好 给人算命 王磊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可我和叶唐 还有叶博 却是深深地震惊了 这王磊 竟然能够看得这么远 更是连这一点都算到了 怪不得他当时 还神秘兮兮地说了一句 说这算命老头 跑到了河上跑不了庙 原来 他早就算到 这才让子龙在这儿拦截他 我想到这儿的时候 就震惊地看向了王磊 不光是我 叶唐和叶博也看向了他 恐怕心里也是无比震惊 但王磊却装作不知道 也不看我们 一个劲地看着周围吹口哨 初九 拿到解药了没有 这时 子龙才问我 我恩了一声 说 拿到了 那女鬼还在你身上吗 嗯 赵子龙点点头 说 那我们就先超度了 这女鬼和死因吧 好 跟着 赵子龙就把收了的女鬼放出来 又把那死因 放在了她的身边 这女鬼 被我们娶了尸油 变成了鬼脸上 也是没有一点血肉 全是像树根一样的细纹 无比地争灵恐怖 但他在看到自己的孩子时 母爱的光辉 就释放了出来 哪怕他是鬼魂 也有爱 之前是我们兄弟俩 冒犯了你 娶了你的尸油 惊醒了你和你的孩子 是我们不对 现在我就完成之前的诺言 超度你们去投胎转世 赵子龙说话的时候 我就和他跪在了这女鬼 还有诗音的面前 这是我们欠他的 也辱没了道门的名声 做了这种 违背道义的事情 我已经想好了 回去之后 治好了师父的三十古毒 我就一个人 把这件事扛下来 而这女鬼 也没有怪罪我们的意思 还冲着我们磕头感激 谢谢两位小道长 你们是好人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谢谢你原谅我们 赵子龙说了一声后 就开始念超度骤了 太上斥令 超辱孤魂 鬼魅一切 四生沾恩 有头者超 无头者生 枪梳刀杀 跳水悬生 冥死暗死 冤娶驱亡 债主冤家 刀面狼 贵无台前 八卦放光 战乳而去 超生他方 为男为女 自身成当 富贵贫困 有辱自赵 赤旧等重 急急超生 赤旧等重 魂归天地 投胎转世 望却今生 来世为人 无请太上老君神威 助他超度 去吧 赵子龙念咒语的时候 我就在边上 给他烧符纸 等那符纸一烧完 这女鬼的身形 就开始透明了 慢慢地 化作了无数的星点 她不是死于非命之人 也不是死于巴烂 是病亡的 如果她生前 没有做恶事 就可以直接投胎转世了 但她的孩子 也就是胎死腹中的死因 却有怨气了 更是吃了那千年女鬼 无法超度 等这女鬼彻底消失后 子龙才看着我 初九 她的孩子 恐怕无法超度了 已经有了怨念 地府不收 可能只有 让她行神俱灭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好在先超度了这女鬼 这只是她的一种执念 就算真的让她们 投胎转世了 她们来世 也不可能做母子 说不定永远也见不到了 你们是我见过 最干净的修道之人 希望你们永远都保持 这个初心 要是每一个修道之人 都像你们这样 那我们的道门 就不会沦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了 让我来结束他们吧 叶博站了出来 看着我们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番话 就拿出了两根桃木钉 打入了两个尸鹰的头颅中 点燃了两张灵符 烧了他们的尸体 等他们 彻底烧成了灰烬后 我们才起身 离开响水村 等我们到镇上的时候 那打羹人也不见了 后来王磊才说 那老之书 就是打羹人 他会人皮翼融术 而一离开镇上 王磊突然说他肚子痛 要方便一下 就跑小树林里了 可等了半天 他也没有出来 别等了 他肯定走了 这小兄弟不简单 叶博无奈地苦笑道 这混蛋 听到说他已经走了 我才开始骂脸了起来 这混蛋答应过我的 说我活着出来 就要告诉我他的身份 还要告诉我 他是怎么知道 麻沟村的一切的 这小子 肯定知道我要问他 这才溜了 我也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等我们出了镇上后 叶家的人就来接叶堂他们了 把我们送到了县城后 留下了号码 就分开了 看着他们走了的时候 我心里竟然莫名地失落了起来 子龙看出了我的情绪 就笑着 跟我说了一句 初九 他是大家族的人 咱只是两个混饭吃 和师父相依为命的走音人而已 不过 我支持你 我明白子龙话里的意思 就笑着转移了话题 子龙 我们回去吧 师父还等着我们呢 这一趟总算没有白来 嗯 可我和子龙都没有想到 我们此次一回去 师父给我们补的挂 就真的应验了 苗王岭的路不好走 又极其的隐蔽 一般人根本找不到 我们从县城回去的时候 就在说在夜郎地宫里 发生的事情 我问 子龙 你说王磊到底是啥身份啊 在村子口阴兵 要拘我的婚 他竟然用令牌 镇住了阴兵 我也不清楚 总觉得他很神秘 之前我还担心 他是来抢地宫里的东西 可后来发现 他对这些东西 根本没兴趣 反倒是暗中救了你和我 我也问过他的身份 但这小子 总是笑嘻嘻地 转移了话题 赵子龙 也猜不出来他的身份 我说 看样子 可能只有叶博 才知道他的身份 应该是猜到了 但他不让叶博说出来 说这是在保护我 这一点 我想不通 他为啥要帮我 想不通 那就别想了 赵子龙笑道 只是我 没有想到的是 左英竟然从麻沟村 活着出来了 他还活着 那就说明周八字也还活着 我也想过 他们肯定是用啥邪术逃出来的 嗯 赵子龙提到左英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些遗憾 在夜郎地宫 没有杀死他 那是最好的机会 只是他的邪术很厉害 而且阴险狡诈 下次遇上他 一定要一击杀死他 不然还会有变故 我挣了一会儿 才说 不管咋样 我一家人的命 必须拿他 还有周八字的血来偿还 嗯 赵子龙也重重地点点头 道 初九 我会陪着你报仇 等治好了师父 我们就下山来找他们 杀了他们 我就想留在苗王岭 你呢 我摇了摇头 说 我和你想的一样 等杀了他们 我就要好好修炼 还有三年的时间 那个带走我娘的人 就会回到麻沟村 所以 我必须在三年之内 打通体内的三道丹田 这样才可以有资格 救回我娘 不管怎样 我都会在你身后 赵子龙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跟着我们就继续赶路了 等到了天亮的时候 我们才总算是到了苗王关 一回到苗王关 我们就直奔师父的禅房 推门进去的时候 师父正在打坐 现在的他 被三十古毒折磨的 只剩下皮包骨了 师父 我们回来了 我和子龙 跪在师父的面前 逍遥子才睁开了眼睛 慈祥地说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师父 这是驱除三十古毒的药 您赶快服下它 就再也不用受三十古毒的折磨了 我赶紧把算命老头 给我的药丸拿了出来 子龙倒了一杯水 给师父服下后 师父就开始打坐运功了 我和子龙都很激动 等着师父把鱼毒给逼出来 可只是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师父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跟着身体就倒在了地上 痛苦地抽出了起来 眼而口鼻都在不停地渗出鲜血来 特别是那张只剩下皮的脸上 更是有无数的经脉凸了出来 我第一眼以为是经脉 可随即就发现 那不是经脉 而是小虫子 是无数的小虫子 在他脸上的皮肤里面爬动 初九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赵子龙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慌了 朝我急到 我也蒙圈了 心里急得不行 这是你背后的神秘人给我们的 他说 能够驱除师父体内的三十骨毒 师父 我说完就要冲过去 把师父扶起来 可还没靠近他 师父就猛地坐了起来 用手挡着我们 痛苦地喊道 别 过来 是骨 骨毒 几乎就是十来秒钟的时间 师父一说完 我就看到他的眼睛瞎了 里面全是鲜红的血液 还有他身上的皮肤 竟然冒出了 无数蜜蜜麻麻的肉疙瘩 像瘤子一样 蔓延得太快了 一眨眼 师父的脸就全肠满了肉瘤 连脸都变形了 根本认不出来 师父 您别吓我 赵子龙急得哭了出来 他是孤儿 是师父一手把他抚养长大的 于他而言 逍遥子师父 便是他的再生父母 对我也一样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我没想到过 这药丸竟然是骨毒 看到师父如此痛苦 我也是害怕得不行 我不想再经历生理死别的痛苦了 把我的尸体烧了 快 而就在这时 师父突然朝我们暴喊了一声 几乎是同时 在师父喊出来的时候 他身上长出来的那些肉瘤 就开始慢慢地化农裂开了 那腥臭的液体流出来后 就看到无数的小虫子 从里面爬出来 这 就是骨毒的恐怖 我看着无比痛苦的师父 咬牙大声喊道 子龙 子龙 连续喊了两声 赵子龙才回过神来 脸上全是恐惧和害怕 几乎快崩溃了 不停地摇头道 师父 我不能动手杀您 我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 我知道子龙下不了手 我也下不了手 可我看着越来越痛苦的师父 指的心一横 抽出了匕首大声道 子龙 我来 说完之后就冲了上去 咬着牙闭着眼睛 把匕首刺进了师父的胸膛 啊 啊 啊 再刺进去的一刹那 我就痛苦地嘶吼了几声 直接跪在了师父的面前 嚎啕大哭 不停地用拳头去击打地面 就算手上全是血 却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疼 可心里 却是疼得在滴血 赵子龙已经气不成声了 哭得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 那么坚强的一个人 终于还是崩溃了 你们 好好好活着 为师会 会在天上保 保护你们 在我抬起头的时候 师父就慈祥地笑了起来 拼着最后一口气 说完了这句话 师父 不要 看到师父倒了下去 赵子龙像疯了一样的 想扑上去 可师父身上全是骨毒 我赶紧一把拉住了他 大声吼道 子龙 让师父去吧 不要让他痛苦了 我们得活着 活着给师父讨一个说法 我这么一吼 赵子龙才恢复了些理智 连忙跪在师父的遗体面前 不停地磕头 咬牙切齿地道 师父 子龙一定会为您讨回公道 您让我长大 我还没有来得及 让您过上好日子 您放心 子龙到时候 就来陪您老人家 啊 啊 赵子龙说到后面的时候 再次啊哑地大哭了起来 而他的额头已经磕破了 一脸的鲜血 猙獰得让人心疼 我们不敢接近师父的遗体 上面全是蛊虫 经历了这么多生离死别 我率先平静了下来 我一直陪着子龙 等他声音哭哑了 哭泪了 我这才打起精神来 料理师父的后事 子龙下不了手 我让他出去等我 跟着把禅房的门给关上了 用灵符点燃了师父的禅房 顺带把整个苗王冠 也一起点燃了 我们看着燃烧的苗王冠 子龙舍不得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 眼神灼灼地说道 子龙 我烧了苗王冠 就是想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退路了 那个算命老头要死 大镖要死 还有那个背后的神秘人 更要死 赵子龙咬牙 看着被大火吞没的苗王岭 暗自伤神地摇了摇头 跟着才看向了我 重重地喊了一个字 杀 杀 苗王冠的大火 烧了整整一晚上 而我和赵子龙 就在苗王冠前 整整跪了一宿 我们心里都清楚 此番出去 便再也没有回头路 直到第二天早上 苗王冠 才彻底被烧成了一片灰烬 我和子龙 找出了师父的骸骨 捡起来埋在了苗王冠的土地上 告别了苗王冠 我们就下山去县城了 赵子龙尝试联系大镖 但根本联系不上 我们到了县城 又打听了所有丧葬白石铺子 始终还是没有找到任何 关于那个算命老头的线索 他们就好像 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无计可循 我和子龙身上的盘缠 已经不够了 要是再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恐怕要睡在大街上了 以前我在苗王岭 不知道钱的可贵 出来之后 才知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道理 同时也更加理解 子龙当初为我们做的一切 为师父 为我 没有了师父 我们就成了相依为命的人 用身上最后的钱 吃了一碗面条后 子龙就提议说 初九 要不我先陪你 去打探左鹰的消息 现在我们找不到大镖 也找不到抢走藏风猪的算命老头 左鹰和白家有勾结 我们去找白家 说不定会找到左鹰的消息 我沉思了一会儿 觉得子龙说的话有道理 就点点头 准备先去白家 可我们刚决定好 叶唐就打电话过来了 赵子龙看到电话上的名字 冷了一下 就把电话给了我 你来接 我无奈一笑 知道子龙的心思 还是接过了电话 先开口 叶唐 咋了 初九 能帮我吗 我没想到 叶唐一开口 就要我帮忙 而且 我听得出来 他的声音 好像很疲倦 也很无理 我怕他出了啥事 连忙问 叶唐 咋的了 初九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我只相信你 可以来帮我吗 叶唐的语气 越来越无助 一听到他这样的状态 我心里就担心得不行 叶唐 我欠你一条命 我答应过你的 不管你要干啥 我都陪你去 嗯 叶唐好像 忽然松了一口气 跟着就让我们等他 他马上派人来接我们 我也安慰他 让他不要着急 挂断了电话后 子龙就问我 初九 发生什么事了 叶唐好像出了啥事 让我们去帮他 我摇了摇头 说 但具体的他也没有说清楚 子龙 你怎么想的 赵子龙笑了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 叶唐和叶博都 是有情有义之人 既然他看得起我们 那我们就没有推辞的理由 而且 你想做啥 我都会在你背后 保护你 子龙说到后面的时候 就笑了起来 我哪里不知道他的意思 他是在说 我和叶唐 对于这个事 我可不敢继续往下说 我怕到时候子龙 真的在叶唐面 前来一句玩笑 那肯定很尴尬 县城到省城不算太远 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车程 等到了下午两点过的时候 叶唐叫的人 就来接我们了 开的是一个很大的车 看起来很气派 后来子龙悄悄给我说 这车最少上百万 可以想象叶家 到底有多少钱 一百万够我和子龙 吃一辈子的面了 还可以每顿都加肉 这是我当时 第一个扎舌的想法 上了车后 我们就直奔省城了 这司机很有礼貌 上车就让我们休息一下 说到了会叫门 我和子龙也没有客气 在县城里这几天 本来就很疲惫 两人靠着就睡着了 到了叶家 已经是傍晚了 一下车我就看到 有一座人工湖 还有公园游泳池 门口的地方 更是有看门的人 这大别墅的风水也好 后面是一座山 前面就是人工湖 完全是前有望 后有靠的风水格局 我心里正震惊 子龙就在边上 小声地给我说了起来 初九 叶家这风水宝地 还有这大别墅 一看就是一个 大家族的风范啊 我之前就听说过 叶家是西南地区 最大的盗门家族 如今一看 还真是名不宣传 我虽然不了解盗门家族 可看到眼前 这气势辉煌的别墅 和风水格局 心里也大概能知晓一二 赵子龙 李初九 终于把你们判来了 快请接 就在我和子龙 在门口说悄悄话的时候 叶博就出来迎接我们了 我看他步伐沉稳 内伤应该是调息好了 一看到我们 显得很是热情 快跟我进来 小姐在等你们呢 但一会儿不管发生啥 还希望你们 看在小姐的面子上 顾全大局 算是帮咱们小姐的忙 叶博这话 让我和赵子龙 都没有反应过来 子龙狐疑地看了叶博一眼 又提醒我 让我见机行事 跟着 我们才随叶博进了别墅 等我们进到别墅的时候 才发现别墅的大厅里 坐了不少的人 初九 子龙 你们来了 我进去的时候 叶唐正靠在沙发上 扶着额头 看到我们来了 立马就放松地笑了起来 招呼我们坐下来 我走过去的时候 就在打量大厅里的人 坐在主位上的 是一个差不多 快五十岁的中年人 体格很魁梧 浓眉大眼的 脸盘子也很大 但看起来给人一种很凶的感觉 看到我们的时候 似乎不屑地倾笑了起来 叶博介绍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是二家主 也是叶唐的亲二叔 叫叶长风 而他的身边 坐着一个 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看起来很傲慢高了 正是叶长风的儿子叶绍青 从我们进来到现在 就没正眼瞧过我们 好像很看不起我和子龙 二叔 这是我请来的两个朋友 赵子龙 李初九 我想请他们帮我走一趟 我们一坐下来 叶唐就开始介绍了 哼 叶长风冷哼了一声 扫了我们一眼 不屑地说道 我以为你会请什么高人来帮忙 结果请了两个乡下小子来 大哥的命 你是想拿来开玩笑吗 没错 我们是乡野小子 那又怎样 我们一不求你 二不怕你 但绝不会狗眼看人地 听到叶长风这番话 子龙就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要不是看在叶唐的份上 我估计 我们掉头走了 这样说 已经是很礼貌了 大胆 敢这样 和我们家主说话 找死 而子龙的话 刚刚说完 站在叶长风后面的一个弟子 就朝子龙出手了 子龙的身手比我厉害 我相信他 这弟子 还真把我们当乡野小子了 可还没有冲上来 子龙就率先出手了 和他对了一拳 直接把那人震得 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二说 够了 这是我请来的人 请你尊重他们 毕竟 这叶家 还是我父亲说了算 就在这剑板弩张的时候 叶唐突然站了起来 冷冷地呵斥了一句 哼 叶长风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冷哼了一声 就站了起来 阴阳怪气地说道 是 大哥病了 你现在最大 但大哥 也是我亲大哥 我不想你请来一些 无名小卒浪费了大哥的时间 既然你现在是掌舵人 那二叔 只好听你的 你准备好了 我就让少卿 跟你一起去 我们走 这叶长风一说完 就招呼他的人走了 他一走 大厅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 初九 子龙 不好意思 让你们受委屈了 叶唐无奈地冲我们笑了笑 道歉说 我二叔就是这个样子 他也是担心我父亲 你们别放在心上 此时的叶唐看起来 很憔悴也很无助 我看得心里有些心疼 就主动开口说 叶唐 没关系 只是你要我们帮忙 不知道是要做啥 叶唐看着我和子龙 眼神没有任何的闪避 道 初九 子龙 我请你们来 是想让你陪我们 去找一样东西 棺材菌 什么 棺材菌 我不知道这玩意儿 可子龙听到这棺材菌的时候 却是异常地惊呼了起来 好像这东西很可怕 没错 就是棺材菌 叶唐确定地说道 我从叶唐慎重的脸上 可以看出来 这东西 好像真的不是普通之物 我看子龙有些震住了 就问他 子龙 到底啥是棺材菌啊 赵子龙摇了摇头 跟我解释了起来 说 我小的时候 曾听师父 给我说过这东西 这东西 不是普通的菌子 而是长在尸体上的肉菌 但又不是太碎 而且 这棺材菌 只会长在阴尸的喉咙上 师父说 阴尸死的时候 有一口怨气 堵在了喉咙 变成了尸气 一般的阴尸 是长不出来的 除非是不停 吸收怨气的阴尸 日积月累后 喉咙的地方 才可以长出棺材菌 最起码 得是好几百年以上的阴尸 才可以长出棺材菌 子龙说到阴尸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概念了 这东西 可比僵尸还厉害 是活人被冤魂害死后 体内怨气不散 才会形成阴尸 阴尸的尸体 吸收了阴气 或者怨气后 尸体不会腐烂 但一般也不会苏醒 除非是 遇到了活人的阳气 话而言之 阴尸只要是一 接触到活人 就会苏醒 怪不得 子龙会这么震惊 如果我们要去棺材菌 那这阴尸 就一定会复活 我还在沉思中 夜堂就开口了 子龙说的没错 棺材菌只有阴尸的尸体 才能长出来 而且 还是要死了 几百年以上的阴尸 阴尸很恐怖 我也知道很危险 所以才提前告诉你们 初九 子龙 夜堂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看向了我们 无奈地笑了笑 说 我父亲被人打伤了 中了鬼毒 身体越来越差 恐怕还有不到 一个月的寿缘了 我把事情告诉你们 也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陪我去 我也很感激 你们能来 夜堂说 这番话的时候 一直是笑着 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毕竟 阴尸这玩意儿 还是几百年以上的阴尸 不是一般人能够招惹的 夜堂在等我们的答复 我看了子龙一眼 子龙就笑了起来 直接看向夜堂道 夜堂 你就过初九 也就是等于救了我 初九欠你一条命 也就是 等于我欠你一条命 如今 你看得起我们 要我们帮忙 我们必当全力以赴 初九 你说对吧 子龙说到最后 又笑嘻嘻地看向了我 他那小心思 我太了解不过了 尴尬地瞪了他一眼 随即点头道 夜堂 子龙说得对 我和他现在啥也没有了 你既然看得起我们 那我们陪你走一趟 听到我们答应要去 夜堂就松了一口气 我二笑了起来 深深地看着我们 道 谢谢你们 我就知道 你们会帮我的 看到夜堂放松了下来 我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子龙心比较细 就继续问 夜堂 这阴尸可不好找 被鬼魂害死的人有 可几百年以上的 你上哪去找 几百年的 几乎都化成了骨灰 除非有阴气的地方 这阴尸才可以保存下来 这 简直是大海捞针啊 子龙提到这一点 我也来了兴致 而夜堂却是笑了起来 说 不瞒你们 还真的打听到了 在我们去夜狼地宫 找龙器的时候 二家主夜长风 就找到了一个地方 可能会有阴尸 正是湘西苗疆 有一只原始的生苗 它们有保存尸体的方法 自然就能够留下阴尸 可能 你们也听过火死人墓吧 夜堂说去湘西苗疆的时候 我脑海里当即 浮现出了一个人 害死我全家 还有害了麻沟村的周八字 我记得很清楚 周八字 就是在苗疆重生的 当年 他和我爷爷的仇恨 至今是一个谜 我只知道他不是活人 也就是活死人 他的一身邪术 都是从湘西苗疆学来的 左阴还活着 那就说明他 肯定也活着 此番去湘西苗疆 说不定能找到他的线索 或许更能知道他的秘密 只有了解他 才能够找到他 从而杀了他 子龙 好像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在心里打算盘的时候 他就看向了我 意味深长的一笑 问 叶博 那咱们啥时候去 家主的身体 越来越差了 明天就出发 叶博也是笑了起来 接着说 如果能请到王磊小兄弟 那就更有意思了 只可惜啊 他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派了很多人 也找不到他 听到王磊 我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但一想到他的身份 我就立马问了起来 问 叶博 王磊到底是啥身份 我这么一问 叶博就皱起了眉头 跟着就笑了起来 说 他的身份 我其实已经猜到了 但我想不明白 他背后的势力 竟然会保护你 只是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王磊小兄弟 其实暗中给我提醒过 让我千万不能告诉你 这样反而会害了你 初九 我想等他自己告诉你 比较合适 叶博这番话说得很圆滑 让我无法再追问他 我看他不愿意说出来 也没有继续问了 心里想着 恐怕见到了王磊 他就会告诉我了 商业好了之后 我就和子龙去休息了 我们俩在一起睡习惯了 就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更是从来没有 睡过这么大 这么好的床 我们刚躺下去 赵子龙就说 初九 叶博有些东西 没告诉我们 湘西苗将的生苗 都很可怕 我最害怕的是邪术 但既然我们答应了叶唐 就一定要去 我们自己 也要留一个心眼 千万要小心 我们的仇 你的仇都还没有报 不能比那些 王八蛋先死 嗯 我恩了一声 就睡觉了 睡到第二天早上 就有下人 来叫醒我们 吃早饭了 吃完东西 就开始 准备去湘西苗将了 这次去的有我 子龙 叶博 叶唐 还有那个傲慢沉默的叶绍青 加上几个有实力的弟子 总共是十来个人的队伍 上了车 就直奔湘西苗将 省城和湘西是接壤的 路途不算太远 湘西苗将的定义很广泛 在外人的眼里 觉得湖南那一带 都是湘西的地界 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湘西苗将 是在贵州和湖南接壤的 崇山峻岭中 只有那些外人不知道的 大山深处 才能找到真正的土家生苗 我们是早上出发的 我 子龙 叶博 叶唐一个车 叶绍青 在另一个车 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问 叶唐 从我见到叶绍青开始 他就没有开口说过话 我总觉得 这人有些古怪 这人实力如何 你说他 叶唐本来在正正地看窗外 不知道在想啥 我问他 他才回过神来 柳梅微醋 想了一下 才说 他的年纪比我大一点 他的性格很古怪 从来和我的关系就不好 也没有人见他出过手 不知道他的道行到底咋样 而且 他和他姐姐的关系也不太好 二叔还有一个女儿 叫叶朱金 对我倒是很好 只是他性格很独立 没有留在叶家 选择在了公安局的特殊部门 很少回家来 听到特殊部门的时候 我就好奇地问了起来 公安局 还有特殊的部门吗 嗯 叶唐点点头 说 公安局有一个特殊部门 很神秘 不是负责活人的案子 也不会抓活人 是专程负责调查那些 无法破解的灵异案件 还有收集全国各地灵异的素材 当时 父亲也同意他去 说和仕途上的打好了关系 以后有啥麻烦 方便照应 听叶唐这么一说 我心里又多了几分 对盗门家族的认识 怪不得现在的盗门 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是因为他们 不但能够和有钱人打交道 更是能够和当官的结交 不像是现在没落的盗观 修道之人 都有几分牛鼻子正气 不喜欢这些勾当 这才使得盗观没落 甚至是开始逐渐消失 话匣子一打开 我们几人就在车上聊了起来 在说到我师父 被神秘人用古毒毒死的时候 叶博也是愤怒地说道 初九 子龙 等我们拿到了棺材军 我让叶家的人出洞去找他们 这省城就这么大 以我们叶家的实力 想要把他们其中一人找出来 不是难事 而且 古毒是湘西苗将流传的 说不定 我们此番来 也会有其他的收获 叶博说到这儿的时候 竟然朝我神秘兮兮地笑了起来 还一直盯着我 背上的震魂齿 那眼神里的意思 我完全看不懂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叶博已经回过头去了 我只得说了一声 谢谢叶博的帮助 我总觉得 叶博好像认得我背上的震魂齿 我能确认他的身份 肯定也是师承寻真一门的人 而且 连他也说 此番来苗将 说不定有啥其他的收获 我心里也有疑惑了 但不好意思问 更不好观察他 只好看着窗外发呆了 一直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们才到了凯里的地界 下车吃了点东西后 我们又接着赶路 凯里这边 已经变成了旅游城市 这里的苗族 又叫做熟苗 就是汉化的苗人 而我们此番来 要找的是原始的生苗 就是和外人完全隔绝的苗族 而叶博他们 好像早就制定好了路线 根本没有多余的耽搁 直接朝湖南的边境进发 叶博坐在副驾驶指路 好像来过一样 车子一直朝一个方向看 随着天黑下来之后 周围就已经看不到任何的人烟了 抬头看出去 周围全是大山 特别是 我们眼前的不远处 更是出现了一座 高耸入云的大山 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翻过了眼前这座大山 我们就进入了湘西的交界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这湘西一带的大山 晚上走音人特别多 不要冲了他们的道 见机行事 叶博看到这座大山 就提醒了起来 听叶博这么一说 我们也是来了精神 好在的是 这座大山有一条烂路 不用徒步爬上去 一般的车子上不去 但我们坐的是越野车 能够爬上去 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车子开始爬山后 就剧烈地颠簸了起来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边上又是悬崖 我连脚底板都抓紧了 手也是死死的 拽着车窗上的拉环 生怕车子翻下去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半山腰 路就要显得平缓了起来 也刚好出现了一段下坡路 我起初还没有发现 可十几秒钟过后 我就发现 车子越来越快了 好像是杀不住了一样 我心里正嘀咕 开车的司机 就惊慌地大叫了一声 同时转过头来 小姐 叶博 车子失控了 杀不住 几乎是同时 在他说车子失控的时候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拐角 下面的地方 就是悬崖峭壁 快跳车啊 赵子龙坐在边上 先反应了过来 立马打开了车门 直接跳了下去 我刚好在另一边 赵子龙喊的时候 我也打开了车门 拉着夜堂就往下跳 一跳到地上 那惯性就让我们在地上 滚了好几圈 初九 小心 还没站稳 赵子龙突然大喊了一声 跟着就朝我扑了过来 一把把我们给拉到了边上 就是这电光火石之间 后面一辆车也失控地冲了过来 和我们跳车的那一辆 一起冲入了悬崖中 过了好一阵 我们才听到了一阵轰隆的巨响 而叶绍青的那辆车 走在最后面 看到我们的车失控了 就抢先杀住了车 我看叶博都跳下来了 子龙也没事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只可惜那司机 还有后面辆车坐着的人 全都冲下了悬崖 叶博走到悬崖边上 手电筒往下一照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下面有好几辆报废的车 看样子 也是在这里出了车祸 可车子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失控 就在我想到这的时候 我就发现地上湿漉漉的 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我正要抬头下去看 一个叶家的弟子 突然往下一沉 惊慌地大喊道 叶博救命 地上黑漆漆的 此时都没有拿出手电筒 只有叶博拿了出来 他的手电筒一照过去 我们就看到地上全是血液 而那血液里 更是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 正抓着这个弟子的脚踝往下沉 这原本坚硬的地面 就好像变成了沼泽一样 这是阴阳落 不是给活人走的 你们快往前走 快 叶博看到 那只血液里伸出来的手 当即大喊道 在叶博喊的时候 他就朝那只手 扔出了一枚武帝钳 武帝钳刚好打中了那只手 直接疼得缩了回去 那弟子爬起来 就往前面跑 我让子龙在前面带路 自己留下来帮叶博 赵子龙抓着一把武帝钳后 扔在地上就往前面走 其余的人都跟在他身后 等他们一走 这地上的血液 我只苍白的手 从血液里伸了出来 而这血液里 更是散发出了扑鼻的恶臭味 好像是尸体腐烂了的味道 随着这些血液 朝我们聚集过来后 我就看到 下面竟然整整齐齐地 躺着一排尸体 仰面朝上 而在我看向这些尸体的时候 他们竟然全都睁开了眼睛 那一双双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苍白的脸上 更是露出了一道道诡异的笑容 更是同时朝我们伸出了手 想要把我们拉下去 阴阳鬼路 忽然朝我大喊了一声 叶博朝我喊的时候 我就发现 自己的脚已经不能动了 好像是被这腥臭的血液给粘住了 根本迈不开腿 我的双腿挪不动 有些急了 而叶博看到后 却是笑了起来 初九 你道恒秀为高 可没有实战经验 我教你 一说完 我就看到他 拿出了一张灵符 咬破了食指后 鲜血就点在了灵符上 手腕一抖 这灵符就燃烧了起来 灵符刚一燃起来 叶博就猛地戳进了地面的血液中 邪门的是 这燃烧的灵符 戳进血液里后 不但没有熄灭 反而是让那些血液 从他的脚下散开了 脚下没有了血液 他就可以动了 我也照着他的法子 果然有效果 粘住我鞋子的血液 立马就散开了 而在逼退了这些血液之后 那些并排着仰面 躺在我们脚下的尸体 竟然变得呲牙咧嘴了起来 身体也是慢慢坐了起来 那双苍白的手 当即朝我抓了过来 我赶紧往上一跳 躲过了他们的手 可我一落脚 那些血液再次蔓延过来了 一粘住我的鞋子 我就没法动 叶博跟我的处境差不多 也是动不了 看到我的时候 就无奈地苦笑了起来 说 这些鹰鹉不厉害 但很麻烦 就算是高手 也怕遇到阴阳鹿 没有上好的法器 会活生生被困死 然后被他们给拽下去 成为他们的一员 永生永世地躺在地底里 直到找到了替死鬼 才可以去投胎转世 叶博似乎在叫我 倒数的变换应用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点了点头后 立马取下了后背上的震魂齿 当即插了下去 震魂齿一插入血液中 只看到有一圈淡淡的光散开后 那些血液就开始消散了 特别是地底的那些尸体 更是吓得消失了 等他们彻底消失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叶博却是笑了起来 给我解释说 这世上有不少的阴阳鬼路 但活人很少能遇到 你看有些突然闯红灯 冲出去被撞死的 就是遇到了阴阳鬼路 亦是不受控制 还有一些大的阴阳鬼路 会经常发生车祸死人 而且还是同一个地方 也是阴阳鬼路的原因 这阴阳鬼路是不会消失的 有了替死鬼 之前的就会去投胎转世 而新的会留下来 继续寻找替死鬼 不得不说 叶博的见闻很广 我虽然学了很多倒数 但见的东西太少了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问 叶博 可这深山老林的 咋会出现阴阳鬼路 这里几乎没有人烟 我也纳闷 叶博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阴阳鬼路是超自然现象 但一般情况下很难形成 除非是一条路上 死了很多人才会形成 可这荒郊野岭的 暗道理绝对不应该出现 而且我刚才注意到了 那些尸体并不像苗人 很显然 叶博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朝我笑了起来 我震了一下 立马接过了他的话 叶博 你的意思是 是有人故意 嘘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博就阻止了我 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示意我不要说出来 打着哈哈说道 走吧 我们去找他们 这次多亏了你的震魂齿 不然就麻烦了 说完 叶博就在前面开路了 我则是等了一下 确定这阴阳路消失了后 这才跟了上去 走了两三分钟 就看到他们 在前面的路口等我们 而顺着路口走过去 竟然出现了一户人家 一看就是那种标准的吊脚楼 下面是用木柱子 撑着悬空而建的 房子也是木板立的 没有砖 房顶上是用瓦片盖的 这吊脚楼房子不大 而且是孤零零的一家 里面亮着烛光 那就说明里面有人 我们一上去后 赵子龙就开口道 叶博 初九 恐怕我们得天亮了再赶路 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 就遇到了不少的毒蛇 我担心连夜赶路 还会遇到其他的危险 叶博沉思了一会儿 点点头说 没错 这个地方的毒虫 已收拾比较多 特别是到了晚上 那我们就留下来休息一晚 天亮了再赶路 这儿有户人家 我们看看不能借宿一晚 顺便看看哪些人死了 把他们的身份信息记录下来 回去好安抚他们的家人 好的 叶博 商量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去借宿了 叶博去敲的门 敲了一会儿 就有人开门了 门一开 就看到一个老婆婆 端着青油灯 正打量我们 看到她的时候 我们也在观察她 她看起来 差不多有六七十了 脸上全是褶子 皮肤很黑 人很瘦小 脸上几乎只剩下一层皮了 她的眼窝子 已经凹进去了 那青油灯照射在她的脸上 把那张脸照得很是圣人 她穿的是苗人的服装 头上还戴着团帽子 身上还佩戴着不少的银饰 特别是她的耳朵 也是戴着一对大的银耳环 那银耳环很重 把她的耳洞掉得锤了下来 老人家 我们在这迷了路 您看能不能行得方便 让我们借宿一宿 叶博先打招呼 怕她听不见 说得很大声 我们都怕这老婆婆听不懂汉语 可没想到这老婆婆听得懂 也没说话 就朝我们点了点头 让我们进去 在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就一直留意周围的环境 老婆婆的房子很简单 没有现代化的家具 就是木桌子 木床 地上还有一个火堆 火堆上面还架着一口铁锅 应该是平时做饭的地方 但整个屋子里 却是打扫得很干净 几乎是一尘不染 就连那些房梁下 也是看不到任何一丝蜘蛛啊 也不知道 是这老婆婆很奇怪 还是不待见我们 让我们进去之后 就自己坐在桌子上 开始缝布鞋了 那种布鞋是老式的老布鞋 底部是千层底座的 老婆婆的眼睛 好像不是很好 正靠着青油灯那鞋底 而那桌子上 却是坐好了十来双老布鞋 大小不一 叶伯把我们安顿好之后 就过去打听消息了 老人家 我给您打听一个事 请问您知道 这大山里有苗族吗 或者有没有看到那种苗寨 叶伯一打听 我们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全都在等着老婆婆的说话 可这老婆婆古怪的很 不说话 抱着那堆桌上的布鞋 就朝我们走了过来 每人给我们一双 又指了指我们脚上的鞋子 我们的鞋子全是泥巴 上面还沾着那 阴阳路上踩的血迹 看起来很脏 可所有人都弄不懂 老婆婆的意思 只想着 是不是老婆婆嫌 我们鞋子太脏了 她的屋子又打扫得很干净 让我们换干净的布鞋 我之前也担心 这老婆婆不是活人 可我能感受到 她身上的洋气 那就说明 她是活人 更古怪的是 不管叶伯怎么问她话 她就是不开枪 给了我们布鞋后 就继续去缝鞋子了 老婆婆是送我们鞋子穿 这种鞋子 穿着走路很舒坦 我们就换上吧 这时 一个叶家的弟子开口了 我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来描战 对这里的东西也很好奇 也没多想 就把鞋子给换了 跟着 叶伯才说 这老人家可能不喜欢说话 那我们就不打扰他了 好好休息 明早赶路 你们两个去外面守夜 下半夜我来换你们 叶伯安排好了之后 叶家的两个弟子 就去外面守夜了 我和子龙是靠着睡的 睡的时候 他就小声跟我说 初九 你看老婆婆的手指 他这么一说 我才去看老婆婆的手 这一看 才看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老婆婆两只手 竟然都少了两个指头 正是食指和中指 怪不得我之前 看他穿线的时候很费劲 正想到这儿 子龙就提醒我说 初九 小心点 我总感觉有啥不对劲 这老婆婆太古怪了 也不知道为啥 我心里也觉得不踏实 一直在提防着老婆婆 可她就是一直在缝补老布鞋 偶尔加点青油在油灯里面 根本没有啥异常 我看了一会儿 也困得不行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的 我突然听到了 外面有人在走动的脚步声 自从在麻沟村 我娘出世了开始 我就留下了后遗症 睡眠一直很浅 只要有一点想动 就会醒过来 听到这轻微的脚步声 我就连忙醒了过来 一醒过来 就看到那两个守夜弟子 正神神秘秘地 朝我们来时的路走 确定看到他们是朝山下走后 我心里立马就怀疑了起来 这两个弟子肯定要耍花样 说不定那阴阳路 就是他们搞的鬼 看到这两个神秘兮兮的夜家弟子 我心里立马就警觉了起来 看到其他人都还在熟睡中 我就想悄悄跟上去看看 老婆婆的吊脚楼房子有二楼 这堂屋里没有看到她 应该是上楼去休息了 桌子上还有一些 没有缝完的千层底 和布鞋布料 青油灯也快燃完了 我轻轻地爬了起来 看了一眼二楼楼梯口的方向 正好就看到那楼梯口 正蹲着一只黑猫 是闭着眼睛的 我不敢弄出啥想动来 就慢慢地开门走了出去 就去追那两个夜家弟子 我追出来的时候 还是深夜 月亮正挂在夜空中 应该是夜里两三点钟 我追了一会儿 果然就看到那两个弟子 神秘兮兮的朝山下走 我躲在他们后面 跟踪了一段距离 就发现他们走路的姿势不对劲 竟然走的是小碎步 但走得频率很快 乍一看 有点像老婆婆走路 难道这两人被鬼找伤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加快了速度 等距离一近了 我才开始打量他们的脚 没有垫起来 那就说明不是被鬼垫脚了 我又看了一眼 他们地上的影子 也是正常的 那就说明 他们不是被鬼缠上了 可他们走路的姿势 越看越别扭 那小碎步看的人 心里隔阴的慌 而且 他们一直是低着头走的 我跟了这一路 也没听到他们开口说一句话 还有一小段距离 就是那阴阳鬼路的范围了 虽然我用震魂齿 让他们消失了 可保不准 他们现在去还会遇上危险 我看不出端倪来 就赶紧把八卦罗盘给拿了出来 咬破食指 滴了一滴血液后 这八卦罗盘的指针就转了起来 我的八卦罗盘里 只有一颗指针 我盯着转动的指针看了一会儿 就发现 这指针直直地指着这两个弟子 他们有问题 可我还是看不出来 只得继续往前追了 等过了眼前那个转角 就是阴阳鬼路 我看到 这儿也担心了起来 连忙跑了上去 一边跑 一边喊他们 转角的地方停了下来 跟着就慢慢回过了头 在他们转过头的瞬间 那月光就刚好照在了他们的脸上 他们的脸上苍白的可怕 一点血色都没有 整张脸都是阴森森的 在看到我的时候 更是冲着我诡异地笑了起来 那诡异的笑容 看到我身体当即一哆嗦 正觉得情况不对 他们就往前跑了几步 绕过了转角 该死 看到他们的异常 我当即暗叫不好 连忙追了上去 可等我一追上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阴阳鬼路再次出现了 地上全是腥臭的血液 那血液中 更是躺着一排排整齐的尸体 这些尸体并不是真实的尸体 它们都是鹦鹉的怨气 形成的超自然现象 它们只能生活在血液里 没有了血液 它们就不会出现 而就在我愣住的这几秒钟里 那两个叶家弟子 就刚好停在了边上 那血液里 更是伸出了无数只苍白的手 齐刷刷地朝他们招了招手 好像在召唤他们两人一样 就是他们这一招手 这两个叶家弟子 突然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那笑声里 好像显得很是激动 我听得头皮都抹了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这两个叶家弟子 突然平躺在了地上 那双手也是举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 在他们躺下去的时候 那腥臭的血液 瞬间蔓延到了他们的身下 就好像是长起来的血水一样 慢慢把他们的身体吞没了 特别是快要淹没过他们的脸时 他们竟然齐刷刷地侧过了脸 同时看向了我 那脸上再次露出了一道诡异的笑容 那具在空中的手 更是朝我招了招手 就是他们这么一招 我的脚就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 竟然迈着小碎步 就朝他们走了过去 这种感觉 就好像我的脚不听使唤了一样 紧接着 就连自己的意识 也是模糊了起来 嘴角也是勾起了一道诡异的笑容 可就在我跨过去的时候 我背上的震魂齿 突然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跟着就是后背一滚烫 我当即一个哆嗦就醒了过来 可我的脚 还在往那摊腥臭的血水走 该死 我赶紧骂脸了一声 就拿出了一张震邪符 点燃之后 就开始念驱邪咒 可我想不到的是 我的法咒竟然没有效果了 心里是清醒的 但脚就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 那两个叶家弟子 已经彻底被血水淹没了 成为了那些尸体的一员 但他们的手 还在朝我招手 我心里直犯魂 真探娘的邪门了 我竟然不能控制自己的脚 难道我的脚不是自己的 想到这儿 我又低头去看脚 这一看 就看到了我脚上 穿的那双老布鞋 顿时一紧 就好像有股奇怪的力量 在控制我的脚 是这鞋子的问题 意识到这儿 我立马把鞋给脱掉了 布鞋一脱下来 我就停了下来 踢了踢脚 发现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脚了 就是这鞋子的问题 是那老婆婆想害我们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 就想当那古怪的老婆婆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阴阳鬼路已经消失了 还有那两个叶家弟子的尸体 也被带走了 糟糕 子龙 叶唐 看到这一幕 我猛然想到了 他们还在老婆婆的吊脚楼里 赶紧转身就跑了回去 我脚下没有穿鞋子 这又完全是烂路 地上全是乱石 我在上面跑 脚底板割得疼 可也顾不上这些了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就咬着牙一个劲地往回跑 等我跑到老婆婆的吊脚楼时 发现里面还是亮着青油灯 就一把推开了门冲了进去 可我一冲进去 整个人就傻了 这堂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全都不见了 空荡荡的只有行李 哪里还有半个人影 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当即就慌了 害怕他们遭了毒手 就大声地喊了起来 子龙 你在哪儿 叶堂 你们在哪儿 可根本没有人回应我 只有房间不停地回荡着 我焦急地喊声 我见屋里没有人 又跑出来喊 然而还是同样的效果 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们 去哪儿了 那老婆婆 二楼 我已经急了 在喊的时候 才想到掉脚楼的二楼 又连忙冲了进去 手握着正魂尺 就走到了楼梯口的地方 这楼梯口是木楼梯 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我一踏上去 楼梯的木板 就被我踩得嘎吱嘎吱响 木楼梯很陡 我此时也不怕惊动那老婆婆了 一口气 砰砰砰地跑了上去 二楼的楼层很矮 但黑漆漆的 根本啥也看不清楚 我这感觉内心很压抑 好像一抬头 就能碰到方亮 虽然我现在很急 可理智还是很清晰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千万不能大意 手中拿出了几张普通的灵符 手腕一抖 丹田内的真气 瞬间催动天宗学的阳火 窜到了手指上 灵符滋拉一声 就燃了起来 灵符一燃起来 整个狭小低矮的二楼 瞬间被照亮 而这小二楼一照亮 我当即就看清楚了 眼前这恐怖的一幕 跟着就是情不自禁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小二楼 竟然有四所坟墓 还是最古老的生苗 活死人墓 在看到这些活死人墓的时候 我就完全正住了 不是因为把坟墓 埋在二楼的原因 之前在响水村的时候 那些夜郎的后裔 也是把坟埋在了自己的房子里 但那时为了镇压 天罡地霎大阵 我惊讶的是 在这小二楼 竟然还能够看到 传言中的活死人墓 我手上的灵符燃烧得很快 就在我短暂正住的时候 灵符就快燃烧完了 而整个小二楼 再次被黑夜吞噬了 就在小二楼 要彻底陷入黑暗的时候 我正好看到 那中间的桌子上有青油灯 趁着眼急手快 赶紧把那青油灯给点上了 青油灯的火苗子 慢慢窜了起来 小二楼再次被照亮了 有了之前降水村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 就是子龙他们 会被埋在活死人墓里 这活死人墓 和汉人的土墓是不同的 并不是土葬 而是用石块砌成的石坟 但又不是密封的 更像是一个石块砌成的石洞 开口是打开的 并没有堵上 所以 出现在我眼前的 是四个黑漆漆 右深的石洞口 像是一个长方体的口子 不知道有多深 宽差不多有一米五 而高差不多只有一米 这就是典型的活死人墓 在我们来苗江的路上 叶博就给我说过 活死人墓的事情 说苗江有一股神秘的生苗 人在要死亡之前 就会先把他们 放进事先准备好的 活死人墓里 又会在里面放一些水和食物 但水和食物吃光了 就算他们不死 也会被活生生地饿死 而像是快要死亡的人 他们身上的阳气很弱 几乎是油尽灯枯 阴魂很容易 侵入他们的身体里 等阴魂害死了他们 就占据了他们的尸体 想要借尸还魂 可那只是阴魂死后 想复活的执念 根本是不可能还魂的 而被阴魂害死的人 就容易成为阴尸 在特殊的环境下 可以保持尸体不符 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到了一点 这老婆婆 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只生苗 看到这几个黑漆漆的洞口 我心里也发虚 但还是硬着头皮 端着青油灯走了过去 我一凑近这洞口 就先看到一双脚 看不到这里面 躺着人的上半身 更看不到脸 而且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 这人穿的鞋子 竟然也是老婆婆扎的老布鞋 这老布鞋的古怪 我是见识过的 我屏着呼吸 慢慢凑到了洞口的位置 刚一凑到洞口 就闻到了一股扑鼻的湿臭味 这湿臭味不但臭 还很呛人 但这活死人墓的洞口太深了 我看不清楚 只得端着青油灯 往里面照 可我的青油灯刚一伸进去 里面突然吹出来了一阵阴风 当即把我手上的青油灯给吹灭了 就在青油灯被吹灭的那一瞬间 我正巧就看到这活死人墓 伸出亮着一双绿悠悠的眼睛 如同鬼眼一样 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 我当即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拿着灵符 就想要点燃青油灯 可邪门的是 这青油灯不管我怎么点 愣是点不然 此时的小二楼 完全是黑的 伸手不见五指 也不知道哪吹来的阴风 只感觉浑身都是凉悠悠的 只感觉后背的地方阴冷无比 好像有一个鬼 在我背后 不停地对着我后背吹冷气 特别是看到那活死人墓里的绿眼睛 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我心里也发出 总觉得很不舒服 就慢慢往楼梯口的位置退 可刚一退 那活死人墓里的绿眼睛 突然走了出来 紧跟着就听到了一声喵的叫声 在这寂静气黑的环境里 突然冷不丁地响起了一声猫叫声 这种感觉 真是吓得活都快飞出来了 但一吻下来 心里顿时就放松了不少 是猫 不是不干净的东西 就在我暗暗松口气的时候 其余的三个活死人墓洞口 竟然也出现了一双绿悠悠的眼睛 这四双绿悠悠的眼睛 全都齐刷刷地盯着我 慢慢地从活死人墓里走了出来 一走到洞口的地方时 就全部停了下来 都在看着我 起初一看还不觉得害怕 可多看一会儿 就有些毛骨悚然了 猫是有灵性的动物 鼠鹰 能够通灵 它们那一双双眼睛盯着我的时候 竟然是无比的忧怨和愤怒 除了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外 我更是听到了 它们呲牙发出来的呲呲愤怒声 坦白说 这邪门的一幕 我心里也害怕得见 可我不能走 我要看看那活死人墓里埋的 到底是不是子龙他们 意识到这一点 我就再次尝试点燃手中的青油灯 没想到的是 这一点 青油灯竟然点着了 青油灯一把小二楼照亮 我就立马看清楚了 活死人墓洞口的黑猫 正是我之前在楼梯口看到的黑猫 它们全都蹲在那尸体的脚上 齐刷刷地看着我 这些黑猫 应该是那老婆婆养的 而这青油灯一照亮后 它们眼睛里的绿光就消失了 特别是小二楼的那种凉悠悠的阴气 也是随即消失了 我此时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被这些黑猫叮得心里发慌 干脆心一横 直接冲了过去 想要去把尸体拉出来 看看到底是谁 可我刚冲出去 那黑猫突然站了起来 冲着呲牙咧嘴的滋滋 那锋利的猫肘 更是朝我的手抓了过来 还好我反应快 那声音起初还很正常 可叫了一会儿之后 这声音就变得又急又刺耳 好像是在哭一样 无比刺耳 狗叫哭 要死人 猫叫哭 要喊魂 不好 听到这像哭一样的猫叫声时 我当即暗叫不好 可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些黑猫的眼睛就开始流血了 更是一口咬在了尸体的脚踝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他们咬尸体的脚踝时 我就看到那尸体的脚动了一下 特别是那猫咬出来的伤口 更是有鲜血流了出来 人死了 血液是不会流通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人刚死不久 或者说还活着 可我刚想到这个念头之时 这些黑猫 突然就从活死人物的洞口落了下来 身体不停地抽搐 眼睛 鼻子还有耳朵 全都开始出血了 特别是他们的嘴巴里 更是冒出了泡沫子 好像是中毒了一样 而就是这一刹那 这尸体的脚突然抖动了一下 跟着就慢慢地滑了出来 好像是蠕动的动作一样 先是这尸体的双脚 慢慢地退了出来 再退到膝盖的位置时 那里面突然伸出了一双苍白的手 猛地抓住了活死人物洞口的两边 手上一发力 整个身体瞬间从石洞里滑了出来 在他们滑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清楚了他们 不是子龙他们 是苗人 滑出来的四具尸体 有老有少 最老的一个 差不多六七十 最年轻的是两个年轻人 一男一女 看这样子 应该是老婆婆的家人 我看不出来他们死了多久 他们的尸体 没有任何腐烂的气息 除了尸瘦位之外 就连他们的眼睛 也和活人的差不多 只是没有了神 看起来很空洞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刚死了的人 像活人一样 活生生站在你的面前 但他们在盯着你看 心里就有些发毛 因是最恐怖的不是戾气 而是他们身上的尸毒 我正警惕地往后提 这些尸体突然一下就动了 速度快的惊人 直接堵在了楼梯口的位置 不让我走 这是苗族的邪术 那黑猫叫魂叫醒了他们 我知道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因为我身上 有活人的洋气 可我没有想到 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敏捷 直接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不敢靠近他们 连忙拿出了捆尸绳 缠在了震魂尺上 一只手端着青油灯 千万不能让青油灯灭了 我刚一缠好震魂尺 其中一个阴尸 就朝我扑了过来 张开嘴巴 就朝我咬了过来 那嘴角的地方 更是长出了两颗锋利的獠牙 我急忙往后一退 身体顺势往后一压 躲过了阴尸的手 横握着手中的震魂尺 直接打向了他的胸膛 震魂尺上有捆尸绳 这么一打 这阴尸立马被我打得退了好几步 还没等他站稳 我就先发制人 震魂尺直接朝他的嘴巴戳了进去 震魂尺一戳进他的嘴巴 他的嘴巴就开始不停地冒黑烟 那嘴角两边的地方 更是流出了墨绿色的液体 这液体一滴到我的震魂尺上 居然把上面的捆尸绳给腐蚀了 这液体 好强的毒性 看到这一幕 我也是猛地惊了一下 连忙往后一拽 跳起来一脚踢在他的腹部上 直接把他踢得滚下了木梯子 这一个被我踢下去后 其余的三个阴尸立马扑了上来 我边打边退 这几个阴尸形成的时间短 还成不了气候 但我忌惮的 就是他们体内的毒 要是被咬中了 小命就在这儿了 不能和他们缠斗 不然会吃亏 意识到这一点 我就下狠手了 往活死人目上一跳 他们就一起扑了过来 我赶紧从他们头上跳过 在跳过去的同时 手中的震魂尺猛地 敲响了一个阴尸的脑袋 击打天灵盖 是对付尸体最好的办法 只听见砰的一声沉闷响声 几乎是使出了最大的劲儿 连手都真的有点发麻了 这阴尸的脑袋 当即被我劈出了一条口子 只看到无数墨绿色的 腥臭液体 从他头顶上冒出来 跟着 他的身体就瘫倒在了地上 只是十来秒钟的功夫 我就看到他的尸体 竟然慢慢地化成了 一滩墨绿色的腥臭液体 而在那些腥臭的液体中 有无数的绿色小虫子在蠕动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看得人胆战心惊 我不敢靠近那腥臭的液体 就把另外两个 拖到了楼梯口的位置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用震魂尺 来击打他们的天灵盖 他们的怨气被敲散后 也是同样化作了一滩腥臭的液体 那液体中 也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绿色小虫子 这几个鹰尸是刚醒过来的 没有多大意识容易对付 我担心的 就是有灵质的那种鹰尸 解决了它们之后 我就想去找被我踢下去的那个鹰尸 我一窜到楼梯口 就看到那鹰尸正在爬上来 我往下面走了两梯 握着震魂尺就要去敲它的天灵盖 可还没打到它 一道冷冷的声音 就在下面响了起来 你想要找到它们 就不能打死它 打死它 你就别想找到它们了 一听到这声音 我就连忙收回了震魂尺 猛地一脚 把这鹰尸踢了下去 跟着直接跳了下去 解开震魂尺上的捆尸绳 把它困在了木梯上 等我制服了这鹰尸 才朝大门的方向看了过去 这一看 竟然是叶少卿 他就站在大门口 双手背负在身后 饶有趣味地盯着我看 我一看到是他 就连忙问 我朋友他们呢 走了 被草鬼婆带走了 叶少卿淡淡地说了一句 草鬼婆 我尼南了一下 说 你说那老婆婆是草鬼婆 没错 叶少卿点点头 道 她就是草鬼婆 这些都是她的家人 他们从小吃蛊虫长大 死后体内的蛊虫 会保持他们的尸体不符 让他们变成殷尸 不死不灭 叶少卿说的时候 我就回想了起来 我之前也听师父说过 苗江的草鬼婆 他们都是女性 从小就吃蛊虫 一身都是蛊 但一直是传闻 很少有人见过 真正的草鬼婆 回想到这儿 我就问她 叶少卿 你怎么知道 她是草鬼婆的 其他人都被带走了 你怎么好好的 哼 叶少卿冷哼了一声 道 叶伯糊涂 你们也糊涂 知道要来苗江 却是对苗江一点也不熟悉 从我进门开始 我就看到这吊脚楼 打扫得很干净 不光是灰尘 更是连一丝 蜘蛛网都没有 最简单的一点 草鬼婆没有食指和中指 你们也没有发现 这种情况 只有羊骨人的家 才会如此干净 她这么一说 我也想到了 从今老婆婆的吊脚楼开始 我就觉得 这屋子里 干净得不正常 还有那老婆婆的手指和中指 的确是断了的 应该是练邪术羊骨造成的 可我不懂草鬼婆的特性 哪里能想到这老婆婆 就是草鬼婆 从小和古独生活的人 但一想到这叶绍青 看出了老婆婆的身份 却没有告诉大家 我心里就有些不爽 道 你既然知道那老婆婆 是草鬼婆 你怎么不提醒我们 还有那两个你叶家的人 你也没有帮他们 只是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被害死 你就真的冷血 叶绍青淡然一笑 脸上没有丝毫的关心 道 我早就躲了起来 就是想要证明自己的猜测 看到那打死的这些 鹰尸里面有骨 还有阴阳鞋 我就知道 这草鬼婆是古苗的人 如果我不这样 又怎么能找到古苗的老窝 这草鬼婆 只是古苗的看门狗而已 我们此番来 找的就是古苗 只有他们 才会有上百年 或者上千年的鹰尸 这样才可以找到棺材军 看到叶绍青 这副事不关己 把队友出卖当诱饵的样子 我心里就气不打一出来 但我还是忍着 没有爆发出来 而是问他 那你又怎么知道 这鹰尸 能够找到草鬼婆 你还真是空有一身本事 没有见识啊 叶绍青轻蔑地嘲笑了一句 跟着就把手伸了出来 手里提着一双老布鞋 重重地说道 我告诉你 这是阴阳鞋 是给死人穿的鞋子 也是赶试人用的鞋子 你以为那鞋子的千层底 是用不砸的 不是 那是用石油浸泡过的人皮砸的 活人穿阳鞋 阴人穿阴鞋 活死人穿阴阳鞋 他们穿上了阴阳鞋 我以为他们都会死 可我想不到的是 曹鬼婆竟然把他们带走了 那也就意味着 曹鬼婆带他们去了古苗的老窝 这阴师是曹鬼婆的家人 穿上阴阳鞋 自然会带我们去找曹鬼婆 不知道为啥 我看着此时的叶绍青 还有听到他这番话 我竟然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左阴 都是手段极为阴险狡诈的人 这人 以后必定是个大患 我震了一下 才问他 你是叶家的少主 是修道之人 怎么会懂得如此多的邪术 不光是曹鬼婆 还有连这邪门的阴阳鞋也知道 我这么一问 我就注意到 叶绍青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阴险 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冷声道 我怎么知道的 用不着你管 你也没资格知道 想要救你的人 就跟我来 你要是再耽搁 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 叶绍青冷冷地说完后 静止走到我身后楼梯口的位置 我以为他要干啥 回头看他 就看到他蹲在了地上 把那阴师的脚抬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脱掉了阴师脚上的老布鞋 又把他手里的阴阳鞋 给穿了上去 但他却是反着穿的 左脚穿右鞋 右鞋穿左脚 一边穿 一边大声道 阴阳颠倒 乾坤扭转 活人在前 死人在后 带我去找草鬼婆 叶绍青这声音 好像是命令 又好像喊的是 某种职业的吆喝声 随着他命令这阴师走后 就顺手割断了 捆着阴师的捆尸绳 没有了捆尸绳的阴师 竟然一点也没有暴躁起来 也没有攻击人的意思 反而朝着大门口的方向 走了出去 只是他走路的姿势 实在是太别扭了 歪歪倒倒的 好像喝醉了的人一样 特别是那阴阳鞋 反穿在他的脚上 他走路的姿势 看起来就像 螺圈腿加那八字的走法 要不是想着 他是已经死了的人 一般人看到 这别扭的走路姿势 肯定会忍不住笑起来的 在过吊脚楼的门槛时 也是像活人一样跨了过去 坦白说 看到这活生生的阴师 我心里也总算是 有了一点了解 他们和僵尸不同 僵尸的尸体会干扁 但他们不会 还能够保持着血弱 而且僵尸的四肢是僵硬的 而殷尸则不同 还是柔软的 等这殷尸走出了门口 叶少卿就回头看了一眼 你要跟着 我去找你朋友 还是不相信我的话 要留下来继续等他们 他这么一喊 我才回过神来 这叶少卿我 自然不相信他 但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找到子龙他们 只得跟他走 我恩了一声 捡了一双鞋子穿上后 就追了出去 叶少卿手里拿着手电筒 一直跟在殷尸后面 这殷尸是朝山上走的 速度不慢不快 山上的路很难走 这殷尸不会感觉到疲惫 一直没有停下来 只是那别扭的走路姿势 让他摔倒了好几个跟斗 每次摔倒 叶少卿都会把他扶起来 继续前行 一路上 我们俩一句话也没有讲 但我心里却是着急的不行 子龙他们 被草鬼婆给带走了 以他们的速度 肯定得现在殷尸给我们带路快 我担心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抓进了 谷苗的老窝里 之前我们来的时候 叶博并没有告诉我和子龙 他们要来找的是谷苗 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来找一只生苗 谷苗擅长养骨和邪术 而且是绝对不和外人打交道的 越是这样的部落和寨子 就越是恐怖 就像是叶狼的后裔一样 为了保护他们的秘密 只要是进去的人 都会遭他们的毒手 谷苗是苗族中最神秘 也是最恐怖的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 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外人闯进来 他们肯定 也不会放他们活着离开的 我越想 心里就越是担心 那草鬼仆的阴阳鞋子 能够控制叶博这样的高手 那他的手段自然不可小觑 还有他背后的骨苗 更是不知道有多么恐怖 一想到这儿 我就忍不住说了出来 叶绍卿 能让这阴师加快速度吗 叶绍卿摇了摇头 没有回头 道 能让他带路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他毕竟是死人 你想让他像活人一样赶路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赶尸将给尸体穿的 也是阴阳鞋 这才可以让他们 像活人那样走路 他们的秘法 只是控制尸体而已 赶尸将和骨苗 都是相惜神秘的存在 自当会有联系 草鬼婆能做阴阳鞋 这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没想到 叶绍卿会对我说这么多 但他这么说 并不是好为人师 而是想在我面前炫耀而已 我听得出来他话里的意思 没有纠缠他提出来的话题 直接说道 你也知道骨苗的恐怖和可怕 如果他们真的落入了 骨苗的老窝 不光是我的朋友要死 就连你叶家的人也要死 叶唐 叶博 我故意这么说 就是想变相地催他赶路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叶绍卿停了下来 回过头来冷冷地笑了一声 道 他们的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找的 只是棺材君 这番绝情冷血的话 听得我心里一寒 不是失望 而是觉得这叶绍卿根本不是人 简直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哼 我忍不住冷笑了起来 摇头道 叶唐可是你的青唐妹 还有叶博 也是你们叶家忠心耿耿的人 哈哈 听到我的话 叶绍卿就失声大笑了起来 他看着我的眼睛 更是眯了起来 嘲讽地说道 我都忘记你是个乡野无名小族了 你记住了 在我们盗门家族 没有亲情 只有生存 别学人大慈悲 你这人傻是傻 但还有些意思 还是先考虑 你自己的小命吧 别死了 还是个糊涂鬼 话一说完 就转过头去追音师了 这种冷血的人 我没法和他沟通 只是默默地跟在了他身后 继续爬了一个多时身后 我们才终于到了山顶 可眼前出现的 还是一片片茂密的重山峻岭 一眼望不到头 差不多可以用十万大山来形容 叶绍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让阴师带路 这阴师带我们下了山 一头扎进了另一座大山里 就在大山里穿梭着 我留了个心眼 没走一段路 我都会在树上刻下一个记号 在这茫茫群山中 如果没有标记 就算找到了子龙他们 也很难找到出来的路 如果不是有这阴师带路 我们就更别想找到谷苗的老窝 恐怕一丢进这大山 就会彻底迷失在这里面 我走得很小心 这大山里的毒虫已受很多 特别是那地上的枯叶里 随时都能看到 蜈蚣和蝎子钻出来 我们一直没有停 等到了天亮的时候 这阴师就把我们 带到了一条溪流边上 这条溪流的水很清澈 谁也很深 还能看到里面游动的鱼儿 而溪流边上 则全是垂下来的竹子 我们赶了一夜的路 都有些渴 就蹲在了溪流边上 用手摇水来喝 可刚一覆开水面上的叶子 我就看到水面上的倒影 有几条毒蛇 正倒挂在我们头上的竹子上 它们的蛇尾巴 就缠在了竹子上 舌头已经掉下来了 正在我们的头顶上 在我看清楚的时候 这些毒蛇就张开了嘴巴 一口朝我脑袋咬了过来 看到那毒蛇 朝我脑袋咬过来的倒影 根本来不及多想 完全是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拿着震魂齿 就朝脑袋上面一挑 刚好把这攻击我的毒蛇 挑进了水里 好险 要不是这溪水够清澈 我就被它们咬了 我正心有余悸 扭头一看还在喝水的叶绍青 当即就看到他脑袋上的竹子上 也倒挂着一条毒蛇 小心 竹子上有导沟蛇 看到那毒蛇要攻击叶绍青了 我连忙朝他大喊了一声 叶绍青本身也是警觉之人 听我这么一喊 立马反应过来了 根本没有回头看 直接往水里蹿了一步 几乎是同时 在他往前蹿的时候 那毒蛇就猛地咬了下来 我只看到叶绍青在水里转了一圈 一道寒光闪过 那毒蛇还在空中就断成了两截 直接落入了溪流里 看到他这伸手的时候 我完全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叶绍青的伸手 不简单 而我还在诧异的时候 叶绍青就看向了我 那眼神很复杂 嘴唇动了动 竟然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 谢谢 嗯 听到叶绍青口里 说出谢谢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当即就愣了一下 心想这叶绍青 也不是像他表面这样 冷血无情 可还没等我说不用谢 叶绍青立马便回了那副傲慢脸 冲着我冷冷地说道 这毒蛇叫青竹蛇 是剧毒之蛇 也是炼蛊专用的毒蛇 青竹蛇出现了 那就说明 古苗的老窝就在附近 叶绍青说 这毒蛇是青竹蛇的时候 我也在观察 那两截断了的毒蛇 它们全身都像是竹叶的颜色 很容易混迹在竹叶里 要是不注意的话 根本察觉不了 但这青竹蛇 和一般的那种小青蛇又不同 不光是蛇身是青涩的 就连眼睛也是青涩的 当年周八字 用我家人的尸体 连三尸骨石 我就在大水缸里 看到类似的毒蛇 也是剧毒无比 如今叶绍青说 这是古苗用来练古的 也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古苗的地界了 毕竟这个地方十万大山 根本没有人能够闯进来 就算侥幸躲过了阴阳鬼路 但也会遇到那草鬼婆 也是无法活着 进入这十万大山的 我心里一想 也是有些激动了起来 找了这么多天 终于有古苗的消息了 可我心里也悬 不知道这古苗的手段 到底有多么可怕 看在你刚才救我一命的份上 我让你看看 殷尸体内的古毒 到底有多么可怕 在我镇住的时候 叶绍青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我一回头看他 就看到他动了 直接朝那殷尸背后的竹子 窜了过去 身体轻盈地跳了起来 一脚踢在了那竹子上 他这一踢 竹子就被踢得晃来晃去的 先是竹叶被踢得震落了下来 跟着就看到那上面 掉下来了几条青竹蛇 这青竹蛇落下来 刚好落在了殷尸的头上和身体上 张嘴就朝的脸咬了过去 他们这么一咬 只是过了两三秒钟的样子 我就看到这些剧毒的青竹蛇 竟然全都落到了地上 那蛇身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 眨眼的功夫 全身就化作了一滩绿色的液体 腥臭无比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殷尸而已 还没有成气候 而想要取棺材君 那就必须好几百年以上的殷尸 如此一想 我就有些头皮发麻了 连这普通殷尸体内的古毒 都如此厉害 那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殷尸 到底有多恐怖 我心里也明白 叶绍青给我看这一出 就是想要提醒我 算是报答我刚才对他的救命之恩 走吧 顺着溪流下游走 一定能找到古苗的老卧 叶绍青提醒了一声 自顾往前走 他的手里拿着一截竹子 一边探路 一边用竹子敲打竹子 避免被毒蛇咬中 我看这殷尸已经没有作用了 就点了两张灵符 在他身上截了一个火符印后 一把大火烧了他 跟着 才追上了叶绍青 这溪流是一直往下的 我们在茂密的大山 也能感觉到地势的落差 甚至有了悬崖瀑布 路很不好走 我们的速度也开始慢了下来 一路上 我们都没有休息过 但这条蜿蜒起伏的溪流 就好像没有尽头一样 一直走到了下午 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有任何古苗的影子 糟糕的 随着我们进入 这十万大山深处后 越来越多了 不光是地上 就连水里也有 如果普通人进来 根本别想活着出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 古苗会如此神秘 也不会有人找到的原因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我们就饿了 我在溪流里了 抓了两条鱼 生火就烤着吃了点 跟着 就继续上路 顺着溪流 快要走到黄昏的时候 起伏落差的溪流 忽然变得平整了下来 就在前面白米左右 竟然汇入了一条小河中 而小河的两边 地势变得很平坦 水草丰盛 还能看到上面有放牧的牛羊 看到那岸边吃草的牛羊 我和叶绍青同时一惊 惊讶地看向了彼此 我道 我们找到了 走了一天的路 终于看到了牛羊 那就说明 这就是古苗的老窝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迷失在大山里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现在的位置 也不知道是在贵州的地界内 还是在湘西的地界内 小心点 叶绍青冷冷地提醒了一声 跟着就往下走 要朝那平坦河边走 不能顺着溪流走了 溪流下面是一处垂直的悬崖 而且 两边的石头又很滑 我们只能从林子里绕过去 可刚一钻进林子里 叶绍青就停了下来 我正要问他咋了 他就用手指了指前面的东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一看就震惊了 只见前面的地上 有两条手腕粗细的青竹蛇 完全和小蟒蛇的体型差不多大了 它们是缠在一起的 下半身紧紧地缠着 上半肩脑袋就这么拘了起来 销魂地缠来缠去 嘴里更是吐出了长长的蛇性子 多两眼 就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这肯定是蛇王 要是我猜的没错 它们也是守护古苗老窝的 让我来解决它们 在我盯着看的时候 叶绍青手中的匕首就拿了出来 等等 别乱来 我看到他往前走了一步 立马拉住了它 小声道 这是蛇蝉丝 也就是蛇交配 你没在农村待过 我告诉你 这是忌讳 和乌鸦聚在房顶一样 都是忌讳的东西 这蛇王有灵性 如果你没办法杀死它们 它们会循着你的气味 一直追着你 就算你杀死了它们 它们的后代 也不会放过你 别小看这些东西 有了灵性 就等于成了惊 这是农村人的忌讳 讲不清楚由来 但却是真实 叶绍青听我这么一说 皱起了眉头 问我 那你说 咋办 我摇了摇头 在我们农村有句谚语 遇到黑鸭剧房顶 那就说明 那家人会出事 最好不要出门 而遇到蛇蝉丝烂路 会出眉头 得绕着走 跟我走吧 说完之后 我就在前面带路了 绕着这两条青竹蛇王 往其他的路走 等我们避开了 这对蝉丝的蛇王 一路上 我们就遇到了 更多的小青竹蛇 你这些农村忌讳 看来也还是有些道理 叶绍青皱着眉头 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继续在前面带路 等绕过了眼前 这片林子后 就有一条小路 连接到了那河边 而这地上 还有密密麻麻的脚印 我观察了一会儿 这些脚印 就笑了起来 说 看着地上的脚印 全都是阴阳邪的印子 应该就是叶博他们 这脚印很清晰 那就说明 草鬼婆可能也是 刚刚到这个地方 嗯 不错 学会观察了 叶绍青饶有趣味地笑了一下 跟着就开始在前面带路了 等我们一进入到河边 就发现这个地方 完全是坐落在 十万大山的凹地中 也是我们赶了一天一宿路 遇到最平坦的地方 风景淫泥 土壤肥沃 还有水源 一看就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此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必须找到谷苗的老卧 夜晚待在这个地方 无疑是等于找死 可这一块平坦的地上 根本没有任何房子 或者寨子 除了那还在吃草的牛羊外 更是连鬼影也看不到一个 我看叶绍青的时候 他也是皱着眉头在沉思 呜 呜 而就在这时 右侧半山腰的一处茂密的竹林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吹牛角号的声音 这声音不是哭声 很厚很低沉 是连续的呜呜声 在听到这声音后 叶绍青立马反应了过来 看着我冷笑道 找到了 苗人吹牛角 一长一短 是婚式和白式 可这是一长两短 而且没有听到吹炉声的声音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是祭祀才吹的牛角号声 叶绍青的话 让我热血沸腾了起来 总算是找到谷苗的老窝了 可就在我要说话时 我们的背后顿时响起了一道鸡里呱啦 却有很愤怒的声音 这背后突然响起的鸡里呱啦声 当即让我和叶绍青猛的一惊 彼此看了一眼 手里的武器也悄悄拿在了手里 几乎是同时转过身去看的 这一转身 我们就看到 我们眼前站着两个苗人 一男一女 年纪应该和我们差不多 他们手牵着手 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苗族用的弯刀 这男的苗人用弯刀对着我们 一脸的愤怒和警惕 嘴里唧里呱啦地说着 好像是苗人的土话 我们根本听不懂 叶绍青忽然笑了起来 说 这一对放牧的小情侣 怕是听到了祭祀的号角声 这才要赶着回去 可惜 我们不会最古老的苗语 不然的话 还可以打探他们古苗的情况 叶绍青一开口说话 这男的苗人 又激励呱啦地说了起来 我们完全听不明白 只是从他愤怒的表情来看 好像是 我们闯入了他们的地界 他很生气 也很愤怒 叶绍青不屑地笑了笑 冷冷地吐出了一个字 杀 话音一落 他就先出手了 速度很快 这苗人男子 看到叶绍青动手了 也是抱呵了一声 手中的弯刀 直接朝叶绍青的脖子扫了过来 只见叶绍青身体轻轻一侧 顺着弯刀一转 就转到了这苗人男子的手臂边上 一只手快如闪电地 抓住了这苗人的脖子 用力一扣 这苗人的脚就垫了起来 瞬间憋得脸红脖子粗 手中的弯刀 也是落入了地上的草丛里 另一个苗人女子 看到自己的情郎被制服了 也是要上来帮忙 我瞪了她一眼 重重地说了一句 别出手 我不杀女人 也不知道 是她听懂了我的话 还是忌惮我的眼神 竟然不敢上来了 但看着我的眼神里 有祈求 好像要让我们放过她的情郎 不能留后患 否则到时候 有你后悔的 叶绍青看到我心软了 冲着我冷冷地呵斥了一声 我看到她要杀这苗人男子了 立马扼住了她的手腕 放过他们 他们是古苗 但不一定是坏人 我相信 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 心情比任何人都要干净 幼稚 叶绍青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掐着这苗人男子的手猛的一发力 这苗人男子 立马就掐得翻白眼了 言语阻止 她没有任何作用 在看到这男子要被掐死的时候 我抓着 叶绍青手腕的手 也是猛地发力了 叶绍青的力气很大 但始终敌不过我的真气 我一催动真气 她掐着苗人男子的手 就慢慢松开了一些 那双冰冷的眼神盯着我 一字一句地怒道 你想逼我杀你 嘿嘿 我嘿嘿一笑 杀你肯定杀不了我 不过 我倒是想找机会 和你比试比试 你的身手不差 估计和子龙不相上下 但我体内有真气 可以和你拼上一拼 放手 叶绍青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估计拿我没办法 就松开了 这苗人男子的脖子 他这一松手 我也松手了 而这苗人男子 则是跌坐在地上 捂着脖子 不停地喘粗气 我看他的时候 他竟然朝我点了点头 好像是在感谢我 李初九 那你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办 留着他们 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的 叶绍青是背着我说的 很显然他已经妥协了 要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笑了笑 打晕他们吧 牛羊没回去 他们的族人会来找他们的 说完之后 我就直接出手了 一记刀掌 打在了那苗人男子的后镜上 当即把他打晕了过去 而我正要打晕这女子 她却是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脸上的表情很恐慌 又显得很担心 嘴里唧里呱啦地说着 我听不懂的话 好像很着急 我被她的动作弄糊涂了 就看到 她用手指了指半山腰 那茂密的竹鳞 不停地摇头 跟着又指了指我们进来的路 同时一个劲地笑着点头 我看着她 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 才说 你是想提醒我们 不去寨子吗 我怕她听不懂 说话的时候 就用手指了指那半山腰的竹鳞 我这么一指一说 她好像猜到了我话里的意思 不停地点头 笑得也很干净 犹如山里的青泉 让人莫名地舒心 我冷了一下 又指着我们进来的路 说 你是提醒我们这里很危险 要让我们回去吗 嗯 她嗡了一声 小鸡啄米式地点着头 笑得更加灿烂开心 坦白说 这是我见过最干净 最纯真的笑容 他们都生活在十万大山里 没有被外界的社会污染过 我坚信 就算他们是最恐怖 最神秘的古苗 星星也比外界的人干净善良 我看着她那清澈的眼神 笑了笑 道 谢谢你 但我们一定要去 说话的时候 她还没反应过来 估计还在猜我说的啥意思 就被一记刀背给打昏了 我用的力道不大 她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会清醒过来的 李初九 别处处善良 江湖人心险恶 你会被玩死的 在我打晕了他们后 叶少卿就回头冷冷地说了一句 说完就直接朝那半山腰的竹林走了 等等 你这么上去 恐怕还没有找到棺材君 就被古苗的人杀死了 我见他要走 立马就喊住了他 叶少卿停了下来 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我指着地上的两个人 说 这是古苗的老窝 我们两个人再厉害 也斗不过他们吧 所以 我们最好换上他们的衣服 混进去 见机行事 当然 你也可以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毕竟 你是叶家的少主 我是故意在言语上这么说的 之前一直被他压着说 现在终于能够找回几分面子 我自然不会放过 我笑得很得意 叶少卿咬了咬牙 瞪了我一眼 还是去脱那个苗人男子的衣服了 这苗人男子衣服是我的 你去脱那女子的 我心里 就想好脱那苗人男子的苗服 可被叶少卿抢了先机 还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去脱可以 但我会把它脱得干干净净 如果我兴致好 还能毁了她的清白 那算了 还是我去吧 我吃了瘪 只得走到这苗人女子的身边 说了一句 姑娘 我不是有意的 你醒来之后 请你不要见怪 说完后 我才扶着她坐了起来 开始慢慢把外面的苗服给脱了下来 看到里面还有厚厚的内衣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这苗服本就很宽松 可毕竟是女孩子穿的 一穿到我的身上 就手脚都短了半截 很是不伦不类 叶少卿看到我的穿着 忍不住笑了一声 跟着就往那半山腰的竹林走 我怕晚上凉 又把自己的衣服 盖在了这女孩的身上 这才跟着追了上去 此时天已经开始黑了下来 而那半山腰的竹林深处 已经有火光传了出来 还时不时地能听到 吹牛搅号和打鼓的声音 好像他们古苗一族 要举行很盛大的祭祀活动 叶少卿的速度很快 一直在前面走 就像夜里穿行的幽灵一样 也不知道为啥 在看到她背影的时候 我竟然莫名想起了 师父逍遥子 她属龙 我属虎 自古龙虎争斗 必有一死 而且 还算到我和子龙 都会有生死结 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命中 会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的出现 会化解我和子龙的命数相冲 也会化解我们的生死结 这件事 我一直不敢给子龙说 师父也没有告诉他 在夜狼帝宫的时候 王伟的出现 我就开始疑惑了 他是不是我们 命数里的那个人 可奇怪的是 这叶少卿给我的感觉 反而不一样 特别是那种 内心深处的念头 往往是一种征兆 我一边跟着夜少卿 一边在回想这件事 不知不觉的 就已经到了竹林的范围 天已经完全黑了 但月光很好 就算不用打手电筒 也能看清楚路 我们走得很小心 却是 没有遇到任何一只毒 可能真的验证了一句话 使毒的人 家里不会找到恐怖的毒 自然的 羊骨的人 居住的环境 也不会有危险的骨 这竹林很大也很茂密 全都是男竹 几乎把这一片区域 完整地遮挡了起来 是天然的庇护所 也就是苗人 所有不用偷偷摸摸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在这竹林里走了几分钟后 最中间的地方 突然变得很开阔 没有苍天的大竹 倒是出现了无数的乱石 一站上一块高的乱石 赫然就看到 前面不远处 出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寨子 不用想都知道 这肯定就是那神秘恐怖的 古苗一族 这古苗的寨子 藏得太隐蔽了 周围又是天然的屏障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 我和叶绍青 肯定得花费不少时间 才能找到这神秘的寨子 坐落在十万大山中 不但有草鬼婆和阴阳鬼路守门 进入大山后 更是有不少的毒物 就算找到此处 这寨子更是藏在茂密的竹林里 除了这茂密的竹林外 更是有竹林里的乱石挡着 这苗寨的设防 可谓是重重保护 而此时的我就和叶绍青 站在高的乱石上 这才看清楚了前面的苗寨 苗寨的周围全是乱石 乱石外面又是茂密的南竹林 寨子的入口有防护栏 是竹子栏的 竹子顶端又是削尖的 差不多有两米高 完全把寨子给保护了起来 而正大门的地方 挂着一个巨大的牛头窟窿 顺着看进去 就能看到 寨子里面有不少的吊脚楼 但这里的吊脚楼 和外面的吊脚楼有区别 外面的吊脚楼 一般都是用木板做的 这里则是用竹条编织的 就连吊脚楼的楼顶 也是用茅草来盖的 所有的吊脚楼 都是悬空修建的 地面则是用木头 撑起了四五十厘米的高度 这是防毒虫以兽之用的 这古苗的寨子 给人一种很原始 也很落后的感觉 连电线都看不到 走吧 我们混进去吧 小心点 我看叶绍青还在观察 就提醒了一句 跳下了石头 我走在最前面 怕伪装的还不够仔细 又在地上抓了不少的灰 抹在脸上 抹得灰头土脸的 只要我不说话 应该发现不了我 我看叶绍青嫌脏 也没强行要他抹灰尘 我一进入这寨子 并没有看到人 只是看到每一户 吊脚楼的门口 都挂着一个牛头的窟窿 而且 每一户吊脚楼 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 门口的楼梯 还有大门 都是很干净的 干净的连灰尘和蜘蛛网 都看不到 继续往里面走了一段路 就看到了前面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鼓楼 鼓楼下面 则是一个圆形的晒骨场 而那晒骨场上 围满了密密麻麻的苗人 都好像精装打扮过 好像是要准备啥盛大的活动 继续往里一看 就看到他们 围着的中间 有一根硕大的枯树 看不出来 这枯树是啥树 但最起码要五个人 才能核爆完 这巨大的枯树上 一点树叶都看不到 只能看到一些 深向天空的各种枯树枝 像张牙舞爪似的 但那干枯的树枝上 缠着密密麻麻的红布条 树根部分 则是用石头砌成一道 圆形的城墙保护了起来 那堆砌的石头上 摆满了人的窟窿 在石头上叠了一层 不知道有多少人 闯进来死在了这里 我和叶绍青 看到这棵奇怪的大树 也是一脸的震惊 这应该是他们 平时祭祀的地方 可我想不明白 这古苗一族 怎么会祭祀一棵枯树 我看向叶绍青 准备问问他情况 可他的眼睛 一直在看着这些苗人 扫来扫去 好像是在找某个人 我正要问他 那古楼里 突然响起了一道 红亮低沉的号角声 双手交叉 放在胸口的位置 脑袋齐刷刷地 转向了鼓楼的方向 一脸的前程 我和叶绍青 此时已经混了进来 看到他们跪下来后 我连忙拉着叶绍青跪了下来 眼神也是 看向了那鼓楼的方向 这鼓楼比所有吊脚楼都高 有两层 和周围的吊脚楼都不同 是用石头来砌成的 等了差不多十几秒钟的时候 只听到嘎吱一声响 那鼓楼的大门 就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门一打开 最先看到的是 两个穿着黑色描服的人 走了出来 他们穿的描服很大 像黑袍一样 垂到了地上 他们的脸上 都画着黑色的迷彩 只看到一对眼睛 但从他们的脸来看 应该是老人 不是年轻人 前面是两个人开路 一只手拿着号角 另一只手拿着一道骷髅拐杖 一跨出鼓楼的大门口后 就仰头吹响了号角 而他们一吹响号角 我身边的描人 就全数匍匐到了地上 无比的虔诚 连头也不敢抬 等那号角声一停 我就悄悄抬头去看 这两个带头的老人 已经慢慢走了过来 等他们走过来了 我才看到他们背后 有一个老婆婆 这老婆婆不小的岁数了 个子很瘦小 那宽松的黑袍 穿在她身上 看起来很是格格不入 一阵风吹来 把那宽松的黑袍 吹得鼓了起来 她的手里 也拿着一根骷髅拐杖 唯独不同的是 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圆帽 那圆帽上 还插了三根鸟的羽毛 这里没有族长 也没有洞长 我盯着这先灵婆看的时候 叶绍青就小声地说了起来 嘴里更是露出了 一道阴险的笑容 那笑容 竟然看得我不寒而栗 我没有说话 等这先灵婆 走到枯树下后 就挥了挥手 跟着她边上的一个黑袍人 就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喊得啥我听不懂 但气势很足 而她这么一喊后 所有的苗人才败了三败 跟着才从地上站了起来 等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这先灵婆才开口了 说的还是土苗语 完全听不懂 唯一能听出来的 就是这先灵婆的中气很重 声音也很洪亮 说话听不到一点喘气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是个恋家子 我和叶绍青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只能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 看得出来 这些苗人都很激动 也很开心 好像汉人过年一样 我们两人是蒙圈的状态 等那先灵婆 用拐杖猛地指向天空后 周围的苗人就哦 哦地喊了起来 还没反应过来 周围的苗人 就挽着我们的手 开始在歌在舞了 中间到处都是一堆堆燃烧的篝火 就好比是围着篝火跳舞 苗人喜欢歌舞 这话一点不假 我和叶绍青就为难了 完全是跟着他们动 跳了一会儿 就开始围绕枯树转了起来 一个牵着一个 总共转了三圈后 就拉着手朝枯树弯腰行李 礼仪行完 那先灵婆边上的两个黑袍人 就开始吹牛角了 在吹响牛角的同时 也要人开始敲舌屁股了 显得无比的欢快和热闹 而就在这时 我们就看到几个年轻力壮的苗人 牵着一头水牛进场了 这水牛的眼睛 用黑布给蒙上了 牛头上的两个牛角 还绑了一条红布 中间则是大红花 大红花下面 还挂着一个铃铛 这水牛走得慢悠悠的 那铃铛哐哐当当响得不停 等他们把水牛 牵到先灵婆面前后 就跪了下来 好像在等先灵婆的命令 只见先灵婆点点头 就走到了水牛的面前 伸出她那苍老的手 放在了牛头上 眼睛同时闭了起来 嘴里更是念起了 我们听不懂的咒语 等她的咒语一念完 那头水牛就摸摸地叫了几声 跟着就缓缓走到了 那巨大的枯树下方 而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就彻底超出了 我和叶绍青的思维想象 这水牛 好像是被先灵婆控制了一样 一走到枯树的树根下 两条前腿顿时一弯 直接跪了下去 但她的后退 又是站直立的 就形成了一个倾斜的姿势 我们两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那牵水牛的苗人手里 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 走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叶绍青好像突然想到了啥 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小声地说了四个字 苗人祭天 苗人祭天 这是啥祭祀活动 我听到这个祭祀的时候 心里就嘀咕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 苗人祭祀的活动 更别说这苗人祭天了 但我已经和叶绍青 接触了这么多天 她一向都是傲慢高冷的扑克脸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她脸上出现了惊讶 我正准备问她 啥是苗人祭天 就看到那拿着长刀的苗人 窝窝地吼了起来 双手举着身体不停地抖动着 身上的经脉全都浮现了出来 她这一吼 周围的苗人也是窝窝地吼了起来 显得很是激动 而跟着 我就看到这苗人 走到了水牛的面前 这水牛是跪着的 只看到她含了一口酒 喷在了长刀上后 蹲下去便一刀捅进了 水牛的脖子里 那出手太快了 没有任何的迟疑 而且方向也准 没有沙片 那长刀一抽出来 水牛的脖子 就喷出了一股冒热气的血液 直接喷在了枯树上 还有树下的土壤里 这头水牛 就是这么保持着 前腿下跪的姿势 好像感受不到疼痛一样 没有出现临死前的剧烈挣扎 就这么恶安静地跪着 那鲜血如柱般地喷了出来 只是过了十来秒钟后 这头水牛的身体 就开始剧烈地抽出了起来 她的后退 是保持着战力的姿势 失血过多后 也是站不稳了 不停地打仗 坦白说 我看到这一幕 心里也觉得残忍 这水牛 肯定是被仙灵婆 用斜术给控制了 不然的话 不会一点也不挣扎 只要从村里出来的人都知道 杀牛是带过的 杀猪将绝不会杀牛 说会损应得 就像道横叉的道士 他们想要看到鬼魂 也要用牛眼泪抹在眼皮上 这是因为 牛在死亡的时候 留下的眼泪是伤心的 也是咸的 才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终于 这头水牛还是承受不住了 先是后腿了没有力气 一软整个身体就倒在了地上 身体不停地抽搐着 嘴里更是不停地吐出热气 而这个过程中 周围的苗人 都显得无比地激动 不停地窝窝吼着 看到没有 就在我觉得鱼心不忍的时候 叶绍青忽然指向了 那枯树下面的情况 我一直在注意周围的苗人 并没有注意到枯树下面的情况 随着他这么一提醒 我才顺着看了过去 这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那枯树下的水牛血 竟然全都沁进了土壤里 就连那枯树干上见的水牛血 也好像被树干给吸收了 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闭了闭眼 再次定睛看了过去 果然没有看错 那水牛流出这么多的鲜血 竟然全都被树干和土壤吸收了 这树下肯定埋着傻邪门的东西 难道是阴师 这是我当时脑海里 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 枯树下面一定有傻邪门的东西 不然不会吸收水牛的鲜血 除了活人和狗的血液外 其他动物的血液 几乎全部都是鼠婴的 我心里正无比诧异 那仙灵婆又大声地说了起来 同样的 我们还是听不懂 只听到唧里呱啦的一通 完全不知道她在说啥 只能从周围苗人的表情来观察 可这一次 他们好像更加激动了 甚至已经激动地欢呼起舞了 这些人都疯了吗 他们到底要干啥 我看着周围这些疯狂的苗人 心里越来越好奇 更是有一些莫名的害怕 好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比刚才的杀牛忌天还要热闹 就在我们都一脸蒙圈的状态时 又有苗人进场了 他们两人一组 挑着一个很大的木桶 那木桶上面 有很多大拇指粗细的洞 还有不少的血水 从木桶的洞里漏了出来 哗啦啦地流了一地 总共有四个木桶 他们抬到了仙灵婆的面前 也是恭敬虔诚地跪了下来 等那仙灵婆挥了挥手 他们就用斧子砍开了木桶 木桶一被砍破 里面的血水就全部洒了出来 而随即 我就看到这木桶里 竟然装作一个人 他们的脸已经泡肿了 那脸上的皮肤 竟然出现了无数条细小的口子 好像有啥东西 要从里面钻出来一样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顿时就好像遭受了雷击一般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脑海中那熟悉的一幕木 再次浮现了出来 我奶奶 我爹 我大伯 大伯娘 还有王小龙 他们的尸体 就是被泡在了大水缸里 被周八字残忍地用来练三尸骨 而眼前这一幕 和周八字那一幕 完全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周八字来过这个地方 我想到这的时候 内心深处猛地一惊 当即清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 就冲着叶绍青结巴地喊了起来 三 是 可我的声音喊大声了 刚一喊出来 周围的苗人就全部看向了我 一脸的疑惑 该死 我当即暗骂了一声不吼 正不知如何应变 叶绍青就一把 搂住了我的肩膀 扭动着身体 不停地窝窝喊着 我也跟着他 别扭地扭动着身体 窝窝地吼了起来 我们这么一吼 周围的苗人才打消了疑虑 看着那木桶里滚出来的人 再次激动地吼了起来 而等我看向那些 从木桶里滚出来的人时 这才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正是叶家的弟子 我反复看了好几次 没有认错 特别是他们脚上穿着的阴阳鞋 但没有看到子龙 还有叶唐 叶博的尸体 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 可随即 心里就更加担心了起来 他们全都被草鬼婆 带到了谷苗的老窝 现在这些弟子出事了 那是不是他们也出事了 我不敢往下想 看了一眼叶绍青 她也在盯着 他叶家那几个弟子的尸体看 显得很是平静 简直是平静如水 脸上没有任何的悲伤和不忍 这些可都是他们叶家的弟子 他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就在这时 那先灵婆 忽然开始大声地念咒语了 那咒语声我 越听越熟悉 正是和当年周八字念的咒语一模一样 我记得太清楚了 当年周八字那咒语 一辈子烙印在了我心里 不会听错的 果然 等先灵婆把咒语念完后 我就看到那叶家弟子尸体的皮肤里 逐渐被咬出了一个大口子 一条条蛊虫 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 而这些从尸体里钻出来的蛊虫 一爬出来后 就爬到了枯树的下方 只看到他们低头秀了秀 那沁过水牛血的土壤 嗖得一下就钻进了土壤中 连尾巴都看不到 苗人三计 一计计天 二计计神 三计计人 这枯树下面 到底埋着什么洞线 此时的叶绍青 也完全是一脸的蒙圈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这一切 足够我们回忆一声了 正如师父给我说的那句话 很多东西不可思议 但不代表不存在 大千事件 无其不有 我们唯有能做的 便是敬重 敬神 敬人 敬自己 我咬了咬嘴唇 轻轻地拉了叶绍青一下 小声地问 你说 这枯树下面埋着的 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阴师 水牛血鼠阴 阴师更是鼠阴 只有阴师才会吸收血液 叶绍青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苗人三计 最后一计开始了 几乎是同时 他话音刚一落 我们就听到 那鼓楼里 竟然传来了 炉声和敲锣的声音 这次没有吹牛角号的声音 显得很欢快喜见 这声音一出现 那鼓楼的大门 就再次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我顺着看过去 就看到几个人 抬着抬龙架出来了 而那抬龙架上 还坐着一个浑身 穿着黑袍的人 连脸都是用黑布盖着的 完全看不到 那个人的面容 我还在盯着 那抬龙架上面的人看 谁知 我身边的所有苗人 竟然再次跪了下来 不光是这些苗人 就连那先灵婆 也是单膝跪了下来 好像那抬龙架上的人 才是这鼓苗一族 地位最高的人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不光是我震惊 就连叶绍青 也好像完全没有想明白 按照他之前的了解 好像鼓苗一族最大的人 就是那会邪术的先灵婆了 可现在竟然还出现了一个人 好像比先灵婆的地位还要高 在这个人 从鼓楼里抬出来的时候 所有苗人 全都虔诚地匍在地上 全身着地 双手的手肘撑在地上 两只手并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拜佛的手势 这等行拜之礼 完全是祭神的三拜九寇大礼 特别是那先灵婆 也是单膝跪在了地上 一只手 用手中的骷髅拐杖撑在地上 另一只手 则是横放在胸口的位置 恭敬地等着那抬龙架 上面坐着的人 在这抬龙架 抬着人进场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 抬龙架上面的人 他的全身都穿着宽松的黑袍 连脸上也是用黑布遮着的 给人的感觉很怪异 头上盖布也是有禁忌 新娘盖红盖头 用的是红布 而死人的尸体 则盖的是白布 可用黑布盖着头的 我是第一次看见 我观察了一番 完全是看不出任何眉目来 更是连性别都分别不出来 但他坐在抬龙架上 却是让我小小震惊了一番 很多人不知道抬龙架 在古代是用来抬棺材的 还不是抬一般的棺材 而是抬龙棺 这是用竹子扎的 前后两个龙头 中间的地方 是放置棺材的地方 古代王侯将相上山下葬 都会用抬龙架 到了现在 也有人用抬龙架抬尸体下葬 但一定是那种大富大贵之人 可这古苗一族用的抬龙架 竟然不是抬棺材 而是抬得活人 不可能的 古苗最厉害的人 应该是仙灵婆 怎么还会出现 比她还要厉害的人物 她不会骗我的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难道 那抬龙架上的人 才是真正的仙灵婆 可就在我还在沉思的时候 叶绍青竟然疑惑地 呢喃了起来 我看向她的时候 她就不停地摇头 好像被眼前这一幕 给弄糊涂了 而就在我看着 奇怪的叶绍青时 那跪着的仙灵婆 忽然开口了 声音很大 已经带着颤音了 虽然听不到她说的是啥 可从她的语气 可以听出来 她显得很激动 我顺着那抬龙架看过去 就看到她们 已经把抬龙架 抬到了枯树下方 刚好就磕在了那树根 周围的石头砌成的墙上 跟着 仙灵婆这才站了起来 那手中的骷髅拐 这样猛地插入了地里的泥土中 双手向上伸开 拍了三拍之后 就双膝跪在地上 嘴里大声地念起了咒语 在她念祭祀咒语的时候 周围匍匐着的苗人 也跟着大声地念了起来 上百人同时念祭祀咒语 用他们的语言念出来 就感觉好像是他们 在唱妖和调子一样 而在他们念祭祀咒语的时候 那些吹牛角的人 也开始吹响牛角了 那沉闷的牛角声响起来 一直没有断过 这场面 实在是太壮观了 可随即发生的事情 却再次刷新了 我和叶绍卿的盗门认知 完全呆了 只见他们念了一会儿 祭祀咒语后 那枯树下面的土壤里 竟然浸出了丝丝的白雾 那白雾是从土壤里 浸出来的 越来越浓郁 有阴气 而在感受到 那土壤里浸出来的白雾时 我当即脱口说了一句 叶绍卿也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一直盯着那枯树的变化 等我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那土壤里 钻出来的浓雾白雾 竟然开始把整棵枯树 笼罩了起来 那蔓延的速度 快得惊人 而且 最邪门的是 那蔓延出来的白雾 好像就蔓延在枯树的周围 超过枯树 则是一点白雾都没有 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 那白雾就彻底 把枯树给笼罩了 那树下的台龙架不见了 台台龙架的人也不见了 全都被白雾包裹了起来 等那先灵婆 也走进白雾之后 祭祀的咒语 才全部停了下来 而原本热闹的场面 瞬间安静了下来 太静了 所有人苗人都匍匐在地上 甚至已经能够听到 他们微弱的呼吸声了 一阵夜风吹来 更是听到了 那风拂过地上 发出的沙沙声响 这寂静的过程 一直持续了十来分钟 仙灵婆才从白雾中走了出来 我看到她用骷髅拐杖 敲击了地面三次 那些白雾 竟然开始慢慢地消散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那笼罩枯树的白雾 就全部吹散了 可这些白雾一吹散 我们就再次傻眼了 台龙架不见了 上面坐着的人也不见了 就好像 这么凭空消失了一般 我还没反应过来 那仙灵婆就 嗡嗡嗡地吼了三声 三声一吼 行了三寇九拜的大礼后 就彻底地开始疯狂了 完全是在再歌再舞 好像是他们的 苗人三季活动很成功 我一直在看那枯树 想要找到那消失的台龙架 可就这么一看 我就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拉了拉叶绍青 他就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眼神冷冷地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 用手指了指那枯树 叶绍青这才看了过去 这一看 我就看到他的脸上 也是猛的一惊 一脸不相信地摇头道 怎么可能 这枯树 怎么会发绿芽 枯树逢春 可这不是春季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是最先发现的 那原本干枯的大树上 一点叶子都没有 就是光秃秃身向天空的树枝 完全没有一点绿色 可这仙灵婆三季之后 那干枯的树叶上 竟然冒出了不少的绿芽 我也知道 如果倒树到了一定的境界 不但可以呼风唤雨 撒豆成冰 还可以让植物复苏 前者的修为不算逆天 要后面这种 修为才是真正的逆天 可这仙灵婆 用的并不是倒树 而是邪术 在我们愣住的时候 仙灵婆就静止 回了她的鼓楼 晒谷场的苗人 就开始彻夜狂欢了 他们宰杀了那头水牛 已经架好了大锅 开始准备晚宴了 走 找人 叶绍青看到仙灵婆 回了鼓楼 就招呼了我一声 我点了点头 也是从狂欢的苗人中 悄悄退了出去 我们一退出来 就绕到了鼓楼的方向 鼓楼的大门是关着的 门口还有两个人守门 想要从正门进去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们指的悄悄 绕到了鼓楼的背后 整个古苗寨子的人 都在晒谷场狂欢 没有遇上苗人 你看 这鼓楼的二楼 是亮着油灯的 那说明仙灵婆 就住在二楼 我得去会会她 我要找到子龙他们的下落 躲在鼓楼的背后 我指着鼓楼的二楼说道 嗯 叶绍青也是眼神 灼灼地看着鼓楼的二楼 眯着眼睛冷冷地笑道 我也想会会这仙灵婆 到底是不是像传说中那么厉害 叶绍青好像对这仙灵婆很执着 从祭祀开始 在叶绍青看到仙灵婆的第一眼起 她的眼神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仙灵婆 完全不知道 她心里想的到底是啥 决定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往鼓楼上面爬 这鼓楼是石头砌成的 容易爬上去 我在前面开路 叶绍青在后面断后 我们的速度不快不慢 也不担心被寨子的苗人发现 他们现在都在狂欢中 唯一担心的 就是被鼓楼里的仙灵婆发现 我每一步都很小心 爬一步都会停留十来秒钟 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等我一爬到鼓楼二楼窗户口的位置时 我就悄悄冒出了一个头去看 这一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我就震惊地手一滑 差一点就从鼓楼上摔了下去 我这手滑不是因为没有抓紧 而是因为我看到了里面的场景 我这一滑脚踩在了叶绍青的脑袋上 我低头看他的时候 就看到他一点愤怒地看着我 只差把我杀了的心都没有了 我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指了指窗户 让他自己爬上来看 叶绍青恨地咬了咬牙 还是慢慢爬了上来 咱俩现在就趴在窗户边上 像是两个偷窥的人 这鼓楼的二楼不是很亮 只是点了一盏小的油灯 整个小二楼显得很是昏暗 但这昏暗的亮光 已经足够看清楚里面的情况了 里面的面积不大 没有床 只有一口石棺 还有一张用桌子做的八仙桌 而角落的一些地方 则是摆放了一些坛坛罐罐 靠着石棺的地方 则是有一个石头打的衣柜 还能看到里面挂了好几件黑袍 很简陋 是原始的那种简陋 而就在我们往里面看的时候 那仙灵婆就背对着我们 站在石棺边上 正在脱身上的黑袍 她穿的不是那种厚重的描服 而是简单宽松的黑袍 随着她解开了黑袍上的扣子 那丝绸一般的黑袍 就从她的肩上滑落了下来 不是有意冒犯她 但在她身上的黑袍脱下来的时候 她就全身赤裸地背对着我们 并不是有意冒犯她 更不是要无意偷窥她 只是在仙灵婆把黑袍脱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她身上的皮肤 和常人的皮肤不一样 是全身赤红的 犹如全身得了红斑病的人 在祭祀的时候 她的脸上就涂着厚厚的迷彩 根本看不到她的脸 但也能猜到她是老人的身份 但奇怪的是 她的皮肤简直太苍老了 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 又皱又是红褐色的 极度的丑陋 完全不像是五六十岁人的皮肤 更像是活了一两百岁人一样的皮肤 在我们盯着她后背看的时候 她就抬脚跨进了石棺中 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 在她踩进石棺后 我们就发现 那石棺里面装了血液 特别是仙灵婆 把油灯放到石棺边上时 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果然石棺里装的是血水 随着仙灵婆躺进去之后 她的整个身体 就侵入了石棺的血水中 连脑袋也完全侵入了石棺中 好像是石棺里的血水 把她吞噬了一样 等她沉下去后 我以为她会短时间冒出来 可等到石棺的血水 完全平静了下来 更是等了十来分钟 她还是没有从石棺的血水里冒出来 我觉得好奇 就看了一眼边上的叶绍青 但她却是一直在盯着那石棺的血水看 特别是嘴角的地方 更是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 我看到她这个笑容的时候 心里也是嘀咕了一声 这压不会是变态吧 我这话是心里说的 可她好像听到了 我在心里说她 侧过头瞪了我一眼 冷冷地笑道 别着急 好戏马上开始了 几乎只是差了不到分钟的样子 叶绍青的话还没说完多久 我就看到那石棺里的血水有了波动 那平静的水面上 开始慢慢荡起了涟漪 下一秒之后 我就看到那仙灵婆 从血水里慢慢浮了起来 跟着 就看到一具浑身白皙的洞体 漂浮了起来 在看到那白皙的洞体时 我整个人就傻了 完全不是刚才那红褐色右皱的皮肤 活脱脱就是一个少女的身体 没有任何的皱褶 那红褐色也完全消失了 等她的头也浮起来的时候 那上面画着的迷彩 已经彻底被血水给清洗干净了 那种脸不是老婆子的脸 而是一张少女的脸 很美 都说苗族的姑娘是水灵灵的 特别是三十岁以下 都很美 但过了三十岁之后 就苍老得很快 三十岁的看起来 就好像是五十岁的 而眼前的仙灵婆 此时的状态 看起来就像十七八岁的少女 特别是在她睁开眼的刹那 眼睛里更是闪过了一丝诡异的星红 我完全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更是想不到 这血水里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简直是返老还童的灵药 就在我心里诧异的时候 我接着就看到 这仙灵婆的肚脐地方 竟然钻出了一只很小的蛊虫 这蛊虫像是甲虫一样 很漂亮 身上的颜色更是五彩斑斓的 这五彩斑斓的蛊虫 浮到水面上以后 就开始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 好像很欢快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在我盯着 那五彩斑斓的蛊虫看时 那躺在血水里的仙灵婆 竟然开口了 而且用的是声色的汉语 我等不了 你多久了 你再不回来 你我就要死了 你离开了这么多年 难道就不想回来看看我吗 你可知道 我每天都在等你 可换来的 却是每天的失望 哎 听到这仙灵婆用汉语说话的时候 我就好像遭受了雷迹一样 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仙灵婆竟然能说汉语 她的汉语说得不是很好 有些声色 应该是后来学的 而叶少卿看到这仙灵婆开口了 又看着那血水里游泳的蛊虫 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 猛地推开了窗户 直接翻了进去 仙灵婆 把你身上的骨交给我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叶少卿就翻了进去 想拉她已经来不及了 只得骂脸了一声糟糕 但我现在没地方可退了 骑虎南下 也只得翻进了房子里 仙灵婆完全没有想到 我和叶少卿就躲在外面的窗户 看到我们推窗而入后 先是冷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一掌劈在了血水上 那石棺里的血水 立马朝我们飞溅了过来 我们都担心 那血水里有毒 连马往后退了几步 就在我们往后退的时候 这仙灵婆 就从石棺材里跳了出来 她的动作很快 在跳出血管后 就顺手拿起了石台上的黑袍 那身子在空中 优雅地转了一圈 黑袍就缠在了她的身上 她看到我们 也没有大惊失色 更没有叫人来帮忙 而是慢慢地扣黑袍的扣子 眼神一直在盯着叶少卿 开口问道 你是她让你来的 嗯 叶少卿点了点头 没有往下说 而是看向了我 道 你去下面找叶唐他们 他们要是没死 一定就在这鼓楼里 这仙灵婆 交给我来对付 快 不要耽搁时间 我不傻 叶少卿这么说 就是想支开我 她和这仙灵婆之间 一定有啥秘密 但这个秘密 却是不让我知道 我心里担心 子龙和叶唐他们 只好点了点头 说 好 我找到叶唐他们 马上赶回来帮你 说完之后 我就推开了二楼的门 朝鼓楼下面走 我刚一走 我身后的门 就被他重重地关上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 先往石梯下面走 声音还弄得很大声 等走得差不多了 我又悄悄地走了上去 走得很轻 一点声音都没弄出来 等我把耳朵一贴在门上 就听到了仙灵婆的声音 她走了 说吧 她让你来干什么 没错 是她叫我来的 我故意 让他们来这个地方 并不是为了真的找棺材君 而是来找你 叶少卿说话了 她的魂魄被人打散了 好在她是活死人 还流着一口气 她有她的法子恢复 但你 在她身上留下的骨毒 也迟早会害死她 我来的目的 就是要你把你身上的 另一半骨给我 叶少卿的声音说完之后 仙灵婆就好像沉默了下来 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才听到了 她喃喃自语的声音 生死擒鼓 永不分离 分则死 何则生 永生永世不得分离 擒鼓离体 必死无疑 说实话 我在听到仙灵婆这番话时 我竟然对她的定义 有些模糊了起来 不知道她到底是 那个会邪术的老婆子 还是现在这个优柔寡断的少女 而我心中最惊骇的不是这些 是叶少卿和仙灵婆口中的那个她 我能想到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周八字 周八字的邪术和古苗的巫术 我是亲眼见识过的 在道门中 虽然杂类 也就是旁门左道很多 可会古苗邪术的人 恐怕只有周八字 之前在夜郎帝宫看到左翼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他们是师徒 左翼没有死 那就意味着周八字肯定也没有死 当年在麻沟村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样活下来的 那个带我娘走的人 不是泛泛之辈 要杀他们 应该也是一如反掌 怎会让他们活着 那个人惩罚麻沟村的人 就是因为他认为村民伤害了我娘 才会如此动怒 也才会用白鬼围村的方式 来折磨村里的人 左翼和周八字害了我娘 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说不定还会百般折磨他们 我越想越是头疼 只感觉这一切 就好像是一张巨大的网 而我就是在里面挣扎求生的蜘蛛 完全被蒙在鼓里 稀里糊涂的 就像一个瞎子 摸着石头过河一样 想要知道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恐怕只有找到周八字 或者左鹰 才能知道这件事情了 但周八字 还有左鹰和我的血海深仇 必定要死一方 才能罢休 就在我陷入这短暂沉思的时候 叶绍卿和仙灵婆的谈话 好像终止了 我正要贴紧大门 可刚一凑上去 门却是突然被拉开了 我刚一反应过来 叶绍卿就在里面冷冷地看着我 怒道 李初九 在溪流边上 你就过我一命 我叶绍卿从来不喜欢欠人 有人要你死 我现在把这份恩情还给你 你要找的人 就关在楼下 马上滚 迟一步 你绝对无法活着 离开古苗的寨子 叶绍卿的声音 很冷 他一说完就要关门 我连忙用手撑住了门 眯着眼睛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问道 叶绍卿 你背后的人是周八字吧 在问他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盯着他的眼神 叶绍卿没有任何的躲闪和退避 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道 滚吧 找个地方躲起来 你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随时都可以除掉你 这次叶绍卿一说完 手猛地一发力 直接把门给重重地关上了 门关上的瞬间 我就咬了咬牙 心里有了主意 没有继续去敲门 也没有去缠着叶绍卿 转身就朝楼下跑 虽然叶绍卿没有明说 但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周八字大难不死 如今重新露面了 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一口气跑到了古楼的第一层 第一层没有窗户 全是密不透风的石头墙 里面点着好几盏油灯 把一楼招得很亮 但这空旷的一楼啥也没有 唯独那正中间的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洞口 我走过去往下一看 正好就看到了 下面有一个关囚犯的地牢 是往地里挖的了 有好几米的高度 下面更是黑漆漆的 根本啥也看不到 我不敢贸然下去 就朝下面喊了一声 子龙 叶唐 叶博 我分别喊了他们三人的名字 连续喊了好几次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 一道苍老的声音 忽然响了起来 初九 是你吗 这声音是叶博的 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连忙朝他问道 叶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被困住了 爬不上来 叶博的声音里 听着有些无奈 估计在嘲笑他自己 被关在了这地窖里面 叶博 你等我下来救你 说完后 我就在边上找了起来 找了一会儿 我就找到了一层竹梯 这竹梯的长度很长 刚好能够 够到地窖下面 我拿了一盏油灯 顺着竹梯 小心翼翼地爬了下去 这地窖里面很潮湿 随着我下去后 那种潮湿和阴冷 就扑面而来 初九 小心 这是万蛇窟 就在我要走到地窖下的时候 叶博就提醒了我一声 他一提醒 我就连忙停了下来 用油灯伸下去一看 当即就吓了一跳 只见这地窖里 全是密密麻麻的毒蛇 这些毒蛇有大有小 但一看他们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剧毒无比 而且 这些密密麻麻的毒蛇 全都是缠在一起的 一团团的毒蛇缠在一堆 多看几眼 就让人头皮发麻 还有些毒蛇 甚至已经朝我的竹梯 爬了上来 一阵风从地窖里灌了上来 那种毒蛇身上的腥臭味 就差点让我呕吐了起来 实在是太难闻了 叶博被关在一个竹笼里 但这竹笼的设计 又是离地掉起来的 好像是不让那些毒蛇 咬到关在里面的人 可要是想从里面逃出来 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要从竹笼里逃到地上 这万蛇窟的毒蛇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糟糕 我和他隔着一定的距离 我不敢继续往下爬了 因为已经有不少的毒蛇 顺着竹梯爬了上来 只要我一着地 别说救叶博 恐怕自己也得交代在这儿 下去救他是不可能的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荡过来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朝叶博大喊道 叶博 快荡过来 我抓住竹笼才可以救你 叶博也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还被关在这里 他肯定会被古苗的人 用来练三尸骨 叶博恩了一声 在竹笼里站了起来 开始不停地荡了起来 起初的弧度很小 但他一直在咬牙坚持着 时间一长 这竹笼晃动的弧度 就越来越大了 我也不敢大意 不停地用正魂齿 去把那些爬上竹梯的毒蛇打下去 爬上来的毒蛇太多了 很多毒蛇的脑袋 被我拍成了肉酱 叶博 快呀 毒蛇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已经快抵挡不住了 只得朝叶博大喊道 叶博也是不敢耽搁 拼了老命地再挡竹笼 我看他的手脚都有些发软了 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那竹笼已经越来越靠近我了 我也伸出手去抓 只是还差一点 就能抓到竹笼了 可竹笛下面 已经全部爬满了毒蛇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连竹笛都看不到了 叶博 快 再加把劲 我都已经慌了 要是再挡不过来 那叶博就没有机会了 我一只手拿着油灯 一只手要去抓叶博挡过来的竹笼 根本没有时间去挑那些爬上来的毒蛇了 我能感受到 那些阴冷的毒蛇 已经穿到我脚下了 快啊 快 该死 差一点 就差一点 啊 叶博也看到 我的处境不好了 抱喝了一声 猛地就挡了过来 在挡过来的时候 他的手也从竹笼里伸了出来 我刚好抓住了他的手指 猛地拉了一下 好像都把他手指拉脱旧了 但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 叶博痛呼了一声 身体直接撞在了竹笼上 正好把竹笼撞到了竹梯上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我一把抓住了吊着竹笼的绳子 打开了竹笼 叶博就从竹笼跨到了楼梯 迅速地往上爬 他一爬上去 我连手中的油灯都扔了下去 完全是逃命地往上窜 我刚一爬出来 叶博就把竹梯全部塞进了地窖里 最后一把 还是他把我拉出来的 可我还没站稳 就感觉双脚好像麻木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 直接瘫倒了地上 跟着身体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不停地打摆子 口里更是不停地吐白墨子 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不光是我的双脚 我的整个身体都已经麻木了 叶博看到我的情况 当即把我的衣服裤腿给卷了起来 刚一卷起来 就大惊世色地喊道 该死 初九 你被毒蛇咬了 那下面的毒蛇 都是他们用来练蛊用的 剧毒无比 别说那些什么毒性强烈的 响尾蛇眼镜蛇之类的 和谷苗养的毒蛇比起来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那毒性 也完全是天然之别 刚才的情况太紧急了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情况 可现在刚一被叶博拉上来 我就无法动弹了 先是双腿麻痹 跟着就是全身麻痹 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好像是整个人都瘫痪了一样 而我的意识 也是模糊得越来越快了 这种感觉 就好像连着一个周没有睡觉的人 突然躺在温暖的床上 那种疲倦感 瞬间席卷了全身 我死死地咬着牙 但身体 就好像是不停使唤了一样 不停地打着白子 嘴里 也是不停地吐着泡沫 咬了一口舌尖 那钻心的疼痛 瞬间让我恢复了不少的理智 我憋着一口气 用甘甜的真气 封住了我的心脉 尽量让自己多活一段时间 一把抓住了叶博的手 叶博 带子龙活 活着出去 我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感觉大脑也快麻痹了 特别是心脏的地方 感觉已经没有跳动了 不行 你不能死 你是玄珍一门最后的希望 就算用我这把老骨头的命 也要换你的命 叶博咬牙看着我 愤愤地说了一句 跟着就在我身上抽出了匕首 直接在我脚踝毒舌咬过的地方 划了一条口子 用嘴来帮我吸毒 叶博用了真气 那吸力很大 吸了不少的黑血出来 可他每吐一口黑血 嘴里就会喷出一口鲜血来 只是吸了几口黑血后 我就看到叶博的嘴唇已经污了 就连整张脸也是黑沉沉的 那些毒液吸入到了他的身体里 他的额头上全是汗珠 我看到他的身体 都已经摇晃了起来 好像快站不稳了 他把我体内的毒液 吸了一大半出来 我的意识也是恢复了不少 连忙摇头道 叶博不要 可叶博却是摇了摇头 看着我笑了起来 虚弱地说道 李初九 我也是玄珍一门的人 是玄珍最后一代 资历最老的弟子 我的二师兄是李承志 三师兄是周乾坤 也就是外人说的周八字 当年我们几十兄弟来苗疆 还没有找到谷苗的老窝 就遇到了危险 当年三师兄帮二师兄挡了谷都 最后我们没有办法 二师兄为了救我 只好抛弃了三师兄 带着我逃了出去 那会儿我最小 实力也是最弱的 回去之后 二师兄就带着镇魂齿 彻底地消失了 我第一次看到你 背着镇魂齿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吗 后来我打听了你的身份 才知道 你是二师兄的后代 这是老天爷 要帮我们玄珍一门啊 叶博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彻底地梦了 脑袋一片空白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原来 这就是我爷爷和周八字的生死仇恨 原来 叶博就是我爷爷的师弟 也是玄珍一门最后的一代弟子 怪不得 在他第一次看到我身上的镇魂齿时 整个人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而我打死也想不到 缘分竟会如此的奇妙 兜兜转转 我还是遇到了叶博 知道了爷爷的往事 这也是为啥周八字会残忍地害死我们一家 就是因为他帮爷爷挡了命 可爷爷无奈之下 只得抛弃了他 回过神来后 我竟然有一种被老天爷玩弄命运的恍惚 我看着叶博 想要说话 叶博却是一口黑血 从嘴里吐了出来 整个人的脸都是黑得可怕 像包拙一样 初九 别说话 等我说完 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叶博憋着一口气 继续往下说 你是玄珍一门的新长教 你是玄珍一门最后的希望 想当年 玄珍一门鼎盛的时候 就连道门的统领龙虎宗也要忌惮三分 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了 王磊小兄弟应该就是龙虎宗的人 龙虎宗负责管辖道门 维护道门的秩序 只是二十年前 龙虎宗的人和灵族发生了一场大战 双方两败俱伤 龙虎宗的宗主不知道因为啥原因 受了重伤 从此便封了龙虎宗的山门 而从那过后 道教三大派开始没落 取而代之的是道门家族 我们玄珍一门还有俘虏派的人 几乎是名存实亡了 叶博给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气息已经不顺了 连忙运了一掌 用丹田的真气来压住了体内的毒性 继续给我说 道门最厉害的是龙虎宗 而道门的杂类 也就是那些旁门左道 统领他们的 就是最神秘的灵族 灵族的人能够控制强大的恶鬼 道门这几百年来 一直和灵族是处于明争暗斗的局面 只是二十年前的那场大战 灵族也受了重创 几乎和龙虎宗一起消失了 而最近几年 灵族的人又开始有小动作了 那叫左阴的人 恐怕就是灵族的走狗 灵族一直想取代龙虎宗 想统领道门 所以 叶伯这一番番话 就好像一个炸弹一样 接着不停地 在我心里深处爆炸开来 深深震撼的同时 他更是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 我脖子上的玉佩 是我娘留给我的 上面就有一个繁体的灵字 而在听到叶伯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彻底地明白了 我娘是灵族的人 那个带我娘走的人 也是灵族的人 那换句话说 我也是灵族的人 灵族是统领杂类的门派 也就是邪 可我的爷爷是正统的玄真道士 自古正邪不两立 我以后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份 初九 叶伯告诉你最后一个秘密 关于玄真一门的秘密 就在我完全呆了的时候 叶伯就重重地拉住了我的手 大声地说道 初九 你身上的镇魂齿 背负着玄真一门的秘密 当你体内的真气 能够解开镇魂齿的封印时 镇魂齿便不再是镇魂齿了 你也会找到玄真一门的秘密 那些早已经失传的上古道朔 道教三大派的责任 也是要维护道门的秩序 如果日后邻族的人 出来屠杀道门的人 还望你能够带领玄真一门的人 让玄真一门重塑辉煌 叶伯的话很急 不让我说话 好像他没有多少的时间了 等他体内的真气一散 那剧烈的毒性 就会流进他的心脏 到时候 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叶伯 我看着他心里很难受 他不光佣命换了我的命 还是我爷爷的师弟 也就是我的亲人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劝他的时候 叶伯拼着最后的力气 跪在了我的面前 直接朝我行了一个大礼 玄真一门第179代弟子 向玄真掌教行礼 还望掌教 带着我们玄真一门最后的期望 让玄真一门 重新再到门站起来 叶伯一说完 就开始朝我磕了三个头 我想要去扶他起来 可都是被他给打断了 我知道叶伯的情况 他把我体内的毒性 吸到了他的身体里 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看着此时的叶伯 心里疼得难受 眼泪无声地滑落了下来 但却是紧紧地咬着嘴唇 道 我礼出酒 今日在玄真弟子和阴阳面前发誓 如果我以后能活着 必定不如你的使命 让玄真一门重新屹立在道门 好好 掌教 一定要活着出去 叶伯看到我 那眼睛里 已经感动得沁满了浑浊的泪水 跟着身体突然打起了白子 直接倒在了地上 痛苦地抽搐了起来 我看得心里难受 想要去扶他起来 可我的身体刚一动 就听到嘎吱的一声 这鼓楼的门 突然就被人推开了 听到有人 把鼓楼的门推开了 我甚至都没有回头 不管是谁 只要是鼓苗的人 我们就麻烦了 在地教救叶伯的时候 我就没有看到 子龙和叶唐 这一切发生得太迅速了 连问他们的时间都没有 叶伯此时 已经快承受到极限了 蛇毒吸进了他的体内 他用真气保护着自己的心脉 这才掉了一口气 还没咽气 我看着放弃的叶伯 或者说 该叫他和阴阳 强行把他拖着走 道 叶伯 你是我爷爷的师弟 我不会放弃你的 要走 咱们一起走 掌教 别管我 你走 我给你拖住进来的人 拼了我这把老骨头 也得让你闯出去 叶伯反过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重重地说道 我摇了摇头 无奈地笑了笑 大喊了一声 何银阳 我是你的掌教 你得听我的 给我活着出去 当年我爷爷能救你 我也能救你 说完之后 就要往门口拽 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里 这鼓楼的大门 又传来了嘎吱的声响 门被关上了 该死 听到这关门的声音 我当即骂礼了一声 震魂池也是 拿了出来 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既然不好出去 那就只有杀出去 可我一回头的时候 就愣住了 我眼前出现的 不是古苗那些凶神恶煞的人 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这姑娘我第一眼还没有认出来 可下一秒 我就认出来了 正是在河边 被我打晕的那个姑娘 她身上还穿着我的衣服 而我的身上 也穿着她的苗服 一认出了她 我就后知后觉的猛然一惊 她醒了 那她的秦王也醒了 他们肯定是来给仙灵婆 通风报信的 这下坏事了 姑娘 我不想杀你 只想 你给我们留条活路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 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方 为了我和叶博 我必须杀了她 这姑娘看到我的时候 也是正住了 随即就笑了起来 笑得很是干净动容 可跟着 她就慢慢朝我走了过来 我横握着震魂池往前一举 威胁道 姑娘 你别逼我 我一提高分贝 这苗族姑娘 就吓得一哆嗦 往后退了一步 更是不停地摇着头 我被她的举动给弄弄圈了 就看到 她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纸包 不知道里面包的是啥 就在我正住的时候 她就已经走了过来 蹲在了叶博的身边 打开小纸包 把里面白色的粉末 喂给了叶博吃 这白色的粉末是干的 叶博含在了嘴里没有吞下去 似乎担心有毒 我也准备去拉开这个姑娘 谁知 她看着 我就先开口了 不要怕 这是解药 能够解骨毒 这姑娘开口说汉语的时候 我就正住了 眉头挑了挑 问 叶博含了一声 笑着点了点头 之后 看着叶博关心地说道 快服下去吧 再耽搁下去 这草药对你就没有效果了 叶博疑惑地看向了我 看到我点头后 这才把口里 喊着的粉末咽了下去 刚把这粉末咽下去 叶博的脸顿时就扭曲了 好像很痛苦 但很快口里 就吐出了一口黑血 这黑血一吐出来 我就发现她的脸色好了很多 不像刚才那样黑沉了 只是很虚弱 我看着她的时候 她就盘膝坐在了地上 开始用体内的真气排毒了 而这个姑娘也没有走 就这么看着我们 一会儿看看叶博 一会儿看看我 好像有些不习惯 我挣了一会儿 才开口问她 姑娘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嘻嘻 这姑娘嘻嘻一笑 之前在河边 你也救了我啊 我叫零一一 你呢 我叫李初九 她是叶博 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零一一就嗷了一声 我对她会说汉语来了兴致 这个寨子里的人与世隔绝 几乎没有和外人接触 是土生土长的生苗 我知道会说汉语的 也就只有仙灵婆了 但眼前的零一一 汉语说得很好 几乎和汉人差不多 我想到这儿 才问她 零一一 你怎么会说汉语 零一一顿了一下 可能没想到 我会问她这个问题 笑了笑 说 是我阿妈教我的 但平时她不让我说汉语 特别是在寨子人的面前 说 这是一个秘密 如果我说出来了 就会遭到天神的诅咒 而且 零一一说到这儿的时候 眼神有些忌惮地看向了我 我一对上她的眼神 她就有些害羞地垂下了头 说 我阿妈让我不要相信外面的人 特别是男人 在河边看到你的时候 我原本想求你们放过我们的 可你没有杀我们 所以我就没有说汉语 除了阿妈和阿哥之外 就只有你们知道 我会说汉语 在我们寨子 要是谁会说汉语 那下场可是很凄惨的 我皱了皱眉 问她 零一一 你阿妈是仙灵婆 嗯 零一一可爱地点了点头 我忍着心中的震惊 继续问 那你阿爹呢 我不知道 零一一摇了摇头 我没见过阿爹 我阿妈说她死了 还说她是个复兴人 我恨她 零一一那干净的笑容 让我丝毫怀疑不起来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那极有可能 这零一一 就是周八字和仙灵婆的女儿 我看到过仙灵婆体内的勤骨 已经分离了 也就说明 另一半在周八字的身上 只有结合了 勤骨才会分离 一想到这个事实 我突然有一种爆粗口的冲动 这命运 真叹娘的有意思啊 我爷爷不是坏人 也不说过 当年爷爷为了救她 而周八字做了这么多坏事 却还有一个这么干净单纯的女儿 九哥哥 你在想什么呢 在我一脑袋惊叹号的时候 零一一突然眨巴着那大眼睛问我 我一听到她喊我九哥哥的时候 我心里竟然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温暖 我摇了摇头 说 没想什么 谢谢你救了我们 不用客气了 零一一抿着嘴唇摇了摇头 等了片刻 我就看到叶博的脸色好了很多 零一一看到我脚踝上有伤口 也是用草药给我敷在了伤口上 别说 这草药很有效果 一副在我的伤口上 那伤口的黑血就流了出来 冰冰凉凉的 那黑血流了一会儿 就变成了正常的鲜红色 叶博一睁开眼睛 我就问她 叶博 怎么样了 叶博点了点头 说恢复的差不多了 又站起来朝零一一抱拳道 小姑娘 谢谢你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请受我一拜 说完就要朝零一一行礼 却是吓得零一一往后退了一步 看到她的样子 我和叶博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看叶博确实没事了 就告辞道 零一一 谢谢你帮我们 我们得走了 再见 等等 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都忘记了 谁知 零一一却忽然急地直敲自己的头 好像想到了啥重要的事情 我看她着急的模样 立马问道 零一一 怎么了 零一一有些委屈 说 我是来通知我阿妈的 有人闯进 我们寨子了 有很多人 他们还杀了我阿哥 是阿哥拼了命保护我 我才逃回来的 我得赶快去通知阿妈 他们都是坏人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寨子里的人 什么 还有人闯进来了 听到零一一的话 叶博当即惊讶地脱口而出 我心里也疑惑 我们此行完全没有其他人知道 怎么还会有人尾随我们来了 而且 我一直以为 那个苗族少年 是零一一的亲王 可我没想到 是他的亲阿哥 不对啊 叶博 到底谁还会跟着 我们来找谷苗 我心里想不通 就看向了叶博 叶博摇了摇头 道 我也不清楚 但看样子 我们的行踪 似乎被人出卖了 别管了 九哥哥 叶博 你们快走吧 他们很凶 会杀了你们的 零一一善良地提醒我们 说完之后 就直接跑上楼 去找仙灵婆了 我看零一一走了 就问叶博 叶博 叶唐还有子龙吗 他们去哪了 我不知道 叶博无奈地说道 我们穿上了试过鞋术的阴阳鞋 在沉睡中被控制了心智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小姐还有赵子龙就不见了 该死 他们去哪了 我心里很着急 说 不管了 我们先去找他们 好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要出门了 可还没推开门 就听到我们的楼上 吹响了牛角号的声音 这牛角号的声音吹得很急 等这号声一停下来 我就看到楼上有人走下来了 正是仙灵婆 在她身边搀扶着她的 就是零一一 擅闯我古苗寨 该死 仙灵婆已经穿好了 平日里祭祀用的黑袍 脸上也画上了迷彩 在看到我和叶博的时候 就冷冷地说了一声 阿嬷 不要害他们 他们救过我 杀阿哥的人 是另外的人 看到仙灵婆危险我们 零一一立马给我们求情道 你就过我女儿一命 那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马上滚 不然我就用你们的尸体来养骨 这仙灵婆的语气很是强硬 完全没有了之前 在叶少青面前的妥协和柔弱 哼 我冷冷一笑 道 你那些骗你们族人的邪术小把戏 我还没放在眼里 你把我的朋友带去哪了 说 哼 找死 这仙灵婆看到我顶嘴 当即怒哼了一声 只见她手中的骷髅拐杖 在地上猛地敲了一下后 我和叶博就听到了一阵 稀稀锁锁的声音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这鼓楼的石缝里 竟然爬出了无数的穀物 有蜈蚣 有蝎子 有蜘蛛 还有毒蝉锄 全都从鼓楼的石缝里 还有墙角的地方爬了出来 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看一眼 就让人浑身支起鸡皮疙瘩 阿玛 不要 你放过九哥哥 他是好人 零一一看到这一幕 也是急得快哭了 一个劲地求仙灵婆 一一 你给我听话 外面的男子 没有一个是好人 都是复兴汉 跟我走 仙灵婆冷冷地说了一声 抓着零一一 就窜出了鼓楼 坏了 他们一动 我也跟着冲了过去 但还是迟了一步 仙灵婆已经把鼓楼 给从外面锁上了 我连着踢了好几脚 也没办法把这鼓楼的门给踢开 气得大骂道 这该死的老太婆 别让我活着 不然我不会让你好过 初九 现在怎么办 在我气得踢门时 叶伯忽然在背后喊了我一句 他一喊 我就赶紧回过头去 一回头 就看到这鼓楼的地上 已经全部是毒雾了 他们长期生活在黑暗的幻境里 那眼睛已经退化了 油灯的光照在他们的眼睛上 竟然是漆黑的发亮 而他们全都在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 嘴里也是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这刺耳的声音 加上地上这些毒雾 只让我头皮不舒服 心里也是毛泛泛的隔音 可现在没有退路了 就连通往鼓楼二楼的石梯 也全是爬满了蛊虫 叶伯身上没有符纸了 只得率先冲过去 拿了两盏油灯 他一退回来 我就把身上带来的灵符 全部拿出来了 连念咒语都来不及 就用叶伯手上的油灯点燃了 灵符一点燃 火光就出现了 这些蛊虫全都忌惮地 往后缩了缩 我看到这个机会 就准备朝二楼跑 只有二楼的窗户可以出去了 我赶紧把灵符扔向了楼梯 那些蛊虫就 全部忌惮地缩了回去 我连忙朝叶伯喊了一声跑 两个人就蹭蹭地往上跑 好在我们的速度够快 几步就跳上了二楼 几乎是只差一两秒钟的时间而已 在我们跑上了二楼后 那些落在楼梯上的灵符 就全部烧成了灰烬 我一回头 就看到一双双密密麻麻的眼睛 迅速地移动了上来 那些蛊虫追上来了 来不及多想了 直接朝窗户那边跑 等我推开窗户 准备往下跳的时候 这才发现 叶伯处立在了石棺的位置 正盯着石棺的里血水 看得出神 叶伯 还不跑 你干嘛呢 我看到叶伯正住了 就急得大喊了一声 可叶伯好像根本没有听到 我喊他 更是伸出了手 直接把手插入了石棺里的血水中 我只看到他的手臂震了一下 好像是抓到了什么东西 猛地往上一提 那石棺里的血水 就剧烈地荡漾了起来 一阵水波散开后 我就看到 里面有一个苍白的人浮了起来 不是别人 正是叶绍青 他此时的眼睛是闭着的 也不知道死了没有 但那些蛊虫 已经跑到了楼梯口的位置 我就再次喊了起来 叶伯 快走 再不走就没时间了 我这么一喊 叶伯才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叹息道 哎 叶家的少主 就这么走了 我回去 怎么和家主交代啊 这叶绍青平日里虽然高冷傲慢 但他心性不坏 只是想证明自己而已 听到叶伯说 叶绍青已经死了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些五味杂陈 这叶绍青虽然冷 虽然没有人性 但我觉得他还有良知 而且敢作敢为 叶伯放下了叶绍青的尸体 快速朝我跑了过来 我一翻上窗户 就看到这鼓楼外面的石墙上 竟然也是爬满了蛊虫 顾不上其他的了 我和叶伯 只得纵身跳了下去 气体单甜 我们跳下去的时候 就化解了大部分重力 就地一滚 我们就稳稳地站了起来 脚也没有受到伤害 一站起来 我们就往寨子出口跑 可以跑出鼓楼 我们就看到 寨子围满了人 但全是老人 和一些年轻力壮的男人 没有一个女人和小孩 他们都换下了苗服 穿的是祭祀 穿的黑袍 从那人群中看进去 还能看到 有另一帮人 初九 我们得找到小姐 还有子龙 他们一定还在寨子里 叶伯看着那人群时 就朝我说道 嗯 我嗡了一声 说 这寨子太大了 想要把人藏起来 我们根本找不到 唯一的办法 就是先灵婆 或者说零一一 他们听得懂汉语 只能和他们沟通 好 叶伯听懂了我话里的意思 点头道 那好 我们过去看看 见机行事 说好了之后 我们就悄悄 从这些吊脚楼绕了过去 我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过去 我虽然身上有苗服做伪装 可叶伯没有 他的穿着很醒目 只要一出现 立马就会被发现的 我们是从后面绕的 刚一绕到那棵枯树下面躲起来 突然就听到了一道冷冷的声音 我们不是来找你们的麻烦 而是来找两个汉人 一个叫李初九 一个叫赵子龙 把他们交出来 否则我让你们寨子化成灰剑 这威胁的声音 是中年人的 带着强悍的嚣张跋扈 听到这声音时 我和叶博也是冷了一下 想不到这外来人 竟然还敢来谷苗的寨子叫嚣 这谷苗的人躲都躲不赢 别说来招惹他们了 这样叫嚣的人 要么是脑子有问题 要么就是实力超群 我和叶博躲在枯树后面 不敢上树 上面光秃秃的 一点遮挡的地方都没有 但在那仙灵婆苗人三季后 这枯树倒是冒出了一些绿芽 等躲好了之后 我们才伸出脑袋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有十来个人 正和仙灵婆他们对峙着 他们的服装都是一样的 全都是道夫 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但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而那中年男人的背后 还站着一个人 看到他的背影时 我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在我还在回想这个人的背影 叶博忽然开口了 是你们县城白家的家主 白言 白家的家主 也就是那白城汁的父亲 就是被左印害死的那个 顺着一想 我立马就认出了那个人的背影 正是左印 这白言来找我 不用想我都知道了 肯定是左印在其中搞鬼 说我和子龙害死了他的儿子 这是来找我复仇来了 左印认出了我的身份 他又是周八字的徒弟 如今我知道周八字还活着 那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 而且 叶绍卿好像和周八字也有联系 也就是说 我们这次的行动 是叶绍卿泄露出去的 他们才会一路追来 怪不得 叶绍卿要让我走 就在我还在沉思之时 那仙灵婆忽然开口了 用的是汉语 我古苗一族 一直生活在十万大山里 从不与外人来往 不是我们古苗一族怕你们 只是我们不想有纠纷 有伤亡 如今 你们到了我的地盘 竟然口出狂言 更是咄咄逼人 你们就不怕 来了我们古苗一族 就回不去了吗 仙灵婆的声音很有气魄 但那白言 好像是胸有成竹做好了准备 哈哈一笑 不屑地说道 我说了 我不想和你们发生战斗 我只要你们交出两个人 我把他们带走 哼 仙灵婆冷笑了起来 道 首先 我们寨子没有你们要的外人 其次 我古苗寨 更不是你们 想来就能来的 看样子 你们是不打算交人了 那就别怪我们了 跟着开口的是左英 只见他往前走了两步 看着仙灵婆道 都说 你们古苗除了会养骨之外 还会邪数 那今日我倒要试试 白家的人听令 给我杀 不管男女老少 一个不留 左英一下了命令 这十多个白家弟子 就抽出了铜钱剑 这铜钱剑 已经被改良过了 不是之前那种 全部用铜钱串在一起的 之前的铜钱剑 只能伤鬼 还不能伤人 而现在的铜钱剑 已经是把五帝前 住进了锋利的长剑中 不但可以打鬼 更能杀人 而在这些白家的人 把铜钱剑抽出来后 那仙灵婆也是挥了挥手 用苗语说了一句后 这些年轻力壮的苗人勇士 就全数抽出了弯刀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杀 两边的人马 就凶猛地冲杀在了一起 一阵阵刀剑碰撞的声音 彻底打破了古苗寨的夜 我熟悉白言 胆小怕事 别说来找古苗寨 就算是到门的人 找上他白家的门 他也只会求和 今日有这份赶量 怕是那左鹰在挑拨他 以左鹰的年纪 有这份算计 也着实厉害 可怕的 真不是鬼和邪术 而是人心啊 夜伯看着左鹰 也是叹息了起来 我是最清楚左鹰的手段 不但阴险 而且极度地狡诈 上次被他跑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他活着离开了 毕竟 他和周八字的双手 沾满了我一家人的鲜血 有了这个打算 夜伯一会儿 你去找子龙还有夜汤 左鹰交给我 我必须要杀了他 好 夜伯没有问原因 他能打听到我的身世 自然就知道 麻沟村发生的事情 点了点头 只是提醒我 让我小心左鹰 接着 他就去找人去了 他们夜家有暗中联系的咒法 之前在响水村 遇到鹰兵的时候 我就看到夜汤使用过一次 夜伯一走 那白岩就开口了 一直听到关于古苗的传闻 如今遇上了 我也想讨教讨教 话一说完 我就看到白岩朝仙灵婆走了过去 而仙灵婆 根本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倒是他身边那两个老人站出来了 我一直在观察着他们的战斗 苗人很凶猛 可以说是骁勇善战 但这白家的人 也不是普通人 毕竟是修道之人 伸手也不会太差 两边的势力 都是旗鼓相当的 都在拼伸手 还没有使用道术和鼓术 短时间内 很难分出胜负 倒是白岩的出手 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的对手 是两个穿着黑袍的老人 也是仙灵婆身边的守护者 这两个穿着黑袍的老人 手里也是有两根骷髅拐杖 很是沉稳 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像两棵老树一样 站在白岩面前 站如松 白岩掀出的手 抱喝了一声 身体陡然往前一冲 双掌齐出 只取那两个老人的胸膛 这一招只是试探而已 谁也不会上来就出杀招 只见这两个老人 双手握着骷髅拐杖 白岩的两掌 当即打在了拐杖上 一声沉闷的声响 直接打向了白岩 配合很是默契 专攻白岩的上下盘 白岩见招拆招 起初还能挡下来 可随着这两个老头的攻势变猛之后 他就有些硬接不暇了 只是坚持了二十来个回合 白岩就落入了下风 挡住了其中一根骷髅拐杖 另一个老头的拐杖 就已经打在了他的胸膛上 胸膛结结实实挨了一棍 一口鲜血当即喷了出来 身体也是迅速地往后退了几步 而在他退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双腿猛地扎在了地上 身体一沉 就开始迅速地截到硬了 截的是一道太极印 可他的道横太差了 截硬的速度也很慢 太极印还没有截成 那两个老头就同时冲了上来 手中的拐杖 同时射向了白岩的胸膛 白岩当即一惊 太极印还没成形 就强行推了出去 只看到一股淡淡的气息 打在了骷髅拐杖上 稍稍减缓了这两个老人的攻势 而就在这一刹那 我就看到那骷髅拐杖上 突然出现了两个新红色的点 好像是里面有啥东西睁开了眼睛 白岩不傻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当即掉头就跑 同时朝左鹰求救 左兄弟 救我 好啊 左鹰冷冷一笑 直接冲了上去 我以为他要救白岩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左鹰冲上去 便一掌打在了白岩的后背上 当即把白岩震得往前 踉跛了几步 就是这短暂的功夫 我就看到那两个老人拐杖上的骷髅头 飞出了两只闪着红点的三尸蛊虫 那蛊虫一飞到白岩的脸上 瞬间就渗透了进去 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白岩就倒在了地上 痛苦地翻滚着 他的身体 更是以肉眼能见的速度枯萎着 就好像当年师父逍遥子中了 周八字的三尸蛊毒一样 救 白岩倒在地上 朝左鹰伸出手求救 想要爬过来 可他根本动不了 刚朝左鹰爬了两步 他的身体就迅速地枯萎了 整个过程 也只是十来秒钟的时间 他就彻底变成了一具干尸 死得不能再透了 而让我想不到的是 在白岩死了 变成干尸的时候 左鹰就再次冲了上去 咬破了手指 直接在白岩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留下了一道血痕 我认得这法术 左鹰在疯魂 可是 他到底想干什么 白岩死了 那些活下来还在战斗的白家人 顿时就失去了主心骨 斗志跟着就弱了下来 直接退到了左鹰的身后 左鹰大喊了一声 道 白岩死了 我就是你们的家主 他是个懦夫 保护不了你 但我可以带你们活着出去 把那些死的人全部给我拖回来 想要活着 就给我动手 左鹰这么一呵斥 这些白家的人 就迟疑了起来 但在看到眼前的局势后 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左鹰的身上 再次冲了上去 把那些死了的人全部拖了回来 有白家的 还有那些苗人的尸体 这些尸体一拖回来后 左鹰就如法炮制 再次用金血封了他们的魂 金血封魂也是道术 但却不是用在正途上 反而成了邪术 只要是用金血封了魂 魂魄留在体内 等他金血的力量消失了 就会变成了地府不收 阳间不留的孤魂野鬼 鬼魂野鬼 没有多大的意识 只会附身在那些阳气弱的人身上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 这左鹰封了他们的魂 是要干啥用 就在我正逐之时 左鹰忽然看着先灵婆大笑了起来 道 不得不承认 你们的古术很强大 但不管多么强大的古术 都会有克制他的东西 这就是万物相生相克 你们的古术能害人 但是 能害鬼吗 先灵婆乖乖受死吧 随着左鹰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他从怀里拿出了一把小指人 这些小指人剪得很简单 只是单纯的人样子而已 但唯独邪门的地方 就是每个小指人的脸上都画了眼睛 当年我被他算计过 让我给自己的指人画上了眼睛 差点就被指人给勾魂了 所以 一看到这些指人 我还是心有余悸 左鹰把这些指人 全都抛向了空中 一口舌尖血喷了上去 同时念起了咒语 咒语响起之时 这些画了眼睛的指人 就好像是活了一样 竟然全都飘向了那些苗族勇士 那指人不偏不倚 刚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就好像指人身上有胶水一样 直接贴在了这些苗族勇士的身上 紧接着 左鹰就开始迅速地变化着手中的倒映 咒语也是念得很着急 一口气念了好几道咒语 等他咒语一念完 我就发现 那些苗族勇士 身体全都哆嗦了一下 眼睛也是闭上了 再次睁开的时候 这些苗族勇士 竟然全部朝仙灵婆冲了过去 手中的弯刀寒光闪闪 指人空魂 看到左鹰这个邪术的时候 我当即震惊地脱口而出 就是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 所有苗族勇士 就全部杀向了他们的仙灵婆 我也在看着仙灵婆 她身后 还有零一一在搀扶着她 可这仙灵婆 好像完全没有丝毫的慌张 手中的骷髅拐杖猛地插进了地里 两只手的大拇指 同时扣着中指 和道家的观音指很像 口中更是碎碎念地念起了咒语 她的咒语一念 那些杀向她的苗族勇士 就全数停在了原地 脸上的表情也开始挣扎了起来 左鹰的指人空魂术 让他们去杀仙灵婆 仙灵婆的邪术 又要让他们清醒过来 就如同是有两道相反的命令 同时在控制他们的身体 左鹰还在施法 但因为仙灵婆的干扰 我就看到她的额头上开始出汗了 脸色也是 变得有些苍白了起来 指人空魂术 本来也是邪术 邪术越强大 反噬就越厉害 反观仙灵婆 她依旧是云淡风轻 显得很是轻松 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样子 邪术之宗 始于我十万苗疆 这等小小的指人空魂术 就想来我古苗寨为所欲为 今日 我便让你们汉人看看 我古苗寨的邪术 到底有多么强大 就在这时 仙灵婆忽然大声地开口道 随着她的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她的手势有了变化 嘴里用苗语抱喝了一声 那些被指人控制的苗族勇士 身体再次哆嗦了一下 嘴巴同时张开了 在嘴巴张开的时候 就有一只蛊虫 从他们的嘴里钻了出来 直接飞到了那指人上 张嘴一咬 那原本贴在他们身上的指人 刷刷就落了下来 这些画了眼睛的指人 一落到地上 立马就化作了一堆灰烬 在这些苗族勇士 恢复了意识的时候 左鹰就一口鲜血 从嘴里喷了出来 在我看向他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眼睛开始出血了 好像是流了血泪 皮肤煞白的不行 左鹰的邪术虽然厉害 可还不是仙灵婆的对手 以邪对邪 结局会更加凄惨 但左鹰一定要死在我手里 哪怕和整个古苗寨为敌 我也要亲手手认了我的仇人 在我想到这一点时 我就准备出手了 可谁知 我正有了这个念头 左鹰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道 哈哈 仙灵婆 我告诉你 邪术之宗 不是你们十万大山的苗将 而是道家杂门统领 林族 你小小一个古苗寨 岂会知道 林族的砸门有多恐怖 今日我赶来 就没想过会死在这里 左鹰大笑着说完后 我就看到他再次咬破了食指 从指尖挤出了几滴血珠子 那血珠子还没滴下来 就被他弹向了空中 这些弹出来的血珠子 被弹到空中后 就开始慢慢地凝聚在了一起 越积越多 等血液聚集得够了 左鹰就并着中指和食指 形成了剑指 剑指凌空 对着那聚集起来的血液 画起了符 他一边画 一边念奇怪的咒语 没有画符用的黄纸 也没有沾过朱砂的阴阳笔 就这么凌空画着 而在他画的时候 那些凝聚在半空中的血珠子 就开始慢慢地分开了 眨眼的功夫 竟然形成了一道血符 我是师承逍遥子的符路派 对灵符的研究 自然不亚于别人 灵符驱鬼阵邪 用黄纸朱砂阴阳笔 而血符控轨 用金血斜咒 这金血画符 不是正轨的 而是控轨的 但现在的符路派 早就已经失传了 要早几代的符路派高手 才会 就连我师父逍遥子 恐怕也不会 看到左英露出了这一首 我心里也是震撼了起来 但随即我就发现 左英并不擅长 用金血凌空画出了血符 他的身体顿时就虚弱了不少 好像很费力 看得出来 他应该是刚学不久 伴随着他抱贺了一声之后 那在空中成形的血符 瞬间画作了无数的血点 直接洒落在地上那些尸体上 这血点一洒在尸体的身上 尸体脑门上的精血 就被冲开了 紧接着 就看到一道道阴魂 从脑门里钻了出来 正是这些刚死之人的鬼魂 有白岩的阴魂 还有那些白家弟子 和苗族勇士的阴魂 这些一钻出来 就漂浮在他们的尸体上方 他们一出现 周围的温度 瞬间下降了不少 那种阴冷的气息 更是铺天盖地而来 而这些钻出来的阴魂 全都忧愿地 瞪着周围的人 他们被控制了 本身又没有意识 只会害有阳气的活人 左英看到召唤出来的阴魂 突兀地笑了几声 看着仙灵婆冷冷地笑道 刚才我就说过 你的骨只能害人 害不了我的阴魂 但是 我的阴魂却可以害人 这个世道 邪术会遵 古术还成不了大统 左英果然是有备而来的 古术的确很可怕 但唯独拿阴魂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肉体 也没有身躯 而我看向仙灵婆的时候 她却是异常地冷静 那嘴角似乎不屑地倾笑了起来 这古苗寨的人会古术 但却是不会倒数 在左英用血符 把这些死人的鬼魂 给抽离出来后 就看到她开始念咒语了 以我之血 风骑之魂 六甲六钉 听我号令 阴魂无罪 活人该诛 以魂待人 六处不安 阴魂听令 附身活人 戒尸还魂 杀 左英最后这个杀子 喊得很是震撼 一喊出来后 连我的心神 也开始震荡了起来 而这些被她用邪术控制的阴魂 瞬间朝那些活人扑了过去 这些阴魂 都是刚死之人的 原本怨气不重 可是被左英施法了邪术后 就变得凶猛了不少 更是没有丝毫的意识 只会听左英的命令行事 那些阴魂一扑过去 就直接上了那些 苗族勇士的身 双脚垫在了他们的脚下 眨眼的功夫 这些苗族勇士 就被他们给控制了 他们骁勇善战 体内也有蛊虫 可唯独拿阴魂没有办法 随着他们被阴魂附身了之后 那眼神就开始变得空洞了起来 他们就开始自相残杀了 先灵魂救不了他们 他不会倒数 无法驱鬼 他能控制蛊虫 可蛊虫在这个时候 完全失去了作用 这些被控制的苗族勇士 自相残杀得很凶残 完全把自己人 当成了杀父仇人一样 眼睛都杀红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地上就倒下了一片尸体 只有几个活下来的 也还是被勾了魂的状态 此时的晒骨场上 全是尸体 左英用邪术 先灵魂的也是邪术 以邪斗邪 结局注定无比凄惨 我在看到这残忍的一幕时 就看向了先灵魂 他身边还有三个人 是那两个保护他的老头 还有他身后的灵依依 但我在他的脸上 没有看到丝毫的害怕和慌张 他现在看起来 更像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杀手 先灵魂魂 把你体内的东西交出来 一直以来 你们古苗寨的先灵魂 都不死不灭 就是靠着体内的东西传承 偷取别人的兽缘和身体 你害了多少无骨女孩的生命 我左英一生 没做过几次好事 这次就要替天行道一次 做一次好人 把我东西给我交出来 否则我让你们 整个古苗寨一夜之间 永远消失 就在这时 左英忽然冷冷地开口了 而听到他话里的东西时 我就想到了 之前看到先灵魂的一幕 她的皮肤原本很衰老 我第一眼感觉 就好像活了几百岁人的皮肤一样 苍老的不行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 这先灵魂 恐怕真的是个老不死的邪物了 不知道活了多少岁 还有那邪门的血水 在她浸泡过后 她的身体就变成了少女的肌肤 我当时还看到了 她肚脐里钻出来的蛊虫 但我能确定那是禽骨 禽骨不会续命 也就是说 先灵魂的体内 还有其他的东西 就连那夜少青 也好像是为她体内的东西而来的 左英如此阴险 断不会为了杀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白家只是她的炮灰 她真的目的 应该就是先灵魂体内的东西 我还在沉思 就听到先灵魂冷冷地开口了 你既然知道我体内的东西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的 你可看到那枯树下堆积成墙的白骨 这些都是想要来 抢我体内东西的人留下来的 我的东西你可以拿 但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是古苗寨的先灵 也是古苗寨的神 不死不灭 只会不断重生 你区区一个凡人 何德何能 就想灭了我古苗寨 先灵魂的语气中 带着冷冷的嘲笑之意 但左英听到后 却是没有丝毫的害怕 反而是失声大笑了两声 噢 先灵魂 我已经告诉你了 邪术之宗 乃是灵族 你没有了你体内的东西 只是一个普通丑陋的老太仆二爷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别耗尽我的耐心 否则整个古苗寨 将会全是阴魂 一个活人不留 左英说话的时候 那些被他用斜术抽离出来的阴魂 全术齐刷刷地看向了先灵魂 那阴冷的怨气 让所有人心底为之遗憾 哈哈 先灵魂从容不迫 大笑道 你能控魂骇人 以为就没有克制之法了吗 先灵魂说到这儿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扭曲了起来 抱喝了一声 怒道 曹鬼婆 你是赶尸将的后裔 从我收留你开始 便教会了你古术 如今你报恩的时候到了 让他们见识一下 最古老 最恐怖的赶尸术吧 先灵魂的气势 完全是势不可挡 在他这番话嘶吼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 他身后正迈着小碎步 跑来了一个人 等他一走到先灵魂的身边 我立马就认出来了 正是用阴阳鞋 算计我们的曹鬼婆 之前叶少青就说过 他扎的阴阳鞋 是给活死人穿的 也就是赶尸将所用的鞋子 当时还以为 古苗寨和赶尸将童 在苗江十万大山 肯定有啥渊源 可现在看来 这曹鬼婆的真实身份 是赶尸将的后裔 也是真正的赶尸将 我听师父说过不少赶尸将 但也是第一次知道 赶尸将还有女人的 那曹鬼婆走过来 就朝先灵魂磕头行礼 点点头后 就看到他迅速地 从手里拿出了三炷香 点然后就插在了地上 一把黄斧洒向了天空 手中同时拿出了一个铜铃 仔细一看的话 会发现 那铜铃没有铜心 就是空荡荡的一个铜铃 曹鬼婆在念咒语 但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我这一看 才发现 他的舌头是被割了的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先灵魄所为 割了他的舌头 让他守护在十万大山的关口 就算他败了 也可以保证古苗寨的秘密 而在他雅语一般的咒语念完后 他就开始敲响了 手中没有铜心的铜铃 摇的第一下 所有人都听到了一阵清脆的铃铛声 那没有铜心的铜铃 还是被他摇响了 这一点 我倒是不惊讶 因为师父曾告诉我 敢诗将手中的摇铃是没有铜心的 能摇响摇铃的人 才可以敢诗 一摇诗起 二摇诗上路 三摇魂归天 这草鬼婆摇响第一下铜铃的时候 那些原本死了躺在地上的尸体 突然就动了一下 好像要活过来了 而等他摇响第二下铜铃的时候 就好像是医生抢救病人 用电击病人的胸膛时一样 这些尸体受到了敢诗将的召唤 是要活过来了 但这个过程很是痛苦 所有尸体都在猛烈地挣扎着 挣扎了几下后 这些尸体猛地张开了嘴巴 眼睛也同时睁开了 那一双双没有神的眼睛 无比地空洞麻木 看得人心里直发慌 第三下 统领还没有遥响 所有尸体就站了起来 一脸诡异地 看着那些漂浮在空中的阴魂 这些阴魂当中 正有他们的阴魂 尸体对上了自己的魂魄 这精彩了 这也绝对是千年难得一遇的 邪术斗邪术 在曹鬼婆的控制下 这些尸体全都站在了她的面前 整齐地站成了一排 全都好像是喝醉了一样 东倒西歪的 全是死人 你会控魂 我的人会控尸 我倒是想要看看 到底是控尸术厉害 还是你的控魂术厉害 我要让你知道 古苗寨有神庇护 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 仙灵婆看到曹鬼婆控制了尸体后 当即冷冷地笑了起来 而等我看向左鹰的时候 她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了 她恐怕知道了古苗寨的底细 但可能还不知道 曹鬼婆竟然还有敢施将 可左鹰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鹰笑道 好啊 我也想看到底是控魂术厉害 还是控尸术厉害 坦白说 在看到这一场即将发生的大战时 我心里也是热血沸腾了起来 因为这种以邪斗邪的场面 实在是太难遇见了 而同时 我心里更是有一股莫名的冲动 是他们的邪术厉害 还是我正统的道术厉害 但想归想 我心里清楚 我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机会 我要的是 有一击致命的机会 斩杀左鹰 就在我心里打小算盘的时候 左鹰就先动手了 手中诡异的执法一动 那些漂浮的阴魂 瞬间朝曹鬼婆冲了过去 那曹鬼婆不慌不忙 慢慢地抬起了手中的铜铃 猛地一摇 就摇响了铜铃第三下 三摇魂归天 伴随着那第三下铜铃一摇响 那些站起来的尸体 瞬间变得猙獰恐怖 直接冲向了那些阴魂 在冲向阴魂的时候 就张开了手 想要把那些阴魂 吸收进自己的尸体中 左鹰健壮 脸色一沉 手指一动 那些阴魂就迅速地绕着尸体转圈了 一开始转圈 他们的身上 就是放出了鬼物 那鬼物出现后 竟然慢慢地形成了一条路 那些尸体立马就顺着那条路走 一直在里面转圈圈 根本无法抱住那些阴魂 有意思 这左鹰竟然用鬼打墙 来控制这些尸体 看到这如此有趣的尸魂之斗 我便兴致地呢喃了起来 心里痒得不行 更是摩拳擦掌了 想上去和他们斗斗 而就在左鹰用鬼打墙 困住这些尸体的时候 有几个阴魂 突然就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猛地朝仙灵婆扑了过去 仙灵婆当即拉着零一一 往后退了好几步 刚一停下来 手里就拿出了一把金钱剑 割破了自己的手掌心 在他割手掌心的时候 都快成精了 但这金钱剑一插在地上 这几个道横地的阴魂 就不敢上去了 直接退了回来 看到那金钱剑的时候 我就已经能确定了 这法器 肯定是周八字给他的 因为古苗寨的人不会倒数 更不会有法器 就在我盯着这一幕看的时候 那草鬼婆突然动了 直接朝那鬼打墙跑了进去 手里更是拿着一双血红的阴阳鞋 那阴阳鞋绝对是用黑布做的 但应该是浸泡过血液 才会看起来血红血红的 我还没明白草鬼婆的意图 就看到 他已经冲进了鬼打墙里 直接窜到了第一个尸体的下方 手脚麻利地把手中的阴阳鞋 穿到了尸体的脚上 是反着穿的 左脚穿右鞋 右脚穿左鞋 阴阳鞋给尸体穿上后 草鬼婆也没有出来的意思 就站在尸体队伍后面 再次摇响了手中的铜铃 这一摇 那尸体就转过弯往侧面走 鬼打墙立马失去了效果 那鬼物形成的鬼打钳 瞬间就消失了 没有了鬼打墙的束缚 这些走出来的尸体 一看到那些漂浮在空中的阴魂 立马就扑了过去 这些阴魂忌惮自己的尸体 被追得一个劲乱窜 看起来就好像 是老鹰抓小技一样 但尸体肯定追不上阴魂 所以这打斗 就变成了追逐的游戏 双方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我看向左鹰的时候 就发现他嘴里阴险地笑了起来 看到这阴险的笑容 我心里当即就咯噔了一下 这孙子 又要玩啥阴的了 果然 在我脑海里 刚刚冒出这个不好的念头时 左鹰就双手扣在了一起 结成了一道奇怪的手印 双手猛地一分开 那些原本逃窜的阴魂 突然分成了两对 一对是白家那些尸体的阴魂 另一对是那些苗族勇士的阴魂 我还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些阴魂 突然就钻进了那些尸体的身体中 但不是钻到那些阴魂直接的尸体中 而是错开的 白家那些阴魂 钻到了苗族勇士的尸体里 而苗族勇士的那些阴魂 则是钻到了白家人的尸体中 这样一来 刚好就形成了相冲的局面 之前那些尸体追着阴魂跑 而是因为这些阴魂就是他们的 阴魂才会忌惮他们 不敢靠近他们的尸体 不然就会回归到尸体里 可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尸体和阴魂分开了 而且还是进入了敌方的尸体中 他们本来就死在了敌方的手里 死的时候 自然对敌方有怨念 如今纷纷占据了彼此的尸体 怨念相冲 这些尸体肯定会互相厮杀 把自己的尸体夺回来 让自己的阴魂 重新回到自己的尸体中 尸体和阴魂 本来就有相互依赖的某种联系 敌人夺走了自己的肉身 阴魂肯定会愤怒的 这样一来 曹鬼婆的控尸术 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我一想通这点 心里就更加忌惮这座阴了 她的聪明狡诈 实在是太恐怖了 但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内心的想法 一定要找到一击杀死她的机会 不然还会有其他的变故 我还在暗想的时候 曹鬼婆控制的尸体 就彻底乱了 白家的尸体 和苗族勇士的尸体 瞬间就撕打在了一起 张嘴就开始撕咬对方 仅仅片刻的功夫 这些尸体身上的肉 就被咬得血肉模糊的 好不凄惨 但那些附身在敌方尸体上的阴魂 咬了人之后 更是激发了内心的怨念 只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这就是一个恶心循环 如此下去 这些被左阴抽离出来的阴魂 只会愈加恐怖 到时候 恐怕整个古苗寨 都会被这些阴魂给害死 那曹鬼婆 看到自己控制的尸体着了到后 立马跑到了仙灵婆的面前 对着她磕了三个头后 仙灵婆就点了点头 跟着 这曹鬼婆就好像做了啥决定 直接冲向了那些残杀的尸体 当即找到那个 穿着血红色阴阳鞋的尸体 直接把她脚上的鞋子 给脱了一只下来 穿在了自己的脚上 曹鬼婆把一只鞋子穿到脚上后 又拿出了一把匕首 直接捅进了直接的心窝子 只看到 她身体猛地一抽搐 仰着头痛苦地喊着啥 她没有舌头 说不出话来 只能听到 一一呜呜的愤怒声 而在她喊完后 她的身体就笔直地坐在了地上 双手变化着手势 嘴里更是念着咒语 等那咒语一念完 她就把手上的 摇铃猛地敲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她的生命在快速地流逝着 那刀直接插进了心脏 她在垂死挣扎 很快 我就看到 她闭上了眼睛 似乎断气了 不光是我 就连左阴现在也是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 这草鬼婆要干啥 就在等了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样子 那草鬼婆的手突然扬了起来 眼睛没有睁开 手中的铜铃 却是扔向了半空 那铜铃扔到半空中后 当即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铃铛声响 随即那铜铃就断成了两节 铃在人在 铃王人亡 这是敢诗人的禁忌 在我意识到这点之时 那草鬼婆突然跳了起来 不是站起来的 是像僵尸一样跳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 她已经死了 现在只是一具尸体而已 在她往前一跳的时候 那些原本还在疯狂撕咬的尸体 竟然乖乖地站到了她身后 停止了撕咬 下一秒 那些静错了肉身的阴魂 全都钻了出来 回到了自己的尸体当中 左阴还没来得及控制 魂归肉身 全数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 彻底地死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了过来 草鬼婆不是赶别人的尸体 刚才这一手 而是在赶她自己的尸体 赶尸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赶尸 可没想到 草鬼婆为了救寨子里的人 却是临死前赶了自己的尸体 这到底是因果循环 还是我们走因缘的报应 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但看到这么多杀戮后 我突然有了一种 如水的瓶颈和感悟 我现在也开始理解 夜博和夜唐的那番话 只有道门统一了 让邻族的杂门 回归她该去的地方 恐怕就不会有杀戮 或者人间惨剧了 在我感慨之时 那草鬼婆的尸体 又跳了起来 像僵尸一样往前跳 而那些苗族勇士的尸体 阴魂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尸身 也是跟着草鬼婆 一跳一跳地 往寨子后面走了 魂归上天 肉身归土 苗族儿女 去安息吧 就在这些尸体 朝着寨子后面跳去的时候 仙灵婆突然把手横 放在了胸口处 大声地喊了起来 她一喊 林依依和那两个 穿着黑袍的老人 也跟着喊了起来 当然 他们是用苗语来喊的 这种仪式 应该是送这些苗族勇士 而等看不到这些尸体后 仙灵婆怒了 看着左鹰冷冷抱 杀了他 他话音刚落 他就先冲了上去 那两个穿着黑袍的老人 也是愤怒地冲了上去 左鹰手拿一把竹灭刀 没有后退 不退反进 直接冲上去 和他们打了起来 左鹰的身手不差 可还是敌不过 他们三人的联手 打斗了十来个回合之后 左鹰就开始落入下风了 在他抵挡住 两个黑袍老人的攻势后 却是被仙灵婆一拐杖 打在了胸口上 这攻击的力道不小 左鹰的身体 被打得倒飞了出去 身体在地上滚了两圈后 这才停了下来 刚一站起来 口中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大笑道 现在就剩下你们和我的对决了 该结束了 左鹰一说完 我就看到他手里 拿出了一个瓷蚌 这瓷蚌是装鬼魂用的 只见他快速地 撕开了瓷蚌上的灵符 一道阴冷的气息 瞬间从瓷蚌里钻了出来 那阴气一钻出来 很快就在空中 形成了一道红悠悠的魂体 这魂体 慢慢凝聚成了一个女鬼 一身大红长袍 裙白已经在空中垂了下来 那如泼墨般的绣发 更是无风自己飞舞了起来 在他出来的时候 那种强大的阴气 瞬间笼罩在了晒谷场上 让人内心莫名地压抑 我只是看到他的背影 看不清楚他的脸 但在感受到这股 强大的阴气之时 我就知道 这女鬼的道横不得了 随即一想 这才想到 这女鬼才是 左阴真正的大杀招 你别忘记你 此番出来的任务 尊主给了你机会 让你将功补过 如果你敢趁机杀我 你会遭受 比之前还要痛苦的折磨 给我杀了他们 夺走仙灵婆体内的东西 这女鬼一出现后 左阴就纷纷地威胁到 我看得出来 左阴害怕她 而左阴的话一说完 这女鬼猛然冲了上去 双手一伸 直接掐住了 那两个黑袍老人的脖子 用力一扭 只听到咔嚓一声 这两个老人 当即就被扭断了脖子 仙灵婆看到左阴 释放出如此厉害的女鬼后 那沉稳的脸色 也终于变了 挣了片刻之后 突然朝我的方向跑了过来 不对 不是朝我的方向跑了过来 而是朝大枯树的方向 跑了过来 我正要躲 那女鬼就冲了过来 冷冷地说道 想走 不可能 话音一落 就动手了 仙灵婆已经放弃了 逃走的机会 握着铜钱剑 就和女鬼打了起来 左阴受了重伤 还遭到了反噬 脸色苍白的吓人 很是虚弱 我见状 也顾不上这女鬼了 直接绕到了左阴的身后 抓着震魂齿 就冲了过去 我的速度快的惊人 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能一击击杀左阴 不然还会被他逃走 左阴看到我的时候 眼睛瞬间瞪大了 似乎不相信我还活着 你还活着 古苗寨的人 竟然没有杀你 是啊 我冷冷地笑了笑 道 你们的仇恨结束了 现在该算算 我们之间的仇恨了吧 我娘 我奶奶 我爹 我大伯一家 还有我四叔 都是你杀的 这几条血淋淋的债 我等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现在 赶你把命还给我了 快来救我 左阴见我杀一爆射 当即朝那女鬼喊道 身体也在往女鬼的方向跑 我没有阻止她 就在她边上跑 比她跑得更快 身体也是跳了起来 还没有等她张开嘴巴 释放三尸骨 我的震魂齿 就猛地劈向了她的脖子 震魂齿有一面是锋利 虽然有些盾 但杀人足够了 因为惯性的作用 左阴还在往前面跑 但她的脖子 已经出现了一条很深的血口 鲜血如柱般地喷射了出来 左阴死死地 捂着脖子上的伤口 但鲜血 还是从她的手指缝里渗了出来 她跑动的双脚 慢慢停了下来 身体也开始软了 死不瞑目地扭头看着我 想要说话 一口鲜血 直接枪了出来 脚下一软 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一句话也没有发出来 就扑倒在了地上 鲜血不停地从她脖子流出来 身体也是剧烈地抽搐着 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 手脚一伸 这才彻底地死了过去 我看着她的尸体 脑袋顿时空了 说不出来的感受 回想着八年前 麻沟村的一切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历历在目 就算在苗王关的那些日子 我还是会常常做噩梦 梦到我那些死去的家人 他们都在呼唤我 梦到麻沟村那些村民 他们再叫我回去救他们 而现在 我终于杀掉了一个仇人 还有一个便是周八字了 突然间的伤感涌上了心头 不知是压抑在心里的痛苦 释放了出来 还是亲手手认了仇人 可本应开心的 只是一想到我的家人回不来了 我心里就变成了难受的情绪 我跪在地上 仰天大喊道 你们好好安息吧 出酒给你们报仇了 还有一个 出酒也不会放过他的 活着的人 等着出酒 出酒会回来拯救你们的 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林一一就忽然冲了过来 拉着我道 哥哥快走 一会儿那女鬼要杀了我们的 先活下来 林一一把我拉起来后 我就回头去看那女鬼 还有仙灵婆 我这一看 竟然看不到他们了 只是那枯树的地方 再次被白雾笼罩了起来 完全看不清楚枯树里面的情况 不过 听那打斗声 他们应该在那白雾里 仙灵婆肯定不是女鬼的对手 她不懂倒数 可她会利用邪术 这棵枯树很邪门 可能是 她在寻求庇护 我看着一脸担心的林一一 笑着问她 一一 如果我能帮你阿妈 你可以让你阿妈放了我的人吗 这女鬼虽然厉害 可我也有办法保住你阿妈的命 可谁知 我这么一说 林一一就浅浅地笑了起来 说 九哥哥 我会带着你 找到你的人 你也不要担心阿妈 她死不了的 只要她靠近这神术 就算女鬼杀了她 她还是可以复活过来的 走吧 九哥哥 我带你藏起来 等女鬼走了 我们再出来 呃 我被林一一的话给愣住了 但我相信 她不会骗我 如果真的像她说的这样 那我倒是没有必要和这女鬼拼命 先躲起来再说 可就在我决定好了之后 还在找人的叶伯 突然跑了过来 手里 还保持着他们叶家暗中联系的首角 看着我大声道 初九 小姐在这枯树里 叶伯就指着那棵被浓雾笼罩的大枯树 一脸惊恐地说道 初九 小姐就在这枯树里 啥 叶堂在枯树里 听到叶伯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身体当即就震惊了一下 连忙问她 叶伯 你会不会弄错了 叶堂怎么会在这枯树里 初九 不会的 叶伯摇了摇头 肯定地说 这是我们叶家的首角 每个人身上的气息都不同 这个首角可以找到附近的气息 我刚才把整个寨子 都翻了个底朝天 唯独这大枯树 刚才我一使用首角 就感受到了 这大枯树里有小姐的气息 等等 叶伯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起了 之前苗人三级的场面 啊 叶伯 之前我和叶绍青混进来的时候 苗人正在举行祭祀 我看到他们用抬龙架 抬了一个穿着黑袍的人 走到枯树下 跟着就消失了 难道 那抬龙架上 穿着黑袍的人 正是叶堂 我一说出来 叶伯也是一脸的震惊 好 肯定是小姐 我们快去救她 别着急 叶伯 我看到叶伯很冲动 连忙拦住了她 说 这枯树里面有强大的女鬼 还有仙灵婆 这棵树很邪门 仙灵婆说不定在借用枯树的力量 我们不能贸然进去 先弄清楚了 再进去也不迟 叶伯不是没有理智的人 听到我的分析后 也是冷静地点了点头 跟着 我才看向了林一 问 一一 当才我听到那左音说 你阿妈不会死 只是用身体里面的东西 来偷取别人的兽元和身体 刚才你也说了 你阿妈不会死 就算死了 神术也会让她复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哥哥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这是我们古苗寨的秘密 也是我阿妈的秘密 如果我说了 他们会让我的身体 来祭神术的 我没有想到 林一一的反应会这么大 一个劲地摇头 脸上又很害怕 看来 她知道这枯树的秘密 也知道仙灵婆的秘密 但现在唯一找到 叶堂的方法 就只有靠林一一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抓住了林一一的手臂 道 一一 我的朋友还在里面 如果你不告诉我 具体的情况 她就会死 她还年轻 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你难道要眼睁睁 看着她死吗 这样啊 林一一很善良 我这么一说 她就犹豫了起来 我没有继续催促她 等她犹豫了一会儿 好像下了决定 抿着嘴唇道 九哥哥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能害我们古苗寨的人 更不能害我阿妈 嗯 我答应你 如违背誓言 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重重地承诺道 听到我了的誓言 林一一才恩了一声 说 这是我听我阿妈说的 古苗寨的人都不知道 只有我和我阿妈知道 这神术 其实是一口古棺 是成千上万的古虫 凝聚而成的棺材 我阿妈已经活了好几百岁了 每一次她要死亡的时候 就会选中寨子里的 年轻女子寄神术 其实是把她们 装进那枯树里的古棺中 古棺里的古虫 会吞噬活人的灵质和意识 而我阿妈 体内有一只神骨 叫魂骨 也叫鹰骨 它其实就是我阿妈 只要那鹰骨 进入到年轻女孩的身体 就会变成我阿妈 我阿妈就会得到 她的寿源 还有年轻的身体 借用她的肉身 继续活下去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就很生气 气我阿妈害人 可我阿妈说 她这是不得以为之 她说她活下来 其实是在等一个人 九哥哥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也很生气 想着阿妈害死了人 可她毕竟是我阿妈 我只能帮她隐藏这个秘密 我现在告诉你了 希望你不要杀她 听完这番话的时候 我和叶波同时震惊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没有想到 这仙灵婆控制古苗寨 其实就是用这种 见不得人的邪术 但我同时也明白了 左阴和叶绍青来找的 肯定也是这鹰骨 永远地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存活下去 只是 这鹰骨到底是啥玩意儿 糟了 我还在沉思的时候 叶波突然惊呼了一声 指着那大枯树的方向 道 那要是叶一说的是对的 小姐此时就葬在了枯树的骨关里 这骨关会吞噬她的灵智和意识 我们快点去救她 不然的话 小姐就算醒过来也没用了 不行 叶波 九哥哥 你们不能去 叶波话音刚落 林一一就拉住了我们 不认我们去 九哥哥 骨关是由成千上万的骨堆积而成的 你们身上没有鹰骨 只要接近骨关 它们就会醒过来 这么多的骨虫 你们会死在里面的 别说是你们 就算是我们寨子的人进去了 也会死 一想到那骨虫巨成的骨关 我的身体就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 成千上万只骨虫形成的棺材 而叶堂就躺在里面 只要一靠近骨关 那些骨虫就会想 别说是看到这一幕 我就是想到这场景 浑身就不寒而栗 叶波也是挣住了 显得很是为难 挣了片刻 突然拉着我 道 初九 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我去救小姐 如果我能救出小姐 那肯定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救出小姐 那你就不要等我了 离开这个地方 这种情况去 无疑是死死无生 可真的要让叶波去吗 我挣了一会儿 咬了咬牙 道 叶波 你走 我去 叶堂救过我 我欠他一条命 要是没有他 我也活不到现在 更无法手认我的仇人 我李初九香也小子一个 没啥本事 但有恩必报 有命必还 这是我的原则 不行 掌教 你不能轻率做决定 悬真一门还要靠你 叶波拉着我 不让我去 我怕叶堂当都不起了 而且子龙到现在 也没有出现 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我心愿虽然没有了却 但已经手认了左鹰 虽然不甘心 还没有杀死周八字 但有些事情 必须有人去做 想到这儿 我就推开了叶波 喊了一声 叶波 如果我没能活着出来 你就走 不要等我 说完之后 也不等叶波开口 直接朝大枯树冲了过去 而就在我刚刚冲过去之时 仙灵仆的身体 就倒飞了出来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在他摔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 爬了几下都没有爬出来 但却是大声地笑了起来 道 我是古苗寨的神 不死不灭 你们杀不死我的 哈哈 我还会重生复活的 随着他的话一说完 我就看到他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那脖子的地方 喉咙一翻一翻的 好像有啥东西要吐出来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我就看到一只像魂体的蛊虫 从他口里飞了出来 那蛊虫不是实体的 像鬼魂一样 是虚拟的 九哥哥 是鹰蛊 你如果想要救你朋友 就把鹰蛊吞下去 那骨关的蛊虫 就不会伤害你 就在我镇住的时候 灵依一突然朝我大喊了起来 对 这个方法能救夜堂 灵依一点醒了我 我点了点头 立马就朝那鹰蛊追了上去 想要把这只鹰蛊吞掉 可我刚一冲进大枯树下的白雾里 那女鬼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一感受到她身上的鹰气 我握着震魂齿 就要出手 然而我还没出手攻击 就听到了一句 瞬间让我山然泪下的抽气声 初九 娘好想你 我已经追着鹰蛊 进入了大枯树下面的白雾 在听到我娘喊我的时候 我就完全震住了 就是我慌神的这一刹那 那鹰蛊就直接钻入了枯树中 该死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懊恼地 我当即拍了一下大腿 可看着眼前这白雾中的女鬼 我就忘记了所有 我愣在了原地 她慢慢地从白雾中走了过来 那模糊的身形 伴随着一阵冰凉的袭来 逐渐清晰 而我在看清楚了眼前的女鬼后 眼泪瞬间潸然而下 是我娘 正是我娘 她没有一点变老的样子 还是保持着年轻的状态 貌若天仙 初九 娘好想你 在我正的说不出一句话来时 我娘伸出了手 抚摸我的脸颊 那一阵刺骨的冰凉 却让我内心无比地温暖 我娘在世的时候 她一直是疯癫的状态 而她被左阴害死后 才清醒了过来 可清醒过来 我连一个温暖的拥抱都没有得到 那邻族的尊主 就残忍地把她带走了 娘 初九也想你 我的心里再也承受不住了 那压抑在心里的倔强 终于在此刻土崩瓦解 我喊了一声娘 眼泪刷刷往下流淌 直接冲进了我娘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她 娘 你别走了 留下来吧 让初九好好照顾你 初九 娘每天在练魂池里饱受折磨 甚至想过魂飞魄散 可娘不甘心 娘还想见你 见我的儿子 我娘的身体很冰冷 抱着我的时候 那冰冷的血泪 也是滴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感受不到刺骨的阴冷 只感觉内心深处温暖如春 娘 我带你走 初九这就带你 离开那个恐怖的地狱 要是谁敢折磨你 我就杀了他 不管是人还是鬼 只要敢伤害你 我就灭了他们 我越说哭得越凶 在我娘面前 我终于可以像一个孩子了 我说到这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 我娘的身体猛地震动了一下 跟着就按住了我的肩膀 伤心地抽气道 初九 不要来救娘 你来会死的 尊主已经知道 你是我的儿子 你只要还活着 他就一定会杀了你的 初九 你替娘的马上走 再也不要出现在道门了 去做一个普通人 娶妻生子 哪怕娘以后看不到了你 娘也会在阴曹地府保佑你的 娘会等着你寿终正寝的那天 才去投胎转世 娘这辈子没有照顾你 下辈子一定要好好陪着你长大 初九 走 快走 我娘的神情越来越不对劲了 我正要问她 就看到她的魂体 开始变得透明了起来 这是要消失前的征兆 我看到这一幕 立马就慌了 可还没有开口 我娘的眼前就凌空出现了两行血字 任务失败 回来受罚 是那邻族的尊主 他还想要惩罚我娘 这个王八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看到这出现的字 我就知道是那尊主控制我娘 看到我娘要走 我立马扑上去抱她 可我一扑过去 却是扑了空 直接从我娘的魂体穿了过去 好像此时在我面前的 只是一道空气而已 娘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啊 我心里害怕得不行 恐慌地喊道 此时的我 脆弱得就像一个小孩子 一个眼睁睁看着母亲离开的小孩子 那种无奈和伤心 瞬间充斥了我的内心 朱九 记住娘的话 离开道门 好好活着 你爹是个好人 不要去找你的亲生父亲 这样会害死他 也会害死你的 我娘的魂体越来越透明了 已经要飘散了 好像风一吹就能散一样 不要 娘 不要 我不停地去抓我娘的手 可我就是抓不到她的手 每一下都从她的手上穿过 朱九 我的儿子 娘爱你 我娘说完最后这句话 身体就如烟一样 鸟鸟而上 顷刻间就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在她离开的刹那 我就猛地跪在了地上 咬牙重重地说道 娘 你等着朱九 灵族尊主这个王八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她在你身上的折磨 我要百倍 千倍地还给她 哪怕灭了他们灵族一族 重重地发誓完后 我就站起来抹了抹眼泪 经历了这么多的生离死别 我已经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了 深呼吸了几口后 我就把我娘的事情压在了心底 握紧了震魂齿 重新看向了眼前这开始发绿芽的枯树 叶堂还在里面 灵一一说 枯树里面是一口骨棺 连县灵婆的鹰骨也进入了这枯树里 恐怕 现在已经进入了叶堂的身体里了 我欠叶堂一条命 男子汉大丈夫 我必须要还给她 我咬了咬牙 直接爬上了大枯树 这大枯树不光是树枝上 开始发出了绿芽 就连整个树干上 也冒出了密密麻麻的绿芽 就好像是生菌子一样 绿芽代表重生 鹰骨如果彻底控制了叶堂 那仙灵婆就会偷取叶堂的兽园和身体 重新复活过来 我不敢耽搁 一个劲地往大枯树的顶端爬 很轻易地 就爬到了这大枯树的顶端 一爬上顶端 我就看到这大枯树上门 正夹着那抬龙架 我一掀开抬龙架 就发现 这大枯树的顶端是空的 顺着看下去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很深的一个树洞 但就是在我把抬龙架掀开的刹那 这大枯树的树洞里 就倒灌出了一股腥风 无比的腥臭 扑面来 只让我胃里翻腾 险些呕吐了起来 我身上已经没有灵符了 手中更是没有手电筒 唯一的办法 就是驱散 这笼罩大枯树的白雾 让月光照进去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就咬破了食指 在右手上 开始画了一道驱邪符 驱邪符一画成 我就结了一道道指 大声地念起了驱邪咒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五星震彩 光照玄冥 千神万圣 护我真灵 巨天猛兽 制服五兵 五天魔鬼 亡身灭行 所在之处 万神凤银 所到之地 大道无疆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助我驱邪 待 随着我最后一个呆子 暴喊出口之时 我的咒法就起了效果 只见周围吹来一阵清风 开始慢慢地 吹散眼前这笼罩枯树的白雾 道法不散 清风不止 只是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这些白雾 就逐渐被吹散了 等这些白雾 彻底被吹散后 那月光就照射了进来 刚好照射进了 这枯树的树洞中 我还没伸出头去看 零一一就朝我大喊了起来 九哥哥 不要下去 你会死的 他一喊出来 叶博也跟着喊了起来 也不会怪罪你的 千万不要为了救小姐 搭上直接的性命 这样会让小姐加身罪孽的 其实我心里也不傻 也知道这大枯树里的危险 但不管能不能救叶唐 我都必须尽力而为 我嗡了一声 朝他们说道 放心吧 实在是不行 我也只有放弃 哈哈 你们都要死 都要死 而就在我话音刚落之时 那原本倒在地上的仙灵婆 突然站了起来 像疯了一样的大吼大叫道 她突然闹出的这一出 吓了我一跳 等我看她的时候 她就再次倒在了地上 死了过去 她现在的身体兽源已经到了 只有偷取新的身体和兽源 鹰骨不死 她也不会死 林依依看到她阿妈突然炸湿了 也是跑过去 不停地哭喊她阿妈 叶博看得于心不忍 就过去安慰她 我定了定神 再次回过头来 伸出脑袋 就去看这树洞 这一看 头皮瞬间就骂了 在看向这枯树树洞口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看到里面的场景时 我的头皮还是发麻了 浑身更是不寒而栗 那月光刚好从树洞里面照射了进去 直通树洞 我一看进去 就看到这树洞中间的地方 正有一口精致而小巧的棺材 那棺材上面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蛊虫 不对 不应该说是爬满了蛊虫 而应该说 这棺材就是蛊虫堆积形成的 那密密麻麻的数量 实在是看得人很不好受 但这些蛊虫都好像是沉睡状态 没有惊醒 而这蛊观是立着的状态 我看不到蛊观里的人 只能看到那露出来的黑袍 那黑袍衣服应该就是夜堂穿的 我猛地呼吸了几口 心中的恐惧才减少了几分 咬了咬牙后 这才硬着头皮爬进了树洞里 我一爬进大枯树的树洞里 那里面倒灌出来的腥风 就不停地吹在我身上 这腥臭的味道 正是蛊虫身上发出来的 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树洞的洞壁上下都打了木桩子 好像是为了方便人进出 我踩在这些木桩子上 慢慢地往下走 每一步我都走得很是小心翼翼 也会试试着木桩子的承受力 生怕一不小心踩踏了下去 整个人就会掉下去 直接砸在了骨关上 我的动作很轻 轻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不敢弄出一点大动静来 我都无法想象 如果要是下面这些密密麻麻的 蛊虫苏醒过来了 我该会死得有多凄惨 此时的我就好像是虎口拔牙一样 越是往下爬 就越靠近这骨关了 而蛊虫身上那种腥臭的味道 也是越来越浓烈 好几次我都开始打干呕了 眼泪水都呛出来了 这树洞只有七八来米深 可我却是费劲地往下爬了好几分钟 终于到了骨关的上方时 我才停了下来 才吻了木桩子 我才暗暗地呼吸了几口 等气息稳定了 我才弯腰下去看 正如01说的那样 这是骨关 不是用木头或者石头打造的棺材 而是成千上万的骨 堆积在一起形成的棺材样子 这些骨虫像是甲虫一样 不但长着翅膀 身体也好像是透明的 我现在在骨关的上方 挡住了照射进来的月光 我撇了撇脑袋 月光就照射在了最上面层的骨虫上 这一招 我就发现这些骨虫的身体 不是透明的 而且是血红的 好像整个身体的构造 就是鲜血铸成的 从那透明的血红身体里 我还看到了 这些骨虫体内的白色神经 这好像是血骨 中了血骨的人 全身都会化作一滩血水 一想到这儿 我的身体就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 这骨关 占据了一大半树洞的空间 我只有把脑袋垂下去 才能看到里面的人 我把镇魂齿别在了腰带上 双手反抓着木桩子 脑袋尽量往下埋 快埋到了腰部的位置 我才看清楚了 里面躺着的人 不对 不应该说是躺着的人 而是站在骨关里的人 因为这骨关正是立着的 这里面的人绝对是叶唐 但他的脸上蒙着黑纱 我的双手不敢松 只好重新站直了 把镇魂齿含在了嘴里 再次双手反抓着我背后的木桩子 脑袋再次深深地埋了下去 用嘴里叼着的镇魂齿 去掀开了叶唐脸上的黑纱 黑纱一掀开 出现在我眼前的人 正是叶唐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把他的皮肤衬托得犹如白玉一般 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 眼妆也化过了 是黑色的 更是增添了一份妖艳的气息 叶唐 我尝试着小声地喊了一声 我这一喊 就注意到叶唐的面目 微微抽出了一下 特别是那长长的睫毛 更是动了一下 叶唐有反应 那就说明 他还没有彻底被阴谷给吞噬 想到这儿 我心里就窃喜了一下 正要准备继续喊他 可跟着 我就感受到 这些血骨的翅膀动了动 他们的翅膀一动 身体的红光就渗透了出来 好像是呼吸的样子 也好像是他们要醒了一样 看到这动静 我就不敢动了 也不敢喊了 连呼吸都闭上了 等了差不多十来秒钟的样子 这些血骨才安分了下来 我咬了咬牙 又继续喊 叶唐 醒醒 我是初 而我的话还没有喊完 我就看到叶唐腹部的地方 突然亮了一下 好像是那阴鼓 还没反应过来 我面前这成千上万的鼓虫 就好像是睁开了眼睛 那一双双血红的眼睛 吓得我魂都快飞了 不对劲 他们要醒了 就在我刚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叶唐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睁开眼睛的刹那 无比的陌生和冰冷 就如同是看到了仙灵婆的错觉 特别是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睛里没有任何一点感情 嘴角的地方 更是诡异地痒了起来 该死 初九 走 别管我 叶唐那脸无比的猙獰 好像是阴鼓要彻底吞噬她了 但她还要最后的意识让我跑 几乎是同时 在她喊我跑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一阵嗡嗡的声音 是血骨翅膀震动的声音 而下一秒响起的 就好像是血骨呼吸的声音 一听到这两种声音 我的头皮就炸了 顾不上其他的了 猛地站直了 就开始往上面爬 我是一口气爬出树洞的 没有任何的停留 爬出树洞后 就顺着大枯树往下跳 就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我就已经跳到了地面上 刚一跳下来 叶博和零一一就朝我跑了过来 叶博拉着我 关心地问道 初九 怎么样了 我一直在盯着那树洞口的地方 没有看到那些血骨飞出来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跟着才看向了叶博 歉意地摇了摇头 道 叶博 我尽力了 嗯 小姐虽然被先灵婆 偷取了身体和兽缘 但最起码 她还是活着的 回去想办法吧 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 叶博安慰我道 我正要说话 零一一却是看向了我 道 九哥哥 你们能带我走吗 看到零一一这楚楚连人的柔弱 我心里就很想去保护她 正了一下 才问她 一一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太多尔虞我诈和算计 你最好留在你的古苗寨 一辈子开开心心地生活 九哥哥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而且 现在他们都知道 我会说汉语了 寨子里的人 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再说 我也不想看到我阿妈 在害人了 九哥哥 你带我出去吧 零一一看着我 泪眼朦胧 我看到她这处状态 心中游怜 就看向了叶博 叶博点了点头 道 初九 戴一出去吧 她的身份泄露出来了 寨子里的人 肯定不会放过她 会让她记神术的 而且 她救过我 出去之后 我可以把她留在叶家 护她周全 我看叶博也同意了 只得同意了下来 说叶博 你先带一一走 听到我说 现在不离开 叶博立马震惊地问我 初九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我现在不能走 我摇了摇头 笑道 我没有见到子龙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我和她亲如兄弟 她对我而言 比我自己还重要 不管她是死是活 我也要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如今对于叶唐 我已经尽力了 但子龙 我一定得找到她 唉 叶博叹息了一声 看向了林一一 说 一一 你先下山等我们 我们找到了赵子龙 就会来找你 如果我们没来 你就会寨子吧 叶博不走 林一一也不走 摇了摇头 嘟嘴道 九哥哥不走 我也不走 傻丫头 我无奈地笑了笑 见他们执意要留下来陪我 就看着叶博道 好 叶博 那你就留下来 助我一臂之力 我要用天雷术 劈开这大枯树 什么 初九 你要用天雷术 叶博听到我这番话 当即震惊地脱口而出 那眼神看向我的时候 完全是一脸深深的震惊 嗯 我笑着点了点头 道 这枯树要是不毁了 还会害人 我知道里面的情况 全是血骨 如果这些血骨飞出去了 得害死多少人 而且 骨官不毁 仙灵婆还会统治古苗寨 古树虽然可怕 但对这些古苗一族的人 也是一种痛苦 没有了仙灵婆 他们就可以自由地生活 这世上有神灵 但仙灵婆不是 她是邪物而已 这种愚昧的统治 会让他们世代延续下去 还有一点 我想劈开这大枯树 是要让仙灵婆告诉我 子龙的下落 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叶博就明白了 我的意思 自顾地点点头 说 可是 初九 这天雷术是上乘倒数 没有一定的修为 是无法驾驭的 这是借祖师爷的力量 如果失败了 你会遭到反噬 那天雷要是劈不中这大枯树 可是会劈死你的 实在不行的话 就一把火烧了这大枯树 我知道叶博的担心 他担心我的修为不够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这毕竟是借祖师爷 借大自然的力量 这等无穷无尽的力量 修为不够 绝对控制不了 当年逍遥子师傅 躲在我家的血红棺材里 就使用了呼风唤雨 才让他和我爷爷活了下来 我跟着他学到了七年多 我相信我可以 我笑了笑 说 叶博 所以我需要你帮我 我相信你 也相信我自己 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眼神灼灼地看着叶博 无比坚定 没有任何的闪烁 叶博和我对视着 终于点了点头 道 好 你是玄珍一门的希望 如果连天雷术都控制不了 那也是命中注定 好 见叶博答应了 我才把身上的箱拿了出来 已经没有灵符了 我把箱插在了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 叶博则是用五地钱 帮我摆箱镇 用红绳穿过五地钱 缠在了箱上 准备厚了之后 我才盘膝坐在了地上 叶博也是盘膝坐在了地上 但则是坐在了箱镇外面 帮我加持道法 点燃了三炷箱后 递给了我 问我 初九 准备好了吗 嗯 我点点头 开始闭上了眼睛 一只手拿着三炷箱 一只手拿着正魂齿 双手交叉 开始念咒祭拜祖师爷 祖师爷在上 我礼初九玄珍一门弟子 今日烧香请祖师爷赐我神威 助我斩鞋 助我除魔味道 三请三叫 话音一落 我就汗手三下 叶博在我身边 也跟着我 三请三叫祖师爷 请拜了祖师爷后 一只钢剑法 双脚同踏七星剑步 就在香阵中起起落落 来来回回 等我一套七星剑法打完 地上便被我用脚尖 画出了一道 太极八卦的图案 图案一成 我的双脚再次勾在一起 盘膝坐了下去 我身体一坐下去 便是坐如中的坐姿 同时咬破了舌尖血 一口金血喷在了 震魂齿和三柱箱上 嘴里就大声念起了天雷咒 都天大雷弓 霹雳震虚空 念起同兵 千千万万走无踪 强神恶鬼不服者 五雷破火走无踪 无缝太上老君 神兵火急如律令 五雷一到 逢天天开 逢地地裂 遇见妖邪雷击死 碰见鬼怪化为灰 凶神欲雷命不在 恶鬼逢雷魂破墨 肃行 肃行 玉皇斥令 朱斑鬼怪 一概费命 无缝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天雷咒 破 念完这道天雷术的咒语时 我便猛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只感觉体内的修为 好像全部被掏空了一般 身上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痘大的汗珠 不停地从额头低落了下来 要不是体内有一口真气成长 恐怕早就昏厥了过去 我没想过 使用这等上乘倒数 消耗竟然会如此的巨大 现在 哪怕要我使用一个小小的倒数 我也是力不从心了 叶博看到我念出了天雷咒 当即喊了一声吼 同时进入了乡镇 接过了我手上的镇魂尺 和三柱香 道 出酒 剩下的交给我这把老骨头吧 你好好休息一下 嗯 我确实承受不住了 也没有逞强 就退了出来 我一退出来 就感觉站不稳了 好在零一护住了我 而叶博把三柱香插在了地上 双手握着镇魂尺 三请三教祖师爷后 报合到天雷树 谢 他的声音犹如惊雷 在报合出口之时 那原本皎洁的夜空 瞬间出现了一片乌云 那乌云把月亮给挡住了 整个寨子立马变得黑了起来 那乌云越急越厚 不一会儿就给人一种 黑云压层层欲催的压抑沉闷感 而跟着周围就开始起风了 这突然出现的风 之前还很温柔 一分钟过后 就开始变得暴躁了起来 把地上的灰尘 全都卷积了起来 更是把我们的衣服 吹得丝丝作响 刹那间 飞沙走时 吹得 我已经睁不开眼睛了 下雨了 这时 零一忽然小声地喊了一声 还伸出手去接雨滴 我一抬头 雨滴就落到了我的脸上 很是凉爽 特别是那黑云聚集的地方 更是出现了滋滋的电流声 就好像 有无数道细小的电流 在黑云里穿梭一样 这闪电的出现 把原本漆黑的天空 都给照亮了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天雷术成功了 过不了多久 这天雷 就会劈下来了 风越刮越大 雨越下越大 形成了一道道雨帘子 那风刮过来 直接把雨帘给吹歪了 就好像是下的偏东雨一样 哄 而就在这时 夜空的上方 突然响起了一道轰雷声 这轰雷声 有如响车在我们脑袋上空一样 震得 我耳朵嗡嗡响 很是难受 林一一在我边上 也是被惊雷吓得抓紧了我 双手堵着耳朵 害怕地看着夜空 那小脸上 又害怕又期待 夜博还在加持天雷舟的法术 但他的道横不如我 天雷的形成显得很慢 还没有劈下来的意思 反倒是夜博 他已经一脸苍白了 额头上全是汗水 显得很是虚弱 九哥哥 你快看 就在我盯着我夜博观察的时候 林一一忽然指着那大枯树说道 我立马顺着看过去 这一看 就发现那大枯树上 开始疯狂地冒出了绿芽 那些绿芽正在迅速地成长 好像是藤腕一样 密密麻麻地缠在了大枯树上 就是这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里 那原本枯萎的大树 就好像是迎来了春天一般 特别是那些藤腕上 甚至长出了花孤朵 我看得惊讶 林一一更是惊呼了起来 拉着我的一脚道 九哥哥 每次我阿妈重新复活过来的时候 那花孤朵就会开花 所以 林一一后面的话没有说话 我也意识到情况糟糕了 就朝叶博大喊了一声 叶博 没时间了 快把天雷引下来 叶博都没有回头 抬头看了一眼大枯树的变化 一口老血喷在了震魂尺上 宝和道 以我之血 再请祖师爷降神灵 生归道法 死归道义 生死之际 天雷咋现 叶博的修为 已经支撑到极致了 咒语一念完 整个人当即倒在了地上 大口地喘息着 眼睛死死地盯着天上的夜空 我看上去的时候 正巧那黑云中 传来一声石破天惊的惊雷声 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那雷电瞬间轰然而下 刹那间 那雷电犹如狂龙一样劈了下来 带着势如破竹的气势 轰然而下 眨眼间的功夫 只看到一道闪电的刺眼残影 这天雷就轰的一声 披在了大枯树的顶端 砰的一声爆炸响 那大枯树的顶端 当即炸得木屑四溅 在那电流窜过大枯树的时候 我们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也只感觉全身一马 而紧接着 那大枯树就燃烧了起来 特别是那上面长出来的藤蔓 瞬间就变成了焦炭 几乎是只隔了一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夜空聚集起来的黑云 就全部消散了 月光再次笼罩了下来 照亮了这股苗寨 咔 咔 只听到一声声咔咔的声响 那巨大的枯树 就开始慢慢地 从树顶往下裂开 成了两半 就好像一把巨大的斧子 从树顶披了下来 整齐地把大枯树 披成了两半 在这大枯树倒向两边的时候 我们三人的目光 同时看向了分开的大枯树 只见那骨关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就这样直立地漂浮在了半空中 等那骨关周围的硝烟散尽 我们就看到 夜堂就直立立地站在了骨关里 眼睛微微地闭着 而那些血骨已经醒了 睁着那红点般的眼睛 一闪一灭的 就好像是呼吸一样 是小姐 夜博看到夜堂 当即惊呼了一声 她的话音刚落 011也是惊讶地开口了 是血骨 这些血骨常年吸食了水牛的血 原来我阿妈用水牛 血不是寄生术 而是要喂食这些血骨 在他们一前一后说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也变得沉重了起来 连这如此强大的天雷树 也没有炸死这些血骨 地上有不少的血骨虫子 但只是披中了一部分而已 无法想象 这些血骨 到底吸食了多少水牛的鲜血 那水牛血本来就是鼠阴的 蟹骨吸收了后 那聚集起来的阴气 竟然可以和天雷树抗衡 嗡嗡 而就在我震惊之时 那漂浮在空中的骨关 竟然发出了嗡嗡的震动声响 他们醒了 全都醒了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当即大叫不好 更是拉着夜博和011 往后退了好几步 在我们往后退的同时 那骨关竟然飞了起来 是那些血骨飞了起来 才会给人一种是骨关飞起来的感觉 这无数的蛊虫 慢慢地朝骨楼的方向移动 那一阵阵翅膀煽动的声音 听得人头皮发麻 而夜唐就像一个睡美人一样 平稳地站在骨关里 小哥哥 要是这骨关进入了骨楼 你的朋友睁开眼后 就会变成我阿妈 011拉着我 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 我能理解他此时内心的想法 如果他阿妈醒了 那就代表夜唐被他取代了 011心地善良 不想看到他阿妈消失 但也不想看到 我朋友被他阿妈害死 我没有开口 而是看向了夜博 夜博也在看我 咬了咬牙 道 初九 我俩的修为差不多都耗损了 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 这 可能就是命吧 夜博此时的表情也很为难 他何尝不想救夜唐 可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阻止这骨关了 唯有眼睁睁地看着 这无比痛苦的一幕 我深呼吸了一口 嗡了一声 心里也放弃了 但就在我闭上眼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很大声的火符咒 天元地方 无极声有 三纲五常 天地轮回 五行之法 神火降临 我苗王领赵子龙一学请尊 成情祖师爷天降神火 助我斩邪触没 我奉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三昧真火速速降 咒必神火起 呆 这声音我何尝不熟悉 太熟悉了 听到这浩然正气的念咒声 我就释怀地笑了起来 这小子 吓死我了 在我笑起来之时 我就看到一道挺拔如松的身影 一边念咒 一边朝鼓楼的方向跑 那身手敏捷如猎豹 蹭蹭地几下 就爬上了鼓楼 直接上了鼓楼的房顶 几乎就是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赵子龙就像一个巨人一样的 站在了房顶上 咒语一念完 手中一把火符 扔向了正在移动的鼓关 那些散落下来的鼓关 当即受到了法力的召唤 洋洋洒洒地落在了鼓关上方 只听见轰的一声 那火符瞬间燃烧了起来 熊熊大火 立马吞噬了鼓关 这是用火符召唤的三妹真火 能够将世界的一切邪物 化作灰烬 伴随着一阵血骨燃烧 发出的噼里啪啦声响 那成千上万的血骨 当即被烧焦了落到地上 是赵子龙 是他 叶伯看清楚了房顶上的人后 之前的失望 瞬间被激动给取代 眯着眼睛道 这小子天生命格不凡 一生正气 必定是人中龙凤 你们两人的出现 给了到门机会啊 哈哈 叶伯不知道想哪儿去了 显得很开心 一边说话 不一会儿就把这些蛊虫烧了个金光 那烧焦的狐臭味随风扑来 恶心地让人直反胃 这些血骨被烧得落下来后 骨关就不成形 开始散了 那站在里面的叶唐 也是掉落了下来 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幕 看到叶唐落下来的时候 我就赶紧冲了过去 不偏不倚 正好抱住了他 他的身体有些冰凉 眼睛还是闭着的 我轻轻摇晃了一下他的身体 喊道 叶唐 你醒醒 我是出酒啊 小姐 你快醒过来 叶博也冲了过来 一边给叶唐把麦 一边喊他 而就在叶博喊他的时候 叶唐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 犹如寒冰一样 直勾勾地看着我 嘴角更是勾起了一道诡异的笑容 嘴唇微微一动 阴森森地笑道 我说过 我是神 我不会死的 是先灵婆 是她复活了 听到叶唐嘴里说出的这句话 我当即猛然一惊 一把推开了叶唐 但还是迟了 我和叶博根本毫无防备 在推开叶唐的时候 他就同时朝我们出手了 两掌同时打在我们的胸膛上 力道大的惊人 我和叶博被震得倒退了好几步 五脏六腑也是翻腾了起来 连气息都不稳定了 叶博在加持天雷术的时候 本就是遭受了反噬 如今被叶唐打了一掌 嘴角更是渗出了鲜血 连站都站不稳了 我赶紧扶着他 慢慢地往后退 而此时的叶唐 冷冷地扫视着我们所有人 冷笑道 你们这些肮脏的汉人 玷污了我古苗寨 如今 我便以神的身份来惩罚你们 让你们死后 堕入阿比地狱 永生永世 遭受阿比地狱的百般折磨 魂魄不散不灭 直至措骨扬灰 叶唐这番话太冷了 冷得让所有人心底一寒 而在他说话之时 我就看到 子龙已经冲了下来 是悄悄动手的 连叶唐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便发动了偷袭 当即一记刀掌 打在了叶唐的后径上 原本还气势嚣张的叶唐 脸上当即抽搐了一下 愤愤地想要转过头去 可还没转过去 就眼皮一翻 昏死了过去 不管多么强大的先灵婆 还是会被打晕的 赵子龙一击得手 抱住了倒下去的叶唐 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和叶博也是尴尬地笑了起来 这先灵婆虽然有阴谷 但始终还是凡人的身躯 好在赵子龙的身手敏捷 这才出手打晕了他 不然的话 肯定又会是一场恶战 我看着赵子龙就气不打一处来 问他 子龙 你跑哪去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赵子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笑得很阳光 说 初九 我其实早就醒过来了 被曹鬼婆带到古苗寨的时候 我就悄悄逃出来了 我一直在暗中寻找 那因是棺材军的下落 直到我看到曹鬼婆带着苗人的尸体 离开古苗寨 我才跟上去 找到了棺材军的下落 就在赵子龙说到这的时候 眼神突然看向了我们的身后 脸色也是沉了下来 我看到他的变化 心里当即咯噔了一下 还没回过头去 就听到了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得感谢你们 帮我们找到了阴谷 现在可以把你们手上的美人交给我了 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声音 我和叶博同时转过头去看 这一转过头去 就看到了 两个我想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的人 正是大镖 还有之前在响水村 抢走藏风猪的算命老头 大镖是帮神秘人做事的 也是那神秘人 让我们去取了石油 他们就从人间蒸发了 也是那神秘人给的药丸 害死了我们的师父逍遥子 看到他们 我和子龙心中的愤怒 瞬间爆发了出来 但我们不敢动 因为零一一在他们的手上 我看着他拿着算命棋的算命老头和大镖 冷冷地说道 你们害死了我师父 这笔仇我还没有找你们 你们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大镖不屑地笑了笑 不着急 李初九 赵子龙 你们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师父了 我赵子龙一生只有一个师父 是他为生父 这笔血海深仇 我赵子龙对天启示 要是不亲手砍下你们的脑袋 我赵子龙便自吻在苗王冠 赵子龙愤愤地说着 把叶唐交给了叶博 和我战成了一排 这两个人 必须死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就算你们倒横伸手不简单 可惜脑子还是太差了 就算此时不死 迟早也会被玩死的 算命老头哈哈一笑 接而看向了赵子龙 说 我一生帮人看向无数 唯独喜欢你这小子 正气浩然 日后必定有一番作为 我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肯跟着我 拜我为师 我便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你 子龙的气数代表着正气 就连师父在世时也说过 而这算命老头 一直喜欢子龙 在降水村的时候 就曾表露出来过 哼哼 赵子龙冷冷一笑 冷声道 我说了 我赵子龙此生只有一个师父 那就是逍遥子 我师承福禄派 起源苗王岭 生于苗王冠 这一辈子 不管是生是死 我都是苗王冠的弟子 你们旁门左道 一定会被诛杀的 听到子龙这番话的时候 我仿佛又想到了 当年在麻沟村的后山时 我第一次见到赵子龙 就好奇他的名字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说过的话 我生叫赵子龙 这辈子也会叫赵子龙 给脸不要脸 还真是不识台诀 你只是苗王山出来的 乡野小子而已 要不是我们主人觉得 你有利用价值 恐怕你早就死了 大彪冷冷地回击道 而在大彪提到他主人的时候 我就顺着往下问 大彪 我敬你是条汉子 敢不敢告诉我 你背后的神秘主人 我想到他还真的说了出来 既然你们都要死了 那我也不怕 告诉你们 让你们死得明白点 我的主人 你们也认识 外人叫他周八字 从赵子龙第一天出来 做事开始 主人就让我接近你们 周八字 大彪和算面老头背后的人 竟然是周八字 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就完全懵了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背后的人 就是周八字 周八字和左英是师徒关系 左英的出现 我一直以为 周八字和左英 一起投靠了邻族的尊主 那邻族的尊主 才没有在麻沟村杀了他们 可现在 左英被我杀死了 周八字的人现在又出现了 很显然 他们不是一伙人 我想不通 完全想不明白 看向赵子龙的时候 他也是一脸的疑惑 我挣了一会儿 才问 左英也是周八字的人 你们不是左英的对手 周八字怎么会舍得左英死 哈哈 我这么一问 大彪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 看来你们不知道 当年发生的事情啊 左英为了活下来 亲手杀了他的师父周八字 邻族的尊主 才收他做了走狗 可他忘记了 我们主人不死不灭 岂是他能杀死的 主人让我接近子龙 没有杀你们 也只是想赢左英 还有灵族的人出现 他要报仇 我这么说 你们明白了吧 听到大彪这番话的时候 我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周八字本就不是活人 而是活死人 杀他的肉身 根本没有用 而我也想明白了一旦 周八字的 身上有生死勤骨 一半在先灵婆的身上 一半在他身上 所以 他才会让夜少青来拿勤骨 正是为了续命 至于他让人抢藏风珠 以及现在要抢先灵婆的因骨 恐怕就是 要偷取别人的兽缘和身体 重新复活过来 一想通了整件事 我心里瞬间就豁达了 周八字杀了我的家人 又害死了我的师父 薪酬就恨加在一起 足以有理由杀他一百次 而就在这时 大彪却是一把掐住了 零一一的脖子 威胁道 快把叶家的小姐交出来 否则的话 我要他的命 是混蛋 我心里暗骂了一声 怒道 有本事 就别的女人来威胁我们 你们要打 我们两兄弟愿意陪你们打 你们要杀 我们更加愿意奉陪到底 大彪冷冷地笑了笑 道 你们两兄弟不好惹 我犯不着和你们拼命 这姑娘水灵灵的 恐怕还是处子之身吧 还有这脸蛋 要是我在他脸上画两刀 怕他以后是无法见人了吧 不过也没关系 我大彪不会嫌弃他的 这大彪说话的时候 就恶心地用手 去摸零一一的脸 零一一口咬住了他的手 咬得很重 鲜血都咬了出来 催了一口道 混蛋 你走开 你别想碰我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碰我 找死 大彪的手被咬出血了 愤怒地骂脸了一声 甩手一巴掌 就扇在了零一一的脸上 当即在零一一那白皙的小脸上 留下了五道手掌印 零一一还没有反击出口 就被大彪用力掐住了脖子 甚至把娇小的零一一 慢慢提了起来 冷冷地朝我威胁道 李初九 把叶家的大小姐交出来 大彪威胁我的时候 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 我看到零一一 已经被掐得直翻白眼了 小脸憋得很红 似乎不能出气了 但还是朝我憋出了一句话 九哥哥 不要管我 你们走 大彪 你他娘的 有本事来杀我啊 为难一个女人 算到了啥英雄 我有些急了 叶伯 请你原谅我们 这姑娘是无辜的 同时 赵子龙已经做了决定 现在的叶唐 已经不是叶唐了 而是先灵婆 依依是个好姑娘 如果小姐在天有灵 也不会怪我们的 叶伯点了点头 把叶唐交给了子龙 赵子龙扶着昏迷的叶唐走了过去 在走到大彪的面前时 就先开口道 把叶唐放了 你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把叶家大小姐给我 快 大彪愤怒地吼了一声 手上的力气再次加大 赵子龙怕零一一出事了 连忙把叶唐推了过去 算命老头刚一接住叶唐 大彪就威胁了起来 给我往后退 你如果不放了一一 我赵子龙定将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千刀万剐 不死不灭 赵子龙一边后退 一边冷冷地威胁道 跟着 算命老头就扶着零一一坐在了地上 大彪则是用零一一威胁着我们 不让我们上前 我们都还没明白 算命老头要干啥时 就看到他从怀里 拿出了一根黑色的隐魂箱 还有射魂灵 我看他的样子 脑海里当即冒出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这算命老头 好像要强行取出叶唐体内的阴骨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果然就看到 算命老头动手了 把那隐魂箱 还有射魂灵摆在地上后 随即拿出了两条红绳 分别绑在了叶唐的左右手上 绑好了手腕 又把另一头绑在了桃木钉上 直接把这桃木钉打在了地上 刚好把叶唐给固定了起来 看到他们还在准备 我就小声地朝子龙说道 子龙 一会儿咱们见机行事 就算叶唐被先灵婆的意识给控制了 也千万不能让他们 毁了叶唐的肉身 嗯 赵子龙点点头 也是警惕地观察着他们 但因为零一一在他们手上 大彪又随时在盯着我们 我们不敢贸然行动 怕偷袭不成 反倒是会害了零一一 我们这个时候 只有沉住气找机会 不能鲁莽 只等机会地出现 而同时 算命老头也动手了 开始点燃了隐魂香 这隐魂香 是用死人的石油 还有女人的姨妈血炼制而成的 属于极因之物 只要是一点燃 方圆几里之内的鬼魂 都可以感受得到 鬼魂可以不吃不喝 但香却是他们最喜欢的 吸了香 可以增加他们的道横 同时也能够增强他们的魂体 所以 用隐魂香饮鬼是最好的东西 这隐魂香一点燃后 我们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都能感受到那恶臭的味道 算命老头把隐魂香 插在了叶糖面前的地上 那烟一飘起来 叶糖的身体就有了反应 轻轻地抽出了几下之后 就开始呼吸那隐魂香了 隐魂香一进入他的鼻孔 就好像是人吸了毒品一样 全身都爽地颤抖了一下 很是满足 叶糖的眼睛是闭着的 还是处于昏迷的状态 但在吸了这隐魂香之后 我就看到他的脸部 也开始抽出了起来 显得有些难受 那长长的睫毛 扑闪扑闪的 眉头也好像在跳动 我之前听过 关于阴蛊的传闻 叶薄看到这一幕 一边心疼叶糖 一边给我们解释说 一般的炼蛊人死后 他们体内的蛊虫 也会随他们死去 但阴蛊不同 人死了变成阴魂后 他们还会附身在阴魂上 形成了阴蛊 那些道横高深的炼蛊人 甚至可以把自己的 三魂气魄和蛊 结合在了一起 这阴蛊就代表 他们的三魂气魄 就好像人死了 会变成阴魂一样 这阴蛊就犹如 复古之躯 不死不灭 叶薄解释的不是很清楚 但我还是大致听出了 他话里所讲的意思 简单来说 这阴蛊也是属于 阴雾和阴魂一样 在叶薄给我们解释的同时 那算命老头 就摇响了射魂灵 他一摇 叶糖体内的阴蛊 就立马有了反应 只看到叶糖那张 绝美的脸庞上 好像有一只虫子 在皮肤里面爬动 先是从脑门的位置 慢慢爬到了鼻翼的地方 有好几次 我都看到那阴蛊 已经从鼻孔里钻了出来 可这阴蛊 好像极度不情愿 从叶糖的身体里钻出来 但又被隐魂箱 和射魂灵控制着 所以 此时的叶糖 看起来愈发痛苦了 而看到叶糖痛苦的挣扎 我心里突然冒出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当即小声地说了出来 你们看 叶糖还在挣扎 那就说明他 还有自己的意识 还没有彻底地 被先灵婆的鹰骨控制 他还有机会 我一说出来 他们也感受到了 可无奈的是 我们现在根本没法出手 只要我们一出手 大胆肯定会杀了011的 大胆这样凶残的人物 我肯定不敢期望 他会心存善良 放了011 我们三人的脸上都很焦急 赵子龙一直盯着他们 眼睛里的怒火 都快喷射出来了 叶博眯着眼 睁了好一会儿才说 初九 你说他们 把小姐体内的鹰骨 给引出来了 小姐是不是就会恢复意识了 叶博说的这个 好像也有道理 毕竟是鹰骨控制了叶唐 如果鹰骨离开了他的身体 那叶唐是不是就会清醒过来 我一想就觉得 这事儿行得通 可赵子龙却是摇了摇头 说 不会的 鹰骨几乎已经和叶唐的魂魄 结合在了一起 鹰骨离开 那也就代表着 叶唐的三魂七魄 也会离开他的身体 到时候就算醒过来了 也只是植物人一个 那该咋办 叶博听到子龙的话 当即就慌了 说 我宁愿小姐就这样 被仙灵婆控制 也不愿意让她成为植物人 我心里也难受 看向零一一的时候 她就泪眼婆娑地朝我摇头 好像让我放弃她 去救叶唐 一边是叶唐 一边是零一一 我到底该救谁 如果我们强行出手去救叶唐 那零一一肯定会被害死的 而如果我们不出手 那叶唐也会被害死 一时之间 我心里就开始纠结了起来 这种抉择 真的太痛苦了 子龙似乎看出了 我心里的纠结和痛苦 拍着我的肩膀道 初九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哪怕牺牲我 也要让你问心无愧 子龙一说这话 我就知道他要干啥了 连忙拉着他 摇头道 子龙 之前师父给我说 有些事情 我们身在盗门 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 我现在才总算体会到了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 那就看天意吧 我相信 老天爷真的有眼 就不会让坏人如此猖卷 当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我花音刚落之时 那寨子外面 突然传来了敲罗的声音 这敲罗的声音很重 罗声更是显得有些刺耳 这敲罗声的出现 更是让所有人同时一惊 全都回头看向了 寨子入口的地方 就在我也跟着看过去的时候 赵子龙忽然像幽灵一样地 冲了上去 赵子龙的身法很快 几乎把速度施展到了极致 可这大彪虽然外表 看起来像得蠻汉 但心里却不含糊 在子龙发动偷袭 离他也只有机米的距离时 大彪突然反应了过来 看到子龙冲了过来 立马用匕首 搁在了零一的脖子上 冷笑道 好奸诈的小子 你要是不想看到 他死 就给我滚回去 子龙有些懊恼地拍了拍大腿 好像在责怪自己 没有偷袭成功 愤愤地咬了咬牙后 还是慢慢地退了回来 老头 快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看到子龙退回来后 大彪立马催促那算命老头 那算命老头的射魂铃 不停地咬着 可那鹰骨的意念太强了 还是没有让鹰骨 离开叶唐的体内 反观叶唐 此时的他越来越难受了 那额头上的青筋 都已经浮现出来了 鲜瘦的身体 也是时不时地抽搐着 我看在心里 莫名地心疼难受 多希望此时被他们抓住的是我 折磨的也是我 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上 要是不扭转局面 把被动变成主动 我们会被他们活活利用死的 当当当 而就在这时 那原本消失的敲锣声 再次响了起来 这次是连敲了三下 还敲得很急 听得出来 这敲锣的人正要进入寨子来 我再次看了过去 还没有看到人 就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因人上路 活人回避 爱避不避 阁下自理 赶诗人路过 还请各位行个方便 有机会 大家一起喝酒泡妞 听到这赶诗人的吆喝声 我就差点忍不住笑了起来 心想着 这赶诗人也太不正经了吧 而我还在想 随即就看到一个穿着道服 戴着天师帽 敲着铜锣的赶诗人走了进来 一边吆喝 一边往地上撒指钱 他后背的领口上 还插着一根招魂旗 随着他走路一动一动的 看起来很是洒脱潇洒 这赶诗人 有点意思 这赶诗人吆喝着进来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看到我们一样 一边吊锣铛地吆喝着 一边潇潇洒洒地 朝我们这晒谷场的方向走了过来 大彪和算面老头离他们最近 随着他走进来后 我也看清楚了他的长相 一脸的落腮胡子 鼻翼上还留了八字胡 看起来有些滑稽 他一靠近大彪他们 大彪立马警惕地吼道 快滚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大彪这么一吼 这赶诗人才抬起了头 头上的天师帽已经歪了 连忙端正了一下头上的天师帽 点头哈腰地笑道 不好意思 刚才走睡着了 看到他这滑稽的样子 还有他说的这句话 连被要挟的林依依 也是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快滚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大彪还是提防着他 怒吼了一声吼 又催促算面老头 快点 担得太多时间了 你看娘让让的球啊 你要是行的话 那你来啊 算命老头被催烦了 对了大彪一句 大彪咬了咬牙 知道这个结果眼上很关键 也指得忍气吞声 倒是这赶诗人 慢慢走向了大彪 问道 哥们 有吃的吗 我有点呃 等我把尸体送到了 小爷我请你喝酒泡妞如何 赶诗人说话时 已经走到了大彪的面前 大彪威胁着林依依往后退了一步 怒道 老子让你滚 你没听到是吧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我去你大彪的 你这哥们说话咋这么暴怜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赶诗人没有生气 反而是笑嘻嘻地说道 小爷我就是讨点东西吃 吃了好继续赶诗 这赶诗人 没有一点害怕大彪 反而是步步紧逼大彪 我只看到大彪皱了皱眉头 似乎动了杀意 但下一秒 他就好像 发现了啥不对劲的东西 猛地问道 等等 你说 你是赶诗人 你赶的尸体呢 大彪不说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这么一说 我们所有人才反应了过来 这莫名进来的赶诗人 身后一具尸体都没有 完全不像是赶诗人的 反观这赶诗人 被大彪这么一质问 也是抓了抓后脑勺 眉毛也是拧成了一字眉 一脸认真的自言自语 对啊 我他娘赶的尸体去哪了 不会是走丢了吧 坏了坏了 这趟白赶了 我他娘的赶诗人还在 尸体丢了 这传出去 得笑死人啊 这赶诗人自言自语的时候 还不停地朝身后看 好像在很认真地寻找尸体 你不是赶诗人 说 你到底是谁 大彪起疑了 愤怒地问道 我是赶诗人啊 这赶诗人突然笑了起来 被野士直了起来 笑眯眯地看着大彪 道 不过啊 我不是把尸体赶丢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好像是来赶你的尸体的 装神弄鬼 早知道你有问题 老子弄死你 他这话一出口 大彪手中的匕首 立马指向了这奇怪的赶诗人 但还没出手 这赶诗人就看向了大彪的身后 用手指了指 急匆匆地喊道 哥们 动手 他这一喊 大彪立马转过头去看 别说大彪 我们也在往大彪的身后看 可啥也没有 别说是人 更是连个鬼影都没有 我知道 大彪上当了 果然 大彪一回头就知道上当了 喊了一声该死 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赶诗人手中的敲锣棍 猛地打在了大彪的手腕上 那敲锣棍可是铁的 这一打可想而知有多疼 大彪虽然一声蛮力气 被这么一打在手腕上后 也是痛呼了一声 手中的匕首 直接落到了地上 这赶诗人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 零一一拉了过来 一个劲儿朝我们跑了过来 边跑边喊 你们还愣着干啥 动手啊 我去 蕾爷我可不擅长打架 只擅长逃命 他这么一喊 我们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 等他把脸上的胡须 还有伪装扯了下来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人 正是王蕾 老子杀了你 大彪被彻底地激怒了 疯狂地朝王蕾追了上来 王蕾回头看了一眼 吓得叫了一声娘后 蹭蹭地就跑了过来 不停地喊救命 我和子龙反应过来后 立马冲了上去 刚和王蕾擦身而过 大彪的大手 就已经伸了出来 子龙当即往前冲了一步 一把抓住了大彪的手腕 我也顺势而上 抬起一脚 就踢在了大彪的腹部上 我这一脚的力道很大 但竟然没有把大彪踢翻 只是把他踢得倒退了几步而已 这大彪的身体素质 真不是盖的啊 大彪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不懈地嘲笑道 本来我不想出手的 看样子是避免不了 我早就想试试 你们两弟兄的实力了 我倒看看 你们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人中龙凤 大彪话音一落 身体猛地震了一下 这一瞬间 我就感受到 他的气息增强了不少 不是体内的真气 而是那种释放出来的强悍气息 好像他整个人都变得凶猛了不少 初九 小心点 他练的是外加功夫 是硬功夫 别和他硬打 赵子龙冲在了我的前面 提醒道 我N了一声 赵子龙就先迎了上去 凶猛地轰出了一拳 那大彪冷冷一笑 不退反进 也是强悍地 对轰出了一拳 但子龙只是试探他的招式而已 没有和他硬拼 身体一顿 再次往前冲了一步 画拳为掌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手上猛的一发力 想要掰断他的手腕 只听到一阵发力和摩擦的咕咕声 那大彪爆喝了一声 手腕一扭 那强大的力道 直接挣脱了子龙的手 另一只手 那硕大的拳头 直接朝子龙的脑袋砸了过来 我知道子龙的伸手 没有担心他 只见他借力打力 双手往下一压 直接压在了大彪的拳头上 接着大彪的力量退了回来 而就在这时 我也出手了 猛地冲了上去 高高地跃了起来 拽着拳头 就朝他的面门砸了下去 大彪眉头一皱 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我俯冲的距离不够 刚好打在了他的胸膛上 这一拳接接实实地 打在了他的胸膛上 还使用了真气 可大彪却是一点是没有 反倒是我震的虎口 都骂了 就好像 刚才我这一拳 打在了坚硬的铁板上一样 我暗暗甩了甩手 手上的劲儿 才化解了不少 但心里却是有些沉重了起来 这大彪的外甲 功夫太硬了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大彪就冷冷地笑了起来 道 忘记告诉你们 我的真实身份是少林弟子 修炼的是今生罗汉 你们这点力道 只是给我挠痒痒而已 哈哈 大彪得意地大笑了两声 跟着就再次冲了过来 我和子龙同时迎了上去 在接近他的时候 他就连鼠挥出了好几拳 那拳影挥舞的密不透风 我们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而这大彪知道 子龙的身上在我之上 更是缠住了子龙 一个劲儿的猛攻子龙 子龙的伸手很矫健 一边躲避 一边朝他身上攻击 但我们的攻击打在他身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但伤害不了他 反而把我们的手振 那一阵阵发麻 这样打下去不行 等我们的体力消耗了 反应就会变慢 到时候被大彪给打中了 我们可就麻烦了 我一边攻击一边想办法 同时也注意到叶博出手了 但不是对付大彪 而是去对付 正在强行取鹰骨的算命老头 而就在我迟疑的 短短这几秒的功夫 子龙就被大彪抓住了破绽 猛地一拳轰了出去 子龙没法退让了 只得对着他 强行轰出了一拳 两拳相撞 顿时只听到 喷一声沉闷声响 子龙就被震得倒退了好几步 脸色更是瞬间白了下来 这一拳是子龙硬接下来的 但大彪这一拳的力道 太恐怖了 子龙的身体 比一般人都结实 可硬接下这拳后 我就看到他的情况很糟糕 身体站稳的时候 亮呛了好几步 脸上更是煞白的不行 特别是他的手臂 更是一直在发抖 好像是脱臼了 在我担心的时候 子龙就咬着牙把手 撑到了地上 猛地往下一压 只听到一声骨骼咔的声响 那错位的骨头才复位了 看到子龙活动了一下 他的肩膀时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这大彪 果然是个硬渣子 我咬了咬牙 见子龙没有大事 这才喊道 子龙 咱们一直没有联手杀过敌 今日咱们就来试试吧 让他们知道 苗王岭的人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我这么说 是要鼓励子龙 子龙恩了一声 说了一声好之后 我们兄弟俩就一起出手了 他负责攻击上盘 我负责攻击下盘 我们的配合天衣无缝 毕竟在一起练了七八年 可该死的是 不管我们使用多大的力道 就是伤不了大彪 他的身体 就好像是金刚罗汉一样 刀枪不入 子龙也在攻击他的脖子 可没有丝毫的作用 也是伤不了他 我负责攻击下盘 甚至出了阴招 攻击他的下体 可还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大彪的伸手不算好 就是仗着他的身体刀枪不入 任凭我们攻击 同时也在找机会攻击我们 出脚 就在这时 赵子龙忽然退了出去 朝我喊了一声后 我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也是往后一番 直接蹲在了地上 把肩膀让了出来 我一蹲下来 赵子龙就冲了过来 直接踩在了我的肩膀上 在他借力往上跳的同时 我也猛地抬了一下肩膀 骤然间 赵子龙就猛地跳了起来 抱喝了一声后 就用手肘重重地 击打在了大彪的脑袋上 那一声筐的响动 听得我心惊肉跳 这样的攻击 一般人肯定会被打死的 可大彪也只是 后退了好几步而已 但这次却是甩了甩脑袋 好像有些昏沉 我看到机会来了 立马握着震魂尺冲了上去 等他还没站稳 张魂尘就猛地 打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我攻击的时候 我丹田处 那像小鱼苗一样的真气 瞬间窜到了我的手上 我不知道 我此时的力气有多大 打在大彪的脖子上 我就感觉整条手臂 都震得发麻了 大彪身形 再次后退了好几步 脖子的地方 被我打出了一条尺子印 但 还是没有伤到他 啊 反倒是他抱喝了一声 身体猛地一震 那衣服的扭扣 直接被震开了 胸膛上更是露出了一块 块无比结实的腹肌 随着他胸膛一挺 那腹部上的肌肉 也跟着抖动了起来 朝我们怒吼道 结束了 去死吧 大彪一说完 气一沉 就疯狂地冲了上来 在他跑过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连地面 都开始晃动了起来 我和子龙彼此看了一眼 都是凝重地皱着眉头 心里也达成了共识 只能避开不能应接 但也怕他会缠住 我们其中一人 赵子龙似乎也意识到了 就主动往前站了两步 想要帮我挡下来 就在我要去拉子龙的时候 王磊突然出现在了我们背后 笑嘻嘻地说道 两位爷 省点力气吧 还没找到棺材军呢 不然 你们这一趟就白来了 他硬随他硬 自有他软的地方 磊爷我今日就教你们 破了他的金钟罩 王磊一开口 大彪的攻击 而王磊就在边上 好像看热闹一样 背着双手 闲听信步地说 金钟罩铁不删 乃是少林神功之一 凭着体内一口气 气灌全身 身体便会刀枪不入 但你这假和尚 既然是师承少林 却不做好事 帮着坏人做坏事 要是你们老方丈知道了 肯定会气得从坟里跳出来的 哎 王磊说着说着 竟然感慨了起来 我和子龙还在躲他的攻击 听到他这番感慨 气得快哭了 道 磊爷 你他娘的正经点啊 都快出人命了 你这心还这么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磊爷我有感发 这次动真格的了 王磊嘻嘻一笑 跟着才严肃了起来 说 金钟罩铁不删 乃是硬功夫 但只要破了他的气门 体内的气一散 他就是废人一个 磊爷我刚才一直在观察 龙哥供他上盘没用 九哥来应的也没有用 那很显然 他的气门不在身上 在脚底板 王磊这么一说 我就看到大镖的攻击 变得凶猛了不少 好像想要快点解决了我们 但他越是这样 我们心里就越高兴 这就说明了 他的气门在脚底板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和子龙也不再躲避了 直接近身缠住了他 同时踩住了他的脚 这大镖还在往前冲 脚下被我们一踩 当即往前栽了下去 大镖的身体很笨重 往前一栽 我和子龙同时勾了一下 他的脚踝 这大镖的身体 就重重地栽倒在了地上 还没等他翻身 我们俩就坐在了他的小腿上 掰着他的脚 脱掉了他的鞋子 猛地用大拇指 一顶他的脚板心 他体内的气息 立马就开始乱窜了起来 随即就听到大镖 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他的气门被我们破了 现在就只是一个废人了 我一起来 赵子龙就抓着他的衣领 把他提了起来 重重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怒道 这一拳 是我帮我自己打的 那些年 你让我做的坏事 今日一笔勾销 这一拳的力道太大了 打得大镖的脑袋 往后仰了一下 一嘴的鲜血 好像牙齿都打落了两半 这一拳 是帮他被我取了石油的女鬼 还有那胎死腹中的死鹰的 赵子龙话音一落 再次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此时的大镖 脸上嘴巴上全是鲜血 像条死狗一样 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一拳 是帮我师父打的 害死我师父的人 你也算一个 尝命吧 赵子龙一开口 我就看到他动了杀意 那种谁也阻止不了的凶狠杀气 只听见轰的一声沉闷巨响 这大镖口里就喷出了一股鲜血 赵子龙手一松 大镖的身体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倒下去的时候 瞳孔就开始涣散了 眼睛大大的睁着 身体猛地抽出了几下 彻底地死了过去 连死的时候 眼睛都没有闭上 死不瞑目 我让你连鬼都做不成 赵子龙完全怒了 只看到他咬破了食指 想要用符咒打散大镖的魂魄 我见状立马拉住了他 哦 子龙 他已经死了 魂魄不归我们管 他做了这么多坏事 我们是修道之人 千万不能这么做 啊 赵子龙怒吼了一声 还是放手了 想跑 给我留下来 而几乎是同时 在我们解决了大镖的时候 叶博也震退了算命老头 看到叶博追他 我和子龙也追了上去 可刚追了两步 王伟就拦住了我们 道 别追了 你想找到周八字报仇 就不能杀他 留着他的狗命 回去通风报信 这样才可以把周八字引出来 王伟这么一说 我就停了下来 他说的没错 想要把周八字给引出来 就必须让这算命老头 回去通风报信 现在 我看看 谁还可以阻止我 我是神 我要你们给神陪葬 而就在这时 那原本昏迷的叶唐 突然睁开了眼睛 无比怨恨地说道 谁也没有想到 叶唐会在这个时候再次醒来 而且还是被先灵婆 给控制了身体 所有人都再次看向了 盘西坐在地上的叶唐 他面前的隐魂箱 已经烧完了 但两只手 还是被红绳绑着 另一头用桃木钉 打在了地上 打得很深 不容易挣脱 我看向他的时候 他那双无比优怨的眼睛 就看向了我们 脸上更是冰冷的沙意 好像一个 让人恐惧的邪神一样 这玩意儿 不好对付了 王伟看到这一幕 也是皱起了眉头 说 还没有想到 真的有阴谷 王伟说话的时候 叶唐就开始在挣扎了 想要挣脱那束缚 他的桃木钉 我一看到叶唐这样 心里就无比地难受 可我真的经历了 也实在是想不出 其他的办法了 就在众人为难之时 王伟忽然看向了我 笑嘻嘻地说道 九哥 要是有办法让他清醒过来 你会做吗 嗯 我会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点头道 好 爽快 王伟哈哈一笑 说 那你就听我的 先走到叶唐面前 我叫你干啥 你就干啥 嗯 我不是害怕 我是看到王伟的表情 心里有些发虚 不知道这小子 又想要干啥 去吧 没事 脸爷我不会害你的 王伟神秘嘻嘻地笑着 还冲我眨了眨眼 我浑身一哆嗦 还是走到了叶唐的面前 我一走到他面前 他就愤怒地瞪着我 冷冷地说道 你最好放我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说实话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整天把自己当成神 很欠打 其实就是一个鹰雾而已 我看着他 闭了闭眼睛 也没有把他当成夜唐了 而是把他当成了仙灵婆 重重地呵斥道 仙灵婆 你说你是神 可你却爱上了周八字 神能爱上凡人吗 我告诉你 你不是神 你就是因古附身的阴魂而已 周八字也不爱你 只是利用你而已 你早就是该死之人 为了等他 害死了你们寨子的无辜女孩 你就不觉得惭愧吗 啊 我这么一说 立马就把他给激怒了 只见他猛地张开了嘴巴 歇斯底里地嘶吼了一声 更是冲着我呲牙咧嘴的凶道 他不会骗我的 也不会利用我的 是你们这群该死的人害了他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我要让你们陪葬 我没想到 仙灵婆会说出这番话 心里有些不可思议 更是有些可怜同情他 但看到夜唐的脸 我就很不下心来 倒是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 不停地挣扎 夜唐那白皙的脸上 更是出现了无数的血纹 我看这情况 也知道情况不对劲了 怕他真的伤害了夜唐的身体 就要回过头去喊王磊 还没回头 王磊就朝我喊了一句 九哥 亲他 呃 啥 我被他的话给愣住了 回过神来才苦着脸问他 磊爷 都啥时候了你 还就别开玩笑了 信磊爷 得用声 王磊不正经地笑道 快亲吧 别得了好处还墨迹 是不是爷妈 是你就亲他 亲他 就可以救他 出救 亲他 我没有想到的是 王磊不正经 连子龙也跟着不正经地起哄了 我扫了他们两人一眼 两人还一副 很懂得朝我点了点头 唉 这两小子 我无奈地笑了笑 还是蹲下去 抱住了夜唐的头 嘴也是 对上了他的嘴唇 瞬间就感受到了一阵凉凉的柔软 而在我吻他的时候 夜唐就瞪大了眼睛 恶狠狠地看着我 要是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恐怕他已经杀死了我好几百次 我是先灵婆 我是神 你敢冒犯我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甚至不知道 他是夜唐还是先灵婆 只能听到夜唐咕噜地说出了这句话 九哥 阴谷乃是阴雾 吸入了谁的体内 谁就会被他控制 但你不同 你体内有真气 可以把他吸收到体内 用真气封住他 那算命老头用隐魂香 已经快让这阴谷出来了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给我吸 你要是下不了口 那磊爷就只好勉为其难地上了 虽然磊爷我 四大皆空 在这极度尴尬的时候 王磊又大声地喊了起来 他这么一喊 我就差点笑了起来 但也不敢大意 赶紧吸了起来 体内用了真气 猛地一吸 我就感觉一道冰冷冷的东西 顺着我的喉咙 就进入了我的身体 身体也是不自觉地哆嗦了起来 太冷了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五脏六腑都给冻住了一样 冷得扎心扎肺 等我再次看向夜唐的时候 他就眼睛一番晕了过去 我赶紧抱住了他 此时的他 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冰冷了 很是柔软 可我的情况却不好受了 这阴谷一被我吸入体内后 就感觉体内完全冻住了 连哈出来的气都是冷气 身体更是冻得打摆子了 只是不一会儿的功夫 连我的身体 也冻得失去意识了 比死还难受 我咬了咬牙 剑指一动 开始催动体内那股真气 那真气一出现后 直接去找阴谷 在我体内转了一圈后 就找到了阴谷 随即真气一卷 就把阴谷包裹了起来 直接沉到了腹部下丹田的位置 用真气把阴谷封在了丹田后 我体内的那种冰冷感才消失了 可以想到 叶唐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 我心里就有些难受 看着在我怀里昏迷的他 那白皙的脸上 写满了憔悴和疲倦 长长的头发也是散了 我剥了剥他额头前柔软的刘海 竟然有一种 想吻他额头的冲动 九哥 开心不 满意不 我还在愣着的时候 王磊就已经凑了过来 打趣地问道 我瞪了他一眼 问道 王磊 现在叶唐没事了吧 嗯 王磊点点头 说 他没事了 只是身体需要休息才能恢复 应该很快就清醒过来了 听到王磊这样说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又问他 那我呢 这阴谷 不可能永远封印在我丹田吧 这个 我一问 王磊 就甘大地笑了笑 说 九哥 名人不说暗话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但你现在肯定不能使用真气了 你一使用真气 先灵婆就会控制你的身体 至于能不能驱散阴谷 我还得回去研究研究 不过 九哥你也别不开心 你想啊 你现在可是雌雄同体 这别人羡慕 都羡慕不来的 你就知足吧 想做女人了 就把先灵婆放出来啊 万一遇到了高手 也可以 把她放出来帮忙 你们现在同位一体 她也不希望你的肉身毁掉的 最起码 滚犊子 王磊的话还没说完 还在幸灾乐祸 我就瞪了她一眼 道 王磊 你看娘的害我 这事算不了 我呸 王磊了一口 不服输的便捷道 裊爷我让你做好事 就大美女 你还不乐意 要是这叶唐醒了一感动 对你以身相许 那你可就赚大发了 捡了便宜还不认人 也行 你要是不愿意 你就把阴谷过记到我身上 醒来我就说是我救的 王磊说完的时候 就对着我张开了嘴巴 要和我嘴对嘴 这小子的脸皮 真不是一般的厚啊 我正要吼他 我怀里的叶唐就动了一下 我赶紧扶住了他的肩膀 轻轻摇晃了一下 叶唐那长长的睫毛就动了动 跟着睁开了眼睛 在看到我之后 就温柔地笑了起来 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初九 看到他恢复了意识 我也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王磊更是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道 终于雨过天晴了 走吧 别担了时间了 你们不是还要去找棺材君吗 叶唐睁开眼 喊的第一个名字 就是李初九 在听到他喊出我的名字时 内心竟然有一丝微微的感动 之后我们把发生的事情 说给了他听后 他才明白了过来 王磊就主动提出去找棺材君了 毕竟我们此番来的目的 是为了找到棺材君 回去救夜堂的父亲 可没有想到 来到这个古苗寨 却是遇到了这么麻烦的事情 但对于我和子龙而言 却是不虚此行 我亲手杀了左樱这个仇人 还知道了周八字的下落 更是见到了我娘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可对于我而言 却是比之前任何一段时光 还有快乐 在我出生之后 我奶奶就把我娘锁了起来 怕她精神不正常会害我 我长到十岁 而就是之前我娘出现的那几分钟 足以弥补我整个缺失的童年和成长 因为我很知足 我们整理好了之后 就准备离开这个寨子了 晒骨场上全是尸体 看的人心里于心不忍 特别是林依依 要离开她居住了十多年的寨子 心中不舍 边走边回头看 我看着忍着没哭的她 就安慰了起来 说 依依 要是你在外面觉得疲倦了 那我便亲自送你回来 我这么一说 林依依才点了点头 嗯了一声 谢谢九哥哥 跟着 林依依就扶着叶唐 我们一行人 就跟着赵子龙走 他知道了棺材军的地方 一直在前面带路 在离开古苗寨的时候 我就问王磊 磊爷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 还会穿着赶世人的衣服 我又不傻 你们没来之前 这老头子 就到处差人打探我的消息 王磊看了叶博一眼 笑道 可磊爷是谁 来去如风 要是轻易被你们找到了 那磊爷 我就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 也是你们命不该死 磊爷我来的时候 也是被困在了外面的十万大山中 正好看到树林里 有人做了记号 就一路追了进来 这衣服嘛 是我偷的 磊又何等人物 必须牛逼轰轰的入场啊 就耽搁了几分钟 在河边洗了个澡打扮了一番 正好看到有赶世人在洗澡 就把他衣服给偷了 王磊这一说 我们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是我在树上留下的那些标记 救了我自己 在我和叶绍青进来的时候 我就沿途做了记号 当时想着 为出去做准备 但是很好笑 有时也是无巧不成书 子龙 你能确定棺材军的地方吗 在我们走出寨子后 叶博还是担心地问了起来 嗯 赵子龙点点头 肯定地说 我当时想着 先找到棺材军的地方 再来找你们的 也是机缘巧合 如果不是祖师爷保佑 我恐怕也找不到 这棺材军的地方 嗯 我听到这儿的时候 冷了一下 问他 子龙 你当时离开古苗寨 到底遇到了啥 我当时逃出来后 就一直在找活死人墓 之前叶博说过 才有可能找到几百年的殷尸 可我几乎把寨子周围都翻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一所活死人墓 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草鬼婆 赶着他和苗族勇士的尸体 去了那座山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指向了 我们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山峰 那山峰很是挺拔 像刀削鬼一样 几乎是90度垂直的 无比陡峭和险峻 我们还在看 赵子龙又说了起来 我当时就想 古苗寨的人死后 肯定是要去找下葬的地方 周围的地方 我全都找了 没有活死人墓 唯独那座山峰没有去过 所以才敢确定 那座山就是埋葬苗人的地方 那是我们古苗寨的神山 也是禁殿 而赵子龙话音刚落 林依依就接过了话 说 我们古苗寨的人死后 都要抬到那座山上去 但那座山平日里 只有阿妈还有抬龙架的人可以去 一般人去了 根本无法活着回来 阿妈更是不让寨子的人去 一直以来 这神山都是我们古苗寨的禁地 除了他们 没有人敢去 按照依依姑娘说的 那这神山 极有可能就是埋葬活死人墓的地方 叶伯的眼睛也有了希望 说 古苗寨的人体内都有古 死了之后 尸体不服 会保持殷尸的状态 只有成了气候的殷尸 才会滋生出棺材菌来 看来 我们找对了 家主有救了 听到说家主有救了 叶堂也是激动了起来 眼神正正地看着远处的神山 激动地泥喃道 我父亲终于有救了 谢谢你们 不用感谢我 我其实是帮九哥而已 但也是在帮你 嘿嘿 王磊嘿嘿一乐 我瞪了他一眼 他就装作没看我 等我看向夜堂的时候 他竟然有些微微脸红了 我也能感受到 我自己的心跳加快了 不过 九哥哥 晚上你们不要上神山 这时 林一一忽然提醒道 我曾听寨子里的人说过 我们古苗寨周围三里地 都没有古物和毒虫以兽 不是我们这寨子没有 而是那些毒物 全都跑到了神山 他们是神灵派来 守护神山的 林一一说出来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我们进入古苗寨的时候 愣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只古虫 除了那青竹蛇之外 但现在林一一说 那些毒虫以兽 全都跑到了神山 那情况就不妙了 古苗寨的人死了之后 都会埋在这个地方 这么多死人 我不光担心有毒虫以兽 也更担心有难缠的厉鬼 我看天色快要亮了 所有人都很疲惫 特别是夜堂 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就提到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停下来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古苗寨 寨子里的人应该不会追来的 我们先休息几个小时 中午才上去找活死人墓 听了我的意见 他们也都赞同 我们就决定 先坐下来休整一番 大家又都很饿 我们带来的东西 全都落在了草鬼婆的吊脚楼里 子龙让我们休息 他去抓点野味来吃 王磊没和我们一起 而是在打量这个地方的风水 一会儿这看看 那儿看看的 很是认真 我看他很认真 也没有打断他 就问林一一 一一 你们平时是怎样避开这些毒虫以兽的 林一一冷了一下 一边生火一边说 九哥哥 我们古苗寨的人 是不怕毒虫以兽的 因为我们身上有蛊 毒物是忌惮我们的 会远远地躲着我们的 所以 一会儿上了神山之后 我在前面给你们开路 也好 辛苦你了 一一 我笑着说了一句 林一一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他娘的不对劲啊 奇了怪了 难道雷又平时磕睡打多了 把风水树给睡丢了 而就在这时 王磊突然自言自语地走了过来 我听到他的话 连忙问他咋了 王磊摇了摇头 说 我刚才看了这座山的风水 这地方的风水有问题 这神山孤零零而立 周围没有水 也没有山脉走向 显得很萧条 根本不是埋人的地方 你看周围的两个山间 对准了神山 就好像两把锋利的刀 对准神山 这是杀局 如果把死人埋在这个地方 死后不管变成阴魂还是阴尸 都会是穷凶极恶的 痴探娘的 到底咋回事 王磊说到这儿的时候 又看向了林一一 问道 一一 你确定你们寨子的人死了 都会抬到这神山 嗯 林一一肯定地点点头 王磊就皱起了眉头 伸了一个懒腰 看着神山喃喃自语道 磊也我生平见识了 无数的风水局 倒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风水局 埋死人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是狐狸他不骚 我倒是要去瞧瞧 这神山到底有多神 胆敢逆天心埋死人 王磊的风水术 还有他背后的神秘 自然是不用怀疑的 之前我还觉得 这小子只会风水术 可现在一看 好像并不是 我想的那样 好像从始至终 我就没有看透过他 更是对他完全不了解 迷一般的人物 听到他说 这神山的风水有问题 叶博也是来了兴致 问道 王磊小兄弟 你说这神山的风水不对劲 不适合埋葬死人 这是怎么个说法 王磊没有立即回答叶博 又盯着那孤零零的 神山看了一会儿后 这才围着我们坐了下来 双脚交叉 嘴里叼着一个狗尾巴草 解释了起来 风水给你们解释太多 你们也不懂 我就说点实际的 你们再看看这神山 完全是坐落在 这十万大山群中的 但又是独立而出的 周围的气息被挡住了 这地方要是埋得死人多了 阴气不散 聚集起来 不闹鬼也会诈尸 不过 既然提到了这一点 我倒是想问问你这老头 王磊说到这儿的时候 目光就看向了叶博 一脸深意地 看着叶博笑了笑 叶博被他看得正了一下 好像显得有些不自然 问 王磊小兄弟 你要问我这老骨头干啥 王磊嘿嘿一笑 说 老头 你可见过狮王或者鬼王 他这么一问 叶博才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片刻后 才摇摇头 说 我之前在玄珍一门修炼 后来入了叶家 坦白说 没有见过鬼王或者狮王 毕竟 鬼魂不是随意都能见着的 更别说鬼王和狮王了 你说的也是道理 王磊赞同地点头到 都市的大环境里 因为人口多 活人的阳气聚集 人死后 一般成不了阴魂 更别说出现鬼王这样的厉鬼了 但你想想看 这古苗寨流传了这么多代 这神山肯定埋着了不少人 加上这里的风水煞局 肯定是有鬼的 不管是鬼还是人 只要扎堆了 就会有老大诞生 我最担心的 是趴进了这神山 会遇到鬼王 除此之外 你们想要找到棺材君 也会遇到恐怖的阴尸 没有几百年道行的阴尸 绝对长不出棺材君来 我话里的意思 你们能懂吧 说实话 我是难得看到这 王磊正经认真一回 之前在草鬼婆的吊脚楼时 我就遇到过活死人墓里出来的阴尸 虽然还没有成气候 但他们身上那种剧毒 我现在想想 都会觉得厚吧 王磊如今又说了 这里的风水格局不好 容易出现鬼王 他这话里的意思 是想劝我们 不去神山找棺材君 叶博是个老江湖 怎么会听不出 王磊话里的意思 挣了一会儿后 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笑道 王磊小兄弟 以你的聪慧 肯定知道叶家现在的情况 叶家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盗门 好多小盗门家族 我担心的是灵族 灵族当年和龙虎宗大战后 彼此隐匿了起来 现在的灵族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们可是一直想推翻正统盗门 而叶家也算是一股强大的盗门正统力量 只有这棺材君才可以救家主 家主在 叶家就不会散 叶博也没有瞒着 直接把他心里的担心给说了出来 而在他提到灵族和龙虎宗的时候 我就故意再看王磊 想看看他的变化 可我没想到的是 这小子好像知道我在观察他 反过来笑嘻嘻地看着我 道 九哥 有些事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不管是龙虎宗还是灵族 甚至是盗门家族 你只管记住一句话 有时候 邪不一定是邪 但正一定会有邪 你小心点 蕾爷我不可能随时随地保护你 修道之恩 不光要和鬼斗 更要学会和人斗 和人心斗 王磊这番话一出口 我心里就骇然不已 感觉他好像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但我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 这种感觉 往往是最难受的 可王磊聪明 我没办法从他嘴里 套出任何一点线索来 但我知道 他是好心提醒我 更感觉他话里有话 虽然没有明说出来 好像是在暗指啥 我和子龙从小在苗王林长大 环境干净 不怕鬼魂和邪物 但却是害怕人和人心 这远远比恶鬼还要可怕 这也是我们下山后 理解的第一件事 我笑了笑 点头感激道 谢谢蕾爷的提醒 咱哥俩客气啥 有机会一起喝酒泡妞 王磊又开始不正经了 他知道劝了没用 也不再提深山的危险了 不一会儿 赵子龙就抓了两只 又肥又大的野兔子回来 简单地处理了一番后 零一一就开始烤了起来 配上野生的佐料 野兔子烤了一会儿 就开始流油了 颜色惊慌 香味更是扑鼻而来 馋得所有人直咽唾沫 野兔子烤好之后 就开始吃了起来 每个人都吃得不亦乐乎 特别是王磊 好像是好久没吃肉了一样 吃得倍儿香 一顿狼吞虎咽后 所有人都吃饱了 王磊打了一个宝格 道 走吧 现在天已经亮了 我们最好白天进山 晚上进山太危险 我看野兔还有些虚弱 身体没有恢复过来 就问 野兔 你要是不行的话 我就让叶伯留下来照顾你 你们就在这儿等我们 我和子龙答应过 要帮你们找到棺材军 就一定不会失言 初九 我没事的 野兔笑着摇了摇头 说 我能行的 你们帮了我这么多 我在心里已经感激不尽了 这是救我父亲 不管怎样我都要和你们一起 我看到野兔坚持 也没有劝他 就点了点头后 大家就开始趴神山了 此时天刚亮 我们一进入神山的地界 太阳就出来了 只是我们在大山里穿梭 太阳根本照不进来 只是偶尔有几个空隙的地方 能够看到太阳光 从缝隙里照射到了地上 一进入神山后 零一一就在前面带路了 他身上有股 毒虫蚁兽不敢靠近他 我们就跟在他的身后 倒也是避免了 被毒虫蚁兽的侵害 这山路很难走 地势陡峭险要 我们的速度也很慢 我们两人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 想要找到一所活死人墓 可邪门的是 我们一直走到了中午 应该快要到半山腰了 还是没有看到 周围有任何一所活死人墓 倒是看到了不少的毒虫蚁兽 随处可见 要不是有零一一带路 我们恐怕还没有到山顶 就被这些毒物给咬死了 叶唐大小见 还能坚持得住 这时 王磊突然问了一句 叶唐嗚了一声 说没事 王磊才又说 那我们就不能耽搁 必须要在天黑之前 找到古苗寨的活死人墓 不然的话 会很危险 王磊的担心 也是我们的担心 都不敢大意 只得继续往山顶上爬 速度也是慢慢加快了 越到神山的顶端路 就越来越难走 速度再次慢了下来 整整一天 我们就只休息了 一个小时的样子 还没有爬到山顶 我们在树林里 就最先感受到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就好像是黑暗笼罩下来了一样 我们在林子里往上爬 都快已经看不清楚路了 一阵阵夜风 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吹过来 更是感受到了 阴冷潮湿的气息 大家小心点 别跟丢了 这山里有阴气 在感受到这阴气的时候 我就连忙提醒了一句 林一一走在前面 有些害怕了 王磊就把手电筒给了他 天越来越黑 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 只得跟着那亮光走 阴气越来越重 我就把八卦罗盘拿了出来 可这八卦罗盘一拿出来 我就发现 这桃木指针 一直转个不停 根本听不下来 好像周围全是阴气 我吻了一下法术 这指针还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失灵了 就在月光从缝隙中照射下来时 子龙忽然拉了我一下 我一看他 他就连忙指了指地上的影子 我心中疑惑了一下 随即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是六个人 可地上竟然出现了七道影子 我不是大义之人 也担心自己数错了 又再次数了一遍 果然地上是七道影子 可我 子龙 王磊 叶唐 叶博 还有林一一 我们只有六个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队伍里 多了一个人的影子 一看到这多出来的影子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我们被鬼缠上了 想到这一点 我就下意识地 把八卦罗盘再次拿了出来 然而 这八卦罗盘的指针 还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居然失灵了 我赶紧往前走了一步 想要看看这多出来的影子在哪 可我还没走上去 我们的队伍就进入茂密的树林里 月光再次被树林给挡住了 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消失了 我怕这鬼魂害人 就让子龙注意后面 自己窜了上去 想要借林一一手中的手电筒 来把影子找出来 一一 把你手电筒借给我用一下 我一窜到林一一的背后 就小声地喊她 九哥哥 这前面好像就是活死人墓 林一一看着前方说了一句 我听到了这句话 也是赶紧往前迈了一步 可就在我迈部跨出去的时候 林一一的手电筒突然关了 前方骤然一片黑暗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一只脚好像踩空了 跟着 就是身体重心一失 完全来不及撤回脚 身体就猛地栽了下去 该死 下面是悬崖 大家小心 在我掉下去的同时 慌乱地想要抓到啥东西 一边朝他们提醒道 好在王雷眼急手快 在我手里 抓空要坠下去的时候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猛地把我给拉了回来 我一被拉回来 心里就长长地松了口气 好险 差点就掉下去了 对了 一一 随后反应过来的我就喊了一声一一 几乎是同时 在我喊林一一的时候 一一手中的手电光突然照亮了 但不是照向了我们 而是双手握着手电筒 放在了胸口的位置 直直地照着她的脸 手电一开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林一一的脸 那白皙的脸上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血纹 五官更是扭曲了 呲牙咧嘴地瞪着我们 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嘴里更是冲我们鬼笑道 苗人神山 来者皆死 哼 这声音太过阴森了 听得人头皮直发马 不好 一一被鬼上身了 感受到林一一的变化 我当即大叫了一声 可我刚喊出口 林一一就往前跨了一步 身体猛地坠入了悬崖 我完全来不及考虑 只是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直接扑了过去 一把抓住了她的脚踝 林一一不胖 很瘦 但被鬼上身了之后 就比平时重了不少 我这么一抓住她的脚踝 我整个人 也是被她的重量 带着往下坠 我的半个身体已经悬空了 腰腹的力量不够 只得顺着她倒栽着坠落下去 眼瞅着 我就要和她一起掉下悬崖了 顿时就听到王磊骂了一声 她娘的 你能不能不要搞事吓人啊 在王磊骂脸的同时 她就和赵子龙同时扑了上来 分别抱住了我的脚踝 猛地往后转 林一一的身体 都倒栽在悬崖边上 我死死地抓着她 她的身体完全是不配合 拼命地荡来荡去 重力瞬间增加了不少 我的手都快抓不住她的脚了 而她手中的手电筒还没有丢 就这么直立立地罩了下去 我一看下去 也是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要是摔下去 必死无疑 她挣扎得越来越剧烈 好像要把我们一起 带下去摔死 我能感受到 我的身体慢慢滑落了下去 拽着我脚的王磊 更是吃力地骂了起来 我的九哥哥爷 一一被鬼魂附身了 你拉不起来他的 先把鬼解决了再说啊 不然 我可要松手了 磊爷 不开玩笑 你要是敢松手 我就把你给扔下去 给我使劲啊 赵子龙吼了他一声 暴力分子 以后 老子起码搁你一米远 王磊也不服输地回击倒 听到他们半嘴 我气得快哭出来了 但我的手不敢松 一松的话 他肯定会掉下去的 王磊说得没错 想要把他拉起来 就得先对付上他身的鬼 意识到这一点 我赶紧咬破了舌尖 舌尖血扬气很重 猛地吐在了零一一的身上 舌尖血一粘在零一一的身体上 他就开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随即就开始大声地哭喊了起来 九哥哥 救命啊 听到他求救 我就知道他清醒过来了 只要是他的身体不挣扎 那就可以轻松地把他拉起来 没有了那股剧烈摇晃的重力 我就喊了一声拉 王磊和赵子龙同时发力 直接把我们给拖了起来 一拉起来 我就赶紧把零一一给扶了起来 问他 一一 你怎么样了 零一一摇了摇头 吓得小脸都白了 不解的问我 九哥哥 我刚才干什么了 没事 我看到那鬼魂离开了他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笑着安慰他 一一 刚才你不小心走到了悬崖边上 差点失足掉了下去 这样啊 零一一眉头挑了挑 继续抿着嘴唇道 九哥哥 谢谢你 我摇了摇头 坐下来开始休息了 刚才这一出 实在是太危险了 要是我发现得迟一点 零一一和我都死了 雷爷我说了 这神山必定有鬼 这鬼不成气后 一会儿肯定还会遇到 更加厉害的角色 九哥 你和零一一在前面带路 我和龙哥在后面断后 必须尽快找到活死人目 不然就够呛了 王磊打亮了一眼周围道 嗯 我点点头 说 这神山很邪门 连我的八卦罗盘 都失去效果了 没有八卦罗盘 我们就无法找到 阴魂的动向 这里光线不好 很容易被鬼魂偷袭 大家千万小心点 不能出事 马上就到山顶了 山顶相对开阔 可能会找到 活死人目的下落 好 商业好了之后 我这次和零一一 在前面带路了 我拿着手电筒 手里也是握着阵魂齿 重新走回了山路 继续往山顶走 零一一很害怕 一直抓住我的衣角 我笑着安慰了她一句 一一 有我在 不会有事情的 嗯 零一一小鸡啄米地点了点头 声音也很轻 估计还没回过魂来 我没走几步 就会回头看看他们 也会把手电筒 在周围照一照 可都快爬到山顶了 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任何一所活死人目 我看了一眼山顶的位置 地势较为平坦 是一块平地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到了山顶 我们还没有找到 活死人目的话 那我们的情况就糟糕了 我没有把心中的疑虑说出来 怕影响他们的情绪 就只得硬着头皮 继续往前带路 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样子 我们才彻底地爬上了山顶 一爬上山顶 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这山顶是平坦的 海拔也高 站在山顶 更是能够看到周围的十万大山 仿佛尽收眼底 已经没有高大的树木 能够遮挡月光了 那白月光 就这么笼罩在了山顶 而在这山顶正中间的地方 却是出现了一处苗寨 这苗寨没有山脚下的古苗寨大 可能不到一半的面积 但粗略一数 最起码有好几十户吊脚楼 没有任何的光亮 也没有任何活人的气息 就好像这苗寨没有生机一样 我看到这个奇怪的寨子时 心里骤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难道这就是古苗寨真正的活死人墓 在看到这没有任何生机的寨子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久久没有人开口 好像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是真实的 但最惊讶的莫过于011了 恐怕连他也没有想到 他们古苗寨的禁地 居然是一个寨子 怎么会 神山是埋人的地方 怎么会出现寨子 先开口的是011 一脸都不相信 你们说 这寨子 会不会是古苗寨真正的活死人墓 叶博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反应过来后 就正正地问我们 我心中也没有答案 只得分析到 一路上 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所活死人墓 而我们能确定的是 他们古苗寨人死之后 都会葬在这神山 如此说来的话 这寨子 可能就是真正的活死人墓 我这么一分析 叶博就赞同地点点头 据了也我所知道的 活死人墓 不应该是这样修建的 我也不知道 这古苗寨的风俗 但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王磊开口了 说到此处 又看向了011 问 依依 你知道 你们寨子里葬人的墓吗 我不知道 011摇了摇头 认真的说 我们寨子的人不管老小 只要死了 就会用抬龙架抬到神山 但没有几个人进入神山 之前寨子有些顽皮的阿哥 他们就想来这神山看看 可来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更不会有人来找他们 这风俗 倒是有些奇怪了 叶博呢喃了一声 道 血浓于水 只要是自己的儿子丢了 不管多危险 都会来找的 可他们寨子的人 却没有这样做 看样子 这地方不简单啊 说这些干啥 既然来都来了 就去看看吧 才半天 有个屁用啊 王磊潇洒地说了一句 顶多就是个嫌 你们可是正道人士 别怕 王磊倒是很直接 不过他说的也是老实话 如果这寨子 真的是活死人墓 那我们 也得去找殷尸 找棺材去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才说 子龙 我们带头 你们在后面 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算发生了啥事 你们也有逃走的机会 嗯 大家小心便 商业好了之后 我和子龙 就开始朝寨子的方向走了 我们走得很慢 不但要注意这邪门的寨子 更要注意 周边有毒虫一兽 随着我们越来越 靠近这邪门的寨子后 所有人心里 都开始压抑了起来 就感觉这寨子 死气沉沉的 一点洋气和生气都没有 我对这种感觉 特别敏感 当年在麻沟村的时候 我就进了王小龙的老房子 那里面全是我家人的尸体 也是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差不多 很慎重 也很憋屈 但谁也没有开口 只能继续往前走 这寨子外面 也是用竹子保护起来的 和古苗寨 如出一辙的格局 但放眼看进去 里面不黑 月光把寨子照得通亮 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影 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更是扑面而来 我的感觉 就是一刻钟 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那种邪门的感觉 是从心底衍生起来的 让人心里毛毛的 大家都沉默的时候 子龙才看向了我 啊 初九 你在外面 我进去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了 你们再进来 我陪你一起进去吧 有个照应 我要和他一起进去 但子龙拒绝了 说 初九 你刚才也说了 如果发生了啥事 你也好带他们离开 我们不能一起出事 这是你牵夜堂的一条命 也是我们的承诺 我明白赵子龙的意思 一直以来 他都是大师兄的角色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不管我遇到了啥样的危险 他的性格我知道 决定了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他 指的点点头 提醒道 子龙 凡事小心 遇到了啥事情 我会第一时间冲进来 嗯 赵子龙嗡了一声 我就把手电筒递给了他 赵子龙一只手握着金钱剑 一只手拿着手电筒 慢慢地走了进去 我就在寨子门口看着他 随时帮他注意他身后的情况 一旦有啥突发危险 我也好冲进去 我们都在寨子外面 赵子龙很小心谨慎 等他进去后 我们就看到 他朝离他最近的吊脚楼走了进去 他一进去 我的心就开始悬了起来 他眼神没有挪开过 一直在盯着他进去的那所吊脚楼 一时之间 周围变得极度的安静 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在担心着子龙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 我的手心都已经出汗了 周围太近了 静得能够听到 风浮过地面的声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每一分钟对我而言 都犹如折磨一样 赵子龙是我唯一的亲人 他绝对不能出事 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只知道他进去很长的时间了 但一直没有 从那吊脚楼的房子里走出来 我忍不住了 开口道 你们在外面等我 我进去找他 初九 再等等 说不定是赵子龙发现了啥 叶博看到我开口了 立马拉住了我 我摇了摇头 挣脱了他的手 我必须进去 只要看到 他我心里才会踏实 握着正魂齿 我就走了进去 可我刚一走 王磊也跟了上来 道 他娘的 就受不了你们两人这性格 为了彼此连命都不要 磊爷我虽然还没讨媳妇不想死 可也不能看着你们出事 好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 王磊一跟上来了 其他人也跟上来了 我也没有劝他们 心里只担心子龙的安危 摁了一声后 就带头走了进去 一进入寨子 我们就感觉到 情况不对劲了 这寨子里面的温度 比外面低太多了 阴冷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一下子 从夏天 直接进入了寒冬一样 这温差 让所有人都接受不了 好重的阴气 而在感受到这样的阴冷时 我当即就提醒出了口 也是加快了脚步 迅速地朝子龙 进入的吊脚楼跑了进去 可刚一跑到吊脚楼的门口 我立马喊住了他们 道 别进去 这是死人屋 真的是死人屋 房门是扮演着的 关着的一半给死人进的 开着的一半给活人进的 叶博也知道死人屋 在看到这死人屋的时候 也是惊呼了起来 道 可不对劲啊 以子龙的道横 不可能不知道这死人屋 如果是死人屋 他应该不会进去的 可他怎么进去了 你们看其他的吊脚楼 就在我也觉得疑惑的时候 王磊突然指着 其他的吊脚楼 说这些吊脚楼的大门 都是开着的 龙哥一进去之后 另一半就关上了 换句话说 龙哥现在是死人的身份 王磊向来说话 都是直接的人 从不拐弯抹角 他一说出来 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心里立马担心的不行 握着震魂齿就要冲进去 可还没有冲进去 零一一就在我身后 大声地喊道 九哥哥 你快看这儿 听到零一一的喊声 我们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 这一看 才发现 他身后的入口不见了 就是这寨子的入口 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死人屋 鬼村 不对 不是鬼村 是鬼寨 传说中的鬼寨 有进无出 就算是阴兵也走不出来 这里没有鬼王 只有鬼寨 而我还没反应过来 叶博就大声地惊呼了起来 在叶博说话的时候 这邪门的寨子里 就开始出现了一团团的红光 这红光 不是篝火燃烧发出来的光亮 而是每一户吊脚楼的门口 都亮起了一对红灯笼 这红灯笼就挂在屋檐下正门上 起初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 直到现在红灯笼亮起来了 我们才注意到了这对红灯笼 这一对对的红灯笼 更是把这个寨子 衬托得无比邪门 而我一直在看我们进来的路 那入口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那种消尖的男主 拔地而起 虽然很高 但应该可以翻出去 只是很危险 看来还真是鬼村 鬼点红灯笼 正是鬼村的征兆啊 我们进来了 恐怕就不好出去了 叶博看到这红灯笼亮起来了 一脸凝重地说道 之前我也听说过鬼村 并不是鬼魂居住的村子 也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是鬼魂的怨气凝聚而成的 当年甘肃某个地方 也出现了鬼村 人进去之后 鬼村就消失了 等找到那些人的时候 鬼村已经移动到了另一个地方 只剩下一堆白骨 王磊似乎也了解着鬼村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嬉皮笑脸的他 脸上出现了恐惧 我对鬼村了解得少 又问了叶博 到底是咋回事 叶博恩了一声 继续给我解释说 据道门的历史记载 鬼村的形成 的确是因为鬼魂的怨气 或者执念 是那些死在荒郊野外的人 他们死后想回家 但又找不到家的路 他们的执念 就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他们生前 所居住的村子和寨子 这红灯笼 就是给那些找不到的鬼魂引路的 活人进去后 就会永远困在鬼村里 鬼村会移动 但这里的鬼村没移动 应该是这些阴魂的执念太强 把这鬼村 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 听叶博这么一解释 我心里才对鬼村有了定义 简单地说 这鬼村是不存在的 并不是实体的村寨 只是阴魂的执念 形成的家而已 只是幻境 可这幻境对活人却是真实的 要是走不出去 我们全都会困死在这里面 成为鬼村的一员 雷野我之前就觉得 这地方的风水 不适合埋人 死人下葬必反魂 尸体不服 必成阴尸 没想到 这煞局不但形成了鬼村 反倒是把这鬼寨 定在了这山顶上 王磊也是感慨了几句 虽然他知道的多 但恐怕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鬼村 毕竟大千世界 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 只是一部分灵异现象而已 像这样神秘灵异的存在 我相信 还会有更多的存在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而一想到子龙 进入了眼前的这死人屋 我心里就担心得不行 连忙问 叶博 这鬼村危险吗 叶博善善地笑了笑 说 初九 鬼村虽然神秘邪门 可却是没有危险 也不能这样说 该怎么说呢 就是这鬼村 不会有鬼魂或者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能够把活人困在里面 这就是鬼村最恐怖的地方 听到叶博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松了口气 他是个老江湖 自然知道关于鬼村的记载 听到他说没有危险 我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直接冲进了眼前的房子里 我一进入这屋子 顿时就感觉好像 进入了冰窟一样 实在是太冷了 这房屋也不是真实的 而是由阴魂的怨气凝聚而成的 自然会冷 我进来之后 里面黑漆漆的 啥也看不清楚 只有那门梁上的红灯笼 从我背后红悠悠地照了进来 我很小心 拿着镇魂齿就开喊 子龙 你在哪 初九 我在这儿 我一喊 赵子龙的声音 就从二楼传了下来 还没看到他的人 就听到了一阵 喷喷的下楼梯声音 跟着就是手电筒的光照了下来 赵子龙一跳下来 我就看到了他 看他的神色都很正常 那就说明 他闯了这死人屋 没有出事 子龙看到 我们都进来了 就问 你们在外面等我呀 进来干什么 我苦笑了一下 说 我看你进来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出来 就担心 你出事了 你在楼上干啥 我在找活死人墓 可奇怪的是 我搜索了整个吊脚楼 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赵子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 这寨子 感觉就是空的 又不像是活人住的 好像有些像是鬼村 赵子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叶博就直接给了他答案 子龙 这就是鬼村 不会有鬼 也不会有东西 都是不存在的 就好像进入了幻境一样 该死 听到叶博的答案 那你们不应该进来的 这鬼村有进无出 现在都进来了 已经出不去了 王伟这时 反倒是显得轻松了起来 笑道 我们现在不要想其他的了 目前就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是看看 能不能在这鬼寨里 找到活死人墓 找到了活死人墓 就肯定有几百年以上的殷尸 也有可能找到棺材君 第二件事情 我们就是必须赶在 红灯笼熄灭之前出去 否则的话 大家就只能在这鬼寨里 数星星数到死了 王伟的目的很明确 他一说出来后 大家都同意他的做法 跟着 我才看向他们 既然我们是来找 活死人墓里的棺材君 现在反正也出不去 我们就先去找找看 我们分开行动 到时候 在我们进来的地方会合 这鬼村没有实际的危险 我也不担心他们 为了节约时间 只得让大家分开去找了 好 那现在就动手 不能耽搁了 好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分成了三队人马 我和零一 叶博和叶唐 子龙和王磊 散开之后 就迅速地在这鬼寨里 翻找了起来 我们找的速度很快 我和零一 负责搜索右边的 每一户吊脚楼 都搜得干干净净的 可都是同样的结果 啥东西也没有找到 更是连一张桌子板凳 都没有找到 我把我右面的搜索完了后 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就先回到了 进来的地方等他们 等了不一会儿 我就看到子龙和王磊回来了 这地方没有活死人墓 就是一个空的鬼寨 可他娘的邪门了 这古苗寨的人死后 都抬到了这神山 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活死人墓 这山顶也是没有 奇了怪了 这些苗人埋哪儿去了 王磊一边嘀咕 一边走了过来 看到我摇了摇头后 王磊就叹息了一声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是狐狸他不骚 这地方没有活死人墓 可能也是古苗寨的人 为了保护他们 真正的活死人墓 会不会 这活死人墓 埋在这地底下 初九 子龙 你们快过来看看 这里有出口 而就在王磊疑惑的时候 叶博突然在寨子后面 大喊了起来 有出口 我们快过去看看 听到有出口 我连忙喊了一声 带头就朝叶博他们走了过去 叶博他们 正站在寨子出口的地方 他们的眼前 还真有一个出口 我看到这出口 心里也是激动了起来 说 这寨子里 没有活死人墓 肯定就在这附近 我们先出去再说 留在这里面 我心里渗得慌 好 那我们快出去吧 我N了一声 点点头 就带头朝出口的方向 走了出去 我的双脚跨出去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 但心里却是有些 不相信的疑惑了起来 这传说中的鬼村 看来也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 有进无出啊 就这么轻松地走了出来 就在我心里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的身体 就已经完全跨出了鬼寨的出口 可还没来得及激动 下一秒 我就再次走进了寨子的入口 重新进入了这鬼寨里 再从这鬼寨的出口走出去时 我以为会顺理成章地离开这个鬼寨 可邪门的是 我下一秒就再次从入口 重新走进了寨子里 出口是在寨子尾 而入口在寨子口 可我这一脚 完全是从寨子尾 进入了寨子口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出口和入口 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眼前这最近的吊脚楼 还有被子龙推门进去形成的死人屋 正是我们最开始进来的地方 九哥 你挡啥道 糊涂了呀 就在我完全正住的时候 王磊也是跟着走了进来 没想到我愣在了原地 直接撞在了我身上 我看他还要骂脸 就指了指眼前的一幕 王磊定睛一看 瞬间就看到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脸凝重地道 他娘的 邪了门了 子龙他们也全部进来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个个都脸色都不好 完全是蒙圈的状态 叶伯眯着眼睛 道 我们又走回鬼寨了 这鬼寨看来是真的走不出去啊 就算盗门的高手无意闯进来了 也没有办法走出去 哎 这古苗寨的活死人墓 还真邪门 道也印证了那句话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 我呸 听到这句话 王磊第一个就不乐意了 道 老头 你别胡说八道 也别气馁 我知道盗门的记载中 没有人能够 活着走出鬼村鬼寨 但磊也我偏不信这个闲 非得走出去给他们瞧瞧 龙哥 你伸手好 看看能不能翻出去 王磊一说完 就朝那边上的围墙走了过去 直接蹲在了围墙边上 子龙点了点头 就借力迅速地冲了过去 猛地踩在了王磊的肩膀上 同时爆喝了一声 蹭蹭地几下 就顺着男竹围墙蹬了上去 子龙的伸手自然不用说的 这男竹围墙也不高 只是上面的顶端 全是削尖的 子龙蹬上去后 就双手抓住了肖尖的竹尖 灵活地一个空翻就翻了过去 他一翻出这男竹围墙 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声音了 而我则是看向了鬼斋入口的地方 担心他又会从入口的地方走进来 可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看到他从入口走进来 也没有听到他在外面喊我们的声音 难道子龙翻出去了 夜堂疑惑地说了一句 可还没接上话 子龙的声音就从我们背后传了过来 还是不行 我又翻回来了 听到他的声音 我们所有人就同时转过了身 这一转身就看到子龙从对面的围墙翻了进来 又失败了 这鬼斋难道真的走不出去 他娘的老子就不信邪了 文哥 你走出口 我走入口 看看咱们能不能遇上 王伟的心思很细腻 他提出来的这个主意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既然出口和入口是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他们再次走回寨子的话 肯定会相遇的 两人说好之后就点了点头 同时往两头跑 他们一跑 我们就开始注意两边的情况 等了差不多几分钟的样子 我就看到他们从两边的地方冲了进来 王伟的脸色很不好 问子龙 龙哥 我刚才眼神不好 估计没看着你 你不会告诉我 你也没有看到我吧 赵子龙点了点头 道 我是从入口出去的 跟着就是从出口进来了 可这个期间 我们没有相遇 也就是说 这两个地方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而是鬼债的邪性 这鬼债 难道真的要把我们活生生的困死在里面 两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聚在了一起 得想办法走出去 不然的话 等红灯笼一面 我们就真的走不出去了 所有人都在苦思明想想对策 没有人开口说话 连续尝试了几次 我们还是 无法走出这鬼债 已经放弃了从出入口出去的想法 王伟倒是特别好动 借了赵子龙的武器 想去砍倒那些男竹 可这些男竹砍掉了 马上又会长起来 就好像活在了另一个虚假的世界一样 我从来没有看到 王伟这么着急过 砍不倒男竹 就用火去烧掉角楼 可邪门的是 这吊角楼根本就烧不起来 我看到王伟一个劲的骂脸 实在是没辙了 这才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 朝我们无奈地笑了笑 气馁地说道 几位大爷 兄弟我实在是没辙了 想我伟爷一身风水树 独步天下 要是死在这鬼寨里 日后肯定被他们笑话 伟爷我一世英明 就他娘的毁了 这样一想 我他娘的 做个鬼都不开心啊 这个时候 大家的表情都很凝重 心里更是比上坟还要沉重 王伟这个火宝 倒是让我们放松了不少 我心里很着急 也一直在想办法 想了一会儿 我突然想到了一点 看着叶伯问道 叶伯 你说 鬼寨是阴魂的怨气 和执念形成的 如果我们化解了 阴魂的怨气和执念 这鬼寨 是不是可以散了 嗯 叶伯点点头 道 话是这样说的 也是唯一的办法 道门的记载中 也是有人想用 这样的方法来破解 可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在我们之前 已经有很多高人尝试过了 我听得出来 叶伯有些气馁了 几乎是快放弃了 而王磊则是瞪了他一眼 道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地方是风水煞局形成的 万邪不离风水原理 如果把外面的煞局改变了 可能上百年后 风水煞局彻底失去作用了 我们就能出去了 哈哈 嗯 你们都笑笑啊 磊爷不想看到 你们这么严肃 王磊是想让我们放松 可这个结果眼上 却是没有人能够笑得出来 王磊尬地笑了两下 干脆老老实实地坐下来 不说话了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而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叶唐开口了 哦 听到他开口了 我立马来了兴致 问道 叶唐 你有啥主意 说来听听 嗯 叶唐恩了一声 说 刚才叶伯和王磊说了 这是那些阴魂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才用阴气和执念 凝聚出了这鬼债 如果我们让这些阴魂 能够顺利地回家 是不是就可以 让这鬼债消散了 叶唐一说到这儿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他说的没错 要是我们了却了阴魂的执念 那是不是这鬼债 就可以消散了 和超度恶鬼是 同样的道理 只要了却他们心中的怨气 就可以把鬼魂 送入阴曹地府 叶唐这个办法可行 赵子龙赞同道 但却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怎样 把这些阴魂给找出来 还要带他们走的问题 赵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叶博就眯起了眼睛 道 这些阴魂并没有魂体 全是阴气 我们是找不出来的 除非是地府的阴兵鬼叉 才可以把他们找出来 老头 你这么说不等于白说啊 地府的阴兵鬼叉 只有阴王爷才能吊得动 我们不行 王磊立即否定了 叶博的主意 王磊的话 无疑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他说的没错 我们区区凡人 怎能吊动鬼叉 就在我们快要否定 这个方案的时候 叶唐突然从他身上 拿出了一样东西 问道 不知道这个可以吗 一看到叶唐手上拿着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皆是一惊 跟着就全部激动了起来 就好像快绝望的人 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这种心情 可想而知有多激动 有了他手上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调动阴兵鬼叉了 叶唐手上拿着的 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降水村老之书 调动阴兵的阎王鬼罗 当时在夜郎地宫的时候 我们虽然没有得到藏风珠 可叶唐却是把老之书的 阎王鬼罗收了起来 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会戴在身上 阎王鬼罗 王磊自然认的这玩意儿 看到后也是一脸的震惊 激动地说道 有了这鬼罗 我们就可以让阴兵帮忙了 叶唐小姐 给我吧 嗯 叶唐嗡了一声 就把阎王鬼罗交给了王磊 王磊拿着这阎王鬼罗 直接敲了三下 三下敲了之后 我们前面不远处的地方 就凭空出现了一团黑色的漩涡 那漩涡周围 全是浓郁的黑气 看得人心里很压抑 只是过了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样子 我们就看到那漩涡中 钻出了一队阴兵队伍 这阴兵队伍 正是上次守着降水村出口的阴兵 凶神恶煞了 好像王磊欠他好几百万似的 这是因为 上次在降水村的时候 王磊没有给他们面子 只见到为首的阴兵 冷冷地看了王磊一眼 道 阎王鬼罗只能召唤我们两次 这是第二次 我们可以帮你们做一件事 伤天害理的是不做 害人性命的是不做 为虎作伤的是更不做 你们有什么事情 赶快说出来 帮你们了却心愿后 我们就会收回阎王鬼罗 从此 再无任何瓜葛 要不是 磊爷我有求于你们 就你这口气 老子非得揍你一顿 王磊也不是怕事的人 听到阴兵的口气 也是怒了 鬼爷别生气 叶博擅长打圆场 看到这充满火药味的气氛 立马笑起来解围 各位鬼爷 我们今日请你们出来 的确是想让你们帮帮忙 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被困在了鬼寨里 想请你们帮个忙 要是小人能活着出去 自当报恩 为首的阴兵 还是忌惮王磊的 只是冷哼了一声 就看向了叶博 语气柔和了不守 道 这是超自然的鬼寨 我们地府也没有办法消除 这世上还有好几处鬼寨 我们管不了 但既然 你们敲响了阎王鬼罗 我们就得履行承诺 我们无法消除这鬼寨 但可以帮你们 把这鬼寨的阴魂找出来 不过 这为首的阴兵说到这儿时 语气突然变重了 冷冷地扫了我们眼后 这才到 我们把这些阴魂找出来后 你们得有一个引路人 把他们带出鬼寨 这样我们 才可以把他们带回地府 但我告诉你们 这里的阴魂不少 数量恐怕超出了你们的想象 作为鬼魂的引路人 稍有不慎 就会被阴魂带走 你们想清楚 决定了告诉我 鬼魂引路人 就是要带鬼魂行军的人 活人肯定不行 要用三魂七魄来带路 但人的三魂七魄很脆弱 如果被阴魂发现了 三魂七魄就会被他们带走 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肉身 我刚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赵子龙就站了出来 看着阴兵重重地说道 你们尽管 把阴魂找出来 我来做这个引路人 好 那为首的阴兵点点头 拿出了他手上的拘魂链甩了甩 他身后的阴兵队伍 立马分成了两队 分别朝着村子的两头跑了起来 一边跑一边甩动手中的拘魂链 那拘魂链在空中发出了一阵呜呜的声音 无比刺耳 听得活人心里很是难受 等他们跑完了整个鬼寨 我就看到一道道阴气 从地底里冒了出来 这些阴气钻出来后 就密密麻麻地凝聚在了半空中 犹如一团白色的厚云层一样 不光是人压抑 更是让人感觉浑身发寒 顷刻之间 就感觉整个寨子的温度下降到了零度以下 就是这短短的瞬间 越来越多的阴气聚集了起来 这阴气的浓郁 竟然挡住了月光 阴魂已经找出来了 鬼魂引路人拿着红灯笼 带他们出去 我会在寨子外面等他们 只要他们一出来 我们就可以 把他们全数带入阴槽地府 看到这些阴魂 全部聚集在一起后 那为首的阴兵 就冷冷地开口了 好 我看子龙要动手 立马拦住了他 道 子龙 你一直保护我长大 这次换我来 说完之后 也没有等他开口 看向了王磊 道 磊爷 帮我取两个隐魂灯 好呢 九哥 放心去 就算你的三魂七魄 被带到了阴槽地府 我磊爷也去给你带回来 王磊一边说 一边朝那吊脚楼跑了过去 麻利地取下了一对红灯笼 子龙知道我性格 也没有劝我了 只是提醒我 让我小心点 我恩了一声 就盘膝坐在了地上 双手同时截了一道观音纸 猛地点在了自己两边的太阳穴上 大声念起了出魂咒 血肉精华 天助地魂 三魂七魄 为我灵魂 我以道法 承戒法威 助我出魂 三魂离体 七魄离身 一柱箱之内 护我肉身魂魄 魂魄回归 肉身苏醒 臭 随着我抱喝了一声出后 我的出魂咒 立马起了效果 身体猛地一哆嗦 我的意识瞬间就模糊了 只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好像是羽毛飘向了空中 紧跟着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就站了起来 但自己的身体 却是虚幻的 已经不是实体的了 特别是看到自己坐在地上的肉身 心里就感觉很别扭 仿佛好像看到了 以后自己死亡的样子 九哥 小心点 王磊见我出魂了 就趁机把那对红灯笼 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双手抓着红灯笼 朝他们点了点头 安慰道 我没事的 相信我 守好我肉身 夜堂和灵依很担心我 全都写在了脸上 让我千万要小心 我嗡了一声 就踢着红灯笼 朝那阴气聚集的地方 走了过去 我每跨出一步 都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没有了重量一样 随时都要离得飞起来 我走得很慢 一走到 那聚集的阴气下方 我就站在了最前面的位置 不敢回头看了 我知道鬼魂引路人 也知道有多危险 身体抖了一下 就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魂西归来 魂归何处 我来引路 魂西归家 我这么一吼 我立马就感觉我背后阴风阵阵的 我不敢回头看 生怕他们发现了 我是活人出魂 就只得慢慢往前走 我一往前走 背后的阴风就越来越猛烈了 不停地朝我后背吹来 哪怕我现在是魂魄的状态 心里也感觉不好受 就在我扭头看向子龙他们的时候 我顿时就发现 他们每个人 都是一脸的诧异和害怕 眼神也是盯着我背后的阴气 我不敢回头看 只得低头去看地上的影子 这一看 我的三魂七魄 都差点下散了 只见这地上 全是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影子 数不清楚 我背后到底有多少阴魂 但看那密密麻麻的数量 我身后最起码 有上千只阴魂 一想到我给这上千只阴魂带路 我浑身就直冒冷汗 全身的神经完全绷紧了 每走一步 都如吕薄冰一样 小心谨慎 我憋着一口气 连大气都不敢出 踢着红灯笼 就往鬼斋外面走 他们就在背后 跟着我这个鬼魂引路人走 整整走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样子 我才跨出了鬼斋的出口 一走出鬼斋 我就看到阴魂队伍在前面等着的 一看到他们 我心里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可谁晓得 那为首的阴魂 突然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更是诡异地笑了起来 我心里正看得发毛 就听到他冷冷地抱和了一声 阴魂听令 把所有阴魂 还有鬼魂引路人 全部带入阴曹地府 看到为首阴魂那诡异的笑容 我就知道要出事了 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要把 我也带入阴曹地府 我听到他要带我去阴曹地府的时候 我就慌了 也顾不上后面的阴魂队伍了 当即朝他怒道 你敢算计我 这为首的阴兵冷哼了一声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朋友 不把我们鬼叉放在眼里 我要让他知道 得罪阴兵的下场 不光是他自己 还会连累他身边所有的人 况且 你也是要死之人 就算到了阎王爷面前 我也不怕你搞我的状 带走 这为首的阴兵一说完 就挥了挥手中的居魂链 他这么一挥 那些阴兵立马冲了上来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同时还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漩涡 这黑色的漩涡一出现 我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吸扯力 我本来就是魂魄的状态 身上一点重量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被漩涡吸扯了过去 你这王八蛋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我愤怒地大喊了一声 同时想要回头去求救 可一回头 就看到我身后密密麻麻的阴魂 足足有上千个阴魂 他们全都是古苗寨死的人 没有任何的意识 但在看到阴兵后 就想要开始逃窜了 可惜他们的三魂七魄已经散了 比我的身体还要轻 根本来不及逃窜 直接被那黑色的漩涡吸扯了进去 我的背后完全是乱成了一团 黑压压的一大片 我看不到子龙他们 子龙他们也看不到我 我想要往回跑 但那股吸力太大了 我已经被吸到了漩涡的边缘 连求救的声音都喊不出来 我就被猛地吸入了黑色的漩涡中 我的魂魄一被吸进去后 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空间中 我感受的状态持续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我的眼前才出现了昏黄的光亮 整个世界都是黄昏色的 好像是日落的景象 但周围却是寸草不生 全是黄沙 无比的荒凉 看不到任何的一点生机 而等我站稳后 我就看到我眼前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石门 石门差不多有石杖高 很是雄伟 这巨大的石门上 还吊着两根巨大的铁链子 那石门顶端的正中间 赫然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 鬼门关 而在鬼门关下方 还站着几个守门鬼叉 他们的身边更是牵着地狱看门狗 看来 我现在已经被带到了阴曹地府 在我意识到这点后 那些古苗寨的阴魂 也全数出现在了我身后 整整齐齐地站成了一条长龙 那地狱看门狗 眼睛心红 正冲着我们呲牙咧嘴地狂叫着 很是凶神恶杀 每叫一下 我还有我身后的阴魂 魂体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一下 等古苗寨的阴魂 全部被吸进来后 那阴兵队伍 我眼前出现的 便是一条黄沙弥漫的大道 但不协调的是 大道的两边 却是开满了鲜红侍火的花朵 这些花朵没有叶子 只有根莖 我是修道之人 自然知道这是在哪 正是黄泉路 而边上开着的花朵 也就是那彼岸花 这种花 只开在阴曹地府 我在心里快速地回想着 好像过了黄泉路 就是十殿阎罗了 要是进了十殿阎罗 就别想活着回去了 除非我是孙猴子 否则就算大罗神仙来了 也没辙 一想到这儿 我就不走了 停下来怒道 你身为地府的鬼差 竟然算计我的性命 虽然我的名字 出现在了生死簿上 还有三年不到的寿缘 可我现在还是活人 你还没有资格够我的魂 你因为我朋友不给你面子 便迁怒于我 一会儿我见了阎王爷 就算魂飞魄散 也要讨回一个公道 哼 听到我的话 这为首的阴兵 也是停了下来 冷笑道 没错 就是你朋友得罪了我 得罪了我 也就代表着 得罪了阴曹地府 和我们作对 你们就是找死 你放心 我会亲自去拘他的魂 等他到了阴曹地府 我就让他知道 和我作对的下场 有多凄惨 至于你要去告我的状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不会带你 去见阎王爷 我会把你直接带到 十八层地狱 让你永世不得超胜 逍遥子师父曾告诉我 地府的人员 都是活人变的 他们自然会保持着 人的虚伪 狡诈自尊心 今日 我便是活生生地体会了一次 可我不服 就算死 我也要大闹阴曹地府 让阎王爷来给我平礼 我怒吼了一声 猛地撞开了我身边的鬼叉 直接往鬼门关的方向跑 可我一跑 我就知道上当了 顿时就听到了 那围守的阴兵大喊了一声 道 有阴魂想逃走 阴兵听令 直接让他魂飞魄散 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才反应了过来 刚才他是故意让我跑的 目的就是要让我魂飞魄散 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得拼了命地朝鬼门关跑 还没跑过去 身后的阴兵鬼叉就追了上来 他们手中的居魂链 甩得呜呜直响 听到这追魂一样的声音 我就下意识地往后一看 这一看 就看到他们 已经追到了我的身后 那手中的居魂链 直接朝我扔了过来 刚好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猛地往后一拽 我整个人就向后摔倒在了地上 我还没站起来 我就被他们拉着 拖到了围守阴兵的脚下 这围守的阴兵 一脚踩在了我的胸膛上 用力一压 阴森森地笑道 我此时顾不上其他的了 值得拼命大喊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要是我现在被这孙子 给弄魂飞破散了 那我就真的一点 回魂的机会都没有了 哈哈 我这么一喊 这围守的阴兵 就不屑地大笑了起来 哦 阎王爷在阎罗殿里 你就算喊破了嗓子 阎王爷也不会听到的 只可惜 你没有投胎的机会了 不然的话 我会叫你好好做鬼 做人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拉着手中的 居魂链猛地一扯 原本柔软的居魂链 瞬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长剑 这长剑散发着黑色的气息 在看到这长剑的时候 我的魂体就忍不住 瑟瑟发抖了 好像魂体天生就忌惮这东西 去死吧 这围守的阴兵怒哼了一声 手中的长剑 直接朝我刺了下来 这一刹那 我的脑袋完全空白了 只是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等着魂飞破散的结局 人 注定还是不能和地斗 你要是敢刺下这一剑 我定找到你的坟墓 将你措骨扬灰 行神俱灭 永生不得超生 还有你们这阴曹地府 都给我蕾也听好了 如果你们出手帮忙 今日我便让你们地府的阎罗王一主 我王蕾 说话算话 杀我九个 我便灭 你们所有人 就在我等着魂飞破散之时 王蕾那声音 就犹如天神一样的响彻了起来 那无比威严 强悍的气势 竟然震住了 要让我魂飞破散的阴兵 他握着长剑 离我的胸膛 只有十公分不到的距离 但却是硬生生地停住了 再也没有往下刺半分 而在听到他的声音时 我就浑身热血沸腾 心里出了震撼 更多的是感动 久久不息地深深感动 等我睁开眼 扭头一看的时候 就看到王蕾骑着一只巨大的黑公鸡 手拿震魂齿 威武霸气地从鬼门关外走了进来 王蕾骑的大黑公鸡 并不是真实的公鸡 而是由倒数召唤出来的 或者那些扎纸匠扎出来的 最后是了倒数 但我没有这样的倒横 连师父逍遥子也没有 修道之人都知道 大黑公鸡 能克制鬼门关的地狱看门狗 在道门鼎盛的那几年 也出现过 骑着大黑公鸡 来鬼门关面前抢魂魄的 但那只是在鬼门关面前 还不敢进入黄泉路 我知道的 王蕾绝对是第一个 骑着大黑公鸡 进入黄泉路的人 那大黑公鸡 差不多有一头小牛的体格大 几步就跳了过来 在他刚刚开口的时候 就把那些古苗寨的阴魂 给震跑了 其余的阴兵 也跑去追阴魂了 就剩下这围首的阴兵 还有用居魂链 套住我的两个阴兵 噓 大黑公鸡在我面前 停下来的时候 王蕾还像骑马一样的 拉了一下江绳喊听 看着还在套着我的两个阴兵 冷冷地开口道 不想魂飞魄散 就放了他 王蕾那气势 已经不是平日里 那个嬉皮笑脸的人了 他说话的时候 身上散发出一股 让人无法反抗的威严 这两个围首的阴兵 看了王蕾一眼 身体就哆嗦了一下 手一抽 套着我脖子的居魂链 就回到了他们的手里 跟着 王蕾又看向了 这还踩着我的围首阴兵 只是瞪了一眼 眼中的杀气 瞬间爆发了出来 这围首的阴兵 就好像愣住了 脚慢慢抬了起来 我赶紧从他脚下钻了出来 刚一站起来 还没来记得说感谢 王蕾就笑嘻嘻地问我 九哥 我这样的出场方式帅吧 说话的时候 还冲我眨了眨眼 又变成了之前 那副不正经的样子了 我苦笑了一下 道 蕾爷 谢谢你 你来迟一步 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了 牧师 王蕾淡定地笑了笑 说 我说过的 就算他们 把你的魂魄 带到了阴曹地府 我也会抢回来 这就是你蕾爷 你一般的男子 啊 我忍着没笑出来 也没继续和他扯 就让他快带我走 可王蕾却是笑了笑 道 九哥 别着急 我还没收拾他呢 说完后 就看向了这围首的阴兵 冷笑道 你算计我九哥 无非就是想对付我而已 你想让我知道 得罪你们地府的下场 好 今日我也让你看看 得罪我蕾爷的下场 你敢 看到王蕾手中的阵魂池 举了起来 这围首的阴兵 立马吓得后退了两步 恐吓道 这可是阴曹地府 你要是敢动我 你以为阎王爷会放过你吗 呵呵 你这是威胁我 王蕾呵呵一笑 一脸都不在乎 道 我说过 你要是伤害九哥 别说是你 就算是阎王爷来了 我照样不给面子 王蕾话音一落 手中的阵魂池 猛地朝着围首的阴兵 劈了下去 王蕾要杀阴兵 这可是死罪 要是被阎王爷知道了 别说王蕾 就算是王蕾的家人 也会受到牵连 我不想王蕾为我冒险 正要出口阻止他 可还没开口 一道低沉阴冷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道 兄弟 放他一马 他不懂事 我们地府自会惩罚他的 这话一出口 王蕾手中的阵魂池 就已经到了阴兵脖子的位置 还差几公分 就能让这阴兵魂飞破散了 但在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王蕾还是停了下来 没有下手 挑眼看了过去 就看到黑白无常出现了 可王蕾好像丝毫 没有给黑白无常面子的意思 冷冷地说道 刚才我要是来迟了一步 我九哥就被他给魂飞破散了 现在岂是你一句放了 就能放的 王蕾说到最后的时候 声音突然变冷 眼神还看着黑白无常 手中的阵魂池 就猛地劈向了阴兵的脖子 这阵魂池的法力 本身就强大 现在王蕾出手后 我更是看到 这黑漆漆的阵魂池 好像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叶博说过 当我有能力解开封印的时候 阵魂池就已经不再是阵魂池了 我刚才看到王蕾的这一手 好像真是要解开 阵魂池封印的征兆 而就在我愣住的这几秒钟 我眼前这为首的阴兵 就慢慢地化作了一团黑烟 逐渐消失在了我们的眼前 永远的魂飞魄散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王蕾真的会敢斩杀阴兵 看到这样的结局后 我连忙看向了黑白无常 他们的脸没有任何的表情 正了片刻后 才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在我们地府杀阴兵 未免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吧 我不想再给你们废话 也不想再重复了 你们只管记住一点 我要保的人 没人能杀 我要杀的人 没人能保 告诉阎王老头 阴兵是我打散的 让他来找我 天地阴阳 不是你们阴间独大 还有阳间的正统 王蕾根本不调黑白无常 冷冷地丢下了这番话 而我在听到这番话时 心里完全是惊涛骇浪 除了震撼 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特别是看到黑白无常 那有些忌惮的表情 心里的震惊 更是无以复加 王蕾的倒数修为 到底有多恐怖 九哥 走吧 蕾爷我这次带你骑大黑攻击 下次带你骑大黑马 在我震住的时候 王蕾就把手给伸了出来 嗯 我完全愣住了 回过神来后 第一句话是 蕾爷就这么走了 咋的 九哥 你还想留下来过年不成 王蕾皱着眉头问我 我呜了一声 拉着他的手 他一拉 我就跳上了大黑攻击 骑在大黑攻击上 王蕾就带着我头也不回地 朝鬼门关外面走 我其实心里害怕得不行 生怕一回头 黑白无常就冲上来了 可直到我们走出了鬼门关 还是没有任何人喊我们 我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等王蕾拍了拍 这大黑攻击的翅膀 这大黑攻击 才猛地冲天气 大黑攻击带着我们 穿越了这黑色的漩涡 跟着就出现在了平坦的山顶上 那鬼寨 已经消失了 那成千的阴魂去了地府 这怨气凝聚的鬼寨 也就自然消失了 而我们骑着的大黑攻击 更是化作了一张灵符 还有一根黑攻击的羽毛 我和王蕾一落到地上 王蕾就开始剧烈地抽搐了起来 不停地在地上打滚 好像显得很痛苦 我看他不对劲 连忙把他扶了起来 他的嘴里已经开始吐白沫了 我连忙问他 蕾爷 你咋了 你别吓唬我呀 我这么一喊 王蕾才猛地哆嗦了过来 睁开眼就问我 九哥 我刚才咋的了 我被他一问 反倒是震住了 呃 蕾爷 刚才的事情你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 王蕾摇了摇头 一脸认真的说 我只记得 你被阴兵带走了 我就用师父留给我的宝贝 强行借祖师爷上身 之后的事情 我就记不得了 王蕾一边说话 嘴里一边喷白沫出来 喷得我一脸都是 我擦了擦脸 道 蕾爷 你祖师爷怎么和你一样搞笑 估计祖师爷他老人家无聊了 或者说 本来就是老不正经 不管他了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王蕾笑了笑 道 不过 这鬼寨已经消失了 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你比我帅 这一点 蕾爷我还是承认的 我咋有点不相信他的话 特别是他说 他祖师爷老不正经的时候 但现在大家都活着 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我正要找子龙和叶堂他们 就看到 子龙在悬崖边上 朝我们大喊了起来 初九 王蕾 快过来 我们终于找到了 古苗寨的活死人墓 此时的神山山顶 那邪门的鬼寨 已经随风消散了 但那鬼寨存在过的范围 却是寸草不生 无比的荒凉 好像被大火焚烧过一样 月亮再次笼罩了下来 把所有人都罩得清清楚楚的 看到这如此和谐的一幕 我心里竟然有些感慨了起来 为了找这棺材君 可谓是九死一生啊 好几次都是一只脚 踏进了棺材里 初九 蕾爷 快过来 子龙还在悬崖边上呼喊我们 我和王蕾顿了一会儿 才走了过去 等我们走到悬崖边上后 最先看到的就是 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目光能看到的地方 已经形成了厚厚的云海 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深 就算看不到底 我站在悬崖边上 双腿还是有些颤抖 我还在找他们所说的活死人墓 叶博就指了着我脚下的悬崖边上 我仔细一看 这才注意到 这悬崖边上 竟然被人凿出了一排向下的石梯子 这些石梯都是凿进悬崖壁上的 凿得很深 足以让人把双脚踩进去 而这些遭凹陷进去的石梯 是往里面向下凿的 这种巧妙的设计 刚好可以让爬下去的人 抓住这石梯往下走 而这排石梯 一直延伸到了那云海才消失了 我看了一会儿 才开口道 这古苗寨的神山 没有看到任何一所活死人墓 看这样子 这活死人墓 应该就在这云海里 这般设计 的确是鬼斧神功啊 是啊 叶博也感慨了起来 道 仙人的智慧和巧夺天宫 不是我们后人所能够比拟的 这大千世界所有的奇妙和灵异 正等着我们修道之人去发现啊 叶博此时的表情 已经轻松了不少 之前几乎已经是 妥协放弃的状态了 但我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刚才王磊去阴曹地府救我 他们并不知道 我看王磊也在盯着 悬崖下面的云海看 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吻了几分钟 我才开口说 那我们是现在下去 还是等天亮了下去 还是天亮下去吧 赵子龙道 这活死人墓里有阴师 道横肯定不简单 夜晚不利于我们下去 我们还是等天亮了再去吧 最起码 大家要准备好才去 子龙说的没错 我们还是天亮了 准备好再下去吧 叶唐也赞成子龙的意见 嗯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而是看了一下月亮 大概还有两三个小时才天亮 这才说道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天亮了再下去吧 我们离棺材郡 只有一步之遥了 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是个鬼地方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来了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 没有人说话 彼此都沉默了下来 这一路的凶险 历历在目 几乎是九死一生 我们来的时候十来人 已经死了不少的人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倦 就坐在一起休息了 我倒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主动去守夜 担心还会遇到啥危险 他们的确很累了 不一会儿就靠在一起睡着了 我坐在石头上 看着夜空中的满月 心里很平静 老海里不自觉地 就浮想起了我的故乡麻沟村 也是同样的圆月 但那一次麻沟村的圆月 却是白鬼围村 生离死别 我活下来了 他们还留在了麻沟村 每夜都被白鬼折磨 而我的爷爷 还在麻沟村村口的大榕树上 用他自己的身体 和寿源来做镇演 我现在的实力 还没办法回去救他们 我还打悟过邻族的尊主 更别说救他们 还有我娘了 但我的时间不多了 十年之约 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所以 这次还了夜堂的恩情后 我得为自己的事情考虑了 周八字 邻族的尊主 迟早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我抱着膝盖 不断地回想这些事 山风一阵阵地吹来 让人感觉很是惬意凉爽 九哥 是不是在想麻沟村的事情啊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王伟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也没看我 就这么挨着 我坐了下来 王伟知道我的事情 已经不是秘密了 他这么问我 我也没否认 直接点了点头 叹道 是啊 总想回家去看看 毕竟是我长大的故乡 没关系的 迟早都会回去的 现在不行 以后也可以 王伟难得正经地劝了我一句 我笑了笑 想到了他身份的事情 就问他 蕾爷 叶博说 你是龙虎宗的人 我也不问你具体原因 你就给我说说 林族和龙虎宗的事情吧 和王伟接触了这么久 我知道他的性格 要是我不把路给他堵死 他肯定会笑嘻嘻地 拐弯抹角转移问题 我问他的时候是看着他的 王伟自顾地笑了一下 说龙虎宗只是道门的统领而已 不管啥江湖 只要出现了门派 就一定会有争斗 修道之人会倒数 争斗会比普通人激烈百倍 甚至可以扰乱阳间的稳定 所以才出现了龙虎宗 由道家三大门派的高手主持的 俘虏派 玄真派 炼丹派 共同来维护道教的秩序 林族则是杂类的统领 养小鬼养尸体的 会邪术的 黑巫术的等等 聚集在一起 就形成了林族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得不承认 王磊实在是太狡猾了 说了这么多 全是我知道的 但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份 却是闭口不提 我不死心 又继续追问 磊爷 我是玄真派的 子龙是俘虏派的 那你呢 问他的时候 我就一直盯着他的眼睛 王磊看着我的眼睛 也是没有任何的闪烁 自顾地点点头 叹息了一声 很深沉地说道 九哥 实不相瞒 磊爷我是寂寞派的 寂寞派 你小子能不能正经点 我第一下没反应过来 呢喃了一声才反应了过来 瞪了他一眼 王磊就哈哈笑了起来 道 九哥 我不能告诉你我的身份 你只要知道 我不属于任何门派 因为我可以 行走阴阳 听到王磊这回答 我心里立马嘀咕了起来 难道叶伯的消息是错的 王磊不是龙虎宗的人 我正准备继续抛根问底 王磊就开始回避我了 说了一句 他要去睡觉了 就直接走了 我知道这次又黄了 也没再去问他 独自等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后 天才亮了 那日出从十万大山的尽头爬了上来 把这十万大山 照成了金黄色的一片 林依依比他们急得早 去给我们摘了很多野果子 每个人都简单地吃了点后 我们就开始准备下悬崖了 我以为天亮了 那悬崖中间的云海就会散去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云海完全没有散 而是越积越厚 我看了一眼情况后 就开始安排了 子龙 你负责断后 我带头 好 小心点 嗯 我嗡了一声 就开始顺着悬崖石壁上凿出来的梯子往下爬 我爬得很小心 差不多爬了二十分钟的样子 才进入了云海的范围 一进入云海 我就看不清楚他们上方的情况了 但我好像也走到石梯的底端了 已经没有石梯往下了 我脚下踩着的地方 倒是出现了一块从石壁里吐出来的大石头 刚好可以让四五个人站在上面 我一站稳了 就开始找活死人木了 眼睛往两边一走 当即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我现在置身于云海中 视线并不是很清晰 只能看到我身体悬崖两边的情况 我这么一看 就看到这斗壁上 竟然摆放着一口孔木棺材 有的是在斗壁上打了两根木桩子 把棺材摆在了上面 而有的则是放在了石头的缝隙中 这些木棺材应该有不少的年头了 我甚至闻到了木头腐朽的味道 我定睛朝两边看过去 这些棺材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看不清楚 但也能看出一个大概 整个斗壁上全是木棺材 这些木棺材都是悬空在斗壁上 是悬关 只是 这悬关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悬关吧 在我震惊的时候 叶博和叶唐已经下来了 也是站在了石头上 在看清楚了两边的悬关后 叶博就震惊得到 这么多的悬关 难道是古苗斋的 我心里也纳闷 古苗斋的风俗和我们汉人的不一样 他们死后是不会入土 更不会封关的 初九 要是棺材军在这些悬关里 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 那一口悬关有棺材军 而且 这根本没办法过去 叶唐一直记挂着棺材军 如今看到这番状况后 心里也开始担心了起来 叶唐说的没错 如果棺材军真的在这些悬关中 那对于我们而言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根本没有办法接近这些悬关 而且 这棺材军长在殷尸的喉咙 殷尸一接近活人 就会醒过来 在这悬崖峭壁上 和殷尸斗 那就是找死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叶唐 更不敢想象 这一切要是真的 对叶唐会有多大的打击 老头 我以为你知道的事情不少 看来你年轻的时候 也没好好学到 年轻不好好学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就在我们沉默的时候 王磊和林依依已经跳了下来 他们跳下来的时候 石台就显得很拥挤了 我在最边上 已经感受到 风从悬崖深处倒刮了上来 很猛烈 像刀子一样 我不敢往边上动了 就看向了王磊 磊爷 你是不是发现了啥 快说啊 再不说我就掉下去了 好呢 王磊恩了一声 这才开始说了起来 古苗寨是最原始的生苗 生苗的坟墓都是活死人墓 你看过谁的活死人墓 有棺材的 这不是活死人墓 是博人玄关 博人玄关 这又是啥 我冷了一下 问王磊 王磊皱了皱眉头 一副看没文化人的表情 说 博人也是少数民族 但已经灭绝了 和苗族一样 主要生活在大西南地区 这博人一族很神秘 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秘法和禁忌 这玄关 就是他们的象征 我之前看过历史典故 说博人的玄关下葬 并不是一种风俗 而是想要吸收天地日月精华 死而复生 越是古代越是拜神 他们觉得 他们死了 只是灵魂升天而已 灵魂升到天空 就化作了天地精气 他们把棺材露天玄葬 就想让他们的尸体 吸收精气 等这些精气 找到了自己的肉身 就可以再次醒过来了 王磊一解释完 叶唐原本暗淡的眼神 立马就有光了 道 王磊 那按照你的说法 这不是古苗寨的活死人墓 没错 这只是古苗寨的障眼法而已 他们做了这么多 就是想保护他们仙人的尸骸 换句话说 就是想保护他们的活死人墓而已 不过 他们遇上了磊爷 这世上就没有磊爷解不开的东西 九哥 让开 王磊说到这儿的时候 忽然朝我喊了一声 他这么一喊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但还是给他让出了一条道 刚让出道来 王磊就冲了过来 直接跳下了悬崖 看到他跳下去的时候 我的心立马就绷紧了 可还没喊出来 他就已经跳下去了 他一跳下去 我就连忙站到了石头的边缘上 脑袋凑下去一看 根本看不清楚 下面是厚厚的云海 王磊小兄弟 是不是看错了 不会跳下去出事了吧 叶博担心的尼南道 我摇了摇头 说 不会的 王磊不是个莽撞的人 他一定知道些啥 不然的话 他不会 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了王磊的痛呼声 哎呦 我去 这一跳太失败了 我的360度空中转体 还没有潇洒地完成啊 脑袋给老子撞了一个包 听到他的声音 我们几人才同时松了一口气 从声音传出来的方向判断 王磊就在我们脚下的云海中 虽然看不到他 但感觉很近了 雷烟 你没事吧 我喊了一声 没事 你们跳下来吧 这下面才是真正的活死人墓 王磊回应道 王磊找到活死人墓了 他找到了 知道王磊找到了活死人墓 叶唐就开心地喊了起来 跟着 他就和叶博一起跳了下去 但零一一却是不敢跳 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又被云海挡着 完全不知道 这悬崖到底有多深 我看他站在石头边上 一边往下面看 一边又害怕地往后退 其实我心里也害怕 这种看不到的底深渊 着实需要勇气 一一 别怕 我在 我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零一一就睁着那大眼睛看着我 脸上的害怕消失了不少 同时抓住了我的手 我抓紧了他的手 带着他纵身往下一跳 零一吓得惊叫了一声 更是抱紧了我 我也不知道下面是啥 但在落地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下面是一个斜坡 还没站稳 我就抱着零一一滚了下去 一直滚到了平地 我们的身形才停住了 我扶着他站起来的时候 才注意到他小脸都已经下白了 可还没来得及安慰他 我就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震惊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石窟 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但不是人工开凿的 而是天然形成的巨大石窟 在这石窟里 摆满了密密麻麻的木棺 不对 不是木棺 在我看清楚后 我才发现 这不是木棺 而是竹条编织的棺材 是竹棺 这些竹棺都没有棺材带 就是密密麻麻的摆在了一起 而这些棺材的最里面 却是出现了一个高台 高台上面 差不多摆放着十来口竹棺 打量完了这些竹棺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我滚进来的地方 正是一个倾斜度很陡的斜坡 我们只要从上面的石头跳下来 就会顺着这斜坡 滚进这石窟中 但一般人站在那石台上 想着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肯定不敢往下跳 不得不佩服 这设计实在是太精妙了 这古苗一族的智慧不简单 叶博反应过来后 也是叹息道 谁也想不到 这古苗寨真正的火死人墓 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石窟 这石窟 才是唯一的火死人墓 埋葬了他们所有古苗寨的人 坦白说 不光是叶博 恐怕那些知识 还要渊博的道人 也不会想到这古苗寨 真正的火死人墓 会是这样子 但找到了这火死人墓 也就能够找到棺材君了 对了 子龙呢 而在我想到这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子龙还没有下来 立马问道 子龙呢 他去哪了 对啊 龙哥去哪了 王磊也没有发现子龙 疑惑地问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 王磊话音刚落 我们就听到了 外面有人念咒语的声音 这声音 是子龙的 一听到这念咒的声音 我当即就慌了 子龙念咒语 那就说明他遇到麻烦了 听到子龙的咒语声 我是最先冲出去的 一口气冲上这斜坡 抬头往上一看 只看到厚厚的云海里 有几个人影在窜动 就在上面的大石头上 伴随着这咒语声的响起 我还没看清楚 就看到有人从上面摔了下来 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同时让他们先不要冲上来 这斜坡很陡 不容易站稳 我刚一后退 脚下就刹不住 往后滑了一段距离 才停了下来 几乎是同时 我一站稳 就听到砰的一声沉闷声响 那摔下来的人 就顺着滚了下来 在滚下来的时候 我就连忙往边上靠 这人就滚到了 活死人牧师窟里 王磊眼急手快 还没等这人站起来 就上去踩住了他 呵斥道 你是谁 我去 这是尸体啊 是古苗寨那些人的尸体 王磊这么一喊 我也注意到了 这些人都是和白家的人 战斗而死的 他们死后 都被曹鬼婆用赶尸术 赶到了这神山埋葬 这地方的风水煞局太厉害了 我就知道尸体会炸尸 王磊又跟着感慨了一声 叶博连忙把这些尸体给震住了 而我则是往陡坡上冲 朝上面大喊道 子龙 你咋样了 我没事 遇到几个起尸的人 是那曹鬼婆 不用担心我 我马上解决了下来 听到子龙的话后 我这才放下心来 这曹鬼婆他们都是刚刚起尸的 还不成气候 以子龙的实力 还伤害不了他 想到这儿 我才从陡坡滑了下来 就是我滑下来的这几分钟 越来越多的尸体 从上面滚了下来 一滚下斜坡 还没有等他们站起来 我就连忙用震魂咒封住了他们 最后一个落下来的是曹鬼婆 等我封印了他的尸体之后 子龙就从上面跳了下来 潇洒地滑了下来 看到他下来了 我就连忙问他 没事吧 我没事 子龙摇了摇头 随即眼神就看向了这石库里的竹关 也是脸色一惊 诧异地说道 这才是古苗寨真正的活死人目吧 嗯 我点点头 道 现在我们就 只要找到棺材君 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没错 初九说得对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邪门了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棺材君 池泽生变 叶博也是经不起折腾了 不过 雷爷我劝你们 最好小心点 这竹关里如果全是阴师 那可就不好对付了 阴师一接触到活人的阳气 肯定会醒过来的 这么多的阴师 我们所有人都不够他们吃 所以 一会儿你们接触竹关的时候 尽量平住呼吸 王磊看我们要动手了 就连忙提醒了一声 嗯 我恩了一声 王磊又说 你们去吧 我留下来保护依依 还有夜堂 嗯 我冷了一下 只得无奈地笑了笑 随即看向了子龙 道 子龙 棺材君只长在几百年以上的 阴师喉咙里 我们一会儿尽量往里面走 越是里面的竹关 年代会越久 好 赵子龙点了点头 随即咬破了食指 用指尖斜抹在了金钱剑上 跟着 我们才同时朝两边往石窟深处走 这些竹关都没有棺材杆 我们行军的速度很快 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观察竹关里面的情况 每一口竹关里都躺着一具尸体 这些尸体不知道死了多久 我看到的尸体都没有任何的腐烂 还保持着死尸的状态 就好像是睡着了的状态一样 根本不像是死了的人 我心里明白 这些尸体之所以没有腐烂 是因为他们体内有蛊虫的原因 我和子龙没有任何的停留 几乎是深呼吸浅呼出的状态 往石窟深处走 尽量不让我们的阳气外露 一直冲到了石窟的深处 我们就已经出现在了石台的下方 眼前的石台上 还摆放着十来口竹关 竹关的上面 全是那些天然形成的中乳石棋关 像一根根锋利的石锥倒挂下来一样 我们不敢开口说话 一开口泄露出来的阳气会更多 我们两人都是童子深 阳气很重 只得用眼神看了一眼彼此 会议地点点头后 就默契地跳了上去 一跳上这石台 我们两人就傻眼了 只见这十来口竹关 竟然有棺材盖封住的 起初看并没有啥异常的地方 但等我放眼看全部的时候 这才注意到 这十来口竹关的摆裂 不是随意的 更像是某种奇怪的阵法 我和子龙都不懂阵法 唯一能看出端倪的 就是最中间的那口竹关 好像是被外面的竹关保护了起来 看到那最中间的竹关 我心里就浮现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这中间的竹关 极有可能埋葬的是古苗寨的祖宗 但这竹关摆放得太密集了 缝隙之间根本容不下一个人穿过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走过去 接触这竹关 唯一的办法 就是从外面这些竹关的棺材盖上跳过去 我心里有了注意后 就看向了子龙 子龙也在看我 咱俩似乎想到一块去了 同时用手指了指最中间那口竹关 默契一笑 跟着同时点点头 我比了一个一二三的手势后 我们就同时穿上了 这最边上的竹关 嘎吱 这竹关也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我们一踩上竹关的棺材盖后 这竹关当即发出了嘎吱的声响 我们的脚更是轻微往下一沉 好像要把这竹关给踩凹进去了 我们谁也不敢动 站了一会儿 等这竹关稳定了 没有发出声音后 我们才继续往中间那口石关走 我们不敢踩在棺材盖的正中间 怕承受不了我们的重量 只得踩在竹关的两侧 一步步地靠近最中间的那口竹关 每一步 竹关都会被我们踩得 发出嘎吱的声响 我和子龙的心里都不好受 这竹子做的棺材 肯定比不过用木头做的 又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最害怕的 就是怕把这竹关给踩踏了 惊醒了竹关里的音试 我们憋着一口气 同进同退 汗水都走出来了 我们才总算靠近了 最中间的那口竹关 好的是 最中间这口竹关两边 有一条很大的缝隙 足够让我和子龙站下去 我们不敢继续踩在这竹关上 就同时站了下去 一站稳后 我就握紧了震魂齿 轻声地开口道 子龙 一会儿我负责开关 你负责帮我警戒 嗯 小心点 子龙提醒了一声 我才深呼吸了一口 调整了呼吸后 我便轻手轻脚地蹲了下去 双手握着棺材盖 开始试探性地发力 还没有使用多大的劲 就听到咔的一声响 这棺材盖 就猛地被我抬了起来 这竹关的棺材盖太轻了 完全没有啥重量 初九 有势气 快退 在我抬起竹关棺材盖的刹那 子龙也顾不上 阳气泄漏了 大声吵喊了一声 我都不敢抬头去看 只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 下意识地就放下了手中的棺材盖 同时往后一退 我这是下意识地往后退 忘记了背后的缝隙空间很小 当即撞在了身后的竹关上 我的屁股结结实实地撞在了竹关上 这竹关被我撞得摇晃了起来 那棺材盖也是差点翻倒在了地上 可我没有工夫停下来 身子一翻 直接用双手压住了竹关的棺材盖 马里地翻了过去 我刚一站在竹关上 就看到子龙也是跳到了边上的竹关上 眼神也在盯着竹关 在我们盯着竹关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竹关里 正清出了一丝丝绿油油的诡异气体 这气息和白色的诡气不同 不是阴冷的 更不是无色无味的 是绿油油的气体 带着一种无比恶臭的腐臭味 正是湿气 开棺材的时候都会遇到湿气 但一般的棺材 湿气几乎是看不到的 很单薄 更不会形成这样绿油油的颜色 湿气比阴气入体还要恐怖 湿气不同 如果湿气浸入了体内 轻则重病一场 重则当场死亡 特别是这种绿油油的湿气 好在子龙提醒的及时 不然这些湿气 就会冲撞我的尸体 湿气就是开棺的那一瞬间 过了就好了 之所以千坟的时候会念开管咒 就是为了要化解湿气和煞气 刚才我和子龙精神绷得太紧了 都忘记了这最重要的一点 我正看得心有余悸 突然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了 只见这些从竹关里浸出来的湿气 竟然沿着竹关往地上沉淀了下来 这些下沉到地上的湿气 慢慢地堆积了起来 就像绿油油的云雾一样 开始慢慢往两边扩散 但这棺材之间的缝隙太窄了 这些沉下来往两边扩散的湿气 逐渐蔓延到了周围的竹关底部 就好像是这些竹关的地底下 正冒出了这绿油油的湿气 这场景看起来很好看 也很梦幻 但接着往下一看 我的头皮就抹了 全身的神经更是绷紧了 因为这些慢扩散开来的绿油油湿气 竟然被周边这些竹关给吸收了 尸体吸湿气 不诈尸都会见鬼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立马朝子龙喊道 子龙强行开关 好 赵子龙也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连忙点点头 我们同时靠近了最中间这口 正沁出湿气的竹关 但不敢下地 因为地上全是厚厚的湿气 我把身体弯下去 直接把正魂齿插入了棺材盖的缝隙中 子龙也跳了过来 站在我的边上 把他的金钱剑插入了竹关的缝隙里 他这么一过来 我们脚下的竹关 就承受不住我们的重量了 不停地发出嘎吱声响 好像随时都要被我们给踩踏了一样 开 我不敢耽搁 大喊了一声 我们就同时发烈 只听剑姑的一声响 这竹关的棺材盖当即被我们掀开了 在竹关棺材盖掀开的刹那 我们才终于看清楚了里面的状况 而在看清楚里面的状况后 我们就同时愣在了原地 只见这竹关里 躺着一具苍老的尸体 穿着一声宽松的苗服 脑袋上还戴着一个牛角帽 但上面镶嵌的牛角 并不是用银饰打造的 而是用黄金打造的 一看就能看出来 他的身份地位在古苗寨并不低 我看不出他死时的实际年龄 脸上的皮肤全是皱纹 几乎没有任何的血肉 最起码是上百岁以上的老人 但他的眉毛胡须也没有掉 完全像是睡着了的人 根本不像是死人 他的双手交叉放在了腹部上 那大拇指上面 还戴着一颗巨大的牛角斑纸 也是用黄金打造的 这些都不算诡异 最诡异的就是他喉咙的地方 竟然长出了一颗像灵芝一样的菌子 但个头很小 不是那种大的灵芝 只是很小的那种灵芝 差不多有手巴掌那么大 这像灵芝一样的菌子 又分成了两半 各伸向了两边 可这菌子又好像是肉掌的 颜色也不是灵芝那种黑颜色 而是绿油油的颜色 更诡异的是 这绿油油的湿气 就是从这菌子里释放出来的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才恍然明白了过来 这就是长在殷尸喉咙上的棺材菌 也是这次我们千辛万苦 来要找的东西 有了这东西 就可以救活叶唐的父亲了 是古苗寨的苗王 那黄金牛角斑纸 还有牛角帽 正是苗王的象征 这苗王是古苗寨的祖宗 最起码在这里面 躺了好几百年 经历了这么多九死一生 我们总算是找到了棺材菌 子龙看到这一幕 也是激动地呢喃了起来 我的心情也很激动 但危险告诉我要保持理智 这才咬了咬牙 道 子龙 我们快把这玩意儿给取下来 要是这苗王复活了 我们就不好找了 好 子龙点了点头 道 我上次取过尸油 这才还是我来 我没有阻止他 只是让他小心点 我在边上帮他护震 子龙深呼吸了一口 先是一只脚踩在了棺材上 等踩稳了之后 另一只脚 也是踩在了竹棺的另一边 确定踩稳了后 他便小心地扑了下去 两只手分别撑在棺材的两侧 等稳定了身形后 就伸出手去把那苗王喉咙上的棺材菌 在他伸出手的刹那 我的心就紧张了起来 生怕这苗王会在这个时候睁开眼 这可是好几百年的阴师 肯定不好对付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死死地拽着震魂齿 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这苗王睁开了眼 也顾不上死人为大了 跳上去就是一尺子 我的神经已经完全绷紧了 可能说此时比子龙还要紧张 在看到他把手伸向棺材菌的时候 我能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已经停止跳动了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子龙在触碰到那邪门的棺材菌时 突然停了下来 整个人更是停在了原地 好像被钉住了一样 我看到他的异常 立马就担心地喊了一声 子龙 你咋的了 趁着苗王还没醒 赶快把棺材菌给取下来啊 我这么一喊 子龙才有了反应 慢慢地扭过头来看我 脸上的表情很古怪 好像又很惊讶 但又很平淡 挣了一会儿 才开口问我 初九 这棺材菌是不是开花了 啥 开花了 子龙的话让我愣住了 我疑惑地嘀咕了一声 就再次看向了 那苗王喉咙里 长出来的棺材菌 连着看了十来秒钟 我也没有发现 这棺材菌开花 只是还在不停地冒石器 竹棺的底部范围 更是堆积了 厚厚一层绿油油的石器 我看得疑惑 皱了皱眉 说 子龙 这棺材菌没有开花 你是不是眼花了 不会的 赵子龙摇了摇头 肯定地说 初九 你仔细盯着棺材菌看 这棺材菌的确开花了 而且 这棺材菌开出来的花 好漂亮 嗯 他的花 完全把我给弄糊涂了 我眯了眯眼间 再次定睛观察着棺材菌 起初一看 这棺材菌 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只是冒石器而已 但随着我盯着看了一会儿后 我就发现 我的眼睛开始疲劳了 看东西有些模糊 连那棺材菌 也好像出现了重影一样 但就是这一刹那 我就发现 那棺材菌的中间 真的开出了一朵 绿油油的小花朵 那花朵 和棺材菌的形状一样 也是只有两片叶子 而中间开出来的花朵 好像是绿色的玫瑰花 但又要比玫瑰花 精致美丽 多看两眼 就会让人心生喜欢 舍不得去采摘它 这花更好像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样 让人看了就着迷 漂亮 实在是太漂亮了 漂亮得让人惊叹 这花朵的下方 还冒着绿色的气息 给人一种 仙气缭绕的感觉 我越看 就越喜欢这花朵 甚至慢慢走到了 竹关边上 情不自禁地感叹了起来 这花太漂亮了 我们不能让人毁了它 一定要好好保护它 没错 赵子龙也笑了起来 赞同我的说法 重重地说道 谁也不能摘走它 谁要是敢摘它 我们就让它死 对 我也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 谁摘它 我们就让谁死 没有人可以毁了它 我说话的时候 赵子龙已经从竹关上 跳了下来 诡异地看了看我之后 就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同时把棺材盖给 重新盖上了 盖上了棺材盖后 我和子龙就 同时守护在了 这口竹关的面前 眼神冷冷地 看着站在石窟口的那几个人 冰冷地呵斥道 这不是你们 外人该来的地方 滚吧 我也不知道 这想法是怎么从心里产生的 完全是脱口出的 听到我的声音后 我就听到 叶博朝我们喊了一句 初九 子龙 你们怎么了 滚 赵子龙也是抱喝了一声 把他们完全给吼蒙圈了 但我看向他们的时候 心里也是充满了愤怒 想要杀这些闯家的外人 九哥哥 你不要吓我啊 林一一的声音 也朝我喊 我冷冷一笑 眼神变得无比阴冷 就好像 在看我的仇人一样 林一一看到我的眼神后 竟然委屈得又哭了出来 脸上 又害怕我又担心我 我完全把他当成了 想要破坏棺材军的敌人 心里无比的 愤怒和仇恨 怒道 还不滚 就别怪我们 心狠手辣了 传言棺材军 能够开花蛊惑人的心智 看来是真的 进花水月 只是幻梦一场 这老不死的苗王 死了也不安宁 不过 你遇上磊爷我了 活该你倒霉 哈哈 就在我怒目瞪着他们的时候 王磊的声音 突然在我们背后响了起来 一听到这声音 我和赵子龙 几乎是同时转过头去的 这一回头 就看到王磊 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竹棺上 那手已经伸向了 苗王喉咙处的棺材军 找死 看到王磊要拿棺材军 我和赵子龙同时抱喝了一声 直接朝他抓了过去 这里的空间本来就很小 在我们抓过去的时候 王磊就笑嘻嘻地说道 九哥 龙哥 可别怪磊也我不客气了 几乎是同时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王磊就同时抓住了我们的手腕 出手太快了 快若闪电 我和赵子龙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他抓住了我们的手腕 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 下意识地想要催动体内的真气 可我的真气刚一动 丹田的地方 瞬间好像被冰冻了一样 冷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是仙灵婆的阴谷 这阴谷像锋利的武器 在我丹田内一阵乱撞 我疼得难受 就抱着腹部蹲在了地上 死死地咬着牙 但就是这剧烈的痛楚 却是让我猛地清醒了过来 我摇了摇头 就看到王磊抓着子龙的手 借力一打 猛地把子龙震得后退了好几步 子龙的身体 撞在了身后的竹关上 力道不小 直接把棺材给撞开了 竹关一被撞翻在地上 我就看到 从里面滚出了一具老苗人的尸体 这竹关吸收了不少的绿色湿气 竹关一翻 那里面的湿气也随着流了出来 我赶紧把真气摧毁丹田 真气瞬间封印住了阴谷 我丹田那种剧烈的痛楚 才消失了 九哥 醒了 咋样 是不是有一场大梦春秋 一梦万年的感觉 王磊看到我醒过来了 就笑嘻嘻地问了起来 我震了一下 脱口问道 磊爷 你不是说你不会伸手吗 王磊冷了一下 好像在想说词 跟着就笑了一下 说 这是我借的祖师爷神力 我善善一笑 心里肯定不相信他 这小子身上太多秘密了 就打笑他 你家祖师爷还真是好情啊 随叫随到 你介绍 我认识一下呗 我也拜扰你这门 好随时借祖师爷的神威 名人不说暗话 九哥你天赋智商不够 就是太笨了的样式 祖师爷看不上 别墨迹了 我对付龙哥 你去把棺材君给取下来 再担得下去 就连忙催促我去拿棺材君 我看子龙还被棺材君迷惑了心智 也不敢大意 直接趴在了棺材边上 伸手就去摘这棺材君 我不敢再盯着这棺材君看了 只是黄眼看了一下 这才发现棺材君根本没有开花 还在不停地冒湿气 但这绿色的湿气 已经弱了很多 完全不是之前那么浓郁了 最开始的时候 还有一股湿臭的腐臭味 现在竟然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了 我不敢耽搁 一把就把这棺材君给摘了下来 这棺材君一摘下来 我就看到苗王尸体的脖子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五地前大小的伤口 上面的肉已经是死人的肉了 是白色的 里面还有根筋缩了进去 应该是棺材君的根筋 我一把棺材君拿到手 心里猛的就松了一口气 同时转过身来看子龙 原本还在和王磊纠缠打斗的他 立马摇了摇脑袋 清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后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是有些蒙圈了 看到我手中的棺材君后 这才笑了起来 说 走吧 我们拿到棺材君了 子龙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看到他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好像看到了啥可怕的东西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心里只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还没问出口 王磊就大喊了一声 九哥 跑 王磊喊的时候还是迟了 在他喊的时候 我就回过头去看了 这一看 冷汗瞬间就出来了 只见我身后的竹棺里 竟然疯狂地长出了一根绿色的藤腕 是从苗王那喉咙的血洞里长出来的 这藤腕是冲天而长的 高过棺材后 原本大拇指粗细的绿色藤腕 瞬间变成了手腕粗细 而且 在藤腕变粗的时候 主干上更是分裂出了无数根细小的藤腕 在我正住的刹那 其中两条藤腕 就疯狂地朝我喉咙的地方射了过来 我们所处的空间太小了 我根本没地方躲 只得用手中的阵魂尺去砍 阵魂尺不算锋利 但还是把这两条藤腕给砍断了 这砍断的藤腕瞬间掉到了地上 根筋里更是流出了绿色的血液 邪门的是 这地上的藤腕并没有干枯 而是像小蛇一样钻进了竹棺里 看到这藤腕能钻破竹棺 我浑身的寒毛就全部倒竖了起来 心里更是后怕的不行 要是我没有及时砍断这些藤腕 他们肯定会刺穿我喉咙的 跑啊 逗他娘的等死啊 而我还在后怕之时 王磊突然大喊了一声 拉着子龙就往外面跑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在我想要转身跑的时候 这些疯狂生长的藤腕 已经变成了一道藤腕编织的网 就在我的脑袋上空 齐刷刷地对准了我 这不是幻觉 在我脚步往后退的时候 这藤腕也是动了 我心里清楚 我是跑不赢这藤腕的 恐怕还没有跑出去 我的身体就会被这些藤腕全部刺穿 全身都会是窟窿 没办法了 只得猛地转过身去 朝子龙大喊了一声 子龙带他们走 拿着这个 我就不欠夜堂的了 在喊他的同时 我就把手中的棺材军扔了出去 子龙一把接住了棺材军 又快速地递给了王磊 道 蕾爷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带他们离开 你对我们哥俩有恩情 如果能活下来 兄弟我请你喝酒 要是没能活下来 下辈子 我帮出酒来还 子龙说话的时候 就猛地推了一把王磊 王磊被推得退了好几步 拿着棺材军 咬牙笑道 九哥 龙哥 你们哥俩好样的 我王磊谁也不服 唯独佩服你们两兄弟的感情 蕾爷我不走 就等着你们出来 哪怕出来的不是活人 我也会把你们哥俩的尸体 背回苗王岭 和你们师父葬在一起 王磊说完 我就和子龙同时朝他点了点头 这是李树 也是对他的感谢 他一走 子龙就几步窜到了我的身边 和我一起面对着邪门的藤腕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几乎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 这些藤腕就散开了 犹如对准我们的腕剑 疯狂地朝我们急射而来 这些藤腕是棺材军的主根精 威力我是知道的 能够穿透竹冠 自然能够刺穿我们的身体 看到这些铺天盖地的藤腕 朝我们射来 我的心也是凉了半截 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子龙突然站到了我的面前 无比阳光地笑着 初九 在麻沟村我就说过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今天也不列外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子龙突然把金钱剑横在了身前 一口金血喷在了上面 报和道 今日我也受缘正道 用我余生的受缘 来借祖师爷上身 斩妖除魔 大道无疆 道法长存 子龙的咒语一喊出来 我就看到他手中的金钱 剑猛地发出了刺眼的金光 这散发出来的金光 瞬间结成了一道太极屏障 挡在我们的身前 几乎是同时 在他召唤出祖师爷神威的时候 这些藤腕已经设在了太极屏障上 这些邪门的藤腕一设在屏障上 就好像是被火烧了一样 瞬间枯萎了下来 但这藤腕的数量太多了 疯狂地攻击着子龙的屏障 就是这么短短十来秒钟的功夫 我就看到子龙的脸瞬间苍迈了下来 额头上也全是大汗 身体好像站不稳了 开始摇晃了起来 他在用寿元来借祖师爷的神威 这是盗门的禁术 不到万不得已 谁也不会同归于尽 可这些藤腕的数量太恐怖了 我怕子龙支撑不了这么久 那会儿我小 他一直保护我长大 现在我长大了 我也可以保护他了 我咬牙走到了他的身边 也是把阵魂齿横举在身前 一口咬破了舌尖 吸引了足够的精血后 一口喷在了阵魂齿上 大声喊道 我礼出酒 今日以余生寿元 借祖师爷上身 以身殉道 以魂殉道 斩妖除魔 大道无疆 道法长存 随着我咒语念出口的刹那 我顿时就感觉 我的身体 好像被抽空了一样 那种虚弱和疲惫 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 太累了 疲惫的连笑容都笑不出来 赵子龙和我的情况一样 虚弱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到我也是 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就突兀地笑了起来 好像在说我真傻 而我震魂齿发出的金光 也是形成了一个太极屏障 这太极屏障 是道法召唤出来的 也是燃烧我们的寿元来维持的 两道屏障出现后 立马就重叠在一起了 两道屏障的威力 自然是不用怀疑的 那疯狂攻击的藤腕 在接触到神威后 瞬间就枯萎了下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些藤腕就快速地粘了 我和子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心里都清楚 不论我们谁使用这金术 都会耗尽寿元王 只要一起承担 才能够把这邪门的藤腕 给抵挡下来 金术城 我们活 金术败 我们亡 只是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这从苗王喉咙里长出来的藤腕 就掉到了地上 看到他们没有攻击了 我和子龙才连忙撤回了道树 道树消失 我们的身体就恢复了过来 但当才这番消耗 几乎耗了我们一半的修为 初九 快离开这个地方 子龙喊了我一声 我们才迅速地往外面走 可刚一跳下石台 那原本已经落到了地上的藤腕 竟然再次立了起来 再次分裂开来 竟然还没有死透 好顽强的藤腕 赵子龙最先看到的 看到这一幕后 原本放松下来的他 又变得凝重了起来 子龙说话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了 这藤腕还在分裂 但已经没有之前那种气势了 我和子龙一边观察着这藤腕 一边疯狂地往后退 而我们刚退到竹关群的时候 这些藤腕就疯狂地射了过来 来不及退了 转身就开始跑 我们一跑 这些藤腕就从我们的身边射了过去 我以为要刺穿我们的身体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藤腕竟然没有攻击我 而是开始攻击这些竹关 这藤腕的威力我是知道的 在他们刺穿竹关后 只是一两秒钟的时间 这藤腕就瞬间枯萎了起来 好像是棺材里尸体 吸收了藤腕的精华一样 子龙也是震住了 也是疑惑 这些藤腕为啥没有攻击我们 王磊看到我们跑出来后 立马挥着手朝我们大喊道 碰 碰 而他刚一喊完 我就听到了一阵 砰砰的巨响声 我立马回头一看 就看到那高台上的棺材盖 全树被推开了 棺材盖一推开 那里面躺着的苗人尸体 就全树从棺材里弹射了起来 这些竹关都是没有棺材盖的 他们就这么直立立地站了起来 看 看 在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最先听到的是 一阵阵让人头皮发麻的咔咔声响 好像是在活动筋骨发出来的声响 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具尸体 最起码有好几百具 就这么直立立地站在竹关里 我们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在看我们 那几百双眼睛全都变成了绿色 好像还散发着绿悠悠的光 我根本不敢多看 多看两眼就会全身发麻 这些鹰尸醒了 全都醒了 吸收了苗王的怨气 全树站起来了 咋整 看到这么多的鹰尸 我也是没辙了 只得朝他们问道 这个石窟里根本就不适合战斗 和他们拼 只是找死而已 而且 他们体内的鹰尸读 我可是亲眼目睹过的 这么多的鹰尸 足以把我们读得连骨灰都不上 我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好像也没有了注意 倒是叶博开口了 道 想要逃命的话 只有一把火烧了 这火死人目 不要 叶博 而叶博这话一说出口 零一一就立马接过了话 看着我说 九哥哥 他们都是我们古苗寨的祖先 烧了他们的尸体 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 其实不光是零一一不同意 就连我也下不了手 毕竟这么多人的尸体 又不是一个两个 想到这儿的时候 我才咬了咬牙 道 叶博 你带叶唐和一一先走 我们断后 快 他们要动了 好 叶博当即答应了一声 带着叶唐和零一一 就往外面走 不要着急 他们刚睁开眼 还没有清醒过来 就像人睡醒了一样 都是迷糊的状态 因是并不可怕 只要是不要被他们咬 就没事 你们拦住他们 应该不成问题 王磊缩在我和子龙的身后 给我们打气 我去 听到王磊这番话 我就有些哭笑不得了 这么多的殷尸 会把我们啃得 连扎都不剩的 嘶 嘶 我还没骂出口 就听到了 这些殷尸嘴里 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这声音一出现 我在一看这些殷尸 瞬间就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他们好像要进宫了 就在我这个不好的念头 刚刚冒出来之时 这些殷尸就全部 从竹馆里跳了出来 慢悠悠地 就朝我们围了过来 这黑压压的一片 看得人心都凉了 王磊咬了咬牙 突然站了出来 道 九哥 龙哥 你们先走 我来挡住他们 快 雷爷 你能行吗 我还是有些担心 王磊却是开着玩笑说 雷爷我就没有不行的时候 快走 好 王磊的性格我知道 狡诈圆滑得很 不行的事情 绝对不会逞强 我和子龙提醒了一句 让他小心 就冲上了石窟口的陡坡 陡坡的悬崖边上有绳梯 之前还没发现 应该是古苗寨的人 下葬尸体后 从这里爬上去的 还在拼命往上爬 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让子龙先爬 我在后面跟着爬上去 可刚一爬上绳梯 我就看到悬崖边上 站着一个黑影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这黑影开口说话了 李初九 你会感谢我的 他的话音刚落 绳梯就猛地往下一沉 好像被他割断了 谁也没有想到 这时候的神山山顶 竟然还有人 在他悠悠地说出 我会感谢他的时候 他就割断了绳梯 我连喊都没来得及喊出口 我们这群人 就猛地坠下了悬崖 啊 啊 只听到依依和叶博他们 一阵害怕的尖叫声 我们所有人都坠落了下去 我的娘呀 这些鹰尸要吃人啊 真是吓死累爷我了 就在我们坠下悬崖的时候 王累突然从石库的斜坡里 冲了出来 跑得贼快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密密麻麻的鹰尸 王累一冲出来 就看到我们手里抓着绳梯 根本没有想到 绳梯已经被人割断了 猛地就跳了过来 累爷 不要跳过来 我还是喊迟了 在我喊出口的时候 王累已经跳过来 抓住了坠落的绳梯 这一抓 好像绳梯根本没使上劲 拼命地往上拽了几把 脚也是在空中乱蹬着 根本找不到向上的着力点 身体不上反坠 和这绳梯一起往下坠落 他娘的 这是咋回事 不要开这种玩笑啊 累爷我有心脏病 受不得惊吓 啊 要死了 要摔死了 王累乱喊了一痛 最后才意识到 绳梯已经被人割断了 当即吓得惊叫了一声 坦白说 我此时的脑袋 完全是空白的 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就差最后一点 我们就能离开 这个邪门的鬼地方了 可偏偏这个时候 会有人突然出现 亲手割断了 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让我们彻底 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不光是我们这群人 掉下了悬崖 那些殷尸 也是追着冲出了陡坡 全都随着我们一起 坠落了悬崖 我和子龙坠落的最深 抬头看上去 这厚厚的云海里 全是往下坠落的黑点 这场面 实在是太壮观了 不知道为啥 我此时竟然不害怕了 反倒是轻松地笑了起来 这种坠落 如同飞翔一样的感觉 让我慢慢张开了翅膀 迎接死亡的来临 风从悬崖下面 倒刮了起来 把我的衣服 全都吹得鼓了起来 脸上的肉也是 被吹动了 头发完全乱了 他娘的 没想到蕾又会栽在这儿 后悔死了 我还没娶媳妇 我不想死 王蕾害怕地嚷嚷着 我听得直发笑 就开着玩笑说了一句 蕾爷 别怕 二十年后 咱们又是一条好汉 我呸 王蕾慌乱中脆了一口 道 我的死你要负责任 真有下辈子 你就变成女的 来偿还老子吧 不然 蕾爷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啊 说到最后 王蕾又惊叫了一声 因为我们下坠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 我能感觉到 我们离悬崖底部 越来越近了 坦白说 我宁愿摔下去的时候 直接摔死 不然看着自己 被摔得稀巴烂的身体 肯定比死了还要难受 不对 你们注意没有 下面好像有水气 听 好像有水流的声音 就在这时 子龙突然激动地开口道 在他开口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了 有水气吹到了我的脸上 而且还有河水翻腾的声音 难道 下面是大河 有救了 他娘的有救了 王蕾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跟着我们就扑通一声 全部落入了河水中 这河水太深了 我落下去的时候 就猛地扎了下去 从这么高的悬崖掉下来 竟然还没有沉到底 可想而知 这河水有多深 虽然悬崖底部不是乱石 而是河水 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我还是感觉五脏六腑 都要爆炸了一样 好不容易身体不再往下沉了 我才猛地蹬了几脚 快速地朝水面游了上去 我刚一浮出水面 就大口大口地呼吸了几口 在呼吸的同时 我才发现 这是一条流域面积 很宽的大河 抬头一看 正好就看到那厚厚的云海 定睛一看 还能模糊 看到那悬崖峭壁上的 博人悬关 就在我观察的时候 王磊也带着子龙浮出了水面 跟着是叶博和叶堂 还有零一一 我看到他们都活下来了 心里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如腹是重 好在雷爷我 从小没做过坏事 唯一做过的坏事 就是偷看女厕所 真是祖师爷保佑啊 可吓死雷爷我了 王磊撩了撩他那湿漉漉的长发 劫后余生地大笑了起来 完全是不顾自己的形象了 我一边在水里踩着 不让自己沉下去 一边问他们 都没事吧 没事 叶堂摇了摇头 好像也是摔得有些七昏八速的 我看他们都没事 这才说 那好 我们赶快往岸边游 先离开 九哥哥 就 我的话还没说完 零一一当即朝我大喊了一声 等我看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零一一已经被拖入河里了 连脑袋顶都看不到了 该死 看到零一一被拖下去了 我当即暗叫了一声不好 正要游过去救他 就看到叶博和叶堂也被拖下水了 眨眼就看不到人了 只看到水面上荡起来的波浪 水下面有东西 提醒了一声 我点了点头 道 零爷 快把子龙带到岸边 子龙不会游泳 我先去把他们拉起来 你赶快来帮忙 好 王零也不敢大意了 带着子龙就往岸边游 他们一走 我就猛地钻进了水里 刚一钻进水里 我最先看到的 就是三处出现水泡的地方 正是一一和叶堂他们 他们在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 但好像有啥东西 在抓着他们往下拖 我眨了眨眼 定睛看了过去 这一看 头皮瞬间就骂了 只见着水底的地方 全是一双双绿悠悠的眼睛 那眼睛一睁一臂地 正朝我快速地移动了过来 是阴师 是那些追着王雷跳下来的阴师 再一看叶堂他们 就看到他和叶博 已经开始使用倒数了 那惊血一滴到水里 抓着他们脚踝的阴师 立马就松了手 我看到他们游上去后 就快速地朝一一游了过去 林依此时已经呛了几口水 手脚在水中不停地乱滑着 想要浮出水面 可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那阴师就抓着他的脚踝 一个劲地往水底拽 而他的下方 已经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阴师 好像在等着林依依被拽下去 这样他们就可以饱餐一顿了 我憋着一口气 猛地扎了过去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在我抓住他手的时候 林依依就死死地拽住了我的手 但我还没有往上拉他 就被阴师往下一拖 我整个人就直接沉了下去 我见状不对 赶紧抽出了阵魂齿 往下一沉 直接朝阴师的手腕砍了过去 这一砍 阵魂齿的法力 我就拉着他迅速地往上游 刚一游出水面 我和林依依就同时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空气 可还没来得及游到岸边 我就看到我周围的水域里 冒出了一个个巨大的水泡 这水泡是翻腾出来的 就好像整个河面 都稍沸腾了一般 而下一秒 我们就看到一双双苍白的手 慢慢地浮了起来 那一双双苍白的手 在浮起来的时候 还不停地在水中摆来摆去 如同浮浮沉沉的水草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彻底绝望了 还是那种从未有过的绝望 我没想到 这些落入到水中的阴尸 竟然全数变成了恐怖的浮尸 遇到这么多的浮尸 就算有十条命也不够死的 道门有一句古话 就是这样形容的 宁愿遇水鬼 也不愿逢浮尸 宁愿鬼上身 也不愿浮尸史 很多人不知道浮尸是啥东西 这玩意儿 只要黄河边上 或者大江大河边上的人才会遇到 不管是哪一条江河 只要是淹死过的人 水里就会有水鬼 水鬼是淹死的 怨气很深 只有把活人拉下去做替死鬼 才能够取投胎转世 有些被拉下去的活人 死后尸体会被打捞起来 但已经形成了河里的水鬼 但有一部分被水鬼拉下去的 没有打捞到尸体 就变成了江河里浮浮沉沉的浮尸 他们非人非鬼 只要是活人进入了他们的范围 就会把他拉下去 成为他们的一员 浮尸不是不好对付 只是他们在水里 浮尸和咒法在水里根本没有作用 这才是最麻烦的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古苗寨活死人墓里掉下来的鹰狮 在浴水后竟然全部变成了浮尸 我和零一一已经完全被这些浮尸包围了 周围的水域里全是翻腾起来的水泡 那水泡里一双双苍白的手 正摇摇摆摆地浮了起来 再往水下一看 更是出现了无数双密密麻麻的绿眼睛 浮尸家鹰狮 他娘的这次恐怕要栽跟斗了 我的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不停地搂着零一一 不让他往下沉 可灵仪早就下软了 完全是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来 死死地搂着我的脖子 我快速地看了一眼他们 子龙和王磊早就已经游到了岸边 叶唐和叶博也快上岸了 初九 初九 子龙在边上急得直喊我名字 可他不属水性 又不敢下来救我 只得朝王磊喊道 磊爷 舅舅初九 你要我赵子龙做牛做马 我绝对不会啰嗦一声 就算你要我的命 我也丝毫不犹豫 龙哥 我他娘的要你命干啥 我再想办法 你别催我 这些阴尸已经变成了浮尸 不好对付 王磊看到这水底 正慢慢浮起来的浮尸 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九哥哥 你咬我的手腕 快 我没劲了 就在我已经开始枪水的时候 灵依突然喊了一声 更是把纤细的手腕 放到了我的嘴边 我没懂他的意思 但看到他那坚定的眼神 我还是没有问 一口咬在了他的手腕上 只看到他痛哭着呻吟了一声 小脸就疼得抽了一下 我咬得很用力 只感觉口腔里一甜 我就连忙松开了嘴巴 我一松开 零一的手腕 就被我咬出了一个鸭印 鲜血顺着鸭印 就沁入了河水里 起初我还没注意 下一秒我就发现 零一的鲜血不对劲 不是鲜红色的 竟然是绿莺莺的颜色 它的血液 好奇怪 好像和那莺骨的颜色 如出一辙 我正疑惑 跟着就发生了 让我想破脑袋 也想不到的事情 随着零一的血液 沁入了河水里之后 那些浮沉上来的双手 竟然全树沉了下去 那一串串水泡 也是跟着翻进了水底里 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磊就大喊了起来 九哥 快游过来啊 我想游过去 可在水里体力 早就已经透支了 手脚完全没劲 还没在水里滑拉 身体当即就沉了下去 我一沉下去 零一一就跟着我沉了下来 还没挣扎着 把它拱出水面 我就看到了河底深处 那些浮尸 竟然全树 站成了整齐的一条长龙 浮尸过境 六处不生 紧接着 好像都是被殷尸堵死的 而紧跟着 我就看到那些浮尸 全部朝我们冲尸而来 妈的 看到这一幕 我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不停地往上挣扎 想要把零一一推上去 可我们在水里挣扎了这么久 哪里还有力气 越挣扎 越是往下沉 小爷我走南闯北踏山头 赶着尸体到处走 风吹日晒都不怕 但往我回家 就见小娘子呢 村东头的小寡妇案 夜里丢留了后门呢 想想那又软又白的大身子 小爷我心里就只痒痒暗 嘿 只痒痒暗 就在我拼命 把脑袋拱出水面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一段 有人在唱昏段子 这昏段子 唱得很是欢快 我凑上去一看 正好就看到 有一个人撑着大竹筏 朝我划了过来 他的嗓门很大 差不多有四十来岁了 全身赤裸 就穿着一个大裤衩 好像也看到了落水的我 快速地划了几下竹筏 就划到了我们的面前 裂着一口大黄牙 笑道 遇到落水鸳鸯了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啊 起来吧 这撑竹筏的中年男子 说话时 就把竹筏伸了过来 我抱着零一一 他一把抓住了竹筏 就被拉上了竹筏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那些从水底冲上来的浮尸 已经到我脚下了 我的下方 冒出了无数巨大的翻层水泡 我都不敢往水底看 求生的潜能瞬间爆发了出来 猛地窜出了水面 一把扑在了竹筏上 这中年男子眼疾手快 也看到了我身下的那些浮尸 这河里的浮尸正在冲撞竹筏 这竹筏不算小 但被冲撞了几下之后 就快要被浮尸给顶翻了 我心里害怕得不行 不想再次落水了 畜生 敢冲撞小爷我的竹筏 找死啊 这撑传的中年男子 突然抱喝了一声 跟着就看到他 拿出了一把灵符 扔向了河里 同时拿出了一面小黄旗 插在了竹筏上 大声喝道 我乃敢诗人 人见人怕 鬼见鬼躲 诗见诗哭 敢诗其另行 无诗不从 无诗不听 都给我乖乖地站在水底 这撑传的中年男子 嗓门太大了 而且气势特别足 完全是字字吭腔 声声掷地 震得我心神都晃荡了起来 但邪门的是 他这么一吼 竹筏下面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赶紧爬到竹筏边上 往水底一看 就看到那犹如长龙的浮尸 就漂浮在水里 很听话 这撑传的赶诗人 有些手段啊 我心里震惊之时 这赶诗人 就把竹筏划到了岸边 他一把竹筏划到岸边 我就看到 竹筏后面的河水 全部浑浊了 我回头一看 全身都骂了 只见这竹筏后面 竟然跟着那浮尸长龙 好生壮观 岸边的河水很浅 那走在最前面的浮尸 已经站了起来 半截身子还在水里 上半身已经露出了水面 他们的眼睛 就全都是绿油油的 但已经不是之前 那种忧怨愤恨的眼神了 反倒是变成了迷惘的眼神 好像是找不到路的尸体 跳下岸边 我就抱拳道 大哥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是苗王林李初九 无以为报 日后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定当竭尽全力 这撑传的赶尸人 哈哈一笑 道 想必你们就是闯进 古苗寨的那群人吧 不过 能活着出来 我倒是很意外 这些变成服尸的殷尸 都是古苗寨活死人墓里的祖宗 如今他们进了水 想必古苗寨的先灵婆 也消失了吧 这人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也没有瞒他 实话说是 大哥猜的没错 古苗寨的先灵婆 被我们解决了 好 真是大快人心啊 谁知 这赶尸人 却是拍手叫好 激动地说道 这古苗寨的先灵婆 占据了十万大山 不让我们赶尸人 还有夜里的走音忍过 老子早就看不惯他了 死得好 死得好啊 嗯 我配合的点点头 有告辞的意思了 再次感激道 大哥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李初九一言九鼎 绝不食言 等等 兄弟 这赶尸人突然打断了我 眯着眼睛道 我不要你的感谢 但我要留下你们一个人 坦白说 我现在看到这些 站在河里的浮尸 我心里就莫名地害怕 赶尸要赶尸人之后 我就准备带着他们 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可还没走 这赶尸人就拦住了我们 啊 我不要你们的感谢 我要你们留下来一个人 听到他说 他要留下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我立马就警觉了起来 把林一护在了身后 耐着性子道 大哥 我李初九是欠你一条命 也承诺过会还给你 但不是现在 如果你想要伤害我们一个人 那就别怪我 不认人了 哈哈 听到我的话 这赶尸人就哈哈一笑 道 你别误会 我不是要你们死 更不是要伤害你们 你们看看这些河里的浮尸 皆是因你们而起 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人善后 我敢保证 这河流区域的实力范围之内 绝对是人处难安 会死很多人的 他这么一解释 我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是不伤害我们 那就好说 他说的也没错 这河里这么多的浮尸 都是因为我们弄出来的 所到之处 鱼虾死绝 要是活人下河 也会被拉下去的 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 这些浮尸 不知道会害死多少无辜的人 这是我们造的 因 就必须结束这果 我来吧 就在我还在想对策的时候 赵子龙忽然站了出来 这件事 的确是因我们而起的 就对我们来善后 李初九欠你一条命 我留下来 顺带帮他还了 我不想他欠任何人 子龙 子龙一说完 我就喊了他一声 跟着才看向了这杆诗人 我是你救的 自然也对我留下来善后 不管怎样 我都愿意承受这结局 说吧 你要我怎么做 别争了 这杆诗人看到 我们就笑了起来 随即用手指了指叶博 我心里当即咯噔了一下 难不成这杆诗人 要叶博留下来善后 这件事不管怎样 也轮不到叶博来断后 我这要开口 杆诗人又继续开口了 你有胆子偷了我的衣服 还有杆诗的家伙是 现在倒是不敢见我了 杆诗人这么一说 我才看到王磊笑嘻嘻地 从叶博的背后钻了出来 原来 王磊就是偷了眼前 这杆诗人的衣服 还有他的家伙是 这命运 真他娘的凑巧了 王磊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 脸红心不跳地解释道 大哥 别误会 磊爷我当时也不是 故意要偷你衣服 我是看你那身衣服很好看 我就在想 肯定是很帅的人 才会穿这样的衣服 今日一见 你果然比磊爷 我想象的还要帅气 呵呵 杆诗人沉着脸呵呵一笑 指了指赤裸的身体 还有唯一的大裤衩 问道 要是我把裤衩也留在岸边 你是不是也要把我的裤衩给偷走 呃 王磊里亏 没有发作 依旧是笑呵呵地拍着马屁道 大哥 你身材这么好 穿上衣服就给遮住了 这不可惜了呀 要是磊爷我有大哥 你这样的完美身材 我肯定连裤衩都不穿 完美地展现给外人看 流氓 王磊这不害臊的话一说出来 林一一就轻骂了一声流氓 王磊瞪了一一眼 好像在说 林一一胳膊肘往外拐 林一一不怕他 冲他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而这时 这杆诗人才言归正传地说道 我知道我帅 我身材也好 你说得很对 也很诚实 我就喜欢老诗人 所以你就留下来吧 我没想到 这杆诗人会一本正经的不要脸 特别是看向王磊的时候 更是眨了眨眼 吓得王磊连忙抱住了胸膛 道 你他娘的想干啥 要是想把磊爷我掰弯 我非把你丢进这河里为服侍 我对你没兴趣 只对村里的小寡妇有兴趣 这杆诗人也是个不害臊的人 我让你留下来 是要给这些服侍带路 我杆诗 但这服侍太多了 需要一个引路人 不要找借口 这就是你偷老子衣服的代价 这杆诗人 完全把王磊的话给阻断了 王磊连忙看向我们求救 九哥 龙哥 我不想去啊 磊爷 我知道你这人重情重义 既然杆诗人大哥看得上你 那就为难你陪他走一遭了 到时候你回来了 我请你喝酒 赵子龙立马接过了话 王磊脸都白了 一副娇有不慎的表情 没错 子龙说的对 王磊 我在叶家等你 等你归来 给你接风洗尘 连叶唐也开起了玩笑 去吧 磊爷 叶唐一说完 子龙就配合地 把王磊推上了主法 你们这群混蛋 见死不救 磊爷我会很生气的 一定会画个圈圈 诅咒你们的 王磊冲我们哭笑道 看到我们摆了摆手后 立马看向了赶世人大哥 问 大哥 要把这些尸体赶到哪去 长江黄河 只有那里 才可以安葬他们 赶世人大哥淡淡地说道 我的娘呀 听到说要赶到长江黄河 王磊的脸当即就跨了下来 慌张地说道 磊爷我算算 这他娘的也太远了吧 等我回来 都他娘的要过年了 不远 就算十万八千里 你都得随我去 赶世人大哥哈哈一笑 直接开始乘船了 他的竹法一到河中间 那犹如长龙一样的浮尸 立马就跟在他们的后面走 所到的地方 河水全都变浑浊了 还好这里的水够深 要是普通人看到这一幕 就算不被吓死 也会吓傻的 我们在目送他们 赶世人大哥撑船走了一会儿 突然停了下来 回过头朝我们喊道 小子 我看你一身正气 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吧 你们不要顺着 沿路回去了 有人在等你们 恐怕是要杀你们的 还有 你们应该是到门正统的人 下次别来苗江十万大山了 邻族的指令出现了 这些隐藏在十万大山的高人都出面了 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可以活着离开的珍稀吧 等他们走得很远了 都已经看不清楚他们的声音了 但还是能听到他的吆喝声 因人上路 扬人回避 爱避不避 阁下自理 不光还有赶世人大哥的吆喝声 更是有王磊的哭喊声 你们这些混蛋 我一定会回来的 而我还在回想 刚才这赶世人大哥的话 他让我们不要原路返回 说有人在等我们 应该就是那个割断绳梯的人 可那人说过 我会感谢他的 他到底啥意思 还有那些等着要杀我们的人 又到底是谁 肯定不会是周八字的 如果是周八字的话 绝对不会给我一点活路的机会 除非是邻足的人 我想到这的时候 就看到依依在包扎他手腕上的伤口 那伤口是我咬出来的 但我记得很清楚 他手腕里流出来的血 是绿莺莺的 和我们活人的血液完全不同 在他血液侵入到水里的时候 那些浮尸就沉了下去 所以说 依依的血液 有克制阴湿的作用 但到底是咋回事 我现在还想不通 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回去安顿好了再问他 走吧 我们沿着河流上游走 应该能走出去的 这时 叶博才开口道 嗯 我点了点头 也不敢停下来 生怕那些人还会出现 我们一直沿着河流上方走 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一夜 才走到了贵州海里的地界 到了贵州的地界后 叶博就联系了叶家的人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一点东西后 就有人来带街我们去省城叶家了 这次出来 虽然九死一生 但总算是拿到了棺材菌 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救活了叶堂的父亲 我就要 开始找周八子报仇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知道自己的和灵族尊主的差距有多大 必须尽快让自己强大起来 才有机会就麻沟村 救回我娘 这一趟出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倦 一路坎坷 好在都活下来了 在车上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说话 全都靠在车上睡着了 灵仪一上了车 就靠在我肩上睡了过去 子龙也是累得够呛 我靠在车窗上 看着车窗外的夜景 心里还挂念着王磊 这小子偷了那赶世人的衣服 现在被赶世人威胁 去做服侍的引路人了 他们要去长江黄河 将这些服侍安葬了 恐怕短时间是回不来了 但王磊知道我们在夜家 如果弄完了 应该会赶回来找我们的 有赶世人在 而且王磊又无比的神秘 应该没有啥危险 倒用不着为他担心了 路程还长 我想了一会儿 也是睡了过去 等到天一亮的时候 我们才赶到了省城夜家 一进入夜家 我们就看到夜长风在等我们 看到我们出现的时候 也是冷了一下 好像在寻找他儿子夜少卿的身影 我和子龙是外人 没有说话 夜博站出来了 家主 对不起 少爷他没能从古苗寨里走出来 我尽力了 你要责怪的 就尽管处罚我吧 夜长风不说话 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 现在皱着眉头 看起来更是凶神恶煞的 只见他咬了咬牙 那是他的命 为夜家死 虽死犹荣 但是 你们拿到棺材军了吗 嗯 拿到了 夜堂把棺材军给拿了出来 夜长风看到棺材军之后 脸上 才舒展开了笑容 有些激动地说道 找到了棺材军 大哥就有救了 大哥终于有救了 来人 快把这棺材军熬成药 给大哥服下 夜长风一喊 就有一个郎中打扮的人进来了 毕恭毕敬地接过棺材军后 就去熬药了 等着郎中一走 夜长风才看着我们 脸上的表情轻松了很多 开口道 我代表 夜家谢谢你们 说话的时候 还朝我们汗手感激 我连忙摆了摆手 道 不用客气 这是我们欠夜堂的 既然现在已经还上了 我们两兄弟 也要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 我不喜欢待在这样的地方 虽然很豪华 也很体面 可我和子龙都不习惯 可能我们真的是乡野小子吧 初九 子龙 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留下来休息几天吧 这一路上 要是没有你们 我和夜伯根本回不来 我还没有感激你们 夜堂看到我要走 立马拉住了我 在拉我手的时候 又觉得有些唐突 还是把手缩了回去 我是决心要走的 还没来得及告别 夜伯也开始留我们 初九 子龙 你们的事儿 我已经跟小姐说了 你帮了家主这么大的忙 夜家肯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 而且 你们要是 想盲目找到周八字 恐怕是大海捞针 不如留在我们夜家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最主要是的 初九 你的时间不多了 夜伯把我的事情 早就打探清楚了 前面的话 我没有动容 但后面那句话 却是触动了我的心弦 子龙自然知道 我心里想的啥 在听到夜伯后面这句话时 便主动要求留下来 初九 夜伯说的没错 我们这样去找 恐怕很难找到 倒不如留下来 有夜家帮我们 我们会轻松很多 对啊 初九 你就留下来吧 夜堂看到子龙开口了 紧张的情绪立马放松了下来 说 而且 你们两个人带着依依 日子会很艰难的 夜堂提到依依的时候 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 我和子龙啥也不会 除了干点道士的活 又没有文化 想要谋生养活依依 肯定会很棘手 我犹豫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道 那我先谢谢你们 等我找到了周八字报了仇 我们就会离开 这段时间里 我们住在你们夜家 有啥能帮忙的 我们绝对不会不管的 好 夜堂听到我想留下来了 笑道 这一路 你们太疲倦了 先好好休息两天 说完了 就让下人带我们去房间了 我和子龙习惯在一起了 就在同一个房间 一一的房间 则是挨着我们 洗了澡 我就倒在床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我看子龙还在睡 就走出了卧室 我走出别墅的时候 夜家的人几乎都睡了 我没有了睡意 就漫无目的地 往别墅后面走 这后面有很多单独的别墅 应该是夜家的弟子 和下人居住的 等我快把这夜家的地盘 逛完时 我突然发现 那最角落的地方 竟然有一间砖房 那砖房修得很矮 还没有窗户 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不会察觉 这夜家的别墅如此豪华 竟然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砖房 看起来就是格格不入的 完全和夜家的气势 不相符合呀 我心里好奇 见四下没有人 就凑过去 凑过去一看 才发现这砖房 果然没有窗户 好像是小黑屋一样 我转了一会儿 才发现门在后面 但上面上了一把铁锁 锁得死死的 我用力推了一下 这门也只是打开了 一条缝隙而已 我顺着缝隙往里面一看 正好就看到 里面有一束月光 从小黑屋的顶端 照射了下来 就在那月光的光束下 我正好就看到 跪着一个女人 穿着一身白色的素衣 那头发也是垂下来的 把整个脑袋都盖住了 头发很乱 很脏 都已经打结了 但这一点还不奇怪 奇怪的是 这白衣女人 被一对琵琶钩刺穿了尖骨 是吊起来的 所以 她的姿势是跪在地上的 这琵琶钩锁尖骨 是很残忍的手段 这业家 难不成 还有啥见不得人的秘密不成 也不知道这白衣女人 被关了多久 那白衣都泛黄了 特别是琵琶钩穿过尖骨的地方 那白衣早就被染成了黑血 我看到用这手段 来对付一个女人 心里就有些愤怒 同时也同情这女人 但我看不到她的脸 就在我盯着她看的时候 这女人突然抬起了头 她一抬头 月光就打在了她的脸上 刚好让我看清楚了她的脸 而在看清楚她的脸时 我还是吓了一跳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张脸 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 双眼已经瞎了 只看到两个黑漆漆的眼窝洞 好像是被人挖了眼珠子 脸上也全是乌狗和泥巴 那苍白的脸上 更是有几条猙獰的刀疤 但就算她变成了这副模样 还是可以看出来 她之前绝对是一个大美人 因为轮廓 是回不了的 我看得于心不忍 心里也是越来越好奇了 这堂堂的省城叶家 怎么会关着这样一个女人 不应该说是关 应该说是折磨 我正好奇的时候 这女人突然张开了嘴巴 一一呜呜地喊出了两个字 在她说话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 她的舌头只有半截 好像是被人割掉了一半 她喊这两个字的时候 喊得很模糊 我是听了好几声才听清楚的 眼睛被挖了 舌头也被人割了 这叶家好狠心 我越想 心里越愤怒 正要问她 我身后就突然传来了叶博的声音 初九 快走 这是叶家的境地 一会儿被叶家的人发现了 很麻烦 嗯 我没想到叶博会出现 就冷了一下 啊 叶博 这里这么会关着一个女人 这可不像是盗门家族的作风啊 初九 先走 叶博拉着我就开走 我是想救那个女人的 可叶博却不同意 一个劲地拉着我离开了 一路上给我解释说 初九 这个女人是不祥之物 谁接近她都会倒霉 而且 家主有禁令 谁也不许来这个地方 否则杀无赦 我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这女人是灵族的人 啥 她是灵族的女人 听到叶博说 那女人是灵族的人时 我才惊讶了起来 问她 叶博 你老实告诉我 这到底是咋回事 叶博没有回答我 把我带到了别墅大门口后 见四下没有人 这才小声地给我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的身份 她已经被关了很多年了 只知道 这是家主的命令 也知道她是灵族的人 自古灵族和盗门 就是生死敌对 灵族的人落到盗门手里 下场肯定会很凄惨的 没杀她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叶博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冷哼了一声 因为 我娘就是灵族的人 难道灵族的人就该死吗 叶博看出了我脸上的不愉快 叹息了一声 道 初九 我说这话不是针对你 只是灵族和盗门之间的仇恨太深了 势如水火 你现在在叶家 还没有完成你的事情 最好不要闹事 这样对你不利 叶博已经被盗门家族的人 完全奴役了 我知道和他辩解没有意义 干脆就换了一个话题 问 叶博 我其实一直想问你 灵族到底在哪 还有那神秘的龙虎宗 他们既然这么厉害 可为何一直躲着 做缩头乌龟 初九 我不知道 叶博摇了摇头 苦笑道 灵族的大本营 很少有人知道 除非是他们带你进去 但是 灵族是杂门的统领 自然也会有他的视力和眼线 而至于龙虎宗 是在龙虎山 可没有人知道 山头在哪 我知道你想找到灵族 也不是没有办法 等你找到龙虎宗 就能知道灵族的秘密了 哦 听到叶博这么一说 我立马就来了兴致 问 叶博 有啥办法能找到灵族 叶博皱了皱眉头 眯着眼睛看着我 说 当你打开了镇魂齿的封印 你就能知道龙虎宗了 龙虎宗是盗门的统领 也是神秘的存在 每过一甲子 他们都会来盗门三大派挑选天才 带回去就培养出来 维护盗门的秩序 但自从上次和灵族大战后 盗门三大派就完全没落了 龙虎宗也封闭了山门 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唯一的线索 便是王磊 叶博之前就说过一次 但我那会儿还不能体会 现在却是有深刻的体会了 现在的盗门 完全是一盘散沙 纷纷各站山头 厮杀抢夺 从未停止过 就是不知道 当年龙虎宗和灵族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战争 才会变成了 如今这般没落的结局 但我心里却有了自己的小算盘 那小黑屋关着的女人 是灵族的 如果我把她救出来 那就能够找到灵族的线索了 我在心里算计 自然也不能告诉叶博 毕竟是在叶家 我还不敢以身犯险地去挑战叶家 我假装啥事也没有 就回房间去睡了 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给子龙 想着等时机成熟了再告诉他 回去之后 我也没有睡着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叶唐就来敲门了 初九 你醒了吗 听到叶唐敲门 我连忙穿上了衣服 跟着就打开了房门 我看他脸上有些疲倦 应该是昨晚上没睡好 但却是很开心 初九 我父亲想见你和子龙 呃 我冷了一下 子龙也起床了 也没有说啥 就答应了 还没有洗漱 我们就跟着叶唐 去见他父亲了 叶唐的父亲 在别墅的主卧室里 隔得很近 叶唐一推开门 我们就闻到了一股腐臭的味道 很难闻 虽然有熏香撇味 但这股腐臭的味道 还是很刺鼻 而且 这种腐臭的味道 我好像在哪闻到过 子龙比我沉稳 他进入房间的时候 也是闻到了这股腐臭的味道 也是眉头一条 看我在看他 立马凑在我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初九 这腐臭的味道 和师父死的时候 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一模一样 听到子龙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怪不得会觉得 这股腐臭的味道很特别 这股腐臭 和其他的腐臭味不同 和师臭味也不同 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只有中了三十股的人 才会散发出这种味道来 我一想 当即就想到了周八字 嗨嗨 你们来了 就在我心里震惊之时 里面的大床上 突然传来咳嗽的声音 我和子龙收回心思 快速往前走了几步 正好就看到叶唐 把一个中年男子扶了起来 他的岁数看起来有五十岁左右 体格魁梧 和那叶长风看起来很像 但是这人看起来 不像是叶长风那样凶神恶煞 倒是有些和善慈祥 只不过 他的脸上出现了无数的农包 那农包里 还有农业流了出来 看到他的情况 我心里就已经能够确定了 他和我师父死亡的时候 症状一模一样 叶叔 你是中了三十股的毒吧 我没有问候打招呼 就直接说了出来 嗨嗨 叶家的家主咳嗽了一声 点头道 没错 我就是中了三十股的蛊毒 要不是我们叶家的灵药多 恐怕我早就已经死了 我得感谢你们 找到了棺材菌 帮我压制了三十股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床边上 还有一个古董碗 那碗里 还能看到一些绿色的液体 想必是那棺材菌熬成的药 我和子龙心里都有谱 会三十股的人 除了仙灵婆 那就是周八子了 我暗自笑了笑 叶叔 您是怎腰中了三十股的 嗨 叶叔叹息了一声 说 也是怪我贪心啊 遇上了一个活死人 是他用三十股暗算了我 听到活死人的时候 我心里更加激动了 因为周八字 就是活死人 我强行压制着内心的激动 继续问 叶叔 您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 记得不太清楚 他是偷袭我的 叶叔摇了摇头 回想了一会儿 才说 不过 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他好像没有双腿 拄着一根铁拐杖 因为他是偷袭我的 所以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叶叔一说到这儿 我就猛地抽了一口气 子龙看着我的时候 眼睛都有亮光了 这人我们心里都清楚 正是那死里逃生 杀了我一家 还有害死我师父的周八字 他 果然出现了 一想到他 我就恨得牙痒痒 还没说话 叶叔又继续开口了 初九 子龙 之前我让叶唐去享水村 就是想要让他们找到藏风珠 藏风珠可以驱除我体内的毒性 可现在三十股的毒 已经侵入体内了 就算有了这棺材军 我也活不了多长的时间 叶家是西南最大的道门 誓死效忠龙虎宗 只是龙虎宗现在消失了 但叶家还在统领着 西南地区的道门 我如果出事了 肯定很多人不会放过我们叶家 我希望你们 能够答应我一件事情 保护叶家 保护我女儿叶唐 叶叔这话一出口 叶唐就看向了我们 那眼神楚楚动人 看得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我心一软 正要答复叶叔 谁知 叶叔主卧室的门 咚咚就被敲响了 这声音敲得很急 好像外面的人很着急 谁啊 叶唐喊了一声后 叶博的声音就从外面传了进来 家主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副属我们叶家的这些道派 都拿着赶山边来了 他们的掌舵人一夜之间全死了 现在就在楼下的大厅请命 希望您去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 什么 他们的掌舵人全死了 听到叶博带来的这个消息时 叶叔惊得想翻身下床了 要不是叶唐搀扶着他 他肯定摔下床了 父亲 您不要着急 我下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 叶唐安抚着叶叔 叶叔现在还不能动 也只是干着急 点点头后 那眼神就看向了我们 突然大声道 叶老 从现在开始 叶家叶唐掌舵 初九和子龙会留下来保护他的 有什么事情 让叶家所有人都听叶唐的 如有不服者 让他来找我 这叶叔一开口 直接让我和子龙 没有拒绝的机会了 我看着子龙的时候 他就无奈地笑了笑 但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好的 家主 叶博回答了一声 就下去招呼那些人了 而叶唐似乎对自己没有信心 父亲 我怕我管不了叶家 会让叶家衰败下去的 哈哈 傻女儿 我心里自然有办法 叶叔慈祥地笑了笑 竟然又看向了我们 说 初九和子龙一身正气 我相信有他们在 会帮着你让叶家变得更加强大 龙虎宗虽然现在封闭了山门 但他们还会出现的 龙虎宗一出现 我们到门就有希望了 所以 不管怎样 都要坚持到龙虎宗出面 初九 子龙 拜托你们了 叶叔说到最后 就朝我们汉首行礼 我和子龙连忙汉首 说 叶叔 您客气了 我们现在在叶家 能做的 我们绝不会退缩的 好 叶叔听到我们的答复 这才放心地笑了起来 跟着 我们才和叶唐一起走了出去 走下楼梯 我就看到下面的客厅了 坐了不少的人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和普通人都不相同 应该也是到门中的人物 而他们的手里 都拿着一条鞭子 这条鞭子 和普通的鞭子不同 是用武帝钱串起来的 我看得疑惑 叶唐在下楼梯的时候 就小声地跟我解释了一句 初九 这是我们叶家的赶山鞭 当年仙祖成立叶家的时候 就凭着这赶山鞭 赶走了深山里 害人的山霄野怪 一战成名 后来 这些小的盗派 就归顺了我们叶家 作为信武 仙祖就给了他们 每人一条赶山鞭 赶山鞭代表着叶家 赶山鞭出现了 不管遇到了什么事 叶家都会出手帮忙 这是仙祖的承诺 原来是这样 我恩了一声 一下楼之后 叶博就扯着嗓子介绍了起来 家主吩咐了 现在的叶家 小姐说了算 我不管你们叶家谁做主 当年我们土匠一门的掌舵人 跟着你们叶家的仙祖 赶山驱邪 你们仙祖曾允诺 日后定当报恩我们土匠一门 一直以来 我们土匠都很低调 可现在 我们土匠一门的掌舵人 却是被人包了人皮 只剩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此番来 就是代表 我们土匠一门请命 希望你们叶家讨回一个公道 这第一个站起来说话的人 个子很矮小 但体格很健壮 他站起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他身上的土腥味 这个职业我太熟悉了 我爷爷躲到麻沟村后 也是做了土匠的职业 专程帮人弃坟 还有挖坟选地 土匠也是属于道门的 但流传下来的土匠 却是太少了 早些年有厉害的土匠师 又叫做大掌卖师 凭着一双如狗灵敏的鼻子 就可以断定 这个地方是否可以葬人 因为爷爷的缘故 我对这土匠师很有亲切感 随着他开口之后 另外一个人也站了出来 我们省城棺材铺子 一直经营棺材 还有丧葬用品 也是极为低调 可我们的掌柜 也是被人活生生包了人皮 只留下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棺材铺子不欺人 但有人杀了我们掌柜 我们绝对不会稀释宁人 今日来请命 也是希望你们叶家做主 没错 这棺材铺子的人一说完 又跟着站起来了一个人 愤愤地说道 我们风水斋向来很少 和到门的人接触 可我们的大师傅 也是遭到了毒手 人皮也是被活生生地包了下来 你们叶家 既然是我们的领头人 就必须给我们逃回一个公道 一时之间 整个大厅彻底地乱了 都要让叶唐给他们逃回公道 等最后一个职业的人说完时 我的脑袋都快爆炸了 叶唐坐在椅子上 也是痛苦地扶着额头 等他们说完之后 他才理智地开口问 你们的掌舵人 死法都是一样吗 没错 都是被人包了人皮 只留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而且 那种包皮的手法 十分高明 先是把头顶的人皮弯了下来 跟着才是顺着往下包皮的 我检查师傅的伤口时 就发现 师傅头顶的人皮弯下来的地方 有一条很深的口子 至于身上 则是一条深的刀口都没有 很显然是分成两次包皮的 听到这人这么一说 我心里也是纳闷了起来 包人皮这种手段比较残忍 除了邪术的人之外 一般人根本不会用如此手段 叶唐很理智 没有任何的惊慌失措 挣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 你们都是我叶家的附属 针对你们 自然就是针对我们叶家的 所以不管怎样 我们叶家都会出手帮忙的 但我们 还需要知道是谁 才能够找出凶手 叶唐这么一说 这些人也是愣住了 连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的掌舵人 到底是怎么死的 有这种包皮手法的 自然不是人 而就在大厅陷入沉默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 一道冷冷的声音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声音的出现 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都齐刷刷地 看向了大门口的位置 那大门一开 我就看到叶长风走了进来 而在他身边的 还有一个高挑轻瘦的女孩 最少有一米七以上的个头 穿着一身蓝色牛仔裤和皮衣 把那大长腿 完全展现了出来 头上还扎着马尾 给人一种干练清爽的感觉 他的五官很立体 鼻梁很挺 一双深邃的眼睛 看起来有几分 像是混血儿的美感 但他看起来很冰冷 进来的时候 那双深邃的眼睛 就扫了所有人一圈 那冰冷的眼神 竟然让人有些不敢对视 姐姐 你回来了 所有人都愣着的时候 叶堂就开心地打招呼了 叶堂这么一喊 我才知道了这女人的身份 想必就是那叶长风的女儿 叶朱金了 我之前也听说过她的身份 是公安局特殊部门的 怪不得 她身上很有气质 叶朱金走过来的时候 就冲叶堂笑了笑 但是看我和子龙的时候 眼神就再次变得冰冷了起来 果然很冷啊 子龙也很有型 冷哼了一声 看都不看她 倒是让这叶朱金走到她面前 是冷了一下 叶堂 听说大哥 让你来掌舵叶家 那你可要好好管理叶家了 可别让他们小看我们叶家 二叔我老了 少卿也走了 我也不想参与你们的事情了 有什么事情 金金可以帮你们的 叶长风进来后 就直接坐了下来 她这番话 看起来是在帮叶堂 但语气却是阴阳怪气的 很显然 是不甘心的语气 叶堂咬了咬牙 没有说话 拉着叶朱金就坐了下来 一坐下来 叶堂就问她 姐姐 你说他们的掌舵人 不是被人包了人皮的 到底是咋回事 你可得帮帮我呀 叶堂心里不糊涂 像一个妹妹的撒娇着 我是外人 自然能够看出来 他们叶家的人 没有想象中那么和谐 嗯 这叶朱金点了点头 摁了一声 看了一眼 这些拿着赶山边来请命的人 冷声道 你们的掌舵人 不是被人包皮害死的 而是被鬼剃了头包了皮 鬼剃头 听到叶朱金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鬼剃头这种说法 我自然是知道的 但也只是听闻 没有亲身经历过 说是有的人早上醒来后 头发就会掉了一大片 或者秃顶 这就是被鬼剃了头 但这种只是民间的说法 和鬼压闯鬼敲门差不多 都是招惹了小鬼的原因 可道门中的鬼剃头 却不是这样说的 而是一种神秘邪门的职业 也算是砸门一类的 又叫做剃头鬼匠 我曾听师父逍遥子说过 剃头鬼匠非人非鬼 好像是属于山霄野怪的类型 剧道门记载是这样说的 最早那会儿还没有理发店 都是理发师背着家伙式下乡 去给人剪头发 这剪头发的人 在乡前的深山老林里 就遇到了山霄野怪的矮骡子 这矮骡子体态像猴子 有灵性 狡诈报复心强 趁着那剪头发的人睡着了 就拿他的家伙式给他剪了头发 这矮骡子能够模仿人 剪头发的时候 就把理发师的头皮 一起给剪了下来 矮骡子贪玩 把头皮盖在了自己的头上 看起来就和人的脑袋差不多 生活在那些深山老林的老人 就知道 在大山深处 如果看到脑袋上顶着草帽的人 那就是矮骡子 其实就是剪头鬼匠 他们顶的不是草帽 而是人的头皮 头皮上面有头发 看起来就很像是草帽 这矮骡子 喜欢上了剪头以后 就开始包活人的人 皮皮在了直接的身上 人在睡梦中死亡 死后怨气会复生 那怨气改变了矮骡子 让他们沾上了鬼的邪性 只要遇到好看的人皮 就会帮他们剪头 久而久之 他们身上的怨气越重 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剪头鬼匠 简单地说 就是冤魂赴了山霄 也怪矮子的身 如今 听到叶朱金这么一说 我也是回想起来了这个传说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 剪头鬼匠一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咋会出现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 而且 被剪头被包人皮的这些掌舵人 可都是走鹰人 按理说 应该会有所防范 可邪门的是 他们竟然全都被剪头包皮了 最古怪的一点 就是这些被剪头包皮的人 都是附属于叶家的门派 不用想都知道 这些剪头鬼匠 是针对叶家来的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那个土匠师突然开口了 说 叶小姐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我们掌舵人被包皮的前一天 就有一个算命的老头 带着一只长相奇怪的猴子 来找我们掌舵人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们掌舵人的人皮 就被包走了 难道 是那算命老头 和那奇怪的猴子 对对 没错 土匠师一想到这儿 那风水斋的人也开口了 当时也是一个算命的老头 带着一个猴子来我们风水斋 要和我们师父一拼算命术的高下 也是第二天早上 我们师父就被包了人皮 可也不对啊 那算命老头 根本没有留下来过夜 天黑的时候 他们就走了 我们掌柜的道行不弱 如果真有人强行包他的皮 踢他的头 应该会有动静的 可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们掌柜就死了 这棺材铺子的人 疑惑得嘟囔道 这人一提出这个疑惑 我们就立马想不通了 都在沉思着分析这个问题 可我的心里 却早已经是惊涛骇浪了 这算命的老头 会不会是给我假药 毒死我师父的那个算命老头 他是周八字的人 当时和大彪一起来 鼓苗寨抢阴鼓的 大彪被我们破了他的铁布山 当场就死了 王磊故意让算命老头逃走了 还说 想要找到周八字 就必须放他回去透风报信 如果这带着剃头鬼将的人 真是算命老头 那王磊恐怕早就 就算准了 我一这样想 心里就更加震惊了 这王磊 好像知道所有的事情啊 就在所有人都震住的时候 子龙突然开口了 你们的掌舵人 不是被那算命老头包皮剃头的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们的掌舵人 是活生生把自己的人皮撕下来的 子龙这话一出口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连我 也是被他这番话给震住了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把自己的人皮撕下来的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叶朱金 冷冷地看着赵子龙问道 子龙一向极恶如仇 更是看不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直接无视叶朱金的问题 看着这些来请命的人说 剃头鬼将一般不会出现在大城市里 如今他们出现了 就说明有人控制了他们 他们是针对叶家的 而且 你们的掌舵人都是男性 我担心他们 不光是要杀人那么简单 他们让剃头鬼将包走他们的人皮 恐怕是有其他的目的 对了 叶唐 子龙说到这的时候 忽然看向了叶唐 叶唐嗚了一声 子龙才继续问 叶唐 附属你们叶家的 除了在场的之外 还有哪些门派 他们现在没有出现 那就说明 他们还没有出事 想要抓到那算命老头 还有剃头鬼将 我们就必须抢先一步 子龙这个方法一说出来 叶唐立马挣了一下 随即开始观察来的这些人 在心里盘算了一会儿后 好像想到了啥 就朝来请命的人抱拳道 各位 你们一直和我们叶家是合作的关系 你们有难 我们叶家自然不会不管 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等我们找出了凶手 一定会还大家一个公道 大家回去后 希望停止手上的业务 千万要小心点 顺道打探一下最近到门的情况 如果有情况 立马来通知我们 叶唐这话 是下了逐颗令的意思 但我看他的表情 好像是想到了啥重要的东西 这些人没有立即答复叶唐 而是在私底下 开始窃窃私语了起来 有了统一意见后 那土匠师才起身道 好 我相信你们叶家 但请你们叶家 最好给我们个交代 邻族的人开始出来活跃了 别让我们对你们叶家 失去了信心 都回吧 说完就头也不会的 带着其他人走了 叶博赶紧把他们给送了出去 一直等到叶博回来后 我才开口问 叶唐 你是不是当着他们有啥难言之意 嗯 叶唐轻轻地点了点头 说 这些只是小家族而已 我们叶家真正的底蕴不是他们 而是 够了 叶唐 这可是我们叶家的秘密 你难道要告诉给两个外人听吗 而叶唐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长风就冷冷地打断了他 眼神轻蔑地看了我和子龙一眼 哦 这剃头鬼将算不了什么 不行我就亲自出手 哼 听到叶长风的话 子龙当即冷笑了一笑 说 坦白说 我对你们叶家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们这些家族 除了赚钱 相互利用之外 扪心自问 你们算得上真正的修道之人吗 子龙显得很愤怒 不光是他 连我也受不了这叶长风 要不是 看在叶唐的份上 我早就反击了 这样的人 连自己的儿子死了 也看不出任何的伤心来 还能期望他是个好人 子龙这番话 更是让叶长风气红了脸 正要发作 叶朱金却是站了出来 劝他的父亲 说 父亲 既然他们是叶唐的人 而且现在叶家是叶唐主事 我们就听叶唐的吧 哼 这叶长风冷哼了一声 道 好 既然是叶唐主作 那我随你便吧 叶唐咬了咬牙 一直在忍着心中的愤怒 但他还是没有爆发出来 选择了相信我们 看着我们玩耳一笑 坦诚相告 初九 子龙 实不相瞒 我们叶家真正的底蕴 其实是和死人做生意 和死人做生意 叶唐把他们叶家的秘密说出来时 我和子龙当即一惊 默契地看向了彼此 脑瓜子更是快速地转了起来 和死人做生意 我所了解的 那就是灵婆类型的职业了 他们负责通灵请鬼魂 也就是和死人打交道 赚死人钱 但我们了解的都不多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问 叶唐 到底和死人怎么个做生意 叶唐抿了名嘴唇 给我们解释说 修道之人 几乎都会和阴魂打交道 人死了会掩埋很多秘密 但鬼魂却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们生前留下的财富 知道的秘密 我们都可以和他们交换 这样的职业 有阴阳当铺掌柜 还有阳间鬼市人 他们帮鬼魂完成心愿 得到他们想要的财富 而我们叶家 在西南地区 是最大的盗门家族 需要强大的财力来支撑 如果光凭驱鬼看风水的钱 是养不活这么大一个叶家的 唯有和死人做生意 才有足够的金钱支撑叶家 叶唐说到这的时候 我就大致知道了 他说的意思 看来 他们叶家之所以会成为 最大的盗门家族 秘密就是和死人做生意赚钱了 我心里还是有些抵触的 人鬼殊途 利用死人来发财 这有点违背盗门的道义了 或许 这也是为啥盗门 会走向没落的原因吧 都是一个钳字 改变了所有的初衷啊 我看向子龙的时候 他也是沉着一张脸 看来心里 也不接受叶家私底下的做法 我俩心领神辉地看了一眼 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也萌生了想离开盗门家族的想法 叶唐好像看出了 我们脸色的不悦 痴痴地笑了起来 说 初九 子龙 你们误会了 我们和死人做生意 不是想要得到死人的财富 我们叶家不同 我们叶家和死人做生意 是因为我们叶家控制着省城的鬼市 嗯 听到叶唐提到鬼市 我就来了兴致 阳间活人感激的地方 就阳市 而阴间死人感激的地方 就叫做鬼市 鬼魂也要花钱 每年清明和鬼节烧明纸 就是给死了的人送钱 不是所有的人死了之后 就会去投胎的 还会留下来排队轮回 但在阴间的过程中 他们也要吃香烛元宝 来维持自己的魂体 鬼市人变得 自然会保持着人的欲望 还有生活起居 鬼市 刚好就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一切 我们正住的时候 叶唐又继续往下说 阳间有很多鬼市 此时开始 疾名消失 鬼市的阴魂很多 有的有钱人会托高人去接阴寿 有的会去求子 更有的人 会去请小鬼回来改孕 而且 活人有些疾病 是现在的医疗水平无法治疗的 唯有鬼市的东西 才能治病 但我们叶家不会干涉他们的交易 只是维持鬼市的秩序而已 但除了我们叶家自己人之外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我们控制着鬼市 所以 刚才那几个门派的人在 我没有说出来 更不想瞒你们 还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叶唐这么一解释 我和子龙心里的隔音 才缓解了不少 子龙挣了片刻 才说 叶唐 刚才那些门派 都是归顺你们叶家的 而他们的掌舵人 全都被剃头包皮了 你告诉我们 是担心那个算命老头 知道你们叶家的秘密 没错 叶唐点点头 说 鬼市不能被毁 要是那些鬼魂留在了阳间 会害死很多无辜的活人 归顺我们叶家的门派 一般人知道的并不多 特别是鬼市 更是只有我们叶家几个人知道 可现在这些掌舵人 全都遭了毒手 我担心的是鬼市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你是担心 你们叶家出了内贼 不然的话 是不会有人知道鬼市的秘密的 子龙不是啰嗦末及的人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掌管鬼市的人没有出现 那就说明 他们还没有出事 也就是我之前说的 想要找到算命老头 还有剃头鬼匠 我们就必须抢先一步 我和初九住在你们这儿 没什么能做的 我帮你们走一趟吧 算是还收留之情 我们虽然穷 但最不喜欢欠别人的 子龙说 这话是针对叶长风的 我也立马接过话了 说 对 我们人穷之不穷 绝不死气白赖地留在叶家 叶唐 你告诉我 怎么去鬼市 我和子龙都不傻 故意这么说 一是为了弃叶长风 二才是最主要的 就是想要去看看 他们口中的算命老头 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那个算命老头 如果是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最重要的 还有他背后 那个阴险的周八字 叶唐知道我们的性格 接触了这么久 自然知晓 我们说一不二 就恩了一声 说 鬼市就在庙街 白天是丧葬用品 还有古玩一条街 过了子时候 鬼市就会出现了 但一般人进不了鬼市 更发现不了鬼市 我们有邻车 专程开往鬼市的 你拿着我们叶家先祖的赶山边 自然会有人来拉 你们去鬼市 好 我点了点头 叶唐就去香火上 拿来了供奉的赶山边 这条赶山边很沉 上面还有一股血腥味 不知道杀了多少山精野怪 我和子龙是一点也不想 留在叶家 面对叶长风 就主动提出来 让人送我们去庙街 可刚一提出来 叶朱金就站了起来 说 我和你们一道去吧 子龙呵呵一笑 看着叶朱金道 叶小姐是不相信我们的为人吧 叶朱金瞪着子龙 好看的眼睛眯了起来 显得更冷了 淡淡地吐出了一句话 鬼是是我叶家的地盘 我去不去 还轮不着你管吧 这话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但我知道子龙 不管多么生气 他也不会对女人出手 我相信他 果然 只看到他咬了咬牙 静止就走出了别墅的大门口 留下叶朱金 眼神奇怪地看着他 我出去的时候 叶博就走到了我身边 小声给我提醒了一句 初九 小心叶朱金 他的性格比小姐强势 也是特殊部门的人 这个时候赶回来 恐怕没这么简单 嗯 我点点头 跟着叶博就让下人 送我们去省城的庙街了 此番去的 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 子龙 叶朱金 叶唐要留下来照顾他父亲 叶博要管理叶家的其他事务 在车上的时候 叶朱金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时 一言不发 我和子龙也没有说话 等到了庙街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这是省城一条很出名的老街 算是古董建筑了 这庙街尽头有一座苗 很热闹 有很多人来上香祈福 这才叫做了庙街 庙街两边的店铺 有不少卖香烛的 还有算命的铺子 中间地段 还有棺材铺子 丧葬店 入口的地方 更是有人 吊吓着卖玩具和卖假手机的 庙街清一色的 都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房子 二楼的地方则有饭馆 还有喝东西的店铺 可谓是鱼龙混杂 啥样的人都有 但他们都不知道 这里也正是鬼市的地界 我们混进去之后 就找了一间二楼的茶楼坐了下来 点了一碗茶后 子龙就坐在窗户边上 开始观察下面活动的人群 但他看的 都是拿着算命器算命的人 我也不列外 这夜珠金冷得像冰块一样 也是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他坐在一起 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很尴尬 但我没闲着 也在悄悄观察他 他好像在留意周边的环境 那双好看的眼睛 犹如鹰眼一样 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啥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 庙街再开始安静了下来 很多店铺都已经打烊关门了 但唯独有一间阴阳当铺 却在这个时候 反常地开门做生意了 子龙见状立马拉我走 好像要甩掉夜珠金 可我们刚一走 就被夜珠金发现了 跟在我们身后 冷冷地说道 想丢下我 你们未免也不知道 什么是绅士风度吧 哼 鬼市要开始了 没有我带路 你们永远也别想进入鬼市 夜珠金似乎在责怪 我们没有绅士风度 冷冷地说了一句之后 就迈着大长腿 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直接朝那开着门的阴阳当铺 走了过去 夜珠金的身段很好 特别是那大长腿 走起路 倒是有几分像是模特 我看着子龙的时候 子龙就眯着眼睛 在看夜珠金 心里不知道在想啥 我们不敢落后 也是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夜已经深了 庙街开始冷清了下来 只有那尽头的庙宇深处 还是灯火通明的 街上有不少的路灯 但都是古典的那种灯笼灯 唯独那阴阳当铺的门口 却是挂着一对黄灯笼 这灯笼的确是黄的 不是白灯笼 也不是红灯笼 好像是用特殊的材质做的 店铺的门梁上 就挂着一张黄旗 黄旗上面正写着 当铺两个大字 加上那门口的黄灯笼 也就说明 他做的是死人生意 白天不开门 晚上才开门 夜珠金走在前面 走到了门口的黄灯笼下 就停了下来 等我们走近了 也没说话 直接用手指敲了三下门 每敲一下 都会停顿一下 更是敲得不轻不重的 这店铺的门是开着的 这样敲门应该是打招呼 连续敲了三下门之后 我才看到一个 穿着挂子的门徒走了出来 这穿着挂子的门徒 岁数不大 年纪应该比我们还小一些 但个子很矮 差不多是诸如的身高了 在打量了一眼 我们三人后 就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一对鬼灯笼 开门迎贵客 他问这话很有意思 又像是喊 又像是唱 我和子龙自然听不懂 他们的暗号 但夜珠金会 脸上依旧是没有任何的笑脸 冷声回应道 一条赶山边 行走阴阳不问神 这门徒原本是趾高气扬的 听到夜珠金答出来后 立马哈邀请道 原来是本家人 快请进 夜珠金带头走了进去 我和子龙走在后面 一进入这阴阳当铺 就看到这屋子里 全是古代当铺的装扮 很是古色古香 随处可见的木架子 随处可以看到 上面摆满了古董 但都是假的玩意儿 这只是摆设而已 真正的生意 在里面的房间 当铺里有一张八仙桌 门徒招呼我们坐下来后 就给我们上茶 整个当铺里都点着檀香 这檀香是加工过的 没有这么冲 反倒是很好闻 夜珠金抿了一口茶 这才开始问 你家掌柜呢 门徒笑了一下 回答说 我家掌柜在二楼 正和一个算命先生论道 我马上去请掌柜下来代客 该死 出事了 听到这句话 我当即大叫不好 何子龙同时站了起来 直接冲向了当铺的二楼 这当铺是木房子 楼梯也是木座座的 我们蹭蹭爬上去后 楼梯就传出了一阵阵嘎吱的声响 我提着震魂齿 冲在最前面 子龙握着金钱剑断后 等我们一冲上当铺的二楼 首先闻到的 就是一阵扑鼻的血腥味 我吻了一下 没有盲目地冲上去 快速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二楼有很多房间 唯独走廊最深处的房间 是亮着灯的 确定了位置后 我们就同时冲了过去 一脚踢开了房门 我们的力道太大了 房门被我们踢得 壮得谈了好几下 就是这房门 一关一开的情况下 我们就清楚地 看到这房间里 站着一个中年人 差不多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了 穿着长衫挂子 留着很长的胡须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好是面对我们的 也在看我们 但那张脸上 全是惊恐和害怕 我第一眼还没有看清楚状况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 脑袋上是秃顶的 不对 不是秃顶 而是脑袋顶上 那一块的人皮没有了 就好像 是用碗盖在他的脑袋顶上 沿着碗 用刀把他的头皮弯了下来 他的个头比我们矮 脑袋顶上的人皮 没有了 还能看到里面跳动的脑浆 和渗出来的血液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浑身都骂了 就好像电流流变了我的全身 从头到脚都骂了 这掌柜看着我们 瞳孔都害怕地放大了 那弯了头皮的剧痛 更是让他的身体 一阵阵地抽出了起来 就 那嘴巴动了动 终于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在我想冲出去救人的时候 这掌柜突然变了脸 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同时把手摸到了头皮的位置 猛地一撕 只听到撕拉的一声 这掌柜就抓着他的头皮 活生生把他身上的皮撕了下来 就好像撕蛇皮一样 活脱脱就这么撕下来了 那人皮一撕下来后 这掌柜就变成了血肉模糊的样子 就好像站在我们眼前的 不是一个人了 而是一个血肉模糊的粽子一样 而掌柜在把他自己的人皮撕下来后 身体就猛烈地抽出了起来 坚持了几秒钟 身体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摔倒在地板上的时候 更是把血肉挤压的血肉横飞 那身上一条条白色的神经 还有鲜红的血肉 几乎让我呕吐了起来 这画面实在是太残忍了 纵然我见过百鬼围村 也见过恐怕的孤独 但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犹如惊涛骇浪 久久未能平息下来 但我更加想不通的是 一个活人 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皮撕下来 而且 好像是脱衣服一样 轻松地就撕了下来 我们都知道 人皮连着血肉 撕下人皮 绝对会很困难 而且 那种包皮的痛苦 我简直不敢想象 我也不知道 这掌柜的死了没有 但看到他那血肉模糊的身体 还在猛烈地抽搐着 不知道有多痛 我看不下去了 就转过了身 刚好看到了夜猪精和门徒走了上来 门徒看到自己的师父被包皮了 当即吓得跪在了地上 痛苦地大哭了起来 倒是夜猪精 却是眯起了眼睛 这样的他 看起来更加冰冷 沉默了一两分钟 夜猪精才问子龙 你怎么知道 这些被包皮的掌舵人 都是自己撕下自己的人皮的 子龙对夜猪精 本来就没有啥好印象 回头看了他一眼 就别过了头 解释说 不管是多么厉害的刀工 也无法将人的人皮 完整地包下来 唯一的方法 就是剃头鬼匠 师父当年曾说过 剃头鬼匠喜欢人皮 把人皮套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修炼成人了 山霄野怪有灵性 矮骡子被鬼魂的怨气赴了身 早就已经不是普通的山霄野怪了 但 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哦 率先走进了掌柜的房间里 看着那倒在地上抽出的掌柜 摇了摇头 说 已经死了 必须要抓到那算命先生 还有剃头鬼匠 不然会害死更多的人 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到了一点 一把拉起了跪在地上 早就吓懵了的门徒 问 那算命先生进来多久了 这门徒完全吓傻了 我连着摇晃了 他好几下 他才清醒了过来 抹了抹眼泪 说 那算命先生 比你们早来半炙香的时间 他一说到这儿 我就连忙问他 现在是多少时辰了 这门徒冷了一下 看了看手上的表 说 还没有到紫石 我皱着眉头 说 还没有进入紫石 那鬼市就还没有出现 这算命先生 和那剃头鬼匠 一定就在这妙街 我们快去找 一定要赶在鬼市来临之前 找到他们 说到这儿 我赶紧跑到了房间的窗户 一拉开窗户 就看到外面有护栏 想从这里逃出去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意识到这一点 我才大声朝子龙喊 子龙 快关门 这算命先生和剃头鬼匠 一定还在这当铺里 在我喊子龙关门的时候 子龙就察觉 我想要干啥了 我一喊 他就迅速地冲了下去 只听到一阵 砰砰的下楼梯声 跟着就是大门 被重重关上的声音 但子龙没有上来 应该是守在一楼了 关好了门之后 我就开始 找这个掌柜的房间了 这房间不大 有两个老衣柜 还有一间老木床 其余就没有 可以藏人的地方了 我握着震魂齿 走到了老衣柜 猛地掀开了老衣柜的门 衣柜门一打开 里面啥也没有 跟着我又趴在地上 去看床底下 也是啥也没有 也就是说 算命先生和剃头鬼将 并没有在这房里 走出老掌柜的房间 走廊外面有四间房间 分别都是相对的 我看了一眼叶朱金 道 叶朱金 你能帮忙吗 要是不行的话 你就下去和子龙守着大门口 叶朱金呵呵一笑 没有说话 直接走向了右边的房间 推开房门就进去找了 我看到他帮忙了 自己则是搜索走廊左侧的房间 这房间很普通 除了衣柜之外 便是一张床 啥也没有 更是一目了然 确定了这房间 没有藏人之后 我就退了出来 叶朱金是特殊部门的人 搜寻能力比我强 我退出房间的时候 他已经搜索完了 右侧的两个房间 看到我之后 摇了摇头 是一只两个房间里没有人 我们已经搜寻了三个房间 就剩下挨着楼梯楼的 这个房间了 我们俩是同时 站在最后一间房门口的 叶朱金朝我比划了一下手势 想要让我去踢开房间 我心领神会地恩了一声 提起一脚 踹开了房间门 房间门一踹开 我们俩是同时冲进去的 可一冲进去后 这房间却是空荡荡的 但床上的被子很乱 很明显 这是平日里有人住的地方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血腥味 在我正住的时候 叶朱金就淡淡地问了我一句 他一说我就闻了一下 这一闻 的确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还没说话 就感觉有啥热乎乎的液体 滴到了我的头顶上 那热乎乎的液体 浸到了头皮上 凉悠悠的 我看向叶朱金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 他那精致的脸上 竟然挂着一滴鲜红的血液 我只看到叶朱金 轻轻地咬了咬牙 眼珠子往上一翻 我们就同时抬起头去看 这一抬头 正好就看到我们的脑袋顶上 正挂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尸体身上 一点人皮都没有 正是被剃头鬼将剃头包皮的 那鲜血就顺着他的尸体 一滴一滴地滴了下来 滴在了我的头发上 滴在了叶朱金的肩膀上 没有了人皮 我们就无法判定 这具尸体的身份 更不知道他的长相 碰 而就在我们愣住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了 开门关门的声音 我一听到这声音 立马就担心子龙 当即大喊了一声 子龙 我一喊 还没冲出房间 子龙即直接冲了上来 看到这房间 楼顶上挂着的尸体时 也是皱起了眉头 道 看来 被包皮的 还不止一个人 等等 谁知 子龙的话刚一说出口 叶朱金就冷冷地盯着他 问 刚才有人开门出去了 是谁 子龙疑惑地看了叶朱金一眼 说 是那门徒 他吓傻了要去报警 我看他的神色不对劲 就让他出去了 该死 听到子龙的答案 叶朱金小脸刷一下怒了 看着子龙吼道 他不是门徒 他就是剃头鬼将 叶朱金这么一说 我在一抬头看挂着的尸体 立马就明白了过来 这阴阳当铺就两个人 一个是掌柜 一个是门徒 而现在有两具尸体被包了皮 那除了掌柜 就是这门徒了 也就是说 刚才的门徒 就是剃头鬼将 他把门徒的人皮 套在了自己的身上 怪不得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会觉得他很矮 原来他不是阴阳当铺的门徒 就是 那成了金的矮骡子 我们三个人 都被他玩了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赵子龙也反应了过来 率先冲了下去 我是跟着他冲下去的 等我们冲出当铺的时候 整条庙街都是无比的清冷 哪里还有那矮骡子的身影 确定他跑了之后 我才叹息了一声 这成了金的矮骡子 果然很狡诈 竟然能够模仿人的表情 把我们三人都骗了 但现在一想 这剃头鬼将 感觉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他套上了活人的人皮 居然还能够知道 活人的记忆 如此奸诈的矮骡子 我们怎么抓他 在我说话的时候 叶朱金就瞪了子龙一眼 好像在责怪子龙 放走了矮骡子 子龙咬了咬牙 开口道 不好意思 是我的失误 放走了剃头鬼将 听到子龙的道歉 叶朱金竟然呵呵地笑了起来 笑起来很是好看 好像在责怪 又是在笑子龙 说 没想到 你这个木头人也会道歉啊 叶朱金这么一说 子龙的脸上就有些窘迫了 别过头不敢看叶朱金的脸 轻声地嘀咕了一句 我也没想到 你也会笑 呃 他的声音很小 但还是被叶朱金给听到了 我没想到的是 叶朱金竟然被这句话 呛得哑口无言 咬了咬嘴唇 干脆不看子龙了 我看他们都没有说话了 这才笑了起来 说 现在矮罗子跑了 我们咋找 已经能够确定了 这算命先生和剃头鬼将 是冲着叶家来的 这阴阳当铺 也是叶家的势力 那他们下一步 一定就是鬼市了 现在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 我们只有守株待兔 去鬼市等他们出现 鬼市是叶家维持的 一定有叶家的势力 只要是叶家的势力 他们就不会放过 子龙冷静地分析道 我赞同子龙的注意 马上要进入子时了 我们可以先去鬼市等着 这一次 可不能再出现意外了 我赞成子龙的意见 可刚一说完 叶朱金就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说 别想了 这阴阳当铺的掌柜 就是负责鬼市入口的 如今他死了 你们也别想 进入鬼市了 听到这个噩耗 我就傻了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功亏一亏了 不过 我倒是有办法 就在我和子龙垂头丧气之时 叶朱金突然神秘兮兮地说了一句 他一说有办法 我们就连忙看向了他 他饶有趣味地看着子龙 说 如果你肯服输的话 那我就有办法带你们去鬼市 我听出话里的意思了 他是不服输啊 他高冷 但子龙却是无所谓 更是对他冷漠得很 这叶朱金到底啥实力我看不穿 他能跟着我们来 自然有他的底约 再加上他的气质和身份 恐怕很多人对他都是沉浮的状态 这女人好强 可偏偏遇到了软硬不吃的子龙 自然想和子龙较劲了 我看向子龙的时候 就心想干脆从了他吧 毕竟人家这么漂亮 而且还有气质 我这眼神子龙懂 只看到他脸上尴尬地笑了笑 瞪了我一眼 然后才看着叶朱金 一字一句地道 叶家大小姐 我告诉你 这是你们叶家的事情 我和初九只是来帮忙而已 你爱去不去 那是你的事情 初九 走 我们回家 子龙这脾气 我是知道的 就没有人能威胁他 不管是多漂亮的女人 说完就拉着我 要往庙街外面走 我心里悬暗 我们何尝不想找到算命老头 找剃头鬼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找到算命老头 只有通过他 我们才能找到周八字 可我不能拆子龙的台 只能跟着他假装 往出口走 刚走了几步 突然听到叶朱金 在后面崩溃地大喊了一声 赵子龙 这个混蛋木头人 好 你赢了 我带你们去鬼市 一听到叶朱金喊住了我们 我那颗悬着的心 才总算落了下来 要是真这么走了 可能离算命老头的线索 只会越来越远了 我看向子龙的时候 我也看到他也是 暗松了一口气 我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冲他比了一个大拇指的手势 开着玩笑道 龙哥好样的啊 有套路 子龙瞪了我一眼 一本正经地说 女人嘛 有时候不能惯着 咱是大老爷们 回家去跪搓衣板都没事 但是 在外面 绝对不能输面子 啊 他这番话 倒是让我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 咱俩一直生活在苗王关 根本没有和女生接触过 子龙啥时候 有了自己的爱情观 我顿了一下 才说 子龙 你变了 这谁教你这些的啊 子龙摇了摇头 说 这是蕾爷告诉我的 别说 还挺管用 好吧 他提到了王蕾的名字 我就能想通了 那小子是不爱套路出牌的 能带坏人 不过一提到他 我倒是有点想他了 不知道他现在和赶世人 到了黄河没有 这一路 他肯定不好受 思绪一回来 我们就立马往回走 叶珠金看着我们 就气得牙痒痒 特别是看着子龙的时候 那种较劲的眼神 更加明显了 这女人好强 迟早还会闹事的 子龙是假装啥事 也没发生 我主动打圆场 问 叶珠金 你有啥办法进入鬼市吗 等 叶珠金冷冷地说了一声 静止走回了阴阳当铺 我和子龙对视了一眼 完全猜不到 他葫芦里卖的啥药 只是跟着他 进入了阴阳当铺 一进去之后 他就坐在八仙桌上 悠闲地喝茶了 也不看我们 好像啥事也没发生 我和子龙坐在他两侧 只能干瞪眼 阴阳当铺里的檀香 有安神的作用 我等了一会儿 就开始要打瞌睡了 就在我睡衣越来越浓之时 这妙街的尽头深处 突然传来了一声 敲钟的声响 这敲钟的声音 也是连续敲了三下 一声鼻一声响 随着钟声停了 子龙才说了一句 子时到了 鬼市开始了 我提醒你们几点 子龙话一说完 叶珠金就严肃地开口了 一会儿进入鬼市后 如果看到有桥的地方 千万不能过桥 还有 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 都不要买 特别是石钟表之类的 叶珠金这么一说 我和子龙就立马愣住了 心里好奇地就问了一句 叶珠金 你说这些是有啥禁忌吗 嗯 叶珠金嗡了一声 解释说 鬼市是给鬼感激的地方 活人物闯进去 要是不懂禁忌 肯定是会死的 之所以 让你们不要过桥 或者买钟表 是因为鬼魂都害怕 阴曹地府的奈何桥 他们是绝对不会过奈何桥的 还有买钟表 鬼市的时间不算长 他们不想跟着鬼市消散 如果你们坏了这两个禁忌 他们就会发现 你是活人的 到时候 别说以你们的道行 就算龙虎宗的人来了 也很难离开 叶珠金解释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龙虎宗这个词 果然我是猜对了 这女的不简单 叶博也要我小心她 看来错不了 这叶珠金 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还有 就在我和子龙心里打小算盘的时候 叶珠金又继续说了起来 在鬼市千万不能去凑热闹 不管看到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们看上了什么东西 不买的话 千万别问价 问价了 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买下来 明白了吗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禁忌 不管是阴间还是阳间 这都是要尊敬的 冲撞了禁忌 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这一点 我和子龙明白 我们点点头后 叶珠金就让我把赶山鞭给他了 他拿着赶山鞭 手腕一抖 那赶山鞭猛的就抖直了 更是发出了啪的破空声音 就凭这一手 叶珠金就不简单 只见他握着赶山鞭 猛地在空中抽了一鞭子 同时暴喝了起来 一边震山河 惊醒鬼神梦 那赶山鞭刚落到地上 他又再次挥舞了鞭子 再次暴喝道 两边震乾坤 天地分无几 叶珠金的动作 毫不拖泥带水 挥动第三边的时候 又喊了起来 三边开阴阳 鬼是阴门开 那第三边挥舞的力道是最大的 赶山鞭在空中发出了刺耳的啪啪声 这赶山鞭 是用黑狗血浸泡的五地钱串成的 法力自然不可小觑 那已经磨得锋利的五地钱 更是能够杀人打鬼 随着他三边挥舞完之后 差不多等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就猛然发现 背后有阴气袭来 我下意识地转过身去 就看到有一辆灵车 开在了庙间门口 似乎在等我们 仔细一看的话 就发现这灵车太有意思了 不是铁皮车 而是只坐的车子 这车子的造型很老 有点像某品牌的出租车 但这车是白色的 连轮胎也是白色的 看起来若不禁风的样子 好像一屁股就能坐他 走吧 这是通往鬼市的灵车 进入鬼市后 切记少说话 叶朱金提醒了一声 就率先朝庙街入口走了过去 我和子龙跟在后面 一走到灵车面前 叶朱金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而主驾驶位置上 还有一个司机 我只能看到他的侧脸 但看他的样子 阴气沉沉的 不知道是人还是鬼 而叶朱金坐进去的时候 我的心都已经悬了起来 生怕这只坐的灵车会散架 意外的是 他坐进去却一点事都没有 我这才放心大胆地坐了进去 我们一坐进去 这开灵车的人就开口了 笑道 别怕 这灵车虽然是只坐的 但也能够载人 一听到他说话 我就确定他不是鬼了 而是活生生的人 可我想不到的是 还真的有人开通往鬼市的灵车 以前只是听说 这次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这灵车司机很健谈 一边开车 一边侃侃而谈 我是叶家的人 也是灵车司机 我已经很久没有拉叶家的人了 友情提醒一句 我拉进去的活人不少 活人却不到一半 鬼市机名之前会消散 你们必须在机名之前上车 不然的话 你们就出不来了 但第二天夜晚降临的时候 你们就发现是魂魄了 听到这司机的提醒 我就感激道 小哥 谢谢你 不客气 灵车司机摇了摇头 说 我们这一职业的人都是孤独的 从出生到死 都生活在鬼市 没有朋友 只有鬼 所以 见到活人 我话比较多 你们别见惯 没事 走音人的每一个行业 都是孤独的 分工不同 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 不然就会消失了 我不知道该说啥 就只得随便说了一句安慰他 这灵车司机说了一会儿 发现我们没有答话 也就专心地开灵车了 这灵车一起动 我们就进入了一条很黑的路 周围一点光亮都没有 完全是黑的 伸手不见五指 更是看不到任何发光的路牌 就好像在黑暗中穿梭一样 就在我心里发出之时 这灵车司机忽然打开了车灯 白光一射出去 我们就看到 两边有不少的孤魂野鬼 他们正在招车 想要赶这趟灵车 这灵车司机按了一声喇叭 特别的刺耳 更是吓得这些鬼魂四处逃窜 继续往前开了一会儿 我们就看到不远处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灯火通明 无比热闹的市集 在市集的大门口 更是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 石碑上面写着两个繁体大字 鬼市 眼前出现的鬼市 完全就是一个 民国时期的感激市场 或者说逛庙会的地方 实在是太热闹了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我们都能看到 那一所所熙熙攘攘的老房子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很嘈杂 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在我们下了灵车后 我们最先看到的 还是守在鬼市门口的阴兵 这鬼市有阴兵把守 看来也没有想象中这么乱 但这些阴兵都是普通的阴兵 并不是阴曹地府那些厉害的鬼叉 叶珠金带着我们往鬼市里走 在碰到阴兵鬼差的时候 我就看到 他从手里拿出一叠民币 悄悄塞给了鬼叉 这鬼叉自然知道我们是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受了贿赂之后 倒也没有为难我们 直接让我们进入了鬼市 一进入鬼市 就随处可见各种小摊子 有卖香烛的 有卖兽衣的 各种各样的 应有尽有 和阳间的市集 完全差不了多少 唯独不同的 这些不是活人 全都是阴魂 他们每一个 都是垫着脚走路 脸也是阴沉沉的 鬼市上的阴魂太多了 我们混在里面 也没有阴魂发现我们 他们都在忙着逛鬼市 我们对鬼市根本不熟悉 倒是叶珠金好像知道这里的情况 带着我们一直往鬼市里面走 在走到鬼市繁华地段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这鬼市竟然还开设了赌方 还有我想不到的妓院 特别是那妓院门口 更是有女鬼在那里招揽客人 看到鬼市的这一幕幕场景 我心里就有了一种错觉 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 就是一处民国时期的热闹集市 要不是这些人都是阴魂 根本不会想到这集市 是给鬼社里的 在我正住的时候 叶珠金突然就停了下来 我看到他的眼神 在盯着前面不远处的地方 我顺着看过去 就看到一所茶楼门口 蹲着几个玩耍的鬼鹰 这鬼鹰看起来 只有一两岁的样子 还穿着红肚兜 一看就是民国时期的穿着打扮 而就在我们看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走鹰人 鬼鬼祟祟地出现了 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糖果 递给了那些鬼鹰后 就带着一个鬼鹰走了 他一走 叶珠金就小声地给我说了起来 这走鹰人就是来帮人求子的 有的富豪不能生育 或者怀的孩子不正常 就用这些鬼鹰 来代替肚子里原本的孩子 鬼鹰分为两种 一是怨气极深的 这种鬼鹰 要是钻到孕妇的肚子里 会把孕妇 还有那一家人都害死 但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没有怨念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鬼魂而已 有的人无法生育 就找道横高深地帮忙 让这些鬼鹰 进入到他们的肚子里 不用轮回转世 这些鬼鹰就可以重新为人 不过 这种事儿 毕竟有为天理寻常 一般人是不会做的 做得越多 报应也就越凄惨 但为了钱 有些走鹰人 啥也可以做 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段时间 鬼市彻底地热闹了起来 到处都能听到鬼魂嚷嚷的声音 更有甚者 有的鬼魂已经打起来了 我们不敢去凑热闹 只得继续往前走 而这个时候 我也发现 进入鬼市的活人越来越多了 这些都不是普通人 都是走鹰人 来这里都是交易的 而叶家维持着鬼市 要抽取很大一笔费用 这就是他们赚钱的手段 那就是叶家控制鬼市的场所 我和子龙还在左右观察 叶朱金忽然指着和对岸的一所高楼 那高楼修建的很是富丽堂皇 有三层高楼 二楼的地方挂着一张很大的黄旗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阴阳典荡 看到了我们要找的地方 我就连忙催促道 走吧 我们快过去吧 嗯 叶朱金点了点头 我们不敢过桥 因为那桥一直没有人过 都是从桥下堂水走过来的 一走到典荡行的门口 我就看到里面有不少人 有阴魂也有活人 他们都在和典荡行的伙计交易 我们一进去就被伙计给拦住了 叶朱金直接把赶山边拿出来 表明了身份 这伙计立马恭敬地 把我们带上了二楼 上了二楼之后 我就看到 有一个走鹰人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笑得很开心 手里还拿着一个魂翁 里面装的应该是鬼魂 叶大小姐来了 快请见 这时 那房间里忽然走出了一个老掌柜 礼貌地招呼 我们进去 我们进去坐下后 老掌柜就给我们倒了茶水 我喝了一口茶 就问 老掌柜 刚才那走鹰人 是在这里带孤魂走吗 嗯 小哥说的没错 老掌柜点了点头 说 这走鹰人 是来帮一个大明星请小鬼 听说他最近心徒坎坷 就想着借小鬼来改运 很多大明星 家里都供奉着小鬼 但他们的结局都不好 要么妻离子散日落千丈 严重的 更是封了跳楼自杀 老掌柜说到这儿的时候 还叹了一口气 明星养小鬼 我也是听闻的 逆天行 终得不到善终啊 老掌柜 斗胆问一句 价码如何 子龙来了兴趣 问了一句 老掌柜笑了笑 说 你们是叶大小姐的朋友 我也就实话告诉你们吧 带走一个小鬼 最少两百万起价 还有借阴寿的 千万起步 至于来囚子的 这个就相对便宜很多 这老掌柜 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 直接说了出来 而我和子龙 听到这个价码的时候 还是震惊了 怪不得叶家 会成为西南地区 最大的盗门 就是靠着这些 和死人做生一发的大财 从而支撑叶家的运转 就在我们愣住的时候 老掌柜开口了 叶大小姐 您可是第一次来鬼市 难道有什么事吗 没有 叶朱金淡淡地说道 他们对鬼市好奇 我只是带他们来看看 还望没有打扰你 叶朱金没有把事情说出来 是担心打草惊蛇 叶大小姐客气了 你们尽管看看 但鸡鸣之前 你们就得离开 老掌柜友善地提醒了一句 跟着就有人伙计 带着走鹰人来了 这走鹰人 是来戒鹰兽的 这是鬼市的秘密 老掌柜自然不愿意 让我们看到 就把那个走鹰人 带进了里面的房间 门一关上 子龙立马给我 使了一个眼神 他自己挡在了门口的地方 我则是绕到 房间的窗户边上 打开一条缝隙 就偷看里面的情况 从他们的谈话中 可以听出来 好像是这走鹰人 来戒鹰兽 正在谈价钱的事情 是不是剃头鬼家 叶朱金不知何时 走到了我身后 小声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 说 不是 只是来做生意的 我担心的是 算命老头已经发现我们了 恐怕不会来找这老掌柜了 叶朱金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摁了一身后 就退回去了 我看了一会儿 确定这走鹰人 不是剃头鬼将乔装打扮的 这才放弃了继续叮烧 没过多一会儿 这走鹰人 就带着鹰兽走了 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 已经有不少的走鹰人 来找老掌柜做生意了 这收入 实在是太可怕了 每进去一个人 我都会去叮烧 可都不是剃头鬼将 慢慢的我们 就失去了耐心 只想着 等鸡鸣了 就离开鬼市 已经喝了几杯茶了 老掌柜的生意 还是若一不绝 送走了走鹰人 伙计又带着一个走鹰人进去了 我们心想 今晚可能没戏了 就想着 等老掌柜出来之后 就告辞了 可等了半天 这老掌柜还没有出来 就连那走鹰人也没有出来 我之前看过那走鹰人 发现他并没有问题 叶朱金很敏感 也觉得情况不对劲了 看了我一眼 我们两人就同时绕到了窗户去看 这一看 老掌柜做生意的房间门是关着的 我们只能从边上的窗户去盯烧 之前这最后一个走鹰人进去的时候 我也观察他的 发现他并不是剃头鬼匠 可等我和叶朱金 发现情况不对劲 再次去看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那老掌柜 和那走鹰人 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就好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眼神更是一点神都没有 完全像是被勾魂了的状态 但这一点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们背后正站着那伙计 那伙计手里 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锋利小刀 顺着那走鹰人的脑袋 顶上弯了一圈 另一只手一提走鹰人的头发 当即就把他的头皮给提了起来 头皮一提起来 我们就看到那跳动的脑浆 那伙计显得很是激动 直接把那带着头发的头皮 盖在了直接的头顶上 是矮骡子 是剃头鬼匠 我们打死也没有想到 这剃头鬼匠 竟然假扮了伙计的样子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心里想着 算面老头肯定不敢来了 可还是失算了 而且还是在同样的坑里栽了两次 第一次在庙街的阴阳当铺 也是那剃头鬼匠 打扮成了门徒的样子 杀了他们的掌柜 现在 还是玩同样的把戏 我看到这剃头鬼匠 还没有对老掌柜动手 立马抽出了震魂池 哦 叶朱金 你守着窗户 不能让这剃头鬼匠跑了 嗯 叶朱金嗚了一声 子龙也冲上来了 和我一起推开门冲了进去 我们一冲进去 这剃头鬼匠 立马停了下来 忧愿地瞪了我们一眼 更是冲着我们 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你们都要死 我要帮你们所有人剪头发 抓住他 我喊了一声 就率先扑了过去 手中的震魂池 直接朝他扫了过去 这剃头鬼匠的伸手很灵活 我的震魂池一扫过去 他就高高地跳了起来 在他跳起来的时候 他身上的人皮 就脱落了下来 等他一落到地上 我们才看清楚了他的真身 他的体态和猴子差不多 但那张脸 却又不像是猴子的脸 有点像人脸 只是 他的嘴角有两半很深的獠牙 最邪门的是他的瞳孔 并不是圆的 更像是一条白色的横线 他的身上还有一层浅浅的绒毛 已经快净化成人的样子了 这矮骡子会说话 恐怕已经成精了 初九 小心点 子龙慢慢朝矮骡子围了过去 我点了点头 也是从另一边包围了过去 我们一包围过去 这矮骡子就猛地跳了起来 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那手中的小刀 直接朝我脖子捅了过来 速度快地惊人 躲开了他的攻击 顺势抡起了阵魂齿 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腹部上 只听到一声尖锐的痛呼声 这矮骡子 当即被我扇得撞在了墙上 还没等他站起来 我就几步跨了过去 举着阵魂齿 就朝他脑袋扇了过去 可就在我快要打中他脑袋的时候 这矮骡子 突然睁着那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 那像是横线一样的眼珠子 更是一张一合了一下 我不知道 他是睁眼睛还是闭眼睛 就感觉给我照相了一样 可就是这一刹那 我就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如同实话 一瞬间 完全空白了 初九 小心 这是鬼眨眼 是矮骡子迷惑人的 子龙提醒我的声音 我还是能听到 可根本就不能动 就好像是被鬼压闯了一样 我能看到子龙冲过来帮我 更是看到了矮骡子手中的小刀 捅进了我的身体里 那刀子捅进我的身体 瞬间我就感受到了一股剧烈的疼痛 可这鬼眨眼 比中了棺材菌的幻觉还要恐怖 就算感受到了剧烈的痛楚 身体还是无法动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敢伤害初九 找死 只听到子龙冷哼了一声 抓着这矮骡子就摔在了地上 手中的金钱剑也是出手了 直接刺瞎了这矮骡子的双眼 这矮骡子的双眼一被刺瞎 我就浑身一哆嗦 立马清醒了过来 一清醒过来 我就连忙检查我的身体 我的腹部在出血 我连忙把衣服给挽了起来 正好就看到矮骡子 捅在我腹部上的伤口 清醒的是 子龙出手得很及时 这刀子才没有捅进去 只是皮外伤而已 在我暗松一口气的时候 子龙就已经把矮骡子给捆了起来 时不时地发出尖锐的惨叫声 那双眼的地方 只剩下两个血洞 但里面流出来的血液 却不是红色的 而是腹臭的浓液 完全不像是活的矮骡子 倒是像是非鬼非尸的邪物 这腹臭的浓液 熏得直让人想吐 子龙看着我的伤口 初九 没事吧 嗯 我没事 皮外伤而已 我摇了摇头 子龙才接着往下说 我就说矮骡子 没有这么厉害的本事 也不会出现在大都市 原来是专程被人养出来的 你看这些流出来的浓液 应该是这矮骡子 经常吃死人的肉 这鬼闸眼 是他们害人后 鬼魂附身学会的技能 那些被包皮的人 也是中了他的鬼闸眼 这才乖乖受他摆布 不过 这腹臭味 是三尸古毒的味道 也就是说 这矮骡子 也是周八字 用邪术换养的 子龙在解释的时候 我也看出来了 但只会给普通人剃头包皮 但我们遇到的这剃头鬼匠 确实会说话 而且还会鬼眨眼 说明就是被人专程 用邪术养的 不然的话 这剃头鬼匠不会这么邪门 但那三尸古毒的腐臭味 我们是最熟悉的 所以 我现在已经能确定了 只是这剃头鬼匠 对付叶家的人 正是周八字 但我现在想不明白的是 他和叶家无冤无仇 为何会对叶家下手 难不成 他也投靠了灵族 只有灵族 才会对盗门家族动手 可他又是咋知道叶家的秘密 是鬼事 这个秘密 只有叶家的人才知道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这叶家肯定出了内贼 怕是要谋权夺位啊 你本该生活在深山老林中 却是被坏人抓回来饲养 为你吃死人肉 为你吃三尸古 让你害人 现在你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也想让你尝试一下 被剃头包皮的滋味 子龙在威胁他 但这剃头鬼匠的眼睛 被他刺瞎了 破了他的鬼眨眼 他就不能再蛊惑人了 这剃头鬼匠并没有什么道横 最大的武器就是蛊惑 然后把他们的人皮包了下来 现在的剃头鬼匠 只是一个普通的山霄 也怪矮子而已 子龙怕他看不见 说话的时候 就故意用小刀来撞击金钱箭 那金属碰撞的声音很刺耳 这矮骡子听到后 身体就害怕地抽出了起来 可我正要问他 算命老头还有周八字的下落 这矮骡子 突然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就是故意来送死的 就是要把你们引到鬼市的 主人真正的目的 是想要让你们死在鬼市 你们已经出不去了 和我一起陪葬吧 这矮骡子是山霄野怪 开口说话我心里 还是觉得甚得慌 但这矮骡子 是邪术豢养的 自然有着人的灵智 而就在 我要继续逼问周八字的下落时 楼下的伙计 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上来 大声朝我们喊道 大小剑 快走 有人挑拨鬼市的鬼魂 正在找我们的麻烦 你们都是生面孔 要是被发现了 你们就出不去了 快 从后门走 在他提醒要我们跑的时候 我第一眼就观察 他是不是剃头鬼匠假扮的 之前我不知道 如何看剃头鬼匠 现在我知道看眼睛了 我看这伙计的眼神是正常的 还有他的体态也是正常的 才确定他不是剃头鬼匠 确定了他的身份后 我才问 你先别着急 说说看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伙计还在往屋子里看 似乎在找老掌柜 一边找 一边给我解释说 小哥 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维持着鬼市的生意 也经常会有鬼市的阴魂来闹事 但我们和阴兵有联系 一般情况下 阴兵会来帮忙 可阴兵被杀了 什么 阴兵被杀了 一听到阴兵被杀了 我也是震惊地脱口而出 问道 谁好大的胆子 敢斩杀阴兵 一般人绝对不会有这个胆 绝对不会是阴魂 除非是修道之人 能斩杀阴兵鬼差的人 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就连我师父逍遥子 恐怕行道一生 也没有见过斩杀阴兵的人 但我见过 还是在阴曹地府 还是当着黑白无常的面 累爷亲手斩杀了阴兵头目 而且 那次我们还安全离开了阴曹地府 除此之外 便再也没有见过 就连听也没听说过 但在鬼市 竟然还敢有人斩杀阴兵 刚才那提头鬼将说了 是故意陷害我们的 细思极恐 那算命来头 是冲着我们来的 那算命老头好狡诈的手段 知道我们 要来鬼市拦截他 竟然将计就计 故意挑拨鬼市的阴魂 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鬼市 我们上当了 一想到这儿 我当即就叫了一声不好 你们快过来看 而此时的子龙 已经站到了窗户边上 连忙招呼我过去看 我一走到窗户边上 正好就看到 集市上的鬼魂 全数朝我们所在的阴阳典荡 包围了过来 为首带头的那些鬼魂 已经开始带头躺河了 正从桥下走了过来 白鬼过河 这场面好生壮观 这么多的鬼魂 虽然倒横低 但也不能和他们硬着来 要是拖到鸡鸣了 我们就无法离开了 一时到这一点 我才问那伙计 我们走了 你们会有麻烦吗 不会的 这伙计摇了摇头 说 这样的事情 我们见得太多了 能够生活在鬼市的鬼魂 都是代表着贪嗔痴的鬼魂 毒鬼 色鬼 饿死鬼 贪财鬼 应有尽有 他们只认老掌柜 只要给他们好处 就能解决 但你们得走 你们是活人 又是生面孔 怕有麻烦 出什么事了 这伙计的话音刚落 那原本中了鬼闸眼 蛊惑的老掌柜 突然清醒了 一边朝窗户边上走过来 一边问她的伙计 她几步 就走到了窗户边上 看到了楼下的情况后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跟着就看向了我们 叶小姐 您快带他们从后门走 交给我就行了 只是 今天的生意 恐怕都白做了 这些鬼魂 都不是一般的贪啊 老掌柜 钱不重要 你一家代代相传 都负责鬼市 尽心竭力 就算耗尽阴阳典当的财力 你也要活下来 明白吗 叶朱金一字一句地说道 听到她这番话 我心里也是笑了起来 没想到这冰冷的叶大小姐 也不是像表面这样冰冷啊 叶小姐 尽管走 交给我就行了 带他们从后门走 楼下的一部分鬼魂 已经过了河 马上就要进屋了 老掌柜立马安排 她的人带我们走 我们也不敢大意 告辞到 老掌柜 保重 告辞了之后 我们就跟着伙计 从后门走了 鬼走前门 这是定数 我们从后门走的时候 一个鬼魂也没有遇到 离开了阴阳点当行 我们就一路朝鬼市的大门口跑 开始和鬼魂交谈了 一路冲出去 我们都没有遇到麻烦 等我们到鬼市大门口的时候 果然就没有看到 那两个阴兵了 但是在他们消失的脚下 还能看到灵符燃烧的灰烬 看样子 是应该被偷袭了 除了算命老头 我想不到 还有谁会偷袭阴兵 但他现在的胆子 未免也太大了 竟然敢杀阴兵了 该死 灵车不见了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子龙突然叫了起来 我们一出来 他就在找灵车 听到他这话 我整个心都凉了 连忙看向了他 问 子龙 到底咋回事 赵子龙摇了摇头 沉着脸道 不见了 所有的灵车都消失了 看样子 那算命老头是不想 让我们出去啊 没有了灵车 我们就无法离开鬼市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多少时辰了 在鬼市 根本没有时间概念 但按照我们 进入鬼市的时辰来算 差不多有几个时辰了 我们是紫时进来的 应该快要到尘时了 尘时一到 攻击就会打鸣 鬼市也会跟着消失 天黑入鬼市 鸡鸣回阳间 我心里也是很沉重 不停地寻找灵车 可愣是没有看到一辆灵车 叶朱镜那高冷的脸 也是沉了下来 也是在着急地找灵车 赵子龙 我老鬼头此生 最喜欢的后生 就是你 欣赏你的慧根 还有你的正气 这辈子也只想收你为徒 将我毕生所学的 天心算命术 传授于你 如果你肯拜我为师 我便带你离开鬼市 麻沟村的事情和你无关 主人必定不会放过李初九 叶家的事情也和你无关 叶家的人必死 有人不会放过叶家 生死仇恨 哪怕是叶家的牲畜 也不会放过 你好好想想 马上鸡鸣了 鸡鸣鬼市消失 你用不着为了李初九 冒不必要的险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 而就在这时 那算命老头的声音 突然在周围响了起来 这鬼市没有风 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准确位置 但听到他此番话 我就已经能够确定了 的确是周八子要害我 故意把我引到鬼市的 只是我想不通 周八子和叶家又有什么生死之仇 要杀光叶家所有人 就连叶家的牲畜也不放过 算命老头 老鬼头 呵呵 子龙念叨了一遍名字 冷笑了一声 突然就爆发了出来 开口道 老鬼头 你记住了 我们正邪不两立 不管你有多厉害 我赵子龙也不会拜你为师 我生是苗王冠的人 死是苗王冠的魂 杀我师父的人 你也有份 如若我还活着 下次见面 必娶你向上人头 还有 最重要的一点 李初九谁也不能伤害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滚吧 赵子龙的性格 我再清楚不过了 软硬不吃 只认准心中的坚定 只听到了那老鬼头叹息了一声 说了一句何苦呢 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过了一会儿 叶朱金才似笑非笑地看着赵子龙 轻轻地抿了抿嘴唇 很有意思地呢喃了一句 看不出来啊 你竟然这么有骨气 我也太低估了你们两兄弟的感情 赵子龙没有理他 还在找灵车 这倒是让叶朱金尴尬地咬紧了牙关 正正地看着赵子龙 有些温度地说道 如果我能带你们出去 你扶不扶我 他这么一说 子龙才转过身来 眯着眼睛看了他叶朱金一眼 摇了摇头 反问道 叶大小贱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本事让我扶你 凭我能带你出去 叶朱金冷声道 叶家能控制鬼市 你以为就没有出去的办法了吗 你脾气硬 那就留下来陪着李出酒吧 嗯 听到他们的争吵 我自己仿佛倒成了一个电灯炮 完全是多余的人 很是尴尬 我看着子龙 心里也着急 就给叶朱金服个书就这么难吗 可子龙就是子龙 威武不能屈 咬了咬牙 礼貌地笑道 叶大小贱 那你请便吧 听到子龙让叶朱金自己走 我的心都凉半截了 这女人如此高冷 要是真的一气之下 把我们丢在了鬼市 那简直是想哭都哭不出来 子龙傲气地说完后 就看到她脸都气白了 那冰冷的眼眸 几乎可以杀人了 我不敢开口 不然这女人 肯定会冲我找麻烦 这点心思 我还是清楚的 子龙几乎把鬼市门口都找遍了 可还是没有找到灵车 但她没有走回来 怕是不好意思面对叶朱金 我看情况不对劲 这才开口道 叶朱金 你自己走吧 实在不行 我就和子龙留下来 帮助阴阳点当行 哼 果然 我一开口 叶朱金就瞪了我一眼 冷哼了一声 看着子龙的方向喊道 好 我不让你扶我 但你 只要帮我做一件事 我就带你们走 叶朱金这么一喊 子龙才转过身走了过来 看着叶朱金问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情 叶朱金还在生他的气 咬牙切齿地说 我现在还不告诉你 帮我做事 也就等于帮国家做事 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不会做 违背道义的事情 我不做 如果是好的事情 我答应你 子龙大声道 好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到时候 你可千万别后悔 叶朱金不服输地回击道 赵子龙点了点头 道 我赵子龙答应的事情 绝不失言 也绝不后悔 说完之后 我就看到叶朱金 突然往前窜了几步 脚踏七星步 一步一咒语 天地无极 日为乾坤 月为阴阳 乾坤分四门 阴阳为四门 临兵斗者 接阵列在前 开阴门 总共七步 每一步咒语念出来 叶朱金的双手 都会变化出一个奇怪的手印 这是奇门盾甲术的九字诀 总共九道指诀 奇门盾甲 也是道数的一种 但修炼很难 要很高的天赋才行 看到叶朱金露出了这一首 我心里也是有些骇人 这女人不简单啊 能够被选入特殊部门 想必手段还不止这些 蕾爷说得对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她突然回叶家 一定有啥目的 在我短暂沉思的时候 她的九字指诀 就已经完成了 猛地往前一指 眼前的地方 就突然出现了一道虚拟的门 阴门是连接阳间和阴间的门 正式出路 随着它跳进去之后 我和子龙也紧随其后地 跳进了阴门 一进入阴门 我们就进入了一片 黑暗的世界中 在黑暗中穿行了几分钟 赫然就看到 前面有阳光了 顺着那阳光的方向走 没走多久 我们就出现在了 庙街的门口 走出鬼市的时候 天刚好已经亮了 放眼看去 此时的庙街 已经不是鬼市的样子了 醒来的人们 已经开始忙活了 那些上早班的人 吃着早餐去上班了 我们也是有些饿了 就在早餐店吃了豆浆油条 吃完之后 叶朱金就联系叶家的人 来接我们了 这一趟我们是白来了 还差一点就留在了 鬼市没能回去 但这件事不会玩 周八字还活着 就一定不会放股 只是 他在暗处 我们在明 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 根本无法主动出击 这才是最艰难的地方 可等我们回到叶家别墅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叶家的别墅门口 竟然挂着一对白灯笼 有白灯笼 那就说明 叶家死人了 一看到这白灯笼 我们就连忙冲了进去 我们进去的时候 叶堂 依依 叶博 叶长风都在 他们个个的脸色都很沉重 一言不发 似乎遇到了很棘手的事情 看到我们回来后 叶堂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问我 初九 怎么样了 没有抓到 那带着剃头鬼匠的算面老头 我摇了摇头 跟着才问他 叶堂 我看着门口挂着白灯笼 难道是出啥事了 嗯 叶堂嗚了一声 点头说 叶堂嗚了很多死尸 不对 不应该是送 应该是赶来的死尸 什么 有人把死尸赶到你们 叶家的别墅来了 子龙听到叶堂的话 当即震惊地脱口而出 没错 叶堂点点头 站了起来 我带你们去看吧 但你们 最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叶堂这么一说 我就看到一一的小脸都白了 看着我委屈地摇了摇头 说 九哥哥 我不进去了 我刚才就吐了 你跟叶堂姐姐进去吧 好 从他们的话语里 我可以感受得出来 这些被赶来的尸体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叶堂带着我们 到了别墅后面的一间密室 这密室很大 里面还有不少的法器 应该是平时那些 叶家弟子修炼的地方 等密室的大门一打开 最先扑边来的 就是一股无比浓郁的血腥味 那血腥味冲的 我只反胃 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血液 这密室空间很深 也很黑 等叶堂把密室的灯打开之后 我就彻底地傻眼了 但随即而来的是 整个身体都跟着凉了 只见这密室的最中间 起码站着二十来具尸体 这些尸体是直立立地站着的 身上的皮都被完整地包了下来 血肉模糊的一片 他们的脑门上 还贴着一张灵符 这灵符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正是感尸人用的感尸灵符 之所以叶堂说 他们是被人感尸感到别墅的 是因为叶堂看到了 这些尸体脚上穿的阴阳鞋 阴阳鞋反穿 尸体才能够脚踏阴阳 行走无家 如此大的手笔 最起码得不少的感尸匠 才能控制这些尸体 半晌过后 我才反应了过来 道 这肯定又是出自于 剃头鬼匠的手笔 那周八字 到底豢养了多少剃头鬼匠 叶堂叹息了一声 说 初九 这些被包了皮的人 我们已经查明了身份 都是附属我们叶家的小门派 也就是说 好几个小门派 已经被灭门了 吃混蛋 一定是冲着我们叶家的 偷偷摸摸 有本事就出来一较高下 叶堂话音一落 叶长风就愤怒地吼了出来 这已经很明显了 这些都是 附属于叶家的小门派 他们被灭了门 很显然是针对叶家的 先灭了这些羽翼 然后逐步吞噬叶家 你们过来看看 就在这时 叶朱金突然朝我们喊道 在他喊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已经开始检查这些尸体了 而此时的他 好像发现了啥东西 等我们一走近之后 叶朱金才把其中一具尸体的手 给拿了起来 轻轻地晃动了几下 说 这些尸体不光没有人皮 就连他们的手指骨也没有了 叶朱金在摇晃尸体的手时 我们全都注意到了 这些尸体的手指 全都是软的 就好像是没有骨头的肉一样 很明显 这些尸体的手指骨 被人踢了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懵了 这周八字 既然包了他们的人皮 为何又要剃走他们的手指骨 我正疑惑 叶博就说了一句 会不会是鬼称骨 叶博一说出来鬼称骨 所有人脸色皆是一变 但子龙却动了 刷刷地就撕下几张这些 贴在尸体脑门上的赶尸灵符 这灵符一撕下来 这些尸体当即倒在了地上 子龙却是仔细地观察着灵符 所有人都没有明白他的意图时 他就把这些灵符递给了我们 我一拿到灵符 赶紧翻过来一看 这一看 就看到上面写了一串血字 叶家 封门绝户 人畜 不留活口 你们欠下的债 错骨扬灰都不够还 这赶尸灵符背后的血字 带着无比怨毒的诅咒 这种仇恨性的诅咒 不知道和叶家 到底有多深的仇恨 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叶家人的表情了 每个人都沉着脸 一言不发 很是古怪 如此恶毒的诅咒 一定有很深的仇恨 可我看向叶唐的时候 他却是一脸的糊涂 不光是他 就连叶朱金也是正主了 我看到气氛瞬间尴尬了下来 就问 叶唐 你们叶家和周八字 到底啥仇恨 周八字 叶唐冷了一下 摇头说 初九 我们不认识周八字啊 要不是之前叶博和我 说过你们的仇恨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嗯 听到叶唐的话 我就完全糊涂了 这算面 老头老鬼头 只是这剃头鬼将 来对付附属叶家的小门派 而老鬼头的背后 又是周八字 周八字肯定不愿意放过我 在我们活着回妙王关之后 他也没有动手 而是要我们去把左鹰引出来 不对 不是把左鹰引出来 而是要把左鹰背后的 邻族尊主引出来 但如果是针对我的话 肯定不会和叶家东干戈 毕竟 叶家不是一个小盗门家族 可现在叶唐说 他们叶家根本不认识周八字 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看着叶唐的时候 叶唐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也是糊涂了 倒是叶长风 这时出来开口了 大哥是个随和的人 对盗门中人向来客气 平日里更是没有敌人 你说的周八字 我更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估计是一个无名小卒吧 叶长风的口气 还是如此狂妄 可他不知道 周八字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不管是邪术 还是他的城府算计 绝对是我见过最可怕的人 我父亲说的没错 我们叶家 从来不予到门中人结仇 只要是和我们有来往的 你们都可以去打听 打听 叶朱金也看向了我 冷声道 哼 子龙听完呵呵一笑 啊 你们别忘记了 你们的家主 也是周八字害的 还有 你们叶家的鬼事 也只有你们叶家人知道 如今这些手段 全是对付你们叶家的 到这个地步了 你们还敢说 你们叶家没有仇人 我和初九只是外人 帮忙是报恩 但你们叶家内部的事情 我们没有兴趣 初九 子龙淡淡地说完 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知道 此时留下来不合时宜 也跟着子龙走了 一回到别墅 子龙就把依依喊到了房间里 我进去的时候 子龙就问她 依依 如果和我初九要离开叶家 你得有一个选择 叶堂和叶堂是好人 他们会照顾你的 你在叶家也不会受苦 如果跟着我们 可能就要过上 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说的不好听一点 几乎是风餐露宿 就想了 我跟你们走 林依依没有任何的犹豫 嘿嘿一笑 说 我是九哥哥带出来的 九哥哥去哪 依依就去哪 不管有多苦 依依都不害怕 好样的 依依 听到依依的话 我心里也是很感动 说 我们都是穷人 跟权贵富豪不是一路人 我们还是去过我们的生活吧 哪怕穷一点 最起码过的坦白 开心 最重要的是 我要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麻沟村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如果我去找周八字 或者林族的尊主报仇 那我就要把子龙留下 让子龙来照顾他 我把依依从十万大山带出来 绝对不能让他受委屈 子龙自然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 也知道 我想离开叶家了 说 初九 这周八字 一定和叶家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是叶家人瞒着我们 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 而且 叶家肯定有内鬼 我担心是 叶堂的二叔 子龙说到最后的时候 声音压得很小 我其实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这叶长风表面上 沉浮于叶堂 实际上根本不服叶堂的命令 而且 他儿子叶少青的死 我更是没有看出他有半点伤心 从这一点上 我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很绝情的人 还有我们在伯仁玄关的时候 有人割断了我们的绳梯 以及那敢识人警告我 让我们不要从沿路返回 说 还有人等着我们 要追杀我们 我能想到的人 就只有叶长风了 就在我回想分析的时候 林一拉了我一下 说 九哥哥 我倒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哦 我看林一欲言又止 就说 一一 没事 你要是知道了 啥尽管说出来 不管发生啥事 我和子龙都在的 嗯 林一小鸡捉米的点了点头 但是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跑到了门边 打开门往外面看了一下 确定没有了人之后 这才跑回来 小声的说 九哥哥 你和龙哥哥离开的这两天 我发现 叶博每天晚上 都会去别墅后面的小黑屋 我不知道那小黑屋有什么 就看到他站在那自言自语的 一站就站好半天 我总觉得 叶博鬼鬼祟祟的 是那个被囚禁的白衣女人 林一一说到这儿 我就猛然想到了 那个被囚禁的女人 我第一次发现 那个女人的时候 也是叶博 把我给拉了回来 子龙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问 一一 别墅后面还有小黑屋 嗯 林一一点点头 说 但是半天 都有人守着的 是不让其他人靠近的 这样啊 子龙也没继续往下问 但心里好像有了 他自己的主意 我正想要把那天晚上的事情 告诉他 林一一就睁着那大眼睛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子龙 问 九哥哥 你们真的不管叶唐姐姐了 我觉得 叶唐姐姐是个很好的人 我早就有离开叶家的意思了 但林一一这句话 却是问住我了 子龙没有开口 似乎在等我的决定 我顿了一会儿 才笑道 一一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不管叶唐的 只是 我们在外面 可以更好地保护她 兮兮 听到我的答案 林一一就兮兮地笑了起来 显得很是开心 说 我就知道 你们两个不会不管叶唐姐姐的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等叶唐回来就告辞了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样子 叶唐和叶朱金就来了 叶唐还没有开口 我就先问了出来 叶唐 你能实话告诉我吗 你们别墅后面 关着的那个白衣女人 到底是谁 叶唐没想到 我会这样问她 更不会想到 我知道了那小黑屋里的女人 震了一下 才说 初九 我也不知道她的身份 她被关很久了 我父亲他们 不让外人知道 我只知道 她是邻足的人 叶唐说话的时候 一直和我对视着 她那双大眼睛 没有半点的闪烁 一个人的眼睛不会说谎 她会骗我 可我想不明白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联系 我越想头越疼 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辞了 就在我和子龙 谁也不知道开口告辞时 叶朱金先说话了 这次针对叶家的势力 赶世人出现了 剃头鬼将出现了 就连会鬼称谷的走音人也出现了 很显然 西南地区的杂门 几乎都要参与了 叶家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 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要主动出击 不然会被土崩瓦解的 赵子龙 在鬼市的时候 你曾答应过我 要把我完成一件事 现在你就可以履行承诺了 赵子龙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勾勾地看着叶朱金 点头道 说吧 我绝对不会食言的 好 算你是个男人 叶朱金有些小得意地勾起了嘴角 但感觉自己有些失态了 立马冷下了脸 道 这些西南地区的盗门杂门 平日很神秘低调 几乎都是各处各的 不会聚集在一起 更从来不会和盗门中的起冲突 更别说来攻击盗门的大门派了 唯一的理由 就是有人指使他们 所以 我们就要先找到他们 这才能顺藤摸瓜 找出背后的人 而想要找到杂门的人 只有一处地方 那便是 死尸客栈 死尸客栈 这玩意儿我自然是知道的 主要是给赶诗人歇脚的地方 但衍生到后来 赶诗人越来越少 就连走鹰人 也开始在死尸客栈落脚 但死尸客栈特别少 一直都隐藏在大山深处 普通人根本找不到 就别说普通人 连我们这些修道之人 知道死尸客栈的 恐怕也是寥寥可数 我唯一能确定的有两处 一处是苗江的十万大山 还有一处 便是我重生的地方 苗王山 虽然我没见过 但我听师父说过 苗王山的背后 就有死尸客栈 小时候子龙也说过 还说瞒着师父 偷偷去看着死尸客栈 到底有多神秘 可因为师父整天让我修炼 也一直没有去找那死尸客栈 可细细一想 如果那些要对付叶家的杂门势力 真的被召集到了 苗王山的死尸客栈 那就很有意思了 我一想到这儿 就连忙问叶朱金 叶朱金 你知道的死尸客栈在哪儿 我是故意试探他的 叶朱金淡淡一笑 仍旧是很冰冷 说 你问的 你想的 都是 我要告诉你的 我也知道 你们在叶家待不住 做完这件事 我绝对不留你们 周八字是你们的仇人 这次去 如果不出意外 他应该会现身了 毕竟 这一切都是他控制的 而且 李初九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灵族的秘密吗 要是能活着回来 我就告诉你 叶朱金最后这番话 当即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这番话 对我的吸引力太强了 一直以来 周八字的行踪是个谜 灵族的大本营更是个谜 我心中空有一腔仇恨热血 但却是找不到地方报仇 如果叶朱金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这次去死尸客栈 就有机会把他找出来了 只要有机会报仇 我就绝不放弃 但转念一想 这叶朱金不简单 居然知道我的往事 还知道死尸客栈的事情 恐怕他早就知道 是啥事里要对付叶家了 我笑了笑 反问他一句 叶朱金 我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多 能告诉我吗 叶朱金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说 李初九 我是特殊部门的人 还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再问你们一句 愿不愿意去死尸客栈 不去我们不会阻拦 叶家的门随时欢迎你们 他这是在下逐客令 更是在变相地威胁我们 我知道 子龙受不得人威胁 就看他的脸色 谁知 他却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 我帮你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答应你的 但初九的事情 你要是敢骗他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好 叶朱金点了点头 交代叶唐道 叶唐 一直以来我都没参与叶家的事情 就是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 会说 我基于叶家的家主位置 我什么性格你知道的 这次有人要让叶家封门绝户 就算我动用特殊部门的力量 也要帮助叶家渡过难关 我永远是你的姐姐 不管你以后是不是家主 叶朱金很聪明 说话更是拿捏得很有分寸 他这样说 就是表明了他不想和叶唐 争叶家家主的地位 叶唐听完后 就抓住了叶朱金的手 像个妹妹一样的语气说道 金金姐 我知道你会帮我的 我也不想做家主 你其实比我更适合做家主 叶家不是我的志向 叶朱金淡淡地说了一句 跟着才看向我和子龙 说 省城最近的死事客栈 就在你们苗王山 所以 这次我需要你们带路 事不宜迟 能不能保住叶家 就必须抢先一步 杀了背后的人 叶朱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带着冷冷的杀意 比他平时表现得还要冷 无比的冷漠 能找到周八字 还能知道邻族的下落 我自然是不会犹豫的 我也相信叶朱金 毕竟他是特殊部门的人 有这样的能力 我和子龙都没有意义 当即答应了下来 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如果此番能够杀了周八字这个仇人 那我就可以离开叶家 去找邻族的尊主了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今晚动身了 他们离开后 我就准备把林依依 交给叶唐照顾了 叶唐要照顾他父亲 还要守住叶家 自然是不能离开的 可林依依却死活也要一起 还说 九哥哥 我要跟你们一起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你一离开 我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一样 啊 林依依这番话 倒是雷住我了 趁他说完 我就赶紧安慰他 一一 我去几天就回来了 不会不回来的 九哥哥 我不是说的那种 就是很奇怪 我感觉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 和我联系在一起的 密不可分 这次一一要陪你去 在你身边 我心里就会踏实很多了 林依依很固执 就要和我一起去 子龙见状笑了笑 冲我眨了眨眼 说 初九 就让一一和我们一道去吧 他会配置草药 而且还会烤野味 是耶 子龙这么一说 林依依立马拉住了我 撒娇地说道 九哥哥 你就让我一起去吧 哎 看来劝他是没有用啊 只得同意了 让他跟着一起去 出发之前 我和子龙画了很多的灵符 画灵符对于我们而言 家常便饭了 苗王山的背后 我们也没去过 但只要是 砸门走婴人活动的地方 灵异古怪的事情 就特别多 不然也不至于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很少有人 能发现他们的行踪 就是靠灵异古怪 来做天然屏障的 画好了灵符 又在叶家找了很多法器 五帝钱 香 捆尸绳 还有不少的金疮药 准备妥当之后 吃过晚饭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这次人数不少 除了我们几个之外 叶博还带了 十来个叶家的弟子 留下一大部分 来守护叶家 我之前还担心 我们走了 他们会强攻叶家 但叶朱金 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案 说他们不敢 有特殊部门的人看着 而且 叶家 还有自己隐藏的实力 用不着担心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把背后的人找出来 这样才是 保护叶唐最好的办法 叶唐是叶家人 连他也放心叶家 我们自然用不着担心了 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才从后门悄悄出发 这次行动很机密 车子不是一起离开的 而是每隔半个小时 走一辆车 在高速路口会合 不得不承认 叶朱金很细心 他是担心外面有人监视 这才用这样的方法 避开了他们的耳目 我们是最后一辆车 等我们到高速路口的时候 才一起朝苗王县出发 我和子龙 就是从苗王县去省城的 这次重新回苗王岭 我们的心情都很复杂 在我一把火烧了苗王冠的时候 我就告诉子龙 我们没有退路了 必须杀了周八字 给师父报仇 才能有脸回苗王冠 如果周八字 真的藏在苗王山 背后的死尸客栈 那这次 我们就算拼了命 也要取了他的人头 否则 此生再无言 面对师父他老人家的坟墓 我想到这儿的时候 子龙估计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们默契地看了彼此一眼 子龙才重重地说道 初九 此番必杀周八字 不管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 给师父报了仇 我就可以陪着你 去找邻族的尊主 讨一个说法了 好 听到子龙这番话 我也热血沸腾 眯着眼睛笑道 这周八字精于算计 想着躲在苗王山 就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也使得我们翻遍了县城 也找不到他的线索 可是 举头三尺有神灵 周八字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之事 是他的报应来了 恐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还在想方设法的对方夜家时 我们已经来取他的人头了 省城离苗王县不远 我们是晚上出发的 不到此时 我们就已经到了苗王县 这个地方 子龙比我熟悉 也没有耽搁 在县城吃了点东西后 我们就迅速地往苗王山赶 这一带的走鹰人比较多 我们这群人不少 很容易被人发现 但好在我和子龙从小在山上长大 知道哪些小路可以翻过苗王山 这样就可以避开大路 也不会轻易被人察觉 苗王山的背后 是确定有死尸客栈的 就连夜珠金的情报也打探清楚了 这些神出鬼没的走鹰人 都聚集在这个死尸客栈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抓紧时间 找到苗王山背后的死尸客栈 我和子龙是没有脸去苗王岭的 就找了另外的路上山 这苗王山的一草一木 我们都太熟悉不过了 没有谁比我们更熟悉苗王山 按照我们以前的速度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到山顶 只是苗王山很陡峭 车子上不去 只好把车子藏在了山脚下 跟着才往山上走 队伍有十好几个人 动静不算小 我让子龙在前面带路 我在后面断后 好在月光好 用不着开灯 我们这一群人 就这样偷偷摸摸地朝山上走 人多速度自然会慢下来 等爬到山顶的时候 差不多是深夜一点过了 已经进入深秋了 晚上走夜路很凉 灵依依跟我走在后面 一路上 我都在小声跟她说 我和子龙在这里成长的事情 有搞笑的 有指点江山的 但我们俩唯一没有的 就是从来不会生气 灵依依听得很有兴致 跟着我傻笑 跟着我沉默 但我也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她在我身边 我就感觉特别踏实 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这种踏实 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踏实 按理说她在我身边 我反而会分心 会担心她 可这种感觉就特别奇怪 她离我越近 我心里就越踏实平静 这是咋回事 在我疑惑的时候 在前面带队的子龙 突然停了下来 说 我们现在已经到 苗王山的山顶了 这是我和初九生长的地方 但苗王山背后的地方 我们没有去过 我从小在苗王山长大 师父无数次警告我 让我不要去苗王山背后 说这里很危险 所以 后面的路 大家尽量小心点 这里也是走阴人 常常出没的地方 别冲了人家的道 苗王山背后的情况 我是知道的 当年经常来山上修炼真气 但也是没有从苗王山背后 下过山 这苗王山背后 还是连绵不绝的大山 西南地区 除了大山 还是大山 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正是因为 这得天独厚的条件 才赋予了西南地区 神秘的面纱 赶尸人 杨谷 匠头 落花洞女 草鬼婆 土匠师 应有尽有 但越是神秘的东西 就越危险 因为这些神秘的东西 子龙交代了一番之后 他就和叶朱金在前面带路了 叶伯负责带领叶家的弟子 这些弟子一看就知道 平日里没经过大风大浪 沿路一直感叹 满脸的惊奇 我最担心的 就是怕他们真的遇到了 有本事的走音人 恐怕连哭都来不及 更别说 那神秘的死士客栈了 下山的速度就快了很多 叶朱金好像和子龙在暗中较近 不停地和子龙比较成 可他不知道 我们就是这里长大的 自然比不过 但这样一来 无疑加快了我们的速度 等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他们俩才停下来 我们现在正处于 苗王山半山腰的平坦处 周围还是大山 看不到尽头 月光从上面笼罩下来 把我们周围的环境照得很亮 子龙在探路 盯着前面的山谷看了一会儿 说 这里只有近山谷这条路了 继续走其他的路 容易迷失在山林里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子龙说话的时候 我也在观察眼前的这条山谷 这山谷就在前面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正处于两座大山的夹缝中 算不上很窄 差不多有四五米的宽度 地势也很平坦 随处能见到乱石和杂草 至于两边的大山 则完全是刀枭一样的斗壁 裸露出了风华的岩石 偶尔能看到 斗壁上长出了几株带刺的刺梨树 但这两座大山往上走 就开始相互靠在一起了 越往上面靠得越拢 到山顶的时候 只有八掌大小的缝隙 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 正好就是一线天的景观 也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已经没有其他的路了 我们就走山谷吧 反正此番来 就要和死士客栈对峙的 早点遇到晚点遇到又何妨 叶朱镜也是观察了一会儿 才下了决定 他一说完 叶博就点了点头 对着身后叶家的弟子说 越是偏的地方 邪室就越多 你们一直没有见过 真正的盗门市面 此番出来 能活着回去的 必定会增长修为 修道之人不要怕死 就算死了 也是基因德的事情 叶博直接给他们说了实话 这些弟子纷纷点头 恭敬地应承道 好的 叶博 商量好了之后 又继续赶路 天已经越来越黑了 周围静得吓人 等走到一线天山谷入口的时候 子龙突然叫大家停了下来 我在队友的后面 往前走了两步 子龙才说 前面有茅草房 你们在这等我 我先去看看 子龙说完就走了上去 我也看到了那所屹立在入口的茅草房 看起来很破旧 周围还有篱笆大的围墙 已经坍塌了半边 看样子是没有人做了 但我拿八卦罗盘出来的时候 就注意到里面有阴气 应该有不干净的东西 子龙也发现了 围着房子看了一圈就回来了 还没回来 叶博就先和子龙交谈了几句 我也听不到 就看到子龙点了点头 叶博才指了指两个叶家弟子 说 你们进去看看吧 如果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让他们走 如果他们要害人 就抓回来 叶博的意思我自然明白 他是想锻炼这些叶家弟子 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他们一直处于安逸享受的状态 并没有多少的真材实料 随着他们拿着法器进去后 我就走了过去 说越是没人住的屋子 就越容易吸引阴魂 特别是老房子 进长久没人住的老房子 或者进二手房 首先拜门神 进门不拜神 阴魂缠身 自当会生病触眉头 进门规矩 三请三叫 先礼后兵 我说得很大声 故意要给他们提个醒 我一提醒 这两个叶家弟子 就加快了脚步 一手握着桃木剑 对着大门汉手便踢门而入 在他们踢门的刹那 那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 有阴气 但道横不深 只是普通的孤魂野鬼 占据了这没人住的老房子 其中一个有些胆怯 但有一个胆挺大的 往前跨了一步 桃木剑直指大门 呵斥道 人有人乌 鬼有鬼房 人鬼疏途 井水不犯河水 速速离去 否则让你魂飞魄散 这叶家弟子刚一呵斥完 那原本静下来的茅草屋 突然挂起了一阵阴风 这阴风很大也很猛烈 那茅草房顶上的茅草 全都被吹得飞了起来 茅草房下面的竹竿 更是吹得碰撞 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到我手中 八卦罗盘的指针 猛地转动了一下 直指那茅草屋的大门 我顺着往门上一看 这才发现 那茅草房的屋檐下 竟然站着一对黑乌鸦 还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太隐蔽了 要是不注意 根本发现不了 就在我发现 这对黑乌鸦的时候 它已经扑腾着翅膀冲了进来 静止飞到了 那叶家弟子的头顶上 屁股一撅 乌鸦粪便 就直接稳准地 落到了叶家弟子 两边的肩膀上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当即就懵了 连忙朝那叶家弟子 大喊了一声 跑 在我喊着叶家弟子跑的时候 它就完全待在了原地 另一个躲在 它身后的叶家弟子 很狡诈 看到那对黑鸦 冲出来的时候 就自己逃命跑了回来 而那对黑鸦 在拉下了粪便后 再次飞回到了 那茅草屋的屋檐下 要是不低头去看 根本不会注意到 这黑鸦下面 会躲着一对黑鸦 愣着干啥 不想活了 快回来 子龙也看出了 不对劲的地方 当即朝那愣住的叶家弟子 大喊了一声 这一喊 这叶家弟子才反应了过来 他一反应过来 这才扭过头来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 他的肩膀两边 还有黑乌鸦的粪便 很醒目 叶朱金没看出问题来 就问 他怎么了 我快速走到了叶朱金的面前 一边拿出了两张灵符 一边给他解释说 这黑乌鸦属婴 是不祥之物 很多黑乌鸦是有灵性的 一般有黑乌鸦出现的村子 就会有人或者牲畜死去 你没在农村待过 自然不知道 特别是黑乌鸦的粪便 更是致阴智慧之物 黑乌鸦喜欢跟着杨七弱的人 把粪便落在杨七弱的人肩膀上 就会扑灭他肩膀上的两盏洋火 杨火灭 如死人灯灭 这叶家弟子 平日应该极好女色 杨七弱的不行 我必须帮他把杨火给点燃 在我解释的时候 我就已经冲了上去 一冲到这叶家弟子的背后 那乌鸦下的黑鸦 就鸦鸦地叫了起来 比公鸦叫还难听刺耳 更是恶狠狠地瞪着我 那犹如黑珍珠一样的眼珠子 全是怨毒 回来 我顾不上黑乌鸦 大吼了一声 就伸出手去抓住了 这叶家弟子的肩膀 另一只手手腕一抖 手中灵符滋拉一声 就燃了起来 我立着燃烧的灵符 猛地把他拉得转了过来 正对着我 正要去点燃他的阳火 谁知 他却是阴沉沉地笑了起来 眼珠子不断地往上翻 额头上全是血纹 脸上更是诡异地笑着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张开嘴巴猛地一吹 直接把我手上燃着的灵符给吹灭了 鬼吹瞪 我也是被他口中这股阴气 吹得头昏脑胀的 等我摇了摇头清醒过来的时候 这叶家弟子就猛地扭动了一下身体 直接甩开了我的手 低着头就朝茅草屋里走 一边走 更是一边阴森森地说道 我媳妇是我的 就算我媳妇渴死了我 你们也别想睡他 碰我媳妇的 都要死 都要死 这叶家弟子 刚才被黑乌鸦的粪便扑灭了阳火 又被那一阵阴风上了身 如今的他 已经不是叶家弟子了 他双肩的阳火已经灭了 看得出来 本身他平日里好女色 纵欲过度 阳气极弱 就算就回来 也只是一个傻子了 但我是修道之人 被我碰见了 我就不会让鬼上他的身害人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才咬了咬牙 道 子龙 你看着他们 我去把他带出来 好 你小心点 九哥哥 小心点 在零一和子龙提醒我的时候 这被上身的叶家弟子 已经进入了茅草房 他一进去 茅草房的大门 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对付这种怨鬼 我还没有必要动用镇魂齿 捡起了地上的桃木剑 就冲了进去 一脚踢在了大门上 这大门纹丝不动 鬼封门 我拿出一张驱邪符 轻轻贴在大门上 这大门就嘎吱一声 自动打开了 门一打开 里面就灌出了一阵阵阴风 吹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我稳住了心神 顶着阴风往里面走 一进入茅草房 身后的门 再一次自己关上了 里面很黑 我看不清楚 也不敢贸然强行 当即把桃木剑 插在了泥土地上 桃木剑一插在地上 那股阴风当即消失了 我随即打开了手电筒 往里一照 就看到那叶家弟子 正坐在板凳上 手里还抱着一个苍白的指人 那苍白的指人是一个女性 但却是扎得栩栩如生 这手艺绝对不在左音之下 从那指人的脸和身段来看 这女指人代表的女人 肯定是个美丽的女人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只能看到这指人的背后 还写了生辰八字还有名字 生辰八字被她的手压着看不到 只看到上面的名字 是叫雪梅 而这叶家弟子 就紧紧地搂着这指人 爱怜地说道 他们说你是克服命 虽然你克死了我 但我从来不怪你 后来我走了 你嫁给了村里其他男人 但他们都被我害死了 村子里的人都说你是克服命 谁娶你你都会死 我很高兴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娶你了 我的雪梅 等我杀了那个赶尸人 就没有人再可以霸占你了 这叶家弟子越说越赶伤 眼睛里竟然出现了血泪 很是伤心 看来 这鬼魂是舍不得他媳妇 我看得有些同情就主动呵斥了一声 道 你已经是死了的人 不管是不是你媳妇克死了你 你也不应该去害人 这是你的命 你只有放下怨念去投胎转世 否则你会给你媳妇 加身不少的罪面 哪怕他死了 到了阎王殿 也会受到十八层地狱的酷刑 谁知 我这么一开口 这被附身的叶家弟子 就冷笑了起来 更是抱紧了怀底的指人 生怕被我抢走的样子 威胁道 你滚 你敢打我媳妇的主意 我就杀了你 最深不过情吃 最难缠莫过怨鬼 我听到他的话 就叹息了一声 说 你这屋里有你的灵位 说明有人给你料理后事 你怀里有你媳妇的指人 说明有人想让你安心 去投胎转世 你怎么不敢接 反倒是怨念越来越深 呸 我的话一说完 他就催了我一口 恶狠狠地说 谁要他的可怜 他一个赶世人 路过我小一村 进了我村东头的家 久而久之 和我媳妇好上了 还假惺惺地给我立灵位 要送我走 我要不是害怕他 早就把他弄死了 等他回来 我就和他拼命 让他不能霸占我媳妇 村东头 赶世人 会不会是 这人一说出来 我就开始呢喃了起来 脑海里当即浮现出了一个人 正是带着王磊 送福士去黄河的那个赶世人 我落在水里的时候 就听他唱过 村东头的小寡妇 难道真的是他 可如果真的是那个 救了我一命的赶世人 也就是被王磊偷了衣服 只剩下裤衩的赶世人 我看他的面相 绝对不是坏人 理应不会霸占这小寡妇 赶世人都不娶媳妇的 这是他们的禁忌 长期和死人打交道 身体里早就有了湿气 根本无法生子 倒是那赶世人大哥的性格 有几分豪迈 难不成是小寡妇爱上了他 在想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问 那个赶世人是不是看起来很魁梧 为人更是有些洒脱不羁 和其他的赶世人不一样 一般的赶世人 个子挨小丑陋 但他却是颇有几分成熟的男子气感 没错 就是那个混蛋 霸占了我的妻子 我一问 这鬼立马就怒了 但很快就想到了啥 警惕地问我 你怎么认识他 难道你是他找来 要把我魂飞魄散的 我看他要发作了 连忙咬了咬头 道 我不是他请来的 只是认识而已 那个大哥不是坏人 也不会霸占你的媳妇 可能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你已经死了 总不能永远让你媳妇一个人守活寡 无依无靠吧 死了的人终归有归路 但活着的人 还得继续生活啊 你这样做 不是保护你媳妇 反而是害了你的媳妇 所以 放手吧 我以为能说通他 可谁晓得 这怨鬼听到我这番话后 突然变得猙獰无比 怒道 还说不是他请来的 你们就是一伙的 我要杀你 怨鬼难缠 也难化解他们体内的怨气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怨念太深 而且是毫不讲理的 我刚才就试图化解 这个怨鬼心中的怨气 好送他走 可我没有想到 我这样一说 反而直接激怒了他 只见他抱着那女指人 就朝我冲了过来 冥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了 我一只脚往后一撤 顺势把插在地上的桃木剑拔了起来 在他冲过来要抓我的时候 我就比他快了一步 桃木剑直接打在了他的手爪上 这桃木剑用黑狗血清泡过 又供奉过祭坛 还是有法力的 桃木剑一打中他 就看到他的手爪子不停地冒黑烟了 但他附身在了叶家弟子的身体上 叶家弟子的身体 帮他承受了很大一部分伤害 我用桃木剑打中了他 只是让他痛呼了一声 往后退了几步而已 但他的道行太弱了 在他还没有站稳的时候 我就直接冲了过去 跳起来一脚踢在了叶家弟子的胸膛上 当即把他踢翻在地上 等他还没有站起来 我就拿出了一张镇魂符 贴在了叶家弟子的身上 这灵符一贴 他立马就不动了 阴沉着一张脸 忧愿地瞪着我 嘴里更是呲牙咧嘴地嚷嚷着 这叶家弟子的三盏养火 灭掉了两盏 这才会被他上身 必须要把这鬼魂给赶出来 否则他必死无疑 就算他活下来是傻子 也总比死了好 意识到这一点 我就拿出了一块杂鱼 趁着他冲我嚷嚷的时候 猛地喂进了他的嘴里 这杂鱼一进入他的嘴里 他就想要吐出来 我死死地捂住他的嘴巴 不让他把杂鱼吐出来 同时念起了咒语 人来阁虫指 鬼来阁作山 千弦弄不出 万弦弄不开 六甲六丁 朱雀玄武 青龙护左 白虎护右 指令一线 万邪离体 无缝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速献 待 随着我最后一句 呆字爆喝出来 这叶家弟子的眼睛 立马闭了过去 但没有闭死 只是不停地向上翻白眼 在他翻白眼的时候 他的身体 也是剧烈地抽搐了起来 欲虽然不能克鬼 但是能够藏鬼 这叶家弟子 挣扎的弧度越来越小之后 我才松开了 捂住他嘴巴的手 一手拍在了他的下巴上 我一拍 这叶家弟子立马坐了起来 张开嘴巴 就把杂鱼吐了出来 这杂鱼的玉质很差 是淡黄色的 但现在吐出来后 就已经变成了黑色的 杂鱼变成了黑色 那就说明 这怨鬼 已经被吸收到了杂鱼里 我赶紧用灵符包起来 这叶家弟子 就立马哇哇地吐了起来 吐出了一滩腥臭的液体 很是难闻 我和他隔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我准备开天眼 看他肩膀上的阳火 还能不能点燃时 这叶家弟子突然站了起来 傻兮兮地大笑道 去他娘的修道 老子才不想修道 修道不能碰女人 老子要去做个普通人 大把的女人等着我 唉 看到他这番模样 我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虽然就过来了 但双肩的阳火彻底灭了 以后也会是这疯癫状态 但这怪不了谁 只怪他自己 色字头上一把刀 他入了道门不好好修炼 却是整天找女人 弄得他自己阳气弱的不行 这才被一个 怨鬼上了身 最终害了自己 很多时候 命数就是这样的 他一走 我才准备处理 那落到地上的女纸人 那怨鬼长期抱着这女纸人 让纸人沾上了阴气 这纸人扎得很鲜门 我担心以后 落到人的手里 就准备点火 烧了这女纸人 可还没烧 我就看到这纸人的背后 也写下了一串小字 我知道这一代的走音人特别多 可能会进入到这老房子来 这怨鬼只是痴念太重 放不下他的老婆 不愿意去投胎 但并没有害人 还望进来的人 那够放他一马 临位上有香坛 就让他在香坛里进化吧 感识人孟莹 再次谢过 我现在已经能确定了 和这怨鬼的媳妇好上的 就是让王磊带着服侍去黄河的 那个感识人大哥 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名字 孟莹 转念一想 他能这样做 那就说明他 不是个拐别人媳妇的人 他这样做 估计是弥补内心的愧疚吧 孟大哥 这命运太巧了 上次在神山匆匆一扁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竟然还能见到你的情敌 哈哈 你救我一命 我来帮你断后吧 我自言自语地笑了起来 跟着一把火烧了女指人 烧了女指人后 我才把杂鱼拿到了临位的面前 找到了香坛 就准备把杂鱼埋进去了 可就在我在香坛里刨坑的时候 我突然刨出了一张纸条 我赶紧把纸条一拿出来 再次看到了孟莹留在上面的字 恭喜你 你是个好人 你没有让他魂飞魄散 作为报答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前面的小异村 不是普通人能去的地方 早点回去吧 这茅草屋屋檐上的黑乌鸦 就是他们的眼睛 你只要一进鼓 他们就会发现的 最后 祝好人一生平安 看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 一回过神来 当即就大叫了一声不好 迅速地把杂鱼埋进了香坛后 立马从屋里跑了出去 我跑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在围着内疯了的叶家弟子 我连忙回头看了一眼 屋檐上的那对黑乌鸦 这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只见这对黑乌鸦 已经改变了方向 一只朝我们的方向 而另一只 则是朝向了山谷入口的方向 那眼睛很犀利 正正地看着入口的位置 但看到黑乌还没有飞走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初九 你怎么了 子龙看到了我的异常 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用手指了指那对黑乌 把里面发生的事情 快速地说给了子龙听 子龙听完后 也是感慨地笑了起来 说 世间之事 果然是无巧不成书啊 没想到 上次那个赶世人孟赢大哥救了我们 现在反过来你又帮他解脱了 也是 可是只有你才做这样的好事 要换做是其他走鹰人 恐怕早就把这怨鬼给魂飞魄散了 这可能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要是你打散了那怨鬼 我们就不知道这黑鸭的作用了 不过 这倒是 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师父告诫我的那些话 说这苗王山的背后是禁地 还警告我千万不要踏足 看样子 这苗王山的背后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邪门难对付啊 嗯 子龙这番话 我心里也是唏嘘感慨 但我最担心的 还是子龙后面这两句话 这个地方是走鹰人活动的地方 肯定鱼龙混杂 那扎出女指人扎指将 扎指数绝对在左鹰之上 担心之余 我心里却是更加坚定了 对付叶家的 都是杂门的走鹰人 而背后的人正周八字 我此番来 总算是找对了方向 就在我和子龙想办法的时候 叶朱金和叶博也过来了 我问了一声 叶朱金 那叶家弟子 你准备怎么出脸 叶朱金皱了皱眉 冷冷地说 这些弟子都是叶家收留的孤儿 无家可归 但他生是叶家的人 死后也是叶家的鬼 叶家就得管他们 你们放心吧 我会让人把他送回去的 后半辈子 他会衣食无忧 好 听到叶朱金有了安排 我才松了一口气 跟着才指着那屋檐下的黑鸭 说 我们想要进去 就必须先解决 这对看门黑鸭 让我把这两个畜生宰了吧 子龙拿出了武器 准备偷袭这两只黑鸭了 但他还没有走到屋檐下方 叶博就猛地跑过去拉住了他 摇头道 子龙 不行 这不是普通的黑鸭 而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血童黑鸭 血童黑鸭 这是啥玩意儿 我是第一次听到黑鸭的名字 虽然不清楚他的性质 但听到这名字 就觉得邪乎 我和子龙都没有见识过 但叶朱金好像知道这东西 接着叶博的话就说了起来 我之前也听说过血童黑鸭 这东西很邪门 是治邪智慧之物 不是天生的 而是有人豢养的 听说幻养血童黑鸭的方式很残忍 要先把这血童黑鸭 浸入人的血水中 浸泡七七四十九天 等四十九天后 这黑鸭早就死了 但他的尸体不会腐烂 跟着才会找来看门的中拳 用厉鬼 把中拳体内的狗魂给抽出来 抽出狗魂后 强行附身在黑鸭的眼睛里 再经过邪术的炼制 才让这乌鸦身狗魂的血童黑鸭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 就开始喂食他们活人的肉 吃惯了活人的肉 他们对活人就会很敏感 也就成了看门的血童黑鸭 没错 小姐说的对 叶博跟着往下解释 我也是听那些老一辈的高人说过 血童黑鸭养成后 就是最好的看门狗 血童黑鸭已经没有势力的 几乎完全退化了 只能够感知附近的活人气息 看这对血童黑鸭站着的方位 他们看的是我们进来的方向 还有这山谷入口的方向 也就是说 里面有会邪术的人 豢养血童黑鸭 我们不能就这样进去 肯定会被发现的 必须要解决了这血童黑鸭 但血童黑鸭不能杀 一杀了 他们的主人会第一时间知道的 要是被他们的主人发现了 我们就无法偷偷摸摸地混进去了 叶博一说完 我心里就想到了 之前在古苗寨的场景 特别是左阴和古苗寨先灵婆战斗的时候 先灵婆说他古苗寨的邪术 才是天下无双的 但左阴不服 说灵门下面的杂门 才是邪术之尊 而现在 我也是深有体会了 先灵婆的邪术很可怕 但这杂门走阴人的邪术 也是不遑多让 不管他们的邪术谁更厉害 在我眼里 都是害人的 都是违背道义的 或许 这也是正统道门存在的意义吧 最起码有了正统的道门 邪术才不能随意地危害普通人 在我回想之时 子龙就问他们 可是 这血童黑鸭不能杀 我们又不能直接进去 那我们该咋办 天快要亮了 我们最好在天亮之前解决此事 子龙的话 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和子龙都不知道血童黑鸭的事情 更别说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 我看向了叶博和叶朱金 他们也没有说话 而是低头沉思了起来 仿佛在想对付方法 可想了片刻 他们俩还是摇了摇头 也是没有想到办法 叶朱金皱起了柳眉 沉着脸道 我之前只是看过记载 但是没有看到过对付的方法 哎 叶博也跟着叹息了一声 道 我也没办法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只有换条路进去了 叶博的性格喜欢妥协 但我立马否定了他的建议 说 叶博 我们不能再绕路了 我们本来就是赶试匠的 两边的山太陡峭了 根本不适合走 我怕耽搁下去 叶唐他们会坚持不住 没错 初九说得对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叶朱金赞同我的观点 但大家都想不到 对付血同黑鸭的仿佛 这玩意儿 是练出来的邪物 和那换养的矮骡子 剃头鬼匠一样 都是会邪术的人养出来的 我们也不敢去动找血同黑鸭 生怕动静动大了 他们会飞走的 到时候 我们这群人就会暴露了 就在所有人都僵着的时候 林依依忽然走到了我身边 笑嘻嘻地说 九哥哥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 嗯 听到依依说他有办法 我立马来了精神 笑着说 依依 你快说出来听听 嗯 林依依恩了一声 说 在我们古苗寨的时候 我们每年端午节 都会去山上抓毒物 回来炼制蛊虫 不管是大人小孩 都会去 但山上的毒虫已受很多 稍不注意 就会丢了性命 可我们有自己的法子 那就是以毒克毒 我们把剧毒无比的谷物 带在身边 那些毒虫已受 就不会攻击我们 所以 我的意思是 我明白了 林依依这番话 犹如醍醐灌顶 想到了办法 我就说了出来 依依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找到 能克制血童黑鸭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了这血童黑鸭 天地无极 一物降一物 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我的话一说出来 叶博就说出了他的担心 可黑鸭的智商很高 还可以为自己的同伴举行葬礼 唯一的天敌 是狐狸 但我们这一代的狐狸很少 根本无法克制他 不对 黑鸭的天敌 不光是狐狸 还忌惮红色 子龙立马反驳了叶博的话 道 黑鸭是邪恶的眼睛 能够记住碾他打他的人 这血童黑鸭 知道用粪便灭掉 活人肩膀上的养活 那就说明 他们已经是 属于鹦鹉了 对付鹦鹉 普通的狐狸没用 要用成精的狐仙 他体内的狗魂 就藏在他的眼睛里 只要我们用红色的光 弄瞎他的眼睛 就可以解决他们 011的话启发了我们 所有人都想到了 克制血童黑鸭的方法 但我们分析了一下 还是子龙的方案最靠谱 就决定采用他的方法 可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就为难了 这对血童黑鸭是 躲在那屋檐下的 那屋檐很高 上面又是茅草顶 根本占不了人 更别说对付这血童黑鸭了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经走了黑鸭 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有办法 就在这时 叶朱金突然说了一声 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朝叶家弟子的队伍 跑了过去 不一会儿 我们就听到了一声 淒厉的惨叫声 那惨叫声响起的同时 我就看到 有两个叶家弟子 已经扶着那疯了的叶家弟子 往外面走了 他们之前没走 一直在等着看好棋 我不知道叶朱金要弄啥 可等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手里拿着两块血肉模糊的人肉 这两块人肉还在滴血液 一看就知道 是从手臂上弯下来的 虽然只是很小的两块 是叶朱金从那疯了的叶家弟子手臂上弯下来的 我们都看出来了 叶博不敢说话 倒是子龙咬着牙 道 没想到你外表冷 心却更冷 这可是 你们叶家的弟子啊 你就这么狠心下的了手 子龙的话里已经带着愤怒了 叶朱金被子龙凶了一通 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正正地看着子龙想要解释 但还是没有解释出口 而是冷冷地说道 仁慈救不了我们 这血童黑鸭是用人肉喂食的 不用人肉你 怎么把他们饮下来 而且 他也该这样做 这是他的使命 但我说了 他的后半生衣食无忧 说完之后 语气突然软了下来 道 你是男人 有时候必须学会果断 赵子龙 你要是愿意帮忙的话 我就把血童黑鸭吸引下来 你用乾坤境界月光 弄瞎他们的双眼 如果不愿意 请别挡道 叶朱金这番话很霸气 竟然把子龙给震住了 只见子龙回过神来后 点了点头 咬牙道 好 这一点我服你 我帮你 其实有时候 我们是太过仁慈了 反而失去了很多事情的主动性 叶朱金弯下了 那个疯癫弟子手臂上的肉 其实也是想为了帮大家 这血童黑鸭是邪物 从小用活人的肉来饲养的 普通的东西 对它根本没有吸引作用 想要把它们引下来 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活人的肉 这叶家弟子 平日里纵欲过度 这才害了自己 但他是叶家的人 就算要他留下来护送我们走 这也是他的使命 肉会长出来 但命只有一条 不会重新长出来 想通了这一点 我也能接受叶朱金的做法了 而叶朱金在听到子龙说服他的时候 我就看到 他那张犹如冰扇一样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就是那短暂的一丝笑容 却是如沐春风 美得不可芳物 初九 你我各自对付一只血童黑鸭 一定要弄瞎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无法通风报信 子龙站到了叶朱金的身边 回头嘲喊了一声 嗯 我恩了一声 再次把八卦罗盘给拿了出来 叶家的八卦罗盘 是专程定制的 设计得很是巧妙 表面的罗盘可以定位寻音器 掰开罗盘 里面又有一面小镜子 这小镜子 是按照太极八卦的图案来打造的 可以驱邪照魂 这镜子叫八卦镜 又叫乾坤镜 我们的目的 就是利用乾坤镜反射的月光 来破掉血童黑鸭身上的邪气 也就是藏在他们眼睛处的狗魂 但普通的光对他们没有用 他们惧怕的是红色的 所以必须是红色的光 在找准了方向后 我就朝子龙点了点头 我们默契地看了彼此一眼 同时咬破了食指 快速地将手上的血液 涂抹在了乾坤镜上 用血液涂抹乾坤镜 也是有讲究的 得顺着上面的八卦图案涂抹 而不是将整块镜面 都涂抹成血红色的 这样就无法反射月光了 涂抹好了之后 叶朱镜就往前走了几步 确定位置距离已经够了 这才转过声问我们 准备好了吗 嗯 我和子龙同时答应了一声 叶朱镜就说了一声好 同时把他手里 茅草房的高度 在快要降落到 和屋檐一个高度的时候 那原本停在乌鸦下的血同黑鸭 当即飞了出来 冲着就要去抢那掉下来的人肉 我看到机会来了 就和子龙同时出手了 连忙掰开了乾坤镜上面的罗盘 月光刚好照在了上面 乾坤镜顿时就反射出了 一道淡红色的光 我不敢大意 握着乾坤镜一倾斜 反射出来的红光 当即扫在了那停在地上 争抢人肉的血同黑鸭上 就是这一刹那 红色的反光 一照在血同黑鸭的眼睛上 我就看到 他那像黑珍珠一样的眼珠子 立马变成了新红色的 几乎是只看到 他眨了一下眼 血同黑鸭的眼睛 就流出新红的血液 在那血液流出来之时 我更是看到一道淡淡的魂体 瞬间被乾坤镜的法力 照成了湮灭 应该是那藏在眼睛的狗魂 被照散了 子龙和我是同时结束的 他对付的那只血同黑鸭 也是被照瞎了双眼 刹那间 只看到他们扑腾的翅膀 嘴里发出一声比一声 还要哀鸣的鸭鸭叫声 听得人头皮直发麻 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 这对血同黑鸭 突然飞到了屋檐下 他们成了邪悟后 视力自然弱了不守 只是凭着记忆飞到了屋檐下 我再次看向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蹲了下来 那眼神的血液流出来后 完全就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 解决了这对看门的血同黑鸭之后 我才收好了八卦罗盘 那疯了的叶家弟子 也是被一个弟子连夜送回去了 我看着山谷入口的方向 说走吧 月光已经暗淡了 马上就要天亮了 我们得赶快进山谷 好 商业好了之后 还是子龙和叶珠金在前面带路 我和依依在后面断后 一进入这一线天的山谷 我就发现这山谷里有一条小道 上面还有清晰的脚印 但地上却是寸草不生 应该是长期有人出入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山谷很深 我们走了差不多十来分钟的样子 天就已经开始模糊亮了 光芒从一线天顶端的缝隙里渗透了下来 形成了一道厚厚的光墙 而我们就在光墙里往里面走 很是奇怪的感觉 前面有村子 应该就是那小一村了吧 就在这时 子龙忽然挥手 让大家停了下来 他一说 我就跳上了边上的一块大石头 放眼看去 正好就看到前面一公里出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村子 这村子的房屋都是散开的 并不是挨在一起的 这村子还不小 有好几十户人家 都是普通的瓦房 房顶上还冒着吹烟 给人一种和谐的乡村氛围 我又看了一眼 村子周围的地形 是一个凹地 三面都是山坡 唯一开阔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走进来的山谷 有了之前的经验 我心里就隔应 越是这样孤零零的山村 就越是诡异 我们不能这样进去 如果这小一村里 真的有砸门的走阴人 那我们进去 无疑就暴露了 这时 子龙忽然提议道 没错 子龙说的对 我们的队伍太庞大了 贸然进去 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一带都是砸门 走阴人活跃的地方 要是被他们知道了 我们就麻烦了 叶博也担心地说道 嗯 我皱着眉头点了点头 想了一会儿 才想到一个法子 说 干脆这样吧 我和子龙进去 你们带着叶家的弟子 找个地方躲起来 就算发生了突发状况 我们也有支援力量 如果全军覆没 那我们就真的一点机会 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是抢世间 不然的话 我担心叶汤坚持不了多久 也行 叶朱金同意我的观点 说 不过 我要和你们一起 叶博 你带着叶家的弟子尾随 就藏在村子外面 注意观察暗中的情况 有什么情况 我们也好里外照样 叶朱金一开口 林依依就拉住了我的衣角 说 九哥哥 我也要跟你一起 你不要劝我 劝我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 这姑娘的固执劲 我是知道的 我看了一眼子龙 想听听她的意思 她好像也拿叶朱金没辙 就同意说 那就这样吧 我们四个人进去 叶博藏起来断后 好 决定好了之后 叶博就带着叶家的弟子 往边上的树林里躲了 等他们藏起来后 叶朱金才开始说 我们这次来 都穿的是普通的衣服 但我们贸然出现 肯定还是会引起 村里人的注意 我们要有一个 合适的理由进去 这样才可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叶朱金说 这点也是我担心的 我们的身份迟早会暴露 但还不是现在 拖得越久 我们能打探的消息越多 可是 我们该用怎样的身份进去 就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 林一一突然凑了过来 挽住了我的手 笑嘻嘻地说 九哥哥 要不这样吧 我们装情侣混进去吧 我和九哥哥你 龙哥哥就和叶姐姐 不行 林一一这个意见一说出来 子龙和叶朱金 当即一口同声地说 不行 好像两个人意识到太默契了 还彼此看了一眼 很快就别开了头 不看对方 我看得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 我们可以装情侣 装成来户外探险的情侣 这样我们的身份 就有了着落 但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一说 我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三个就 齐刷刷地看向了我 都在等我说出来 我顿了一下 只看向了子龙 说 子龙 小一村村东头 有一户人家 有一个小寡妇叫雪梅 刚好 我们认识 一个叫孟莹的感世人 你小子 这办法也想得出来 绝了 我一点 子龙立马就猜到了我的意思 笑了笑 顺着往下说 初九这个法子好 一会儿我们进去之后 就可以装作去找雪梅的 就说 孟莹曾经救过我们 我们是来报恩的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们了 更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的身份 林一一和叶朱金 自然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啥 看到我们笑了起来后 林一一才连忙拉着我问 到底是咋回事 我把整件事情给他们说了之后 他们才明白了过来 统一了方案后 天已经彻底的亮了 等我们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小一村的房屋 几乎都升起了吹烟 看样子 都起来了 这同时也证明了一点 小一村住的人不少 我背上一个背包后 就拉着林一一往里面走 假装成了情侣的样子 子龙和叶朱金走在后面 他们是要多别扭 就有多别扭 隔着一米远的距离 谁也不看谁 他俩的性格我是了解的 也没办法 只得继续往村子的方向走 一走到村口 我们就发现了特别奇怪的一幕 只见这小一村的周围 特别是房前屋后 竟然立着不少的墓碑 但地上又是平的 地下不像是有坟的样子 这些墓碑东倒西歪的 有的还是残缺破损的 墓碑边上 还长着奇妖身的野草 可这些都不算邪门 更邪门的是 这些荒恶的墓碑周围 竟然都站着一只黑乌鸦 不光是墓碑上 就连地上也随处可见 感觉像是闯进了黑鸦潮一样 这些黑鸦身上没有邪气 应该就是普通的黑乌鸦而已 不是那种用邪术换养的血童黑鸦 我越看越觉得邪火 心里更是莫名的发慌 这画面实在是太不和谐了 这村子里的房屋街道 都打扫得很干净 唯独房前屋后 那有墓碑的地方 杂草丛生 而且 就在我盯着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所房屋打开了门 那屋子走出来的人 看到门口的黑鸦 不但不撵走他们 好像还熟悉地和他们打招呼 我和子龙都清楚 在农村的话 要是有黑鸦聚集在村子周围 就说明 这个村子将有人或者生出死去 看到黑鸦在房前屋后 更是会撵走他们 甚至会打死他们 因为乌鸦只会报丧 绝对不会报喜 黑鸦和人共处 我绝对是第一次见到 可这一幕 实在是太违被我们所了解的禁忌了 想想 就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全都看得正住了 子龙眯着眼睛 小声地提醒了一句 小心点 我总觉得这小一村不对劲 心里怪不踏实的 尽量小心点 千万别让乌鸦灭了我们肩上的羊火 到时候就麻烦了 嗯 我们恩了一声 正要往村子里走 那最先开门的人 也注意到了我们 看他的样子 应该有五六十岁了 脸上很黄 湿蜡蜡蜡的肤色 和普通人的肤色完全不同 他穿着马甲 年纪虽然带了 但身上全是肌肉 手臂上的经脉也特别粗 一看就知道不是个普通人 小伙子 你们找谁啊 在我观察他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过来 笑着问了一句 在他的脸上 没有感受到敌意 我才连忙回应道 大叔 我们是来找雪梅的 他是不是在这个村子 哦 这大叔冷了一下 试探地问了一句 你们找雪梅干啥 我是假装啥也不知道 继续装傻充愣 说 大叔 之前我们在外面探险 差点死了 是赶世人梦银梦大哥 救了我们一命 我们现在来 是来报恩的 只可惜他没在家 说他老婆在家 我们这就找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这么一说 这大叔才笑了起来 指了指我身后那间屋子 说 你们身后的那房子 就是雪梅的家 这个点 他应该已经起床了 好呢 谢谢大叔 不客气 大叔挥了挥手 我们就朝身后的那屋子走 赵子龙去敲了敲门 就听到里面 传来了女人激动的声音 是梦大哥回来了吗 一听到这话 我心里就暗息了起来 找对了 我们还没有说话 门就打开了 门一打开 我就看到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她穿得很朴实 但衣服很干净 脸上也是很干净 不像是农村妇女 脸上的那种艰辛 而且 她的耳垂上 还戴着金耳环 手上也是戴着金手镯 一看就知道 梦宁对她很好 她长得很俊俏 唇红齿白的 这个年龄 更是给她增添了 几分成熟的韵味 怪不得 她死去的男人 变成了鬼 也不愿意离开她 你们是谁 看到我们不是梦营后 雪梅的脸上 就有些失落了 林依依嘴巴甜 笑嘻嘻地说 姐姐 是梦大哥 让我们来找你的 一提到梦营 雪梅的脸上 就有了光彩 连忙招呼我们 是梦大哥让你们来的 那快进来吧 一进屋子 我就发现 这屋子收拾得很干净 虽然很简单 但却是很温馨 看得出来 这雪梅是一个 会国家的女人 她已经做好了早饭 就招呼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也饿了 也没有客气 在吃饭的时候 雪梅才问 不知道 梦大哥让你们来干啥 姐姐 是这样的 林依依很讨人喜欢 说话也很甜 说 之前梦大哥救过我们 我们想来看看她 梦大哥是个好人 啥也不在乎 唯一在乎的 就是姐姐你 没想到 姐姐比梦大哥嘴里 说得还要漂亮 依依这番话 倒是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一出来 嘴巴就学得这么甜 不会也是 跟着王磊学的吧 女人都喜欢被人夸她漂亮 雪梅脸微微一红 轻轻地说了一声 是真的吗 但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 连忙笑了笑 说 你们是梦大哥的朋友 来了我就要好生招待你们 雪梅很热情 我就顺势开始打探了起来 雪梅姐 你们这村子好奇怪 怎么房前屋后 有很多荒恶的墓碑 而且还有这么多乌鸦 这是咋回事啊 我这么一问 雪梅就开始有些怀疑了 看我的眼神也有些不对 似乎对我们产生警惕了 姐姐 我们就是觉得好奇 没有别的意思 姐姐不好说 也没关系的 还是零一笑嘻嘻地打破了僵局 倒也不是不好说 雪梅抿了抿嘴唇 说 既然你们是梦大哥的朋友 我也相信你们 因为他是赶诗人 平日里没有朋友 其实啊 这个小一庄之前叫做小一屯 早在抗战那会儿 整个屯子的人 就被一股游荡的日本人给杀光了 这些墓碑 就是那会儿留下来的 你们应该也知道 这一代有很多人都不是普通人 赶诗人 背诗将 还有走夜路的人 他们都生活在大山里 平日里更不与外人接触 这一类人 他们都是孤独老死的 不能娶妻生子 哎 雪梅说到这儿就感叹了一声 我们没有插话 她又继续往下说 时间一长 这些职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几乎快要消失了 后来啊 他们就联合起来 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建立一个地方 把他们所有人都居住在一起 他们这些行业的人都很辛苦 就准备向正常人过渡 所以就选择了之前 这个被灭绝的小一屯 全都从深山老林里搬了出来 就形成了现在的小一村 平日里 男人们帮人做事赚钱 没事就在家里种庄稼 也可以娶妻生子 繁衍生息 还不会示传他们的手艺活 但来这个村子的人 都不是普通人 都是有求而来的 至于你们问小一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乌鸦 也是 雪梅说到这儿的时候 再次停顿了下来 我的心都跟着悬了起来 咽着口水 连大气也不敢出 我们都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装作很好奇地看着她 几秒过后 雪梅才自顾一笑 摇了摇头 说 其实之前小一村没有乌鸦的 乌鸦是不祥的 可就在两个月前 村子里来了一个陌生人后 这里就每天都有乌鸦聚集 越来越多 怎么碾也碾不走 从雪梅的话里 我们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消息 那就是 小一村之前并没有乌鸦 是因为几个月前 一个陌生人的出现 乌鸦才开始聚集在小一村的 雪梅说 这些乌鸦越聚集越多 而且怎么也碾不走 这一点就邪门了 乌鸦的习性我是知道的 一般不会主动进入活人的生活圈子 除非是某个地方要死人了 或者要出事了 乌鸦才会来报丧的 这么多黑鸦盘旋在小一村 难道说 小一村要出啥事了 雪梅这番话 让我们几人都是内心一惊 但表明装得很平静 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见雪梅在看着我们 连忙开口问她 雪梅姐 这些黑鸦来 你们小一村后 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有 我这么一说 雪梅立马想到了啥 说 我们小一村的村民 虽然都不是普通人 但现在慢慢朝正常人的生活转型 所以 我们每家 每户都养了狗 哦 雪梅一说到这儿 林依依就来了兴致 好奇地问 姐姐 为什么你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就可以养狗了 雪梅淡淡一笑 解释说 这小一村里 几乎都是和尸体不干净的东西 打交道银生的 不干净的东西 还有尸体 最忌讳的就是狗 就像倒是不吃狗肉一样 会破戒毁了修为的 村子里的人 为了怕外面的人误会 也开始养开门狗 可这些黑鸭来了之后 小一村里的狗 就一夜之间全部死绝了 现在整个村子里 已经看不到一条狗了 我也问过孟大哥 孟大哥让我不要管 假装啥也不知道就行 之前雪梅的话 我还没有多大的反应 但它后面这番话 却是让我内心起了波动 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那便是联想到了 我们在进入山谷遇到的 血童黑鸭 血童黑鸭是邪物 正是要狗的魂魄才可以练成 还有那个近来的陌生人 极有可能就是背后的周八字 就算不是周八字 也和周八字脱不了干系 总之 我感觉这小一村 越来越邪乎了 我想到这儿的时候 就看向了子龙 子龙也在看我 好像两人想到一起去了 嘴角更是露出了一丝 不易被察觉的笑容 而一直没有开口的夜珠金 也开口了 雪梅姐 你应该不是和他们一起的吧 嗯 雪梅点了点头 好像想到了自己的过往 脸上有些感伤 说我就是附近大山的 家里特别穷 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 我爹上山砍柴 摔下了山崖摔死了 找不到他的尸体 正巧有一个背尸匠 从我们村路过 我娘就求他帮忙 那背尸匠是个好人 见我们可怜 就下山去帮我们找尸体 整整花了三天的时间 才把我爹腐烂的尸体背了回来 但他却是摔断了一条腿 家里没钱报恩 我娘就让我来当了他家的儿媳妇 他儿子对我很好 可惜背我 背我 雪梅说到这儿的时候 眼睛里就冲了泪花 林依依抓住了雪梅的手 安慰地说 姐姐 没事 我会陪着你的 嗯 雪梅恩了一声 这才轻轻地呼吸了一口 咬了咬牙 说 她是被我渴死的 大婚当天暴毙而亡 她走了不久 被尸匠也走了 我就成了寡妇 我娘从小教我礼仪廉耻 我没有走 一直留着村里守寡 准备终老一生 但后来 村里又有人给我说梅 说我如果不嫁人 就是外人 不能留在小一村 无奈之下 我第二任丈夫 也是当场暴毙而亡 不瞒你们 我连续嫁了三个男人 都被我渴死了 我现在在他们的眼里 和那讨人闲的黑鸭一样 都是不祥之物 雪梅说到了伤心处 咬着牙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了下来 我见不得女人哭 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林依依善良地拍了拍雪梅的肩膀 拉着她的手 亲切地说 姐姐 都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有孟大哥 她是个好人 会好好照顾你的 好像孟赢就是她的良药 林依依再次提到孟赢 雪梅就抹了抹眼泪 重新露出了笑容 倒 也可能是上天见我太可怜了吧 不忍心让我再受折磨了 派了孟大哥来 孟大哥不嫌弃我是寡妇 对我无微不至 是我自己要跟着她的 我不要名分 只要她在我身边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雪梅是个好女人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还能如此坚强 而孟赢 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是好样的 敢试人击苦一生 不能结婚 孤独终老 如今总算是有了归宿和期盼 他们都是苦命的人 上天不应该折磨他们了 我在心里感慨的时候 叶朱金又问 雪梅姐 你为什么会客死他们 你没有找人看过吗 叶朱金一问 我也来得兴致 只见雪梅擦干了眼泪 抹了抹眼角的残泪 收拾好了情绪后 点头道 孟大哥帮我看过 还不嫌弃 我是不想寡妇的身份 无论如何也要娶我 说要给我一个名分 我们决定了 等她这趟赶尸回来 我们就在村里举行婚礼 在那时候 脸上洋溢着浓浓的幸福 我们没有人打断她 也没有人催促她 要听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 就静静地听着她和孟宁的故事 世道很乱 能有这份爱情和坚守 真的是一件无比奢侈的东西 特别是零一一 更是感动得直抹眼泪 就算冰冷的叶朱金 在此刻也沉默了下来 我们都知道 一个寡妇有多么的不容易 还恪死了三人丈夫 就在她被所有人 都避嫌视为不祥之物的时候 孟宁出现了 待她情深不受 待她视如爱妻 气氛瞬间沉默了下来 还是雪梅笑了起来 说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有点话多了 不会 雪梅姐 你继续说 我们愿意听 我笑道 雪梅点了点头 道 我们小一村 有一个算命高人 能够称谷算命 村里的人都叫她鬼算师 不但能给人算命 还能够给鬼算命 她和孟大哥有些交情 孟大哥找到了她 她就帮我称谷算命 算了之后才告诉我 我是石石英女的命格 只要和我亲近的人 都会被我客死 还让孟大哥 送我离开小一村 可孟大哥为了我 只差和整个小一村的人为敌了 威胁说 谁敢送我走 她就杀了谁一家 孟大哥说回来就娶我 要证明 给他们看 我不是不祥的女人 听到雪梅说出 这村里 有称谷算命的鬼算师 我心里当即就咯噔了一下 被赶到叶家的那些尸体 除了被包皮踢谷之外 还有就是 手指骨不见了 正是鬼算师的手段 活人不踢谷 凭着生辰八字算 虔诚命格 这手段 叫做称谷算命 而死人要踢手指骨 才能给他们算鬼命 这手段又叫做鬼称谷 这一门手艺 是袁天刚传下来的 会得人寥寥可数 而赶到叶家的那些尸体 就是中了鬼称谷的手法 也就是 我们这次来对了 那会鬼称谷的鬼算师 就在这小一村里 可激动之余 让我悲痛的是 这雪梅的命格 竟然是石氏英女的命格 石氏英女百年难得一遇 出生时辰 正好是一年音乐音时 还必须是 子氏过后降生的女孩 师父逍遥子 曾给我和子龙说过 石氏英女乃是不祥之女 命格太硬 命中客人 只要和他亲近的 都会被他客死 注定孤老终身 要转世石氏 才能够成为普通人 但每一世 都会是讨命客人的命格 除非 能遇到杨年杨月杨时 出生的男子 才能破解 否则 强行结合 下场注定无比的凄惨 可杨年杨月杨时 出生的男子 简直比石氏英女 还要稀有 几乎是没有听说过 这样的命格 因为这样的命格 要么出生 则是龙凤之命 要么出生就夭折 孟莹如果不是 这样的命格 结局注定会无比凄惨 如果真是这样 那老天爷 就真的太不公平了 我在心里唏嘘的时候 叶朱金和子龙 也看了我一眼 也是一脸的五味杂陈 他们也知道 石氏英女的命格 注定不是好的结局 只是这雪梅 是个好女人 却偏偏生了这般命格 雪梅自然不知道 我们懂得石氏英女的命格 笑了起来 开心地说 你们都是孟大哥的朋友 干脆留下来住几天吧 孟大哥这次赶尸体去苗疆 我每天都记着他回来的日子 应该要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孟大哥没有朋友 我更是没有人敢接近我们 我希望 希望你们能留下来 见证我们的婚礼 好 我咬了咬牙 大声说了一句好 重重地说道 雪梅姐 我们不走了 我们要亲眼看到 你和孟大哥新婚燕儿 早生贵子 我心里清楚 孟莹带着王磊 去送福尸归入黄河了 那些福尸 是殷尸落入河里变的 本来孟莹可以不用管的 可以早早回来 和雪梅成婚的 但她还是 顶着道义 送他们去黄河 这份大义 就值得我们尊敬 雪梅见我们都答应了下来 也显得很高兴 可能平日里 村里人都不敢接近她吧 也至于会给我们 说这么多心里话 那你们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们弄房间 雪梅起身就上楼 去给我们收拾房间了 她一走 子龙就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哎 石石英女的命格 不但客人 更是招鬼啊 生前受苦 死了不知道有多少阴魂 想要抢夺占据她的身体 命运 太太娘地捉弄人了 子龙已经爆出了出口 可想而知 她此时心里有多草担 感情用事没用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 就算她口中的孟大哥 不能和她一起天长地久 但最起码曾经热恋地拥有过 这就足够了 总比一点回忆都没有 就死了的强 叶朱金冷冷地说了一声 转回了正题上 理智地说 现在我们能够确定了 这小异村里 住的都是从大山里搬进来的 杂门走阴人 那个能够鬼撑鼓的鬼算师 极有可能就是给叶家那些尸体 剃了手指鼓的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进入小异村 引来了黑压的人 他可能就是周八字 也是要对付叶家的人 现在有了梅沫 我们晚上就行动 事不宜迟 不得不承认 叶朱金这个人很理智 不管遇到了啥事 他都能够很理性地去看待 绝不会担心 这可能是他一直在 特殊部门的原因 不管遇到啥问题 都要有理智的执行力 我赞同他的意见 就点了点头 说 那我们白天就不要出去了 尽量不要露面引起怀疑 等一会儿 问清楚了雪梅姐的情况 我们晚上就行动 好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沉默了 这个村子是通电的 还有一台小电视机 011鼓到了几下 就把电视放了出来 画质很差 但这个地方能有信号 就算不错的了 011喜欢看电视 一个劲地盯着电视看 我们就窝在了雪梅的家里 没有人出去 偶尔和雪梅聊聊天 偶尔我们直接说说话 而雪梅很热情 把家里的腊肉 还有好吃的 全部都弄出来了 一直在忙活 真的把我们当成了 很亲近的亲人 在他洗腊肉的时候 我就假装走了过去 试探性地问 雪梅姐 你说 你们村里的鬼算师 算命很厉害 雪梅忙活着手中的活 笑着嗡嗡了一下 我又接着往下说 我们几个也想算一下 算算我们以后 会不会发大财 最好算算 我们啥时候能结婚 笑道 其实不用算了 你们四个人就挺般配的 我是过来人 知道你们年轻人的想法 雪梅这话一说出来 我们四人就同时尴尬了 雪梅看到我们的情况 也是风情地笑了起来 说 姐只是和你们开玩笑的 你们要去算命的话 可以去找她 她住在村委的位置 最后一家 这人很古怪 孤家寡人一个 平日里也不爱露面 神秘兮兮的 对了 雪梅说到这儿的时候 好像想起了啥 皱了皱眉头才说 不过 你们最好小心点 之前来村子的那个人 好像就住在她那 白天鬼算师是不开门的 只有晚上才亮灯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干啥 那个人出现乌鸦就来了 你们要小心点 别惹上麻烦 雪梅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更加确定了 那鬼算师和算命老头是一伙的 一个负责控制剃头鬼降剃头 一个负责踢鼓 而那个奇怪的人 莫非还真是周八字 为了确定周八字的身份 我又继续试探性地问 雪梅姐 你说那人这么奇怪 可以引来黑鸭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或者说 是不是有啥特别之处啊 我这么一问 雪梅也是被我问得正住了 皱着眉头回想了一会儿 这才说了起来 我也没看清楚她的正脸 不过从她的身形来看 她应该很年轻 个子高高的 被狠挺拔 但我没有看到她的正脸 她就出现过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年轻 个子高高的 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瞬间就正住了 脑海里完全糊涂了 因为周八字的长相很明显 没有双腿 还戴着一个墨镜 但她的岁数太大了 被有些余缕的 是挺拔的 难道说 那个人不是周八字 而是周八字的人 可谁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吸引黑鸭 聚集在这个小异村 我想不通 完全想不通 头更是越想越疼 等我坐回去的时候 子龙也是一脸懵圈的状态 心里也想不通这件事 但我们没有开口往下说了 反正已经打探到了位置 晚上我们就可以去一趟究竟了 整整一天 我们都没有出门 倒是灵依跟着雪梅去后山摘菜 好像是放飞的鸟一样 一刻也掀不住 她在古苗寨 本来就是欢快的 到了叶家后 就整天关在别墅里 自由才是她的天性 晚饭的时候 雪梅又给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还杀了一只老母鸡 给我们炖汤 吃过晚饭后 我们就围在电视边上说了话话 差不多十点左右的样子 雪梅就困了 我们就让她去休息 确定她睡熟了以后 我们才从后门窜了出去 悄悄从山坡绕到了村委的位置 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发现 小异村的人几乎都睡了 整个村子都是黑漆漆的 但唯独那村委最后一所房子 是亮着灯的 还特别醒目 我和子龙带头 悄悄绕到了房子的后面 后面的房间没有亮灯 那就说明 这鬼算是在堂屋的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顺着墙壁走 走到了窗户下面 我就停了下来 想看看这房间里 到底有没有人 就悄悄把窗户给抬了起来 借着月光一看 里面空荡荡的 没有人 而就在我准备 绕到侧房的时候 子龙忽然小声地提醒了一声 一一 不要碰这些衣服 别弄出动静来了 子龙提醒的时候 我就回过头去看 这才注意到 那窗户上面搭了晾衣杆 上面还挂着几件灰色的薄衣服 很薄很薄的那种 而一一正用手指搓那衣服 因为她晃动的原因 那晾衣杆已经摩擦 发出了咕吱咕吱的声响 我正要让一一过来 可一一却是突然瞪大了眼睛 好像发现了啥极其恐怖的东西 长大着嘴巴 结巴地说道 九 九哥哥 这挂着的布不是衣服 在她发现 那晾衣杆上挂着的是人皮 不是衣服时 虽然一脸的惊骇 但还是没有吓得惊叫了起来 她的手都已经忘记缩回来了 还在试探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人皮 我们三人在听到 那挂着的是人皮时 也是猛然一惊 立马退到了零一一的边上 我一走过去 她就躲在了我的身后 我这时才观察 这挂在晾衣杆上的人皮 很薄很薄 就像一层蝉衣一样 而且还是灰白色的 之前我们从后院绕进来的时候 也看到了这晾衣杆上挂着的东西 根本没有多想 下意识就觉得 是挂着晾晒的衣服而已 可现在我贴近一看 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衣服 就是包了的完整人皮 这薄如蝉衣的人皮上还有水分 应该是刚包下来晾晒的 我用手摸了一下 上面还有黏糊糊的血液 就像一件连体液一样 但是是从腰部的位置横挂的 所以看起来很短 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我快速地数了数 好像有六件人皮 回过神来后 我心里更是震惊不已 没想到这鬼算师的家里 也晾着人皮 如此一来 我们心中都能够确定了 这鬼算师和算命老头是一伙的 也都是在帮周八字做事 但我想不明白的是 周八字到底何德何能 竟然能够 让这些杂门的走音人帮他做事 这次我们来对了 这个地方 就是那些要灭绝叶家藏身的地方 最起码 这个会鬼撑鼓的鬼算师 就是其中一人 叶朱金反应过来后 也是显得很激动 我们此番主动出街 暗度陈仓 就是为了要找出背后 要灭掉叶家的人 从而来一个釜底抽薪 彻底帮叶家解围 要是我们不主动出击 会被他们活生生地折磨死 如今总算是找对了人 心里自然松了一口气 可刚轻松了片刻 我的心就沉重了起来 说 要是这样的话 也就代表着算命老头 就藏身在这小一村 他们都在了 那周八字肯定就在这村里 刚才我跟雪梅姐 打探了那个 能够吸引黑压的人 并不是周八字的模样 说明还另有其人 我倒是大胆猜测了一下 周八字极有可能就 躲在周围的死室客栈里面 嗯 叶朱金点点头 没有说话 倒是子龙皱起了眉头 沉思了一会儿 才小声说 之前我就觉得 他们为啥要包那些 小门派掌舵人的人皮 如果他们真的要对付 叶家的附属势力 用不着包人皮 直接杀了就行 更不会用鬼称谷的手段 这样做只会多此一举 除非子龙说到这的时候 卖了一个关子 我还在理他话里的意思 叶朱金就接过了话 往下说 你是想说 他们包了人皮 是有其他的目的 还有那鬼称谷的手段 也绝对不是为了 报复叶家如此简单 嗯 子龙摁了一声 眉头皱得很深 指了指着挂着晾晒的人皮 分析道 这些人皮包下来后 肯定都会像这样晾晒 晒干了以后 他们想用来干啥 还有就是鬼称谷 鬼称谷是给鬼算命的 也就是反推死人 生前的阴阳八字 我们修道之人 都有一个禁忌 那就是 绝对不会把自己的 生辰八字 告诉其他人 有了生辰八字 他们就可以利用生辰八字 来对付我们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我了 叶珠金说 之前我在特殊部门的时候 曾看过一封密封的卷宗 讲的是人皮诗衣 上面说 山霄野怪成精变成人的时候 都会遭受雷劫 成精的山精少 就是因为无法度过雷劫 直接被雷劈成了灰烬 但只要劈上了人皮诗衣 就可以躲开雷劫 修炼成人 上面还讲述了一个特别的列子 就是狐狸成精的列子 狐狸能够魅惑人 天生媚眼 专程勾引男子上钩 吸食男子的精气后 然后啃掉他们的脸皮 他们这样做 也就是为了渡劫 避开雷劫 叶珠金在说的时候 我就越听越震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们专程包人皮 难道就是为了 要做成人皮诗衣 躲避雷劫之用 可我还是无法想通 只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 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就是 他们到底要人皮诗衣干啥 沉思了一会儿 子龙才开口说 还有那鬼称鼓踢的手指鼓 他们要死人的生辰八字干什么 我心里总感觉不踏实 好像我们钻进了 他们的谋划一样 总之 小心点 离开苗王岭 我还第一次感觉 如此不踏实 而且 还是在自己 从小长大的地头上 子龙不是怕事的人 更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如今他说出这番担心 说明他心里 应该也有啥不好的预兆了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们就决定 想绕到侧房 去看看鬼算食堂屋的情况 还是我在前面带路 可刚走到侧房的窗户边上 我就看到里面的灯光 突然熄灭了 完全是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在那灯光熄灭的时候 我就赶紧蹲了下来 我回头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全都蹲在了窗户下面 我们不敢动 也不敢抬头去看 生怕被发现了 全都是靠着墙壁蹲成了一排 等了差不多三四分钟的样子 屋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见时间差不多了 这才想站起来 可还没站起来 突然就听到 我们的脚下传来了一阵 突突的声音 这声音是持续性的 偶尔轻 偶尔重 仔细一听的话 这声音很剧烈 但却不是在屋子里响起来的 好像是在我们脚下的地底下 响起来的 好在周围太安静了 不然的话 根本不会听到 这地底下传出来的奇怪声音 我看向子龙的时候 他就已经趴在了地上 用耳朵贴着地面去听 这一听 眉头就皱了起来 抬起头看我们的时候 就用手指了指地面 小声说 这声音 就是从下面传出来的 错不了 这声音越来越剧烈了 完全乱了节奏 听得人心烦意乱 我也是皱起了眉头 提一说 我们不能这么耗着 得进去打探打探 屋里的灯已经灭了 那就说明 鬼算尸已经不再躺屋了 而这声音 又是从地底下传出来的 很有可能 他已经去了下面的密室 既然都来了 迟早也要正面面对这鬼算尸 那我们就先发制人吧 还是叶朱金拿了注意 我也同意他的观点 点了点头后 就慢慢站了起来 轻轻地打开了窗户 我一开这幕窗户 当即就发出了一声嘎吱的声音 我连忙停了一下 稳住了呼吸 等了几秒钟 才继续推开幕窗户 借着月光往里面一看 一个鬼眼都没看到 这才从窗户爬了进去 这小一村的房子 都是木板房 地面也是木板做的 好在我留了一个心眼 踩下去的时候 是用脚尖踩下去的 这才没有发出嘎吱的声响 我进来后 就连忙给他们 指了指地上的木板 让他们清点 他们也注意到了 也是捏手捏脚地爬了进来 很是小心 一点声音都没弄出来 我尽量让他们用脚尖走路 慢慢地延正那声音 传来的地方走了过去 那一走到楼梯的地方 就看到里面有光渗了出来 从那光的形状来开 那楼梯下面有入口 是用正方形的木板来盖住的 缝隙很大 我不敢再走了 干脆就趴在地上 从那缝隙里 往下面的密室看 刚一趴下去 最先闻到的 就是一股扑鼻的血腥味 顺着缝隙往下一看 浑身的冷汗 当即就冒出来了 这房子的木板 扑得很紧密 下面密室的光 根本渗透不出来 唯独我身下这个缺口的地方 有四条大拇指粗细的缝隙 犹如漏光的景象一般 而那吐 吐的声音 就是从下面传上来的 我刚趴在地板上去看 一股血腥味 就直接从下面灌了上来 很冲鼻 冲得人直反胃 我凭住呼吸 贴近缝隙往下一看 正好就看到了 让我头皮发麻的一幕 在这极度震惊的一刹那 我猛地就想到了零一一 怕她吓得尖叫起来 连忙看向了她 我看她的时候 她的眼睛就瞪得大大的 小脸都下白了 但这小妮子竟然忍住了 双手死死地捂住嘴巴 生怕叫出一点声音来 看到她没出问题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跟着继续往下看 只见这地板下面 是一处很大的密室 密室下面很简单 就一张很长的案板 其余则是一些浓用的工具 还有一些破烂的东西 而那案板边上 正好就站着一个人 看她的样子 年纪应该不小了 穿着一件破旧的棉服 体格也比较高大 但唯独看不到她的正脸 昏暗的电灯 就挂在她的头顶上方 那光运很刺眼 更是无法看清楚她的长相 只能看到 她手里拿着一把厚重的大砍刀 正在凸凸地砍一具小孩的尸体 之前我们听到的那种 凸凸的声音 正是她砍小孩尸体发出来的 那小孩已经死了 差不多只有两三岁的样子 比值得躺在案板上 而案板上 还放着一个大的木盆 里面装了一半的碎肉 那碎肉和骨头 一看就是分解小孩子的 在我们盯着看的时候 这鬼算师忽然停了下来 只见她变态地刺刺一笑 跟着就拿起了那小孩的手 用自己的手指 同时夹住了小孩的五根手指 在她手指夹着小孩的手指时 我才发现 这鬼算师的手指 好像根本没有血肉 就像是老鹰的爪子一样 更像是手指骨贴了一层皱皱的人皮 那手指很丑 完全不像是活人的手指 而接着 这鬼算师又用砍刀 在小孩的手指指尖上画了一刀 里面流出来的血液 已经变成了黑色的 应该死了好几个时辰了 我还没看清楚 就先听到一阵咔咔的清脆响声 跟着就看到那鬼算师的手指 猛地绷紧了 只看到 她往后一拽 就活生生地 把小孩手指里的尸骨抽了出来 小孩的手小 尸骨也是又小又脆 被她抽出来后 鬼算师竟然直接放到了嘴里 慌慌地咀嚼了起来 那声音 听得我头皮都骂了 我已经快看不下去了 只感觉脑瓜子嗡嗡地响 这太太娘的变态了 就在我别过头的时候 叶珠金忽然拉了我一下 用手指了指下面 我挣了一下 再次看了下去 这一看就注意 鬼算师的手 竟然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 原本她的手指犹如枯爪 但在咀嚼吞掉了 小孩的手指骨后 她那干枯的手指 竟然变得充盈了起来 好像重新有了血肉 就是这短短一两分钟的功夫 鬼算师的手 就变成了活人的手 一模一样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就开始分解着 小孩子的尸体 砍成了一坨坨的碎肉 和那天葬尸的手法 有几分相像 她就是鬼算师 鬼算师用鬼撑鼓 给死人算命 这是要遭报应和天葬的 他们的手指会逐渐枯萎 甚至变成枯骨 我没想到 她竟然找到了邪术的方法 来对付天葬和报应 只是这手段太残忍了 就在我看懵的时候 叶珠金就在我耳边 小声地说了起来 这次来我是真的长知识了 看到这鬼算师的手段 我就想到了 没有食指的草鬼婆 他们都会邪术 也更是看到了 他们所遭受的反射 原本子龙还想下去 救这小孩的 但是被叶珠金给拉住了 说已经死了 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要看看这鬼算师 到底想要干啥 又在晾晒人皮尸衣 又在分解小孩子的尸体 一定是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是看不下去了 下面传上来的 血腥微越来越浓 那兔 兔砍尸体的声音 还在此起彼伏着 我轻轻地站起来 垫着脚尖 走到了窗户边上 林一一的小脸 霎白霎白的 也是不敢看了 走到我的身边 一脸的憔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了笑说 没事 子龙和叶珠金 还趴在那入口的缝隙上看 两人都是看得下去 等了差不多十来分钟的样子 那声音突然停了 子龙和叶珠金 才突然站了起来 垫着脚尖 快速地朝我走了过来 我带头就往窗户外面翻了出去 我们刚一翻出去 就连忙躲在了窗户下面 没隔多久 那鬼算师 就端着那一盆 碎肉走了上来 打开灯光后 我就看清楚了他的面孔 应该有五十岁左右了 脸上全是纵横交错的刀疤 看起来很是猙獰恐怖 更是给人一种 无比凶神恶煞的感觉 脸上和身上 全是砍尸体溅上去的血液 多看两眼 就心里发寒 而在我们看他的时候 他就从后门走到了后院 我们不敢过去了 只能靠在转角的地方偷看 还没看清楚他的人 就听到了窝窝的叫喊声 这声音一喊出来 我们跟着就听到了一阵 翅膀扑腾的声音 顺着那声音看去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鸭 全数飞了过来 正好落在了后院的地上 压压地叫着 听得人心烦意乱 而这鬼算尸 更是把那小孩子的碎肉 丢在了地上 那些黑鸭 立马蜂拥般地冲上去灼食了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们心里才有了答案 这小一村 为何有这么多的黑鸭 原来不是那个年轻人引过来的 而是这鬼算尸 在用小孩的肉来喂他们 只是 这鬼算尸 用人肉喂这些黑鸭 到底想干啥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子龙也小声地开口了 这手段和西藏的天藏师 有几分相像啊 可不同的是 天藏师为的是突救 也就是他们心中的神明 而这鬼算尸的手段 则是活生生地害人性命 也不知是谁家的小孩 总之 这王八蛋不能放过他 吃吧 吃吧 喂饱你了你们 我们的计划也就开始了 我的痛苦也要结束了 而就在子龙说话的时候 这鬼算尸 突然自言自语地笑了起来 他的声音很难听 像声带被毁了一样 发出来的声音 就跟公鸭叫差不多 很刺耳 我其实也有杀他的心了 但我现在还不能动手 他身后的老鬼头和周八字 还没有现身 现在不是惩罚他的时候 看了一会儿 这鬼算尸就回屋了 留下那些黑鸭 还在抢夺人肉 我们也准备离开了 啊 可就在我们准备退出去的时候 我身后的林依依 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声 该死 一听到这声音 我就知道坏事了 回过头去的时候 林依依正恐慌地 指着我们头顶上方的屋檐 我抬头看了一眼 也是吓得冷汗读出来了 最先看到的是 是一根根掉着的手指鼓 风一吹来 那手指鼓就好像风铃一样 碰撞得叮叮当当响 很是清脆悦耳 甚至比风铃的声音还要好听 但这个不算吓人 最吓人的是 那悬崖的测梁上 正站着一只盯着我们 看得血同黑鸭 这血同黑鸭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已经看不到眼珠子了 血红的一片 看得人寒毛都炸了 怪不得 林依依会吓得惊叫起来 就算是我 看到这一幕 也是冷汗读出来了 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我们看到 头顶上挂着的手指鼓 和血同黑鸭石 全都愣住了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一声 犹如公鸭叫的愤怒声 是谁 还不给老子滚出来 鬼算师那极为愤怒的声音 已经从堂屋里传了进来 同时响起来的是开门的声音 跑 我听到这声音 率先反应过来了 拉着林依依就往山坡的方向跑 叶珠金也好像愣住了 子龙跑了一劫 看到他愣住了 叫了一声该死 又回头去拉着他跑 我们冲过了黑鸭群 也冲散了那些黑鸭群 这些黑鸭腾飞而起 四处乱飞 刚好帮我们挡住了视线 我们看不到鬼算师 鬼算师更看不到我们 只能听到他那愤怒的骂链声 等我们 跑向山坡的时候 回头看到鬼算师没有追上来 这才停了下来 刚才完全是不要命的跑法 连着喘了几口粗气后 这才能说话了 我拍着惊魂未定的胸口 道 好险 差一点就被他看到了 林依依刚才被吓住了 还没回过神来 林依依抱住了我 九哥哥 好吓人啊 刚才差点吓死我了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 依依 没事了 九哥哥在这儿呢 嗯 我一安慰 林依依才小鸡啄米地点了点头 跟着 子龙也拉着叶猪精跑了过来 一跑过来 叶猪精就甩开了子龙的手 更是冷冷地瞪了子龙一眼 子龙咬了咬牙 想要发作 但还是忍了下来 干脆不说话 我等他们休息了一两分钟 这才说 走吧 我们先回去 千万不能让鬼算师发现了 好在的是 他应该没有看到我们 不然的话 我们就无法在村子里藏起来了 好 走吧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千万不能出意外了 叶猪精点点头 接着 我们才朝雪梅的屋子走 回去的时候 他还没有醒 我就让叶猪精和林依依先去睡觉 依依刚才受了惊吓 叶猪精就主动和他睡一张床上 我和子龙则是睡在堂屋 有啥事情 我们好第一时间发现 等他们去睡了 子龙才笑了起来 看着我的时候 眼睛里都有了亮光 重重地说 这一次 我看老鬼头 还有周八字哪里逃 总算可以给师傅一个交代了 也可以正大光明地回苗往岭了 我理解子龙的激动 这次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了 周八字就在附近 还有那老鬼头 他现在还没有出现在小异村 恐怕还在省城算计着叶家 但他不知道 我们已经在暗度陈仓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 才说 子龙 有一点我想不通 为啥那算命老头老鬼头 还有现在小异村的走鹰人 都愿意帮周八字做事 这周八字只不过是一个活死人而已 何德何能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 子龙也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 这周八字天生狡诈会邪术 不光是这些人 你忘记了 就连古苗寨的先灵婆也从了他 不但没有杀他 还给他生下了一一 更是把古苗寨的养古术 都传给了他 想必这周八字 肯定也是个花言巧语之人 他自有他的手段 只是他如何控制这些杂门的走鹰人 我也实在是想不到 看来 想要知道这个秘密 可能等孟赢回来了 说不定从他嘴里能够套出来吧 我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说 睡吧 明天还要继续监视那鬼算尸 还要打听村里的情况 一定给保持足够的体力 和清醒的例子 嗯 子龙嗡了一声 我们就靠在一起睡觉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的 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 出酒 出酒 这声音喊得断断续续的 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 像是一个快死的人在喊我 我一听到这声音 身体一哆嗦就醒了过来 一醒过来 我就发现自己跪在地上 而我眼前的床上 正坐着我的师父逍遥子 我一看到师父 先是一正 随即眼眶就红了 师父 是您回来了吗 出酒好想您 出酒 师父也想你们 逍遥子师父无奈地笑了笑 但身体 看起来很虚弱 这个场景 完全就像是我和子龙下山去取石油钱的画面 我还在待住的时候 师父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我想要站起来去扶他 可发现自己一点也不能动 我心里一害怕 连忙开口 师父 我怎么了 怎么不能动吗 出酒 你别动 听为师说 记得你下山前 我给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师父看着我 我恩了一声 说 记得 记得 师父的教会 出酒都紧急在心的 那就好 能做你和子龙的师父 是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事情 哪怕魂魄归天 我也能在那些牛鼻子老道士的面前炫耀 逍遥子师父开心地笑了起来 说 为师在你们下山前 曾帮你们算过卦 用的是我的修为来帮你们算的 其实师父早就已经没有修为了 卦中算到 你们会有生死节 你和子龙 还有龙虎相争的命格 为师现在来提醒你们 就是要告诉你们 你们的生死节出现了 还有你和子龙龙虎相争的命格 也要出现了 唯一的破解之法 就是找到你们命中的第三个人 真正的第三个人 会帮你们化解一切恩怨仇恨 你们三人的命格 相互弥补 缺一不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不管做什么事 一定要积善行得 不要相信任何人 除了你们自己 为师 会永远在天地间保护你们的 逍遥子师父说到最后 我就感觉他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等我抬头的时候 他就已经化作无数的心点 消散在了我的面前 师父 不要走 师父 你留下来啊 我看到逍遥子师父要消失了 心里莫名的害怕 冲上去就要抱住他 可一抱过去 我就发现 抱住了一具温柔的躯体 很软 身上那种淡淡的香味 好像是零一一 九哥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啊 我还没睁开眼 就听到了零一一 那温柔担心的声音 我赶紧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抱住了零一一 零一一还在把我额头上的刘海 全都被汗水打湿粘在一起了 就连我后背上的衣服 也全部被汗水打湿了 我松开了零一 这才意识到 刚才自己做了一个梦 而现在天已经亮了 我看过去的时候 子龙也是一头的大汗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双手更是紧紧地 拽着夜珠金的手 你怎么了 做噩梦啊 夜珠金平静地问了一句 子龙才回过神来 见他自己抓着夜珠金的手 连忙松开了手 摇头道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夜珠金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子龙才看向了我 我们两人同时眯起了眼睛 脱口出 是师父 我们是一口同声说出来的 看来师父都给我们拖梦了 师父已经离开不少的日子了 如今我们回到了 苗王山附近的范围 师父却突然给我们拖了梦 难不成 真的有啥事要发生 我记得师父说过的生死节 我一直以为 生死节在夜狼地宫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可现在师父却说 我们的生死节才刚刚开始 以逍遥子师父的修为 和对道法的参悟 死后魂魄不会全部去地府 会留下一丝残存的魂魄 魂归天地 而他现在给我们拖梦 就说明他的话 难道真的要应验了 初九 师父拖梦说 咱们有生死节 还有真假第三个人的出现 难道我们之间有人要出事 子龙的脸上还是很厚吧 子龙问我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一点 他好像不知道 我和他龙虎相冲的命格 就是之前 逍遥子师父也没有告诉他 可为啥 师父只告诉我 不告诉他 为了确定我心中的猜疑 我就问了他一句 子龙 师父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托梦于你 没有了 子龙摇了摇头 说 师父给我托梦 就是要让我小心 说我们的生死节出现了 还有就是 真假第三个人的出现 能够帮助我们 其余的就没有了 我看到师父消失了 心里很害怕 就醒了过来 听完子龙的话 我在心里再次沉思了起来 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师父给我们托梦 叮嘱的内容都相同 唯独我和他龙虎相冲的 命格子龙 是不知道的 可师父为啥不告诉他 难道这龙虎相冲的命格 是因我而起的 师父只告诉我 是想提醒我而已 或者说 还是有其他目的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应该在梦境里问师父的 师父在乎因果 凡事都不会说破 只是提醒而已 我还在回想梦境的时候 子龙才问我 初九 师父给你托的梦 难道也是一样的吗 嗯 我点了点头 没有把龙虎相冲命格的事情 说出来 既然师父只告诉我 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 九哥哥 你们快洗把脸吧 你看你们额头上全是汗水 而林依依不知何时 打了一盆清水过来 我和子龙 这才洗了一把脸 洗了脸人就清醒了很多 我们身上的衣服 都被汗水打湿了 就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现在才天当亮 我下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雪梅 这才问 依依 雪梅姐吗 林依依本来在鼓道电视信号 见我问她 回头笑了笑 说 姐姐去给我们摘新鲜的蔬菜了 姐姐是想去山谷口的孟大哥 嘻嘻 林依依说完还调皮的 冲我吐了吐舌头 我无奈地笑了笑 说 依依 你这鬼丫头 是不是跟着王磊学坏了呀 没有呢 林依依无辜地摇了摇头 说 依依可没有学坏 我是看电视上的人都这么讲话的 嘿嘿 我被她逗乐了 也没有说话了 只希望她永远像这样 单纯如初 快乐如初 自由如初 等子龙下来的时候 雪梅也摘了一株框蔬菜回来了 一看到 我们都起来了 就热情地问我们 是不是都饿了 再等等 姐姐马上给你们做早饭 没事呢 雪梅姐 你对我们太客气了 我们可以自己帮忙的 我礼貌地回应道 雪梅就笑着摇了摇头 说 你们是孟大哥的朋友 来看我们就好好地做客 啥也不要管 姐姐 我来帮你吧 林依依鼓刀不出信号来 就跑去帮雪梅洗菜了 在洗菜的时候 雪梅就说 今天早上好奇怪 我去山谷摘菜的时候 就遇到了几个奇怪的小孩 他们好像迷路了 还一直说手指疼 姐姐 是你们村子里的孩子吗 林依依好奇地问了一句 不是 我后来问他们 他们是苗王山镇上的 我就给他们指了路 他们就顺着山谷出去了 走的时候 也全都嚷嚷着手指疼 我估计是他们太贪玩了 毕竟是男孩子 调皮 雪梅说话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母爱泛滥 看她的样子 也很想要一个 她和孟宁的孩子 毕竟 她也三十岁了 我也明白了一句话 当一个女人 全心全意爱上你的时候 不要低估她们 能够为你做的事情 有时候你觉得爱她更多 实际上 她们比你爱得更疯狂 付出的更多 哪怕要她们付出一切 我看做好早饭 还有些时间 就自己出门去打探情况了 毕竟 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雪梅的屋子里 就算外面的人不怀疑 恐怕雪梅到最后 也会怀疑我们的身份 我走出屋子的时候 正好看到对面屋子的那个大叔 那个大叔就是给我们指路的人 他的脸还是辣黄辣黄的 好像经常在火炉边上 烤出来的肤色一样 我走出雪梅的房子时 也注意到 村里有很多小孩子在玩耍了 看到我的时候 都没有觉得太惊讶 可能正如雪梅说的那样 这个村子里的都是走音人 平日里来求他们办事的人 肯定不少 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我笑着和他们打了打招呼 就朝对面的房子走了过去 我走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大叔边上 还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兄弟 他掀开了盖着某样东西的草莲 草莲一掀开 我才看到 是风箱还有火炉 以及那些打造铁器的工具 是铁匠铺子 那小兄弟的长相 和大叔有几分相似 应该是他的儿子 那小兄弟点上了火炉 就开始拉风箱 让火炉的火烧得更旺了 大叔此时也走了出来 好像要准备打造铁器了 我现在才看出了他的身份 是铁匠 怪不得我看到他的脸是 蜡黄蜡黄的 原来是长期在火炉边上 打铁的原因 但这个村子出现的打铁匠 肯定不是普通的打铁匠 也应该是走音人的行列 不然的话 不会出现在这个小异村 我看他还没有动手 就连忙走过去 打了一声招呼 大叔 这么早就要开始打铁了 是啊 大叔这个人很慈祥 说 之前接了一个活 要我打造不少的工具 他很快就要用了 报酬给的挺高 就想尽快给他赶出来 这样啊 我笑了笑 又问 大叔 那你这是 要打造啥铁器啊 大叔估计看我很礼貌 似乎也想要炫耀他的打铁技术 说 大叔我打的这玩意儿 外面很多打铁匠是不会的 恐怕就是这省城 也找不出我这样的好手来 小伙子 大叔就实话告诉你啊 大叔打的是失传已久的琵琶钩 琵琶钩 叶家别墅后面的那个小黑屋 也是用琵琶钩挂着一个女人 一听到琵琶钩 我的思绪很快就飞到了 叶家小黑屋的那个女人 这琵琶钩在古代是兵器 但慢慢传下来之后 会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到现在 几乎已经失传了 当时我在小黑屋 看到那个女人被琵琶钩穿透了肩骨 我就有些诧异 还想过这年头 谁还会打这种琵琶钩 如今听到这大叔一说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难不成那叶家的琵琶钩 也是眼前这个大叔打的 想到这儿 我就试探性地说了起来 大叔 琵琶钩我好像听说过 没想到是真的 您这手艺不得了啊 可现在琵琶钩没人用了 谁还会来找您打呀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 这大叔一听我的话就上当了 说 小伙子 你还别不信 还真有人找我打的琵琶钩 而且出价不菲 先不说现在吧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就有人找我打过 那人的身份地位还不低 哈哈 大叔说到这儿的时候 显得很自豪 特别是说到 那个人的身份地位时 我知道不能直接问他 不然他会怀疑的 就假装不相信地说 大叔 你莫要是骗我的吧 那些身份地位高的人 他们要琵琶钩有啥用 我就当你吹牛吧 我这么一说 这大叔就来劲了 说 嘿 我说你小伙子还不相信大叔 大叔告诉你 那会儿来找我打琵琶钩的人 正是叶家的二家主 叶长风 怎么样 他的身份地位够高了吧 听到叶长风的名字时 我心里就猛地咯噔了一下 没想到 这事儿还真对上了 也就是说 那个关在小黑屋的邻族女人 就是叶长风下的手 我不敢往下想 越想心里越是震惊 就假装很平静 继续问 那大叔 现在又是谁让你打的琵琶钩啊 不会又是叶家的人吧 大叔嘿嘿一笑 说 这次啊 大叔可是要打几十副琵琶钩 那金主啊 不是叶家的人 是前些日子 来我们村能够吸引黑窝鸭的 那个年轻人啊 这打铁匠大叔的话 顿时让我愣在了原地 心里更是浮现出了 无数个混乱的想法 来这小一村的人 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了 并不是周八子 而是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极有可能就是周八子的人 这些黑鸭 也不是他吸引过来的 肯定是他让鬼算师 用活人的肉来饲养的 这才会让这些不祥的黑鸭 留在了小一村 但他现在又要打铁匠大叔 打几十副琵琶钩 我总感觉 他和叶家应该有某种关联 只是现在完全乱的 根本没有理顺 就好像一团麻线一样 越滚越乱 而该死的是 每次我要接近真相的时候 总会有其他的事情和人出现 再次让我远离了真相 小伙子 你咋的了 就在我愣住的时候 打铁匠大叔突然问了我一句 他一问我才反应了过来 假装很震惊地说 大叔 这琵琶钩拿来是干嘛用的 嘿嘿 谁知 我这么一问 这大叔立马嘿嘿一笑 说 小伙子 有些事不该打听的 就不要打听 大叔见你人不错 就好心提醒你一句吧 千万不要在村子里惹麻烦 不然你会后悔的 大叔说完之后 就开始打铁了 和他儿子配合得很默契 我原本还想打听点啥的 看他的样子 应该对我有疑心了 我也不敢继续往下问 就告诉了大叔 大叔 谢谢你的提醒 我待几天就会回去的 大叔没有说话 笑着点了点头 我才离开了铁匠铺子 这个时候 村里的人几乎全都起来了 有的已经出门干农活了 他们的穿着和打扮 完全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但只要你看他们沉稳的步伐 还有强壮的体魄 你就知道 他们不是普通人 普通的小异村 全都住着不普通的人 我的出现 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是随意看了我一眼 以为我是来找铁匠打铁的 还很和善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 就不能鬼鬼祟祟的 反倒是要大张旗鼓的 不然还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我又在村里转悠了起来 几乎每家房屋背后 都有东倒西歪的墓碑 那黑鸭也是散落在村子周围 有的在房顶上 有的在墓碑上 有的在地上 这一幕场景 我越看就越觉得像是假的一样 好像我是在做梦一样 因为这一幕 实在是太诡异邪乎了 但这里的人 全都是正常的 除了他们隐藏的身份之外 这些人完全和普通的村民一模一样 有妻有子 但在往村子里转悠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处不寻常的地方 就是每一间房屋的大门上 都挂着一把铁键 那铁键是丧氏先生 用来做丧氏用的 并没有多大的法力 但是有震邪的作用 而且我注意到了 每一把铁键的形状都不一样 好像是代表了他们的身份 但也有好多房屋是关着门的 门口很干净 应该是有人住的 那就说明不在家 很有可能是出去做事了 只是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这些关了门的房屋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窗户边上的晾衣杆 都挂着人皮诗衣 我观察了好几家 情况都是一样的 我怕引起怀疑 就继续往村委的方向走 一走到村委的范围后 就不敢太靠近鬼算式的房屋了 他的房屋 就在村委的位置 紧挨着后面的山坡 大门也是关着的 不过 他房顶上的黑鸭 却是最多的 几乎是成群结队的 我找了一会儿 也没有发现啥可疑的地方了 就回了雪梅的家 回去的时候 饭菜已经做好了 雪梅对我们很热情 每一顿饭菜都很是丰盛 变化着花样 给我们弄好吃的 他的手艺也很好 我们吃饱了之后 他就要种菜了 林一一闲着没事 就和他一道 去了山谷边上的土地 等他们一走 我才把刚才的发现给说了出来 我一说完 叶朱金就开口了 如果那些关门的房屋 都挂着人皮诗衣 那极有可能 他们也是 参与了攻击叶家的队伍 要么是赶诗将 要么就是背诗将 如果他们还没回来 那现在还在对付叶家 叶朱金一提到这一点 我就担心了起来 说 我们都走了 叶堂能撑得过来吗 哼 叶朱金冷笑了一声 说 李初九 你未免太低估 我们叶家了吧 就算周八子强攻叶家 最起码也要不少的时间 而且还不一定拿得下 强攻 叶家肯定不怕 怕的就是他们的手段 把叶家的势力 逐步瓦解吞噬 最后在心理上 给叶家造成压力和绝望 所以我才会让你们来帮我 主动出击 我心里也有想过 叶家肯定不止明面上那点势力 不然的话 也不会成为西南地区 最大的盗门家族 但我不喜欢叶朱金这种态度 就冷哼了一声 说 我希望这次帮你完成了你的事情后 你最好告诉我灵族的下落 不然 这事没完 你用不着威胁我 叶朱金冷冷一笑 淡淡地说 我肯定会告诉你 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去找灵族 他说的是实话 我现在的实力 几乎没有长进 只是战斗经验 却是够丰富了 我现在也在想办法 必须要打通我体内的三处丹田 不然根本不是灵族尊主的对手 我被他捏中了软肋 也没有和他纠缠这个话题 沉默了几秒 子龙才突然开口道 我们不能这样等下去 我和初九的时间不多 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 如果这小一村还没有啥动静 那我就会去找那鬼算尸 软的不行 就来硬的 不怕他不说出来 你急什么 背后的人还没有出现 如果打草惊蛇了 只会离那背后的周八字越来越远 到时候 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叶朱金不赞同子龙的观点 反驳道 子龙笑了笑 心平气和地问他 也不知道叶家大小间 现在可是有其他的方法 问 子龙把叶朱金给问住了 只看到 他脸白了一下 温怒道 赵子龙 你是来帮我的 你就要听我的命令 所以 给我好好等着 一直等到周八字的出现 我们才动手 心急鲁莽 只会坏事 子龙对叶朱金很奇怪 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就是不搭理他 也不和他争辩 干脆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了 我和叶朱金更是无法相处 也跟着子龙出去了 村里人吃午饭都比较迟 差不多下午两点过的时候 雪梅和林依依才回来了 但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雪梅的脸很白 血色好像很差 走路都有些不稳的样子 我见状就连忙问他 雪梅姐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雪梅摇了摇头 说 我没事的 休息两天就好了 不用担心 没关系的 雪梅姐 我和子龙略懂一点气息的调理 我帮你看看吧 雪梅对我们很好 我一直想为她做点事 可我这么一问 雪梅的脸就有些红了 更是不知道如何回答我 倒是叶朱金瞪了我一眼 冷冷地说 李初九 女人的事情你别管 雪梅姐的亲起来了 你管好你自己 叶朱金这么一说 雪梅的脸就更红了 干脆去帮我们做饭了 我和子龙都是一脸的懵圈 还想着雪梅的亲起来了 我们是不是该让出房间来 我还在想 子龙就默契地说了出来 雪梅姐 你的亲起来了 那我和初九 就去外面搭帐篷吧 子龙这么一说 林依依最先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笑得前仰后合 就连叶朱金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又气又笑地看着子龙 好像一副看傻袍子的表情 他们一笑 我和子龙就更弄圈了 林依依看我们没反应过来 就走到了我和子龙的边上 小声地说了一句 亲起是大姨骂 我和子龙顿时老脸就红了 子龙反应得快 红着脸说 我去外面转转 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初九 你负责屋里的情况 我去 要不要跑得这么快 子龙借机溜了 林依依还在看着我笑 我瞪了她一眼 随即尴尬地笑道 不自知无罪 我是尴尬的不行 我和子龙一直生活在苗王冠 没有和女人相处过 道观里哪会提起这些东西 倒是雪梅姐开口 化解了这场尴尬 说 奇怪了 刚才我和依依去山谷种菜的时候 又发现那几个迷路的小孩子了 他们好像又转回来了 没有走出去 对 林依依也跟着说了起来 这几个小孩子 岁数都很小 有好几个 一直跟雪梅姐说 他们迷路了 想回家找不到路 让雪梅姐带他们回家 是啊 雪梅点点头 说 我看他们可怜 就把他们带出了山谷 还给他们指了路 让他们顺着我指的路走 就可以走到苗王山了 但我带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说 手指疼 嗯 我看着他们 都好像快疼哭了 可我看他们的手 都好好的 林依依也疑惑地提到了这一点 我和叶珠金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神经当即紧绷了起来 担心雪梅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想到这儿 我才说 雪梅姐 他们就只找你吗 嗯 雪梅呃呃了两声 说 我也觉得奇怪 他们只找我 也不找依依 就拉着我说他们迷路了 想回家 可找不到回家的路 让我带他们回家 我看着他们怪可怜的 就答应了他们 也耽搁了点时间 在雪梅说话的时候 我就故意坐了下来 悄悄把八卦罗盘给拿了出来 八股罗盘一拿出来 我就掐了一个道指 轻轻念了一下咒语 咒语一念完 那八卦罗盘里的桃木指针 就微微转动了起来 转了一会儿 竟然指着雪梅的方向 八卦罗盘 除了指东西南北的方向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 能感受到阴气 里面的指针 都是好几十年的桃木做的 桃木对阴气很敏感 如此一来 就证明了一点 雪梅姐可能被小鬼给缠上了 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找上雪梅姐了 没有害她 那就说明 这些小鬼不是怨鬼 可能是迷路的小鬼而已 想找个人带她回家 怪不得雪梅姐的脸上没有血肉 应该不全是来了大姨妈的缘故 还有阴气缠身的效果 她本来就是实施阴女 是所有女人当中阴气最重的 自然会招鬼 而且 她的身体 可是所有鬼魂都喜欢的 巴不得占据了她的身体取代她 但她一直没有出事 恐怕也是这小一村的原因 这小一村 住的都是杂门的走阴人 一般人阴魂是不敢进来的 这对于她而言 就是天然的屏障 要是居住在其他的地方 恐怕早就被阴魂借了身体 我的小动作 被叶珠金看到了 她看我的时候 想得到一个答案 我点了点头 她也知道 雪梅姐被小鬼缠上了 我笑了一下 说 雪梅姐 明天我帮你去做农活吧 要是还遇到了那几个小孩 我就送她们去苗王山 反正我也没事情做 好啊 雪梅姐一口答应了下来 说 其实我也想送她们去苗王山的 可孟大哥不让我离开这个村子 除非 她和我一起 雪梅姐这么一说 我就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孟莹也知道她的情况 让她留在村子里 这样就可以保护她了 没事的 我笑了笑 说 明天遇到了 我送 嗯 雪梅姐恩了一声 我看她做饭的时候 就有些疲惫了 就让她去休息 我们自己来做 雪梅姐可能真的坚持不住 也没有逞强 说了一声 不好意思就回房去休息了 她一回房间 林依依就开始做饭了 依依一做好饭 我就让她给雪梅送进去 又拿出了一张辟邪符 说 依依 一会儿你趁雪梅姐不注意 把这辟邪符贴到她的床下 千万不要被她发现了 林依依相信我也没有多问 端着饭菜就进去了 不一会儿 她就出来了 朝我们点了点头 说事情已经半妥了 跟着我们才吃饭 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 天就开始黑了下来 等到夜里七八点钟的时候 子龙让依依去看了看雪梅 确定她已经睡着了之后 子龙才看着我说 初九 咱们再去鬼算室的屋里看看吧 我也有这个想法 我们不能干等 得尽快多找到一些线索 好 我和你一起去 等等 我也要去 我们说要走 叶朱金就立马站起来 要和我们一起 我们怎么会不明白她的担心 子龙嘀咕了一声 叶大小姐 不是所有人都是言而无信的 我既然答应了帮你做事 就不会乱来 说完也不管温怒的叶朱金 率先出门了 我让依依留下来照顾雪梅 毕竟这个点还早 如果雪梅醒来没看到我们 肯定会怀疑的 有依依在 最起码还有个说辞 林依依也不想去 昨晚那一幕把她给吓着了 我们出来之后 还是往山坡的方向走 村子里的人都还没睡 我们走得很小心 等绕到了鬼算室房子 背后的山坡时 我们都注意到 房子黑灯瞎火的 根本没有亮灯 观察了一会儿 这房子里 还是啥动静也没有 子龙才开口道 会不会是 昨夜我们闹出来的动静 让这鬼算室起了疑心 我没有说话 还在观察这鬼算室的房子 心里也在想 这都已经是晚上了 如果有人在屋子里的话 肯定会开灯的 毕竟谁也不喜欢黑漆漆的环境 可到现在 这屋里还是没有亮灯 我也担心这鬼算室发现了我们 提前跑了 想到这儿 我才说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不能让这鬼算室跑了 走 我们去看看 我说这话的时候 就看向了夜猪金 夜猪金此时也没有继续坚持了 顿了一下 点了点头 可还没说话 好像发现了啥 突然指着夜空 说 你们看 这些黑鸭是不是要飞走了 在夜猪金指向夜空的时候 我和子龙就已经发现了 那些黑鸭 竟然成群结队地 往村口的方向飞 黑鸭鸭的一片 它们没有叫出一点声音来 只有那翅膀煽动的声响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确定它们 是朝村口的方向飞了 这才连忙说 走 我们追上去看看 说不定就是那鬼算室要逃走了 这些黑鸭 是它用人肉喂的 肯定是跟着它的 好 说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率先朝村口的方向追了过去 我们不敢走村里 因为很多房屋里 还亮着灯 我们要是在村子里跑 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就一直沿着山坡的方向跑 可等我们 追到村口的位置时 就发现 那密密麻麻的黑鸭 全部停在了一户人家的房屋上 密密麻麻的站成了一排 几乎占据了整个瓦房的房顶 月光很淡 像发出了寒光一样 很瘆人 借着这暗淡的月光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黑鸭好像在伸着脖子 应该是要发出叫声了 我正看得疑惑 赵子龙突然惊呼了一声 不好 这瓦房是雪梅的房子 是雪梅的房子 我之前一直顾着去看那房顶上的黑鸭了 并没有注意到 是谁的房子 听到子龙说是雪梅的房子后 我才立马去辨认房子 这一看 立马就确定了 就是雪梅的房子 心里也是悬了起来 说 这些黑乌鸭飞到雪梅的房顶上 他们要干啥 这可是不好的征兆啊 我心里很担心 一边说 一边朝雪梅的房子走了过去 子龙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了 加快了脚步 说 快走 房子里还有雪梅和依依 子龙比我冲得快 可还没有冲到雪梅的房子门口 那上面的黑鸭 突然开口叫了起来 那声音叫得很急促 叽叽喳喳的 但很是欢快 完全不是之前 那种像公鸭一样的鸭鸭叫声 仔细一听的话 会发现有点像喜鹊的叫声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黑鸭 这声音虽然叫得很欢快 但却是听得人耳膜很难受 好像是尖锐的噪音一样 听到这声音 我们就停了下来 叶珠金柳眉微醋 冷声道 黑鸭的声音向来难听刺耳 因为黑鸭的叫声是暴丧的 可这声音 我怎么听着 觉得像暴喜的声音啊 不对 一定出事了 黑鸭绝对不会暴喜的 叶珠金也是有些慌了 说话的时候 就率先冲了进去 猛地推了一下门 却推不动 里面是反锁了的 我也撞了一下门 没撞开 就连忙喊了起来 依依 你在里面吗 依依 你在不在 快回答我 九哥哥 怎么了 我在屋里的 我一喊出来 林依依的声音 就从里面传了出来 听到她的声音后 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跟着林依依 才打开了房门 房门一打开 林依依就一脸疑惑地 看着我们 九哥哥 你们怎么了 我顿了一下 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问她 依依 你没有听到黑鸭的叫声吗 林依依冷了一下 接着抬头看房顶 说 听到了 黑鸭是在上面叫的吧 嗯 我点了点头 看林依依并没有事 就问 依依 刚才我们离开这段时间 有啥情况吗 有的 林依依恩了一声 说 刚才你们没走多久 村子里就有人来看雪梅姐了 还用布袋扛着一个东西 直接进了雪梅姐的房间 可没待一会儿 她就走了 对了 林依依说到这儿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啥 瞪着眼睛说 九哥哥 刚才那邻居走了之后 就有人敲门了 我一开门 就是白天我和雪梅姐遇到的那些小孩 他们又迷路了 找到了雪梅姐的家 现在还在雪梅姐的房间里没出来 糟糕 一听到那些小孩找上门来了 我当即大叫了一声不好 直接冲向了雪梅的房间 门没上锁 我一推门就开了 门一推开 我就看到里面点着龙凤竹 而雪梅也没有睡 就坐在梳妆台边上 好像在对着镜子梳头发 但那镜子 却是用红布盖上的 很显然不对劲 雪梅坐得很直 穿着宽松的睡衣 我没有闯进去 就先开口问了一句 雪梅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雪梅没有回头 还是在梳头发 屋里的光线很暗 点着昏暗的龙凤竹 更是显得很诡异 我看得模模糊糊的 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她的声音是正常的 不像是被鬼上身了的声音 我冷了一会儿 又问雪梅姐 你怎么大半夜梳头发啊 哥哥 我这么一问 雪梅姐就哥哥地笑了起来 那声音阴森森地 带着几分毛骨悚然 梦大哥要回来了 我要给她最美的字节 还有她最想要的礼物 不对劲 不对劲 雪梅姐出事了 我已经在抽震魂齿了 叶珠金则是一脚跨了进去 笑着问 雪梅姐 我能看看你吗 怎么了 叶珠金一开口 雪梅就转过身来了 借着模糊的光 我也看清楚了她的脸 已经化上了浓妆 嘴唇涂抹得很红 眼影也是红色的 看起来有几分妖艳的感觉 我们盯着她看的时候 她就痴痴地笑了起来 那举手投足间全是妩媚 把我们都看得愣住了 怎么了 你们还不睡觉啊 快早些休息吧 梦大哥马上就要回来了 她一定会喜欢我这个样子的 我还会带给她最大的惊喜 雪梅又妩媚地说了起来 叶珠金在前面挡着我们 子龙已经拿出了八卦罗盘 里面的指针没有转动 也就是没有阴气 可奇怪了 雪梅姐为啥会如此反常 难不成 她打扮得如此妖艳妩媚 就是梦影喜欢的样子 雪梅姐 我刚才听一说 那几个迷路的小孩子 又找上门来了 他们现在去哪了 还是叶珠金理智 想到了这个问题 你说那几个可怜的小孩 他们已经从后门走了 雪梅姐妩媚地笑道 你们快去休息吧 我也要休息了 莫要让村子里的人看到了 到时候说闲话 梦大哥会不高兴的 好 那雪梅姐 你也早点休息 叶珠金淡淡地说了一句 跟着也是退了出来 关好了房门之后 我们就回到了堂屋 一回到堂屋 我就先开了口 雪梅姐不正常 只是到底是哪里 我完全看不出来 很奇怪 屋里没有阴气 地上的影子 也只有一个 那就说明 她是活人 子龙也是 百思不得其解 你们听 黑鸭已经不叫了 叶珠金忽然开口 我们听了一下 果然发现 那些黑鸭没有叫了 很安静 我们不方便进雪梅的屋子 依依和她比较亲近 依依 你进去看看 要是遇到了啥不对劲的地方 立马喊 我们就在外面 我看他们都没有办法 这才让依依进去打探一下 林依依不知道那几个小孩是小鬼 也没有害怕 恩了一声 就去雪梅姐的房间了 她一进去 我就跟在她的身后 站在门口不远处的地方 震魂池已经拿在了手中 只要听到林依依大喊 我就第一时间冲出去 可林依依进去了没多久 就开门出来了 我看到她没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声问她 依依 咋样了 没事啊 林依依也是一脸的疑惑 说 雪梅姐就说她很饿 让我给她弄吃的进去 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之前那些小孩进去不一会儿 雪梅姐就让我给她送吃的 我以为她下午没吃饱 就给她端了很多 吃的进去 可刚才我进去的时候 雪梅姐竟然把那些东西 全部吃光了 这么多东西 恐怕九哥哥也吃不完 林依依这么一说 我更加疑惑了 难不成雪梅真的被鬼上身了 可邪门的是 房子里没有阴气啊 依依 你多给她送点吃的进去 注意观察一下里面的情况 叶珠金交代依依 林依依点了点头 就去厨房弄了很多吃的来 等她进去之后 我们就再次在房间外面 藏着 这次耽搁的时间比较长 差不多耽搁了四五分钟的样子 我们才看到 林依依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等她关上了房门 就朝我们小跑了过来 脸上神秘兮兮的 一直走到了堂屋的时候 这才压低了声音 小声地说 九哥哥 一会儿我把里面看到的东西 说出来了 你们可千万不要惊讶 哦 我看到依依的表情 就知道 她肯定在里面看到了啥东西 就连忙催促她 问 依依 你在里面到底看到了啥东西 林依依抿了抿嘴唇 我刚才拿东西进去的时候 发现 发现雪梅姐的床上 躺着 躺着一个男人 听到依依说 雪梅床上躺着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的心里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 不可思议 完全愣住了 心里怎么也觉得 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接触了这两天 以我对雪梅的了解 她绝对是一个好女人 可她的房间里 怎么会有其他的男人 除了惊骇之外 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词来 我担心是林依依看错了 又问了她一次 依依 你确定没看谎眼 林依依正了一下 咬了咬嘴唇 点头说 九哥哥 我刚才送东西进去的时候 就一直在观察雪梅姐房间里的情况 除了那盖着红布的镜子外 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就在我要出来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雪梅姐的床上盖着一个人 捂得严严实实的 我只能看到 她露出来的头发 那头发很短 不是女人的头发 我向来都相信依依 如今听她这么一说 心里就已经能够确定了 雪梅姐 偷汉子 而子龙却是显得更加愤怒 怒道 这雪梅 亏孟莹对她这么好 不嫌弃她 可她倒好 却是背着孟莹偷人 其他的是我不管 但孟莹救过我们 就冲着这份恩情 我就要去收拾那一男人 子龙的脾气很直 说话时就要去雪梅的房间 可刚一走 就被叶珠金给拉住了 冷声道 赵子龙 这是她自己的事情 我们管不了 我们可以管阴魂之事 但却不能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可能是我们看错人了吧 知人知面不知心 说不定 雪梅就是一个浪荡的寡妇而已 只是表面很纯洁而已 你也要学会看人 人远远比鬼魂复杂百倍 子龙还是很愤怒 但好在按耐住了自己的脾气 也是咬着牙不说话了 唉 我叹息了一声 刚才一一说 那个邻居用麻袋口袋 扛着一个人进去 恐怕就是给他送男人去了 雪梅的胃口没有这么大 要这么多的东西 肯定是给那个男人吃的 欲望和感情 果然是最复杂 也是最混乱的 别想太多了 我们管好自己就行 叶珠金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们现在是借雪梅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假装不知道吧 等孟营回来了 我们可以告诉她 她自己的感情 还是要她自己去处理 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就点了点头 说 也只有这样了 都早点休息吧 明天天亮 我去打探一下那个 送男人进来的邻居 算是帮孟营做点事情吧 决定好了之后 子龙才说 你们去休息吧 今晚我来守夜 天亮之前 如果那个男人出现了 我不杀他 但我会揍他一顿 你 不要闹事好不好 听子龙这么一说 叶珠金立马就怒了 可他还是不了解子龙 只见子龙瞪了他一眼 冷声道 我要做的事情 你还拦不住我 你 叶珠金被子龙气得 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还是不了解子龙的脾气 饥饿如仇 绝不妥协 我看情况不对劲 连忙给依依使了一个眼神 依依立马领会了过来 拉着叶珠金的手 金金姐 我们去睡觉吧 听说熬夜生气的话 女人会老得快哦 嗯 这古灵精怪的话 让叶珠金错愕了一下 但很快就无奈地笑了起来 和依依一起去房间睡觉了 我也靠在了沙发上 说 上半夜你守着吧 下半夜我来 嗯 子龙嗡了一声 就坐在了椅子上 手里撑着一个木棍 坐得很直 给人一种无比威严的气势 我也很困 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可还没睡多久 我就听到有人 在喊子龙 我的睡眠很浅 一听到有人喊子龙 我立马就惊醒了过来 我一睁开眼 就看到雪梅站在房间门口 打扮得很妖娆 正朝子龙招手 妩媚地喊道 你能过来帮帮我吗 子龙点了点头 就直接走到了雪梅的房间 跟着就和雪梅 一起进入了她的房间 一看到这画面 我的神经都绷紧了 她娘的 子龙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我心里嘀咕 更加害怕 赶紧站了起来跟了过去 房间的门是关着的 里面的灯光是幽红色的 显得很诡异暧昧 我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贴在门边 听他们在干啥 刚一凑过去 我真的很饿 我想吃肉 哪怕是生的也好 跟着就听到子龙冷哼了一声 语气里更是带着一丝愤怒 说雪梅 你这样做 对得起孟大哥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对孟大哥痴心一片 我这么做 就是想要等他回来 给他最想要的惊喜 你帮帮我吧 我真的很饿 雪梅的声音不对劲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就轻轻推开了房门 透过那缝隙 我就看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 只见雪梅在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摸着她的肚子 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 这时才注意到了 雪梅的肚子竟然鼓起来了 圆鼓鼓的 因为她穿着宽松的睡衣 要不是我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根本不会发现 她的肚子已经鼓起来了 黑鸭暴血 那些找上门的小鬼 我脑海中 顿时就浮现出了这些画面 不敢继续往下想 赶紧拿出了一张灵符 双手夹着一张灵符 轻轻地划过眼睛 嘴里小声地念起了开天眼的咒语 咒语一念完 法力就起效果了 我的眼睛下意识地一闭 等再次睁开的时候 我就看到雪梅的肚子上 全是萦绕的阴气 那阴气很淡 几乎是看不到的 要不是开了天眼 恐怕连八卦罗盘也感受不到 也就是说 雪梅肚子里的东西 不是活的婴儿 而是那些找上门的小孩灵鹰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心里猛然一惊 趁着这个时候 一把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笑嘻嘻地说道 雪梅姐 我帮你弄吃的吧 你想吃生肉吗 还有喝鲜蟹吗 我这么一说 雪梅也没在意我 突然就冲进来了 特别是在听到 生肉和鲜血的时候 我就看到 她的眼睛出现了绿光 舌头更是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无比的渴望 我要 弟弟 你快去帮姐姐弄来 姐姐好 雪梅此时已经完全变样了 像一个快要饿死的人 突然听到有人说要给她吃的 子龙还没反应过来 看我的时候 我就用手指了指雪梅的肚子 她定睛一看 当即脸色一变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诧异地喊出了两个字 鬼胎 上 在子龙喊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雪梅的脸 瞬间变得阴森无比 更是恶狠狠地看着我们 她已经察觉了 好在我喊得及时 子龙就和我同时抓住了她的手 我们一抓着她的手 雪梅就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力道大的惊人 根本不像是活人的力量 好几次都差点挣脱了我们的手 那头也是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头发也散了 披头散发的 显得无比恐怖阴森 那双脚 更是不停地朝我和子龙踢了下来 我不敢伤害她 只得任由她踢了好几脚 疼得我倒吸了几口冷气 也不敢继续让她踢了 一边躲她的脚 一边朝子龙喊道 子龙 把她放到床上 必须把她体内的小鬼给弄出来 不然的话 她就危险了 子龙嗡了一声 就同时拽着雪梅 往床上的方向拖 可她挣扎得太剧烈了 更是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阴森森地说道 你要是敢伤害我们 我们就吃了她的肉 在听到她的声音时 我的头皮就骂了 因为这声音 不是一个小孩发出来的 是好几个小孩交杂在一起发出来 这声音很尖锐 很刺耳 更是让人心里渗得慌 我不知道 雪梅的肚子里 到底有几个小鬼 但这声音 绝对是我听过最刺耳的声音 像卡带的流声机 又像刀尖在地面上摩擦的声音 除了这种刺耳的声音之外 还带着一种阴森森的恶狠劲 子龙也听得很难受 皱着眉头 咬着牙道 先别管这么多 先把她控制了 嗯 我点点头 也是顾不上温柔了 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 雪梅肚子里虽然有小鬼 可还是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大 这么一拉 就直接把她拉到了床边 但她反抗得太剧烈了 无法把她绊倒在床上 我只好伸出脚勾了她一下 这一勾 雪梅的身体猛地往后一倒 刚好就倒在了床上 子龙抓着她的一只手 一个空帆跳到了床的另一边 解下身上的阵魂绳 就开始把她的手给绑了起来 结实地绑在了床头上 在子龙绑她的时候 我也在绑 几下就把她的手 给绑在了床头上 跟着 我们就迅速地往床尾退 她的双脚不停在空中乱踢 踢了几下没用 就蹬在了床上 肚子已经挺起来了 这时候 我们才看得清清楚楚 雪梅的肚子已经很鼓了 像怀她好几个月了一样 压住她的脚 我喊了一声 就先抱着她的脚 死死地蹦在了床上 九哥哥 你们 就在这时 一幕之后 以为我们在做啥坏事 一脸的震惊和诧异 我快按不住雪梅的脚了 力道太大了 就朝她大喊道 一一 快把灯打开 震魂绳 快 我这么一喊 零一一才反应过来 愣愣了一下 赶紧拉了一下电灯线 电灯线一拉 屋里的灯就亮了 而叶朱金也很麻利 已经拿了两条震魂绳过来 我和子龙一人一条 结结实实地绑住了雪梅的脚 这样一来 雪梅就成了一个大字形 震魂绳有法力 她越是挣扎 就越是难受 挣扎了一会儿 她就停了下来 喘着粗气 眼神悠怨地看着我们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要吃了你们 雪梅的脸 已经完全变了 变得阴沉无比 更是呲牙咧嘴的 特别是她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已经不是她的声音了 而是那些小鬼 混合喊出来的尖锐声音 灵一一下地躲在了我的身后 搂着我的手臂 担心地问我 九哥哥 雪梅姐怎么了 我还没回答她 叶珠金就发现了 急步走到了床边 直接把雪梅身上的睡衣 给掀了起来 睡衣一掀开 我们就看到 雪梅那鼓起来的肚子 皮肤已经不是白色的了 而是变成了红褐色的 鼓得像一个圆球一样 那撑起来的肚子上 除了一些认身纹一样的纹路之外 更多的是密密麻麻的血纹 那血纹如同蜘蛛网一样细 更好像是血色的蜘蛛网 贴在了她鼓起来的肚子上一样 而在我们盯着肚子看的时候 我还能看到 里面不停地蠕动 就好像有啥东西 在她的肚子里爬一样 说不出来的圣人 更诡异的是 雪梅的肚子 已经是越来越古了 几乎快要把肚子给撑爆了 人怀胎要九月 而人怀鬼胎 则是需要七天 已经过了子时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等到了第七天 雪梅肚子里的小鬼 就会降生了 小鬼离体 他必死 叶珠金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脸的沉重 雪梅怀着鬼胎 需要不少的体力 刚才一番剧烈的反抗后 他已经瘫软了 但那双幽怨的眼睛 还是看得我们浑身不舒服 而且 他现在的脸上很虚弱憔悴 应该是饿了 是他肚子里的小鬼 需要吃东西了 我看不下去 就咬破了食指 直接点在了他的额头上 惊瘀一点 雪梅恨了我一眼 就昏睡了过去 之前我就觉得他有问题 可是我的八卦罗盘 看不出来 他身上有阴气 都是我们太大意了 忽略了 他是时事英语的体质 那些小鬼藏在他的肚子里 根本察觉不出来 我无奈地笑道 还好我们发现了及时 不然的话 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黑鸭突然来报喜 原来是他怀上了鬼胎 我们的经验 还是太少了 子龙也是庆幸地 长松了一口气 而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零一一已经绕到了床的另一边 这床很大 零一一被子一掀开 我们就看到 里面躺着一个男人 不对 不是人 应该说是指人 和孟赢的面孔一模一样 子龙翻过来的时候 上面还写了血红的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上 还贴着孟赢的毛发 这东西 我在麻沟村的时候就见识过 当时左鹰也是用我爷爷的头发 找到了他 但这炸纸匠的功夫 以假乱真 我能够看得出来 绝对在左鹰之上 所以 我对这手段太熟悉不过了 原来我们误会他了 他把指人当成了孟赢 一心想要给孟赢生孩子 又有人指使 黑鸭来报喜 这才让那些小鬼 钻进了他的肚子里 想要通过血霉的母体 把他们生下来 成为化身子 叶珠金皱着眉头道 等等 我想到了一点 就在叶珠金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到了一点 被我们忽略的线索 我说 你们还记得吗 雪霉姐一直说 那些小孩的手指疼 那些小孩 就是被鬼算师害死的 还用他们的人肉为了乌鸦 乌鸦来报喜 他们就顺着叫声找到了雪霉 进入了雪霉的肚子里 没错 应该是这样 叶珠金点头道 这会扎指人的扎指匠 还有那鬼算师 都出手了 我现在还不确定 他们到底是发现了 我们想针对我们 还是想利用雪霉 试试英语的身份 来生下这些小鬼 如果是针对我们 我们不能继续等了 要主动出击了 必须找到 那送来孟宁指人的扎指匠 还有那鬼算师 如果是针对雪霉 那他们 一定是要做什么事情了 等天亮了再说 先救人吧 子龙冷冷地说了一句 很显然是说给叶珠金听的 之前 他要主动出击 叶珠金却让他等 我也赞成子龙的观点 道 子龙说得对 我们得先救人 原本还想发作的叶珠金 在听到我的话后 也只是咬了咬牙 没有说话 跟着 子龙才看向了我 说 初九 一会儿我把这些小鬼引出来 你趁机收了他们 好 我点点头 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问依依 依依 你知道那迷路的小孩子 有多少个吗 我一问 林依依就沉思了一会儿 说 好像是十个 对 就是十个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三个小孩子会说话 很讨人喜欢 但有七个一直不说话 一直低着头 看起来好像很虚弱一样 听到有十个小鬼的时候 我的心都凉半截了 要一个个 把他们从肚子里引出来 这得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估计等把这小鬼全部引出来 我们的修为都耗损得差不多了 子龙也是无奈地笑了一下 但还是无比坚定地说 不管有多少个 我们都要把他们弄出来 时间越长 雪梅就越危险 如果等他们彻底融入了雪梅的母体中 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变成了化生子 就是恶鬼灵鹰 不但会害人 还会吃了雪梅 我们欠梦银一条命 不管怎样 都要还 好 我也点了点头 道 事不宜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叶珠金虽然心里不满意子龙 但还是没有走 留下来站在边上 可能也是担心 我们会应付不过来 林依依很好奇 但又害怕 就躲在了叶珠金的身后 好奇地看我们隐魂 我和子龙分工合作 我先找了一口装烟菜的坛子 倒掉了里面的烟菜 咬破了食指 用精血在坛子底部 画了一个太极八卦的图案 画好之后念了符咒 这才拿着坛子放到了床边 子龙则是点燃了三柱箱 插在了床头的位置上 紧跟着就快速地跑到了厨房后面 抓了一只大公鸡 割掉了一小部分机关子 把机关子里的血液 滴到了碗里 又倒入了珠砂加水拌匀了 准备好这一些后 子龙又拿出了一张驱邪符 点燃之后 直接塞进了碗里 这驱邪符烧的灰烬 刚好全部落入了碗里 一翻搅拌之后 碗里的水 就变成了红黑色的液体 一切都准备就绪 子龙拿出了画符的阴阳笔 沾了碗里的液体后 就开始在雪梅那 鼓起来的肚子上画符了 论画符的功力 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 子龙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只见他气息一沉 身体半蹲在了床边 手腕一抖 就开始比走龙蛇了 画符不能回头 只能一气呵成 回头就等于失败 灵符也就没有任何的法力 龙哥哥 你好帅哦 灵依一看得惊奇 笑嘻嘻地说了一声 呃 子龙震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继续下笔 他画的是三道灵符 一道是静身符 这一道静身符 是为了保护雪梅的身体 第二道则是避邪符 有了避邪符 引出来的小鬼 就不会再回到雪梅的肚子里 最后一道 便是阴魂符了 第三道灵符画好之后 子龙的脸色就有些苍白了 额头上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汗 画符很耗损体力 特别是一口气连画三道大符 最后落笔 赤令 而赤令两字一落下 原本昏睡中的雪梅 突然身体哆嗦了一下 跟着身体就小幅度地颤抖了起来 他的手脚都被阵魂绳给捆着的 挣扎了几下 连床也开始晃动了起来 子龙 趁他还没醒 就是现在 我看到雪梅要醒过来了 立马喊了一声 子龙点了点头 双手截了一道道指 随即变化观音纸 嘴里同时念出了咒语 前护身 后护身 身披八卦定乾坤 上有玉皇中魁力 下有一位黑煞神 东请太郎神一位 南请太定火帝君 西请佛陀来相助 北有祥光二郎神 鬼怪与我化为水 央煞见我化成灰 无精念动护身法 杀尽妖魔战鬼魂 无奉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令成骤行 万邪离体 万魂离身 但 随着他最后一个呆字爆合出来 我也是听得心神一震 而此时的雪梅 反应越来越剧烈了 特别是 他那鼓起来的肚子 里面就好像有几股气流 在疯狂的窜动一样 那肚子上的肉 更是好像有东西在里面爬一样 我数了一下 正好是十道阴气 也就是那十个小鬼的阴气 这气息疯狂窜动的时候 雪梅的肚子 也是撑得越来越大了 那皮肤上面的皱纹 看着慢慢被撑开 一条一条的 好像他的肚子在充气一样 随时都要爆炸 我心里也担心的不行 雪梅的肚子里 毕竟有十个小鬼 而不是一两个 我不是害怕这些倒横低的小鬼 而是怕雪梅的身体承受不住 但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 脸上显得很是痛苦 嘴角和脸上的肌肉 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给我滚出来 否则让你们魂飞魄散 突然间 子龙爆喝了一声 那观音质 立马点在了雪梅的肚子上 观音质一点上去 雪梅那圆鼓鼓的肚子上 立马凹陷下去了几个手指印 特别是那里面窜动的气息 瞬间就消失了 好像被观音质给压住了 筷子 跟着 子龙又大喊了一声 站在边上的叶珠金 也不敢怠慢 连忙递给了子龙一双筷子 子龙一拿住筷子 当即咬破了食指 用精血涂抹在食指上后 当即往前窜了一步 顺势用两根筷子 夹住了雪梅的中指 啊 子龙还没用力 雪梅当即发出了一声 刺耳的尖叫声 眼睛也是同时睁开了 在睁开眼睛的刹那 我就看到他的眼睛里 全是血丝 嘴巴大大的张张 那脸上显得 无比的猙獰和恐怖 滚出来 子龙咬着牙 再次爆喝了一声 他一喊 那肚子里的气息 便疯狂地窜动了起来 只是过了几秒钟的样子 我就看到一道气息 已经窜到了中指的位置 眼瞅着就要从中指钻出来 我已经拿好了坛子 随时准备把引出来的小鬼 收进坛子里 可就在我等着的时候 我们的房顶上方 突然传来了一阵子黑鸭的叫声 这叫声无比的刺耳 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黑鸭 就感觉整个房顶 都快坍塌下来了一样 但继续往下一听 我的头皮就发麻了 浑身的寒毛全都倒竖了起来 因为这上面的黑鸭 此时并不是在暴戏 而是在暴丧 那声音叫得如同哭一样 无比刺耳 也无比甚人 可更邪门的是 这黑鸭一暴丧 雪梅突然惨叫了起来 身体猛地一挺 那捆着他另一只手腕的阵魂绳 当即正断了 子龙 小心 我在子龙的身后 看到雪梅的手 朝他打过来的时候 连忙就喊了起来 可还是喊迟了 在我喊出口的时候 雪梅的手 就已经抓在了子龙的脖子上 当即抓出了几道血痕 但子龙没有松手 那筷子还夹着雪梅的中指 他不能松手 要是松了 我们就无法第二次隐魂了 雪梅的挣扎越来越剧烈了 不停地喘着粗气 更是恶狠狠地说道 你要伤害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孟大哥一直想要孩子 这是我给孟大哥最惊喜的礼物 别管他 赶快把小鬼给引出来 叶珠金突然冲了上来 直接跳上了床 掰着雪梅的手 就压在了腿下 子龙咬着牙 脖子上的青筋都浮了出来 大喊道 太上老君请震邪 腕邪莫当 呆 这一声犹如惊雷 只感觉雪梅的身体 猛烈地抽出了几下 那鼓起来的肚子 更是猛地憋了下去 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那食道气息 顺着手臂就钻了出来 全都聚集到了雪梅手腕的地方 但他们不愿意出来 请客之间 雪梅的手腕 就结了一层寒霜 连手腕上的汗毛 都能看到冰渣子了 而雪梅也是承受不住了 身体猛地坐了起来 嘴巴大大的张着 脸上苍白的吓人 好像一点血色都没有 嘴巴更是发出了 痛苦的惨叫声 声声刺耳 我听的心里也很难受 可我们不能心软 必须要把他肚子里的 十个小鬼引出来 否则 就再也出不来了 子龙也是死死地咬着牙 那筷子 几乎快要把雪梅的中指加断了 没有血液流通 已经能看到 那泛白的骨节了 就是这短短一两分钟的功夫 雪梅的身体 已经越来越糟糕了 身体不停地打摆子 呼吸也越来越弱了 脸上更是憔悴的吓人 他的叫声也越来越小 体力已经完全透支了 可他身体里的十个小鬼 就聚集在他手腕的地方 愣试不出来 我健壮心里也急了 顾不上其他的了 一只手抱着弹子 另一只手抽出了震魂齿 我心一横 也没想过温柔了 直接重重地打在了 雪梅那节冰霜的手腕上 只听见砰的一声 就好像是打在了冰块上一样 硬邦邦的 但就是这么一打 那手腕上的冰霜 瞬间融化了 那一道道阴气 更是接连着 从中只窜了出来 我看到这些小鬼的阴气 窜了出来 连忙打开了弹子的盖子 当即就把第一个小鬼 给收了进去 收了第一个小鬼 我心里 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可谁知 还没来得及高兴 我们的上方 突然传来了 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那些黑鸭 竟然弄坏了瓦片和窗户 疯狂地冲了进来 阵魂齿绑在了背上的 几乎很少有人能发现 我身上的阵魂齿 我见那十个小鬼的阴气 堵在了雪梅的手腕处 也顾不上了 抽出阵魂齿一拍 这些小鬼的阴气 就顺着手腕钻了出来 我另一只手抱着 失了法的坛子 只要是钻出来的小鬼 都会被我吸收到坛子里 可才刚吸收了一个小鬼 房屋顶上 就传来了 喷喷的声响 听到这声响 所有人皆是一惊 抬头一看 就看到房顶上那些黑鸭 竟然弄坏了瓦片 伴随着瓦片 稀稀索索地落下来 那房顶上的黑鸭 也是疯狂地冲了下来 不光是房顶 还有窗户也被拙破了 无数的黑鸭 直接飞了进来 顷客之间 雪梅的卧室里 到处是乱飞的黑鸭 该死 是有人想阻止我们 把小鬼引出来 看到这飞进来的黑鸭 我当即大叫了一声不好 可我和子龙 现在还不能撤走法力 不然的话功亏一篑 一一帮忙抵挡 一下这些黑鸭 好 叶珠金也放弃雪梅的手了 雪梅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身体快透支到极限了 两人抓着被子 就去扇那些黑鸭 可黑鸭太疯狂了 一个劲地想要朝床上飞过来 九哥哥 我们抵挡不住了 黑鸭太多了 零一一都快急地哭了出来 一边扇那些黑鸭 一边回头朝我大喊道 我看了一眼 那引出来的小鬼 已经有一半了 还有五个小鬼 还在雪梅的身体里 现在断然不能放弃 子龙抽不出身来 还在控制着他的扶咒 在听到零一一喊的时候 也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当即皱起了眉头 再次加紧了皱法 整个房间都变得腥臭无比 是黑鸭身上的味道 我不敢回头看 只能听到 一阵阵黑鸭的叫声 还有零一一和叶珠金喘气的声音 实在是太乱了 完全是鸡飞狗跳的场面 但那些冲进来的黑鸭 越来越多了 有的已经飞到了我的头地上 我拿着震魂齿 就拍了上去 可根本没有太多的作用 子龙的肩膀上头上 全是黑鸭 那些黑鸭 直接在他身上啄了起来 一口下去 我就看到鲜血冒了出来 子龙的身体 更是疼得抽出了一下 子龙还在咬牙 坚持着 他不敢放弃 床上也是占了不少的黑鸭 他们就围在雪梅的身边 一个劲地叫着 那声音叫得像哭一样 我此时的感受是最直观的 在这些黑鸭叫的时候 里面的小鬼 就开始退回肚子的地方了 而且 雪梅的情况 只能出气已经看不到他吸气了 眼皮不断地上翻 这样下去 他会坚持不住的 他会猝死的 哐 而就在我担心雪梅的身体时 一只黑鸭突然冲了过来 那尖嘴 直接啄在了我的坛子上 也不知道他使了多大的劲 直接把手中的坛子 啄出了一条裂痕 该死 看到这裂痕的时候 我的心都沉了 还没来得及用灵符去补上 那吸进去的五个小鬼 当即就从裂缝里钻了出来 在空中绕了一圈 快速地飞到了雪梅的肚子里 原本已经变正常了 可这五个小鬼 钻进去后 再次变得鼓了起来 子龙 没用了 坛子破了 子龙还在痛苦地闭着眼睛 我朝他喊了一声后 他才睁开了眼睛 看到我手中的坛子破了后 当即骂脸了一声 这些狗日的黑鸭 肯定有人在控制他们来搞破坏 先不要想这么多了 先饱雪梅 不然他会死的 我此时也是扔掉了手中的坛子 拿着震魂齿疯狂地 去砍这些扑过来的黑鸭 林依依已经坚持不住了 身体瘫软在了地上 叶珠金连忙用被子 盖在了他的身上 可他自己却是狼狈的不行 头发完全散乱了 身上很脏 到处都是沾着黑鸭的羽毛 体力也是快透支了 没有办法了 这些小鬼 已经回到了雪梅的身体 我们再用引魂术 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除非 有新的母体 把他们引出来 子龙也是急得不行 一边打这些黑鸭 一边着急地说道 我来做母体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叶珠金突然退了过来 冷冷地说道 李初九 有人控制黑鸭 你去把他找出来 不然这些黑鸭 永远都打不完 他们会等到雪梅 把小鬼诞生下来为止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人 赵子龙 你留下来帮我 快 此时已经容不得去迟疑了 我点点头 说道 你们小心点 说完之后 就握着正魂齿冲出了房间 我没有停留 是一口气跑出雪梅的房子的 我一跑出去 就立马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心都颤了 密密麻麻的黑鸭 包围了起来 房顶上 墙壁上 窗户上 到处都是 这些黑鸭像疯了一样 不停地挤进去 我现在不能回头 必须要找到那个 控制黑鸭的人 否则的话 他们就危险了 我看了周围一眼 没有任何人 连一个鬼影儿都没有 我现在没有想法 只想着去找那鬼算尸 想到这一点 我就直接朝村委的方向跑 奇怪的是 在我冲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村子里的灯 几乎全都关了 他们好像知道 黑鸭围攻雪梅的房子 可就是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帮忙 等我跑到村委后 我就发现 鬼算尸的院子门 是开着的 房间里 也是亮着灯的 但就在那院子的地方 好像正坐着一个人 我定睛一看的时候 就看到一双 漆黑发亮的眼珠子 正直勾勾地看着我 一看到他的眼神 我心里立马咯噔了一下 他好像在等我 你终于来了 等你半天了 以为你出不来了 我一走过去 这坐在黑暗里的人 就开口了 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但更多的是挑衅 我一边走到院子门口 一边开口喊了一句 你不是鬼算尸 你到底是谁 鬼算尸的声音 我记得 很难听 像是公鸭叫一样 但这人的声音 明显不同 自然不会是鬼算尸 我 这人冷冷一笑 随即话锋一转 恶狠狠地说道 我是来找你报仇的 你欠我两条人命 是该还了吧 我的仇人 难道是周八字 我心里一想到这个念头 就立马冲了进去 一冲进去后 我才发现了 我眼前的人 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头发很长也很乱 典型的方便面头形 这人 不是周八字 下巴和嘴唇上的胡须很长 有一部分 已经花白了 他的脸上也全是皱纹 但那双眼睛 却是特别有神 盯得人心里很是不自在 我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心里担心那些黑鸭 就问 那些黑鸭 是你控制的 不是 这人摇了摇头 说 黑鸭是自己去的 你们把食食阴女肚子里的小鬼引了出来 自然会把黑鸭吸引过去 因为黑鸭吃了他们的肉 听到这个答案 我立马就慌了 原本以为是他控制这些黑鸭 可并不是 如此一来 我来找这个人 就没有任何作用 但还有鬼算师 他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要找到他 让他驱散黑鸭 我想到这儿 立马大声道 我不是来找你 更不想杀你 我要找的人是鬼算师 还请让道 呵呵 你不杀我 但我要杀你 这人冷笑了一声 那漆黑的眼珠子 突然发出了带着杀气的寒光 同时 只见他手腕一抖 拿出了一把竹灭刀 一看到竹灭刀 我当即便诧异了 这人是杀纸匠 那竹灭刀 我再熟悉不过了 左阴的武器 也是竹灭刀 这竹灭刀很小 可以折叠的 打开之后 一半是刀柄 一半是刀身 但这竹灭刀 却是锋利无比 更是很难使用 除了杀纸匠之外 我便再也没有看到 其他人使用过这种刀 更不会有人拿这种刀 来作为杀人武器 唯有 真正的杀纸匠 而在看到眼前 这人拿出竹灭刀的时候 我就证了一下 跟着反应过来 就问了他一句 你是杀纸匠 没错 这杀纸匠点了点头 说 现在知道 你和我之间的仇恨了吧 杀纸匠这么一提 我才明白了过来 笑了笑 说 我李初九活到现在 遇到两个杀纸匠 一个是左阴 一个是右阳 不巧的是 他们都死在了我的手里 要是我猜的没错 你才是他们 真正的师父吧 看来你还不是太笨 这杀纸匠 扯着嘴角笑了起来 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恶 说 既然你知道 我是他们的师父 你杀了他 是该拿你的命来偿还吧 我们真正的杂纸医门 虽然没有你们到门的人多 可也不是怕事的人 哈哈 听到他这番话 我就打笑了起来 说 你可知道 你的两个宝贝徒弟 和那该死的周八字 差点害死了 我们整个村的人 而且 我一家人的血海深仇 他们就是罪魁祸首 你觉得 他们该不该死 我说这话的时候 就冷冷地瞪着他 这杂纸匠的眉头 不自然地拧了起来 嘴角一抽 怒到 休要胡说八道 你杀了他们 让我这一门断了后 这灭门之仇 我定要拿你的命来偿还 杂纸匠的话音刚落 猛地从椅子上冲了过来 手腕一转 那手中的竹灭刀 更是发出了一道寒光 好 既然你们是一丘之和 那我也留不得你 我握着震魂尺抱喝了一声 不退反进 直接朝他冲了过去 他站了先手 率先冲到了我的面前 在离我一米左右的距离时 脚步骤然停了下来 手中的竹灭刀 猛地朝我扫了过来 只看到一丝一闪而过的寒光 我的震魂尺 就猛地挑了上去 咔 只听见咔的一声响 他的竹灭刀 就扫在了我的震魂尺上 我挡住了他的力量 另一只手挥拳 就朝他的胸膛打了过去 我们现在是近身战斗 这杂纸匠 也没有后退的意思 也是和我对轰了一拳 砰的一声沉闷声响 我们的拳头 就在空中对撞在了一起 刹那间 一股强大的反推力量 就把我们给分开了 我被震退的时候 手臂就有些发麻了 连忙甩了甩 一只脚猛地蹬在了地上 借力反冲了上去 在快要靠近他的范围时 我就高高地跃了起来 双手握着震魂尺 猛地朝他脑袋劈了下去 我这一招的力道很大 几乎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 这杂纸匠看到我这般气势 也是不敢硬接 脸色一变 身体迅速地往侧面扑了一下 刚好躲开了我的震魂尺 身体的关心太猛了 我的身体落下来之时 震魂尺就重重地劈在了地上 几乎就是同时 杂纸匠的竹灭刀 就朝我脖子滑了过来 我当即一只手撑在地上 身体倒立了起来 一脚踢在了他的手腕上 刚好踢中了他的手腕 另一只接踵而至的脚 更是准确无误地 踢在了他的胸膛上 这一脚的力道不小 杂纸匠被我踢得 连退了好几步 站稳之后 我就看到他的脸色有些发白了 咬着牙愤愤地说道 有这般伸手 他们死在你手上 也不足为奇 我冷冷一笑 说来还得感谢他们 要不是仇恨 我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老了 伸手体力皆不如你 但这个仇 不光代表我自己 还代表我们杂纸匠的威严 这杂纸匠冷哼了一声 再次冲了上来 我现在不能耽搁时间 子龙他们还等着我解围 也顾不上下重手了 咬牙冲了上去 在对面他刺过来的竹灭刀时 我就身体一侧 那竹灭刀 几乎是贴着我的胸膛刺过去的 就连我的衣服 也是被划拉出了一条口子 他的确是老了 伸手已经不灵活了 反应也迟钝了不少 我躲过了他的竹灭刀后 就反手握住了震魂齿 猛地往他肚子上抡了过去 只听见啪的一声响 杂纸匠的脸就疼得抽出了一下 身体也是向后攻了起来 我的膝盖也是提了起来 狠狠地撞击在他的腹部上 直接把他踢得倒飞了回去 他的身体一落在地上 还想要翻身站起来 我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了 身体往下一倾斜 震魂齿刚好对准了他脖子的位置 冷声道 你输了 自古成王败寇 我既然输了 要杀药刮随你便 这是我们杂纸匠的尊严 他说话的时候 手就松开了 手中的竹灭刀也是落到了地上 看他的样子 是不准备反抗了 我没有杀他的意思 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你是一个好的杂纸匠 有骨气 但你收的那两个徒弟 却是丢你的脸 更是丢了你们杂纸一门的脸 你走吧 我不杀你 听到我说要放他走 这老杂纸匠就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顿了一下 才问我 你当真不杀我 嗯 我点了点头 收回了震魂齿 道 杂纸匠也是从盗门分离出去的 你不是坏人 虽然 你用假的指人害了雪梅 但罪不至死 还有 我是盗门的人 不想看到 你们杂纸一门消失 说完我就朝鬼算式的房屋里走了进去 还没走到大门口 这老杂纸匠就开口了 等等 小伙子 他的语气已经软了下来 我回头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问 我那两个徒儿 真的害死了你一家 嗯 我咬着牙恩了一声 道 他们伤天害理 罪该万死 我这话一说出口 这杂纸匠就显得有些茫然了 不知道在想啥 过了几秒钟的样子 才看着我说 看来 带他走的周八字 并没有让他们归入道门 而是去做了伤天害理之事 其实 周八字现在做的这些事 我早就猜到他不是个好人了 都怪我是老糊涂啊 误听了他的谗言 哎 我看到他提到了周八字 并没有觉得有多惊讶 因为我早就想到了这一切 背后的人 就是周八字无疑 他这么做 就是想借刀杀人 还要害雪梅 不用想都知道了 周八字已经发现 我们还小一村了 我震了一下 才说 既然你提到这一点了 我倒是想问你 周八字是不是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这老闸纸匠 没有任何的犹豫 回答我说 不过 这村子里很多走音人 都在帮他做事了 而他不会现身 现身的是鬼算尸 那鬼算尸呢 想着子龙他们还在隐魂 我心里就再次担心了起来 走了 已经走了 是他让我把孟营的指人 送给寡妇雪梅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这老扎 指将坦然地说道 这周八字 果然好生阴险 就算我们 找到了他的爪牙 始终还是找不到他的踪迹 他很小心 更加谨慎 你走吧 我还要找鬼算尸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继续往鬼算尸的屋里走 小伙子 你等一下 老扎指将再次喊住了我 我还没回头 他就继续往下说了起来 那些黑鸭 已经不是普通的黑鸭了 他们吃了人肉 变得很凶残 除了鬼算尸之外 没有人能赶走他们 我欠你一条命 让我来帮你赶走他们吧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真正的杂指术 不比任何的道数低位 莫名的 老扎指将这番话 我竟然相信了 还是从内心深处 去相信的 没有任何的质疑 他和他的两个徒弟不同 他有傲骨 更有气节 这或许就是 我相信他的原因 毕竟咱们最开始也是一脉的 都是属于道门 他说要帮我 我也没有拒绝 鬼算尸跑了 我真的不知该如何 去散那些围攻的黑鸭 只有把最后的希望 放在了老扎指将的身上 老扎指将在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冲他抱了抱拳 这老扎指将 才势然地笑了起来 跟着就出了院子 一直往雪梅的瓦房走 我跟在他的身后 不快不慢 而这时 我才注意到 扎指将在走的时候 就扔了不少的纸蟹落在地上 他好像在折纸 但是他走在我前面 我看不到他的动作 只能看到 洒落在地上的纸屑 越来越多了 走了一小段距离 老扎指将就自顾地笑了起来 说 我们扎指将一卖 几乎快消亡了 真正有本事的 都不屑去赚钱骗人 留在了深山老林里 孤独老死 而我掌握着扎指将的禁术 从师父传授给我开始至今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 原本以为一辈子都使用不上了 没想到 今天有人给了我机会 哈哈 我听他话里的意思 他言语之间更是无所畏惧了 停顿了几秒 他又继续说了起来 罢了 罢了 就算扎指将一门 退出道门的舞台 也要光荣地退出 绝不黯淡地消失在道门的长河里 想当年 死尸客栈的老板娘马三娘 用一手活人变驴的手段 活生生把那些杀了村民的小日本 变成了一头头蠢驴 最后用刀刮活驴的手段 把他们身上的肉 一片片弯了下来 为那些无辜被杀害的村民报仇 今日我杂指将传人 便用活变狐狸的手段 来驱散这些邪恶的黑压 小伙子 我求你一件事 如若以后能活着 一定要把我杂指将一门的传说流传下去 老杂指将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停下了脚步 没有回头看我 是想让我帮他见证 记住他即将要使用杂指将禁术 好 我也笑了起来 爽朗地答应了下来 冲他喊道 前辈 杂指将一门不会失传的 老杂指将听到我的答复 也没有说话 大笑了几声 突然发力猛地吵雪梅的房子冲了过去 我跟着冲过去的时候 看到那些黑压还在围攻雪梅的房子 有的在叫桑 有的在破窗而入 唯独不知道里面子龙他们的情况 这老杂种看了一眼 大声喝道 畜生 赶快滚 休得害人 随着这老渣指将暴喝了一声 我就看到他从怀里抓出了一把伞纸 这伞纸被他一把扔到了空中 刹那间就好像落了一场雪一样 无数的伞纸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今日 我扎纸匠一脉传人 以精血供奉祖师爷 望祖师爷助我完成禁术 虽死无憾 就在这伞纸落下来的时候 老扎纸匠突然嘶吼了起来 喊完的同时 口中便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那鲜血喷出来之时 便化作了无数的血点 全部喷向了那些散落下来的伞纸上 我现在才总算明白了 为啥真正的扎纸匠不会有后人 因为他们到死的那一天都会保持童子身 只有童子身 才能释放出扎纸术最强的威力 这些深山老林里的走阴人 才是真正的走阴人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而就在我正住的这一刹那 这些伞纸就逐渐落到了地上 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这地上就垫了一层白色的伞纸 直到此时我才看清楚了 这些伞纸都被它剪成了狐狸的模样 黑鸭的天敌 便是狐猎 我还没反应过来 这扎纸匠突然捡起了几张地上的狐狸剪纸 直接放到嘴里吞了下去 在吞下剪纸的时候 这老扎纸匠就不停地变化着手势 更是不停地点在了身上的穴道上 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这扎纸匠突然大喊了一声 指责万物 以我为魂 神行俱在 扎纸匠说到最后的时候 竟然发出了动物的叫声 这叫声很尖锐 在它发出动物叫声的刹那 我也看到它的身体竟然蹲了下去 双脚撑在地上向两侧排开 双手更是放在了胸前 形成了爪子一样的形状 此时的它 完全就像是模仿狐狸站起来的样子 但就在这时 我才发现 它背后竟然有一道狐狸的影像 这影像是虚拟的 是气息凝聚的 但看起来无比的真实 这 应该就是扎纸匠的竞术了 老扎纸匠的动作 看起来有些别扭 甚至说有些尴尬 但看到它那背后的狐狸影像 我心里的别扭 立马就变成了尊敬 能够凝聚狐狸的形态 这等竞术 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就在我心里震惊之时 更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地上那些 散落的狐狸 剪纸突然立了起来 猛地往上一跃 那原本单薄的伞纸 竟然活生生地 变成了一只只狐狸的影像 哦 老扎纸匠学着狐狸 叫了一声吼 地上的那些狐狸 影像突然跳上了房子 直接去撕咬那些黑鸭了 这些黑鸭早就有变化了 特别是听到 老扎纸匠学着狐狸的叫声时 他们就全部 从房顶上飞了下来 一个劲地 朝村口的方向飞 那无数的狐狸影像 已经跳进了房子里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看到里面 飞出了无数的黑鸭 但老扎纸匠还没有停 他自己也像一只狐狸一样 双脚并着往村口的方向跳 似乎要去 把那些不祥的黑鸭 彻底赶走 他一走 那些虚幻的狐狸 影像也跟着去追那些 飞走的黑鸭了 而就在老扎纸匠 跳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释怀地笑了起来 说 小伙子 你要找的周八字 极有可能在东南方向 十里外的死尸客栈 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心里是无比的激动和高兴 看老扎纸匠要走 立马朝他喊道 前辈 好好地活着 你是扎纸匠最后的希望 千万不能让这门手艺 真正地失传了 老扎纸匠正了一下 自顾地顿了一会儿 这才朝我点了点头 道 好 以后你礼出酒有事 尽管拿着狐狸 剪纸来找我 刀山火海 绝不皱眉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再会 他离开的时候 我也冲他挥了挥手 目送着他离开后 我才迅速地跑进了 雪梅的房子里 推开门的刹那 整个堂屋里 飘着的全是黑鸭的羽毛 更是有无数的分辨 说不出来的腥臭 那味道 实在是太腥了 这种腥味不同 是黑鸭身上散发出来的 也是他们 吃了人肉身上 散发出来的腥臭味 这腥臭味 很刺鼻 多闻几下就想吐 我看黑鸭已经被赶走了 就赶紧把所有的窗户 都打开了 风吹进来 屋里的味道 就少了很多 跟着 我才走进了 雪梅的屋子里 推门进去后 我发现 里面更加糟糕 完全是乌烟瘴气的 房间里 很多东西 都是东倒西歪的 简直是混乱一片 顾不上这些 我连忙看向了床的位置 就看到 叶珠金坐在床上 子龙则是安安静静地 站在他身边 而零一一 则是照顾着床上的雪梅 雪梅已经昏迷了 脸色苍白的吓人 我看了一眼 他的肚子 肚子已经恢复正常了 看样子 那十个小鬼 已经被引出来了 但他们几个人 都是无比的狼狈 特别是子龙 身上沾着 不少的黑鸭羽毛 脖子上还在渗血 脸上更是有很多污垢 那刚毅的脸 也是写满了疲倦 我看了一眼后 才问 子龙 那十个小鬼呢 子龙似乎有些尴尬 没有说话 只是苦着一张脸 指了指叶珠金的肚子 子龙这么一指 我才看向了作者的叶珠金 只见他的肚子上 竟然微微鼓了起来 果然他把自己 当成了母体 把那十个鬼鹰 强行引到了肚子里 如此看来的话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冰冷无情的人 不然的话 肯定不会用这种 有损自己的法子 来救雪梅 但他此时的脸 却是无比的冰冷 在子龙指对我看的时候 他就冷冷地瞪了子龙一眼 瞪得子龙不敢对视他的眼睛 我知道 现在的叶珠金 肯定是一腔怒火 找不到人发现 谁要是开口 肯定会被骂得劈头盖脸的 在他看我的时候 我就连忙笑了起来 说 还好不算太晚了 总算解决了 皆大欢喜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我已经尽量避开他说话了 可我没想到 还是招惹他了 只见叶珠金冷哼了一声 怒道 皆大欢喜 我肚子里 还怀着十个鬼鹰 可老娘 老娘还是 不行 一定要把这十个小鬼给解决了 要是以后被人传出去了 我怎么面对叶家 还有特殊部门的人 我是第一次听到叶珠金这样说话 不过 他这么说话 反倒是显得很可爱 我们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他还是个黄花闺女 莫名其妙地怀孕了 传出去肯定会被人嘲笑的 我正要让林一一句哄叶珠金 谁晓得 子龙这时候傻乎乎地接了一句 叶珠金 你放心 以后你要是没人娶你 我 子龙最后那几个字 愣是说不出来 结巴了好几次 还是没表达出来 嘴里 就好像吞着汤圆一样 嘴巴动了动 一点声音都没有 但老脸 都已经红了 叶珠金此时听到他的话 却是震住了 那脸上更合适 闪过了一丝红玉 我正要打圆场 叶珠金突然抬起了头 冷哼了一声 道 想都别想 我以后的夫君 必定是人中龙凤 绝不会是不懂身世风度 也不会是无名小卒 他这番话一说出来 我心里也不高兴了 子龙更是沉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疲倦地笑道 初九 后面的事情交给你了 我去休息一下 太累了 子龙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观察叶珠金 他看到此时的子龙 眼神竟然有些迷茫 嗯 你就好好休息 不管怎样 我永远在你身后 我嗡了一声 子龙才出去了 他一出去 我就喊林依依 说 依依 你给雪梅弄点吃的补补 我来到把房间打扫干净 好的 酒哥哥 林依依擦了擦雪梅额头上的汗 说 酒哥哥 我弄好了 就来帮你打扫 嗯 我点点头后 林依依也去弄吃的了 而我则是把那些 倒在地上的柜子 给立了起来 开始慢慢打扫了起来 我在打扫屋子的时候 叶珠金就坐在床上 一言不发 不知道在想啥 但那脸上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和傲慢 在打扫到他身边的时候 我心里的话 还是没忍住说了出来 叶大小姐 你其实和盗门家族的人一样 并没有什么不同 自大 傲慢 末期少年穷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以后的事情 谁说得清楚啊 说完后 我也没看他 继续去打扫了 窗户已经破了 还有房顶上也是 有一个大窟窿 只有明天再修补了 林依依给雪梅喂了点吃的 我就去厨房找了一个坛子 施了法之后 拿到了叶珠金的面前 说 叶大小姐 你是修道之人 这些小鬼进入了你的身体 你应该可以 把他们引出来 毕竟 他们现在弱得很 嗯 叶珠金点了点头 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出去吧 我会把他们引出来 好 我笑了笑 带着林依依出去打扫房间了 我和林依依差不多打扫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房间给弄干净了 但屋里那股腥臭味 还是没有彻底消除 无奈之下 我指得在每个角落都点了几株香 用香味来驱散这腥臭味 打扫好了之后 子龙也把脸洗干净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我看他脖子上的伤痕 已经没出血了 就问他 子龙 没事吧 嗯 我没事 子龙笑了一下 问我 你去找到那个控制黑鸭的人了 不是 一提到这儿 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 子龙 我遇到的人 是左英和右阳他们的师父 他来杀我 是因为周八字告诉他 左英右阳是我杀的 要拿我的命来报仇 可这老闸直将 不是个善恶不分的人 听到他们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后 就主动答应 帮我赶走这些黑鸭了 不然的话 我是没办法去赶黑鸭的 唉 子龙听完我的话 也是感慨地恩了一声 说 世间之事 往往就是如此奇妙 要不是那老闸直将赶走了黑鸭 我们肯定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把小鬼从血霉的肚子里引出来 嗯 我恩了一声 说 子龙 那老闸直将临走时告诉我 死尸客栈就在我们附近 说是东南方向十里地外 还说 周八字极有可能就在死尸客栈内 哦 子龙听我这么一说 也是来的兴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得出其不意 否则 我担心池则生变 毕竟周八字那些手段 不是我们能够想到的 我赞同子龙的话 说 既然咱们确定了方向 就能够找到周八字了 但在雪梅没有醒来之前 我们不能离开 还有一件事情 子龙 这件事情 可能是我们胜败的关键 子龙教我把声音压得很低 就小声问 初九 到底咋回事 我问了一下 这才说 子龙 叶家那个被囚禁在小黑屋的女人 正是叶长风下的手 是她用琵琶钩刺穿了她的肩骨锁了起来 那女人是灵足的 更可能和周八字有关系 不然的话 周八字不会无缘无故对付叶家 我一说 子龙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问我 初九 你咋知道是叶长风囚禁了那女人 嘿嘿 我嘿嘿一乐 说 雪梅对面的那个铺子 就是铁匠铺 昨天早上 我去打探消息的时候 就无意中得到了这个消息 还说他现在还在打造几十副琵琶钩 正是给那个待在鬼算师家里的年轻人打造的 初九 你的意思是 子龙听到这儿 就笑了起来 说 你是想让我去监视铁匠铺子 嗯 我点点头 说 没错 只要是琵琶沟打造好了 那人就一定会来取 到时候就知道 这神秘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了 但雪梅的房子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那年轻人肯定知道了 所以 我想你去暗中监视 好 子龙点了点头 说 天亮之后 我就去监视铁匠铺 嗯 我点点头 还要说话 就看到叶珠金抱着一个坛子走了出来 那坛子封盖 已经用灵符给镇住了 我看他的样子 有几分虚弱 应该是 把他肚子里十个小鬼给引出来了 在他肚子里的 其实不是真正的婴儿 或者鬼胎 只是十道阴气而已 只有等这十道阴气融合在一起后 诞生下来 才会是鬼胎 叶珠金走到我们面前 把坛子放到了桌子上 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你们做法把坛子里的小鬼超度了吧 好 我点了点头 就抱着坛子 放到了香火高糖面前 农村的糖屋 都会设置香火高糖 放好了之后 我又插了三炷香 准备趁天亮之前 超度了坛子里的十个小鬼 可谁晓得 就在我施法念咒的时候 这坛子突然动了一下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坛子里就传出了一声 奶声奶气的喊声 娘 我不会看错的 就在我准备超度这坛子里的 十个小鬼时 这坛子就突兀地动了一下 好像是左右摇摆了一下 而紧跟着 这坛子里面 更是奶声奶气的喊了一声娘 一听到这坛子里发出了声音 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子龙他们也是听到了 全都站到了我身后 我盯着眼前这怪异的坛子 哦 这咋回事 怎么会有声音传出来 叶珠金也是一脸的蒙圈状态 柳眉微醋 你难道 我用灵符封住了坛子 按道理来说 这里面的十个小鬼 会陷入沉睡的状态 是不会醒过来的 没错 子龙点头道 而且 这十个小鬼的声音都很尖锐 绝对不是这奶声奶气的小孩子声音 我挣了一会儿 才说 会不会是这引出来的十个小鬼 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不会的 子龙直接否定了我的质疑 说 这十个小鬼已经离开了鬼体 没有活的母体 把他们诞生下来 他们是不会形成鬼胎 可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突然出现的变故 把我们所有人都弄糊涂了 以我们的见闻和道书的记载 绝对错不了 这装进坛子的小鬼 肯定不会形成鬼胎 更不会醒来说话 我还在想 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问题的时候 子龙忽然拿出了一张灵符 念着咒语划过眼睛后 天眼就开了 开了天眼的子龙直勾勾地盯着 眼前的坛子看 我看他的时候 他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 好像有些凝重的表情 不知道看到了啥恐怖的东西 我看着他的情绪不对劲 就连忙问了他一句 子龙是不是发现了啥 哟 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 子龙回答我的声音 声音都已经结巴了 而我一听到 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婴儿时 完全正住了 这他娘的是咋回事 就在我诧异之时 叶珠金也开了天眼 盯着坛子看了一会儿 那精致好看的脸上 竟然也变得沉重了起来 可过了几秒钟后 居然慢慢地笑了起来 这种笑不是他平日里的冷笑 也不是他那种不屑的笑容 好像是发自内心的欣喜 产生的笑容 娘 而我正要开天眼 这坛子里再次传来了 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 同时喊出了爹娘 在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不自觉地颤了一下 我一看子龙和叶珠金 心里是更加震惊了 他们俩竟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好像坛子里面的婴儿叫的爹娘 就是在叫他们 他们脸上那种表情 视为人母 为人父的表情啊 九哥哥 他们在看什么啊 我也想看 你让我看看吧 这时 林依依也来凑热闹了 看到奇怪的子龙和叶珠金 一个劲地拉着我要看坛子里面的东西 林依依不是修道之人 不懂道法 更是不会开天眼 我翻了一下自己的兜里 恰好看到有一瓶小的水牛眼泪 水牛眼泪 是我在叶家拿的 能够看到那些隐藏起来的脏东西 我看依依很想看热闹 就说 依依 你把眼睛闭上 嗯 林依依嗡了一声 我就把水牛眼泪 抹在了她的眼皮上 水牛眼泪冰冰凉的 一抹上去 依依的眼皮 就不自觉地跳了跳 我看差不多了 才让依依睁开了眼睛 依依一睁开眼睛 几秒钟过后 就惊叹了起来 哇 好可爱的婴儿 她在看着我们笑呢 好可爱啊 我想抱抱她 想捏捏她那肉乎乎的小脸 我看到依依这表情 也来了兴致 但我没抹水牛眼泪 这玩意儿 虽然比开天眼简单 可要一个时辰后 才失去效果 在这一个时辰内 会看见各种脏东西 想到这儿 我才用灵符开了天眼 天眼一开 我也看到了 这坛子里面 坐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 看起来只有三个月大的样子 胖乎乎的 是个男婴 虎头虎脑的 穿着红肚兜 看起来特别地可爱 我在看到她的时候 她也在里面冲我们笑 那胖乎乎的小手 朝我们抓了抓 好像想要从里面出来 但这个男婴 一直是看着夜珠金和子龙的 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 他又再次开口了 冲着他们喊 爹 娘 我去 听到这喊声的时候 我的整个头皮都酥了 感情这男婴 把夜珠金和子龙 当成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以为夜珠金会发火 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夜珠金竟然欣喜地笑了起来 没有半点的生气和冰冷 而子龙 也是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更是伸出了手 去触摸坛子 龙哥哥 晶晶姐 他把你们当成了他的亲生父母 是个小弟弟 好可爱啊 你们把他放出来吧 我要抱他 灵仪也是开心地说了起来 不对劲 这男婴绝对不是活人 应该是灵婴 仔细看他的样子 会发现 他有些挂向夜珠金和子龙 这是夜珠金的肚子里引出来的 当时就是子龙在帮夜珠金 他们一定有啥亲密的接触 不然的话 这灵婴不会喊子龙爹 我看他们都迷住了 赶紧收了天眼 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不清楚 坛子里的灵婴了 我看他们还在看 就走过去重重地 拍了一下他们的肩膀 道 先别看了 这坛子里的灵婴有问题 我这么一喊 他们才回过神来 收了天眼后 子龙就看着我 说 坛子里的孩子 竟然喊我爹 我看他的样子很高兴 好像还没完全回过神来 就笑着 打趣地问了一句 孩子喊你爹 开心不 我故意这样说的 子龙当即愕然了一下 随即瞪了我一眼 但也没说话了 叶珠金此时也沉默了 正了一会儿 说 怎么会这么奇怪 这十个小鬼 居然变成了灵婴 这灵婴身上没有怨气 不会害人 可 这到底是咋回事 叶珠金想不明白 我们更加想不明白 活生生的十个小鬼 没有经过母体的诞生 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灵婴 叶珠金和子龙 又在看坛子了 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开着玩笑说 这十个小鬼 突然变成了灵婴 恐怕要出事啊 干脆 我用灵符烧了它 让它魂飞魄散吧 不要 我一说出来 叶珠金和子龙就同时开口道 很默契 很认真 我看到他们的表情 就笑了起来 他们也察觉到 自己有些失态了 子龙干脆选择了沉默 叶珠金倒是开口了 这灵婴没有怨气 不能让它魂飞魄散 超度它吧 毕竟 它已经有了魂魄 就有了意识和灵智 等等 魂魄 灵智 在叶珠金提到这一点之时 我就猛然想到了 我之前忽略的一个问题 这总共是十个婴儿 不多不少 刚好是十个婴儿 那鬼算师又选择了 十十婴女的雪梅 作为母体 就想要通过雪梅 把它们生下来 这绝对不是偶然 很显然 是故意的 也就是说 鬼算师这么做 一定有它的目的 不然的话 不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又让黑鸭来报喜 跟着又让老扎指将 来送孟营的指人 这一切就是想要雪梅 把它们生下来 而最后我们在 隐魂离体的时候 鬼算师和老扎指将 又让乌鸭来破坏我们 正好是十个小鬼 喂食那么多的黑鸭 十个小孩的肉 肯定是不够的 这十个小孩 肯定是用意的 初九 你咋了 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子龙看我没说话 连忙问了我一句 我一回过神来 脑海里当即 浮现出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我们都猜错了 这十个小鬼 不是鬼鹰 而是人的三魂七魄 以我的见闻 如果是普通的十个小鬼 再没有降生下来之时 绝对不会变成一个 白白胖胖的婴儿 就在夜珠金提到 魂魄和灵智的时候 我才想到了这一点 十个小鬼 其实并不是阴气 正好就是三魂七魄 这三魂七魄 经过了雪梅的 十世英女的体格 才变成了一个 可爱的灵鹰 我一说出来 子龙就立马想通了 没错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一点 我们一直都弄错了 以为只是 他们想用小鬼来害雪梅 或者来算计我们 可真正的目的 是这小孩 有了三魂七魄 再加上十世英女 就可以成为灵鹰 不过 夜珠金打断了我们 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这小男孩干什么 这灵鹰没有怨气 只是一个纯粹的魂体而已 根本无法伤人害命 夜珠金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也是疑惑了起来 这鬼算师 如果真的要这灵鹰 到底要干啥 天马上亮了 我们得 让雪梅恢复身体 他们既然已经发现我们了 我们就要小心点了 子龙见大家都想不出个 所以然来 就主动开口道 说完之后 就朝我点了点头 静止地离开了 雪梅的屋子 我知道他是要去监视铁匠铺了 而灵一一 还在坛子边上 笑嘻嘻地逗着里面的小孩 我想着夜博他们 还在暗处藏起来的 就朝夜珠金说道 夜珠金 死尸客栈的位置 我已经打探得差不多了 你现在让夜博 带着你们夜家的人 悄悄朝东南方向的位置出发 沿路留下记号 等我们安稳了 雪梅还有这灵鹰后 立马赶过去 记住了 千万让他们小心 周八字很有可能就在死尸客栈 夜珠金皱了皱眉 问我 你确定死尸客栈的位置 嗯 我点点头 说 应该错不了 那老闸纸匠 没有必要骗我 好 夜珠金恩了一声 跟着就出去 通知夜博他们了 他们都走了 就剩下我和灵一一在堂屋里 灵一一很喜欢小孩 一直舍不得离开那坛子 我提醒了他一声 说 一一 千万不要撕开坛子上面的灵符 知道吗 嗯 九哥哥放心吧 灵一一回答了一声后 我就去雪梅的房间了 房间里的窗户是全部打开的 那股腥臭味 也吹散得差不多了 只是屋子里 还是有些破烂 雪梅就躺在床上 她的脸色还是很苍白 看起来很憔悴 像是大病出狱一样 但她的呼吸已经稳定了 呼吸很均匀 也慢慢有了一点血色 十个小鬼冲撞了她的身体 能活下来也算是大幸了 但她的身体肯定会受影响 起码得休养半年 才能恢复过来 孟赢还没有回来 恐怕还在赶服尸的途中 还有和她一起去的王磊 王磊这小子鬼诈得很 说不定已经借机溜了 或许 死尸已经去叶家找我们了 我现在已经打探到了 死尸客栈的位置 很想去找周八子 毕竟 我做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杀她 可现在 还要等雪梅醒过来再说 她现在的身体很虚 又是实施英女的体格 很容易被不干净的东西上身 我在房间的窗户上 门上都贴上了阵魂符 一般的阴魂不敢闯进来 等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伴随着机鸣的叫声 在村子里此起彼伏的响起 天就已经亮了 阳光刚好从窗户照射进来 直接照射在了雪梅的床上 多吸收点阳光 能够增加她的阳气 也能够让她快些醒过来 我从雪梅的房间出来时 叶珠金竟然就弄好了吃的 我看着桌子上摆的东西 诧意地说道 没想到 咱叶大小姐竟然还会做吃的 这可不像是您的风格啊 这是我们下人该做的 李初九 你够了 我一开口 叶珠金就瞪了我一眼 道 要吃便吃 不吃我便拿去喂狗 哪能 要吃 喂狗不是可惜了啊 而且 这小一村的狗都死完了 你也没地方喂啊 我笑嘻嘻地回应道 闭嘴 叶珠金冷冷地凶了一句 林依依就在边上笑了起来 我一看她 这妮子就赶紧埋头吃早饭了 随便吃了点之后 我就让林依依给雪梅喂点吃的 跟着 我才问叶珠金 叶大小姐 叶博他们去了吗 嗯 已经去了 叶珠金淡淡地点了点头 说 我让他们沿途留下记号 方便去找他们 这样就好 如今子龙也已经去监视了 我们现在就安静地等着吧 就看谁沉不住气了 我咬牙重重地说道 而就在我话音刚落之时 子龙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我一看她 就发现她的脸上很焦急 连忙问她 子龙 咋了 初九 不好了 那铁匠铺的人不见了 子龙咬牙道 一听到子龙带来这个消息 我就惊讶地脱口出 啥 铁匠铺的人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看错了 嗯 的确不见了 子龙点头道 不愿监视 可等到天亮了 还没有人出来 又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这才进屋去找 可屋里早就已经没有人了 子龙的话不用怀疑 他既然说屋里没有人了 那就意味着出事了 我震了一会儿 才到 那铁匠铺的打铁匠 就是打的琵琶钩 琵琶钩和叶家的人有关系 如今不见了 应该是昨晚就走了 我没有把叶长风的名字说出来 毕竟是叶朱金的父亲 叶朱金的脾气很火爆 如果听到这个消息 肯定又免不了一番折腾 好在的是 听到和叶家的人有关系 他也没有开口询问 倒是子龙突然看向了我 严肃地说 初九 不光是铁匠铺的人不见了 村子里很多人都不见了 子龙这么一说 我就更加震惊了 这一夜之间 小一村的人就消失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心里着急 怕被周八字发现 更怕被他跑了 屁股坐不住 干脆就跑出了屋子 一跑出屋子 我就快速地在村里搜寻了起来 果然 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人家户 是关着大门的 村里人的习俗 我再清楚不过了 都这个点了 绝对不会赖床不开门的 唯一的情况 就是真的已经走了 我走到了几家房屋 去观察 也发现 里面根本没有人 就在我继续 朝村尾的方向走时 我就发现 有几个村民 正聚集在村尾正中间的位置上 好像在挖什么东西 我看得好奇 就走过去看 这一看 就发现他们 在往地底下挖洞 这洞已经挖得很深了 起码有一两米的深度了 我心里不解 就拉着一个边上的大哥问 大哥 你们这是 在挖啥呢 这大哥见我是外人 打量了我一眼 才说 我们在挖我们自己的命运呢 命运 这他娘的啥玩意儿 命运还能挖的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 还没开口 这大哥突然问我 对了 小伙子 你是来干啥的 我笑了笑 说 我是来找孟赢大哥报恩的 他就过我一命 正等他敢施回来 这样啊 我这么一说 这大哥对我的警惕就松了不守 沉着脸说 小伙子 走吧 孟赢不会回来了 村里的人都会走的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走吧 趁着天还没黑快走吧 再不走的话 就没机会走了 这大哥要我走 还说不走会死 我心里就更加糊涂了 连忙拉着他 问 大哥 我打小 你别吓唬我啊 到底咋回事 为啥我不走就要死 这是我们小异村的秘密 你快走吧 不要影响我们 我们可还要去挖坑呢 这大哥很显然是不会告诉我了 说话的语气 依旧很不耐烦了 也不管我 埋头继续挖坑 我见已经问不出啥来了 就笑着 说了一句告辞 转身离开了 我不敢继续在村子里逗留 看着那家家户户 关着大门的房屋 心里就莫名的甚的慌 总感觉不踏实 好像有啥大事要发生了一样 这种感觉感觉很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 在我回到雪梅的房子时 我也注意到了 那村口的地方 也有人在挖坑 挖得很深 子龙也是在边上打探情况 看到我回来之后 朝我无奈地笑了笑 快速地走了过来 问我 初九 打听到啥消息了 我摇了摇头 说 啥也没打听到 他们就让我快点 离开这个村子 好像有啥事 要发生了一样 子龙听到我的话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说 他们也是让我走 让我趁天眉黑快走 我心里想不明白 就说 这些人应该都和周八字有关系 但这些人不是参与的人 只是帮忙而已 真正那些参与的人 应该是那些已经走了的人 我和子龙 现在完全是闷在葫芦里的 理不出一条头绪来 但子龙好像想到了啥 说 既然这村里没走的人都参与了 那说不定 雪梅也知道啥情况 对 子龙一提 我也想到了 立马走进了屋子里 等走到雪梅的房间时 就看到 她已经清醒过来了 身体仍然很是虚弱 林依正坐在床边 给她喂小米粥 看到我们进来了 雪梅就强承起了笑容 说 不好意思 我生病了 不能给你们做饭了 等我身体好了 再给你们弄好吃的 雪梅已经不记得 昨晚的事情了 这对她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能够忘记恐怖和痛苦的记忆 这也是一种莫大的福气 没关系的 雪梅姐 你既然生病了 就好好养着 我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我笑着回应道 嗯 雪梅恩了一声 随即呢喃了起来 道 我算了一下日子 孟大哥应该回来了 他从来不会迟到 也不会食言的 想必是遇上啥麻烦耽搁了 放心吧 雪梅姐 孟大哥不会有事的 我笑着安慰了一句 跟着才问 雪梅姐 你们村是不是有啥事情 要发生啊 为啥村里的人都在挖坑 还让我们离开村子 不然会出事的 挖坑 我不知道啊 雪梅疑惑着摇了摇头 但很快 我就看到她的脸色沉了下来 好像是想到了啥 抬头看着我 说 不过 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情 哦 我立马来了兴致 说 雪梅姐 是啥事情 雪梅皱了皱眉 正稳一会儿才说 孟大哥接活出去赶尸的时候 就让我待在村子里 千万不要离开小姨村 但她后来又说 如果她离约定的时间没有赶回来 就让我去苗王山的镇上等她 对了 一一 今天是农历多少了 雪梅一问 林一一就讹了一声 想了一会儿 回答她说 今天好像是农历十六了 雪梅姐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好了 谁知 雪梅听到这个日期后 突然焦急地嘀咕了起来 孟大哥就是让我等她到农历十五 如果十五之前她没有回来 就让我去镇上的 雪梅这么一说 我和子龙立马就看了彼此一眼 心里想得也差不多 看来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要发生啥事了 只是这雪梅不知道而已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村子里的人才会一夜之间离开了 现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那很可能就是 这两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才让雪梅好好休息 跟着退出了她的房间 我一出来 子龙就跟着我出来了 来到堂屋的时候 叶珠金正用手抚摸着那坛子 脸上更是不自觉地洋溢出了笑容 而在看到我们出来后 那笑着的脸立马变得冰冷了起来 子龙没有管她 问我 初九 现在咋办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因为我心里的答案 不能让叶珠金知道 就假装说 说不定有啥线索 我说话的时候 就故意朝子龙眨了眨眼 我俩的默契不用多说 子龙立马明白了过来 说 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们若无其事地走出屋子后 我就快步朝村口的方向走 走得很快 可我们一走 我就看到叶珠金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但没有追上来 就这么冷冷地看着我们 这女人 好生聪明 我心里泥南了一声 继续往村口走 等走到拐角后 我才连忙开口说 子龙 这个小一村 肯定要发生啥大事了 我们的目标是周八字 现在我们知道了死尸客栈的位置 我是这样想的 一会儿我让依依送雪梅到镇上 你我只杀死尸客栈 我不是不想告诉叶珠金 只是告诉了她的话 她肯定会有她自己的想法 以她的性格 肯定会留下来的 毕竟 周八字想杀的是我们 并不是叶珠金 好 就按照你说的办 子龙同意我的做法 商量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回去通知依依了 可刚回头 叶珠金就来了 饶有深意地看着我们 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们再敢丢下我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该死 她居然猜到了 我们的想法 我当即 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 连忙笑道 不会的 叶大小姐 叶家的事情 还没有解决 我们肯定不会丢下叶家 不管的 这样就好 叶珠金冷冷地说了一声 又故意扯了一番后 我们才村子里走 可刚一进入村子 我就看到依依 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正焦急地四处张望 直跺脚 我看她情况不对劲 立马小跑了过去 问 依依 怎么了 九哥哥 那坛子不见了 林依依委屈地快哭出来了 依依 别着急 慢慢说 我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依依才稳了下来 说 九哥哥 刚才你们走后 我就在房间里照顾雪梅姐 原本好好的 我突然听到唐屋有声响 就跑出来看 这一看 就看到有一个带着草帽 抱着坛子 就从后门跑了 我追上去没看到人 这才想着出来找你们 草帽 不是人 是那矮骡子 剃头鬼将 听到依依的描述 我当即就说了出来 她来偷坛子 一定是要里面的灵鹰 我想到这儿的时候 叶朱金突然冷声道 不行 一定不能让她带走坛子 绝对不能 我没想到 叶朱金此时竟然激动 说完就朝后院的方向 追了出去 她的速度太快了 我喊都喊不住 只好朝她的背影大喊道 叶朱金 你别犯傻 她只是一个灵鹰魂体 不是你的儿子 你不懂 她对我的意义 很重要 叶朱金连头也没回 甩下一句话就跑了 我完全想不通这女人 平日里高冷无情 但却是对这魂体灵鹰这么上心 她终究还是一个女人 无论平日里多要强 还是有疯狂失去理智的一刻 我也不敢再耽搁了 看着叶一说 叶 你现在带着雪梅 去苗王山的镇上等我们 一刻也不要耽搁 等我和子龙 做完了手中的事情 我们立马来找你 如果等不到我们回来 你就自己回叶甲 再也不要来这个地方了 林一被我的话给吓着了 瞪大着眼睛半晌 才回过神来 一回过神来 就拉住我的衣角 说 九哥哥 我不要走 我要和你一起 哪怕就算死 一一也不怕 这小妮子的性格很倔 更不能对她心软 否则的话 她肯定不愿意走的 我咬了咬牙 提高了分贝 重重地说道 一一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 你留下来不能帮我们 还会拖累我们 我的话说中了 一一显得很委屈 眼睛里已经有泪花了 我看得鱼心不忍 只好放低了声音 说一一 你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来找你 我把你带出来了 就不会丢下你的 零一一其实很懂事 看到我这么说后 也理解了我的用心 抿了鸣嘴唇 说 九哥哥 你和龙哥哥 一定要回来 一一等你们 要是你们不回来 一一就来陪你们 傻丫头 放心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可还没看着 一一嫁人呢 子龙笑着说了一句 零一一的小脸 立马就红了 嗯了一声后 我就让她去把雪梅 给扶了出来 雪梅不用劝她 也不用给她说辞 就说 让她去镇上等孟宁 我和子龙不放心他们 一直到走出了山谷 一走出山谷 零一一又舍不得了 不想和我们分开 我又笑着 说了一番好话后 她才真的一一不舍地离开了 我和子龙就站在 山谷入口的位置 目送着他们 走进了树林后 这才回了小异村 一回小异村 我们就先去了 雪梅的屋子 可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搜寻了一遍 这才开口道 子龙 叶珠金还没有回来 嗯 子龙点了点头 说 他应该是安全的 我们先去死尸客栈吧 趁现在天还没黑 我们的 先会入死尸客栈 好 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决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走了出来 用八卦罗盘定了位置后 就沿着东南方向走 刚一走出小异村 我就发现 子龙一直在往回看 我心里明白 他是在看叶珠金 或者说 那坛子里的男鹰 毕竟 那男鹰把他当成了亲爹 子龙已经走神了 连我停下来 他也没有发现 直接撞在了我后背上 呃了一下 抬头看我 说 初九 咋不走了 我笑了笑 子龙 你在等叶珠金吧 我这么一问 子龙的眼神 就不敢看我了 但没说话 我看到他的表情 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 子龙 你记得吗 当时我去找叶堂的时候 你也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我 所以 现在我留下来陪你 我们等叶珠金回来 再一起去死尸客栈 啊 子龙听到我的话 当即冷了一下 眼神正正地看着我 我确定地点了点头后 子龙才说 我不是想等他 只是我在想 我们真的把他丢下了 是不是有点太不惊人情了 虽然叶珠金很高冷 可毕竟也帮了我们不少 我假装明白的点点头 随即笑道 没错 他是帮了我们不少 而且 他内心不是个坏人 只是比较独立坚强而已 虽然他不屑和我们做朋友 最起码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 子龙不擅长开玩笑 我就只得顺着他的意思往下说 让他找到留下来的理由 可子龙好像想到了周八字 就问我 初九 如果这次因为我们留下来 没能找周八字报仇 你会不会怪我 哈哈 我哈哈一笑 说 子龙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 就好比是你陪着我一样 哪怕是我的性命 我这番话一说出口 子龙就咬了咬牙 重重地点了点头 要说的话 全都在彼此的眼神里 这次我们没有选择进村子里 而是分开监视的 子龙在雪梅房子的后院 等着叶珠金的消息 而我则是在村口的方向 监视着山谷的位置 但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 又在视线范围内 只要是谁出了事 都会第一时间发现 我们这么一手 山谷的方向没有任何的异常 村子里更是安静地可怕 好像之前那些挖坑的村民 也全都不见了 就是这么一天不到的时间里 原本热闹的小异村 突然变成了一个无人之城一样 那种荒凉和压抑 席卷而来 原本那些停留在小异村的不祥黑鸭 也全都被老闸指将赶走了 加上那些房前屋后的墓碑 此时的小异村 看起来好像没有一点生计一样 偌大的村子里 就只有我和子龙 这种孤独 如同被世界抛弃了一般 我们时不时地看对方一眼 确保我们都是安全的 可一直等到下午的时候 还是没有看到夜猪精的回来 暮色四合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太阳一落入 黑暗随之而来 子龙也朝我走了过来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初九 还等两个时辰 如果两个时辰 夜猪精还不来 那我们就去死尸客栈 好 我没有任何的意义 两人都等得有些饿了 我折回雪梅的屋子里 拿了一些甜肚子的东西出来 两人随便吃了点后 天色就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抬头一看星空 月亮很圆 满天繁星 没有风 莫名地多了一份燥热 放眼看去 整个小异村黑漆漆的一片 没有任何的光亮 子龙去村里搜寻了 搜索了一会儿 就返回来了 我看他脸上有些激动 好像是发现了啥 就问 子龙 是不是夜猪精回来了 不是 子龙摇了摇头 笑道 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子龙说到这儿 卖了一个关子 我恩了一声 子龙才往下说 刚才我去村子的时候 发现了可疑的地方 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了 除了雪梅的房子外 每家每户的门上 都挂了一面小黄旗 很显然 是村子里的人 撤我们不注意挂上去的 之前我就注意到了 很多房屋门口都有旗子 好像是代表他们的身份 可现在 全都挂上了 那就说明 好戏要开始了 我沉思了片刻 说 除了这些 还有啥其他的发现 没有 子龙神秘地笑了笑 说 还有一点 就是之前村民挖的那些洞 我刚才故意去看了一下 初九 你猜我看到了啥 看到了啥 子龙欣然一笑 说 那洞里 竟然埋着一根巨大的槐树树干 那树干起码要两个人才能合抱完 没有任何的质押 是被人修剪过的 就只有光秃秃的 一根槐树树干 不光是村委的后面 埋了槐树树干 很多房屋背后都埋了 而且 每一根树干之间 都用红绳给连接起来的 这就有点意思了 子龙一说 我就在脑海里勾勒这个画面 在我想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注意了 村口那个巨大的坑 也是被村里人挖的 但却还是没有埋树干 我越往下想 心里就越觉得不对劲 这村子就好像 是一个口袋一样 好像在等什么人钻进来 这没有埋树干的村口 就好比是敞开了入口 等等 子龙 不对 想到这儿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王磊 一想到了王磊 我就潜意识地想到了阵法 立马道 子龙 这会不会是某种强大的阵法 也就是这阵法 才会让小一村的人 全部消失了 我这么一说 子龙的脸色 就猛地沉了下来 我正要说话 突然就发现 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 看着我的后方 那眼珠子里 好像还有反光 再一看他 眉头都已经皱了起来 我看他情况不对 就赶紧转过身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山谷入口的地方 竟然出现了好几束手电光 有人来了 还不少 看到那进入山谷的手电光 我就在心里嘀咕了一声 随即开始观察 那手电光的走向 那手电光是 朝我们的方向移动的 也就是说 这些人正要进入小一村 子龙 我们先躲起来 先暗中观察一下情况再说 我看到他们进来了 立马朝子龙说了一句 子龙点了点头 我们就迅速地跑进了村子里 村子里的其他房屋 门上都挂着小黄旗 只有雪梅的房子没有异常 我们跑进了雪梅的房子里 关好了房门之后 走到了雪梅的阁楼上 躲在窗户 开始观察小一村的情况了 差不多七八分钟的样子 我们就看到 那些人已经到了小一村的门口 月光很亮 我这时才看清楚了 这对人马 其实有二十来人 很是浩荡 但因为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 只能大致看出队伍的人数 这些人到了村口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随即就看到有人 在四处打探情况了 看得出来 这帮人也是很小心谨慎 好像没有打探到啥消息 就跟着进村子来了 等他们一走进村子 我就看清楚了带队的人 竟然是叶长风 再一看 他身后的人全是叶家弟子 他怎么会来 难道那几十副琵琶钩也是 他找人打的 子龙看到了来的人是叶长风后 也是一脸的惊叹 说这叶长风怎么会来 而且还带着这么多的叶家弟子 我也想不明白 摇头尼难道 现在的他 不是应该保护叶堂和叶家吗 怎么会这个时候来小异村 我和子龙都面面相聚想不通时 那叶长风就开始让人去搜索小异村了 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搜索了的 连我们藏的雪梅家 叶家弟子也来搜索了 好在我们藏在了阁楼的地方 他们并没有找到我们的藏身位置 他们搜索的速度很快 都是没有发现有人在 那叶长风震了一下 大声道 既然他们走了 那我们就留下歇息一晚 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吧 叶长风一下了命令 就有几个叶家弟子负责去取柴火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燃起了柴火堆 所有人都围在火堆边上 没有人去那些空了的房子休息 我看得很不对劲 就说 子龙要不要去打探一下情况 问问他们怎么会来 初九 先别着急 子龙摇了摇头 说 既然他们来了 就一定有目的 我们先等等看吧 这叶长风心眼小 我怕他对我们不利 毕竟我们知道了叶家的秘密 还有抵御 你说的也是 我恩了一声 说 不过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 小一村的人突然消失了 好像是专程等叶家的人来吧 子龙也怀疑到了这一点 但没有确切的线索 也没有说这事 就说 我们先等 看看谁能熬得住 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有等 我俩就在阁楼上藏着 全方位地盯着小一村的一举一动 在这段期间 除了叶家的人之外 村子里再没有其他的人出现 就在我也快熬不住的时候 村子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 敲锣打鼓吹唆呐的声音 这发出来的声音很哀伤 带着一丝凄凉的绝望 对于这样的声音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做丧事的时候吹奏的 那声音在如此寂静的夜晚响起来 显得特别的刺耳 更好像是徘徊在村子周围一样 回音不绝于耳 而这声音 也是离村子口越来越近 我朝村子口的方向看过去 就看到一群穿着白色笑衣的人 屁麻带笑地就走了进来 他们的人数也不少 也是有十好几个人 前面的人拿着白色的招魂帆 一边走 一边往天空撒纸钱 而他的背后 则是抬着好几口棺材 那棺材是纯黑色的 纸钱落在了棺材上 更是增加了几分诡异的气息 青衣色的都穿着白色笑衣 那几个敲锣打鼓吹唆呐的人 就跟在棺材的后面 我看这队伍 他们好像是送葬上山的队伍 而在我们观察的时候 夜家的弟子 就已经去村口打探了 那夜长风也跟着走了过去 还没有到村口 就大声地喊了起来 谁家做的丧事 不知道我们夜家在此歇息吗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你们就不能走其他的道吗 夜长风狂妄自大惯了 那声音带着冷冷的不满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拿着招魂帆的送葬人 却是完全不理他夜家的身份 冷冷地回击道 我送葬上山 为何要给你们夜家让路 你们夜家再打 难不成还能打过死人吗 大路朝天 我偏走中间 这送葬人的声音 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 不是他真实的声音 但声音很尖锐 好大的胆子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省城夜家 你要是得罪了我们的家主 我就让你在省城内 请不到先生 帮你们主持丧葬 看到这送葬人的回击 夜长风的人 就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这样一来 两边的队伍就僵持了下来 夜家很显然 不让这送葬队伍进村了 道门家族的弟子 都不是傻好鸟 这一点是我最清楚的 平日里完全是欺软怕硬 其实早就已经不是道士了 反倒是混成了小混混的感觉 那送葬人 也不是个怕事的人 冷笑了一声 道 今日我就偏要从村子过 我倒是想看看 谁能够挡我们 大不了 我们就随着棺材里的人 一起去阴曹地府 走 继续往东南方向走 这送葬人说完之后 手中的招魂翻一举 另一只手 洒出了一把白色的纸钱 浩浩荡荡地就村了 原本夜家的人 挡着不让道 但夜长风 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 我们都是修道之人 讲究的是 死者为大 必须要尊重死者 更不能犯了 冲撞死者的忌讳 送葬队伍一起行 那敲锣打鼓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在进入到村子后 他们的速度 就放慢了下来 每个送葬的人 都是低着头的 头上更是戴着 缠着麻线的白帽子 根本看不清楚 他们的长相 这些夜家的人 本来就看不惯他们 但一直忍着没说话 就希望这送葬队伍 快点离开 他们的速度太慢了 我心里也看得不得劲 可就在这时 那最后一口棺材 竟然砰的一声 掉在了地上 一听到这声音 我就连忙看了过去 这一看才发现 那抬着棺材的麻绳 已经断了 不偏不倚 棺材正好就落在 火堆的边上 也正好落在了 夜家弟子休息的地方 这棺材一落地 就把地上的灰尘 都给震了起来 这一幕发生后 夜家的弟子 就全都恶狠狠地 看向了这送葬队伍 修道之人都知道 棺材上山 起关了之后 就再也不能停 更不能落地 古时候的忌讳 还要严厉不少 棺材落在哪 就在哪 挖坑下葬 真贪娘的晦气 遇到棺材落了地 你们这一家人 就等着倒大霉吧 看到这棺材落了地 其中一个夜家弟子 就开口骂了起来 但那送葬人 却根本不着急 闲听信步地 走到了落在地上的棺材 用手拍了拍棺材说 你们先送 其他的棺材上山吧 他的话一说完 其他送葬人 就抬着另外几口棺材 从村围走了出去 而这送葬人 只留下了四个人 他却是一屁股 坐在了棺材上 初九 这送葬人不对劲 在我盯着看的时候 子龙忽然提醒了我一声 嗯 我点了点头 也觉得这送葬人很邪门 可就在 我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 那原本坐在棺材上的送葬人 突然抬起了头 诡异地笑道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他一抬头 我这才看清楚了他的样子 那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刀疤 除了那鬼算师 还能有谁 鬼算师那张脸 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全都是纵横交错的刀疤 在他抬头的刹那 我就把他认出来了 子龙看到是他 也是惊讶地脱口出 初九 是那鬼算师 嗯 我点点头 笑了起来 说 鬼算师重新出现了 那也就代表着 周八字也该献身了 我等这一刻 实在是等得太久了 子龙也是激动了起来 看着我笑了起来 但此时 我们还是选择按捺不动 想要看看 这背后的人到底何时献身 而这鬼算师 一坐在棺材上后 叶长风就愤怒地呵斥到 你是送葬人 胆敢坐在棺材上 你这是侮辱死者 对死者不敬 马上带着你的人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滚 谁说我要离开的 哼 谁知 这鬼算师冷冷一笑 这棺材 既然在这个地方落了地 那就得安葬在这个地方 这是规矩 找死 叶长风的人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就指着鬼算师怒道 只差要出手了 而鬼算师看到他的手指后 就贪婪地笑了起来 说 你的手指看起来不错 只可心病不好 会死 王八蛋 欺人太甚 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 鬼算师的话 彻底激怒了这叶家弟子 只见他怒骂了一声 冲上去 就是一拳朝鬼算师的脑袋 砸了过去 这鬼算师就坐在棺材上 身体根本没有动 在拿叶家弟子的拳头 轰过来之时 这鬼算师就快如闪电的出手了 他的手很大 竟然一把抓住了 这叶家弟子的拳头 只看到他的手一发力 就听到咔嚓一声 这叶家弟子的手腕 当即就断了 家主 救我 救救我 这叶家弟子 跃到硬扎子了 被掰断了守候 连忙朝叶掌风求救 放了我的人 叶长风冷哼了一声 一手朝鬼算师的脖子 抓了过去 这鬼算师 赶紧松开了 那叶家弟子的手腕 顺势在棺材盖上一番 很轻松地躲过了 叶长风的攻击 家主 让我们来对付他 这鬼算师一坐下来 其他的叶家弟子 立马要冲上去对付他 别去 叶长风伸出手拦住了他们 看着鬼算师问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鬼算师哈哈一笑 我就是想埋葬了这口棺材 更重要的 我是在等一样东西 可惜的是 今天东风迟迟不吹来 鬼算师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他 到底在等啥 而这叶长风此时 也是在忍着脾气 估计是看出 这鬼算师有些手段吧 还是没有爆发出来 抱 我不知道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别耗尽我的耐心 不然的话 休怪我对你 不客气了 嘘 听 谁知 这鬼算师 突然做了一个静声的手势 另一只手 放在耳朵上 侧头在听啥 几秒钟过后 这神神秘密的鬼算师 突然笑了起来 他来了 随着他这么一说 我就听到了夜空 竟然有一道 鸭鸭的叫声传了下来 我一抬头 就看到那夜空中 正飞来一只 血童黑鸭 那血红色的眼睛 就是停在鬼算师房 梁下的血童黑鸭 那血童黑鸭的出现 让所有夜家弟子 往后一退 而这血童黑鸭 在空中转了一圈后 直接俯冲了下来 刚好落在了 鬼算师的肩膀上 我的东风来了 这棺材 我就不下葬了 里面不是死人 全是宝贝 送给你们吧 这鬼算师 突然大方地笑了起来 说话的时候 已经朝村口的方向走了 初九 你盯着这儿 我去跟踪鬼算师 子龙看到他 往村尾后面走 连忙开口道 好 千万小心点 我提醒了一声 子龙就从阁楼 钻了出去 直接去追鬼算师了 而鬼算师一走 夜长风 他们就把那口棺材 给包围了起来 特别是 夜家的弟子 都在窃窃私语地 讨论着 这口奇怪的棺材 我心里也好奇 也在想那棺材里 到底装的是啥 就这样 差不多僵持了 三四分钟的样子 那夜长风 才开口了 打开棺材 他一下了命令 其他的弟子 就纷纷往后退了一步 再次扩大了包围圈 而站出来的那几个人 直接拿着匕首 去掀棺材盖了 这棺材盖 并没有打棺材钉 他们轻轻一撬 就把棺材盖给撬起来了 棺材盖一撬开 我就听到了一个弟子的疑惑声 这里面没有死人 而是一种奇怪的武器 说话的时候 这夜家弟子 就从棺材里 拿出了一样武器 一看到他拿出来的武器 我就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因为他手里 拿着的不是法器 也不是其他锋利的武器 正是一副崭新的琵琶钩 原来铁匠 早就把琵琶钩打好了 借了这口棺材 就是要送给这些夜家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 其余的弟子 也去拿了一副琵琶钩出来 都是一脸的好奇 这武器不好使啊 像骷髅爪一样 稍不注意 就会勾伤自己 而这些夜家弟子震惊的时候 夜长风突然发疯地大喊了起来 有本事别鬼鬼祟祟地 给老子滚出来 想针对老子 你们还不够资格 夜长风这么一咆哮 我心里就有底了 那别墅后面的小女人 果然就是他下的手 不然的话 不至于他看到这琵琶钩 会如此疯狂 他的声音喊得很大声 整个小异村都在回荡着 而他这么一吼 夜家的弟子全都震住了 但夜长风的脾气很暴躁 没有人敢上前去问他咋回事 那夜长风不停地观察着周围 脸上的表情极度愤怒 家主 这琵琶钩 好像就是给我们准备的 每人一副 还有一副 是留给您的 这时 一个欣喜的夜家弟子 突然开口道 等等 这棺材底部还写了字的 话还没说完 他又发现了棺材底部的字 随即念了出来 夜家从今夜开始 一个不胜 是对你们的惩罚 也是你们的自作自受 跑 而谁知 就在这夜家弟子 把棺材底部的话念出来时 夜长风当即大喊了一声跑 在喊的时候 他就已经带头朝村口的方向跑了 一边跑 一边交代道 是邻族的人来了 不管怎样 一定要有人活着出去 告诉我们夜家的长老 邻族的人对我们夜家动手了 不管是谁 只要活着出去了 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在他们跑的时候 我也不敢藏在阁楼上了 连忙从阁楼里钻了出来 跟着他们从村口的方向跑 可还没到村口 就看到夜长风他们全都停下来了 好像全都在打亮着眼前的东西 他们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看不清楚 就绕到了侧面 去偷看 这一看 我当即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村口正中间的位置上 不知何时埋了一根巨大的槐树树干 那槐树的树干上 正反绑着四具尸体 而这四具尸体的肩膀上 都被人用琵琶勾给刺穿了肩骨 他们的姿势都很奇怪 双脚脚踝被死死地绑在了大槐树树干上 肩膀的地方则是被琵琶勾勾住的 他们都已经死了 自然会往下落 可脚踝被绑住了 膝盖就呈现了往下跪的姿势 他们的上半身 没有任何捆绑的东西 就是那琵琶勾勾住了他们的肩骨 让他们无法落到地上 就只能把头垂了下来 这姿势 绝对是跪着受惩罚的姿势 很显然是背后的人故意这么做的 而他们身上的血液 就顺着槐树树干流到了土地里 但邪乎的是 这些血液一流到地上后 立马就被吸收了 如同是海绵一样 地面上根本没有半点残留的血迹 我起初还没有注意到 但等我看清楚了其中一具尸体的脸时 我当场就懵了 因为这些尸体 正是叶博带的那些叶家弟子 这些叶家弟子 是跟我们一起出来的 之前让叶博带着他们 藏在了暗处 而我从老闸指将手里 得到了死尸客栈的线索后 就叫叶朱金让叶博他们先去探路 可现在 有一部分人的尸体 被挂在了这里 那就说明 其他的人应该也遭了毒手 他们都是被反绑在槐树柱子上的 那姿势很诡异 而且脸上也很扭曲 像是死的时候 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痛苦 而叶长风他们 自然认得 这上面反绑着的尸体 但他们都好像被震住了 半晌后 有一个弟子才害怕地说道 他们是之前出来的那一批弟子 难不成全都遭了邻族的毒手 你看他们的肩膀上 都被琵琶钩刺穿了 现在那棺材里的琵琶钩 也就好像是给我们准备的 还要我们叶家封门绝户 可我们叶家 没有得罪邻族啊 是啊 我们叶家一直很低调 怎么会惹上邻族的人 另一个叶家弟子接过话道 家主 现在怎么办 大家别着急 千万不要乱了阵脚 叶长风重重地呵斥了一声 这时的他是主心骨 可不能乱 而且 他心里有鬼 这琵琶钩很明显是针对他的 但这个时候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只见他安抚了一下叶家弟子后 这才重重地说道 这杀我们叶家的人 是灵族 我们上当了 灵族沉寂了这么多年 现在又开始出来活动了 我叶家乃西南地区第一道门 必须要维护道门的秩序 就算灵族的人今夜杀了我们 我们也要争取 活着出去一个 把这个消息带到道门 让道门的人联合来对付灵族 这叶长风平日里狂妄目中无人惯了 但这个时候 他还能想到道门 说明本质还不算太坏 而他的这番话 也激励了他身边的叶家弟子 纷纷抽出了法器 异口同声地说道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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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叶长风眯着眼睛 脸上很是欣慰 说 那我们就联手冲出去 先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看他们要走了 也立马跟了上去 准备跟着他们掀出村子 可谁晓得 刚一跨过那埋着的大槐树 地下的土壤里 突然就冒出了阴森森的白雾 这白雾 好像是从土壤里的缝隙渗透出来的 但速度太快了 就是这一两分钟的功夫 那土地里渗透出来的白雾 就已经把我们完全笼罩在了白雾中 这白雾很冷 而且很阴森 是鬼雾 大家小心点 焚香借到 尽量不要落下 这是邻族的邪术手段 千万不能乱 这白雾一出现 走在前面的叶长风 立马就停了下来 随着他大声地喊了一声之后 其他的弟子就赶紧拿出了三炷香 点燃之后 就开始借到走路了 这鬼雾很奇怪 并不是整个村子都弥漫的 而是围绕着整个村子的一个雾圈 相反 村子里并没有一点白雾 我心里好奇 但更多的是害怕和担心 那棺材里的几十幅琵琶沟 就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绝对不可能轻易让他们离去 我担心 这鬼雾里有炸啊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就连忙退回了村子 刚一退出来 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这凄厉的惨叫声一响起来 我就赶紧往后退了几步 在我后退的同时 那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又跟着响起来了 那惨叫声 听得人一阵心境大战 再往下一听 我浑身的汗毛 都全数炸起来了 我心里明白 这些人肯定已经出事了 你有本事冲我叶长风来 别伤害我们叶家的弟子 没错 那琵琶沟是我打的 也是我穿透了他的肩骨 把他囚禁起来的 要杀就杀我 王八蛋 滚出来 就在我刚定下来的时候 叶长风那破口大喊的声音 就在鬼雾里传了出来 他的声音几乎已经崩溃了 更是带着一种深深的绝望 大喊道 你们用奇门盾甲树 来暗算我们叶家 我叶家一定不会放过你 哪怕你是灵族 你以为就能只手遮天了吗 我告诉你 你错了 我们还有龙虎宗 龙虎宗没有消亡 一定会出现的 叶长风的声音都已经喊破了 但他的语气里没有认输妥协 我倒是有些诧异了 这叶长风平日里看起来狂妄自大 可内心还是有气节的 宁死不屈 这是你犯下的错 还有叶家的家主 你们都要死 那鬼屋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 无比阴冷的声音 乍一听这声音的时候 我好像似曾相识 但此时的神经崩得太紧了 根本没有想出来是谁的声音 不过那叶长风好像听出来了 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就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是你 没想到真的是你 可你这样做 就不怕大逆不道 天打雷劈吗 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信天 不信神 唯独信我自己 你去死吧 你怎么折磨他的 我就加倍偿还于你 我原本还想留来对付灵族的人 现在看来 用不上了 先杀了你 我再去杀掉叶家的每一个人 这声音带着无比怨恨的语气 好像这叶长风 是他的杀父仇人一般 而就在他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村子里突然刮起了阴风 这阴风刮得很不正常 把地上的枯叶和灰尘 全都卷了起来 我回头看的时候 那插在房门上的小黄旗 全数被吹得嘶嘶作响 风越来越大 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只得用手臂来挡住眼睛 而就在这场面极度混乱之时 叶长风又大喊了起来 道,对于他,我心里只有愧疚 我囚禁了他,比谁都要心疼 就因为我是叶家的家主 我要做一个表率 我此生唯一辜负的人,便是他 对于你,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不曾有半点亏欠 你如今要我的命,我就给你 我不恨我大哥,更不恨到门的道义 我只恨我自己不勇敢 只恨自己舍不得家主的地位 叶长风的声音已经软了下来 好像在等待死亡的来临 而且,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几乎已经被风声给掩盖了 但他那笑声,还是时不时地从鬼屋里响了起来 我在听到那鬼屋外面的声音时 就连忙躲在了边上的草垛子里 在感受到那阵阴风呱起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八卦罗盘给拿了出来 这八卦罗盘一端屏 里面的桃木指针就刷刷地转动了起来 根本不能够指到正确的位置 好像我的四面八方都有阴气 父亲,我来救你了 你是谁 为何要害我叶家 为何要害我父亲 就在我准备想其他的办法时 叶珠金的声音忽然从后面喊了起来 我一回头,就看到他从我身边冲了过去 踢着一把桃木剑就冲进了鬼屋里 而在他身后的,则是子龙 子龙看到叶珠金冲进去后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一句话也没有说 来吧,叶家的人都来尝命吧 哈哈,看到叶珠金冲了进去 那声音又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子龙,救人 我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当即朝子龙喊了一声 子龙回过神来 拔出金钱剑就冲进了鬼屋里 我紧随其后,握着镇魂尺也冲入了鬼屋里 一进入这鬼屋 我们就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周围没有任何的房屋,很平整 但我们的身边却全是那埋在土里的槐树树干 我数了一下 总共是八根槐树树干 刚好把我们困在了里面 而这槐树的树干上 已经用琵琶勾吊着不少叶家弟子的尸体了 那扑鼻的鲜血位 呛得人直反位 而此时的叶珠金正搀扶着叶长风 看到我们进来之后,也是冷了一下 李初九,你的事还真多啊 这你也要来凑热闹吗 而就在这时 那人的声音又在鬼屋外面响了起来 我顺着声音看出去 当即就看到一个背负着双手 站在鬼屋外面的年轻人 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傻了 我打死也不会想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会是他 看到鬼屋外面站着的人 我才幡然醒悟了过来 那要害叶家 要让叶家封门绝户的人 并不是周八子 而是他叶少青 叶长风的儿子 和我们一起去的古苗寨 最后没有活着离开古苗寨 我一直以为他死在了 仙灵婆石棺的血水里 可此时 在鬼屋外面看着我的人 正是活生生的叶少青 我看到他的时候 完全呆住了 回过神来后 第一句话便是 叶少青 怎么会是你 你不是死了吗 叶少青善善一笑 道 李初九 你还是这么傻 看来一点也没长迹象 你说我死了 你可曾亲眼见到我的尸体 嗯 有些东西 眼见为实啊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摇摇头 当时叶博 确定你已经死了 我们才离开的 如果你还活着 我肯定会带你走 哈哈 听到我的话 叶少青就大笑了起来 看着我饶有趣味地说 坦白说 李初九 你这个人 真的挺有意思的 我不想杀你 真的不想杀你 只是你太喜欢抓来捣乱了 叶少青说到这儿的时候 话风突然一转 变得冰冷陌生 道 只可惜 你偏偏喜欢烫浑水 是你自己来找死 这是我和叶家的仇恨 你马上滚出去 否则 别怪我心狠手辣 对于叶少青 我对他的定义 很模糊 他虽然 看起来冰冷凶残 但内心 却不是桑尽天良的人 一定有什么原因 让他变成了这番模样 我挣了一会儿 才说 叶少青 叶长风 是你爹 叶朱金 可是你妹妹啊 你也是叶家的人 你怎么下得了手 李初九 你错了 叶少青摇了摇头 说 我不是叶家的人 叶长风也不是我爹 我娘被他折磨 成了那般模样 在我知道真相后 我就发誓要灭掉叶家所有人 后来 我找到了周八字 和他合作 但他太过于狡诈 我就拿了仙灵婆身上的 另一半生死情谷 用来威胁 他帮我做事 刚好 周八字 一心想杀掉邻族的尊主 这才选择了 叶家作为目标 他的目的 就是要挑起 邻族和盗门的战争 而我 只想灭了叶家 其他的任何事情 我都不关心 听完这番话的时候 我似乎才想通了很多事情 怪不得 叶长风 在听到他儿子死后 没有半点伤心 原来他们不是亲生父子 在我沉思的时候 叶长风开口了 少青 你虽然不是我亲生儿子 但我从小 把你当成亲生儿子来看待 给你的一切 绝对不会比其他人少 我对不起你娘 我答应好好照顾他 还有你 可盗门的人发现了 他是邻族的人 让我杀了他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便用琵琶勾锁住了他 废掉了他邻族的修为 这才能够让他继续活下来 可折磨他 我比任何人都要难受 闭嘴 叶长风的话还没说完 叶少青就冷冷地打断了他 重重地呵斥道 杀了你们 就还有叶家那两个老不死的了 到时候 我会把你们叶家 所有人的尸体 都挂在叶家的门上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欺负我娘 就是这般下场 不管是盗门 还是邻族 不知道为啥 叶少青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他心狠手辣 反倒是 有些共同的胆触 我娘此时 也在邻族受折磨 我也想杀掉邻族那些折磨他的人 百倍千倍地还给他们 如此一想 我和叶少青 其实是一路人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 为何叶长风 会被引到小益村来 趁着这个沉默的时候 我就问他 叶长风 你怎么会跑到小益村来 唉 此时的叶长风 已经没有了平时的狂妄和自大 叹气道 是叶家有人通知我们 说你们在小益村 被邻族的人围攻了 我心中怀疑 是不是陷阱 叶堂也担心会是陷阱 可我担心我女儿 就带人来了 有勇无谋 是你害死了叶家这些人 子龙听到他的话 当即责骂了一声 叶朱金瞪了他一眼 子龙就不看他了 李初九 快滚吧 邻族的人 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坦白告诉你 周八字已经把你的身份 泄露给了邻族的宗主 你是邻族的小野种 他自然不会放过你 此时应该快来小益村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马上滚 否则 就别怪我了 叶少青再次提醒我道 他的这番话 总算是解开了我心里的困惑 他原本和周八字 是合作关系 就是想用周八字 来对付叶家 可周八字太聪明 使了一招一石二鸟之计 那就是同时挑拨 叶家和邻族的战争 他恨邻族的尊主 和我一样 一直在想办法复仇 所以 才会有剃头鬼将 和鬼算师的出现 做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要 把我们引到小益村而已 之前我还觉得 我们是神不知鬼不觉地 杀到了周八字的后方 其实我们的一切 都在周八字的掌控中 他这等心机算计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想到他 我心里就后怕 但还有一点疑惑我想不明白 就想趁机问个清楚 叶少青 为啥小益村的这些走鹰人 会听周八字的话 会帮他做这些事情 藏风珠 叶少青玩味地笑了起来 说 就是你们去夜 狼地宫得到的藏风珠 这小益村的走鹰人 都受到了五壁三缺的诅咒 唯有藏风珠 来改变他们的风水气域 才能摆脱他们的诅咒 我知道五壁三缺 五壁为官 寡 孤 毒 残 老儿无妻约官 老儿无父约寡 老儿无子约毒 幼儿无父约姑 老儿残疾约残 而三缺 则指的是缺钱 命 权 五壁三缺 是所有走鹰人 甚至是修道之人 都害怕的诅咒 泄露天机 逆天而行 强行改命 都会受到上天的诅咒 这小益村的人 如今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他们肯定不愿意 让五壁三缺 继续衍生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上 到时候 他们的一生 只会痛苦不堪 怪不得那些村民 在挖坑的时候 就说他们在挖他们的未来 原来是周八字答应 为他们摆脱诅咒 可他们太单纯了 以周八字的阴谋算计 怎么会把这藏风珠给他们 那藏风珠 可是逾越龙门后 御风凝聚而成的藏风珠 不但能够延年益寿 更是能够增加修为 这等宝贝 周八字怎会舍得 想到这儿 我心里就有些同情 这小益村的走鹰人了 他们一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手里一手绝活 可唯独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这才被周八字利用了 你们走吧 这是我和少卿之间的仇恨 这是是我错了 我留下来陪你 求你们带着我女儿走 李初九 赵子龙 我叶长风之前看不起你们 是我狗眼看人帝 只求你们 能带着我女儿活着离开 就在我挣住的时候 叶长风突然朝我们说道 现在的他 完全不是之前 那个讨厌的状态了 倒是有些低声下气了 恐怕 也是想着 让我们保护叶珠金吧 走 呵呵 叶少卿冷冷一笑 说 我说了 叶家的人一个都活不了 我打造的琵琶沟 全都是为你们叶家准备的 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叶少卿话一说到这儿 再次看向了我 冷冷地问道 第三次了 我问你 李初九 你到底滚不滚 我摇了摇头 笑了起来 叶少卿 我不能走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得带他们走 找死 叶少卿冷哼了一声 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你就留下来 陪他们一起死吧 这原本是周八字留下来 对付叶家和灵族的阵法 既然灵族的人没来 那就先杀了你们 再等灵族的人来 叶少卿这番话一说出来 我就知道 他也准备对我们下手了 果然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的双手结结了一个奇怪的手印 正是那不动冥王印 在他结手印的同时 嘴里更是大喊了起来 灵兵斗者皆在前 灵兵斗皆阵列 前行者者列前 列阵皆斗兵行 奇门八卦 奇门未死 一门为生 生死交替 无生无路 所困之人 魂飞魄散 在叶少卿念完咒语这时 我便看到他 拿出了一张七字刚符 七字刚符一点燃 再次变化了手印 同时念起了六甲秘咒 六甲六丁 青龙白虎为前 天地阴阳 朱雀玄武为昆 乾坤倒转 亡魂入阵 叶少卿念咒的声音 几乎是嘶吼出来的 在念咒的同时 脚下的七星刚布 也是行云流水般地完成了 在最后一个字喊出来时 他的身形就高高地跃了起来 重重地拍在了地上 只见他啪啪的两声响 周围那些东倒西歪的墓碑 突然就开始颤抖了起来 如同是地震了一样 那墓碑下面的泥土 竟然不停地翻动了起来 里面那些翻新出来的泥土 竟然浸出了丝丝的血液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才想到了 之前雪梅说过的话 她说 这个村子已经被日本人杀光了 那些杀了的人 并没有扔到乱葬岗 而是就埋在了这村子里 后来 那些走音人搬了下来 也没有千坟 就是因为 知道他们怨气太重 如今这叶绍青 正是用着奇门八卦阵 让他们苏醒过来 我还没有反过来 就听到轰的一声 我们周围那八根巨大的桓树 树干猛地往下一沉 树干往下一沉 上面用琵琶勾挂着的尸体 再次刺穿了他们的尸体 伤口猛地被震开 鲜血如柱般地喷洒到了地上 更邪门的是 这些被喷洒到地上的血液 很快就被泥土给吸收了 就是这一刹那 这些墓碑全部轰然倒塌 那轰隆的声响 听得我头皮都骂了 紧接着 这些坍塌了的墓碑里 更是爬出了一个个鬼魂 这些鬼魂一出现 周围的温度 瞬间下降到了零度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太冷的原因 我的身体 和心都同时冷得发寒 这些鬼魂 都穿着明国时期的衣服 身上全是补丁 我数了一下 大概有三四十个鬼魂 他们身上的怨气太深了 那眼珠子 都快变成红色的了 被这么多鬼魂盯着 我是浑身哪儿也不舒服 走 看看能不能出去 快 我挡在了前面 大喊了一声 带头就往出去的路走 可我刚一动 那些鬼魂就全数躲进了 我们周围的八根槐树树干里 槐树鼠婴 一个木字加一个鬼字 正好是可以让鬼魂藏身的地方 怪不得 周八字会使用这样的阵法 不光是想要对付叶家的人 还想要对付更加厉害的灵族 而这些鬼魂藏到树干里以后 这些树干就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连着抖了几下过后 那上面挂着的尸体 全树被颠了下来 只剩下那一幅幅锋利的枇杷钩 牢牢地挂在了树干上 这奇门八卦 有八个门 只有一个门是生路 其余的都是死路 进去之后 必定会被枇杷钩挂在树干上 我们得想其他的办法 奇门遁甲就是偏门 不然会被困死在这里面的 叶长风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朝我们提醒了一句 没用了 已经没有生门了 子龙无奈地说道 这奇门八卦 已经被他们改过了 现在用冤魂入阵法 冤魂融入了阵法里 就等于盘活了这阵法 可以自动调换生门和死门的位置 不管我们从哪出去 都会是死门 子龙说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些树干 两条大树干之间 刚好就是一道门 这邪门的阵法 很显然是想要对付灵族的 因地质疑 用鬼魂来控制阵法 这般奇妙 怕是灵族的尊主来了 估计也会够呛 我们已经不知道走哪个门出去了 只是警惕地打量着这些奇怪的树干 而叶长风此时倒是很客气 说 子龙兄弟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没有 子龙和我一直都不喜欢叶长风 之前侮辱我们 现在看我们有利用价值 反回来讨好我们 这样的待人风格 只会让人憎恨 绝对不会让人喜欢 子龙冷冷地说了一句后 就泥男了起来 我喝初酒 一个是俘虏派 一个是玄真派 对奇门遁甲根本不了解 如果这个时候蕾爷在的话 想必可以带我们活着离开 子龙提到王蕾的时候 我也想他了 他的风水术独步天下 对于这些奇门遁甲 要是他在 我们就不会陷入这被动的局面了 既然每一道门都是死门 那我们就强闯吧 我坚信 邪不胜正 我看他们都没有办法了 只得用这样的方法 来增加他们的士气 好 邪不胜正 子龙也喊了一声 站到了我边上 我们会议地点了点头后 就开始朝最初进来的路走了 我们一动 这八根槐树树干也动了 这槐树树干一动 那上面的琵琶沟 更是旋转了起来 发出了一阵阵呜呜的声响 小心 看到那旋转的琵琶沟 我立马提醒了一声 身体顺势往下一滴 就滴一滚 就滚到了槐树干的下方 手中的阵魂齿猛地砍在了树干上 这树干是生的 我的阵魂齿一砍上去 就砍出了一条很深的口子 但让我想不到的是 这树干上的口子里 竟然流出了鲜红的鲜血 我看到这树干流血后 也是震住了 还没反应过来 子龙就大喊了一声 初九 快退回来 他这么一喊 我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抬头一看 那上面挂着的琵琶沟 猛地朝我勾了下来 该死 我当即大叫了一声不好 猛地往前一扑 刚好躲开了这琵琶沟 这琵琶沟一落到地上 那上面的尖爪就勾在了地上 如果是勾在我的身体上 肯定会把我的身体勾穿的 毁了这些树干 子龙咬着牙大喊了一声 跟着我就看到他 拿出了一张三昧真火符 跟着就闪电般地扑了上去 躲过了那旋转的琵琶沟后 直接把三昧真火符 贴在了眼前的树干上 贴好之后就迅速地退了回来 还没站稳 就开始念起了咒语 咒语一念 眼前的槐树树干轰的一声 就燃烧起来了 请客之间 整个大火就把树干给吞没了 而那槐树树干里 更是传出了鬼魂的哭声 他们被困在树干里 哭声无比尖锐刺耳 原本我以为这三昧真火 能够把树干给烧成灰烬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树干突然猛烈地旋转了起来 而且 在旋转的同时 这八根巨大的树干 就开始逐渐收紧了 好像是要把八道门一起给封闭了 而就在这些树干收紧之时 那三昧真火的火焰 也窜到了其他的树干上 请客之间 八根树干全部燃烧了起来 我们刚好就被困在里面 无法出去 那火焰的温度越来越多 烤的人很是难受 要是再不出去的话 我们都会被活生生烤成肉干的 可偏偏这个阵法很奇特 那树干里有 可以移动树干的鬼魂 还有上面挂着的枇杷沟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利用周围的环境来杀人 是不是这八根树干 靠在一起堵死了我们 那奇门遁甲的八门就消失了 这时 叶长风突然问了一句 他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我们了 这树干形成的生死八门 如今已经快要靠在一起了 就是想要把我们活活烧死 可如果这八门全部靠在一起了 那就说明 这奇门遁甲已经没有作用了 没错 我点点头后 叶长风突然笑了起来 道 好好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 现在就让我来结束吧 我叶长风从来没求过人 只求你们 待我女儿活着离开 叶长风话音一落 就朝我和子龙汗手行李 我和子龙还没反应过来 叶长风就抱喝了一声 猛地朝那核拢的槐树树干靠拢 这八根巨大的槐树树干 已经很快就要合在一起了 叶长风突然冲上去 同时撑开了两只手 用双手来撑住 要合在一起的槐树树干 父亲 不要 你快回来 叶朱金看到了他父亲的意图后 当即哭喊着 就要冲过去 就拉他的父亲 可是太迟了 在叶长风用手撑住槐树树干之时 那上面旋转的枇杷勾 就勾在了他两边的肩膀 树干一动 那锋利的枇杷勾 直接刺穿了他的肩骨 鲜血如柱般地喷洒了出来 叶长风痛呼了一声 紧紧地咬着牙 艰难地朝我们喊道 走 这是我做的念 我自己来还 叶长风在喊我们走的时候 那枇杷勾 就快把他的身体给拉了起来 他支撑不了多久的 那槐树干一定会合拢在一起的 这就是这个阵法的奇妙之处 用树干上的枇杷勾锋路 活生生把我们困死在里面 如果我们强行毁了这树干 阵法也会让我们一起消亡 八卦阵是诸葛亮创造出来的 当年仅用一片乱石 就挡住了敌方的军马 可想而知 这阵法有多厉害 虽然简单 但却是卦象万生 如今加入了阴魂入阵 使得这八卦阵 失去了唯一的生路 全部死路 叶长风这样做 就是想要用他的死 来让我们活下来 用他的死 来变成一条生路 就在我想到这儿的时候 那树干上的火焰 已经把他的衣服给烧起来了 走 这个时候不能心软 更不能煽情 不然叶长风的死 就白白牺牲了 我大喊了一声后 就率先冲了过去 叶长风还在苦苦地支撑着 即将要合拢的树干 我是从他腋下钻过去的 李初九 求求你们保护我女儿 在我穿过去之时 叶长风就快速地说了一句 我没有说话 N了一声就钻了出来 我一钻出来 子龙就强行拉着叶珠金 从里面出来了 你放开我 我要去救我父亲 我不能看着他死 啊 叶珠金疯狂地挣扎着 想要扑过去救他父亲 子龙一把拉住他 哦 坦白说 你的死活跟我没多大关系 但叶长风临死前 让我们带你出来 我就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好啊 叶珠金也是凶了起来 咆哮道 那你放开我啊 我没让你管我 随你便吧 子龙也是怒了 直接松开了手 他的手一松开 叶珠金就要冲进去 我连忙拦在了他的身前 叶大小剑 你就算现在去 也就不了你父亲 这生死八门 已经合在一起了 在我说话的时候 这八根巨大的树干 就已经紧密地靠在了一起 完全看不到叶长风的身影了 我们从奇门八卦的阵法中跨出来 就直接退回了村子里 而这奇门八卦 再次被这鬼物给包裹了起来 叶长风已死 接下来便是叶家的家主 还有叶家的每一个人 我们刚一退出来 叶少青的声音 又在鬼物外面响了起来 那声音很冰冷 带着冷冷的仇恨 叶珠金死死地盯着鬼物外面 咬牙切齿地说道 叶少青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从小便叫我哥哥 看在这份情意上 我放你一马 你别再回叶家了 否则别怪我不认兄妹之情 叶少青也是冷冷地回应了一声 而就在他回应的时候 我和子龙就已经出手了 两人同时把法器插进了鬼物里 同时念咒驱邪 等我们的咒法一起了效果 那从地上冒出来的鬼物 就慢慢地缩回了土壤里 整个过程 只有不到半分钟的样子 这些鬼物就全部消散了 鬼物一消散 那邪门的奇门八卦阵法 就已经消失了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正是一棵烧焦的槐树树干 而这烧焦树干上 正用琵琶勾挂着一具烧焦的尸体 这尸体不是别人的 就是叶长风的 琵琶勾刺穿了他的两处肩膀 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 全都烧焦了 那肩骨被刺穿的两个地方 正有血液顺着琵琶勾流了出来 尸体往下一沉 伤口被撕裂开来 那焦黑的皮肤表层 瞬间就出现了一层鲜红的肉 这已经完全看不出 是叶长风的模样了 脸上都烧来扒在一起了 只能看到那两颗眼珠子 但也是像黑炭一样 被烧死的人 死状的确是最凄惨的 一阵风吹来 还带来了一阵烧肉的味道 叶绍青 我要杀你 看到自己的父亲 变成了这番模样 野猪精彻底地爆发了 一把把地上的金钱剑 给拔了起来 直接朝对面的 叶绍青冲了过去 找死 叶绍青冷哼了一声 手腕一抖 我就看到他的手里 出现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同时朝叶猪精冲了过来 刚一冲到叶绍青的面前 叶猪精手中的金钱剑 便连续朝他刺出了数剑 每一剑都是刺向了他的心脏 但叶绍青的身手 我是知道的 叶猪精连续刺了几剑 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 一躲开叶猪精的攻击 叶绍青也是吓死手了 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他们就交手了二十来个回合 叶绍青的身手不亚于我们 但叶猪精的身手也不错 他的身手很灵敏 此时又是发了疯的想杀叶绍青 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分出高下 毕竟打而大的也怕不要命的 在他们打斗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注意周围的情况 地上已经躺下了不少叶家人的尸体 但有些还活着 只是被琵琶勾刺穿了身体而已 还没有死 也有一些叶家弟子 不知道跑哪去了 但总体算来 这次叶家损失了不少的人 这也是叶绍青想要得到的结果 以他的仇恨 要是不杀光叶家的所有人 恐怕不会把休的 这个奇怪的阵法 原本是对付灵族和叶家的 只是现在灵族的人都还没有出现 他们的阵法被我们破坏了 周八字把我的事情传了出去 灵族的宗主肯定不会放过我 换句话说 灵族的人必来 我看向子龙的时候 他就在眯着眼睛 观察叶珠金和叶绍青的战斗 我看得出来 他想去帮忙 可这是单打独斗 他也不好说啥 我们不能这样僵持下去 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 想到这儿 我就朝叶绍青喊道 叶绍青 如果我们三人联手的话 你必定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要杀你更是易如反掌 但你我无冤无仇 我不想和你动手 看在你提醒过我的份上 你走吧 马上走 在听到我的话后 叶绍青便一掌逼特了叶珠金 看着我玩味地笑了起来 说 李初九 你以为你走的了吗 小一村只是个诱饵而已 你们也只是陪葬品 叶珠金我已经给了他机会 他不要 那我惊艳就要杀他 叶绍青一说完 眼神骤然变得阴冷无比 更是快如闪电地冲向了叶珠金 他此时的气息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感觉增加了一倍不止 原来他一直留着杀招 叶珠金的身手不如他 躲避了几个回合后 就被叶绍青一掌打中了肩膀 这一掌的力道很大 叶珠金当场被震翻在地上 嘴角有鲜血渗出来 脸色更是苍白无比 但他还想要站起来战斗 子龙却是几步跨到了他的身边 一把把他给拉了起来 看着叶绍青冷声道 叶绍青 别杀女人 你的对手是我 你走开 我不要你管 我要亲手杀他 叶珠金甩开了子龙的手 愤怒地吼道 我懒得管你 但我看不惯打女人的人 子龙冷冷地瞪了叶珠金一眼 但这一眼 竟然把叶珠金给震住了 更是让叶珠金愣在了原地 有些呆住了 哈哈 看到这一幕 叶绍青也是哈哈地笑了起来 笑罢之后 话锋一转 冷冷地说道 好啊 你要帮叶家出头 那就让我来会会你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老鬼头口中的人中龙凤 叶绍青话音一落 就直接朝子龙动手了 他们两人的身手都不简单 打了一个照面之后 两人就开始缠斗在了一起 两人的身影彼此交错着 快得只能看到他们的残影 还有那金钱剑和匕首碰撞的刺耳金属声 他们在打的时候 我就走到了叶珠金的边上 安慰了一句 叶珠金 你父亲是修道之人 他用这样的方式救了我们 对于他而言 这是一种解脱 因果循环 你也要学会看看 叶珠金很聪明 很多话用不着说透 叶珠金看了一眼 那树干上烧焦的尸体 挣了一会儿 这才点了点头 他很理智 刚才的疯狂已经过去了 我看他的情绪没事了 这才问他 你们有没有追到 那带走坛子的矮骡子 还有那鬼算师呢 我没有追到矮骡子 叶珠金摇了摇头 说 赵子龙说 鬼算师去了东南方向 应该是去了死尸客栈 好 我顿了一下 看着那山谷入口的方向 还没有人进来 那就说明 灵族的人还没出现 我心里想 他们是不是看出 这是一个陷阱了 干脆就不来了 任由着我们自相残杀 但不管怎样 我已经拖不起了 这次出来 必须要杀周八字 他就在死尸客栈 得尽快解决了叶绍青 对于叶绍青 我不想杀他 也更不想和他动手 只想让他离开 想到这儿 我才注意 他和子龙的战斗 两人的伸手不相上下 双方的攻击 更是密不投风 两人都没有使用倒数 恐怕是想在伸手上 奋出个胜负了 但这样下去 恐怕打到天亮 两人都不会奋出胜负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才朝他们喊道 叶绍青 你和子龙的伸手差不多 想短时间奋出胜负很难 但我们现在有事情要做 你走吧 才刚开始 急什么 叶绍青轻松一笑 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的忍耐心也是 到了极致 到 那你就不要怪我们 已多欺少了 说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加入了战斗 两个人一起对付他 我们两人一出手 叶绍青当即落入了下风 哼 我还以为你们是正人君子 没想到已多欺少啊 叶绍青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我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 只好说 叶绍青 你如果真的想和我们打 改日我们约个时间 一定陪你奋战到底 如何 李初九 你的小心思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想去找周八字吧 不过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你去 只是找死而已 叶绍青玩味地嘲讽道 哼 我冷哼了一声 说 血海深仇 哪怕死 也要讨一个公道 说话间 我就猛地一掌 朝他打了过去 叶绍青当即往后一退 用双手挡住了我这一掌 他这样一来 就露出了破绽 子龙眼急手快 一拳打在了他侧面的腹部上 这一拳的力道很重 直接把叶绍青打翻在地上 一声痛呼后 脸色苍白地不行 一只手按住了侧面腹部的地方 咬牙切齿地说道 卑鄙 你们有帮手 我也有帮手 老鬼头 你还不出来帮忙 来了 来了 大少爷 你不要着急啊 而叶绍青话一说完 我就看到那算命老头 扛着算命旗就跑过来了 看到他的出现 我才意识到 他应该早就在暗中观察我们的战斗了 这算命老头 恐怕早就知道 我们来小一村了 而他跑过来后 就静止跑到了叶绍青的身后 顺手把他给搀扶了起来 脸上却是阴险地笑了起来 大少爷 我家主人可不是让我来救你的 而是要我来杀你的 啊 只听到叶绍青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老鬼头的匕首就捅进了他的后背里 刹那间 叶绍青的背就猛地崩直了 张着嘴巴痛苦地呼吸着 脸上的五官都已经猙獰了 你 叶绍青似乎不相信 老鬼头会暗算他 极度的愤怒让他说不出话来 老鬼头一脚把叶绍青踢倒在地上 顺势在他怀里摸出了一个小瓷瓶 阴狠地说道 你敢用生死勤鼓来威胁我家主人 你就要知道 你的结局会是怎样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家主人 你如今大仇已报 可以去地府报到了 哈哈 子龙 别让他走 反应过来的我 当即就朝子龙喊了一声 我们几乎是同时朝老鬼头冲上去的 可刚一冲过去 老鬼头就张开嘴巴 只看到 他喉咙一翻 一只三尸骨当即从他嘴里飞了出来 小心 看到那三尸骨 我连忙拉住了子龙 迅速往后退 在那三尸骨飞过来之时 我就用震魂尺 把他拍成了肉酱 可那老鬼头却早就跑了 只能看到他的身影 迅速地消失在了黑夜里 该死 又让他跑了 我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 在看那地上的叶少青时 他已经快死了 但已经是趁着身体 咬牙愤恨地说道 我不甘心 叶家的人还没有死绝 我还没有救出我母亲 还有周八字 嗨嗨 叶少青的话已经说不清楚了 开始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他一咳嗽 鲜血就从口里咳了出来 你想就这样死了 不可能 你要死在我的手里 而就在这时 叶珠金突然冲了上来 我正准备拦住他 一道阴风突然吹了过来 夹杂着无数的枯叶 吹得很凶猛 更是让人睁不开眼睛 我连忙用手挡住了眼睛 同时也在看叶珠金 生怕这个时候 有人会偷袭他 可这风太大了 叶珠金也是根本没法上前 去杀叶少青 可说来也奇怪 这阴风突然就消失了 等这些枯叶落到了地上 我们才看到 地上根本就没有 叶少青的身影了 被人救走了 叶少青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欠我一条命 叶珠金冷冷地说了一声 我心里也想不明白 到底谁还会把叶少青给救走 他如果还活着的话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叶家的人不死完 他是不会结束的 唯一的办法 只有回去让叶唐放了那个女人 说不定还有最后的转机 我见周围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这才看向了叶珠金 叶珠金 叶少青就是想对付你们叶家的人 刚才他被捅了一刀 生死未捕 最起码短时间内 他无法攻击你们叶家了 你们叶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走吧 我和子龙 要去做我们的事情了 告辞 子龙更直接 我一说完 转身就要走 等等 子龙一走 叶珠金立马喊住了他 道 我和你们一起去 他的语气根本不像是请求 更像是命令 我无奈地笑了笑 说 叶大小姐 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要去对付周八字 极有可能回不来 你还是回去吧 谁知 我这么一说 叶唐就瞪了我一眼 道 我说了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少废话 磨磨叽叽的 像个娘们一样 说完就走在了子龙的前头 留下我一个人在后面 恶然无语 但我转念一想 就想明白了 叶珠金坚持要去 怕是想那坛子里的男鹰 毕竟 那男鹰在他肚子里待过 又叫他一声娘 这娘们 真是有意思啊 我看他们都往前走了 也不敢耽搁 跟着就追了上去 我们朝东南方向的位置出发 上了山坡后 就是树林 我们没有顺着小道走 而是在林子里走 一进入树林 我就看到那树干上留了记号 这记号留得很隐蔽 但仔细一找就看到了 这上面的记号 正是叶珀他们留下来的 之前去的那些人 已经死了几个 我最担心的是 叶珀也出了事 我们的速度很快 差不多穿梭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我们就已经翻过了 眼前这山头 一站在山头上 我们就看到 前面不远处 出现了一处凹地 周围全是高耸入云的大山 那一块平地 就好像凹陷进去的盆地一般 周围的大山 就是最好的天然屏障 而定睛一看就会发现 在那平地深处 赫然出现了一所灯火通明的老房子 正是那死尸客栈 这死尸客栈和普通的客栈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这死尸客栈不是给活人住的 而是给死人住的 而且 死尸客栈白天是不开门的 只有晚上才会开门 这是他们这一行的规矩 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 从未改变过 最初的死尸客栈 又叫阴阳客栈 是专程给那些夜里的走阴人 行个方便的 曾经的死尸客栈 也是盛极一时 这死尸客栈和普通的房子构造 也完全不同 是长方形的建构 房顶上面没有房梁 更没有吊脚的屋檐 是平整的 就像长方体的构造一样 开口很深 越往里面越窄 普通人自然是看不出啥门道来 可我们修道之人就很清楚 这种房子构造 就是按照棺材的样式来打造的 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开口的地方 只有两根圆柱来支撑的 开口有多宽 两道门就有多宽 而门的两边 正挂着一对白灯笼 用这白灯笼 一来是表明 这是死尸客栈 二来 是给那些夜里的走音人 还有尸体指路 所以 一看到这样的房屋构造 我就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死尸客栈 子龙看了一会儿 笑道 朱九 咱们终于找到了 嗯 我尽量压制心里的激动 但那种激动之情 还是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脑海 这周八字肯定就在里面 这次看他往哪里逃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夜珠金立马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说 这周八字诡计多端 而且又极度地狡诈 如果这真的是他的老窝 那肯定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夜珠金这么一说 立马就让我和子龙平静了下来 他说的没错 以周八字的手段 不可能这么轻易地 让我们攻进去的 就在我在想办法的时候 夜博带着三四个夜家弟子来了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 他就率先打起了招呼 初九 是我 夜博 你们 总算是来了 听到是夜博的声音 我们才放松了警惕 我数了一下他身后的人 还剩下五六个的样子 其他的人应该全部出事了 我顿了一下 还是问了出口 夜博 其他人呢 全死了 夜博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 我们等的时间太长了 担心你们出事了 都已经做好了打算 如果你们还不来 那我们只有回来找你们了 夜博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看这些夜家弟子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倦 但更多的是担惊受怕 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第一次也是很正常的 夜博 你们在这盯梢了几天 可有什么发现没有 夜朱金问了一句 夜博点了点头 说 我们按照大小姐的要求 向东南方向一直走 就找到了这个死尸客栈 我们不敢贸然去打探 就藏在暗中观察 这几天里 这死尸客栈来了很多人 但他们进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你们之前 我还发现一个抱着坛子的人 进了死尸客栈 也是没有出来 夜博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分析 他说的这些人 极有可能就是小一村来的那些走鹰人 他们一夜之间突然蒸发了 肯定是躲到这个地方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死尸客栈里 全是人 子龙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说 如果这些人都进去了没有出来 那说明是周八字让他们去的 我们硬床肯定不行 而这死尸客栈 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更是连窗户都没有 想浑进去也不行 所以 我们得想其他的办法进去 这里面这么多走鹰人 我们贸然进去的话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 这是他们的地盘 子龙说的话 也是我担心的 但我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就说 可我们现在咋整 不可能一直在外面守着吧 我这个问题 好像把他们都给问住了 好像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其实我们心里都有谱 最好的办法就是等 等里面的人出来 可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最担心的是邻族的人会杀来 到时候 一个周八字就够我们头疼的了 如果再来一个邻族 我怕我们没机会活下去了 越是这个时候 我的理智越是清醒 师父托梦的那些话 不自觉就在我脑海里浮现了出来 说我和子龙的生死劫来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坐不住了 既然都来了 迟早要面对 不如我们就登门拜访吧 他们有时间 可我们没有 我一说话 子龙就朝我点了点头 支持我的意见 叶伯这时却笑了起来 说 这样吧 我来带头 毕竟我年轻时也走南闯北过 认识不少的人 如果有认识的人 自然好说话 如果情况不对 我们就只有应来了 我的意思就是 见机行事 叶已经完全深了 等天亮了死尸客栈 就会关门了 我自然没意见 说 如果没问题 那我们就 按照叶伯的方法来办 好 叶朱镜也答应了下来 跟着叶伯 就在前面带路了 我和子龙 混在叶家弟子的队伍中 尽量避开耳目 从山头上下来后 这小盆地的地面 就很平整了 地上有很浅的青草 还有一条石头 铺出来的小道 我们没有选择 鬼鬼祟祟 靠近死尸客栈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 朝死尸客栈走 走了四五百米的样子 我们才总算到了 死尸客栈的门前 死尸一看 眼前的死尸客栈 更加清晰了 整个房屋都上了黑漆的 就是和棺材一模一样的构造 可以称作为棺材房了 大门的入口没有门槛 就是可以让尸体跳进去 只是有两部石台阶 这大门也是开一半关一半的 开着的给活人走 关着的给死人走 和死人物的规矩是一样的 里面很深也很昏暗 应该点的是青油灯 门口的地方还有帘子挡着 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是啥场景 叶博让我们停了下来 走上了两部石台阶 并没有立即进去 而是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走脚路过 万邪避让 夜路难走 各走各道 叶博一喊 房门上挂着的两个铜铃 就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好像是闹钟的声音一样 要是这铜铃不响 我们还没有发现 这巧妙的设计 而此时的叶博 正在拜山头 也叫心话 听得懂的人 自然是一路人 听不懂的人 自然不会让我们进去 伴随着那叮铃铃的声音响起后 里面就有人问了起来 脚踏阴阳 人走何道 叶博淡淡一笑 回答说 人走阴 鬼走阳 阴阳颠倒 是乾坤 天亮了 请来歇歇脚吧 叶博一回答上来 里面的人 就让我们进去了 叶博汉手说了一声感谢后 跟着就跨了进去 在他跨进去的时候 他的另一只手 就放在了背后 悄悄指了指上方 我顺着看上去 当即一惊 只见那白灯笼的上方 在我们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在低头看我们 我们不敢对视 跟着叶博走了进去 掀开帘子一进去 我就看到这房子 里面竟然坐满了人 这屋子起码摆了 十来张八仙桌 每张八仙桌上都坐着人 一看他们的样子 就知道不是普通人 有的长相 很是丑陋矮小 应该是被师将职业的 有的五大三粗 但眼睛很犀利 应该是夜里的走阴人 扫一眼 就发现 这屋子里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可谓是鱼龙混杂 而左侧的边上 则是有一处柜台 柜台上的人 正在打算盘珠子 我一看到是他 连忙把头给低了下来 这死尸客栈的掌柜 不是别人 正是那会鬼撑鼓的鬼算师 我其实是心理作用 因为他根本没有 见到过我的样子 我就是害怕 被他认出来 这才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刚一低下头 这鬼算师 就笑着打招呼了 各位请坐 来到此处 就好生歇息吧 有劳掌柜了 叶博董这一行的规矩 应付起来得心应手 我们找了一处 没人坐的桌子 刚一坐下来 就有人给我们上了酒和肉 我和子龙 坐在最角落的地方 我们选的这个位置 不但可以把我们隐藏起来 更是能够看到 整个屋子的情况 在我们进来的时候 这些走音人 就抬头扫了我们一眼 但很快就低下了头 自顾地喝酒沉思 还有的不停地在抽山烟 只听到那啪哒啪哒的声音 好像我们的进来 根本就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在我左右观察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边上坐的 竟然是雪梅对面的 那个铁匠 我看到是他 就小声给他打了一声招呼 大叔 还记得我吗 可这铁匠 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在喊他 或者说是根本不鸟我 自顾地喝他的酒 我正觉得疑惑 叶博忽然拉了我一下 小声地在我耳边说 初九 在死尸客栈不能有熟人 就算认识 也不要打招呼 为啥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叶博就笑了起来 解释说 走音人彼此不干涉 各走各道 你看我们进来这么久了 他们可曾有人打招呼 叶博这么一说 我也意识到了 这些人应该一大半 都是小一村的人 可就是没有人 互相说话打招呼 这屋子里太近了 近得让人心里不踏实 这就好像是心理战术一样 我们明明知道 这是周八字的底盘 可我们还要假装 他没有发现我们 但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如果他们动手 我就说周八字 是利用他们的 准备策反他们 这也是为啥 刚才我会和铁匠 打招呼的原因 时间做得越长 我心里就开始烦躁了 不光是我 就连子龙和叶珠金的脸色 也是沉重了起来 好像除了我们 也有走音人坐不住了 问了一句 掌柜 石山到了吗 这人一开口 我们就立马朝鬼算师 看了过去 只见他皱了皱眉 没有说话 静止地走到了大门的方向 看了一眼外面后 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 客人已经来了 可惜东风未吹 天要亮了 不等了 先对付外人吧 就在他话音一落 我就听到了一阵 稀稀锁锁的声音 一听到这声音 我就警觉了起来 顺着那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 正好就看到鬼算师的头顶上 竟然掉下了两根 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那铁链子上 还有两个钩子 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鬼算师蹲了下去 抓住了铁链子上的铁钩子 手腕一发力 直接把这对铁钩子 给抓了起来 抓起铁钩子后 这鬼算师就把这钩子 挂在了大门的门环上 那门环也是同打造的 铁钩子一勾紧后 鬼算师就仰头朝上面 喊了一声 点天灯 开始 他刚一喊出来 那铁链子就 稀稀锁锁地往上拉了 就好像有人在上面拽一样 眨眼的功夫 那铁钩子的拉力 就把开着的那道门 给拉关上了 特别是那两根 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更是蹦直地 发出了框框的声音 好像上面的拉力很大 随时要把这铁链子 给绷断一样 我不知道 上面是啥玩意儿 但我看到 这大门 已经快要给拉关上了 正觉得事情不对劲 我边上的铁匠 突然拉了我一下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用筷子沾着酒水 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字 跑 我一看到这个字 心想坏事了 他们是故意请君入瓮 就等我们钻进 他们的袋子里来 顾不上其他的了 当即朝子龙喊了一声 子龙 我们被发现了 我一说话 子龙的金钱剑 猛地就抽了出来 那几个叶家的弟子 也是抽出了铜钱剑 团团把我们给保护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大门突然被铁链子 给拉关上了 铁链子拽得很紧 把大门也是拉死了 想要逃出去 就要砍断那铁链子 或者把铁链子上面的东西 给拉下来 只有铁链子没使劲了 这门才打得开 而在我们拔出武器的时候 这些走音人 也是立马站到了一起 抽出了武器 冷冷地看着我们 李初九 我们主人想对付的 不是你 你只是蝼蚁而已 要杀你随时都有机会 你是一个好棋子 只可惜背后的人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忍得住 这门一关上 鬼算师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淡淡一笑 周八字不想杀我 只是想用我把铃族的尊主 引出来吧 但铃族的尊主 似乎看不上你们 更看不上我 不然的话 不至于现在都没有露面 我直接点穿了鬼算师 鬼算师就阴狠地笑了起来 说 你说的没错 从攻击叶家开始 主人就是想利用你 来引铃族的人出现 不光是铃族的尊主 主人更想让道门 和铃族厮杀 血流成河 才是我家主人最想看到的 只可惜 铃族的尊主 没有上当啊 太遗憾了 这一切 叶绍卿已经给我解释过了 叶绍卿也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周八字利用走鹰人攻击叶家 我们自然会想到 是铃族的杂门 如果周八字的阴谋得逞 那叶家和铃族 势必会开战 到时候 就真的中了周八字的计 这也算是我们的误打误撞 破坏了周八字的计谋 更迫使他不得不对我下手了 我既然赶进来 你觉得 我会没有准备 我冷冷一笑 随即提到了分贝 大声地喊了起来 周八字 我是李初九 我来找你了 你当年没有杀死我 是我命打 我一家人的命 你必须血债血偿 别费力气了 主人是不会见你的 鬼算师不屑地笑了笑 既然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那就先杀了你 再对付灵族 鬼算师一说完 就对着屋里的走鹰人说道 你们一生和尸体阴魂打交道 中了五壁三缺的诅咒 主人手上有藏风珠 能够破解你们的诅咒 杀了他们 你们就可以解除诅咒了 这葬风珠 对他们的影响太重要了 鬼算师一说 这些人全都红了眼 举着武器喊道 为了我们的后代 为了摆脱我们身上的痛苦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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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么一吼 屋里全是他们愤怒激动的回鹰 我看他们还没有动手 立马跳上了八仙桌 大声道 各位 请听我一句 我知道 你们都是走鹰人 受了五壁三缺的诅咒 可那藏风珠 是何等宝贝 你觉得 周八字会给你们吗 他只是利用你们而已 如果你们继续滥杀无辜 只会加深罪念 更会给你们的子孙后代 带来痛苦 我这番话一说出来 这些人就沉默了下来 我看我的话起了效果 没等鬼算师开口 就继续往下劝说 我太了解周八字了 为人阴险狡诈 又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藏风珠 固然可以改变五壁三缺 但更需要你们 多做善事 多基因德 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一起 等我杀了周八字 我便把藏风珠交给你们 如何 这些走音人 虽然从来不和外人打交道 但他们心底不坏 只是被周八字威胁 做了违背天理的事情 如果能够策反他们 让他们和我站在一条线上 那我的胜算 就会多几分 而鬼算师 却是不屑地笑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你们别被他挑拨离间了 就差最后一步 杀了他 你们就可以得到藏风珠 你们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可是正统的修道之人 他们瞧不起你们 你们在他们眼里 叫做走音人 也是灵族的杂门 灵族随时可以奴役你们 但主人就是要灭掉灵族 灵族灭了 你们才会真正地解脱自由 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们也该知道 如何选择了吧 鬼算师这番画起了 很明显的作用 那些原本被我说动的走音人 立马就开始动摇了 看了我一会儿我 又看了一眼鬼算师 私下就开始窃窃私语了 但一时之间 好像谁也没有拿定主意 他们现在在犹豫 犹豫能不能得到藏风珠 这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但同时 他们也想摆脱被灵族的控制 他们属于道门的杂类 也就是属于灵族的范畴了 灵族很多高手 都是从他们这些走音人中选进去 一旦发生了啥事 他们肯定也要为灵族冲锋陷阵的 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 和平的生活才是他们想要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解除 五必三驱的诅咒 更要摆脱灵族 这才会真正地像普通人那样自由 永远不受奴役 我看到他们摇摆不定 心想还有希望 就立马开始劝说了起来 大声道 各位 周八字想用我把灵族的人引出来 更想要阴气灵族和道门的战争 可是灵族的尊主根本不屑意来 所以他不会来 就算他来了 真的发动了道门之间的战争 你们能逃脱吗 所以 和我一起吧 杀了周八字 我给你们藏风珠 你们才会真正地自由 我这么一说 他们脸上的犹豫之色 更加明显了 可没有人敢出来表态 我心里已经是做好了准备的 在进来之前就知道没有退路了 必须要找到周八字 这次是最好的机会 如果在没进来之前就躲起来 那就更别想找到他了 要是不能策反这些走阴人 那也只有硬着头皮拼命了 就在我握紧正魂尺的时候 那铁匠大叔突然站了出来 说 各位 我倒是相信这小伙子的话 我们之前太在乎自己的舞弊三缺了 这才会迷失了自己 他说的没错 藏风珠如此重要的宝贝 周八字肯定不会给我们的 他是在利用我们 我这一生打造了无数的鹰鹿武器 很多武器会如此厉害 就是因为我加入了鹰魂的怨气和执念 虽然武器很邪门 可里面的鹰魂却无法投胎转世 我为了生存赚钱 逆天行 五臂三缺的诅咒解除不了 但多做善事 多基因德 恐怕我的子孙后代 不会落得同样的结局 你们说对不对 铁匠大叔一说话 比我的效果好百倍 他此番话一说出来 我就看到很多人蠢蠢欲动了 只差最后一步就站到我这边了 但他们太谨慎了 还在处于观望的状态 就等着另一个出头鸟出来 可我相信 他们都不会泯灭良知的 一定会站在正义的一边 而就在我心里大喜过望之时 我突然就看到铁匠大叔的脖子上 不知何时爬了一只小虫子 那小虫子的眼睛 闪烁着星红的光芒 我一看到这虫子 当即大呼了起来 大叔 小心脖子 我这么一喊 铁匠大叔立马就意识到了脖子的地方 赶紧用手去拍 可他的手还没有拍到脖子 那虫子直接钻进了他的皮肤里 很快就消失了 该死 我看到那虫子钻进了他的身体 便愤怒地大叫了一声 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虫子就是蛊虫 能控制蛊虫的人 除了古苗寨的先灵婆 便是周八字了 铁匠大叔此时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摸着他的脖子问我 小伙子 我怎 铁匠大叔的话还没有全部说出来 就已经说不出来了 猛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瞳孔瞬间放大 眼珠子里全是血丝 那张辣黄的脸上全是惊恐和害怕 只是一两秒钟的功夫 他的脸上就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血纹 那张辣黄的脸瞬间变成了铁青色的 完全和死人的肤色一模一样 紧跟着 我们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无比难闻的腐烂恶臭 这恶臭熏的人头昏脑胀 就是这眨眼的功夫 铁匠大叔的脸就开始腐烂了 先是出现了无数的脓包 随即脓包里就开始化脓了 那腥臭的脓液里 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虫子 是那蛊虫衍生的小虫子 不要 相信周 周八 铁匠大叔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了这句不完整的话 还没喊完 身体骤然一软 像泥巴一样瘫在了地上 顷刻之间 他的肉体变化成了一滩腥臭的血水 那血水里 全是小蛊虫 周八字 你这个老不死的 既然出手了 就滚出来吧 我心里此刻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这铁匠大叔不是坏人 刚才提醒我跑 最后又帮我 可却是落得了这般下场 我愤怒地骂了一声之后 拿着一张灵符 就扔向了铁匠大叔化作的血水 咒语一念 灵符滋拉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这爬满小虫子的血水 更是像泼了铜油一样 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 那里面的小蛊虫 瞬间被烧成了焦炭 而这一手 却是让那些走音人害怕了 纷纷往后退 全都朝着鬼算师的方向退 我知道 他们已经彻底站在了周八字的阵营里 他们虽然会邪门的法术 但还是害怕 这恐怖残忍的蛊术 我咬了咬牙 也是怒了 没有准备 继续策反了 先礼后兵 说 我本无意和你们动手 但周八字 我必须杀 所以 得罪了 哈哈 就在我准备动手的时候 那里面的屋子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大哮声 伴随着这大哮声的响起 我更是听到了 一阵鼓掌的声音 啪啪啪 这声音一响起 那柜台后面的门 就被人推开了 门一推开 我就看到一个 拄着铁拐杖 带着墨镜的人走了出来 脚下的裤管 依旧是空荡荡的 没有双腿 只是装了甲脂而已 但他那副 没有任何血色的嘴脸 我再熟悉不过了 这张脸 这个人 我永远地刻在了心里面 就算他化成了灰 我也认得 永远也不会忘记 就是眼前的周八字 他害死了我一家 用蛊虫 毒死了我师父逍遥子 让我的故乡麻沟村 变成了人间地狱 也更是让我走上了 这条没有回头路的修道之路 这一笔笔血海参愁 我恨他 恨到要吃他血肉 包他皮的地步 我看着他走出来 就失声地大笑了起来 道 周八字 你这个老混蛋 终于舍得露面了 我等这一天 足足等了八年的时间 是啊 八年了 我也快要解脱了 周八字淡淡一笑 没有理会我 好像看到了我身边的叶伯 道 小师弟 想不到你也来了 多年未见 不知你是否有长进了 师兄 你做了多端 就不怕师父 再天有灵会怪罪你吗 叶伯站了出来 冷冷地问道 师父 周八字 呢喃了一声 不懈地笑道 师父他老人家 把震魂齿给了我师兄 我已经把他杀了 没有师父了 这下就没人怪罪我了 你也别说我 小师弟 你自己不也是个 心术不正的人 你当真以为 你那些事 我不知道吗 我只是 看在你叫我师兄的份上 才让你活到了今天 周八字这番话一说出来 叶伯就不敢开枪了 冷哼了一声 就退了回去 道是这周八字 如同是掌控了我们命运的神一样 高高在上地看着那些走音人 道 你们跟着我不会错的 跟着其他人只会死 因为 只要和我作对的人 下场都会很凄惨 我说过 灵族的尊主 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 因为 周八字说到这儿的时候 目光就看向了我 玩味地说道 李初九 你恐怕还不知道 你娘的真实身份吧 你就没想过 灵族的尊主会 如此愤怒吗 会残忍地把你们麻沟村 变成人间地狱 更差点将我错骨扬灰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娘的身份 周八字这番话 完全是一字一句地说出来 言语之间 更是充满了愤怒 我更是正住了 因为我对于我娘的事情 一无所知 只知道她是灵族的人 但从来不知道她的身份 周八字见我正住了 善善一笑 玩味地说道 今天我就告诉你吧 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 你娘不是普通的女人 她是灵族的圣女 地位仅此于灵族尊主 她的法术是治愈系的 只会救人 不会害人 圣女一生供奉灵族 只能嫁给尊主 诞下的子嗣 如果是女孩 就是下一任圣女 如果是男孩 便是下一任尊主 你奶奶在捡到你娘的时候 你爷爷就看到了她的玉佩 知道了她的身份地位 只可惜 你奶奶太愚昧无知 强行让她传宗接代 这才让尊主如此愤怒 这才导致了麻沟村 导致了你变成这番模样 嗡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的脑袋就完全蒙了 只听到一阵嗡嗡的声响 犹如耳鸣了一样 可我的心里 更是犹如惊涛骇浪一样 久久不能平息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娘的身份地位 竟然是邻族的圣女 怪不得我爷爷 看到我娘的第一眼 就让我奶奶 把我娘送走 还威胁我爹不让她洞房 不然会害死一家人 我爹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在爷爷去坐镇法眼 保护村民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我奶奶 捡到我娘的时候 我娘就已经怀孕了 可如此说来 我的亲生父亲 难道是邻族的宗主 他们说 我是小野种 难不成邻族的尊主 也不想让我蒙羞 这才要杀我 因为 我记得很清楚 我杀左鹰的时候 他就告诉过我 邻族的尊主 不会放过我 在我完全愣住的时候 周八字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笑得太激动 太开心了 那墨镜下面 竟然有眼泪流出来了 笑八之后 这才看着我 重重地说道 所以 我一直没杀你 就是想通过 你把邻族的宗主引出来 你是他的儿子 就算被人骂成小野种 他也不会不管你的 不然的话 你以为你和赵子龙 还有你那个老不死的师父 真的能够在苗王里 活这么多年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那邻族尊主 绝对不会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害了麻沟村 带走了我娘的魂魄折磨他 我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 他不是 我已经完全傻了 只能在心里慌乱地叫喊着 我记得 我娘在古苗寨神术的时候 曾告诉我 让我不要打听我 亲生父亲的消息 不然会害了他 也会害了我自己 所以 邻族的尊主不是 他不是 我越想越是慌乱 可周八字这番话 不停地冲击我心里 不停地摧垮我的信念 他在告诉我 邻族的尊主 就是我亲生父亲 你的父亲害了你们麻沟村 也等于害了你爷爷 我可还等着你去找他复仇呢 此杀父 我最喜欢的 便是这种惨剧 哈哈 周八字又说了起来 笑了几声之后 语气突然变得凌厉无比 道 当年在麻沟村 我准备强行逃出去的时候 他就要杀我 我的乖徒儿左鹰 为了活下去 竟然背叛了我 亲手把我给杀死了 那邻族尊主 还差点毁了我的肉身 可惜天不亡我 他们不知道 但我不喜欢喝人血 吃人心脏来续命 我暗中计算了这么多 就是要把邻族的尊主 引到这个地方来 亲自喝干他的血 生吃了他的心脏 疯子 周八字 你不光是个疯子 还是个恶魔 子龙见我挣住了 突然抱喝了一声 跟着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道 初九 我不管你是啥身份 哪怕你是邻族的下一任尊主 你依然是我的师弟 有我在 我就不会让人干扰你 更不会人害你 哪怕有一天你我仇敌相对 我仍旧站在你背后 杀光所有想要害你的人 子龙的话很重 几乎是嘶吼出来 他这么一嘶吼 我的身体就猛地一击灵清醒了过来 但后之后的我 立马就意识到 子龙这番话不对劲 他现在给我说这些话 难道他知道了 师父口中所提的 就是我们龙虎相冲的命格 我一直以为不知道 难道他是故意瞒着我 不想让我心里有负担 才隐瞒我说 他不知道师父口中的担心 在我沉思的时候 子龙的眼神就看向了我 无比的坚定和肯定 冲着我裂开了一道爽朗阳光的笑容 说初九 今日我们来就是杀周八字的 为了你们一家人的惨死 为了师父的枉死 听到这些话时 我的心智才恢复过来了 刚才周八字那些话 却是让我迷惘动摇了心智 我咬了咬牙 转头看向了周八字 大声道 对 今日我来 就是要杀你的 杀我 哈哈 周八字不屑地笑了起来 说 凭你那点道行 还不够 连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 更别说你了 是吗 我冷冷一笑 啊 我现在是玄真一门的长教 你看到我 理应叫我一声长教 还要行贵拜礼 不然 你便是七师灭祖 笑话 周八字玩味地笑道 你不是我们一门的长教 你是邻族的下一任尊主 不过 你倒是提醒我了 等我杀了你 再杀了邻族的尊主 我倒是可以用震魂尺 来恢复玄真一门 那龙虎宗当年和邻族莫名 发生了斗争后 就封闭了山门 再也没有出现过 风水轮流换 以后的龙虎宗宗主 该我玄真一门的周八字来做了 呸 叶伯看不下去了 当即呸了一口 说 师兄 你好生不要脸 你杀了师父 七师灭祖 你是玄真一门的叛徒 就算你得到了正魂尺 玄真一门的人 也不会放过你 小师弟 看来你是活够了 周八字嘴角一抽 冷冷地笑了起来 但没有攻击的意思 而是看向了那些走音人 说 你们心里最好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我是心狠手辣 但我不会对自己的人下手 对付他们 你们用不着动手 一会儿灵族的尊主来了 你们尽管放开杀便是 如果敢有人背叛我 我可知道 你们的妻儿藏在何处 你们不想 他们变成打铁匠这样吧 周八字一威胁 所有的走音人力跪了下来 恭敬地说 请放心 我们一定听从 你的命令办事 只求你放过我们的妻儿 这些走音人 一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向来都是孤独截然一人 从来没有家 如今有了家 有了妻儿 自然放不下他们 他们的妻儿对他们而言 比他们的命还要重要 所以 就算周八字 让他们做任何事情 他们也不会犹豫的 周八字心狠手辣 这就是我们比不过他的地方 和他打了这么多次交代 我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 就是因为我没有他狠 没有他桑尽天良 他可以为了自己 害死所有的人 但我不能 因为我是修道之人 要遵从正义和善良 我知道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 就大声喊了起来 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 没有回头路 但不管怎样 我们要记住 我们是修道之人 绝对不能违背道义 誓死与邪术对抗道地 今日哪怕死 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我一吼出来 所有人都是热血沸腾了 只有站 没有逃了 我的目标是周八字 准备一进攻 就直接朝他出手 可我们还没有出手 周八字突然不满地说了一声 鬼算尸 他们怎么还没有事 周百在一说 我的身体突然就软了 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好像是中了啥迷香 不光是我 我一回头的时候 我身后的人竟然全都贪软在了地上 全都中招了 是鬼迷香 叶伯道在了地上后 咬着牙说道 鬼迷香是用银鬼香混合迷药提炼的 无色和香的味道一模一样 不但可以对付鬼 还能对付人 中了鬼迷香的人 全身无力 最起码要两个十身药效才能过去 对于普通的修道之人并无影响 但如果是修炼真气的 更是无法催动真气逼毒 一旦催动丹田出的真气 就等于自杀 叶伯解释的时候 我就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动 可我的身体太软了 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 也无法使劲 我体内的真气 又封着仙灵婆身上的阴谷 我原本已经打算好了 实在不行 就用真气来逼毒 哪怕阴谷害死我 也要最后一波 可听到叶伯说不能使用真气 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这时才看向了鬼算师 原来他不知何时在柜台的地方点了香 这才是我们无意中中的鬼迷象 但我好奇的是 这些走阴人 他们却没有事 应该是提前吃了解药 我现在心里懊恼的不行 我们还是太年轻了 周八字明摆着要对付灵族 还有很多 我们肯定没有想到的手段 我们就是一个小白鼠 来帮灵族的人 抵挡了所有的危险 李初九 你得学着点 有时候不是用蛮力和倒数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 得学会用脑子 莽夫活不长的 玩心计才能长命百岁 哈哈 周八字看着我得意地笑了起来 跟着踩手一挥 重重地说道 把他们全部放成天灯 我就不信 灵族的尊主不来了 就算他不来 李初九他娘的鬼魂 也一定会来 你们打好精神 到时候见到灵族的人 见一个杀一个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杀了灵族尊主 我就可以重转为人了 好的 周八字一说完 转身就进入了礼屋 那门砰一声关上了 鬼算师就窝窝地吼了两声 他一吼 那勾住大门的铁链子 稀稀锁锁地就落了下来 这手腕粗细的铁链子一落下来 死尸客栈的大门 再次打开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挣扎着 可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身上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连站都站不起来 更别说和他们拼命了 别挣扎了 鬼魅乡的解药 只有我们有 来 帮他们绑起来 鬼算师冷笑了一声 挥了挥手 其余的走阴人 便拿着麻绳 把我们捆了起来 捆得很结实 根本没法挣脱 他们一把子龙扶起来 子龙就大骂道 有本事别玩鹰的 来和老子单打独斗啊 你们除了会玩鹰的 还能干什么 像得缩头乌龟 啊 子龙的话还没骂完 鬼算师便一拳重重地 打在了他的腹部上 力道不小 打得子龙痛呼了一声 更是疼得 让他拱起了身子 想要单打独斗 那你们去阴曹地府打吧 一群没脑子废物 等死吧 鬼算师冷冷地骂了一声 跟着就把我们拖出了 是死室客栈 在我们被拖出来后 我就看到外面的平地上 站满了不少人 天灯是人皮来做的 里面燃烧的火焰 也是绿油油的 是鬼火 随着那火焰燃烧起来后 这人皮天灯 就慢慢地鼓了起来 接着就开始往上空飘了 人皮天灯的下面 则是绑着两根巨大的铁链子 之前那关门的一出 应该也是用人皮天灯来完成的 我知道天灯的意义 一般是为人召魂用的 但这用人皮做的天灯 还有那燃烧的鬼魂 很显然是引鬼用的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 想要干啥 但他们既然选择用人皮天灯 砍 我还没反应过来 鬼算师就喊了一句 他一喊 有两个人提着砍刀就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言语 直接把零个叶家弟子的脑袋 给砍了下来 那脑袋一滚到地上 鲜血便如柱般地喷射了出来 只看到这叶家弟子的尸体 倒在地上 痛苦地抽出了几下之后 彻底地死了过去 跟着 这两个人就把他们的脑袋 给提了起来 直接挂在了天灯的下面 一解开铁链子 这人皮天灯 就慢慢地飘向了天空 那天灯带着人头飘上去的时候 鲜血就洒落了下来 落在了我的脸上 热乎乎的 叶朱镜的脸上也是 全是血液 当即愤怒地骂了起来 你们这帮混账 别动我叶家的人 有本事杀了我 鬼算师冷冷一笑 别着急啊 叶大小姐 你现在还死不了 不然的话 你们叶家的两个老不死 就不会出手了 他们知道你和你父亲 被邻族的人杀了 那就有好戏看了 继续砍 鬼算师又挥了挥手 剩余的几个叶家弟子 也被砍下了脑袋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彻底麻木了 我想救他们 可我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被砍了脑袋 一个个人 皮天灯飘向天空的时候 鲜血像雨点样 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敢去面对 闭上了眼睛 我在心里记着 这一笔笔的血海深仇 只要三个活人就够了 李出九 叶朱镜 还有这老头 其余的都要砍 砍掉了叶家弟子的脑袋 鬼算师就看向了子龙 大义凛然地说道 砍吧 我赵子龙要是皱一下眉头 我就不叫赵子龙 不要 你们不要砍他的脑袋 你们放过他吧 你要我叶家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没想到的是 叶朱镜突然像崩溃了一样 雨气里已经带着气球了 叶朱镜 不要帮我求认 不要违背你的出众 不然 我会讨厌你的 赵子龙对着叶朱镜重重地说道 但脸上却是挂着笑容的 说完后 又看向了我 说 初九 我没办法保护你了 以后的路 你要好好走下去 我会化作漫天的风雨 和师父一起 永远守护着你 子龙对我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笑 露出了那口洁白的牙齿 无比的阳光和温暖 不要 鬼算师 你他娘的放了他 砍我的脑袋 放了子龙 我已经慌了 看着鬼算师不停地摇头道 李初九 你不能死 你死了 灵族的人就不会出现了 这老头也不能死 主人要让他亲眼看着主人 成为玄珍一门的长教 所以 他必须死 没有人能救他 鬼算师冷冷一笑 手已经举了起来 做了一个砍的手势 他的手势一笔 那拿着砍刀的刽子手 就已经把刀给举了起来 子龙朝我和叶珠金笑了一下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等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那算命老头老鬼头 忽然跑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喊道 鬼算师 放他一马 老鬼头 你想干啥 鬼算师挥了挥手 那砍刀才没有落下去 老鬼头已经跑过来了 笑嘻嘻地说 鬼算师 我一生天心算命术 没有传人 这辈子也只瞧得起赵子龙一人 给我个面子 如果主人杀了灵族的尊主 杀了李初九后 我想收他为徒 把我一生绝学传授给他 鬼算师显得有些为难 说 可主人交代了 只留下他们三个活口 赵子龙必须得杀 这事儿有商量 老鬼头黑黑一笑 递出了一张卡 悄悄塞到了鬼算师的兜里 说 鬼算师 这是我的积蓄 等主人的事情完成了 你解除了五必三确 这笔钱够你下半辈子了 再说了 打开地狱之门 要不是这么多人头啊 鬼算师一听到前 眼睛就有光了 假装为难地说 好吧 我就帮你这一次吧 现在 把他们全部放上去吧 坦白说 恐怕就连子龙也不知道 老鬼头到底喜欢他哪一点 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老鬼头的出现 竟然救了子龙一命 不然的话 子龙的脑袋 恐怕已经被砍下来了 老鬼头专程帮人看向 恐怕是看中了子龙的某一点吧 但只要子龙活下来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 看到子龙没事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而在我看向夜珠金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的眼睛里 竟然有泪花了 特别是子龙 完全正住了 看向了老鬼头 呢喃了一句 如果你是好人 我可以敬重你 甚至可以做你的挂名弟子 只可惜 你我立场不同 只是 我想不通的是 你为什么要救我 老鬼头嘻嘻一笑 捋了捋他的山羊湖 说 这是天机 不可泄露 我倒数不行 可我看人的本事 从来不会错 你只要记住了 没有根本的对错 我相信 你以后会明白的 也会理解 我这番话的 好了 老鬼头 别啰嗦了 要是被主人知道了 咱俩可都吃醉不起啊 把他们放上去吧 鬼算师打断了他们 冷冷地说了一声 等一下 而就在他们要解开铁链子的时候 一个少年突然冲了过来 手里握着一把刀 怒道 李初九 你欠我父亲一条命 还给我吧 我已经反应过来了 可根本没办法逃 连动都动不了 更别说抵抗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他朝我冲过来 这少年的速度很快 直接冲上来 抓住了我的手掌心 一刀哗啦在了我的手上 死死地握着我的手 咬牙切齿地说道 李初九 你刚才害死了我爹 这一刀 算是你欠我父亲的 混账 你要是杀死了他 你死一千次都不够 这鬼算师抓住了他的衣领 猛地把他扔在了地上 冷横道 我这时才把他认出来 这少年 正是铁匠大叔的儿子 在铁匠铺的时候 我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鬼算师 是他害死了我的父亲 刚才他挑拨我的父亲 害得我父亲惨死 我要杀了他 这少年看着我愤恨地说道 你急什么啊 鬼算师瞪了他一眼 说 你父亲的死事 被他挑拨的 但主人 只是暂时让他活下来 他还是会死的 你放心吧 主人 一定会帮你报仇 嗯 听到了鬼算师的安慰 这少年才嗡了一声 恨了我一眼之后 爬起来就离开了 其实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愧疚 如果刚才铁匠大叔不站出来 他也不会被周八字的鼓毒给害死 虽然直接凶手 是周八字 可我完全逃脱不了干系 我想对他说一声抱歉的 可他已经走远了 跟着 鬼算师才挥了挥手 那些人解开了铁链子 我的身体 就跟着人披天灯慢慢地 漂浮向了天空 这人披天灯飘得很高 差不多飘了十来米的高度后 这铁链子才完全崩直了 铁链子的另一头 紧扣着地面上的铁环 一崩直后 我们就像风筝一样 被放飞到了半空中 低头看下去的时候 已经能看到 整个死室客栈的地盘了 地面上站着的人 也显得渺小了起来 但他们看了一会儿之后 就全部回了死室客栈 只留下几个人来看着我们 我们此时被天灯放飞到了半空中 根本没法逃 而且 我们身上的鬼迷香还没有散去 就算逃脱也会落下去摔死的 我最担心的 就是我身后的鬼火 坚持不了多久 到时候 这人披天灯没有福利了 我们也会摔下去的 但这鬼火 应该短时间内熄灭不了 我就看向了周围的其他人 除了我们四个人活着之外 其他的叶家弟子 已经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了 只剩下一个头颅 挂在人披天灯下 一阵风吹来 我们也随着人披天灯晃动了起来 下面链接的铁链子 更是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 叶朱镜 我让你不要来 现在后悔了吧 子龙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叶朱镜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说 赵子龙 我用不着你管我 我来 是我自己的事情 闭上你的嘴 想办法逃吧 没用的 叶博无奈地摇了摇头 苦笑道 这鬼迷香的劲儿很大 两个时辰内根本散不了 而且 我师兄是想用我们来做天灯 打开死尸客栈的地狱之门 听到地狱之门的时候 我就来了兴致 叶博 到底啥是地狱之门 叶博恩了一声 慢慢地解释了起来 说 死尸客栈 不是给活人住的 而是给死人住的 这深山老林里 不知道有多少的亡魂和怨灵 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地府也不接收他们 当年的马三娘看他们可怜 就把死尸客栈 改成了棺材的样子 就是想给他们一个家 这些怨灵和亡魂 飘到死尸客栈后 就长眠于死尸客栈的地底下 日积月累 这地下不知道长眠了多少亡魂和怨灵 这也是为什么死尸客栈 经历了这么多朝代后 仍旧没有消失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叶博说完了 我就顺着往下说 叶博 这周八子利用我们放天灯 就是想要我们打开 这下面的地狱之门 放出里面的亡魂和怨灵 没错 叶博点点头 说 这些被砍了脑袋的弟子 三魂七魄就散了 亡魂怨灵对魂魄很敏感 到时候 如果地底下的东西醒了 就会顺着这铁链子爬上来 至于怎样打开地狱之门 我也不清楚 看来 周八子为了对付灵族的尊主 可谓是把全部的东西都搭上了 我不知道 这下面有多少亡魂怨灵 但要是放出来的话 肯定会是一场劫难 对了 叶博 你口中的马三娘到底是谁 我已经好几次听到她的名号了 这时 子龙也问了起来 子龙一问 我也来了兴致 之前我听老闸指将说过 现在又听叶博说起 心里也是很好奇 这个前辈到底是啥身份 叶博挣了一下 这才说 马三娘是走鹰人的英雄 当年鬼子 犯下了滔天大罪 很多走鹰人和道士 为了活下去 都选择躲在了深山老林里 马三娘是死尸客栈的老板娘 一介女流之辈 却是巾帼不然须眉 看不得我们国人受欺负 就带着那些热血的走鹰人 对付鬼子 亲自把一只小鬼子队伍 引到了死尸客栈 用她的倒数 把那些小鬼子 全部变成了活驴 最后一片片割下他们的肉 做成了一锅驴肉火锅 只是 从那以后 马三娘就消失了 她使用禁术 看样子 看样子 这灵族的人 不一定会来了 子龙一直在看着那入口的方向 如果周八字说的是对的 那灵族的尊主 就一定会来 叶博说话很含蓄 我知道他故意避开了 我和灵族的关系 而我一想到这儿 心里就莫名地害怕 我不愿相信 那是真的 绝对不是真的 我拽紧了拳头 在心里重重地说道 等等 反应过来的我 心里当即窃喜了起来 我好像能使上劲了 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再次握了握拳头 感受到那充盈的力量 我就冷了一下 可随即一想 我就明白了 是那铁匠大叔的儿子 我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脚 发现的确能使上劲了 之前是中了鬼迷香的毒 才使得浑身失去了力气 这迷药要两个时辰才能散 可我现在就已经恢复了过来 绝对不是我体质异于常人的原因 而是那铁匠大叔的儿子 暗中做的手脚 我记得 我要被放天灯的时候 他过来在我手掌心划了一刀 还死死地握紧了我的手 对 一定就是那个时候 他做的手脚 意识到这一点 我赶紧把手扭转过来 往上抬了一下 低头下去一看 果然就看到 我的手掌心上面 还有其他的血液 那伤口滑得很浅 只是破了一条口子而已 但在伤口的周围 还有几处干涸的血迹 很显然不是我的血液 应该是那铁匠大叔的儿子 留下来的 仔细一想 我就想明白了 在死士客栈的时候 这些走音人都没有中毒 就只有我们中毒了 那就说明 是他们提前喝了解药 刚才那铁匠大叔的儿子 肯定也是划破了他的手掌心 将他的血液 和我的血液融化了 他的血液里有解药成分 如此一想 我就想明白了 心里也是大写了起来 这少年不简单的 能够明辨是非 还能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我一直以为 是他误会我害死了他爹 其实不是 他这样做是想救我 他相信我 想到他相信我 我心里就暖暖的 那种对他的愧疚感也消失了 就在我高兴之时 我又发现了一出惊醒 那捆着我的麻绳中间 竟然掐着一把小刀 这小刀完全掐在了麻绳中间 要是不检查的话 根本不会发现 还是那铁匠大叔的儿子 我被麻绳捆着 就算恢复了力气 要是没有武器 也很能挣脱 小子 谢谢你 我大喜过望 激动地说了一句谢谢 跟着 我就扭动了一下手 用手指夹住了小刀 开始慢慢地割了起来 子龙和我的距离最近 看到我的动作后 好奇地问我 初九 你在干啥 我笑了一下 说 子龙 我已经恢复力气了 是铁匠大叔的儿子 他刚才不是要杀我 而是想要救我 等我 我马上就能割到麻绳了 哦 子龙听到我的话 先是冷了一下 下一秒就激动了起来 连说了两声吼 道 好 好 上天不枉我们 果然是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你小心点 嗯 我嗡了一声 继续开始割麻绳 这麻绳很结实 但这小刀很锋利 只是我的双手被绑得很死 只要慢慢地割 我在割麻绳的时候 就在注意周围的情况 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们的情况 这一点 倒是给我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我又抬头看了一眼 脑袋上方的人皮天灯 那绿油油的鬼火还在燃肘 只要还有气焰 人皮天灯就不会憋下去 更不会落下去 子龙他们帮我注意来时的路 就是担心灵族的人会杀来 可这段时间里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任何的风吹草动 看这样子 灵族的人恐怕不会来了 他们不来 我心里自然也会松一口气 这样会少了一个劲敌 割了十来分钟的样子 捆着我手的麻绳 才被我割断了 麻绳一割断 我的双手就能动了 还有一条麻绳 是连接我和天灯的 我现在就是被吊在了鬼火的下方 我手一松 这条麻绳就勒紧了我的腰腹 完全承受着我的身体重量 我只感觉腰腹的位置火辣辣的疼 再这样下去 会把我腰给勒断的 我咬着牙 一只手抓着这条麻绳 双脚缠在了边上的铁链子 憋着一口气 割这条麻绳 我的速度很快 两三分钟就割断了这条麻绳 麻绳一段 我的重心一湿 猛地往下一栽 好在我的脚勾住了这铁链子 顺着就往下划了一段距离 我赶紧把匕首咬在了嘴里 双手握着铁链子 这才停止了 继续往下划 子龙离我有好几米的距离 我没法帮他割断他身上的麻绳 他的双手又是被绑着的 鬼迷香的毒还没散 就算割断了他的麻绳 他也会掉下去的 子龙 叶博 叶朱惊 你们等我 我去找到解药之后 马上把你们放下来 我朝着他们喊了一声 子龙点了点头 说 初九 千万小心 要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事情 放弃我们自己走 明白吗 我没事 我笑了笑 说 我们是一起来的 得一起走 解药那鬼算事就有 他现在肯定以为我 还在被放天灯 这时候我潜入进去 他肯定不会知道的 你们等我 必须要解了你们的鬼迷香 才能救你们下来 好 叶博恩了一声 提醒我说 初九 一定要小心 子龙说的没错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就走 总得有一个人活着出去 要是我们都死了 那盗门和灵族之间的战争 就会被周八字挑起来了 只要你还活着 就能解释清楚 叶博的担心 我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全部死了 周八字就会在盗门放出话 说是灵族的人杀了我们 爷叶家的势力和威信 自然会和灵族开战 一考虑到这些 我就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 亚历山大 成败 都在我手里 我咬了咬牙 说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 说完之后 也没有继续和他们说了 双手抓着铁链子 顺着就往下滑 这铁链子 有手腕粗细 很粗糙 摩擦也很大 不会直接滑落下去 这可是有十来米高 要是滑下去 不死双腿也会断的 但就算这样 我的双手还是被磨得不行 火辣辣的疼 好像已经打出水泡了 感觉快起火了 在我往下滑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注意下面的情况 下面有几个周八字的人 在守着我们 但好像太无聊了 几个人坐在地上抽烟聊天了 完全没有注意 他们头顶上面的情况 总共是四个人 我此时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往下滑 我不敢弄出一点动静 生怕被他们发现 在离他们的头顶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就倒挂了起来 头朝下脚朝上 双手死死地抓着铁链子 完全是凭着身上的力气 一步步往下挪 我的神经完全绷紧了 这种感觉太紧张了 我就在他们的上方 只要他们一抬头 就能看到在铁链子上的我 越来越近了 我已经不敢呼吸了 心里在想对付他们的方法 必须一击击杀他们 否则他们会通知客栈里的人 我吻了一下 在最后两三米的时候 我就手一松 身体骤然往下一沉 在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 直接跳到了地上 就地一滚 直接滚到了他们的身后 可我跳下来的动静有些大了 坐在对面的那个人 发现了我 看到我跳下来之后 先是一惊 猛地站起来 就要开喊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他站起来的时候 就抢先一步 把手中的小刀 朝他扔了过去 我没有杀他的意思 是反着投掷过去的 好在从小和子龙在苗王山 练就了一身打水鸭子的转心 刀柄不偏不倚 刚好打在了他的脑门上 他还没喊出来 眼珠子转了一圈 就倒在了地上 几乎是同时 在我小刀扔出去的时候 我就同时朝最近的两个人 扑了上去 直接两剂刀背 打在了他们的后颈上 身体一栽 两人就昏了过去 可还有一个人反应太快了 站起来就朝死尸客栈的大门跑 这个人很机灵 连喊都没喊 就站起来朝大门跑 他现在喊得距离不够 怕死尸客栈里面的人听不见 想跑过去再喊人 糟糕 一看到他逃脱了 我就当即大叫了一声不好 还是朝他迅速地追了上去 他离死尸客栈的大门 还有一段距离 但再跑近一点他一喊 里面的人就能听到了 我没有慌 还是稳住了 知道追没有用了 就捡起了地上的小石头 直接朝他后脑勺扔了过去 可这王八蛋很小心 一边跑一边往后看 看到我朝他扔出了小石头 连盲头一片躲过了我的石头 该死 见石头没有打中他 我当即骂脸了一声 又继续一边追 一边捡石头打他 可就在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那死尸客栈里 跑出来一个人 看到那人冲出来 我也不敢继续追了 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 转身就跑 太可惜了 就差一点 我就能偷偷摸摸地前进去了 我心里很悔恨 但现在只有先躲起来找机会了 九哥 等等我 可我没想到的是 我刚跑了一段距离 后面就有人小声喊我了 听到有人喊我 我连忙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回头 就看到铁匠大叔的儿子 抓住了那个人 手中的匕首 更是割断了那人的脖子 一只手死死地捂住他的嘴巴 鲜血不停地 从那人的脖子处 喷涌了出来 那人还在死死地挣扎着 身体抽出了几下 终于还是死了过去 我看到是铁匠大叔的儿子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但心跳 却是砰砰跳个不停 这种惊吓和惊喜的转换 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心脏不好的人 估计会被吓死的 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 他就把那人的尸体 给拖了过来 藏在了石头的背后 才笑着说 九哥 我知道你一定会下来的 谢谢你 我不知道该说啥 心里唯有感谢两个字 铁匠大叔的儿子笑了笑 脸上的成熟和沉稳 不像是他这个年纪 该有的表情 道 九哥 你叫我小铁就行了 小铁 我喊了一声 笑了一下 道 小铁 我们先躲起来吧 你给我说说里面的情况 好 小铁把我带到了石头背后 蹲下来之后 就说 九哥 我爹的死你不用内疚 都是那罪魁祸首 周八字干的 刚才我那一刀 是想解了你身上的鬼迷香 我们小异村的人 来死尸客栈后 鬼算师就让我们喝了解药 嗯 我已经猜到了这个情况 就问他 小铁 哪里还有解药 鬼算师的身上有 这鬼迷香 是他提炼的 不光是隐魂香 还用了婴儿的肉和石油 效果很猛 恐怕天亮之后 他们都无法活动 小铁说到这的时候 用手指了只放天灯的子龙他们 我中了鬼迷香的毒后我就知道了 这种提炼的鬼迷香 很猛烈 虽然不致命 但却是能够在我们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中招 这一点就很可怕 最主要的是 中了鬼迷香 就等于是一个废人了 我顿了一下 才问 小铁 里面的情况咋样了 我一问 小铁就笑了起来 说 九哥 其实里面的走音人 现在都明白 被周八字利用了 但他们的妻儿 还被控制着 他们不敢乱动 刚才我在里面 悄悄给他们说好了 你会杀回去的 而我出来 就是去带他们的家人躲起来 这样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听到小铁这番话 我心里再次震惊了 更是对这个 只有十来岁的少年 刮目相看 这等心思 这等沉稳 绝对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有的 这小子以后长大了 绝对是个人物 只要不走邪途 前途不可限量 果然不能以貌取人啊 第一次看到他和铁匠大叔打铁的时候 我还把他看成了一个普通的少年 回过神来的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 称赞道 小铁 好样的 大叔全下有知 一定会高兴的 我一提到他父亲的时候 他的脸上就闪过了一丝悲伤 但很快就笑了起来 说 九哥 我救你 也希望你能帮我们 嗯 小铁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对他许下了沉默 他救了我 又帮了我 受人滴水之恩 定当涌全相报 这是师父教我的 小铁嗯嗯了一声 说 九哥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但我们小异村的人 每个都不容易 好不容易有了家 好不容易有了小异村 再也不用过那种痛苦的走英人生活 我们想把这种凭劲 简单的幸福延续下去 如果可以的话 九哥如果杀了周八字 希望你能把藏风猪给我们 让我们解除五必三全 说真的 越和这小铁接触 就越觉得 他不是十来岁的少年 更像是二三十岁成熟的人 他这份心智 很是小心翼翼 说明他们之前过得太苦了 好不容易有了家 更想加倍地珍惜 我心里感动更出动 点头保证道 小铁 你放心 只要我拿到藏风猪 一定会给你们 我这么一说 小铁立马站了起来 想要给我下跪 我立马拦住了他 说 小铁 你是个男子汉 跪天跪地跪父母 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都不要妥协 生活实苦 更不容易 但你一定要坚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我自己都在心里 自嘲地笑了起来 笑自己啥时候 有这些感悟了 小铁震了一下 重重地朝我点头行李 说 九哥 我代表小一村 代表我爹 谢谢你 没事 我笑了笑 小铁才说 九哥 你快去吧 你现在混进去 小一村的人会帮助你的 趁着现在邻足的人没有来 我去把他们的妻儿带走 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们会与你融辱与共的 嗯 我点了点头 道 去吧 小心点 接着 小铁才迅速地朝山下走了 我看他走了 这才脱下了其中一个人的衣服 换上之后 又在脸上抹了一些泥巴 确定脸够花了 这才硬着头皮 往死尸客栈的大门走 我的镇魂尺 已经被周八字带走了 身上只有一把小铁 留给我的匕首 我藏在了袖子里 在我往死尸客栈走的时候 天上就有血同黑鸭 在飞来飞去 他们是在监视 但不是在监视我们 而是在监视灵族的人 我故意装得很猥琐 但这样 我心里还是很紧张 走到死尸客栈大门的石梯子时 我就深呼吸了两口 告诉自己不要慌 一定要沉住气 跟着才迈步走了进去 大门是开一半关一半的 我一进去 里面的走音人就看了我一眼 但全都心照不宣地低下了头 继续喝他们的酒 那柜台的鬼算师 也是看了我一眼 我不敢和他对视 就在最近的桌子坐了下来 等我坐好了 就悄悄看过去 鬼算师没有怀疑我 继续坐在柜台的位置 一只手撑着脑袋 一只手在桌子上 有节奏地敲打着 显得很是惬意 而那柜台背后 还有一道门 周八字就在里面 我刚坐了下来 我边上的走音人 就朝我有善地笑了笑 看到他们的笑容 我心里才总算放松了下来 小铁 真的把他们说通了 而这个走音人 开始用筷子沾着酒水 在桌上写字了 写了一句 九哥 原谅我们的无奈 我没有说话 笑着摇了摇头 事意没有事 该说谢谢的是我 这个走音人 看到我的表态后 笑了笑 继续写 先是画了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对准了鬼算师 跟着又写了一个字 杀 看到这走音人写下的杀字 我就会心地笑了起来 他们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现在要做的 正是要翘无声息地 杀掉这鬼算师 鬼算师 该死了 只是鬼算师 和那背后的大门太近了 我必须得找到 一击击杀的机会 不然的话 里面的周八字 要是听到了动静 我的计划就失败了 到时候 又是功亏一篑 我开始暗中观察鬼算师 他此时坐在柜台上 不知道在想啥 估计是得到了老鬼头 留给他的财富 在想着 以后灰金如土的富豪生活吧 那全是刀疤的脸上 笑容拧在了一起 看起来显得更加争鸣 我和他有一段距离 只有潜伏到他身边 才有机会杀他 这些走音人 也好像看出了我的处境 知道我不能贸然出手 震了一下之后 有一个走音人突然站了起来 说 搁几个 长夜漫漫 很是无聊困乏 也不知那邻族的人会不会来 干脆咱搁几个热闹热闹吧 好啊 这走音人开口 另一个走音人也笑了起来 随即站了起来 说 老三 咱俩从小相识 因为走音人各走各道的忌讳 还没一起 喝过酒划过拳 我这人最佩服的就是你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干脆 咱今日来试试如何 不然的话 可能得下辈子 才有机会喝酒比试了啦 哈哈 可以啊 我也想跟你喝酒比划比划 死前叫个兄弟 死后黄泉路不孤独 你们说对不 哈哈 这叫老三的站了起来 一只手提着酒罐子 就开始嚷嚷着和他划拳了 一时之间 整个死尸客栈里 动静很大 甚至是很嘈杂 局面一开始混乱了 那鬼算师就重重地敲了敲柜台 呵斥道 安静点 别吵醒了主人 谁知 这些走音人根本不理他 不懈地看了他一眼之后 继续开始划拳喝酒了 我心里明白了这些走音人的意图 他们是想给我弄出声音来做掩护 让我趁机杀鬼算师 就在我意识到这一点后 就开始慢慢朝柜台的位置移动了 刚一坐过去 柜台背后的大门 立马就被人推开了 我肩壮赶紧坐了下来 头也是埋得很低 还没抬头看出来的人 是不是周八字 就听到了老鬼头的喝尸声 各位 请安静点 我们主人需要休息 别惹主人不高兴 否则对大家都不好 但那老三好像已经放开了 大声道 老鬼头 我们一会儿就要和邻族的人战斗了 不一定能活到天亮 临死之前 你还不容许 我们死前放纵放纵吗 对啊 我们答应了帮主周八字 就意味着 要和邻族的人厮杀 邻族的势力 你比我们清楚 我们就想开心地死 热热闹闹地共赴黄泉 这一点 不过分吧 另一个年长的走音人 也开口了 他们一开口 其他的走音人纷纷表态了 都赞成他们的观点 老鬼头眯着眼睛 叹息了一声 看来也是没有啥办法了 众怒难犯 只得点了点头 说 行吧 随你们吧 但尽量安静点 别过了界 也别让我难做 说完之后 就转身回里屋去了 门也是重重地关上了 等他进去了 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就冷笑了起来 机会来了 就是现在 跟着 我才慢慢朝那柜台的方向 靠了过去 鬼算师似乎不屑看 这些走音人热络 自顾地喝他的小酒 他们全都在帮我打掩护 我窜到柜台的时候 甚至有两个走音人 已经站了起来 故意帮我挡住了 鬼算师的视线 我站在他们的身后 低着头 走到了鬼算师的身边 压着声音道 鬼算师 能否向你借点东西 全是不耐烦 我握紧了袖子里的小刀 笑道 我想借你的命 你 我这话一说出来 鬼算师猛然惊醒了过来 直接抬头看向了我 而在他抬头看向我的时候 边上掩护我的两个人 也是出手了 直接搂住了他的脖子 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巴 这些人力气很大 鬼算师不停地挣扎着 可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在看清楚我之后 眼睛的瞳孔瞬间放大了 除了惊慌之外 更是一脸的不相信 去死吧 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猛地抽出了小刀 但这鬼算师 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在看到 我要动手的时候 先朝我抓了过来 直接抓住了我的手 那干枯的手 犹如是蛇蝉丝一样 紧紧地鼓着我的五根手指 那手指间的力量 也是大的惊人 这是他的手段 鬼撑鼓 会把我的手指鼓 全部给踢出来 可他的手段 我太熟悉不过了 在感觉到他手上使劲的时候 我的小刀 就直接捅进了他的心脏里 捅得很深 直至刀柄的位置 小刀一捅进他的心脏 他的手就猛然松开了 瞳孔开始慢慢涣散 更是瞪大着眼睛 直勾勾地瞪着我 那眼神里 全是说不出来的忧怨和愤恨 他的身体在剧烈地抽搐着 热乎乎的鲜血 顺着刀柄流到了我的手上 我能感觉到 他的生机在快速地流逝着 只是坚持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鬼算师的身体 就迅速地打了几下白子 跟着手脚一伸 身体一软 彻底地死了过去 你作恶多端 害死了不知道多少无辜的性命 今日便是你的下场 你这样的人 就算去了地府 也会遭受十八层地狱的残酷惩罚 我咬着牙 冷冷地说了一句 说完之后 就开始在他的身上摸索了 摸了一会儿 就摸到了一个小瓶子 这小瓶子是透明的 还能看到 里面有小半瓶液体 走音人认得这东西 激动地说 小哥 这就是解鬼迷香的 好 有了鬼迷香 子龙他们就会没事了 我激动地呢喃了一声 把小瓶子给了他们 跟着才道 一会儿我要去找周八字 还麻烦你们出去 把我的朋友救下来 就吓了他们 你们就快走吧 小铁去救你们的家人了 你们也去吧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希望也会更多 小哥 你这样说 就是看不起我们了 谁知 一个走音人却是笑了起来 说 小哥 我们没打算走 要留下来帮你 帮你杀了周八字这个恶魔 没错 我们心意已决 刚才我们是担心我们的妻儿 这才没办法妥协了 但现在 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可以陪着小哥走一走 这帮人都是讲义气的人 豪爽没有心计 各位 心意我领了 我笑了笑 拒绝到 你们好不容易有今天 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不光是为了你们自己 还要为了你们的妻儿 你们能帮我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但这是我和周八字的仇恨 我要自己去面对 我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我答应了小铁 只要拿到了藏风珠 就一定给你们带回来 走吧 我朋友的事情 就拜托你们了 看我注意已定 这些人只得叹息了一声 说 小哥 那我们在小异村等你 等你提着周八字的人头来 我们不醉不归 好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 走吧 不要再耽搁了 先去救你们的家人 告辞了 小哥 这些人点点头后 就开始慢慢地退了出去 他们不是一窝蜂地出去的 是一个个退出去的 尽量保持着这里面 有吵闹的声音 眼人耳目 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样子 这些人才慢慢地退了出去 而在他们退出去后 我就直立立地站在了 柜台后面的门前 这屋里突然没了动静 周八字和老鬼头肯定有所察觉 他们会出来的 而我要做的 就是等在这门口 等着他们出来 我站在门口等他们的时候 就注意到那柜台上 有不少的灵符 但唯独没有看到 我的震魂齿 我抓了一把灵符 放在兜里 以备不时之虚 屋里很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静得能够听到我自己的呼吸声 也不知道为啥 我现在 莫名地很平静 完全是平静如水 我曾经幻想过 无数次面对周八字的场景 我该是多么地愤怒 该是多么地激动 可没有想到 我现在 却是异常地平静 平静地不像话 难道 这就是成长吗 经历了这八年的成长 我的心境成熟了不少 无声 是成熟最好的标志 更是能够把所有的情绪 都压在了心头 我深呼吸了一口 像门神一样站着 手里握紧了小刀 而就在这时 我眼前的门 突然传来了咔的声响 一听到这声音 我的神经猛然绷紧了 这门一打开 老鬼头 就从里面钻了出来 一抬头看到是我 却是没有半点惊慌 笑了起来 啊 我就知道 你们都是人中龙凤 这周八字的阴险算计 固然厉害 但还杀不了你们 我没看错人 哈哈 老鬼头的声音很激动 但却是压得很小声 怕被里面的周八字给听见了 在他说话的时候 更是反手把门给拉关上了 我想杀他 我师父的死 他也逃不了干系 但他救了子龙一命 子龙欠他的 就是我欠他的 我咬着牙 正正地说道 你走吧 这次算是海子龙的命 下次见你 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老鬼头没想到我会放他走 冷了一下 稷儿就笑了起来 但没有说话 一直过了我身边后 才回头说 李初九 你虽然厉害 但你还需要时间来成长 你现在还不是灵族的对手 我劝你 还是放弃吧 等你足够强大了 别说区区一个周八字了 不得不承认 老鬼头这心机也不简单 太圆滑了 不管是站在谁的队伍 他也不会得罪敌人 就是典型的墙头草性格 但这样的确可以自保 混迹于各种人的周围 没有一定的脑子和圆滑 只是找死而已 我没有理他 淡淡地说了一句 走 唉 老鬼头叹息了一声 还是慢慢地走了出去 等他走出去之后 我才推开了眼前的门 这门很厚重 怕也是用棺材板子做的 门一拉开 我最先闻到的是一股血腥味 里面的灯光很暗 很诡异 没有窗户 很闷 这屋子很深 最里面的情况我看不清楚 我快速地扫了一眼屋子里的情况 只有最中间的地方 摆着一口巨大的石棺 石棺的前面 还有一个祭坛 祭坛上面摆放着的 除了香火之外 就是那坛子 那坛子的口 还有灵符封印着 我自然认得 这坛子就是被矮罗子骗走的 里面还封印着一个 白白胖胖的婴儿 夜猪今来 也是为了这个坛子 就是因为那坛子里的 婴儿叫他娘 可让我诧异的是 我确实没有看到周八子 此时客栈 没有后门 只有进门 这板子厚度 一般人是弄不开的 所以我确定 周八子就在里面 我握着小刀 小心翼翼地 朝那口石棺走了过去 我走得很小心 一边试探地上的情况 一边打量这口石棺 这石棺不是拼接的 而是由一块 完整的石头砌成的 上面没有棺材盖 但石棺很高 等我走进了之后才发现 这石棺里面 竟然装了满满一棺材的血水 这血水没有凝固 和那古苗寨 仙灵婆的血水一模一样 这血水很神奇 当时仙灵婆 从血水里钻出来后 样貌就变得年轻了不少 想来 这周八子 应该也在里面 周八子 滚出来吧 我咬着牙 抱喝了一声 手指夹着一张灵符 手腕一抖 灵符滋拉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我手一松 灵符就洋洋洒洒地 落了下去 刚一接触到血水 整个血水的水面 轰的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就好像这血水水面上的 不是水 而是浓度很高的酒精一般 就连这燃烧的火焰 都是绿悠悠的 如同鬼火 而水面燃烧起来后 我就往后退了一步 眼睛死死地盯着血水水面 伴随着一阵 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就看到血水里面 有动静了 先是冒出了一个 个小的水泡 跟着就是整个血水的水面 都荡漾了起来 我以为是周八字浮起来了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水面荡漾了一会儿后 里面竟然钻出了一对蛊虫 这蛊虫和三尸蛊不同 有一只身上五彩斑斓的 个头很小 但有一只全身通体发黑 个头比较大 它们一浮出水面 就被火烧了得正正 不停地沿着石棺边上浮 好像要爬起来 但还没爬起来 那绿悠悠的火 就把它们烧成了灰烬 一片片烧焦的灰烬 落到了血水水面上 不一会儿就沉了下去 沉下去之后 这血水的水面 再次平静了下来 这是生死勤骨 古苗寨的女子从生下来体内 就中了勤骨 只要和男子一结合 勤骨便会分离 织骨钻到了男子的体内 子母不能分离 如果男子复兴或者跑了 子骨就会死亡 会让男子全身腐烂而亡 唯有子母不分离 才不会出事 想不到吧 这生死勤骨也被我破解了 就在我盯着血水看的时候 屋子的深处 突然传来了周八字的声音 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立马就朝深处看了过去 黑漆漆的一片 还没有看到他的人 就先听到了拐杖 煮在地上的地上 哒哒哒 伴随着这声音的出现 周八字才慢慢从黑暗里 走了出来 在我看清楚他的时候 他的嘴角就笑了起来 仍旧是没有双腿 只有甲只踩在了地上 但此时他的身上 却是多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人皮诗衣 之前他让矮骡子 剃头鬼匠包了很多叶家人的人皮 我一直以为他是想残忍地 折磨死他们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周八字竟然穿在了身上 他身上的人皮诗衣很厚 最起码有十来层 就是用十来件人皮诗衣 重叠缝合在一起的 犹如动手术的 衣术穿的衣服一样 穿上了这么多人皮诗衣的周八字 看起来显得很是臃肿 我心里一直好奇这个问题 就随口问了出来 周八字 你让矮骡子剃头鬼匠 包了这么多人皮 你到底想要干嘛 周八字淡淡一笑 也是不慌不忙 说 李初九 别着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现在就剩下咱俩了 你的命确实硬 在麻沟村的时候就没能杀你 就算把你放了天灯 你还是能杀回来 我现在都有些后悔了 当初在苗王岭 就应该杀了你 省得给自己找麻烦 我不是命硬 是没杀了你 我不甘心死 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哈哈 周八字不懈地笑了笑 静止走到了祭台边上 用手摸着那坛子 和我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 我没有说话 是他先开了口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当年和你爷爷的事情 我就明白了一点 做好人命不长 当年我冒死救了你爷爷 害得自己中了谷毒 原本他们可以带我走的 竟然趁我昏迷的时候 把我扔下了悬崖 好在我大难不死 虽然摔断了双腿 可却是遇到了先灵婆 先灵婆没见过外面的男子 受不了花言巧语 就把古树传给了我 我学了古树 就是要来对付你们这些 所谓的好人 别侮辱我爷爷 我当即打断了他 冷冷地说道 我爷爷善良正义 你救了他 绝对不会把你丢下悬崖 你想骗我 叶博说了 当年是爷爷没办法带你走 才放弃你的 哦 周八字恶然了一下 随即笑了起来 说 想不到 小师弟还是这么喜欢说谎 一会儿 我会当着他的面问 看看是谁 把我丢下悬崖的 我说了 我现在是坏人 但我曾经也是好人 少废话 周八字的话 我是一句也不想听 怒道 周八字 我们之间的仇恨 现在是该有一个了断了 话音一落 我就直接出手了 周八字和我的距离很近 就跟着一口石棺的距离 手中的小刀 直接刺向了他的胸膛 周八字冷哼了一声 当即往后退了一步 手中的铁拐杖 同时朝我点了过来 他的准心很准 刚好点在了我的小刀上 只听见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一股强悍的劲 瞬间挡住了我的攻势 让我无法再前进分毫 那小刀上传来的力量 更是震得 我有些虎口发麻了 我不会低估周八字的实力 毕竟都快老成精了 力量自然是不用说的 我们就这样僵持在原地 谁也没有占据上风 但周八字看起来 比我更加轻松 嘴角更是扯起了一道轻蔑的笑容 啊 李初九 我倒是想看看 是你强 还是你爷爷强 他的话一说完 猛地挑了一下铁拐杖 那强大的力量 震得我往后退了几步 我的一只脚猛地蹬在了地上 借着这股力量 反冲了上去 手中的小刀 直接朝他的胸膛捅了过去 周八字的反应很快 身体往侧边一转 巧妙地避开了我的小刀 我只是试探性的攻击 身体没有冲上去 立马停了下来 周八字没有任何的慌乱 握着铁拐杖横放在了身前 我的小刀 直接划在了他的铁拐杖上 力道太大了 都已经划出了火花 雕虫小剑 周八字冷哼了一声 握着铁拐杖的双手猛的一震 直接把我震开了 我还没站稳 那铁拐杖 当即朝我脑袋上敲了过来 我见情况不妙 快速地往后退了几步 周八字栖身而上 连续用铁拐杖朝我打了几下 我后退不及 连忙往后空翻 一口气翻了几个空翻后 这才避开了他的攻击 刚一站稳 我就主动冲了上去 在要接近他的时候 高高地跳了起来 同时爆喝了一声 双手握着小刀猛地刺了下去 周八字冷笑了一声 用铁拐杖撑在了地上 双脚离地朝我提了过来 身体一倾斜 更是躲开了我的小刀 但我却是被他一脚踢在了腹部上 那强大的力道 直接把我踢的刀飞了回去 我的身体一摔倒在地上 就连忙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就在站起来的刹那 我就感觉有些站不稳了 体内的气息很乱 五脏六腑更像是一味了一样 看来你并没有学会 我们玄真一门的真气 周八字没有发动进攻 而是不屑地笑了起来 说 你拿着震魂齿 体内却没有修炼出真气 你这样的水平 如何能做我们玄真派的长教 还好你没有我们玄真教的大应 不然的话 玄真一门在你手里 迟早要毁灭的 呸 我冷冷地催了一口 就算我没有真气 我一样能杀你 刚才和他交手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了 他的每一招攻击 都带着真气的力量 可惜的是 我体内封印着阴骨 不能使用真气 不然的话 我也可以和他硬打了 邻族的人不来 我就先杀了你吧 等我找到了我们玄真一门的大应 我会让玄真一门 重新走向辉煌 周八字说到这儿的时候 语气骤然变冷 那脸上更是凝在了一起 显得无比猙獰和愤怒 几乎是同时 在他话音刚落之时 便猛地朝我冲了过来 铁拐杖直接朝我刺来 我没有后退 主动往前冲了上去 快他一步 抓住了他的铁拐杖 我一抓住他的铁拐杖 周八字就爆喝了一声 手也是扭转了起来 手一转动 我瞬间就感受到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力量 几乎让我脱手了 他使用了真气 力量自然大了不少 我的力气也不算小 可却不是他的对手 眼瞅着要抓不住了 我就手一松 这铁拐杖当即脱手 在空中转了一圈后 我的小刀 就已经刺了过去 周八字也是脸色一变 一手去抓铁拐杖 一手狠狠朝我的手腕 劈了下来 我看到那劈下来的手 连忙反转了小刀 直接把刀尖对准了他 哼 周八字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另一只手的拐杖 直接朝我脑袋上敲了下来 该死 我现在被他缠上了 又是近距离战斗 根本没有撤离的机会 看到那拐杖落下来 也顾不上招数了 猛地往前一顶 直接用脑袋去撞他的腹部 周八字可能也没想到 我会不按章法来 直接被我撞得后退了好几步 身体更是撞在了石棺上 把那石棺里的血水 都震得晃动了起来 嗨嗨 刚一站稳 他就剧烈地咳嗽了几下 脸色更是变得有些苍白了起来 我看着他 冷笑道 周八字 你虽然是个老江湖 虽然体内的真气浑厚 可我比你有优势 比你年轻 比你体力好 说完之后 我就再次冲了过去 没有选择和他近身战斗 因为他有真气 硬拼我不是对手 得选择借力打力 我并不是冲向了周八字 而是直接跳上了石棺的官沿上 沿着石棺冲了几步 再次高高地跳了起来 膝盖一弯曲 膝盖就朝他的脑袋顶了下去 周八字见状 连忙用铁拐杖 撑在了石棺上 顺势往后退了几步 我的距离还是不够 刚好落在了他离开的位置上 我落下来是蹲着的姿势 双脚猛地蹬在了地上 犹如离弦之剑一样冲了上去 手中的小刀 直接朝他扔了过去 baby 周八字大骂了一声baby 当即用铁拐杖 挑飞了我的小刀 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连忙扑过去 抓住了他的铁拐杖 跳起来 便是一脚踢在了他的腹部上 我这一脚的力道很大 直接把他踢得倒退了好几步 他的身体不停地往后踉强 趁他还没有站稳 我又是重重一拳 打在了他的腹部上 这一拳是结结实实 打在他腹部上的 打得他直接撞在了墙壁上 只见他的身体撞了一下后 当即蹲了下去 我不敢大意 捡起了被挑飞的小刀 想要过去杀他 李初九 你似乎也忘记了吧 我是活死人 想这样杀死我 根本不可能 周八字突然冷冷地笑了起来 更是慢慢地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 就拍了拍胸膛上的灰尘 嘴角更是裂出了一道轻蔑的笑容 还没看清楚 他就快若闪电地朝我冲了过来 那铁拐杖攻势如风 连续朝我点了我好几下 我不敢应接 不停地用小刀 去隔开他的铁拐杖 但这样一来 我就被他逼着往后退了 一直退到了石棺的位置 我就已经无路可退了 刚一挑开他的攻击 他的铁拐杖 就猛烈地朝我刺了过来 我脸色一变 贴着石棺就转身 就是 只差几公分的距离 他的铁拐杖 就猛地点在了石棺上 只听见轰的一声刺耳响声 那石棺竟然被他的铁拐杖 戳出了一个坑 石屑四处飞溅 好险 要是被他刺中了 肯定会刺穿我的身体 我心有余悸地嘀咕了一声 可还没有站稳 周八字的铁拐杖 就再次刺向了我的胸膛 我已经被他逼得没有退路了 只好丢了小刀 双手顺势握住了他的铁拐杖 一握住他的铁拐杖 我的另一只手就伸了回来 反手在石棺里 咬了一手心的血水 直接洒向了他的脸 怒吼道 去死吧 那血水一扔过去 周八字就撇开了头躲血水 而我的拳头已经握紧了 使出了我全身最大的力气 朝他的脑袋砸了过去 李初九 你还是太年轻了 死在我的手里 你也不算白死 谁知 周八字却是阴笑了起来 我的拳头还没砸过去 就看到他扭动了一下铁拐杖的把手 当即从铁拐杖里 抽出了一把锋利的细剑 直接朝我的心脏刺了过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还会有这一手 更是没有想到 他的铁拐杖里竟然还藏了一把长剑 这长剑又细又窄 我们的距离太近了 我根本没法躲遍 看到那长剑朝我捅过来的时候 我的瞳孔就已经放大了 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反应 只是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磨动了一下身体 想要尽量避开长剑 捅进我的心脏里 我的拳头也没有收回来 就是这眨眼间的功夫 我在心里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就算死 也不能让他好过 只听见砰的一声沉闷声响 我的拳头就重重地打在了周八字的脑袋上 周八字的身体当即被我打得横飞了出去 轰的一声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而他的长剑捅进我的身体时 我根本没有知觉 只感觉胸膛的地方火辣辣的疼 跟着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完全感受不到 我现在被他的细剑刺中了 我低头一看 那长剑还插在了我的身体里 鲜血顺着伤口的地方 鼓鼓地流淌了下来 如果是活人挨了我这一拳 就算不死也会脑震荡 周八字虽然是活死人 但他此时也不好受 栽倒在地上后身体就一动不动 鼻子和嘴巴的地方更是渗出了血液 那身体更是时不时地抽出了起来 但我心里清楚 这样还杀不死周八字 因为他是活死人 只有杀死他身体里的三尸骨王 才能真正地杀死他 我吻了一下呼吸 这感觉额头上不停地冒出了细汗 嘴唇也是干裂了 还有一种该死的感觉 就是我能感觉到 身上的力气正在不停地流逝着 鲜血已经把我的衣服给染红了 地上也出现了一滩血 我深呼吸了一口 伤口突然疼得要命 身体也是疼得抽出了一下 我不敢把剑拔出来 这样我的血会流得更多 我摸了一下心脏的位置 当即就失声大笑了起来 道 还差一点 恐怕只有一两公分的距离 你的剑就捅进了我的心脏里 周八字 这次是上天要帮我 要让我杀了你这个恶魔 我太激动了 说话的时候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鲜血也是从我嘴里呛了出来 但我此时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 马上就要杀死他了 我等这一天 足足等了八年 我那些枉死的家人 还有被害的麻沟村 总算是能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了 就算我去见了师父 也有脸告诉他老人家 我给他报仇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放肆的效果 从来没有这样释怀的效果 我用袖子擦了一把嘴角的血液 从兜里抓住了一张灵符 咒语一念 灵符滋拉一声就燃烧了起来 我手一松 燃烧的灵符直接落了下去 周八字是活死人 不属于活人 他体内有三尸骨 只有一把火把他烧成灰烬 才能永远地让他消失 可就在灵符要落到他的身上时 周八字突然就醒了过来 猛地一吹 直接把燃烧的灵符给吹片了 那灵符没有落到他身上 而是落到了地上 很快就烧成了一堆灰烬 我说过 没有人可以杀死我 连灵族的尊主都没有杀死我 何况是你 周八字彻底地怒了 怒吼了一声后 那嘴巴就同时张开了 他的嘴巴一张开 我就看到他的喉咙 开始往上翻了一下 该死 是三尸骨 看到那熟悉的动作 我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身体的反应太慢了 一动 那插进我身体的剑 就好像在我体内搅动一样 疯狂地撕裂着我的身体 那剧烈的痛楚 几乎让我昏厥了过去 更是让我丧失了躲避的能力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只金色的三尸骨 从他的嘴巴里飞了出来 那金色的三尸骨 一从他的嘴巴里飞出来 直接飞到了我的脖子上 只感觉一阵阴冷的感觉 冷得让我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 我用手去摸 那金色的三尸骨 就钻进了我的脖子里 就是这一刹那 我就失落地笑了起来 心里万千悔恨 恨自己没有本事 恨自己不能杀了周八字 给他们报仇 就差那么一点 我就可以把它烧成灰烬了 可现在 我却是被他的三尸骨给攻击了 我记得很清楚 当年师父在麻沟村中了三尸骨 就是砍下了一条手臂 才捡回了一条命 我也记得 那铁匠大叔中了骨的下场 浑身化成了一滩血水 连海骨都没有剩下 这样的死法太凄惨 也太难看了 也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去投胎 在死亡的这一刹那 我的思绪就开始满天飞了 也不准备挣扎反抗了 顺着石棺 就慢慢地坐了下去 感受不到任何的疼痛 只等着死亡的来临 周八字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阴狠地笑道 李初九 你就算死也值得了 你知道吗 刚才进入你身体的三尸骨 正是三尸骨王 死在三尸骨王的毒下 你一点也不冤枉 我也再也不用 把三尸骨王留在我的身体了 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此时的周八字 笑得很是大意 那大笑声 不停地回荡在屋子里 久久不散 我没有说话 也没有挣扎 眼睛就一直死死地瞪着周八字 因为我听人说过 人在死的时候 如果一直看着某个人 等他死了头胎转世后 醒来也会记得那个人的样子 我不甘心 我要永远记着周八字的模样 哪怕有下辈子 我也要报仇 哼 好好记住我这张脸 马上我就可以变成正常的活人了 你会亲眼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你应该感觉到荣幸 哈哈 周八字并没有觉得不自然 反倒是让我看着他 而周八字 把那坛子给抱了出来 直接放进了石棺里 说来也邪惑 这坛子本来是空的 就算装作一个男婴 也没有任何的重量 可在遇到血水后 就直接沉了下去 这是石石英女弹下的灵婴 我要借助 她的三魂七魄重生为人 而我身上的人皮诗衣 足够抵挡重生为人的雷洁了 哈哈 等等 周八字说到这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啥 猛地扭头看向了我 害怕地说道 我的三尸骨王 已经进入了你的体内 你应该会马上化成一滩血水的 可为啥你现在还好好的 好像一点事都没有 周八字这么一说 我也是糊涂了 那三尸骨王 确实钻进了我的脖子里 而且都已经过了 两三分钟的时间了 我却好像一点事情 都没有一样 除了那伤口的疼痛 还有失血过多的昏沉感 我并没有感觉到 身体有其他不适的地方 那三尸骨的毒我是知道的 只要是中了毒的人 会立马化成一滩血水 道横高的人 可以抵挡一阵 但身体也会先枯萎 何况这进入我身体的 是三尸骨王 毒性肯定比三尸骨 还要剧烈数倍 但我现在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我以为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又连忙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也发现没有任何的征兆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我的三尸骨毒 是古苗寨最厉害的骨毒 除了我之外 根本没有人有解药 而且 这次是三尸骨王的毒 就算我也没有办法 可你怎么回事 中了三尸骨王的毒 为啥到现在还是好端端的 周八字也是慌了 一边看着我 一边不相信的呢喃道 坦白说 我比他更糊涂 还想着这三尸骨王 是不是在我体内睡着了 确定了自己的身体 没有腐烂后 我才激动的大笑了起来 周八字 这是老天爷 要除掉你这个恶魔 你没有了三尸骨毒 就是一个废人而已 现在 该我 我 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感受到 体内有东西 要从我嘴巴里钻出来 我一张开嘴巴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我刚刚还侥幸地以为 周八字的三尸骨毒 对我失去效果了 可就是下一秒 我便一口鲜血 从嘴里喷了出来 刹那间 只感觉有一股强悍的气息 在我体内不断地冲撞着 撞得我五脏六腑 都剧烈地翻腾了起来 气息越混乱 我的身体就越糟糕 特别是我下丹田的地方 更是犹如针刺一样疼痛 哈哈 周八字看到我的变化后 当即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道 李初九 我已经告诉了你 我的三尸骨毒 没有人能解 原本还想让你看着我 借灵因重生为人 现在看来 你是没这个机会了 我死死地咬着牙 体内的剧痛 几乎快让我嘶吼了起来 特别是我丹田的地方 先是针刺般的疼痛 跟着就麻木了 好像整个丹田都被冰冻了一样 不光是我的体内 就连我呼出来的气息 也是冰冷的 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感觉 有东西在我体内爬 好像是那三尸骨王毒 它的速度非常快 一直在朝我心脏的地方爬 我的丹田 很早就已经修炼出真气了 看到有东西 要侵入我的心脏 那原本封印着 先灵婆鹰骨的真气 瞬间放弃了丹田的鹰骨 直接朝心脏的位置窜了过去 想要阻止骨毒进入心脏 可这真气一离开 那丹田的鹰骨 就开始闹腾了起来 仿佛快要把我的丹田 冻成了冰块 我此时已经闭上了眼睛 在感受我身体里的状况 现在已经顾不上 去管丹田的鹰骨了 一直感受着真气的流动 那三尸骨王 还没有爬到我的心脏 就被真气给拦截了 可我的真气 对三尸骨王根本没有作用 完全拦不住三尸骨王 这骨毒实在是太恐怖了 就算是真气 也拿它没有办法 我尝试催动了一下真气 想要把那三尸骨王给逼出来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一催动真气 丹田的地方 就好像要被鹰骨撕裂了 这种剧烈的痛楚 已经疼得我只能 呼气不能吸气了 就连身体也是不停地抽出了起来 仙灵婆的鹰骨 加上周八字的三尸骨王 足够让我死得连渣都不剩了 我没有继续催动真气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尸骨王 逐渐爬进我的心脏里 等三尸骨王进入了我的心脏 那就是大罗神仙 也没办法救我了 意识到这一点 我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最终还是认命了 看来 此生是无法找周八字报仇了 你倒是第一人 中了我的三尸骨毒 竟然能够支撑到现在的 说明你的体质不错 但还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等三尸骨王进入你的心脏 你会死得更难看 哈哈 周八字也停了下来 看着我大笑了起来 笑了一会儿之后 语气突然软了下来 自顾地摇了摇头 叹息说 李初九 你和我斗了这么久 坦白说 我也累了 不能再放任你继续成长了 再给你一点时间 我真的会被你杀死的 死在你的手里 我倒是觉得 是一种耻辱 听到这番羞辱的话 我很想站起来杀了他 用行动来告诉他 杀他不是他的羞辱 而是他该死 可现在的我 已经是垂死之人了 还是省着力气 看清楚他的模样吧 最起码 下辈子我还可以找他报仇 想到这一点 我就猛地睁开了眼睛 而就在 我睁开眼睛的刹那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无比刺痛 好像有冰凉的液体 从我脸上流了下来 我用手一摸 是腥红的血液 我知道 三尸骨毒的毒性开始了 要不了几分钟 我就会腐烂成一滩腥臭的血水 趁着还有时间 我看着周八字 冷冷地喊出了一句话 周八字 你的下场一定不会比我好 我诅咒你 你不得好死 死后入了地狱 也会被投入畜生道 周八字不屑一笑 玩味地笑道 等我借灵英重转为人后 我就会去占据小异村 那寡妇十世英女的身体 哪怕我会变成一个女人 也会好好地活下去 那十世英女的寡妇 会帮我承担所有的罪孽 十世英女 会有十世的劫难 我借尸还魂 占据她的身体 可以活十辈子 一听到她提到了雪梅 我就有些于心不忍了 十世英女 注定刻人 最后还会刻自己 我能感觉到 我的嘴角 鼻孔 眼睛 耳朵里 都已经出血了 身上已经没有啥力气了 连抬头 都显得很困难 而就在我准备 拔出我身上的长剑 体面地死去时 那下丹田的鹰骨 瞬间窜到了心脏的位置 就好像是一枚锋利的针 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脏 啊 啊 这种痛苦 我终于是承受不住了 痛苦地嘶吼了两声 而就在我嘶吼的瞬间 很有力量 也很有节奏 好像比之前更强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那鹰骨 窜出了我的心脏 直接回到了丹田的位置 而在鹰骨窜回心脏的时候 我体内的真气 竟然一路护送 这一刻 我才猛然明白了过来 那鹰骨好像吞噬掉了三十股王 一沉入我的丹田后 就和我的真气融合在了一起 紧接着 我就感受到 我的真气逐渐变强了 那原本像小鱼苗一样的真气 开始慢慢地沉淀 快速地撑着我的丹田 只是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我就感觉 我的下丹田 被真气给填满了 那原本冰冷的丹田 竟然变得燥热了起来 特别是丹田口的地方 竟然锁不住我体内的真气了 那真气越积越多 好像快要把 我的丹田撑爆了 我快承受不住了 猛地张开了嘴巴 嘴巴一张开 一口浊气就吐了出来 那下丹田的真气 瞬间窜了出来 直接往上窜 好像打通了其中一条经脉 在流窜过经脉后 直接流到了 我胸膛最中间的位置 那真气就这么沉淀了下来 是我的第二处丹田 也就是胸口处的中丹田 师父说过 想要找灵族的尊主 就必须打通我体内的三处丹田 也就是腹部的下丹田 胸膛的中丹田 还有额头处的上丹田 三处丹田一打通 我体内的真气就会源源不绝 力量更会暴增数倍 我下丹田的阴谷 好像和我的真气融为一起了 在吞噬了三十股王后 竟然转换成了真气 意外地打通了我的中丹田 真气很难修炼 我修炼了几年 也只是 修炼出了一股像小鱼苗一样的真气 而我的丹田 就好像一片鱼塘一样 最初修炼出来的真气 就好像在鱼塘里的一尾小鱼苗一样 可现在 真气竟然填满了下丹田 还打通了中丹田 这等机缘 恐怕是真气封印了阴谷 时间一长 它们就融合在一起了 我越想 心里越是激动 这次生死之际 我却得到了这样的造化 说来 就开始慢慢沉淀了下来 我能感受到 中丹田比下丹田 还要大了不少 犹如一片江河 至于沉入中丹田的真气 只是杯水车芯而已 想要填满中丹田 仿佛是遥遥无期的感觉 但就算这样 也足够我高兴激动了 那真气完全沉入中丹田后 我的胸膛就猛的一挺 好像有一股强悍的真气 瞬间爆发了出来 那原本插入我胸膛的长剑 竟然慢慢地被逼退了出来 在这一刹那 我能感觉到我的力量 速度 倒数都好像提升了一个境界 哐当 只听见哐当一声 那插入我胸膛的长剑 就落到了地上 原本在施法的周八字 听到这声音后 猛地转过身来 看到我站起来之后 当即脸色大变 指着我结巴地说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会站起来 周八字看到我的时候 已经完全吓呆了 连说话的声音都结巴了起来 我没有理他 而是脱下了外衣 用力地缠在了我的胸膛上 刚才长剑被震出来的时候 伤口又被撕裂了 鲜血再次流了出来 我赶紧点了伤口周围的穴道 避免失血过多 我现在没时间处理伤口 而是要杀掉眼前的周八字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你怎么能够自己解了 三尸古王的剧毒 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震惊的周八字 回过神来后 还是不相信地呢喃着 但他此时的脸上 已经出现了害怕 我呵呵一笑 啊 周八字 你相信因果循环 报应屡是不爽吗 少废话 说吧 你怎么解了我 三尸古王的剧毒 周八字咬着牙 那张脸已经变得猙獰无比 你不相信 好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看他不相信 就玩味地笑了一句 说 我去古苗寨的时候 仙灵婆体内的鹰骨 钻到了我的身体里 可我没想到的是 鹰骨竟然比你的三尸古王 更加厉害 不但吞噬了你的三尸古王 还助我打通了我的忠丹田 恐怕是你 修炼这么多年 也没有打通忠丹田吧 你辜负欺骗了 仙灵婆对你的爱 还让叶绍青 去骗取了生死秦谷 如今 我用仙灵婆的鹰骨来杀你 你说这是不是鹰骨报应 鹰骨 你怎么会得到鹰骨 听到我这番话的时候 周八字的脸彻底崩溃了 但随即想到了啥 不停地摇头道 不可能的 那臭女人 不可能不把鹰骨给我 她那么爱我 绝对不会不给我的 只要是有灵性的骨 都会是一对 三尸古王也是一对 生死秦谷也是一对 她都给了我 可为什么 她没有给我鹰骨 那个臭女人 难道把另一半鹰骨 给了别人 周八字 你真的就这么认为吗 我看着明完不灵的周八字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仙灵婆确实爱你 但你不应该欺骗她 更不应该辜负她 她不断地用鹰骨 来借年轻女子的寿缘 害死了 古苗寨好多花季少女 就是为了等你 回去看她一眼 可你呢 不但不回去看她 还骂她臭女人 你这种绝情绝义的人 该死 死不足惜 哼 周八字已经完全慌了 嘴里还是骂着 那是臭女人 口口声声说爱我 可却是连鹰骨也不给我 如果她还活着 我非得好教训她一顿 我要让她知道 欺骗我周八字的下场 哈哈 听到她这些话 我就失声大笑了起来 笑她的自私 笑她低估了一个女人的决心 笑吧之后 我就冷冷地看着她 眼睛里已经有了杀意 怒道 周八字 你没有机会了 话音一落 我便重中一拳 朝她打了过去 周八字虽然崩溃了 但反应还是不慢 看到我出拳后 也是重中一拳 朝我对轰了过来 鹰骨已经和我的真气 融合在一起了 我可以使用真气了 我出拳的时候 丹田处的真气 瞬间灌入了我的拳头 我只感觉 我这一拳头 能够开山劈石 碰 只听见碰的一声巨响 跟着就是一阵 骨头错位的咔咔声 周八字的身体 直接被我打得 撞在了棺材上 我这一拳的力道太恐怖了 周八字的身体 一撞在了石棺上 跟着往后一翻 直接翻进了石棺里 那石棺里的血水 被她震得四处飞溅 在血水里站了起来 手里更是拿着我的震魂尺 一口鲜血喷在了震魂尺上 大声念着咒语 道 以我之名 借祖师爷神威 震魂尺 杀 她的咒语一念完 猛地把震魂尺朝我扔了过来 这震魂尺有了法力 速度快的惊人 还好我现在打通了中丹田 反应比之前快了一倍不止 看到那急事而来的震魂尺 就我赶紧往后一翻 双手倒撑在地上 用脚一踢 刚好踢在了震魂尺上 那震魂尺被我改变了方向 猛地向我后方射了过去 砰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那震魂尺直接插入了墙壁里 这墙壁全是用棺材的木板子做的 这震魂尺刚好刺了进去 没入了一半 但这湿了法周的震魂尺 力道太可怕了 就算停顿了下来 那裸露出来的半截 还在不停地震动着 我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周八字 怒道 周八字 你现在还有什么招式吗 尽管使出来吧 等等 李初九 我们有事好商量 周八字站在血管里 看到我走过去的时候 彻底的慌了 道 你我的敌人都是灵族的尊主 现在那尊主应该要来了 你一个人无法对付他 你我联手才有机会 我看到他在面对死亡 会是这样害怕 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道 周八字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枭雄 可现在看来 你是一个懦夫 更是一个怕死的狗熊而已 对 我是懦夫 我怕死 周八字已经完全害怕了 不停地求道 只要你肯放我这条狗命 我就帮你杀灵族的尊主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 我不敢骗你 你可以随时杀掉我 哼哼 我冷冷一笑 已经走到了石棺边上 而此时的周八字 竟然吓得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一坐下去 石棺里的血水 再次溅了出来 他身上穿着十几层人皮诗衣 那血水 没有将他的衣服打湿 我一靠近他 他就不停地往上挪 我笑了笑 说 周八字 灵族的尊主是我的仇人 但你也是我的仇人 你会杀 他我也会杀 所以 去死吧 等等 见我要动手了 周八字立马大喊了起来 说 李初九 你要是放了我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关于玄真一门 还有灵族的秘密 如何 他这么一说 我倒是来了兴致 反正现在的他 跑不了 我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问道 说吧 说来我听听 嗯 周八字连忙点了点头 说 玄真一门 还有很多散落在外的弟子 他们都隐藏起来了 但他们在 等着玄真掌教的召唤 你光有镇魂尺还不够 还需要玄真派的大印 大印是祖师爷传下来的 就算是地府的黑白无常 也要给手持大印的人几分面子 但那大印师父 不知道给了谁 镇魂尺只是给了你爷爷 还有 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们玄真一门的发源地 好像在九龙山 据说 那道观还在 只是被人用结界封闭了山头 闭嘴 听到后面的时候 我才反应了过来 周八字是在拖时间 因为 我看到他的双手在血水里 好像在变化手势 那血水一荡一荡的 应该是在结某种执法 这老混蛋 到现在了 还想算计我 被我识破之后 周八字还在狡辩 不是 李初九 你听我说 我马上告诉你 关于灵族的事情 我的眼睛已经眯了起来 双手直接朝他抓了过去 可刚一出手 外面就有人大声在喊我了 九哥 快跑 灵族的人来了 九哥 快跑 灵族的人来了 这喊声很急 而且是重复的 应该用的是走阴人的秘书 正在远处给我传话 九哥 快跑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杀上来了 那声音立马变了调子 不断地重复 越喊越急 就在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声音就骤然消失了 这喊我的人 应该出事了 哈哈 而就在这时 周八字突然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道 李初九 你杀不死我的 我等的就是现在 灵族的尊主来了 我要让他命丧死尸客栈 你会被他杀死 而我会借着灵鹰重生为人 我就知道 周八字在搞鬼 果然他的话一说完 我就看到他的手猛地 从血水里钻了出来 在他的手钻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截了一道 奇怪的执法 那执法一正 石棺的血水 就开始猛烈地荡漾了起来 那荡漾开的血水水面 更是出现了一道道 太极八卦的图案 但这图案散发的颜色 却是血红色的 不是正道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血水里 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这声音哭得很伤心 更是哭的人于心不忍 这哭声 好像是那坛子里的灵鹰 我乃活死人 今日以十世英女所诞下灵鹰转铁 用我的三魂七魄 附身在他的身上 让他找到十世英女 戒尸还魂 灵鹰开道 六甲六丁 朱雀玄武 太上老君 玉帝王母通通让道 我数走鹰 不归三界管辖 逆天行 天遣来吧 周八字念完咒语后 突然站了起来 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 在那鲜血喷出来之时 我就看到石棺里的血水 完全沸腾了 那里面的灵鹰哭声 哭得更加凄惨刺耳了 李初九 天遣马上来了 地狱之门一打开 别说是你 就算灵族的人 也会全部葬身于此 而我 还会重新变成活人 哈哈 周八字已经疯狂了 看到我的 就放声地大笑了起来 我冷冷一笑 咬牙道 周八字 想借尸还魂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我此时已经顾不上其他的了 猛地抓住了周八字的手臂 一发力 直接把他给拽出了血关 而在我把他拽出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的身体很轻 好像没有了任何重量一样 我抓着他 迅速地往墙壁的方向退 再要接近那插在木板上的阵魂尺上 猛地把他扔了过去 只听见咔嚓一声 那阵魂尺 直接穿透了他的胸膛 我跟着咬破了食指 拿出了一张灵符点上血液后 就贴在了阵魂尺上 咒语一念 阵魂尺的灵符滋拉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顷刻之间 把这阵魂尺烧得通红 这阵魂尺 好像要开光了一样 更是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那金光一出现 周八字这活死人的身体 立马被燃烧了起来 如同泼了铜油 一阵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响起后 周八字的身体 很快就被烧成了灰烬 但我知道 这只是他的肉身而已 他的三魂七魄 在我提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沉入了血水中 哥哥 哥哥 而就在这时 我背后突然想起了 一道阴森森的笑声 听到这阴森森的咯咯笑声 我的头皮就抹了 回头一看 就看到那石棺里 正坐着一个灵鹰 就是那坛子里的灵鹰 他的身体 好像没有任何的重量 就这样坐在血水的水面上 那双原本像活人小孩一样的眼睛 现在变得心红一片 无比的阴森 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功夫 他的嘴角 就长出了一对獠牙 看起来凶神恶煞 早就不是之前 那个白白胖胖的男鹰了 特别是他那身上 更是出现了一层 层人皮湿衣 那人皮湿衣 和他那褐色的皮肤 好像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我知道 周八字的三魂七魄 已经附身在灵鹰的身上了 现在的灵鹰 就是周八字 他看着我的时候 就阴森森地开口了 李初九 你杀不死我的 哥哥 他的声音不再是周八字的声音了 哪声哪气的 但又无比阴森 这灵鹰是叶珠金体内淡下来的 可现在已经没救了 只有灭了他 才能真正地杀死周八字 我没有说话 伸手拔出了插在木板墙壁上的阵魂齿 慢慢地朝他走了过去 滴答 滴答 而就在我走过去的时候 天空好像突然下起了暴雨 那雨滴声噼里啪啦地砸在了房顶上 如急急乱弦一样 听的人一阵心烦意乱 雨好像越下越大了 就是这眨眼的功夫 天空突然响起了一道惊雷 这惊雷声实在是太恐怖了 仿佛要把整个死尸客栈都炸了一样 更是炸的人耳朵嗡嗡直响 我知道 天遣要来了 周八字刚才逆天行 惹怒了上舱 这是天遣夜火 我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要尽快杀掉这个灵鹰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就猛地朝灵鹰冲了过去 可刚冲到石棺边上 骤然间就听到一声恐怖的惊雷声 下一秒 就看到一道雷电 直接穿透了死尸客栈的房顶 直接劈在了灵鹰的身上 看到这雷电劈下来 我完全是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猛地往后一扑 就地一滚滚出了好几米远 哄 就是 在我往后滚的刹那 一阵刺耳的爆炸声 瞬间响起 这雷电劈在灵鹰上 直接把石棺炸得四分五裂 那石屑和血水 还是砸在了我的身上 打得我身上火辣辣的疼 那电流留在了地上 电得我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我的身体猛地打了一个机灵后 这才清醒了过来 赶紧站了起来 站起来就往石棺的方向看 这一看 就看到那石棺 早就被轰得稀巴烂了 血水流了一地 而那灵鹰 就这么漂浮在半空中 它身上穿着厚厚的人皮诗衣 那雷电竟然没有把它轰死 我之前一直以为 人皮诗衣 能够抵挡天谴雷节是假的 可现在看来 竟然是真的 只是那人皮诗衣 已经被烧黑了 经历了这次天谴雷节后 人皮诗衣 起码烧坏了好几层 但这人皮诗衣足够后 周八字让矮骡子 剃头鬼匠包了这么多人皮 就是为了抵挡现在的天谴雷节 在我镇住的刹那 这漂浮在半空中的灵鹰 又转头看向了我 那脸上 更是露出了一道 得意狡诈的笑容 绝对不能让他经历了雷节 不然的话 周八字就会重生为人了 想要再杀他 那就是大海捞针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 一定不能放弃 我看到那灵鹰 心里就开始快速地盘算着 在下了决定后 就咬破了舌尖 一口金血喷在了震魂尺上 嘴里大声念起了咒语 我是天目 与天相竹 金如雷电 光耀八极 彻剑表里 无物不服 五星震彩 光照玄明 千神万圣 护我真灵 巨天猛兽 制服五兵 五天魔鬼 亡身灭行 所在之处 万神凤迎 今日无以玄真一门掌教的身份 借祖师爷神力 斩杀恶鬼 消散万邪 三亲祖师爷在上 无玄真掌教李初九 以经血尽之 急急如律令 呆 最后一个呆子喊出来的时候 我的喉咙就已经破了 声音都嘶哑了 而我的咒语刚一念完 震魂尺当即发出了金色的淡淡光芒 那光芒无比刺眼 更是无比灼烫 那上面袖极斑斑的黑漆 好像要脱落了一样 李初九 你斗不过我的 好戏才刚过开始 灵足 还有你 都要留下来陪葬 你能和鬼斗 和人斗 但你唯独不能和天斗 哥哥 哥哥 这灵鹰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很阴森 同时也很刺耳 休想 我是正道 邪不胜正 今日我就除魔未斗 替玄真一门除掉 你这个该死的叛徒 我咬紧牙关大喊了一声 握着震魂尺 就朝灵鹰冲了过去 在冲到他面前时 手中的震魂尺猛地 朝他脖子上砍了过去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惊雷骤然响起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看 那惊雷就穿过了房顶 直接朝灵鹰劈了下来 我没有退路了 只有现在杀死灵鹰 不然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可我的震魂尺还没有砍过去 这道雷电 竟然劈在了我的震魂尺上 好像我手上 举着的不是震魂尺 正是引雷针 这雷电劈在震魂尺上后 当即从震魂尺 流到了我的全身 就是这零点零几秒的功夫 我就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被天雷夜火劈中的这一刹那 我就瞬间失去了意识 只感觉一股强悍的电流 从震魂尺上劈了下来 在从我身体流到地面的时候 我就完全空白了 就是这一刻 世界好像已经停止了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停止了 如同被定格住了一般 感受不到任何时间流逝的概念 不能动 才是最可怕的 我努力地想要看清楚眼前的世界 努力地想要有意识 但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好像是识人一样 也不知过了几分钟 我的意识才稍微有了一点反应 我眼前漂浮在半空中的灵鹰 突然阴森森地开口了 李初九 这是我的天前夜火 这是我的天雷 我逆天行 老天爷怎会放过我 你要杀我 老天爷肯定不容许 所以你杀不了我 我有人皮诗衣 足够抵挡天前夜火 如今 你把我挡下了一道天雷 我该谢谢你 哈哈 他的声音很刺耳 很尖锐 听得人心里一阵心烦意乱 就是在听到这灵鹰的嘲笑声时 我的意识就慢慢恢复了过来 还没有彻底回过神来 我就感觉我的手 好像握住了一块烧红的铁一样 疼得我张开嘴巴 不停地倒吸冷气 我动了动脖子 艰难地把脖子养了上去 这一养脖子 就看到我的阵魂齿 发出了一阵阵刺眼的金光 特别是那阵魂齿上面的铁锈 竟然开始一片片脱落了 在铁锈开始脱落之时 我就看到裸露出来的部分 竟然是剑身 那剑身上面 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符文上还有金光流窜着 难道是 阵魂齿要开光了 叶博曾告诉过我 阵魂齿开光了之后 便不再是阵魂齿 里面还藏着我们 玄真一门的秘密 一想到叶博的话 我就激动了起来 就连这灵鹰 也是尖锐地惊呼了一声 啊 怎么可能 连我师父的道行 也没有将阵魂齿开光 可你李初九一个无名小卒 怎会 是我的天雷夜火 一定是天雷夜火 让阵魂齿开光了 阵魂齿上的铁锈还在脱落 但就在正中间的地方脱落 两边的边缘却还是被黑漆漆的铁锈包裹着 那金光流窜得很快 只是几分钟的功夫 就把阵魂齿中间的铁锈 完全给脱落了 我能看到 里面锋利带着寒光的剑身 还有那上面雕刻的符纹 但唯独看不到剑锋 还是被铁锈包裹着 我以为阵魂齿还会继续开光的时候 那金光骤然而停 我此时手里握着的阵魂齿 变得比之前还要丑陋了不少 就好像是阵魂齿中间的地方 泼了硫酸一样 把铁锈给腐蚀了 但阵魂齿两边的齿锋 却还是被铁锈包裹着 完全像是一把沸铜烂铁 最显眼的地方 就是阵魂齿中间 镌刻的那些符纹 我还没反应过来 那阵魂齿 就好像有一道真气 窜进了我的体内 我忍不住一哆嗦 跟着就清醒了过来 在清醒过来的刹那 我就连忙转头看向了林英 冷冷地说道 周八字 你有天雷夜火 我有祖师爷附身 这次 我看谁还能救你 我的手早就已经举软了 在反应过来后 手中丑陋的阵魂齿 猛地朝他脖子砍了过去 我一动 眼前的林英 脸色当即变了 那张稚嫩的脸上 全是害怕 哄 而几乎是同时 屋顶上方 再次响起了一道惊雷 我已经不敢抬头看 我知道周八字的天前夜火又来了 周八字逆天行 老天爷要收拾他 是不容许我亲自动手的 但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 在感受到那刺眼的雷电时 我的震魂齿就已经砍在了林英的脖子上 有如切豆腐一样 震魂齿直接把林英的脑袋砍了下来 那脑袋一滚落到地上 随即化作一道青烟消散了 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而那道劈下来的天雷夜火 最终还是没有劈下来 在房顶的位置就爆炸了 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死尸客栈都被劈得摇晃了起来 那上面的棺材板子也是被炸断了 不停地掉下来 我来不及去看 只得往出口的方向冲 等我冲到门口的时候 那些被天雷轰得稀巴烂的木板 就完全坍塌了下来 直接把那石棺的位置给掩埋了 等硝烟散尽 死尸客栈的房顶 已经被轰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从那大洞看出去 我能看到皎洁的月亮正挂在天空 那么明亮 那么温暖 我终于忍不住了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仰头看月亮的时候 激动的热泪就从我脸颊上滑落了下来 经历了九死一生 我终于杀了周八字 终于让他魂飞魄散了 终于给他们报仇了 我跪在地上 激动的阿鸦呐喊了起来 不停地释放压抑在心里的痛苦和仇恨 直到内心平静了下来 我才笑了起来 道 娘 奶奶 爷爷 爹 师父 还有麻沟村的村民 我终于手认了周八字 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你们知道吗 这整整将近八年的时间 我每一天都把自己逼成了疯子 就是要给你们报仇 如今 我终于做到了 娘 你等我 还有麻沟村的父老乡亲 你们等着我 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 让你们重见光面 一说完 我就重重地刻了三个想头 这是我对他们的承诺 也是我对灵族尊主的仇恨 没有任何的眷恋 最后看了一眼周八字魂飞魄散的地方 我便提着镇魂池走了出去 因为我知道 还有灵族的人在外面等着我 他们已经来了 死尸客栈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了 冷清地吓人 我推开了柜台后面的门 直接走了出来 穿过了死尸客栈的大厅 便朝外面走 死尸客栈的门 有一半是关着的 我也彻底打开了 再走出死尸客栈大门的刹那 我最先看到的 便是死尸客栈周围 都弥漫着黑色的硝烟 周围那些高大的树木 全都被天雷夜火给劈了 但火势没有燃烧起来 只是到处飘散着呛人的黑烟 而我跟着看到的 是死尸客栈对面的平地上 站了十几个穿着白袍的人 他们的白袍 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 就连脸上也蒙住了 而在他们的最前面 看不到里面的人 但轿子的周边有好几个守卫 看样子是保护里面的人 看到那轿子的时候 我心里就已经猜想了起来 里面坐着的人 会是灵族的尊主吗 而这些都不让我惊讶 最惊讶的是 那人披天灯还在漂浮着 我抬头看上去的时候 子龙他们还被放在了半空中 走音人好像没有把他们救下来 应该是在动手的时候 就发现灵族的人来了 这才提前走了 他们受灵族的奴役 自然害怕灵族 我理解他们 不怪他们 我看着子龙的时候 子龙也在看我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我看到他在笑 他知道我杀死了周八子 他在为我高兴 为我激动 对面的人是灵族的 我知道现在没有退路了 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哪怕死 也要有尊严的死去 在我快要走到 人披天灯下方的时候 那原本明亮皎洁的月亮 突然被一团黑云给挡住了 请客之间 黑暗瞬间就笼罩了下来 几乎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而这样的异象 也是让我当即一惊 这到底是咋回事 哄 这惊雷声带着刺眼的闪电 瞬间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我一抬头 就看到一道天雷猛地 从空中劈了下来 该死 是周八子的天雷夜火 我之前给他挡了一道 但并不算 他的天雷夜火有三道 这才是真正的第三道天雷夜火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天雷已经劈在了人皮天灯上 但并不是劈在了子龙 和叶珠金的人皮天灯上 而是劈在了那些 吊着人头的人皮天灯上 那电流一劈下来 鬼火瞬间就窜了起来 电子劈到了地面上 就是这眨眼的功夫 整个地面都好像被照亮了一样 而下一秒 整个地面就开始站立了起来 好像有啥东西要爬出来了 这雷电劈到地面上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下意识地跳了起来 想要躲开电流 因为被电击中的感觉 实在是太操弹了 可还是被电流击中了 全身一麻 当即栽倒在了地上 这麻是短暂的 等这麻的感觉消失过了之后 我就再次站了起来 等我站起来的时候 那原本挡着月亮的黑云 瞬间消散了 月光再次笼罩了下来 罩得地面惨白惨白的 特别是那几个 吊着人头的人皮天灯 鬼火更是燃烧得很凶猛 鬼火燃烧释放的气焰 不断地冲击着人皮天灯 让人皮天灯的福利 再次增加了 下面链接的铁链子 也是被福利崩得咔咔直响 好像随时都要把地面链接的 铜环拔地而起 而这时 我才看出来了 这吊着人头的人皮天灯 是一种奇怪的阵法 地面还在微微地站立着 那些在地面上的小石子 已经开始跳动了起来 感觉有啥东西要爬出来了一样 我看对面的队伍没有说话 也没有出手 就赶紧跑到了子龙的人皮天灯下方 想要去把他们放下来 可等我走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 这铁链子和铜环已经锁死了 除非用锋利的武器劈开他们 不然的话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这铁链子 有手腕粗细 我的镇魂齿 就算砍上一年 也无法砍断这铁链子 怪不得 走音人没有把子龙他们救下来 好好地活下去 就在我镇住的时候 半空中的子龙突然朝我大喊了起来 李初九 你走吧 不要管我们了 不然你也会死的 叶珠金也是朝我喊了起来 我抬头看着他们 无奈地笑道 我走不了了 我们是一起来的 要走一起走吧 灵族弟子听令 李初九 乃是我灵族的罪人 把他抓回去 带回灵族 让他接受灵族的审判 而就在这时 对面的那辆轿子里 突然传来了一道厚重威严的声音 一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 这声音我太敏感了 我曾记在心里 告诫自己 一辈子也不要忘记 因为这声音 正是灵族尊主的声音 当年在麻沟村 他带走我娘 惩罚麻沟村的村民时 我就把这声音刻在了心里 打死也不会忘记 没想到 他真的来了 他来了 自然是来杀我的 而那些灵族的弟子 听到尊主的命令后 齐刷刷地点了点头 跟着就朝我冲了过来 我同时握紧了镇魂尺 已经准备好拼命了 好像要地震了一样 这突然出现的状况 让他们全都停了下来 就是这一刹那 我就看到那人皮天灯 下面的石头和泥土 不断地被翻了出来 而下一秒 我就看到了 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幕 在地上的石头和泥土 被翻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 地里爬出了一具巨骷髅 这些骷髅是完整的 并没有散掉 但身上却是一点血肉都没有 那空荡荡的身体 那一排排发黑的肋骨 就像是一具骷髅标本一样 这些骷髅从地里爬起来后 就一个个地站在了地面上 只是过了四五分钟的距离 我就看到地面上 站了上百具骷髅人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他们的脑袋一动 我就听到了一阵阵咔咔的声响 这是骨骼活动的声音 他们长眠地底下 如今都被人皮天灯召唤出来了 而那双黑漆漆的眼洞 更是齐刷刷地看了我一眼 就是这么一眼 我的头皮就已经抹了 这场面太坦娘的圣人了 冷汗都给我惊出来了 这些尸体腐烂后 骨骼没有散 而是保存了完整的心态 说明他们怨气不散 也和死士客栈 镇压他们有关系 而就在我以为 他们要攻击我的时候 我却是看到了 更加震惊的一幕 只见这些骷髅人 抬头看了一眼人皮天灯 伴随着一阵阵 咔咔的骨骼声响 这些骷髅人 竟然顺着铁链子 爬了上去 像一只纸蚂蚁一样 一个个顺着铁链子 往人皮天灯上爬 这场面 除了震撼便是惊讶 我见过了恐怖的殷尸 也见过了怨鬼 但唯独没有见过 能活动的骷髅骸骨 他们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 身上的衣服 都已经腐烂了 特别是他们那发黑的骨头 好像脆的 随时都要散架一样 可在看到他们 爬铁链子 表现出来的力量时 又会给人一种 他们的骨架 很结实的感觉 我越看 心里越是甚得慌 不光是我 就连对面的那些邻族弟子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全都被震住了 想必 他们也没有看到过 这样的场景吧 他们甚至都已经忘记攻击我了 就这么仰头 看着不停往上爬的骷髅人 像串成一条线的蚂蚁一样 这些骷髅人 爬得很快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爬上了 这十来米的铁链子 他们没有爬子龙 他们的人皮天灯 就是爬这些吊着头颅 鬼火大声的天灯 他们爬上去之后 竟然全都吊在了 那鬼火边上 张开了那没有血肉的牙床 对着鬼火不停地 耸着骷髅头 这姿势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们在吹着鬼火 可他们只是一具骷髅啊 哪里能吹出气来 可跟着 我就发现自己的意识错了 在他们不停 对着鬼火吹气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嘴里 竟然出现了 绿悠悠的怨气 那绿悠悠的怨气一吹出来 鬼火的火焰 瞬间窜出了一米多高 几乎快要烧到 那人皮天灯的罩子了 我完全想不到 这些骷髅人 竟然有怨气 这些怨气藏在了 他们的骨骼里 哪怕就算在 深埋上千年 他们的骨骼也不会散 而在我看的震惊时 那天灯的人皮罩子 再次鼓了起来 鬼火产生的气焰 不停地冲击着人皮罩子 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那浮力便增加了数倍 铁链子 连接着下面的铜环 这铜环 是打入地里的 无比结实 可随着上面的人 皮天灯浮力增加后 这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瞬间发出了框 框的声响 铁链子 已经完全崩直了 好像要把地面上的铜环 给拉了起来 周八字放天灯 这一处很巧妙 他知道 以人的力量 无法拉起铜环 只有用浮力的作用 来把这铜环拉起来 而就在我盯着地面的铜环看时 那上面 就有骷髅人掉了下来 他们骨骼里的怨气 好像全部吹在了鬼火上 没有了怨气的骷髅人 只会变成一具散了的骨架 那些骨架 从十多米的高度摔下来 当即摔成了 无数的粉末 一时之间 整个地面 白烟四起 这些白烟 都是飘散的白色粉末形成的 这些白色的粉末 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已经看不清楚 对面的邻族队伍了 倒是子龙 一直在注意我的情况 看到现在出现了转机后 当即大喊了起来 朱九 你给我走啊 走 你再不走 我赵子龙 就算化作了鬼 也不认你这个兄弟 快走 趁现在还有机会 子龙已经怒了 那喊我的声音里 已经带着怒气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他 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如果我转身跑 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但他们就一点机会 都没有了 但如果我不跑 我或许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可他们 还有最后的机会 毕竟 灵族尊主想杀的人是我 如果我自愿跟他们走 他说不定会放了他一马 朱九 快走 地狱之门 马上要被打开了 地狱之门 只有人披天灯 才能打开 你要活下去 你是寻真派最后的希望 而此时的叶博 也是大声地喊了起来 砰 几乎是同时 在叶博喊我的时候 地面的铜环终于承受不住了 砰的一声 被人披天灯拉起来了 叶博喊的时候 已经迟了 只听见一阵阵 砰砰的乱响声 那打进地里的铜环 就已经全部被拉了起来 抬头一看 那人披天灯 已经继续往上漂浮了 这铁链子 全都是手腕粗细 根本拉不断 倒是把地里的铜环 给拉了起来 铜环一拉起来 下面链接的是一块 厚重的正方形石板 这些人 披天灯链接的铜环 全都是固定在石板里面的 石板被拉起来后 上面的人 披天灯全数 往上漂浮了 而子龙他们 也是被漂浮的人 披天灯带走了 这下面链接的石板 慢慢地被拉了起来 在拉开后 就看到里面出现了一个 黑漆漆的入口 看到这入口的时候 我就嘀咕了起来 这下面的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地狱之门 囚禁着万千冤魂 和恶灵的地狱之门 子龙他们已经被人 披天灯带走了 那鬼火短时间 熄灭不了 他们就不会落下来 也就是说 这反倒是救了子龙他们一命 初九 跑 子龙的声音 又再次大喊了起来 我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 也可以放心地跑了 毕竟 现在的我还不是 灵族尊主的对手 我还没有打通 体内的三处丹田 现在去报仇 只是找死而已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转身便开始跑 想要跑进 死尸客栈背后的林子里 只要进去躲起来 我就有一丝机会逃脱 抓住里初九 放走了他 我杀了你们陪葬 就在我跑的时候 那灵族的尊主 突然怒吼了一声 跟着就听到一阵喊声 我回头一看 就看到那些灵族的弟子 全部朝我追了过来 而就是这一回头 我却是正在了原地 只见那地狱之门入口的地方 竟然喷出了一股股阴冷的鬼雾 这鬼雾带着极度的阴寒 那喷出来的雾气里 甚至已经看到了寒冷的冰霜 就算我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也感受到了那种 复古之躯一般的阴冷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完全棱住了 如此阴寒的鬼气 不知道这地狱之门的下方 囚禁着多少的冤魂和恶灵 我不敢往下想 因为我怕自己承受不了 这些冤魂和恶灵 如果跑出去了 得害死多少无辜的人 我不能走 我如果一走了之 自己虽然活下来 但却是玄真一门 甚至是整个道门的历史罪人 这些罪孽都会压在我的身上 就算我做了鬼 那些被害死的人 也不会放过我 所以我不能走 不管怎样 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这些怨恨和恶灵囚禁起来 这是我们修道之人的使命 更是我们的责任 斩邪杀鬼 除魔未到 这就是我修道的意义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就看着子龙他们飘走的方向 大喊了一声 子龙 好好活着 我这辈子 就你这么个兄弟 我要送给你同样的话 不要去复仇了 真的太累 太累了 你好好地给我活着 我会用自己来堵住地狱之门的入口 哪怕我死了 我也会化作人间的风雨 永远守护着你 我喊得很大声 虽然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我知道 子龙一定会听到的 坦白说 我很想活下去 因为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可我不能 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因是我引起的 我就必须留下来结束这国 就在我停下来的这一刹那 我就看到那地狱之门里 一个个冤魂和恶灵 从里面钻了出来 都是些道横不深的冤魂恶灵 犹如井喷的阴气一样 数量实在是太恐怖了 看到那些鬼魂和恶灵的时候 我的后背就直冒冷汗 因为这些爬出来的冤魂里 不但有中国人的 还有日本人的冤魂 那些小孩子的恶灵 更是数不清楚 古往今来 不知道多少冤魂和怨灵 飘散到了这里 都被这死尸客栈 给压在了地底下 如今地狱之门打开了 他们全都要重建光面了 之前在麻沟村的时候 我遇到的是白鬼围村 就已经足够害人了 别说普通人 恐怕修道之人 一生也遇不到那样的场面 可和现在的地狱之门比起来 那完全是小屋见大屋 我数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 因为里面钻出来的冤魂恶灵 一直没有停过 好像这道门 真的是阴曹地府的连接通道 通道一打开 那些鬼魂就全部跑出来了 看到如此壮烈的阴幕 我的心更加坚定了 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 不然会死更多的人 而这些冤魂恶鬼冲出来后 那些灵族弟子 离他们是最近的 直接就朝他们扑了过去 顷客之间 我就听到了一阵阵念咒 还有曲邪的声音 甚至还看到了一阵阵 灵符燃烧发出来的火光 而就是他们钻出来的功夫 那些阴气幻化而成的鬼物 逐渐朝两边蔓延 短短两三分钟的功夫 彻底把死尸客栈周围 给包围了起来 这些鬼物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到之处 地上的小草和树木 瞬间枯萎了下来 这样的鬼物 如果是强行冲出去 肯定也会阴气冲体 道横低的人 当场毙命 就算道横高的 恐怕也会落下一生的病根 但庆幸的是 这些冤魂和恶灵 好像没有离开的意思 是我们的阳气吸引了他们 这些而冤魂恶灵 包围了那些灵族弟子后 我也是轻松了一头 最起码 他们不来杀我 我就有时间去封住 那地狱之门的入口 想到这儿 我当即咬破了舌尖 一口精血 喷在了阵魂齿上 伴随着我的驱邪 咒一念出来 这半开光的阵魂齿 瞬间光芒大胜 这道法光芒一出现 立马吸引了那些孤魂野鬼 全都朝我扑了过来 但他们还是忌惮 我手中的阵魂齿 远远地看着 没有扑上来撕咬我 但随着他们的数量一多 阵魂齿的光芒 就开始暗淡了下去 邪竟然压住了正 这股阴气的力量 到底有多恐怖 我不敢往下想 趁着阵魂齿还能抵挡一会儿 就直接跑到了 那地狱之门的入口 我一跑过去的时候 就感觉靠近了冰窟一样 那种阴冷 冻得我全身不寒而栗 里面还有冤魂钻出来 好像无穷无尽 根本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少冤魂 这入口黑漆漆的 根本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更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深 阵魂齿的光芒 越来越暗淡了 好像随时要被这些阴气 给压熄灭 必须有人用道法 去堵住这地狱之门 否则后患无穷 想到这儿 我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来 随即你难道 爷爷 当年你 为了救麻沟村的村民 用你自己的寿员和身体 来做了阵法眼 抵挡百鬼进村害人 可笑的是 现在您的孙儿 却是要冲走您的老路 恐怕也要用自己的身体 来堵住这地狱之门 爷爷 初九不怕死 初九就算死了 也要让爷爷 您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哈哈 说到后面 我就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我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有用我的精血和寿员 来接三亲祖师爷的审礼 我的力量 根本封不住这地狱之门 这是唯一的办法 只是我心里还有遗憾 没有把我娘的魂魄给救出来 也没有时间去救麻沟村的人了 对不起 我在心里大声地喊了一声对不起后 突然暴喝了一声 道 今日我礼初九以余生的寿员 来使用道门的禁术 只希望三亲祖师爷 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 助我封住这地狱之门 哪怕魂飞魄散 哪怕神行俱灭 我也在所不惜 想这么死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你的命是我的 今日就算老天爷 也无法收了你的命 就在我准备使用禁术的时候 灵族尊主的声音突然在我对面 我想了起来 听到这声音 我当即惊了一下 我顺着这声音看过去 正好就看到一个穿着白袍的中年人 正缓缓朝我而来 周围的鬼物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的身边 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冤魂恶灵 只等着我手中的震魂齿一灭 他们就会全部扑上来 这么多的冤魂恶灵 想打散他们 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要拼了全力逃生 还是有机会的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灵族的尊主 竟然亲自出手了 我以为他看到这样的阵仗 他会走的 然而他 还是没有离开 要亲手来杀我 视线已经很模糊了 透过这浓郁的鬼物 我只能看到 一个穿着白袍的人 朝我走了过来 他的体型很高大 最起码有一米八以上 身体也很魁梧 双手附在身后 走路的时候 更是带着一种威严的霸气 随着他朝我走过来后 我才彻底看清楚了他的面貌 那种脸生的很是俊朗 五官犹如刀削一般的灵脚分明 龙眉大眼 特别是眼睛上的那道剑眉 更是给他增添了几分 肃杀和威严之气 鼻翼和嘴唇的地方 留着浅浅的胡须 他的头发很长 但没有扎起来 是披着的 一身白色素衣犹如白雪 走起来更是连脚步声 也听不到 无比沉稳 那额头眉宇间的地方 更是闻了一道红色的火焰 乍一看 那火焰好像是活的 好像是燃烧着的 我在看到他的脸庞时 就在对比自己的长相 想看看到底 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在周八字说出 我娘和眼前这人的关系时 这个心结 就一直压在了我的心底 可我看不出来 更是无法想象 眼前这里要杀我的人 就是我亲生父亲 朝我缓缓而来的时候 那些冤魂和恶灵 就全部朝他扑了过去 只见他缓缓地伸出了一只手 那只手太大了 只看到大拇指的地方 带着一个绿色的扳指 不想魂飞魄散 就给我滚 只见他的眉毛一拧 当即怒吼了一句 大拇指上的扳指 更是发出了绿悠悠的光 而让我心里骇然的是 在他怒吼出来的时候 那些朝他扑过去的冤魂和恶灵 竟然吓得四处逃窜 活生生给他让出了一条道 跟着 就淡淡地笑了起来 没有任何的感情 冷冰冰地说道 要不是左翼告诉我 你娘生下了你 我还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你是圣女的耻辱 也是我邻族的耻辱 你得死 他的话语之间 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但一字一句间 却是散发着 让人心神晃荡的威压 就是这言语之间 我就知道自己和他的差距 但我不能就这么认输 我的命是我的 不归他管 我冷冷地看着他 回击道 你记住了 我的身世是我自己的 不是你口中的耻辱 我的存在即是有我的理由 用不着你来侮辱我 因为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哈哈 听到我这番话 他竟然没有动目 反而是玩味地笑了起来 见没一条 淡淡地笑道 好啊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看 你的身世 我不能侮辱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就准备好了 手里的灵符 全部抓在了手里 一只手握紧了郑魂齿 随着他话音一落 我就抢先动了手 身体快如闪电地冲了上去 郑魂齿当即朝他的脑袋 劈了下去 打通了钟丹田的我 力气和速度 都比之前增加了数倍 可我这么一阵魂齿砍下去 他竟然轻轻往边上一胯 直接躲开了我的攻击 他没有出手 是在试探我 我的阵魂齿劈空了 另一只手的灵符 当即朝他扔了过去 嘴里同时念出了一道五雷咒 五雷咒一念完 灵符全数燃烧了起来 我的手也是朝他推出了一掌 只见他身体一倾斜 当即躲开了我的这一掌 而我的这一掌 刚好打在了他的肩膀上方 骤然间 只听到一阵轰隆的巨响 五雷咒立马起了作用 这刺耳的轰雷声 还是让他短暂地湿了一下身 可他的反应太快了 我的阵魂齿 再次劈上去的时候 他就淡淡地笑了起来 也没看到他这么出招 就这么往前跨了一步 手一抬 就抓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手一抓住我的手腕 我的攻击就停了下来 刹那间 我只感觉一双铁钳 夹住了我的手 让我无法动弹分毫 根本不像是人的手 他的力量在慢慢增加 而我的手被他捏得发疼 手都已经完全变白了 好像血液已经没有流通了 我咬了咬牙 身体猛地一震 两处丹田的真气 瞬间窜到了手腕上的地方 顷刻之间 我的力量就暴增了不少 在我慢慢挣脱自己的手腕时 灵族的尊主 就云淡风轻地笑了起来 道 弱 太弱了 犹如蝼蚁 在他说话的同时 我就感受到 他手上的力量 在慢慢增加 不管我爆发出多强大的力量 他的力量始终比我强 完全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但我这时才发现了一点 我的真气爆发出来之时 竟然带着一股邪恶的阴气 好像是那阴谷的作用 任凭他也没有想到 我体内的真气会不同 也是皱起了眉头 道 你是修道之人 竟然吸收了阴气的力量 等你体内的阴气力量足够强大了 一定会反噬你的 你如此修炼 也是等于找死 他说到后面的时候 语气骤然变冷了不少 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 加持在了我的手腕处 跟着就听到咔的一声清脆声响 我就疼得大叫了一声 我的手腕竟然被他给扭脱节了 手上瞬间没有了力量 那震魂齿当即落到了地上 而他更是一脚 提在了我的胸膛上 只感觉我的胸膛被大石击中了一样 胸口一阵沉闷 身体也是倒飞了出去 再倒飞出去之时 我体内的气息 就开始剧烈地乱撞了起来 口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轰的一声 我的身体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那之前被周八字刺中的伤口 也是再次撕裂了 我挣扎了一下 根本站不起来 胸口的鲜血渗透出来 很快就把我的衣服给染红了 我用手撑在地上 只见他手一抓 那落在地上的震魂齿 竟然凌空被他抓了起来 看到他露出这一手 我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这等力量 恐怕是早就已经打通了体内的三处丹田 隔空取物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弥补的 想当年的玄珍掌教 撒斗成兵呼风唤雨 十里之外便可使用倒数镇鬼驱险 你太弱了 不要浪费这震魂齿 拿在你的手里 更是丢人 灵族的尊主看着我冷冷地说着 话音一落 手中的震魂齿猛地朝我扔了过来 我赶紧在地方翻滚了一圈 那飞来的震魂齿 刚好就插在了我旁边的土壤里 这震魂齿上的力道还没有散 正嗡嗡地震动着 在他的面前 我没有半点的战斗欲望 因为他太强了 你这样的蝼蚁 我不想出手杀你 但我不能放过你 你必须得死 我要让你娘死心 我要让他重新回到我身边 给我生下灵族最强大的子嗣 你的存在 是你娘 是整个麻沟村的耻辱 再过两年 我会让整个麻沟村的人来给你陪葬 我要告诉他们 是你的无用 是你的废物 害死了他们 你闭嘴 听到他这番话 我也是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你没有资格侮辱我娘 更没有资格侮辱麻沟村的村民 要是你今天杀不死我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百倍的代价 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不是没用的废物 我是麻沟村 是我娘的希望 找死 灵族的尊主怒了 咬着牙冷哼了一声 一步跨到了我的面前 当即就朝我拍出了一掌 怒道 去死吧 你这个不该存在的耻辱 林无双 杀一个后辈 你就不怕被人笑话吗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熟悉的声音 突然在灵族尊主的背后传了过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我就激动了起来 不是别人 正是王伟磊爷的声音 他好像是一边跑一边喊的 语气里还带着一丝气喘 而这声音出现后 原本要击杀我的灵族尊主 林无双 竟然停了下来 但是没有回头看 那只大手对着我一抓 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吸扯我一样 我不知道 这到底是多强大的真气 竟然被他隔空给提了起来 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衣领 轻松把我给提了起来 跟着才慢慢走到了 地狱之门的入口处 就在这个时间段里 不停地冲过来 速度快得惊人 只能看到一道黑影 而他的身后 还跟着三个人 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是赶诗人梦莹 还有雪梅和林依依 只是眨眼的功夫 王磊就已经赶到了 看着林无双笑道 林无双 你这个老杂毛 这么大岁数了 欺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辈 你不觉得可笑吗 林无双冷冷地看了王磊一眼 好像没有把他认出来 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该杀 和欺负小辈没有关系 这是我灵族的耻辱 不杀他 我没法释怀他娘 只要我一看到他娘 就能想到 这个耻辱的小野种 坦白说 我不是很喜欢杀人 但如果你要阻止 那你就和他一起陪葬吧 耻辱 我耻辱你妹的 王磊当即不满地骂了一句 道 我九哥是谁 磊爷我都不敢动的人 你还敢动 你是找死吧 你小小一个林族 磊爷心情不好 就可以分分钟 让你林族变成灰烬 你信不信 王磊这番话很有气势 让这林无双正主了 几秒钟过后 林无双突然皱起了眉头 问道 你是龙虎宗的人 哈哈 连龙虎宗的宗主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何况是你这个无名小辈 龙虎宗 你说那些老牛鼻子倒是 王磊自顾地震了一下 道 不好意思 我和他们不熟 不过 那帮老牛鼻子倒是见了我 都得恭敬地叫我一声磊烟 不然他们就不好过 我数三下 放了我九哥 不然我就算打不过你 我也要累你一声汗出来 你信不信 一 王磊喊了之后 又跟着喊 二 把九哥放了 磊也我的耐心不好 算了 我还是给你一次机会 再数一遍吧 一 一点五 林无双冷冷一笑 道 好啊 我放了他 看看你有没有机会救他了 林无双话音一落 手突然一松 我整个人当即坠入了地狱之门 老杂毛 你他娘的不守信用 老子吹死你 我只听到王磊怒吼了一声 跟着就听不清楚他的声音了 而我被丢入地狱之门后 那些还在钻出来的恶灵 全数朝我扑了过来 直接一口口地咬在了我的身上 那一阵阵钻心撕裂的疼痛 疼得我大叫了起来 我的另一只手手腕已经错位了 使不上劲 趁着还在下落 就咬破了左手的手指 当即把精血点在了我的额头上 大念咒语 咒语声一出现 那些冤魂和恶灵 就不敢撕咬我了 但他们就围绕在我的身边 好像在等我的法咒失去效果后 重新来撕咬我 我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深 低头一看 就发现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越往下坠 我心里就越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但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活着 只有活着 日后才会有机会把灵无双 带给我的这些耻辱 加倍讨回来 我求生的潜能再次爆发了出来 想要抓住两边的东西 停止下坠 可我发现 两边也是没有尽头的 根本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 但就在这时 我却发现了异常的地方 就是我下坠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就好像是漂浮着的状态了一样 但那些还没有钻出去的恶鬼和怨灵 就一直在我身边绕来绕去的 还在想吃我的血肉 我赶紧抬头往上一看 就看到上面有一把燃烧的灵符 洋洋洒洒地落了下来 那灵符的光不同 不是福禄派的灵符 好像是赶世一脉的灵符 我正疑惑之时 就看到一根绝大的铁链子 从上面掉落了下来 那铁链子上 还有一个人 九哥哥 我还没看清楚 零一一的声音就喊了起来 在他喊我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 那铁链子是绑在他腰上的 上面 好像有人在抓着铁链子 正慢慢地放下来 等铁链子掉到我身边的时候 零一一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哭道 九哥哥 我就知道 你不会出事的 九哥哥 你看他们都把你折磨成啥样了 呜呜 零一一说到这儿的时候 又哭了起来 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身上的衣服 全部被鲜血给染红了 没有一处是干净的 特别是我胸口的那个健身 还在出血 我现在的神经是绷紧的 不敢松懈下来 一旦松懈 那种疼痛和虚弱感 会当即席卷而来 会要了我的小命 我笑了笑 安慰他说 一一 我没事 我还活着呢 嗯嗯 零一一抹了抹眼泪 说 九哥哥 我们快上去吧 嗯 我点了点头 零一一就让上面拉 这一拉 就把我们给拉了上去 一上去之后 就看到是孟莹和雪梅在拉 而王磊就坐在边上 好像在调试气息 他的嘴角还有血液 但我却是没有看到 灵族的尊主 还有那些和鬼魂缠斗的 灵族弟子 也全都消失了 初九 你怎么样了 孟莹把我扶到了地上 连忙问我 我摇了摇头 说没事 跟着把拳头撑在了地上 用力一压 只听见咔的一声响 我错位的骨节就归位了 而这剧烈的痛楚 也是疼得我 倒吸了几口凉气 我的手归位了 这才看着王磊问 磊也咋的了 孟莹咬了咬牙 说 刚才他和林无双交手了几个回合 受了伤 但那林无双也突然走了 好像也是感受到了 这阴气的恐怖吧 孟莹刚一说完 王磊就站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笑道 磊也我没事 只是这几天跟着你赶尸 天天风餐露宿的 营养跟不上 这才打不过他 下次见了他 磊也我 非得好好揍他一顿 小子 你骗谁呢 孟莹哈哈一笑 刚才我可是看着你和林无双的交手呢 你没有使用权力 你再故意掩饰你的招数 怕是被那林无双 看出你的失成何处吧 没有 王磊摇了摇头 说 磊也我是嘴上功夫厉害 刚才是故意吓唬那老杂毛的 真要打 磊也我也打不过他 但他也杀不了我 祖师爷告诉我 做人不能太傻 打不赢就跑 他又开始给自己的身份打掩护了 王磊在我心里 一直像一道谜一样 能够斩杀英兵 更不把林族的尊主放在眼里 说明他背后的身份地位 肯定不简单 只是我想不通的是 他为啥会一直帮我 为啥又会一直故意隐藏他的身份 我知道是问不出来的 干脆就不问了 见我们都在猜疑他 王磊立马打破了僵局 说 现在别想其他的了 九哥你受了重伤 得想办法把伤治好 不然会留下顽紧 但这地狱之门放出来的鬼魂 必须要在天亮之前 让他们回去 不然等天亮了 他们就会乱跑了 趁着现在还有活人的阳气吸引他们 也快要天亮了 得快想个法子出来 王磊一说到这儿 我就担心了起来 这么多冤魂和恶灵 要是放出去 得害死多少人啊 我心里也在拿主意 实在不行 我就用自己来封住他们 而我还没开口 孟磊突然拉住了雪梅的手 温柔地笑道 雪梅 对不起 恐怕我只能守护你到这儿了 孟磊这话一说出来 所有人皆是一惊 我们都是面面相去地看着孟磊 但雪梅却是疑惑地看着孟磊 有些害怕地说道 孟大哥 你不要我了吗 孟磊摇了摇头 说 雪梅 我怎会不要你 我还没让你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可是有时候人在道门 身不由解 有些事情 必须有人去做 不 孟大哥 我要和你一起 雪梅当即抓紧了孟磊的手 眼神灼灼地说道 我这一生颠沛流离 过得很是凄苦 他们都把我当成了不祥的人 我渴死了几个男人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已经准备不活了 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让我知道了 做女人的幸福 你说过的 荣辱与共 哪怕你要留下来 我也陪着你 到了阴曹地府 我就不会找不到你了 雪梅这么一说 我才立马明白了过来 孟磊想用她自己来封住地狱之门的入口 之前在古苗寨 我们让那些殷尸落入了河里 变成了服尸 那次也是我们造成的烂摊子 最后是孟磊去收拾的残局 而这次 她还是要选择来收拾这烂摊子 她做得够多了 我们不能让她这么做 她虽是感识人 但更是个英雄 是个人物 想到这儿 我才看着孟磊 道 孟大哥 你带着他们走 这次我来 你为我们做得够多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和雪梅姐生离死别 初九 没用的 这次我必须亲自来 谁知 孟磊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你就算用你的道法挡住了入口 但无法让那些出去的冤魂和恶灵 回到地狱之门 我是感识人 只有我才有办法将它们引回去 雪梅给我说了你救了她 这份恩情 这辈子没法报了 下辈子吧 唉 唉 而她的话音一落 王磊就连叹了两口气 说 雪梅乃是时事英女的体格 如果遇不到杨年杨月杨时 所生之人 此生的命格无法解除 会孤独终老 更会害死身边所有亲近的人 这就是命吧 王磊叹息的时候 孟磊就笑了起来 说 小子 别乱说话 虽然咱俩臭味相投 我知道雪梅的命格 但我爱她 胜过一切 时事英语 刻人刻解 顶多我就拿这条命 来爱一次 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呜呜 孟磊一说 雪梅就呜呜地大哭了起来 伤心地一头扎进孟磊的怀里 哭道 孟大哥 对不起 是我这个不想人害了你 孟大哥 我不要你离开我 我要陪着你一起 我死了 你好好听我说 天已经要亮了 孟磊知道时间不多了 轻轻地摁住了雪梅的肩膀 为她抹掉了她眼角的眼泪 温柔地说 雪梅好好活着 小一村的人不敢为难你 否则我就是诈尸 也不让他们好过 有来事 我一定会来找你 孟磊说话的时候 就在雪梅的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 而此时的雪梅 早已经泣不成声了 善良的林依依 也跟着哭了起来 一个劲地看着王磊 说 王磊哥哥 你这么厉害 你一定有办法帮他们呢 依依 我没有 王磊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息道 这时是英语的命格外人 解除不了 除非遇到命中注定的男子 就算我逆天而行 也帮不了他们 不但帮不了他们 还会害了他们 王磊难得正经一回 我也从他的脸上 看到了无奈和同情 李初九 求你个事 带雪梅走 快 时间不多了 这时 孟磊忽然看向了我 严肃地说道 我咬了咬牙 虽然很舍不得分开他们 可是已至此 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得站到了雪梅的身边 要去拉她走 可谁知 雪梅却是挣脱了我的手 温柔地笑了起来 说 我不走了 我要留下来陪孟大哥 你们走吧 我心意已决 就算孟大哥赶我走 我也会自杀 在他面前 我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魂 就算变成了鬼 我也不要让孟大哥 再孤独一人了 雪梅 你走啊 孟磊也是慌了 但雪梅已经决定了 死死地抓着孟磊的手 说 孟大哥 我陪你 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心里很是难受 可我们都没有办法 不是怪老天爷太无情 只是怪他们的命格相冲嘛 是有痴情男 也有深情女 生死与共 说的就是孟磊和雪梅吧 孟磊正了一会儿 忽然笑了起来 点头道 好好 雪梅 那我们就一对亡魂鸳鸯吧 李初九 王磊 你们走吧 快 当年马三娘前辈的感诗 禁术交给了我 我是该用她 交给我的禁术 把这些冤魂 带回地狱之门了 听到孟磊这番话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震惊了 都说马三娘遭受了天谴 变成了怪物 可现在看来 并不是 这个女英雄前辈 有传人 还是大意凛然的孟磊 如若她在天有灵 看到此时的孟磊 我想她 应该也会很欣慰吧 好样的 没丢马三娘的脸 孟磊 你虽然虐了我一路 但雷爷我 还是佩服你 你们去了地府 雷爷我会再闯地府 让阎王老儿 安排你们一起投胎 来世在座恋人 王磊也是感动了 拍着胸口承诺道 好 谢了 兄弟 孟磊说了一声好 跟着就开始 拿家伙试了 王磊看了我一眼 说 我们走吧 嗯 我咬了咬牙 看着孟磊和雪梅 道 孟大哥 雪梅姐 再见了 再见 雪梅幸福地笑着 一只手死死地 抓着孟磊的手 另一只手朝我们挥了挥手 说了最后一句再见 跟着 我们转身就离开了 谁也没有回头 因为我怕回头会落泪 在我们快速 往边上走的时候 孟磊的声音 就大喊了起来 今日我孟磊 马三娘最后的传人 便用感尸禁术 感古还魂术 将这些冤魂恶灵 重新带回地狱之门 我以三魂七魄为咒 以精血受缘为道 以死开路 带冤魂回家 感古还魂 魂息归来 亡魂随我 重回地狱 孟磊那壮烈的声音 不断地回荡在浓郁的鬼屋中 犹如天神之音 久久不散 我听到这番声音 眼泪无声地滑落了下来 他为了爱情 为了正义 想必牺牲 也是光明大道 在要走出鬼屋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一样东西 快速地跑回了死室客栈 一跑回死室客栈 我就在那石棺的废墟下面 找到了一个铜盒子 一打开铜盒子 里面正是藏风珠 这是我答应小铁的 就必须做到 而此时我的 神经已经慢慢放松了 一放松下来 那种疲惫 瞬间席卷而来 不断地充斥着我的全身 连走路都已经费劲了 灵依一看我情况不对 赶紧搀扶住我 等我们走出鬼屋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浓郁的鬼屋中 出现一盏隐魂灯 那隐魂灯 犹如万丈光芒 在浓郁的鬼屋中 异常刺眼 丝毫没有受到 周围阴气的影响 透过那淡淡的灯光 我看到 梦莹牵着雪梅的手 慢慢地 在地狱之门绕圈子 很浪漫 但我们 却看得无比伤感 在梦莹绕圈子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些鬼屋 全部退了回去 在梦莹的咒术作用下 跟着梦莹绕圈子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那些鬼屋 就全都跟在了 梦莹他们的身后 像一团漩涡一样 要不了多久 等梦莹 把这些冤魂和恶灵 全部引过去后 它就会跳进地狱之门了 我已经不敢看了 可就在 我闭上眼睛的刹那 梦莹的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对喜鹊鸟 那喜鹊鸟 就盘旋在鬼屋的上空 欢快地叫着 叽叽喳喳 听的人很是舒服欢喜 但他们好像不惧怕 这鬼屋 就这么来回地飞 越叫越喜庆 好像是在歌颂 梦莹他们的爱情吧 传说喜鹊鸟 是爱情的象征 更是思念的象征 想不到 梦大哥和雪梅姐的爱情 竟然感动了他们 林依依感触地说了一句 等等 喜鹊成双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这老家伙好大的福分 连这样的命格也遇上了 既然遇上了 蕾爷我就承认之每一次 把你们带回来吧 而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磊突然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话音一落 更是直接钻进了鬼屋里 猛地冲向了梦莹他们的方向 他好像 是要救梦莹和雪梅吧 我和依依都没有反应过来 王磊就已经冲进了鬼屋里 那速度跑得贼快 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 眨眼就不见人影了 他是朝梦莹他们的方向跑 一边跑 更是一边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老家伙 你虽然敢识路上 你天天虐蕾爷我 但蕾爷知道 你是个好人 就帮你们苦命鸳鸯一次 但以后见着我了 不能叫我小子 得恭恭敬敬叫我一声蕾爷 哈哈 王磊那爽朗的大笑声 就在鬼屋里响起 他的声音一响起 就吸引了那些冤魂和恶灵 但这些恶灵 都被梦莹用赶古还魂术带着走了 一直绕着那个地狱之门转圈圈 想必当年镇压 这些冤魂和恶灵的时候 就是马三娘的禁术 这才使得梦莹有办法对付这些邪物 我其实也想看看 这马三娘流传下来的 赶古还魂术 只可惜是没有机会了 只能看着一团团运动着 犹如悬窝一样的鬼屋气流 场面十分壮观 要是去抓这些冤魂野鬼 恐怕抓到猴年马月都抓不完 九哥哥 王磊哥哥 好像真的要去救孟大哥他们呢 后知后觉的林依依 也是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嗯 我恩了一声 啊 这王磊虽然嘴上油滑 但却是个好人 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 师父挂里的第三个人 王磊救了我几次了 但我不知道 他背后的身世和秘密 之前邻族尊主林无双 问他是不是龙虎宗的人时 他表现出来的样子 又不是龙虎宗的人 更好像是看不起龙虎宗 不过 他一直在我身边 一定是有啥目的 只是问他是问不出来 连他的道法和武功露数 都故意隐藏的 肯定是 不想让人把他的身份给看出来 反倒是被人救走的叶少卿 却是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不知道 他们谁才是我和子龙命中的第三人 我更不知道 我和子龙的生死结 这一路上 好像都是九死一生 都仿佛是我们的生死结 师父耗尽了他的修为 给我们算了一挂 却是没有说通 说得很深奥 好像要让我们自己去体会一样 我在心里感触之时 那地狱之门的方向 突然射出了一道光 那光是从地狱之门冲天起的 正是隐魂灯发出的光亮 而那些像气流一样的鬼物 竟然全都冲进了地狱之门里 速度快的惊人 就是这短短两三分钟的功夫 那密密麻麻的鬼物 竟然全部钻进了地狱之门里 我不知道 孟赢和王磊 他们在干啥 又继续等了十来分钟的样子 那鬼物彻底消失了 鬼物一消失 视线就清楚了 而王磊和孟赢 就在地狱之门的入口 结了一道封印 等封印结好之后 几人才走了过来 孟赢和雪梅的脸上 写满了幸福和劫后余生的感动 但是王磊 却是疲倦的不行 脸色也很苍白 额头上全是大汗 连嘴唇都已经干裂了 好像是刚才就孟赢他们 消耗了不少的修为 小子 咳 嗯 你叫我啥 脸爷我没听清楚 重新叫一遍 孟赢一喊出来 王磊就咳了一声 打断了他 孟赢哪里不知道王磊的意思 转而一笑 和雪梅一起感谢道 脸爷 谢谢你救了我们 这才对嘛 你让脸爷陪你去赶尸 风餐露宿的 可苦了脸爷我 要是被我的朋友知道了 肯定会笑话我的 脸爷我这是找回面子 王磊假装很正经地说道 王磊的不正经 我们都是习惯了的 但有一点我不明白 就问了出来 脸爷 你不是说过 雪梅姐十世英女的命格 没人可以破 你为啥 把他们就回来了 我这么一问 王磊就嘻嘻地笑了起来 说 九哥呀 你就是见识太少了 你知道喜鹊吗 还是成对的喜鹊 喜鹊怕人 一般不会出现 除非有什么东西 能够感动他们 王磊说到这的时候 眼神就看向了雪梅和孟赢 这眼神 看得我们全都镇住了 都在等王磊的答案 王磊很想说的点点头 这才解释说 感动他们的 自然是老家伙和雪梅 因为老家伙就是 实施童子命 不然的话 喜鹊不会出现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能够学会感古还魂术 必定是阳气极重的人 这可能也是马三娘 看中老家伙的原因吧 只可惜你这老家伙 不好好修道 保持童子身 倒是遇到雪梅就破了身 真是老来发 骚破了戒啊 一点都不稳重 王磊越往后面说 雪梅的脸就越红了 就算是孟赢 也是老脸一红 重重地咳了几声 想让王磊打住 可王磊没人能管得住他 还要往下说 我怕他后面说出来的东西 会更不合时宜 就连忙打断了他 说 走吧 我们好不容易活下来了 也不知道子龙他们 飘到哪去了 但有人披天灯 他们应该不会出事的 对 初九说的对 我们赶紧回去吧 你们都累了 我让雪梅好好 给你们做一桌吃的 孟赢见我打了圆场 立马顺着往下说 王磊估计也饿了 听到吃的 也没有继续为难孟赢和雪梅了 也是带头往山下走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高兴的 生死之间的感受 我们体会的太多了 这种提着脑袋过生活的日子 我知道还没有完 再见到林无双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一点 我和他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打败他讨回耻辱 我就必须要提升自己的道行 还有修炼真气 林无双和白鬼围村的约定 还有两年了 这两年的时间 我不能去找他 更不能让他找到 否则 死的会是我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也学聪明了 最好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提升自己的道行 等他满了十年 回麻沟村的时候 和他一决高下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这次虽然九死一生 但也收获了不少 我的钟丹田已经打通了 可以使用更加厉害的 道术和符咒 而且 对我修道也很有帮助 还有镇魂池 也是开封了一半 等镇魂池完全开封了 我相信 还会带给我惊醒 一路上 我都在打算着以后的路 等到了雪梅的房子后 天已经彻底亮了 我身上全都是伤 孟赢先给我处理了 身上的伤口 除了那胸膛的剑身之外 还有那些被鬼魂撕咬的伤口 孟赢用糯米敷了我的伤口 又缝合了我的剑伤 就去给我弄草药了 这山里 有很多珍贵的草药 能够帮我快速地恢复过来 周八字那一剑 没有刺死我 是因为我体内真气的缘故 不然的话 恐怕早就死了 王磊也是耗损了太多的修为 但他怎么救出孟赢的 他却是闭口不提 就连我问孟赢和雪梅 他们也是闭口不谈 看样子 应该是使用了某种强大的咒术 不然的话 王磊不会把他们 从冤魂恶灵中救出来 他使用的咒术 肯定和他的身份有关系 肯定和孟赢打了招呼 让他们不要说出来 我在床上躺了一天 孟赢和雪梅 把我照顾得很好 几乎把家里的鸡都杀光了 我喝鸡汤 王磊自然不放过鸡肉 连续待了三天之后 我才恢复了不少 但等了三天 还是没有等到子龙他们的消息 如果他们落下来了 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可现在都已经第三天了 他们还是没有出现 我担心的是 他们会遇上啥麻烦 我心里着急 就想快点养好病去找他们 王磊也老实了 每天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关就是好半天才出来 他和凌无双的战斗 是受了伤的 又用咒术把孟赢救出来 更是耗损了不少的修为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来得及问他 就在晚上吃吃晚饭的时候 我才准备问他 可还没问 小铁他们 就带着村里的走鹰人来了 对于小铁这少年 我很喜欢他 他给人的那种成熟和坚强 不是同龄人能够比拟的 特别是他那份沉稳 哪怕面对自己的父亲 化作一滩血水 还是能够忍下来坐怀不乱 这一点 就着实让人佩服 和他一起进来的 有好几个 应该都是小异村走鹰人的代表 孟赢连忙招呼他们坐下来 雪梅懂事地给他们拿了碗筷 坐下来后 小铁就先打招呼 九哥 你的伤好点没有 这是我们去山上给你找的 可以帮你恢复伤势 小铁说话的时候 就递过来了一个竹篮子 那竹篮子里 都是一些人参 灵智的奇珍异宝 这些玩意儿 在外面买的都是假的 只有在那些深山老林里 才可以找到真的宝贝 这些宝贝很难找 但对恢复伤势很有效果 零一一接过了小铁手里的竹篮子 我就笑着感谢道 小铁 谢谢你们的好意 对了 你们的家人都就回来了吧 嗯 小铁点了点头 说九哥 他们全部都就回来了 听孟大哥说周八字已经死了 地狱之门也封闭了 你救了我们小一村 我们小一村的人都欠你一条命 小铁 你严重了 要是没有你们 我也无法杀死周八字 我摇了摇头 接着让零一一把盒子拿了出来 一放到桌上后 我就笑了起来 道 小铁 这就是周八字的藏风珠 是龙漆御风而化的 应该可以帮你们接触 五壁三缺的诅咒 从此以后 你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我一说完 小铁他们全部站了起来 齐刷刷地朝我汗手 道 九哥 谢谢你 小铁 你们快坐下 不要客气 他们太礼貌了 弄得我很尴尬 小铁 初九人不错 不要太客气了 随一点 以后大家就是过命的朋友了 孟营见我有些尴尬 就站起来打圆场 看我点点头后 小铁才恩了一声 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 而坐下来之后 小铁就看向了 正在吃东西的王磊 抱拳道 磊爷 孟大哥告诉我们 您的风水术独步天下 让我们改一下村里的风水 还请您帮帮我们 小铁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这藏风珠是容器所化 蕴含着强大的风水气域 但需要有高人找准方位 否则这藏风珠给他们 也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而王磊也听到这话 就瞪了孟营一眼 道 老家伙 救你是多 王磊说完 也不管一脸无奈的孟营 笑了起来 说 你这小子会说话 就冲你喊我磊爷 我就帮帮你们 谢谢磊爷 小铁激动地感激道 别着急感谢 磊爷我有一个要求 谁知 王磊突然正色道 我以为他又要搞出啥幺蛾子 没想到他一句 就原形毕露了 说 磊爷我最近身体差 帮你们没问题 但是没力气 你就把你们家那些好吃的 山上那些野味 都给磊爷我弄点来 吃好了 才有力气干活啊 嗯 小铁听到王磊的要求 先是冷了一下 接着就笑了起来 道 磊爷请放心 绝对让磊爷胖二十斤 好 王磊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说正是 你们小一村 是建立在之前的村子上的 之前的村子变成了鬼村 怨气很重 不利于风水 想要改变你们的风水 就要挖出那些坟 把他们好生 葬在后山的山坡 至于藏风猪 可以作为风水眼 磊爷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们在村子周围 地势好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放几斤肉 等一个时辰后去观察一下 如果爬满了蚂蚁的肉 就不能放藏风猪 如果没有蚂蚁的地方 就可以把藏风猪埋下去 十年之后 你们村必定会改变风水格局 藏风猪所改变的风水局 会让你们村子出人才 更会让你们衣食无忧 王磊一口气说完的 我看到小铁 他们听得很是认真 生怕漏掉半点重要的东西 听完之后 几人连忙站起来感谢 王磊挥了挥手 说去吧 此时烧香挖坟 多余的禁忌 我就不说了 别忘记了 给磊爷准备好吃的 好的 磊爷 那我们就告辞了 小铁恩了一声 等他一走 王磊就叹息了一声 脸上的表情很古怪 我震了一下 磊爷 咋的了 王磊摇了摇头 说 这小铁是个人物 可能是英雄 也会是个枭雄 就看他后面的成长了 老家伙 你可要看着他点 要是他成了枭雄 对大家都不好 我以为王磊说的是 玩笑话 可没想到后来 真的应验了 当然 这是后话了 言归正传 孟英点了点头 说 磊爷放心吧 他爹死了 我得照顾他 后来 在闲聊的时候 他们就说起了 他们敢诗路上 遇到的事情 这两个人在一起 一路上肯定是很有意思的 但庆幸的是 他们送完服饰回来后 就知道了 我们的情况 这才及时赶过来 救了我一命 不然的话 我肯定死在了 凌无双的手里 久过三徐 雪梅突然酒杯 要进我们酒 说 我和孟大哥能够活下来 真的要感谢你们 我和孟大哥商量好了 想让你们帮我们 见证我们的婚 婚礼 雪梅说到这的时候 脸上又出现了红蕴 看得孟莹眼睛都直了 回过神来后 也是点头道 初九 磊爷 依依 我和雪梅都没有朋友 你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成婚 好呀 林依依第一个开心地答应了 拉着雪梅的手 说 我要看到雪梅姐 成为最漂亮的新娘子 我虽然心里 担心着子龙他们 可也不差这一两天的时间 而且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是该要准备点喜事 冲冲洗了 我笑了笑 说 孟大哥 雪梅姐 我们就是 你们的亲人 雪梅恩了一声 眼睛里已经有泪花了 商量好了之后 就准备喜事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选在了第三天 等他们买好了藏风珠 就准备婚礼 第二天 消息在小异村传开后 所有的村民都开始来帮忙了 有的负责剪纸 村子里的女人 就负责做饭烧菜 装扮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小异村就是张灯结彩了 到处都是红灯笼 到处都是贴着喜字 这是他们小异村新的开始 也是孟莹新的开始 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帮忙 我们倒是没事可做 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孟莹和雪梅的婚礼很简单 我们三个 就是他们的见证人 拜了堂之后 林依依就把雪梅送入了洞房 村里的人 则是开始吃酒热闹了 我和王磊站在一边 心里还是很有感触 说不感动是假的 我见他今天一直很沉默 就开着玩笑问他 磊爷 咋的了 这沉默安静 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啊 唉 王磊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说 想磊爷我如此帅气 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我一直在沉思 为什么会这样 终于总结出来了 呃 我看他那样子很认真 就问 磊爷 你总结出啥来了 王磊一脸的严肃 很认真地看着我 说 可能怪我太帅了吧 我甘大一笑 我还是去喝酒吧 孟莹的喜事 让我们忘记了一切的烦恼 新婚这一宿 我们都喝醉了 孟莹更是在外面睡的 醉得连洞房的路都找不到 早上一醒来 我就看到王磊正抱着我 双腿夹着我 头更是靠在我胸膛上 都睡得流口水了 这睡姿 也是没有谁了 我无奈地笑了笑 正要叫醒他 谁晓得 叶博此时 却是和雪梅一起进来了 看到叶博进来的时候 我立马就激动了 正要打招呼 却发现他们背后 还跟着两个穿着西装的人 两个穿西装的人 都是一脸的严肃 再一看叶博 脸上更是有些沉重复杂 我心里当即嘀咕了一下 这两个不速之客有问题 我看到叶博的第一眼 心里自然是很激动的 他和子龙他们是一起的 叶博活下来了 那就说明 他们都没有事 可他后面跟着的 那两个西装男子 一脸的严肃 穿着鼻挺的西装 头上还戴着墨镜 体格很是魁梧 看他们的站姿 应该是军人出身 给人一种很阳刚的气息 这两个穿西装的人进来后 眼神就快速地 扫描了一眼屋里的情况 应该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我见叶博没有说话 立马拍了一下 还在夹着我睡觉的王磊 问叶博 叶博 咋回事 叶博没有说话 王磊倒是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道 别喊我 磊爷我做梦 正抱着一个女的呢 可没了 他这话一开口 我额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 赶紧再拍了他一下 大声喊 磊爷 吃饭了 啥 吃饭了 有肉吗 我这么一喊 王磊才猛地醒了过来 看到是我在开玩笑 瞪了我一眼 还想要说话 但看到叶博后面 站着两个穿西装的人 也是没有说话了 看了他们一眼 嘀咕了一声 大清早的 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 叶博有事 一直没有开口 那眼神有些为难 我就站了起来 再次问道 叶博 子龙他们呢 他们 他们被带走了 叶博这才开口 回了我一句 他娘的 谁敢动我龙哥 磊爷我捶死他 王磊当即就要发作了 站起来更是瞪着这两个穿西装的人 这位女士 请你回避一下 可以的话 把孟莹先生叫出来一下 王磊一瞪着他们 其中一个西装男才说话了 雪梅听到西装男喊孟莹 也是狐疑地看了他们一眼 可能也想到事情不对劲了 眼神就看向了我 我点了点头 说 雪梅姐 把孟大哥叫出来吧 我一说 雪梅才恩了一声 进去喊孟莹了 等雪梅进去了 我才先打了招呼 两位 请坐 客气 西装男礼貌地笑了一下 和另一个西装男同时坐了下来 完全是坐如中 我也坐在了他们的对面 说道 带走我朋友的人 想必就是两位吧 正是 这达话的 就是喜欢说话的那个 另一个从近来开始 就一直没有说话 这爱达话的西装男 看起来虽然外表冷酷 但其实笑起来还是很随和的 在他脸上 看不到一点恶意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特殊部门的人 也是叶朱金的同事 之所以带走他 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 接手了他叶家的事情 忽略了上头交代的任务 而赵子龙先生 是自愿和叶朱金走的 这西装男 没有说自己的名字 那就说明他的身份不便透露出来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是特殊部门的人 也就是叶朱金的同事 初九 他说的没错 叶博接过话 往下说 当时我们漂到了苗王山 正准备来找你们 就被他们给找到了 大小姐承认自己失职了 就同意跟他们回去 子龙担心叶朱金会出事 也跟着去了 听到这儿的时候 我心里才想到了一些事情 当时叶朱金突然回了叶家 想必就是来完成任务的 可刚好遇到叶家出事了 这才出手帮叶家 也至于导致他自己失职 之前我也打听过特殊部门的事情 好像属于国安部下面的一个特殊部门 但官方没有任何的记录 就是负责国内重大的灵异事件 和灵异现象 同时也暗中维持到门之间的关系 说白了 就是暗中的灵异部门 但里面的人都是高手 是从外面千挑万选进去的 每个人进去 都有自己的特长和本事 不然的话 他们是不会要的 但他们既然是属于国家的 想必就不会乱杀人 所以 子龙是安全的 他问既然你们带走了夜珠金 又来找我们 恐怕是有啥事吧 兄弟说的没错 西装男笑了起来 但没有继续往下说 等孟赢出来后 才站了起来 赶诗人孟赢 请坐 他这样的表现 反倒是有些反客为主了 想必也是要找孟赢的 孟赢疑惑地看了他们一眼 见我们没说话 还是坐了下来 自顾地点了一卷土烟 啪哒啪哒地就抽了起来 他们赶诗将和卑诗将 都喜欢抽土烟 土烟劲大 能够别掉他们身上的事情 孟赢坐下来后 这个西装男 才开始转入了正题 说 李初九 王磊 你们请放心 夜珠金和赵子龙是安全的 我们此次来 是想请你们帮忙而已 哦 听到他说 要我们帮忙 我也来了兴致 问 我们都是一群无名小卒 恐怕没办法帮你们吧 你太谦虚了 你在他们面前是无名小卒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但你们每个人的事情 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 你们是英雄 这西装男很善于攻关 说话更是滴水不漏 更不得罪人 我挣了一下没说话 他又继续往下说 实不相瞒 夜珠金此番回来 是请民间高手去出手相助的 但是因为他插手了夜家的事情 导致我们失去了先机 上头才带回去调查问资料的 这人说话实在是太客气了 你根本找不到 发作和质问的地方 而且 他们也算是官 我们是平民 自古民不与官斗 我也在忍着没问 到底是咋回事 王磊则是插了一句 说吧 磊爷我听听 你们要我干啥 有兴趣的话 磊爷我就去 没兴趣 磊爷可要睡觉了 王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别说是特殊部门的人 这西装男礼貌一笑 脸上没有任何的不悦 说 各位 接下来我要说的 都属于国家的机密 各位听完后 自行做决断 我们不会强人所难 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对付你们 但不管各位如何选择 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守这个秘密 说吧 别默契 王磊不耐烦地催错了一声 这西装男笑着赔了一声不是 这才问我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983年中越反激战的故事 1983年 我那会儿好像还没出生啊 听到这个年代的事情后 我就在心里嘀咕了一声 不过叶博好像知道些啥 皱了皱眉头 说 你们说的不是那场战争吧 而是说的那年的中泰边境斗法事件吧 没错 老先生看来知道此事 听到叶博说出来 这西装男就笑了起来 说 我们说的的确不是战争 而是那场中国倒数 对付泰国越南降投师的事情 只是这个消息 已经被我们封锁了 知道的人并不多 因为灵异事件 是不能提出来言论的 还希望你们谅解一下 他这么一说 我的好奇心也被勾起来了 孟颖也是很好奇 土焰灭了都不知道 王磊倒是一直在弄他的指甲 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有叶博回话了 说 那会儿我还年轻 也是听老一辈的前辈提过此事 说当年中越反激战的时候 越南请了泰国的响投师 还有巫师 害死了不少的军人 很多疯的疯 失踪的失踪 最后是茅山一脉的长教 不顾自我安危 自发组织了民间上百个高人 前去援助 在中越边境 连续斗了三天的法术 双方死伤惨重 最后只有五个年轻的高人 活着回来了 但据说 叶博说到这儿的时候 突然就闭口了 我和孟颖看向他的时候 他就有些欲言又止 很难开口的样子 我听得很有兴致 就连忙追问道 叶博 快说 后面咋的了 唉 叶博叹息了一声 自顾地摇了摇头 这才说了起来 据说 那一次斗法的结局 是我们的倒数 败了 那一次惨烈的斗法 好像是我们的倒数 败了 叶博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上有些复杂 有无奈 也有惋惜 败个屁 而他的话一说完 王磊就不屑地 嗤之以鼻地怒道 我们华夏倒数 早已进入天道之境 那淡丸小国 就会点拿不出 台面的小邪术 怎会是我泱泱大国的对手 别说斗法 就算我们每人撒泡尿 都能够把他们给淹了 老头子 你要记住 不是我们干不死 他们的邪术 是我们华夏的修道之人 心存正道 不想再死更多的人 这才让了他们 并不是输给了他们 王磊这番话 完全是一份填膺 呛得叶博老脸 一阵微红 但他知道王磊的性格 也没有见弃 如果是其他人 这么说的话 叶博恐怕早就怒了 我看到王磊脸上的怒色 还没有消 就问他 蕾爷 你知道1983年的那次事件 不知道啊 蕾爷我不跟你一样大 那会儿还没生下来 王磊无奈摊了摊手 笑道 这是我猜的 但应该八九不离十 我看得出来 叶博和王磊 其实都并不清楚这件事情 叶博也只是听说 并没有真正地了解这件事 所以我只得看向了 那爱说话的西装男子 问 这事儿到底咋回事 能仔细说说吗 我这么一问 这西装男子才笑了笑 点了点头后 正是开始说了起来 事情得从70年代末说起 那会儿 越南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下 想要加击我们国家的领土 就在边境挑衅闹事 后来越来越过分 无奈之下 我们才开始了边境反击战 正如刚才王磊说的那样 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 几乎是一路溃败 而就在要攻到越南亮山的时候 他们就请了泰国的鬼王来帮忙 这西装男说到这儿的时候 突然停顿了一下 可能是嘴巴说干了 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喉喉 这才继续往下说 就在我们要攻下亮山 直杀越南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出事了 那些攻高地的战士冲上去后 就全部停在了原地 喊也喊不回来 等上去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已经死了 没有任何的外伤 也不是中毒 就这么死了 不管派多少战士冲上去 最后都是同样的结果 你们是修道之人 我也不用官方的话 来给你们说辞了 嗯 我点点头 说请直言 好 西装男笑了笑 说 后来高地没攻下来 就陷入了僵局 那会儿 队伍正在广西的边境上 攻不过去 最后 就是老爷子说的那样 茅山树的传人 自发组织了民间高手来援助 在那亮山的林子里 果然就发现了异常 只见到一具干枯的尸体 还有一条长了脚的机关蛇 说那干枯的尸体是鬼王 用他自己来供奉邪神 这才用邪术 害死了那些士兵 之后 我们华夏的道士 就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法 连斗了三天三夜 死伤无数 场面很是剧烈 西庄男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上也是骇然 想必 他应该是看到了这件事情的记载 才会有这番感悟 我们没有人说话 等着他顿了一会儿 继续往下说 那次斗法 我们华夏 去的一百多个道士 只活了五个回来 但这五个活着回来的 都是特别年轻的 也就是协助的 并不是真正参与斗法的人 参与斗法的人 全部都死了 就在他们斗法期间 广西边境上的小渔村 是最先感受到的 河里全是漂浮起来的死鱼 那死鱼一捞起来 立马就会自燃 更邪乎的是 无法用水浇灭 有的打大的 吃了鱼之后 浑身腐烂而死 肚子里全是小虫子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结局 因为知道结局的人 都已经死了 那一次斗法 华夏的道数 可谓是损伤惨重 西庄男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也在心里感慨 我华夏修道之人 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哪怕死了 也没有给华夏的道门丢脸 越南和泰国 都是东南亚邪术流行的地方 他们最厉害的 莫过于降头术 还有鬼王 邪术没有顾忌 杀的人越多 他们的邪术越强 而我们华夏的道数不同 心存正道 绝不会滥杀无辜 这可能就是他们 当年死伤惨重的原因 王磊跟着感慨地说了一句 我也听说 当年的佛门 没有参加战斗 是怕增加罪念 不然的话 华夏的道数 也不至于会牺牲这么多人 叶博不敢再说败的话了 我心里也理解 越南毕竟是个小国家 不会是我们国家的对手 和我们华夏的战斗 甚至是不惜拿出邪术 来参加战斗 但也正是我们华夏的 修道之人 暗中援助了一把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攻击 因为他们的身份 是不能拿出来说的 会觉得是封建迷信 但很多东西 就这么真实存在着 想到自己是修道之人身份 心里也是一阵自豪和骄傲 王磊先反应了过来 那这是国家的事情啊 你们想找我们帮什么忙 是这样的 这西装男也不笑了 突然很认真的起来 说 当年这些英雄斗法的地方 我们并不知道在哪里 连死后 也不知道他们的骸骨在哪里 这么多年 我们特殊部门 一直没有放弃过 想要找到他们的骸骨 让他们落叶归根 入土为安 但就在几个月前 广西边境的一个渔民 忽然捡到了一样法器 那法器 正是那位毛山高人的毛山印 但后来我们让人去找 还是一无所获 这才让叶朱金来请高人 去帮忙找回英雄的骸骨 因为越南那边的法师 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在派人去找 其实 他们恐怕已经开始在搜寻了 等会儿 西装男一说完 王磊就开口了 道 据我所知 你们特殊部门的高手如云 要去找 应该也用不着我们吧 王磊 你是有所不知 西装男无奈地笑了一下 说 现在的边境问题 本来就很敏感紧张 如果官方人员出手了 会容易起摩擦 这才是 我们要找你们出手帮忙的原因 此次去帮忙的人 没有特殊身份 就是普通人 就算死了 国家也不会承认 所以 我之前说 让你们自行考虑 这西装男一说完 就把话题抛给了我们 对于这样的事情 我自然会觉得一不容辞 因为这不光代表我们道门 更是代表了我们国家 但我担心的是 当年那些高人 都落得了那样的结局 以我们现在的道横去 就怕给道门和国家丢人 叶博好像也想到这儿了 说 当年那些前辈 都是道数高深的高人 可怜他们 也没有打败对方 我并不是怕死 我担心我们去了 只会给国家丢人 我们是正统的修道之人 丢不起这个脸啊 各位的事情 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你们的道横并不低位 你们心存正义 我相信 邪不胜正 那些高人留下来的法器和宝贝 是千万不能落入他们的手里 不然 等他们找到了破解之法 对我们又是一场麻烦 而且 西装男说到这儿的时候 突然抬头看向了我 说 李初九 我知道你现在是 玄珍一门的掌门 但你只有正魂齿 却没有玄珍大印 你可知道 玄珍大印在何处吗 这西装男一说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我现在已经清楚了 玄珍一门的掌教姓武 除了我手中的正魂齿之外 还有那更为厉害的玄珍大印 那是祖师爷传下来的 他提到这儿 我就来了兴致 问 你们知道玄珍大印的下落 嗯 西装男点点头 道 你们玄珍一门的玄珍大印 就遗落在了当年边境斗法的地方 听到我们玄珍一门的玄珍大印 落在了边境斗法的地方 我心里瞬间就坐不住了 之前我还没有把自己归为玄珍一脉的人 但就是之前遇到周八字的天雷夜火时 祖师爷附身震魂齿 救了我一命 我就彻底地 把自己归入了玄珍一门的人 我对玄珍派了解的并不多 但可能是骨子里的热血 亦或者是 心里的玄珍大道 让我潜移默化地挑起了玄珍一门的重担 生是玄珍一门的人 死是玄珍一门的道魂 激动之余 我就连忙追问他 大哥 此话怎讲 西装男淡然一笑 说 当年参与边境斗法的人 不光是有茅山派的人 更是有俘禄派的人 玄珍大印 只可惜 那位玄珍高人也没有活着回来 和玄珍大印一起消失在了边境上 赵子龙之所以会和叶珠金一起走 也是想拿回他们俘禄派的信物 当年参战的人 除了佛门没有去之外 不光有道门的人 还有西南地区的走音人 他们的古术 控师术 也让越南的法师吃够了苦头 只有那个时候 华夏的道门才是真正的统一 而这时 那个一直沉默的西装男也开口了 他这番话 彻底让我们激动了 华夏的道门现在已经分成了两派 就是道门和灵族之间的区分 灵族蠢蠢欲动 一直想推翻道门 从而取代道门 这也才出现了这么多的惨剧和痛苦 只有真正统一下来 道门才会安定 远远流长 我们几人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 我之前还想打算回苗王山继续修炼 等两年之后 找灵无双报仇 可现在面对国家的荣耀 和自己的仇恨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 放弃了自己的仇恨 不管多么强大的敌人 一旦侵犯边境 虽远必诛 我去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眼神灼灼地说道 就算我道数低微 也要为华夏的道门尽一份力 绝对不能让那些前辈买骨他乡 更不会让那些邪恶的法术 偷走我们道门的瑰宝 好 叶博也拍了一下桌子 道 老朽我一把老骨头了 半只脚已经踏入了棺材 能够在死之前 为国 为道门尽一份绵薄之力 死后定能含笑九泉 叶博也表态了 我就看向了王磊 问道 磊爷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难道你不去吗 你在我心里可是大英雄 有你在 定会让那些无知小儿 屁鬼妙流 哼 王磊冲我咧嘴呵呵了两声 一副救我是多的表情 我还要劝说他 他就看向了西装男 说 此番去的伙食报酬如何 不会贪娘的 又是风餐露宿吧 对不起 这西装男道歉了一声 说 此次出发 一切靠你们自己 我们特殊部门是不会承认的 哪怕你们死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你们的名字 没有任何报酬 至于伙食 管宝 这西装男是吃定 我们不会反悔了 这才把话先说在了前头 他娘的 关字两张口 老百姓还真说不过你们啊 死了我们 连名字都没有 成了 你们都是获取功劳 磊爷我算不过你们 但看在九哥和龙哥的面子上 我就去走一遭吧 谁让磊爷我重情重义 看不得他们出事啊 王磊无奈地笑道 多谢出手帮助 西装男感激道 但你们一路上的行程 我们会在暗中一路 给你们开绿灯 同时 不光是你们 我们特殊部门 也会有人陪你们去 至于赶尸人孟莹 我此番来 也是要你出手帮忙 哦 孟莹一直没说话 毕竟才是新婚燕儿 自然不愿意和雪梅分开 但听到西装男请他帮忙 也是疑惑地开口道 我就会赶尸 去了能有啥帮助吗 孟大哥太小看自己的本事了 西装男客气地笑道 我们需要你的赶骨还魂术 那里死的人太多了 白骨恐怕堆积如山 只有你的赶骨还魂术 才能找到 那些英雄的骸骨 带着他们回来 总不能 把别人的骸骨带回来 供奉埋葬吧 我去 你们也不太惊人情了吧 这老小子才刚刚大婚 和媳妇床都还没摇他 你就让他们丢下媳妇走 狗日的 你们太无情了 王磊打笑了一声 那西装男抱歉地笑了笑 说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 毕竟这件事 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荣耀 这才不情之情 没事 我去 孟莹也是条汉子 没有过多的考虑 拍了一下桌子 就答应了下来 说 你也说了 当年那场斗法 我们走英人也去了 我是马三娘的传人 他老人家 也是个极恶如仇的人 如果我躲着不去 以后到了英曹地府 也没有脸面对他老人家 好 听到孟莹也答应了 这两个西装男 立马站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 朝我们鞠了一躬 道 一切 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在外面等你们 尽量天黑之前 再省城相聚 我代表特殊部门 忠心地感谢你们 两个人就很有礼貌地出去了 他们一走 孟莹就去给雪梅道别了 雪梅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 虽然很舍不得 但还是支持孟莹 用她的话说 这是关系国家的事情 是孟莹的荣耀 是她男人的自豪 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王磊就笑嘻嘻地问我 九哥 你还真敢去啊 那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 他们的降头树 还有厉害的鬼王 可是不好对付 而且 他们也会鼓术和藤树 这些邪术 被他们重新研究创造 恐怕比苗疆的还要恐怖些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死了 你怎么报仇 嘿嘿 我嘿嘿一笑 道 磊爷 我早就考虑好了 没有国 怎会有我们 连雪梅一介女流 都有那样的意识 我堂堂一个七尺男 男不成还要躲起来不成 九哥 你这话好像是针对磊爷我的呀 王磊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 拉着我要给我解释 说 磊爷可不是怕事的人啊 我这是为你考虑 别傻乎乎的 啥事都凭着一腔热血就干 你还不清楚官方的套路 你以为他们真的找不到高人啊 他们这是需要出头鸟 需要炮灰 这些人 磊爷见识的多了 等出了事 会把我们拿去定罪的 你看着吧 磊爷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过 这样也好 让你锻炼一下 机遇和造化 往往在生死之间 哈哈 王磊说完之后 就去收东西了 我理解他的担心 也知道官方的手段 但我是修道之人 更是寻真一门的长教 就不能坐视不管 收拾好东西之后 我们一行人才准备到此了 雪梅一路上都设不得梦营 把我们送到了山谷的入口处 两人寒情默默了一番 这才让雪梅回去了 其实我也是于心不忍 毕竟他们两人的命格很奇特 好不容易从地狱之门 捡了一条命回来 我都不敢想象 要是梦营出了点啥事 雪梅会不会崩溃 我们的速度很快 一个劲地朝苗王山走 连去祭拜师父的时间都没有 下了苗王山后 已经是中午了 西装男安排的车辆 早就在等我们了 上了车 我们就直奔省城 到了约定的地点 我们就看到有好几辆越野车 一下车 我就看到子龙和叶珠金 他们看到我们 也是激动了起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寒暄 第一辆车里面的副驾驶 就伸出了脑袋 淡淡地说了一句 走吧 别浪费时间了 一路上有时间让你们说话 出发吧 今晚必须赶到广西边境 那说话的人有些狂傲 说完后 就把车窗升了起来 直接让司机发动车子走了 就这样留下我们几人 愤怒地面面相去 连回击的机会都没有 我去他娘的 否则我得让他跪着唱大海 王磊当即就怒了 冲着那车子的尾气 大声骂了一声 王磊哥哥 我看电视说 不都是跪着唱征服吗 怎么改成了唱大海 林一一这丫头 抓住了这一点细节 问王磊 王磊皱了皱眉 解释说 一一大海是水 能装眼泪啊 意思就是 他落我手里 我让他哭成海 还有这番解释 受教了 我也准备上车了 那送我们过来的西装男就开口了 各位 刚才说话的人 是我们的组长龙阳 此次行动 他全权负责 龙阳虽然性格傲气了些 但有些真本事 我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必要 尽量不要惹麻烦 以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 这西装男 是提前给我们打招呼 怕我们和他们的组长 真的发生了啥矛盾 我心里自然是知道的 能够进入特殊部门的人 想必都有自己的绝活 但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也不怕谁 要是过分了 我们也不认人 我笑了笑 说 你放心吧 我们知道的 只要不过分 我们都能忍下来的 对了 此番和我们去的 有你们多少人 我一说完 子龙就跟着问了一句 这西装男笑了笑 说 两个人 一个是刚才的龙阳 还有一个是结巴 除此之外 便是你们几人 一切小心 一切拜托各位了 西装男说完 根本没有给我们解释的机会 完全是赶鸭子上架 我们心里想不通啊 赶请这次去边境 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主力 他们就带来了两个领导 但既然答应了 也不能反悔 上了车后 车子才出发了 我和子龙一一 王磊一辆车 叶博和叶朱金 孟宁一辆车 叶堂原本也想来的 但现在叶家离不开他 只得派了几个叶家弟子来帮忙 算是表达对叶朱金的感激之情 这一行人 差不多就十来个 队伍不算小 走到哪儿 必定都会引起注意的 所以我们穿的都是 很普通的服装 就和那些去游山玩水的人 打扮差不多 只要是不出手的话 想必不会轻易暴露 特殊部门的人怕 我们丢失 又给我们带了定位手环 上了车之后 王磊就呼呼大睡 子龙则是说了起来 初九 死尸客栈的事情 都解决了吧 嗯 我点点头 说道 终于杀死了周八字 终于给师父他们报仇了 是啊 子龙亲口听到我说出这个答案 心里也是 骤然松了一口气 林一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就回过头来看我们 问 九哥哥 周八字到底是谁啊 我笑了笑 是我的一个仇人 他伤天害理 该死 我其实很多时候想给一一说 周八字是他的亲生父亲 但我没有说 因为我想明白了 与其让林一一活着想念里 也不能让他知道 他的父亲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我心里对一一有歉意 也只能把这个秘密 彻底地埋在心里 最起码这样 会让他永远地开心乐观 林一一呕了一声 就没有问我们了 跟着我才问子龙 说 子龙 那特殊部门的人说 咱俘虏派的掌教信物 也遗落在边境了 没错 子龙点点头 道 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师父提过 说咱们苗王冠 只是俘虏派的一个据点而已 也是道教开始没落的时候 俘虏派就土崩瓦解了 没有了俘虏派的掌教信物 没有能够统领俘虏派的英雄 俘虏派这才散了 师父一直的愿望 就是找回俘虏派 重塑俘虏派的辉煌 所以 此番却要拿到俘虏派的掌教信物 把那些散落各地的俘虏派弟子 召集回来 嗯 我点点头 说 我现在的身份是玄真派的 俘虏派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玄真一门的玄真大印 也落在了边境斗法的地方 我和你想的一样 找回玄真大印 彻底振兴玄真派 华夏道门演变至今 最后归入了三大派 俘虏派 玄真派 还有炼丹派 之前和灵族的人交战 我能感受得到 他们的实力很强 还在默默地发展中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恢复到门教派的辉煌 这样 才可以抵抗灵族 如果真的能够恢复道教的实力 最起码到时候在麻沟村 也有一战之力 嗯 子龙重重地恩了一声 说 到时候 如果我能够率领俘虏派 也一定站在你这边 好 我笑了笑 又聊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后 这才问司机 司机大哥 我们这是 要去广西的哪 司机估计一个人开车很无聊 听到我问他 就来了精神 说 道长 我们这次 去的是广西大兴县 具体的位置 好像是在一个叫朔龙镇的地方 那里是广西和越南边境的地方 中间就隔着一条河 对面就是越南的地界 站在朔龙镇 就能看到对面的大梁山 翻过大梁山 就是越南的政府所在地了 我和子龙去的地方都特别少 都特别好奇 这司机大哥 是给特殊部门的人开车的 平日里也听到了不少特殊部门的事情 我和他聊了几句 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一个劲地给我们说 那朔龙镇 现在已经是旅游大镇了 当年的中泰边境斗法事件 朔龙镇也是受到了影响 所以说 你们此番去的地方 正是要从朔龙镇开始找 但越是边境的地方 三教九流的人就越多 你们可要小心点 不要乱拿陌生人的纪念品 更不要乱碰他们的禁忌 不然的话 容易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这司机大哥 是好心提醒我们 我感激地说了一句谢谢 心里也是在沉思了起来 当年中泰斗法事件 那些道门高手都消失了 连尸体都找不到 那就说明有古怪 而且 他们特殊部门的人 一直在寻找 也是一直没有找到 看来 他们消失得很诡异 但这些我都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他们的降头术 鬼王 还有各种邪术 东南亚是黑乌术的发源地 恐怖程度 应该不亚于苗疆的古术 而且 苗疆的古术和藤术 也是他们邪术的一部分 道门上的记载又很少 特别是关于黑乌术的记载 我们不知道 就不好对付 黑乌术能够流传至今 那一定有他们的特殊之处 和恐怖之处 但我相信 万变不离道 只要是邪术 道术就有克制的方法 在我沉思的时候 司机大哥又说了起来 那边最厉害的教派 就是乌教 供奉的是邪神 可千万不要着了他们的道 不然的话 下场会很凄惨 我曾经就送过到门的人去 但都没能活着回来 这次 希望你们平安归来 谢谢大哥 这司机大哥是个热心肠 一直在提醒我们 之后我也有些困了 就靠着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等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外面的天已经很黑了 应该是深夜了 而就在我们前面不远处的地方 则是有一个很热闹的镇子 就算是大半夜了 还是灯火通明的 远远的就能看到 里面有不少游客 这个季节刚好不冷不热 所以来这儿的地方 游客比较多 司机大哥更是冲我们笑了笑 做了一个拜神的手势 说 到了 这就是硕龙镇 我会给你们祈祷的 祈祷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司机大哥给我们祈祷 但他的脸上太没有底气了 好像我们这次来执行任务 一定回不去了一样 我们下了车 他们就把车子开走了 留下我们一群人 背着大包小包 就开始集合 为首的人自然是那特殊部门的组长龙羊 他在下车了之后 我才开始打量起这个人来 年纪在三十岁左右 身体很瘦 但个子很高 标准的瘦竹竿 看起来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 脸也很长 留着遮住额头的头发 皮肤很白 白得有些不正常 眼睛上戴着一个墨镜 看不到他的眼睛 但他那张脸 给人一种冰冷和阴沉沉的感觉 就好像他的阳气很弱 没精气神 而和他一起下车的另一个 则完全相反 年纪应该差不多 个头很矮 只有一米六的样子 穿着一个背心 脸上和身上的皮肤 都是古铜色的 标准的蟒汉 但看起来很诚实 特别是他身上那种 快要撑爆背心的肌肉 经脉都已经浮现出来了 一看就是个练家子 而且 他的手指也很短 有点五大三粗的感觉 浑身那夸张的肌肉 更是缩短了他的身材笔裂 我还在观察 这龙羊就过来了 扫了我们一眼 道 这次的任务是我带头 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我的指挥 如有违背命令者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这是给我们下马威 我对他的印象不好 但没有说话 可王磊憋不住啊 我看他开口就要反击 连忙拉住了他 小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蕾爷 大举为重 哼 王磊冷哼了一声 说 我听九哥的 蕾爷我先忍着 忍不住了 老子就捶他 一看到他那样子 就好像蕾爷我睡了他婆娘一样 欠打 我笑了笑没说话 只要王磊不闹事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会起内红的 毕竟我们这次来 就是要为了找回 那些英雄的骸骨 和遗失的盗门法器 龙羊打了下马威之后 那矮个子就跟着打招呼了 笑得很寒厚 说 大 大家好 我叫 接吧 你 你们叫 叫我接 接吧就 就好 很高 高兴和 和你们 一起执 执行任 任务 这矮个子还真是接吧 听到他说话 我们都是为他捏一把汗 他说话真是太费劲了 感觉要断气了一样 听完他说完这几句话 我都帮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但这人看得出来 不是个坏心眼的人 跟着就轮到我们介绍了一番后 那龙羊才淡淡地说道 我们先去朔龙镇 朔龙镇是个旅游大镇 外人比较多 我们来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但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在找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所以 我们不会在朔龙镇停留 会连夜赶路 朔龙镇在边境河的下游 当年也受到了影响 冲下来了很多死鱼 我们这次要沿着边境河 往上游走 这朔龙镇两边 也是十万大山 我知道 你们都在苗江走过的人 但不要因此觉得骄傲 这里的凶险 不亚于苗江 走吧 这龙羊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说完之后 就带头往朔龙镇里面走了 我们跟在他后面 一行人就进入了镇子里 一进入镇子 就有人来拉客了 拉着我们住宿 还说 这里有越南货 甚至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 起初我没反应过来 后来才知道 他们说的是女人 龙羊冷冷地拒绝了之后 我们又继续往前走 一路上 我们都看到了这朔龙镇的繁华 主要是吃的还有住宿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多私底下的生意 就是走这一遭 我也体会了那句话 边境的地方 果然是三较九流 啥人都有 走出了繁华的朔龙镇 就开始往山上走了 山的悬崖边上 是一条宽广的河流 从我们的方位看过去 还能看到对面越南的港哨 和高耸入云的大山 广西的地势 比我们所在的地方 要平坦不守 可在大山里走了一会儿 我就发现 这只是一个错觉 这里虽然不是 连绵不绝的十万大山 但山里的陡峭和崎岖 也是不遑多让 加上这里湿热的天气 林子里更是有不少的毒虫已受 我和零一在前面带路 我身上有阴谷 可以说 一般的毒物 对我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我们是顺着河流走的 越走河流就越往上 我们爬的山也是 越来越陡峭难走了 很多地方几乎没有路 都是我在前面一边带路 一边用武器 给他们砍出一条路来了 这边境河很湍急凶猛 到处都能看到悬崖 想要纵向渡船很困难 横渡倒是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准确的方位 龙阳只是让我们 顺着河流带路 除了一一的脚程差一点外 我们的脚程都不差 一口气走了三个时辰 这才完全进入了大山腹地 周围没有任何的人户 要是一个人在里面走 肯定会害怕 也容易迷路 我看零一有点疲惫了 就想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一下 可龙阳却不容许 在后面冷声道 继续赶路 快要天亮了 等走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们再停下来歇歇 乌叫的人已经比我们先动手了 我们不能落后太多 我心里其实很不爽这龙阳 正要开口 零一一却拉了我一下 懂事地说 九哥哥 我没事 我还能走的 嗯 我看一一都这么说了 只得咬了咬牙 忍着心中的不爽 继续带路 我看了一下时辰 应该是眼识了 再有一个多时辰 天就会亮了 我们已经越走越荒凉了 完全是在深山老龄的穿梭 好不容易翻过了眼前的山头 边境河的上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瀑布 我都走得有些累了 但还是拉着一一继续爬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样子 我们才爬到了这悬崖的上方 放眼看去 边境河竟然一马平穿 没有任何的悬崖和落差 但等我们爬到悬崖上方的时候 发现边境河已经分流了 顺着山下看过去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更加凶险的河流 这条河流虽然没有如此宽广 但却是更加湍急 落叶是呈梯形蔓延的 没有特别明显的悬崖瀑布 看起来才会有一马平穿的感觉 但那山脚下的河流 却是出现了一处奇观 那河流被九个山头给转折了 形成了九区十八弯的奇观 好像这条河流的水 是从山体里流出来的一样 那月光照下来 把整条河都给照亮了 波光零零的河面反射出了白光 更是看到了悠悠寒气 加上两边的奇特风景 这地方完全就是世外桃源 美景不可胜收 这儿风水不错呀 九区十八万 龙生九子 九龙绕湾 把这一带的风水都给盘活了 要是雷也我没错 这地方一定出个大人物 中泰豆法 那些牛鼻子倒是 都喜欢风水好的地方 借着龙气施法咒 看来 这地儿应该离豆法的地方不远了 王雷看到这儿的美景 也是感慨了一声 王 王雷兄 兄弟 豪眼 眼力 都看 看出来了 在 在下配 佩服 我 而王雷一说完 结巴就开口了 听到他开口表演王雷 王雷的眉头都皱起来了 怕他还要继续往下说 连忙打断了他 说 结巴 打住 我知道你佩服雷也我 但放在心里就好了 要是等你把佩服的话说出来 估计天都亮了 王雷这么一说 结巴倒没有生气 反而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 说 好 好的 之前我们的人已经打探到了这个地方 也觉得这里的风水怪异 但没有下去过 这次来了 我们就去瞧瞧吧 龙羊看了一眼后 就催促道 跟着 我们又继续下山了 沿着这九区十八湾走 原本可以很快就走到的 可真是望山跑死马 等我们走完这九区十八湾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可来不及休闲 我们就看到 前面出现了一个渔村 那边境河岸边 还站满了村民 我看清楚他们的时候 正看到他们在宰杀牲畜 一个劲地往河里扔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是在搞啥祭祀活动吧 那场面看起来还是很壮观 起码有上百人的渔村 男女老少都站在了河岸上 很虔诚的样子 那宰杀的牲畜 发出了凄惨的哀鸣声 还没开始挣扎 就被扔到了河水里 扑腾了几下 就被河水给卷走了 还有人在悄悄打打的 应该是在举行祭祀活动 一会儿 我们先去探探口风 尽量不要惹麻烦 这些散落的村庄 都是与世隔绝的 民风淳朴 但会更加封建迷信 所以 一切看我的命令的形式 在我们隔着远处观察的时候 龙阳忽然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这一群人 对他的印象都不好 也没有人搭理他 倒是那街吧 憨笑地配合着 说 好 好的 跟着 龙阳才开始在前面带路了 在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渔村的地势很平坦 估计涨水 都能够涨到村口来 毕竟这边静河的水流 比较湍急凶猛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我们 原本还在祭祀的活动 也是停了下来 那带头的人 是个老头 差不多有六十多岁的样子 晒得很黑 脸上也全是皱纹 看到我们之后 心是冷了一下 姬儿就开始打招呼了 你们是来干啥的 他的普通话 很不标准 应该很少说汉语 我也在观察 他们的祭祀活动 很简单的祭祀活动 只有河岸处的地方 有几所石雕像 那雕像 有些像是泰山石感 当菩萨的样子 都是一块平整的石头 上面雕刻着神像 神像只雕了脸 舌头是长长伸出来的 眼睛很大 犹如统领 看起来倒有些凶神恶煞的样子 而石像的顶端 还压着一块石头 石头下面压着一块红布 石像的脚下 倒是插满了香烛 龙羊走过去 笑着打起了招呼 说 老人家 我们是探险队的 无意中走到这儿了 就顺便过来看看 对了 老人家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龙羊也是个精明人 说话的时候 就装得很好奇的样子 这老头笑了笑 说 年轻人 我们渔村 是在祭和神 哦 龙羊假装疑惑了一声 说 你们这祭和神 好像和我们拜佛烧香不一样啊 这老头倒不觉得奇怪 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祭拜的自然也不同 我们靠着这条黑水河 繁衍生戏 是和神爷 赏给我们一口饭吃 自然祭拜的是和神爷 马上训气要开始了 我们渔村的人 要出去补鱼换钱 这次开始祭祀和神爷 这样啊 龙羊表现得很好奇 说 老人家 我们也走累了 能不能在你们村子 歇息歇息啊 顺道看看 你们的祭祀活动 以后我们过河也好祭拜 老头没有拒绝 笑了笑 说 我们这小渔船村 只要你们住得惯 就尽管留下来看吧 老人家 那就多谢了 龙羊客套地说了一句 跟着就退了回来 没有继续打扰他们了 在我们看他们祭祀的时候 这渔村里的人都在看我们 他们穿得很简单 还打了不少的补丁 看得出来很穷 从女人和孩子的眼神里 可以看出来 他们好像没有去过外面 更是很少见过外面的人 因为他们的眼神里 全是好奇 那种好奇 已经超过了 他们对祭祀的热闹 不对劲啊 他娘的 这地方的风水这么好 这里的人 绝对不应该出现贫穷的现象 上面的九龙 弹活了风水 九龙从山体的石窟中穿过 那山体 再给九龙做掩护 说不定这都已经有了龙气 龙气庇护的地方 非富即贵 一定是有啥东西 压住了这里的风水龙脉 而就在这时 王磊 突然在我边上 说了这么一句 他的风水术 自然不用怀疑 连他都这么说了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 肯定是出了啥问题 我往下一想 就想到了之前的夜狼地宫 那里的风水也好 只是因为 七十二煞大阵的压制 才使得那一带很贫穷 跟着王磊时间长了 我对这风水 也有自己的看法 想到这儿 我就悄悄给王磊说道 磊爷 你是觉得这地方有古怪 九哥 不错啊 这都能想出来 有会跟 王磊贼嘻嘻地说了一句 继而压低了声音 说 这里的风水 比夜狼地宫的风水好 这里的龙气 是天然形成的 夜狼地宫的龙气 是人为的 只有渔月龙门之后 才会产生作用 但这个小渔村的渔民 之所以会如此贫穷 一定是有更加邪煞的东西 压制了这里的风水 正邪相抵 或者说 这里的邪煞 偷取了这里的风水龙脉 才导致这样的局面 王磊这次 是故意提醒我 说话 没有说穿 是想故意留给我想象的空间 我理解他的意思 就顺着往下一想 这一想 我就想到了 我们此番来的目的 中泰斗法 想到这儿 我的心 就惊了一下 小声说 磊爷 你的意思是说 这儿的风水 和当年中泰斗法有关联 九哥 说对了 王磊自恃一笑 说 我们这次来对地方了 这儿就算不是 当年中泰斗法的地方 也和当年的斗法 有莫大的关系 那些牛鼻子倒是习惯 错不了 都喜欢借着 风水好的地方斗法 别说 如果不是王磊来了 我们根本不会知道 这地方的风水出了问题 他能看穿很多事情 但就是不点穿 如今 我听到他这么一说 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证明着我们这次 没有来错地方 一想到要接近了 当年的那场真相 我心里就莫名地激动 先有前辈英雄 这次是我们后辈 如果还能遇上乌教的人 也可以顺便 再次分一下高下 我坚决不相信 我们华夏的倒数 会输给他们乌教的邪数 在我心里暗想的时候 那老头突然扯着嗓子 大喊了一声 有秦水爷 跪 这老头一喊 其余的渔民 就全数跪在了岸边 整整齐齐地跪了一排 看到这一出的时候 我就联想到了 古苗寨的寄神仪式 也是同样的落后和愚昧 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 越穷的地方 就越封建 也会越乱 而很快 我的注意力 就被来的人给吸引了 只见一个穿着缩衣 带着斗笠 像是渔夫打扮的人 走了过来 他的手里拿着三炷箱 一边走一边 往天空洒指钱 但在他的身后 却是出现了一支队伍 全都是赤裸着上身的壮汉 皮肤晒得很黑 他们两人一组 肩膀上都抬着一个指人 这指人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那扎指人的功夫 和左阴 还有老扎指将比起来 不是一个级别的 可也说是业余人士 可这一手 却是让我们所有人心中一惊 能够扎指人 能够焚香借道的人 肯定是修道之人 绝对不是这个 渔村本地人 等着为首的水爷 走到我们身边时 就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他的脸 比渔村的人白很多 但却是胡子拉扎的 看起来很邋遢 特别是那牙 也是一口大黄牙 看他的样子 应该有五十来岁的样子 眼神锐利 绝不是普通的渔民 在从我们身边过的时候 那眼神就已经眯了起来 没有说话 跟着就走到了 黑水河的河岸边 一把指前洒向了湍急的河水 大声道 天公地道 山河神灵 诚心供奉 庇佑我村 活人祭祀 河谁也保我们平安 这水爷一说完 就拿着三柱香 对黑水河拜了拜 拜完之后 便把三柱香插在了岸边 手一挥 那身后 抬着指人的男子队伍 麻利的 就把指人扔到了河里 而在听到这水爷 说出如此标准的普通话时 我们所有人都是猛然一惊 心里都有了一个底 这水爷 有名的 这水爷的打扮 虽然就是一副渔民的打扮 可他说话的口音 还有他使用的倒数 已经出卖了他 这人很显然不是本地人 应该是外面来的人 不光是我 我们所有人都想到了这一点 但没有人开口说话 一直在等着 看他们的祭祀 我现在对他的身份 比较好奇 加上这个小渔村怪异的风水现象 我心里 就更加疑惑了 等他们祭祀完了之后 这水爷才回过身来 也没有说话 在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提醒了一声 这黑水河不干净 别去河里洗澡 特别是晚上 千万不要来河边 马上讯期要来了 看看就回去吧 这水爷莫名其妙地 说了这么一句 我心里立马就怀疑了起来 我从来没听说过 在河里捕鱼会祭神的 更从来没听说过 晚上不能去河边的 他们越是这样祭祀 那就越说明 这黑水河不对劲 林一一看水要走 立马问了一句 这河如此清澈 为何叫黑水河啊 水爷顿了一下 笑了起来 意味深长地说 和其实河人一样 有的人表面干净 实际上内心很黑暗 小姑娘 有时候黑不一定是黑 白也不一定是白 黑白之分 谁又说得清楚 水爷说完这句话 就直接走了 他一走 这些跪在的渔民 才站了起来 和我们说话的老头 就是这个渔村的村长 挥了挥手 说 都散了吧 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要开始做正事了 老村长这么一安排 这些渔民才散了 有的回去不往 有的则是生火做饭去了 这小渔村给人的感觉 就是比较落后 更是与世隔绝 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 可以去我家 等渔民散了 老村长才招呼我们 我们心里全都是问候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龙阳是带头人 连忙笑道 那就谢谢老人家了 只希望不要麻烦老人家 没事的 走吧 老村长也是个好客的人 并不是装出来的虚情假意 我们一行人跟着老村长 就进了这渔村 渔村的房屋都修建得比较低矮 用他们的话说 这是为了躲避风浪 进了老村长的家 发现他的屋子很简单 没有现代化工具 就是一些简单的桌椅板凳 还有睡觉休息的地方 我们一群人进来后 就差不多把整个屋都挤满了 进屋的时候 屋里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子 皮肤晒得有黑 也很瘦 但那眼珠子 却是黑的发亮 看到我们进来之后 就躲在了老村长的身后 显得有些害羞和好奇 黄牙仔 去烧壶水泡茶 老村长摸了摸黄牙仔的头 这黄牙仔才嗡了一声 说 爷爷 我这就去弄 黄牙仔去烧水后 老村长就坐在了下来 自顾地卷了一卷叶子烟 说 黄牙仔是我孙子 爹娘死得早 随着我长大 没见过外面的人 也没见过世面 怕生 哦 龙阳闻了一下 喂 老人家 黄牙仔他爹娘怎么走的 不得不承认 这龙阳虽然看起来高傲无理 但心思很细腻 没有漏掉任何的线索 他这么一问 老村长就叹息了一声 说 咱们渔村的人 一辈子和黑水河打交道 多数人都死在了河里 老人家 不好意思 吉安顺便 龙阳立马道歉道 老村长摇了摇头 说 都过去这么久了 没事 早挺过来了 嗯 龙阳点了点头 又开始试探性地问了 老人家 我听刚才那水爷的口音 好像并不是你们渔村的人 一个外人 怎么会举行你们的祭祀活动 你说水爷啊 他可不简单呢 提到这个水爷的时候 老村长就是一脸的尊敬 说 这水爷啊 来我们村的时候 恐怕也就三十岁不到的样子 现在都六十出头了 那身体 简直比年轻人还要健壮 这一住啊 就是这么几十年 老村长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停了一下 龙阳有些着急了 连忙追问 老人家 他一个年轻人 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定居 莫不是外面的罪犯 犯了事 到这里来逃难吧 但这龙阳说话很有技巧 不会让人觉得 他的追问很突兀 老村长也没有意识到 就笑了起来 说 哪能啊 其实他刚来那会儿 我们也怀疑 但后来一接触啊 发现他不是个坏人 反倒是个热心肠 是个好人 咱们渔村的祭祀 还有出了点傻闲门的事情 他都帮我们解决了 而且啊 他不是犯了事的人 他是一个水鬼 水鬼 听到说出水鬼的时候 我就立马咯噔了一下 因为我们是修道之人 对鬼魂很敏感 一听到老村长 说出水鬼这个词 所有人都是不自觉地 看了彼此一眼 我看龙阳也在沉思 怕老村长看出啥不对劲的地方 就笑着问 老村长 啥叫水鬼啊 难不成这水爷不是人 是鬼啊 哈哈 老村长哈哈一笑 说 你们可以把他看作鬼 但他却是黑水河的鬼 老村长后面这话的语气 说得特别重 说完之后 又笑了一声 给我们解释说 这水鬼是我们这儿的叫法 其实是捞尸人 据水爷所说的 他就是黑水河这一带的捞尸人 这黑水河蜿蜒凶猛 每年都会带走不少人 在很早以前 我们这一带 就有捞尸人 但在我年轻那会儿 就没了 而我们在黑水河讨饭吃的人 经常有人被河水带走 都是水爷帮我们把尸体捞起来的 听到水鬼是捞尸人的时候 我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一职业 也算是走因人一类的 最出名的捞尸人 莫过于长江和黄河的捞尸人 之前 孟赢把符尸送到长江黄河 就是因为那里的阴气重 能够让他们老老实实地 待着不上岸害人 想不到 在这个黑水河 还能遇到捞尸人 在我们沉默的时候 老村长又说了起来 这水爷的本事不得了啊 之前我们渔村的人落水了 去外面找捞尸人来捞尸体 可那些捞尸人 一下了黑水河 就不敢潜下去了 更是不敢来黑水河捞尸了 有些打大 下去捞尸也没回来 但自打水爷来了之后 只要是落入黑水河的尸体 他都能捞起来 水爷最厉害的本事 可以直视太阳半个时辰后 还能在河面上 准确地变轻方向 他就好像黑水河的幽灵 所以我们都叫他水鬼 又叫他水爷 老村长说完这些的时候 我心里对这个水爷 就各加好奇了 用王磊的话说 是出反常必有妖 聊了一会儿 老村长说的 都是关于水爷的事情 龙阳剑时期差不多了 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老村长 你们这儿和越南 隔着一条边境河 应该经常有矛盾吧 这两年还好 早些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摩擦发生 没有 老村长一口笃定道 我们这小渔村 世代与世隔绝 很少和外人接触 更别说边境外面的人了 你们饿了吧 黄鸭仔 和我去杀两条鱼 来招呼这些哥哥姐姐 好的 爷爷 黄鸭仔一直在边上 看我们说话 老村长一喊他 就和老村长出去杀鱼了 老村长一走 子龙就看向了我 说 有问题 嗯 我点点头 没有说出来 这老村长刚才回答 龙阳的问题太快了 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 这很明显 有猫腻 没过多久 老村长就做好了一大盆鱼 我们也饿了没有客气 就开始吃了起来 饭吃完之后 老村长说 时间太晚了 让我们休息一晚 明天再走 我们不傻 直到老村长在下逐客令了 我们不敢强行要留下来 值得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小渔村没有通电 用的是没有灯 一到天黑 就睡得很早 我们这群人 就挤在屋子的地方 所有人都没有睡意 都等着夜深了 想去拜访一下水盐 而就在我想出去 透透风的时候 外面突然有人 惊慌失措地大喊了起来 老村长 不好了 黄鸭仔他们被鬼托船了 一听到黄鸭仔出事了 我第一下 就愣住了 没反应过来 黄鸭仔 不是和他爷爷一起睡了吗 咋会这个时候出事了 这外面的人一喊 我们这群人都站了起来 还没说话 老村长就拿着手电筒 冲了出来 我一看到他 就先问了一句 老村长 黄鸭仔不是和你一起吗 咋会出事了 唉 老村长显得很着急 一边去开门 一边去说 这傻小子 想跟他们去捕鱼 就趁我睡着了 从窗户爬出去了 我让他晚上不要去黑水河 骗不信 要是他出事了 我怎么和他爹娘交代 老村长很担心 也很着急 门一开就跑了出去 外面的人也拿着一把手电筒 看到老村长后 焦急地喊道 老村长 快去看看 黄鸭仔就在谁里 要不是 我起床来收网 还不知道他们出事了 去 快去叫水爷来帮忙 快去 老村长还是没有慌乱 虽然很担心 但理智还是很清楚的 那人也不敢耽搁 急急忙忙地跑去喊水爷了 老村长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说 你们就在家里吧 晚上的黑水河不太平 莫要吓着了 交代了一句之后 匆匆就往河边跑 他一走 龙阳就开始下命令了 结巴 叶朱金 我们跟着那人去打探水爷的情况 其他人 按兵不动 说完也不顾我们 带着结巴和叶朱金就走了 结巴和叶朱金 都是特殊部门的人 他这样做 还是不相信我们 磊爷难得管你们 别影响我睡觉 王磊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倒头继续大睡 灵依也是睡得很沉 一直没有醒过来 我就看着孟莹 道 孟大哥 你去跟踪龙阳 他们有事瞒着我们 我和子龙去河边看看 看看能不能帮上啥忙 好呢 你们小心点啊 孟莹点头提醒了一句 也是去跟踪龙阳他们了 接着 我和子龙才去追老村长 跑到岸边的时候 就看到岸边有几只手电筒光 正朝着那九去十八弯的地方跑 在那 子龙指了一下 我们就跟着追了上去 我们出来的太仓促了 连手电筒都没有来得及拿 月色很暗 我们看不清楚 只得跟着河岸追他们 好在老村长的速度慢 我们才很快追上了他 追上他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年轻人 在给他带路了 老村长看到我们追上来了 也是震住了 随即就好我们回去 小伙子 你们回去吧 鬼托船 很吓人的 没事 老村长 你收留了我们 我们看看 有没有啥能帮上忙的 先别管我们 快看看黄鸭仔 我笑着说了一句 老村长叹了一口气 也是没说话了 继续往上跑了一小短距离 我们才彻底地到了 九区十八弯的范围 现在我们是近距离接触 这九区十八弯 这九区十八弯的河水很湍急 就是从对面的 九个山头的山体里 冲刷出来的 这九个山头 刚好又是 从对面的大山之出来的 如同大山衍生出来的 九个龙头 大小不一 高矮不一 但都异常陡峭凶险 每一个山头里 流出来的河水 在转折之后 刚好就形成了 十八个弯道的奇特风景 特别是这河水 实在是太湍急了 在上面行船 需要的是技术火 老村长 他们在那 就在我还在观察 九区十八弯的情况时 其中一个村民 忽然用手电筒 指向了第一个山头 前面的地方 我顺着他的手电 光看过去 正好就看到了 那第一个山头前面的地方 正停着一艘木船 而在那手电光 射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船上的黄牙仔 不光是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和他年纪 差不多大的小孩 其中一个人 正在冲河里撒尿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心里就纳闷了起来 这黄牙仔 竟然知道用童子尿来辟邪 而黄牙仔 也看到了我们 挥着手 不停地朝我们大喊 爷爷 救我 救我 他这么一喊 老村长都快急地哭出来了 连忙问 水爷来了没有啊 没有 和老村长一起来的这个人 也是急了 这水爷不知道 干啥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来 不行 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要去救黄牙仔 要是被拖进九区十八弯里 就算水爷来了也迟了 老村长说话的时候 就开始去翻扑 在岸边的木船了 老村长 你不能去 黄牙仔他们 被鬼拖船了 你去 也会被带走的 这人看老村长要下水 立马要拉住他 可老村长担心 他孙子 顾不上其他的了 直接把木船翻过来 往水里一推就要上船 我回头看了一眼 看没有人来 就说 老村长 我陪你去 我水性好 子龙水性不好 我让他留在岸边 可老村长 却不同意 看着我说 小伙子 你不能去 这黑水河里脏东西太多了 他们是被脏东西 抱住了船 我不能害了你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直接跳上了木船 说 老村长 划船 快 在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看到 黄牙子那艘木船 已经开始荡漾了起来 已经在往下沉了 好像船下面有什么东西 在拖他们的船 而黄牙子他们 更是急得大哭了起来 不停地朝我们喊救命 老村长也是没辙了 一咬牙 就开始撑船了 这里的河流太湍急了 好在老村长的技术好 毕竟在黑水河上长大的人 撑着船 就朝黄牙子他们 靠了过去 我拿着手电筒 一直照射着黄牙仔他们的小船 邪乎的是 黄牙仔他们此时 就在九区十八湾的前方 那里的水流更急 眼瞅着就要 冲进第一个山头的石窟了 可那船 好像没有冲力一样 就这么定格在了 集水的位置 只是那船 不停地往下沉 河水也是一圈圈 荡漾开来 但很快就被河水冲散了 我最担心的 就是下面有水鬼 修道之人 最害怕对付的 就是水鬼 不是水鬼的道横高 是水鬼不好对付 一进入了水里 不管啥道数和灵符 通通都会失去作用 这一幕 我何尝不熟悉 当年我和子龙 在麻沟村的大河里 就遇到了河里的水鬼 差一点就被拖下去了 所以 看到这相似的一幕时 我心里 还是忌惮得不行 老村长的撑船技术 不用说的 很快就接近了 黄牙仔的牧船 这水流很急 老村长努力地稳着船 我则是拿起了 船上的船桨 直接递了过去 刚好递在了 黄牙仔的牧船上 黄牙仔 快跳过来 黄牙仔一 抓住了船桨 我就大喊了一声 黄牙仔吓得脸 都白了 一点意识都没有 听到我大喊的声音后 这才回过神来 抓着船桨 就要跳过来 可他还没跳 我们的牧船 就猛地往下沉了一下 好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 这么一沉 整个牧船都不稳了 我往后裂切了几下 差点栽进了河水里 等我站稳的时候 黄牙仔又大声地哭了起来 而老村长的变化 却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直接放弃了船桨 跪在了船头的位置 不停地磕头 磕得很重 只听见一阵 咚咚的声音 但我们此时的牧船 也没有被水流冲走 就这么被定格住了 该死 我们也被鬼拖船了 反应过来后 我当即大叫了一声不好 而老村长 则是大声地求了起来 声音里都带着哭腔了 何神爷 您放了我孙子吧 您想要啥 我都给您弄来 他还小 求求您放过他 我正要把老村长拉起来 还还没走到船头 我们脚下的牧船 突然不动了 之前还能感觉到 下面有东西在拉 现在已经感受不到了 难道 何神真的听到了 老村长的请求 我正疑惑时 那河面突然翻出了 一串串巨大的水泡 那水泡是新红色的 像是血水一样 如同烧开锅的血水 这血水一翻出来 我最先闻到的 便是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这血腥味 混杂着那腥臭的河风 冲得人直反胃 我见情况不对劲 准备拿铃扶货船了 可还没拿出来 这原本翻腾出来的水泡 突然就静止了下来 更邪乎的是 这原本无比湍急的河面 特别是 翻水泡的这一片区域 竟然变得无比平静 根本感受不到 任何水流的波动 这一幕的变化 实在是太邪门了 之前还是无比湍急的河面 瞬间变得平缓了下来 连一丝荡漾的水纹都没有 是何神爷显灵了 何神爷来救我们了 何神爷来了 这些小鬼就不敢害我们了 而此时的老村长 也突然抬起了头 看到这已经静止的水面 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谢谢何神爷保佑 我一定会加倍供奉何神爷 老村长话音一落 又开始砰砰不停地磕头了 越磕越重 额头都已经磕破了 鲜血流了他一脸 看起来有些猙獰恐怖 但老村长好像已经不在乎疼痛了 反倒是无比的激动 我心里全是震惊 心里更是被这一幕给震住了 我们拜祖师爷 祖师爷会显灵 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真正的河神 或者说山神之类的 难不成 这河神山神还真的会显灵 我半信半疑 看着这水面确实没有了异常 这才再次把船桨递了过去 想要先把黄牙子 他们拉过来再说 可我的木匠刚一伸过去 我们脚下的船 再次颠簸了起来 那原本平静的水面 竟然再次翻腾出了一个 巨大的水泡 那水泡一翻出来的同时 里面竟然翻出了 一个白色的指人 这指人我认得 是他们白天纪河神 扔进去的 只是这白色的指人 被水泡的时间太长了 上面画的五官 已经全部冲淡了 只剩下白扑扑的一张 没有任何五官的脸 这白色的指人一翻出来 就定格在了河面上 而下一秒 我就看到了 让我头皮发麻的一幕 只见这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指人 竟然开始慢慢沁血了 不对 不是沁血 好像下面 有血水翻腾了上来 眨眼的功夫 那水底冒起来的血水 竟然在河水里 把白色的指人 给染成了血红色的 特别是白指人 那张白扑扑的脸上 竟然慢慢地出现了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就好像有人再用红鼻 给指人画眼睛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头皮就抹了 浑身的鸡皮疙瘩 更是瞬间冒了出来 而就在我盯着 这双血红色的眼睛看时 这血红色的眼睛 竟然眨了一下 娘的 这到底是啥玩意 太特么地邪乎了 河神爷要人 他要一个活人 才会放了其他的人 水爷说过 这指人就代表我们活人 用指人计河神爷 就是要让指人来代替我们的命 让河神爷放过我们一马 可河神爷现在不要指人了 他要活人 我还没反应过来 老村长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 一脸惊恐地说道 他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和害怕 更多的是崩溃 不是河神爷 是河里的冤魂 老村长 真正的河神 是不会害人的 我怕老村长会崩溃 立马朝他大喊了一声 不是冤魂 是河神爷 我们用指人 骗了河神爷这么多年 他现在要活人 来祭祀了 我们的船没有被拖下去 是河神爷同情我们 只要一个活人 不是要我们所有人都死 可老村长好像完全崩溃了 自顾地嘟囔着 说完之后 更是转头看向了我 道 小伙子 我们的船被拖住了 要是我们没有活人祭祀 我们会惹怒河神爷的 到时候 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带走 黄牙仔是个可怜的娃 求你带他回到岸上 老村长好像是在交代后事一样 对着我说完之后 立马看向了黄牙仔 大声地说道 黄牙仔 你爹娘就是死在这九去十八弯的 你以后活着 千万不要再踏入黑水河了 好好活着 爷爷走了 我听到老村长交代的时候 就知道要出事了 立马朝他扑了过去 可还是迟了 在我扑过去的时候 老村长就一头跳进了河水里 只听见扑通一声 老村长就沉入了河水里 而在他沉下去的时候 那漂浮在河面上的血色指人 也跟着沉了下去 原本平静的河面 再次变得湍急了起来 我们脚下的船 更是被河流冲得荡漾了起来 看到船能动了 我连忙朝黄牙仔大喊了一声 黄牙仔 你们好好撑船 我下去救你们爷爷 不要害怕 你是男子汉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我爷爷 他对我 正如老村长对黄牙仔一样 黄牙仔早就已经哭得 发不出声音来了 一个劲地喊他爷爷 在听到我的声音后 这才回过神来 咬着牙点了点头后 就和他的小伙伴开始撑船了 我也顾不上隐藏身份了 抽出了震魂齿 扑通一声 就跳入了冰冷的河水里 我知道这河水很湍结 可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了 多一分钟 老村长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随着我跳下去之后 我就猛地往下扎猛子 这黑水河的水很深 在我潜下去的时候 我最先看到的是 那在水里摇摆的血色指人 那指人在水里摆来摆去的 好像是活的一样 但那上面染的血色 正在慢慢退去 等我看清楚的时候 我就差点被吓得呛了一口水 只见老村长拉着那指人的手 正往下游的方向冲了过去 不对 不是老村长拉着他的手 好像是指人拉着老村长的手 我在水里连天眼都开不了 身上的东西又不多 只有一把震魂尺 但我心里明白 肯定不是这指人拉着老村长走 更不是他们口里的河神烟 一定是其他的东西 在拉着老村长走 先救人 我心一横 直接朝老村长游了过去 这是下游 我的速度不算慢 可老村长的速度更快 被那指人带着迅速地朝下游冲 远远的 我就看到了那河里的石窟山体 正是九区十八湾的 第一个山体石窟 继续往前就看不清楚了 黑压压的一片是那石窟的影子 不知道这石窟有多深 但千万不能让老村长冲进去 否则不但救不了他 就连我也要死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就一边追 一边咬破了食指 血液瞬间散在了水里 我口里也是默念起了驱蟹咒 念咒语的时候 我不敢张嘴巴 生怕河水把我枪晕过去 我的咒语用这样的方式 又没有灵符加持 倒数起码只有一半的法力 但在我震魂尺指向那指人时 那指人突然停顿了一下 刚好就在九居十八湾石窟的入口处 就差那么一两米的时间 而就是这短暂震住邪门指人的时间 我就猛地窜了过去 在我窜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那石窟入口的水流越来越急了 我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该死 我骂脸了一声 咬着牙冲过去 想要抓住老村长的手 可我还没有抓住老村长 老村长突然睁开了眼 猛地转过了 身看着我 不停地冲我摇头 嘴巴努力地张合着 在水里 他是说不出话来的 好像想要提醒我啥 就算那河水枪进了他的身体里 他还是憋着一张脸 不停地朝我摇头 一个劲地张着嘴巴喊 我听不到他喊出来的是啥 不过从他那嘴巴张合的嘴型来看 好像是在喊跑 老村长是提醒我跑 我没有看错 他的确是在提醒我跑 而且 老村长那张被河水呛红的脸 没有丝毫的痛苦和难受 更多的好像是释怀和解脱 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已经糊涂了 但我的理智是清楚的 再次咬破了食指 把血液抹到了振魂尺上 河水流得太快了 鲜血刚抹到振魂尺上 很快就被水冲散了 只有一小部分 抹在了那振魂尺捐刻的符文上 而符文一沾上我的血液 立马就释放出了淡淡的金光 我不知道 此时的振魂尺 到底有多大的法力 猛地朝那指人砍了下去 这指人只是指 被我砍了一下 迅速地沉入了水底深处 解决了这指人 我就要去抓老村长 还可没有到老村长的身边 我就感受到了 我身下的异常 就好像是黑水河的水底 突然被烧开了一样 那密密麻麻的水泡 直接从水底漂浮了上来 等我看清楚的水下的情况时 我就彻底地吓懵了 自打出了苗王冠开始 我就遇到了不少的山精鬼怪 更是见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画面 但和我现在看到的比起来 完全是大屋见小屋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看到的这一幕 足够我回忆一声了 在看清楚水下的情况时 我的头皮瞬间就炸了 老瓜子更是嗡嗡地想 完全空白了 因为在这水底深处 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水鬼 数量根本数不清楚 它们全都是赤身裸体的 看起来惨白的一片 这些从水底深处冒出来的水泡 就是它们在河里行走产生的 但这些都不算邪门 最邪门的是 这密密麻麻的水鬼 竟然抬着一口巨大的棺材 那棺材差不多有一所小房子大小 起码要二十口棺材合在一起 才有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棺材 从来没有看到如此邪门的一幕 这完全是白鬼抬棺的场面 而且 这些水鬼抬着棺材正朝老村长的下方移动 等它们移动到老村长的下方时 那棺材盖突然就打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那缝隙差不多有一口棺材大小 就在这一刹那 我就模模糊糊地看到 这口巨大的棺材里 躺着一排排穿着白衣服的女尸 清一色的都是女尸 整整齐齐地躺在这口巨大的棺材里 我还没反应过来 那里面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猛地把老村长给拉了下去 此时的老村长已经被水枪昏了 生死未卜 一听迅速地朝水面上游 在游上去的时候 我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回头 正好就看到那白鬼抬着棺材 飘到了九区十八弯的石窟里 伴随着一阵昏沉的泥沙 就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我都已经不敢回头看了 一口气游出了水面 抓住船桨 我刚一浮起来 水爷就朝我伸出来一根很长的船桨 我抓住船桨 他就发力一拉 直接把我给拉上了船 一躺在船上 我就大口地喘气 嘴里更是吐出了不少的河水 小伙子 你命真大 水爷一边撑船 一边回头看了我一眼 淡淡地笑道 我已经缓过劲来了 就坐了起来 看着水爷直接问道 水爷 你知道下面的东西吧 嗯 水爷没有否认 直接点头承认道 这是他们渔村自己的因果 不要问太多 休息好了 带着你的朋友走吧 我知道你是修道之人 但这里的邪火 还不是你能够对付的 水爷这么一说 我就更加怀疑他的身份了 趁现在还没有到岸边 直接说了起来 水爷 你不是这个小渔村的人 也不是广西的人 你来这儿 恐怕不只是给渔村的人 捞尸这么简单吧 我这么一说 水爷就直直地看着我 随即一笑 反问我 那你觉得 我来这里是干啥的 他这样问 倒是把我问住了 我挣了一会儿 才直接点穿了主题 说 这下面的东西 是不是和83年的 中泰斗法事件有关系 在我问他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盯着他的眼睛看 因为一个人不管怎样伪装 他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 可谁知 水爷却是淡淡地笑了起来 眼睛里没有任何的闪烁 看着我重重地说道 小伙子 不要想太多了 这九区十八湾里 有太多冤魂了 黑水河不知道淹死了多少人 那些尸体 冲到这九区十八湾 全都沉淀在了 那九区的石窟里 晚上下水 自然会被里面的水鬼拖下去 这个小渔村的人 晚上是绝对不下河的 是黄牙仔这娃调皮 害人害己啊 最后害死了他爷爷 刚才那白鬼 抬关的一幕 我是亲眼见识到的 就算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是一阵心机害怕 河里的水鬼 我能想明白 可那口像房子一样的棺材 那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里面 躺着那么多的女尸 这两点我想不明白 我顿了一下 继续问 老村长说过 你能把这黑水河的尸体里捞起来 还能安然无恙 刚才 你怎么不出手就老村长 哈哈 水爷哈哈一笑 说 我捞尸体是有规矩的 九区十八湾 这九个石窟里的尸体我不捞 因为我捞不起来 自己也会死 里面的情况 比你想象的还要凶险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晚上我是绝对不会下河老尸体的 在水爷说话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岸边了 我一跳下船 子龙就赶紧过来问我 初九 咋样了 你有没有事 我没事 我现在顾不上和子龙解释 还想要拉着水爷问个明白 但水爷却是抢先一步 走到了黄牙崽的身边 拍着他的肩膀说 黄牙崽 你爷爷走了 回去吧 我会帮你爷爷做丧事的 其他人都散了吧 这段时间 你们都不要出船了 等讯期过了再说 明天都来帮黄牙崽吧 这水爷很洒脱 说完就走了 而黄牙崽听到 说他爷爷走了 当即吓得瘫软在了地上 一脸的恐慌 半晌后才反应过来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朝着那湍急的河流哭喊道 爷爷 你不要走 我爹娘不要我了 你也不要我了 你们都走了 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 呜呜 黄牙崽那声音 哭得很伤心悲惨 我看得很是难受 看到此时的黄牙崽 我就想到了 那会儿在麻沟村的我 那会儿的我 家人全都出事了 爷爷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种感觉 就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一样 当时不知道那是孤独 只是一味地害怕 我看得心里不是滋味 就蹲在了黄牙崽身边 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黄牙崽 你是个男子汉 不要哭 你爷爷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他希望你像个男子汉一样 坚强 无所畏惧 这些话是我爷爷对我说过的 现在我对黄牙崽说出来 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是同情他 也是同情我那时孤独无一的自己 黄牙崽还是很懂事 哭了一会儿后 就抹了抹眼泪 站起来就往家里走 我和子龙跟在他的身后 就这么陪着他 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回到家之后 黄牙崽就直接回了他的房间 把门锁上了 而我们刚到家 龙阳他们也回来了 我看向叶朱金的时候 叶朱金就摇了摇头 说 什么也没有发现 对了 老村长怎样了 我叹了一口气 说 老村长走了 为了救他的孙子 我一说出来 所有人都是叹了一口气 心痛之余 更多的是惋惜 都休息吧 明天水爷要帮老村长做法事 到时候 我们再看看吧 顺道 打探一下渔村的情况 我遇到的事情没有说出来 我担心告诉龙阳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想着等有机会了 悄悄告诉子龙和王磊 夜已经很深了 所有人都疲倦了 躺下不一会儿 就睡着了 子龙担心会有其他的变故 就去外面守夜了 我也睡不着 等他们睡着了 就跟着出去守夜了 我出去的时候 子龙正在布置阴阳铃铛 这铃铛没有心 但只要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会立马发出声响 外面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等子龙把阴阳铃铛挂好了之后 我这才把我在水下 遇到的情况给说了出来 可刚说到一半 子龙身上的阴阳铃铛 突然叮铃铃的响了一下 听到这声音 子龙立马站了起来 直接朝房子背后跑了过去 我见情况不对 也跟着子龙跑了过去 等我们一跑到屋子背后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地上 有一串湿漉漉的水脚印 那水脚印 刚好是走到窗户下面的 我顺着往窗户上一看 当即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那窗户的玻璃上 正留着一个 还在滴血的血手印 而那血手印的边上 还用鲜血 写了一个无比醒目的血字 跑 这窗户上流下来的血字 血迹还没有干 正顺着玻璃往下流 但这个用血字写的跑字 却是写得很生硬 好像是身体僵硬的人写出来的 特别是窗户下这一串湿漉漉的水脚印 很显然是湿的鞋子 踩在地上流下来的 我看了一眼那脚印 是顺着外面跑出去的 整个地面上 刚好是一排整齐的脚印 初九 不是活人留下的 你看 这每一步脚印的距离 都是一样的 还有这脚印没有错乱 来回都是重叠在一起的 人做不到 只有鬼才可以做到 子龙指着地上 那湿漉漉的脚印分析道 嗯 我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了窗户里的房间 这个位置 刚好是老村长和黄崖仔的房间 想到这儿 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说 子龙 是不是老村长回来了 嗯 子龙笑了一下 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你说 老村长被黑水河的一口棺材 拖进了九屈十八湾的石窟里 恐怕是已经死了 他变成了鬼 来让他的孙子 黄崖仔跑 这事儿 越来越不对劲了 子龙在说 我也在想 让黄崖仔跑的人 极有可能是老村长 我记得很清楚 在我下水 去救他的时候 老村长不让我救他 想法还让我跑 看来 他知道不少的秘密 想到这儿 我才看向了子龙 道 子龙 你去看看黄崖仔 我去看看这脚印 跑到哪儿去了 对了 把你的八卦罗盘 给我用一下 好 小心点 子龙提醒了我一声 就把八卦罗盘 拿给了我 跟着就绕回了屋子里 我拿着八卦罗盘 截了一道道指 咒语一念 就点在了八卦罗盘上 这一点 八卦罗盘里的桃木指针 就快速地转动了起来 这桃木指针 一般不会转动的 特别是 在端平了之后 除非是有外力摇晃 我此时端得很稳 只有阴气 才会让八卦罗盘 转动起来 我盯着这桃木指针 转了一会儿之后 直接指向了这一串 串流下来的 湿答答水脚印 我顺着这湿答答的水脚印 一直往外面走 等我走出了渔村 到了岸边后 这水脚印 就刚好消失在了岸边 八卦罗盘里的 桃木指针 也不动了 回到了原位 看到这岸边 消失的水脚印 我心里就有底了 应该是老村长 他变成了鬼 从河里爬起来了 可是 他为啥要让他 孙子黄牙仔跑 还要让我也跑 这一点 我想不明白 我继续观察了 一会儿黑河水 看得不是很清楚 除了那浪花翻腾的声音 周围静得吓人 我见没有啥一场 就准备收好 八卦罗盘回渔村了 可就在我收 八卦罗盘的时候 那原本停止的 桃木指针 竟然再次转动了起来 转了一圈之后 猛地指向了我的身后 我的背后 有鬼 看到桃木指针猛地 转向了我身后 我心里当即冒出了 这样的念头 身上没有灵符 只有震魂齿 我慢慢把手放到了背后 抓住了震魂齿的一头 就在这一瞬间 猛地转过身来 这一转身 当即就看到我背后 站着一个黑影 那黑影就在岸边的果树下 好像一直在偷看我 出来吧 我呵斥了一声 这黑影才从果树下 慢慢走了出来 等他一走近后 我才先看清楚了 他身上的斗笠帽子和缩衣 正是拿水爷 确定了他的身份后 我就快速地地头 看了一眼手中的八卦罗盘 里面的桃木指针 还在指着他的方向 小伙子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晚上千万不要来黑水河的河边 要是出了啥事 我也就不了你 水爷在朝我走过来的时候 就阴沉地说了起来 听到他的声音 我赶紧把八卦罗盘给收了起来 想要试探试探他的底 我看着走过来的他 笑嘻嘻地说道 水爷 大半夜不睡觉来河边 好雅兴啊 今晚肯定睡不着了 老村长死了 这黑水河不太平 我担心有其他人下水 水爷解释得很合理 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忽然问我 但我不知道 你为啥大半夜会来河边 水爷在问我的时候 眼睛就一直和我对视着 好像在用眼神审视我一样 我没有任何的慌乱 也是直勾勾地和他对视着 笑了起来 哦 我和水爷一样 也是睡不着 来河边走走 我这么一说 水爷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说 我以为年轻人瞌睡多 没想到你和我这个老年人一样 瞌睡都少啊 这水爷很会打哈哈 我跟着 就开始试探了起来 水爷 那九区十八湾下面的东西 你应该看过吧 没错 是一口巨大的棺材 差不多和一所房子 一样大小的棺材 只要是谁一靠近九区十八湾 就会被棺材给吞进去 水爷说话的表情 表现得很夸张 好像是在故意吓唬我 是吗 我淡然一笑 说 不瞒水爷 那棺材吞人 我倒是没怕 让我害怕的是 那白鬼抬棺的场面 我亲眼看到 老村长被拉进了棺材里 抬进了九区十八湾的石窟里 我这样说 就是要他给我答案 水爷知道我话里的意思 自顾一笑 眼神再次指示着我 看到我没有任何的闪避 这才停止了笑声 说 黑水河属于边境河的分支 这一带有很多的小渔村 渔村的人都出船打鱼 死在河里的人自然不是少数 他们被冲进了九区十八湾 日积月累 慢慢地变成了冤魂水鬼 那棺材是他们的怨气化成的 他们都想有一口棺材入脸 至于老村长被拉下去 那是老村长冲了他们的道 水爷在给我解释这一切 而他越是这样解释 我心里就越高兴 他在解释 其实是想预盖弥章而已 不得不承认 在河左英 还有周八字都很斗勇的时候 我的算计和心机 也跟着伸了起来 毕竟吃了这么多亏 要是再不学着点计谋 那我就真的是个傻子了 我眯着眼睛一笑 说 水爷 可奇怪的是 我在那棺材里 看到的不是鬼 而是一句句 整整齐齐躺着的女尸 我这么一说的时候 水爷的眼睛也是眯了起来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小伙子 淹死在水里的人 被拉下河里的人 就不能有女人 水爷说的也有道理 我配合地说了一句 道 水爷 你知道吗 解开谜底最好的东西 便是时间 实际一到 所有的真相都会不攻自破 天太晚了 水爷别乱走 说完之后 我就借位往渔村走 在我离开背对着水爷的时候 我就再次把八卦罗盘给拿了出来 我以为桃木指针 还会指向我身后的水爷 可奇怪的是 桃木指针竟然纹丝不动了 水爷是活人 我刚才和他说话 就是想感受一下 他身上是不是有鬼魂 可现在看来 并没有 只是刚才那桃木指针指向了他的方向 这到底是咋回事 难不成 从河里爬起来的东西 并没有回到水里 而是藏起来了 在我疑惑地回头看水爷时 水爷也在看着我 咧嘴一笑 道 小伙子 有些时候 真相很残酷 更多的时候 一腔热血不能解决任何事 只是徒劳而已 我看你是个聪明人 早点离开吧 他这么一说 我就停了下来 冲他笑了笑 说 水爷 有些真相 要是没人去解开 就会永远地成为秘密 可有些秘密 本来就不该成为秘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转身走了 我故意这样说给他听 就是要告诉他 这件事 我们会管到底 绝不会离开 我也没有听到水爷说话 就听到了他叹气的声音 等我回到老村长的房屋时 那地上湿答答的水脚印 已经消失了 那窗户上留下来的 血手印和血字 也被擦干净了 我走过去的时候 刚好看到子龙和黄牙仔 坐在门口的石头上 子龙好像在安慰黄牙仔 子龙看到我回来了 就先问我 初九 有啥发现没有 嗯 我摁了一声 挨着他们坐了下来 小声在他耳边说道 那水脚印消失在了岸边 说明那血字 是河里的东西 爬起来留下的 但我在岸边的时候 遇到了水爷 听到我说水爷的时候 子龙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嘀咕了一声 那水爷不简单 好像知道很多事 嗯 我点点头 说 这水爷有些本事 问是问不出来的 只有旁敲侧击地去打听看 我说话的时候 眼神就看向了边上的黄牙仔 他的眼睛都已经哭肿了 家人全部都出事了 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 以后的日子 都要靠他自己撑下去了 我拍了拍黄牙仔的肩膀 安慰道 黄牙仔 哥哥我当年和你一样 所有的家人都死了 但哥哥没有放弃生活 我知道 只有我活得好好的 那些离开的亲人才会放心 我不安慰还好 我这一安慰 黄牙仔又伤心地抽气了起来 估计眼泪已经哭干了 但眼眶却是愈发的红肿 嗯 我冷了一下 继续说 黄牙仔 你不能哭 你是男子汉 如果你哭的话 你爷爷知道会伤心的 他会舍不得走 你爷爷要去另外一个世界 找你爹娘 你要让他离开 让他们团聚 你是男子汉 要懂事 知道吗 我这么一说 黄牙仔才吸了吸鼻子 抹了抹眼泪后 抬起头正正地看着我 问 哥哥 爷爷真的会去找我爹娘吗 会的 我笑了笑 肯定地说道 他一定会找到你爹娘的 但前提条件 是你要开开心心地活着 嗯 听到我肯定的答案 黄牙仔脸上 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看他情绪稳定得差不多了 这才问他 黄牙仔 你们村里平日里 有啥怪事发生吗 比如说 你爷爷给你说的那些怪事 还有村里那些老人 给你说的怪事 怪事啊 黄牙仔咬着嘴唇嘀咕了一声 眼睛看着上方思考了起来 思考了一会儿 突然想到了啥 说 哥哥 以前的怪事我不知道 不过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渔村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哦 听到他这么一说 我立马来了兴致 问 黄牙仔 是啥事 说来听听 黄牙仔嗡嗡了一下 这才往下说了起来 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村子有一个哥哥 在九去十八湾撒网捕鱼 第二天早上去收网的时候 就捞起来了一把黑剑 那黑剑很漂亮 在水里泡了这么长的时间 还一点也没生锈 听到这黑剑 我和子龙立马默契地对视了彼此一眼 子龙问 黄牙仔 那黑剑是啥样子 我想想啊 黄牙仔抓了抓后脑勺 想了一会儿 说 我记得很清楚 头一天晚上 我和村里的小伙伴 也去河边撒网 第二天早上 我和他起来收网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 哥哥扛着那把黑剑往回走 我们还让他给我们玩了一下 那黑剑上面有七颗星星 好像是连起来的 哥哥还说 这是宝贝 他要拿到朔龙镇去卖了换钱 还答应给我们买小零食 七星剑 一听到黄牙仔 把黑剑描述出来了 子龙当即脱口说了一句 随即看向了我 压低了声音 说 是毛山派的掌教信物 七星剑 之前那个西装男说 他们就是因为得到了 这七星剑的下落 才来重新寻找 当年那些前辈的下落 子龙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也想起了 那西装男是这样说过 他们也是因为 得到了毛山派掌教信物的线索 才来找我们帮忙的 看来 这事是真的 但其中的过程 我们不了解 我就问黄牙仔 黄牙仔 那后来呢 后来啊 那哥哥就出事了 答应给我们买零食的 也没有买 黄牙仔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上还有些不高兴 估计是那人对他们失约了吧 小孩子的记性是很好的 也是很相信人的 谁给了他们承诺 做不到 他们可是整个童年都会记得 我和子龙没有说话 黄牙仔又继续往下说 那哥哥很聪明 怕别人抢他的宝贝 就让他媳妇 悄悄带到朔龙镇给卖了 我们那会儿不知道 就把他捡到黑剑的事情 给说了出去 晚上我们就去找哥哥要零食 可当天晚上 他就淹死在了河里 后来连尸体也没找到 爷爷说他拿了死人的东西 是河里的死人 找他锁命了 听完黄牙仔这番话 我和子龙同时一惊 同时看向了彼此 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有人想阻止 他把七星剑卖出去 而那人也很聪明 让他媳妇去卖 这才让七星剑的下落 流传了出去 想到这儿的时候 我和子龙脑海里 同时出现了一个人 睡爷 可就在我准备 继续试探的时候 黄牙仔突然摇了摇头 沮丧地说道 哥哥 你们对我好 我也不瞒着你们 因为只有我知道真相 其实是我爷爷 把那哥哥叫到河边的 我和爷爷睡一屋 爷爷以为我睡着了 就起床走了 我看他鬼鬼祟祟的 就跟着他 最后看到他把哥哥 叫到了河边 黄牙仔现在这番话 再次让我子龙震惊了 完全坐不住了 看着黄牙仔 震惊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老村长为啥要这样做 他身上到底知道 多少秘密 而我们还没回过神来 黄牙仔就咧了咧嘴 继续说 我爹娘 也是在九曲十八弯的地方 被鬼托船拉进了水里 我那天晚上去划船 就是想练好 撑船技术 想去把我爹娘的尸骨 找回来 可没想到 我也遇到了鬼托船 还害死了我爷爷 黄牙仔说完又要哭了 我正要安慰他 随之我们身后的门 突然被人推开了 我一回过头去 就看到龙羊 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张戴着墨镜的脸上 更是阴险地笑着 激动地说道 当年中太斗法的地方 极有可能就是在那九曲十八弯 此番来对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特殊部门 那些领导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 要是被我找到了 我就能在特殊部门 抬起头了 这王八蛋 一直在偷听我们 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但还是没有骂出口 只是愤愤地瞪了他一眼 子龙更是气得咬牙齐齿 怒道 特殊部门的人 都喜欢偷听吗 哼哼 这龙羊冷冷一笑 说 这次我是负责人 你们瞒着我搞小动作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们 我就一直不相信 你们这帮江湖也倒是 明面上说 要帮国家做事 其实心里 还不是惦记那些盗门法器 想占为己有 有我在 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否则 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去你娘的 子龙怒了 骂了一声 就要冲上去 我连忙拉住了他 说 子龙 不要和小人一般见识 我们做我们的 好 子龙咬了咬牙 急而拉起了黄牙仔 说 黄牙仔 走 我们回去睡觉 回屋之后 我们也没有睡着 迷迷糊糊坐了一会儿 天就快亮了 而门外也嘈杂了起来 我去开门的时候 就看到门外的人 全是渔村的人 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是要来帮老村长 做丧事的 但他们手里 拿着的竹竿和纸人 连招魂翻白布 丧葬用品都没有 完全不像是做丧事用的 我好奇就问了一句 老乡 你们这是要干啥 其中一个人笑了笑 说 水爷吩咐我们 说老村长一家人 都是死于非命的 让我们准备到场 水爷要给老村长一家 砍巴烂 不让黄牙子以后 死于非命 砍巴烂我 自然是知道的 是道门法式的一种 但一般不会轻易 做这样的法式 有点改命的意思 稍不注意 做砍巴烂法式的道士 就会遭到天前 落得不好的下场 所谓的砍巴烂 就是针对冤死 狠死 惨死 等各种死于非命 横死不正常的死法 如果是个别人死于非命 或者横死 都不会做这种法式 除非是一家人 或者有联系的人 都遭受了同样的死法 这才会选择 做砍巴烂的法式 做这种法式的目的 就是保护生者 让生者避开 这种横死的惨剧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刚开始学道的时候 逍遥子师父 就曾跟我说过 说他年轻的时候 曾遇到一户人家 为了升官发财 强行给他们的先祖千坟 后来就遭到了报应 这一家人的老一辈 都没有活过五十岁 只要是到了五十岁的关口 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死去 最后 请来了一个道横高深的道士 那道士 给他们做了砍巴烂的法式 在做法式的时候 这道士就中了道 当场把自己的手 给砍断了 所以 在听到这些村民说 要做砍巴烂法式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印象 只是我没有见过这种法式 心里也是很好奇 黄牙仔 是皇家最后一根苗 砍巴烂的他带头 所以村民就叫他去忙活了 而村里的女人 则是帮忙做饭 杀鸡宰羊 完全和喜丧一样热闹 这是规矩 村里人帮忙 就要请他们喝酒吃饭 黄牙仔的爷爷是老村长 家里还是有点抵货的 年轻的小伙子 就负责帮忙摆桌子板凳 一大早 所有人都忙活开了 整个小渔村的人都出来帮忙了 有经验的老人 则是开始写白子贴丧帘了 还有的则是去砍来竹竿 挂上了招魂帆 寓意着村里有人过世了 我们是去河边洗漱的 洗完之后 龙羊就提出来了 夜珠金 接吧 我们去那九区十八湾的山头看看 至于其他的人 要来的话我也不会阻拦你们 但你们记住了 千万别背着我做其他的事情 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付不起这个责 龙羊不相信我们 特别是昨晚偷听我们的谈话之后 他恐怕就想去那山头打听情况了 王伟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 都不想和他说话了 孟莹和我们是一伙的 看到这个情况后 就主动要和他们一起去 我们没有去 想去盯住水爷 我总觉得他才是最关键的人物 洗手好了之后 我们就去看他们选的道场 正好选在了河边最平坦的地方 我们过去的时候 水爷已经到了 就站在边上 指挥村里的人做道场 看到我的时候 还笑了起来 小伙子 昨晚睡得可好 托你的福 一觉睡到了天亮 我笑道 好 那就好 消息好了 就好上路 水爷笑嘻嘻地说了这么一句 但也不想听到我们的答案 继续指挥他们了 他们先用竹子和竹条 摆了八道门 两根竹子对立插在地上 上面则是用竹条连接 做了弧形的门梁 那弧形的竹条门梁 又叫做拱仙桥 八道门 都是直立立地对成一排的 这八道门 分别代表的是横死的巴烂 在八道门的尽头后 又开始拐弯 摆了同样的六道门 分别代表的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之后 已经不是直立地摆了 而是弯来弯去的摆门 后面又摆了 十二道阎罗殿的阴阳门 这砍巴烂的道场摆得很大 我以为这样就摆完了 可后面又增加了二十三道门 分别代表着各路神仙 道门讲究的是丹树 也九为尊 九九归一为周始 刚好不多不少 七七四十九道门 这是个很大的道场了 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大小 而在摆道场的时候 黄牙仔就跪在道场边上 端着一个梁斗 梁斗里面装满了生米 插了三炷香 我看他的腿都跪妈了 但他又不敢站起来 摆好之后 水爷才开始动手了 这每一道门的下方 都插了一炷香 又用红绳 依次把这斜门给连接了起来 那连接的红绳上 还挂着密密麻麻的小黄旗 这水爷有些手段 连这么多的砍巴烂道场都敢做 还真不怕 把河里的鬼给吸引过来 蕾爷我倒是想看看 他能不能把黄牙仔一家的 巴烂诅咒给砍了 王蕾看到这的时候 也是双手环抱于胸 一副很有兴致的样子 我和子龙也看得很好奇 毕竟这种法事 已经很少有人会做了 就站在边上一直看 看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就已经做好了饭 让我们去吃饭了 水爷在巴烂道场的入口 插了两根招魂番 就让他们去吃饭了 他自己没吃饭 说要守着这道场 饭菜很丰盛 有酒有肉 但吃饭的时候 龙羊他们还没有回来 吃完了 村里的人才正式开始帮忙设置灵位 老村长尸骨沉入了黑水盒 就用纸人来代替的 那灵牌也不是用木头做的 而是用白纸做的 上面用公鸡写写了老村长的生辰八字 还有老村长的名字 最后点了鸡血 沾了鸡毛后 这灵牌才算正式生效了 鞭炮一放 守灵正式开始 砍巴烂的时辰选在了傍晚 我们就在村子里 等到了天黑 也没有见龙羊他们回来 砍巴烂的法事正式开始了 黄牙仔屁麻带笑 双手端着老村长的灵牌出门了 他的年龄还小 不但不觉得害怕 反倒是觉得这法事很好奇 这砍巴烂的法事 肯定会吸引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一路跟着黄牙仔 到时候要是有啥变化 我们也好保护黄牙仔 等我们到道场的时候 水爷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 燃了几堆篝火 把道场给照亮了 火光倒映在水里 显得有些异常的诡异 但等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奇怪的一点 就是水爷的背后站着的 全都是村里的老人 最起码都是六十岁以上的 差不多有十好几个 男女都有 他们的头上都缠了笑步 手里还拿着香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就纳闷了 砍巴烂 还有这种机会 黄牙仔 一会儿我喊开始之后 你就跟着我往里面跑 千万不能停 也不能回头 更不要把灵牌给弄到地上 至于六十岁以下的人 请全部回去 一会儿砍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容易冲撞你们的身体 水爷说话还是很有威信的 交代了一句后 来帮忙的村民就全数回去了 就留下了我们这群人 看到我们没有走 水爷就看着我们 冷声道 你们不怕 快离开吧 一会儿出了事 对谁也不好 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做人切记要量力而行 别落得横死下场 哼哼 王磊呵呵一笑 话里有话地说道 磊爷我 从来没有听说过 砍巴烂要用老人的 他们身上的阳气失弱 可没有任何帮助作用 反而会击反作用 磊爷我倒是想看看 到底是想砍鬼 还是想砍人 谁也没有想到 王磊会突然说出这番话 更是直勾勾地瞪着水爷说的 没有输半点气势 我们都没有明白 他话里的意思 但很显然是不会离开 就想看看他要干啥 水爷看到没有输气室的王磊 眼神奇怪地瞪了他一眼 咬了咬牙 重重地喊了一声 砍巴烂 开始 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他抽出了一把天师剑 七星剑步一耍 灵符便扔向了空中 一边撒 一边念咒语 咒语一完 回头朝黄牙仔喊了一声跑后 随即就冲进了道场的第一道门 他的速度很快 冲进去的时候并不是用跑的 而是走的七星步 每跨一步 都会砍断那挂着小黄旗的红绳 黄牙仔跟在他身后 那些老人又拿着箱 跟在黄牙仔的身后 一个劲地在里面窜 看起来很诡异 又很别扭 我看得很专心 可就在这时 一道阴冷的河风 突然从河面吹了过来 我当即回头一看 正好就看到那河面 飘来了一股浓郁的白雾 那白雾一到岸边 立马就铺成了一条巨大的白雾大道 刹那间 更是阴气冲天 我赶紧打开了天眼 天眼一打开 就看到这白雾大道里 竟然是那河底的白雾 抬着那巨大的棺材上岸了 正快速地朝我们的方向 飘了过来 就是这么眨眼的功夫 那河面上弥漫出来的白雾 就已经连接到了 我们做道场的地方 而这些从河面吹过来的白雾 早就形成了一条 好几米宽的白雾大道 几乎快要把这 砍巴烂的道场给吞噬了 在这宽厚的白雾里 我就清楚地看到 我在黑水河河底 遇到的那口巨大棺材 正被白雾抬着飘上岸 他们不是用走的 而是离地漂浮的 每一个台棺材的水鬼 都是赤裸着上半身的 就好像是和边拉船的欠夫一样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是狐狸他不骚 雷爷我就知道 这混蛋没安傻好心 还真以为我和九哥他们一样 是个土包子 不懂砍巴烂的道场法式 他这不是砍巴烂 而是利用老人杨气若这一点 吸引水鬼上岸 就在我正住的这一刹那 王雷就大声地说了起来 听到他说我和子龙是土包子 我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子龙更是咳了一声 不忘反击了一句 雷爷 你说谁呢 我说谁了吗 王雷打着哈哈反问了一句 还没找到说辞 突然大喊了一声 走啊 这白鬼台棺是要装活人的 挡他们的道 就是找死 就在王雷说话的时候 那白雾就已经飘到了我们的周围 刹那间 我们周围的视线 就被白雾给挡住了 我们被白雾给吞没了 下一秒就感受到 这白雾犹如是冰渣子一样 不光是动的人 情不自禁地打哆嗦 更是让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好像空气都被冻成了冰渣子 我一把抓住了依依 大声朝黄雅仔他们喊 黄雅仔 快跑 快跑啊 我已经看不到黄雅仔和村里的那些老人了 我喊黄雅仔的时候 只听到了他那害怕的哭声 呜呜呜呜呜 而几乎是同时 在听到黄雅仔哭的刹那 这白雾里 更是响起了一阵阵女人的哭声 这哭声太他娘的悲伤尖锐了 一钻进我耳朵里 我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顾不上其他的了 拉着黄雅一就朝外面跑 震魂齿同时拿在了手里 一边往白雾外面冲 一边大声地念咒语 我看不到子龙和王磊的身影了 就好像身处在漫天的白雾里面一样 只能听到子龙和王磊念咒开路的声音 但那些女人的哭声 一直没有停过 就好像在我背后一直哭 黄雅一死死地拽着我的手 因为害怕的缘故 指甲都已经嵌进了我的肉里 我朝那岸边的方向看了一眼 正好就看到那些水鬼 抬着那口巨大的棺材冲了进来 就是这一两秒钟的功夫 就已经离我们不到五米的距离了 我顾不上其他的了 拉着灵雅一猛地往外面跑 等我们从白雾里窜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不清楚 身后的砍巴烂道场了 完全被白雾给吞没了 子龙和王磊跟着出来的 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脸色一惊 大声喊道 黄雅仔 你在哪儿 谁知子龙这么一喊 那白雾大道理的哭声 更加刺耳了 这哭声无比的忧怨 多听几下就让人浑身难受 不光是身体上的难受 更是心理上的折磨 这些忧怨凄惨的女人哭声 就好像是能够钻到人的心里一样 让人从心底深处衍生出害怕来 但只要静下心来 就会发现 这声音不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 正是从那大棺材里散发出来的 一想到这儿 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 之前在黑水河河底看到的那一幕 在这大棺材 把老村长拉进去的时候 我就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哭声肯定是他们发出来的 因果相报 还我们的命来 而就在我想到这一点时 这浓郁的白雾里 突然传出了一道阴森森的女人声音 这声音不是一个女人发出来的 应该是不少的女人才发出来 那阴森森的诡异感 瞬间笼罩了我们的全身 初九 我们不能让黄牙仔出事 它是最后一根毒苗 还有那些老人 他们的寿源还没到 也不能让他们被鬼害死了 我还没回过神来 子龙就跑了过来 大声地说了一句 回过神来的我 立马点了点头 说 对 不能让黄牙仔出事了 更不能让他们一家人死绝 一听到 我们表态了 王磊赶紧拉住了我们 道 我的两个亲哥哥爱 你们不能去 这白鬼的怨气太深了 还有那口邪门的棺材 会把你们给带走的 王磊是担心我们 我摇了摇头 说 磊爷 我们是修道之人 不能看到鬼魂害人 这就是我们追寻的道 依依交给你了 说完我就松开了依依的手 朝着子龙点了点头后 我们就直接冲进了 这浓郁的白雾里 依依和王磊 还在背后喊我们 可我们一冲进白雾之后 就已经听不到 他们的喊声了 视线很差 我和子龙指的背靠着背 那道场燃烧的火堆 已经被白雾给吹灭了 我们只能模模糊糊 看到那白鬼 抬着的大棺材 而我们一进来之后 这些抬着大棺材的水鬼 就全数看向了我们 他们赤裸着上身 身上的皮肤白的吓人 一点血色都没有 特别是他们那张脸 好像被河水泡肿了 又白又肿 那身上还有头发上 挂满了水草 还在不停地往下淌水 那落在地上的水滴 还冒着森森寒气 而他们那双眼睛 更是心红无比 在所有水鬼的眼睛 都看向我们时 我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那阴森森的笑容 那心红的眼睛 看得我冷汗都出来了 子龙往前跨了一步 护在了我的身前 大声喊道 大胆阴魂 我们乃正统道士 你们胆敢害人 速速离去 否则我让你们魂飞魄散 上岸的水鬼 我们自然不害怕 但他们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斗起来 也很麻烦 可这些水鬼 不但不怕我们的名号 在听到子龙喝尸声后 更是所有水鬼 都裂开了嘴巴 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他们一裂开嘴巴 嘴里更是流出了 心臭的河水 这一笑 就让我和子龙 恍惚了一下心智 而这些水鬼 好像不想对付我们 趁着我们恍惚的功夫 立马去追黄牙仔 和那些老人了 跟着我们就听到了 那些老人 吓得丢了活儿的尖叫声 我们不想死 你们不要来害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们要是不死 那我们全村人都要死 最后一声惨叫响起的时候 那老人恐慌的声音 戛然而止 但这惨叫声 更是让我和子龙 清醒过来了 我们的道行还不够 刚才把白鬼的阴气 让我们恍惚了心智 初九 拦住他们 子龙朝我喊了一声 我就点了点头 我们两人同时咬破了食指 用我们的童子金血 抹过了振魂尺 金血抹在了振魂尺上 振魂尺上 绢刻的符纹 当即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但这光芒太弱了 完全震不住 这浓郁的白雾 仿佛下一秒 就要暗淡了一样 子龙也不好受 师父给他的金钱剑 虽然沾上了他的金血 可散发出来的光芒 也是很暗淡 我看情况不对劲 就大喊 子龙 这样不行 我们用金光大阵 把他们拦下来 好 子龙回应了一声 我们就同时 盘西坐在了地上 直接把法器 插在了我们面前的泥土里 双手迅速地开始截到印 一边截到印 一边扔灵符 嘴里更是同时 念起了咒语 我是天牧 与天相竹 六甲六丁 神灵护卫 道法笼罩 所到之处 妖魔鬼怪 无所遁心 阵法大成 百鬼没床 无奉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其 在我们同时喊出 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我们便把手中的灵符 全束扔向了前面 那灵符一落到地上 滋拉一声就燃烧了起来 那散发出来的火焰 很快就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道 太极八卦的屏障 这是我们召唤出来的 倒数屏障 正好挡在了 白鬼回去的路上 而几乎是同时 在我们阵法形成的时候 那些原本看不清楚的白鬼 再次出现了 抬着那口巨大的棺材 凶猛地朝我们冲了过来 我和子龙 布下的这金光大阵 都是我们借用了 法器的法力 威力自然不用说的 而这些掉转头的白鬼 已经感受到了 金光大阵的威力 只是停顿了一下 瞬间就朝我们凶猛地 冲了过来 他们要白鬼冲撞 冲破我们的大阵 上了岸的水鬼怨气 肯定不如在水里墙 凭着这个阵法 把他们拦下来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我们不能让他们 回到黑水河里 特别是要留下 他们抬着的那口巨大棺材 那棺材里的东西 就是这一切的秘密 也是水爷要害死 这些老人的秘密 初九 稳住 子龙看到这些白鬼 凶猛地冲撞过来时 我就感受到了 那犹如寒冬一般的阴气 这强烈的阴气 不停地冲击着我们 不光是身体 还想要迷惑我们的心智 我咬了咬牙 重重地点点头 稳稳地保持着倒映 不敢有任何的大意 生怕这金光大阵消失了 到时候 我们就会被他们冲体而死 而在他们冲过来的时候 那原本笼罩着 整个道场的白雾 也好像有灵质一样 迅速地朝他们身后收拢了过来 直接回到了他们的身上 越来越近了 一样压了下来 压得我们连气都喘不了 砰 刹那间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这些白鬼就已经冲撞在了 那太极八卦屏障上 这么猛烈的一撞 那原本散发着光芒的太极八卦 瞬间暗淡了不少 特别是那最中间的地方 更好像是列出了一道道细纹 但这些白鬼没有动 就站在太极八卦面前 和太极八卦的法力抗衡着 而那些收拢回来的白雾 一回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就再次听到了一声 更加猛烈的碰撞声响 伴随着这撞击声的响起 那太极八卦的光芒 再次暗淡了下来 中间的那些裂纹 瞬间蔓延开来 就好像要裂开的玻璃一般 子龙 加强大阵 等他们的鬼屋彻底收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 把他们拦下来了 子龙也是很不好受 死死地咬着牙 额头上全是大汗 嗯 我恩了一声 当即咬破了舌尖 吸引了舌尖上的筋穴后 猛地喷向了我的阵魂尺 阵魂齿衣接触到了我的血液 立马放出了淡淡的金光 特别是那上面捐刻的符纹 好像是有一道金光 在那符纹的凹槽里流过一样 形成了一道道符纹金线 在我们加强了阵法后 那原本要碎裂的太极八卦 瞬间增强了数倍 那上面的裂纹 也是同时消失了 一时间光芒大射 金光大阵的法力 瞬间到达了巅峰 而这些抬着棺材的白鬼 还在不停地冲撞着太极八卦 可显然已经没有之前 那种凶猛的气势了 每一次冲撞的力量都越来越弱 它们不是用自己的魂体来冲撞 而是用它们散发出来的 鬼物阴气来冲撞 连着冲撞了几下之后 那些原本吞噬了道场的鬼物 开始慢慢消失了 特别是 那最靠近太极八卦的水鬼 更是被阵法的威利斯的魂飞魄散 我看到这个场面 心里才轻松了不少 总算是把这些水鬼给拦住了 好在是在岸上 要是在水里 谁也对付不了它们 我心里放松了不少 就朝着外面大喊了一声 蕾爷 快去找几条黑狗来 用它们的血围着 我们撒一个圈 把这些水鬼彻底困住 等到了天亮 太阳出来了 这些水鬼就会全部魂飞魄散 蕾爷 蕾爷 你他娘子去哪了 不会跑了吧 我喊得很大声 可根本没有听到 王伟的回应声 又连着喊了几声 还是没有听到他的回应 我心里才想坏事了 我们的金光大阵 最多还能维持半个时辰 时辰一到 大阵就失去了法力 到时候还是无法拦住这些水鬼 现在只是暂时拦住他们而已 必须要有帮手困住他们 子龙也意识到这一点了 当即朝我喊了起来 初九 我来维持大阵 你再去外面摆阵 一定要把他们留在岸上 好 我看那白鬼的冲撞 越来越弱了 这才敢撤走 提醒了一句 说 子龙 小心点 嗯 初九 等等 可就在我刚要撤回法力的时候 子龙突然惊呼了一声 我一听到他的惊呼声 整个人都慌了 还没反应过来 我们的上空突然下起了雨 那雨滴犹如黄豆大小 噼里啪啦的就落了下来 砸得我脑袋生疼 这个时候突然下起了雨 这不对劲 一定是有人在阻止我们 这痘大的雨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有人在使用 洒痘成冰呼风唤雨的倒数 这人 是想破坏我们的阵法 果然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太极八卦 就慢慢地开始暗淡了起来 而这些水鬼 在遇到了水之后 身上的怨气 瞬间暴增了不少 那原本快要消失的白雾 再次从他们的魂体里释放了出来 远远比之前强大了数倍 水鬼欲水 那就是如鱼得水 如虎添翼 是水爷 一定是他 他们不想 让我们把这些白鬼留住 这是我脑海里 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 可还没来及说话 就听到了砰的一声 那太极八卦 竟然猛地一下 把他们撞碎了 没有了金光大阵的阻拦 这些白鬼便齐刷刷地 朝我们冲撞了过来 我们阵法被冲破了 也是当即受到了反噬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可是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些白鬼就已经冲到了我们的面前 白鬼冲撞了我们的身体 会带走我们的三魂七魄 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心瞬间就凉了 子龙拼着最后一股劲 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想要推我离开这白雾大道 可他的力气不够 速度也不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冲撞而来 就是这一刹那 我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突然感受到 有一双很有劲的手 抓住了我的肩膀 猛地一提 我和子龙就被提得扔了出来 几乎是擦肩而过 在我和子龙被扔到地上的同时 这抬着白鬼的棺材 就已经从我们身边冲过了 那一阵阵残留的阴气 更是让我不寒而栗 而他们的身后 更是跟着那十来个老人 他们已经被勾了魂 就这么跟着白鬼往河边走 喊他们已经没有用了 而跟在最后面的那个小身影 正是黄牙仔 他此时垂着头 也是被勾了魂 表情木讷地跟在最后面 我看着要被带走的黄牙仔 心里很难受 可我和子龙都没有办法 只能不停地喊他名字 希望把他喊醒 我 我去 而就在我快放弃的时候 提着我们出来的结巴 忽然冲了上去 在他冲上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不停地甩着双臂 跟着我就看到他的两条手臂上 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纹身图腾 那纹身图腾是红色的 和他那古铜色的肌肤 完全呈现出了两种状态 结巴是顺着白雾跑的 并没有冲进白雾里 他心里清楚 只要一冲进去 就会被白雾带走 结巴很聪明 等他跑到了和黄牙仔 弃头的位置时 忽然把手伸了进去 快如闪电地抓住了黄牙仔 直接把他给提了出来 这结巴不简单 竟然有麒麟臂 那上面是纹的麒麟图腾 麒麟乃是神兽 自然白鬼不清 想不到 这结巴竟然是早就失传的文音师 怪不得 他能够把我们还有黄牙仔给救出来 子龙看到结巴的手段 也是惊叹了起来 而就是子龙说话的功夫 那白鬼就消失在了河面上 那些跟在后面的老人 也全数掉进了黑水河里 我正要站起来感谢结巴 王磊和林依依就跑了过来 瞥了龙羊他们眼后 小声地在我耳边说 九哥 刚才我去追水爷了 可却是被算计了 差点误了事 我看到王磊也是一脸的郁闷 想必他还没有在谁手上吃过亏 我看得想发笑 就问了一句 磊爷 是谁算计你 王磊咬了咬牙 瞇着眼睛说出了三个字 老村长 听到王磊说 他被死去的老村长算计时 我立马就证了一下 想不明白 这老村长到底要干啥 回过神来 我就小声地问了一句 磊爷 这到底是咋回事 王磊就站在我和子龙的中间 小声给我们解释道 我一直觉得 那水爷有问题 真正有本事的 不会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渔村 刚才你们使用大阵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有人在干扰你们 在使用呼风唤雨的倒数 我一想就是他 就想去把他抓出来 可刚发现了他的位置 老村长的阴魂就出现了 故意把我引到了河边 让水爷逃了 有什么话 不能当大家的面一起说吗 是不是又想背着我 搞什么小名堂 看到我们在窃窃思语 龙阳立马起一心了 冷冷地说了一句 他这么一说 王磊就怒了 原本没抓到水爷 他心里就有气 如今总算找到出气的人了 往前站了一步 怒道 你这小憋孙 再敢说一句话 磊也打得你跪在河边唱征服 王磊这次不是闹着玩的 说话的时候 身上的气息就爆发了出来 眼神更是出现了杀意 我们没有阻止王磊 想让他给龙阳教训 这龙阳自视为特殊部门的人 一直很冲 也一直不待见我们 磊 磊一 都是自 自己人 不要 生 生气 有 有话 大家好 好好说 看到情况不对 结巴就出来拦住了龙阳 然后才笑嘻嘻地对着王磊说 看得出来 结巴还是很尊重王磊的 结巴刚才那一手 把我和子龙都给震住了 竟然是文音师的麒麟臂 都说能够进入特殊部门的人 都一定有自己的手段 看来不假 这龙阳能够成为组长 也绝对有他的本事 只是还没有看到他出过手 不知他的实力到底如何 王磊也是见好就收 对着结巴点了点头 说 结巴 你这人还行 不讨厌 但不要跟着讨厌的人学讨厌了 到时候 磊也可是会好好教育你的 这结巴憨厚一笑 抓了抓后脑勺没说话 龙阳冷哼了一声 道 我们走 不要拉低了我们队伍的素质 一说完就带着叶朱金和结巴回渔村了 叶博是跟着叶朱金的 也跟着他们去了 孟茵现在就在他们的队伍里 也是我们的眼线 他们一走 就剩下我们几个人在道场了 这砍巴烂的大道场 被白鬼冲撞了之后 早就倒在了地上 一片残疾 等他们一走 我才赶紧观察黄牙仔的情况 他的眼睛没有神 表情木讷 很显然是丢了活的状态 刚才那白鬼抬官 把村里的老人 全部带入了河里 想必也是九死一生了 虽然结巴把黄牙仔给抢了出来 但魂魄是不完整的 黄牙仔丢了魂 我们得给他招回来 不然等天亮了 就不好招回来了 子龙看了一会儿 开口道 嗯 我点点头 说 我来给他招魂 磊爷 你负责喊魂吧 你声音比较有特色 黄牙仔的魂魄能听到的 王磊是典型的只听好话的人 听到我这么说他 立马笑了起来 严肃地点点头 说 九哥 我纠正一下 我这声音不是有特色 而是有故事 磊爷我生来孤独 这小子 真是顺着竹杆往上爬的人 我看他还要自恋 连忙开始给黄牙仔招魂了 捡起了地上灭掉的三柱箱 插在了黄牙仔的面前 手指夹着一张灵符 随即开始念招魂咒 荡荡游魂 何处留存 三魂早降 七魄来临 河边野处 庙宇村庄 宫廷牢狱 坟墓山林 虚惊怪异 失落真魂 惊请山神 五道游路将军 当方土地 家宅造军 无尽差役 着意收寻 收魂附体 帮起精神 天门开 地门开 千里童子送魂来 失魂者黄牙仔 奉请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请各路神仙 送黄牙仔 魂熄归来 我的咒语一念完 手中的符指猛地 扔向了空中 滋拉一声燃烧了起来 符指一燃 招魂咒立马起了效果 周围顿时刮起了一阵大风 特别是那河面的地方 又开始起雾了 我看到法咒起作用了 立马朝王伟喊了一声 蕾爷 喊魂吧 王伟都要睡着了 我这么一喊 立马捡起地上的招魂番 一边摇 一边对着河岸大声喊 黄牙仔 回来 黄牙仔 回来 王伟喊得很卖力 喊得声音都快哑了 但喊到后面 就开始乱喊了 黄牙仔 你他娘的 要是再不回来 老子非打你屁股不可 你他娘的还没娶媳妇 还没看过外面漂亮的花姑娘 就这样走了 你爹会气炸湿的 他这喊声 我们听得冷汗都出来了 到了这个份儿上 他还是不正经 而就在我想发笑的时候 那河里突然吹过来一阵阴风 直接吹在了黄牙仔的身上 随即就消失了 黄牙仔是盘膝坐在地上的 垂着头 一点惊气神都没有 这阴风一吹来 他突然抬起了头 张开嘴巴就喊了一个字 跑 听到这声音 我当即吓了一跳 更是往后退了一步 因为这声音不是黄牙仔的 我们招错魂了 让其他的魂魄 抢占了黄牙仔的身体 子龙和王磊 也是吓了一跳 赶紧窜了过来 远远地看着此时的黄牙仔 在我们观察他的时候 黄牙仔就看向了我们 那双眼睛里全是血丝 脸也变成了死人脸那种铁青色 脸上更是出现了无数的血纹 样子看起来 虽然很恐怖 但没有怨气 我们都没反应过来 黄牙仔又开口了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当年村里的人为了活下去 做了桑尽天良的事情 村里的报应来了 全部都会死绝 我们这是咎由自取 求你们带着我孙子离开 玩无过 给他一条活路 快 这声音 我现在才听出来了 正是老村长的声音 我们打死也不会想到 竟然是老村长上了 他孙子的身 而且 他的声音很急 好像没有时间了一样 我看情况不对 立马问道 老村长 当年到底发生了啥事 那河里的大棺材 还有 你是不是知道 当年中胎斗法的事情 我没时间说了 也不敢说 水爷不是坏人 你们快走吧 趁着东南亚的乌教 没有找到这个地方 走 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我们渔村的人该死 这是我们的报应 不过 老村长马上就要把 乌教的秘密说出来了 可他还没说出来 声音骤然而止 紧接着 那河面就传来了 一阵阵忧怨的哭声 这声音 不是女人的声音 是老人的哭声 听到这阴森森又忧怨的哭声 我的寒毛瞬间就炸了 转头看向了河面的方面 头皮跟着就骂了 只见那河面上 站着刚才那些被拖入河底的老人 正一个劲儿地朝我们的方向招手 阴森森地哭喊道 回来 回来 他们这么一喊 黄牙仔的身体突然开始打起了白子 只感受到 一阵阴风从他身上吹过 黄牙仔立马就不动了 几乎是同时 在黄牙仔停止打白子时 那河面上的哭声 和那些被拖进去的老人 也是瞬间消失了 该死 差一点就能知道 这个村子的秘密了 老村长的魂被喊回去了 子龙咬牙道 很是傲忙 我们先回村里去 这个渔村 马上要发生大事了 我扛起了地上的黄牙仔 率先就往村子里走 等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是大门紧闭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 更是一点灯光都看不到 全都躲起来了 就是这一晚上的功夫 原本生机勃勃的小渔村 就好像变成了 毫无生机的鬼村 这种落差 让人心生 害怕和恐惧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 小渔村马上就会不太平了 马上就会有大事发生了 这种不安的阴影 笼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都没有人开口说话 我们在没有生机的村子里 走了一遭 心里的压抑更加沉重了 整个小渔村 所有的房屋都是关着门的 没有任何一点光亮 唯独黄牙仔的家里 是亮着油灯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 子龙忽然停了下来 先问了我一句 初九 黄牙仔咋样了 我虽然是扛着黄牙仔的 但我能感觉到 他身上的体温正在慢慢恢复 呼吸也开始均匀了起来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把他魂给招回来了 老村长 为了让我们带着黄牙仔跑 抢了他孙子的身体 对黄牙仔多少 造成了一些影响 现在还在昏迷中 黄牙仔没事了 等他醒过来 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点点头说了一句 那就好 子龙松了一口气 我们先别进去了 龙羊把我们当成了外人 对我们心里有怀疑 我们得把整件事给理顺 再打算以后的事情 好 我赞成子龙的意见 王雷也笑了起来 说 龙哥成熟了 知道思考了 不错 不错 看着你们两个一步步成长 变得有勇有谋 磊爷我放心了 王雷说这话 是看着夜空说的 好像在高兴的感慨一样 但这话从他嘴里钻出来 就觉得不对劲 就感觉好像 他是我们的长辈 监督着我们成长 嗨嗨 子龙咳嗽了两声 提醒道 磊爷 扯远了 不要管我 谁知 王雷的情绪还上来了 叹了一口气 双手背负在身后 一副忧伤的样子 感伤地说 磊爷我孤独 无敌太寂寞了 不但厉害 还长得帅 有时候我自己也感慨 为什么我这样的人 才会出现 九哥龙哥 你们等等我啊 他娘的 王雷在自恋感慨的时候 我和子龙 哈哈一笑就走了 等他回过神来 就骂脸了一声 连忙追了上来 我们最后 选在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榕树下 我把黄牙仔 放在了地上 试探了一下他的鼻息 发现一切正常后 这才开始讨论 我们的事情了 我们三人 就坐在榕树下 整个小渔村的周围 都是种满了榕树 王雷叼着一根狗尾八草 啪哒啪哒咀咀咀咀咀了几口后 突然开口道 古有刘关章 桃源三结义 仅有榕树下 赵王里三个孤独老男人 这就是天命 也是我的使命 年轻人 到我们的未来 是你们的 呃 王雷不管多正经的场合 总是能够把你带沟里去 子龙无奈地笑了笑 借机一问 雷爷 你的身份到底是啥呀 你这么神秘 这么帅气 肯定不是龙虎宗的人 你告诉我们兄弟俩 以后我们被欺负了 也好报你的名号啊 初九 你说对吧 嗯嗯 我配合的点点头 随后笑道 伟爷 子龙说的没错 既然咱三有缘 聚在榕树下孤独 你就告诉我们 你的真实身份吧 你啥事儿 也不告诉我们 是不是把我和子龙 当外人了 王雷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脸色突然变得正色了起来 哦 我们还是 好好说说 后面的计划吧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 不要浪费了 哎 我暗自叹息了一声 这小子的身份太神秘了 又打着哈哈过去了 我和子龙相视一笑 知道问不出来了 我这才开始说正题 我先把在黑水河里 遇到的情况 仔仔细细给他们说了一遍 他们听完之后 子龙就跟着开口了 先是老村长 跳进了黑水河里 跟着是水爷假作坎 扒烂的法师道场 实则是想害死村里的那些老人 但老村长 好像又和水爷是一伙的 一次次的出现 就是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最要紧的河底 那口神秘的大棺材 还有里面的女尸 刚才老村长上黄牙仔的身时 无意中提到了一句 那就是让我们快点走 不然等乌教的人到了 我们就走不了 特殊部门的情报 是乌教的人已经动手了 也是想找回 当年那些斗法的乌教法师 这一点就说明了 老村长知道 当年中太斗法事件 子龙平日里 不是喜欢说话的人 但在我们几人中 心思觉得 算得上最细腻的 他把整件事 都给完整不落地说了出来 王磊听完后 自顾地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思考着 思考了片刻 这才笑了起来 好像想通了啥 说水爷利用 砍巴烂的道场 其实不是给黄牙子 一家砍横死之命 实际上是想 吸引河底的那些水鬼 当时我看到村里 全部老人都来了 就觉得不对劲 可就是没想到 他的真正目的 是要害死村里 全部的老人 你们算一下时间 83年到现在 王磊这么一说 我立马就想明白了 83年的成年人 到现在 正好就是老人年龄 想到这儿 我才往下说 磊爷 你的意思磊 一害死村里这些老人 就是想要 让他们闭嘴 这些老人 极有可能知道了 当年的事情 只有他们死了 当年中泰斗法的事情 才能永远成为秘密 这要是真的 那水爷就是 留在渔村守护 这个秘密的人 可他为啥要这样做 他的手段出卖了他 他绝对是 盗门正统的人 但为啥不让我们 找到那些英雄的骸骨 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不惜动了杀戮 害死了这么多人 当年的中泰斗法事件 子龙也是疑惑地 说了起来 王伟赞同地点了点头 道 要是我看的没错 那河底的水鬼 和那口神秘的棺材 一定和这里的风水 相辈有关系 说不定 就是那河底的水鬼 和棺材 偷取了这个地方的 风水龙脉 这小渔村和中泰斗法 肯定是有联系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解开 知道真相的 全部都死了 现在那些人大门紧闭 想必也不会待见 我们了 我们现在得考虑 自己的打算了 该走还是留下来 继续找到那些 留下来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 更加邪门的事情 甚至会遇上乌教的人 拼个你死我活 王伟这番话很客观 客观地 把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给说了出来 但他没有表态 是在等我们自己下决定 我们现在肯定走不了 就算我们要走 龙羊也不会走 他这个人心急很重 估计就想 等着这次在特殊部门翻身 他走不了 也就意味着 叶朱金也不能走 相对来说 我们是自由 有选择离开的权利 可现在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我不想离开 我心里清楚 当年我们国家那些高人 也是为了保护国家 这才和乌教的人 欲血奋战 舍身为国 我们是盗门后裔 更不能丢了他们的脸 想到这儿 我便看向了子龙 子龙朝我笑了笑 我就知道了他的答案 我点了点头 子龙就表态了 磊爷 这次我们不会离开 不管有多邪门 不管有多危险 我们得留下来 代表盗门 也代表我们国家 因为我坚信 万变不离道 不管乌教多么恐怖 也不会是我们盗门的对手 邪不胜正 我想留下来 正道 王磊看到我也点了点头 无奈地笑了起来 说 既然你们都要留下来 那磊爷也不走了 磊爷我心里虽然没有道 但是有孤独啊 呃 你小子就不能正经点 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正要往下说 谁知 孟宁却是突然跑了过来 跑得很急 一边跑还 一边往身后的方向看 是想看看 有没有人跟着 我看到他跑了过来 连忙朝他挥了挥手 孟宁一跑过来 就喘着粗气说 初九 不好了 那龙阳要准备强行 进入九区十八湾的石窟了 我让孟宁 一直混在龙阳的队伍里 就是要让他给我们 暗中注意龙阳的举动 一路上 孟宁的话都不多 不容易引起怀疑 他如今给我们 带来这个消息 所有人皆是一惊 这龙阳好大的胆子 何底全是水鬼 还有那神秘的棺材 他竟然敢选择进入石窟 我没想到 龙阳的举动会如此疯狂 看这样子 他是忍不住了 那孙子不傻 知道眉头不对了 也猜到小渔村的秘密 一定和那邪门的石窟有关联 这才想要提前出手 王磊笑嘻嘻地说道 这样也好 让他先去给我们探口风 也让他做一回 出头鸟泡灰的感觉 子龙也笑了起来 问 孟大哥 龙阳是怎么决定的 孟营看了一眼 黄牙宰家的方向 看到没有人 这才说了起来 白天我们去打探 那九区十八湾的 九个山头时 他就觉得不对劲 觉得山体里的石窟 应该有东西 这才花钱 买通了村子里的两个村民 那两个村民告诉我们 说那石窟 一直是他们小渔村的禁忌 一般情况下 是没有人赶过去的 只是每年到鬼节的时候 水爷和老村长 就会去一趟 说是给他们祈福 龙阳听到这些话 心里就打定了主意 要去 刚好 他们两个 又是村里水性 最好的两个人 如此说来 龙阳是要动手了 之前那水底的棺材 就把老村长 给拖进了石窟里 既然要面对 那也是迟早的问题 我们得跟着去 说到这儿 我又问孟阳 孟大哥 龙阳准备啥时候动手 明早天一亮 孟阳回答道 好 我点了点头 说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着 明早和他们一起动手 现在时间不早了 多休息一下 那石窟里的东西 肯定不好对付 决定好了 我们也没有回屋 就在榕树下休息了一晚 刚睡了一个多时辰 天就亮了 醒来后 我就先看了一眼村里的情况 仍旧是大门紧闭 看不到有半个人影 估计全都躲在了屋里 倒是龙阳他们来了 背着大包小包 全副武装 在他们前面带头的 正是村里的两个年轻人 这两个年轻人 还牵着四条纯黑的土狗 看到我们之后 龙阳就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们要进入石窟 你们要是害怕 可以在岸上等我们 我笑了笑 脸上没有任何的怒色 道 我们是一伙的 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 就一起去吧 哼 龙阳冷哼了一声 一脸的不屑 说 只要你们记住来干什么的就行 别动歪心思 否则我不认人 特殊部门也不是吃干饭的 丢下这句话 龙阳就直接朝岸边走了 我们没有理他 心里都憋着 总有着孙子求人的地方 来到了岸边 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散完 太阳从山头照射下来 把这黑水河的河水 照得波光零零 好像在河面上 洒了一层金光 村里的渔船 几乎都停在岸边的 有大有小 他们选了两艘稍微大一点的渔船后 这才朝下游的九去十八弯滑 还是我们几人一个船 龙阳的船上 多了叶博和叶珠金 还有那四条纯黑的土狗 我让一一留下来 在岸边照顾黄牙仔 毕竟这石库的危险 谁也不知道 河水很湍急 因为是朝下游滑 所以速度很快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 我们就已经到了 九去十八弯的范围 这两个人的撑船技术不错 龙阳让他们缓下来以后 就开始打量 前方九个重年叠杖的山头 因为是背阴面 阳光照射不到 所以很阴森 这山体里的石库 就好像一张巨大的嘴巴 把黑水河的河水 全部吞了进去 等河水从另一边流出来的时候 又被下一个山头的石库 吞了进去 转折过后 刚好形成了十八个河湾 那像嘴巴的石库 还有阴冷的雾气 从里面渗透了出来 汪汪汪汪汪 可邪门的是 就在我们慢慢靠近石库的时候 船上的四条土狗 就疯狂地叫了起来 那声音叫得很急 好像是在哭一样 听的人心里很是不舒服 狗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叫得越凶 龙羊挥了挥手 大声道 结巴 动手 好 好呢 结巴点了点头 抓着绳子 就提起了一条黑狗 小刀子麻利地 捅进了黑狗的脖子里 只听见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结巴就松开了绳子 这黑狗扑通一声 就落入了黑水河里 狗能游泳 落到水里之后 就疯狂地想要爬上来 可他越是这样挣扎 脖子流出来的血液就更多 就是这一两分钟的功夫 黑狗脖子里流出来的血液 就把水给染红了 说来也奇怪 那血液流进石窟后 那里面的雾气 就看着淡薄了不少 但还是看不清楚石窟里的情况 黑漆漆的 出发 龙羊见状喊了一声 他们的船就先进去了 我们的船紧跟在后面 刚一进去 龙羊又让结巴杀了一条狗 扔进了河里 黑狗险能辟邪 在水里比灵符的作用还要强 而我们一进入之后 黑暗随即笼罩下来 所有人立马打开了手电筒 十几根手电筒往里面移罩 当即把这石窟给照亮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山体也完全是空的 石壁两边 到处都是中乳石形成的奇观 手电筒往上一照 更是能看到那些倒垂下来的中乳石 像一根根锋利的尖锥 齐刷刷地对准了我们的脑袋 这石窟里很潮湿 也很阴冷 说话的时候更有回音 汪汪 而就在所有人都在打量这石窟的时候 那还剩下的两条黑狗 突然发疯式地狂叫了起来 等我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 当即就看到这两条狗 在朝着水面狂叫 而他们身上的黑毛 竟然已经竖了起来 狂叫了一通后 他们竟然吓得往后缩 好像腿都吓软了 直接趴在了船板上 甚至连狗尿都吓出来了 我看到这黑狗的变化 心里也是猛然一惊 当即提醒道 大家小心便 这里面有东西 怕是不好对付 我一开口 回音立马就在石窟里响了起来 久久不散 而他们所有人 更是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的情况 石窟里到处都是从河底里 拔地而起的乱石 我们的两艘船就横搁在乱石上 避免被冲下去 每个人都没有说话 十来只手电筒到处乱晃着 水里 石窟的石壁还有顶端 都有反光 而那两条黑狗 早就吓得不敢动弹了 乌叶乌叶地叫唤着 听起来很凄厉 也很悲惨 几分钟过去了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一直在看着石窟最里面的石壁 很厚实 应该是靠近山体的那一面 我看得很仔细 想看看 里面有啥暗藏的通道没有 可看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我心里就在想 这儿应该不是当年中太斗法的地方 总不能站着 这些乱石上斗法吧 不好了 船被鬼抱住了 而就在这时 那撑船的人突然大喊了一声 这一喊 所有人都是吓了一跳 全都看向了他们 只见他们不停地用竹膏 来改变船的方向 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 船就是纹丝不动 和之前我就黄牙仔 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接吧 继续 龙阳先喊了一声 接吧就把那两条 早就下滩的黑狗杀了扔进河里 鲜血一洒进水里 这两条黑狗 还没来得及叫唤挣扎 猛的一下子就被拉了下去 这一幕 看得所有人结实一惊 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黑狗被拉下去的地方 突然卷起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是猛不丁出现的 这湍急的河面 是根本不会出现漩涡 我看情况不对劲 准备让他们先撤出去了 可还没来得很 那漩涡中心 突然卷出了一块墓碑 这厚重的墓碑 就好像有了浮里一样 平躺的浮在漩涡中心 没有沉下去 我定睛一看 当即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这墓碑上 随即出现了三个血红大字 镇魂碑 那漂浮在漩涡中心的镇魂碑 实在是太邪门了 当看那重量 起码就得有上百斤 可就这么漂浮在水里 完全没有沉下去的意思 最邪门的一点 这镇魂碑一漂浮上来 那上面的镇魂碑三个大字 就好像庆出了鲜红的血液一样 把三个大字都染红了 无比的诡异 而就在我们都看得一脸震惊之时 那血红的三个大字下方 更是出现了一张雕像的人脸 那雕像的人脸 是一个正方形的脑袋 舌头长长地吐了出来 没有嘴巴 但却长着一对 看起来很是愤怒的大眼睛 这雕像我认得 正是小渔村岸边 供奉的河神爷雕像 和那泰山石感当的雕像 有几分相似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 其中一个撑船的村里人 突然跪在了船上 一个劲儿的磕头 磕得咚咚直响 一下笔一下磕得用力 他的嘴里 更是惊慌失措地喊着 河神爷怒了 镇压黑水河的 镇魂碑附出来了 没有了镇魂碑 水下的冤魂 就要出来害人了 我们都要死 都要死 这人的喊声 都已经带着哭腔了 他这么一喊 恐惧瞬间洗卷来 我打死也不会想到 这黑水河 还真的有河神爷 我是修道之人 也从来没见过仙家 更没见过神 仙家神威 谁人敢挡 这已经不是恐惧了 而是从心底深处 散发出来的震惊和忌惮 河神爷就是个幌子 真有河神爷 就让他来对付磊爷我 别他妈傻了 这是河里的东西 再作祟 快走吧 不然就麻烦了 一直沉默的王磊 突然开口 呵斥了一句 话音一落 就赶紧让我们船上 这个没有被吓住的村里人 撑船走 可船还没动 那漩涡突然扩大了范围 直接朝我们的船下扩散来 就是这么一两秒钟的时间 我们的船 就被扯入了漩涡里 这漩涡的威力 实在是太凶猛了 这么一扯 我们就顺着漩涡逆时 真的被扯入了漩涡中心 连跳船都来不及 我们就直接被扯入了水里 船一被扯入水底 瞬间就翻了 但漩涡的力量 还没有消失 我们在水里 无法游泳 直接被漩涡 扯入了更深的水底 这漩涡 好像已经连接到了河底 下面卷起来的水草和泥沙 瞬间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根本看不清楚 眼前的情况 又不敢长时间睁开眼睛 只得睁一下 然后闭一下 就是为了避免泥沙 不钻入眼睛里 我在水里不停地挣扎着 可就是使不上劲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漩涡拖入水底 一直等我的脚站到了水底 那强烈的吸扯感 才消失了 我连忙揉了揉眼睛 还没来得及 抬头看前面 就差点被眼前这一幕 给吓傻了 只见我前方机密处的地方 完全是浑浊的 那泥沙不停地翻起来 而仔细一看的话 正是那水鬼 抬着的巨大棺材 他们身后 还跟着那群村里 已经死了的老人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就这么 朝我们冲撞了过来 我一回过神来 连忙拉住了 在我边上的子龙 他的水性不好 我拉着他 就快速地往上游 王磊和孟莹也是 看到这一幕了 当即脸色一变 也是拼了命地往上游 可那漩涡还没有消失 我们一游上去 那漩涡就把我们给卷到了边上 随时都要把我们吸入漩涡里 我根本使不上劲 只能被这漩涡扯着绕圈子 这种感觉 别提多操弹了 我害怕被那白鬼台关给追上 就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骤然就松了一口气 这漩涡竟然拦住了那些 追我们的水鬼 他们想要靠过来 但却是立马把漩涡给卷开了 刚好我们就在漩涡的两边 只能看着彼此 谁也没办法靠近对方 他们追不过来 我心里就松了不少 但一看到子龙快窒息了 我心里就慌了 他身上已经越来越软了 鼻子都已经出血了 必须得尽快游上去 不然的话 子龙会坚持不下去的 王磊也在我们边上 看到快要窒息的子龙 突然把子龙拉了过去 抱着子龙就嘴对嘴 给子龙嘟了一口气 磊爷 好生吗 我被王磊的动作给震住了 还没反应过来 孟莹突然拉了我一下 手指同时指向了 漩涡对面的情况 我顺着他 指着的方向看过去 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指尖那抬着棺材的水轨 竟然往后退了好几米 跟着就猛地冲了过来 直接冲过了这漩涡 在他们冲过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 那口巨大的棺材 开始慢慢裂开了一条缝隙 那缝隙 差不多有门板那么宽 我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里面 躺着的一排排女人尸体 当时老村长 就是这么被棺材吞进去的 看到这缝隙 我就下意识地往上面窜 吃奶的劲儿都屎上了 而就是这电光火石的功夫 那出现缝隙的棺材 竟然把这强大的漩涡 给吞了进去 同时 我脚下 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 好像要把我也是 吞进棺材一样 我还没反应过来 孟莹就抓住了我的手 迅速地往石壁方向游 我同时也是拉住了王磊的手 我们就这么一个 拽着一个 我没有明白孟莹的意图 就顺着她游的方向看了过去 这一看 求生的欲望 瞬间爆发了出来 因为就在那石壁上 竟然出现了一处 和镇魂杯一样大小的通道口 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够 想要游出水面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能游到那通道口 我也开始使劲 我的双手都拽着人 只能用脚 在水里乱蹭 来加快速度 漩涡被棺材吞了 孟莹的速度变得很快 率先窜了过去 直接钻了进去 我不敢回头看 只感觉那棺材的吞力 就在我身后 我怕我一回头 他们就已经在脚下了 我是第二个钻进去的 钻进去之后 王磊拽着子龙 也是钻了进来 一进入这通道 里面就黑得不行 完全看不清楚 水里的情况 但幸运的是 棺材那股吞力 已经没有了 在继续往里面游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 我们是往上面游的 差不多不到半分钟的样子 前面的地方 突然出现了光亮 是有光照射了进来 有光照射进水里 那就说明 上面已经不是河了 我和孟莹 几乎是同时游出水面 一游出水面 也顾不上周围的环境了 当即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 空气竟然是 如此奢侈的东西 呼吸了一口后 我就潜下去 把王磊和子龙拉了起来 王磊也是张开嘴巴 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一个劲地骂着 他娘的 吓死磊爷我了 再呼吸不到空气 磊爷我这条命 就交代在这儿了 快上来 孟莹已经爬上去了 我先让他把子龙 给拉了上去 我和王磊接着翻了上去 子龙是枪水的状态 我赶紧压他的胸膛 连着压了几下之后 子龙就吐出了几口水 跟着就清醒了过来 看到他醒过来 我才松了一口气 自己也是累得够呛 倒在地上 就开始大口地喘促气了 我们是不是进入了 真正的山体内部了 那河水流出来的石窟 只是山体的一部分而已 被那石壁给隔开了 我还在休息 孟莹就惊呼了一声 听到他的声音 我赶紧从地上坐了起来 随即开始打量 我们周围的情况 我们现在好像出现在了山洞里 山洞里没有水 很空旷 到处都是乱石 就如孟莹说的那样 这山头给分割成了两半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另一半 正好是没有水的那一半 这九区十八湾的山头 果然是别有洞天啊 你们看 这是啥 就在我观察之时 王磊就笑嘻嘻地 朝我们喊了一声 我立马看过去 就看到他手里 拿着一把生锈了的铜钱剑 他的脚下 还散落着几具窟窿 而他周围的石壁上 更是有战斗过的痕迹 一看到这一幕 我当即惊呼了一声 脱口道 难道就是当年中 太斗法的地方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我们从那通道里游进来 这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 别有洞天的山洞 就好像外面的山 从内部被一分为二 一面是湍急的河流穿插而过 一面是我们现在 这空荡荡的山洞 而在看到那些海骨 和王磊手上的法器时 我心里就已经能够确定了 这就是当年中 太斗法的地方 要不是被漩涡扯入了河底 我们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就算特殊部门的人情抱在厉害 恐怕一辈子 也不会找到这里 王磊拿着生锈的铜钱剑 走了过来 来要找的地方 83年的中太斗法 就是在这山洞里 之前那浮出河面的镇魂碑 正是堵住了 刚才我们进来的通道 要不是那两条黑狗的血 恐怕这镇魂碑 一辈子也不会出现 我们更不会找到这个地方 那镇魂碑 不知吸收了多少 活人的怨气和血液 这才有了灵性 哈哈 一切都是天意啊 在王磊说话的时候 我就顺着这山洞往里面看 有一条两三米宽的通道 直接通了进去 但里面很黑 看不清楚 这黑漆漆的山洞 到底有多深 但心里却是很激动 总算是找到了那些 前辈战斗过的地方 我现在终于想通了 哈哈 王磊从近来 就显得很激动 道 黑水河的河底 为啥有白鬼抬关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他们就是为了 镇压这阵魂碑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那水爷就是罪魁祸首 他留在小渔村 就是想要把这个秘密 带到棺材里 可人算不如天算 时机到了 这些隐藏的秘密 自然会出现 老村长和水爷是一伙的 子龙休息了一阵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看着通道处的水面问道 他这么一问 我也是才想到了这件事 说 刚才我们被漩涡卷入了水底 但我好像没有看到 他们的船被拖入了水里 他们应该没有事情 我知道 子龙担心叶珠金 只能这样安慰他 对 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船 被拖入水里 孟营接过话 道 他们没有被拖进来 应该是离开外面的石窟了 哼 谁知 王磊却是冷哼了一声 说 磊爷告诉过你们 不要相信特殊部门的人 恐怕他们早就算计我们了 不然的话 为啥我们的船会被拖下来 他们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龙羊心机深 应该打探到了更多的消息 只是瞒着孟营这老家伙 故意让老家伙 来给我们通风报信 就是要让我们做出头鸟炮灰 王磊这么一说 我也开始怀疑了 那龙羊的心机如此深 恐怕早就在船上做了手脚 是故意要让他们来水下 给他们开刀 唉 我叹了一口气 说 走吧 我们快点 去找到那些前辈的骸骨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有我们进来了 想必龙羊他们还不知道 我倒不是担心龙羊 我是担心乌教的人 他们也在找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找到 我们得趁他们没发现之前 悄悄离开 初九说的没错 我们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孟营赞成我的说法 跟着又看向了子龙 问 子龙 没事吧 嗯 子龙点点头 说 我没事 我们现在出发吧 好 商量好了之后 就准备继续朝里面的山洞走了 我和孟营在前面开路 子龙和王磊负责断后 我们身上的登山包 都是特殊部门特制的 能够防水 我们的法器全都在里面 这是我们的身家性命 也是家伙事 弄丢了 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普通人 好在包里还有手电筒 取了两只后 我们就开始在前面开路了 手电筒往前一照 竟然没有把整个山洞照亮 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我们都没有说话 小心地跟着往山洞走 周围很近 近得吓人 只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 还有水滴滴下来的声音 在往里面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更多的海骨 海骨边上 全都是一些散落的法器 法器都已经生锈了 但从那衣服的样式来看 有的是道袍 有的是乌教穿的长衫挂子 我之前还有一点担心 担心这不是斗法的地方 可在看到了乌教的海骨时 我心里的疑惑就全部打消了 这黑漆漆的山洞 就是当年那场惨烈的中泰斗法 在山洞里穿梭了七八分钟的样子 前面的山洞就倒头了 出现了一处密封的石壁 但同时出现了一个转角 同样连接着一个黑漆漆的山洞 梦宁拿着手电一照 还是看不到尽头 梦宁没有着急进去 停下来说道 这个山洞好像已经走完了 下面出现的这个山洞 应该是另一个山头的山洞 如此看来的话 九区十八弯的九个山头 内部竟然是连通的 而且 这山洞不是人工凿出来的 是天然形成的山洞 没错 王磊黑黑一笑 说 这的确是能够衍生出龙脉的地方 山是龙脉的筋骨 水是龙脉的血 龙脉一旦形成群山庇护 更会保护着龙脉的走向 山体便是 江河便道 都是为了给龙脉让道 古往今来 凡是帝王之相 必有龙脉必诱 这才会成为天子之命 而随着天地灵气的消失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地方 能够形成龙脉了 特殊部门的存在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最后的龙脉 但他们的实力太弱了 保护不了龙脉 真正保护龙脉的那些人 才是真正的世外高人 只差和仙家相提并论了 王磊说到这儿的时候 一脸的严肃 我是第一次 绝对是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严肃之色 之前不管遇到多大的危险 他都是笑呵呵 不正常的状态 这一次倒是有些反常了 我心里好奇就问了一句 磊爷 听你的意思 你好像对我们国家的龙脉很了解啊 那是当然 我这么一问 王磊就自豪地笑了起来 道 龙脉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龙脉强 国家强 龙脉弱 国家弱 你看我们国家蒸蒸日上 如日中天 正是因为龙脉强大的缘故 但有多少人知道 那些守护龙脉的高人 他们才是最大的功臣 也是最孤独的无名人 孟磊也是来了兴致 接着问了一句 磊爷 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龙脉在哪 据我所知 别说当年三大教派的长教 就连龙虎宗的宗主 怕也是不知道 我们国家的龙脉在何处吧 孟磊一问 我就看到王磊的眼神 有些不正常 但很快就被他掩藏了下去 随即笑呵呵地说道 磊爷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还会被邻族的尊主打伤 子龙没注意王磊那巧妙变化的眼神 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是跟着说了起来 道 我小时候曾听师父提过一次 说我们国家的龙脉 和道门三大教派的大印 有一定的关联 道教三大派的大印 都是一代传一代传下来的 也是龙脉的庇护 才有了强大的法力 本应该是一体 但具体我也不知道 只是当成了师父口里的传说 没错 子龙话一说完 王磊就重重地点了点头 严肃地说道 龙哥 你师父就是给你说着玩的 三大教派的大印 怎能和龙脉相提并论 嘿嘿 我一直在观察王磊的表情 他一说完 我就黑黑地笑了起来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磊爷 我咋感觉 你好像对龙脉很熟悉啊 熟悉个毛 王磊瞪了我一眼 笑道 九哥 实不相瞒 龙脉我不清楚 但是我对这个地方的龙脉 比较好奇 这里的风水天然形成 独享日月精华 可这里的龙脉却是废了 一定和当年的中泰斗法有关系 走吧 别耽搁了 等找到了当年斗法的地方 一切谜团就会迎刃而解了 王磊的话 无疑刺激了我们 特别是越要接近真相 就越想要追查到底 休息了几分钟后 孟赢继续在前面带路 这拐角出现的山洞 已经没有第一个山洞那么宽了 更好像是一条笔直的通道 只能够两个人并排前行 我们不敢挤在一起 怕遇到了麻烦的东西 施展不开 越往这里面 走愈加潮湿 两边的石壁上 还长满了青苔 走了四五分钟的样子 前面就已经到头了 但在尽头的地方 又出现了一处 比较宽广的山洞 和第一个山洞的面积差不多 但这里又要比第一个山洞 潮湿不少 山洞里也没有其他特殊的东西 也只是有几具骸骨而已 别停下 继续往前走 九个山头 这才是第二个 进来的通道口 用镇魂被挡着的 应该不会出现邪门的东西 放心往前走就行 王磊见孟莹停下来了 催促了一声 孟莹点了点头 继续在前面带路 我们也是憋着一股劲 继续往里面走 整整走了半个时辰的样子 我们才走到了 第七个山头的山洞 一路上也没有发现 其他的东西 倒是越接近里面的山洞 地上遗留下来的 海骨越来越多 我都无法想象 当年那一场中太斗法 到底死了多少人 而就在要进入 第八个山洞的时候 走在前面的孟莹 突然停了下来 我正要问她 就看到她 拿出了一张灵符夹在手里 高高地举了起来 她一举起来 我就看到那灵符开始动了 是被风吹动的 这山洞有风 孟莹收好了灵符 回过头说了一句 这不是风 是残留的龙脉之气 王磊感受了一下 稷儿激动地说道 看来 这黑水河的龙脉 应该就在前面的山洞里 孟大哥 小心点 我提醒了一声 孟莹点了点头 绕过了眼前的拐角 手电筒就往里面照了进去 她这一周 我就看到她当场愣在了原地 我害怕她出事了 连忙上前去看 这一看 我自己也是愣住了 出现在我眼前的山洞 足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到处都是 重延叠杖的钟乳石 那钟乳石上 坐满了 穿着道袍的道士 地上全是散落的灵符 还有法器 随处都能看到 打斗过的痕迹 可谓是一片残怨 而山洞最中间的地面上 则是被一条宽 差不多两米的水渠 给分开了 水渠里面还有水 但不是流动的 水渠里的水很清澈 还能清晰地看到 水渠两侧挂了九把刀 像是绞肉机一样 那刀的形状很怪异 没有刀柄 只有一个铁环 而水渠的另一边 也是坐满了人 他们的穿着布铜 上身的衣服 都是横搭着的砍肩 和佛门的袈裟 有几分相似 一看他们的穿着 我心里就有底了 这些人应该是乌教的人 也就是当年 越南反击战的时候 越南在泰国请来的法师 他们全都坐在了石头上 依次往上 最上面坐着的那个法师 已经快要接近 山洞的山顶了 我明白了 这里的龙脉 为啥没形成 是因为水渠里的斩龙刀 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 用斩龙刀斩断了龙气 所以这黑水河的 风水龙脉才断了 王伟最关心的是 这黑水河的风水 如今看到那斩龙刀 立马就得到了 他想要的答案 他一开口 我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手电筒继续往里面照 心里的震惊 更是惊涛骇浪了 回过神来的我 第一句话便是 都这么多年了 这些人的尸体 还没有腐烂 而且 你看他们 盘膝而坐的姿势 好像根本没有死 而是在入定一样 这一点我想不通 刚才我手电筒 重新照了一下 确定他们 没有任何一个人腐烂 脸上的表情 更是栩栩如生 不像是死人 才有的僵硬脸 我大致数了一下 两边坐着的人 差不多有两百来个人 人数上就已经对上了 说明这正是 当年中太斗法的地方 而我们现在 所到的只是 第八个山头 那就说明 这两个山头 是连接起来的 一定是当年我国的 倒是知道了 这个风水宝地 这才把泰国的法师 引到了这里 特殊部门的人 还有巫教的人 一直在找他们 可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任何的线索 恐怕 谁也不会想到 他们就在这山洞里 要不是机缘巧合 我们也别想见到 如此宏伟的场面 不对啊 这些人 是死了 还是怎么了 孟赢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心里也没有答案 毕竟这些道士 都是道门的高手前辈 我看了一眼 道门的阵营 坐在最上面的那个道士 穿着一身流金道袍 道袍上面 刺绣着一个金色的 太极八卦图案 头上还戴着天师帽 他是盘席而坐的 手上还保持着 结印的道指 但那张脸上 却是一眼的正气 想必此人 就是当年组织道门高手 来援助解放军的 茅山高人 他们都已经死了 两边的人都死了 这里有强大的结界 他们在结界中 能够保持死前的状态 王磊看我们 想不明白 这才给我们解释了一声 如此看来 当年这些前辈 并不是像后人传的那样败了 只是打了一个平手而已 子龙感叹了一声 那是当然 王磊自信一笑 说 磊爷之前就说过了 华夏的道士 怎会败给 弹丸小国的黑巫术 这些道士 只是不想生灵涂炭而已 这才选择了 用这样的方式 把他们自己留在这里 也把那些 想要入侵我华夏的杂谋 留在这个地方 魂魄铜铁 永世不得离开 王磊在说话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 那就是为啥水爷 会保护这个地方 甚至不惜杀了渔村的老人 可我们近来这么久 并没有感受到 邪门或者恐怖的地方 相反 这个山洞里 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阴气 反倒是给人一种 道法长存的正义 毕竟 有道的地方 就不会让邪生存 九哥 别想太多了 我们此番来的任务 就是把这些前辈的海骨 给带回去 如今 我们总算找到了 就带他们走吧 磊爷我不知道为啥 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我觉得 还是趁早离开好 老家伙 看你的了 王磊说到这儿的时候 眼神就看向了孟赢 孟赢此时 也是激动的热血沸腾 没想到我的赶古还浑术 竟然能够有幸 使用在这些前辈英雄上 马三娘她老人家 全下有知的话 一定会为 我自豪骄傲的 孟赢自顾地嘟囔了一番后 就往前走了两步 手电筒射向了 坐在最上面的那个道士 对着这些作者的道士 汗手行礼 恭敬地说道 各位前辈 你们都是我们道门的无名英雄 是你们阻止了 泰国巫师的入侵 你们的名字 足够让道门的后人 铭记一声 今日我赶世人孟赢 就用赶古还浑术 带着你们 还有外面的那些海骨回家 让你们落叶归根 孟赢的每一句话 都说得很重 脸上的激动不言而喻 我心里 也是轻松了不少 之前幻想会遇到 各种各样邪火 和危险的事情 可恰恰相反 除了黑水和水底的 白鬼台关之外 这一路算是 相对太平的 吴教的鬼王 总算是找到您的下落了 我们潜伏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当年华夏倒是 把你们困在这里 如今我们会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让这些华夏人 全部留下来 给你们陪葬 而就在我心里感慨的时候 我们的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道 激动的呐喊声 一听到这声音 我们所有人皆是一惊 猛地转过身去 正好就看到 那个撑传的年轻人 一脸愤怒地看着我们 这撑传的年轻人 隔着我们有一定的距离 就这么愤怒 又警惕地瞪着我们 他是我们那个船的撑传人 从上了他的船开始 我就以为他是渔村的人 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 吴教安插进来的眼线 他们这一代的人 长相外貌都差不多 不容易看出来 长期混在边境上的地方 能够说汉话 也不足为奇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之前西装男说吴教的人 也是知道了七星剑的事情 这才比我们先动手来的 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 他们会混在渔村里 吴教的小喽喽出现了 那说明 那些高手肯定也来了 想到这儿的时候 子龙就看向了我 他用眼神暗示我 杀 我也准备出手了 王雷好像看穿了我们的意图 朝我们摇了摇头 继而看向了这吴教的人 笑道 你在船上的时候 雷爷我就发现 你不正常了 你们都是村子的人 在看到镇魂碑的时候 另一个撑船人吓得 只差哭了起来 反倒是你 显得很淡定 我们被拖进漩涡后 你就一直在跟着我们吧 没错 这吴教的人点点头 要不是你们 我们也不会找到 我们吴教的鬼王 之前我们比你先搜寻了渔村 但却是一点发现都没有 你们的带头人 用高架来收买我 我就将计就计 说这石库里有东西 这才让他闯了进来 不错吗 雷爷我以为 你们吴教的人都是傻子 没想到还会玩心眼 王雷淡淡一笑 依旧是嬉皮笑脸的笑着 笑罢之后 继而眼神灼灼地 看着这吴教的人 问 那你觉得你能杀死我们四个 就你这贼没鼠眼的样子 你信不信 雷爷我一脚 就能把你脸踩地里 让你抠三天都抠不出来 哼 这乌教的人冷笑了一声 一脸的不屑 嘲讽道 你们华夏倒是卑鄙无耻 当年为了对付我们 不惜斩断了这里的风水龙 卖来戒法 这才把我们的鬼王困在了这里 你以为 就凭你们 华夏那点低劣道数 能和我们伟大的乌教对抗 我们的鬼王马上要来了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你们的道数 在我们面前有多么渺小 他的这番话 彻底激怒了我们 我拽紧了拳头 准备出手了 但王磊还是拦住了我 笑嘻嘻地问道 小子 你知道啥叫真正的道数吗 看样子 你应该没见过 毕竟你们那地方小 磊爷我徒口谈 都能砸死你们几个人 你们就是井底之蛙 不对 不该这样说 我不能让你侮辱了蛙的智商 我应该说 你们乌教的人 都是井底的一只蛆 这样形容你们 刚好 王磊后面的话说得很重 他的眼神里 已经有杀意了 这样一个蝼蚁 敢侮辱我们堂堂华夏的大道数 他在找死 哼 而这人好像还不知道 我们此时压抑的愤怒 更是不怕死得冷哼了一声 大声辱骂道 华夏人是猪 你们的道数 更是猪狗之数 雕虫小记 也敢在我乌教面前造词 等我们伟大的鬼王来了 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连猪狗都不如 他这么一说 我就彻底地怒了 王磊拦住我 冷冷地笑了起来 道 我原谅你这番话 毕竟你们那的人书读得少 没啥文化 比较野蛮 但是 王磊说到这的时候 语气骤然变得冰冷无比 怒吼道 但是 你敢侮辱我们华夏人 磊爷就会让你知道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王磊花音一落 我就看到他出手了 速度快的惊人 只看到一道残影 犹如炮弹一样 弹射而去 而这乌教的人 看到王磊出手了 当即转身就开跑 一边跑 一边从脖子上 取出了一个动物的骷髅头 使劲地吹了起来 那骷髅头 好像是蟒蛇的骷髅头 他这么一吹 我们就听到了 一阵沉闷的声响 那声响一出现 我就感觉整个山洞 都摇晃了起来 我们用手电 给王磊照亮 这人还没跑出去机密 王磊就抓住了 他后颈上的衣领 猛地往后一拽 直接把他拉得 摔倒在了地上 这人还没来得及挣扎 王磊就蹲下去 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握成拳头 高高地举了起来 愤怒地说道 你记住了 这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就是代表我们华夏人的力量 胆敢挑衅 侮辱我们华夏人 这就是我们的回礼 我们不是怕你们 只是不想伤及无辜 但你们要闹事 我们废陪到底 哄 王磊的话一说完 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王磊那犹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猛地朝他的脑袋砸了下去 地面是很潮湿的泥土 这一拳头下去 只看到鲜血横飞 那人更是惨叫了一声 脑袋也被砸得 陷入了潮湿的泥土里 我不知道 王磊这一拳的力量有多大 这一拳打在他的脑袋上 这人就发不出声音来了 只是痛苦地呻吟着 磊爷说过 我会把你脸踩进这地里 让你扣三天都扣不出来 磊爷是华夏人 华夏人向来一言九鼎 王磊冷冷地说完后 就站了起来 抬起脚一脚一脚地 踩在他的脑袋上 这场面 连我都看得有些血腥了 把头骨被踩碎的声音 那横飞四肩的鲜血 都已经把王磊的鞋子给染红了 直到这人的脑袋 彻底被踩进了潮湿的土壤里 死的已经不能再死透了 王磊这才停了下来 甩了甩发疼的手 笑嘻嘻地朝我们说道 不好意思 刚才抱脾气上来了 没控制住 磊爷 好样的 就得让他们知道 挑衅我们的后果 子龙欣然一笑 冲着王磊 竖起了大拇指 一听到子龙的赞扬 王磊立马严肃了起来 认真地说道 千万别崇拜我 磊爷我很孤独 嗨嗨 我看到他又要开始自恋了 立马咳嗽了一声 打断了他的话题 说 快 我们得带着这些前辈走了 不能再担得下去了 要是乌叫的人来了 我们会很麻烦的 嗯 初九说得对 子龙接过了我的话 看着孟磊道 孟大哥 一切靠你了 好呢 孟磊重重地点点头 随即就开始 拿他的家伙试了 这一次 他显得比较重视 换上了赶世人的衣服 又从他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双大红色的阴阳鞋 这阴阳鞋 我在曹鬼婆那里见过 但曹鬼婆的那些阴阳鞋 和孟磊这双阴阳鞋比起来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只见这双大红色阴阳鞋的鞋面上 分别用红鞋 刺绣了太阳和月亮的图案 而且 在孟磊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孟磊拿着阴阳鞋 显得很是尊重 双手握着拜了三拜后 给我们解释了一句 这双阴阳鞋 是我们赶世人的信物 也是马三娘他老人家传下来的 就此一双 左脚跃为阴 右脚日为阳 阴阳颠倒 夜行乾坤 穿上了此鞋 便能够行走阴阳 不管是地府的阴兵鬼叉 还有割路仙家 都会让道 这才是阴阳鞋最厉害的地方 孟磊说话的时候 我们也是听得肃然起敬 等他话一说完 我就看到 他朝道门的前辈走了过去 那坐在最上面的道士 几乎已经快要 接近山顶了 孟磊一口气爬上去之后 就准备给那个道士换鞋了 我看出了他的意图 这坐在最上面的道士 便是当年的带头人 孟磊带着他走 其他的道士自然也会跟着他走 只见孟磊点燃了三炷香 对着那道门的前辈祭拜了之后 大声道 前辈 我这就带你们回家 回到你们想去的地方 落叶归根 孟磊恭敬地说完之后 便把那三炷香插在了地上 我看到这一幕 心里也是骤然轻松了不守 总算是等到这一刻 这些前辈 都是道门的英雄 绝对不能让他们埋骨他乡 可就在我刚松一口气的之时 子龙突然拍了我一下 手指也是指向了孟磊的方向 我立马看向了孟磊 这一看就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孟磊此时竟然跪了下来 一动不动 好像是出事了 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短短几十秒钟的功夫 孟磊就出现了变化 他之前还在插香祭拜 可现在就已经跪在了地上 而且一动不动 我看到情况不对劲 害怕孟磊出啥事了 连忙朝他喊道 孟大哥 你咋了 可我这么一喊 孟磊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跪着 不好 孟大哥是不是出事了 看到孟磊没有反应 我的心当即就悬了起来 子龙咬了咬牙 又喊了一句 孟大哥 你怎么了 子龙喊的声音比我大 可孟磊还是没有动静 就这么跪着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心里越来越凝重了 看了子龙一眼 道 子龙 我俩上去看看 子龙恩了一声 我又朝王磊说了一句 磊爷 你帮我们断后 嗯 王磊此时也显得很是谨慎 点了点头后 提醒了一句 你们小心点 磊爷我觉得不对劲 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嗯 我咬了咬牙 握着震魂齿 就慢慢朝孟磊的方向跑 我把手电筒含在了嘴里 爬得很小心 在往上面爬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些坐在的道门前辈 他们的眼神微闭 脸上的表情 没有任何的僵硬 如同打坐入定一般 但在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 我却是发现 他们身上一点洋气都没有 他们已经死了 可不知道啥原因 他们还保持着死前的状态 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 这种感觉很压抑 越是想不明白的事情 我心里就越害怕 我不敢停留 憋着一股劲往上面爬 等爬到了孟磊的下方 我才停了下来 只要再上一个时间 我就能和孟磊站成一排了 我没有爬上去 而是拉了一下孟磊的衣服 小声喊了一句 孟大哥 你咋的了 我在拉孟磊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他的身上还在微微颤抖 好像遇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 子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小声朝我说道 子龙 我们从两边上去 嗯 我恩了一声 和子龙一步跨了上去 刚好站在了孟磊的两边 这一跨上去 我就想看到了孟磊的脸 他的手电筒已经落到了地上 刚好倒立着靠在了石头上 那手电光 把孟磊的脸照得很清楚 连脸上的汗毛 都看得一清二楚 但他的脸上 全是痘大的汗水 那汗珠已经滴到了地上 他的眼睛 正直勾勾地看着到 门前辈的身后 好像是丢了活一样 我的反应还算快的 顺着看过去 刚好就看到那前辈背后的石壁里 出现了两对血红的眼睛 那眼睛一眨一眨的 如同是在呼吸一般 嘶 嘶 我的手电筒还没照进去 就听到了一阵嘶嘶的声响 这嘶嘶的声响 好像是蛇土蛇性子发出来的声音 我不敢乱动 憋了一股劲儿后 猛地把手电筒照了进去 这一照进去 我和子龙就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那石壁的石窝里 竟然缠着一对通体心红的蛇 我从来没有见过体型如此恐怖的蛇 差不多有小孩子的手腕粗细 身上的蛇鳞是血红色的 我们的手电筒照在了他们的身上 还反射出了红悠悠的反光 而最让人不可思的是 他们的头顶上还长了机关子 特别是他们蛇腹的地方 竟然还长着一双小脚 那小脚像鸡爪子一样 只有三根脚趾 上面也是长满了红色的蛇鳞 他们的蛇性子丝丝地吐着 上半身已经鞠了起来 那两对血红的眼睛 更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好像随时要攻击我们 我看得毛骨悚然 背上的冷汗都出来了 子龙看了一会儿 也被这一幕给震惊了 脱口嘀咕了一句 他娘的 这玩意儿不是蛇 是龙吧 嗨 可谁知 子龙的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就跪了下去 和孟宁的姿势一模一样 跟着就是一动不动 好像丢了活一样 而子龙和孟宁的眼睛 都在齐刷刷地看着 这对怪蛇的眼睛 是这怪蛇的眼睛 迷惑了他们的心智 意识到这一点 我当即抓出了一把灵符 手腕一抖 咒语一念 直接把灵符给扔了过去 那灵符一落到石窝边上 立马滋拉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这一把灵符一燃烧 瞬间放出了刺眼的火焰 这一对怪蛇 好像被这灵符的火焰灼伤了 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那星红的眼睛里 竟然渗出了鲜红的血液 而他们更是发出了 恐怖的呲呲声 好像我把他们激怒了 果然 我一想到这儿 这对怪蛇 突然就朝我们咬了过来 攻击速度太快了 我完全是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同时抓住了孟宁和子龙 猛地往后一翻倒 直接滚下了时间 我们三人的重量都不轻 滚下去后 直接砸在了一个前辈的肉身上 好在高度不高 又有人肉垫子 我们都没摔伤 子龙和孟宁 这么一摔 也是醒了过来 好在记得刚才的事情 抬头就往上面一看 这一看 就看到那两条怪蛇 已经窜到了石阶上 那小脚 更是抓在了石阶的边缘上 朝着我们愤怒地 吐着蛇性子 那血红的眼睛 还在渗血 跑 子龙大喊了一声 率先就往下跳 我和孟宁跟着往下跳 几乎是同一时间 在我们往下跳的时候 那对怪蛇 就冲了下来 一口咬在了 那前辈的肉身上 顷客之间 那道门前辈的肉身 就瞬间枯萎了下来 好像风干的干湿一样 整张脸上 也是变得黑沉沉的 身上更是散发着 渗人的黑气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脸都下白了 顾不上这些前辈的肉身了 一个劲地往下跳 等我们跳下去之后 王磊才拦住了我们 用手电筒一照 顿时惊道 竟然是机关蛇 我看他们没有冲下来 这才后怕地拍了拍胸口 问道 磊爷 啥是机关蛇 王磊顿了一下 一副看傻袍子的表情 说 九哥 你们居然不知道机关蛇 我们三人同时摇了摇头 王磊才无奈地耸了耸肩 解释说 这机关蛇 是巫教鬼王的信物 这机关 蛇像龙又像蛇 毒性极强 就算是和古毒比起来 也是不遑多让 据闻 这机关蛇 是用尸体养的 最开始 只是一条剧毒的血蛇而已 巫教的人 把他们产下的蛇卵 放进尸体的肚子里 这蛇卵孵化出壳时 就开始会吃尸体的肉 等他们从尸体里钻出来 又放进人血中饲养 最后巫教的人 用邪术来炼化他们 让他们吞噬小鬼 炼成之后 这机关蛇 就会有灵性 剧毒无比之外 那眼睛 更是能迷惑人的心智 怪不得 我刚才插香的时候 就一直看他们的眼睛 后来就没有意识了 孟莹心有余悸地接了一句 王磊笑了笑 说 当年中月战争 我方的士兵 马上要攻下亮山了 就是因为鬼王 拿着机关蛇 挡在了关口上 这才害死了 我方不少的士兵 死的死 疯的疯 最后是这些道士 来了之后 才在林子里找到了 机关蛇 还有鬼王的尸体 这才破解了邪数 王磊这么一说 我们也想起来了 之前他们就说过 只是刚才 神经太紧张了 忘记了这一茬 子龙咬了咬牙 问 那我们现在咋办 上不去的话 孟大哥 就无法把阴阳鞋 穿在前辈的脚上 也无法带他们离开 蕾爷我觉得 我们还是走吧 我心里的感觉 越来越不好了 我们会出事 而且 可谁知 王磊的话 还没有说完 我们就听到了 周围一阵阵嘶嘶的声响 听到这恐怖的声响 我连忙拿手电筒一照 只见这山洞的石壁上 竟然全是机关蛇 就连我们出去的通道 也是爬满了 密密麻麻的机关蛇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瞬间就凉了 我们被包围了 这机关蛇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把我们跑出去的通道 都给封住了 那种剧烈的毒性 谁都不想给他们咬一口 刚才你们遇到的 那对是机关蛇蛇王 是那鬼王带来斗法的 经历了这么几十年 没想到 已经繁衍出 这么多的机关蛇了 现在 有点不好招呼了 王磊的脸 也是变得沉重了起来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四个人互相背靠着背 往中间那水渠的地方移动 手电筒也是照向了 我们所对应的方向 到处都是血红的眼睛 随处都能听到 那种土蛇性子的嘶嘶声 光是听到这些声音 就让人头皮发麻了 再一看这密密麻麻的 机关蛇 心都凉了 最要命的是 朝我们靠拢了过来 那稀稀锁锁的声音 听得人心里很是难受 如果这些机关蛇 是鬼魂还好 最起码 我们还有战斗的机会 可这些全是毒物 一口就足以毒死我们 怎么办 孟莹一脸的惊慌 问道 还能怎么办 等着被他们 当成人肉大餐吧 王磊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我们身后 就是那挂着 斩龙刀的水渠了 再也没有地方可以退 跨过水渠 就是乌叫那些人的底盘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肯定全都会死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从通道那里冲过去 我们已经没地方可退了 子龙当机说了一句 这样吧 我去引开通道那些机关蛇 你们趁机走 不行 我当机打断了子龙的话 重重地说道 我们是一起来的 就要一起出去 哪怕就算死 也要死在一起 没错 初九说得对 我们一个也不能少 孟莹咬牙道 这些机关蛇好像怕火 我们身上的灵符有多少 看看能不能冲出去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孟莹这个是最后的办法了 我赶紧把身上的灵符拿了出来 还有好几十张 子龙的也不少 来的时候 特殊部门就为我们准备了不少 全部加起来 足足有一两百张灵符 如果全部把这些灵符点燃 说不定有机会 可以从通道钻出去 没用的 可我刚准备拿着灵符带头引路了 王磊立马否定了我们的想法 说 你看这儿有多少机关蛇 就算再多的灵符 也不够给我们拖时间 这机关蛇是邪物 怕火焰 自然也怕光 你们有谁会圆光术吗 圆光竹是一种密传的法术 但早就已经失传了 就连师父逍遥子 也不会这样的古老法术 修炼圆光术 不但需要极强的天赋 还需要纯净的身体 能够参透道法的人 才能使用圆光术 我们三人都不会 齐刷刷地摇了摇头 王磊看到我们摇头 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 道 合着半天 你们全都是坑磊爷我的 唉 你们退开吧 磊爷亲自施展一次 周围的机关蛇 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们已经能够闻到 他们身上那股骚臭的味道了 王磊说完后 就往前站了一步 当即双手合十 随即悬开 嘴里更是默默地念着咒语 在念咒语的同时 我就看到他手上的手印 变化得很快 先是金刚印 后是三清祖师爷手印 最后就变成了大日如来印 磊爷 你快点 他们越来越近了 我看这些机关蛇里 我们只有两三米远了 要是再近一点 他们就可以窜过来攻击我们了 我手里死死地拽着镇魂齿和灵符 手掌心都已经出汗了 都已经打算好了 实在是不行 我们就跳进水渠里 追个球啊 磊爷我也心慌 别打扰我 你看吧 咒语又给念忘记了 还得重新念一遍 王磊吼了一句 又开始继续念咒语了 我咋这么不相信他呢 都这个接过眼了 还是这么不正经 我听到王磊的话 心里也是悬了起来 害怕地嘀咕了一句 嘶嘶嘶嘶 而几乎是同时 在我话音刚落之时 那些朝我们靠拢的机关蛇 就已经离我们只有一两米了 他们也没有继续 朝我们围过来了 而是举起了上半身 愤怒地瞪着我们 好像要攻击了 我看到这一幕就慌了 准备让他们跳水渠了 可还没喊出来 王磊突然拍了一下手掌 双手合十 暴喊了一声 大日如来定三魂 神光助我灭邪灵 呆 他这一声呆 喊的是惊天动地 气势十足 震得我们心神都晃荡了起来 而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王磊那双手合十的地方 竟然出现了一道圆形的光圈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那些嘶嘶发怒的机关蛇 也是全都朝我们射了过来 完全是铺天盖地而来 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 这一刹那 我的瞳孔都已经放大了 绝望瞬间袭来 甚至连点燃灵符这一招都忘记了 发光吧 帅气的脸眼 而就是这千钧一发之际 王磊突然搞笑地爆喝了一句 他一喊出来 手上的光圈瞬间扩大 直接把他笼罩了起来 他的身上 更是散发出了一道刺眼的圆形金光 沐浴在金光中 我竟然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道法之力 而更让我诧异的是 那些密密麻麻射过来的机关蛇 在遇到王磊身上散发出来的金光时 当即就落到了地上 原本通体血红的蛇身 竟然全部变成了黑色的 那双血红的眼睛也是闭上了 彻底地死了过去 至于那些没有触碰到金光的机关蛇 更是吓得掉头就走 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全部钻到了那些石壁的洞里 我们脚下的地面上 摆着一堆密密麻麻的黑蛇尸体 王磊这一手 再次让我震惊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也是他真正的身份 但我的剑是太手 还看不出来他尸臣何派 走 跟着磊也走 花姑娘大大的哟 就算到了这个份上 他还是没有正经的时候 但有他在 我们都活下来了 我们跟着他 一直往石壁上爬 他要让孟磊去给毛山前辈穿阴阳鞋 让孟磊用赶古还魂术带他们走 初九 你有没有听到啥咔咔的声音 好像是啥东西破了 子龙在我后面 突然拍了我一下问我 我树耳听了一下 并没有听到子龙口里说的咔咔声音 我摇了摇头 说 没有啊 子龙 你是不是听错了 可能吧 子龙疑惑地说了一句 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话题了 我们不敢耽搁 速度很快 有王磊的圆光术 那些机关蛇不敢出来 他们怕光 更害怕倒数的光芒 孟磊把阴阳鞋 穿在了毛山前辈的脚上 是反穿的 继而拿出了他的阴阳铃 那铃铛里面没有心 被他一摇 铃铛就响了起来 孟磊被一挺 大声喊了起来 阴铃一响 亡魂听令 赶鼓还魂 随我而去 以屋之血 化作昏灯 昏灯引路 落叶归根 阴人赶路 阳人回避 走 孟磊一喊完 当即一口精血 喷在了阴阳铃上 那阴阳铃 瞬间就受到了法咒的刺激 竟然嗡嗡嗡地震动了起来 而孟磊 更是把阴阳铃给举了起来 连摇了三下之后 那阴阳铃 竟然发出了白悠悠的光亮 那光亮 正是和隐魂灯一模一样 王磊赶紧给他 让出了一条道 孟磊用脚尖 在地上点了几下之后 好像是赶尸人的戒阴路 而他一迈步子 身后那些作者的道门 前被尸体 就开始动了 可就在这时 那通道口的地方 突然跑出来了一个黑影 一边朝我们跑过来 一边惊慌地大喊道 不要 快停下来 你们这样会害死不少人的 我还没有看清楚 这个冲进来的人是谁 就听到了一阵咔咔的清脆声响 和子龙提醒我的那声音一模一样 好像是有啥东西要裂开了 这咔 的声响 几乎是同时响起的 就在我们的耳边响起 好像是我们周围的某种东西 在逐渐裂开了 仔细一听这种声音 更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 咔咔声不绝于耳 听到这细微的碎裂声 我心里也是紧张了起来 但还没反应过来 那通道口的人已经冲了进来 王伟的圆光树还没有消失 借着那刺眼的光芒 我们就看到一个穿着缩衣 带着斗笠的男子冲了进来 正是水夜 他在跑到我们下方的时候 就停了下来 那张脸上全是震惊 停顿了几秒钟之后 忽然善善地笑了起来 人也好像是崩溃了 自言自语道 我用了我一生来守护这里的秘密 没想到 还是没能把这个秘密 带到棺材里 天意啊 这都是天意啊 我从她的脸上 看到了沮丧和失落 我见情况不对劲 立马朝孟赢喊道 孟大哥 先停一下 我总感觉 事情有些不对劲 嗯 孟赢也察觉到了异常 立马把阴阳灵收好了 阴阳灵一收 那上面的隐魂灯 立马失去了效果 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原本 要被赶尸启程的盗门前辈 也是停了下来 再次保持了一动不动的姿态 他娘的 我们闯大祸了 而更让我诧异的是 王磊突然炸出了这一句 我一看向他 就看到他的脸上 竟然也全是震惊和后悔 我看到他们这样 心里就越是紧张 连忙问了一句 磊爷 到底啥情况 王磊咬了咬牙 说 别问我 你们问他吧 王磊指向了下方的水爷 我也快憋不住了 直接从石壁上跳了下去 几下就跳到了水爷的跟前 大声道 水爷 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这么大声一喊 水爷才回过神来 咬了咬嘴唇 沮丧地说道 你们动了他们的尸体 这里的结界就破了 要不了多久 这里维持了几十年的结界 就会彻底破碎 到时候 这黑水河一带的风水 会彻底破坏 这里的龙脉 已经被我们用斩龙刀斩断了 但龙脉何其强大 只要风水血骨还在 龙脉就不死 只是已经变成了凶龙 也就是黑龙 黑龙过境 黑水黑一带 全数会被淹没 特别是水里的那些冤魂 要是沾上了黑龙的凶器 全数化作厉鬼 所到之处 人处不安 寸草不生 水爷这番话从嘴里说出来 我就听得是一惊一乍了 我虽然不懂风水 但我知道 风水疏得厉害 风水既可养人 亦能杀人 杀伤之力 远远比倒数还要恐怖 你们不知道 凶龙风水的恐怖 你们犯了大错 我百般阻止你们 甚至不惜杀了渔村所有的老人 种下了无法度化的罪孕 我的结局 注定无比凄惨 死后也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就是想要阻止你们 可还是被你们闯进来了 这或许就是天意吧 见我镇住了 水爷再次沮丧地感慨了起来 那失落无助的样子 好像一下子之间 苍老了几十岁一样 这种打击 俨然已经把水爷给催垮了 他说的没错 凶龙风水 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恐怖 这时 王磊也从上面跳了下来 一脸沉重地解释道 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 丧心病狂地炸断了黄河 殊不知 他当时就炸断了黄河的龙脉 让真龙变成了凶龙 那一次 死了几十万无辜的老百姓 那些死者全数化作怨灵 就沿着黄河一带 不断拉活人下水 最后是到门的几十个高人 耗尽毕生心血和修为 打造了四大神兽的神像 和四大神兽的雕像 一起沉入了黄河 这才镇压了凶龙之气 保住了黄河一方平安 相对于水爷的话 我更加相信王磊的话 听完他这番话 我彻底地惊住了 半天才回过神来 我一回过神来 当即看向了水爷 力声问道 你既然知道这件事的恐怖性 为啥不告诉我们 而是要用杀人来 隐藏秘密的手段 你可知道 你越是这样 我们就越想知道真实的秘密 如果你坦诚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不会来的 哪怕我们不懂风水的恐怖 但磊爷知道 我忍着心里的怒气 知道这次我们闯大祸了 可水爷却是无奈地笑了起来 整个人都已经粘了 摇头沮丧道 我不敢说 我要是说出来 你们信 你们一起来的人会相信吗 你们真的以为乌教的人 是为了来找寻他们的鬼王 并不是 他们知道了当年 我们斗法的事情 也知道这里的龙脉 已经转变成了黑龙凶器 他们就是想要破掉 这里的结界 让黑龙凶器 来残害我们的边界 渔村里有乌教混进来的人 我心里明白 我不敢说 要是稍微一走漏消息 我就是华夏的罪人 是盗门的罪人 水爷说到这儿 又自顾地笑了起来 笑中全是绝望和痛苦 笑罢之后 这才继续往下说 我当年也是参与中泰斗法的人 只是我那时还年轻 倒数低微 带头人毛山掌门 让我留在外面 永远守护这个秘密 这才活了下来 乌教的邪术太恐怖了 当时这一带的很多小渔村 一夜之间全部死绝 乌教的人利用死人 利用冤魂的怨气 来对付我们 毛山掌门没有办法了 不想看到更多的伤亡 找到了这里的龙脉之后 就把他们引了进来 上百个道门高手 拼光了他们一生的修为 斩断龙脉 借助龙气 才结下了这强大的结界 把乌教的人全数困在这里 也把这个秘密 永远地封存了起来 说到这里 我心里的疑惑 就已经完全解开了 但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 就问他 可那河堤守护的白鬼台关 还有那棺材中的女尸 到底是咋回事 那是我的罪孽 更是我的丧心病狂 谁知 我这么一问 水爷竟然失魂落魄地 大笑了起来 笑罢之后 这才说到 当年这个小渔村也要死绝 黑水河里的冤魂太多了 到处都是乌教的邪物 我为了让他们 这个村子的人活下来 就让渔村里的人 打造了一口硕大的棺材 让他们 把还是处子之身的女子 全部装入棺材里 沉入河底 让他们的怨气 来镇压河里的冤魂 抵挡乌教的邪术 可渔村的人虽然活了下来 我却是堕落成魔 我早就想到了我的报应 坦白说 我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因为压制这些秘密 和罪孽生活 远远比死了 还要痛苦百倍 不知道为啥 听完这番话 我却是异常的冷静 我理解水爷的做法 也理解他的付出 这是他的无奈 这也是他的极端 为了大局 牺牲小部分 为了守护秘密 不惜动了杀戮 不惜违背心中的道义 堕入魔道 咔咔 咔咔 然而 就在我准备问王伟 有没有办法时 那咔咔声突然剧烈地响了起来 就好像空气爆裂一样 这声响 已经不是轻微的了 开始变得刺耳起来了 特别是那水渠里的水 竟然变得沸腾了起来 那水渠两侧挂着的斩龙刀 竟然挣脱了水渠石壁上的铁环 刷刷地沉入了水底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山洞更是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那些原本躲进石洞里的机关蛇 竟然发疯般地窜了出来 直接往外面逃 好像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 结结破了 就再也没有东西能镇压黑龙凶器了 就我们都得死 只是 还会害死更多无辜的人 看到这出现的异常 水渠彻底崩溃了 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 死 有我在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这时 王磊突然沉着一张脸开口了 告别道 九哥 龙哥 老家伙 这辈子咱们的情分就到这儿了 还想和你们老来找花姑娘的 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以后的路 靠你们自己了 但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兄弟 一个孤独又帅气的男人 磊爷 听到王磊说出这番话 我当即一惊 他这是 要和我们生死告别啊 我太了解王磊的性格了 虽然神秘 但更加稀密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如今他对我们说出这番生离死别的话 那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想要留下来 镇压着黑龙凶器了 我一想到这儿 也是慌了 胆紧问他 磊爷 你想干嘛 王磊淡然一笑 那张英俊阳光的脸 已经不是之前的嬉皮笑脸了 反而是平静势然地笑着 哦 九哥 磊爷我得留下来 留下来镇守着黑龙凶器 我可以走 但会死更多的人 果然是我想的这样 水爷听到王磊的话更是脸色一惊 猛地从地上站起来 眼神炙热地看着王磊 认真地说道 小兄弟 你镇守不了黑龙凶器 你倒横不够 你们快走吧 我留下来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等水渠里的九把斩龙刀彻底脱落 水渠里的黑龙凶器就会冲天气 你这是瞧不起磊爷我 傻眼神 王磊怒斥了一声 道 磊爷我告诉你 这世上除了我 没有人能够镇压黑龙凶器 虽然 会要了老子的小命 但凡人总有一死 或卑微死去 或一身殉道 看到王磊那坚定的眼神 还有他此时说话散发出来的浩然正气 水爷彻底地被震住了 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 看着王磊不相信地问道 你失 你难道失 没错 我就是雷锋 王磊眯着眼睛 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他这回答 只差让我扑一声笑了出来 但我知道 他到现在还在掩藏他自己的身份 我看向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看水区里的斩龙刀 已经有一半脱落了 还有另一半斩龙刀 也是遥遥欲落 看到这场景 王磊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连忙看向了我们 笑道 九哥 龙哥 老家伙 就此告辞吧 王磊一直在笑 笑得像一个温暖的大男孩 而我在看到这笑容时 心却好像是坠入了冰窟一样 难受得无法呼吸 我从来没有想过 王磊会用这样的方式 和我们告别 我更无法接受 王磊会选择死 我心里难受得像针扎一样 我想让王磊和我们一起走 可我们不能 我们是修道之人 要比常人的心态 更加坚定成熟 他选择用死留下来 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我看向子龙和孟磊的时候 他们的眼眶都已经红了 紧紧地咬着牙关 也是无比的难受和痛苦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和他告别 是孟磊站了出来 朝着王磊深深鞠了一躬 咬牙道 磊爷 我孟磊能有幸认识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姓氏 孟磊的语气里 已经带着抽气了 王磊看着沉默不语的我和子龙 笑了笑 道 九哥 龙哥 走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言习 这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道 王磊说话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眼眶红了 他在强忍着 子龙咬了咬牙 抽了抽鼻子 猛地转过身 拉着我就往通道外面走 在走的时候 我们没有回头 我们不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 眼泪就会掉下来 那种感受和疼痛 眼泪代替不了 我们步履沉重地走到了通道口 但始终没有回头 就在我们即将要走出去的时候 王磊突然喊住了他们 九哥 龙哥 等等 他一喊 我们立马回过头去 以为他会想到更好的方法 可我们回头的时候 王磊竟然静止 跳进了水渠里 伴随着扑通一声 水渠里的水水花四溅 而那荡起来的涟漪还没有散 我就看到 王磊从里面跳了出来 左手拿着一只毛笔 右手拿着一枚印章 直接朝我们扔了过来 笑道 九哥 龙哥 这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以后的路 要靠你们哥俩自己了 是江湖 是人心 我和子龙赶紧接住了 王磊扔过来的东西 王磊突然语气赶上地说了一句 你们还能叫我一声磊爷吗 实不相瞒 我最喜欢你们叫我磊爷 可好听啊 我和子龙同时站直了身体 咬着牙看着王磊 齐刷刷地喊道 磊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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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喊了三遍 几乎是声嘶力竭 王磊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挥了挥手 走吧 我们一转身 直接走出了通道 再走出通道的刹那 整个山洞就开始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这山洞要坍塌了 我们只能用跑 我没有勇气回头 只听到了王磊那 哈哈大笑的吊子声 从山洞里传了出来 想想小哥我长得俊 人到二十没娶着媳妇 那些俊俏的姑娘们 等着磊爷我下辈子来教你们做大人事 痛快 痛快 那声音越小越小 等我们跑到第一个山洞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和子龙憋着一股劲疯狂地跑着 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口说话 游出通道正是山洞另一面 那湍急的河流 孟莹拉着子龙 我在最前面 可刚一游出来 我们就看到了 那河里的白鬼台关正在等我们 一看到我们出来了 立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但他们不敢过来 因为他们的面前 就立着那块镇魂碑 他们害怕镇魂碑 我得留下来超度他们 他们是水爷种下的念 他选择和王磊留下来 镇压黑龙凶器 他本质不是个坏人 所以 我得留下来超度这些亡死的冤魂 帮他减轻他种下的罪念 我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刚才王磊扔过来的东西 在跑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清楚了 正是我玄珍一门的玄珍大印 这玄珍大印 是青铜铸造的 四四方方的造型 和手巴掌大小差不多 大印上面 还注刻了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的铜像 刚好可以握在手里 而玄珍大印的四面 还雕刻了道门上古符文 最下面底印 则是刻着玄天大道 四个谷体大字 至于子龙手上的 正是福禄派的掌教信物 天师笔 那天师笔也是青铜柱的 和普通的毛笔差不多大小 但笔杆上 却是镌刻了福禄派 最古老的符文 就连那笔尖上的毛发 也不是普通动物的毛发 而是上古神兽的毛发 我只记得 师父逍遥子说过一次 天师笔画灵符 可以不用黄指珠砂 更能够凭空而画 灵符威力 却是比实体灵符的威力 强上百倍 在我想用这两样东西 超度那百鬼抬关的时候 子龙就看懂了我的意思 当即把天师笔递给了我 我点了点头后 孟赢就带着他往水面上游 他们一动 对面的百鬼抬关 就想要把他们吞入棺材里 我见状 连忙朝他们游了过去 我一游过去 立马吸引了他们 他们就在镇魂碑对面 和我刚好对峙了起来 那一双双眼睛 无比忧愿地瞪着我 要是这镇魂碑一倒 他们立马 就会把我吞入棺材里 我把镇魂尺收了起来 一手握着天师笔 一手手持玄珍大印 看着他们在心里说道 你们乃是亡死之人 死于无辜 死于非命 但害死你们的人 也受到了报应 他害死你们 是想保护更多的人 今日我便带他 助你们超度 直接送你们入阴曹地府 早日转世成人 我在心里一说完这句话 对面的百鬼 立马有了变化 那看向我的眼神 竟然充满了疑惑 但更多的是期待 他们也不想待着 这又冷又潮湿的水底 他们也想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能在水下待太久 看到他们算是默认了 这才用天师笔上面的符文 割破了手心 准备超度他们 这群亡死的可怜人 为了水爷 也为了我们心里 共同追寻的天道正法 我手心里的鲜血浸出来后 就被水冲散了 但还有一部分血液 顺着天师笔的笔杆 流到了笔尖的地方 在惊血流过天师笔 上面捐刻的古老符文时 我的手掌心 就感受到了一阵灼烧的疼痛 但这灼烧的疼痛 并不是那种烫手的感觉 相反有一种 让人体内热血沸腾的冲动 这是天师笔的法力 鲜血流到了笔尖的软毛上 我没用过天师笔 不知道能不能写出咒语来 镇魂碑对面的那些白鬼 也在看着我 那张炮的发肿的脸上 表现出来的是期待 我平住了呼吸 把玄珍大印放进了兜里 一只手抓住了镇魂碑 避免自己被水的浮力浮上去 接着 手腕一抖 天师笔对准了镇魂碑 手起笔落 迅速地开始写超度咒的咒语 我没有画灵符 灵符对他们没有用 唯一对他们有用的 便是超度咒 我要借助我手中 两件法器的威力 再加上镇魂碑的作用 彻底把他们 送到阴曹地府 他们在水下待的时间太长了 理应在回魂夜进入地府的 必须有道士送他们进去 否则地府不会接收他们 只会把他们 当成孤魂野鬼来处理 天师笔的笔尖 快速地在镇魂碑上扫过 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印记 我心里也悬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行 我从小跟着 逍遥子师父修炼的福禄派 画符咒对我而言很轻松 随着赤令两个字落笔 我就把超度咒的咒语 全部写在了镇魂碑上 虽然上面没有 留下一点笔墨的痕迹 但这超度抄 已经写在了我的心里 写完超度咒之后 我就开始 感觉有些窒息了 不敢继续耽搁搁下去 赶紧把玄珍大印拿出来 借着手心的血液 猛地把玄珍大印 盖在了镇魂碑上 玄珍大印一盖上去 镇魂碑就猛地震动了几下 更是朝四面八方 蔓延出了一道水波 这奇怪的现象一出现 镇魂咒对面的白鬼 竟然全部跪了下来 他们抬着的那口巨大棺材 也是滚落到了河底 里面躺着的女尸 全数从里面爬了起来 也是跟着那些白鬼跪了起来 是冲我跪的 他们好像在感谢我 这就说明 我的超度咒起作用了 我已经憋气憋得快要到极致了 最后一口气也换了 只得朝他们汗手 在心里说道 你们去阴曹地府报道吧 还是做个幸运的人 在心里说完这句话后 我就双脚猛地蹬在了河底 河底泥沙一浑浊 我整个人就迅速地朝河面游 等我的脑袋钻出水面后 我就开始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孟赢在岸边看到我浮出来了 连忙挥手朝我们喊道 出酒 快过来 嗯 我喊了一声 迅速地朝岸边游了过去 一游过去 我的体力就没剩下多少了 孟赢把我拉上了岸 我就躺在岸边大口地喘着粗气 还没来得及说话 孟赢就连忙喊我们 你们看 他们真的去投胎了 孟赢这么一喊 我连忙从地上坐了起来 跟着就看到我们眼前的水面上 无数阴气从水底飘了出来 直接飘向了空中 很快就消失了 此时的天色已经开始黄昏了 他们全都消失在了落日的余晖中 子龙就坐在我的边上 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看着这落日的余晖闷闷不乐 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知道 他还无法释怀王磊的事情 我把天师笔还给了他 道 子龙 我们得为磊爷感到骄傲 没有他 就没有人能够镇压黑龙凶器 到时候会害死黑水和沿河一带的人 他以身殉道 这不就是我们修道之人迟早要面对的吗 而且 磊爷神通广大 说不定还能活着出来 嗯 子龙点了点头 仿佛想通了不少 笑了起来 道 以后的生活 要是没有了磊爷 恐怕没有这么多欢声笑语了 没关系的 孟赢笑了笑 道 磊爷是个人物 虽然不正经了点 但我们可以每年鬼节来找他喝酒吗 他与我们同在 而且 轰 而孟赢的话还没有说完 对面九区十八湾的九座山头 便开始迅速地坍塌了 好像泥石流滑坡一样 全都沉入了黑水河里 那山头坍塌后 差不多阻断了黑水河的河水 坍塌的速度太快了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隆隆声响 我们就只能看到山头上面的大树了 再也见不到九座山头的山梯了 而在看到这一幕后 子龙就疯狂地站了起来 冲着那沉陷下去的山头 歇斯底里地大喊道 磊爷 磊爷 你出来啊 你他娘的给我出来啊 在九座山头 彻底坍塌进黑水河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明白 王磊出不来了 我心里很难受 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一圈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地面上全是小石子 我的拳都砸出血了 可却是感受不到任何的疼痛 我的眼泪无声地滑落到了地上 而子龙那撕心裂肺的喊声 更是让我难受到了极点 子龙的嗓子喊哑了 瘫软着跪在了地上 子龙在我心里一直很坚强 比任何人都要坚强 他能这样伤心难受 是因为我们都把王磊 当成了生死兄弟 可这就是现实 我们得学会接受 我咬了咬牙 走到子龙的身边 拍着他的肩膀重重地说道 子龙 等我们回去了 我们就亲自去一趟阴曹地府 看看磊爷投胎到哪户人家 磊爷好吃 我们一定要让他抬头到好人家 初九 子龙 你们哥俩不要太伤心了 毕竟磊爷那神通的本事 说不定还真的有办法活下来 孟磊看到我们很伤心 安慰道 我们得走了 乌郊的人没有出现 那我们还有时间 孟磊说的没错 我们要活着 好好地活着 这样王磊的死 才会有价值 我们不能儿女私情 因为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 我把子龙搀扶了起来 子龙笑了笑说他没事 收拾好情绪之后 我们这才往村子里走 九座山头坍塌了 阻断了一半的黑水河 河水已经开始上涨了 这样下去 要不了几天的时间 就会彻底地淹没了小渔村 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 天就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但整个小渔村 却是一个人影也没有 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荒凉地让人感觉 不到任何生机 但整个渔村 都比之前干净了不少 看不到任何一丝灰尘 就连屋子房前屋后 也是看不到任何一丝蜘蛛网 简直干净地不像话 难道是渔村的人 要开始迎接新生活了 在我新生怀疑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到了黄牙仔的家 我让依依留下来照顾他们 现在回来找他们 就是要带他们离开 黄牙仔一家都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而且 这渔村马上要被淹没了 我们得带他走 我都给他安排好了后路 夜家家大夜大 照顾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孟莹先推开门走了进去 可我们进去之后 并没有看到黄牙仔和依依 我把所有房间都找了 还是没有找到他们 孟莹也在找他们 看到我从房间出来后 也是摇头道 没有找到他们 他们去哪了 不会出啥事了吧 不光他们没有看到 就连特殊部门的人 也一个都没见着 孟莹一说 我的心立马就悬了起来 这个结果眼上 他们可千万不能再出任何事了 王雷已经出事了 如果一一再出事 我会崩溃的 而就在我准备去村子 喊他们的时候 子龙好像发现了啥 猛地把桌子上的茶壶 给端了起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他脸色一变 我见情况不对劲 立马凑了过去 这一凑过去 我就看到那茶壶 下面压着的桌面上 竟然写着四个字 子龙 快走 这四个字很隐蔽 是有人写下之后 故意用茶壶来掩盖的 是用茶水来写的 时间应该很短 上面的水字 还没有完全干透 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了 只能大致看出来 写的是子龙快走 而且 这字好像没有留完 就被人打断了 后面只是出现了一处笔画 但后面的字没有写出来 那就说明 提醒我们走的人 当时应该遇到了急事 这才没有写完 想到这儿 我脑海里立马就想到01 会不会是他留下来的 我正想到这儿 子龙突然看向了我 哦 初九 这字 是夜珠金留下的 他的字体我见过 特别是写我名字的笔画 子龙一说是 夜珠金留下来的字 我立马就开始分析了起来 说 夜珠金和龙阳他们在一起 他和夜博都在龙阳的监控着 夜珠金能留下字让我们走 那就说明了一点 他们并没有被漩涡吸入水底 而是逃出来了 逃出来之后 他们就回到了黄牙仔的家 而01和黄牙仔不见了 夜珠金又悄悄地留下这行字 让我们走 我一说到这儿 孟宁立马接过了话 道 初九 你的意思是 依依他们的消失和龙阳有关系 嗯 我点了点头 道 就算不是 也有莫大的关系 雷爷一直让我们 提防特殊部门的人 说他们心机深 善于玩心机 我们只是他们 不承认的棋子而已 需要我们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活下来 不需要我们 随时可以杀了我们 唉 我们还是玩不过官方的人 但好的是 只要依依和黄牙仔 在他们手里 夜珠金就会保护他们的 嗯 子龙恩了一声 说 那我们快走吧 夜珠金提醒我们 应该是知道了啥危险 而且 刚才进渔村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渔村很荒凉之外 更是干净的不可思议 等等 谁知 子龙话刚刚一说完 孟宁立马惊呼了一声 道 这个渔村变得如此干净 会不会是谷 孟宁一说到这儿 我内心立马咯噔了一下 随即联想到了谷 我们去谷苗寨的时候 那些房屋 就干净的不像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 只要养谷的人家 房前屋后都很干净 连蜘蛛网都不会有 我一想到这儿 也觉得不对劲了 我们现在就走 好 我们的背包里 还剩下一只手电筒 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打着手电筒 就出了黄牙仔的家 黄牙仔的家 在渔村村尾的位置 要穿过小渔村 我们才能从原来的路返回去 这渔村实在是太安静了 静得让人害怕 没有任何一点动静 连风吹过地面的沙沙声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两边的房屋里 更是没有任何一点光亮 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就感觉像是在鬼村里穿梭一样 月色很暗 几乎看不清楚 只能模模糊糊地 看清渔村的大致轮廓 太静了 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 刚走出几步 子龙就语气凝重地嘀咕了一声 我心里也不好受 因为感受不到任何的生机 只能硬着头皮穿过渔村 可就在我刚刚迈出步子的时候 我们左侧的第一间房屋 突然有亮光照了出来 那是油灯的灯光 不是电灯那种光亮 整个渔村 除了我手上的手电光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的光亮 这房屋突然点起了油灯 顿时就吸引了我们 我刚一停下来 这亮着房屋的油灯 就传来了一阵嘎吱的声响 有人开门 听到这开门的声音 我立马把手电筒照了过去 手电筒一照过去 我们就看到那大门 是开一半关一半的状态 一个人影都没有 根本不是活人开的门 鬼开门 正是典型的死人屋 孟宁看到这死人屋的大门 当即惊呼了一声 不对劲啊 难不成这村里的渔民出事了 好好的人家 绝不会出现死人屋的情况 我心里也犯嘀咕 照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看到有人 从里面走出来 那开着一半的门 反倒是给我们一种感觉 好像是想要请我们进去 而更诡异的是 整整一长排房子 就是离我们最近的第一间房屋 亮了油灯 其他的房屋 仍旧是黑区区的 大门紧闭 初九 孟大哥说的没错 这渔村的人可能出事了 我担心 子龙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但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子龙想说 东南亚屋教的人来了 我没有继续往前走 顿了一会儿 说 鬼开门 那是要请活人进去的意思 如果真是乌教的人 那就说明 他们已经向我们挑战摆阵了 这一条长街 恐怕不好走出小渔村了 想不到 他们来得这么快 孟莹一脸凝重地说道 恐怕是看到九去十八湾 沉入了黑水河里 这才在小渔村等我们吧 嗯 我嗡了一声 咬牙道 既然他们摆阵挑战了 那我们就去会会吧 我们现在 不光是代表我们自己 是代表我们华夏的道门 更是代表我们华夏大国 不能跑 跑了我们就输了 我这么一说 子龙也是激动了起来 抽出了他的金钱剑 眼眸明亮地 看着他亮着灯的死人屋 道 华夏之威 绝不退缩 犯我边境 虽远必诛 子龙说完这一句 当即看向了四方 扯着嗓子大声地喊了起来 屋教的人 我知道是你们摆的阵 你们听好了 也记住我们三人的名字 赵子龙 李初九 孟莹 我们三人代表华夏到门的道士 今日便破了你们的阵 活着走出这小渔村 我要让你们知道 天下法术 道术为尊 天下邪术 终不胜正 子龙正气浩然地 喊出了这番话 喊完之后 便提着他的金钱剑 朝眼前这两只灯的房屋 走了出去 孟莹跟在他的后面 拿出了他的阴阳灵 我负责断后 一手打着手电筒 一手拿着震魂齿 我们心里都明白 这一战不是代表我们自己 而是代表着我们的国家 代表着我们华夏的道门 就算战死 也绝不退缩半步 而这一战 更是为八三年那些 死去的道门前被证明 我们华夏的道术 不是他们乌教的邪术 能够打败的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 子龙便提着金钱剑 率先冲了进去 他冲进去之后 孟莹跟着冲了我进去 我是最后一个冲进去 我刚一冲进去 我身后的大门 便砰的一声关上了 而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头 就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震住了 只见这屋子灵位的下方 摆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八仙桌 八仙桌的中间 正放着那展发出亮光的青油灯 而青油灯的两边 分别摆了一个很大的玻璃坛子 那坛子里 正沁泡着一具婴儿的尸体 那婴儿的尸体很小 她的身体是卷缩着的 还保持着在母亲肚子里的姿势 应该是还没有出生 就被人从母体里取了出来 那坛子里的液体是黄色的 黏糊糊的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正是石油 而泡在石油坛子里的婴儿 没有半点腐烂的迹象 嘴角反而长出了一对恐怖的獠牙 我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子龙突然大喊了一声 道 仙罗养鬼术 滚出来吧 这点鬼仔 也敢在我们三人面前 搬门弄斧 子龙话音一落 当即我就感受到了一股冲天的引起 而紧跟着 那青油灯的火苗子 突然闪了一下 好像要被什么东西吹灭了 可这青油灯 还是没坚持几秒钟 嗖的一下就灭了 只有我手里的手电筒还亮着 还没照过去 便听到咔嚓一声 手电筒的玻璃镜片 当即碎裂了 那手电筒的灯泡 更是闪了几下 瞬间熄灭 而整个屋子里 再次被黑暗吞噬了 好强的阴气 看到手上的手电筒没用了 我当即惊呼了一声 节节 节节 而就在我话音刚落之时 这漆黑的屋子里 便传来了一阵节节的音哮声 这声音不只是阴森森的笑 而是咬着牙齿 阴森森笑出来的 一听到这声音 子龙当即便大声地念起了咒语 赫赫阴阳 朗朗乾坤 道法普照 万鬼莫藏 无缝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令刑即止 待 随着他的咒语一念完 他手里的灵符 立马就燃烧了起来 只见他迅速地 冲到了八仙桌边上 拿着灵符 就点燃了青油灯 而青油灯一点亮 我们就看到这八仙桌上 竟然不知何时 坐着一个小孩 这小孩赤裸着上半身 皮肤有黑 正一脸鬼笑地瞪着我们 但仔细一看 我就发现他不是小孩 而是一个成年人 只是他的体格很小 像几岁小孩子的身体 因为他那张脸很苍老 而且下巴和嘴唇上 蓄满了胡须 还有 他的四肢也很健硕 根本不像是小孩子的身体 新罗养鬼人 子龙淡淡一笑 道 传言新罗的养鬼人 一直遭受小鬼的反噬 在超过三十岁之后 身体就会开始逐渐地萎缩 直到萎缩成一个小孩的身体 看来 这个传说不假 子龙一开口 这养鬼人 立马吉利呱啦地说了起来 他不会汉语 我们也听不懂他的语言 但从他那张愤怒的脸上 可以看出来 他想杀我们 果不其然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就看到他连忙打开了 那两个玻璃坛子的瓶塞 分别在他两只手的手掌心 同时划了一刀 直接把手放进了坛子里 那鲜血从他的手心里浸了出来 坛子里那原本黄色的石油 立马被血水给染红了 用血为小鬼 我就看看 你养的鬼仔有多厉害 子龙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一直在盯着坛子里的情况 那养鬼人的血液 浸了一会儿后 那原本闭着眼睛的婴儿 突然睁开了眼睛 疯狂地咬住了养鬼人的手掌心 好像在吸食他的血液 这养鬼人的脸上 也是一脸的痛苦 养小鬼虽然能改运 但强大的反噬 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而且 这养鬼人的手段太低劣了 我认识的周八字 已经可以用怨气来养鬼 而不是用自己的精血来饲养 等那两个小鬼仔 吸饱了鲜血后 猛地就从玻璃坛子里窜了出来 那玻璃坛子 也是砰的一声 被他们撞碎了 混合着鲜血的石油 顺着八仙桌 黏乎乎地流到了地上 而桌上的这对小鬼仔 更是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他们的眼睛 没有眼珠子 灰蒙蒙的一片 那小巧的嘴巴里 长满了像锯齿一样的坚持 那嘴巴不停地咬合着 分明是想吃我们的血肉 子龙不懈地笑了笑 随即咬破了食指 用精血抹在了金钱剑上后 这两个小鬼仔 滋滋地叫了一声后 直接朝子龙扑了过来 子龙和他们的距离很近 不退反进 手中的金钱剑 更是快如闪电地刺了过去 只听见两声剧烈的惨叫声 子龙的金钱剑 便同时刺穿了他们的身体 只是挣扎了几下 这两个小鬼仔 便化作了一道青烟 魂飞魄散 解决了这两个小鬼仔 子龙就看向了那羊鬼人 冷冷地说道 我说过 凭你这点羊鬼术 还上不了我们华夏道士的台面 而这羊鬼人的脸上也是慌了 激励呱啦地说了一句 直接朝子龙跳了过来 子龙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在这羊鬼人还没有靠近他的时候 便一脚踢在了他的腹部上 直接把这羊鬼人 踢得反撞在了八仙桌上 这羊鬼人是后背 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 摔倒地上后 更是连战都站不起来 子龙上前一步 金钱剑抵在了羊鬼人的脖子上 怒道 金钱剑不但可以杀鬼 还能杀掉你们这帮入侵狗 话音一落 子龙的七星剑 就直接刺进了这羊鬼人的脖子里 连痛呼都没有发得出来 这羊鬼人就死死地 捂紧了脖子上的伤口 剧烈地挣扎了几下 身体一抽搐 当即死了过去 走吧 这只是他们的开始而已 子龙擦掉了金钱剑上的血液 率先走出了屋子 我的手电筒已经坏了 只得用青油灯 我把房屋前后都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发现村民的下落 这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青油灯的光线很弱 但还能看得清楚脚下的路 而我们刚一走出这屋子 我们斜对面的一所屋子里 再次亮起了油灯 我们没有退路 只得硬着头皮往亮灯的房子走 我们不知道 里面是啥恐怖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但我们必须去面对 还是子龙打前阵 没有任何的耽搁 子龙率先破门而入 我们紧跟其后 可我们还没有冲进去 子龙就已经打起来了 屋里的灯光也是一闪一闪的 只能看到子龙打斗躲闪的身影 我和孟莹是同时冲进去的 刚一进去 就看到子龙在对付两具尸体 这两具尸体起码在一米九以上 一身的剑子肉 标准的一个大汗 但他身上的皮肤却是白得吓人 没有丝毫的血色 那双眼睛里也没有丝毫的生机 他们就像两座巨大的山一样 疯狂地攻击着子龙 尸体是不知道疼痛的 不管子龙怎样攻击他们的尸体 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看了一眼屋里的情况 并没有任何人 就是放了两具尸体等着我们 确定了这屋里没有其他的危险后 我这才拿出了两张阵尸符 在子龙吸引他们的时候 直接跳在了一具尸体的背上 借着这股力量 身体一个空翻 直接从他们的脑袋上方翻了过去 在我翻过去的时候 我便双手七出 两张阵尸符 直接贴在了他们的脑门上 刹那间 这两具尸体就停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子龙怕还有一场 随即用金钱剑刺穿了他们的脑袋 想要彻底杀死尸体 唯一的办法 就是攻击他们的头部 这两具尸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感觉把整个房屋都震得摇晃了起来 我又再次搜索了一下房间 还是一个村民也没有发现 看样子 他们应该是被乌教的人抓起来了 如果乌教就是这点手段 那他们也太笑看我们了 孟赢此时也是放松了下来 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两个屋子 遇到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邪物 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他们 不会的 孟大哥 我笑了笑 说 这只是他们小事牛刀而已 这些只是乌教的试探而已 想当年我们的盗门前辈 来了上百个高手 也是借助了龙气 才能困住他们 而如今 我们只有三个人 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我心里清楚 这并不是乌教真正的实力 如今他们的鬼王都来了 肯定是倾巢而出 自古正邪不两立 如今历史重演 他们岂会放过我们 我这么一说 孟赢也是感叹了一声 这乌教的人 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我们 那我们就让他们看看 我们可以亲自走到鬼王的面前 嗯 我点了点头 提醒道 小心便 千万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要死 我们也要让乌教的人 付出惨重的代价 特殊部门的人已经抛弃了我们 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好 彼此鼓舞了一番之后 我们再次闯他们摆的阵 等我们走出这屋子的时候 斜对面又有一所房屋亮起了油灯 我们就这样来回闯阵 也离村口只有一半的距离了 但我清楚 乌教的真正实力 一定在村口的位置等我们 子龙提着金钱剑再次走了进去 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可等我一进去之后 我却发现 子龙和孟赢都不见了 出现在我眼前的 竟然不是渔民的房屋 而是麻沟村的正村口 眼前这一幕 我绝对不会看错 哪里是房屋的样子 正是麻沟村的村口 村口的大榕树 还有大榕树下面的石头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我绝对不会认错 而且麻沟村一点变化都没有 周围还是被鬼物包围着 白鬼围村 村里的人一个也不能离开 这是灵族尊主对麻沟村的折磨 活人只能进不能出 我抬头看了一眼大榕树 那树叉上还架着一口木棺材 木棺材里面躺着的人 正是我爷爷 爷爷当年为了保护麻沟村的村民 不被白鬼侵害 何逍遥子师父在村里设下了大阵 最后阵法被破了 他便用他自己来作阵法眼 挡在了村口的位置上 就是不让那些白鬼进村 可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一下子 从渔村穿越到了我的家 乡麻沟村 不对劲 这肯定是幻觉 是乌教的人设下的幻觉 想到这一点后 我就连忙开始念静心咒 可咒语念完了 等我睁开眼的时候 我眼前还是麻沟村 并没有回到小渔村 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心里更加疑惑了 赶紧拿出了一张灵符 想要让灵符给我开路 我手腕一抖 灵符滋拉一声就燃烧了起来 可还没有燃烧起来 灵符立马就熄灭了 不管我怎么用肩上的养火来点 就是点不然这灵符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如此怪异的想象 看了一眼 我的周围 并没有看到子龙和孟赢 我心里一慌 就喊了起来 子龙 孟大哥 你们在哪 初九 你回来了 我的初九 你真的回来了 奶奶好想你 而就在我刚喊出口的时候 我奶奶的声音 突然在村子里响了起来 一听到我奶奶的声音 我的身体 立马就哆嗦了一下 往村子里一看 就看到我奶奶抱着她的脑袋 飘了过来 她想要过来抱我 可她好像无法离开村子 一只手抱着脑袋 一只手不停地朝我招手 初九 你快进来让奶奶看看 奶奶好想你 小野种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你滚吧 这里不欢迎你 而奶奶话音一落 我爹那冷冷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 我爹就漂浮在了我奶奶的身后 依旧是一脸愤怒地瞪着我 看到他们的出现 我彻底地迷惘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 奶奶和爹都已经死了 我怎么还能看到他们 奶奶 这是咋回事 我怎么会出现在麻沟村 我记得我还没有回来 我想不通 看着奶奶问道 初九 你傻呀 你能看到奶奶 是因为你已经死了 你不是活人 奶奶埋态地说了一句 她那动作和语气 和我记忆里的奶奶一模一样 傻 我死了 我在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差一点就崩溃了 不相信地摇头道 我刚刚才好好的 咋进入那渔村的屋子 就死了 难道那屋子 这么邪门 进去之后 立马就会死 初九 快回来 陪我们 等你爷爷死了 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再次团聚了 至于你娘那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我们老李家不要她 让她滚得远远的 太逼真了 奶奶现在的样子 完全就是 活生生的泼辣不讲理的样子 这一幕 绝对不是幻觉 是真实的 可如果是真实的 那就说明我真的死了 初九 快回来 奶奶好想你 我的乖孙子 几年没见 你都长这么大了 快来让奶奶抱抱 奶奶不停地朝我喊道 一个劲地朝我招手 就是这么一刹那 我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我的家人 没有离我而去 他们都在我的身边 我想他们 我的成长太孤苦了 嗯 奶奶 我回来了 鬼使神差的 我就慢慢地 朝奶奶走了过去 可刚刚跨进村口 一道犹如红中的声音 顿时在大榕树上 吼了起来 初九 这是幻术 你要是进去了 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闭着眼睛转身离开 不管谁喊你 你也不要答应 更不要回头 爷爷 是爷爷的声音 一听到这声音 我就哆嗦了一下 连忙朝大榕树看了上去 大声喊道 爷爷 是你吗 你还活着 初九 我回来看你了 可奇怪的是 不管我怎么喊 那榕树上 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初九 快回来 奶奶想你 小野种 马上滚回来 不然老子打死你 就在我镇住之时 我爹和奶奶的声音 又喊了起来 这不是真实的 我还没死 这只是幻术而已 想到这儿 我才看向了他们 道 奶奶 爹 你们都已经死了 好好去投胎吧 说完之后 我也不管他们了 转身就朝外面走 我是闭着眼睛走的 我一走 他们又在后面 喊我了 我紧急着爷爷的警告 没有回头 也没有答应他们 就这么闭着眼睛一直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的前方突然想起了 一道女人的声音 不错嘛 竟然可以从我的幻术里 走出来 一听到这声音 我连忙睁开了眼 一睁开眼 我周围的一切 立马发生了变化 已经不是之前的麻沟村了 正是我们之前进的那所房子 而我眼前的地方 则是站着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五官长得很清纯 差不多二十岁左右 皮肤很白 身材很鲜瘦 手里拿着一把骨扇 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一看到她 立马警觉了起来 立声道 你不是乌教的人 你是日本人 没想到日本人 也和乌教的人勾结了 快放了我朋友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这么凶干嘛 谁知 她竟然瞪了我一眼 说 没错 我是日本阴阳道的人 我叫实名圣寒 你可不要乱说 我不是和他们勾结 坦白说 我也很讨厌他们 整天和死人邪物打交道 看着就不舒服 但他们乌教 要攻击你们华夏的道门 阴阳道才派我来的 不光是我们日本 还有东南亚 所有的法师都参与了 他们联手 就是想杀你们华夏的道士哟 我原本对他还有怨气 可他说出这番话后 我竟然恨不起来 见我没说话 实名圣寒又开口了 也不算你厉害 是我没有算到 你爷爷还没有死 不然你走不出我换术的 我没有理会他 直接说道 放了我朋友 别逼我对你动手 你这么凶 你会找不到女朋友的 谁知 实名圣寒 竟然嘟着嘴巴 说了这么一句 嗯 我真愕然 他就笑了起来 说 李初九 你们这群人很有意思 很好玩 我答应你 放了你的朋友 也希望你们能活着离开渔村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因为你们华夏 有我们阴阳道要找的东西 对了 友情提醒你一句 我只是第三关摆阵的 也是三请三教的礼数 走出房屋 你们会遇到东南亚所有的法师 祝你们好运 再见 实名圣寒说得很快 他的汉语都让我忽略 他是日本人了 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从后门跑出去了 我还在看他消失的方向 子龙就在我背后呢喃了一句 初九 刚才我发现我回到了苗王冠 师父也还活着 我一回过头 就看到他和孟营都回来了 我看他们都没有事 这才把中了换术 还有刚才遇到实名圣寒的事情 说给了他们听 听完之后 子龙就咬了咬牙 道 没想到 连日本的阴阳道也来了 阴阳道隶属于日本政府 一直想帮政府灭了我们华夏 也一直在找我们华夏的龙脉 想斩断我们华夏的龙脉 毁了我们华夏的气数 他们这次来 恐怕也是因为黑龙凶器的缘故 不光是日本 东南亚国家所有的法师都来了 当年的中泰斗法 只是来了泰国乌教的人 这一次 没想到全都来了 不过 不管他们有多少人 邪术有多么恐怖 只要他们敢入侵我们华夏 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我重重地说道 就是想要给他们俩打气 当年有上百个道门高手 而现在就剩下我们三个 我们不敢想结局 只能拼了命去面对 绝不认输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便从这屋子里走出去了 刚一走出去 整个渔村的灯都同时亮了起来 而那村口的位置上 更是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在我们走出第三关房屋的刹那 渔村的灯全部亮了 一下子之间 整个渔村变得灯火通明 而村口的地方 起码占了有上百人 他们分开而站 站成了好几堆 把村口的路完全给堵死了 刚才那日本阴阳道的 十名圣寒说了 这是三请三交的礼数 是按照我们到门挑战的规矩来的 刚才那三关 除了十名圣寒那邪门的换术之外 另外两关典型的是小式牛刀 他们摆出台面 是想试试 我们有没有这个 和他们挑战的实力 如果我们连两具尸体 和两个小鬼仔都对付不了 他们肯定是不会见我们的 这是挑战的礼数 也是规矩 我们刚才闯过了三关 现在要面对的 就是东南亚所有的法师 我深呼吸了一口 分别看向了子龙和孟莹 他们笑着 朝我点了点头 眼若星辰 坚定无比 我们三同时点了点头 大步走向了村口的位置 他们的穿着各不一样 最中间的位置上 人数最多 全都像泰国僧人一样的打扮 想必 这一帮人 就是泰国乌教的人 特别是最中间坐着的那个老者 差不多五十来岁的样子 赤裸着上身 不管是身上还是脸上 都闻了密密麻麻麻的纹身 那脖子上 我看着脖头的项链 给人一种无比邪门的感觉 他那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远远的就能看到眼睛里的金光 那种金光 是杀人的光 我走在最前面 子龙和孟莹 分别在我两侧 在朝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朝他们大声喊道 我玄珍一门掌教 礼出酒 应战 我赵子龙 俘虏一脉弟子 应战 我赶诗人孟莹 代表小一村走英人 应战 他们有他们的规矩 我们有我们的礼数 报了名号之后 我再次大声喊道 1983年 越南侵犯我国领土 我华夏实行反击战 你们乌教的人 用邪术残害了我们不少的士兵 而后 我们华夏倒是自发组织参战 将你们乌教鬼王等人 全数困于酒去十八万 金日儿等卷土重来 勾结东南亚一杆法师 残害我边境无辜老百姓 我们兄弟三人 自当护国为民 不管是谁 不管多远 请我华夏 虽远必捉 我的声音带着真气 浑厚铿腔 传得很远 飘荡在小渔村 久久不散 而我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有十来个人 朝我们冲了过来 直接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他们穿着麻布短衫 手上没有拿任何的法器 出现之后 就迅速地把我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我们三人赶紧背靠着背 还没等他们出招 就看到他们席地而坐 而他们还没出手 我就看到乌教的人 压着十来个村民走了过来 就隔着我们机密的距离 那乌教的人呵斥了一声 那十来个村民 当即吓得跪在了地上 有些女的和孩子 已经吓哭了 你们华夏道士 自是心中有道 从不滥杀无辜 今日这些村民 就和你们同为一体 你们败 他们死 你们赢 他们活 我要让你们华夏的道士知道 在我们乌教的人面前 你们和他们一样 犹如蝼蚁 不管是八三年那群愚蠢的道士 还是现在的你们 要杀你们 我们都是易如反掌 这乌教的人得意地嘲讽道 他一吼 那些跪在地上的村民 更是吓得大哭了起来 一个劲地朝我们哭喊道 求求你们 救救我们 我们不想死 我们想好好活下去 乌教的人 是用这些普通的渔民 来压制我们 这就是他们的手段 他们可以滥杀无辜 但我们不能 我们要保护他们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看着他们 咬牙道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拼了这条命 保护你们 但你们记住了 华夏人 是龙的传人 跪天跪地跪父母 绝不跪这帮孙子 都给我站起来 起来 我最后这句话 喊得很重 几乎是嘶吼出来的 因为他们这么一跪 是代表我们的尊严 也没有任何的尊严 他们都是普通的渔民 心里害怕 不敢站起来 我咬着牙 再次喊道 华夏人 绝不屈服 站起来 我的声音 已经带着愤怒了 眼神炽热地看着他们 他们也在看我 那眼神 也慢慢开始坚定了起来 而那乌教的人 则是冷笑了一声 辱骂道 华夏人 向来低人一等 种族卑劣 生来就算软骨头 谁敢站起来 我就杀谁 哈哈 我紧紧地拽着拳头 咬着牙 怒吼道 我们有尊严 我们不跪这帮孙子 他这么一喊 气氛彻底到了高潮 那些原本还害怕的村民 犹豫了一下之后 全都站了起来 看到他们都站起来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更是欣慰地笑了起来 而那个乌教的人 也是极为愤怒 抽出短刀 就要杀他们 我见状 立马朝他喊道 孙子 你要是杀了他们 你们就输了 想用这样的方式 和我们华夏斗法 你们就一点资格都没有 退下 那乌教的人 愤怒地看了我一眼 还没动手 那村口的老者 就冷冷地呵斥了一声 他这一呵斥 这乌教的人才立马恭敬地 退到了边上 他们安全了 现在该看我们的了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后 周围那些席地而坐的法师 就开始动手了 他们手结金刚硬 嘴里碎碎念地念着 我们听不懂的咒语 我们三人背靠着背 死死地盯着他们 准备剑招拆招 在他们咒语念完之后 我就看到他们 全部扬起了头 猛地朝空中 吐出了一口血雾 那血雾洋洒洒洒地 落到了地上 竟然是无比的腥臭 而下一秒 他们的咒语 突然喊得又急又重 那剑指 更是全都指向了 我们脚下的地面上 就是这么一刹那 我突然感觉 我们脚下的地面 颤抖了一下 好像是地震了一样 但很快 我就看到地面上的 那些泥土翻滚了起来 我们赶紧往后退了树步 刚一退 那地面上 就有不少的泥土翻了出来 好像是有啥东西 要从里面爬出来了 哄 还没看清楚 地里爬起来的东西 就先听到地面上 突然传来了一声 爆炸的轰隆声响 那地面上的 当泥土炸开一个洞 随即一只血肉模糊的手 就猛地从地里伸了出来 那只手上 没有任何的皮肤 只剩下血淋淋的血肉 而在这只手伸出来后 跟着就是一个 没有任何皮肤的脑袋 钻了出来 再接着 就是下半身 也从里面爬了出来 等着怪物 从地里完全钻出来的时候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正是一具 没有任何皮肤的尸体 那身上一点人皮都没有 完全是血肉模糊的 一具尸体 但那上面的血肉 还是鲜红的 没有任何变黑腐烂的迹象 特别是他脸上的那对眼睛 没有了眼皮后 那眼睛就剩下一对 白色的眼窝子 周围还有不少 白色的神经连接着 那眼珠子看着我们一转 这具没有人皮的尸体 当即发出了一声 低沉的怒吼 那声音阵的人心神晃荡 更是把他身上的血肉 都抖落了下来 那鲜血一落到地上 地上的青草 立马被腐蚀枯萎 如同硫酸一般 孟赢见到此状 当即惊呼了一声 道 我就看到他的脸上 极度震惊 一脸凝重地说道 这血尸的尸体不腐不烂 剧毒无比 比硫酸的腐蚀性还要强 别说是人 就是连石头也能腐蚀 和阳谷的方式大相径庭 把七七四十九具血尸关在一起 让他们自相残食 留下来最后的一个 就是这恐怖的剧毒血尸 我们赶尸人有一句话 宁欲腐尸 也不欲血尸 孟赢是赶尸人 从小和尸体打交道 可以说 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尸体 不亚于普通的尸体 可在看到这血尸时 他脸上也是露出了忌惮之色 而我心里在想一件事情 那就是 这次巫教组织了 东南亚所有邪门的巫师 恐怕是要来搞事情了 水爷说的没错 他们不是来找回 他们鬼王的骸骨 而是想在边境上惹事 边境的问题 一直很紧张敏感 好在之前 王磊以身殉道 镇住了黑龙凶器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用捆尸声 千万不能靠近这血尸 在我沉思之时 孟赢突然大喊了一声 跟着就从他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把捆尸绳 我们身上也有 也不敢大意 全都拿了出来 几乎是同时 在我们拿出捆尸绳时 这血尸再次发出了一声 低沉的怒吼 直接就朝我们冲了过来 在血尸冲过来的时候 那地上便留下了一串 腐蚀的脚印 那些青草瞬间枯萎 就连地上的泥土 也被腐蚀发黑了 我看到这一幕 当即大喊了一声 快散开 我一喊 就率先朝侧面跑了过去 子龙和孟赢的反应也很快 直接朝血尸两边跑了过去 左右夹击解尸 子龙离血尸的距离最近 那血尸张着嘴巴就咬了过去 子龙迅速往后一退 手里的镇尸符 直接扔了出来 那镇尸符 一贴到血尸的脑袋上 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直接被腐蚀 成了一堆灰烬 这一下我就看出来了 这血尸如此让孟赢忌惮 就是因为镇尸符 对它没有作用 而就是这一两秒钟的时间 那血尸的手 就猛地抓向了子龙的胸膛 子龙迟疑了一秒 来不及躲避 只得把剩下的几张镇尸符 全部扔了过去 这镇尸符 一落到血尸身上 瞬间被腐蚀 但这也为子龙 提供了躲避的机会 我见状 立马从血尸背后冲了上去 我不敢靠近它 离它还有些距离的时候 猛地收住了步伐 手中的镇魂齿 直接砍在了它的脑袋上 我这一下的力道 使用了真气的力量 只听见砰的一声 我的镇魂齿 就在血尸的后脑勺上 砍出了一条大口子 我的手都已经震抹了 砍出了一条很深的口子 那伤口上的肉也是 瞬间变黑了 哼 而我这一下 彻底激怒了血尸 这血尸突然怒吼了一声 转身就朝我冲了过来 速度快的惊人 几步就窜到了我面前 那双血手模糊的手 当即朝我胸口抓来 我双脚一沉 直接用镇魂齿去挡 血尸的手 一马冒起了黑烟 更是发出了肉烧焦的滋滋声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血尸竟然没有松开 我的镇魂齿 猛地往后一拽 直接把我给拉得往前窜了一步 而他的另一只手 更是绕过镇魂齿 直接朝我胸膛抓来 我当即脸色一变 身体猛的一阵 丹田处的真气瞬间爆发出来 使出了全身力量往后一拖 生生把血尸给拉了过来 但还是没有从他手上 把镇魂齿给拖过来 这样一来 反倒是把我自己陷入了僵局 那只手 已经快要抓到我胸膛了 我只得猛地往后一退 但距离还是不够 他的手 直接住在了我胸膛上的衣服 请客之间 我那衣服 就被腐蚀得冒黑烟了 而就在他要抓到我胸膛的时候 孟营和子龙 突然朝两边跑了过来 子龙率先跳了起来 把捆尸绳的另一头 扔向了孟营 孟营一抓住之后 两人同时往后一跑一转 直接把这血尸拉得倒在了地上 那血尸一倒在地上 就开始疯狂地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但那捆尸绳勒在他的脖子上 他越挣扎 捆尸绳就慢慢地 勒进了他脖子的肉里 捆尸绳对付尸体的效果是最好的 这血尸不停地怒吼着 那声音吼得很是凄惨 脖子上的伤口迅速地变黑 更是发出了滋滋的烧焦声 好在孟营知道 如何对付血尸 把所有的捆尸绳都并在了一起 如果是几根捆尸绳 肯定镇不住它 但就算是这样 这血尸还在挣扎 我看待捆尸绳坚持不了多久 肯定也会被证断 就想冲过去刺他的脑袋 可刚冲过去 孟营就喊住了我 初九 来把我拉着 我要用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我要告诉他们 敢施控尸 我们相信敢施人是他们的祖宗 只要是尸体 我就能让他乖乖听话 嗯 我点了点头 迅速地窜到了孟营的位置 帮他拉紧了捆尸绳 孟营则是拿着他的阴阳铃 咬破了食指后 把血液滴到了血尸的脑袋上 阴阳铃同时摇响了三下 大喊道 阴铃一响 血尸听令 赶尸之术 破邪之门 摇铃三下 唯我所用 给我杀了这帮孙子 孟营喊完之后 立马让我们松开了手 我和子龙一松开捆尸绳 孟营再次摇响了阴阳铃 他这一摇 这血尸就笔直地挺了起来 双手同时举了起来 一跳一跳地 朝我们身边的缅甸巫师扑了过去 看到这一出 我也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孟大哥好手段 竟然把血尸 变成了他们经常赶的僵尸 在我笑的时候 这血尸就跳了过去 抓住一个缅甸巫师 一口就咬了过去 顷刻之间 这缅甸巫师的身上 就开始浑身腐烂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这缅甸巫师就倒在了地上 化成了一滩腥臭的血水 而其他围着我们的巫师 看到这一幕后 站起来就开跑 可他们怎么跑得过血尸 那血尸抓住一个 直接就一口咬了下去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这十几个缅甸巫师养的血尸 就全部死在了他们的血尸手上 在解决了最后一个缅甸巫师后 孟赢就拿出了一根很长的棺材钉 直接朝血尸冲了过去 猛地把棺材钉扎进了他的脑袋里 棺材钉一扎进血尸的脑袋 血尸立马就挣扎了起来 更是发出一声鼻声凄惨的吼声 但挣扎了一两分钟后 终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血尸身上那鲜红的血肉 立马开始发肥腐烂 那身上发出来的臭味 熏得人只想吐 等着血尸彻底没有了动静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战 孟赢的赶尸术 成功地击败了他们的血尸 我看着那惊讶的乌教弟子 冷冷地笑道 孙子 放了他们 哼 这乌教弟子冷哼了一声 愤怒地说道 小道士 你们别得意 你们杀了血尸 我不相信 你们走到我们鬼王面前 你们就等死吧 这乌教弟子愤怒归愤怒 但还是把那些村民给放了 你们快走吧 我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如果你们活着出去了 一定要通知到门的人 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边境上 为所欲为 我让他们走 可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中年人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长 我们不能走 还有很多村民在他们手上 我要等他们 大不了 我们也和他们拼了 这中年人体内的血型 也是激发了出来 我还想劝他们走了 可他们都摇了摇头 事宜不走 我没有办法 只得让他们躲在后面 如果我们输了 就让他们跑 我们现在离村口的鬼王 还有一定距离 我们没有退路 只得继续前进 刚前进了机密 又有人出来挑战我们了 这次出来的 只有四个人 但全都是瘦的 只剩下皮包骨的老头 他们迎上来之后 再次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东南西北方位 各占一人 这四个老头的打扮很奇特 特别是那双手 如同鹰爪一般 虽然没有了充盈的血肉 但还能清晰地看见 他们皮肤下 那暴露出来的粗血管 在我盯着他们 看的时候 他们就双手对着我们 那双手在空中 不停地抖动着 身体也是 夸张地扭动着 双脚直跳 就好像 是跳大神的巫师一样 特别是从他们嘴里 念出来的咒语 无比地刺耳难听 听得人心里 很是不舒服 初九 子龙 这很像黑巫术里的 蛀柔术 但他们 应该不会蛀柔术 应该是某种邪法 大家小心点 孟莹见状 立马提醒了一声 我点点头 道 我们先主动出击吧 一人负责一个 最后一个一起上 想把他们击杀了 再去杀弃他的巫师 好 子龙率先说了一句 跟着就出手了 在他出手的时候 我和孟莹 也是冲了上去 还没有冲到他们身边 这四个老头 突然停了下来 手里不知何时 多了一只骨笛 那是用人的骨头 来做的 他们的动作反应很快 根本不像是 几十岁的老头 一边往后退 一边吹响了骨笛 那骨笛发出来的声音 很沉闷 听得人心烦意乱 他们的圈子在迅速扩大 我们也被分开了 就在我准备 发力斩杀我面前 这个老头时 我突然就听到了 一阵翅膀震动 发出的嗡嗡声响 这嗡嗡的声响 在沉闷的鼓笛声里 显得异常的刺耳 我还没有抬起头 就看到地上 出现了无数的影子 这影子像黑点一样 正在地面上 快速地移动着 数量还不少 我赶紧抬头一看 当即就看到 我们的半空中 正盘旋着 无数五彩斑斓的蝴蝶 这些蝴蝶很漂亮 个头也不大 越积越多 尤其是他们头上的 那对眼睛 特别大 差不多占据了脑袋的一半 但仔细一看 这好像并不是蝴蝶 好像是某种小鹅子 看着这些奇怪的小鹅子 我当即就想到了 之前我们在夜狼地宫 遇到的藤虫 子龙他们也停了下来 在看到这小鹅子 在我们头顶上聚集后 也是不敢贸然出手 全数退了回来 三人再次背靠着背 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这小鹅子 会不会是藤树里 传说的尸鹅吧 孟赢盯着这小鹅子 看了一会儿 忽然震惊地说了一句 他一说 立马加深了我心中的猜想 还没说话 孟赢又继续往下说 如果是尸鹅的话 千万不能被他们折 这是东南亚的邪恶藤树 也是从苗疆流传过去的 但尸鹅是用尸体来饲养的 剧毒无比 只要被咬到了 不死也会残废 孟赢在给我们解释的时候 头顶上的尸鹅就越来越多了 黑压压的一大片 在头顶上笼罩着 连月光都挡住了 用三昧真火 对付这种尸鹅邪物 只能用火焰来烧他们 我还不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尸鹅 但只要是要有毒的邪物 就可以用三昧真火来对付 子龙嗡了一声 率先拿出了身上的火符 双手都拿着火符 连金钱剑都收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 在我们准备使用三昧真火的时候 那鼓笛的笛声 突然变得又急又刺耳 汪汪 跟着 我们就听到了一阵嗡嗡的声响 我一抬头 这些尸鹅就全数朝我们冲了下来 在这一刹那 子龙当即反应过来 大声念起了咒语 天雷地火 焚烧业障 无缝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惩戒三昧真火 助我烧出一切邪物 待 在他念咒语的时候 他的双手就不停地 在空中交叉笔划着 咒语一响 手中的火符滋拉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伴随着子龙的双手交叉笔划 这燃烧的火符 立马形成了一道火焰的 太极八卦图案 这太极八卦 是由火焰构成的 刚刚形成 这些尸鹅就冲了上来 子龙猛地往前一推 火焰燃烧的太极八卦猛地 朝尸鹅群压了过去 只听见一阵滋滋烧焦的声响 那些率先冲上来的尸鹅 瞬间被三昧真火烧成了黑炭 齐刷刷地落到了地上 我给你们挡着 你们去杀那四个老头 子龙维持着太极八卦的三昧真火 一边逼退尸鹅 一边朝我们喊道 嗯 我和孟莹同时点了点头 直接冲向了 离我们最近的那两个老头 可我们刚一冲过去 这两个老头就迅速地往后退 速度贼快 而且 在他们鼓敌的控制下 更是有两股尸鹅群 朝我们飞了过来 我来不及看后面飞过来的尸鹅 朝着孟莹大喊了一声 杀 杀 孟莹也是憋着一股气 抱喝了一声之后 身形猛地窜了上去 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冲到了那老头的面前 对着那老头的脑袋 就猛地轰出了一拳 只听到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 那老头犹如断线的风筝 直接被打得倒飞了出去 老头的身体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把地上的灰尘都给震飞了起来 已经站不起来了 身体剧烈地抽搐着 眼儿口鼻都同时出血了 当年残害我们华夏士兵的 你们这些养藤人 也有份 孟莹怒吼了一声 血气爆发 抬腿一脚重重地踩在了 这个老头的胸膛上 这一脚 直接把老头的胸骨给踩断了 这老头的上半身 更是蹦了起来 口里一口心血喷了出来 当即死了过去 而他一死 那追着孟莹的那股尸鹅 立马开始乱窜了 在他解决了一个老头后 我也是追上了另一个老头 脚尖一点在地上 搜得一下就窜了上去 震魂齿一道黑光闪过 便凶狠地砍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老头还没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脖子一偏 当即倒在了地上 骨敌落在了地上 老头挣扎了几下 也彻底死了过去 解决了这两个老头后 孟莹才看向了我 道 子龙 还有两个 必须杀了他们 这些尸鹅 才会不受控制 好在我们 是和他们正面对敌 要是他们藏在暗处 恐怕我们不经意间 就会遭了他们的道 想必当年那些前辈 也是没有正面和他们对敌 这才遭了算计 孟莹说的这一点 我也深有体会 如果他们是藏在暗中 释放尸鹅 我们恐怕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就被这尸鹅给折了 这藤虫树 只能在暗中偷袭骇人 如果正面对抗 他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我看子龙那边 还在用三昧真火 对付着尸鹅 地上已经堆满了 尸鹅烧焦的尸体 而他的正前方 还剩下两个老头 还在用骨敌控制着尸鹅 我和孟莹一人瞄准了一个 就准备出手了 可还没动手 后面突然有村民 朝我焦急地喊道 道长 小心 一听到这声音 我猛地一惊 可还没来得及回头 就被人扑到在地上了 我赶紧扭过身来 看到是刚才那渔村的中年人 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赶紧推着他站了起来 问他咋回事 他笑了笑 指了指他身后那老头的尸体 我顺着看过去 就看到那老头的嘴巴 正出现了一闪一闪的火光点 我还没有看清楚 那嘴巴里的火光点是啥东西 我眼前的这个中年大哥 突然就打起了白子 正要问他 就发现他的身上 也出现了火光点 我看到他情况不对劲 李那么问 大哥 你咋了 这中年大哥张了张嘴 突然快速地说了一句 道长 玩儿无过 我们可以死 但玩儿是我们的希望 求求你保护他们 我们做牛做马也 他说话的语速很快 好像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可还是没有把最后的话说出来 我就感觉他身上的温度 起码有七八十度 我站在他面前 就好像是 站在熊熊大火面前 烤得我皮肤火辣辣地疼 我刚下意识地往后退一步 他的身体 竟然全部燃烧了起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梦莹连忙 朝我大喊了一声 初九 快往后退 这是火腾虫 火腾虫 一听到梦莹的喊声 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而就是 我在后退的时候 我眼前这个中年大哥 瞬间就被火腾虫 烧成了一堆灰烬 风一吹 地上那堆灰烬 就被吹得尘土飞扬 看到这一幕 我整个人都震惊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火腾虫的威力 竟然如此恐怖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活生生把一个 活生生的大汗 烧成了灰烬 在我的震惊中 我就看到 那堆吹散的灰烬里 正有一只 一闪一闪的火腾虫 慢慢飞了起来 如同是萤火虫一般 我到现在才反应了过来 刚才是它救了我 如果它不把我 扑倒在地上 那火腾虫 就已经把我烧成灰烬 变成一堆灰烬的灰烬 不是它 想到这儿 我快速地看了一眼地上 那两个老头的尸体 它们的嘴巴里 还有火腾虫飞出来 这火腾虫 像是瓢虫一样 个头很小 但全身都是 被火焰包裹着的 就连那翅膀上面 也是火焰 这是养藤人 也是最老的 那一批养藤人 想不到它们 不但能够控制尸额 还把火腾虫养在了体内 要是用火腾虫 来对付我们边境上的人 不知道多少人 会被烧成灰烬 哪怕死了 连尸体也不会找到 孟宁的 我心里的愤怒 已经到了极点 这样的邪术 就不容许它们 存活在世上 不好 孟营突然惊呼了一声 我一看过去 就看到那尸体里 飞出来的火腾虫 竟然全部朝之前 那些我们救下来的村民 飞了过去 这些村民没有走 它们要留下来 等渔村的村民 全部活下来 看到这些火腾虫 朝它们飞了过去 我当即就大喊了一声 快跑啊 我这么一喊 这些村民抱起孩子 就往后面跑 可还是慢了 这些火腾虫 直接钻进了它们的身体里 它们还保持着 往前逃跑的姿势 但跑着跑着身体 就化作了一堆灰烬 风一吹 地上全是洒满了 灰烬一样的黑色尘埃 连骨渣都没有剩下 就是这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十来个村民 男女老少 就这么没了 这帮孙子 它们根本没有想过 会放掉村里的村民 就算我们斗法赢了 它们还是会 杀光它们 我心中的愤怒 已经到了极点 咬牙切齿地说道 杀了那鬼王 不要管它们的摆阵挑战了 只有杀了鬼王 还有一丝机会 干吧 就算死 也不让这帮孙子好过 孟赢也是怒吼了一声 咱们俩便同时 朝村口的鬼王冲了过去 子龙也已经用三位真火 烧死了另外的两个养藤人 我们的上空 还到处飞着那些 被打散的尸鹅 还有那些 到处乱飞的火藤虫 它们没有飞走 就这么 在半空中乱飞着 我心里想的是 把它们引过去 用同样的方法来 烧死它们 而在我们 还没冲到村口之时 周围的房屋里 突然跑出了十来个僧人 但它们的长相 却不像是东南亚这一带的人 它们没有分开 而是全都站在了一起 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哈哈 而孟赢看到它们后 却是大声地笑了起来 道 想不到 连印度婆罗门教的人都来了 这么大的阵仗 想必是要杀光 我们华夏的道士 我咬了咬牙 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当即停了下来 朝着眼前 村口的鬼王怒喊道 乌教的鬼王 不用摆阵挑战了 你们一起上吧 今天我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把你们留下 我这么一喊 那乌教的鬼王 不懈地笑了起来 只见他挥了挥手 他身边的乌教弟子 就全部把村民给放了进来 这些剩下来的村民 还有好几十个 看到我们之后 全都朝我们跑了过来 躲在了我们的身边 而那鬼王再次挥了挥手 他手下的上百个乌教弟子 全部散开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 团团把我们包围在了里面 鬼王也是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边朝我们走过来 一边用声色的汉语喊道 今日我便看看 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打败我们救下这些村民 乌教弟子听令 谁冲出这个包围圈 格杀勿论 八三年到现在 整整几十年过去了 是该我们乌教 屠杀你们华夏的道士了 你们只是开始 我们还会潜入 你们华夏内陆 杀光道门的道士 所到之处 绝不会留下一个火口 这是我们对你们华夏的惩罚 也是我们复仇的开始 当年的那群道士 借助容器挡住了我们 现在就凭你们三人 便想挡住我们 笑话 真是天大的笑话 鬼王的脸上全是纹身 看不到他的表情 只能看到他那双 漆黑发亮的眼神里 全是仇恨和杀戮 我提着震魂齿 往前走了两步 眼神怒视着他 道 我告诉你 就算今日我们死了 还有成百上千的道士站出来 他们和我们一样 一定会诛杀 你们这帮孙子 大言不惭 我就让你们看看 当年我们乌教的人 杀了你们华夏多少人 鬼王彻底被我激怒了 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他身后的黑衣巫师 立马在他面前摆了一个法坛 那法坛是一张小暗桌 小暗桌上面放着邪神像 邪神像的两边 还有两个人头骷髅 而邪神像面前 则是放着一顶香炉 里面插满了黑色的香 骷髅的两边 还摆着一排布偶 骨灰 石油 各种邪门的东西 应有尽有 而在鬼王动手时 那群印度的僧人 也全数跑到了我们的后方 前后夹击我们 我们是没有退路了 只得拼了 我心里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中泰斗法 83年如此 现在更是如此 历史重演 我们没有了龙脉可见 更没有帮手 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不光要和他们斗法 还要保护我们周围的村民 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但我会拼到最后一口气 想到这儿 我突然就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等到这一刻了 我看向子龙和孟宁的时候 他们也在看我 两人也是放松地笑了起来 子龙道 要是蕾爷在 就好玩了 不过 蕾爷 我们马上来陪你 孟宁的血性 彻底爆发了出来 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直到战死 绝不退缩半步 好好 好 我看到他们两人也准备好了 欣慰地连说了两声好 跟着 才看向了周围 丹田处的真气 瞬间爆发了出来 对着周围就大声地喊了起来 龙阳 我知道 你们就在附近 你们可以见死不救 你们也可以逃走 不会有人知道今晚的真相 但只求你一件事情 带着黄牙仔和依依离离开 我的声音远远地散去 久久不散 惊飞了树上的鸟 九哥哥 我不知道有多远的距离 但我还是听到了 林依依那疯狂的哭喊声 这一声 好像钻进了我的心里 特别是我丹田的地方 更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好像是我体内的阴谷 感受到了林依依的伤心痛哭 但依依的这一声 就让我彻底放下心来了 龙阳他们就在附近 依依也在他们的手上 虽然龙阳选择躲起来 见死不救了 但也说明 依依他们会安全离开的 我现在也没有啥担心的了 就是干 而就是这短短的一两分钟 那鬼王就已经开始 解手应念咒语了 只见他吞了一口骨灰 跟着喝了一口石油后 好像石油和骨灰的味道 很不好受 我看到他脸都扭曲在一起了 嘴角动了动 直接吐在了邪神像上 那邪神像当即就震动了起来 身上更是散发出了 骇人的邪气 而随着他的剑指一指 那法坛上 突然跳起来了两个布偶 这两个布偶像是活了一样 跳下法坛后 就跟着那邪神像 散发出来的邪气 奔向了黑水河的河边 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 那黑水河的河边 突然传来了一阵阵 无比凄惨的哭声 那声音 听的人头皮直发马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那两个布偶回来了 而布偶的身后 跟着了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水脚印 不知道到底招来了多少阴魂 全是黑水河的阴魂 我正要开天眼 鬼王突然冷笑了起来 喝道 这些全是当年死在我们 鬼王手上的华夏人 今日我就让你们和他们一起 永远沉入黑水河 永世沉沦 鬼王是用他的布偶 把黑水河里的冤魂 全都给引了上来 但这些冤魂 全都没有现出真身 只能看到村口的方向 全是密密麻麻的水脚印 那些水脚印湿答答的 大人小孩的脚印都有 但就是看不到一个魂体 我之前在镇魂碑上写了超度咒 只是超度了那棺材里的女尸 还有那些抬着棺材的白鬼 然而这黑水河里 不知道有多少冤魂 如今全都上岸了 在鬼王威胁之时 我便打开了天眼 天眼一看 当即头皮就抹了 那村口的地方 少说也有上千个阴魂 他们的身上全都是湿漉漉的 每张脸都好像炮肿了一样 那种湿漉漉的阴气 比陆地上的冤魂还要阴冷 这上千阴魂中 全都是华夏的人 有的是战士 有的是渔民 应有尽有 他们的目光呆滞 没有了阴魂的阴狠和怨气 好像是被鬼王控制住了 看不出有半点攻击人的力气 想到这儿 我就看向了鬼王的法坛 只见那法坛上 两个不偶正直立立的站着 显得很是阴森诡异 我看到这儿才明白了过来 鬼王供奉邪神像 用邪术来控制了这些黑水河的阴魂 子龙也开了天眼 诧异地说道 初九 这么多的冤魂全是我们华夏人的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超度了 要是他们来攻击我们 我们就麻烦了 嗯 我点点头 和他想的一样 提一说 子龙 如果一会儿开始斗法了 你和孟大哥负责超度这些阴魂 我来给你们拖延时间 碰 碰 而就在这时 我们的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阵碰碰的声响 一听到这声响 我赶紧回头去看 这一看 就看到我们身后婆罗门的人 全都盘膝坐在了地上 手中的金刚褚猛地插进了地里 一只手呈佛手状 另一只手快速地掐着佛珠 口中更是大声地念起了梵文 那经文声很是嘈杂 又急又快 感受不到佛教的半点慈悲 反倒是给人一种扰乱心智的慌乱 而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要干啥 只听见他们抱喝了一声 佛手七七向我们推出 刹那间 只感觉一股周围强悍的气息波动 而后 就看到他们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万字 这万字是气息凝聚而成的 没有任何一点佛光 反倒是弥漫着黑压压的邪气 他们是邪僧 并不是婆罗门的得到高僧 梦迎见状 当即提醒道 我们现在是见招拆招的打法 只能先等他们出手 可让我诧异的是 这些婆罗门的邪僧 竟然没有攻击我们 那数十只佛双猛都往上一顶 那巨大的万字 当即升上了半空 直接压在了我们斗法的头顶上 等他们一口精血 喷在了金刚杵上后 那巨大的万字 立马横在我们的上空 无数邪恶的黑气 瞬间弥漫开来 不消两分钟的功夫 这黑气 就像是一个锅盖一样 把我们斗法的人 全部笼罩在了里面 此时的我们 就好像身处在黑色的屏障一般 这黑色的屏障一形成 那站在村口的上千冤魂 全数激动地惊叫了起来 那一声声刺耳的声音 经得周围的夜鸟 四处逃窜 野鬼哀鸣 但下一秒 那上千冤魂 就全数冲了过来 直接钻进了这黑色的屏障中 和这屏障的邪气融为一体 冤魂进入屏障 请客之间 我们就感觉到了一股 黑云压城的压抑感 连呼吸都变得费劲了起来 我们站在屏障里 头顶上那散发着邪气的万字 周围又全是阴魂的尖叫声 还没开始斗法 我就感觉自己体内的倒数 完全被压制了一样 让人心生荒凉和压抑 鬼王此时看向了我们 大笑道 当年你们上百个道士 就是被我们上一任的鬼王 用这样的力量打败了 他们能活下来 是因为他们运气后 借助了九屈龙脉的龙气 才打破了这个屏障 如今龙脉已毁 黑龙凶气 更是被镇压在了黑水河里 没有了龙气可见 我看你们怎么走出我的屏障 哈哈 那大笑声带着嘲讽和复仇的意味 他们是不甘心 当年输在了九屈龙脉上 我咬了咬牙 怒吼道 华夏道数 万邪必让 有什么本事 放马过来吧 好 鬼王咬牙道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邪术 阴魂越多 死人越多 我们的邪术越强 用你们华夏人的阴魂 来杀华夏的道士 痛快 痛快 话音一落 鬼王手指相扣 快速地变化着手印 嘴里碎碎地念着咒语 咒语一完 手里抓着一把骨灰 就扔向了法坛上的邪神像 跟着 那邪神像就开始冒出了丝丝的黑气 我看他已经动手了 想超度这些阴魂 已经不可能了 只得朝子龙喊了一声 子龙 摆法坛 嗯 子龙嗡了一声 赶紧把我们身上的背包给取了下来 三个背包刚好对称了一个不搭调的法坛 连香炉都没有 子龙点燃了三柱香 分别插在了背包上 跟着 又把所有的法器 全都拿了出来 全都摆在了不平整的背包上 子龙手拿天诗笔 当即坐在了简陋的法坛面前 大声喝道 初九 孟大哥 帮我护法 好 我和孟营同时点点头 随即坐在了子龙的两侧 三人盘膝而坐 同节道指 鬼王指令已经结成 猛地指向了我们 怒喝一声 阴魂之力 唯我所用 凝气为绝 万刃之力 杀 伴随着他杀子一吼出来 我就看到周围的屏障里 突然朝我们射出了十来股锋刃 这些锋刃不是实体的 是阴魂的阴气凝聚而成 那锋刃上 还散发着黑色的邪气 看到鬼王这一手 我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我没想到 这鬼王竟然能够借用 阴魂的阴气 凝聚成锋刃来形成攻击 这样的攻击方式 我是第一次遇见 更是刷新了我对邪术的认知 原来邪术除了剧毒和藤虫 竟然还可以用这样的攻击方式 到现在 我才明白了那句话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感受到那锋刃的威力 子龙当即爆喝了一声 结太极阵 我立马手持道指 咒语一念 快速变成太极手印 我们三人的手印 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咒语也是一口同声 咒语一完 三人的道指 同时指向了前方 刹那间 我们的眼前 立马出现了一道 金色的太极阵图案 碰 就是这电光火石之间 那数十股锋刃 全部射在了太极阵上 随即就听见 砰的一声巨响 那阴气凝聚而成的锋刃 立马炸裂开来 双双化为虚无 阴阳相撞 但这一回合 我们算是接下来了 等着我们的 将是更加恐怖的 邪术攻击 还不算太弱 但那只是开始 接下来 看看你们 还能不能承受了 鬼王冷冷一笑 再次吞了一口石油 手印快速地翻动着 不光是法坛上的邪神像 就连他身上 也散发出了邪恶的黑气 鬼佛之力 以我而聚 佛中有邪 邪中有魂 三者融合 唯我所用 杀 伴随着他那一声 杀字喊出口 他的剑指 再次指向了我们 而他这一指 周围的黑气屏障 瞬间白鬼哀嚎 黑气翻腾 特别是我们头顶上 那个维持着黑气屏障的 巨大万字 更是邪光大胜 而后 我就看到那黑气屏障里 竟然射出了 无数股蜿蜒而动的黑气 犹如一条条愤怒狂躁的黑蛇 铺天盖地 朝我们窜了下来 这一瞬间 我只感觉 我们三人被压得不能动弹了 心中绝望更是生疼而起 根本不知道用什么倒数来抗衡 融合了邪术 阴魂 邪僧三者的力量 何其恐怖 我此时才感受到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 我们挡不住这些邪恶的黑气 一旦穿透我们的身体 必将当即死去 子龙是主法人 感受到这恐怖的邪术攻击后 当即起十二利 金钱剑随即割破了自己的手掌心 手持天师笔 沾着手心的血液 就往前跨了一步 脚踏七星步 一步一骤雨 八龙八虎八金刚 头戴火龙照四方 照天魔照地魔 斩妖魔除邪魔 即请即叫四方四角四方佛 此令此令说 波赫纳摩阿弥陀佛 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 无缝太上八大金刚 集集如律令 杀无射 子龙使用的是八大金刚护身咒 那身形快速地窜动着 灵活如鬼魅 每一步落下 手中的天师笔 便在地上连鼠画了几下 待他七星步一走完 当即一个前空帆 跳出了七星步 身体一蹲 手腕一抖 最后落笔赤令两个字 等他站起来之时 地上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符印 是用他精血所画的八大金刚护身符 我见子龙已经完成了 迅速和孟莹窜了上去 分别站在了护身符的两侧 掏出玄真大印 猛地盖了上去 玄真大印一落下 瞬间盘活了地上的八大金刚护身符 骤然间 地上的八大金刚护身符 瞬间释放出了一道金光 冲天起 当即把我们包围在了里面 护身符出现了作用 子龙立马盘膝坐下 维持着这金刚护身符的道法 几乎是同时 在我们盘活着护身符之时 那黑气屏障里穿出来的气息 犹如万箭齐发 疯狂地开始地攻击 我们的八大金刚护身符 轰轰轰 一阵阵凶猛的冲撞声 应声而起 不停地撞击着我们的护身符 那阴魂发出的哀嚎声 犹如猛虎出山 疯狂咆哮 听得我们头皮阵阵发麻 这是我们最后的护身符了 我也盘膝坐在了护身符上 共同维持着我们的护身符 可他们的阴魂太多了 不断地冲击着 短短几十秒的功夫 护身符的光芒 跟着就暗淡了下来 照着驱势下去 不消半刻钟的功夫 这些邪气便会冲破我们的护身符 不错 俘虏派和玄真派 竟然联手合作 你们到门三大派 一直谁也不服谁 向来敌视对方 如今联手 没成想 还有这样的威力 但是 在我面前 你们还是太弱了 我现在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在这时 那鬼王突然大声地冷笑了起来 而后 就听到一阵念经文的声音 我当即回头一看 就看到那些 婆罗门的邪僧佛手一压 骤然间 我们头顶上的巨大万字 猛地朝我们一尘 有如天塌下来了一样 先是黑影笼罩了下来 跟着这巨大的万字 就朝我们压了下来 哄 只听见一阵轰的巨响 那散发着邪气的万字 就压在了我们护身符的金光上 毫无抵抗性 护身符的金光瞬间熄灭 这万字更像是一块巨石一样 猛地朝我们压了下来 以摧枯拉朽 视如破竹之势 当即我们把压倒在地上 地上的护身符 随即失去作用 金光全灭 伴随着一阵轰的爆炸声响 一阵硝烟弥漫而起 我只感觉 我身上的皮肉 全部炸开 那种疼痛 几乎快让我昏厥了过去 喊不出话来 一张嘴鲜血 就呕了出来 等这万字散去 我才看清楚了我身边 躺着的子龙和孟莹 他们身上的衣服 没有一处是好的 全都被炸出了 无数的血洞 鲜血顺着伤口 鼓鼓地流到了地上 嗨嗨 孟莹咳嗽了两声 扭头看向了我 笑道 初九 我们尽力了 嗯 我咬牙点了点头 但心里 却是很不甘心 不甘心 就这么输了 我的身上一点劲都没有 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子龙还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是主法人 承受的攻击 比我们更强 我担心 他出啥事了 赶紧咬破了舌尖 一股钻心的疼痛瞬间 让我恢复了不少理智 趁着手上有了点力气 我赶紧爬到子龙的身边 费力地 把他翻了过来 他已经是昏迷的状态了 我使劲摇了摇 他的嘴里 就不停地呕出鲜血 子龙 你醒醒 你快醒醒 我用力地摇晃了几下 子龙才迷迷糊糊 睁开了眼睛 无比虚弱 脸上全是大汗 虚弱地说道 我 尽 子龙 我们没有给华夏的盗门丢人 我努力地翻身 坐了起来 把子龙和孟莹 也搀扶着坐了起来 心里已经打算好了 就算死 也要体面尊严地死去 绝不倒下 倒是坐姿 稳如大山 就算断气 也要入定而死 我心里明白 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太大了 我们学到的盗数 只能对付邪物而已 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攻击力量 我们的盗数 发展到现在 已经不能用盗数 凝聚成强大的攻击了 这或许 也就是我们盗门衰败的原因吧 能坚持到现在 也算是不错的了 华夏的盗士 已经不是从前的盗士了 古代盗士 只手遮天 翻云覆雨 一个符咒 便能杀人于无形 这就是你们 华夏的愚蠢 越活越不如从前 天下的法术 以邪为尊 我送你们上路吧 鬼王大笑了一声 手印一动 那些原本营绕在我们周围 那犹如黑色的一样的黑气 瞬间朝我们攻击而来 这一刹那 我们三人同时 接出道指 大声喊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天下万物 道法为生 肉身虽死 道义长存 道义长存 我们没有办法攻击 也没有办法抵抗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大道无疆 道长 你们是最后的希望 你们不能死 你们要活下去 绝不能让这帮孙子 害死更多的人 玩儿无过 我们有罪该死 如果有机会 请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活下去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那些躲在边上的村民 竟然全部冲了上来 把我们团团保护了起来 他们几十个村民 成年男女 全都站了出来 留下了那些小孩子 他们手拉着手 就这样把我们保护了起来 他们的眼睛 亮若星辰 他们的表情 坚定从容 他们的喊声 铿锵有力 那一双双 犹如星辰一样的眼睛 全都在看着我们 他们在告诉我 让我们不要倒下 他们脸上 释放出来的笑容 更是让我到 从未有过的人情温暖 但只是 十来秒钟的功夫 那些犹如黑蛇一样的黑气 瞬间就钻到了 他们的身体里 几秒过后 他们的身体 就开始剧烈地抽搐了起来 脸上 还有能看到的皮肤 都出现了一条条 黑色的血纹 那黑色的血纹 把他们变得 异常地猙獰恐怖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 痛哭出声 不要 子龙看到这一幕 咆哮地喊了起来 想要冲过去帮忙 可却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倒下 他们在坚持着 已经站不稳了 像是 被狂风袭击的人强 此起彼伏地摇晃着 终于还是坚持不住了 全数倒在了地上 而就是他们坚持的 这一两分钟 把所有的邪恶黑气 全部吸入了体内里 他们一个个倒在地上 死相极其难看 那些遗留下来的孩子 全数大哭惊叫了起来 那一声声 撕心裂肺的哭声 听得我心里 犹如针刺一样难受 王八蛋龙羊 你们到了这个份上 还不出手帮忙 你们还是不是滑下的人 你这杂碎 你一定不得好死 连渔村的村民 都晓得誓死赶为自己的领土 可你呢 不 子龙怒急攻心 还没骂完 一口鲜血气地喷了出来 身体一瘫软 再次倒在了地上 子龙 别喊了 我摇头苦笑道 他们是不会来帮忙了 毕竟 这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事情 我终于理解了 雷爷的那句话 鬼不可怕 可怕是的人心 对于他们 我是彻底的心寒了 哼 说到最后 我都自嘲地笑了起来 嘲笑他们的懦弱 嘲笑到门的可悲 笑 小哥 不要心 心寒 来 来帮 帮你们 而就在我自嘲的时候 结巴那打劫的声音 就从村尾的方向传了过来 那打劫的声音 荡气回肠 结巴是龙羊的人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能在这个时候出来帮忙 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们就连忙朝他的位置看了过去 这一看 就看到他那矮大队的身形 迅速地朝我们冲了过来 而和他一道来的 还有夜珠金 那乌教的弟子 原本想要拦住他们 但却是直接被结巴扭断了脖子 冲进这个屏障 结巴就黑黑地笑着 道 不好意思 意思 是龙 龙羊祖 阻止我 不 不然的 的话 我早就 来 来了 那王 王八蛋贪 贪生怕死 不敢来帮 帮忙 听他说话 的确很费劲 但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帮忙 我打心里感激他 朝着他笑了笑 道 结巴 我带到门谢谢你 小 小哥 说 啥话 这 这是我 该 该做的 我 我也是修 修道之恩 结巴抓了抓后脑勺 酣厚地笑了起来 子龙 而此时的夜朱金 搀扶着子龙 不知道该说啥 就喊了他的名字 但他的眼眶已经红了 我看得出来 他很在乎子龙 子龙摇了摇头 笑道 我没事 嗯 夜朱金抿着嘴唇 嗡了一声 继而看向了我 咬牙道 李初九 不是我们不帮忙 是龙羊一直用身份 来压着我们 对不起 夜朱金说出 对不起这话的时候 我还是冷了一下 这如此高傲冰冷的人 竟然会说对不起 我笑了笑 摇头道 夜朱金 不要说对不起 我们是一起的 对了 依依和黄牙仔呢 你别担心他们 原本龙羊用他们来威胁我们 但刚才结巴对他动手了 龙羊逃走了 我让夜伯带着他们先走了 让他迅速去通知夜家的人来助阵 夜朱金道 好 这样就好 我很佩服夜朱金 哪怕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 他还能保持镇定 让夜伯去请援兵 这才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只要我们拖住了时间 就还有最后的机会 但路程太远了 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我看了一眼那些村里 遗留下来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为我们而死 不管怎样 也要拼命保全他们 意识到这点 我才看向了夜朱金 说 夜朱金 一会儿你保护那些孩子 他们的父母保护我们而死 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 我们给你挡着 你带他们走 夜朱金不是零一一 零一一很感性 换成是他 他肯定不愿意走 而是要和我们一起 夜朱金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点头道 好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很好 都来了 只可惜 来的人太少了 要是还多来点 那就更有意思了 鬼王看到我们的帮手来了 当即冷笑了起来 道 既然都来了 那就全部留下来吧 我看到他又要动手了 立马朝结巴喊道 结巴 那鬼王就是控制邪术的人 如果能够杀了他 这邪术屏障就会破 结巴看了一眼鬼王的方向 横眉一条 笑道 好 好的 走 小哥 他就 就叫 交给我 看 看我的 得吧 结巴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他身体猛的一阵 怒吼了一声 犹如雏龙的猛兽 震得人热血沸腾 而他的双手更是猛的一抖 刹那间 我就看到他的手臂上 逐渐出现了一道道奇怪的图腾纹身 那纹身的纹路 就好像从他的皮肤里渗透出来的一样 是血红色的 只是眨眼的功夫 这图腾就从他的手臂里 完全浮现了出来 面积几乎站满了他的两条手臂 一般人稳的花臂 和他的麒麟臂比起来 完全是两种意思 因为他的纹身图腾上 是诡异的血红色 等他双臂上的图腾彻底形成时 我才看清楚了上面的图腾 正是两只凶猛的麒麟 从手膀子一直延伸到了手腕的地方 纹得栩栩逼真 好像是活的一样 麒麟纹身出现后 结巴身上的气场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种感觉 犹如战神一样 让人不敢靠近 文英是几乎快失传了 而且命格很硬 要是命不硬的人 根本驾驭不了他身上背着的麒麟力量 孟英看到结巴的变化 也是称赞地说了起来 而结巴更是回头害羞一笑 猛地就朝鬼王的位置冲了过去 那鬼王原本还要使用斜术 看到结巴朝他冲过去后 立马放弃了释放斜术 转而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当即点在了那法坛的布偶上 咒语一响 那布偶就好像活了一样 猛地跳起来 直立立地站在了法坛上 而同时 我就看到鬼王的背后 走出了两个体格魁梧的大汗 差不多有一米九的样子 浑身都是剑子肉 但他们的皮肤苍白的吓人 眼神更是没有一点神 一看清楚他们的样子 我就反应了过来 他们不是活人 而是尸体 我正观察 那鬼王忽然站了起来 手里拿着两根黑色的银针 猛地刺进了那两具行驶的太阳穴里 跟着就坐了下来 用同样的银针 刺进了那布偶的脑袋里 只看到 他剑子一挑 那布偶就动了起来 而那两具剑状的行尸 更是猛地朝结巴冲了过去 他们的体格太魁梧了 在跑动的时候 就感觉地面都震动了起来 结巴只有一米五的身高 站在他们面前 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 站在大人面前一样 好 结巴怒吼了一声 像猛兽一样 没有输半点气势 这好像是乌教的降头术吧 孟赢看到那布偶控制着行尸 也是疑惑地说了起来 我没有见过降头术 只知道降头术 也是用布偶来控制的 没想到 这鬼王的实力这么强 竟然用降头术来控制尸体 我们三人现在都是受了重伤 短时间内 肯定没有战斗的力气 趁着现在结巴给我们拖延时间 我就朝他们说道 子龙 孟大哥 快调息气息 一会儿还要战斗 不管怎样 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刻 嗯 子龙和孟赢点了点头 两人就坐下来打坐调息了 而同时 结巴也出手了 猛地跳了起来 双拳直接朝他们轰了过去 结巴一出拳 这两具尸体 就灵活地把双手交叉挡在了胸前 只听见砰的一声沉闷声响 这两具体格魁梧的行尸 竟然被震得倒退了好几步 可行尸是不怕疼痛的 停下之后 再次朝结巴扑了上去 疯狂地朝结巴攻击着 结巴也不退让 就和他们硬打 行尸的力量我是知道的 可眼前的结巴 竟然没有任何落入下风的趋势 反而是逼得这行尸 不停地亡鬼亡的方向退 这背着麒麟臂的结巴 力量果然恐怖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结巴就和行尸对轰了十几个回合 那砰砰的碰撞沉闷声 听得人一阵心悸 要是换做我们这样对轰的话 结巴恐怕双臂早就断了 但这样也好 他给我们拖了足够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时机调息 我心里也明白 这样下去迟早不是一个办法 结巴虽然强悍 但他的体力会下降 行尸不怕疼 也不知道疲倦 等结巴体力消耗了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拖延时间了 到时候还是同样的结局 全都要死在这屏障里 而就在我沉思想办法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李初九 赵子龙 你们是人中龙凤 千万不要受了道门修道方法的束缚 那只是能杀鬼驱邪而已 并不能产生真正实质性的攻击 真正的道术不光能杀鬼驱邪 更是能够弃压山河 逆转乾坤 乌教的鬼王之所以如此厉害 是因为他会利用阴气和邪气 来形成强大的攻击 他修炼的是邪术 借的是阴气和邪气 换个思路顿悟吧 你们是道士 你们修炼的是什么 这突然响起的声音 是从我们四面八方传过来的 并不是单独从某个方位传过来的 让人无法锁定其位置 但有这样道行的人 那就说明他是高人 能够利用道数来扩散他的声音 可这声音 我却是从来没有听到过 脑海里一点印象没有 只是听这声音的浑厚程度 最起码也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 而这声音的出现 立马吸引了那些乌教的弟子 只见他们带人 就去搜寻这暗中发出声音的人了 但很快 这声音就消失了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定了定神 看了一眼结巴的方向 他还在缠着鬼王 正在给我们拖延时间 就凭着他麒麟臂 那强悍的力量 活生生和那两具魁梧的行尸 对轰着 我沉下心来 开始慢慢想刚才那个人说的话 鬼王之所以会如此厉害 不是因为他们的藤术 也不是他们的养鬼术和控尸术 这些手段和苗疆的人比起来 似乎还不是对手 鬼王真正厉害的地方 是可以借助邪气和鬼魂的阴气 来形成攻击 他们乌教 从小就是修炼的邪术 供奉邪神 常年和尸体阴魂打交道 阴气和邪气自然不能守 可我们不同 我们所学的道术比较传统 就是用灵符和法咒 加上法器来对付邪物或者驱鬼 但对付人却是有些相形见处了 根本没有啥实质性的伤害 我们的思路错了 一直受到道门传统道术的束缚 思维也受其局限 刚才那暗中帮我们的人并没有点穿 而是想要启发我们 我顺着他那番话继续往下想 就是这半盏茶的功夫 我竟然陷入了入定冥想的状态 我能感觉到我的周围很静 没有任何的干扰 就好像九天十地之间 飘渺苍云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的周围 全都是我们平时修炼 打坐土纳的气息 正是阳气 只有在壁谷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这种自带的气息 天地之间的气息 主要是阴阳之气的平衡 邪物为阴 我们为阳 他们可以借用阴气 来发挥出强大的实质性攻击 为何我们不能用修炼的阳气 来发挥攻击 秀 顿悟到这一点 我秀的一下 睁开了眼睛 眼神当即看向了子龙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 猛地睁开了眼睛 额头上全是痘大的汗水 我还没来得及 开口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子龙便爽朗地笑了起来 道 初九 我们之前学的道 好像错了 不对 也不是错了 是我们的思维 因为学道变得局限了 刚才那暗中帮助我们的人 他那番话 让我顿悟了一个道理 万变不离道 道生一 一归九九 九归结束 我们天天挂在嘴里的道义 我们竟然不知道变通 哈哈 说到最后的时候 子龙就自嘲地笑了起来 我看到他这番变化 还有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 我心里当即一喜 他和我一样 顿悟了 这个时候 我才突然想到 王磊之前给我说的一句话 机遇和造化 往往在生死之间 而我们的生死之间 却是被那个 暗中帮我们的人 啼壶灌顶 只是 他是谁 我 我靠 是 太 太全 我还在回想那生意 结巴那边 突然传来了一声骂脸上 我连忙朝他一看 就看到他被一句 行尸踢地倒飞了好几米 那矮大哥的身体 在地上翻滚了好几下 这才站了起来 我再一看那两具行尸 也是当即一惊 只见他们此时 起了一个标准的泰拳 战斗姿势 一只脚犹如 金鸡独立地站在地上 另一只脚的膝盖肘 高高地顶了起来 脚尖朝下 双手摆开两侧 形成肘肌的姿势 身体微微前倾 眼神虎视眈眈的 盯着站起来的结巴 这行尸不知道死了多久 但没有想到 他们的身手如此灵活 而且连关节都没有僵硬 这一点 着实可怕 看到这一幕 我也是感慨到 因为要保持尸体不服 有很多办法 可要保持尸体的关节不僵硬 这一点很难 没错 孟莹赞同地点点头 道 乌教的人在研究尸体 和阴魂上 绝对比我们变态 但他们的邪术 是通过布偶和邪神来控制的 想要破了这一切邪术 还有我们周围的屏障 就只有杀了鬼王 嗯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继续看向了结巴的战斗 我们三人刚才 被他们的巫术打中 身上几乎是皮开肉绽 只是憋着一口气 没有倒下 结巴给我们拖了不少的时间 调戏这段时间 也只是稍微恢复了一点而已 我看得出来 结巴此时的体力 已经开始下降了 特别是他手臂上的麒麟纹身 更是已经若隐若现了 好像随时都要消失一样 相反的是 那两具的行尸攻击 却是越来越猛烈 太拳的攻击 主要是膝盖 踢 顶 攻势异常凶猛 最要命的是 行尸不会疲倦 也不会感受到疼痛 我还在观察 那鬼王面前的法坛 他现在就在操控着 两个布偶 通过那布偶 又来操控行尸的攻击状态 在看到那布偶头上 插着的银针时 我骤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立马朝结巴大喊道 结巴 行尸头上的银针 那是破解之法 谁知 我这么一喊 结巴就分身回头来看我们 这一看 当即被那行尸 用膝盖 重击在了 他的腹部上 只听到结巴骂了一声娘 身体当即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后 双拳猛地砸在地上 嘴里发出一声怒吼 顿时犹如小钢炮一样的 朝行尸 冲了过去 行尸比他高大太多了 结巴这次没有选择 强行和他们对打 就地一滚 一招滚地龙 直接从行尸的胯下滚了过去 那行尸还没有反应过来 结巴猛地一跃 想要把行尸 太阳穴上的银针 给拔出来 可时间不够 那行尸已经转身过来了 结巴只得双掌猛地 拍向了行尸的太阳穴 直接把那银针 拍进了行尸的头颅里 这行尸 好像受了重创 往后亮呛了几步 眼睛里开始出血 身体挣扎了几下后 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好像死透了 而鬼王法坛上的一个布偶 同时倒在了法坛上 一团黑烟散去 那布偶竟然烧成了灰烬 结巴一击得逞后 就连忙往后退 但另一个行尸的拳头 已经轰了过来 结巴末地可退 脸色一变 抬着拳头 就被轰了上去 轰的一声 结巴竟然被轰得 倒飞了出去 在地上挣扎了 几下愣是没有站起来 口中不停地渗血 该死 看到结巴被打倒了 我当即大叫了一声不好 正要去把他拉回来 谁知 叶珠金突然冲了出去 我去 叶珠金的速度很灵敏 步伐轻盈 几下就窜到了结巴的身边 拉着结巴 就往后退 直到把结巴拉到安全距离后 叶珠金才朝行尸冲了上去 他和叶唐都 属于以柔克刚的那种攻击方式 身体很轻盈 不管行尸攻击多猛 都被他一一避开了 等叶珠金绕到了行尸的身后 也是跳起来踩在了他的背上 手中的法器猛地 打在了行尸的太阳穴上 当即把那银针 打入了行尸的头颅 那行尸往前裂切了几步 重重地栽倒在地上 同时 鬼王法坛上的那个布偶 也是当即烧成了灰烬 他的控尸术 被破了 但也却是彻底激怒了他 猛地站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我们 咆哮道 我要让你们全部埋葬 说完之下 再次做下施法 而叶珠金此时已经拖着结巴跑了回来 结巴的脸色很苍白 手上全是鲜血 脸上更是虚弱的不行 我还没明白 他为啥会变成这样 结巴就冲着我们苦笑地摇了摇头 道 我 废 废了 我不知道结巴 为何突然出现这样的变故 刚才只是对轰了一拳 他就变成了这番模样 我蹲下来搀扶着他 着急地问 结巴 你到底咋回事 嗨嗨 结巴咳嗽了两声 烟红的鲜血呕了出来 想要抬手 但好像手已经断了 只是翻了翻手 他的手掌一翻开 我立马看到手掌心处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正在渗血的小洞 那小洞 正是银针刺穿了他的手掌 看到这儿 我才赫然明白了过来 刚才结巴用手掌 把银针拍入了行尸的头颅 那行尸的骨头 比活人的骨头硬 伤人伤己 虽然银针刺进了行尸的脑袋 但也刺穿了结巴的手掌心 结巴的手不停地渗血 根本止不住 而在出血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手臂上的麒麟纹身 正在慢慢消失 我看到这一幕 也是慌了 连马问道 结巴 这到底咋回事 结巴咬着牙 笑了笑 道 我 废 废了 我的 麒麟碧 没有了 笑 小哥 我只能 帮 帮你们到 到这儿了 你 你们快 快走 留 留的 青山在 不怕煤 煤柴烧 结巴 不会的 一定有其他办法的 谁也没有想到 文英师的破门 就在手掌心处 我更没想到 结巴为了给我们拖延时间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结巴 我用真气 给你护住伤口 我握着他的手腕 就要催动丹田处的真气 可结巴却是摇了摇头 道 没 没用的 小 小哥 你们快 快走 我 我刚才已经 通知了特 特殊部门的人 他 他们 到现在还 还没有出现 那就说 说明龙 龙羊骗 骗他们走 走了 龙羊 不想让人 知道这个秘密 龙羊 王八蛋 听到结巴的话 叶珠金气骂出了口 愤愤地说道 结巴通知了特殊部门的人 以他们的效力 肯定早就赶来帮忙了 肯定是他 是他阻止了他们 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贪生怕死逃走的事情 对了 还有叶家的人 叶珠金说到这儿的时候 柳眉一皱 惊道 如果龙羊阻止了特殊部门的人来援助 那他肯定也会去阻止叶家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帮手了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叶珠金这番话一说出口 我的心就彻底凉了 原本还想着拖延时间等增援 可现在看来 我们的计划落空了 龙羊这个混蛋 要是我活着 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 而就在这时 我们周围的屏障里 再次出现了鬼魂哭泣的忧怨声 这声音一出现 周围的黑气再次弥漫开来 我抬头一看 那上面维持着屏障的巨大万字 请客间黑气大圣 恶灵缠绕 和刚才的比起来 现在的阴气和邪气 不知道恐怖了多少倍 鬼王怒了 要开始下杀招了 意识到这一点 我赶紧把玄真大印 和郑魂齿一起拿了出来 直接交到了叶朱金的手里 重重地说道 叶朱金 现在就你没有受伤 带着村里的孩子走 给他们安排好以后的生活 说完之后 又看向了孟莹 道 孟大哥 你也走 你和雪梅好不容易在一起 你不能死 你带着结巴走 我的郑魂齿 和玄真大印法力无边 可以帮你们冲破着屏障 你们朝东南位置冲出去 那些围住我们的乌教弟子 已经被刚才那个暗中 帮我们的人引走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一定被杀了 所以 你们出去 应该那个人会帮你 我和初九留下来 帮你们挡住鬼王 子龙跟着交代道 孟莹摇了摇头 说 初九 子龙 我们说好的 一起留下来 我笑了笑 道 孟大哥 我们没有机会 鬼王一直在试探我们 还没有使出真正的邪术力量 他现在还在调集 阴魂邪气的力量 是要下杀手了 走 能活一个是一个 孟莹看着我和子龙坚定的眼神 还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咬了咬牙 把地上的结巴扶了起来后 说了一句保重就不看我们了 而叶朱金 则是正住地看着子龙 紧紧地咬着嘴唇 都已经出血了 眼睛里有泪花 眼睛一闭 一滴眼泪 就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了下来 挣了几秒 才吐出了几个字 混蛋 一定要活着 说完之后 拿着我的镇魂齿 和玄真大印 就朝东南位置的方向冲了出去 渔村的孩子 跟在他的身后 孟宁和结巴相互搀扶着断后 可他们一冲到屏障边上 立马就被屏障给挡住了 叶朱金同时把玄真大印 和镇魂齿伸了出去 顿时金光大胜 活生生把屏障给撕出了一条口子 但这屏障的威力太强了 眨眼功夫就要开始合拢 那邪气更是瞬间席卷而来 夹杂着那些冤魂的惨叫声 疯狂地冲击着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我没有想到 这屏障的威力竟然如此厉害 连我的法器都无法撕开 这样下去不行 他们会走不了的 初九 一切交给你了 我去撑住口子 让他们走 子龙见状 立马起身要去帮忙 可还没动 结巴突然大喊了一声 我来 说完直接冲到了 那条即将要愈合的口子中间 双手死死地撑着那口子 身体也是蹲了下来 痛苦地喊道 走 走了 那些黑色的邪气和阴气 全数钻到了他的身体里 结巴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 叶珠金咬了咬牙 带头从他的身体上跳了过去 等孟莹最后一个 跳出屏障的时候 结巴终于坚持不住了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身体瞬间枯萎了起来 眨眼的功夫 就变成了一具干尸 而叶珠金和孟莹 则是带头一直往东南的方向跑 那些乌教弟子 连忙围了过去 活生生被他们杀出了一条血路 一直等他们 跑进房屋背后 我还是能听到那惨叫声 但这惨叫声 并不是他们的 而是那些乌教弟子的 也就说明 那个暗中的人在帮他们 直到那惨叫声越来越小 我和子龙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跑 我看他们能跑多远 你们都会死 鬼王见他们逃走了 彻底地怒了 朝着我们报喝道 我先送你们愚蠢的道士 去地府报道 话音一落 双指齐出指向了我们 刹那间 周围的屏障再次狂躁了起来 那些邪气和阴气 瞬间融合在一起 发出了鬼酷狼嚎般的惨叫 他们都在疯狂地聚集着 而我们头顶上的星空 寝客间日月无光 乌云遮天蔽日 如同黑云压城一样 压抑地让我们抬不起头来 我看向了子龙 大声道 子龙 刚才你我都有所顿悟 我想试试五雷咒 能不能破了他的屏障 打散这些阴魂和邪气 好 子龙欣然一笑 挨肘盘息坐了下来 我们没有灵符了 只能用他的天师笔来画佛 我连法器都没有了 只得捡起夜珠金落在地上的铜钱剑 之前我们一直用五雷术 来劈邪悟鬼魂 这是第一次使用来劈忍 也就是刚才我和子龙顿悟的 利用我们修炼的阴阳之气 来对付活人 对付的目标不同 灵符的画法自然不同 我们周围的阴气越急越恐怖 屏障周围已经起了狂风 一时间飞杀走时 白鬼哀嚎 邪灵私叫 震得我们耳朵都已经出血了 但鬼王还没有停 还在聚集阴气和邪气 他是想一招击杀我们 出酒 开始吧 子龙朝我示意 我点了点头 两人同时手指一并 道指同时结起 道指是我们道术的棋手势 不管使用何等道术 都离不开道指 手持道指横竖于胸前 我便大声念起了咒语 天雷滚滚 地雷翻腾 九天十地 五雷齐聚 雷弓殿母 助我请神 五雷五雷步步相随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无缝雷弓殿母 急急如律令 降五雷 杀恶人 在我念五雷咒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咒语改了 之前我们的咒语是杀鬼驱险 现在我们是要请五雷降临杀恶人 我这是顿误后第一次使用五雷咒 我也知道 我会付出的代价 如果失败了 我们会遭到天前反噬 五雷不会劈到鬼王的身上 只会劈到我的身上 我们没有办法了 只有赌一把 咒语已经成了 就看子龙的五雷服了 令城服刑 少一样都不行 看到我咒语一念完 子龙当即喷出了一口精血 无数削点喷向了前方 子龙手腕一抖 握着天师笔的手 迅速往前一点 随即凌空而化 子龙手就这么在空中游走着 他的手指白皙而长 很是好看 下笔沉稳 如鼻走龙蛇 行云流水 赤灵落下 一气呵成 他这五雷服是凭空而化的 天师笔的鼻尖上 连墨水都没有 只是沾了刚才他口中喷出的精血 眼前除了空气还是空气 但我的脸上的笑容 终于是舒展开来 普通人看不到子龙 用天师笔画下的五雷服 可我能感受到 周围的阴阳之气 已经聚集在一起了 借助阴阳之气的力量 借用其强大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愚钝 也是我们的传统思维 子龙凌空而化的五雷服 还没有形成 还差最后一步 子龙双手握着天师笔 猛的一撮笔杆 鼻尖上的软毛顺势甩开 子龙眼急手快 掐住中间一根软毛 轻轻一扯便扯了下来 手指一弹 软毛直接飘向了空中 再遇到阴阳之气 瞬间刺了 一声燃烧了起来 而后遇到阴阳之气 形成的五雷服 瞬间出现在我们眼前 金光刺眼 我看到子龙用阴阳之气 画出了五雷服 心中大为惊动 再次喊道 无缝雷弓殿母 急急如律令 将五雷 杀了人 我们的配合 没有超过两分钟的时间 而我的咒语一启动 天上突然炸出了一道雷鸣声 一道刺眼的闪电滑破夜空 原本黑云压成的星空 瞬间被闪电照亮 那黑云更是迅速地 卷成了一道恐怖的黑云漩涡 无数电流如同小蛇一样 在漩涡中若隐若现 那雷鸣声阵阵乍响 震得人头皮发麻 那害人的恐怖力量 让人心生畏惧 竟然让你们顿悟了 不得不承认 你们是我见过的 所有华夏道士中 天赋最高的两人 要是不杀你们 给你们足够的时间成长 我们乌教就很难 灭掉你们华夏的道门了 鬼王看到这一幕 当即惊道 但很快就不屑地笑了起来 嘲讽道 不过 你们的五雷术还太弱了 你们道横不够 能调动的阴阳之气太少了 而且 你们似乎不会上古道术 你们召唤的五雷术 在我邪术面前 不堪一击 鬼王话音一落 双手猛地合在一起 手印快速地变化着 嘴里大喊道 就让他们看看 邪术召唤的阴气和邪气力量 有多恐怖吧 鬼王的剑指一指 周围的屏障 突然躁动了起来 这阴气和邪气形成的屏障 竟然开始快速地收缩 全都被头顶上 那个巨大的万字吸收了 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 几乎是同时 在这巨大的万字 吸收了阴气和邪气后 那群印度僧人 也是双手呈佛手状 快速念着梵文心经 我们听不懂梵文 能听懂的 就只有这句话 但十几个僧人同时念经 加上那天空五雷轰鸣的声音 我们的耳朵都已经轰鸣了 几乎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到 等屏障彻底被巨大的万字吸收后 屏障彻底消失 外面卷起来的飞沙走石 全部吹了起来 场面已经是极度混乱了 根本看不清楚鬼王的方向 只听看到头顶上的万字 正在不停地释放出 恐怖的邪气和阴气 鬼王和邪层的巫术 全都倾注在了那万字上 而我和子龙的全部道横 也都压在了五雷咒上 这一战 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们王 不然 那强大的反噬 会让我们当场暴毙的 我看那黑云漩涡中的五股雷电 已经锯成了 当即道指一指 暴喝了一声道 降五雷 杀个人 将 五雷当即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雷暴声 犹如翻江倒海的龙 势如破竹地 从黑云漩涡中披落而下 五雷旗下 闪电助阵 彻底把这方天地给照亮了 而我们头顶上 压着我们的巨大万字 也是发出了刺耳的惨叫声 黑气大盛 眨眼间聚集成一股 犹如成年人腰身粗细的黑气 迎着降下的五雷冲天起 哄 只听见一阵巨大的轰隆爆炸声 五雷和黑气 瞬间相撞在一起 产生一道黑色的气波 气波顺着爆炸中心点 迅速蔓延开来 所到之处 大树齐齐折断 渔村房屋的屋顶 全树被掀翻 而我和子龙 当即一口血雾喷了出来 身体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不能动弹分毫 我已经感受不到 身上有任何力气了 更是一点知觉都没有 只是凭着意识 依旧是保持着五雷倒指的手势 子龙倒在我的身边 不停地喊我 我已经听不到他的喊声了 好像耳朵已经被震聋了 我只能感觉到 耳朵里有热乎乎的液体流出来 是鲜血 我大口地呼吸着 好像氧气根本不够一样 体内已经开始缺氧了 我心里明白 这是临死前的征兆 而那五雷的雷鸣声 也是越来越小 不知道是我耳聋了 还是五雷术已经消失了 我抬头一看 就看到那五雷的光芒 正在逐渐消失 那万字散发出来的冲天黑气 正在疯狂地蚕食着五雷的力量 我们所召唤出来的五雷术 只是批散了一大部分邪气和阴气 但没有彻底打散这巨大的万字 随着最后一股雷电被吞噬之后 我的心彻底冷了 我知道 我们输了 终究不是邪术的对手 1983年的中泰斗法 到门前被输了 借着九曲十八万的龙脉 才拼死把他们留下的 而历史重演 我们和泰国乌教的斗法 还是输了 我们没有帮手 更没有龙脉相助 但这一战 我们虽死犹蓉 咔 就在这时 呼听一声咔的碎裂声响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子龙 用天师笔画的五雷符 当即碎裂消失 子龙率先受到了反噬 咬牙痛呼了一声 当即趴在了地上 身体剧烈地抽搐着 而后便是一动不动 生死未卜 子龙 看到子龙倒下的那一刻 我当即就大喊了起来 连忙朝他爬了过去 你们死在我的手上 不是耻辱 道门有你们这样的人才 是你们 划下道门的造化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们永远不会是我们 乌教邪术的对手 八三年如此 现在亦是如此 作为对对手的尊敬 我就亲手送你们一程吧 而我还没有爬到子龙的身边 鬼王那愤怒的声音 便由远而近地传来 我一抬头 就看到他已经走了过来 在他走过来的刹那 周围的硝烟逐渐消失 视线也变得清晰了起来 星空的乌云漩涡也消失了 出现了无数的点点繁星 好像之前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是过眼云烟 但整个渔村 以及周围 却是一片狼藉 鬼王走到我们眼前 停了下来 剑指一指向了我们 那头顶上的万字立马 射出了无数股黑气 全数朝我们席卷而来 结束了 都结束了 鬼王大声地笑着 我死死地抓着子龙的手臂 要死一起死 黄泉路上不孤单 好 而就在我闭上眼睛的刹那 那黑水河边 突然传来了一道 地动山摇的咆哮声 那石破天惊的咆哮声 恐怕连虎啸声 也不及万分之一 我还没回过神来 鬼王突然惊呼道 这是龙音的声音 难道是 黑水河被镇压的黑龙凶器 龙音 黑龙凶器 在听到鬼王 喊出黑龙凶器的时候 我就连忙 朝黑水河的方向看了过去 这一看 黑漆漆的夜空 突然画下了一道 刺眼的闪电 当即把整个黑河水的水面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只见黑水河的上方 骤然间大雨倾盆 电闪雷鸣 而那已经塌陷的 九屈十八弯河面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 巨大强悍的漩涡 哄 伴随着一阵 那水柱冲天而起 少说也有十丈高 而漩涡中心 竟然卷起了无数的骸骨 就是这眨眼的功夫 那水面上 全是漂浮着一层褐色的白骨 周围的水流 全数被漩涡卷了过去 原本清澈的河水 瞬间变成了黑色的 好 而后 一道石破天惊的龙音声 再次从漩涡深处震了出来 紧跟着 我就亲眼看到 一条黑色的虚影 顺着冲天水柱盘旋而上 那黑影是虚拟的 更是模糊的 不是很清楚 但却是能够明显地看出 是龙的体态轮廓 这黑龙虚影 很快盘旋到了水柱顶端 对着我们的方向 再次发出了一声龙音 吼 这一声 震得我热血沸腾 那是我们华夏人骨子里的血脉 龙的传人 不可能的 一定不可能的 而此时的鬼王 却是有些崩溃了 到 黑龙凶器被斩龙刀斩 残暴无比 一般人根本驾驭不住 怎么会 他怎么还会出现 明明被镇压了 难道 那人竟然能偶 镇压黑龙凶器 他到底是谁 此时的鬼王 一脸的震惊 那原本嚣张的脸上 瞬间写满了 失落和绝望 我一听到鬼王这番话 当即大写了起来 连忙朝黑水河大喊道 蕾爷 是你吗 是你吗 喊了之后 我连忙摇晃 生死未卜的子龙 激动地说道 子龙 是蕾爷 蕾爷来帮我们了 你快醒醒 你快站起来看看 可不管我怎么摇 子龙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心里开始害怕了起来 费力地把他翻过身来 想要试探他的鼻息 就算有黑龙凶器 又如何 我还不是要照杀你们 我就不相信了 这残暴的黑龙凶器 还能够听人指挥 而就在这时 鬼王突然暴怒了 双手猛地一抓 头顶上方的巨大腕子 瞬间暴躁不安 那里面吸收的邪气和阴气 全数倾巢而出 疯狂朝我们席卷而来 这黑压压的气息 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头发和脸上的肉 都被吹得晃动了起来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力量 我的瞳孔也是放大了 如此恐怖的邪恶力量 足够把我们撕得粉碎 好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黑水河再次传来了一声 地动山摇的龙吟声 跟着 一条巨大的黑色虚影 直接朝我们的方向踏空而来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那黑龙虚影 直接缠住了头顶上方 巨大的黑色腕子 龙尾猛地一扭 那腕子当即碎裂消失 跟着 我就看到那维持黑色腕子的 婆罗门邪僧 全树吐血而亡 尸体倒在一起 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而就连我们面前的鬼王 也是遭到了强大的反噬 口吐鲜血 身体一软 直接跪在了我们的面前 那黑龙虚影 震碎了邪术后 尾巴一甩 冲天起 在黑龙虚影冲天起之时 正好一道闪电划过 就是这么一刹那间 我便看到那黑龙虚影的脖子上 正坐着一道魂魄 那魂魄正冲我招手微笑 好像在问我 九哥 你看雷我帅不帅 咻的一下子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 我竟然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停地冲着要离开的黑龙虚影喊道 雷爷 留下来 别走 留下来啊 我越喊越激动 眼泪潸然而下 但黑龙虚影上的魂魄 却是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后挥了挥手 那黑龙虚影 再次发出了一声 石破天惊的龙银声 龙头一栽 直接朝黑水河的方向 窜了过去 就是一两秒钟的功夫 这黑龙虚影 就已经漂浮到了 黑水河的上空 在空中盘旋了几下之后 和那冲天石杖的水柱 一起沉入了黑水河里 黑龙虚影一走 那些原本被鬼王召唤而来的 河底阴魂 也顺着黑龙 全数回到了黑水河水底 刚才漩涡把他们的海骨 给卷了起来 那才是他们的归宿 轰 轰 轰 而跟着 我就再次听到了一阵 轰隆隆的声响 这震耳欲龙的声响 是从黑水河传来的 借着最后一道闪电 我清楚地看到 那已经呈现黑水河的 九曲十八弯 完全跨了 原本被阻断上涨的河水 请客之间 犹如开闸的大坝 凶猛的河水 顿时一泻千里 在那水浪连绵的尽头 只是那黑龙虚影 还有王磊魂魄离去的背影 我终究还是没有留下王磊 他还是走了 等那黑水河的动静 彻底消失后 我才愤怒地转头 看向了我眼前跪着的鬼王 他是修炼邪术的人 反是更加恐怖 恐怕离死不远了 我捡起了地上 叶珠金的铜钱剑 艰难地走到了他面前 用铜钱剑在地面上支撑着 怒吼道 鬼王 你现在明白了吧 华夏气数 不事等草扣能灭绝的 我告诉你 这才是我们华夏的道 正义 善良 大道无家 鬼王抬头看着我 忽然失声大笑了起来 喃喃自道 我们乌教不弱 每一个修炼邪术的人 都比你们华夏 倒是受的苦和折磨 要多上百倍 连这两次 我们都输了 不是因为我们实力不济 而是因为 龙脉天佑 你们华夏 是非功过 都将成为历史 当年你们乌教杀了这么多人 如今你们再次卷土重来 又杀了一个 小渔村的人 该死 我深呼吸了一口 猛地把铜钱剑提了起来 直接砍向了他的脖子 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鬼王突然冷笑了一声 你以为 就凭这样你就能杀死我 错了 你杀不死我 我还会卷土重来 鬼王说话之时 我就看到他的手指 迅速地截着奇怪的手印 嘴里碎碎念动了起来 我看到他的异常 也是冷了一下 但手上的反应 丝毫没有变慢 铜钱剑 狠狠地砍向了他的脖子 可我没想到的是 我的铜钱剑 竟然砍空了 好像他没有脑袋一样 直接从他的脖子 上空落落地砍了过去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鬼王的头颅 竟然自己飞了起来 那头颅一飞出来 还连着他的五脏六腑 迅速地朝黑水河的河边飞 飞头翔 看到这一幕 我当即惊呼了一声 想不到 这鬼王竟然练成了飞头翔 飞头将最高的境界 便是可以不死不灭 只要脑袋不死 他就会再次复活过来 一想到这儿 我就猛地把铜钱剑 扎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我此时的身体 已经到了极限 这么一扎 也是感受不到多少痛楚了 我知道自己 要是一倒下 就很有可能起不来了 我这是吊着最后一口气 心有不甘 这才没有倒下 没杀死鬼王 我绝对不能倒下 我心里只有这样一个信念 那轻微的痛楚 还是让我的身体一哆嗦 最后的潜能 也被逼发了出来 我咬着牙 憋着最后 一口气不散 踢着铜钱剑 东倒西歪地追了上去 我虽然在跑 但其实很慢 差不多是不行的速度 而鬼王的飞头很快 把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在追他的时候 他还不忘 回头看了我一眼 一脸地嘲讽 好像在说 我是个废物 连这样也杀不死他 等我艰难地追到河岸上的时候 鬼王的飞头 就已经到了水边 只要一飞过黑水河 我就再也没办法杀死他了 杀不死他 就不能永绝后患 给他时间恢复 他就会再次卷土重来的 我也是坚持不住了 身体一软 当即跪在了地上 我用铜钱剑 撑在地上 看着鬼王的鬼头 不甘心地咬牙道 为什么 就差一点便能杀死他了 我不甘心 就在我气得快吐血倒下之时 河岸边一道黑影 犹如闪电一样冲了出来 直接抓住了鬼头的头颅 那黑影的速度太快了 我还没有看清楚 他便已经抓住了 鬼王那正要飞过河的头颅 我看到这一幕 原本凉了的心 再次狂热了起来 有人出手了 鬼王就跑不了 就能永远解除乌教 这个后患 激动之余 我的身体 就再也承受不住了 摇晃了几下 只差倒了下去 但我还在强撑着 没看到鬼王死 我绝不倒下 我的眼睛 已经快闭上了 模模糊糊地 看到那黑影 拿出了一张灵符 直接贴在了鬼王飞头 下吊着的五脏六腑 咒语一念 滋拉一声 就全部燃烧了起来 只听到鬼王一阵 震杀猪般的惨叫声 直到惨叫声 越来越小 那黑影 才把他的飞头 扔进了黑水盒里 鬼王死了 我也就甘心了 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 眼睛一黑 终于倒下了 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身上一阵剧痛传来 疼得我刷一下 睁开了眼 我一睁开眼 就看到我眼前 站着刚才那个黑影 他穿着一身 黑色的道袍 脚踏天湿靴 双手附在身后 给人一种 挺拔如松的气质 看我醒过来了 这才转过身来 笑了笑 我用酒转 还魂干帮你叙述了心脉 你死不了 但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身体才能恢复过来 你们为道门做的事情 我都记在了心里 我替道门感谢你 同时 我也为你感到自豪骄傲 这黑袍人 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打量他 他长得很俊朗 哪怕看起来 有四十多岁的样子了 还是给人一种气宇不凡 谦谦君子的风度 特别是他眉头上的剑眉 更是给他那温和的外表 增添了一分威严之气 但我在盯着他看的时候 竟然有些正正出神了 不是因为他的长相俊朗 而是我发现 我和他的轮廓 竟然有几分相似 我自己的长相 我自己最熟悉不过了 绝对错不了 不是神似 而是相似 我挣了一会儿 咬了咬牙 问道 你到底是谁 这中年男子淡然一笑 回答我说 我知道 你会问我这个问题 但我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你 我亏欠你的 恐怕此生无法弥补 但从这一刻起 只要我还活着 绝对不会有人敢伤害你 你记住了 这是我对你许下的承诺 除非是我的能力之外 他的话 完全将我愣住了 我盯着他 看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说 刚才那暗中帮助我们的人 就是你吧 你的那番话 让我和子龙 改变了 对传统道术的原有看法 也是你的提点 才让我和子龙顿悟了 我看得出来 你不是坏人 可你最起码 要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我从他的气度 还有他的穿着来看 一定是出自 道门大家族 或者大教派的人 普通的修道之人 都寒酸 更不会有这样的 王者气度 这人见我问他 又笑了笑 说 很多事情 不知道比之道要好 我这辈子 只欠两个人 一个是你 另一个 是我心爱之人 好好活着 忘掉过去 他一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心里的疑惑 更加重了 咬了咬牙 还是说出了口 我总感觉 我和你长得很像 而且和你在一起 我有一种亲人的归属感 你 你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之前周八字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亲 是邻族的尊主 但我娘告诉我 让我不要打听我 亲生父亲的下落 这样会害了他 这个问题 一直压抑 在我心里很久了 从我爷爷告诉我 我奶奶在捡到我娘时 就有了身孕开始 我就一直想知道 我的亲生父亲是谁 我不想回到麻沟村 救出村民的时候 有人还叫我野种 因为这个词 是我心底深处 最敏感的地方 而我这么一问 这人就笑了笑 同时朝我扔过来了 一个小瓶子 说 把这颗酒传 还混蛋给赵子龙 这样能救他一命 你们两人 还有那能驾驭 黑龙凶器的高人 你们三人 注定不是池中之物 或许只有你们三人 才能结束盗门的劫难 重新统一盗门 让盗门走上正轨 不要打听我的身份 当你知道我身份那一天 也就是我们生里死别的那一天 你没有让我失望 我相信你 这人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身形突然就动了 犹如一阵风一样 快速地在黑暗中消失了 就是眨眼的功夫 他就彻底地消失了 他一走后 天就开始亮了 这次和乌教的人斗法 我们整整斗了一宿 刚才那黑袍人的帮助 皆把舍命相助 还有黑龙凶器的出现 才让我们反败为胜 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 全都已经是死人了 更别说到 看到这温暖的日出了 我坐在岸边 感受着温暖的阳光 回想来到小渔村 发生的所有事情 就感觉好像是一场大梦一样 我已经醒过来了 但身边 却有不少人离开了 心里更是感慨万千 却离不出一个完整的思路来 恐怕这就是我们 要追寻的道吧 路漫漫何其远 我这一生 恐怕都会在问道 求道 正道的路上 没有办不回头路 黑龙凶器带走了陈县 进黑水河的九区十八弯 河水再次平缓了 阳光洒下来 河面上波光淋淋 但黑水河的河水 却是变成了黑色的 成群结队的黑鸭 在半空中来回盘旋 压压地叫着 给这条黑水河带来了无限的荒凉 我知道 这是黑鸭暴丧 那沉入黑水河的上千阴魂 还需要人超度 可我现在已经没有体力了 捡起了铜钱箭 撑在地上站了起来 亮枪地朝村里走 回到村里的时候 整个小渔村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经历了如此惨烈的斗法 早就是一片残垣 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 随处都是折断的树木 而小渔村里 更是摆满了尸体 血液已经干涸了 那残留的血腥味 还是让人很难受 可让我惊讶的是 我回去的时候 竟然没有发现紫龙的身影 我把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唯独没有看到他 紫龙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离开的 一定是出了啥事 一想到这儿 我心里就开始慌了 沉着一股气 大声喊了起来 紫龙 你在哪儿 连着喊了鼠便 还是没有听到紫龙的回应 整个破败的村子里 只有我的回应 我心里越来越着急 不停地去找他 可几乎把整个村子都翻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紫龙的下落 倒是在村子背后 发现了乌教弟子的尸体 起码好几十具 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应该是那黑袍人暗中出的手 这才让叶朱金和孟宁他们 带着村里的孩子活着离开了 九哥哥 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了 一一在背后喊我 我一回头 就看到林一一 他们回来了 他 叶博 叶朱金 还有叶家不少弟子 全都来了 林一一在看到我之后 立马就哭了起来 猛地跑了过来 直接扎进我的怀里 不停地哭喊着 九哥哥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还想要是你走了 我就跟你一起死 我去地府陪你 你一个人 就不会孤独了 林一一一个劲地 在我怀里蹭着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笑道 一一 我是猫命 可是有九条命呢 你放心吧 我不会轻易死的 我这么一说 林一一才笑了起来 抹了抹眼泪 嫩嫩地点了点头 初九 子龙呢 叶朱金走过来 没有看到子龙 连忙朝我问道 他这么一问 我心中当即一惊 反问道 子龙不是你们带走的 你们刚才出现 我以为 是你们把他救下来了 没有 听到我的话 叶朱金脸色当即一冷 咬牙冷冷地挤出了几个字 子龙出世了 子龙出现的变故 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 就是这短短一个时辰的时间里 子龙就被人带走了 刚才叶朱金他们的到来 我以为 是他们救下了子龙 可他们也没有 那就说明 子龙被人带走了 我们的五雷咒被破 他遭到了强大的反噬 可谓是奄奄一息 那黑袍人 给了我九赚还混蛋 就是要让我救下子龙 这也就说明了 不是他带走了子龙 巫教的人全军覆没 一个活口都没有 很显然不是他们 唯一还活着离开的人 那就是龙阳 一想到这儿 我才立马说了出来 是不是龙阳带走了子龙 他临阵脱逃 贪生怕死的事情 已经包不住了 你们特殊部门 肯定会惩罚他 他也知道我不会放过他 是不是他带走了子龙 想要日后威胁我们 我这么一说 叶朱金就咬了咬牙 一脸的冰冷 但他在压制着心里的愤怒 片刻后 才冷冷地说道 如果是龙阳带走了子龙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叶朱金说完就要走 我立马喊住了他 问 叶朱金 你要干嘛 叶朱金没有回头 背对着我们说道 我要去找子龙 哪怕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这世上除了我 没有人敢伤害赵子龙 话音一落 就直接走出了小渔村 他的性格我是知道的 高冷霸气 劝他没有用 他心中认定的事情 可能只有子龙 才能改变他 他是个厉害要强的女人 但唯独遇到了子龙 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傻瓜都看得出来 他心里已经有了子龙 嘻嘻 林依依嘻嘻地笑了笑 看着叶朱金离开的身影 感动地说道 晶晶姐姐好霸气 希望他能找到龙哥哥 让他们好好在一起 我没有说话 心里已经打定了注意 等我养好了 就去找子龙 如果真的是龙养 那我绝对要是孙子的命 初九 你现在受了重伤 先好好养伤 养好了之后 我们回叶家 这时叶博才安排到 嗯 我点了点头 叶博 孟大哥和村里 那些孩子呢 初九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叶博笑了笑 说 孟赢也是受了重伤 我让叶家的人 也先把他们带回去养伤了 至于那些留下来的孩子 你放心 叶家会给他们最好的安排 以后他们的成长 还有读书生活 叶家全部承担 叶博说到这儿 忽然老奸巨滑地笑了起来 说 初九 这一切都是大小姐的意思 他们帮了你 大小姐说 就是帮了叶家 叶博话里的意思 我怎么会不知道 他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些想叶唐了 她是我下了苗王关 遇到的第一个女生 温柔体贴 对我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不知道啥是感情 也分不清楚 对她的感情 只知道 她对我很重要 一想我脸就红了 赶紧问叶博 打破了这种尴尬 叶博 叶唐怎么样了 叶博看到我脸红就笑了起来 但一听到我问他 脸立马撑了下来 说 家主被人杀死了 大小姐本来想亲自来接你的 但因为这个原因 才没有能来 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听到这个噩耗 我心中也是一惊 叶唐的父亲 虽然被周八字给害了 但我们在古苗寨 找到了棺材君 让他活了下来 可他现在 竟然被人杀了 周八字想对付叶家来 挑起和邻族之间的战争 可周八字被我给杀了 他的阴谋诡计就没用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叶家应该没有敌人了 难道是 邻族 一猜想到这点 我就问叶博 叶博到底是咋回事 我也不清楚 叶博摇了摇头 说 大小姐只是电话说给我说了 但没有告诉我其中的过程 只是让我先养好了你的伤 就带你回去 这样啊 我心里有些担心叶唐了 叶长风死了 他爹也死了 现在的叶家 就是靠他了 他一个女人 要撑起这么大的叶家 肯定很艰难 朱九 你好好歇息吧 我让叶家弟子 把村里的人都好生下葬了 然后超度这小渔村 还有黑水河的阴魂 大小姐那边 你也不要担心 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 叶博拍着我的肩膀刀 嗯 我摁了一下 提醒他说 叶博 一会儿把结巴的尸体带回去 好生安葬 至于乌教的尸体 人死不留罪过 到了阴曹地府 阎王爷要如何惩罚他们 那是阎王爷的事情 我的意思 还是把他们的尸体 全都葬在一起吧 嗯 你放心 叶博点了点头 就开始招呼叶家的弟子做事了 林一一扶着我 找了一间没有损坏的房屋 可在他搀扶着我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闷闷不乐的 之前还开开心心的 转眼间就不高兴了 我震了一下 问他 一一 你咋的了 是不是不高兴啊 没有啊 林一一摇了摇头 冲我露出了一个很勉强的笑容 这小妮子不会说谎 连我都看出来了 我停下了脚步 看着他说 一一 你不会说谎呢 告诉我 到底咋了 我这么一问 一一就显得有些局促了 更是埋着头不看我 过了好几秒钟 这才抬头看我 九哥哥 你是不是很喜欢叶唐姐姐啊 啊 啥 我没想到 他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倒是把我给问住了 我震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嘿嘿 林一一见我犹豫了 立马黑黑地笑了起来 说 九哥哥 叶唐姐姐是个好人 你要好好对她 我们苗江儿女 一生一世痴情不疑 九哥哥要是伤害叶唐姐姐 一一就不喜欢你了 林一一在说笑 但她的眼睛却是湿润的 我没有回答她 心里有一股情愫 总觉得怪怪的 好像失落 又好像心疼 讲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走吧 九哥哥 我去给你弄好吃的 林一一看我正住了 这才把我搀扶进了屋子 一连三天 我都躺在床上 林一一每天变了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加上叶博带来的药 我身上的伤恢复得很快 但身上却全是伤疤 几乎没有一处是完整的 我自己看着 也觉得瘆人 但体内的气息 还没有稳定下来 受了重伤和反噬 需要调戏一段时间 才能稳定下来 叶博他们也没有闲着 埋葬了村民和乌教弟子的尸体后 就先把他们给超渡了 黑水河的河水还是黑的 成群结队的黑鸭 每天在河面上盘旋哀叫 叶博率领叶家的弟子 在黑水河放了一河的河灯 岸边插满了招魂帆 整整超渡了三天三夜 才活生生把河里的阴魂 全部给超渡了 阴魂超渡了 那些海骨全部冲到了岸边 叶博让人把那些海骨 全部埋葬了之后 黑水河的河水 才彻底变清澈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渔村 已经彻底荒废了 我心里担心着子龙 但叶朱金 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子龙 同时 我也担心王磊 最后见他 是他骑着黑龙凶器离开的 但已经不是活人了 而是他的魂魄 然而我心里不相信 磊爷神通广大 连黑龙凶器都能驾驭 我不相信 他就这么死了 如今 叶朱金把镇魂齿和玄珍大印 交还给了我 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等回去之后 调整了体内的气息 我就带着这两样法器 亲自闯一趟阴曹地府 不管有多么危险 不管会不会遭到天谴报应 我也要打探清楚 磊爷到底是去了阴曹地府 还是他还活着 等超度了小渔村的冤魂后 我们才启程回叶家 回到边境朔龙镇的时候 西装男他们 就在那后着了 龙阳的事情 他们已经知道了的大概 说会找到龙阳 严惩不带 我倒是不关心他的生死 只是关心他把子龙 带到哪儿了去了 如果真是他带走的 那子龙就是安全的 毕竟子龙是他手上 活下去的筹码 而且 我相信 他还会主动回来找我们 临走时 西装男子喊住了我 说 李初九 谢谢你为我们 做的这一切 有什么事情找我们 只要不超出原则范围 我们都可以给你摆平 还有一件事 可否借一步说话 西装男说到这儿 就自己笑了起来 好像话里有话 而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呃 我挣了一下 还是往前走了几步 走到偏僻的地方时 才说 说吧 到底啥事 不要再让我们帮忙了 我真的不想再 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出事了 放心 不会的 西装男子爽朗一笑 压低了声音 小声说 李初九 你的事情 我们领导已经知道了 他很欣赏你 想让你加入我们特殊部门 取代龙阳的位置 而且 不用了 谢谢你们的好意 他还要往下说 我立马打断了他 道 我毕竟是个乡野小道士 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好 李初九 别着急 听我把话说完 你再考虑 西装男依旧是笑嘻嘻的 脸上的表情 更是神秘嘻嘻的 顿了一下才说 其实我们调查了 你朋友蕾爷的身份 但我们部门 竟然查不到任何 关于他的线索 他就好像不是 这个世界的人 没有任何的记录 也没有任何 他生存过的地方 你要知道 我们部门的情报能力 绝对是顶尖的 还没有查不到的人 除非 西装男说到这儿 就停下了 很明显是在 对于加入特殊部门的事情 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他一说到王磊 我就立马来了兴致 我心里明白 这个时候不能表现出 任何的想法和激动 不然会被他抓的说辞 继续游说我的 我很淡定地对视着他的眼神 他也在看着我 一脸的笑意 几秒过后 西装男就摇头笑了起来 说 好吧 算你厉害 磊爷的身份的确很神秘 但我们应该猜得十有八九了 李初九 你如果愿意 加入我们部门 我就告诉你 其实我们特殊部门 不管到门中的事情 很自由 我们保护的是 华夏的根基 西装男还没有放弃游说 我笑了笑 摆了摆手 说 你小子还是算了吧 我还是自己去调查 磊爷的身份吧 唉 西装男看我注意已定 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 成吧 李初九 特殊部门的大门 随时为你敞开 我没有说话 笑了笑 就和他告别了 我们上了叶家的车 就开始回叶家了 一直到了晚上 我们才总算赶到了叶家别墅 一下车 我就看到叶堂 站在别墅门口等我们 穿着一身黑色的素衣 没有任何的粉袋装容 一段时间不见 他看起来比之前 还要消受憔悴 看到他这番样子 我心里就莫名的一阵心疼 很想留在他身边保护他 初九 你回来了 叶堂玩耳一笑 温柔地问道 嗯 我摁了一声 想说话不知如何开口 总觉得在他面前 好像有一层隔阂 不知是地位身份的悬殊 还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快进屋吧 叶堂招呼我们进了别墅 进去之后 我就看到了孟莹 孟莹看到我 立马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道 初九 好样的 杀了乌教那帮孙子 你的名声 会彻底再到门传开 只有孟莹知道 当时斗法的惨烈 差一点 我们就全部死在了小渔村 这种云淡风轻的笑 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后的从容 其中的辛酸和惨烈 我们再也不想经历了 我看着他 嗯 孟大哥 你的内伤咋样了 杠杠的 一点是没有 多亏了叶堂妹子的好药 和细心照顾 把以前的老病都治好了 孟莹拍着自己结实的胸膛 说 我就在等你回来 然后我就回去找雪梅了 我出来这么久了 我怕他担心我 嗯 好 我点点头 道 今晚不醉不归 叶堂一直没有提叶家发生的事情 看到我们回来后 也是很开心 让下人安排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给我们接风洗尘 这次能活着回来 每个人都喝了点酒 零一是苗寨儿女 酒量自然不用说的 叶博喝醉了他还能喝 酒过三旬 桌子上就剩下我 孟莹 叶堂和依依 依依也不知道咋回事 喝得特别多 喝晕了 脸颊红扑扑的 显得更加清纯可爱 酒哥哥 叶堂姐姐 你们要好好的 酒哥哥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你要好好珍惜他 依依真的喝醉了 站起来就朝我和叶堂敬酒 他这么一说 倒是把我弄尴尬了 不知如何开口 叶堂就笑了起来 说 依依 你是出酒的妹妹 也是我的妹妹 谢谢你 不要说谢谢 酒哥哥说了 说了谢谢就会有距离 林依依说到这儿 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了 他在强忍着 看着我脸上一直在笑 说 酒哥哥 我喝了 一说完一口就闷了 还要说话 突然一软就倒了下去 我赶紧扶住了他 说 他喝醉了 我送他回房去休息 出酒 你陪孟大哥喝吧 我来照顾他 叶堂让我和孟莹继续喝 扶着依依就去房间了 他们一走 孟莹就拿出了一个酒杯 酒倒了七分满 说 出酒 这一杯咱敬磊爷 我咬了咬牙 道 咱敬磊爷 碰了一下杯 我和孟莹同时一饮而尽 跟着又把王磊那杯酒 倒在了地上 连干了三杯 孟莹说 我相信子龙不会出事的 这杯酒咱不敬他 等他回来当面喝 嗯 我点点头 心里有很多话 很压抑 但却是无从说出口 我从小跟着师父学习 赶誓这门手一活 师父死了 我就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里 到了小一村 才认识了雪梅 没有朋友 我就在小一村 只要你们仨有啥事了 我会第一个感到 孟莹也喝高了 把心里的压抑都吐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喝了多少 最后咱俩都喝糖下了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 叶堂就坐在我的床边 看到我醒了 笑着问我 初九 你醒了 嗯 我笑着点了点头 问 依依咋样了 他没事了 还在睡觉 叶堂笑了笑 说 对了 孟大哥已经走了 他说 不想和你说再见 怕说了下次 就再也见不到了 还让你找到子龙后 去小一村看他 嗯 我嗡了一声 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想到了之前叶博说的事情 就问叶堂 叶堂 你父亲是怎么去世的 我一问这个话题 叶堂脸上就显得有些难受 抿着嘴唇说 我也不知道 我父亲为啥突然就走了 之前都还好好的 查不到死因 身上也没有伤口 我不相信 他是自然死亡的 一定是叶家有人动了手脚 我一直在暗中调查 可现在还没有查到线索 叶堂一说到这儿 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人 叶少青 叶少青当时被人就走了 然后就一直没有路过面 他恨叶家的人 希望把叶家的人赶尽杀绝 之前我听叶博说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邻族 忽略了叶少青 一想到这儿 我才说 叶堂会不会是叶少青啊 如果真的是他 那你也很危险 他说过 他要杀光叶家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 叶堂摇了摇头 好像想到了啥 突然看着我 说 不过 最近省城出现了一个家族 很神秘 是一夜之间崛起的 一直在抢我们叶家的生意 还想抢夺我们的鬼市 鬼市的秘密 只有我们叶家人知道 你这样一说 倒极有可能 就是叶少青 一夜之间崛起的盗门家族 叶堂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很震惊 据我所知 要成立一个盗门家族 不但要有高人坐镇 还要有强大的财力支撑 盗门家族的花费 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平日里弟子修炼的法器 都很昂贵 一般的人 根本不行 我挣了一下 才问 叶堂 这家族到底是咋回事 叶堂N了一声 开始给我解释了起来 说 这个家族是突然冒出来的 还不是普通的小家族 西南地区的盗门 以我们叶家为首 可他们出现后 就开始吞噬 我们叶家的地盘 拉拢了好多 原本附属于我们的小家族 更是明目张胆地 抢我们的生意 那些大土豪 还有高官的 也被他们拉走了不少 就连鬼市 他们也开始在里面做生意了 而且 他们出现后 我父亲就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 叶堂说我就再仔细听 听他说完后 我才分析了起来 如此说来的话 这个家族 应该是冲着你们叶家来的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 我担心会是叶绍青 之前 他和周八字合作 想借周八字来灭你们叶家 周八字被我杀死 计划就失败了 以他的性格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了 别墅后面 关着的那个女人呢 她还在小黑屋里 咋的啦 她还在就好 我点了点头 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 她是叶绍青的亲生母亲 也是灵族的人 叶绍青我对她也算有些了解 性格很偏激 一直活在自己的仇恨里 但我和她没有深仇大恨 我想要是可以的话 到时候我亲自去见她一面 把她母亲还给她 希望能够化解 她对你们叶家的仇恨 嗯 我听你的 叶堂恩了一声 继而眼神温柔地看向了我 说 初九 现在叶家就剩下我了 我不能让叶家在我手里消失 绝对不能 这是叶家的根基 叶堂说 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异常地坚定 语气也很冰冷 我竟然正住了 感觉此时的她好陌生 好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叶堂 见我在诧异地看着她 叶堂连忙玩耳一笑 看着我说 初九 我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帮我 好吗 坦白说 我不喜欢盗门家族 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但对于叶堂 我没有办法拒绝 值得点了点头 说 叶堂 你放心吧 我会陪在你身边的 嗯 叶堂恩了一声 深情一笑 投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能感受到 她此时的柔弱和无助 我想要搂住她的 可手举起来 最终还是僵在了空中 而后握成了拳头 收了回来 我体内的气息 还没有彻底恢复 很乱 叶堂就用叶家的丹药 给我调息 一整天的时间 我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邻族尊主和麻沟村的十年之约 已经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必须要尽快强大起来 这样才有机会救麻沟村的村民 之前 在实名圣寒的梦境里 我知道我爷爷还活着 他用自己来做了阵法眼 但他的寿缘 应该不止十年 所以 我必须要带他出来 然后才去邻族 把我娘的魂魄救出来 现在子龙 也没有任何的线索 还有王磊的事情 我越想心里 就越着急 总觉得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但要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吃了晚饭过后 我便入座打定了半个时辰 做完之后 早早地就歇息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突然听到有人 在迷迷糊糊地喊我名字 九哥 九哥 一听到这喊我的声音 我当即惊了一下 因为这声音 不是别人的 正是王磊的 是他在喊我 而且 喊我的语气 显得很可怜气惨 我心里挂念着他 猛地睁开了眼睛 而眼睛一睁开 我就发现自己 在一片血红色的世界里 周围能看到的一切 全都是血红色的 地面是血红色的 连天空也是血红色的 无边无际 周围全是枯树 看不到一张绿叶 地上也全是沙子 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生机 反而让人感觉无比荒凉 这种感觉 就跟我第一次 进入阴曹地府时的 感觉一模一样 可这儿不是阴曹地府 那我现在在哪儿 九哥 九哥 在我疑惑迷惘之时 王磊又在一遍一遍地 喊我名字了 声音越听越凄惨 好像正在被痛苦地折磨着 那喊我名字的声音 最后慢慢变成了绝望 磊爷 是你吗 你在哪儿 我心里甚得慌 就朝着 是周围大声地喊了起来 我一喊 我的声音就朝四面八方 蔓延开来 可这血红色的偌大世界里 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声音传出去 没多远就消失了 九哥 九哥 我的声音刚一消失 王磊的喊声又出现了 像机器人一样地重复着 我越听 心里就越害怕 磊爷 你说话啊 你他娘的 到底在哪儿 你快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要是你还活着 不管你在哪儿 我都会来救你 我已经慌了 开始抱粗口了 我能辨别出来 王磊的声音 就在我正前方传过来的 我不停地朝前方跑 可前方就好像没有尽头 不管我跑多远 始终还是在这 茫茫血红色的世界里 根本没有准确的方向 也看不到任何的尽头 呼 而就在这时 我背后突然想起了 刮大风的声音 还没回过头 我就感觉 那风快把我吹起来了 等我一回头 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只见我背后不远处的地方 竟然卷起了一股 血红色的沙尘暴 正朝我猛烈地卷了过来 啊 一看到这朝我 卷过来的沙尘暴 我当即叫了一声 跟着就醒了过来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额头上 身上全都是汗水 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这是梦 不是真实的 我大口地喘着粗气 心里也同时放松了下来 这是梦 那就不是真实的 这应该不是王磊给我托梦 可能是我太想他了 此时已经天亮了 我也没有了睡意 就一口气跑上了 别墅背后的后山 站在山顶上 可以俯瞰这个岸边的别墅 山风呼啸而过 我对着远处大喊了起来 子龙 你到底在哪 雷爷 你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你们要是都走了 以后问到的路上 就没有人陪我了 这几天是我最放松的几天 不用担心左鹰 也不用担心周八子 可心里却反而静不下来 一担心他们 心里就很着急 我现在还不能去阴曹地府 气息 没有稳定下来之前 我不能贸然去闯 闯阴曹地府 要是道行不够 几乎是有去无回 而且 修道之人都知道 闯阴曹地府 是会有天谴报应的 报应就算不落在 直接的身上 也会落在我身边的人身上 但为了王磊 我必须去 又调戏了一天之后 体内的气息 开始慢慢恢复了 要不了几天 我就可以去了 这两天 零一一都没有来找我 不知道但啥去了 入夜后 我还是早早地就睡了 可刚睡着没多久 王磊又开始在喊我的名字了 九哥 九哥 一听到他的喊声 我再次睁开了眼睛 眼睛一睁开 我发现自己 又来到了那个血红色的世界里 已经接着两天晚上 浮现这样的情况了 那就说明 真的是王磊给我托梦了 不是因为我想他的原因 雷烟 你到底在哪 你告诉我 我来找你 我朝着周围再次大喊了起来 可这次我喊他 王磊竟然回应我了 九哥 我毫了 我好 我真的毫了 你快来带我走 王磊一回应我 我心中猛然一惊 顺着那声音传来的地方 看了过去 这一看 瞬间煽然泪下 在我顺着王磊声音 看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 前方大概四五百米远的地面上 那血红色的沙子 突然往下一沉 沉下去的地方 立马出现了一片血池 那血池是按照太极八卦来修建的 中间一条弯曲的阴阳线 把血池给分开了 而阴阳线的两边 则分别有两个圆形的石吨 正是太极八卦里的那对阴阳鱼 血池边上 还矗立着九个张牙舞爪的怪兽雕像 有龙 有乌龟 还有狮子老虎 各个面目猙獰 呲牙咧嘴 看起来很是穷凶极恶 第一眼我没反应出来 随后我就想起来了 这正是龙生九子的雕像 分别是 球牛 牙字 巢峰 普劳 酸泥 避泻 避暗 腹泻 吃吻 这九子的眼睛 全都看向了血池最中间的地方 怒目圆瞪 和他们对视一眼 心里就忍不住发颤 但这些东西 都不是让我煽然泪下的原因 真正让我煽然泪下的 是那血池中间 被铁链子捆着的人 正是王磊 他就跪在左边的阴阳鱼石墩上 身上结结实实地绑着铁链子 铁链子的另一头 正好连接着龙生九子的雕像嘴巴 而右边阴阳鱼的石墩上 正盘踞着黑水河的那条黑龙 这黑龙 只是黑龙凶器凝聚而成的 是虚拟的 并不是实体的真龙 但那九子里吐出来的铁链子 竟然把它活脱脱地捆绑了起来 我能感觉到 黑龙身上的凶器 正在逐渐减弱 但打死 我也没有想到 王磊和黑龙 竟然被带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是喜极而泣 同时心里又很难受 因为王磊跪在地上 浑身湿漉漉的 身上掉下来的不是水滴 而是血池里的血水 他的身体时不时地哆嗦着 好像很冷 很狼狈 看起来很可怜 磊爷 是你吗 我看得很难受 差一点就哭了出来 而在我咬着牙喊他名字的时候 王磊猛地抬起了头 先是一愣 而后就四处看了起来 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一样 磊爷 我在这儿 我察觉到了他的异常 连忙朝他挥了挥手 可王磊好像根本就看不到我 不停地在搜寻我的位置 那憔悴的脸上 一脸的迷茫 九哥 我好 我好冷 磊爷 别怕 我马上就来救你 我咬了咬牙 迅速地朝他的方向跑了过去 可谁知 在我跑过去的时候 那原本沉陷下去的沙地 居然开始慢慢填充了起来 特别是那太极八卦血池里 竟然长出了一朵朵 星红妖艳的血脸 如同是血池水面 燃烧起来的火焰一样 瞬间把周围给吞噬了 就是眨眼的功夫 王磊和那血池 就这样消失在了我眼前 九哥 我好冷 我最后听到的这句话 就是王磊喊的这句 等我彻底跑过去的时候 地上就剩下一片血红色的沙子了 我看到王磊消失了 心里害怕到了极点 不停地挖着沙子 嘴里大喊着 磊爷 你别怕 我马上下来救你 呼 而几乎是同时 在我跪在地上不停地挖沙子时 我背后那呼呼的刮大风声音又出现了 我一回头 那漫天的沙尘暴 当即铺天盖地地朝我卷来 瞬间把我给吞没了 死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睁开眼 看到我还是在我的房间里 又是梦 两个同样的梦境 我喘着粗气 汗如雨下 我不停地深呼吸着 等呼吸稳定了之后 就开始回想梦境里遇到的场景 王磊是给我托梦 刚才我梦里见到的那个东西 很真实 不光是王磊 还有那条和他一起离开的黑龙凶器 他们都被关在了血池里 那血池我从来没有见过 但血池边上的龙生九子雕像 还有血池里的血连 都绝对不是普通的地方 那黑龙凶器的残暴 我是亲眼见过 轻轻一击就打散了乌教鬼王 和婆罗门邪僧的邪术 一般的阵法 根本压不住黑龙凶器 而且王磊神通广大 也是被囚禁地跪在了石墩上 可想而知 刚才出现的那个血池 有多恐怖 但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我所翻阅的道门记载里 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的记载 对了 找叶博 叶博知道的事情比较多 说不定他能知道些情况 一想到这儿 我也顾不上此时是深夜了 直接出了房门去找叶博 咚咚 我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叶博房间里的灯就亮了 在叶家 他也不担心会被谁偷袭 也没问是谁 就把房门给我开了 看到是我 心事证了一下 随即问我 出酒 怎么了 叶博 我找你有点事情 对我很重要的事情 快进来 叶博也没有疑惑 连忙请我进去 我进去坐下后 叶博就给我倒了一杯冷茶 问我 出酒 到底怎么了 我喝了一口冷茶 然后把梦境里遇到的事情 全部讲给了他听 我讲得很仔细 特别是龙生九子镇压的血池 更是说得一字不漏 在我给叶博讲那血池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眉头 已经深深地皱了起来 好像知道我口里说的地方 果然 我一说完之后 叶博就看着我问 出酒 王磊当真被囚禁在那血池里 嗯 我点点头肯定地说道 千真万确绝对不会错的 他已经给我托梦两次了 是想让我去救他 要是王磊真的被囚禁在里面 那就坏事了 叶博一惊 贪手道 要是我猜得没错 王磊被囚禁的地方 应该是九幽地狱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也没有出言打断他 叶博叹息了一声 开始慢慢给我说了起来 有句老话是这样讲的 上城清明下入九幽 清明乃是上城之所 叫九中天 也叫神剑 而下入九幽 便讲的是九中地 九重是副词 正是说的十八层地狱 但九幽却还在十八层地狱之下 也是地底最深处 又叫做明界 那里比十八层地狱还要可怕 关的全是无法超度 无法投胎的恶鬼 就算是阎罗王 也不敢亲自去九幽地狱 唯有十八层地狱的地藏王菩萨 方才能游离在九幽地狱边沿 叶博说到这儿的时候 顿了一下 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从道门衍生开始 就有恶鬼诞生 这些恶鬼十恶不赦 连阎王爷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地狱关不住恶鬼 如来佛祖出手相助 设下了十八层地狱 专观恶鬼 后来恶鬼太多 无法度化 之后地藏王菩萨 向佛主请命 去超度十八层地狱的恶鬼 地藏王菩萨 秉着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佛法精神 永生永世 留在了十八层地狱超度恶鬼 并立下了誓言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一直以来 地狱是佛道两教 共同管理的 而佛主把十八层地狱 设在了九幽地狱之上 就是想用堵住 九幽地狱的入口 以恶振恶 九幽地狱 比十八层地狱 还要恐怖百倍 那些恶鬼是无法超度的 一旦放出来 后果便不堪设想 最初管理九幽地狱的人 正是我们道教的祖师爷 太乙真人 后来九幽地狱的恶鬼 力气越来越重 他也没有办法 只得封印了九幽地狱的入口 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 一个阴曹地狱 都已经够让我恐惧的了 更别说那九幽地狱了 但我的理智还是清醒的 觉得叶博的话有矛盾 就提了出来 叶博 你说太乙真人 已经封印了九幽地狱的入口 可为啥 子龙和黑龙凶器 会被带到那个地方去 叶博摇了摇头 无奈地叹息道 我也不清楚 这件事情 恐怕只有地狱的十殿炎罗 才清楚了 至于你说的 那长出雪莲的血池 又有龙生九子镇压 想必是因为黑龙凶器的缘故 王磊才会被带到了那个地方 王磊的修为 连阴曹地狱都没办法拿他 但他却是被带到了九幽地狱 这其中的缘由 恐怕只有王磊他自己才知道答案 嗯 我点点头 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当即下了决定 叶博 你帮我一个忙 帮我守住我的肉身 我要连夜闯阴曹地狱 啥 初九 你要强闯阴曹地狱 叶博听到的话 惊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连忙劝道 初九 不是乱闯的 稍有不慎 你就会永远地留在阴曹地府 就算你勉强回来了 没有十殿阎罗的同意 你也会遭受天谴报应的 我明白叶博心里的担心 但我心意已决 道 一直以来 不管我们去哪个地方 都是九死一生 好几次双脚都已经跨进了鬼门关 每次都是磊爷出手相救 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他救了我们这么多次 该我去救他回来了 他是我兄弟 我不能看到他受苦 不行 初九 千万不行 叶博拉着我 劝道 初九 越是这个时候 你就越要理智 王磊到底是生是死 我们也不清楚 如果他真的已经死了 哪怕你把他带回来 他还不是不能离开阴曹地府 也不 有些事情 必须有人去做 我坚定地说道 哪怕磊爷已经死了 变成了阴魂 我也要把他从九州地狱带出来 他托梦给我 说他又冷又饿 我认识的磊爷 绝不舒人半点气势 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楚 而且 我心里的疑惑 一直没有解开 我这次强闯地府 就是要弄清楚 磊爷到底是生还是死 初九啊 你真的不能去 叶伯已经没有办法了 虎口婆心地说 你是玄真教最后的希望 现在玄真大印和镇魂齿 都在你手上 边境斗法这一战 你的名声已经传开了 要是你拿着这两样东西出去 玄真教散落各地的弟子 肯定都会全部回来 到时候 我们玄真教 就可以再次回到巅峰时期了 到时候的华夏道家 并不是龙虎宗说了算 也不是俘虏派和炼丹派说了算 而是我们玄真教说了算 够了 叶伯 我已经没有耐心 和他继续纠缠这个话题了 只是看着他 啊 叶伯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 你没有斗志 遇到危险 也只是会选择避让 但我不知道为啥 你一直要让我来完成 玄真教的使命 好像为了玄真教 你就不是那个 没有斗志 怕是的叶伯了 嗯 我这番话说中了 叶伯愣住了 看着我眼神的情绪 很复杂 但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叹息了一声 也不再说话了 我趁着这个机会 跑回去 把玄真大印还有振魂齿 拿了过来 叶伯 刚才那番话 我是说中了点 但我必须去阴曹地府 我知道你为了我好 但你不要再劝我了 你只要帮我守住肉身便行 好 千万小心 不行 就赶紧回来 叶伯也没有生气 提醒道 嗯 我N了一声 跟着就双膝盘坐在地上 我体内的气息 还没有彻底恢复 但为了王磊 我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去阴曹地府 有两种方法 一是被阴兵鬼差带入地府 但带下去的都是死了的人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道门中的开阴门 只要道术修为够了 就可以强行打开阴门 进入阴曹地府 以我现在的道行 足够可以打开地府阴门了 我把镇魂齿 还有玄真大印装在了乾坤袋里 用红绳牢牢地挂在了腰间 叶伯给我拿了三炷香 点燃之后就递给了我 我双手握着三炷香 眼睛一闭 随即开始念起了咒语 天地阴阳 日月乾坤 六甲六钉在左 八大金刚在右 护我魂魄 左右开道 魂魄近神 无缝三清祖师爷 急急如律令 助我强开阴门 让我行走阴阳 开 咒语一晚 我眼前的空间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漩涡 阴门已经开了 这阴门是连接阳间 和阴间的通道口 跟着 我的身体 就好像是没有了重量一样 轻飘飘的就飘了起来 初九 一定要小心点 你现在魂魄离体 三炷香烧完之前 你一定要赶回来 不然的话 你就不能自己回来了 见我的魂魄 已经离体了 夜魄连忙叮嘱道 嗯 我点点头 步子往前一跨 感受不到任何的重力 呼得一阵吸扯力 直接把我吸入了 黑色的漩涡中 一被吸入漩涡 我的身体 就迅速地旋转了起来 就算是魂魄的状态 我还是被转得 七晕八速 这个难受的过程 持续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的眼前 才出现了一片灰蒙蒙的光亮 等我双脚一落地 我就出现在了 鬼门关的面前 周围的一切 都是灰蒙蒙的 没有任何的生机 而我一出现 守着鬼门关的鬼差 立马发现了我 他们手里 牵着的地狱恶狗 更是一个劲儿的 冲我狂叫着 那一双双血红色的眼睛 看起来异常的凶猛 好像要把我生吃了一样 大胆烦人 敢擅闯阴曹地府 你怕是活够了 自己来找死 那为首的鬼差 指着我吼道 有了之前 贿赂鬼差的经验 我赶紧把叶博 准备好的纸钱 拿了出来 礼貌地笑道 各位差爷 我来地府 实属无奈 还麻烦您通融一下 让我见见十点阎罗 见了阎王爷 小人马上就离开 混账 敢贿赂本鬼差 简直是找死 谁知 这为首的鬼差 根本不受我的贿赂 愤怒地震了一声 我手上的纸钱 当即变成了粉末 我乃鬼门关守门人 不吃你这一套 想见阎王爷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用他三魂气魄 来为恶狗领个恶狗 心里也明白 说好话是没用的 见他们要动手 拘我的魂 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当即把乾坤带的 正魂尺 和玄珍大印拿了出来 重重地呵斥道 你们敢 我乃玄珍教掌教 是盗门中人 别以为你们 阴曹地府独大 盗门不怕你们 在我拿出这两样 掌教信物的时候 围住我的鬼差和恶狗 全都忌惮地 往后退了数步 而那为首的鬼差 在看到我拿出了法器后 语气骤然好了很多 啊 你既然是玄珍教的掌门 更应该知道 盗门和阴曹地府的关系 井水不犯河水 你如果无力强闯阴曹地府 别说是你 哪怕是你们 道家大师级别的人物来了 也要留在这阴曹地府 哼 我当即冷哼了一声 啊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了 我把化料在这儿 谁敢挡我 我就让谁魂飞破散 我心里也发虚 毕竟是第一次闯阴曹地府 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只得硬着头皮 往鬼门关里走 他们还是不敢靠近 一直等我进入鬼门关之后 那为首的鬼叉 立马拿出了一个号角 吹了起来 他要叫人了 意识到这一点 我连忙就朝十点阎罗的方向跑 可还没有跑出黄泉路的范围 我就被黑白无常给拦住了 他们身后带着一对阴兵 看到我之后 立马把我给围了起来 但都不敢上前 忌惮我手里的东西 之前王磊来阴曹地府救我 就扫了黑白无常的面子 如今看到我来了 那黑无常就冷冷地笑了起来 又是你 真是不怕死 这次 我看到王磊 还敢不敢来救你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敢斩杀阴兵 我毕竟 没有王磊的神通广大 到时候地府找我麻烦 我连逃都没地方逃 这黑无常一下令 那些阴兵就拿出了拘魂链 在空中呜呜地甩着 想要拘魂 我没有逃 看着他们怒吼了一声 今日我要渐言妄言 谁要是敢阻拦我 就别怪我不认人 你小小道士 敢说出这番话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擅闯地府的后果 黑无常也是怒了 想要亲自拘我的魂 可他还没动手 判官就出现在了他身后 冷悠悠地说道 李初九 你阳兽未到 又是到门中人 我这次放你一马 但天谴报应 你少不了 这就是强闯地府的代价 马上滚 否则我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我没想到 还没到阎罗殿 就惊动了判官这样的阴间大人物 但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 没有回头路 我看着愤怒威严的判官 没有半点的躲避和退让 历声道 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断然不会离开阴曹地府 哪怕今日大闹阴曹地府 也要得到一个说法 我此番强闯阴曹地府 就已经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 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还没到阎王殿 见着阎王爷 判官就来了 听到我这番话后 判官勃然大怒 那犹如同龄一样大的眼睛 圆鼓鼓地瞪着我 手中判官笔一指 怒道 李初九 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在阴曹地府如此撒眼 你当真以为 本判官拿你没办法 本判官要你死 你绝对活不过三更 呵呵 我冷冷一笑 回击道 判官 我无意在阴曹地府撒眼 但你不要忘记了 阴曹地府也是道教所力 共同管辖 我乃玄真掌教 你要硬来 我也不是怕事的人 话音一落 我便猛地把阵魂齿 插进了黄泉路上的地里 阵魂齿一插进去 当即散发出了一道淡淡的光芒 光芒蔓延开来 周围围着的我因兵齐刷刷 往后退了好几步 没人赶上前 特别是那黄泉路两边的彼岸花 被镇魂齿的法力所威慑之后 当即枯萎了一大片 我另一只手 手持玄真大印 喝道 这是我掌教信物 就算今天祖师爷来了 怕也会护着我 你 简直找死 黑无常看着我 气得吹胡子瞪眼 那长长的舌头一身一吐的 只差咬住了舌头 判官看我铁了心 要留在阴曹地府了 挥了挥手 到底所为何事 如果无理取闹 本判官当即在生死步上 画掉你的名字 说 鬼是人变的 不管是阎王爷 还是判官 他们都保持着人的狡诈本性 我横着来 他们自然也不好说 而且 要是我在地府 真的闹出点啥事来 他们也不好给阎王爷交代 这才会如此问我 做人不能得寸进尺 判官给了我台阶下 我自然得顺着台阶下 但没有服软 硬气地说道 我此番来 只是想问一个人的生死 他也是到门中人 我们一起斩鞋杀鬼 除魔味道 没有做半点伤天害理之事 他为了救人 自愿牺牲 但他夜夜给我托梦 夜夜不安生 你说 我该不该为了他而来 查探他的生死 判官绝对是个聪明人 他就好比是古时候县衙里的师爷 文人胆子自然要懦弱一些 遇到横得不怕事的 他也知道从中周旋 而且还不失他身份的威严 想要再生死步上 划落我的名字 那也只是吓唬我 就算他是判官 也不敢随意定人生死 如此说来 你们要真是除魔味道 那也是情有可原 判官看我顺着他的台阶下 也知道见好就收 说吧 那人叫什么名字 看到他这么问我 我连忙把王磊的名字说了出来 他叫王磊 足于广西边境小渔村 年龄不香 籍贯不香 王磊 判官嘀咕了一声 随即判官比一条 那生死步就开始慢慢地翻越了起来 判官盯着自己翻动的生死步 眼睛一眨不眨 好像不会眨眼睛一样 本来他的眼睛就大如同龄 这个时候看起来竟然有几分滑稽搞笑 等那生死步翻完 判官才合上了生死步 判官比一收 道 李初九 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生死步上 那就说明 他的阳寿还未到 还活着 你速速离去 出去之后多做善事 多积应得 方能抵偿 你今日犯下的因果报应 听到这个答案 我便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王磊还活着 他真的还活着 只是被囚禁在了九幽地狱 只要是还活着 就有机会把救出来 我看判官此时好说话了 到了一句感谢后 再追问了一句 判官 我能不能再打听一个人的生死 还有关于九幽地狱的事情 得寸进尺 判官当即大怒 吼道 刚才给你查人生死 本判官是看在你是玄真掌教的份上 生死天定 不是等想知晓便知晓的 至于你说的九幽地狱 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莫说是你 就算本判官去了九幽地狱 也是有据无回 滚 我看得出来 如果我在得寸进尺 判官可能真的要出手了 就算我闹起来了 在阎王爷面前 他也有理 知道了王磊还活着的消息 这才是我强闯地府的目的 拔起地上的阵魂尺 没有任何停留 转身便走了 出了鬼门关 我咒语一念 再次钻进了阳间和阴间的通道口里 两三分钟后 我的魂魄就回到了我的肉身 身体哆嗦了一下 跟着就醒了过来 只感觉头晕目眩 天旋地转的响吐 魂魄离体的时间太久了 这是自然反应 我看那三柱箱才烧了一半 赶紧灭掉了箱 等我站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 叶博竟然没有在屋子里 我让他得我守住肉身 他跑哪去了 我此时魂魄离体 身体是最弱的 一旦有孤魂野鬼 便可以轻易占据我的肉身 我也无法回到我的肉身 我看天还没有亮 就收着东西 准备回房间 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叶博朝我跑了过来 我还没问他咋回事 叶博就先问我 出酒 咋样了 我笑了笑 叶博 没事了 王磊他还活着 不是死人 他被囚禁在了九幽地狱 我就要想办法 把他救回来 这样啊 叶博震了一下 很快就笑了起来 说 出酒 只要你现在不闯九幽地狱 那我就放心了 嗯 我点点头 说 天要亮了 你好好休息吧 等等 我要走 叶博就喊住了我 说 出酒 刚才我去翻阅了叶家收藏的盗门古籍 给你找到了九幽地狱的线索 哦 听叶博这么一说 我立马来了兴致 连忙问他 叶博 快说说 找到了啥线索 叶博笑了笑 道 据古籍记载 九幽地狱 确实被太乙真人给封印了 唯一打开的法子 就是找到太乙真人坐下的九头师 九头师发出吼叫声 才能将通道给打开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好 只要有办法 就有机会 我让叶博早些休息 告辞了之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 我就激动地睡不着 王磊还活着 他还活着 那九幽地狱 虽然比十八层地狱还要恐怖 虽然通道已经封印了 但只要找到太乙真人的坐骑九头师 那就有办法打开通道 太乙真人是祖师爷 估计早已进入九中天 想要见他老人家 肯定是不能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借他的神威 但我们修道之人 所学道数都是师承三清祖师爷 师法界的 也是三清祖师爷的神威 只有找到了太乙真人流传下来的道数 才有机会借他神威 可道门真人太多 太乙真人又很神秘低调 想找他流传下来的道数 何其难 我自己的个人力量肯定不够 只有找叶唐 还有特殊部门的人帮忙了 考虑好了王磊的事情 我就开始考虑子龙的事情 他现在还没有消息 叶朱金在找他 特殊部门的人也在找他 可他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这龙羊 到底把他带到哪去了 竟然能够瞒天过海 想了一会儿 天就亮了 我起床去找叶唐的时候 就看到叶伯带着几个叶家弟子出门了 初九 你起来了 不饿 我让厨房给你弄吃的 叶唐在大厅看到了我 连忙关心地问道 我不饿 我摇了摇头 叶伯 他们去哪 叶唐说 叶伯带人出去做事了 是帮我们省城一个大富商 回家签祖坟看地 这人是我们的大客户 出手阔绰 叶伯怕被那个神秘的门家族 给抢了生意 就主动亲自出面 他去的话 我心里就放心了不守 现在的叶家 除了你也只有 他能够撑起来了 嗯 我点点头 看叶唐脸上 还是有些担心 就安慰说 没错 叶伯董的知识面很多 一般的千祖坟看地 对他来说 应该没有问题的 嗯 叶唐温柔地恩了一声 跟着我才把我的事情 说给了他听 叶唐听完后 立马就让人去给我寻找 太乙真人流传下来的倒数 或者关于他的任何记载 还帮我 通知特殊部门的人一起寻找 都安排好了 我心里 就不着急了 每天还是不停地 调吸自己的真气 外伤已经好了 就是内伤 晚上的时候 王磊也没有给我托吗 可睡得正香 却是被叶唐火急火了得寒醒了 不停地在门外 敲门喊我 出酒 不好了 你快醒醒 叶伯他出事了 叶唐的敲门声很急 我睡眠前 一听到 他说叶伯出事了 我就赶紧起床 把灯给打开了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深夜丑时了 我随便套了件衣服 一打开房门 叶唐就着急地说了起来 出酒 不好了 叶伯出事了 叶唐 你先别着急 有啥事 坐下来慢慢说 我招呼着他 进了房屋 但他显得很是坐立不安 坐下去后 又站了起来 担心地说道 出酒 千万不能让叶伯出事了 他从小看着我长大 我不想看到他出事 我理解叶唐的担心 他身边的亲人 都出事了 叶伯和他从小亲近 叶唐早 就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叶唐 别急 我安抚着他 让他坐下来后 才问他 到底发生了啥事 叶唐抿了抿嘴唇 还是一脸的担心 说 初九 早上我告诉过你 叶伯去帮省城的大富商 千祖坟选地 就在当前 叶家的弟子打来了电话 说叶伯他们 帮人千祖坟的时候 就遇到了怪事 只听到了他们的惨叫声 人就不见了 这个弟子害怕得不行 就连夜通知我 千祖坟遇到了怪事 跟着叶伯他们就不见了 叶唐一说完 我也沉思了起来 叶伯的实力不用说的 懂得东西又多 一般千祖坟这种事情 只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算遇到了坟里的人不想走 以叶伯的道横 想要解决也不是难事 而且 他经验丰富 绝不会轻易中了邪的 除非那祖坟里的东西 叶伯没办法对付 这才出事了 想到这一点 我也开始担心叶伯了 就问 叶唐 叶伯他们去哪签祖坟 叶唐看我想到了啥 连忙告诉了我 这个大富商 是省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但本集不是我们当地的人 本集是重庆的 是来我们这个城市 发了大财的 我记得很清楚 他的老家 好像是重庆丰都县 龙河镇凤凰山凤凰坪的 正好在长江流域边上 之前他就找过我 但那会儿 你们都去广西了 这事儿就耽搁下来了 丰都县 听到这个地名的时候 我还是冷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丰都县之前 又叫做丰都鬼城 是道佛如三教盛行的地方 就连那里的鬼城 也是按照丰都地府的地名 来命名的 有鬼门关 黄泉路 奈河桥等 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发展成旅游城市了 很热闹 但我记得逍遥子师傅 给我和子龙说过 丰都县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太平 在太平之前 也是妖魔鬼怪 盛行的地方 后来 道教的衍生出现 才使得这个地方平定了下来 据传言 最早那会儿是东汉末年后期 之后就经过了几次 变迁改革 但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丰都鬼城用鬼门关 奈河桥来命名 其实不是为了吸引游客 真正的目的是想镇压那些邪物 只要是邪物 都害怕看到鬼门关黄泉路 在我正住的时候 叶唐忽然站起来看着我说道 初九 我要去救叶伯 叶家 你帮我看着 听到叶唐说这话 我心里有些不高兴了 就算他不用说 我也要去救叶伯 当时 在叶狼帝宫的时候 也是叶伯救了我一命 我欠他一条命 我就该还 我不知道 他是太担心叶伯了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忍着心里的不悦 笑道 叶唐 你留下来吧 我去找叶伯 你放心 我一定把叶伯给你带回来 你现在是叶家的家主 你要是走了 那个神秘的家族 如果为难你们叶家 最起码 你还在 我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语气很平淡 叶唐不是傻子 自然听出了我话里的情绪 正正地看着我 问 初九 我一直都在麻烦你 你会不会嫌我麻烦 叶唐没有意识到 我情绪变化的主要原因 我笑了笑 说 没事 我答应你要保护你的 你准备一下 我连叶就过去 好在我们这儿离风 都陷不算远 天亮之前 应该能赶到凤凰山 嗯 叶唐这才放松了下来 说 我现在就给你安排 你带十个叶家弟子去吧 他们都是刚归入我叶家门下的 你顺便带他们磨练一下 好 我点点头 还有说话 谁知 外面突然跑过来了一个叶家弟子 看到我和叶唐之后 汉手行了行李 这才说 家主 有人找李初九 哦 听到有人找我 我轮了一下 接着问他 是谁来我 你让他进来吧 初九 是我 话音一落 就有人走了进来 我一看他笑眯眯的脸 还有那身整齐的西装 除了特殊部门的西装男 还能有谁 我看到他走近后 才问他 你来干嘛 不欢迎我呀 西装男自顾一笑 很随意地走了进来 像自己家一样 坐下后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抿了一口 就开始评论了 茶是好茶 只可惜凉了 这世上的人啊 就怕人走茶凉 我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 但我能感觉到 他话里有话 我现在担心叶博的安危 没功夫和他论茶道 就说 大哥 你到底啥事啊 我还有急事要做 我这么一催促 西装男才看向了叶唐 说 叶大小姐 能回避一下吗 我和初九说点事情 嗯 叶唐知道西装男的身份 点点头后 就看向了我 说 初九 我先去准备 嗯 你去吧 叶唐一走 西装男就把门给关上了 还没等我问他 这次他倒是没卖关子了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第一个事 我们找到龙阳了 什么 找到他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立马激动了起来 他现在在哪 子龙是不是和他一起的 西装男摇了摇头 说 赵子龙我不知道 只打探到了龙阳的消息 赤狐太聪明了 我们满世界地找他 他居然就躲在你们省城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龙阳躲在省城 这也是我忽略的地方 他就躲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根本不会想到 他就在我们身边 那他现在在哪 我追问了一句 西装男护地笑了起来 说 第二个事 你让我们帮忙找 太义真人流传下来的道士 我们已经查到了 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效率 巧合的是 刚好和龙阳的事情 是联系起来的 我没有打断他 让他继续往下说 西装男又喝了一口茶 说 太义真人乃是太上老君的师职 也正是和道教的创始人张道林是同辈 两人渊源极深 互相融合彼此之常 研究彼此的道数 但太义真人的记载太少了 据说没有门声 唯一知道他道数的人 也只有张道林 而巧的是 龙阳投靠了省城一夜之间 崛起的道门家族 神霄门 我们查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代表神霄门 去帮一个富商千祖坟去了 去的地方 正是丰都县 之前的丰都 的确是鬼城 因为张道林天师 来了八叔鬼城 才赶走了妖魔鬼怪 保住了这里一方太平 西装男告诉我的信息 是没有连接的 但我一理顺 心里立马就咯噔了一下 他其实是在变相地 告诉我这两件事情的联系 夜堂口中 那一夜崛起的道门家族 原来就叫做神霄门 而龙阳就投靠了神霄门 这次省城大富商千祖坟 其实不光是 请了夜家的人 还请了神霄门的人 刚好神霄门去的人 正是龙阳 还有一点 我们找不到太乙真人 传下来的道数 因为他没有收门上 但他和张道林天师 渊源极深 简而言之 就是要我们从张道林天师 流传下来的道数下手 而张道林天师 在东汉之时 又赶走了丰都的鬼魂 他在丰都鬼城待过 那肯定就有 他留下来的徒弟门上 如此说来的话 这次所有的事情 竟然全都不谋而合地 联系在了一起 实在是太凑巧了 巧得让人觉得不真实 而且 我心里竟然莫名地 感觉不踏实 西装男看出了我的疑惑 也是提醒了一句 初九 我告诉你这些线索 都太巧合了 你要记住 太过巧合的事情 反而有变故 无巧不成说 你自己小心点 和鬼都自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何人斗 那神霄门 我们已经打探得清楚了 正是灵族成立的家族 很显然是冲着夜家来的 十年马上就要到了 灵族要开始兴风作浪了 我感觉这西装男 知道很多事情 可他就是不点穿 偶尔给你来一句 但就是这偶尔的一句 也好像是想提醒我 特别是他说 神霄门这个家族 是灵族扶持之时 我心里就觉得 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而且他说 十年马上就要到了时 我就想到了灵族尊主 和麻沟村的十年之约 总觉得他们之间 一定有啥联系 想到这儿 我才问 你说灵族十年过了 就要兴风作浪了 你知道我的事情 灵族尊主和我麻沟村 也有十年之约 他说过 他要折磨麻沟村的村民十年 这两件事 你不会告诉我 没有啥联系吧 哈哈 谁知 我这么一问 西装男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说 初九 有些事情你知道的太多 反而不好 我们特殊部门 不能参合你们盗门的事情 但也不会看着盗门 互相残杀 我们能做的 就是扶持一个人 来和灵族抗衡 从而维持盗门的和平发展 你懂我的意思吧 西装男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神秘兮兮地看着我 见我没说话 又笑了起来 说 初九 封都县的事情 我们不能帮你 但你要小心点 那里毕竟是鬼城的发源地 邪门的事情 可能超出了你的想象 有些东西 你不动它 就不会有人知道 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切记量力而行 也不要被人利用了 这西装男意味深长地 提醒了我一番之后 就打算要离开了 我看他要走 连忙问了一句 你到底是谁 西装男原本已经 走到了门口的位置 准备开口了 听到我问他 停下了脚步 回头一笑 突然正声道 我叫施司哲 特殊部门情报组第一人 施司哲说完之后 还抖了抖他的西装领口 挑眉一笑 转身开门走了出去 等他走了之后 我才跟着走了出去 我出去的时候 叶唐已经安排好了人马 看到我出来 就问我 初九 刚才他跟你说了什么 没啥 我笑了笑 说 他告诉我 那个崛起的盗门家族 叫神肖门 背后是邻族扶持的 很明显 是冲着叶家 还有正统到门来的 我走了之后 你要小心点 尽量避开他们的锋芒 还有 帮我照顾好医 有啥事 等我回来再说 嗯 叶唐轻轻地点点头 说 我等你回来 初九 你要小心点 我恩了一声 就上了车 叶博出了事情 我们得连夜赶到 丰都县的凤凰山 整整辆车人 车子出发后 我心里还是感慨了起来 每一次子龙都在我身边 王磊也回来 可这一次 咱们三人就剩下我一个了 我原本想让孟莹一起的 但想着她和雪梅的感情 还是没有通知她 车子刚一离开叶家别墅 前面副驾驶 突然就转过来一个人 笑嘻嘻地说道 九哥哥 你还想把我留在叶家 你要是没在叶家 我一个人 在叶家也没有意思 你去啊 我就跟你一起 别想甩掉我 哼 我看到是零一一 还是正了一下 问她 你这鬼丫头 啥时候上来的 零一一黑黑一笑 说 我悄悄上来的 要是不这样 你肯定不让我来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 说 那你睡会儿吧 估计要天亮之前才能到 嗯 零一一小鸡啄米地点点头 跟着就乖乖地 靠在座椅上睡觉了 她悄悄跟着来 我其实也没有怪她 反而觉得 心里踏实了许多 我倒是没有睡意 内心还有一丝激动 最主要的是 失思哲带来了龙阳的下落 找到了她 就等于找到了子龙 重庆离我们这儿 隔得不是很近 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叶家弟子负责开车 一个半时辰 我们就到了丰都县 离天亮可能还有一个 时辰的样子 我让他们继续赶路 在快要天亮的时候 我们就赶到了龙河镇 这里是旅游开发区 人很多 刚好又在长江边上 很是热闹 我们没有在镇上停留 直奔凤凰山 到了凤凰山地界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亮了 但是 车子开不到凤凰山 因为隔着 长江支流龙河 我们找人轮渡的时候 口岸上 就已经有不少人了 有卖鱼的 有出来 晨跑锻炼的 人很多 不像我们之前去的那些地方 几乎是鸟不拉屎 与是隔绝的 我们这群人都穿着登山服 不容易看出来 我们的真实身份 这次去 不但要找到叶博 更要紧的是要暗中抓住龙羊 可不能让他跑了 不然的话 子龙的线索又会断了 我怕人多引起怀疑 就单独包了一条船过河 撑船的人是一个老头 差不多有五六十岁了 但手脚很麻利 身体也很坚硕 我们上了船后 老头就笑了起来 说 昨天早上 我还送了一帮人去凤凰坪 去的人还不少 今天你们又去 还都很神秘 大船不坐 要做我老头子的小船 但你们都是老板 出手都阔绰啊 这老头会说笑 我也笑着配合他 老头又说 不过 小兄弟 你们要是找到了傻宝贝 可不要忘了我呀 我就在凤凰山山脚下等你们 也不跑船了 没成想 这老头还挺贪心的 我们还没到 就要赚我们返程的钱了 但他说找宝贝的话 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问 老伯 我们不是来找宝贝的 是来找人的 你说这凤凰坪有宝贝 这话啥意思 嗯 我的话让老伯冷了一下 然后才问我 小兄弟 你真不晓得凤凰坪的宝贝 老伯 我真不知道 我来了兴致 坐到了船尾的位置 和他聊了起来 老伯 凤凰坪能有啥宝贝 我一问 老伯也是侃侃谈了起来 小兄弟 不瞒你说 我一辈子在江上渡船 送了不少人去凤凰坪 可能现在年轻这一辈不晓得 我们这批老不死的 才晓得凤凰坪的传说 相传在古代 巴蜀出现了一个 神秘的少数民族部落 叫巴蜀枪鬼族 他们供奉的是吐伯 吐伯是谁 乃是阴间幽都的看守 这巴蜀枪鬼族的人很神秘 据说是古代某个王朝的后裔 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来逃难的 就定居在龙河这一带 但后来随着我们这地方的道教 佛教开始盛行之后 这个巴蜀枪鬼族的人就消失了 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 他们有可能就在凤凰山 那些金银财宝啊 也被他们藏在了凤凰山 但好多人去找过 就连国家的考古队也去过 可一直没有找到半点线索 枪鬼族 听到这个少数民族部落的时候 我就嘀咕了一声 华夏少数民族不少 有的很神秘 有的却是慢慢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 这枪鬼族 我是第一次听说 而且 他们供奉的 还是阴间的幽都看守 每个少数民族供奉的都不一样 但我绝对是第一次听到 供奉土博的少数民族 而且 刚才老头说话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枪鬼族的消失 和道教盛行有关系 会不会是当年张道林天师 来这个地方除魔未到 这才让枪鬼族 这个少数民族部落消失了 越是这样神秘的部落 他们的禁忌和忌讳 就越可怕 以夜博的道行 更是在这个地方出了事 看来 这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邪门 之后 我就没有和老头说话了 他一直把我们当成来寻宝的人 我又不知如何给他解释 差不多过了一个十分左右的样子 老伯突然把船拐进了一条支流里 绕过眼前那座大山后 老头才指着前面那大山道 小兄弟 凤凰山到了 凤凰山是几座山连接在一起的 翻过了眼前这座山 就是你们要找的凤凰坪 我之前还以为这凤凰坪会比较热闹 可现在这老头一指那大山后面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看着山脉走向 这凤凰坪肯定也是一个极其落后 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经历了这么多事 好在我也习惯了 一般比较邪乎的地方 往往都是与世隔绝 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们下了船之后 老头又拉着我 笑眯眯地说 小兄弟 我每天都会来这地方转悠 直到等你们回来 可要记得 如果真的找到了 八属枪鬼族留下来的宝贝 一定得让老头子我长长眼啊 这老头贼金啊 还是不相信我们是来找人的 而是冲着那传说中的金银财宝来的 我也没给他解释 无奈地笑了笑 点头说 放心吧 老伯 如果真的找到了 我不会亏待你老人家的 好嘞 好嘞 我答应了他 老头才欣喜地笑了起来 说 你们尽管去找 要是有警察来了 我会来通知你们的 那就多谢老伯了 我礼貌地说了一句 老头才撑着船走了 我也同情他 他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还在出来跑船赚钱 毕竟现在长江都是大的轮船 像他这种原始的船工 已经要被淘汰取代了 老伯走了后 我才开始打亮眼前的情况 抬头一看 一片高低不同 绵延起伏的茫茫大山 在西南地区 啥也不多 最多的便是丛林大山 而且 这重庆又号称山城 可想而知 这里的大山有多少 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刚好处于腹部地段 更是崇山峻岭 这条长江的支流龙河 已经在山脚下断了 我们不能顺着河流方向走 只得选择徒步爬山 九哥 我这里有凤凰坪的地图 我在前面带路吧 这时 叶家弟子拿着一张地图 走到了我的面前 指了指眼前的大山 好 辛苦你了 九哥 你太客气了 你大战乌教的英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听说了 听得我们热血沸腾 我是打心底里崇拜你 能跟着你一起出来 这是我的荣幸 只希望到时候 不给九哥拖后腿就好了 这叶家弟子很诚恳 我也不知道说啥回应他 就让他在前面开路 我和一一段后 没有耽搁 一直在赶路 这林子里是有路的 很显然经常有人出入 所以 走起来也很好走 没有耽搁太多的时间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样子 我们就爬到了山顶 一爬到山顶 我就看到 前方出现了四座陡峭的大山 这四座大山 是并列在一起的 但到了山顶上的时候 突然就凹下去了很大一片 这四座大山的山峰 更是犹如四根巨大的山柱 把那凹陷下去的地方 团团包围了起来 而周围的山脉 更是连接着四座大山的山峰 用俯瞰的角度去看的话 会发现 那对立的山峰 像是凤凰展开的翅膀一样 越看越像 可能这也之所以叫凤凰山的缘故吧 九哥 那凤凰平就在那山傲里 拿着地图的叶家弟子 观察了一会儿 确定了凤凰平的方向 好 我点点头 说 那我们现在就去 事不宜迟 叶伯和叶家的弟子都出事了 我们得尽快去看看是啥情况 还有 一会儿你们进了村子后 千万不要乱说话 如果打探到了一个叫龙阳的人 立马来通知我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好的 九哥 他们这么诚恳礼貌地喊我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 我可能比他们岁数还小 只是经历了这么多风霜后 看起来要成熟不少 活脱脱像快三十的 还是那个弟子开路 但在要上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那陡峭的山壁上 有好几个小孩 背上背着一个破烂的书包 穿的衣服也很破旧 蓬头垢面的 这是进入山坳唯一的路 这条路是在陡峭的山壁上 凿出来的 上方还掉下了好几根手腕粗细的麻绳 都已经发黑了 应该是汗水沁的 而那些孩子应该 就是从上面爬下来 然后去镇上读书的 这条路实在是太危险了 去镇上 起码也要好几个小时 我之前就看到过不少的新闻 说那些大山深处的孩子 特别贫困 上过学 几乎来回就天黑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我才是深有感触 但我心里也理解 想要走出这贫穷的大山 只能努力读书 才能改变这一切 去了这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 这绝对是我去过最贫困 交通也是最落后的地方 他们爬得很快 小小的身影 很快就爬到了山顶 我想他们出去后 绝对会比其他人 更加吃苦耐劳 也会更加懂得珍惜生活 等彻底看不到他们了 我才让叶家的弟子上 提醒他们小心一点 一一在我前面 我在后面保护他 爬上去之后 我才发现 比我看到的 还要陡峭难走 稍不注意 如果没抓紧麻绳 就容易摔下来 路程很短 但我们差不多 花了一个多小时 等我们上去的时候 已经是过了中午 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看到前面 零零散散的村落 他们就定居 在这山坳里 几乎是悬空而居的 周围又全都是山峰 进入这凤凰坪 我才注意到 这村落只有 十来户人家 很穷 我们进入村落的时候 村子里并没有多少人 好像都去干农活了 你们找谁 倒是有个小孩子 喊住了我们 我笑了笑 说 小朋友 你能带我去找 你们村长吗 村长家在那 这小孩 指了指村委的那所老房子 我说了一声谢谢 就直接过去了 村长的大门 是关着的 我敲了敲门后 里面才有人开门了 门一开 我就看到村子的屋里 坐了不少人 有一个穿着 华贵的中年妇女 她身边 还坐着一个 一身名牌的年轻人 看样子岁数 和我们差不多大 我在看她的时候 她就不懈地扫了我眼 村长也是个中年人 看到我们正疑惑 那华贵的中年妇女 就连忙朝我们跑了过来 问 你们是叶家 还是神肖门的人 我们是叶家的 叶家弟子回了一句 是叶家的人来了 快请进 听到我们是叶家的 这中年妇女 连忙招呼我们进去 我和依依坐下后 叶家弟子 就全部站在了我们的身后 趁着村长上茶的功夫 我就打亮了一眼 这屋子里的人 女人居多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应该都是有钱人 但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担惊受怕的 看这样子 都是那大富商的家人 来这个地方千祖分来了 道长 我老公他们 还有你们叶家的人都出事了 求求你救救他们 不管你们要多少钱 我都愿意拿出来 这中年妇女的眼睛很肿 看样子是哭肿的 我挣了一下 说 你先不要着急 慢慢说 到底咋回事 嗯 这中年妇女点了点头 随即把事情的起因经过 都说了出来 我老公王建伟的生意 原本做得很大 早些年更是风生水起 但这两年 就开始慢慢没落了 生意也越来越差 身体也出了点状况 后来 我老公就找高人看了一下 说是我老公家的祖坟出问题了 我老公当时就害怕了 把那先生给带了过来 想让他帮忙 重新找一块风水宝地 结果那高人一来 就说祖坟的风水很好 但祖坟背后的风水 还要好一些 就当场给点了风水 谁知 他这一点学冻土后 眼睛当场就瞎了 没过多久人也是疯了 这不昨天才把叶伯给请了来 叶伯看了之后 说我老公的祖坟气运已经没了 想要转运 必须带回去 重新找坟地 但挖坟的时候就出事了 叶伯让我们女人 还有鼠狗的全部离开 他们才挖坟 可我们刚走没多久 就听到了一阵咯咯的怪叫声 跟着就听到了惨叫声 等我们回头的时候 那坟地就起了大雾 眨眼他们就不见了 听到这中年妇女说出这件事 我心里也是猛的意境 这肯定是风水问题 可我偏偏对风水外行 几乎是一窍不通 风水养人 更能杀人 连叶伯他都出事了 感觉这事 比我想象的还要邪乎 我看着王建伟的老婆 在回想这件事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后巴 就连屋子里的女人 也是一脸的煞白 能够想象得到 当时他们挖坟 肯定遇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 等他情绪稳定了之后 我才问他 你还记得 当时有多少人在场 还有叶伯可曾说了啥 我一问 王建伟的老婆就回想了一下 跟着才说 因为之前那个高人点学的时候 就出了事情 我老公也害怕 就想着多请点高人来 请了你们叶家的 还有神销门的 总共十来个人 叶伯负责主持签祖坟 之后的事情 我刚才也说了 叶伯也没说啥 就是危急的时候 听到他喊我们跑 让我们找高人来 道长 你一定得救救他吗 妈 都跟你说了 这些人都是些骗钱的江湖骗子 找他们有屁用 还不如早点报警 让警察来找人 我们王家虽然钱多 但给这些骗子神棍 我还不如打发乞丐 谁知 我正要说话 那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 冲着我们恶语相向 你敢这样和九哥说话 我警告你 再对九哥出言不训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还没发火 那拿着地图的叶家弟子 当场怒了 愤怒地指着 这出言不训的年轻人 你他们知道 我是谁不 省城的黑道 看到老子 都叫我一声杰鸽 你这穷酸狗 信不信 等你回去 老子分分钟让人弄死你 这年轻人 估计没受过这样的气 也是没素质地吼了起来 对于这种没有素质的富二代 我是典型地 从骨子里方案 没有了父母 他们啥也不是 仗着父母 不知天高地厚 而那王建伟的老婆也没有劝 想必是平日里 没少惯着他儿子 估计在他心里 觉得我年轻 没啥本事 叶家派我来 可能也是为了报仇而已 我没说话 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 那叶家弟子 当即冲向了王建伟的儿子 他的板凳还没提起来 脸上就被叶家弟子 啪啪地扇了两巴掌 以后别学狗 好好做人 也别拿你社会上那一套来吓唬我 真要动你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叶家弟子退回我身边 冷笑着说道 而这年轻人彻底被扇蒙了 王建伟的老婆健壮 假装呵斥了一声 王杰 不要对道长无礼 先救你吧 闭嘴 真没用 自己的儿子被打了 你还要帮他们说好话 你不配做我妈 我没想到的是 这王杰对他妈 竟然也是如此无礼 跟着就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从嘴里冷冷地挤出了一句话 你们这帮孙子 给我等着 老子会让你们跪在我面前求饶的 还嫌不够打脸 那我成全你 我看叶家弟子还要动手 就拉住了他 继而看向了王杰 眼神一瞪 杀意已经出现了 立声道 我们不和狗一般见识 在我面前 把你的飞扬跋扈 和痞子性格收住 你要来找麻烦 我随时在叶家等你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李初九 他被我的眼神吓住了 身体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 不敢看我 而后 我就问村长 村长 他们牵坟的地方在哪 可否带我去看看 小道长 我这就带你去 这村长竟然暗笑了起来 想必也是因为我们收拾了这王杰的原因 其实在看到这个贫困的村落时 我就已经想到了 这王建伟一家 也不是啥好人 既然赚了这么多钱 为啥不回凤凰屏做点好事 哪怕是给他们修条路 或者建一所学校也好 他们这样的人 再有钱也没有人情味 更是没有感情 道长 我儿子不懂事 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看到我没有问他 王建伟的老婆也是慌了 连忙朝我说好话 哼 我嘲讽一笑 看着他道 王夫人 有时候多做点好事 多寄点应得 不要被金钱蒙蔽了良心 到时候落一个无后的下场 你后悔都来不及 刚才我就在看王杰的面相 我虽然不懂算命看相 但我看得出来 他的阳气很弱 应该经常花天酒地 阳气弱 这是短寿的征兆 村长也是笑了起来 待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私底下给我说了一句 小哥 好样的 这王家自以为有点钱 回村里对我们一点礼貌都没有 都没有把我们当人 完全当狗一样使唤 这王建伟没发大财钱 也不是一个好鸟 赚了钱更是忘了本 小哥教育得好 把我们心中的怨气都给打出来了 痛快 我笑了笑 借机打听了一个人 说 村长 他们来的时候 可否有一个戴着墨镜的人来 他的个子很高 但很瘦 像瘦竹一样 我一打听 村长就开始回响了 回响了一会儿 才摇头 说 小哥 还真没有这个人 来的人都是倒是打扮 那叶博和你们穿着 打扮差不多 倒是另一帮人 都穿着黑袍 而且也不说话 冷冰冰的 至于你说的那个人 我真的没有看到过 村长一说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施司哲是特殊部门负责情报的 他们的情报错不了 他说 龙阳投靠了神箫门 这次也是来帮忙牵祖坟 那他没有出现 肯定就在暗处 所以说 我们现在已经从暗处 变成了明处 这就很被动了 他要是看到了我出现 肯定不会出面的 说不定已经逃了 该死 一想到这儿 我当即暗叫不好 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如果他逃走了 那子龙的线索又断了 想要找到子龙 更是难上加难 但现在没办法了 必须要先找到叶博他们再说 村长带着我们去了后山的山坡 刚好是背阴坡 植物都很低矮 而且也没有人种庄稼 倒是另外几面的山坡 却是植被茂盛 而且 这背阴的山坡 到处都是土坟 随处可见 完全是一座坟头山 村长见我在打量 就说 小哥 这是我们凤凰坪的坟头山 从祖先开始 我们村里过世的人 全都埋在了这里 最上面的老坟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家普里也没有记载 我们一边说 一边往上面走 叶家弟子就拿出纸钱一路扔 王建伟的老婆 也跟在我们身后 很是害怕 到了坟头山半山坡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上面的地上 开始变得陡峭了起来 特别是那最上面的山脉 原本是一条完整的山脉 但好像从中间被人砍断了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那缺口的地方 还有一条山间溪流 溪水就从上面流了下来 也是他们凤凰坪的主要水源 我们越爬越高 越到上面坟越老 等爬到那缺口的时候 我才看到有一所土坟被动过 周围还有白布 没有燃丸的香烛 边上还散落着不少的纸钱 村长看到这土坟 也是有些害怕了起来 说 小哥 这就是王建伟的祖坟 奇了怪了 昨晚上还是大雾弥漫 现在居然没有了 小哥 你看那山壁是什么 我正观察 刚才打王杰的叶家弟子 立马指向了那最顶端的山壁 我顺着看上去 这才发现 那山壁上竟然寸草不生 连石头的颜色 都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是 那山壁上 竟然雕刻着三尊巨大的雕像 起码有十米高 那雕像就是利用山壁雕刻的 雕像全身都嵌入了山壁里 但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雨打 那雕像已经有一部分被分化了 但那雕像的脸 还是看得一清二楚 雕像看起来很奇怪 非人非兽 长着虎头 牛身 脑袋上 还有两个牛角 双手摊开 身上挂着奇怪的纹饰 更古怪的是 这雕像的脸 却是人脸 还长着三只眼睛 额头上的眼睛是竖着的 在我打量雕像的时候 这三只眼睛 就好像在怒目圆瞪地看着我们 无比的凶恶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雕像 正要问村长 那叶家弟子 悄悄拉了我一下 小声道 九哥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雕像 竟然真的是 八鼠枪鬼族 供奉的幽都神像 吐蕃 八鼠枪鬼族 供奉的幽都神像 听到这弟子说出来时 我也是猛的一惊 之前以为那撑传老头 是道听途说的 可没想到 那个神秘的部落 竟然真的来过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那金银财宝的传说 也是真的 我怕他看错了 就问了他一句 你没有看错 九哥 不会的 我平日里喜欢看到门记载 这个雕像 我在某本记载里看到过 正是吐蕃的幽都神像 吐蕃乃是最早掌管幽都的人 也是邪神 这叶家弟子肯定地说道 而且 九哥 你看那山脉断掉的缺口 原本是一条完整的山脉 但就好像 被人故意砍断了一样 在风水上这是大忌 可巧的是 这缺口的地方 竟然出现了水源 不但没有破坏了 这里的风水山脉 反倒是改变了 这里的风水格局 仔细一看 就发现 这是双龙细珠的风水格局 在这缺口处藏人 能够吸收山精地灵的灵气 自然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那王建伟能发大财 是受了他祖坟的庇护 这弟子这番话 更是让我震惊了 这小子不简单 刚才还出手打了王杰 也是一身正气 叶家的弟子不少 可都是平庸泛泛之辈 没有典型的人才 这小子观察力强 而且自学的东西不少 连风水这一块都有研究 我不懂风水 刚才还想着无从突破 现在他突然冒出来 倒是给了我希望 我看着他 问 你叫啥名字 九哥 我叫王祈鹏 紫云山紫云关的弟子 后来道观没落 没有了香火 无法糊口 师父就让我下山了 刚好听说了你的英雄世界 我就投奔到了叶家 一心想跟着九哥 未到门做点事情 王祈鹏礼貌地朝我汗首行礼 不错 我欣慰地点点头 说 我不是啥英雄 就算你遇到了 也不会退缩 有你在 我心里踏实多了 跟你一起 我还可以学习风水术 等我就回了我朋友 我让你跟着他 他才是风水术的第一人 九哥 莫这样说 会折杀我的 九哥看得起我 我打心里感激 王祈鹏很有礼貌教养 村长一直看我们在说话 以为我们发现了啥问题 就问 小哥 你们是不是看出啥东西来了 村长害怕 他身后的王建伟老婆 更加害怕 我摇了摇头 问他 村长 这一带你们都找过了 都没找到他们 嗯 没错 村长恩了一声 说 早上出了太阳后 我就带村里的人来找 把这个地方都给翻了一遍 愣是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这地方 我们都很熟悉 能葬人的地方很少 他们十来个人 感觉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没有留下半点线索 我心里 也开始沉重了起来 我相信叶伯的道行 还有他那种遇到危险 就会选择退缩的性格 除非是遇到了很紧急的情况 他才不会留下任何一点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 又问 村长 这山壁上面的雕像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村长笑了笑 说 据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的人说过 这山壁上的雕像 最起码 有好几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可就是没有人认得这雕像 我们凤凰瓶的人 就把这些雕像 给当成了山神像 每年都会供奉祭拜 祈祷山神保佑我们 凤凰瓶风调与顺 庄稼友好收成 听村长话里的意思 我能感觉得出来 他们真的不认识 这吐伯的幽多神像 也就是说 在他们凤凰瓶的人出现之前 这吐伯的幽多神像 就已经凿在了这石壁上 加上之前 诗思哲给我说的那些东西 我就想到了 张道林天师 来巴蜀出摩卫道的事情 但那已经是 东汉末年以后的事情了 算下来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我能确定 巴蜀枪鬼族来过这个地方 可却是没有看到 任何半点道教 或者道观寺庙的影子 出了丰都县后 这凤凰山的范围内 的确没有看到 我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当年的张道林天师 一定和巴蜀枪鬼族 发生过什么事情 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而已 想到这儿 我就问村长 村长 你们凤凰山之前 可有道观或者寺庙 以前有 村长点了点头 说 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 在古时候 龙和镇就有很多道观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教派 叫五斗米教 但后来 信道教的人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 经历了那段牛鬼神蛇运动 五斗米教 就完全消失了 五斗米教 正是张道林天师所创造的 后来改成了天师道 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那这样看来 这件事 就联系上了 只要是张天师生活过的地方 就必定有他留下来的道数 要是能够找到了 我就能够借助 他以真人的神威 打开九幽地狱的封印就往来 心里有了计划 我就看了一下时辰 太阳正毒辣 应该过了五时 这时候的阳气是最盛 阴魂和邪乎的东西 都是忌惮的 也是动手的最佳时期 但这是被阴波 没有阳光照射 反而很阴凉 时间一长就感觉冷悠悠的 必须要借阳光才能动手 意识到这一点 我才安排两个叶家弟子 你们两个站到对面 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 利用乾坤镜 把阳光反射过来 好的 九个 这两个叶家弟子 跑到了太阳照射的地方 用乾坤镜一反射 就把太阳光给反射了过来 可反射的太阳光刚 一照射到王建伟的祖坟上 那坟头上 竟然沁出了丝丝的黑气 无比的甚人 特别是叶博他们之前 挖开的那个缺口 黑气更深 祖坟冒清烟 后代飞黄腾达 祖坟冒黑烟 后代断子绝孙 看到这从祖坟里 浸出来的黑气 王岐鹏当即惊呼了一声 他这一喊 吓得王建伟的老婆 立马跪在了地上 不停地朝着祖坟磕头 已经都哭了出来 老祖宗 王建伟是您的后代 你们老王家 现在家大业大 人丁茂盛 您可不能害您王家的 子孙后代啊 您要保佑我们王家 我们每年都会来 给您烧香祭拜 您想要啥 我们都给您送下来 这王建伟的老婆 是吓哭的 说到后面 连声音都已经颤抖了 我这时才看了一眼 这祖坟的周围 野草长得很高 祖坟周围坍塌的地方 也是没有休憩过 看到这儿 我有些怒了 问 你们平日里 是不是很少来祭拜祖坟 我一问 王建伟的老婆 才从地上站了起来 但脸都已经下白了 说道长 我老公平日里生意很忙 哪有时间啊 混账 听到他这句话 我当即怒骂了一声 呵斥道 祖坟庇护 你王家飞黄腾达 可你们倒好 没有来看你们的祖坟 也不做好事 落得现在这番结局 也是你们活该 又不是 叶家的人出事了 我绝对不会帮你们 我这么一吼 这王建伟的老婆 立马吓得跪在了地上 不停冲我磕头 道长 求求你救救我老公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只要你能够救他 坦白说 我不稀罕你们的黑心钱 我也不想帮你们这种人 但我是修道之人 不能见死不救 我咬牙怒斥道 跟着才看向了叶家的弟子 道 哇 我一喊 叶家的弟子就冲在了前面 率先就开始挖祖坟了 刚挖了几锄头 其中一个弟子就停了下来 回头看着我说 九哥 这老坟好像被人挖开过 泥土很松 不像是老坟 他这么一说 我才看他们挖出来的泥土 果然和他说的一样 这泥土很松软 而且还有挖断的野草 被压在了里面 这就说明 这老坟被人挖开过 只是被人重新填好了 但我刚才来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这老坟被挖出了一个缺口 第一时间以为是叶伯 他们只挖出了这一个缺口 就出事了 但我看错了 这老坟被人动过手脚 还没反应过来 那挖坟的弟子 突然惊叫了一声 九哥 有血 是这老坟在沁险 坟墓在沁险 听到叶家弟子的惊呼 我也是顺着看了过去 这一看 果然就看到他们挖坟的泥土里 竟然有新红的鲜血沁了出来 这鲜血很相信 不是那种黑沉沉的鲜血 说明是刚刚流出来的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老坟在哭一样 流出来的还是血泪 更怪异的是 那反射过来的太阳光 一照到老坟里浸出来的鲜血 这新红的鲜血 瞬间变成了黑沉沉的鲜血 那些用锄头挖开的地方 更是浸出了阴冷的白雾 越来越浓郁 这祖坟 他娘的邪门了 我正看得惊讶 王岐鹏当即脸色一变 惊道 坟墓泣血 那是坟里的人在哭 他在坟里不安生 会变成凶血 他的后人倒霉了 王岐鹏不说还好 他一说 王建伟的老婆 又吓得尖叫了起来 阿德尖叫了一声后 脸色苍白的不行 我以为他 还要跪在坟边 谁曾想他 突然喊了一声闹鬼了 转身就往山下跑 雍容华跪的他 竟然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往山下跑 一边跑 一边啊呀的大叫着 想必 刚才这一幕 白着一张脸 但好在是个大老爷们 没跑 我看着那还在 浸出鲜血的泥土 骤然想到了一点 疑惑道 王岐鹏 你说叶伯他们 会不会在这坟墓里 我一说 王岐鹏就正住了 眼珠子转得飞快 沉思了片刻 突然看着我说 九哥 他们还真的有可能在老坟里 这老坟被人挖开过 哇 继续挖 拿着乾坤镜的人 千万不能大意 我怕叶伯真的在老坟里 连忙招呼他们 继续往下挖 这挖坟的几个叶家弟子 都是刚入门的 平日里没经历过 如此邪乎的事情 都是一脸的害怕 个个都是沉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我怕他们害怕 就给他们打气道 你们既然入了叶家的门 也就代表 你们是修道之人 以后 你们会遇到更多邪乎的事情 但你们不要怕 邪不胜正 再闹最多 也只是阴魂和行尸而已 不管遇到了啥事 一定要沉着冷静 有了第一次 以后你们面对邪乎的东西时 就能够沉稳应对了 我这番话 还是给了他们打了不少气 那几个挖坟害怕的弟子 也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了 撸起了袖子 粟粒地挖了起来 这老坟 原本就被人挖开过 他们挖起来很快 不消一刻钟的功夫 就已经把坟头给铲平了 但那泥土里浸出来的鲜血 也是越来越多 那扑鼻的腥味 只差让他们呕吐了起来 那泥土里浸出来的白雾 也是越来越浓郁 很快就蔓延开来 特别是那种阴冷 就算在这大热天的天气 也让人心底发寒 我看到要挖到棺材盖了 连忙拿出了几炷箱 点燃之后 分别插在了老坟的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插好之后 手截倒印 口中大念驱斜咒 等我咒语一念完 周围的白雾 才开始逐渐消失 九哥 挖到棺材盖了 在我刚刚驱散 这些阴冷的白雾时 那挖坟的弟子 突然喊了一声 我还没走过去 他的画风突然一转 惊道 九哥 这不是棺材盖 好像是棺材头 一听他的语气不对 我连忙往前凑了几步 走到他身后 这才发现他们挖到的东西 不是棺材盖 正是棺材头 这口棺材是漆黑的棺材 没有半点腐烂的样子 那鲜血就是从棺材缝隙里 浸出来的 而最显眼的 就是棺材头上 还写着一个血红的撰体记字 我们都知道 一般棺材上都只会写瘦 浮 孝 垫这样的字 绝不会写记这个字 那浸出来的鲜血流到了 转体记字上 显得更是诡异阴森 绝对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会先挖到棺材头 不管怎样 也应该是先挖到棺材材 我心里觉得不对劲 顺手拿过了叶家弟子手上的锄头 直接跳了下去 锄头上面 全是湿答答的血泥 我用力地敲打了几下 才把上面的血泥给抖落了 跟着朝反射阳光的叶家弟子喊道 继续照着坟地 千万不能大意 好的 九个 那两个叶家弟子 再次调整了一下位置 把阳光反射到我身上后 那种阴冷感 才被驱散了不少 我顺着棺材头横着挖 想要把棺材盖给挖出来 可挖了好几厨 愣是没有看到棺材盖 只有那露出来的棺材头 我心里也是犯魂了 咬着牙继续挖 挖到整个坟地的边缘 都没有挖到棺材盖 不对 这棺材 不是横着下葬的 意识到这一点 我才收了回来 顺着棺材头往下挖 没挖几厨 心里猛地一惊 脱口道 这棺材不是横着下葬的 而是竖着下葬的 几乎是同时 就在我话音刚落之时 那原本反射过来的太阳光 瞬间黑沉了下来 我还没有回头 就怒斥了一声 太阳光吗 你们在干啥 九哥 太阳被乌云给遮住了 那叶家弟子的声音 都有些打颤了 我连忙抬头一看 果然就看到 天上突然出现了一片乌云 直接把太阳给挡住了 而下一秒 我就感觉我脚下湿漉漉的 好像有血水沉积了起来 已经淹过我的脚背了 等我低头一看的时候 我的脚下突然像颈喷了一样 那浓雾不断地渗透出来 阴冷刺骨 很快就没过了我的半身 就是这眨眼的功夫 脚下的范围就已经看不清楚了 树脏的棺材也看不清楚了 哥哥 哥哥 而就在这时 我脚下的地方 突然传来了一阵 哥哥的持续声响 这声音 不是那种阴沉沉的笑声 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叫声 这哥哥声一阵阵地 在这诡异的氛围里响起来 听得我一阵头皮发麻 我也不敢大意 扔掉了锄头 拿出了阵魂齿 跟着跳出了坟坑里 直接用阵魂齿 割破了手掌心 用阵魂齿一抹 阵魂齿当即散发出了金光 我猛的阵魂齿插在了地上 插那间 那阴冷的浓雾 跟着就往坟坑里缩了回去 周围的温度 也开始逐渐暖和了起来 但太阳光 还是被乌云挡住了 这晴空万里的大热天 突然来了乌云 很明显不对劲 事出反常必有妖 但奇怪的是 我没有感受到鬼魂的引起 只是这些出现的现象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这王建伟的老坟里 到底是咋回事 你们都躲我身后来 千万别被脏东西给冲踢了 我朝着叶家弟子喊了一声 他们就全部站在了我的身后 他们是我带出来的 我得保着他们 只是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坟坑里的浓雾 才彻底被震魂齿给震散了 待着浓雾一散 看清楚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已经震住了 只见坟坑里已经沁满了血水 差不多有十厘米深了 但就在那血水中间 竟然蹲着一只巨大的蛤蟆 这蛤蟆比普通的蛤蟆 大了好几倍 像个圆鼓鼓的皮球一样 这蛤蟆通体都是血红色的 背上那密密麻麻的疙瘩 也是红色的 而更邪乎的是 这大蛤蟆的背上 竟然还站着一只体态稍小的蛤蟆 随着他们发出咯咯声后 他们腮帮子的两边就鼓了起来 腹部的地方 瞬间就好像冲气了一样 几乎快接近皮球一样圆了 他们那两对血红色的眼睛 更是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就连是我 此时也是 看得毛骨悚然 我记得王建伟的老婆说过 叶伯他们就是听到了 咯咯的叫声才出事的 原来这咯咯声 不是尸体发出来的 正是这两对怪异的蛤蟆 发出来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岐鹏当即脱口惊呼道 缠除阵关 缠除压关 听到王岐鹏这个说法 我也是被唬住了 但看到那两只蝉蜂没动 我才问了一句 齐鹏 啥是蝉蜂压关 王岐鹏压了一口气 脸色缓和了不少 解释说 九哥 一般墓葬都讲究风水点穴 大到帝王墓的龙穴 小到平凡人家的普通墓穴 好的风水穴位 能够吸引动物 他们留在穴位上 偷龙转缝 时间一长 就吸收了墓穴的风水 从而成精化灵 但蝉蜂不同 蝉蜂并不会吸收宝穴的风水 蝉蜂乃是毒物 亦是邪物 只会镇压这风水宝穴 时间一长 风水宝穴便会化作煞穴 里面埋着的人 就算不变成僵尸 也会变成邪煞 九哥 你还记得吗 王岐鹏说到这儿 反问了我一句 我看向了他 示意他往下说 嗯 王岐鹏奔了眼神 继续往下说 王建伟的老婆说过 之前王建伟请高人来看过地 但那高人点穴之后 眼睛就瞎了 并没有看到这里面有蝉蜂 应该是这老坟里有通道 他们窜过来压住了棺材 不让我们挖棺材 这就说明了 这棺材里的东西 已经成气候了 那高人之所以眼睛会瞎 人也会疯 应该是点在了蝉蜂穴上 九哥 你再看上面的风水 整条完整的山脉 就在上面断出了一处缺口 这所老坟正好在缺口之下 也就是双龙细珠吐龙器的位置上 原本是极佳的风水宝穴 但蝉蜂能吐那天地灵气 吞了风水龙器之后 变为大凶 怪不得 这王建伟会突然走下坡路 也正是这原因 时间一长 他们王家肯定断子绝孙 死的死 风的凤 风水的事的确很恐怖 无奈我对风水不熟悉 听完王齐鹏这番话 我心里也是极为震惊 但我心里有一问 就问了起来 可齐鹏 叶博他们去哪了 这个地方没有藏人的地方 唯独边上的那股溪流 但村长他们带人找过 他们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不可能找不到他们的 九哥 我也不清楚 这地方的风水穴位 实在是太邪门了 我闻所未闻 只知道蝉蜂压关 会吞风水气域 更会害人 王齐鹏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像再怪自己学艺不惊 我心里此时也有了感慨 如果雷爷在的话 以他的风水术 恐怕早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但九哥 叶博他们的消失 极可能和这对蝉蜂有关系 蝉蜂出现 应该是有通道 会不会他们就在 王齐鹏突然提醒了我一句 我立马就有了主意 说 用红绳之网 先把这对蝉蜂收拾了 不能等天黑 不然容易出事 我一安排 这些叶家弟子 就赶紧把身上的红绳 给拿了出来 全部崩之后 就开始纵横交错打结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他们就用红绳 结成了一张红网 这红网 刚好和坟坑的大小差不多 能够勉强盖住这个坟坑 大家小心点 这蝉蜂很邪门 你们尽管压住坟坑就行 我去让这蝉蜂跳起来 好的 九个 安排好了之后 这些人便牵着红网 移动到了坟坑的上方 刚好压住了坟坑 这对蝉蜂好像真的有灵性 那红网压上去后 就变得有些急促 不安了起来 不停地咯咯叫着 那声音叫得很急 听的人一阵阵头皮发麻 我让他们稳住 别慌 而后 我就从身上拿出了一把五地钱 总共七枚 对准了蝉蜂之后 猛地扔了下去 我的七枚五地钱 并没有打在蝉蜂的身上 刚好落在了他们的身边 我不敢贸然接近这蝉蜂 特别是看到 他们那星红的身体 就知道 肯定是剧毒无比 而且连叶博他们中了糟 我必须地小心对付他 所以才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 哥哥 哥哥 此时的这对蝉蜂 显得很是不安 不停地咯咯叫着 听的人心烦意乱 我赶紧掐了道指 双手骤然合十 道指同时指向了蝉蜂 手指一挑 那落在蝉蜂周围的五地钱 修的一下全部立了起来 刚好把这对蝉蜂包围了起来 这是我用五地钱摆的小阵法 就是要把他们困在里面 困住了之后 我又拿起了乾坤镜 随即咬破了手指 用指尖写在乾坤镜的镜片上 画了一道阵邪符 此时阳光还被挡着 借不了阳光 我就掏出了灵符 我手指夹着灵符 手腕一抖 灵符滋拉一声 就燃烧了起来 灵符燃烧发出的火光 当即被乾坤镜给反射了出去 乾坤镜上的阵邪符 更是散发出了淡淡金光 我赶紧对准了 那阵法里困住的蝉蜂 灵符的光一照过去 蝉蜂当即惨叫了一声 那咯咯叫声无比凄惨 特别是他们的身体 更是被这灵符的光给烧焦了 不停地发出滋滋的声响 而他们的身上 也是冒出了烧焦的黑气 跟着 这对蝉蜂再次惨叫了一声 猛地叫跳了起来 跳起来的时候 刚好撞在了红绳结成的网上 他们一撞在这红网上 就好像是撞在了电网上一样 身体一抽搐 惨叫了一声就要落下去 我见状 立马喊道 收网 我这一喊 另一边牵着红网的叶家弟子 当即往下跳进了坟坑 同时把红网往上一抬 刚好把这对蝉蜂给折进了网里 而站在老坟另一边的叶家弟子 也是配合得很默契 对面的跳下坟坑后 他们就赶紧跳到了对方的位置 相互交叉一缠 正好把这对蝉蜂给缠在了红网里 不错 配合得很好 出来磨练一番 比你们苦修半年还要管用 我看到他们的水平 心里还是很欣慰 九哥夸奖了 听到我夸奖了他们 坟坑里的叶家弟子 也是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可我正要喊他们起来 突然就看到那网里的一对蝉蜂 竟然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而且 他们背上的红色疙瘩 好像要爆裂了 快躲开 看到这蝉蜂的变化 我脸色一惊 当即朝他们喊道 在喊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赶紧抓着站在坟边的两个弟子 猛地往后一拽 活生生把他们给拽了过来 几乎就是这电光火时间 那网里的蝉蜂突然爆裂开来 并不是真实的爆炸 而是他们背上的疙瘩爆裂了 无数血红的血浆像炸开的雨雾 朝着四面八方喷尸而来 那坟坑里的叶家弟子躲避不及 全都中招了 只有王岐鹏手脚麻利地跳了上来 躲开了一击 而坟边站着的几个叶家弟子 也是反应慢了点 除了我拉回来的两个之外 其余人都被蝉蜂背上疙瘩爆出来的血浆喷到了 而在他们躲开的时候 那红绳结成的网就落到了地上 那个头大的蝉蜂已经从网里滚了出来 叫了一声后就跳出了坟坑 我看另外一个也要滚出来 当即两张灵符扔了过去 直接把那网红给燃烧了起来 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那网里的另一只蝉蜂也被烧了起来 我看另一只已经逃了 拿着震魂齿就追了上去 它虽然鼓得像个圆球一样 但跳起来的速度很快 一步跳出去好几米远 我的速度也不慢 眼看就要追上它了 可谁知 它此时已经跳到了那股溪流边上 回头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一头就跳了下去 等我追到溪流边上的时候 只能看到 那还在翻腾的水面 早就已经看不到蝉蜂的身影了 该死 还是让它逃走了 我懊恼地骂脸了一声 想到那些叶家弟子 还是赶快跑了回去 我回去的时候 那网红已经烧完了 里面的蝉蜂也被烧焦了 但它背上的疙瘩 还在滴出了血浆 我看它们还在插身上 和脸上的血浆 就问它们 怎么样 没事吧 九哥 我没 没 那叶家弟子笑了笑 可话还没说完 脸色猛然变得黑沉沉的 眼睛一瞪 当即倒在了地上 嘴里不停地吐白墨紫 身体也是猛烈地抽搐着 无比的痛苦 这突然出现的变故 谁也没有想到 它们上一秒还是好好的 下一秒就全部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墨 显得很是难受 九哥 王岐鹏看到这一幕 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看向了我 等我拿主意 我没说话 蹲在了地上 搭住了他的手腕 脉相很弱 但还活着 我在一看它们的变化 脸色全数发黑 很显然是中毒了 先带它们下山 中了蝉蜀的毒 在带它们下山的时候 我就先给它们喂食了丹药 这些丹药 都是叶家带出来的 能够暂时护住他们的心脉 村长早就已经吓跑了 我们人手不够 我让他们一人扛着两个下山 也算运气好 这次我带出来的叶家弟子 比之前那些带出来的叶家弟子 强悍了不少 不光倒数修为 连身体素质也很好 他们一人肩膀上扛着两个 我走在最后面 没有立即下山 也没有去填着挖开的老坟 只是悄悄拿出了一张灵符 折成了一个小纸院 折好之后 我又把指尖血滴在了指鸢的身上 又在指鸢的脚上 挂了一个没有童心的小铃铛 而后才双手合警指鸢念咒诗法 等我咒语念完 我就摊开了手 对着指鸢吹了一口气 这指鸢当即煽动了翅膀 带着那笔他 还要重的小铃铛飞了起来 飞到边上的小树木躲起来后 我才假装焦急地大喊了一声 走 我们对付不了 快回去请高人 喊完之后 我才扛着地上的两个叶家弟子 往山下跑 跑到村长家的时候 王岐鹏已经把他们中毒的几个叶家弟子 摆在了暗桌上 刚好是六个叶家弟子中了毒 我也是跑得气喘吁吁 王岐鹏连忙给我倒了一杯水 问我 九哥 没事吧 我没事 我摇了摇头 看他也累得不行 笑道 你小子可以啊 王岐鹏脸一红 九哥说笑了 小哥 刚才我被吓着了 就跑了 村长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我说道 我笑了笑 说 没事 你们是普通人 见到这样的场景被吓跑了 是正常的 道长 我老公找到了没有 这时 那王建伟的老婆也上来问我 我看他一脸的憔悴 脸色更是煞白的不行 都是他儿子王杰搀扶着他 王杰还是愤怒地看着我们 估计还想着 如何收拾我们 刚才那是你王家的祖坟 你倒好 自己被吓跑了 我冷哼了一声 这王建伟的老婆立马要哭了 说 道长 刚才的事情太吓人了 我再不走 我怕被吓死的 哼 我呵呵一笑 说 你吓死了 就不管你老公了 妈 不要这帮骗子给骗了 他们就是想讹我们的钱 这都是他们弄出来骗人把戏 就想要威胁我们要更多的钱 谁知 我话刚一说完 这王杰就开始嘲讽了起来 我瞪了他一眼 吓得他身体一哆嗦 他赶紧躲到了他妈的身后 拉着他妈道 妈 我们走 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穷地方了 我都几天没洗澡了 我要回家 这个地方 老子再也不来了 我爸出事了 还有我在 我接管公司 肯定比我爸做得更好 我会养你的 走吧 王杰 你说什么呢 你这么走 不管你爸了 我没想到的是 王杰就算说出了这番大逆不道的话 王建伟的老婆 还是这么袒护他 如果他死了怎么办 不可能一辈子留在这里找他吧 回去我就接管公司 然后报警 我就算花钱给那些臭警察 也不愿意把钱给这些神棍骗子 王杰说到这儿 还冲我们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王八蛋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们这一家 活该 王岐鹏看王杰冲我发狠 立马愤怒地指着王杰吼道 哼 我们是有钱人 自然是一家人 可不像你们这些穷酸骗子 又穷脾气还不好 完全就是农村出来的土农民 没文化 还没教养 王杰不怒了 不过开始语言嘲讽了 他看我的时候 我就冲他咧嘴笑了笑 他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已经到了他面前 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轻轻把他提了起来 笑道 我们的确是从乡野农村出来的 但我们知道人情味 我们也不会丧尽天良 连自己的老子都不管 一会儿晚上 你跟我去一趟你家的祖坟 我掐得他说不出话来 脸都已经憋红了 双手不停地在我手臂上乱打 还想要用脚踢我 却是被我一脚踢在了他的肚子上 直接把他踢得倒飞出去了机密院 他一摔在地上 挣扎了好几下都没有爬起来 痛苦地捂着肚子 大喊淋漓 但眼睛 还是恶狠狠地瞪着我 呲牙咧嘴地咆哮道 你记住了 老子不会放过你 我家和公安厅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交情 我让他们把你抓进去 关你一辈子 看你们这些穷逼怎么出来 真是井底之蛙 王岐鹏嘲笑了一声 道 你那点关系敢和九哥比 别说公安厅 就算省城的大人物来了 也得给九哥面子 等你知道了特殊部门 你才知道什么叫关系 我看王岐鹏还要往下说 立马打断了他 道 王岐鹏 今日你就看着他 要是他敢逃走 你就打断他的腿 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他带到他祖坟的面前 让他祖宗看看 他的后代都是些啥样的人 好的 九哥 你放心 他就交给我 王岐鹏得到了我的许可 自然很高兴 一心想着收拾他 但王建伟的老婆 却是被我们给吓住了 连忙拉着我 说 道长 我家救他一个儿子 求道长不要怪罪他 不管你要多少钱 我都够了 我冷冷地打断他 呵斥道 我说了 我们不稀罕你的钱 想要救你老公 你就给我老实待着 否则 我们人之一尽后 别怪我们不救你老公 我这话说出来 王建伟的老婆 立马就跨着一张脸 虽然不满意我 但还是不敢开枪 老老实实地去照顾王杰了 九哥 那我们这些兄弟咋办 王岐鹏问我 解铃还虚气凌人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并不是蝉蝉的毒 你看他们面成黑色 一看就是中了邪气的原因 想要救他们 就必须要找到 那只逃走的蝉蝉 说到这儿 我又看向了村长 村长 你家有糯米吗 有 村长回忆了一声 问我 道长 你要糯米做啥 我朝王岐鹏使了一个眼色 王岐鹏立马明白了过来 拉着村长去找糯米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王岐鹏就弄了几口大缸来 里面全是糯米 还有半坛子高亮酒 王岐鹏把这些中邪的夜家弟子 全部装进了坛子里 装进去后 他们脸上的黑气 就消失了不少 等弄好了之后 我才把村长喊到了一边 问他 村长 王建伟的祖坟 是不是有啥问题 我一问 村长就沉思了一下 想了一会儿 才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据我所知啊 王建伟家的祖坟 在很早的时候 签过一次坟 坟头山最上面的 都是一些老坟 后面我们凤凰平过世的人 都是葬在下面的 也不知道为啥 王建伟家的祖坟 居然跑到上面去了 可说来也奇怪 王建伟之前很穷 穷得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后来出去之后 就突然发了大财 估计 也和他祖坟有关系吧 村长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有谱了 那祖坟埋葬的位置 风水极好 不是一般人看不出来 那就说明 是有人指点 那祖坟被人挖过 不知是叶伯他们 还是另有其人 还有我担心的龙羊 也一直没有先生 打听了一会儿村里的情况后 天就黑了下来 村长让他媳妇弄了饭菜 人不少 摆了两三桌 但王家的人都没有胃口 几乎没吃啥 都在看着我 我倒是不着急 自顾地和村长喝着酒 可酒刚过三巡 我腰间的铃铛 突然响了一声 只愿守坟起作用了 来了 有人去了王建伟的老坟 我尼南了一声 稷儿站了起来 我要救你老子 现在跟我上坟投山 王杰一听到 我要让他跟我上后投山 立马就不干了 躲在他妈妈的身后 说 我不跟你去 要是你在山上暗杀我 我岂不是死得很冤枉 我才不是傻子 要去你自己去 你别叫我跟你一起去 你把我妈带去也行 王杰说到最后 竟然把他妈妈推了出来 但王建伟的老婆 实在是太宠溺他了 看着我说 道长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儿子让他留在村长家 不行 我冷冷地看着王杰 怒道 你必须跟我们去 你要是不去 我们就没办法救你店 你要是不想他死 最好马上跟我走 我这么一说 王杰就慌了 连忙往后退 说 不 我绝对不会和你去 我爸都死了 不要拿他威胁我 我要走 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王杰说完 就要往大门口冲 我立马追了上去 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笑道 走 跟我上坟投山 嗯 王杰乖乖地点了点头 王建伟的老婆 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瞪了他一眼 道 你不要跟来 王岐鹏跟我走 说完 我们三人就朝坟投山走了 我在王杰的后背上 贴了一道阵魂符 阵住了他的三魂 现在没有多少意识 只会听我的命令行事 上了坟投山后 王岐鹏才问我 九哥 这小子胆小 一会儿 如果真的有啥邪门事 会不会吓死他 我笑了笑 要是他被自己的老祖宗吓死了 那也是活该 我们走快点 已经有人动手了 那人 肯定就是背后动手脚的人 好的 九哥 月色很好 我们没有打手电 三个人就快速地往山上窜 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孤魂野鬼 一直跟着我们的影子走 王岐鹏留在最后 不停地扔买路前 这才甩掉了跟着的孤魂野鬼 等接近王建伟的老坟时 我们就看到 那老坟周围 全是浓郁的鬼物 我们没有走大道 绕到了另一边 走的是小路 一进入鬼物的范围 我就连忙把震魂齿拿了出来 震魂齿一拿出来 周围的鬼物 就开始慢慢消失 可等我们窜到了 王建伟的老坟时 却是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但下午被我们铲平的老坟 竟然再次被填上了 九哥 这老坟真被人动了手脚啊 我们白天挖开的 现在又被人填上了 王岐鹏看到这一幕 惊讶地说道 嗯 我点点头 道 我早就看出来了 叶伯他们是听到了 蝉杵的叫声才出事的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挖到了棺材 才看到了蝉杵的 到我们来的时候 老坟只留下了一个 被挖开的缺口 很显然 这是被人动了手脚 可惜的是 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那填坟的人 应该已经走了 王岐鹏若有所思地 恩了一声 而后才问我 九哥 你说这人会不会是村子里的人 我摇了摇头 苦笑道 我现在也不清楚 但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老坟里的东西 我倒不怕 我怕的是 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防不胜防 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其实是担心龙阳 还有他背后的神霄门 神霄门的人也来了 他们是针对叶家的 我就担心 他们借这个机会下手 我顿了一会儿 说 叶伯他们已经消失两天了 我们必须得尽快找到他们 不然的话 时间越长 他们就会越危险 九哥 那你准备咋办 王岐鹏问我 现在肯定不能挖坟 要挖坟也是白天瓦 只有找到背后那个搞鬼的人 才能知道 叶伯他们到底出了啥事 这人很小心 我们得想办法 把他引出来 我看着这老坟 正正地说道 王岐鹏也没有说话 前后左右地观察了一番 这老坟之后 不解地问我 九哥 你说为啥这老坟没有完全填上 倒是留下这么一个缺口 王岐鹏指着那老坟坟包上的一处缺口 很是不解 我心里也纳闷 为啥这老坟会留下这么一个缺口 这缺口不大 只是一个脑袋大小的洞口而已 里面黑漆漆的啥也看不到 我也想不明白 留下这个缺口到底要干啥 我心里疑惑 就上前去观察这洞口 这一看 我就看出了问题 这洞里的泥土不是从外面挖的 因为这洞口里面比开口大 典型的是里面大 外面小 一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 这洞是从里面挖出来的 如果是开口大 里面小 那就是从外面挖进去的 也就是说 这缺口的洞 不是从外面挖进去的 而是从里面挖出来的 要是不仔细观察的话 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意识到这一点 我连忙喊王岐鹏 岐鹏 你看看这洞口 有啥不对劲的没有 呃 王岐鹏冷了一下 没有立即回答我 而是蹲下去 仔细观察这洞口 观察了一会儿 突然眉头一挑 站起来惊到 九哥 这洞口是从里面掏出来的 不是从外面挖进去的 也就是说 这坟并不是故意留下来这缺口 应该是被人完整填好了 是里面的东西 挖的这个洞 可这老坟里面只有尸体啊 难不成 真的是 王岐鹏说到最后 脸色刷一下白了 更是不自觉地 往后退了两步 我笑了笑 让他不要惊慌 跟着走到了王杰的身边 撕掉了他背上的镇魂符 镇魂符一撕 王杰就哆嗦了一下 随即清醒了过来 我这是在哪儿 我怎么会来我家老坟 但看到我们之后 立马警觉了起来 指着我们道 是你们使了什么妖术 你们想害死我对不对 我要对付你 用不着这样 我瞪了他一眼 吓得他打了个冷战 敢怒不敢言 他心里明白 也是个聪明人 现在这地方 救我们三人 要是他敢出言不逊 我们肯定不会 给他好果子吃的 我看他想跑 率先开口道 王杰 想不想救你父亲 王杰咬了咬牙 说 只要我没有危险 我可以考虑 但要是我有危险 你们就算弄死我 我也不干 我不能死 我们王家这么多财产 要是我死了 谁来继承 我爸活够了 死了也不可惜 混账 王岐鹏听到他这番话 当即大怒道 你这个不孝子 你爹要是知道你这样想 就算死了 也要从坟里跳出来 没错 就是要让王建伟 从坟里跳出来 王岐鹏一说完 我就接过了他的话 看着王杰 眯着眼睛 笑了起来 王杰一看到我这笑容 五官都拧了起来 反应过来后 转身就想跑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猛地往后一提 直接把他扔到了坟边 怒道 跪着 我一吼 王杰就不敢站起来 王岐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问我 九哥 你是不是看出了啥 嗯 我点点头 没有往下说 从乾坤袋里 拿出了三柱箱 点燃之后 就让王杰拿着 王杰此时已经被我吓住了 不敢乱来 只得拿着三柱箱 硬着头皮 跪在老坟面前 我又拿出了一把五地钱 交代王杰 一会儿跟着我走 不能起来 三步一颗头 要成心 要是再跑 我一定打断你的腿 王杰咬着牙没说话 我当他默认了 跟着握着阵魂齿 绕着坟边走起了七星步 每一步 我便会丢下一枚五地钱 用力踩进泥土里 嘴里同时大喊道 王杰 跪 王杰跪着在我身后走 看到我喊跪 立马就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三步一跪 三步一磕头 我的七星步 一步 当他跪着走三步 等绕着老坟走了一圈后 王杰的脑袋都已经磕破了 额头上全是泥土和鲜血 我没让他起来 就让他跪在老坟的墓碑前 跟着我才把震魂齿猛地插在了坟头上 怒吼了一声 道 我乃玄真长教 法器正我身份 不想行神军灭 速速把活人给我放出来 我对着老坟吼出来之时 王杰就被我的声音吓得哆嗦了一下 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一瞪他 他立马低下了头 老老实实地跪着 但我报了身份之后 这老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敬酒不吃偏 要吃法酒 我怒哼了一声 手中剩下的五地钱 全数扔在了老坟上 刹那间 就感受到这老坟的坟土 微微地颤动了下 我咬着牙 再次怒道 刚才我三请三拜 已经给足你了面子 如今我让你后人跪拜在你坟前 是诚信给你要人 再说一次 速速放人 否则休怪我 将你行神俱灭 哼 我的话音刚落 老坟那缺口的地方 立马传来了一声响动 跟着 我就看到一只金兽的手 从里面猛地伸了出来 那手直立立地 从老坟的洞里伸了出来 还活动地握了握手爪子 而后随着他的手一动 那洞口的泥土就开始慢慢扩大 不断地有泥土从里面翻了出来 鬼呀 有鬼 看到这一幕 王杰当即吓得惊叫了起来 这喊叫声 惊得人刺耳 王杰的脸更是吓得无比苍晚 也顾不上怕我了 站起来就往山下跑 九哥 他跑了 我看王岐鹏要追他 立马拦住了他 说 让他去吧 带他来 就是想摸摸他的脾气 这次一吓唬 估计他每个好几天是缓不过来的 王岐鹏明白了我的意思 摁了一声后 问九哥 这不会是王建伟的祖宗吧 不是 我摇了摇头 说 不是王建伟的祖宗 应该是王建伟 我刚一说完 那洞口翻出来的泥土就越来越多 十几秒钟过后 我就看到那洞口里 爬出了一个脑袋 先是上半身爬了出来 跟着是整个人都从脑坟里爬了出来 这爬出来的人 当即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好像极度缺氧 等发现我们的时候 顿时吓得尖叫了一声 鬼 一喊完 当即昏迷了过去 我走过去一看 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很是经兽 从他的手表还有衣着来看 肯定就是那个大富商王建伟无疑 在确定了他的身份后 王岐鹏就立马蹲在了那洞口里面看 手电筒一照 正好就看到了 那口树葬在里面的棺材头 手电筒照在棺材头上的那个钻体记字上 更是显得无比诡异 别找了 叶博他们不在粉脸 我知道王岐鹏想找叶博 还有其他的叶家弟子 立马喊住了他 说 等到了白天 我们就可以来挖棺材了 先带王建伟下山吧 好呢 九哥 王岐鹏把王建伟背了起来 我们就开始下山了 下山的路上 王岐鹏就好奇地问我 九哥 你怎么知道王建伟在老坟里 我笑了笑 给他解释了起来 说 之前我也不确定 但这次老坟重新被人填好了 那背后的人想要填坟 肯定不会留下一个洞口的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那老坟上的洞 正是从里面挖出来的 很显然 有人在里面 挖出这个洞 是想要通风 不让王建伟窒息而死 能保护王建伟的人 自然只有他的祖宗 但他祖宗好像知道啥事情 估计知道 有人要害王建伟 这才没放人 刚才我三请三拜 又报了自己的名号 这才让他相信了我的身份 放了王建伟出来 当时叶伯他们挖坟的时候 肯定遇到了啥极其恐怖的东西 王建伟的祖宗 为了保护王建伟 这才把他拖了进去 听完我的解释 王岐鹏N了一声 但好像心里还有疑惑 就问我 可九哥 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 你说 就是白天我们挖坟的时候 明明都挖到了棺材头 也没有发现王建伟啊 他怎么这个时候 从坟里钻出来了 这一点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老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邪门 等明天挖出来就知道了 那两只诡异的蝉蜂 是怎么出现在坟里的 至于王建伟 应该是被他祖宗拖进了棺材里 这也证明了 他祖宗要么变成了鬼 要么变成了尸杀 庆幸的是 这王建伟还活着 只有他醒了 我们才知道 当时叶伯他们到底遇到了啥 他现在是唯一的突破口 也是找到叶伯的契机 九哥 你太厉害了 王岐鹏笑嘻嘻地称赞了起来 我无奈地笑了笑 让他先回去再说 可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村长就告诉我 王杰跑了 王杰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 我没有在意 等把王建伟背进去的时候 他老婆立马就哭了起来 看到昏迷不醒的王建伟 急地质问我 道长 我老公怎么了 我先喝了一口水 才说 放心吧 他没事 被吓着了 加上一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身体肯定很虚 你给他喂点吃的 谢谢道长 听到我说他老公没事 王建伟的老婆才松了一口气 一个劲地感谢我 道长 之前都怪我眼神不好 小瞧了道长的本事 等道长回到省城后 我送道长一套市中心的大房子 作为报答 用不着 我乡野小子 住不惯你们的大房子 我对他们一家都没啥好感 直接拒绝了他 说 如果你真的有这份心肠 多做点好事吧 给你们的老家修条路 建所学校 别让这些求学的玩受苦 一定 我一定照办 王建伟的老婆忙不迭地点头 允诺道 道长请放心 等我老公醒过来了 我们就拿钱给老家多做善事 嗯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 毕竟人心隔肚皮 敷衍人的话 谁都会说 但多行善事 对他家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而后我才看着他 说 先照顾你老公 醒过来 我有事情问他 他没事了 叶家的人还生死未卜 好的 道长 王建伟的老婆应成了一声 就让他的家人 照顾王建伟了 他自己也去炖鸡汤了 所有的人都在村长的老屋里 我看了一眼 那些中了蝉除毒的叶家弟子 他们都浸泡在糯米酒缸里 他们没有被蝉除给咬到 只是中了蝉除疙瘩上 爆出来的血浆 那蝉除很邪门 应该是吃尸体肉 或者其他的东西长大的 已经有湿气了 这些叶家弟子 被泡在酒缸里 脸色的黑气消失了不少 但还没有醒过来的意思 只是这酒缸里的糯米 已经都变黑了 这是好事 说明他们体内的湿气 已经排出来了 我让那两个照顾他们的叶家弟子 每一碗都给他们换新的糯米 等适毒排出来了 他们应该就没事了 这一碗我没有谁 就在堂屋里等王建伟醒来 依依一直留在村长的家里 帮忙着做饭收拾 早就已经睡了 村长也没有了睡意 就去门外守着 坐在门口的石头上 一个劲的抽烟解发 趁着无聊 我就走出去 向他打探消息 村长 你们后面的坟头山之前 是不是有人在管 村长见我问他 先是沉思了一会儿 后来才说 早些年倒是有一个老头 他好像是守墓人 专程负责坟头山上面的老坟 每到清明或者过年 都会去给他们上坟祭拜 所以 那些没有记载的老坟 才没有荒废 听到村长说到了这个守墓人 我当即咯噔了一下 脑海里也是快速地转了起来 难不成 王建伟的老坟 和这个守墓人有关系 意识到这一点 我才问 村长 那这个守墓人 现在可还在村里 没了 没了 村长摇了摇头 说 早些年他就死了 现在那些老坟 也没人管了 只是我们上坟祭拜的时候 也就顺便打理一下 如此看来 那个背后搞小动作的人 并不是村长口里的守墓人 可这人 到底是谁 我和村长又继续聊了很久 几乎把这个凤凰瓶的情况 全部打探清楚了 就在我要进屋的时候 王岐鹏突然冲了出来 一脸焦急地吵喊道 九哥 不好了 王建伟他们不见了 王建伟他们不见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气得差点暴跳了 但我忍着没发脾气 连忙冲进了屋子里 又去看了厨房 可哪里还有王建伟他们的身影 就连他老婆 还有他带来的那些家属 也全都不见了 九哥 这厨房后面的门是开着的 他们应该是从这里跑出去的 还没走多久 我现在就去追 王岐鹏要追 我拦下了他 说 穷寇莫追 我担心有埋伏 我们现在先顾自己 我感觉这事越来越不对劲 好像中了圈套 九哥 会不会是他们怕了 这才跑了 王岐鹏问 我也不知道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 如果是他们是自己害怕跑了 那我更喜欢接受这样的事实 九哥 都怪我不好 是我没有看住他们 要是当才我留点信 他们就不会跑了 九哥 你骂我两句吧 我心里舒坦 王岐鹏一个劲地自责 这不管你的事 这一切太突然了 我安慰了他一句 跟着问他 岐鹏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九哥 是这样的 王岐鹏慢慢给我说了起来 刚才我给他们换糯米 王夫人就说 让他老公去房间里休息 他去给他炖鸡汤 我当时也没多想 就想着王建伟是昏迷的 应该不会出啥事 可等我把糯米换好了 还是没看到王夫人从厨房出来 我这才先去了王建伟的房间 发现房间里早就没人了 我又去了厨房 也是一个人都没有了 听完王岐鹏的话 我又安慰他 这不关你的事 你反应算很快的了 他们到底想要干啥 这一刹那 我就感觉自己 好像蒙在了鼓里一样 越接近真相 反而离真相越远 而且更加迷惑 我回到了堂屋 坐在凳子上 开始想这几件事情的联系 可就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无论如何 也理不出一个头来 王岐鹏看我揉着太阳穴 就挨着我坐了下来 说 九哥 如今王建伟消失了 那叶伯他们的线索就断了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当时挖坟遇到的事情了 我知道 我咬了咬牙 这件事情愈发棘手了 心里更是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王建伟走了 我们的确又变得束手无策了 原本以为找到了他 就可以知道当时发生的情况 可现在看来 又是白忙活一场了 他走得实在是太凑巧了 我越想越头疼 感觉脑袋都快爆炸了 要是子龙和王伟在我身边 恐怕我就不会这么寸步难行了 小哥 我们村里的老爷子 想找你说几句话 就在我一筹莫展时 村长突然带着一个老爷子 走了进来 他的岁数看起来有八十好几了 满头的白发 就连胡须也白了 人看起来很消瘦 也很余虑 在他进来的时候 我就注意他走路的步伐 步伐不稳 精神也不算好 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爷子 见村长把他带进来了 我连忙站了起来 礼貌地打招呼道 老爷子 你有啥事跟我说 村长招呼老爷子坐下后 介绍说 小哥 这是我们村年龄最大的 你要打探的事情 可能他能给你一些答案 他好了 我当即激动了起来 看着村长道 村长 谢谢你 村长摇了摇头 说 你们都是好人 最坏的就是王建伟 那狗犊子 救了他 他们反而一家人跑了 一点也不管你们 村长说到后面也是很气愤 然后这老爷子才开口了 小道长 你们的事情 村长也给我说了 他也在帮你们打听 王建伟老坟的事情 我知道的不多 希望能帮到你们 老爷子 那就有劳你了 我连忙感激到 老爷子点了点头后 这才开始说了起来 这事 要从王建伟的爷爷说起 他爷爷年轻时好吃懒做 后来又沾上了鸦片烟 媳妇活生生磨死的 他也不管他儿子 他儿子嫌弃他 就搬出来住到了大集体 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说来也怪 没人管他 他也活了下来 整天关着大门抽大烟 有人好奇 就去看他 这才发现 他床上有一只皮球大的血缠厨 王建伟的爷爷 还搂着那血缠厨睡觉 那桌上还有酒有肉 生活过得很滋润 那人当即觉得好奇 心想这么好吃懒做的人 竟然过得这么好 就拐弯抹角地打听了起来 王建伟他爷爷 当时也没心眼 就把这件事给说了出来 老爷子说到这的时候 嘴巴说干了 喝了一口水后 继续往下说 王建伟他爷爷说 那血缠厨是他的财神爷 说有一天 晚上他的眼犯了 正痛苦不堪 那血缠厨就在他门口咯咯地叫 那时王建伟他爷爷的身体 早就跨了 走路都费劲 但那血缠厨 一直在门口叫个不停 叫得人心烦 他就出来 想撵他走 可这血缠厨走了两步 就会停下来 好像要带他去啥地方 王建伟他爷爷是个精密人 就跟着血缠厨走 结果就走到了坟头山 捡到了不少的金银财宝 这才没有被饿死 反而天天有钱抽大烟 更奇怪的是 之后王建伟他爷爷 更是从坟头山带下来了一个人 就是后来 出现在我们村子里的守牧人 一直和王建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 直到他去世 去世前 更是让守牧人帮他签了祖坟 当时签祖坟的时候 就他们两个人 连村里人都不知道 这事儿 也是后来才传开的 老爷子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震惊地坐不住了 那血缠厨 一定是那守牧人搞的鬼 只是 他都已经死了 可他为啥要帮王建伟的爷爷 这点我想不明白 我问老爷子 老爷子 王建伟和那个守牧人 他们是咋认识的 我也不知道 老爷子摇了摇头 无奈地朝我笑道 那守牧人和王建伟他爷爷 两人几乎不出门 整天就关在屋里 不和我们凤凰坪的人打交道 但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天天都是大酒大肉 小道长 不怕你笑话 当时我也去坟头山 找金银珠宝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都穷怕了 饭也饿够了 为了活下去 啥事也做得出来 可奇怪的是 我们去了好多人 愣是一点东西都没找着 连坟都给人挖了 莫说金银珠宝 就算破铜烂铁 也没见到过 我虽然没生在他们那个年代 但也知道 那个命贱如狗的年代 简直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但现在 老爷子说到这事 我心里 也有了自己的猜想 王建伟的祖坟 肯定是出自那守牧人的手笔 是一个风水高人 那个骄阳不火的年代 好多道士为了有口饭吃 不被批斗 都跑到那些 与世隔绝的村子躲难去了 只是老爷子口中的金银珠宝 难道真是八属枪 鬼族留下来的财富 会不会是那守牧人 找到了枪鬼族的财宝 这才让王建伟的爷爷 去镇上帮忙捣卖 可王建伟 那邪门的祖坟 又到底是咋回事 疑惑的是 那守牧人已经死了 完全是无迹可循 想到这儿 我心里又开始迷茫了起来 感觉事情越来越复杂 继续说了一会儿 老爷子也走了 我们做到了天亮 等太阳一出来 我就带着三个叶家弟子 直接去了坟头山 留下一一 让他照顾叶家 那些昏迷的弟子 阳光照不到王建伟的老坟 但能够照到顶端山壁上的 那三尊吐蕃神像 那红色的石壁 泛出淡淡的红光 加上周围的森森白雾 莫名地增添了一分诡异感 我心里担心着叶博 就选择了强行挖坟 我用黑公鸡的鸡血 撒在了老坟周围后 就开始让他们挖 这坟被翻了几次 挖起来很快 不一会儿 就再次挖到了棺材头 我一直在边上盯着看 怕有傻邪门的事情发生 但挖到了棺材头的时候 仍旧没有邪门的事情发生 随着他们顺着往下 挖了好几米 一口树脏的棺材 立马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棺材头朝上 棺材尾朝下 那棺材上 更是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整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树葬的棺材 而且这棺木 没有任何一点腐烂的迹象 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这棺材 还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怕是里面的东西 必定是大凶之物 看到这邪门的树葬棺材 叶家弟子 吓得从坟坑里 窜了起来 都在看着我 等我下命令 王岐鹏的胆量 比他们大了不少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说 九哥 我们华夏牧葬 都讲究的是 躺着入土为安 棺材里的人死后 也不得安宁 这时煞穴 风水运树 又被血缠除给吞了 理应说王建伟 应该不能飞黄腾打 可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王建伟他们消失了 我就没有了任何的线索 只能从这老坟着手 来找叶伯的下落 这棺材 的确很邪门 还有这奇怪的风水 都已经超过了我的认知 但现在 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咬了咬牙 到 把棺材取出来 好的 九哥 说完 王祈鹏才带着 另外的叶家弟子 开始忙活了起来 他们在坟坑上 快速地搭了一个三脚架 三脚架的中心点 固定了一个滑轮 他们都是修道之人 取坟这样的事情 也是得心应手 速度很快 那滑轮固定后 又用麻绳 套住了棺材头 绑结实了后 那两个叶家弟子 才开始拉麻绳 有了滑轮界里 这树葬的棺材 很轻松 被他们给拖起来了 这树葬棺材掉起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边上盯着 那棺材一拖土 我就看到那湿漉漉的泥土往下掉 泥土上还有血液 就连这口棺材 也是有血液 顺着棺材滴了下去 等棺材完全悬空了 王祈鹏又用另一条麻绳 套住了棺材尾 横着一拉 就把棺材拉到了坟边 棺材一落地 所有人都闻到了 那股浓郁的血腥味 好像这口邪门的棺材 一直是浸泡在血水里的一样 不然不会散发出 这种血腥味来 我走到了棺材边上 朝他们说道 棺鹏 你们在我身后 随时注意周围情况 好的 九哥 你小心点 王祈鹏他们 全都拿出了铜钱剑 齐刷刷地站在了我身后 我深呼吸了一口 先把棺材上的麻绳弄下来后 这才去抬棺材 这棺材是没有打棺材钉的 那王建伟才被拖着 钻进了棺材里 我走到了棺材头的地方 双手抬着棺材盖 手腕一震 丹田处的真气 瞬间窜到了我的手腕处 猛地往上一抬 棺材盖一掀翻 我就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在棺材盖掀翻的刹那 我就看到 里面冒出了无数湿气 那冲天的湿气味道 熏的人直反味 借阳光 我当即喊了一声 叶家弟子就拿着乾坤镜 去反射太阳了 太阳一反射在棺材盖上 那湿气就愈发地浓郁了 但阳光反射在上面 那黑气消失得很快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里面的黑气就停止了 筐 筐 而下一秒 这棺材竟然左右颠簸了起来 发出了框框的诡异声响 这棺材是薄皮棺材 不是很厚实 但就这么摇晃起来了 还是让人心里一紧 我拿着震魂齿就冲了上去 一冲上去 我就看清楚了 里面躺着的那具尸体 在看到那尸体的时候 我就慌神了 因为这棺材里的尸体 实在是太诡异了 没有半点的腐烂迹象 浑身都是血淋淋的 不是正面躺在棺材里的 而是趴在棺材里的 双手是反着伸出来的 但手臂又是弯曲的 呈现出了一个 双手向内拥抱的姿势 双脚也是向后勾起来的 呈现了一个八字形的姿势 尸体已经僵硬了 姿势看起来很扭曲 想必是死的时候 经历了巨大的痛楚 才造成这一的姿势 我仔细一看 又看到了更加诡异的地方 只见这趴在棺材里的尸体 从头颅到胸膛 再到腰腹大腿的地方 分别被定了七根桃木钉 尸体出血的地方 正是这七处 被定了桃木钉的地方 这种手法太残忍 当年那守木人 为啥要这样做 我看得恍惚 心里更是生出了一种 大胆的想法 这好像不是下葬 更像是残忍的祭祀手段 而且 用桃木钉定住尸体 还能讲魂破风在尸体内 怪不得 这王剑伟的老坟会有意识 正是因为这原因 想到这一点 我才出手 去抓住了尸体的双腿 手腕一发力 猛地往上一转 可第一次没有把尸体给拖起来 那棺材钉钉的有些深 但已经脱落了好几根 就剩下头颅那一根没有脱落 我在一发力 只听见咔的一声 那头颅的棺材钉就脱落了 我咬着牙 双手猛地往上一拉 直接把尸体给拉了出来 尸体一被我拖出来 叶家弟子就配合地 把阳光反射了过来 阳光一反射在尸体上 这尸体 竟然猛烈地挣扎了起来 尸体已经僵硬了 并不是尸体某处挣扎 而是全身都在挣扎 特别是那些 打穿他身体的棺材钉 竟然开始慢慢地脱落了出来 碰 碰 只听见一连串的砰砰声响 那打入尸体的七根棺材钉 全数脱落 那反着伸出来的弯曲手臂 还有那翘起来的双腿 瞬间垂到了地上 而跟着 我就看到那尸体里 有阴魂从天灵盖钻了出来 一钻出来 他就被反射的阳光 照得惨叫了一声 叫得无比凄惨 身上更是滋滋地冒着黑烟 等这阴魂一成形 我就看清楚了 这阴魂的模样 和王剑伟有几分神似 年龄也有六七十的样子 这阴魂 应该正是王剑伟他祖宗的 我们看他的时候 这阴魂也在看我们 反射的阳光 让他很难受 但他身上的戾气太重了 如此毒辣的阳光 还加上乾坤进的法力 竟然也没有将他魂飞破散 只是将他变得愈加的凶狠 只见他往边上跨了一步 直接躲开了反射的阳光 跟着就要往上跑 我一直在留意他 见他一动 连忙拿出了阵魂符 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一挡住他 他就恶狠狠地看着我 不停地冲我呲牙咧嘴 那眼睛都已经变成深黑色的了 好深的怨气 我拿着阵魂齿一挡 这阴魂立马吓得用双手挡住了脸 同时往后退 而他一退 叶家弟子的太阳光又反射了过来 他的双脚一踩在阳光上 就好像是踩在了烧红的落铁上一样 立马疼地跳了起来 我见状立马冲了上去 灵符扔向了他 同时截到只念驱魂咒 咒语还没念完 这灵符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胸膛上 他被阵魂符给震住了 可眼睛还能动 正无比忧怨地瞪着我 一脸深仇大恨 好像要把我吃了一样 我看着他 立声道 我乃玄真掌教 在我面前 你最好老实一点 否则我让你当场魂飞魄散 阴魂普遍都忌惮到是 在听到我报了名号后 这阴魂就不敢支持我了 我接着往下说 你被人用这样的方式 葬在了棺材里 很显然是有人要算计你 让你不能投胎 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些消失的修道之人 他们都去哪了 我一问 这阴魂的魂体 就立马瑟瑟发抖了起来 显得很害怕 我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 他肯定知晓其中的缘由 立马立声道 告诉我 我给你机会 让你去阴曹地府报道 否则 我就让你魂飞魄散 说话时 我就用真气催动了阵魂齿 阵魂齿当即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这阴魂一看到这金光 脸都吓得扭曲了起来 连忙摇摇头 终于张开了嘴巴说话 我死后不得安宁 因为有更加厉害的东西 控制着我 我之前本来已经成了干尸 但我后人给我签了祖坟之后 我就吸收了周围的山精地气 那对血缠除压着我的棺材 把山精地气变成了煞气 我吸收了煞气 慢慢有了血肉 也有了意识 我的力气越重 那对血缠除就长得越大 周围的煞气也越多 我不知道啥原因 我只感觉有东西控制着我 那些消失的道长 他们是 是被带进了鬼门关 特别是我吓 吓 这阴魂的话还没说完 那反射在地面上的阳光 当即消失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就率先感受到 天空突然阴沉了下来 而后就是一声轰隆的惊雷声 天雷要劈坟了 九哥 快躲开 我正要抬头看 突然发生了变化的天空 王岐鹏当即惊呼了一声 还没来得及回头 王岐鹏就冲了上来 直接把我扑到了坟坑里 这电光火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我最担心的就是 这阴魂会逃跑 所以一直在紧盯着他 天色突然一暗 惊雷骤然响起时 我就被王岐鹏扑到了坟坑里 还没抬头 就听到了轰的一声爆炸声响 就感觉这爆炸声 是在我耳边响起的 震得 我耳朵嗡嗡直响 等这爆炸声彻底消失了 王岐鹏才赶紧把我拉了起来 大声地问我 九哥 你没事吧 他喊得很大声 但钻进我耳朵里的时候 就细弱闻声了 刚才那突然出现的爆炸声 我现在都还是七晕八速的 我用力地甩了甩脑袋 重重地拍了几下耳门子 那种难受的感觉 才消失了不少 等我看到眼前的情况时 也是被吓得不轻 只见那道突然出现的惊雷 竟然把坟边的棺材 劈成了焦炭 就连那尸体 也还在燃烧着 但那个阴魂 却是已经被惊雷劈的魂飞破散了 这他娘的 太邪门了 这天雷为啥要劈这口棺材 还有棺材里的尸体 难不成这王建伟的祖宗 做了人神共愤的事情 九哥 天雷劈了王建伟的老坟 说明他家 应该干了啥缺德的事情吧 王岐鹏问我 我摇了摇头 说 不是 是那个守木人做的手脚 刚才那阴魂的还没有说完 就被天雷给劈的魂飞破散 但他说过 叶伯他们 是被人带到了鬼门关 鬼门关肯定不是阴曹地府的鬼门关 在丰都县也有鬼门关 他们应该是 被人带走了 还有那阴魂说 有东西在控制他 这东西 可能就是那个暗中动手脚的人 这人 一定在凤凰坪这村子里 我这么一说 王岐鹏就沉思了起来 片刻之后 才看着我不确定地说道 九哥 你怀疑村长 嗯 只是怀疑 我也无法确定 只是刚才听到阴魂那番话后 我就开始怀疑他了 第一次村长和我们上来的时候 啥时候走的我们也不知道 还有王建伟他们莫名消失了 正是我和村长 在外面聊天的空荡出的事情 可有一点我想不通 就是昨晚我用纸鸢来守坟 坟被人动了手脚 可那会儿 我还在和村长吃饭喝酒 村长没有动王建伟的老坟 唯一的可能 只有那个他带来的老爷子 我还在沉思 王岐鹏突然喊了我一声 九哥 你看这下面有东西 王岐鹏一喊 我立马回过神来 朝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下去 正好就看到这树葬的圆形坟坑土壁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暗洞 那暗洞的直径 差不多有五十公分左右 足够让一个成年人在里面爬 九哥 你拉我 我下去看看 我还在观察 王岐鹏就拿来了麻绳 一头结实地缠在了腰上 把另一头递给了我 我拽紧了麻绳的另一头 提醒道 岐鹏 小心点 嗯 王岐鹏愣了一声 把铜钱剑含在了嘴里 两只手撑在了 这圆形坟坑土壁上 慢慢往下滑动 好在他的手够长 刚好可以支撑在坟坑的两边 等他到了底部后 这才掏出手电筒 罩了罩那土壁上的暗洞 跟着就爬了进去 我手里拽着麻绳 随着他往里面爬 麻绳也是跟着他 进入了暗洞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心里也是为他担心着 但麻绳还在往里面移动 那就说明他还在爬 差不多 麻绳都已经不够了 那麻绳才突然不动了 就这一刻 我心突然一紧 正想着王岐鹏是不是出事了 手上就感受到麻绳动了动 跟着就看到麻绳慢慢被送了出来 不一会儿功夫 就看到王岐鹏再次从暗洞里爬了出来 浑身都是泥土 我看到他没事了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九哥 这暗洞是连接边上的溪流的 那对血缠除 就是从那溪流边上的暗洞爬进来的 王岐鹏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把里面的情况给说了出来 他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再次纳闷了起来 这叶伯他们不在这暗洞里 他们到底去了哪 而我还在疑惑之时 王岐鹏突然在坟坑底部跳了起来 每跳一下 他的脚下就会传来咚咚的声响 一听到这声响 我当即一惊 王岐鹏更是笑嘻嘻地看着我 说 九哥 这下面是空的 哇 我心里也是激动了起来 会不会叶伯他们就在坟坑下面 我递给了王岐鹏一把铲子 他就在下面挖了起来 我一直在看着王岐鹏 他挖的速度非常 挖了几分钟后 突然就停了下来 好像挖到了啥 我看得心急 就问他 岐鹏 挖到啥了 我一问 王岐鹏才抬头看向了我 脸上有些苍白 道 九哥 这下面好像是一口血红棺材 好 好冷 刺骨 王岐鹏一说到后面 语气突然哆嗦了起来 连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王岐鹏突然炸了一声 九哥 救我 几乎是同时 在王岐鹏喊救命的时候 他的下方就庆出了无数的白雾 眨眼的功夫 就把这个坟坑给填满了 我看到这一幕 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猛的就开始往上拉麻绳 可这一拉 空了 一点重量都没有感受到 我拼命地往上拉麻绳 等我把另一头拉起来的时候 这才死心了 我也是慌了 立马朝里面大喊了起来 齐鹏 你还在不在 快回答我 我的声音回荡在这圆形的坟坑里 久久不散 但却是听不到王岐鹏的声音了 那坟坑里漫出来的鬼物 已经盖到了我的脚下 刹那间 我就被冻得打了一个冷战 这种阴冷 无比刺骨 绝对是我见识过 最阴冷的鬼物 这下面的东西 好恐怖 我不敢跳下去 下面的地势太窄了 就算我遇上了 也施展不开手脚 我赶紧跳了上去 刚一站稳 那鬼物就彻底把这个坟坑给填满了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这圆形的坟坑里 正在冒险气 犹如冬天的深井一样 但邪门的是 这邪门的鬼物 就填满这个圆形坟坑 就是不弥漫出来 那两个叶家弟子脸的下白了 问我 九哥 我们现在咋办 我咬了咬牙 说 王岐鹏被拉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道横到底有多高 但这绝对是我见到过的 最恐怖的阴气 我们现在不能下去 地形的束缚 不利于我们对付鬼魂 唯一的办法 就是挖 把最下面的那口血红棺材给挖起来 我现在才总算明白 这是咋回事了 这是关押棺 而且还不是重叠的压着 是树葬棺材 压着横着棺材 王建伟的祖宗 是被那个守木人给利用了 就是想要镇压最下面的那口血红棺材 血红棺材 哪位大兄 又被人站着压着 心中的怨气肯定极其恐怖 但光天化日之下 再强的厉鬼 我也要和他斗上一番 这两个叶家弟子 已经被吓得够呛了 但我在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继续挖 这工程量不小 我也加入他们 开始挖了起来 下面最起码有五六米深 要沿着扩大挖下去 才能挖到那口血红棺材 里面的鬼物 一直没有消散过 我用精血抹在了镇魂尺上 把镇魂尺插在了我们的边上 这鬼物才稍微淡薄了一点 虽然现在是炎炎夏日 也快到中午了 可我们费着劲挖 不但没有发热出汗 更是冷得不停打寒颤 浑身的寒毛 都已经竖了起来 我没喊停 他们也只得憋着一口气继续挖 谁知 刚挖到那圆形竖葬坑的位置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骤然阴沉了下来 我抬头一看 就好像天色已经到了傍晚一样 那乌云不停的滚动 雨水哗啦啦地就落了下来 就是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 天就完全变了 如同黑夜 呼 呼 而后 周围更是刮起了大风 吹得周围的树木不停地作响 好像要吹断了一样 一时间 飞沙走时 黑云压顶 如同是要刮台风的前奏 我看情况不对 立马拉着他们 往山下退 可刚一退 无数孤魂野鬼就飘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直接跪在了那坟坑的面前 一个劲地朝着坟坑里的东西 磕头跪摆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头皮当即就抹了 更是脱口惊呼道 这 这竟然是万鬼嘲讽 万鬼嘲讽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遇到这样的场面 孤魂野鬼是没有意识的 就只知道 在死亡的地方 徘徊转悠 道行也很低 遇到阳气强的人 还有那些 杀猪降血腥未中的人 他们也是害怕的 更别说大白天出来活动了 虽然现在黑云风顶 完全变天了 他们也不敢出来活动 而现在 全都出来了 那就说明有东西 在吸引他们 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自然是阴气 阴气越重 他们就越喜欢扎堆 有强大阴气的庇护 他们才会有安全感 而可怕的是 他们现在 全都在跪着 朝坟坑朝凤 我心里明白 他们不是朝凤这所老坟 而是老坟下面的 那口血红棺材 当年我娘的鬼魂 被封在了坟墓里 也吸引了白鬼游荡 可和现在的场面比起来 完全是小屋见大屋 我娘当年 最后破关而出 就是被周八字 养成了恶鬼 但她身上的怨气 和现在出现的怨气比起来 也完全是天然之别 出现这样的情况 唯一的可能 就是那血红棺材里的东西 是真正的鬼王 只有真正的鬼王 才能让这些孤魂野鬼 朝拜他 同时也说明了一点 有人在养鬼 九哥 我们现在要咋整 我身后的两个夜家弟子 吓得活都快飞了 但他们没有被吓跑 这是我欣慰的地方 这样的场景 别说是他们 就连我也没见过 真的鬼王 少之又少 几乎是逆天的存在 那些修为高的老道士 恐怕修道一生 也多数没有见过真正的鬼王 天色越来越暗了 可现在还是大中午 这种压抑感 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 孤魂野鬼还在朝拜 时不时地 发出阴森森的笑声 好像在等他们的鬼王出世 我心里也悬 不知道 能不能对付 这真正的鬼王 但我心里清楚 我不能走 要是等着鬼王降使了 这些孤魂野鬼 就会跟着他 到时候 他们所到之处 绝对是人处难安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才朝他们大喊了一声 报 我们不能走 得留下来 赶走这些孤魂野鬼 这两个夜家弟子很害怕 连早就苍白的不行了 但他们没有选择跑 咬了咬牙 道 我们跟着九哥干 好 我欣慰地点点头 说 一会儿你们跟着我 千万不要走散了 好的 九哥 雨越来越大 我的全身都已经打湿了 雨水顺着头发脸颊 流到了身上 周围的风一直没有停 枯叶吹得漫山遍野 视线越来越模糊 我咬破了舌尖 猛地把精血 喷在了镇魂齿上 咒语一念 镇魂齿上 镇魂的那些符文 立马发出了刺眼的金光 这金光一出现 离我最近的那些孤魂野鬼 当即害怕的四处逃窜 但他们没有被吓走 而是避开了我 继续对着焚坑嘲讽 我双手握着镇魂齿 举到了我的头顶 嘴里大喊道 赫赫阴阳 朗朗乾坤 六甲六丁 八大金刚护身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无奉三亲祖师爷 急急如律令 神威开道 万鬼莫党 万邪必让 而等孤魂野鬼 速速离开 否则 魂飞魄散 我的声音很大声 不停地 回荡在这坟头山 久久不散 在我咒语喊完之时 镇魂齿瞬间金光大盛 活生生给照出了一条路来 我顺着这条路往坟坑走 所到之处 那些跪在地上的孤魂野鬼 当即吓得四处逃散 同时阴森森地哭了起来 那凄惨的哭声 听得人一阵头皮发麻 叶家两个弟子 跟在我身后 也是大声喊着咒语 但那喊声 几乎都快被吓破声了 我一靠近这坟坑 那种刺骨的阴冷感 随即而来 那弥漫在坟坑里的鬼物 当即犹如喷涌的泉水 泉树凶猛抄我袭来 瞬间把我们三人笼罩了起来 顷刻之间 震魂齿的金光当即熄灭 那阴气顶着我们 让我们寸步难行 没有了祖师爷的神威护身 那种刺骨的阴冷 逐渐开始吞噬我们 我感觉我身上的寒毛 我顶不住这股强大的阴气 慢慢地被逼退了出来 一退出这恐怖的鬼物 那两个叶家弟子 当即倒在了地上 眼而口鼻同时出血 脸色也是变成了铁青色 眼睛大大的睁着 身体也是时不时地抽搐着 我试探了一下他们的鼻息 还有一口气 他们道横弱 被这恐怖的阴气冲踢了 但还死不了 只怕醒来 也是一个废人了 不过只要还活着 就要救他们 我把他们拉到了石头后面 藏了起来 准备再次去驱赶那些孤魂野鬼 应该是石身还没有到 现在还是白天 恐怕到了夜晚 月亮一出现 他吸收了月亮的精华 想必就会破关而出了 这些孤魂野鬼虽然道横低 可他们数量多 堆积起来阴气就很恐怖 他们再嘲讽鬼王 也是让鬼王吸收他们的阴气 等石身到了 就会出来了 我刚才借祖师爷的神威 也被那鬼王的鬼物给破了 可想而知 这里面的鬼王何其恐怖 雨一直没有停 哗啦啦地下着 把坟坑边上的那些泥土 都给冲进了坟坑里 周围随处都能闻到那股土腥味 没办法了 必须要阻止鬼王出事 决定好了之后 我便心一横 拿出了乾坤代理的玄珍大印 当即撕破了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浑身是伤疤的上身 但我割破了手心 鲜血清出来后 我立马把玄珍大印盖在了上面 等玄珍大印沾上了血液之后 我就先在脑门上盖了一下 跟着就快速地 在自己的上半身盖章 这玄珍大印一盖上去 我的身上立马出现了 玄天大到四个血子 但雨太大了 不一会儿就给冲散了 那烟红的鲜血 顺着我身体流到了地上 这是我们玄珍教的掌教信物 也是祖师爷传下来的 我选择以身剃道 如果再无法镇住这鬼王 那我也没辙了 身上盖满了玄珍大印后 我就收好了镇魂齿 一只手手持玄珍大印 另一只手掐了道掌 大声念起了杀鬼咒 太上老君教我杀鬼 与我神放 上呼玉女 收射不详 登山实裂 佩戴印章 头戴华盖 足涅奎刚 左扶六甲 右卫六钉 前有皇神 后有乐章 神师杀伐 不必豪强 先杀恶鬼 后斩夜光 何神不服 何鬼敢当 无奉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杀恶鬼 斩住血 但 随着我歇斯底里的咆哮出呆子之时 我就感觉身上一阵针刺般的疼痛 我咬紧牙关 强忍着疼痛 那剧烈的疼痛 很快就变得灼烧了起来 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我赤裸着的上半身 逐渐出现了无数道金光 那金光是玄天大道这四个字发出来的 正是我用玄珍大印盖在身上的 刹那间 我就感觉自己 像是一个小惊人一样 道法加深 我浑身都散发着正道的光芒 这光芒一出现 周围无理范围内的孤魂野鬼 全都吓得哭叫了起来 那阴森森的哭声 一波接着一波 接踵而来 听得我鸡皮疙瘩 全数冒了出来 我挺着胸膛 一个劲地往坟坑走 周围的孤魂野鬼 纷纷避开 等我走到坟坑处时 那些下跪嘲讽的孤魂野鬼 全数躲进了周边的林子里 我看着那坟坑里 沁满的鬼雾 当即举起了玄珍大印 力声道 邪不胜正 而等鬼魂 我今日便用玄珍大印 将你勇士封印在地底深处 话音一落 我就猛地朝坟坑盖了下去 一盖在那鬼雾上 玄珍大印 请客间金光大盛 那原本恐怖的鹰气 在冲撞我的玄珍大印 我握着玄珍大印 慢慢往下压 那鬼雾野士 跟着被我压了下去 在我把鬼雾压下去后 我就看到了坟坑深处 裸露出来的血红棺材 血红棺材没有棺材感 我没有看到里面的鬼王 只看到了里面躺着的王岐鹏 但我心里清楚 那鬼王肯定就在他身下 王岐鹏双眼紧闭 脸色煞白 像睡着了一样 生死未卜 但不管是生是死 我也要用玄珍大印封了鬼王 救他上来 可就在我要跳下去封印鬼王时 背后就传来了一道 阴狠狠的声音 李初九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 阻止鬼王将士的 一听到背后有人喊我 我立马正住了 手中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下意识地就转过头去看 这一看 还没看清楚 就看到淡泊的鬼雾中 突然冲出来了一个黑影 速度快的惊人 几步就冲到了我面前 身体骤然腾空而起 那长长的腿 当即朝我脑袋横扫了过来 在感受到那长腿凶猛的进风时 我脸色猛然一变 收回玄珍大印 就用手臂去挡他的攻击 但他的力量太恐怖了 犹如千斤之力 那腿扫在我的手臂上 当即震得我手臂发麻 手一松 玄珍大印就落到了地上 而这偷袭我的人落到地上后 再次朝我发动了进攻 还是用腿攻击我 速度快如闪电 我知道他腿上的力量 不敢大意 身体猛的一震 丹田处的玄珍真气 瞬间爆发了出来 玄珍真气一爆发出来 我身上的经脉 猛的爆发了出来 力量陡然间增加了数倍 直接握着拳头 朝他的脚对轰了过去 但这人连续朝我踢出了竖脚 虽然没有伤到我 却是踢得我连退了好几步 我一只脚已经踩空了 背后就是那坟坑 再退我就会摔下去了 意识到这一点 我身体猛的往下一沉 双脚都已经陷入了 湿漉漉的泥土里 憋着一股气 双拳同时挥了出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响 这人就被我震得倒飞了出去 她的身体落到了地上 就地一滚 灵活地钻到了浓雾里 我还没有看清楚她的样子 就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 李初九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那声音是扯着嗓子喊的 不是她真正的本身 这声音消失得很快 不一会儿 就连那黑影都看不到了 你到底是谁 有本事滚出来 我朝着她消失的方向 大喊了一声 可已经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应该是走了 她这么做 是想阻止我封住 那即将出世的鬼王 等我转身的时候 果然就看到了 那坟坑里 原本被我压下去的鬼物 竟然再次冒了出来 直接把这坟坑给填满了 而那些被我震慑 躲进林子里的孤魂野鬼 再次飘了出来 就围着我和这坟坑 再次跪拜嘲讽了起来 他们一跪 阴气瞬间开始冲体 只感觉一股股 刺骨阴冷的阴气 不断地冲撞而来 就是这一瞬间 我就感觉脚下有些轻飘飘的 头也是昏沉沉的 阴气冲体 我担心会晕过去 连忙咬破了舌尖 一股剧烈的痛处 从舌尖传来 我当即哆嗦了一下 意识也是清醒了过来 但也不敢待在这个地方了 捡起地上的玄真大印 就跑出了这个 万鬼嘲讽的圈子 我刚才用玄真大印盖 在我的身上 就是用我自己的肉身 来戒神威 可刚才玄真大印一脱手 法力就消失了 想要再次使用此法 恐怕就会遭到反噬了 我懊恼地咬了咬牙 只差一点 就能把鬼王给封印了 就是刚才那偷袭我的人 打断了我 我现在已经能确定了 这鬼王肯定是被人用阵法养的 这人打断我 就是想让这鬼王降世 可如此恐怖的养鬼术 难道这人 真的就藏在这凤凰坪的小村子里 快速地分析了一遍 我又开始想办法 对付这鬼王了 千万不能让他出事 不然的话 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但我现在 没有其他办法了 连阵魂齿 和玄真大印都用上了 还是没有成功 我现在又是一个人 根本无法封印他 如果人多点 还有机会截阵封印他 我心里也开始着急了起来 天色越来越暗 暗得太不正常了 雨已经开始小了 但还是乌云密布 时不时地刮起一阵狂风 感觉好像连老天爷 也在帮着鬼王降世 我深呼吸了一口 让自己尽快平静下来 想办法来对付这鬼王 叶家弟子全都出事了 我没有了帮手 只得用途办法了 我来的时候 见村子里养了不少狗 只有给村长说一声 把他们的狗和黑公鸡 全部买下来 用他们的血来镇压 哪怕能够拖延 一点时间都行 想到这个办法 我就准备扛着那两个昏迷的 叶家弟子下山了 可还没动 我就看到半山腰的地方 出现了无数的守电光 那守电光 像一条在黑暗中 穿行的长龙 速度很快 我定睛一看 还是看得不太清楚 只是从守电光的数量来看 应该来了不少人 难道是村长带人来了 或者有其他修道之人 来帮忙了 毕竟这鬼王将士 弄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恐怕这方圆几十里的修道之人 都能第一时间感受到 我猜了好几种想法 也在看着那些 快速跑上来的人 不消一支烟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到我面前了 那为首的人 穿着一身黑袍 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根本看不清楚 他们的长相 但他们步伐稳健 一口气跑上来 没有喘大气 那就说明 是练家子 他们那黑袍衣服的胸口处 还用红色的针线 刺绣了神霄 两个骨体字 是神霄门的人 我大致看了一下人数 差不多有十好几个 个个都背着黑色的乾坤袋 里面装得鼓鼓囊囊的 应该带了不少的家伙事来 这神霄门为首的人 看到我后 冷冷地问道 刚才这山顶 有一项出现 想必是你镇压 这些孤魂野鬼 弄出来的吧 嗯 我点点头 道 我是叶家的人 为了救人而来 这人听到我报了名号 也是回里的点点头 说 我乃神霄门的人 也是为救人而来 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神霄门的人 竟然如此客气 看起来完全不像 是要对付叶家的样子 反倒是很礼貌 特殊部门的试思者告诉我 神霄门是灵族扶持的 看这人的素养 应该不是那些 普通的修道之人 极有可能是灵族的人 这人见我沉思 又主动问我 不知道 兄知道些什么 可否告诉于我 我虽然心里不相信 神霄门的人 但现在 如果他们肯出手帮忙 那倒也是好事 他们这么多人 加上我 应该可以封印这鬼王 我也没有隐瞒 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全盘拖了出来 这人一边听 一边连连点头 听完后才开口说 你以自己一个人的道行 差一点就封住了这鬼王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就是那大仗乌教的李初九吧 年轻这一辈 只有你 还有那叫王磊 赵子龙的人 才有这番修为吧 我没想到 这人竟然知道这么多事情 看来 那神霄门没少下功夫 我点了点头 说自己就是李初九 也只是侥幸打赢乌教的人而已 但我心里 却是加深了警惕 九哥哥 你没事吧 而这时 林依依也跑了上来 小脸泪得红扑扑的 大口地喘着气 在他身边的 还有村长 村长更是累得连话 都说不上来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后 这才憋红着一张脸说 小哥 这到底咋了 好好的咋 就变天了 可怕我们瓶子的人吓死了 家家都关在自家屋里 只差去报警了 我不知道 如何向村长解释 只是冲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着才问依依 依依 你咋来了 不是让你留下来 照顾他们吗 林依依走到我身边 拉着我的手 说 九哥哥 我刚才看到这么大的动静 你们又去了这么久 我怕九哥哥 你出事了 我笑了笑 假装责备他 说 依依 你既然知道 如此危险 你还要来 要是我出事死了 你来找我就不怕出事啊 不怕 林依依坚定地摇着头 抿着嘴唇说 要是九哥哥你出事了 依依就来陪你 不管生死 依依都要在你身边 不离不弃 听到依依这番话 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感动 这小妮子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倔强 我揉了揉她额头前 那柔软的刘海 笑着说了一句 傻丫头 嘿嘿 林依依嘿嘿一笑 眼若星辰地看着我 李初九 难得这次出来 能遇上你这样的到门人物 我这人遇到高手 就想挑战一下 我想和你联手对付 这即将出事的鬼王 不知你能否满足我这个愿望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是想代表神肖门 和我斗一斗法 因为我此时代表的是叶家的身份 我也想看看 这神肖门的实力 到底如何 好啊 我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道 先请后叫 阁下请先 我用道教的礼仪先请之后 这人就冲我汗手 手并倒指 回应我道 后叫先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并指 汗手回礼 道 请 跟着 这人才从他的黑色乾坤袋里 抓出了一把黄豆 直接洒向了坟坑 这些黄豆 一打在那些跪着嘲讽的孤魂野鬼身上 当即就惨叫了起来 身上不停地冒黑烟 可还没有来得及逃 这人就拿出了好几张灵符 咒语一念 那灵符立马贴在他们身上 灵符一燃烧 这些孤魂野鬼 立马魂飞魄散 这一手杀鸡锦猴 当即吓跑了周围那些 还在跪拜嘲讽的孤魂野鬼 但他们没有离去 游荡在安全距离外 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兵乃神兵 神兵过境 万邪不存 神兵听我令 速速开道 这人又并着倒只念了一道咒语 咒语一念 那撒在地上的黄豆 突然跳动了起来 那黄豆一跳动 周围的白雾当即消散 挨着的那些孤魂野鬼 更是吓得飘走了 我看着这人的手段 心里也是有些震惊 这人的手段不弱 想必在神霄门的地位 也不低 他吓走了这些孤魂野鬼 大步往坟坑方向走去 边走边喊 神霄弟子听令 结大阵 他的命令一下来 他身后跟着的那些 神霄弟子 立马向两边散开 分别把这坟坑给包围住了 双腿盘歇而坐 三炷香同时插在了面前 同时结起了道指 一看他们就知道 他们训练有素 绝对不是叶家弟子 能够比拟的 叶家弟子因为管理原因 下面的人都很散 绝不会这么严肃认证 而那为首的人 却是没有停下来 继续往前靠近坟坑 在快要接近那坟坑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突然停了下来 身体也是被刺骨的 鬼屋动得哆嗦了起来 一个劲地往后退 我知道 是那坟坑里的鬼王 在对付他 我没有出手帮忙 想看看他的手段 只见他 被鬼屋逼退了几步后 突然从腰间里 抽出了一条鞭子 那鞭子通体发黑 有一股隐隐的血腥味 特别是那鞭子的把手 更是有一个朱雀的雕像 这鞭子我认得 正是那打鬼鞭 只见他握着打鬼鞭 猛地打向了眼前的鬼屋 那打鬼鞭没有打到地上 而是在空中 甩出了一道鞭花 鞭子更是炸得啪一声惊响 随着那响声的出现 那些原本拦住他的鬼屋 竟然被他一鞭子给打散了 他继续往前走了几步 这时才总算 走到了坟坑面前 低头往下一看 我也看到了他摇了摇头 好像也没有想到 这鬼王会如此棘手 我还在观察他 他就回头瞅我看了一眼 示意我可以开始了 我笑了笑 跟着就窜了进去 一一拉着我 担心地说 九哥哥 小心点 嗯 我点点头 悄悄给他说了一句 一一 你一会儿 一定要注意周围的情况 这周围还有隐藏的人 如果看到了 就大声喊我 明白吗 嗯嗯 一一小急着迷地点着头 我这才走了进去 路已经被他开出来了 我进去很顺利 没有遭到鬼屋拦路 李初九 天生异象 这是鬼王将士的征兆 现在鬼王还没有出来 应该是时辰不到 现在刚过了五时 入夜还有几个时辰 我们得在这几个时辰内 拿下这鬼王 你有信心吗 我一站过去 这人就问我 我一听他的口气 就觉得不对劲 好像遇到了这鬼王 他根本不忌惮 也没有丝毫震惊的样子 反而显得很平静 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 这人经常遇到鬼王一样 还有一点 就是他的语气 更像是一个长辈 在对我说话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仍旧是 看不到他的脸 只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道兄 听你这番话 你恐怕不是神销门的人 如果我猜得没错 你应该是灵足的人吧 我一说 这人就笑了起来 道 神销门也罢 灵足也罢 至少我们现在 是一条战线上的 大家都是修道之人 不用轮身份 先对付这鬼王 有意思 这人的性格 倒是和其他人不同 我笑了笑 问他 不知道兄要如何 对付这鬼王 这人的眼睛看着我 似乎还有眼角纹 道 这鬼王藏在下面 你说过下面的地形 不利于我们 那就把他引出来 强行收了他 他一说完 我就摇了摇头 否定了他的建议 说 这鬼王还没有到时辰 想必绝对不会出来 他的怨气太深 一直在保护着他 我们无法下去 怕你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谁知 这人却是意味深长的 来了这么一句 说完就静止盘息坐了下来 大喊了一声 隐魂 他的话音一落 我就看到周围坐着的那些 神霄门弟子 全都拿出了一盏隐魂灯 嘴里更是一口同声地喊着 以血为灯 以精气为魂 魂灯开路 鬼魂听令 速速前来 他们话音一落 那隐魂灯同时点燃了 隐魂灯发出的光亮 是白悠悠的 无数隐魂灯 刚好把我们给包围了起来 这隐魂灯一出现 我就看到坟坑里的鬼物 竟然开始气了出来 一飘出来 立马就被隐魂灯吸引了 一飘到隐魂灯周围 立马被隐魂灯烧得蒸发了 可这些鬼物还没有停止 就算前面靠近的 鬼物都被烧成了虚无 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飘了过来 如同飞蛾扑火一样 明知道会消失 也会奋不顾身 这就是隐魂灯的作用 但我没想到的是 这神霄门的隐魂灯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只是几分钟的功夫 那原本填满坑坑的鬼物 竟然全都跑出来了 只剩下那坑坑底部 还沉积着阴冷的鬼物 而我还在看 我边上盘膝而坐的人就动手了 双手快速地翻动着 截出了一个我 完全没有看过的手印 不是倒印 也不是佛印 像是某种奇怪的古老手印 在他快速接手印的同时 嘴里也是念出了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咒语 养鬼之道 逆天行 游魂何处 血魂誓约 血浮落下 鬼魂听令 即可开始 伴我左右 我在你在 我亡你亡 如有违背 行神俱灭 这人念咒的声音 如同嘶吼一般 气势滚滚 震得人热血沸腾 待他咒语念完 而后就快速地 拿出了一张血符 那血符很小 只有八掌大小 上面画的 也不是道教赤灵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才猛然醒悟了过来 这人就是灵族的人 而且身份还不低 灵族除了有 杂门的走音人之外 不但会邪术 更是会养鬼术 这才是他们 最恐怖的地方 灵族的尊主要杀我 但这人没动手 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我现在必须 要先保护好自己 我还在心里盘算着 这人就把血符 扔下了坟坑里 那血符一落下去 只听见滋拉一声 血光骤现 而跟着 这个坟坑里 就开始出现了 节节的声响 一股鬼雾冲天起 我们同时往后退了几步 等着鬼雾消失 我们眼前竟然 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 他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眼睛空洞无神 脸上比强灰还要白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血纹 那双麻木的眼睛 更是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不停地 冲我们呲牙咧嘴 无比凶恶 他的脚尖更是垫起来的 他是被鬼王给控制了 可我看到这人的时候 心里就猛的一紧 因为他不是别人 正是被拉进去的王岐鹏 负于顽抗 我让你形神俱灭 修道之人 竟然被鬼魂怨念控制 真是可笑 这一点道行 我留你何用 该杀 我边上的人突然怒吼了一声 打鬼便在空中甩了一下 眼瞅着就要动手了 别动 我看到他要出手 立马喊住了他 冷声道 这是我的人 要动他 也得是我来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